今日里威风凛凛的十三皇子 如今静落的和一堆叫花子抢饭吃 遇到巡逻的士兵甚至不敢表露身份 因为他早在几日前坠落山崖时就已经死了 而我则是从未来穿越过来占据他身体的一缕红光 据我分析那日竹林中刺杀他的黑衣人必定就是朝中之人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贸然表明自己的身份 我并没有万分的把握能安全回到皇宫 所以我蹲守朱雀门两年只未等一个机会 这日终于被我逮到了 看到从朱雀门内走出来的铁血将士 我静止地朝着他们走去 见状骑在马上的军官一脸嫌弃 一个卑微乞丐竟敢当街阻挡皇家出巡的军队 还不赶紧速速离去 就在他以为我要落荒而逃时 我却提出要面剑当今圣上 大胆奴才 陛下启示你一个乞丐说剑就能剑的 来人将他给我乱棍打死 那名军官满是愤怒地看向我 然而我紧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块白布 擦干净脸上的误会后死死盯着他 王副将军 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当看清我的容貌后 骑在马上的军官面色一边 连忙下马仓皇地跪在了我的面前喊道 悲止见过十三殿下 这一生下的门口卫兵全部跪倒在地 接着他连忙一边派人去报告 一边引着我往皇宫走去 不多时御书房内 听完我讲的遭遇后 父皇眼神凝重 沉吟了片刻说道 此事正会让人彻查到底的 你快些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文言我便告退了福皇 回到寝宫后思索着往后的应对之策 原主虽为十三皇子但其母妃失宠被打入冷宫 再加上父皇也对他也爱达不理 直接就导致了他性格懦弱 甚至在平日里连奴才都不敢得罪 但就这样跌跌不同妈妈不爱的角色 居然还有人刻意刺杀 真是印证了皇宫无亲情这句话呀 殿下 该吃药了 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了我的遐想 进来的是平日里伺候皇子起居的宫女夏合 好烫 我端起烫药喝了一口连忙大声喊了起来 奴婢刚是过了 不是很烫啊 夏合摸了摸药碗慢慢地说道 你放醉吧 稍后我会自己的喝的 夏合原本还想说什么 但看到我不耐烦的表情后连忙告退 看着她的背影我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刚才的药里含有慢性毒物 虽然不会让人立即死亡 但长期服用会让人体弱多病 最后身子被掏空后死亡 趁夏合还没回来 我把药倒入了窗外的湖水里 与此同时 在福都西津的一座华宅里 正有两个神秘人在密室中交谈着 我告诉过你 这老十三多年来都不被皇上待见 你怎么会对他动手呢 其中一个华父老者不悦地说道 他在不受宠爱 但毕竟是那狗皇帝的儿子 我要他看着自己的儿子一个个地死去 让他好好尝一尝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坐在老者对面的黄衣男子愤愤地说着 可是你派出了最精锐的暗卫还有轻主 在这种情况下那老十三还回来 这下好了 那老家伙出于愧疚 会对老十三关照一些的 这不是偷米不成十八米吗 老者无奈摇头地说道 开始有些怀疑自己这次战队是否正确 这次是老十三命大 你不要忘了 当年老四就是在重重保护之下被我们弄死的 黄衣男子喝了一杯茶悠悠地说道 但愿你是对的 但是轻竹是不能留了 可惜了这么好的一枚妻子 十几天后我的悠闲日子终于结束了 因为伤势基本痊愈 也就要继续每天去国子健读书了 在国子健待了几天 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 就是弄清了宫中各势力的关系 同时也让我明白了皇位自己不敢想 但必须得想个办法让自己活下去才行 御书房内 福皇杨成凤看着手上诗稿激动不已 好好好 这老十三居然能做做出这样的好诗 陛下 这十三殿下学业向来出色 这次遇难回来以后更加勤奋 这首爱莲说堪比我朝几位诗词大家呀 真是虎腹无犬子呀 老太妇脸色得意地拍着皇帝的马屁 福皇看着桌上的诗稿点了点头 把诗词拿到汉林院 让他些文人们也瞧一瞧 就这样我在课堂上随手写的爱莲说 在福国皇朝文人口中传越了起来 当消息传到我的耳中之后 我不由得暗暗起到 希望周老先生不要半夜来找我麻烦才是 这日午后没有阳光秋高起床 我在院中努力练习着各种剑招 不一会就开始汗流加倍了 这时我手腕一甩 长剑脱手而出向一侧急飞而去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 吓得我连忙抬头望去 却见一子一律两名少女 正站在院中两亭里 而那飞出的长剑 则插在离律一少女不到半米的柱子上 认出来人以后我连忙问道 九姐姐今日怎有空到小弟设下来呀 因为平时自己这凝玉宫 除了圣王阳明以外 就没有其他皇子和公主来过 十三弟 听你的意思 好像不欢迎姐姐我来呀 说着的同时九公主杨英的脸 刷得一下就缠了下来 怎么会呢 九姐姐能来这里 弟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呀 我连忙笑着说道 这女人翻脸的速度是真的快如闪电呀 九姐姐你旁边的这位是 我连忙错开话题指着旁边绿一少女说道 这绿一少女刚刚可能被吓坏了 始终待在那里没有说话 你看你 把丽妹妹都吓坏了都 杨英这才拉着少女向我介绍了起来 这绿一少女名叫 池里乃里不上书的小女儿 介绍完她就强行拉着我一起大谈古今诗词 幸亏自己乃一枚文科生 切用一些大家对古诗词的一些评价 直接让两个女孩佩服不已 老十三你刚才把池妹妹吓了个半死 怎么也得赔偿一下吧 杨英是一个直爽的女孩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好说 我这里的东西只要池姐姐喜欢 都随便拿去就是了 我摆了白手笑着的说道 谁不知你这凝郁公是宫中最穷的院子 我知道她想要什么 池妹妹你自己说吧 说着杨英撞了一下池里的肩膀 殿下能不能携手势送给我呢 池里脸色微红害羞的说道 我有一些惊讶的看着眼前这个女孩 如果太为难的话那就算了 池里的声音很小低着头继续说道 让我想想 我不忍心拒绝这个小姑娘的要求 反正抄一次和抄两次并没有区别 于是我在脑中苦苦搜索了起来 不一会我拍了一下大嘴说道 有了 我说你写 拼拼鸟鸟十三鱼 豆蔻烧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西津鹿 卷上猪脸总不如 念完后我看看石桌旁的池里 此时的她手中拿着毛笔呆立在那里 老十三你可不够意思 把厉妹妹夸得像花似的 让我这当姐姐的着实嫉妒啊 杨英愤愤不平地嚷着 小姐姐我可是说的你们姐妹俩啊 我可不愿意得罪这杨英连忙笑着说道 你以为我那么好骗吗 算了 只要厉妹妹开心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妹妹你怎么还没有写下来啊 杨英才发现池里仍然在发着呆 用手指拍的一下她的额头调侃道 池里闻言面色飞红的连忙低下了头 见状我摇了摇头叹道 这女孩未免也太容易害羞了吧 八月十五皇宫中灯火通明 偌大的皇宫花园中坐满了人 此时舞台之上一名少年手持大刀 在手中舞得呼呼声风 不宜会便博得了一阵掌声 大福帝国尚舞所以男子大多习舞 再加上今日福皇和好些朝中大员都在场 这些贵族子弟们怎么会放过展示自己的机会呢 所以大多数人都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招式或对战 整个花园中不时有贺彩声传来 十三弟听说你这段时间也在情练舞技 你也给大家展示展示吧 让我们瞧瞧我们十三弟的绝代风姿 文言我抬头一看 原来是九皇子杨勇 一年前因处置泉州水患有功被封为七王 是封王皇子最年轻的一个 老九你就别为难十三皇了 你看他那风都能吹倒的样子 都是自家兄弟 难道你忍心见到他自己将自己伤到 说话的是三皇子欲王阳光 他这话表面好像是帮我说话 实则是为了让自己更为难堪 既然几位皇兄要看 那余帝就上去献个丑 听到两位皇子的话我没有表示一丝不满 站起来后就慢吞吞的向场中走去 这一幕让在场中人大吃一惊 没想到从来若不惊风的十三皇子 居然真敢往场上走 一个人捂着也没意思 不如于兄来陪你玩玩吧 一个声音突兀的传来 大家转头一看 只见说话的是十二皇子杨延 此子是七国公主宣妃赵之所生 只比杨云大十几天 杨延从小好强 杨云从小到大 没有少受他的欺辱 看着杨延站了出来 有些对杨云同情的人暗暗摇了摇头 觉得这杨延度量太小 每年一次的中秋家宴 都不愿意放过杨云 而坐在最上首方的福皇 脸色也沉了一下 但随即恢复了笑容 老十三 你身子本来就单薄 前不久还受了重伤 我看你就不要上场了 到时就伤复发了 可如何是好 说话的是一个年约三十五六的美妇人 也是皇宫中 对杨云最为关心的人 承妃陆禅 说来 这承妃也是一个可怜之人 她本是一平民之女 偶然被福皇看中 那位妃子 却被宫中这些家世显赫的皇妃们看不起 时常受到各种责难 好不容易为福皇生了一个皇子 本以为可以母平子贵 在这皇宫中过得容易一点 却不想 孩子却不幸夭折 还被人暗地指责 连个孩子都照顾不好 也许是同病相连 承妃便把对儿子的爱 转移到和自己禁欲差不多的杨云身上 对他颇多关爱 承妃姐姐 你就放心吧 只是切磋而已 爷儿出手会有分寸 不会伤到老十三的 这次说话的是杨延的生母 七国公主宣妃照之 没事的 我大夫男儿连比斗都不敢 以后怎赶上战场 杨云转头给承妃一个感激的微笑 然后淡淡地说道 承妃见杨云坚持要上场 叹了一口气 就没有再说什么 皇子坚比斗 当然不能用真剑 两个太监连忙上前 捧上两把木剑 杨延将木剑拿在手中 轻轻地颠了颠 笑着说道 十三皇帝 你就先出手吧 杨云也不客气 手中剑一挥 一招直朝杨延胸前刺去 杨延也不闪避 手中剑向下一展 直接击打在杨云剑身之上 两人虽年纪悬殊不大 但杨延身体素质显然要好许多 只这一剑 就让杨云手臂发麻 差点连剑都握不稳 杨延得势不饶人 手中剑上下翻飞 向着杨云步步紧逼 杨云力量比不过杨延 只能选择躲闪或者戒力格挡 这段时间 跟着七威和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 两位剑术高手学习 杨云的剑术大为掌尽 所以他虽然被被逼的节节败退 但却在杨延手下坚持了十多招 十二说 你今天怎么了 写文章比不过十三书 怎么连你最擅长的武技 也打不过十三书了呀 说话的是太子的二儿子杨泽 他和场上二人辈分低一倍 但年龄都相差不大 杨泽和杨延向来不对付 所以现在不肯放过打击他的机会 第八章 中秋家宴 二 听了杨泽的话 杨延觉得脸上挂不住 他冷哼一声 手中木剑刺向杨云胸前 杨云立即举剑格挡 不想这一剑竟是虚招 杨延的木剑突然一滑 向着杨云的左臂 而来这时候 杨云要抽身后退 已经来不及了 最好的办法是以右足为轴 半转身闪开攻击 但这样自己的侧后方 就会面对杨延 如果这样的话 本已处于下风的他 近况就会更堪忧 剑手有事须的向商人 计算利弊果断出手 电光火时间 杨云想起了流星侍卫 在传授他剑术时 说过的一句话 眼见杨延的一剑 就要刺中自己的左臂 杨云不退反进 不顾即将要刺中自己的木剑 右手腕一翻 朝杨延扫去 下一刻 杨延的木剑 斩在杨云右臂之上 但杨延的木剑 却架在杨延的脖子上 现场观看的人群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场中不乏剑术高手 他们均能看出 如果双方都使用真剑 杨延固然难逃断臂之恶 但杨延却会难保性命 所以这场比斗 盛方当属杨延 我不服 杨延呆呆地看着手中的长剑 本来按实力 他若稳扎稳打 杨延迟早会落败 但在杨泽一击之下 他选择冒险出攻 没想到杨延居然有 壮士断腕的决心 心有不甘的杨延一举手中长剑 企图再次发动攻击 忽觉场面 此时变得异常安静 余光一扫 看见了高台上那张黑着的脸 一下子清醒过来 拱手向杨云行了个礼 转身向台上走去 恭喜皇上 两位殿下都是剑术高手 真是虎腹无犬子啊 坐在福皇下手的太师 己香然大声说道 立即得到旁边一阵硬鹤声 众人的一番话 让福皇脸色终于缓和 将目光再次放到场中 各少年们再次施展出 自己最拿少的功夫 要么表演绝妙刀剑之术 要么将长枪舞的呼呼声锋 或者表演百步穿扬的绝技 大夫尚舞 这些贵族子弟又不缺少名师指点 他们大多有一两手拿手好活 所以在他们的表演过程中 不断有喝彩声传来 看得福皇脸上 又慢慢地展开了笑容 演武表演在圣王的一套 精妙绝伦的枪法中结束了 圣王乃是大夫少有的几个高手之一 常年战场的历练 使他的枪法既好看又实用 本来不用他上场展示 但福皇为了避免众人自满 依然让他上了场 演武结束 福皇心情大好 他站起来大声说道 我大夫尔郎 既要有上马杀敌的本领 也应有治国安邦的才华 现在有一件大事 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听福皇说完 其他皇族子弟道 还没觉得什么 但几位对皇位 还有想法的皇子 马上紧张起来 这治国方略的考察 如果回答得当 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可以增加不少啊 高公公手中拿着一份奏章 走上前来 向众人大声宣读里面的内容 这份奏折 是泉州刺史刘成送上来的 其主要内容是说 刘依仁屡犯泉州 泉州军民苦不堪言 希望朝廷派兵 剿灭刘依刘依 是一个的游牧民族 夏季 草原水草风貌 他们便四处放牧 而到了秋冬季 他们就越过福国边境 到与他们比邻的泉州四处抢掠 使得泉州民众怨声载道 朝廷多次派兵绞杀 可是大军一道 他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大军刚撤 他们又出来抢掠 使得多次行动失败 这刘依现在不断壮大 给我大福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这里希望大家能献出一侧 保泉州安宁 福皇一句话 让在场众人陷入沉思之中 刘依仁都是贪婪之辈 且凶狠残暴 以而臣之见 我们就应该以暴制暴 组织大军 带族补给物品 深入刘依所属天谷草原深处 把这些蛮人打痛 打惨 甚至灭族 看他还敢截略我大福 太子杨岳站起来 声音铿锵地说道 杨岳的话 立即得到一片赞同之声 特别是一些作战骁勇的武将 十分支持他的观点 大哥的意见 我不敢苟同 向王杨县喝了一口茶 慢慢地说道 我大福乃泱泱大国 应以德使天才臣服 如果任何事情 都靠武力手段去征服 恐怕会引起更强烈的反抗 所以 儿臣认为 我们可以采取怀柔的策略 可以采取和亲 邀他们来看看 我大福繁华 并帮助他们发展农业 与他们通商等方式 多管齐下 实现双方和睦相处 向王的话 说到了一些文臣的心坎上 他们也纷纷发言 表示赞成向王的意见 太子殿下和向王 虽然意见相左 但儿臣觉得 他们都说得十分在理 圣王杨明站起来 大声说道 圣王殿下 太子和向王 可是意见相左呀 一个有些干涉的老者忽然发声 众人抬头一看 原来是司空承信 这承信和福皇 一起在战场上经历过生死 是福皇的铁杆心腹 在群臣中有极高威望 剑发话的是成信 杨明微微一笑 朝成信一拱手 然后说道 我是这样想的 太子和姓王 虽然意见不同 但我们可以同时采用二人策略 一方面 给予他们强力手段 将他们打怕 然后 再展示我大夫人德之心 向他们宣传 我们对他们的态度 感受我们的善意 使其和我们和睦相处 听了杨明的话 捋了捋胡须 沉思片刻 轻轻地点了点头 圣王杨明 在群臣及这些皇族子弟中 威信很高 他的这番话又很有道理 立即得到了很多赞同之声 接下来 又有一些成年皇子 以及一些大臣 发表自己的观点 主要是对三位皇子 其中的观点 表示支持或者补充 老十三 你诗文做得好 这处理政务 你可以有建议 见众人已经说完 福皇突然发话 没想到 是问向上位成年的 十三皇子杨明 听到福皇的话 杨明心中一阵苦笑 他虽然有一些想法 但并不准备表达出来 自己可不敢对皇位 有觊觎之心 若在政务上表现出色 引起那几个 对皇位有想法的皇子注意 那可不是一件的事 可是既然福皇问起 他又不能不回答 同时 他也不愿意乱说一气 让人觉得 自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皇子 于是 他站起来 朝众人失了一礼 缓缓地说道 回复皇 二臣觉得 众位皇兄和大臣说的 都有自己的道理 二臣心中 比较赞同武皇兄的想法 在这基础上 二臣以为 以前我大军 多次进入流一所在的 天谷草原 也包围过一些部落 杀了一些人 夺回一些东西 却放过大多老幼妇孺 没有起到根本作用 你的意思 是将这些老幼妇孺全部杀掉 未免太过残忍了吧 十二皇子扬言 对于输给杨云 一直心有不甘 抓住机会立即反驳道 当然不是这样 我认为 我们可以将这些人 和我们抓到的妇孺 全部带回我大福境内 将他们分化开 给他们土地耕种 让他们和我民众通婚 让他们眷恋 我大夫舍不得离开 再让那些在大福境内有家事 且和我大夫百姓相处 极好的留意百姓 回天谷草原去宣传我大福的人 减少留意对我大福的仇怨 诸位看此法可好 杨云说完 又向众人施了一礼 缓缓坐下 第九章 玉妃 此法有意思 可以一试 经过一阵短暂的寂静 诚信说道 身旁也有一些大臣 点头表示赞同 好 今日中秋家宴就准备结束了 根据每年惯例 正准备奖励本年中 进步明显的皇家子弟 太子 相王 圣王 上前领赏 福皇的心情显然很好 坐在台上大声宣布 被奖励的皇族子弟 有十余人 这些人大多在众人预料之中 但里面居然有福皇 以往一直爱理不理的 十三皇子杨云 这使得许多大臣大感意外 纷纷把目光集中在杨云身上 十余皇族子弟 来到福皇所坐高台之下 跪谢福皇赏赐 没想到 到十三皇子杨云的时候 却出现了状况 父皇 儿臣能否换一个奖赏 杨云的一句话 让许多人大吃一惊 要知道 这皇上的奖赏 可是恩赐 怎能随意更换呢 唉 这孩子 怎么这时候犯糊涂呢 承飞是最关心杨云的 杨云突如其来的举动 使他非常担心 大胆 老十三 皇上赏赐你 还敢挑三拣四 来人 将杨云拿下 今天非至你一个大不敬之罪不可 福皇左侧的皇后 本来就对杨云有所不满 现在杨云的行为 让他勃然大怒 几个侍卫立即应诺一声 走上前来 准备将杨云倾下 慢着 坐在福皇右侧的一个身着绿衫的贵妇人 突然喊了一句 众侍卫立即站在原地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因为这个贵妇人不是别人 正是福皇最宠爱的妃子 圣王阳明的生母 淑妃曹营这淑妃和皇后李婉 一向不合 皇后赞成的是 淑妃几乎没有不反对的 皇上都还没有发言 姐姐何必着急呢 淑妃的语气十分客气 但是在场许多人在官场多年 怎么不明白 这是淑妃给皇后娘娘挖了的坑呢 这 皇后被淑妃一句话拿住 顿了一下 方才说道 这老十三对皇上不敬 臣妾一气之下 岳祖带袍 还望陛下谅解 对两人之间的举语 福皇心知肚明 但只要没有闹出事来 福皇也懒得干涉 今天心情不错 所以她也想听听杨云想说些什么 你姐说来 到底有什么请求 若是没有充足理由 可别怪朕 致你大不敬之罪 福皇语气平和 这时就连平日最了解其心意的高公公 也不知道福皇心中究竟是怎么想的 禀父皇 而臣已经两年没有见到母妃 所以还请福皇恩谁 让孩儿去见母妃一面 杨云此话一说 场中一片寂静 在不明白福皇真实想法之前 没有人愿意再说点什么 而此时 福皇脸色一沉 放在暗机上的右手紧握 似乎要发作 但下一刻 她又转头 看了看自己身边的重妃子 终于将拳头松开 臣吟许久 她轻声说道 准了 然后便站起来 中秋家宴上发生的事情 让许多人在中秋之夜彻夜难眠 你看你办的是 不仅老十三开始受陛下关注 从今日情况看 陛下似乎又想起了玉妃当年的好 若是陛下念起旧情 将玉妃从冷宫中迎出 你的皇位 可能又多一个对手了 还是那间密室 老者指着皇一中年人说道 似乎有些恨铁不成钢 而在另一个华丽的宫殿中 一个绿山美妇 也在和一个英气十足的年轻人在交谈 这可怎么办 若那女人出来 势必影响我这些年好不容易挣得的地位 要知道 那老家伙当年是最疼爱的女人的 母亲多虑了 玉妃真出来 最想针对的可不是你 你可别忘了 当年是谁老在父皇面前搬弄是非 才使得玉妃被打入冷宫的 有意思 西京城中 一个胖子坐在椅子上 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幅画像 若有所思 若是杨云在此 一定认识这画中的女子 正是十三皇子的生母 玉妃司马玉 中秋家宴后的第三天 西京郊外的一个湖中 一个渔夫正在打鱼 忽视看见一具漂浮的女尸 立即报了官 大理斯立即派人将女尸打捞起来 见这女尸是被绑住手脚后 扔进湖中掩死的 经查时 这女尸正是当日刺杀十三皇子的宫女青竹 得到这一消息 杨云叹了一口气 这青竹一死 自己被刺这一案子 就更难查得水落石出了 不过现在也不难判断出 要置自己于死地的 不外乎就是那几个人 他现在也不想考虑此事 亦没有精力 二也没实力去做这件事 他现在一心就是想 几日后去见玉妃司马玉 自己名义上的母亲 自己占据了十三皇子的身体 对于这母亲 杨云既怕见又想见 怕见是担心司马玉 识破自己这个假儿子 想见则是希望从母亲那里 得到点帮助 摆脱目前这种无奈的局面 冷宫 是整个父皇宫中 所有人都不愿意来的地方 住到这里的妃子 常年不允许外出 也没有人来探望 司马玉待在这清冷的宫中 她的脑海中 常常有这样一些场面 一个粉装玉琢的女孩 和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 一起骑马 抓鱼 捕鸟 那时候 那个小女孩是多么快乐 曾经不止一次 那女孩在心里想着 要和那少年 一辈子就这样地跃下去 可是 一道旨意剥夺了这个女孩 也就是司马玉的快乐生活 她被召进皇宫 成了皇上的妃子 从进宫的那一天起 她就开始讨厌着牢笼般的生活 无数次故意触怒父皇 希望父皇能够将自己处死 可是 平心而论 父皇对自己也是一片真心 自己多次无理取闹 他总能迁就自己 虽然最后 在某些人挑唆之下 自己被打入这冷宫 但自己依然没有怪父皇 其实 有时候 司马玉觉得 这冷宫虽然冷清 但没有勾心斗角 反而轻松许多 唯一牵挂的 就是自己的儿子 公主 有人来了 叶倩的声音传来 叶倩是陪司马玉 一起长大的丫鬟 这么多年来 两人一直没有分离 就算司马玉被打入冷宫 他也义无反顾跟了过来 看到一个有些瘦弱的少年 带着一个太监走了进来 司马玉立即高兴起来 几年没见 这孩子长高不少 也结实了许多 这孩子这么多年 没有母亲照顾 一定过得很不开心吧 想到这里 司马玉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孩儿见过母妃大人 这几年您受苦了 杨芸来到司马玉面前 恭敬地失了一个礼 羽儿 快过来 让为娘好好看看你 司马玉脸上带着笑容 但泪水却忍不住往下流 好孩子 你长高了 也长结实了 听说你前段时间被袭击 可把为娘挤坏了 司马玉把杨芸拉在身边 似乎怎么看也看不够 第十章 嘱托 云儿 为娘不在身边 你受苦了 司马玉说着 眼泪又流了下来 母亲不用担心 儿子过得挺好的 宫里锦衣玉食 又有一大堆太监宫女照顾 儿子一点苦都没有吃 你这孩子 静谦好听的说 娘可听说 你前段时间遭人刺杀 还受了伤 嘿嘿 那只是点小伤而已 你可别相信宫里有些奴才的话 净夸大气词 为娘在这冷宫中 消息闭塞 云儿快过来 给为娘讲讲你 这些年的故事 十三皇子这些年 一直待在宫中 除此次遇次外 经历其实比较简单 但司马玉和叶芊二人 却听得津津有味 时而露出开心的笑脸 时而眼泪连连 杨芸讲得简单 但司马玉二人不时追问 时间过得非常快 转眼间 看望的时间就要到了 母亲放心 有机会儿子会去求父皇 早日将你从这冷宫中接出来 上一世 杨芸的母亲去世叫早 父亲一个人把她带大 她没有充分体会到母爱的温暖 但现在 她能充分体会 司马玉对自己浓浓的爱 在心中 她已经把这个世界里 最关爱自己的女人 真正当成了母亲 万万不可 为娘在这里已经习惯了 你千万别为我的事 惹怒你父皇 司马玉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接下来 她又对叶芊道 妹妹你出去看着 若来人你就提醒我 我有些话要告诉云儿 看着叶芊 这宫中随时危机四伏 宁玉宫中有一个地道 可以通到皇宫之外 紧急时刻 你可以从这密道中逃出去 紧接着 司马玉又从头上拔下一根金钗 郑重地放在杨芸手中 继续说道 这密道 是你外公当年 命人秘密挖掘的 现在除了我们已经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这朱雀钗是我的信武 密道出口守着的人 见到这钗 就会听你的号令 司马玉的父亲司马南 是前朝晋国皇帝 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 他带领晋国文武外具强敌 内谋发展 在他的带领下 晋国空前的强盛 可是 这位英明的皇帝 却在四十年前神秘失踪 司马南失踪后 当时权力最大的扶国公杨远 力排众矣 将司马南刚满三岁的幼子司马全 推上皇位 自己则独揽大权 八年以后 司马全将皇位善让给杨远 杨远改国号为福 司马南的皇后 崔宁见司马全胸无大志 临死前 便将密道的秘密 以及他手边的最后力量 吴颖卫 交到亲生女儿司马玉手中 希望关键时刻 他们能保护女儿安全 吴颖卫是你外公当年的秘密侍卫 是他老人家最忠诚的地下力量 今天为娘就把他们交到你手上 如果以后宫中发生变故 就让他们保护你离开吧 至于为娘 你就别管了 娘的心早已在入宫为妃的时候就死了 离开冷宫 已经好几个时辰 杨远的心里仍然没有平静 司马玉贵为前朝公主 本朝皇妃 命运却不能把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他过得很不开心 他在心中默默地告诉自己 自己既然来到这个世界 占据了十三皇子的身体 就应该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 让自己 让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们 过上开心的日子 已经日上三竿了 主子还没有起床 小云子觉得十分奇怪 要知道 主子自从遇刺回来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从来都起得很早 就算今日不上早课 他也不至于睡到现在啊 难道是生病了 想到这里 小云子决定进去看看 走进房内 他看见十三殿下躺在踏上 正呼呼大睡 踏上的警备 却被他掀在一旁 掉在地上 时间已到初秋 天气已经开始转凉 这样睡着很容易着凉 于是他走过去 准备将警备给杨云盖好 而等贼人 又想刺杀本皇子 和你们拼了 小云子刚刚靠近杨云 却听得杨云一声大喊 然后抓起枕边皇上锁刺宝剑 一剑刺了过来 由于距离太近 又错不及防 小云子没法躲闪 被一剑刺中 他惨叫一声 捂住伤口 跌坐在地上 杨云却闭着眼睛 口中沙沙沙地喊了几声 手中常见在空中挥舞几下 又倒在踏上 呼呼大睡了 在外巡逻的七威等人 听见屋内动静 连忙冲了进来 却见小云子正坐在地上 双手捂住肚子 鲜血从指缝中不停流出 众人的进来 惊醒了沉睡中的杨云 他睁开眼睛 看着近来的众侍卫 和地上的小云子 一脸茫然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听小云子讲了事情的经过 杨云连忙亲自扶起了小云子 立即招呼人 通知太医前来救治 幸好 这一件并没有刺中要害 加之救治及时 小云子并无大碍 对此 杨云表示非常愧疚 向凝狱公所有人宣布 自己从上次受刺杀以后 经常做噩梦 从冷宫探望母妃后 愈加严重 导致此次误伤小云子 所以 杨云要求 以后自己睡觉之时 若无召唤 任何人不得进入自己的房间 这一意外事件 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所以 在凝狱公众人 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场意外 居然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 自导自演的 杨云在心中 默默地向小云子表示歉意 在这宫中 自己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凝狱公的这些太监宫女 表面上对自己恭敬无比 谁又知道 他们不会如青竹一样 是哪一个势力 安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 不过 杨云并不是心狠手辣之辈 作为一个曾经的外科医生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刺中哪里可以看着吓人 但是又不会对人 造成严重的伤害呢 这样又过了几日 果然如杨云所料 自己独自一人 待在房间里面的时候 再没有人不禁允许 随意进入自己的房中 他终于放下心来 可以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第十一章 无影位 几日后的夜里 杨云专门告诉几个太监宫女 今日自己有些不舒服 明日要晚起 任何人不得打扰 好不容易等到 所有人都睡下了 杨云捏手捏脚地 从踏上下来 将踏上的一块木板揭开 一个木球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按照司马玉教给自己的方法 将这个木球 向一个方向拧了三圈 又往回拧了两圈 踏后的墙壁上 传来轻轻的咔咔之声 不一会 墙壁向后一动 一个地洞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将木板盖好 伪装成有人睡觉的样子 杨云带好事先准备好的火折子 钻入了地洞 又从里面将墙壁恢复了原样 做完这一切后 杨云顺着地道向前走去 这地道不大 但容一个人从里面通过 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以看出 当时挖着地道的人是此中高手 这地道十分干燥 又有空气流通 并且 几十年过去 这地道依旧完好无损 地道中没有岔路 丝毫不担心迷路 杨云顺着地道走了大半个时辰 估计有四五里路的样子 前面出现了一个阶梯 顺着阶梯上行 看见了一个关闭着的石门 他知道 目的地道了 铁山是一个铁匠 在西京城中打铁 已经几十年 这几十年里 和四陵相处得非常好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见任何人都乐呵呵的老铁匠 居然是先朝皇帝 最为信任的吴颖卫 四大都尉之一 先是近皇司马南 再是皇后崔宁 最后是公主司马玉 铁山对他们都是忠心耿耿 他本是孤儿 在快要饿死的时候 是近皇司马南派人 将他接到一个秘密的地方 给他锦衣玉石 将他和许多 和他遭遇差不多的少年 训练成了无影位 所以 他们从小就有一个 直跟于心底的信念 随时准备为禁国而死 公主司马玉 已经好几年 没有给他们下达命令了 但铁山依然坚守在这铁匠铺 因为这里有一道重要的石门 本已入睡的铁山 突然听到一阵咚咚的响声 他一咕噜爬了起来 仔细一听 马上欣喜若狂 是那扇石门后面传出的声音 铁山连忙叫醒儿子铁峰 和他一起推动屋内的一个大铁顶 一扇墙向两边移开 一个石门出现在两个眼前 在暗洞石门旁一个凹槽 石门缓缓向两边打开 一个身材瘦弱的少年 出现在石门之内 你是谁 见出来的不是玉公主 铁山警惕地问道 旁边的铁峰也将手中的钢刀紧握 大有形势不对 立即出手的架势 我是杨云 母亲命我告诉你们 以后大家听我指挥 杨云一边说 一边将朱雀钗递给铁山 老奴铁山 见过少主 对方从这密道出来 又有朱雀钗为证 铁山放下心来 领着儿子铁峰一起上前跪下 见过新的主子 对于铁山而言 服从命令的思想 已经在但他心里根深蒂固 无所未听谁领导 但铁峰心中却充满了期待 这吴隐卫的人已经换了好几代 一直没有执行什么任务 现在换了领路人 希望能够有些变化吧 我刚从母亲那里知道吴隐卫的存在 你来告诉我 你们的情况吧 双方正式落座后 杨云问道 我们吴隐卫成立之初 共两千人 分为雄狮 战虎 飞鹰和猎豹四部 每部五百人成立之初 由陛下亲自管理 后由于陛下事务确实太多 就将吴隐卫交于崔皇后统领 停顿一下后 铁山继续往下说 陛下失踪后 崔皇后见证权 已完全落入扶国攻坚太父的杨远手里 便让我们折服下来 为隐藏身份 我雄狮部在西京开设十余间铁匠铺 从挖矿到炼制 最后到打造铁器 战虎部则经营了一个山庄 以种植和饲养牛马为主 飞鹰部以搜集情报为主 经营了几个技馆 猎豹部则从事酿酒 授酒的行业 听了铁山的讲述 杨云不由地暗自佩服这些人 战时能上场杀敌 闲时能隐于市集 现在距离当年成立吴隐卫 已经好几十年了 当年那两千人已经老了吧 杨云问道 是啊 已经过了几十年 当年那些人大多老了 甚至有不少人已经死去 但当年崔皇后 给了我们一大笔资金 四部利用这笔资金 做生意的同时 也招了不少孤儿加入 但这些人 战力远远不如当年的老人了 那好吧 这样 麻烦您老通知一下四部的都尉 三天以后 让他们都到你这里来 我想见见他们 对于司马玉给他的这支力量 杨云十分期待 这可是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力量 有朝一日如果有变 可得指望他们 帮助自己保住性命 少主 这事 我得提前告诉你一下 这么多年过去了 无影为人几乎换完了 新加入的人 只知道忠于他们的首领 而以前的四大都尉 都以老去或亡故 手下的人都 交给自己的子女或徒弟 恐怕不会再 听命于少主您了 那铁老 您估计还有哪些人会听命于我 我雄师部 现有我儿子铁锋负责 我们受老陛下申恩 当然是此效忠少主 飞鹰部现有老都尉 徒弟燕妃妃带领 也是一直忠于老陛下的 战虎部老都尉已故 现有妻子中文涛指掌齐部 已经多年不和我们来往 估计不会听命了 猎豹部的姚侠性格有些古怪 我们不清楚 他现在的想法 先通知他们吧 看他们来不来再说 事到如今 杨云也只有走一步 看一步了 从密道回来 天已经快亮了 杨云抓紧时间去睡了一觉 快到五十的时候 才爬了起来 这期间 果然没有人来打扰他 接下来的几天 杨云都在思考无隐位的事情 如何能够把这支队伍 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还有就是 怎样依托这支队伍 让他们强大起来 成为一股自己 真正可以依赖的一支力量 终日思考此事 已知在国子剑早课的时候 心不在焉 回答问题好几次答非所问 气得老太妇照前的戒齿 在书案上拍得啪啪直响 第三日夜里 杨云又趁宁玉公众人睡下 偷偷从密道中溜出 来到铁山的小院 果然不出铁山所料 只有飞银部的燕飞飞 准时到了 战虎部的钟文涛 根本没有回应 猎豹部的姚霞道 是有回话 自己的父亲身染重病 脱不开身 燕飞飞是一个 看着十分干练的女子 她是飞银部老都尉 燕城亲手养大的孤儿 也是燕城的义女和弟子 飞银部交到燕飞飞手中 她收入了大量女子 将她们加以训练 让她们中一部分 经营好几个技馆 专门打探各种消息 另一部分则训练成杀手 经常帮助大富国中 各类人群 执行各种刺杀任务 这个叫飞银堂的杀手组织 还颇有些名气 少主放心 我飞银部一定忠诚于少主 至于战虎部 和猎豹部的那些家伙 谁不听您的指挥 我派几个人 去将他们杀掉就是 燕飞飞果然如铁锋评价般 是一个做事十分果断的女人 第十二章 再显才华 这倒不用 正所谓强扭的瓜布田 看看情况再说吧 这一次时间还比较充足 杨云便让铁锋带他去 看一看铁器作坊 铁山经营这铁匠铺子 几十年 在附近口碑很好 整个作坊中 摆放了许多将要送出去的铁器 杨云从架子上拿过一把大刀 仔细地看了看 又从腰间拿出福黄 送给他的宝剑 对着大刀刀刃 一剑斩了下去 一声清脆的响声过后 杨云将刀剑举起一看 大刀上出现了一个大口子 如果再这样几下的话 此刀非断不可 再看自己的长剑 居然完好无损 看到此情景 铁锋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因为这把大刀 正是由自己打造的 这铁器打造 要如何才能提升品质呢 杨云拿着两件兵器 一边查着 一边问道 要打造好的铁器 火焰温度 锻造和脆火都十分重要 锻造和脆火还好 可以用经验弥补 但火焰温度的提升 以及保持稳定的温度 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铁锋还没来得及回答 刚刚走进来的铁山接口答道 带我去看看炉子吧 也许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 一个常年待在皇宫的皇子 懂这些 众人尽管怀疑 但少主有兴趣 大家也只得配合 铁山带着杨云来到炉灶前 杨云四下查看一番 思考了一会说道 如果这里加一个古风的装置 对于火焰的温度和稳定性 会有很大的帮助 看着铁家父子 一脸茫然的样子 杨云给二人 讲了风箱的原理 又给二人画了一幅风箱的草图 铁家父子 都有打造铁器的丰富经验 听了原理看了图纸 立即发现 此物确实能够发挥很大作用 不由得十分诧异 这个几乎从不离宫的皇子 居然知道这些东西 燕飞飞虽然不懂打造铁器 但从铁家父子的眼神中 她可以看出 这十三皇子的建议 的确对他们有很大帮助 没想到这少年 居然也懂锻造铁器 这引起了她的好奇 少主可有些偏心啊 给铁锋出了这么好一个主意 怎么也得给飞鹰部点好处吧 燕飞飞笑着说道 杨云这些日子 一直在想无隐位的发展问题 心中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就算燕飞飞不问 她也会给飞鹰部一点建议 你们飞鹰部 平常靠什么方式 传递紧急消息 或远距离送信啊 杨云转身问燕飞飞 一般传递消息就靠快马 军方紧急战士时 会用风火台 难道还有其他方法 燕飞飞有些纳闷 你们没有用飞鸽传书吗 杨云问道 什么 飞鸽传书 没听说过 燕飞飞道 杨云只知道 古时候飞鸽传书 是人们常用的一种 传递讯息的方法 没想到这里的人 还没有用到这种方式 于是她便将自己 所掌握的这方面知识 告诉了燕飞飞 对于飞鸽传书 杨云虽然懂得不多 但有了这个方向 相信你燕飞飞的才能 应该会琢磨出来的 和铁家父子 与燕飞飞交谈一番 了解了两部目前的 大概情况 杨云也和几人 谈了谈自己的想法 给吴隐伟的发展 提出自己的希望 杨云讲完后 铁峰和燕飞飞十分开心 这少主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看得出 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跟着这样的主子 有机会干出一番大事的 这时 小院外忽然传来 帮帮帮帮的声音 杨云一听 原来是耕夫打耕的声音 大家谈得十分投入 忘了时间 没想到 所以杨云立即离开铁山等人 匆忙钻入地道 往银玉宫赶去 心中着急 脚下步伐 就比平时快了许多 谁知 忙中就容易出错 没有认真看路 杨云一脚踩到一个小坑里 一下摔倒在地道中 由于速度比较快 这一下可把杨云摔了得够呛 头重重地撞在地道的石壁上 火折子也摔落在一旁 疼得他半天没有爬起来 过了很久 杨云才缓过进来 从地上爬起 准备捡起地上的火折子 这时才看见 害自己跌倒的那一个小坑 小坑旁边有一块小石板 原来应该是盖在小坑上的 可能年久失修 石板划开 露出了这个小坑 而小坑中 有一个和自己进出 这地道一模一样的小石球 自己前几次进来 只注意了头顶和两侧 没想到 这里还有一个小石球 用手在旁边地道石壁敲了敲 发现自己左边石壁传出的声音 有些异常 这石壁后面应该是空的 再加上这控制机关的小圆球 杨云想到 这密道在这里还有岔道 也不知道通向哪里 现在时间太晚 这时如果不出地道的话 很容易引起凝郁宫中的人怀疑 所以 他便放弃了查看的念头 把小石板搁回原来的位置 杨云匆匆赶回自己的房间时 天已经有点亮了 他连忙爬上木榻 进入睡眠状态 但是没有多久 一阵喊声将他惊醒了 殿下 该起来了 要早课了 小金子不敢靠近 只好站在门口 着急地喊着 没有办法 杨云只好睁开朦胧的睡眼 在太监和宫女的服饰下 穿戴整齐 赶紧往国子剑奔去 老太夫赵乾 看着不断打着喝欠的杨云 摇了摇头 赵乾今年七十多岁 虽贵为太夫 但却没有多少实权 由于本朝太祖皇帝杨远 当年为晋国副国公 同时又是晋国太夫 位高权重 他在登上皇位后 因前车之鉴 虽为降低太夫一直的品级 但却大大降低 这职位的实际权力 所以 想把这些孩子交好 十三皇子杨云 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可是这段时间 也不知怎么了 老是无精打采 随时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赵乾想着就十分心痛 杨云花了好几天时间 才补足睡眠 加之第二天用不着早课 于是准备晚上去密道 把刹到通向哪里弄明白 好不容易等凝玉宫恢复了宁静 杨云悄悄地钻入了地道 不知刹到通向哪里 又会不会遇到其他人 杨云换上提前 让铁锋准备的夜行衣 把脸也蒙了起来 这一章是在疾困状态下写的 可能错落较多 欢迎大家指出 第十三章 探秘与对联 来到那个小坑前 轻轻揭开小石板 转动那个小石球 果然不出他所料 不一会儿 石壁就向两边分开 一个洞口出现在杨云眼前 在洞口前等了一会儿 见没有异常情况 杨云便从洞口钻了进去 四下看了看 他松了一口气 洞口的另一边 也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地道 决定随意走一个方向就行了 反正都不知道通向哪里 这一段地道距离并不长 只走了大约一炷香时间 就到了尽头 前面没有路了 但前方的石壁上 有一些凸起的石块 可以向上攀爬 于是杨云慢慢地向上爬去 咳咳咳 突然传来几声咳嗽的声音 把杨云吓了一大跳 吓得他差点从石壁上跌落下来 过了好一会 见没有动静 才尝出了一口气 正准备看看自己处在什么地方 但耳边又传来门帘子响的声音 紧接着又是一阵脚步声 杨云指的在原地等候 不久之后 脚步声渐渐远去 看来有人离开了 等四下安静下来过后 杨云才敢放下心来 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结果发现自己的上半身 处于一个狭小的空间中 这空间小的只能由一个人进出 杨云抬头一看 箭头侧方有微弱的光亮 仔细一看 这微光是由一块小石块的缝隙中 透过来的他 转过身去 用手握住这块小石块 发现他是活动的 用手轻轻一拉 小石被拨了出来 一个小洞出现在杨云眼前 微光就是从这洞中透出来的 杨云将眼睛凑到小洞跟前 朝洞中看去 出现在他眼帘的是一个十分华丽的房间 房间里点红烛 而他正对着的地方 是一张叼着巨龙 挂着帘子的大床 看见这架大床 杨云吓了一大跳 差点转身就逃 因为在大附近内 只有一个人能睡着叼有巨龙的床 好一会后 杨云才平息了心情 鼓足勇气再次向里面看去 由于距离较近 杨云可以透过帘子 看见里面床上的情景 在金黄色颈背的镜头 有一张正闭目睡着的脸 不是福皇杨成凤还有谁 在细细打量房中的摆设 虽然从未经过这个房间 杨云已经可以确定 这房间正是大福皇冠飞双殿中皇上的寝宫 虽然知道福皇现在正在睡眠之中 应该不会发现自己 但这毕竟是大福最核心的地方 守卫相当严密 于是杨云连忙捏手捏脚地爬了下来 从原路返回 到了岔口 杨云见时间上早 又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想看一看 这新出现的密道另一端通向哪里 顺着密道 一路前行 这一次大约走了半个时辰 密道开始上行 又行了不远 开始有新鲜空气飘进来 前面出现了一个石台阶 顺着石阶向上走去 他来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这空间中有些小石洞 新鲜空气就是从洞中飘进来的 透过洞孔向外看去 杨云看到一片波光灵灵的湖面 借着月色 他四下打亮 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原来自己在关中湖畔的假山之中 担心从洞孔透出光亮 被守夜侍卫发现 杨云连忙熄灭了手中的火折子 借着微弱的月光 他无法找出这里进出的机关 不过他也不着急 以后有的是时间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杨云便转身往石阶下走去 准备先回凝聿宫 但这时 听见假山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他又悄悄地走回去 想看看是什么人这时候出现在这里 脚步声越来越近 但是由于角度问题 杨云始终无法看到人影 这两人走到假山旁 低声交谈起来 你是怎么办的差 主子这回很生气 要不是看在你平日里 还算有些忠心 这次就会要了你的小命 说话者的声音十分尖锐 听着应该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太监 我把青竹那丫头骗到湖边 打晕了她 然后又在她身上绑上石头 扔进湖里 我也不知道 这丫头的尸体 怎么又会浮起来 一个让人一听 就难以忘记的沙哑声音说道 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中年汉子 主子说 你不要在宫里当侍卫了 这些钱你拿去 先离开京城 等风声过了 再调你回来 好的 您替我谢过主上 我就先走了 听到说起青竹 杨云很想看看这两人的样子 但是换了好几个角度 始终也无法看到 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 杨云没有办法 只好向宁玉宫走去 看看时间已经不早 杨云顺着密道快速前行 匆忙赶回宁玉宫 刚躺着睡了没有多久 房门处传来了 咚咚咚咚的敲门声 老十三 你这个懒家伙 太阳都照屁股上了 你还在睡 再不起来 我就床起来了 一个声音在门外大喊起来 这声音 这嗓门 除了九公主杨云 还有谁 九姐姐 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我马上起来 马上起来 和杨云虽然接触不多 但杨云知道 这是一个小辣椒 得罪他 可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在夏合等人的服饰下 他连忙穿好衣物走了出来 他也研究了一下对联 记住了一些名队 但却不太多 也不知道能不能应付齿利 正想的时候 齿利已经展开了一个直卷 十个娟秀的字 出现在大家眼前 枝头逆挽黄梨 换回五梦 看到这第一幅对联 杨云差点笑出了声 因为这对联 杨云恰好见过 也记得夏连 但是他又不想引起二女怀疑 故意思考了好半天 才说道 梁上泥南子燕 说尽春仇 听杨云说出的夏连 两女沉吟半赏 齿利才回过神来 鸟身为换五梦 用燕雨未说春仇来对 妙啊 十三殿下真是名不虚传 这上连 我也想了好几幅夏连 都觉得不太合适 你这夏连 真是绝妙 哼 我看只不过是凑巧吧 你小子蒙对了这一幅 杨云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 又展开了一幅直卷 上书与打无声联 草几个大字 这对联没见过 但从联面上 看这幅对联是花草景物联 但却巧妙地 从花草的名字上 大作文章 但杨云上市 是一个堂堂研究生 也还是有些功底的 不一会就对了出来 风吹不响喇叭话 紧接着 两人又出示一幅上连 张长弓 骑骑马 单搁作战 杨云思考良久 勉强达了个 嫁嫁女 孕乃子 生男为生 自虽公整 意思相差一些 但这足让两女佩服不已 为了不被动 杨云也出了一些对联 让二女来对 好些可是十分难对的骑连 二女绞尽脑汁 也无法应对 听杨云说完下连 两人不由得惊呼连连 半日下来 二人对杨大才子 佩服得五体投地 特别是迟力 走的时候 还满眼小猩猩 活脱脱一个追星少女的模样 一孤舟 二商客 三四五六水手 扯起七八夜风棚 下九江 还有十里 十里运 九里香 八七六五号轮 虽走四三年就到 只二日 胜四一年 云锁高山 哪个尖锋得出 日川漏壁 这条光棍难拿 谁有虫则灼 谁有鱼则鱼 水水水 十三皇子也成了许多怀春少女 梦中情人 第十四章 立府 在这之后的一月左右时间里 杨云有机会 便从密道中出去 对雄师部和飞音部的情况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也认识雄师部和飞音部的一些重要人物 时常交流自己的一起想法 让他们能更好配合自己 十月初九 杨云满十四岁了 按照大夫的规定 应该离开皇宫立府了 这也是杨云期待已久的日子 他就像笼中困着的鸟 极其渴望自由 宫中长世太监 为杨云提供了几栋宅院 他便选择了离雄师部 和飞音部不远的一个院子 彼此也好 有个照应 出宫的日子终于到了 杨云一大早起来 来到荣华殿 向刚刚早朝归来的福皇告别 厨云总是需要展翅高飞的 离开之际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福皇看着眼前这个儿子 之前没有怎么关注于他 但现在 这儿子不断给他惊喜 从儿子身上 有时他会想起玉妃的好 禀父皇 儿子已经长大 有什么困难 我能自己解决 只是离开了父皇和母妃 难免有些牵挂 本想向福皇请求 将母亲放出冷宫 但为了避免触怒福皇 所以选择了这种委婉的说法 告别了福皇 杨云又到成妃宫中 去向这个一直以来 对自己颇多关照 与自己同病相连的 可怜女人告别 快到五十的时候 杨云才离开皇宫 来到位于芸汐大街的 十三皇子府 这地方 杨云已经提前来了两次 但里面的装修 摆设他都没有操心 七威等人早已安排人 将这里布置得妥妥当当 七威带来了三十多个侍卫 又买来了二十几个丫鬟和下人 这就是十三皇子府的全部班底 本来有些王公大臣 想要送给杨云一些仆役 但都被他拒绝了 他可不希望自己什么事都有人知道 其实这二十几个 大多都雄师部和飞鹰部的人 杨云这样安排 既表示对二人的信任 用起来又放心 特别是他身边的两个贴身丫鬟 燕琴和柳月 两个看着娇滴滴的少女 却是燕飞飞的飞鹰堂中 训练出来的杀手 皇子出宫立府 当然是件大事 宫内外许多贵人 要么亲自来访 要么送来各种物品 所以这一日 从五十一直到天黑 杨云都在迎来送往 着实忙得不可开交 傍晚 杨云终于空闲下来 坐在院子里 看着空中的繁星 享受着 他好不容易盼来的自由空气 轻松之余 也觉得压力不小 这西京城看着虽大 但如果有什么变故 自己依然难以找到容身之地 雄师部和飞鹰部这千把人 若是有大事 可能会被别人轻松 就会吞得骨头都不胜 第二日 仍然有拜访和送礼之人 杨云干脆带着两个侍卫 离开了皇子府 把这些杂事 交给七威等人去处理 以前从来没有到这西京城中闲逛过 这里的繁华 超出了杨云的想象 琳琅满目的商铺 走街串巷的小贩 来来往往的行人 杂耍的 卖唱的 乞讨的 人来人往 川流不息 久未出来走动的杨云兴性质很高 走了几个街道 都还不觉得过瘾 正行走间 一阵喧闹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抓住他们 抓住这些小贼 别让他们跑掉一个 杨云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几个衣衫褴褛的少年 在前面急奔 后面还有十几名家丁模样的人 在边跑边追 这三个少年身子十分灵活 对地形也比较熟悉 那十几个家丁 被落下得越来越远 只好不停地大喊 希望有人帮忙 本来路人都只顾看热闹 却没人有出手的打算 眼看这三个少年就要跑远 却不想从街道另一头 又赶来几个家丁 拦住了 他们的去路 三个少年找不到了出路 只好向街边一扇强处一动 这些家丁们当然紧追不放 到了墙角后 三个少年中一个 手拿包袱的瘦高个子 忽然将手一挥 手中包袱一下去 被扔过墙头 紧接着 又从地上捡起一根棍子 一边挥舞 阻挡追来的家丁 一边大声叫 两个同伴翻墙逃走 另外两少年 借家丁被组之机 蹭蹭蹭几下爬上墙头 正准备伸手接应 下面的瘦高少年时 他已被几个家丁死死按住 两少年无奈 只得跳下墙头逃走了 这群家丁剑跑了两个 便将怒火发泄在 被抓住这少年身上 七手八脚好一顿毒打 可这少年既不喊痛教区 也不愿交代同伴的下落 这使得众家丁更加愤怒 下手就更加重了 眼看少年已倒地爬不起来 旁边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纷纷劝阻众位家丁 这群小贼 平日里小偷小摸的便罢了 今日居然偷到 府国大将军府来了 这次非得给他们点教训 让他们以后把招子放亮一点 一个家丁怒吼道 这少年看来还挺倔强 被打得这么厉害 还是既不吭声也不求饶 只是抱着头躺在地上 任凭这些家丁打骂这态度 让这些家丁更加愤怒 拳打脚踢不肯停止 他们偷了什么东西吗 再打就要打死了 又有路人同情地说道 今日府国大将军郑大人 宴请几位大人 没想到这些小贼居然这么大胆 不知道怎么溜进厨房 偷出一大包吃屎 一个看着有些像领头的家丁 愤愤说道 这时 这少年被打得从口中溢出鲜血 可是这些家丁依然不依不饶 杨云有些看不下去了 走上去大声说道 算了算了 你们丢失的东西 要多少银子 我赔了 见有人出头 旁边有路人也纷纷劝道 我府国大将军府 差这点银子吗 今日就是要打死这小贼 让他们知道 马王爷长几只眼 这位小哥 看着也是有身份的 这闲事 你就别管了 这带头的家丁 却不肯罢休 杨云身边随行的侍卫见状 来到这家丁面前 在他耳旁悄悄地说了几句 那家丁脸上连忙变了颜色 叫停了正在动手的家丁 右朝依然全在地上的少年道 今天算你好月 这位少爷给你求情 要不然 非打死不可 说完之后 带着一众家丁匆匆离开 你以后小心一些 这京城有太多人 可是你们惹不起的 这个给你 拿去买点吃的吧 杨云看着这和现在的 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少年 心中充满了同情 递给他一块碎银 这少年却没有伸手接过银子 只是从地上爬起来 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跪在杨云面前 磕了一个头 然后爬起来 亮亮呛呛地走开了 看看时间已到午时 杨云便没有回到自己的皇子府 早有厨娘仆役 为他准备了丰富的午餐 午后 和两个丫鬟 燕琴和柳月 一起切磋一会舞技 两丫鬟曾是非樱堂的杀手 他们的招式 往往以出人意料 快速制敌 或者以命博命为主 一番切磋 让杨云收获不小 此后 他又将精力放在书籍上面 大福已经开始使用纸张 但书籍 都还是用书简和木片做成 离开皇宫的时候 被福皇允许 但带走了一大车 关于种植 制造 以及军事方面的书籍 接下来几天时间里 杨云没有在出门 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练武和看书上面 觉得 这是使自己变得强大的最大一掌 第十五章 被拘 殿下 铁当家和燕当家来了 这个叫孔元的家丁 是雄师堂过来的 杨云见其办事能力很强 就让他跟在自己身边 铁峰和燕飞飞 是从后门进来的 见到杨云 两人十分开心 滔滔不绝地说着收获 铁匠铺使用风箱后 火炉的温度得到明显提升 也能较好的保持火温的稳定了 这次锻造出来的铁器 品质比以前高了许多 这让铁家父子十分高兴 准备在所有铺子都使用这种风箱 飞音部的性格则见效慢多了 燕飞飞安排人训练了近两个月 这些鸽子只能短距离地传递书信 很多时候还不能成功 但是燕飞飞依然很高兴 因为这种送信方式一旦成功 关键时刻起的作用将无法估计 两人滔滔不绝地说了很久 方才想起这日来的目的 他们得到消息 猎豹部姚霞的父亲的确是病重 所以两人专程来问问杨云 看是否前去探望 那肯定应该去啊 无论他们是否愿意任我这少主 至少他们曾为晋国做过贡献啊 我正想着过几日安顿好了 再去看一看 既然这样 我马上没人准备礼物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猎豹部的总部 在一个很大的酿酒作坊里面 刚到门口 就能闻到一阵酒香 听说三人来访 姚霞亲自出来迎接 杨云看着眼前这个汉子 大约三十多岁 双目炯炯有神 一看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 实在不得意思 听说殿下出来立府 本来早就应该前来道贺 但家父病重 实在脱不开身 还望殿下恕罪 姚霞一边拱手一边说道 姚大哥言重啊 正所谓 天地之性 人为贵 人之行 莫大于孝 你这样做 才是为人子英做的 杨云也一拱手说着 停顿一下 他又继续说道 姚大哥 我们今日前来 就是为了探望姚老都尉的病情 不知方便与否 老殿下牵挂 实力惭愧 殿下 两位当家 请随我来 三人在姚霞的带领下 穿过一个院子 来到后院中 进入院中的一个房间 房中有两个丫鬟在附带 一个老人双眼紧闭 躺在木榻上 姚都尉得的什么病啊 怎么会这样严重 铁峰和燕妃妃小时候 经常来此玩耍 在他们的印象中 这位姚都尉 一直是精神抖擞的 没想到现在这老者 居然病成这样 心中也是十分难过 姚霞眼中露出悲痛的神情 轻声说道 是被拘 大夫说 已经非常严重 没法治了 现在连药都不愿意开了 这几日时睡时醒 恐怕过不了几日了 居然是这种病 作为外科医生 杨云当然知道这病 古时候有许多名人 如范增 徐达 刘彪等 都死于这病 这病如果在杨云生活的年代 不算太大问题 清洁 消毒 使用抗生素 很快就会好 但现在这里 就是一个很麻烦的病了 他头脑里闪过几种 可以替代抗生素 杀菌消炎的药草 但药效差得太远 不知能否有效 犹豫一会 他才说道 我在宫里没有其他爱好 喜欢医术 宫里好些太医也教过我 特别是前年 有一个外遇来的明医 告诉我一个治愈被拘的偏方 据说治好了许多严重的 被拘病人 真的 那明医现在还在吸睛吗 姚霞听杨云这样一说 立即来了精神 那明医已经走了很久了 但偏方我记得 里面记载的 药材我也全部试的 我觉得我可以治好 姚老都尉的病 杨云的话给了姚霞希望 但对方只是一个 14岁的少年 真的能治好 这连许多明医 都无法治愈的被拘病吗 那就麻烦殿下了 想了想 姚霞终于下定决心 希望不大 总比连事都不是一下好 让丫鬟将姚老都尉翻了个身 杨云掀起老人 背上的衣服 只见老人背上 长着许多粟米状的红窗 密密麻麻排列的 犹如蜂巢一样 临床经验丰富的他知道 这确实是被拘 现代西医称之为 背部急性化 浓性蜂窝之言 并且 姚老都尉的这被拘 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背上的红窗已经发浓 人也进入了时而清醒 时而昏迷的状态 你准备几根针 再准备一些布条 把这两样 先先拿到锅里煮一煮 另外把你们这最烈的酒 给我拿一壶过来 不一会儿 有下人送来一壶酒 杨云打开后闻了一下 接着又喝了一口 然后皱起了眉头 这是你们这最烈的酒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杨云彻底失望了 这酒味道很淡 充其量就只有二十几度的样子 想用这酒消毒 是肯定不行的 无奈之下 杨云只好用煮过的 真将老人背上的浓窗挑破 挤出浓血 又用煮过的布 将背部清理干净 最后用煮后晾干的布条 将伤口包裹起来 以防感染 我现在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 现在我开了药方 你们派人去把我买回来 做完这一切后 杨云便让姚霞带着几人 去参观他们的酿酒作坊 猎豹部经营的酿酒作坊 在西京城算是比较大的 沃浆 桃米 尖浆 汤米 蒸醋米 用蛆 河酵 土米 蒸甜米 酒器 上槽 收酒 每一个环节都做得十分细致 所以所酿之酒还是很受欢迎 传为医术 这神医还告诉过他们 外遇一个酿酒之法 支上一口天锅 下小火蒸煮 这样制成的流酒 纯净透明 纯腹干裂 喝着十分过瘾 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懂这些 杨云只好推到这个 莫须有的外遇名医头上 可以这样酿酒吗 姚霞有些怀疑 但他酿酒经验丰富 又觉得此法似乎可以操作 老姚 你可别小看少主 他传授给铁峰的风箱 和给我们飞鹰部 传递讯息的新方法 经我们尝试很有效果 燕飞飞见姚霞还将信将疑 便接口说道 好 我尽快去准备材料 到时候还希望殿下不吝赐教 姚霞彻底来了兴趣 好说好说 我一定尽力帮忙 正说之间 姚霞安排去买药的下人回来了 可惜有一些排毒和消炎的药物 并没有够回不要紧 今日十日已晚 明日我亲自去山里 去为老都尉找寻这些药材 对于这个结果 杨云也有所预料 这时代的医生 可能还不知道 有些排毒和消炎药材的药用价值 回到皇子府 七卫听说杨云又要出城 顿时紧张起来了 劝阻无效后 只好让人做好准备 第二一早 全副武装的众侍卫 保护着杨云往城外行去 雄狮飞鹰以及猎豹部 也派出高手 伴坐侨夫 药农或猎人 远远地在四周进行保护 此行杨云要找的药材 其实十分常见 鱼心草 马齿县 红天葵 地皮销等消炎解毒良药 几乎随处可见 但担心和这个世界药材名称 不同而错彩 所以杨云不得不亲自来找寻这些药草 在山间西盘来回奔波 杨云似乎回到了小时候 被爷爷带着 在山中识别各种药材 却让一旁的七微焦急万分 这可是皇上的儿子啊 要是有个闪失 自己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看 姚霞伴着侨夫 离杨云只有几百米距离 看着这地位高贵的皇子 时而跃于沟壑之间 时而爬在低牙之上 见货又在灌木之中 挖掘着一颗颗草药 心中若有所思 但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第十六章 圈子 花了两个时辰 杨云终于把所有药材全部找齐 一群人浩浩荡荡往回赶 到了西京城中 天已经黑了 顾不得休息 杨云马上让姚霞安排下人 将该外敷的草药捣乱 内敷的药熬好 将包裹在窗口的布条解开 再一次清洗完伤口 又敷上外敷的草药 用布条包扎好之后 已经二登天了 又详细交代了 怎样服用的汤药后 杨云才带着重侍卫 回到皇子府中 这以后的几天 杨云每天过去给老人换药 检查老人病情的恢复情况 三天之后 老人的病情终于控制住了 意识彻底清醒了 身上的红窗也明显好转了 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以后就用不着 我天天来换药了 你们一定要每天清洗窗口 保持衣物干净 避免再次发生感染 另外 汤药也要坚持天天服用 作为一个医生 见到病人好转 杨云十分开心 细心地叮嘱着 两个负责照顾的丫鬟 离开猎报部所在酒房 见十日上早 杨云决定四处走走 听说附近有家 叫红冰楼的饭庄 厨师的手艺特别好 来来北往的饭服走足 和文人豪客 都喜欢在此驻足 畅饮一壶 谈天说地 与此同时 也是探听各类消息的好地方 所以杨云决定去看一看 客官 您里边请 小二见杨云穿着华丽 还带着好几名随从 知他地位非同一般 连忙将他带到一个偏僻 但又可以听到 众客闲聊的桌子旁坐下 听说没有 贵德将军兴取的小妾 在新婚之夜 居然趁着他喝醉 跟人私奔了 东顺大街张机不装家 前往遭小贼偷了 但奇怪的是 这小偷只扛走了几捆布 好多值钱的东西 动都没有动 杨云在红兵楼 坐了一个多时辰 听这些客人们 谈论各种新鲜的消息 但始终没有能引起 他注意的东西 当他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两个时刻的谈话 引起了他们注意 唉 同服客栈 又有一个落榜的考生上吊了 一个声音从角落里传出来 杨云转头一看 只见大厅一角的桌子旁 坐着两个商谷模样的人 而刚刚说话的是一个黄袍中年 这科考是贫困学子 李渔跳龙门的机会 但没考中的 未尝不是人才啊 另一个身着青色长衫的男子 接口说道 唉 俞兄说的是啊 学成文武艺 卖于帝王家 可如果没有出头机会的话 只有终生一事无成 算了 算了 不说这些了 万一有些话传到官家耳朵里 吃一顿官司就不划算了 于是 这两人改变了话题 将主题转移到生意上面 杨云没有了听下去的兴趣 便带着几个侍卫回皇子府 回到府中 燕晴和柳月两个丫鬟 忙着为他送上热水洗脸 帮他换了衣服 给他奉上热茶 看着两人别手别脚的样子 杨云不由得好笑 这两个丫头杀人厉害 可是服侍起人来 可真不怎么样 不过杨云也不以为意 自己可不真是那种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的公子哥 夜里 躺在榻上 思考着下午那两个商人的话 觉得很有道理 这些落榜学子中 应该不乏 有才华横溢之人 自己所在的那个世界 皇朝 唐伯虎 李时珍 不都是科考失败 但都做出了一番成就的吗 第二日 杨云准备去同府客栈看看 为了避免那些侍卫们 吓着那些书生 他便让燕晴和柳月跟在身旁 只是让侍卫们远远地跟着 离开府地 刚行不远 一队穿着整齐的士兵 保护着一剩轿子 匆匆从后面追来 老十三 这么早你往哪跑啊 害得为兄一阵好追 轿子里传出红亮的喊声 杨云一听 是五皇兄圣王杨明的声音 于是停在路边 等杨明赶上来 五皇兄 你找我有事 对于这圣王 杨云还是颇有好感 快到轿子里面来吧 为兄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杨明看起来心情不错 到哪里去啊 我还有一点事啊 什么事啊 不要紧的话明天再办 今天为兄带你去喝酒 顺便带你去认识一些朋友 杨明的朋友 一定不是泛泛之辈 自己虽贵为皇子 可和西京城的贵族们接触还太少 必须得建立起自己的人际圈子 以后办任何事都方便许多 想到这里 杨云不再矫情 于是决定改变计划 和杨明一起去看看 想到这里 他便笑着说道 那好吧 我就和皇兄去看看 不过叫走就不上了 我身子骨弱 得多锻炼锻炼 其实我也不喜欢这东西 我还是喜欢策马奔腾的感觉 只可以京城不允许七马奔驰 既然十三帝有雅性 我也陪你走走吧 杨明一边说着 一边掀开叫帘 迈步走了下来 来到杨云身边 看到杨云身边的燕晴和柳月 杨明笑着说道 老十三好运气啊 在哪逃的两个角色美币 有美人相伴 难怪愿意不行 一行人一路前行 不多时 来到一栋看着比较气派的府地门前 杨云抬头看去 只见府门外的匾额上 写着几个大字 左五位大将军府 众人来到门口 早有一个身材健硕的三十许汉子 带着一群人迎了出来 下官见过圣王 见过十三殿下 那汉子领着众人 来到杨云等人面前 恭敬地说道 你小子 这么客气干嘛 老十三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左五位大将军陈立生 我们可是在战场上供过生死的 杨明显然和这些人关系挺好 笑呵呵地说着 紧接着 杨明又给杨云介绍了其余几人 但由于人比较多 杨云只记住了两三人 云辉将军正德 皇门带狼李锋 和左奸门为中郎将曹宇全 从杨明的介绍 不难看出 这些人都和杨明关系特别好 让杨云不明白的是 杨明为什么把自己 拖到他的朋友圈子里面来 陈立生将两兄弟 迎进一个花园里 里面早已摆起了宴席 众人将两位皇子迎入上座 然后各自就坐 这些人大多是军人出生 彼此间显然又非常熟悉 所以就少了许多 本是因为身份 官职不一样而产生的拘谨 场中的气氛十分轻松 十三殿 我们身为皇子 许多人都尊重我们 对我们十分客气 所以我们也得做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感觉随时都像戴着面具 但谁又知道 我们是多么渴望 能够真正把酒盐欢的朋友 杨明的语气有些低沉 但顿了一下后 他的语气又变得高昂起来 在所有皇子之中 我是最幸运的 因为我拥有这一群 一起在腥风血雨中 经历风雨的兄弟 只有和兄弟们在一起 我才能放下面具 真正开心地畅议 说完这句话后 杨明站了起来 举起酒尊 兄弟们 我敬大家 杨明的话显然很有感染力 把场上的气氛提了起来 杨明看着自己的五皇兄 心中充满敬意 在这一个等级分明社会 作为一个皇子 皇上清风的王爷 能够做到如此地步 的确十分难得 怪不得他时常打胜仗 在闻五百关中 有那么高的声望 第十七章 军人 杨明来自现代社会 本来等级观念就不强 加上他有意融入这个圈子 几杯酒下来 就和这群在战场上 摸爬滚打多年的汉子们 熟悉起来 推杯换展几个来回之后 众人放得更开 云辉将军郑德站起来 走道场中大声道 今日起 老郑心血来潮 悟出一套剑法 给大家耍一耍 祝个幸 这群人显然经常这样玩闹 郑德的话 没有让他们觉得意外 于是在众人呼喝声中 郑德开始了他的表演 身材魁梧的他 居然还十分灵活 一套剑法舞的霸气十足 场下呼好连连 郑大哥有些不地道 你是耍刀的高手 今日怎么舞了一套剑法 让我们这些玩剑的 无地自容了呀 说话的是一个白脸青年 呵呵 老郑 我看你 还是玩你的刀吧 你的剑法中坯 展太多 怎么也少不了刀法的影子 胡子 你来套真正的剑法 让大家瞧瞧 杨明坐在上手笑着说道 胡子就是刚才那个白脸青年 听到杨明叫到自己 也不客气 走进场中 刷刷刷就展开一套剑法 这套剑法 以速度见长 常见在他手中 如同灵蛇般上下翻飞 招招显路杀鸡 好 好 这青年的这套剑法 显然在众人中 是比较出众的 场中叫好声此起彼伏 一展察时间过去 青年把剑一收 脸不红 气不粗 着实了得 有了这二人开头 陆续又有人走上前去 这群人虽都是好友 但显然都不愿弱于他人 均拿出自己的拿手绝活 刀枪锤斧各种武器 捂得呼呼声风 场中不时传来叫好之声 杨明看着这些真正军人的表演 感觉十分过瘾 比起前部九中秋家宴上的演舞 剑中少了表演成分 多了许多实用和凶狠 而这些 才是上战场更需要的 十三殿下 你有没有兴趣 也下去玩玩 陈立生见杨明看得很认真 便对他说道 我比起他们可差得太远了 我上去 那还不得把大家的牙齿笑掉 不会的 都是征战多年的老兵 您比他们差一些很正常 如果您比他们还厉害 那该被笑话的 可是他们 也许是受了这些热血汉子们 直爽个性的影响 杨明不再客气 拿起一把长剑 走下场去 一套剑法展示完毕 杨明还是比较满意 相比起几个月前 自己的剑术 以及身体素质 又有了不小的进步 好 杨明剑法刚刚施展完 全场的人齐声剑好 杨明向众人一拱手 表示谢意 但他心里明白 不是因为自己真有多厉害 只不过是 众人给自己这个皇子面子罢了 老十三 你的剑术比几月前 又有了不小进步 但于胸关你的剑路 多适用于偷袭刺杀 但如果对方有所防备 正面对敌容易吃亏 不过以你的年龄 能够到这种地步 已经很不错了 杨明不愧大副高手之一 一句话切中要害 酒宴继续进行 这种一二十度的低温酒 喝着没有感觉 但后劲还是比较强的 渐渐的 杨明觉得头有些晕 站起来准备往毛舍走 旁边有下人连忙过来 准备带杨明前去 一个声音阻止了他们 我也正想上毛房 就由我陪殿下去吧 杨明转头一看 原来是刚才被杨明 称着小虎的那个年轻人 那好吧 小虎你小心点 可怕让十三殿下摔着了 小虎经常到自己府上来 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熟悉 有他陪杨明 陈立生还是比较放心 只叮嘱了几句 便让他去了 两人走出花园 绕过一个走廊 便来到毛舍前 见四下无人 小虎低声道 雄师部赵虎 见过少主 啊 你是雄师部的人 杨明一听 十分意外 没有想到雄师部 竟然有人在这里 虽不知这赵虎职位如何 但能够进入这个圈子 想来也不差吧 是啊 我是铁山都尉清传弟子 早听师父他老人家说起少主 但由于事务较忙 师父又让我不得 轻易暴露与少主关系 所以 一直没有能前来拜见少主 还望少主恕罪 既然都是自己人 赵大哥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由于这左五位大将军 辅人比较多 为了不引起怀疑 两人不敢进行太多交流 趁如策之机 简单交谈几句后 很快便向回走去 等他们回到花园的时候 场中的众人 几乎都已喝得差不多了 一群人翩翩倒倒的走道场中 相互扶持着 正在一起高歌 启曰无依 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割毛 于子同仇 启曰无依 于子同则 王于兴师 修我毛紧 于子协坐 启曰无依 于子同长 王于兴师 修我假兵 于子协行 一群人开心唱着 跳着 有的走路翩翩倒倒 有的跌倒又爬起来 有的连战的力气都没有了 干脆坐在地方不起来 但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喜悦神情 看着这群曾经同生共死的袍泽兄弟 他们尽情地欢唱着 杨云突然有一种冲动 有朝一日 自己也要到战场上去 同兄弟一起冲锋陷阵 奋勇杀敌 这场宴会持续的时间很长 等到结束的时候 已经快接近黄昏了 结果 大多数人都喝醉了 由各自的下人们将他们扶着回了家 在那个世界 杨云的酒量还是挺好的 很少喝醉酒 但现在 在身体较弱 又只有十四岁 算起来还没成年 喝起酒来 开始还比较清醒 慢慢的 意识就变得有些朦胧了 到最后 喝得连自己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 第二天 等杨云爬起来的时候 已经过了五十了 胃里还觉得不舒服 头也疼得厉害 先前想着 今日去同福客栈看看 但由于状态太差 也只有休息一天再说了 心里暗叹 喝酒误事下午 杨云坐在府中 喝着柳月泡的香茶 想着头一天发生的事情 还是想不明白 这群人都是盛王 比较信任的朋友和属下 这样一个聚会 他把自己叫上 这是为什么 同时 赵虎的事情 也给了他一个启示 现在西京城中 各种事例错综复杂 很有必要成立自己的情报网 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 自己才能够做出及时的处理 可是 成立自己的情报网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幸好 飞鹰部效忠于他了 可以从其拥有的寄馆中 探听了许多消息 但是 消息来源太少 也不够及时 按杨云的想法 必须在大幅的市井中 朝廷的一些重要部门 甚至在皇宫里 都有可以给自己 传递消息的人 这样一来 一旦有什么危及到 自己生命的情况 自己就可以及时逃走 想到这里 杨云不由地暗暗自嘲 看了许多穿越小说 别人都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可自己倒好 随时想着 怎么保住小命 第十八章 招揽 思来想去 杨云最终得出个结论 目前的自己 最缺的就是钱和人 没有财力支撑 要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络 就是空谈 同时 自己身边可以信任的人 特别是可以为自己 出谋划策的人太少了 到了第二天 杨云终于恢复了精神 他再也不愿耽搁 所以匆匆吃了点东西 换了一套普通点的衣服 带着女扮男装的燕晴 和柳月二人 就往同服客栈赶去 几位客官 是要饮茶 还是住店 刚到门口 小二热情地迎了上来 给我们来壶茶吧 另外再上一些点心 杨云一边说 一边带着两女 在一个视野较好的位置 坐了下来 小二的动作很迅速 不多时就将茶点上好 当小二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被柳月叫住了 顺手往小二手中 塞了一定碎银 小二 打听一个事情 听说你这今年 硬考的学子很多 落榜的学子 有哪些比较有名气的呀 呵呵 你们也是来请师爷的吧 这几天都有几拨人来了 有好些落地学子 接受邀请 到西京那些贵人府任职了 也许是因为银子的缘故 小二的态度很好 那还有没有没有被人邀走 财学又挺不错的 住在你们这里 杨云问道 这位小爷 你可问着了 今年驻我们同福科站中 名气最大的 当然要数三远了 小二骄傲地说道 仿佛就像说的他自己一样 三远 杨云奇怪地问道 三远就吴远狱 陈远航和聚远光三位举人 这三人可牛了 文采出众 人品也得到大家交口称赞 不仅这些学子们尊重他们 这有许多达官贵人 这经常来败回他们 小二说的没飞色舞 只可惜 今年阴差阳错 这三个人 许多贵族来请他们到府中任职 他们都没有答应 那这三位现在在哪呢 我们能否见见他们 这次问话的是 坐在杨云身旁的燕晴 这可不巧 今日中武将军柳延柳大人 请三位在红兵楼赴宴 已经走了半个多时辰了 见势不凑巧 杨云无奈 值得离开同福科站 行至门口 见时间尚早 便带燕晴和柳月两人 往红兵楼的方向行去 他想看看 被小二夸耀的这三个人 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久 几人到了红兵楼 在银子的帮助下 三人成功坐到了中武将军 宴请几位落地学子的雅间旁 可以清楚地听到 隔壁说话的声音 三人落座之时 正好听见隔壁 大约有四五个人的声音 正在热火朝天谈话 这几人似乎十分熟悉 谈起话来完全没有顾忌 并且谈得非常投入 几人从诗词名著 到风土人情 又从古今人物 到当今时事 说了近两个时辰 似乎都还意犹未尽 杨云一边吃着小菜 喝着茶 一边听着几人交谈 听了这么长时间 杨云不得不佩服隔壁的几人 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推崇 的确有他们的过人之处 谈话时 几人引经据点 对前人的各种著作十分熟悉 对许多古今大事 也了如指掌 更难得的是 他们对时局的分析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非常有前瞻性 这一切 让杨云有些兴奋 目前的自己 严重缺乏 可以为自己出谋划策的人 这几人就像给自己 量身打造的智囊 这时 听得有一个声音说道 几位贤弟 本官今日与几位一谈 受益匪浅诸位军事大财 可考失利 几位不必放在心上 经本官受太子殿下所托 想请诸位出任太子府执事 能为太子殿下做事 可比考中进士有前途多了 杨云一听 知道说话这人 应该就是中午将军柳言 原来他和自己的目的一样 也是想招揽这几人 完了 和自己名义上的大哥太子杨岳相比 自己就太没竞争力了 但是已至此 杨云也无他法 只有静静地坐在那里 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焦急地等了很久 终于听到隔壁传来声音 太子殿下看得起陈某 小人觉得万分荣幸 本应立即答应 可是昨日向王殿下相邀 陈某已答应向王殿下 不能做无信的小人 所以陈某只有辜负太子殿下好意了 还请大人转告 既然答应向王殿下 那下官也无法抢求 那请问您二位呢 柳言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和一些 可仍然流露出了一丝丝不满 刘大人 实在抱歉 非是吴某不识抬举 献吴某小儿身患重疾 吴某献日日心中忧心如焚 无暇考虑下一步事宜 还请大人及太子殿下见谅 又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既然这样 刘某也不抢求 希望吴先生公子病狱之时 能够认真考虑一下本官的提议 这是柳言的声音 停顿了一会 又接着道 那句先生呢 不过这时 柳言的语气 已完全没有方才的那份和气 太子殿下手下人才众多 巨某财书学浅 为了不招人笑话 巨某就不去了 说话这人 显然是一个脾气比较倔的人 他居然没有找理由 直接拒绝了邀请 好 好 好 希望你们永远不会后悔今日的决定 本官还有要事 就不陪大家了 柳言再也控制 不枉自己的怒气 本以为以堂堂太子殿下名义 招揽几个区区落地举人 应该是轻而易举 所以来的时候 他就夸下了海口 吴兄 巨兄 这下把柳大人和太子殿下得罪了 我有相王撑腰倒无所谓 你们两位以后怕是会有麻烦 要不你们和我一起 去投相王殿下得了 一个声音说道 我想在无暇顾及那么多 先把儿子的病治好再说吧 想来太子殿下大人有大量 不会和我们这些老百姓计较吧 巨兄你认为呢 我呀 如果没有合适的去处 我就回老家 家里的吉某伯天垢养活我了 好吧 晚上相王殿下亲自设宴 要宴请我们几个心境跟着他的人 那我先回去准备下 以后见面的时间少一些 有什么事 你们就来找我就行了 这话说完 杨云就听见有人离开的声音 估计是那陈远航离开了 走 我们过去看看 杨云叫上燕晴和柳月 就往隔壁走去 一进雅间 就看到两个文士打扮的青年坐在里面 这两人约莫二十七八岁左右 眉宇间闪烁着自信 你们是何人 有何贵干 一个脸色白皙的青年 见三人进来 疑惑地问道 二位就是吴远玉和聚远光吧 在下听闻二位大财 从同复客栈追至这红兵楼 就是为结识二位 不知二位可愿一驾到隔壁一坐 杨云三人的突然出现 让两人大感意外 他们仔细将杨云打量了一番 又相互看了看 过了好一会 刚刚答话的那个脸色白皙的青年 才说道 既然阁下相约 我们就一起过去坐坐 双方来到杨云所坐雅间 燕晴和柳月早就招呼小二 将桌子收拾 重新上好韭菜 第十九章 头笑 待二人坐定 杨云站起来 朝二人一拱手 正准备向他们介绍自己 没想到 却被那一直没说话的高个青年拦住了 您先坐下 我想和巨兄做个游戏 我们来猜一猜 这位小哥身份如何 高个青年面带笑容 看了看杨云 又看了看那白折青年 如吴兄所愿 那白折青年也来了兴趣 柳月连忙按照两人要求 去拿来的纸盒笔 两人分别拿起笔 各自在一张纸上 写了几个字不一会 两人分别展开手中的指尖 众人一看 都不禁笑了起来 只见吴远玉手中指尖上 写着十三二字 而巨远光手中指尖上 则写着莲花两个字 二位真乃神人这眼 不知是如何看出本皇子身份的 两人居然能猜到自己的身份 让杨云大感惊议 立即问道 殿下虽然穿着平常百姓服饰 但隐藏不住皇家的高贵气质 一看就不是平常人物 其二 殿下腰间玉佩 用锦黄断思索计 此乃是皇祖子地方能使用 其三 白哲青年说道 这里停了下来 笑着看向那高个青年 其三 殿下这两个侍女 警惕性十分强 步履及眼神 均能显示是两个高手 但对殿下又异常尊重 若非地位崇高之人 不能让这种高手甘心听命 再加上年龄 眉宇间超出年龄的沉稳 殿下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 两人一番话说完 杨云立即击掌称赞 对这两人的洞察能力 发自内心的佩服 这也更加渴望得到两人相助 像这种知识面广 善于观察 又事情 又有极强分析和判断能力的人 太难找了 在下吴远玉 聚远光 见过十三殿下 确定杨云身份之后 两人离开座位 正式向杨云行礼 杨云也亲自拉着他们的手 将二人送回座位 刚才的插曲 一下子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使他们后面的交谈融洽了许多 几人一起 先是交流了对诗词的看法 使得杨云又借用了不少古人 对诗词的一些观点 特别说到陆游这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 的观点 让二人赞不绝口 接下来 又是对古今发生的大事的评价 杨云凭借自己多几千年历史优势 对一些大事件的态度 也引起二人共鸣 一番话下来 三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杨云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见时机成熟 杨云便顺势提出了 请二人为自己效力的请求 和十三殿下一番话 让在下受益匪浅 能为殿下做事 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如果有朝一日 吴某孩儿的病痊愈 我想出事 必首选殿下 吴远玉这语气十分诚恳 使得杨云不好再说什么 那句先生可愿出山 杨云又朝聚远光问道 聚远光没有直接答复 只是微笑着说道 殿下要我辅佐于你 那你能给我一个理由 有太子殿下那么好的条件我不选 为什么选择 你这个落魄的皇子呢 聚远光的话 让杨云没有任何意外 因为他早思考过 凭自己这毫无根基的情况 如何打动别人的心 让别人心甘情愿为自己效力 聚先生 我认为 其一 我大哥没亲自来 而我是亲自上门的 我比大哥有诚意 其二 大哥手下人才众多 不一定能给你充足的机会 但我十分缺先生 这样的人说到这里 杨云笑了笑 其三嘛 才是最重要的点 为我效力 随时在刀尖上跳舞 是极具挑战性的 好 好 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面对挑战吧 聚远光大笑 然后走至杨云面来 拱手身居一躬 属下拜见主公 杨云连忙将聚远光扶起 两人相视大笑 恭喜聚兄终于找到民主 也恭贺殿下喜得闲财 吴远玉在一旁说道 几人重回座位 一起举杯 这时 杨云才想起吴远玉儿子的事 于是问道 吴兄你儿子得的什么病啊 我曾和太医 以及一位域外神医学医数年 也许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杨云这句话一说 吴远玉的神色 一下凝重起来 脸上露出痛苦神情 过了好一会 他才低声说道 是劳病 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现在受得很厉害 都开始咳血了 居然是这种疾病 这可是古时候死亡率 最高的一种疾病了 想了想 杨云拿起毛笔 在一张纸上写了起来 阔合液 百合 麦冬 单皮 白毛根 侧百叶 冬虫下草 结枕 穿背 写完之后 杨云把这张单子 递给吴远玉 吴兄 这是宫中一位太医 治疗同样病人的药方 听说是太医使用的药方 吴远玉立即来了兴趣 但他没有想到 眼前这位皇子 医术其实比太医还高 这样一来 这次三人的聚会 每个人都得到 自己十分需要的东西 众人心情一放松 又开始畅议 看时间已经晚了 吴远玉找急的儿子的病 于是拿着单子去抓药 而杨云和聚远光四 还有说不完的话 居大哥 你看我目前 我这情况 下一步 应该怎么做 下一步怎么办 得看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我现在可以给殿下三册 其一 做个闲散皇子 收敛锋芒 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此法最为安全 其二 依附某实力强的皇子 助其获得皇位 你可以成为一个富贵王爷 此法比较可行 但有一定风险 其三 暗中扩充实力 拉得众臣协助 努力谋取皇位 为此法危险极大 一致失败 只有丢掉性命 聚员光不愧是有大智慧的人物 很快就给杨云了三个选择 但我有自知之明 我手下无人 背后也无人支持 不敢痴心妄想 杨云诚恳地说道 呵呵 殿下看来不缺乏血性 但也能十分理智分析 不好高无缘 这才是做大事的人 应该有的态度 聚员光见自己的主公 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 心中十分高兴 此时 一道掌灯时分 杨云虽然弹性正浓 也值得停了下来 因为他现在并无官职 所以只有请聚员光 暂时担任皇子府管家 聚员光也没计较什么 他需要一个 施展自己才学的平台 对于职位反而不太看重 杨云刚刚回到皇子府 就见孔元站在门口 好像在等什么人 见杨云归来 他立即走过来 殿下 姚当家和他的父亲 从午后来拜访您 一直等到现在 听说姚霞父子来了 杨云没有停留 立即和聚员光一起 向会客的偏厅走去 姚霞父子在偏厅等了两个多时辰 茶都喝了好几壶 正在有些焦急的时候 却见杨云带着一个 文士打扮的青年 匆匆赶来了 第二十章 迎宵 感谢殿下救命之恩 见杨云回来 姚老都尉从椅子上 缓缓站起来 推开准备扶着他的姚霞 就要双膝跪下 慌得杨云连忙把他扶着 可是老人却拗得很 非要往下跪 一边跪 一边还气愤地喊道 逆子不孝 不知感恩 不懂敬忠 望少主责罚 就算是要了他这条贱命 属下也毫无怨言 杨云费了好大劲 才将姚老都尉拦住 真诚地说道 良情择目而期 是人间治理 姚大当家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应当尊重 姚霞看了看自己的父亲 走到杨云跟前 似乎欲说点什么 但又看了看旁边的巨远光 将询问的目光转向杨云 杨云见状 微微一笑 对姚霞道 这句先生是我请的智囊 暂时屈居我十三皇子府管家一职 值得信任 既是自己人 我就放心了 姚霞说完 上前几步来到杨云面前 双膝跪地 大声说道 属下姚霞 见过少主 属下急猎豹部数百兄弟 以后任凭少主驱使 肝脑涂地 在所不辞 突然而来的惊喜 让杨云呆住了 幸好旁边的巨远光提醒他 才反应过来 连忙将姚霞搀扶起来 高兴地握住姚霞的双手 好 好 好 有了姚大哥协助 我杨云如虎添翼 当日是属下不懂事 没有第一时间向殿下效忠 这些日子来 少主的一言一行 姚霞有些动情地说道 杨云也有些激动 牵着巨远光和姚霞的手 来到姚老都尉面前 郑重说道 请老都尉为我们见证 看我们几兄弟同心协力 共同建功立业 不往来这世上走这一走 巨远光加盟 猎豹部归心 补上了杨云心目中 势力地图重要的两块 也让杨云有了万丈雄心 事业 杨云躺在木榻上 彻夜难眠 来到这个世界 杨云最先考虑的是 如何保住性命 经历了这么多事 渐渐考虑得更多 大福现在虽然强大 这几年也无战事 可是有宿敌楚国虎士丹丹 还有周边刘夷 吴 郑等国也叙事待发 战事一触即发 拿而合不带无钩 收取关山武士州 请君赞上林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 想起李赫的这首诗 杨云心潮澎湃 他虽然生在和平年代 但一直向往战场上那种 快意恩仇 奋勇杀敌的场面 上次和五皇兄 去陈立生府上赴宴 看到那一帮兄弟 在血与火中 建立起的亲密无间的友谊 让杨云羡慕不已 躺在榻上 杨云慢慢地明确了 自己将要走的路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 那就轰轰烈烈地干一场 铁峰 燕飞飞和姚霞 还有雄狮 飞鹰 猎豹三部的骨干分子 足有三四十人 整整齐齐地 坐在十三殿下会客的偏厅里 吴隐渭各部的重要物 可是好多年没有去这么齐了 众人坐在一起 大声交谈着 老姚 你这家伙脑子转得最快 你说少主把我们叫来干什么 燕飞飞知道 猎豹部回归杨云手下 心中十分高兴 他和铁峰 姚霞 以及战虎部的钟文锐小时候 经常一起玩 感情非常好 几兄妹能够一起并肩作战 是他十分期望的 少主的想法可不好猜测 他虽然只有十四岁 但是他的脑袋 可比我们这些老江湖好用多了 他叫我们来干什么 我老姚可猜不出 姚霞摇了摆头 无奈地说道 想不到就不想 俺老铁可不愿动这个脑筋 少主说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相信少主肯定是对的 铁峰摆了摆手 大声说道 少主来了 这时有人说道 偏听中的众人 马上安静下来 想听听杨云叫他们来 到底要说些什么 很快 众人就看到杨云 出现在他们的眼帘 后面还跟着一个 身穿白袍的白面书生 各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新请到的大才 聚远光聚先生 聚先生现在暂时担任我副管家 实际上就是我的军师 以后大家要听聚先生的指挥 他的话就相当于我的话 杨云这番话说完 是众人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这么年轻一个书生 真是什么大才 不过少主既然说了 那就听命便是 杨云可不知道 这些各部的精英们 此刻心里想的什么 但他现在也无下顾及 这些属下们心中想的什么 因为他今天叫各部的骨干过来 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讲 看大家和聚远光都认识过了 杨云倾咳一声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然后大声说道 今天把大家叫来 是想给大家上节课 教大家一些营销策略 什么 上节课 营销策略 这是什么东西啊 杨云的一番话 让在场的人一头雾水 这就是杨云这些天理 认真思考的结果 要想在这个世界有所建树 首先就得有人 有人才 可是要拥有这些 就值得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 而朝廷每年给自己的花销 远远满足不了这巨大的消耗 所以只有在雄师 飞鹰和猎豹这三步上下功夫 买一送一 抽奖活动 会员制度 打折销售 做广告 搞宣传 听着挺有意思 只是这些办法真的有效吗 真的可以卖出大量的铁器 售出更多的酒 使各级管生意更好 三步的这些骨干们彻底服了 少主怎么会有这么多 稀奇古怪的想法 就连旁边的巨远光 觉得惊奇万分 铁风 燕飞飞和姚霞三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终于达成共识 这是少主给他们的第一个命令 一定要认真去办 反正就算是没有效果 也不会损失什么 在这种态度下 各种新型的销售模式 在三步热火朝天的开展起来了 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 杨云的精力主要花在三件事上 擒练冷兵器时代保命的重要手段 各类武技 和巨远光讨论自己以后的发展策略 监督指导三步 把各种新型的营销手段 认真落实下来 一块块巨大的广告牌 在西京城中立了起来 西京城中几乎所有人都记住了这几句广告词 雄狮铁器 铁器中的硬汉 好汉要在江湖走 先喝猎豹英雄酒 同时 街头到处是飞鹰部所属铭记图片 什么仙音仙子 仙舞仙子 百灵仙子 这个时代 人们对广告几乎没有免疫力 大家纷纷到雄狮铁器部购买雄狮铁器 发现这些使用风箱后锻造的铁器 质量的确比其他铁匠铺打造的铁器牢固 兵器也比其他兵器锋利许多 而猎豹部的高度酒 让广大酒友打呼过瘾 于是乎 来猎豹部买酒的人 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可是 猎豹部的高度酒产量 远远供应不上购买的需求 使得猎豹酒成为了奢侈物品 只有很少人才能买得到 而在明星效应的带动下 许多财大气粗者 为了听仙音仙子弹奏一曲 或者看仙舞仙子跳上一段 以及听听百灵仙子唱那些从未听过的歌 一至千金 使得飞鹰部经营的祭馆天天爆满 这段时间 铁峰 燕飞飞和姚霞 经常跑到杨云面前幸福地抱怨 什么忙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了 什么连鼠银子的兴趣都没有了 第21章 太子俯宴 看着孔元拿进来的这张请柬 杨云疑惑万分 这太子杨月 虽然是自己的大哥 和自己却少有交集 一年四季见不着几回面 这回居然邀请自己两日后去东宫赴宴 让孔元叫来了巨远光 巨远光拿起这请柬看了看 略一思索后说道 新年将至 太子殿下突然邀请 还是你这个不起眼的皇子 这请柬应该不止发给殿下一人 所以 太子殿下 也应该是 请了你其他的兄弟 但是在我印象中 我这大哥 一向不爱打理我们这些兄弟 怎么这次会突然 宴请大家杨云十分疑惑地说道 呵呵 也许他突然想通了 但我估计 您这大哥 可能有高人相助了 他是想给陛下一个信号 自己登机之后 一定会善待你们众兄弟 做一个仁德之君 巨远光笑着说道 既然我的众位兄弟都要去 那巨大哥你到时 跟我一起去 我们不是要选择一个 皇子辅佐吗 你去看看 哪一个才是我们 最合适的效忠对象 这些日子以来商量此时 虽然已经有大体方向 但杨云还是希望 巨远光亲自去看看 好 到时我们就一起去 太子殿下宴请 当然不可能带太多的人 但为了预防万一 回归途中 还是应该多安排人前来接应 两日后 正好是亚岁节 此日在一年中 白昼时间最短 在大幅 人们在亚岁节中 有拜神祭祖 和兄弟团圆的习俗 所以 太子选择这一日 来宴请自己的众位兄弟 还是认真考虑了的 坐在马车上 看着身旁的燕晴和柳月 撩开帘子 看看走在前面的七威 杨云忽然觉得自己 仿佛回到了几月前 十三皇子当日被袭前 与这情景和其相似 不过现在情况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云已不再是 那个任人宰割的无能皇子 太子府离杨云的十三皇子府 只有不到半个时辰的距离 快到太子府的时候 遇到成叫而来的圣王杨明 在他的热情邀请下 杨云坐进杨明的轿子 杨明的交谈中证实 此次太子杨月 果然请了所有的皇子 还有一些重臣的子弟 到太子府的时候 有些皇子和官员子弟已经到了 在太子府门口迎接到来的宾客 许多官员子弟已经来了许久 但却始终没有进去 见圣王杨明到了 这些人连忙上来 热情地和圣王打着招呼 显然他们是专门在这里等圣王的 这太子可真是 这么多兄弟姐妹来了 也不知道出来迎接一下 就算自己不来 怎么也得让他那几个儿女出来 圣王杨明显然有些不满 故意大声说道 巨远光见许多人 围着杨明热情地说这说那 碍于情面 只得勉强应付自己的主子杨云 而杨云也明智地选择走到一旁 和他会合到一起 准备往里面走 巨远光随杨云一路前行 没想到 却在接待的人群中 看到一个熟人 这个人正是当日和自己 同为三远之一的吴远狱 当日他拒绝太子派出手下的招揽 但也同时拒绝了十三殿下 殿下给了他一张药方 后来他写信前来 说是殿下给他的药方十分有效 他儿子的病情已经痊愈 即日就会返回西京 没想到 居然会在这看到他 他终究还是成了太子的幕僚 哼 当日我们三人在同一个书院求学之时 众人对我们的评价是 远航忌 远狱众议和远光最傲 没想到这最众议的吴远狱 却忘了当日承诺 令汤高知了 我倒要去问问他 忘了当初诺言没有 巨远狱越想越气 就要向前走去 杨云见状 连忙拉住巨远狱 低声说道 算了 人各有志 我们别计较那么多 说了好久 好不容劝住暴怒中的巨远狱 拉着他和燕晴柳 一起往太子府中走去 殿下 具胸情 吴远狱见到杨云和巨远光走来 面露尴尬之色 但职责所在 只得硬着头皮前来迎接 多谢吴大哥 杨云微微一笑 朗声说道 恭喜吴兄密德高知 我正在想 是哪来的高人 给太子殿下出了这么好个主意 既可以消除众大臣 对太子殿下的成见 也可以让陛下重新信任太子殿下 这高人就是吴兄你吧 巨远光冷笑道 不算什么好计策 让巨兄见笑了 吴远狱一边说着 一边连忙走在前面 领着几人往里面走去 聚会的地点 在太子府的园子里 太子这院子面积很大 此时 园中有薄薄一层积雪 石树珠梅花银寒开放 趁着白茫茫的积雪煞事好看 园中 还有一汪清潭 潭水清澈无比 许多鱼儿见到这么多人丝毫不惧 自由自在地在潭水中游来游去 太子府比起殿下的府上 可是犹如仙境啊 难怪想来 太子府的人屈之若鹜 聚远光一副恍然大雾的样子 前面的吴远玉顿了一下 装作没听见的样子 继续带着几人往里走去 园中的积雪 被扫出很大一片空地 早有仆役搭上了许多桌凳 还摆让了无数炭火 使得坐在里面的人无比暖和 在杨云之前 已经有几个皇子到了 身材有些肥胖的太子杨岳正和二皇子 向王阳县 坐在一起 时不时用手指指跳舞的女子 哈哈地笑着 那样子猥琐无比 一点也不像的储君的样子 其他几个皇子 各自看着正表演的歌舞 似乎都没有看到杨云等的到来 对于这样的场景 杨云也不在意 这么多年来 杨云已经习惯了被冷遇 他默默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聚远光和艳琴柳月 则和其他皇子的随从一起 在后方的一块区域坐下 杨云默默地吃着桌上 摆放的水果点心 看着眼前的歌舞表演 既然没有人理睬自己 自己也没有必要舔着脸去巴结他人 可是就算他这样 麻烦还是主动找到了他 老十三 你小子不错嘛 刚出宫没有几天 就逃到这么漂亮的两个丫鬟 看样子还是黄花闺女啊 哥哥我喜欢这两个丫头 送给我吧 太子杨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看到燕琴和柳月二人 向着杨云大声说道 杨云的一句话 惊动了场中的所有人 于是所有人都转头 看看燕琴和柳月 然后把目光聚集在杨云身上 杨云健壮 暗自苦笑 自己怎么忘了 这位大哥向来喜好女色 特别对云英未家的漂亮女子 特别感兴趣 这些年来 不知道有多少良家女子 毁在他手上 见杨云好半天 没有说话 杨月又道 怎么 舍不得 那这样 哥哥拿十个侍女和你换 或者 你让他们服侍我几天 我就还给你怎么样 古时候 女子的地位很低 像这种赠送侍女 或者呼唤侍女的情况 十分常见 杨云不想得罪太子 但是这种情况 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想到这里 杨云站起来 拱手说道 太子殿下 如果是不重要的物品 但是这两个丫鬟对我有特殊意义 所以 小弟只好让太子殿下失望了 杨云的这句话 让在场的众皇子大感意外 这老十三 从小胆子很小 皇子间打架 他从来不敢还手 其他皇子问他要东西 他从来不敢拒绝 哈哈 老十三 瞧瞧你那小身板 这女色不是你能沾染的 哥哥劝那一句 还是把这两个丫头给打割吧 不然哪天 死在床榻上都不知道 一个声音哈哈大笑起来 众人转头一看 原来是九皇子杨勇 九皇兄 怎么死是我自己的事 还不劳弃皇兄替我操心 他两个是保护我的贴身侍卫 谁也别想打他们的主意 有些人 你如果一味示弱 他反而会步步紧逼 所以杨云索性强硬起来 你这座弟弟的 怎么跟自己皇兄说话的 今日父皇不在这 我这座长兄的 得替父皇教教你 来人 给我把老十三拿出长嘴 杨越大声喊道 可是杨云毕竟是皇子 太子府的手下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始终不敢出手 你们这帮狗奴才 平日里把你们喂饱了 关键时候 反而不听招呼了吗 杨越显然很生气 指着杨云身旁的几个侍卫咆哮着 十三殿下 职责所在 得罪了 旁边的一个侍卫剑撞 只得一拱手 向杨云走来 那侍卫来到杨云跟前 一伸手 准备将杨云抓住 不曾想 身边突然传来一声轻斥 一道拳影向这名侍卫击来 侍卫也算反应敏捷 立即伸手格挡 靠在侍卫脖子上 出手的正是燕情 杀手出身的他 可不是一个小小的侍卫可以抗衡的 而他的一旁 柳越也拿出一把短剑 护在杨云身前 有人带刀意图刺杀本太子 还不给我拿下 见出手侍卫一招就被制住 杨越更是怒不可遏 太子俯仲侍卫到命令 立即朝杨云等几人奔来 啪啪啪啪啪 几声掌声突兀的传来 众人转头一看 却是圣王杨明 一边鼓掌一边走进来 身旁还跟着好几位皇子和大臣子弟 哎呀 来晚了 来晚了 差点错过一出大戏 太子殿下 您真是巧舌如皇啊 明明是强强婢女 也可以变为捉拿刺客 小弟佩服 杨明拱手向杨越行着礼 脸上露出讽刺的笑容 老五 你不要血口喷人 老十三的两个侍女 带着刀来我太子府 意图行刺本太子 本太子将他们拿下 有何不可 看见圣王杨明 杨越觉得十分头痛 这杨明虽然年纪比自己小 可是自己从小到大 都没有在他身上 占得任何便宜 第二十二章 行刺 进皇宫不能带刀 这我知道 进太子府也有这规定 难道太子殿下 已经将自己当成皇帝了 换个角度来说 你太子府这么多人拿着刀 难道也是要将我们众兄弟 全部杀掉吗 杨明看看四周 笑着说道 好些跟着杨明一起进来的皇宅 和官员子弟 都跟着一起大笑起来 他们有名王罩着 居然连太子也不怕 太子杨越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 将拳头捏得紧紧的 似乎就要发作 但又在努为忍耐 这时 只见吴远玉来到杨越身边 在他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 哈哈哈哈 大哥只是在和老十三 开个玩笑而已 老五你别太认真 说话的是向王阳县 嗯 是这样的 我只是和老十三 开个玩笑而已 没想到 你们都当真了 杨越也跟着笑了起来 但所有人都能看出他 笑得很不自然 多谢五皇兄 杨云先给杨明施了一礼 表示谢意 然后又转过身 示意燕琴和柳越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事情很快平息 所有人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继续看着歌舞表演 吃着各种瓜果点心 只是有了刚才的插曲 随意走动 和大声喧哗的人少多了 场面变得有些沉闷起来 按照太子的安排 这场聚会上午 主要是观看歌舞表演 午宴之后 将进行投壶 双路 出仆 藏沟等娱乐活动 但杨云本来就和这群人玩不到一起 午宴之后不久 便带着聚远光三人离开太子府 会和等在太子府外的七威等人 准备返回十三皇子府 十三皇子府 距离太子皇距离并不远 所以一行人并没有着急赶路 缓缓地往回行去 午后 阳光出来了 照在满街的积雪上 煞是好看 杨云打开马车的帘子 欣赏着街上的美景 忽然大叫一声 不好 说完便拉下轿帘 藏进轿子当中 七威顺着刚才杨云看的方向看去 不由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看到对面的房顶上 有一个身穿黑衣的蒙面人 正拿着一张弓 搭着一支剑 准备向他们所在的方位射来 大刺客 七威大声一喊 然后连忙冲过去 站在刺客和杨云马车之间 说是迟 那十块 一支长剑快速飞来 七威眼急手快 挥动手中短刀 一下子就把长剑打落在地 紧接着 又有几支长剑 从不同方向射来 马车中的燕晴和柳月 跟随在七威身边的侍卫 立即将马车团团围住 用身体围盾 准备挡住射来的剑 与此同时 街道上化装成行人小贩的无影卫 也行动起来 有的拿出弓箭 向房顶的黑衣人射去 有的一边躲避箭支 一边向房顶上扑去 由于是在大街上 又是白天 偷袭的黑衣人并不多 这些人也很果断 见势不可为 没有做丝毫留恋 马上消失的无影无踪 杨云走出马车 见这一会时间 就有几位侍卫受伤 他连忙给伤者 进行简单的止血处理 侍卫们兼殿下 亲自为他们处理伤口 立即要下跪表示谢意 但被杨云阻止了 马车继续一路前行 黑衣人再也没有出现 一行人顺利地回到殿下府中 安排人为侍卫治伤后 杨云和巨远光 来到他的书房之中 你看这次刺杀 是谁安排的 杨云喝了一口钢气的茶 看着对面的巨远光 不好说 按说你刚刚得罪了太子 他派人杀你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是你今天得罪了太子 他会选择马上出手 而且就在刚出他府门口不远的地方 就行动吗 巨远光思索了好一会 才说道 那有没有可能 太子那边的人 就是利用大家的这种心态 故意这样行事呢 杨云说道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我是太子的人 就不会出这样的烂主意 因为这样 肯定免不了要给太子殿下带来麻烦 其实还有种可能性 并且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 就是其他皇子派人来 是故意想给太子带来麻烦 据大哥说的有理 我也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究竟是谁下的手吗 殿下 这就不好判断了 你不是说 宫里大多数皇子都看你不顺眼 趁机给你一下 很有可能 现在又有太子这个冤大头 给你背黑锅 何乐而不为呢 停了一下 巨远光又说道 这次参加太子府宴 我们暴露了自己的一些实力 恐怕以后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以后我们行事可得小心点啊 十三皇子在西京城中 居然有人行刺 这消息很快在城中各势力迅速传开 很多势力的首脑们都在讨论 如何利用此事 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 呵呵 这一下可热闹了 先是老五和老大在宴会上吵起来 接着又是老十三 在太子府门口遇刺杀 老大现在是黄泥巴落尽裤裆 不是屎也是屎了 我看他怎么应付 向王府中 杨县高兴地笑着 殿下 现在不是高兴的时 咱们现在应该谁备好礼物 去看看你的十三殿 一个文室打扮的年轻人说道 若是巨远光在场的话 一定认识 因为这文年轻人 正是三远之一的陈远航 什么 我还去看他 本皇子从小就找不起 那个胆小鬼 还去看他 我不去 说起杨云 杨县就满脸不屑 殿下 此时无论是不是太子出手 陛下肯定都会对他不满 一顿责罚是少不了的 而圣王当众几对太子殿下 也会落下个不分尊卑之名 这时 你去看望十三殿下 岂不可以落得个人得美称 会在陛下心中大大加分的 陈远航并不着急 耐心地和杨县说着 殿下 陈老弟说得很有道理 而且从今天的事情来看 您的十三弟 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 懦弱无能 能很快调动那么多人捉拿刺客 看来还是有些实力的 我倒认为 殿下应该多和你这十三弟 亲近亲近才是 大厅后面的帘子后 忽然传出一个声音 杨县显然比较听 这个声音主人的话 于是他沉思一下说道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 我就去看看老十三 西京城一个宅子中 一个胖子坐在院子 看着天上的星辰 缓缓地说道 乱吧 乱吧 越乱越好 荣华殿中 福皇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太子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说吧 今天的事是不是你干的 福皇的语气十分平和 但深知 其个性的杨县知道 越是这种语气 越表明自己这位父皇 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边缘了 真不是儿子干的 儿子不是度量那么小的人 更何况 就算动手 儿子也不会在我门口不远的地方 杨越一边说 一边惶恐地将身子扶在地上 哪有一点人钱 那趾高气扬的太子模样 不是你 那还有何人 福皇的声音 一下大了起来 福皇 真不是儿子 可能是老二 也可能是老五 也可能是我 老三和老九 甚至有可能是老十三 自己演的戏 他们可都巴不得我倒霉 自己好坐上太子的位置 杨越说着说着 眼泪就流了出来 哼 谁不知道你那见了漂亮女人 就走不动落后德行 我看你总有一天 会死在女人身上 福皇大声吼道 杨越心中却暗自高兴起来 因为她知道 这一关可以顺利度过了 当年你母亲 为了替朕挡住那一件 身负重伤 虽然当时并未死去 但留下病根 朕登基三年 她终究撒手人寰 从小朕把你当储君培养 那么多朝臣提出 因更换太子 都被我压下来了 可是 如果你不争气 就算我把皇位给你 没有人支持你也守不住啊 福皇语重心长地说道 已逝的先皇后姬燕然 是她心中永远的痛 而臣知道 而臣一定痛改前妃 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太子 杨越诚恳 得说道 好吧 你下去吧 福皇似乎也累了 挥手让杨越离开 看到杨越的身影出了大殿 他又对旁边的高公公吩咐道 你让暗卫们抓紧时间调查 就算挖第三尺 也要把这几个刺客抓出来 第23章 郑小七 各势力中发生的事情 杨云一概不知 第二日早起 在院子中练习武技近两个时辰 觉得腹中有些饥饿 突然想吃红冰楼的菜 这红冰楼的生意一向挺好 今天也不例外 走在前面的巨远光 在上二楼的时候 还被人挤了一下 差点一个猎切从楼梯上摔下来 坐在一个僻静的雅间中 艳琴柳月忙着去查看 思维环境是否安全 杨云和巨远光 则开始聊着昨日的宴会 听说昨日大哥 被父皇叫去骂了一通 希望他能有所改变 不然的话 这样的人当上皇帝 就是我大幅的不幸 杨云深有感触地说道 唉 你这大哥 我看要让他当到明君 是不大可能了 巨远光摇了摇头 语气中有些无奈 作为大幅皇子 我是不能看着我大幅的基业 毁在昏君头上 既然扶不起他 我们就辅佐贤明 把他从太子之位上拉下来 杨云想了想 语气变得坚定起来 顿了顿 杨云又到 只是这样一来 我们将在刀尖上过日子 稍不注意 就会伸手易出啊 听杨云这样说 巨远光反而笑了 殿下你贵为 皇子都不怕 我一个穷书生怕什么 说不定一不小心 我就留名轻史了 哈哈 那么我们得好好计划下 昨天你已经看到 我的那些兄弟们了 你觉得 哪一个有做一个明君的样子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五 还是老九 或者是其他皇子 你那大哥当然可以排除了 现在来看 项王和圣王这两人 是比较合适的辅佐对象 都有一些才能 背后也有很强势力支持 但也都有一些不足 你二哥项王阳县 城府太深 市城后有可能谢莫杀驴 而圣王太高调 树大招风 容易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 剧远光显得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 没有犹豫便说道 那我们就再看看吧 等局势明朗一些 再做决定吧 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 杨云又问道 这次有人行刺殿下 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现在可以以保护殿下安危为名 招揽一些人才 相信如果不过分 陛下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此外 年后你可以向陛下要点差事来做 就算不给你 也能让陛下 看到你有上进之心 两人就这样 一边吃一边聊 一直吃了一个多时辰 看看也吃得差不多了 剧远光准备去结账 结果一摸钱袋 他一下傻眼了 因为他的兜里空空的 钱袋不知什么时候 居然不翼而飞了 糟了 一定是刚才上楼时 撞我的那个少年偷走了钱袋 我说呢 楼梯那么宽 他居然能够撞在我的身上 剧远光回忆了一下 忽然反应过来 杨云听剧远光这样一说 呵呵笑了起来 有我们足智多谋的巨大才子 还有飞银堂的两个高手 居然让小贼偷走了钱袋 你们这脸可丢大了 这一下 四人都傻了眼 随时有人伺候 杨云很少带着钱袋 而燕琴和柳月剑有 剧远光这个大管家在 也没有带银两 见四人身上没有银子 殿小二马上就翻脸了 大喊大叫 不依不饶起来 立即引起来所有时刻的注意 都把目光集中到 已经走到一楼大厅的四人身上 杨云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幸好这里外面还有 好些侍卫暗中跟随 马上就会有人过来结账 所以他也不着急 就在那里站着 看着大厅中形形色色时刻 你们看 这个钱袋是你们的吗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几人转身一看 只见说话的是一个 衣衫褴褛的少年 这少年手中正拿着一个钱袋 是你 杨云一看 这少年正是当日因为偷窃 差点被俯国大将军府的家丁 打死的那个少年 当日 这少年宁愿遭受毒打 也不愿意交代同伴的下落 给杨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子郑小七见过恩公 是我的同伴不长眼 拿了恩公的钱袋 还往恩公放过他们 这少年一边说 一边将手中钱袋递给杨云 你们看看 这袋中少 什么东西没有 杨云接过钱袋 顺手递给俱远光 然后笑着对郑小七道 看来 我们真是有缘 咱们一起 做做你看行不 恩公 这 这合适吗 郑小七看看身穿华服的杨云 又看看衣衫褴褛的自己 呵呵 没事 我交朋友 只看个性是否相投 从不管身份地位 也不论有贫穷还是富有 杨云呵呵地笑着 不介意结识我这个朋友的话 就跟我上楼吧 于是 几人回到刚刚楼上的雅间 叫小二重新上来韭菜 郑小七开始还十分拘谨 连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 但在杨云和俱远光 两人的热情带动下 终于放开心扉 和两人交谈起来 原来 郑小七家本是农户 家庭虽不富裕 但也能填饱肚子 但不曾想 八岁那年 家乡遭遇特大洪灾 父母为了救他和姐姐 都淹死了 而自己和姐姐被冲散 洪水退后 他在邻里帮助下 安葬了父母 孤身一人来到西京 在西京 他没有任何依靠 结识了两个境遇 和自己差不多的少年 在这西京城中 靠乞讨和小偷小摸 过上了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最后 在杨云的邀请下 郑小七把自己的两个好友 也叫了过来 杨云一看 正是当日和郑小七 一起的那两个少年 这就是我给你们说起的恩公 当日如果没有恩公 我就被打死了 郑小七给两人介绍 这两人连忙向杨云失礼 感谢刀杨云 对自己兄弟的救命之恩 另外两个少年 一个叫侯少 外号侯子 西京本地人 母亲早逝 父亲是赌如命 根本没时间管他 他也不愿回家 另一个是西京城外谢家庄人 从小无父无母 在谢家庄吃百家圣饭长大 庄里都叫他谢圣 杨云见这三个少年 虽然家境贫寒 但都比较聪明伶俐 从那日来看 这郑小七 还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 想来他的两个朋友 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于是变起了招揽之心 今日我让你们来 想给你们一个选择 如果你们想过现在的日子 我转身就走 如果想换个活法 就跟着我 保管一世无忧 可能的话 还可以建功立业 拜向封侯 但也有可能葬身荒野 成为豺狼野狗 果腹之石 杨云看着三人 郑重地说道 杨云这话一说 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但没过多久 他们脸上就露出坚定神色 最后 侯少和谢圣 把目光聚集在郑小七身上 显然他才是三人的主心骨 郑小七猛的一下 站起来 大声说道 恩公 小七知道您是干大事的人 小时候 小七也读过一些书 知道身为七尺男 与其窝窝囊囊声 不如轰轰烈烈亡这个道理 所以 我兄弟三人 这三条命 就交给恩公了 见三人这样 杨云开心地笑了 伸手从巨远光纳拿过钱袋 拿出结账的银两 然后把钱袋递给郑小七 好兄弟 这拿去 买点像样的衣服 明天到芸汐大街十三皇子府来找我 第24章 未雨绸缪 杨云招揽郑小七这兄弟三人 其实并不是心血来潮 因为在他心目中 完整的情报体系 就是应该全方位的覆盖 最好是宫中有眼线 朝中有耳目 但同时也能从市井中 获得有用信息 仗义多是土狗呗 这是经历几千年历史证明的理论 这次遇到郑小七等人 更加坚定了杨云的想法 用尽全身力气 终于将单体的桑木弓拉满 一箭射出去 可惜并没有射中箭靶 但是 单纯从力量来说 杨云此时的臂力 已经不亚于同年龄的少年了 看来这十三皇子的身体底子 还是不错的 只是长期被人偷偷下药 拖垮了他 殿下的进步很大了 但要提高准确率 站位 搭建 扣弦 预拉 开弓 瞄准 拖弦等每一个环节 都必须得注意 当然 勤家练习是必要的 所谓熟能生巧 就是这个道理 齐威可是军中的神剑手 一番话下来 不仅是杨云 连旁边观看的燕妃妃 和燕琴柳月等人 都觉得受益匪浅 殿下 郑小七等人来了 杨云正准备再射上几箭 这时孔元走进来 向他说道 这几个小子 还挺守时的吗 杨云笑道 你叫他们在偏厅等候 我换件衣服 马上就过去 郑小七和侯少 以及谢盛穿上崭新的衣服 坐在偏厅中 紧张得连手脚 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连仆仪给他们泡的茶 都顾不上喝 他们知道 招揽他们这少年 身份十分高贵 但万万没有想到 这居然就是十三殿下 本人心中更是忐忑不安 不过 更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充满了期待 当杨云带着巨远光 和燕妃妃走进来的时候 三个少年 马上离开自己的位置 跪倒在地 小人等见过十三殿下 昨日有眼无珠 没有识的殿下 还望殿下恕罪 呵呵 不用多礼 我不是一个挑礼的人 杨云一边说着 一边走过去 将三人扶起来 让他们重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你们不要紧张 皇子也是人 没有三头六臂 我们年龄都差不多 以后还有机会 成为好兄弟 杨云看作面前的三个少年 一个个坐得端端正正的 屁股只有一点挨在凳子上 知道他们目光的心态 于是笑着说道 知道我想让你们干些什么吗 杨云看着眼前的三人 淡淡地笑着 刚才小人等三人 已经商量过了 殿下较小的三人过来 除了殿下 从没有人看得起我们 所以殿下就算让我们 上刀山下游锅 我们都毫不皱眉 郑小七说这话时 一脸正重 哼 也没有这么危险 你看我 原来是洛普书生一个 自从跟了殿下后 吃得好 穿得好 整日看着殿下府上 来来往往的美女 开心得不得了 剧远光剑气氛过于严肃 在一旁笑着说道 听了剧远光的话 杨云和燕飞飞都笑了起来 燕飞飞笑着道 你把殿下当成养猪的了吧 小心哪天把你养肥了 被拖出去宰了 有了这个小插曲 郑小七三人也放松多了 杨云便开始给他们 交代自己的一些想法 你们三人对西京比较熟 我想让你们成立一个帮派 收罗一批混在市井 讲义气有忠心的混混 乞丐等 初期我会给你们一笔钱 也会找人帮你们 但慢慢地稳定下来 就靠你们自己了 你们看行不 殿下要我们干其他事情 我们可能不懂 但这是嘛 咱几兄弟天天在西京城中私混 干这些我们在行 只要有钱 有人支持 我们很快可以聚起一帮人 然后把附近几个帮派拿下 几兄弟平时没有少受这一代 几个帮派欺负 听到有着扬眉吐气的机会 马上高兴起来了 那就好 招人一定要注意 人品不行的不要 要做到宁缺无乱 另外 恩威病师 对忠心里的人一定要好 但对于那些刺头 也绝不能手软 到时 我会让人给金兆银打个招呼 只要闹得不太过分 就没有什么问题 说完这些后 杨云又对殷妃妃道 到时候 妃妃姐你给他们派一些人 帮他们打开局面 以后他们的帮派 就有你们妃鹰不管侠 接着 她又对郑小七说道 这帮派你虽然是帮主 但要听妃妃姐的节制并且 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和妃妃姐联系 除你们三人外 我不希望帮中有其他人知道 你们在为我做事 小的们知道了 被人抓住了 就算被打死 也不会交代出与殿下的关系的 郑小七坚决地说道 殿下既然让你们来 就一定会相信你们 记住 殿下让你们建立帮派的目的 一是希望你们能聚起 一帮忠义的兄弟 二是 希望你们能搜集 各种殿下用得上的消息 当然 能给殿下增加一些收入 那就更好了 巨远光站起来 对三人说道 小七知道了 一定不会辜负殿下的信任 有杨云的信任 三个少年在里面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于是 日后在西京城中 造成巨大影响的三雄帮 就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了 菲菲姐 你们现在还应该 加大收集消息的力度 以前你们的消息 都是听这些官员 和贵族弟子久后谈论的 针对性不强 也不一定及时 这几天 我在和殿下商量 你们可以通过美色 金钱 甚至是抓住一些官员 或宫中太监宫女的把柄 控制住一些人 让他们及时提供有用消息 等郑小七三人离开后 巨远光对燕飞飞说道 还有 你们还可以 安排一些信得过的人 想法讲他们 送进宫里当宫女 或者到一些大臣府中 当丫鬟仆仆役 相信不久之后 你就会拥有一个 挺不错的情报体系 杨云补充道 哎呀 殿下 巨先生 我真不知道 你们脑袋里装着什么 居然有这么多好主意 幸好你们不是敌人 要不然 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燕飞飞彻底服了 兴奋地说道 她现在很有信心 有了这些策略 自己一定会建立 一个庞大的情报体系 看着燕飞飞开心的样子 巨远光笑着说道 飞飞姐 你可别光顾开心了 殿下的计划 雄师部以后 重心是研究武器 猎豹部主要培养 能够行军打仗的人才 你们飞鹰部 则着重搞好情报搜集 到时要看你们三部 谁最出色呢 是啊 飞飞姐 现在大夫和周边 暂时没有战士 但是我们和楚国 甚至是刘怡 迟早会大打一场的 到时候 我希望倚仗各位 建立一支铁血之君 让周边敌人闻风丧板 杨云站起来 手握拳头 豪气甘云 殿下放心 我们飞鹰部 绝不会输给那两个家伙 燕飞飞信心十足 同时也对未来充满悉悸 看着燕飞飞兴奋地离去 杨云看着剧远光 笑道 看来 巨大哥要把你的同窗好友 学院的师兄弟们 找一点过来 我们的情报 得有人好好分析了 第二十五章 向王 吃过午饭 见天气很好 杨云决定出去走走 谁知还没有出门 便遇见匆匆进来的孔元 听了孔元的话 杨云经的下巴都要 掉下来了自己的二哥 向王阳县 居然会亲自来到 自己的皇子府 真是太让杨云意外了 虽然不太喜欢此人 但他毕竟是自己的二哥 又是大富国堂堂王爷 杨云还是迅速出门迎接 哎 老十三 前日里你受了委屈 出门居然还遭遇了刺杀 二哥我又气又急 由于事务繁多 二哥今日才有时间 来看望于你 还望十三弟 别怪哥哥我才是 杨云一边说 还一边抱拳 杨云见状 连忙上前几步 拉着杨云的手 热情地说道 刚刚得到点好茶叶 还请二哥品尝品尝 哈哈 看来二哥我运气不错 那就去尝一尝 于是乎 两兄弟十分亲热地肩并着肩 手挽着手地向皇子府走去 很快 双方按兵主位置 在殿下府坐下 杨县见到 坐在杨云旁边的巨远光 拱手道 这位一定是巨远光巨先生吧 我听陈远航陈先生说过 这巨先生满腹经轮 能掐会算 有他帮助十三弟你 你以后一定会为我 大幅立下大功 慌得巨远光连忙上前见礼 杨县笑着接受 又指指身旁的陈远航 你也别站着了 你两个好朋友 坐在一起叙叙旧 紧接着 杨县又指着杨云旁边的孔元 对自己身边的一个魁梧男子道 威子 你们习武之人惺惺相惜 你们俩也一起交流交流吧 这男子连忙走过去 挽住孔元的手 似于拉齐坐下 但孔元却纹丝不动 两人就这样手臂紧握 谁也没拉动谁 一直僵持不动 过了好一会 你就坐下一起聊聊吧 两人才松开手 各自坐下 我这护卫 事武如命 不太懂礼数 见十三弟手下 这位兄弟也是同道中人 见烈欣喜 十三弟可别怪罪于他 杨县笑着说道 哼 我这位孔大哥别无常见 天生一身蛮力 让二哥见笑了 杨县喝了一口茶道 哼 有些人的气量真是太小 仗着陛下给他的一些权力为所欲为 这次让十三弟受委屈了 谢谢二皇兄关心 这些事情小弟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杨云笑道 十三弟 不是为兄说你 这次的事情 的确是太子欺人太甚 不仅想要抢抢你的婢女 居然还恼羞成怒痛下杀手 你应该上书父皇 让父皇责罚于他 这种德行的人 根本不适合作为储君 杨县生气地说道 仿佛受欺负的不是杨云 而是他自己 呵呵 二殿下 太子不是说了吗 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至于遇刺 谁也不能证明 是太子殿下所为啊 巨远光在一旁笑着达到巨凶此言 可是自欺欺人之行为 如今太子是大 如果我们一味忍让 那他必定变本加厉 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奋起反抗 你们不要担心是丹利姑 放心 二殿下一定会站在你们那边的 程远航接口说道 对 十三帝只管上书 痛斥太子恶行 为兄会联络一些朝中官员 为十三帝声张正义 杨县斩钉截铁地说道 呵呵 二皇兄 老十三谢谢您的好意 老十三这人胆子小 只想平平安安做一个皇子 一生吃穿无忧 所以就不去争这一世长短了 十三殿下 这可是个好机会 您应该好好把握呀 您放心 此事成了 二殿下如果当上了太子 绝对不会亏了您呢 陈远航一边说 一边笑看着杨县 杨县考虑了一会 然后说道 我就直说了吧 你这次如果出头 不仅能出一口气 也能帮为兄大忙 如果这次能趁机扳倒老大 我祝你三年内封王 并将你母妃接出冷宫 这两个承诺可不简单 特别是后者 是杨云特别盼望的 若杨云真是那个 只有十四岁的单纯少年 也许真的就马上答应了 但是现在的杨云 可不会那么天真 他看了剧眼光一眼 见他也微微摇了一下头 很快就下定决心 杨云站起来 向着杨县深深鞠了一躬 二皇兄 感谢您的好意 从感情上讲 小弟应该马上接受您的建议 但是想到有可能出现的后果 我就不寒而立 小弟天生胸无大志 只愿苟且偷生 还望二哥理解 哼 不识好歹 总有一天 你会为你的选择后悔的 杨县说完 不再理睬杨云 带着几个手下 拂袖而去 哼 想得倒好 让我们在前面当出头鸟 他们坐收于力 这样拙劣的计策 不会是你那好兄弟出的吧 看着几人远去的身影 杨云对身边的剧眼光说道 远航不可能出这样 明知不可能成功的主意 也许是你那二哥自以为是吧 不过 这样一来 咱们可把二殿下得罪惨了 以后我们可得小心一些 与此同时 已经走出十三皇子府的杨县和陈远航 也在谈论着刚才的事 唉 这十三殿下果然没有上钩 咱们只好退而求其次 找几个御史 联名就此事写成奏折 好好参上一本 至少增加陛下对太子的不满吧 陈远航惋惜地说道 这个老十三 真是一个窝囊的家伙 把我大父皇族的脸都丢尽了 杨县显然于怒未消 殿下 我观这十三殿下 应该不至于这么不堪 我那好友巨远光 是一个十分骄傲的人 不可能去辅佐一个没有能耐的主子的 所以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十三皇子府 有机会就给他们狠狠打击 让他们永远没有崛起的机会 陈远航眼露寒光 你起人忧天了吧 我这十三殿 我比你了解 从小就是一个窝囊废 不用在他的身上浪费人力的这样的人 你们还让我示好于他 真是浪费时间 杨县一脸不渝 殿下 你看十三殿下那些手下 好些都是厉害角色 作为主子的他 不至于这么不堪啊 我们不能被他骗了呀 陈远航急切说道 一个半大孩子 可能有这么深的心机吗 亏你想得出来 杨县说完 不带陈远航再说什么 快步走上了轿子 哎 但愿您是对的吧 看着关闭的轿连 陈远航摇了摇头 轻轻地说道 第二十六章 年末宴会 年关将至 西京下起了一场大雪 大地变得银庄宿果 街道上冷冷清清的 大部分人都因为惧怕寒冷 而躲在屋子里 只剩下一些小孩子 在雪地里开心地嬉戏着 十三皇子府的大殿上 此时却无比暖和 因为今日杨云将宴请 这些自己最信任的人 一起欢快地聚一聚 总结过去一年的收获 展望即将来临的新年 三部的首领们 兴高采烈地 谈论着这一年的收获 对于他们而言 过去的一年 是他们最开心的一年 同样是这些人 做的是同样的事 收获却是往年的好几倍 这可是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姚霞的这句话 完全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以前的日子 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当然 这一切变化 都来源于 坐在上手这个 还不到十五岁的少年 这段时间 三部的首脑们 对杨云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们无法理解 这位少主头脑里 怎么会装着 那么多的奇思妙想 今年下半年的收入 比起前三年后总收入还高 所以 今年给手下兄弟们 也多发了些 前几天听几个兄弟说 战虎部的几个 和他们要好的朋友 羡慕得不得了啊 铁峰笑着说道 哼 我手下有个小子 喜欢上战虎部一个丫头 上门提亲 那姑娘家里人嫌小伙子穷 又说酿酒的没多大出息 硬是没答应 结果见我们猎豹部 今年生一伙了 现在又专门托媒人来说 是答应了 开春就要澄清 小伙子对殿下感激得不得了 说这话时 姚霞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说起战虎部 言非非叹了一口气 轻声说道 以前战虎部 有文睿大哥负责 手下兄弟十分团结 大家干劲也非常足 可是自从文睿大哥出世后 钟文涛接了首领的位子 任人为亲 大把大把的挥霍 农庄的钱财 让许多兄弟都寒了心 文涛那小子 从小个性就有些婴 还有点小气 不如文睿那么豁达 文睿那孩子 我从小就喜欢他 多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犯了错呢 铁山接口说了一句 几人的话 激起了杨云的兴趣 于是他问道 那钟文睿犯了什么错误 怎连他首领的位置都剥夺了 在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交谈中 杨云终于弄明白了 此事的来龙去脉原来 战虎部老都尉忠勉 年纪大了 精力有限 便将战虎部 交由自己的大儿子钟文睿负责 钟文睿也的确十分能干 清退了一些 当一天和尚壮一天中的人 吸收了一批有上进心的年轻人 大大的激发了战虎部 众兄弟的上进心 使得战虎部得到很快发展 隐隐成了无影卫四部之首 可是 正当战虎部兄弟嗷嗷叫着 想大干一场的时候 他们的领导人却出事了 那日 老都尉忠勉七十岁生日 大家一高兴 都放开了的喝 作为头领的钟文睿 成了众兄弟敬酒的重要对象 喝了的不省人事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却躺在弟弟 喂过门的媳妇苏子瑶踏上 而苏子瑶已经吊死在房中 自己最信任的儿子 居然做了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 老都尉忠勉勃然大怒 当场免去钟文睿首领职务 由钟文涛接任 接下来 老都尉又气又急之下 生了一场大病 没几天就撒手人寰 从此以后 钟文睿性情大变 终日靠酒精麻醉自己 稍微有一丝清醒 不是待在酒肆 就是混在青楼 最初门钟兄弟 还企图帮他摆脱这种自责 但办法用尽 却无济于事 久而久之 就只有任由他了 听了众人的叙述 杨云唏嘘不已 这样一个好的领导人 就葬送在一次醉酒中了 那现在这钟文涛有什么喜好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使他带着战虎部兄弟 重新回到我无影卫队伍中 对于战虎部 没有回归到自己手下 杨云一直觉得万分遗憾 少主 文涛这孩子从小就不太听话 钟老都尉都约束不住他 后来听说 又和朝中哪个大员扯上了关系 想让他效忠 恐怕很难 姚老都尉看了看杨云 慢慢说道 那就先不管这个钟文涛 我们先把现有的三部发展好 前几个月 各部都发展不错 下一年里 我们主要任务 还是在三部的发展上下功夫 我现在正在找一种材料 有了他 铁器的硬度和韧性会更强 还可以更好 铁锋一下子跳起来 打断了杨云的话 这几月 用风箱打造的铁器非常好用 所以销量非常好 可是风箱制并不算太难 已经有些铁匠铺开始效仿 铁锋正在苦恼之中 呵呵 慢慢来吧 你们再多多摸索 如何把风箱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杨云说完 又转过头 看着烟飞飞 你们的性格 还需加强训练 我知道一些使用性格高手 可以让性格飞行六百到一千里送信 但你们训练的鸽子 只有两百里以内 才能准确传递 此外 我还听说 可以用纸鸳 孔明灯 甚至是用词评传递消息的 杨云慢慢地说着 燕飞飞眼睛睁的老大 少主的话给了他很大惊喜 在燕飞飞的一再请求下 杨云就简单介绍了 各类传递消息的办法 并讲了讲各种方法的优劣 让燕飞飞等人自己去研究少主 您可不能厚此薄彼啊 我们猎豹不得酒 你也得给我们说道说道 我们可不能输给雄狮和飞鹰两部 姚霞跟在杨云后面 舔着脸笑着说道 我知道外遇的人 有用小麦酿的啤酒 夏天喝着特别凉爽 还有用外遇葡萄酿的葡萄酒 十分好喝 还能让人睡得更香 我给你讲讲吧 听了杨云的话 姚霞立即两眼放光 按少主说的去尝试 如果成功了的话 猎豹酒方将成为整个西京城 甚至是整个大副帝国最大的酒房 他仿佛看到 大量的银子正向他潮水般涌来 这一刻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做得最英明的事 就是带着猎豹部 重新回到少主麾下 杨云见众人陷入沉思之中 给了大家冷静消化的时间 等众人先后回过神来 杨云又开始出自己的计划 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除了改进方法之外 还得把生意做大 让我们积累更多的钱财 也让所有兄弟兜里的银子更多 所以我们还要开许多连锁店 连锁店是什么东西 对这位少主不断冒出的新词 燕飞飞觉得自己的脑袋晕晕的 已经快要跟不上少主的节奏了 呵呵 就是开设许多份号 杨云尴尬地摸摸头 一不小心又说出一个新名词了 先从西京附近几个较大的城池开始 从各部派出可以信任的人 到各大城池担任负责人 像滚雪球一样 把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这一次年末的宴会 起到很大的作用 使得铁峰 燕飞飞和姚霞三人激动不已 一个个如同打了鸡血似的 回去过后 立即开始布置各项事物 唯恐落在另外两人后面 第27章 探访战虎部 走在郊外空旷的田野里 田地里轻轻地卖苗 碧绿的油菜迎风摆动 新鲜的空气 让人觉得十分舒畅 前日听几人说到战虎部的情况 杨云决定亲自来看一看 战虎部所在的农庄很大 一面还靠着一片山 所以他们不仅可以种植各种农作物 还可以在山上采摘药材 由于这次并不想暴露身份 所以这次 杨云只带上了七威和孔元两人 据铁山交代 这战虎部的人 当年是吴影卫四部中战斗力最强的 现在 整个战虎部的人换了好几茶 战力还有几分 杨云并不知道 但可以看出 这些人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 至少这一块块庄稼 种得挺不错 这时 一块块田地中人们各司其职 正在有条不紊的忙碌着 老幼妇孺们正蹲在地里 清除地里的一株株杂草 一条小河边 一群壮年汉子正满头大汉 用力地推动着一辆辆翻车 将小河里的水送到干河的土地里 还有些男子 挑着一淡淡人畜的排泄物 倒在田地中骑着马 继续前行 看见前方的一块空地上 约有一两百年轻人 正手持木制武器 你来我往地操练着 杨云这几月来 跟着七威等人习武 见识增加不少 见这些人的招式虽然简单 但却非常适用 看来这些年来 战虎部的这些人 还是没有把武器丢下 殿下 那边就不去了 我们去山上看看吧 一只策马 跟在杨云身后的孔元 突然说道 听到孔元的话 杨云笑了笑 他知道 孔元是好意 现在战虎部的人 对杨云并没有好感 离他们远一些 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哼 就算他们不认我这少主 但我还是大副皇子 谅他们 也不敢有什么不敬的行为吧 杨云虽这样说着 但也知道 今日的行为 还是不惹战虎部 众人注意为妙 于是策马改变了方向 拼拼鸟鸟十三鱼 豆蔻烧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西京路 卷上珠连总不如 正行着 忽然听到朗诵诗歌的声音 这不是自己写给池里的那一首 赠丽娘吗 杨云立即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前方的小坛旁 有一个身穿绿衣的小姑娘 正一边迎着诗 一边画着一幅画 杨云仔细一看 这个专心致志的小姑娘 不正是在宫中两次见到的池里吗 听得有人在旁边驻足 池里停下手中的笔 转过头来 见到一个少年 骑着一匹雪白的马 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池里一下子呆住了 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再一次确认 是十三殿下 的确是十三殿下 没想到 在这京郊野外 居然能够见到 这位博学多才的黄仔 见过十三 见到杨云 池里显然十分高兴 她的手势制止了 池里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孩 见到杨云的手势 又看她的装束 立即明白杨云 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 于是她转口说道 见过杨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带着微笑 奇怪地问道 我姨父家就在这里 我经常到这里玩啊 道士殿 杨公子 你今日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啊 池里小脸红红的 有些俏皮的问道 我呀 我见今日天气甚好 于是便到这郊外 来走动走动 见前面有座山 想去看看能不能打点野位 杨云一边说 一边走过去 看池里画的什么 别说 这小姑娘画的还挺不错 小水潭 潭中的鱼儿 潭边的绿草 小树都微妙微笑 杨云看到池里的话 不由暗暗赞叹 这小姑娘喜好诗词对联 写的一首好字 居然还画的一首好画 真是一个才女啊 我从小经常来这边玩 对这一代还比较熟 要不要我给你们带带路啊 池里倒不知道杨云的心中 此时在想些什么 开心地在他旁边说道 那是求之不得啊 我正在想 这么大的地方 我又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可千万别迷了路啊 杨云笑着说道 好吧 那我们走吧 池里叫一直守在旁边的下人 牵来一匹枣红色小马 骑着他和杨云走在前面 一行人策马缓行不久 便来到山边 山边除了低坡处 种了一些果树之外 便是满山的灌木和树林了 越往上走 植被就越来越浓密 丛林 灌木 石头 山洞交杂在一起 使得这垂直高度不足千米的山中 成了野兽的乐园 快看 池里突然勒住了马江 指向左前方 小声喊着杨云 顺着池里手指的方向 剑前方的树枝上 一只野鸡正停在那里 杨云见状 连忙从孔元手上接过弓箭 同池里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看准野鸡的位置 张弓搭箭 呼得一箭射了过去 长见闪电般飞了过去 可惜并没有射中野鸡的要害 野鸡受了惊 扑的一下飞起来 抖掉射落的几根羽毛 很快地向远处飞去 看见目标 一定要有平和的心态 瞄准目标 果断下手 下手使手标抖 第一次射链 虽然没有射死它 但也算是挺了不起了 当然 还有力量不够的原因 现在的你 虽然能将弓拉满 但是却没有余力 去调整准确度 齐渭一边说 一边拿着弓箭做示范 杨云以前生活的社会 因为动物保护 所以是禁止捕猎的 今日第一次这么玩 也来了兴趣 继续朝山上行去 随着山体坡度越来越大 马匹无法在山道上行走 几人干脆放弃马匹 步行向山上走去 这山上来的人不多 野兽倒是不少 不一会儿 他们又发现了一只野猪 野猪并没有发现 有人闯入他的附近 此时正在一边哼哼唧唧 一边快乐地 在一根树干上蹭着 杨云手持弓箭 偷偷地向野猪靠近 池里也十分兴奋 捏手捏脚地跟在后面 到了距离野猪 只有十几米的地方 二人停了下来 躲在一块石头后面 野猪的皮糙肉厚 箭头不容易穿透皮肤 杨云便爬在石后等待机会 池里平日一个人 可不敢到这山中来 此时又有些兴奋 又有些害怕 躲在杨云后面 紧张地看着这只丑陋的野猪 等了好一会儿 野猪终于换了个姿势 将柔软的肚皮 露在杨云眼前 杨云马上做好准备 把弓拉满 一箭射了出去 这一箭正宗目标 简直插在野猪的身上 野猪突然受袭 被吓了一大跳 见攻击她的是 两个少年 很快在逃跑和反击中 做出了选择 熬的叫了一声 恶狠狠地向两人扑来 杨云立即张弓又是一箭 可是这一箭 却没有穿透野猪的皮毛 弹在地上 这时野猪离两人越来越近 杨云已经来不及再次射箭了 旁边的池里 吓得尖叫一声 躲在杨云身后 这时逃跑是愚蠢的选择 于是杨云从腰间拨出长剑 狠狠地盯住即将冲来的野猪 准备伺机给这畜生一下重击 第28章 狩猎欲险 野猪咆哮着冲向杨云 可是他的叫声却嘎然而止 只见这野猪头 紧和嘴上各种一箭 鲜血立即顺着剑杆流了出来 野猪看着不远处的两个少年 不甘地倒了下去 两少年转头一看 只见七威 孔元还有一直跟着持利的那个侍卫 每人手握一把弓箭 显然这三箭是这三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子而发 小姐 这打猎的事情是男人家做的 太血腥了 我们还是回去了吧 持利的侍卫关切地说道 曹大叔 我不怕 就让我再玩一会吧 持利看着这名侍卫 撒了娇说道 这侍卫显然十分宠溺持利 摇了摇头 无奈地继续跟在后面 随着几人上行的高度不断增加 出现的野兽越来越多 杨云终于成功地射中了一只野鸡 出战告捷 大大的激发了两个少年的热情 他俩开心地向着山区的深处走去 后面的几人劝阻无效 只得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杨公子 这只小白兔好可爱 不要杀他好不好 我们把他抓住 带回去养着 持利看见一只白色 还没成年的小兔子 开心得不得了 好吧 我们去抓住他 看着持利那开心的样子 杨云不忍心拒绝他 于是两个少年便在山坡上 跟着这只小兔子紧追不舍 这只小兔子虽未成年 可这山里面毕竟是他熟悉的地盘 只见他东一窜 西一跳 在草丛中钻来钻去 两个少年虽然紧紧追赶 但仍然没有把他抓住 就这样追一跑 两人不知道跑了多远 急得持利那曹姓侍卫 不断大声提醒他小心 终于 两人花了好多心思 把这只兔子堵在了一个低牙之下 杨云一个猛扑 把这兔子抓在手中 踢着他的耳朵 将他递给持利 哦 一声长想让在场所有大吃一惊 这鬼地方 怎么会有狼 小姐 危险 快点过来 曹姓侍卫 连忙一边招呼持利 一边向两人的方向奔去 孔元和七威也不敢怠慢 急急忙忙地跟了上去 谁知 三人还没有走到杨云和持利跟前 三道灰影如鬼魅般 挡在他们两拨人之间 众人定睛一看 果然是三头灰狼 三人见状 只得挺身上前 抽出随身携带的兵器 各自挡在一匹狼的身前 你们两个先走 我们挡住这些畜生 七威一边和一匹狼进行搏斗 一边对着杨云二人大声喊着 杨云知道 这时候可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他连忙拉着已经不知所措的持利的手 朝着一个方向急奔而去 刚跑出约莫一里地 觉得已经到了安全地带 正准备松一口气 谁知道转头一看 不由地吓了一大跳 不知什么 又有一匹狼出现在他们身后 正目露凶光 伸着长长的舌头 悄悄地向两人靠近 看着这狼凶恶的样子 杨云暗自庆幸 好在早转身发现了这家伙 要是晚一点 就会被这狡猾的家伙偷袭了 让持利躲在自己身后 杨云咬牙 从背上取下桑木弓 张弓搭箭 一箭射去 在危险面前 反而激发了杨云的潜能 射出的长剑正中灰狼前腿 他一下去扑倒在地上 走 趁灰狼到地 无法爬起来的机会 杨云又一次拉起持利 顺着山坡一阵狂奔 又跑了一段 满以为已经甩掉了灰狼 谁知这畜生 却一蹶一拐地追了上来 没办法 杨云只好又取出一支剑 一剑射了过去 这灰狼倒也狡猾 吃了一吃亏 居然学聪明了 就地一个滚 躲过射来的剑 杨云见状 准备再给这畜生一下 一摸剑带 居然没剑了 只好带着持利 转身又跑 此时的持利 由于惊慌失措 根本无法给杨云指路 所以杨云只好拉着持利 一路狂奔 在这山中乱跑一气 这灰狼也许是恶极了 拖着伤腿 仍然远远地掉在后面 殿下 我跑不动了 持利的父亲 是堂堂力不尚书 对女儿十分浇惯 持利从小 拿跑过这么远的路 实在坚持不住了 其实 就连杨云 此时体能 也已经达到了极限 快 前面有一棵树 我们爬到树上去 两人用尽最后的力量 拼命往树下跑去 持利不会爬树 杨云无奈 只得用力将她抱到树叉上 然后在后面 用手拖着她的屁股 好不容易把她送到树上 殿下小心 她已经追上来了 正当杨云准备上树的时候 持利突然大叫起来 她转身一看 灰狼已经来到她的身后 没办法 她只好拔出腰间的长剑 看着这匹灰狼 灰狼见杨云手中 闪着寒光的宝剑 似乎也知道这件威力不凡 瞪着血红的眼睛 却不敢进攻 一人一兽 就这样相互对视着 足足过了半煮箱时间 终于 灰狼不耐烦了 一声咆哮 恶狠狠地向杨云扑来 关键时刻 杨云反而忘记了恐惧 计算着距离 就在灰狼跃起的瞬间 飞快一闪身避开攻击 然后举剑刺向灰狼侧方 这灰狼也得确实狡猾 又是一滚 躲开杨云的攻击 杨云见状 暗暗惋惜 但她也不迟疑 手中常见一身 快速地刺向灰狼 然后趁灰狼躲避的机会 飞快地向树旁跑去 树上 早有准备的持力右手一伸 杨云见势一下子爬到树上 等灰狼反应过来之时 杨云已经逃出了她的攻击范围 恼羞成怒的灰狼 愤怒地冲过来 用力向上跳了好几次 但都无法攻击到树上的两人 又是着想 顺着树竿爬上来 刚爬不远 却又跌了下去 无奈之下 灰狼只好坐在树下 一边休息 一边想找到能攻击到树上两人的机会 两人一兽就这样僵持着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天已开始黑了 过了很久 灰狼身上的血已经不再流出 体力也恢复不少 于是她从地上爬起来 围着大树打着转 想要找到攻击的办法 终于 灰狼发现 树旁有一块巨石 她高兴爬到巨石上 然后纵身一跃 向着树上的两人扑去 差一点就抓到池里 池里吓了一跳 连忙手脚并用 向一根树枝上移动 不曾想 树枝根本承受不住 她重量啪的一声断了 池里连人带树枝 往地上掉去 杨云见状 立即一伸手 一把抓住池里 准备把她拉上来 可是 急切之下 不仅没有把池里拉起来 还被池里拉着一起跌下树去 杨云重重地压在池里身上 身下柔软的身体 使她没有受一点伤 但没有时间去体会 这种温香软郁的感觉 连忙爬起来 扶起池里 就向前方走去 刚刚再次爬上巨石 准备再次向上跳的灰狼 反而一下子懵了 纳闷地看着两人 难道这两人突然大发慈悲 想慰劳一下 自己鸡肠鹿鹿的肚子 等她刚准备去享受 这顿突如其来的大餐的时候 地上的两人已经爬起来 向前方逃跑了 道口的晚餐 居然还想逃跑 灰狼当然不会罢休 连忙追了上去 杨云现在是苦不堪言 刚才从树上跌下来 池里直接摔在地上 又被自己压在身下 目前正头昏眼花 可是现在的情况 又容不得她缓一缓 只得将她扶起来 努力前跑 才跑了不到十米 就被熟悉地形的灰狼追上了 无奈之下 杨云只得一手持剑 一手扶着池里 与灰狼对视着 第29章 斗狼 池里看着面前的灰狼 那双贪婪的眼睛 让她感觉到心寒 又看看身边正如保护自己的少年 突然来了勇气 殿下 你快跑吧 他吃了我 就不会再追你了 你说什么呢 我杨云虽然不是什么大英雄 但是丢下女人独自逃跑的事 我是永远不会做的 杨大声说道 然后又看着面前的灰狼 将剑举起 大声吼道 来吧 我就不相信 收拾不住你这个长毛的畜生 灰狼被杨云这突如其来的气势吓了一跳 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 但她又突然回过神来 自己堂堂的山中强者 岂能惧怕这区区两个少年 于是她又眼露凶光 刺着牙 恶狠狠地看着杨云 此时的杨云 在危急关头 反而爆发了血性 手中长剑一挥 冲向灰狼 朝着她的头狠狠斩下 灰狼不敢不敢应接长剑 一个闪身躲过长剑 然后伸出前肢 抓向杨云持剑的右手 杨云赶紧后退两步 想要躲过灰狼攻击 灰狼的速度 是杨云没有意料到的 她虽然连退几步 还是被灰狼前找划中手臂 吓得旁边的迟力 发出一声尖叫 狼找在杨云手臂上划了一道血痕 但却似乎没有感觉到 手中长剑挽出一个剑花 又朝灰狼刺去 灰狼又准备顾忌重施 闪过攻击再次扑来 可是这一次 杨云却不再后退 挥起长剑继续朝灰狼砍去 灰狼伸出的爪子 一下子击打在剑身上 差点将杨云手中的长剑击落 杨云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准备转身向灰狼继续攻击 小心 这时实力忽然一声大喊 杨云转身一看 灰狼已经再一次扑向自己 无奈之下 杨云只得一咬牙 用力握紧手中的长剑 用尽全力 刺向灰狼张开的大嘴 没想到这畜生剑刺来的长剑 这次居然不再躲闪 朝着杨云握剑的右手猛扑过来 错不及防的杨云 被灰狼狠狠地一撞 倒在地上 手中长剑也被打落在地 手臂上又出现了一道口子 血液顺着手被流了出来 杨云还没有来得及从地上爬起来 这灰狼却就地打了个滚 又朝杨云扑了过来 你这畜生 今日就算被咬死 也得让你付出代价 杨云连忙从地上爬起 双手握紧拳头 准备和这可恶的家伙 进行殊死搏斗 正准备扑向杨云的灰狼 却突然一声惨叫 倒在地上 杨云惊异地抬头一看 却见齿力手中拿着一根树棒 原来 齿力见杨云处于危险之中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从地上拾起一根树棒 朝灰狼后腿处 用力砸了下去 灰狼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杨云身上 没有想到 这被吓得已经瘫坐在地上的小姑娘 会突然出手 被一棒打在后腿上 一下栽倒在地上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杨云大喜过望 他连忙爬起来 拉着池力就往远处逃去 跑了约有一两百米 就听见一声狼嚎 转头一看 这畜生居然又爬起来 向他们追来了 在这夜晚的山林里 肯定是跑不过灰狼的 自己手里现在已经没有了长剑 被灰狼追上 肯定凶多吉少 看了看身边的环境 看到山路一侧 有一个约某七八十度的斜坡 杨云心一横 决定拼一拼 他迅速把身上的桑木公取下 扔在地上 果断地对池力说 抱紧我 把头埋在我的胸前 池力虽不知道杨云的想法 但是依然照着杨云说的话做了 紧接着 杨云也将池力紧紧抱住 然后他一咬牙 把眼睛一闭 身子一侧 迅速向斜坡下方滚了下去 灰狼很快追到斜坡前 望向黑漆漆的坡底 前腿往前伸了一下 但终于没有下去的勇气 只得嚎叫一声 无奈地转身离去 杨云和池力从斜坡上往下滚着 也不知打了多少个圈 转得头都昏了 感觉过了很久 终于停了下来 还好 他们运气非常好 滚了 估计有上百米远的距离 一路上居然没有碰到石头和大树 所以 两人除了头晕目眩之外 居然没有受伤 躺了好半天 两人才回过神来 池力这时候才发现 自己居然和杨云还紧紧地抱在一起 不由得羞得红了脸 连忙用力 挣脱了杨云的怀抱 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嗨嗨 事发突然 不得不这样子 杨云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结果 杨云这一说 池力更不好意思了 把头低下来 用手搅着自己的衣带 什么也不愿意说了 哎呦 杨云用手在草地上一撑 准备从地上爬起来 不想牵动了手上的伤口 痛得他忍不住叫了起来 怎么了 这一下 惊动了旁边的池力 他连忙跑过来 伸手要扶起地上的杨云 这时他才发现 杨云右手手臂上 已经血肉模糊了 这可怎么办 你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从小到大 从来没经历这种情况的池力 被吓坏了 他看着杨云的手臂 又想不出什么办法 急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这点小伤 没有多大问题的 只不过 我要去找点止血止痛和消炎的药 不然的话 伤口恶化了就麻烦了 杨云忍住疼痛 笑着说道 可是 再说就算有药也没有大夫 哎呀 你还有精神笑 池力着急地说道 不要紧 我有办法 杨云说着 借着月光在草地上寻找起来 不一会儿 他就找了好些草药 在附近的一个小水沟里洗干净 然后把其中一些 扔进嘴里大嚼起来 又把另一些用石头砸烂 做完这些后 他对着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池力说道 你从我身上撕下一块布 把我把这些砸烂的草药包起来 绑在我的伤口上 杨云的右手不方便 只得指挥池力帮自己包扎 可是 池力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在杨云的指挥下 笨手笨脚地费了好大功夫 终于将伤口包扎好 看着被包得惨不忍睹的手臂 杨云好不容易才忍住笑意 人家不会做这些事情吗 池力也知道自己包得不像话 脸红红的 不好意思地说道 处理完伤口 两人才有机会 打量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这才发现 他们现在在一个山坳里面 四周是山坡和树林 这时候能见度很差 根本找不到下山的路 于是两人决定就待在这里 等天亮再寻找出路 四处查看 见不远处有一个山洞 两人决定就去里面躲避一宿 来到洞口前 杨云先往洞中扔了一块石头 等了好久 见里面没有动静 看来里面没有什么凶猛的野兽 他俩这才放心地走进洞中 好黑啊 我害怕 刚往山洞里走了几步 池力就拉住杨云的手臂 不敢再往里面走 杨云也有些担心 洞中有不可预知的东西 于是带着池力 推到山洞接近出口的地方 第三十章 洞中认兄妹 我试试看 能不我生上一堆火 杨云这样说着 但他也没有多大信心 虽说许多人都知道 钻木取火的原理 但是真正要用这个方法取火 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找到几块松软一点的干木头 和一些干草 紧接着 杨云用从身上撕下一块棉布 想了想 又从棉衣中扯下一团棉花 然后将一个木块 放在一个避风的石头缝隙处固定 再把干草棉布和棉花 放在木块周围 然后用没有受伤的左手 拿起另一个木块 用力地用它在固定的木块上 用手快速来回摸着 这能行吗 见杨云用尽全力摩擦了许久 但始终没有将火引燃 池力疑惑地问道 应该可以吧 但是得看运气 杨云一边继续用力摩擦着 一边达到 看着隐约有火星出现在夜空中 池力来了兴趣 结果木块 也照着杨云的样子使劲摸着 池力毕竟是个小姑娘 力气之体力都不足 不一会儿就觉得有些累了 杨云又接过木块 用力摩着 火星越来越多 终于棉布被点燃了 杨云连忙把干草和棉花 放在棉布旁边 火苗终于窜起来了 殿下 你这是太厉害了 见杨云真的能够将火点起来 池力兴奋地不由鼓起掌来 火焰 带来光明 带来温暖 也使得池力 心情好了起来 杨云又在火堆上放上干树枝 等火势彻底稳定下来 杨云才有机会打量这个山洞 见这个山洞并不大 并且非常干燥 十分适合他们待在里面 再仔细打量 这山洞里居然还铺有干草 旁边还摆放着火帘 柴刀 甚至还有不少山药 看来这山洞 应该是哪个猎人或侨夫 临时过夜的地方 看到这些东西 杨云不由地露出苦笑 没想到 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将火升起 洞中却有现成的火帘 升起火堆 烤熟山药 解决了保暖问题的两少年 终于有机会坐在一起歇一歇 说说话了 殿下 你怎么会懂得那么多东西啊 会写诗 对对子 居然还会给自己智商 甚至给凭借几块木头生活 小姑娘满眼都是崇拜的小猩猩 终于把自己 已经想了很久的问题问了出来 也没有什么啊 我从小身子鼓弱 不是习武的料 所以我就喜欢看 一些宫中所藏典籍 从里面学了许多东西 还和许多外语来的使臣 学了些稀奇玩意儿 不过都是一些皮毛 不值得一提 对于自己掌握的这些知识 杨云无法解释 只得这样讲了 鹰姐姐说 我还比你大几个月 可是在你面前 我好像什么都不懂 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池里有些沮丧 哈哈 其实你还是挺不错了 既会写诗作对 还能画出漂亮的画 像你这样漂亮 又有才气的女孩子 以后谁取到就是福气了 见池里情绪有些低落 杨云故意笑着说道 经杨云这样一说 池里脸红红的 脸上又开始泛起笑容 可是和你在一起 我觉得一点不像 个比你大的姐姐 反而像个不懂事的小妹妹 那好 我的兄弟姐妹虽然很多 可是从小到大 始终没有人真正 把我当成兄弟或哥哥的 我一直都喜欢 有一个可以互相关心的 可爱妹妹 要不然 你就做我的妹妹好了 说起兄弟姐妹 杨云脸上泛起一丝丝思念 在那一个世界 也有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 从小跟自己最要的妹妹 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 那好 只要你不嫌弃 那我以后就叫你云哥哥 怎么样 池里抬起头 俏皮地看着杨云 那好 我以后就有真正的妹妹了 杨云伸手抚摸了一下 池里那红红的脸庞 开心地说道 这场突如其来的危险 彻底拉近了 两个少年之间的距离 他们相互看着对方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对了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农庄 厉妹你姨父到底是谁啊 杨云好奇地问道 我姨父叫钟文睿 以前是这农庄的主人 是个挺不错的人 对我可好了 可惜两年前出了点事 现在农庄是他弟弟在负责 居然有这妖巧的事情 池里居然是钟文睿的侄女 于是杨云问道 你姨父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啊 怎么连农庄都让给别人来管理了 我也不知道 问庄里下人 问我的姨妈 他们都没有告诉我 可怜的姨父 以前那么精明能干的一个人 现在经常喝得醉醺醺的 谁跟他说话 他都不愿意理睬 池里十分惋惜地说道 云哥哥 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这样坐着好无聊哦 池里换了个位置 坐到杨云身边 拉着他的手臂 满怀期待地说道 在他心中 这个云哥哥无所不能 讲出的故事一定会非常精彩 看着小姑娘渴望的眼神 杨云不忍拒绝 想了想 说道 那好吧 我就给你讲个牛郎之女的故事吧 杨云虽是学的一科专业 但她的语言表达能力很不错 再加上故事本身也非常精彩 所以小姑娘很快就被吸引住了 这牛郎挺不错 虽然穷 但是勤劳善良 七仙女姐姐选得好 和牛郎这样的善良勤奋的人过日子 肯定会幸福的 拆开了 恨死她了 这些小乌鸦真可爱 还给牛郎和织女搭起一座雀桥 故事很快讲完了 小姑娘却还沉浸在情节里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缠着杨云继续给她讲 于是 杨云只好又给她讲了 木兰从军和梁山伯宇驻英台 等几个故事 直到她靠在在自己的身边 甜甜地进入梦乡 为了让池里睡得舒服一点 杨云将她拥进自己怀里 看着小姑娘红红的脸颊 脸上还带着甜甜的笑容 杨云爱怜地将自己的长袍脱下 盖在她的身上 然后往火堆中加入一些木块 靠着洞壁 也沉沉睡去 朝霞出现在天边 也将光明送进山洞之中 池里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居然躺在杨云怀中 身上还盖着杨云的衣服 脸一下子又红了起来 看着杨云的脸庞 她第一次觉得 这十三皇子居然长得如此英俊 你醒了 感觉到怀中的小姑娘坐了起来 杨云也睁开眼睛 这时才发觉自己的双腿已经麻木 费了好大的劲 才缓了过来 在池里的帮助下爬了起来 从火堆的灰烬中 刨出几块山药 虽然已经在火中烧得焦黑 但吃起来还是十分重甜 看着池里满脸黑灰 杨云笑的气都喘不过来 惹得池里在她的脸上抹满黑灰 方才罢休 吃饱了肚子 两人走出山洞 由于这次有了亮光 所以两人很快找到了路 一起往外走去 哎呀 我的小心肝 你可把姨妈急坏了 显然 他们一整夜都在寻找自己和池里 说话的是一个年约27人岁的妇人 这妇人见到池里 一下子就冲过来 一把将她抱住 没事的姨妈 我一点事情都没有 池里伸手 想擦掉妇人眼角的眼泪 没想到都把妇人面颊弄得漆黑 杨云看着陆续赶来的人 发现本来留在皇子府的剧远光 和艳情柳月 甚至连铁峰 燕飞飞和姚霞都赶到了 一个个眼中带着疲倦的神情 显然都一夜没睡 第31章 蹊跷 杨云看完 让各位担心了 众人的行为 让杨云十分感动 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杨云终于重新有了家的感觉 他走上前去 深深地施了个礼 感谢他们 为自己付出的一切 殿下没有事情太好了 这些都是 我们属下应该做的 剧远光代表众人 向杨云失礼 高兴地说道 云哥哥 这是我的姨妈 杨云刚和剧远光等人聊了几句 实力就拉着那个妇人 来到她的面前 小妇人继母瑶 见过十三殿下 感谢殿下 对小莉的救命之恩 那妇人恭敬地 向杨云深深地鞠了一躬 呵呵 严重了 严重了 我们是互相帮助 才得以一起 从廊口逃生的 杨云一边说 一面打量着这个妇人 这妇人虽然穿着华丽 但面色有些憔悴 作为一个医生 她能看出 这妇人常处于抑郁状态中 云哥哥 你以后能经常来看我 再给我讲 那些好听的故事吗 池里满怀期待地 看着杨云 杨云笑着答应了 怎么忍心拒绝 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呢 这次去战虎部 虽然出了点意外 但是也给了我一些希望 我觉得 我们还是很有可能 把战虎部 重新拉入我们的怀抱的 回到十三皇子府 杨云便开心地 把他最信任的几个人 教导义士厅 分享自己的想法殿下 经过山中遇险这事 钟文涛肯定已经知道 您来了战虎部 作为头领的他 连面都没有录一个 可见他对此事 是非常反对的 所以我觉得希望不大 燕飞飞接口说道 难道殿下 想在钟文瑞的事情 上做文章 巨远光想了一下 看着坐在上手的杨云说道 直我者巨大哥也 杨云呵呵地笑道 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是这样打算的 首先 你们把消息传出去 如果我统领战虎部 可以让他们每年的收入 增加三到五倍 第二 飞飞姐 你们想办法把钟文瑞 当年发生的事情搞清楚 通过我的了解 我不相信钟文瑞 是一个喝了酒 就会乱来的人 这里边一定有隐情 好 那我们就按殿下说的 来一个双管齐下 不管能不能成 我们都得努力争取一下才对 巨远光接口说道 对于杨云 他是越来越佩服 继目瑶坐在房间里 看着踏上醉得一塌糊涂的丈夫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曾经自己最引以为傲的男人 现在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两年了 那一个对自己百般疼爱 在农庄又受到手下兄弟 无比敬重的男人 始终没有从那件事情里面走出来 这两年里 老二文韬始终对自己没有好脸色 要不是还有一帮一直拥护丈夫的兄弟 以及自己背后的持家 可能自己和丈夫早就被赶出农庄了吧 夫人 十三殿下府中派人送给您的 丫鬟子云走进来 递给继目瑶一张请柬 低声说道 看着手中的这份请柬 继目瑶久久没有说话 这十三殿下 居然邀请自己去红兵楼 可是自己一个富道人家 平日里和他并没有什么交集啊 算了 这十三殿下毕竟是皇子 又救了池里那丫头 自己就去一趟吧 想到这里 他抬起头 对紫云说道 你去回复来人 说我明天会准时的 见紫云要往出走 又叫住他 这事你就别胜张了 明天我们敲敲去 红兵楼 还是二楼那个雅间 这次为了方便和继目瑶谈话 杨云只带了燕晴和柳月俩个女孩 继目瑶带的人也不多 一个少女和一个红脸汉子 今日冒昧请记仪前来 还情见谅 见燕晴领继目瑶等人进来 杨云立即站起来 向他打招呼 殿下客气了 杨云虽是不到15岁的一个少年 但毕竟是堂堂的皇子 所以继目瑶连忙躬身行礼 这两位是 杨云指着继目瑶身后的两个人 这是妾身相公的结义兄弟 窦凡窦大哥 这是我的贴身婢女子云 继目瑶顿了顿 又接着说道 这两人都是妾身信得过的人 听完继目瑶的话 杨云不禁在心中 对继目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这夫人显然也是一个 有些头脑的人 知道自己以这种方式邀请他 要谈的事情 一定不适合太多人知道的 想到这里 杨云便不再犹豫 说道 季云也知道 我和丽妹共同经历危险 现在十分要好 她一直崇拜她的姨父 为她移现在的变故而遗憾 今日我邀请季云前来 就是想了解一下此事 看能否尽点绵薄之力 杨云作为一个医生 她一直有这样的观点 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是不可能因为醉酒非礼妇女的 一是体能原因 醉的路都走不动了 有这力量吗 二是就算醉酒 潜意识里不大可能 做平时里不愿做的事 所以说 所谓酒后乱性 只不过是一些人 为自己犯下的错误 找借口罢了 季木瑶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沉默了很久 她长叹一口气 声音低沉地说道 妾身本来不愿再提起此事 殿下既然问起 那妾身就再讲一讲吧 季木瑶拿起面前的杯子 喝了一口 然后说道 这是当然闹得很大 成了整个西京城的一个笑柄 相信殿下也有所耳闻 但是我一直不相信 文瑞会做出这样的事 我和文瑞成亲十年 一直没有生育 我多次劝她那钱 她都拒绝了 还有殿下您看 我这丫鬟子云 姿色一点不比文涛那媳妇差 已经答应给文瑞填房 她都一直没有碰 她怎么会借着酒精 去飞里文涛的媳妇呢 季木瑶越说越激动 最后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捂着脸抽气起来 孤月是个好人 跟我们丫鬟在一起 从来不会动手动脚 她这个人 不会干出非礼别人的事情的 不像文涛少爷 看个人好像要把眼珠 看到人家肉里面去一样 庄里好几个丫鬟 都被她祸害了 旁边的丫鬟子云 忍不住说道 一直站在季木瑶身后的 红脸汉子窦凡 向着杨云一拱手 我文瑞大哥 平日里最恨欺负女人的人了 对庄中的兄弟们 也是这样的要求的 所以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一定有人陷害他 还请殿下帮他洗礼冤屈 如若成功 我窦凡就算当牛做马 当日老爷盛怒之下 没有仔细调查此事 就撤去文瑞首领职位 由文涛接替 几日后老爷去世 文涛也没再去调查此事 也不准庄中任何人议论此事 大嫂 让我们几个平时和文瑞大哥 要好的兄弟 暗中去查这件事情 可是当时服侍文瑞大哥 和苏姑娘的几个下人 全部不知去向 后来 文瑞大哥的心腹兄弟们 有的被降职 有的被调离 还有的干脆被赶出农庄 调查的事也没有了眉目 窦凡接着说道 后来 我也请姐夫池侍郎 悄悄派人去查 可是也没有任何结果 殿下你若能将此事查清楚 妾身感激不尽 说完 纪木瑶离开位置 向杨云深深鞠了一躬 第32章 线索 和纪木瑶几人的这次谈话 坚定了杨云的想法 回到皇子府 他找到了聚远光 想听听这位族制多谋的谋士 有什么建议 看来这是有心人 早已策划好的一个阴谋 他们设套 让没有丝毫察觉的 忠文瑞钻了进去 其实这阴谋的策划者 不难猜测 这件事情就获利最大 谁就是最大嫌疑人 聚远光说道 杨云接着问道 那聚大哥你看 要搞清这事情的真相 我们应该如何下手 不是说 有些忠于忠文瑞的手下 还有池家的人 已经调查过此事了吗 可以让非音部的人 去找一找曾经的 调查过此事的兄弟 但这得让窦凡配合 至于殿下你吗 恐怕得去你的丽妹妹家 去走一趟了 聚远光笑着说道 池里的父亲 池尚文可不一般 他是大福帝国的 吏部尚书 拥有替朝廷推荐 和甄选文官的权利 手下门生顾利很多 但此人却洁身自好 与所有皇子和官员 除了正常公务来往之外 从不和谁走得特别近 遇事也公正方直 在朝中素有铁面利的称号 可现在 这池尚文 却为一件事情犯愁 自己的独生女儿 池里前几日 从郊外农庄归来 就口口声声念叨 他告诉池尚文 女儿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 他已经喜欢上这个云哥哥了 大福帝国青年人 十六七岁就开始嫁娶 所以女儿喜欢上男孩子 池尚文也不觉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其他人儿女嫁娶 都希望找一个 门当户对的家庭 池尚文可不这样想 自己就这样一个女儿 他只希望 女儿找一个 自己喜欢的优秀男子 对于家庭地位他 反而没有什么要求 派人去了解了一下 把池尚文吓了一跳 女儿直念叨着的 这个云哥哥 居然是大富国的十三皇子 这一下 池尚文可犯了仇 别人都想和皇子拉上关系 可他却不一样 他宁愿 女儿喜欢一个平凡不一 也不愿意对方是一个皇子 历朝历朝皇权之争 多是血流成河 他可不愿意自己的女儿 成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老爷 十三殿下送来拜帖 他在门外等候 一个下人匆匆进来 向池尚文禀报 居然这么快就亲自上门了 皇子登门 池尚文可不敢怠慢 连忙换好衣服 匆忙出门迎接 池大人 冒昧来访 还望池大人多多海涵 见到池尚文 杨云主动招呼道 不知十三殿下亲自立临寒舍 臣有识远迎 还望殿下恕罪 堂堂皇子殿下 先给自己打招呼 他可不敢怠慢 但心中却有些不满 这也太着急了吧 刚和女儿分开两天就追过来了 池尚文将杨云领到一间客室 让下人奉上香名 又在杨云的事一下 让侍奉的下人都下去 事中只留下自己和杨云 聚远光三人 今日前来 我想了解一下 两年前中家农庄中文瑞一事 听说池大人也曾派出人去调查过 不知结果如何 三人落座 杨云立即问道 这十三皇子来找自己 居然真的有事 看来还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的纹固子弟吗 不过这中家农庄 似乎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事已经过了两年 也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 于是池尚文回忆了一会 答道 殿下 这中文瑞一事 我七妹曾托我去查过 可是中家的人极不配合 很多事情的都一问三不知 关键是那几个关键的当事人 要么辞工回乡下了 要么就到外地去了 或者干脆失踪了 我们什么都没查到 这是人家家事 他们自己都没有向衙门呈上状子 我也不好通过朝廷 让他们派人调查 所以这是最终不了了之 那就是说 你这也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杨云有点失望 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 至少可以看出 这件事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见杨云有些失望 池尚文说道 云哥哥 我就知道你是不会忘记我的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这时 房门突然被推开了 池里跑了进来 拉着杨云的手臂 高兴地说道 你这丫头 怎么变得这么冒冒失失的了呀 池尚文无奈地说道 他最疼爱这个女儿 舍不得责罚她 爹爹 云哥哥不会计较 女儿不懂李树的 池里撒着娇说了一句 转头又向着杨云 云哥哥 你说是不是啊 看着小姑娘天真无邪的样子 杨云笑着说道 看到你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计较什么李树啊 云哥哥 你今天是专程来看我 来给我讲故事的吗 池里兴奋地拉着杨云的手 问道道 哼哼 我今天是来看你的 至于故事嘛 可能没法给你讲了 因为我 还有其他事情 杨云说道 啊 云哥哥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 你可是答应给我讲故事的 池里不干了 拉住杨云的手臂 不愿意松开 丫头 你不要缠着殿下 我们真的 还有其他事情 池上文大声呵斥道 池里无奈地松开杨云的手臂 情绪变得低落起来 杨云见状微笑着说道 虽然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你讲故事 但是我写了出来 你要不要啊 说完 杨云从怀中拿出一本小册子 上面写满了银头大小的字 石头记 池里看了看上面写的字 嘴里念叨着封面上的名字 虽然只有几张 这可是杨云根据记忆内容所写 实在忘了的 就自己续上 花了很长时间写出来的 挺好看的 你先拿去看吧 若你喜欢看 到时 我要写给你 杨云在池里头上拍了几下 轻轻地说道 池里高兴地拿着小册子 坐在一旁看了起来 杨云几人 则继续讨论刚才的事情 池上文一边交谈 一边在心里赞叹 这十三皇子 和自己的女儿年纪相仿 可是言谈举止 成熟稳重 哪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啊 但他乃知道 杨云两个世界的年龄相加 比他还大一些 这让他十分好奇 这常年生活在皇宫中的皇子 怎么会懂得 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呢 不过此时的杨云 却没有时间考虑 池上文是怎么考虑自己的 在他的计划中 战虎步是他以后发展 自己力量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是现在却找不到 任何的突破口 怎能不叫他心急如焚呢 对于这本手书的《石头记》 池里开始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但这是自己的云哥哥 给自己的第一件礼物 所以他十分珍惜 坐在旁边马上翻看起来 不一会儿 他就被里面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 以至于杨云走的时候 他都没有从贾宝玉的世界中走出来 只是简单地和杨云打了个招呼 就又沉浸在故事里面去了 回到皇子府 杨云彻夜难眠 这件事情没有头绪 战虎步这件事 就无法找到突破口 没有石破口 就无法打动战虎步的人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此事正在山崇水赋一无路之时 却又护得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第33章 肖香阁 殿下 飞鹰部收到消息 已经在两百里外的一个小山村 找到苏紫瑶当时的丫鬟了 这已经是从力不上叔府回来后的第三天了 孔元匆匆地走进来 向杨云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太好了 你通知菲菲姐 马上派人把这丫鬟控制住 并且弄清楚当年事情的真相 并且看从他那里 能否找到其他相关的人 突然而来的好消息 让杨云惊喜万分 肖香阁 这个名字非常好听 在整个西京城名气很大 因为他是西京四大青楼之一 肖香阁的情仙子 柳飘飘色意双绝 更是西京最红的名级之一 大夫许多王公贵族 为了一督柳飘飘的芳容 听一听他弹奏的天籁之音 而不惜一至千金 这大夫的青楼和现代人想象的有些不一样 他不单单是女子靠自己身体 换取经营的地方 有许多是卖意不卖身的 他们靠着自己的绝世美颜 以及各种各样的才艺 反而拥有更多的簇拥者 柳飘飘就是这样一个女子 哟 公子 您可好久没有来了呀 快请进 杨云一行人来到萧香阁门口 一个脸上擦满厚厚脂粉的老宝 笑着迎了上来 这老宝显然十分精通人情世古 一眼就看出杨云是这群人的领头人 马上向他热情招呼着 在老宝的带领下 杨云带着巨眼光和七威走进了萧香阁 其余侍卫则在门外等候 老宝带着三人来到靠近前台的一张桌子坐下 杨云打量着这萧香阁 作为西京几大萧金库之一 这萧香阁却定名不虚传 整个大厅装修的金碧辉煌 偌大的大厅里坐满了人 许多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子 在里面来来往往 几位公子可有熟识的姑娘 老深安排他们过来陪几位喝酒 老宝满脸堆笑地问道 哼 我们很少来这里 你随便安排几个过来就行 七威显然没有少到这样的地方 对里面的门道十分清楚 所以他笑着对老宝说道 不一会儿 老宝就带着十几个高矮胖瘦 各不相同的女子来到他们面前 让他们各自选择一个心仪的女子 杨云十分同情这些 为了生计所迫 不得不走上这条路的女子 他选择了一个 看着应该能说会道的女子 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七威和聚远光也挑选一人 坐在自己身旁 这些女子天天在这种场所维持生计 显然精通此中门道 他们很会营造氛围 拉着三人玩藏沟 握朔 拨钱 炙头子等几个小游戏 输了的就饮酒一杯 不一会儿 所有人就变得熟悉了 见时机差不多了 杨云对坐在自己旁边的女子问道 听说钟家的钟文睿 时常到这里来 今天怎么没有见到她 这女子想了一会 恍然说道 客观说的是钟家的那个酒鬼 她啊 隔三差五就会过来 不喝她一个鸣顶大醉 不会回家 最北边那张桌子 她一来准会坐着那里 那人啊 抠门得很 从不叫姑娘 只是一个人喝闷酒 那女子一边说 一边还指着角落里空着的一张桌子 杨云等人 坐在那里一边喝酒 一边游戏 不一会儿 台上开始了表演 有魔术 唱小曲 杂技等 好不热闹 惹得台下不停地鼓掌欢呼 或者给表演者打赏一些财物 这时 一个小丝走上台来 大声说道 各位客观 今日大家运气很好 我们肖香格 琴仙子柳飘飘姑娘新作一曲 将第一次在大家面前弹奏 小丝的一番话 很快得到响应 众人在台下大声欢呼着 活脱脱现代追星族 看到自己的偶像一般 紧接着 一个年约二九 身着粉色长裙的少女 怀抱一个古琴 款款走上台来 这少女浮光盛雪 双目游似一红清水 一头的长发 好似一道黑色的瀑布 这少女容貌秀丽之极 荡真如明珠声韵 美玉荧光 眉目间隐然有一股书卷的清气 杨云出看着少女 不由一愣 这少女 真是肖香格头拍铭记吗 这一副清纯模样 明明就是一个小家碧玉嘛 再看她的容貌 身材 的确配得上碧玥羞花四字 少女走到前台 扫视台下众人 向台下施了一礼 杨云发现 在少女扫过自己之时 忽然有一个停顿 神色中有一丝错愕 但随即恢复了正常 难道这少女认识自己 杨云觉得有些疑惑 但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少女啊 想了想 杨云摇了摇头 这应该是自己的错觉罢了 正在此时 柳飘飘已经退到台中 坐在一个井凳之上 将古琴置于桌上 鲜鲜玉指轻轻一扶 一声清脆的琴音 传入众人耳中 听中众人马上安静了下来 因为大家知道 这位秦仙子要开始弹奏了 紧接着 一阵琴音传入众人耳中 那声音 时而如青泉流过小溪 是那么清澈空灵 时而又如青风拂过树梢 是那么轻柔飘逸 时而又好像飞鸟鸣鱼空骨 是那么的清脆悦耳 这琴音 让众人都陶醉其中 他们仿佛被带进一个 风景优美的世外桃源 享受着神仙般的美景 似乎连空气中 都流淌着山间清新的气息 琴音慢慢地降低 直至完全停止 但是 在场众人仍然沉醉于琴音之中 听中一片寂静 过了很久 不知是谁率先发出了掌声 众人才反应过来 鼓掌声欢呼声 如潮水般地响起 经久不息 此曲只阴天尚有 人间难得几回闻啊 飘飘姑娘 再弹奏一曲吧 一个声音传来 立即引来众人的硬核声 柳飘飘也不推辞 双手轻拂琴弦 又弹奏起来 这一次弹奏的曲子不同 但又有不同的味道 让众人打呼过瘾 柳飘飘一连弹奏了三首曲子 都是十分悦耳动听 三曲完毕 虽仍然有人希望继续听下去 但柳飘飘却不再弹奏了 助兴节目继续进行 表演者虽仍然十分卖力 但却再没有柳飘飘上场时 场中众人热情似火的那种场面了 杨云正觉得 有一些无趣的时候 只见一个身材有些高大 须发有些凌乱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钟文锐来了 孔元见到那中年男子 向着杨云小声说道 钟文锐走进大厅 没有人和他打招呼 他也没有招呼任何人 静止向角落那个桌旁走去 刚一落座 一个小厮就端着一盘小菜 一坛酒放在他的桌子上 显然这小厮知道钟文锐的习惯 第34章 真相 整个大厅数百人来来往往 各种喧闹声不绝于耳 钟文锐似乎都没有听到 在他眼中只有桌上的酒坛 将坛中的酒倒入酒碗之中 一口接着一口喝了起来 不大一会儿 他已经喝下了好几碗酒 这酒虽然度数不高 但钟文锐这样连续地喝 还是很容易醉的 果然 不一会儿 钟文锐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色 如果再这样连续喝下去 相信再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醉了 朋友 这厅中还有许多空座 钟某没有和陌生人同桌饮酒的可惯 隔下请吧 一个人直接走过来 坐在自己对面 钟文锐眉头一皱 大声说道喝 钟大哥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所有人都是从陌生到熟悉 最后还成为朋友的 来人并不因为钟文锐的话而离开 反而笑着说道 对不起 钟某没有朋友 也不打算结交朋友 隔下再不离开 就别怪钟某不客气了 对方的死缠烂打 让钟文锐很不满意 他的将手中酒碗一放 看着坐在对面的少年 这少年正是杨云 他见着钟文锐 虽是一副落魄的样子 但从面相来看 应该不是一个奸邪小人 使得杨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钟大哥不认识在下 可认识这个东西 杨云一边说 一边从怀中掏出一个上 有一只漂亮鸟的金钗 朱雀钗 看到这金钗 钟文锐眼睛突然泛起了光芒 他用颤抖的手 将这只金钗拿在手中 口中喃喃地念叨 两久之后 钟文锐眼中的光彩慢慢散去 他将朱雀钗轻轻放在桌子上 缓缓地推到杨云面前 然后说道 你走吧 钟文锐已经不是以前的钟文锐了 说完之后 钟文锐无力地躺靠在椅子上 仿佛刚才的行动 已经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看着坐在对面的钟文锐 杨云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能够理解钟文锐 哀莫大于心思 两年前的这一次打击 成为他这一生的梦魇 两年了 他始终无法走出来 如果你想知道两年前那件事情的真相 明日武师到红兵楼 我在那里等你 说完之后 杨云没有停留 带着七威和聚远光离开了萧香阁 钟文锐呆呆地看着杨云离去的背影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他端起面前的酒碗 刚放到嘴边 又把她放在桌子上 殿下 你终于回来了 池莉小姐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杨云一行人刚走到皇子府门口 燕琴就迎了上来 向杨云说道 池莉显然已经等得十分不耐烦了 见杨云一露面 便飞快地跑过来 拉住了杨云的手臂 池莉的来意很简单 就是要石头记后面的章节 那日杨云给池莉写好的石头记 前面的章节 起初她并没在意 谁知越看越觉得好看 一直发展到吃饭和睡觉 都在响里面的情节 杨云给她写的章节 她一连看了好几遍 终于忍耐不住 跑来找杨云要后面的章节 听到池莉说出自己的来意 杨云笑了笑 池莉有这样的反应 完全在她的意料之中 这个时代 人们能够看到的书籍很少 石头记 这样经典的小说 当然会对大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你看完之后 可以给你的那些好姐妹们看一看 把早已准备好的新章节递给池莉 杨云摸了摸她的秀法 轻轻地说道 殿下 快到五十了 这家伙怎么还没有到啊 是不是不会来了呀 燕飞飞看看窗外的太阳 有些焦急地说道 放心吧 她会来的 只要有一丝可能 她都不会放弃的 姚霞一边把玩着手中的一块玉佩 一边对燕飞飞说道 她来了 说话间 一直站在窗边往下张望的巨远光 突然说道 不一会儿 雅间门被推开 钟文锐推门走了进来 今日的她 比起昨日来一坐 整洁的很多 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 钟文锐一走进门 便看到坐在里面的铁峰 燕飞飞和姚霞 明显一愣 略意迟疑之后 她还是选择了一个位置坐下 但是脸上明显有尴尬之色 钟大哥 我想知道 两年前那一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清楚吗 杨云坐在钟文锐对面 看着她 慢慢地问道 谁知 本来非常平静的钟文锐 听了杨云的话 马上露出痛苦之色 过了好一会 她闭上眼睛 用手敲着自己的头 说道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喝多了 醒来时 事情就成那样了 你喝多了 什么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 这件事有可能并不是大家想的这样 杨云看着钟文锐 又轻轻地说道 听了杨云的话 钟文锐头一台 眼中露出西纪的光彩 但不一会儿 又重新暗淡下去 嘴里喃喃地说道 不会的 不会的 说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我相信你 并且 我也有办法向所有人证明 你是清白的 见钟文锐 一副不相信的神色 杨云微微一笑 对着外间大声喊道 把人给我带进来 不一会儿 就见燕琴和柳月 带着一男一女走了进来 这一男一女头发凌乱 脸上有淤青痕迹 显然是被人用过心 敦子 清妖 怎么是你们 见到这一男一女 钟文锐奇怪地问道 这两个男女 一个是自己的随从 一个是苏紫瑶的贴身丫鬟 但是 两年前自己出世之后 他们就不见了踪影 大当家不是我想害你 都是他们逼我的 我若不从 他们就会把我卖到窑子里 那个叫住清妖的丫鬟 见到钟文锐 吓得脸都变了颜色 连忙跪在地上说道 钟文锐也是一个 智力超群的人 看到这一幕 那还不明白 自己当年是被人算计了 而面前这两个人 就是陷害自己的帮凶 想到这里 他指着那个叫蹲子的人 怒吼着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我对待你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 你还要害我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钟文锐越说越生气 他站了起来 在桌上抓起孔元 放在那里的一把短刀 就要向蹲子扑过去 慌得孔元和旁边的七威 连忙死死将他拉住 好不容易才将他劝住 少爷 奴才也不想这样啊 都是他们逼我的 小的对不起您 对不起您啊 跪在地上 一边磕头一边说道 在蹲子和青妖的交代下 钟文锐终于把两年前 发生的这件事情 弄了个一清二楚 起得他将拳头捏得紧紧的 连指甲将手掌戳破 鲜血流出来都不知道原来 钟文韬从小就嫉妒这一个大哥 从小到大 钟文锐样样都比自己强 身受农庄上下喜欢 后来 钟文锐被钟老都尉 任命为农庄的首领 钟文韬更是怒不可遏 发誓要把这个位置 抓在自己手中 钟文韬绞尽心机 终于找到一个机会 趁着老都尉终免六十大寿 所有都忙于授情之机 于是 忙便让前不久 因偷情被自己发掘的 蹲子和青妖 将蒙汉要偷偷地 放入钟文锐和苏紫瑶的杯子里 使得两人昏睡不醒 接着 钟文韬潜入苏紫瑶的房间 玷污了他 又偷偷将钟文锐 扶到苏紫瑶房间 脱光他的衣服 放在苏紫瑶榻上 再把苏紫瑶挂上房梁 造成自杀的假象 第35章 争端 两年了 这两年里 我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中 却没想到 这一切居然是个局 居然是我亲弟弟 给我设的一个局 钟文锐坐在椅子上 痛苦地说道 我需要您的帮助 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扮上之后 钟文锐看着杨云 缓缓地说道 钟大哥 我们会协助你的 绝不会让恶人继续逍遥 杨云微笑着对钟文锐说道 而旁边的铁峰 燕飞飞和姚霞 也纷纷表示 绝不会袖手旁观 相公 我就知道你是被冤枉的 门突然被推开 纪木瑶一下子冲了进来 抱住钟文锐 失声痛哭 木瑶 这两年辛苦你了 钟文锐抹摸着纪木瑶的头发 凝视着两年来 被一直对自己不离不弃的妻子 不禁流下了英雄泪 庄主 情况有些不对 你大哥带着一群人进庄来了 钟文涛正在房出 怀中抱着两个丫鬟 享受着两人口对口 给他喂的水果和美酒 一个手下匆匆地跑进来 大声向他报告 有这种事 钟文涛抽出深入丫鬟一惊的手 疑惑地说道 紧接着又吩咐 齐和人手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钟家农庄的一块空地上 手中的活 远远地看着空地上的两拨人 钟文锐 你好大的胆子 敢带着外人 私自来到钟家农庄 钟文涛站在前方 大声呵斥道 外人 你还好意思说 你看看 我今天带来的好多人 曾经都是我们农庄的兄弟 钟文锐站在自己的弟弟面前 指着身后的这群人说道 然后他又接着说道 今日 我就是要带着这些这两年 因为各种莫须有罪名 被你赶出农庄的兄弟 来找你求一个公道 钟文涛看着跟在钟文锐身后的人 一副不屑的神情 但突然看到钟文锐后面的蹲子和青鸟 脸上突然变了颜色 顿了一下 他脸上流露出狠立之色 大声喊到钟文锐勾结外人 意图对我农庄不轨 迅速给我拿下 若有反抗 格杀勿论 听到钟文涛的命令 他身后的农场家丁面面相去 因为对面的正是他们的前首领 并且对面许多人 以前都是农场的兄弟 兄弟们 两年前 钟文涛陷害于我 谋夺了首领之位 今日还要杀人灭口 难道大家还要助纣为灭吗 钟文锐对着庄中众人 立一声喝道 听了钟文锐的话 农庄众人更是面露犹豫之色 甚至还有人放下 拿在手中的武器 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 见到这一状况 钟文涛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 他大声吼道 休要听他血口喷人 快点动手 要不然 你们都要受到惩罚 农庄众人见钟文涛发火了 只好握紧手中的武器 一步步向钟文锐等人逼近 眼见曾经的兄弟姐妹们 就要自相残杀 钟文锐眼中露出了不忍之色 他最不希望的场面就要出现了 住手 这时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大吼 所有人都转过头去 只见一群人匆匆赶来 这群人前面是十几个年 约六七十岁的老人 当现一个老人须发全白 不怒自威 刚才的这声爆吼 就是从他口中传出来的 看到这一群老人的出现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些老人 都是当年和老都尉中免一起战斗的 第一批无影卫战虎部成员 这些人为了战虎部的发展 立下了汉马功劳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出来管事了 但是他们在庄中威性极高 庄中好些弟子 还是他们的儿孙 特别是走在最前面的这个老人 正是当年副都尉 威望仅次于老都尉中免 郭伯 这点小事还把你给惊动了 您去休息吧 放心 小侄会把这事处理好的 见到领头这个老人 钟文涛马上满脸堆笑 对他说道 但是眼角扫过 我站在老人身后的纪木瑶和杨云等人 却露出一缕 让人不易茶茶的寒霜 我不来 这里农庄的庄稼 是不是准备用尸骨当肥料 用鲜血来浇灌啊 老人把手中的拐杖 狠狠往地上一处 愤愤地说道 不是的 郭老您看 这人祸害了我为过门的妻子 念在他是我的同胞兄弟 我没有将他赶出 没想到 现在又带人来农庄里捣乱 我实在无法再忍耐了 我今日决定 为子瑶报仇 然后提起武器 向前走云 但没走几步 他又停下了 因为他突然发现 跟在他后面的 只有寥寥数人 大多数农庄子弟停在原地 一动也没动 他一下子变得脸色铁青 今日当着众兄弟的面 我来做回主 你们两弟兄 把该说的话全部说出来 大家给你们评判一下 到底是谁对谁错 郭姓老者的话 显然说出了在场 大多数人的心声 他们把目光聚集在 钟家两兄弟身上 看看他们要说些什么 这有什么说的 他们今日喊了这么多人前来 明显是串联好了 准备倒打一耙 诬陷于我吗 钟文涛后退一步 大声喊道 黑得白不了 白得黑不了 我们这帮老家伙 虽然老了 但是眼睛还看得见 耳朵也听得到 这几把老骨头 今日站在这里 相信我们一定会 为你们主持公道的 郭姓老者说完 旁边几个老人 也都忙不迭点头 表示支持郭姓老者的说法 钟文涛眼中闪过一丝无奈 只得站在一旁 让钟文涛说出自己的理由 钟文瑞向前走了两步 气愤地说道 兄弟们 两年前发生那件事情 我深深自责 终苦了整整两年 谁知 我现在才发现 这一切就是一个阴谋 我今日前来 就是为了洗刷冤屈 不再生活在痛苦之中 接着 钟文瑞把身后的蹲子 轻摇叫了出来 让他们两把两年前发生的事情 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众人 胡说八道 你们以为胡乱说点什么 就可以颠倒黑白了吗 有本事 你们拿出证据啊 两人刚刚说完 钟文涛便大声喊道 证据 那就给大家看看 这是两年前 西京寄生堂药铺的销售记录 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 出事的前几天 你让手下在寄生堂买的蒙汉药 这还有他交代 是你让他购买的认罪书 难道这白纸黑字 还冤枉你了吗 这时 一个华服少年走了出来 拿着一张单子大声说道 第36章 战虎归心 胡说八道 我根本没有让楚六去买蒙汉药 都是你们栽赃陷害我的 钟文涛说道 楚六 楚六是谁 我刚才有说到 一个叫楚六的人吗 是你做贼心虚吧 杨云笑着说道 寄生堂确实有中家农庄 购买蒙汉药的记录 但却没有记录购买者的姓名 于是巨远光便献上这样一个计策 没想到钟文涛果然上当 杨云的话音刚落 场中便一片哗然 两年前发生的事情 在场的人都十分清楚 好多人还在遗憾 钟文涛这样一个优秀的人 居然做出这样的事 没有想到 竟然是这钟文涛为了上位 居然连自己没过门的妻子 以及自己的亲哥哥都要陷害 你们这些人 休想用这些手段栽赃陷害 这些事情不是我干的 钟文涛大声说道 但语气中明显有些底气不足 他话音未落 郭姓老都身后的一位老人 突然冲出来 冲到钟文涛身边 一拳打在钟文涛脸上 但马上被身旁的人紧紧拉着 老人一边挣扎 还一边骂道 你这个畜生 苏老哥当年并不喜欢你 但他在老都为面上 还是答应将子姚许配给你 没想到你 居然做出这样无耻的事情 钟文涛捂住嘴 还准备辩解几句 但郭姓老者这时却说道 诸位 这事情大家想来 已经看得十分明白了 老夫斗胆说一句 这钟文涛两年前 用卑鄙的手段 谋夺首领之位 这两年又娇奢盈役 把农庄搞得乌烟瘴气 这样的人不配领导大家 所以 我建议 罢出他首领位置 让文睿重新领导大家 同意 两年前文睿领导得好好的 现在农庄被搞得乱七八糟的 是该变一变了 有人接说道 紧接着陆陆续续 又有许多人发言 表示赞同郭姓老者的观点 我是老都尉亲自任命的首领 谁都没有权利换我 钟文涛践行士对自己不利 连忙大声喊道 正好今日大家都在 兄弟们自己做一个选择 愿意跟着我的 就站在我身后 愿意跟着钟文涛的 就站在他后面 钟文涛向前走了几步 对众人喊道 这时 陆陆续续来到这里的庄中人员 已经有好几百人了 占了庄中人员的一大半 听了钟文涛的话 大多数人几乎没有犹豫 纷纷往钟文涛的方向走去 只有寥寥数十人 还跟在钟文涛身后 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 前几日中武将军柳言柳大人 代表太子殿下前来招揽 本人已经准备效忠太子殿下了 你们不跟着我 以后不会有你们的好果子吃的 钟文涛见身后的人越来越少 着急地大喊起来 你这畜生 别人不知道 我们农庄存在的意义 你也不知道吗 你带人去投太子 你让你爹在九泉之下 有何面目见固然 听到钟文涛的话 郭姓老人愤怒地喊道 哼哼 良情择目而期 我才不像你们这些老家伙 那么迂腐 钟文涛轻蔑地说道 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杨云觉得自己不得不出头了 他看了看身边的聚远光 聚远光也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于是杨云快步向前 走到两部人的中间 看着众人疑惑的眼神 杨云从腰间拿出一块玉牌 举过头顶 大声道 我是大夫十三皇子杨云 大家不要担心 我会和我的大哥交涉 所以大家放心选择 我可以向大家担保 太子殿下不会为难大家的 紧接着 杨云又从怀里拿出一个金钗 递到这些老人面前 这些老人一见这个金钗 一个个脸露激动之色 紧接着 郭姓老者带头 所有老人都颤颤巍巍地跪倒在地 齐声喊道 见过少主 见这些老人全部跪下 钟文瑞 继母瑶 豆凡 以及一些知道农庄存在意义的人 纷纷跪下 再后来 那些不知内情的人 见自己的长辈 农庄的高层都跪下了 也跟着跪倒在地 到最后 只有钟文涛 以及他身一少部分人 还站立着这情景 是杨云始料不及的 他连忙走过去 把郭姓老人亲手扶起来 又连忙招呼众人站起来 看着绝大多数人 愿意跟着钟文瑞 杨云非常高兴 费尽心思 吴颖卫的四步 终于全部回归自己的麾下 这意味着 自己有更大的机会 在这个世界做出一番成就 他站在人群中 大声说道 各位 我已经仔细查看了 农庄的情况 这农庄不错 大家也很努力 但是 我认为 这农庄还有很大的潜力 我有信心 可以在一年内 让农庄的收入增长三到五倍 接着 杨云又转身向着钟文涛 及他身后的人道 我尊重诸位的选择 你们愿意继续留在农庄 我欢迎 但如果不愿意留下 也绝不勉强 大家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 自行离开就是 杨云的话说完 钟文涛身后 终于有人行动起来 陆续又有一些人 走到钟文涛身后 到了最后 钟文涛身后 只有十几个人了 钟文涛脸色铁青 但他也明白 此时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 于是 他用手指了指钟文涛 以及他们身后的人 狠狠地说道 你们会后悔的 总有一天 我还会回来 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说完他带着身后 十多人转身离开 钟文涛制止了 试图拦住钟文涛等人的手下兄弟 看着离去的弟弟的身影 他叹了一口气 西京城中 一座华丽的府邸之中 一个身穿黄袍挺着 大肚子中年人 正在和一个须发俱白的老者下棋 在大幅境内 能公然身穿黄袍之人 除皇帝陛下 只有太子殿下 有此权利 但此时 平日里 一向趾高气扬的太子殿下 今日在这个老者面前 却恭敬异常 一边陪老者下着棋 一边还不时 从旁边的丫鬟手中接过茶壶 亲自给老者的茶杯中 蓄上茶水 能让太子殿下 都如此恭敬之人 在大幅那真是屈之可数 所以 这老者的身份很好猜测 他正是太子杨岳的外公 大幅太师几项人 老太师今年已年过八十 已经没有管理任何具体事务 但他的威望 却少有人可以比拟 除了其太师和国杖身份外 大幅国内许多重臣 要么是他的弟子 要么为他一手提拔 外公 您老人家真是奇异高超 孙儿又输了 随着老太师一子落定 杨岳笑着说道 你小子 肚子长得越来越大 可是其一丝毫长进都没有 老太师几湘然 虽然已到茂蝶之年 但面色依旧红润 说话中气也十分充足 此时 几湘然和杨岳两人身边 还站着四五个人 如果杨云在此的话 其中两人他一定认识 因为一人 正他有过一面之缘的 那位中武将军柳妍 一位 世世聚远光的好友 三远中的吴远玉 你有什么事情要汇报 和几湘然将其下完 杨岳方才向柳妍问道 柳妍要汇报的是 正是钟文锐和钟文涛 农场之争这件事 当他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众人讲清楚时 杨岳的脸上 马上变了颜色老十三这家伙 谁给他的胆子 居然敢和我抢东西 这次非得给他一点好看 让他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对于杨岳而言 这个小小的农场不算什么 但是他堂堂一个太子 居然被一个 大家都看不起的皇子 夺走了东西 这让他的脸往哪里放 你们快给我出个主意 本太子 这次要让所有的皇子知道 得罪我没有好下场 杨岳指着吴远玉等人 大声说道 第37章 大生产运动 这好办 直接弄一个罪名 让大理斯把人抓了 庄子没收 这些人都是前朝军人 给他们弄一个谋逆的罪名 让你这十三弟不死 也得脱层皮 像以前一样 找点人扮成强盗 人杀掉 东西全部抢过来 让他们哭都哭不出来 偷偷放一把火 给他们烧个金光 看他们还得意什么 太子这些谋士 看来平时没有少算计过别人 不一会就想到了许多 不让杨岩好过的办法 殿下 在下认为 现在不是动你十三弟的时候 陛下本来就对你作为皇长子 但却没有把兄弟们 团结在自己周围很有意见 你没有必要为一个 小小的农庄惹恼陛下 白白给相王和圣王等人 落井下石的机会 同时 你若是把这些 对皇位没指望的皇子 逼等太紧 他们导向相王或圣王 对您而言是不必要的麻烦 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陈远航来到杨岳身旁 躬身说道 那怎么行 以后这些家伙有样学样 我这太子 威信何在 杨岳心中愤怒不已 当然不会听从陈远航的建议 小岳 他说的没错 听他的 一个声音突然传来 杨岳听了 不由一正 因为这声音的主人 正是他的外公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保住太子的位子 不要给那些大臣们留下口实 暂且忍耐 等你当上了皇帝 整个天下都是你的 还在乎一个小小的农庄吗 杨湘然缓缓地说道 太子那边发生的事情 杨岳一点也不知道 既然聚眼光认为 太子不会为这么一个农庄 而大动干戈 杨岳便选择不再为这事操心 杨岳现在的心思 主要花在农庄上 先是根据记忆 画出自己生活 那个时代里的图纸 因为他知道 古时候农作物产量不高 很大程度 是因为离地深度不够 自从去源离发明以后 农人种植的农作物产量 有了大幅度的上升 第二件事情 就比较麻烦了 就是要制造筒车 这种升级版的水车 历史上曾使许多坡地山地 变成粮田 大大的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可是这东西 杨岳以前没有接触过 只知道大概原理和外形 只好将自己知道的东西 告诉钟文锐等人 让他们研究研究 看看能否制造得出来 第三件事相对要好操作一些 就是水果的嫁接技术 当杨岳把方法传授给农庄 那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农 这一个个老人 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但杨岳却告诉他们 这种技术要到开春使用 树木成活的可能性才会较大 钟文锐也确实是一个 颇具领导能力的人 他重新掌管战虎部之后 整个农庄的凝聚力和活力 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也让杨岳更有信心 来年实现自己定下的目标 毛涉春回事事欢 乌尘收拾好除残 太平甲子非容易 心里搬来仔细看 腊月二十四是扫尘节 这一天里 大幅境内的百姓 都喜欢把家中打扫得干干净净 因为他们认为 这样可以把一切穷运 晦气统统扫出门 以一番新的气象辞旧迎新 以往每年扫尘节 战虎部所属农庄的人 基本上不会出门干活 但今年却不一样 农庄里除了老人和小孩 其余的人都处于忙碌状态之中 按理说 这个时候干活 所有人都会有些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战虎部这样人 却不是这样 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 有的人满头满脸都是你 但是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这一切变化都来源于那个少年 他们的少主 十三殿下杨云 说起这位少主 大家不得不服 堂堂皇子 居然和他们一起干活 他说 要把水渠挖宽挖深 明年会有更多的田地要浇灌 龙庄首领把人组织好后 这位少主就脱掉身上的外套 不顾身边的人劝阻 跳进污水沟 拿起铁锹挖了起来 在杨云看来 做点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 还可以强健身体 可是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面 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皇子殿下在亲自劳动 谁还敢站在旁边看着 于是乎 齐威和那些侍卫们 还有那些仆役丫鬟 都跟着忙碌起来 农庄的人们 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他们不分老幼 纷纷拿起工具 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杨云以前经常和爷爷一起挖药 重要 干活是一把好手 干起来还不肯丢手 一干就是几个时辰 他还不觉得怎样 这此侍卫丫鬟 仆役却反而有些吃不消了 但殿下都在埋头苦干 他们也只得咬牙坚持 农庄里这些人倒无所谓 他们经常跟这些活计 已经习惯了 同时 少主说明年要实行什么股份制 整个农庄的收入增多 每个人得到的就多 为了来年荷包股一些 当然得卖力去干 这段时间 农庄一直处于忙碌状态中 根据每人的特长 将整个战虎部农庄的人 分成了几部分 一部分人负责修缮上山的路 让山路变得更宽更平 少主说什么要享富 先修路 明年会在山坡上 心开肯出上百亩土地 路必须要得修得好好的 不然种出的粮食运不下来 那就太可惜了 还有一部分人责 负责把水塘挖深挖宽 这样可以蓄更多的水 明年就不怕干旱了 据说 明年这塘里还会养上很多鱼 到时候 灌溉和养鱼两不物 一些女人和孩子 则跑到山里 搜集了许多药草的根莖和种子 白竹 黄鳍 半夏 柴湖 单皮 牛熙这些好种植 产量高 好销售的药草 很快在靠近农庄的山腰种了起来 女人们嬉笑玩闹 孩子们蹦蹦跳跳 对来年的丰收充满了信心 最神秘的是回木工的人 天天围在山坡旁 也不知道在捣过些什么 听说是要想办法 将河水送到山坡上去 可是 这些木头又没有手脚 能够把水送到这么高的山上 许多人对此事表示怀疑 兄弟们呀 莫河海 大声产呀 男女和老少 稀里里里 擦啦啦啦 缩罗罗罗泰 骑动员呀么和可 伙计们呀么和可 剑农庄呀么和可 劳动的歌声 稀里里里 擦啦啦啦 缩罗罗罗泰 满山穿呀么和可 女人们呀么和可 都争线呀么和可 手摇着仿车 之 ZI 宁知宁 知宁知宁 嗡嗡嗡嗡嗡之 而 仿线线呀么和可 又能捂呀么和可 又能闻呀么和可 人问我为什么呀 一二三四 呀么和可 自己动手吗 和可 丰衣足食吗 和可 加紧生产 稀里里里 擦啦啦啦 缩罗罗罗泰 为富裕呀么和可 还有一些体力不形的姑娘们 成立了宣传队 唱歌跳舞快版评书 用不同的方式 为这些劳动的人们 鼓劲呐喊 那些年轻后生们 在姑娘们的鼓舞下 卯足干劲 投入到红红火火的 大生产运动中 还有些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就写通讯 写专访 表扬在这次运动中 施苦耐劳 不计得势的劳动者 劳动红旗小组 奋斗先进个人 攻坚英雄 金国英雄等称号 运运而生 根据贡献 奖励一弹粮 一只鸡 一壶油 一坛酒等方式 大大的调动了 大家的劳动积极性 龙庄的老人们 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样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对新一年的收获 充满了期望 第38章 按照惯例 每年三十那天 皇上就会在宫中大摆宴席 宴请所有皇族清眷 和在京城的三坪以上官员及家属 今年也不例外 按照习惯 杨云一早起来 和燕琴与柳越 练了一个十辰功夫 刚刚洗漱完毕 孔元就进来汇报 圣王杨明已经在府门外等候了 杨明的到来 杨云是知道的 自从上次杨云和杨明去参加聚会后 杨明杨云多次邀请参加一些活动 通过几次聚会 杨云对杨明 有意无意展示出来的实力 暗暗心惊 经过和聚远光多次商议之后 杨云也隐隐向杨明表示 自己对皇位没有觊觎之心 并且将全力辅佐杨明夺取皇位 杨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仅仅是因为 杨明是对自己最亲近的皇子 更主要是圣王的实力 给了他信心 杨云可不想在未来的皇权争夺战中 丢了性命 对于杨明公然邀请他 一起去皇宫赴宴 杨云知道 这意味着圣王在向西京所有势力表示 十三皇子杨云 已经被绑附在自己的战车之上 其他势力就不要再打他的主意了 不过杨云对此也不在意 既然决定协助圣王 就不会畏首畏畏 这样也有好处 有谁如果再想打自己的主意 那也得掂量掂量了 因为自己身后还有一个圣王 福皇大宴群臣的地方 在宫中的太叶池畔 那里有一个巨大的草坪 上面摆放了许多宴桌 可供窃余人再次参加宴席 草坪中间一个高台 高台上一把龙椅 那显然是福皇杨成凤的专属位置 高台前方 左右两边各有一排位子 这是给各官员按品及游禁之远安排的位置 朝中的几位一品要员 如太师己香然 太副赵前 司空成信 司徒宇文如等福皇的公骨之臣 就在台下离福皇最近的地方 官员的后边 就是他们的亲眷们 而皇子与皇族其他亲眷 则在台后 杨云坐的位置 正对着湖对面的假山 看着假山 杨云不由想到了假山下面的地道 自己还没来得及 把出口彻底找出来 就出宫了 不过也不要紧 反正现在还用不上这地道 需要的时候 自己再去探查就是 每年的年三十 是皇宫中最热闹的一天 西京城中的所有重要人物 今天在这里齐聚一堂 趁福皇没到 大家聚在一起 相互打个招呼 或真心或假意的 到一个新年号 杨云也在不断地迎来送往中 打量中京城中的这些重要人物 从他们相互聚在一起的情况 大体能看得出来 哪些人关系比较要好 总体来看 他们隐约分为几个集团 主要是清太子 清相王 清圣王 以及少数清静御王阳光的 但也有不少不愿意参与 任何一个集团的官员 比如太傅赵钱 吏部尚书池尚文等 这时他们就显得不太合群 独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喝茶 吃点心 云哥哥 杨云正在自己的位置上 观察着官员们的情况 却被一人重重地拍了一下肩膀 这样称呼自己的 当然只有池里这个小丫头了 杨云一转头 就看到一张不满甜甜笑意的 美丽容颜 不是池里还有谁 只不过 池里身后 还跟着九公主杨云 哟 云哥哥 云哥哥 你这妮子 还叫得还蛮亲热呢 杨云在一旁娇笑着 使得池里一下子 变得通红老十三 你小子有点重色清洁啊 你那 石头戒 执给你的丽妹妹 居然不给我这档姐姐的 那写着书曹云是谁啊 我在宫中的脏书阁翻了个遍 都没有找到这本书 小弟不休地说着 呵呵 英杰姐 书得出处 请恕小弟我保密 不过小弟我有个利用 此书赚钱的计划 你想听吗 杨云笑着说道 你小子别和你姐我耍花枪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杨云不耐烦地说道 于是 杨云就把自己的 想了已久的计划 告诉了两人 杨云的计划 是让池里和杨云两人 把石头戒的前面章节 传递给这些贵族女子们看 吸引他们的兴趣 让此书在贵族中传播开来 但却又不提供后面章节 吊住众人的胃口 然后找人印刷这书 公开出售 这样好些人 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前来购买 九姐 到时候我负责提供书稿 你和丽妹负责宣传印刷和销售 挣了钱 我们一起评分 怎么样 杨云笑着说道 切 看不出你小子外表老实 心里但憋着坏呢 杨云笑道 我的九姐 这叫做饥饿营销 到时候一定会卖出很多书 能挣很多银子 杨云得意地笑道 你这个财面 这样吧 说我找人帮你印 也帮你卖 至于银子 你和小丽两人分吧 本公主可不差钱 杨云说道 陛下驾道 一声尖锐的叫声传来 全场马上安静下来 所有人连忙回到自己的位置旁边 贵银福皇的来临 福皇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错 因为比起往年三年一大打 每年一小打 今年这一年 居然和周边任何国家发生战事 同时 今年老天爷也挺给面子 没有出现大的灾害 所以 粮食收成也不错 所以 老百姓都能填饱肚子 就没有暴乱的事情发生 福皇站在高台上 看着坐在下方的这些众臣和皇亲国妻 按照每年冠礼开始讲话 谈过去一年里的可喜变化 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 只是可惜 本来就不长的讲话 却没有完成 一阵剧烈的咳嗽 使他不得不停止了讲话 因为这次咳嗽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可得福皇差点一口气回不过来 在仲太监和宫女一阵忙碌下 终于让他缓了过来 这一阵咳嗽 搅动了在场大多数人的心弦 有的人焦急万分 担心福皇万一有事 自己将失去依靠 还有人开心 这位皇帝身体一直健康 终于出现了病情 自己终于有出头机会了 还有人觉得 现在应该做点什么事情了 不然万一发生变故 就来不及了 估计这次宴会后 一些势力的智囊们 就会在一起讨论 一旦发生了变故 应该如何应对 福皇到后不久 宴会就正式开始了 按以往惯例 福皇要敬大家三杯酒 甚至还有可能 和几位一品大员们 单饮一杯 但由于福皇 还没从刚才一番咳嗽恢复过来 所以只敬了所有人一杯 便宣布开宴下午的活动 是几个张显国泰民安 君明陈贤的几个 大型歌舞表演 和诗作及书法表演 许多自觉文才 或书法不错的官员及家属 以及皇亲国妻们 都在早已准备好的纸张上 写上了自己最拿手的作品 这种情况下 有才子之名的杨云推字不过 指得有诱进了王安石的 元日 这首诗 在众人或真或假的一片赞扬声中 使得他不由的老脸发红 过了年三十 初一福皇带着几位重臣 及皇子们 开展祭天和祭祖的活动 初三天气不错 福皇的身体 似乎也完全恢复了 于是 每年初三的围猎活动 按计划开展了 结果 功夫和经验都最丰富的 圣王阳明不负众望 拔得了头筹 过年这几天 皇子们在福皇面前 都显得十分和睦 一副负辞自孝的局面 可是 就在福皇准备给 围猎头名杨明奖赏的时候 杨明提出的奖励 却引起了一番争议 父皇 儿子不需要其他奖赏 能否将御妃从冷宫中迎出 第39章 暗斗 圣王阳明这句话一说 所有皇子都不由一正 连忙用目光偷偷打量福皇 想要从他脸上的表情 明白他的想法 从而决定自己的态度 但是他们都失望了 因为福皇脸色依然那么平静 没有给他们任何线索 见杨明居然冒着得罪父皇的危险 为自己向福皇请求 放出自己的母亲 杨云十分感动 他向杨明投过一道感激的眼神 然后跪在福皇面前 一句话都没有说 因为他认为 这时候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只有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父皇 这万万不可 皇帝的威信不可被侵犯 犯了错误 就得让他承受后果 太子杨岳见福皇久久没有说话 连忙出来 大声说道 这时 连续又有几个皇子或公主站出来说话 有赞成太子的 也有赞成圣王的 只是让人奇怪的是 二皇子向王阳县 和三皇子腾王阳光 却一句话没有说 在众皇子和公主发表意见的时候 福皇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没有说一句话 等众人说完 都盯着自己的时候 福皇沉着脸才说了一句 此事我自有定夺 以后不得再以此事 说吧 再也不理众人 直接转身离开了 初三之后 皇宫安排的活动方才结束 朝中各重要人物 才开始相互的拜年活动 许多府邸门口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但杨云属于不受关注的皇子 来往的人不多 期间只参加了一次圣王府的新年宴 算是和圣王的势力 有了一个正式的见面 没有那么多的迎来送往 杨云也乐得清闲 请四部的骨干人物的吃了一顿饭 拿出一大笔财物 奖励了这一年来 各方面做出贡献的各部人员 现在的杨云 可不再是那个囊中羞涩的十三皇子了 雄狮 猎豹和飞鹰三部收入 足够组建一支一两千人的军队了 过年后这几天时间 大福王朝一直风平浪静 但没有想到 正月初五 新年的第一次早朝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福十多位御史联名上书 请求父皇罢出太子 另立贤名 御史们提出罢出太子的理由有 其一 太子身为长兄 没有起到长兄作用 不能替父皇教导众皇子 也不能在言行上为众弟妹做表率 还经常粗暴欺凌自己的兄弟 其二 行为不检点 经常在太子府酗酒 终日沉迷歌舞 好色成性 有强曲 强抢行为 其三 追求享乐 太子府修得极其豪华 府中用具过于华贵 平日里奢靡成性 日常用度开销巨大 不符合皇上勤俭之道 其四 身为储君 不知为民思虑 无为君之才 平时里只会吃喝玩乐 不思情学为君之道 立为太子十余年 无明显功绩 与其他皇子差距甚大 其五 广结彭党 将一大群官员 拉至自己身边 为他们封官许愿 打击与其证监不同的官员 严重不符合 福皇广纳群臣意见的思路 这五大罪状 每条都有证人证物 虽然每一条 都不足撼动杨岳的太子之位 为是 五条罪状加在一起 就有些严重了 再加上是十多位御史联名上书 这影响 无疑又加重了许多 朝堂上 突然收到这样的奏折 福皇脸色铁青 思虑了良久 留下了一句话 荣厚在意 可是到了初六 礼部又有多名官员 参了太子一本 复义重御史的奏折 说是太子 引领了一大批顽固子弟 使他们不思上进 败坏朝廷风气 这一来 使得父皇大发雷霆 痛斥这些官员 不思本职 越权妄议皇家私事 可是 这帮御史多为文人 性子宁 年纪大了 对官职也无欲望 居然敢据理力争 认为储君 只是一世家国大事 气得福皇这人 将他们从朝堂上拖了出去 御史和礼部一起参太子 使得朝中众人议论纷纷 因为许多人都知道 御史中许多人 希望立圣王为太子 而礼部官员 大多又支持相王 难道这两股势力 要联合起来 共同对付太子了 当然 太子党们也不甘示弱 刑部首先发难 亲圣王的宣威将军廖成 被查出贪腐 被削之为名 而礼部侍郎王文的七弟 在青楼与人争执 失手伤了人命 被判秋后问斩 圣王的人也出手了 太子如母的哥哥 仗着妹妹与太子的关系 抢夺邻居的土地 使得邻居老母上调身亡 当地官府胡乱判案 不仅没有惩罚恶徒 还将土地判给他们 圣王接到消息后 马上亲自过问此事 将恶船抓入监牢 而向圣王扬名 提供此事线索的 正是杨云 太子如母的这位哥哥 在非鹰部经营的寄馆文饮酒 在猎豹部高度酒精的刺激下 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得意地将此事 讲给了裴酒的姑娘 这太子如母的哥哥 虽然不是官员 但作为太子 居然连如母都保护不好 会让太子阵营的人寒心 为了打击对方 三大势力都有不小的损失 一时间 朝中马上变得波鬼云爵 朝中官员们议论纷纷 而分属太子 向王和圣王三个集团的官员们 忙碌地偷偷搜集对方众人的证据 想要将对手气焰压下去 眼前这场没有硝烟门战斗 将要越战越激烈 福皇终于出手了 雷厉风行地撤销了 分属三个势力的几名三四品官员 三位皇子见福皇动幕 马上老实起来 这一场明争暗斗 杨云并没有参加 倒不是他置身事外 而是因为 他在朝中 几乎没有向着自己的官员 的确没有能帮上忙的能力 这几日 杨云继续写 石头记的后面章节 池力和杨英拿着书稿 也开始着手宣传 印刷和销售的相关事宜 除此之外 杨云还把精力 放在了郑小七新开的赌场之上 还别说 郑小七三人 还真是干着一行的料 在燕飞飞的暗中支持下 他们很快将附近的几个帮派 消灭或吞并 拥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 还吸引了六百多人 加入了他们的帮派 局势稳定之后 三人就在自己的地盘 开了几个赌场 在拳头和官面上 有些头脸的人物默许了 赌场的生意 很快就红了起来 杨云带着女扮男装的 燕琴和柳月 在郑小七的几个赌场 暗访了几次 对于现在的局面非常满意 没想到 自己随意收的流浪少年 居然是个人才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替自己秘密发展了 一股重要的力量 郑小七是杨云的一枚暗棋 所以她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和郑小七的关系 于是杨云找来了燕飞飞 让她转告郑小七 他们的任务 除了赚取银两万 更主要的任务 是搜集来自社会低层的 有用情报 与此同时 杨云还教会了燕飞飞 使用阿拉伯数字 并将自己这个社会彩票的 经营模式告诉燕飞飞 让她把这些东西 都转告给郑小七 让她导固出 这个时代的彩票出来 第四十章 刺客 在大附近内 有这样的风俗 大年初八 为众星下界之日 这小灯然而既之 称为顺星 也称既星 接星 傍晚 杨云也顺应风俗 带着燕琴和柳月 来到京城最大的河流浮江江畔 将自己制作的孔明灯 放上半空 进行接星 同时许下了新年愿望 这时的浮江之盼 人比平常多了许多倍 西京城中居民们 大多都出了门 或制作小灯拿在手上 或将孔明灯放上高空 这时的江面上空 无数灯光星星点点 煞事好看 众人正欣赏这美丽夜空之时 远方忽然传来喧哗之声 隐约有抓刺客 抓刺客 的叫喊声传来 江边看灯的人听到喊声 目光全部聚集在声音传来的方向 不一会 只见十余个手持刀剑的蒙面黑衣人 匆匆向江边跑来 身后还有一大群蓝衣卫 正在紧紧追赶 这一下 吓得围观的人连忙四散逃开 燕琴和柳月连忙护着杨云 站在一个角落 远远地看着这两群人 见蓝衣卫追得紧 黑衣人只得反身 与蓝衣卫站在一起 这群黑衣人 显然是江湖上的武林高手 和蓝衣卫打斗 居然不落下风 特别是一个又矮又瘦的黑衣人 手中一只长剑上下翻飞 居然一人力敌两三个蓝衣卫 而丝毫不落下风 但这蓝衣卫 毕竟是大幅最精锐的队伍 又占人数优势 蒙面人虽英勇无比 但不一会 还是落了下风 并且有了死伤 那矮瘦蒙面人 显然是这群人的头领 见识不妙 立即大喊一声 分开撤 众黑衣人连忙丢开自己的对手 四散逃开 显然也经验丰富 立即分出一部分人前去追赶 其余的人迅速围成一圈 将还有几个来不及逃走的黑衣人 团团围住 这些被围住的黑衣人 显然全是亡命之徒 见没有机会逃走 相互看了看 居然同时拿着手中兵器 刺向了自己 对于蒙面人这举动 蓝衣卫错不及防 居然让这些蒙面人全部自吻 连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蓝衣卫们见此情此景 十分愤怒 除留下一些人 处理这些倒在地上的黑衣人外 其余的人立即分成若干小队 严数个方向 朝逃走的黑衣人追了过去 出了这样的变故 这些江边的人怎敢停留 连忙离开这是非之地 燕晴和柳月也连忙带着杨云 回到停在前方拐弯处的轿子旁 准备回到太子府 杨云掀开轿帘 坐了进去 轿帘刚刚放下 一把长剑就放在他脖子上 与此同时 耳边传来一个嘀嘀的声音 别发出声音 不然宰了你 杨云转头一看 不禁吓了一跳 只见一个黑衣人蒙面人 不知什么时候 坐在自己的轿子里 自己的轿子 一直有八个轿夫守着 也不知这人是怎么神不知 鬼不觉地到了 自己轿子里的 借助余光 杨云发现 这居然是那个领头的 矮兽黑衣人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他选择配合着黑衣人 坐在轿中没有发出声音 也没有移动 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坐在轿中 等着轿子平稳地向前移动 走了约莫一盏茶时间 前方似乎到了下坡路段 轿子突然一荡 那黑衣人手中的长剑 忽然向旁边一歪 口中传来一声 轻轻地声令一声 殿下 有什么事吗 这声音虽然十分清 轿外的燕晴 似乎也听见了一点声响 于是便在轿旁轻声问道 没事 继续朝前走吧 听了燕晴的话 杨云立即回答道 轿子继续前行 这时杨云才有机会 打量着黑衣蒙面人 只见他右臂上有一道伤口 显然是刚才打斗中受的伤 由于长时间举着剑 扯动了自己的伤口 所以忍不住发油轻轻身影 由于角度发生变化 现在杨云能看清蒙面的样子 刚刚距离遥远 杨云没有发现 才发现这黑衣蒙面人 胸部鼓鼓曰 耳垂上还有打耳洞 同时 他的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 似茉莉花般的香味 杨云这才明白 这领头的黑衣人 居然是一个女子 看身材和裸露的皮肤 可以判断 这是一个年轻女子 杨云用手指指 自己身旁一个小箱子 又指指 这黑衣女子 示意她打开这小箱子 这黑衣女子先是一愣 但还是一手拿剑 一手打开箱子 伸手拿出一个小瓷瓶 杨云又连忙双手一阵挥动 好不容易让这女子 相信自己并无恶意 然后从这女子手中拿过瓷瓶 剥掉瓶塞 又递还给黑衣女子 黑衣女子 显然是经验丰富之人 结果瓷瓶 根本不看 只用鼻子一闻 便知这瓶中 所成为治愈刀伤良药 于是 她用左手拿着瓶瓶 将瓶中的药粉 倒在伤口之上 立即感觉到一丝丝凉意 伤口疼痛的感觉降低不少 杨云这一行为 显然让这黑衣女子 对她的敌意降低不少 她将手中的长剑 从杨云的脖子上放下来 但是还是紧密关注杨云的动向 相信此时杨云若有异动 她就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 教中坐着什么人 我们要搜查刺客 教外突然传来喊声 教子也停了下来 显然蓝一卫拦住了他们 教中是十三殿下 而敢不可造次 这是柳月的声音 等了好一会 教子没有往前走 反而落了教 看来蓝一卫仍然不放心 杨云只好站起来 准备拉开教帘 黑衣女子见状 吓了一大跳 连忙拿起长剑 准备架在杨云脖子上 杨云转过身 向黑衣女子摆了摆手 让她不要担心 然后示意她 注意隐藏身形 然后她将教窗 开了一个口子 将头伸了出去 几位蓝一卫 正准备掀开教帘进行搜查 结果看见教理 做得真是十三殿下 连忙向她攻身行礼 出了什么事情了 杨云看着一个 领头模样的蓝一卫 问道 报告十三殿下 光露大夫 先于圣仙大人 被一群蒙面刺客刺杀了 我们正在捉拿凶手 这蓝一卫小头领 向杨云行了个礼 低声说道 这先于圣杨云知道 他本是前朝 大静 官员前朝皇帝司马全 尚未于本朝太祖皇帝杨远时 有几个忠于前朝的官员 密谋造反 结果被先于圣举报 结果 这些官员全部被捉拿问斩 而先于圣举报有功 官职一路上升 现在晋升为从二品的光露大夫 居然有这事 这些刺客真是太猖狂了 你们去吧 一定要抓住这些家伙 杨云故作愤怒地说道 但心里却有些开心 因为他最讨厌这些卖主求荣的人 教中做的居然真是十三皇子 当然不用再搜 这些兰一位连忙躬身行礼 放杨云一行人离开 杨云放下教帘 看着这蒙面女子 一边微笑 一边用手指着放在自己腰间的长剑 示意让她将剑一开 这一来 蒙面女子反而有些不好意思 连忙收起了长剑 停下 落叫 又前行了约莫一炷香时间 离兰一位搜查的地方 已经有很长的距离了 杨云便指挥众教夫停下轿子 众教夫虽然有些奇怪 但皇子的事情 他们可不敢问 杨云又随便找了个理由 让几个教夫暂行停开 只留下了自己最信任的燕晴和柳月 两人正在纳闷 殿下为什么在半途停下 却见杨云和一个手持常见的黑衣蒙面人 从轿中走出 连忙冲过去 挡在杨云和黑衣女子之间 呵呵 别担心 他要杀我早就动手了 杨云笑着制止了准备出手的燕晴与柳月 又对黑衣女子说道 这里应该已经安全了 你可以走了 黑衣女子没有说话 看了看杨云 向他一拱手 然后迅速转身 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第41章 再赴萧香阁 堂堂的二品大员 在西京城内居然被人刺杀了 这可是件大事啊 大幅朝廷十分震怒 蓝一卫 金兆颖 大理寺等各个部门 立即行动起来了 疯狂地寻找着线索 一时间 整个西京城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他们几乎把西京城 翻了个底朝天 但这些黑衣人 却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怎么查也没查出个结果 不过这样全面清查 也有好处 不少多年没有抓到的重犯 这一次居然落网了 一时间 使得西京吉州编制 安好了一大捷 高德 安卫查得如何了呀 荣华殿中 福皇一边处理奏折 一边向刚走进大殿的 高公公高德询问道 高公公似乎刚从外面赶回来 面色红红的 气息都还没调理均匀 但他却毫不怠慢 连忙躬身打道 陛下 我们好不容易 抓住了一个重伤的家伙 费了好多精力 他终于招任 他们来自一个 叫清一教的组织 据说这个组织 收罗了一些江湖上 武艺高强的亡命之徒 他们的首领是谁 老巢在哪里 那这家伙交代没有 福皇来了兴趣 抬头问道 启禀陛下 这家伙由于伤势太重 我们没有抢救过来 高公公低声 打到福皇一听 脸色一暗 哼了一声 继续处理案上的奏折 看到福皇不渝 高公公连忙低头站在一旁 不敢随意说话 除朝廷之外 也有许多各种力量 在努力找寻 这群黑衣蒙面人的下落 但他们的目的 是不是想帮朝廷排忧解难 那就不好说了 殿下 你说的那种茉莉花味的香粉 我问了手下的姑娘 他们说 应该是玉面茉莉粉 我们查了一下 西京城中 共有四家脂粉店 出售这种香粉 我们的姑娘们 是这些脂粉店的老主顾 所以他们很配合 列出来四百多名 喜欢用玉面茉莉粉的女子 但经我们一一排出 只有一百多人有嫌疑 十三皇子府的密室中 烟飞飞向杨云慧报道 刺客掉落的 这块包伤口的白色手绢 我们去调查了一下 这是用出自棉州的鼠袖做成的 这种鼠袖比较贵 一般百姓不舍得用 这一次说话的是钟文睿 接着 姚侠也站起来说道 我们按照殿下的方法 培养出来的搜索犬 查到云凤大街 就没有线索了 但估计这刺客离这里不远 这样看 这蒙面女子的范围 可以缩小很多 我们一个个地进行调查 应该有所发现 剧远光用手在桌子上一拍 高兴地说道 呵呵 看运气吧 买脂粉的人那么多 这些店家不可能将人都统计完 这是只有看运气 杨云却没有那么乐观 殿下 您当时为什么不让燕晴柳月 将这女刺客那下 岂不可以少去许多麻烦 姚侠纳闷地问道 当然不能这样 这女刺客那么厉害 燕晴柳月不一定能抓住她 就算抓住 也可能引起她同伙的报复 这伙人连我大幅的二品大员都敢行刺 只能拉拢 不能树敌 剧远光笑着说道 庄严 您今日怎么和朋友一起来 还是坐老位置吗 肖香阁的老宝见到钟文睿 大感意外 这家伙许久没有来这里 今日来了 却有了很大的变化 变得格外精神 再不是往任那落魄的样子 而且 向来独来独往的他 这次还带来几个朋友 这次来肖香阁的 有杨云 剧远光 姚霞 和钟文睿 当然 门口还有好些侍卫 公款逛青楼 当然只有这些杨云集团的首脑人物 才有资格 那些家丁打扮的侍卫 只有在门外等候了 给我们安排一个靠近前台的位置 今日陪我家少爷来 你们不可怠慢 钟文睿向老宝交代着 那是当然 诸位请跟我来 听说 杨云才是这群人领头的 老宝马上热情地招呼着她 并殷勤地在前面带路 说起来也挺巧 老宝给杨云等人安排的位置 仍然是他们上一次坐的桌子 老宝 听说你们 这里有个什么情仙子 赶快叫她过来 陪我家少爷喝会酒 姚霞故作粗鲁地大声嚷着 逗得旁边几人 差点忍不住笑起来 对不起 各位客观 柳飘飘姑娘 从来不过来陪客人饮酒 但是如果几位待会游戏中胜出 可以到后院 由飘飘姑娘单独为大家 弹奏一曲老宝客气地回答着 柳飘飘今日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 头上扎着淡绿色的头绳 四月攻下来的嫦娥仙子 她这清丽脱俗的模样 怎么都不像是一个 身处青楼的风尘女子 各位客观 今日又是初一 揭消相隔规矩 每月初一和十五 飘飘都会从客人中 选择一桌幸运者 到后院点一首曲子 由飘飘我单独为其弹奏 今日也不例外 请各位客观听听 今日第一环节的要求 柳飘飘来到台了 向台下众人吟吟一礼 然后说道 停了一下 她又说道 今日的第一关 名为一球之音 小女子弹奏三首曲子 请各位听一听 然后猜出曲名 三首曲子全都猜对的一桌 就算从第一个环节中胜出 柳飘飘这样一说 显然激起了重兵的兴致 许多人都开心地叫嚷着 催促柳飘飘开始弹奏 柳飘飘也不矫情 微微一笑 转身坐在井凳之上 开始弹奏起来 她弹的曲子影子部分亲切优美 节奏则平稳舒缓 跌宕起伏 不一会 曲调一转 变得冷峻肃木 勾画出一幅双尘血液 草木凋零 梅花傲放的画面 紧接着 秦英又一变 让人感觉一朵梅花 在风中不停地摆动 但她却不为风雪所屈服 依旧傲然挺立 一曲弹霸 众人皆沉浸在音乐之中 久久回味 过了好一会 全场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有服务的小四拿来纸笔 让每桌写上曲名 杨云 姚霞和钟文睿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露出无奈的神色 巨远光见状 笑盈盈地在上面写上了 梅花三弄 四个漂亮的字 看着巨远光这嘚瑟的神情 三人知道 这家伙肯定猜对了 果然 柳飘飘在台上宣布 第一首曲子 曲名梅花三弄 第三 五 八 九 十二 十六 二十一号桌的客人猜对了 恭喜猜对的客观 八号桌正是几人坐的这桌 巨远光得意一握拳 却遭到杨云三人的集体鄙视 紧接着的第二首曲子 取名为杨冠三碟 又被巨远光猜对了 这时还剩五桌全部猜对 接下来的第三首曲子叫 平沙洛艳 还是被巨远光猜对 这时只剩下三桌人了 三曲弹壁 柳飘飘站起来 向众人吟吟一礼道 第八号桌 十二号桌和二十一号桌的客观 真是小女子的知音 居然全部猜对了 现在有请这三桌客观 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 第四十二章 趣味游戏 第二个环节 是一个叫投狐的小游戏 以成九的狐口做目标 在一定的距离间投使 箭矢投入户口为胜参赛者 每人可投八只箭矢 以投入多少 计筹决胜负 这游戏考眼力 准心 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游戏 我先来 二十一号桌坐的一个胖子 首先站出来 来到指定的位置 接着小四递过来的箭矢 瞄了瞄 很快投了起来 这胖子敢主动上来 还是有些本事的 一剑剑投出去 居然只有一只箭矢 没有投中狐狸 二十一号桌 投入七仇 非常厉害 柳飘飘站起来 笑盈盈地让众人报道 紧接着上场的是 十二号桌的一个小个子青年 这青年实力也不错 八只箭投中了六只 但他由于二十一号桌 那胖子成绩实在太好 他只得失望地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你们别看我 这我可不行 剧远光见几人 又看着自己 连忙摇手拒绝 十长醉酒 反应不如从前 准心差远了 姚文锐看了看 离得很远的酒壶 摇了摇头 哈哈 轮到本高手的表演了 姚霞站起来 得意地向前走去 第一剑 众狐 第二剑众狐 第三剑众狐 看来姚霞得意 还是建立在自己的 实力基础上的 他连投七剑 居然全部众狐 姚霞拿起手中 最后一支长剑 看了看远处的酒壶 这次投中 他们所在的桌子 就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姚霞轻轻吸了一口气 手一抖 常见脱手飞出 向虎口飞去 剑剑很快到虎口前 但却一在虎口边缘划过 掉落到虎边地面上 居然没有投中 姚霞诧异地看了看 落在地上的剑枝 脸色微红 无奈地问到自己的座位上 高手 坐吧 钟文锐和姚霞 从小都经常在一起玩 经常互相损对方 这时当然不会 放个这个机会 嗨嗨 意外 纯属意外 姚霞红着脸 尴尬地笑着 这时 只见柳飘飘走到台中 笑着说道 居然还有两桌客人 没有分出胜负 那么我第三个环节 就考考大家的头脑 现在我来出一道算术题目 先答对着胜 见众人都安静下来 显然已经做了听题的准备 于是他缓缓念叨 今有姬翁一 值钱五 姬母一 值钱三 姬除三 值钱一 今百钱买姬百知 问姬翁 姬母 姬除各几何 大夫人大多重文重武 但对数学知识却不太重视 所以涉猎不多 因此见课此题 纷纷陷入了沉思之中 久久想不出答案 可是杨云却不一样 他虽学的是一科专业 但从小学起 数学一直是必学学科 这一道对大夫人而言 有些难度的算术题 现在的初中生都会解答 当然难不倒名牌大学毕业的 他在众人 还在名思苦想的时候 杨云已经拿起笔 将答案写在纸上 递给一直站在旁边的小丝 柳飘飘接过小丝手中的答案 不由地吃了一惊 这道自己研究了好几日 方才解除的算术题目 满以为能让这些人知难而退 没想到 居然被杨云这么短时间 就解答出来了 无奈之下 他只好宣布 杨云等人答对了题目 获得自己为其单独弹奏的机会 小丝将杨云等人 带到一个非常雅致的房间 火盆将房间烤得十分暖和 里面的熏香将房间 熏得让人感觉非常舒适 几人一进房间 立即有侍女送上热水洗手 桌上摆着点心和新鲜的水果 还有泡好的香茶 杨云看着这一切 呵呵地笑着 这VIP待遇的确不同一般啊 这话刚说出口 杨云就后悔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姚霞离得最近 看着杨云 好奇地问道 殿下 什么VIP啊 这段时间来 杨云经常无意间冒出一些奇怪的词语 已经有好多被这几个家伙 拿来当成长用语了 现在又听到一句 几人当然不愿放过 嘿嘿 这叫VIP 就是专门为最爱的人 最尊贵的人 那天杨云才想到 这样一个勉强可以搪塞过去的说法 没想到这几人还专门记下来 准备到没来那几个人那里去炫耀一下 几人在房间品查聊天 不一会儿 柳飘飘过来了 他又换了一件淡绿色的衣衫 又是一种别样的美 杨云看着柳飘飘 暗安慰他觉得可以 这样的女孩 要是生活在自己那个年代 可能已经成了艺术家 或者成为影视明星 但在这个时代 这样的女孩 却不得不委身于青楼 看公子不像的好色皮子 怎么老是看着奴家不转眼啊 柳飘飘见杨云老是看着自己 娇笑着说道 哼 我是在想 姑娘这装扮 似小家碧玉 又像是大家闺秀 真是绝了 杨云摸了摸鼻子 笑着说道 公子是不是想说 这么好一个姑娘 怎么成了青楼女子了呀 柳飘飘接口说道 飘飘姑娘 真是会致蓝星啊 连在下心里想的什么都知道 杨云没有想到 看似温婉贤淑的柳飘飘 居然有这样俏皮的一面 这样问奴家的人多了 所以我猜到 公子也会这样问 唉 奴家自小家境贫寒 从小被父母迈于这肖香阁 命中注定受苦一生 也下知哪位公子能可怜小女子 给我赎身 柳飘飘说的苦楚 但脸上却带着淡淡笑意 哈哈 姑娘可是肖香阁的无价之宝 就是说 破天你家妈妈也不会放你走吧 杨云笑了笑 借灼茶的机会 从柳飘飘身边经过 闻到她身上玫瑰花般的香粉味道 柳飘飘来到早已摆好的古琴前 将琴旁摆放的一张纸尖拿出来 递给巨远光 然后说道 这是奴家擅长的曲子 客人们看看喜欢哪一首 巨远光接过纸尖 递给杨云 但杨云却摆摆摆手道 这情义之道 我是外行 巨大哥你是行家 你看着吧 巨远光又转头看向钟文锐和姚霞 两人接连连摇头 表示由巨远光决定 巨远光看了看 指了一首取名说道 就她吧 柳飘飘看了看 听着柳飘飘弹奏的曲子 慢慢地 几人好像进入战场之中 一位威风凛凛的将军当仙力 耳畔战鼓雷雷 战旗烈烈 呼的 将军手一挥 和手下兄弟喊着口号 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 最后 两军相遇 捉对厮杀 将军和手下兄弟 憨不畏死 终于将敌军杀退 高举战旗得胜而归 好 一曲奏罢 钟文锐情不自禁 一拍大腿 大声叫好 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想到战场上去 轰轰烈烈地大战一场 就算死了 也不给自己留遗憾 姚霞深有感触 认真说道 第43章 巧遇 拿而合不带无钩 收取关山武士州 请君赞上林烟阁 若格书生万户侯 一曲听罢 杨云觉得心中热血沸腾 一边吟诵着这首诗 一边走到柳飘飘跟前 拍了一下柳飘飘的肩膀 感慨地说道 今日受教了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 这英律 居然有如此的感染力 飘飘姑娘秦仙子的美誉 真是实至名归 十三皇子府的密室中 杨云势力集团的 几个核心人物 齐聚一堂 这已经是杨云几人 从肖香阁回来的第二天了 这柳飘飘 应该不是 那日那蒙面女子 虽然她的身材 和那蒙面十分相似 但是我有意经过她身边 她身上的香粉 是玫瑰香味的 不是刺客身上那种茉莉花味 同时 我刻意触碰她受伤的手臂 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像刚受过伤的样子 杨云首先说道 我去查了我们 重点怀疑的那几个官员亲属 有的事发当时一直在家 有的还在外地 还有的身形差异太大 都基本上排除了 是那蒙面女子的可能 这次 说话的是七威 铁峰喝了一口茶 接口说道 我负责查几个商骨的清卷 派人跟踪监视了好几天 这些人都没有异常情况 不大可能是那蒙面女子 我重点查了我们 怀疑的那几个青楼女子 也排除了是蒙面女子的可能 但是我们安插在一个 官员家的侍女 却意外得到一个消息 宫中已经有人查到 这些蒙面人 来自一个叫清一教的组织 燕飞飞的这句话 立即引起了众人兴趣 我觉得 我们以前的猜测 应该是对的 这清一教的主要力量 应该是前大境的官员后人 这仙鱼圣当年 使那么多前大境文武被斩首 他们的后人们 当然会找仙鱼圣算账 据远光说道 我也这样认为 所以我们应该想法找到他们 虽然不大可能 让他们为我们所用 但殿下是玉公主的儿子 他们对我们应该没有敌意 甚至我们双方 还有合作的可能 但是花了这么大功夫 居然还是不能找到 他们的终结 看来我们只有暂时 放弃寻找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 其实杨云有心理准备 但是事到临头 还是有些遗憾 殿下 不要着急 他们既然能完成 这么大的行动 说明这清一教 已经具备一定实力了 所以他们一定 还会有行动的 只要行动 就有露出蛛丝马迹的可能 巨远光放下手中的杯子 对杨云说道 只有这样了 飞飞姐 你们得辛苦一下 不要放弃任何线索 其他人好好配合飞飞姐吧 杨云站起来 结束了这次讨论 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音 杨云四处派人 正查找清一教的下落 始终没有结果 但无意中 却将另一件事查了出来 三雄帮 是西京城中 最近新冒出来的一个帮派 但这个由三个 小混混组建的帮派 却发展迅速 很快吞并了周边一些小帮派 占据了一块不小的地盘 成为西京城中 一股不可小视的地下势力 对于这股势力 西京一些较大的帮派 没有少打他们的主意 但是无论是拉拢还是打压 均没有取得效果 久而久之 这些大帮派终于明白过来 这个新成立的帮派背后 一定有一个强大势力在支持 于是便默许了 他们所辖地区的所有权 但这些帮派的首脑们 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三雄帮 背后的人 居然是大幅的十三皇子 三雄帮的最大一间赌方 生意特别好 各种新奇的赌博花样 让这些赌徒们直呼过瘾 杨云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来到这时 看看自己通过燕飞飞 介绍给郑小气的各种不同赌法 是否受到赌徒们的欢迎 有时候 他也会亲自上去玩几把 杨云不是赌 但偶尔娱乐一下 还是可以的 今日正好有空 杨云又带着女扮男装的 燕晴柳越来到这里 两个丫头运气不错 在杨云鼓动下玩了几把 小小赢了一点 笑得像两朵开的正念的海棠花 一点也没有冷面杀手的样子 老子就不相信 今日手气会一直被到底 已经十轮没出湖了 这次老子还是买盒 在一种较之飞飙的赌博游戏前 一个沙哑的声音 引起了杨云的注意 这声音十分特别难听 就像铁锅在地面拖动 让听的人十分难受 杨云转过身去 很快找到声音的主人 这是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中年汉子 身材健硕 眼中还闪着金光 殿下 这人功夫不错 这人应该上过战场 而且手段十分很纳柳 越见杨云目光 停在那落腮胡汉子身上 把嘴凑到杨云耳盼 悄悄地说道 杨云却没有说话 他此时正在苦苦思索 觉得自己应该在哪里见过此人 半晌之后 他的脑海中 突然闪过一个情景 不由自主地说道 是他 一定是他 这落腮胡汉子的运气 似乎好了起来 接下来连赢了好几把 不仅把书的银回来了 还赚了不少 看着天色已晚 他决定见好就收 踢着迎来的银子 走出赌方 出门不久 这落腮胡汉子 走入一个偏僻的巷子 这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 这巷子里 一个人都没有 安静极了 这汉子在巷子中走了一段 他突然停了下来 看了看四周 你们是赌方里来的吧 想打也有我的主意 你们的算盘打错了 这落腮胡汉子手一抱 站在路中大声说道 落腮胡汉子话音刚落 从旁边的围墙房顶上 出现了十多个蒙面人 他们迅速跳了下来 将落腮胡汉子团团围住 面对这么多人 落腮胡汉子 一点紧张之色都没有 只见他手一挥 手中的银带子 就朝离他最近的蒙面人砸去 那蒙面人没有躲闪 手中一把大刀一举 挡住银带 落腮胡汉子面露惊异之色 因为虽然只有一个照面 他已经知道 持刀的蒙面人是个高手 但他显然是个 打斗经验丰富的人 没有做丝毫停留 放弃银带子 挥一拳又朝另一个蒙面人 面门砸去 那蒙面人也没有后退 用同样的方式迎了上来 双拳相机 落腮胡汉子一步未退 但蒙面人却后退了一步 但他马上稳住身形 没有丝毫要让开的意思 一拳占了上风 落腮胡汉子 却面露凝重神色 不对 你们不是赌方的大手 三兄帮不可能有这么多高手 落腮胡汉子 知道这次情况不妙 他观察四周的人 旋转一个个子相对矮小的蒙面人 向他发起猛烈的进攻 企图从包围圈中打开一个口子 可是这蒙面人却十分汉勇 毫不退缩 而此时 其余的蒙面人也一起发动了进攻 这落腮胡汉子 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但围攻他的蒙面人也不是弱者 正所谓双拳难敌手 在打斗过程中 也不知哪一个蒙面人 很没绅士风度地 从落腮胡汉子后面挥出一拳击下来 正好击中他的后脑勺 让他一下子晕了过去 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第四十四章 真相 听到七微前来报告 这落腮胡汉子已经被悄悄抓住 杨云长舒了一口气 因为他忽然记起 这汉子正是当日自己在地道中 听到地道外假山旁两人对话中的那个男子 当时自己虽然没有看到此人的样子 但他独特的声音 自己是不会听错的 当日听两人的对话 知道这落腮胡汉子 就是当日杀青竹灭口之人 只要找到了他 就有机会顺藤摸瓜 找出究竟是谁一而再再而三想至 自己与死地次日清晨 杨云从睡梦中醒来 柳月端来一盒热水 准备服侍他起来 姚霞却匆匆赶过来了 这时的姚霞 眼睛红红的 显然一夜没有睡好 但是他脸上却露出兴奋的神色 招了 招了 这小子还真惊扛 兄弟们轮流招呼了他一夜 快到五更的时候 他终于交代了 据先生估计得不错 果然是太子想要殿下的性命 姚霞大声说道 姚霞一边说 一边还将这落腮狐汉子的贡状 交到杨云手中 杨云仔细看着这份贡状 慢慢地 眼中不由露出了凝重之色 这落腮狐汉子 名叫拱城 居然是皇宫中幼领军 卫副统领 除了这一公开身份之外 他还是太子杨月 偷偷建立的私人力量中的骨干分子 经常替杨月 完成一此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日行刺杨云的宫女清竹 就是太子杨月 安排在宁玉宫的眼线 而为了担心清竹被父皇查到 杨月就安排人对清竹进行灭口 而执行这一灭口行动的人 正是这拱城 本来 完成这次灭口行动后 杨月让人给了拱城一笔钱 让他到乡下赞避风头 但这拱城贪恋金城繁华 又好赌城性 在乡下待了几个月后 实在忍耐不住 于是偷偷前回西京 没想到却遇上了杨云 同时 拱城还交代 当日行刺杨云的黑衣蒙面人 但是却十分彪悍 是太子杨月十分倚仗的一支队伍 你去吧 巨大哥叫过来 看了这份贡状 杨云神色凝重 这东西的分量太重了 得好好考虑一下 如何充分利用这个东西 巨元光很快赶来了 见到这份贡状 也陷入沉思 两久之后 他抬起头来 看着杨云 缓缓说道 这东西 对我们非常重要 但是也是个烫手山芋 如果太子的人知道 我们手上有这份贡状 可能拼了命也会来抢回他的 我们这点力量 可挡不住他们 我们趁太子的人还不知道 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东西交给陛下 这太子不死 也会脱层皮 姚霞一拍大腿 狠狠地说道 光凭这个东西 想要扳倒太子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接下来 我们不得不成为 对抗太子的先头军 那就没有办法 慢慢发展我们的力量了 还有一点 不知大家是否想过 就算现在扳倒了太子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巨元光的话 让几人陷入了沉思 对 我们得想一想 如何利用这个东西 让我们得到最大的利益 杨云说道 我老姚是个武人 最不喜欢这种你算计我 我算计你的事了 老巨 你就说说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吧 见姚霞问到自己 聚眼光沉思一下 轻声说道 我觉得 我们现在有两个 比较好的选择 第一 我们拿着这东西 直接去找太子殿下 和他换取我们需要的利益 例如 让他帮助我们 从冷宫中迎出玉妃娘娘等 这可不行 这样做的话 我们和五皇兄的联盟 就没法继续 我们不能做这样短视之人 对于圣王杨明 杨云心中还是十分感激的 在皇宫中 对自己还算友善的人太少了 我也知道 殿下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所以我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把这事完全交给圣王 相信他不会亏待我们的 聚眼光喝了一口茶 接着说道 这法子好 就这样办 聚眼光这个办法 很合杨云的心倔疑 他马上就答应了 就这样 这份共状 很快摆在了圣王的暗珠之上 这一下 轮到圣王手下的智囊们忙碌起来 坐在一起 足足好几个时辰 终于有了一个 他们觉得最合理的方案 这是说起来也算曲折 最终 把这份共状 交到福皇手里的 竟然是相王杨县 父皇 大哥平日行为不端 没有给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做好榜样 我们可以忍 不关心我们这些弟弟妹妹 这我们可以忍 但万万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做出这等残害手足的事情 有朝一日 他登基为帝 还有我们众兄弟的活路吗 杨县说的声泪俱下 旁边 杨县的生母皇后李婉 杨明的母妃淑妃曹 也适时地在旁边哭了起来 高德 你去把他畜生给我叫过来 福皇最担心的事就是 这些皇子们为争夺皇位 而兄弟相残 所以他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的太子杨县 很快到来了 得知事情来龙去脉后 他先是一愣 然后就是哭天抹泪 大呼冤枉 这一群表演艺术家的亲情演出 让福皇杨成凤 头疼不已 他挥手将杨县赶了出去 接着下了一道旨意 将太子杨县 囚禁太子府 三月内不准出门 也不准任何人前往探视 这一切结果 竟在相王和圣王的智囊们预料之中 太子势力突然群龙无首 相王和圣王接下来的一套连环拳 打得太子的头昏脑杖 中书侍郎刘光家中 私建豪宅 行奢靡之风 被调出京城 云州别架朱振宇 因勾结当地土匪而下雨 私农装素私吞国库银两 被削之为名 发配全州 一时间 有许多官员 因为种种原因收到惩处 而这些官员 大多都是和太子走得比较近的 一时间 太子系的官员 遭到严重打击 人人自危 一些墙头草 马上选择倒向相王 或者圣王 关键时刻 大副太师 国杖己相然 不得不站出来 靠着自己丰富的人脉 进行了一些反击 好不容易稳住了局面 太子系好些官员落马 空出来了好几个实权官职 相王和圣王 为了争夺这次位置 朝得不可开交最后 最后终于惊动了福皇 迅速安排人 把这些空缺补起来 但这些新上任官员 几乎没有相王和圣王的人 反而便宜了其他皇子 和一些平时 不愿参与皇子间纷争的官员 父皇 十三弟很小时 母亲就被打入冷宫 缺乏母妃照顾的她 连奴才都敢对她不敬 受尽苦难 现在居然还有人想要杀她 让我这当哥哥的无比痛心 所以 而臣希望父皇能格外开恩 从冷宫中迎出玉妃娘娘 让十三弟给多享受一些温暖 相王这番话 说得情真意切 旁边和她一起敬见父皇的阳明 却有些不屑 因为这阳县此次之所以愿意出头 完全是自己 以拱城共撞交话而来的 你真有这样关心老十三 早干嘛去了呀 心里虽然这样想着 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接口说道 皇兄说得再情再理 还望父皇成全 第四十五章 好事连连 陛下 母子亲情乃人间天伦 玉妃妹妹在冷宫待了多年 想来已经反省了自己的过失 臣妾觉得 是时候让玉妃妹妹走出冷宫 皇后李婉接口说道 陛下 皇子娘娘说得很对 希望陛下能够阴郁 让玉妃妹妹走出冷宫吧 跟在后面的淑妃曹营 难得发生复合 暗桌后面的福皇听了几人的话 有些意外地抬起了头 本来沉着的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 好 好 难得你们这两对母子 今日居然一条心 这样多好 一家人就是应该有一家人的样子 整天正来逗去的 有什么意思 略做沉思之后 福皇又抬起头 对几人说道 你们说的事情 我会考虑的 时辰几到二更十分 荣华殿中依然灯火通明 因为此时 大福权力最高的那位老人 还在大殿之中 看完最后一份奏章 福皇打了一个喝歉 伸了伸已经有些酸软的手臂 一直服侍在身份的高公公 连忙走过去 为他捏肩锤背 福皇闭着眼睛 享受着这种舒服的感觉 说来也怪 这么多年来 他就只是喜欢高公公服侍自己 换了好多人 他都觉得不适应 这是 你看怎么办 福皇闭目养神 突然眉头眉脑地说了一句 旁边几个宫女 不知道福皇问的话是什么意思 但高公公服侍福皇多年 岂有不明白的道理 于是他说道 陛下 这是大事 老奴可不敢乱说 原来那帮人老了 也许他们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了吧 听了高公公的话 福皇笑道 你个老家伙 真是滑得很 从来不肯明明白白地表明一个态度 难道我还会吃了你吗 杨云坐在自己的皇子府 写着石头记最后的几章 这几日里 他一直自我不安 这事已经过了好几天 他们的母妃一起出面 这事都不成 那也就只有暂时放弃希望了殿下 有消息传来了 宫里传来消息 陛下已经下旨 让您去冷宫接出玉妃娘娘 孔元突然跑进来 带来了喜讯 终于成功了 杨云一下子开心起来 看向周边 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变得好看起来 四时的时候 皇宫终于派太监来到十三皇子府 宣读了圣旨 让杨云即刻进宫 迎接玉妃回宁玉宫 司马玉和往常一样 坐在房中完成一幅刺绣 多年冷宫的生活 使他养成不急不躁的客观 小姐 好消息 好消息 叶倩兴高采烈地跑了进来 还隔着很远就喊了起来 你这妮子 都快四十的人了 又在冷宫磨了这么多年的性子 这么还这样风风火火的呀 司马玉看着跑得脸都通红的叶倩 轻轻地说道 小姐 奴婢事后您更衣 十三殿下来了 让你快点出去接纸 说是陛下已经同意 迎您回宁玉宫 叶倩急急忙忙地说道 居然要出冷宫了 司马玉一下子愣住了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一时间 他心中五味杂陈 说不清楚 现在究竟是悲还是喜 小姐 你别发呆 快点更衣啊 别让十三殿下 和诸位宣指的公共等级了 见司马玉久久没有动作 叶倩连忙催促道 等司马玉装带整齐 出来的时候 众人已经在院中等待多时 司马玉连连向宣指太监致歉 宣指过程十分简单 宣完指 司马玉就可以离开冷宫了 相比走出冷宫 司马玉更开心地是 自己又见到自己的儿子 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杨云 司马玉的泪水 不争气地往下流起来 这些年来 没有自己照顾 这孩子一定受了不少苦 母亲 儿子不孝 让您老人家受苦了 杨云的心中也是百感交集 他暗暗对自己说着 这个女人 是这个世界对自己最好的人 以后的日子里 自己一定要尽最大努力 让这个女人开心快乐 回到宁玉宫 宫中也充满了欢乐 自十三殿下离开皇宫后 这宁玉宫就没有了主子 但这些太监宫女 就像被遗忘了一样 没有将他们分配给其他主子 也没有人来过问他们 他们只好按部就班地 守好这个院子 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僵是什么 现在宁玉宫终于有了主子 这些太监和宫女 终于找到组织了 一个个喜笑颜开 跑着跑纳地 做着各种事情 这时的宁玉宫 随时充满着欢乐 比过年的时候还热闹 杨云一直在这宫中 陪在母亲身边 享受着母亲亲手下厨 给他制作的糕点 直到未时 按皇宫规定必须出宫的时候 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也许是母亲走出冷宫 给杨云带来好运 这些日子来 他迎来好几件好事情 首先战虎部的大型水车 终于造好了 看着这大家伙 将河中的流水 源源不断地送到山坡上 农庄中充满欢笑 孩子们在水车前 开心地跑来跑去 老人们则开始计算 农庄中又可以多几亩地 今年可以多收多少粮食 于是又印了几千册 仍然卖得很快 看这次尝试取得成功 杨云又开始以期刊的形式 开始印制 西游记 又出现了争相抢购的局面 光靠杨云提供书当然不够 受到启发的池利和杨英 招来一批文笔好的落地秀才 让他们专门写各种小说 很快聚集了一大批读者 使得杨英和池利两人 负责的英丽书社的名气 在西京城很快活了起来 还有一个好消息 郑小七他们终于把彩票弄出来了 每逛一次的开奖时间 果然有人中奖了 中奖的是西向的小毛子 因为家里穷 快三十了 都没有娶到媳妇 这次中了奖 三雄帮带着他披红挂彩 敲锣打鼓走了几大圈 搞得满街的人都羡慕不已 从不愿意上他家的媒婆 来了好几批 这一下 刺激的大家纷纷行动起来 投入到火热的购票队伍中 现在吴颖薇的四部 都回到杨云麾下 他层出不穷新方法 使得这四部都得到良性发展 寻找轻衣叫的事 仍然没有什么线索 这些蒙面黑衣人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四十六章 战事呼起 从冷宫出来粤鱼 司马玉终于得到父皇音韵 可以出宫走动走动 他首先就选择到 吴颖薇的四部看看 在他心目中 不在乎这四部有多少实力 只希望众人都过得好好的 因为这是自己父皇母后 有给自己最后的礼物 听说玉妃娘娘到了 四部的老人们纷纷走了出来 来与司马玉打招呼 并执意和他一起四处走走 在他们眼里 不管这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眼前这位妇人 永远是他们的玉公主 边走边看 看着各部发生的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听这些老人们 说着现在衣食无忧 并能体会出 他们对自己的儿子感激之情 玉妃觉得十分开心 自己这一生 经历了多不幸 但幸好还有这么优秀一个儿子 这是老天爷 留给自己的一个最好礼物 这一天 司马玉觉得自己 过得非常充实 从早上尘时出发 一直看到快到身时 他才到今天的最后一站 十三皇子府 儿子 为娘要感谢你 你让这些当年 跟着你外公的老人 有一个好的归宿 得以安享晚年 有朝一日 为娘下去 借你外公外婆 他们也会开心的司马玉 看着自己的儿子 心中万分喜悦 没想到 这个从小自己 都没有好好照顾的儿子 居然这么优秀 母亲 都是大家信任儿子 他们又非常努力 不然 可干不成这些事情 杨云觉得自己脸皮还是够厚 但在司马玉的不断夸奖下 还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云哥哥 云哥哥 书友们成天追着 我要西游记后面的章节 你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啊 一个名模好齿的少女 兴高采烈地跑进来 一把拉着杨云的手臂 娇声说道 那声音犹如银铃般 好听极了 司马玉打量着这美丽少女 一柳靓丽的秀发 微微飞舞 细长的柳眉 一双眼睛流畔舞媚 秀挺的摇鼻 玉腮微微泛红 娇艳欲低的唇 洁白如雪的胶叶 晶莹如玉 如玉之般的血迹 肤色奇美 身材娇小 温柔绰约 于而 这姑娘是谁啊 司马玉看着这少女 觉得非常亲切 她仿佛看到了 二十多年前的自己 和那一个翩翩少年 一起嬉戏的情景 一心只在杨云身上的持力 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这里除了自己的云哥哥之外 还有一位美丽动人 又显雍容华贵的妇人 她连忙松开杨云的手臂 有些不好意思地 看着司马玉 启禀母亲 这是儿子的义妹 礼部尚书池大人的女儿 池莉 杨云微笑着说道 接着 她又转头对着池莉 轻声说道 丽妹 快来见过我的母妃 啊 听到这妇人 居然是杨云的母亲 池莉不由地惊呼了一声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她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连忙行李 小声说道 小女子池莉 见过玉妃娘娘 司马玉看着这个少女 她是过来人 怎会看不出来 这少女对杨云 也是情跟深重 这让她心中十分高兴 因为她看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 这个单纯可爱的女孩 好漂亮的小姑娘啊 你快过来 让我看看你 司马玉笑着 把池莉拉到自己身边 两人在一起 开心地聊了起来 把杨云一个人丢在一旁 时间到了 司马玉恋恋恋不舍地 离开十三皇子府 临走时 还千叮零万叮嘱 要池莉抽空 一定要到宫里去看她 见池莉开心地答应了 她才乐呵呵地往皇宫赶去 时光匆匆 转眼已到春末夏初 人们都脱下了厚厚的冬装 穿上了轻薄的衣物 许多人趁着今日阳光明媚 一起相约出来踏青 西京郊外的官道上 行人来来往往 络绎不绝 让开 让开 有紧急军情 一匹骏马从远处飞快地奔来 马上的骑士大声叫喊着 经得行人纷纷站到道旁 让出了一个宽宽的通道 出什么事情了 难道我大夫刚刚安稳了三五年 又有战事发生了吗 路上行人看着远方骑士离去的方向 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来 这些蛮人 真是可恶 年年都来抢掠 一年比一年猖狂 又不敢堂堂正正打一仗 真是气死人了 父皇看着刚刚送来的这一份紧急军报 气得福皇脸都红了 永安宫是大幅文武早朝的地方 参加早朝的文武百官 刚到大殿 就感觉到有一丝异样的味道 众人悄悄地和附近的官员讨论着 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皇上驾到 一声尖锐的太监声音传来 文武百官马上安静下来 等待福皇的到来 很快 福皇的身影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之中 看到他正年利色的样子 众人心中咯噔一下 果然有大事发生了 众官员的猜测马上得到了证实 只见福皇一坐下来就马上说道 今日早朝 先不讨论其他事情 先讨论如何应对刘依入侵的事情 现在由高公公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自从大福建国以来 一直受到刘依的袭扰 春夏季节 他们一般在自己部落中放着成群的牛羊 一到秋冬季节 四处冰天雪地 他们就开始进入大福境内 掠夺粮食牛羊 抓走女人 给大福带来了很多麻烦 往年 他们来的人不是特别多 抢了东西和女人就赶紧跑 由于抢的不是东西特别多 而且很少杀人 所以没有让大福朝廷到达无法忍耐的地步 但今年 情况发生了改变 出来抢掠的人明显增多 并且开始杀戮 更有甚者 他们居然 他们还占据了一个边关城池中态 等大福兵马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满地杂物和死状惨烈的尸体 以及一些衣衫褛褛的老人和小孩 原来 这一次刘依仁这次入侵方式 发生了极大变化 他们居然选择春夏季节入侵 让中泰城的军民没有丝毫准备 很快就攻破了城池 抓走了妇女和精壮男子 稍有反抗 就腾下杀手 将能够带走的值钱的东西 全部带走 刘依仁在中泰城待了十余日 把这座城池变成血与火的炼狱 临走时 还将整个城池的防御设施全部销毁 把这几乎变成废墟 这些野蛮人着实可恶 我们应该马上派出大军 杀他们一个血流成河 为中泰城屈死的冤魂 报仇血恨 一个须发全白的老愤怒的喊道 众人一看 不由十分诧异 首先站出来的人居然是 在朝中任何事情都不愿管的老太父赵钱 对 这一次一定把他们打疼 打惨 用鲜血让他们打寒 让他们不敢再踏入我大幅半步 这次说话的 居然又是一个老人 是已经到了冒蝶之年的太世纪湘然 本来几湘然年龄太大 福皇也没有给他具体事务 并且可以不用上朝的 可是这位老人却不愿在家享清福 坚持天天上朝 可是 我们也曾多次攻入流医所在草原 对方根本不和我们作战 让我们的拳头无从下手啊 司空成性的一句话 让大家冷静下来 各位都是我大福公骨之臣 还请大家群策群力 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 除去我大福的心腹之患 福皇看着重大臣 沉生说道 第47章 战报 陛下 去年不是曾讨论过此事 我觉得 我们可以采取去年商讨出来的策略 打击和拉拢同时进行 先给他们狠狠地来一下 再派人和他们讨论 怎么和睦相处吧 司空成性站起来 缓缓地说道 可是这些可恶的家伙 我们的大军去了 他们就跑 我们的军队一撤 他们又来了 对于这种不要脸的打法 我们怎么打 五官队列中的一个官员 一脸无奈地说道 打肯定是要打的 只不过打的方式 我们得好好琢磨琢磨 我建议 让有意领兵出征的将军 各自写出此次出征的方略 陛下决定 有哪位将军出征 众位看如何 承信缓缓说道 承信和福皇杨成凤 曾多次一起征战 他的很多想法 都很符合福皇心意 果然 他的想法得到福皇赞同 于是福皇下旨 十日内 有意领军出征的将军 写出作战方略 由朝廷选择最合适的人选 领军出征 老伙计 你这办法的好啊 想要军功 得拿出好的方略来 让所有人的脑袋都动 总比我们几个好家伙挠头的好 建文武文官都走了 福皇看着专门留下的诚信 笑着说道 福皇的话没错 夏旨的当日 西京许多势力的智囊们聚在一起 为这次出征 示意尽紧急磋商 挖空心思 寻找最佳方案 要把这次军功收于囊中 军情紧急 不容拖延 带领十万铁集 要给刘仪一次痛击 世事大会上 杨明特意把自己的十三弟杨云 邀请到军队的前列 因为这一次 能够顺利的领兵出征 和这个弟弟的策略 有很大关系 战棋烈烈 吼声震天 步履其走 看着这些 杨云心潮起伏 在以前那个世界 杨云只在电视里的阅兵室 看过这样的场面 没有想着 有朝一日 自己会真正站在高台上 看着这些即将出征的热血男们 此时 他的心中热血沸腾 一直藏在他心里的将军梦 越来越清晰 杨明带着他的十万铁集 也带着大福军民的期待出征了 这一走 也带走了杨云的牵挂 连日来 杨云整日在府中写书 几乎没有出门 他天天关注大军的动向 询问有没有好消息传来 弄得燕琴和柳月都开始笑他 大军就算不眠不休 也还到不了战场吧 日子过得很快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 杨云所属的五颖卫四步 发展很快 为他积累了不少财力 热衷于写书的他 写完《西游记》后 又开始向自己前世 最喜欢纵横中文往下手 把他最喜欢的几部小说 搬了过来 秋风半斜阳的《与莫修仙记》 《一滴江湖类的神奇大陆》 这个世界的人 如何敌得住这样精彩小说的诱惑 纷纷加入抢书的队伍中 大量的银子滚如杨云囊中 但是杨云却不是特别兴奋 因为他始终牵挂前方的战士 漫长的等待 终于有了结果 这一天 一匹快马奔进了西京城 带来了前方的捷报 让大幅民众欢欣鼓舞 圣王阳明这一次出征刘仪 完全改变了以往的方式 以前每一次征讨刘仪 大幅领军将领 都采用骑兵追击的方式 追在敌军的后面进行打击 但骑兵再精锐 也跑不过在马匹上长大的刘仪汉子 所以每一次战果都不明显 这一次 刘仪人发现 这些大幅人居然不追击自己 只是慢慢刑具 但是 他们每到一个部落 便将部落中留下的所有老幼妇孺 以及部落中的全部财物全部带走 还将部落中剩下的房屋帐篷全部烧掉 只留下一片废墟 这一下 刘仪人可傻了眼 自己的妻儿父母居然要被带走 以前他们可从来都标榜 自己是大国军队 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吗 无奈之下的刘仪人 见大幅军队带上许多刘仪百姓 首尾不能兼顾 于是趁着夜色偷袭大幅军队 企图抢回他们的亲人 谁知统帅大幅军队的杨明早有准备 居然把军队藏于百姓之中 反而偷袭了刘仪人 把刘仪这些骑兵杀了个落花流水 两三万刘仪人被杀的被杀 被抓的被抓 人员损失掉了一大半 就这样 大幅军队把刘仪百姓加上俘虏三四万人 浩浩荡荡地往大幅国内行去 但是由于军队带着大量的百姓 行军速度慢 刘仪又聚集了五六万人 直接向大幅军队发动攻击 双方军队在距离大附近内百姓里的地方遭遇了 大幅军队留下五万人管理俘虏和百姓 只留下五万人对抗刘仪人 刘仪军队的优势是 机动能力强 善于长途奔袭 但是正面作战是他们的弱项 圣王领军多年 深安排兵布阵之道 所带士兵都是大幅精锐 一番大战下来 大幅军队死伤了八千余人 可是却让刘仪人丢下了两万多具尸体 狼狈逃跑了 从这以后 刘仪人再也无法像样的攻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儿妇老 被大幅军队带回了大幅腹地 随着快马将前方的捷报传了回来 西京城中街头向尾的人的人都在讨论这次战事 甚至还有人把他编成了评书 把指挥这次战事的圣王狠狠地夸了一番 一时间 圣王扬明大幅战神的称号 响彻大幅南北 朝廷的官员们却没有这么轻松 因为还有几万被大幅军队裹挟而来的刘仪百姓 需要他们给予安置 按照制定的计划 他们要将这些人以家庭为单位 分流到大幅的各地 一年内限制离开这一年内 大幅给他们分土地 可以和大幅人通婚 一年以后完全恢复自由 虽然政策一而再再而三地讲给刘仪人江 但是始终不相信 不停地吵闹 甚至抽准机会逃跑 对于这些刺头 大幅官员也不手软 轻的一顿鞭子 中的几颗人头 终于把这些刘仪人收拾服帖了 这些大幅官员 把刘仪人分别送到各州县 并且私下要求当地基层官员 做到外送内景 既要让他们感受到大幅人的善意 也要防止他们搞破坏或者逃跑 短期看来 这效果还不错 这些刘仪人很少有找到机会逃走的 大多数人慢慢适应了 大幅这种安定的生活 不用整日追着水草放牧 也不需要冒着被杀死的危险 四处抢掠 还有一个好现象 有些刘仪为了寻找 被带到大幅境内的亲人 来到大幅 当然 这些人也没有再能离开的机会 不过大幅官员们都能善待他们 努力帮助他们寻找自己的亲人 作为这个政策的建议者 杨云十分关注这事的发展 多次到达安置刘仪人的区域 了解他们的现状 但是 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在他快满15岁之际 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 开始去完成朝廷给他的第一个任务 第48章 初始刘仪 刘仪人这次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 估计两三年内 无法再到大幅境内进行袭扰了 但是刘仪所在地区地广人西 要想派军队彻底消灭他们 那是十分艰难的 首先补给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十年前 一支大幅军队由于过于深入刘仪腹地 最后粮食耗尽 反而被刘仪人击溃 还有 若战事太久 大幅的头号敌人楚国 一定不会放过这趁机偷袭的机会的 最不愿出现的现象是 若真把刘仪打惨了 他们投靠了楚国 那对于大幅而言 可是很大的麻烦 所以 福皇在朝中大臣的建议下 准备派人出使刘仪 给他们宣传大幅对他们的政策 让刘仪人能够理解到大幅的善意 最好能够帮助大幅对抗楚国 再不计也能在大幅与楚国作战时不拖后退 在究竟派出作为使臣这事 也争论了好久 这人既要对这项政策充分理解 又需要能说会道 还有 此人须得在朝中有一定地位 方能体现大幅朝廷的诚意 在这几种前提条件下 杨云的名字很快被提了出来 首先 他是此册的最初提出者 肯定非常了解 此外 又是大幅新进出现的才子 表达当然没有问题 最后 以皇子的身份出去 足以代表朝廷的诚意 当然 也有人提出异议 杨云现在还没有满15岁 此外 杨云胆小懦弱的名声也成了阻力 就在朝中众官员犹豫不决之时 圣王阳明站出来极力推荐 认为杨云有实力担当此任 于是 福皇单独召见了杨云 想听一听他自己的看法 杨云来到这个世界 一直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 此行虽然有一些危险 但这样的机会 却是少有的 如果没有危险的任务 可能轮不到自己头上 所以 没有太多的犹豫 他就接受了此次任务 杨云自己愿意接受此次任务 朝中反对的声音小了许多 因为周边国家有14岁败相的 杨云快15岁担任使臣 也让人勉强可以接受 这时就这样定了下来 杨云第一次担任这么重要的任务 这是当然要认真对待 所以 接下来的日子 杨云几乎没有出门 坐在家中恶补留意相关知识 同时 姚霞带领一些好手 组建一个商队 先行出发 计划在留意的首府杨亭 寻找一落脚之处 以备不时之需 8月初六 这是大夫人认为十分吉利的日子 朝廷把这一日 选做杨云出发的日子 朝廷安排负责护卫 他出行的武将叫唐红元 以及皇子府的护卫 和服侍下人一百余人 组成此次出行队伍 西京城东门 占满送行的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玉妃司马玉和圣王杨明良 孩子 留意路途遥远 路上有多处险恶之地 留意人又有许多穷凶极恶之徒 而行千里母担忧 司马玉本来很不愿意 儿子接受这样危险的任务 但儿子态度都异常坚决所以 临别之际 拉住杨云的手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也有流不尽的眼泪 老十三 临行之时 皇兄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套软甲 穿着轻便 但防御力极强 送给你了 刚从前线返回不久的杨明 一边说着 从手下手中接过一个包裹 顺手递给杨云 接下来 铁山父子 钟文睿夫妇 燕妃妃等 都一一前来向他告别 甚至连太父赵钱 都派人送来一副字 尚写不负众望四字 还有郑小七 自己无法露面 也派人前来送行 一句句关切或鼓励的话 一件件暖心的礼物 让杨云感动不已 他在心里安安告诉自己 此行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 并且安全归来 以不负众人期待 终于要走了 杨云向大家一一惜别 上马车那一瞬 他回了一下头 看看众人 又看看众人身后 想找一个应该来的影子 但是始终没有见到 只好一转身 走进马车 车行两三里 一行人经过一个小山坡 杨云拉开马上上的帘子 回首看看即将离去的故土 忽听一阵鼓声之声 紧接着有人吟唱起来 行行重行行 与君声别离 相去万语里 各在天一雅 道路足且长 会面安可知 狐马一北风 月鸟朝南之 相去日已远 一待日已缓 拂云避白日 有子不顾返 司君令人老 岁月呼一晚 弃娟误父道 努力加餐饭 听到这声音 杨云立即知道 这是池力来了 因为这首 行行重行行 正是杨云给池力写的诗 多才多艺的池力 把他谱上去 唱了出来 听到这动听的声音 杨云的心情 一下子好了起来 压在心底的失望 一下消失到九霄云外 他掀开马车的窗帘 看向不远处的山坡 山坡上 一个绝色美人 出现在他的眼帘之中 一张瓜子脸 秀丽美艳 一双清澈的眼睛凝视着他 嘴角边微寒笑容 那浓浓的情意 完全写在他的脸上 两人四目相对 都没有说一句话 马车继续前行 少女一遍又一遍地弹唱着 这手行形重行形 笑容一直挂在他的脸上 但相隔越来越远的杨云 并没看见 少女脸上还挂满了泪水 美丽身影越来模糊 最后终于看不清了 再后来 琴声和歌声 也终于听不到了 杨云拉下窗帘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但马上 他又打开了帘子 踢踢踢踢踢踢踢 一阵紧急的马蹄声 惊动了杨云 伸出头像后看去 只见一个身材健硕 似是许汉子 策马奔来 来到队伍后方 却被负责护卫的士兵 挡住了去路 这汉子 杨云当然识的 他正式负责保护池里的 曹信中年人 于是 他叫退了守卫的士兵 让曹信中年人 来到自己的马车旁 曹信中年人 显然急赶了很久 额头上的汗珠 都来不及擦 殿下 这是小姐为您定做的 因为出了点状况 刚刚才做好 幸好还来得及 说完 他将一个布包 递给马车旁的七威 他将包裹在外面的布块拆开 一个金属圆筒出现在眼前 圆筒前方有孔 后方还有一个按钮 看了看这个圆筒 杨云能够猜出 这应该是一件武器 四处查看 终于在包裹的布块上 找到了相关的介绍 这却是一件武器 严格说是一件暗器 这个名叫飞黄金的暗器 打开前面的保护罩后 用手按动后方的按钮 就会有无数钢针射出 能让石部内的敌人防不胜防 看到这铁筒 杨云笑笑 这东西不就像是 前世小说中看到的 唐门绝世暗器 暴雨梨花针吗 这东西 对于即将远赴险地的杨云 很有用处 于是他将它放在自己怀中 转头看她后方 虽然不可能再看到 那美丽的少女 但他相信 这少女一定也在 凝望自己所在的方向 第49章 泉州 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一年多时间了 由于这个时代 交通不够便利 这还是杨云第一次 离开西京所辖区域 一路上的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 以及风土人情 都让杨云十分感兴趣 时不时停下来观赏一番 皇子出行 可不是一件小事 一路行来 大附近内各地的官员 纷纷带兵前来迎接 好吃好喝奉上 还纷纷准备了各种礼品 这些接风送行的宴席 杨云最初还偶尔参加 但太多的饭局 让他觉得太麻烦 于是 后来很多接风送行宴会 杨云便以自己太疲倦为由回绝 至于这些官员们送来的礼物 则全部以不便携带为名 一律谢绝 骨子里 他不喜欢这些 把功夫放在八戒上官的官员身上 有这时间 你把自己的差事 办好才是要务 负责这次出行安全的 状武将军唐红元 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 只要不到那些土匪 时常出没的地方 杨云一路上的走走停停 他完全没有意见 甚至还出面 把一切服务工作安排得 妥妥当当 泉州 是大幅距离留宜 最近的一个州府 一进泉州地界 就见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 在一名将官的带领下 前来迎接 杨云等人的队伍刚到近前 这名将官就策马奔来 泉州司马元腾 见过十三殿下 这名武官来到杨云马车前 连忙下马行礼 泉州未处抵御刘一的第一线 位置十分重要 杨云也十分关心这里的情况 所以 一见到元腾 他马上询问这里的情况 圣王阳明 带兵击败刘一人后 很快班师回朝 所以 泉州现在所有兵马 依然由泉州刺史流程 截至刘一人遭受惨败 显然老实多了 这几月来 再没有组织任何攻击 但刺史流程 却不敢大意 亲自坐镇泉州 只派司马元腾前来迎接 泉州和其他 州府不一样 地处边关 除了刘一人时常袭扰之外 其内也是匪患不绝 皇子亲自前来 如果出现任何闪失 那可谁都担当不起 所以 刘成让元腾 带领两千兵马 全副武装的前来迎接 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 泉州的各路土匪 地处边关又常年受流以袭扰 泉州的情况 明显比杨云经过的其他州府 差上太多 这里的百姓 大多衣衫蓝履 路上完全没有游山玩水的行人 大家都是行色匆匆 田地里的庄稼 种植也十分凌乱 收成当然不会太好 所以 泉州百姓种植出来的粮食 完全不够本地人吃 每年都要从附近州县 运来大量粮食 路上行了三日 一行人顺利地来到泉州城 得到消息的泉州刺史流程 早已在城门口迎接 流程是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的汉子 身体健硕 皮肤有黑 看得出来 是一个很干练的汉子 这和杨云一路行来 看到的许多大富翩翩的官员们 完全不一样 这使杨云对这汉子的印象 好了许多 泉州城 和西京的热闹和繁华大乡径庭 虽然也有商旅 也有许多店铺 也有街道上的行人 但是却少了那一份闲厅信部 所有人似乎都在忙碌着 许多人穿着十分破旧 从肤色和身材来看 阳云中的景象 心情有些沉重 大富已经算比较富足的国家了 依然还有许多人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正想着 马车却忽然停下来了 前面传来喧闹声 杨云拉开马车上的窗帘 马上有人向他汇报 前面有个老人晕倒了 所以队伍停了下来 听到这消息 杨云对这刘泉的印象 又好了几分 他竟然没有因为皇子进城 而将前方百姓提前赶走 见杨云下了马车 往前走去 七尾等侍卫不敢怠慢 慌忙跟了上去 杨云来到前面 看见刘成手下几个兵士 正扶着一个昏迷的老人 准备把他拉到街边 以免挡住整个队伍前进的道路 等一下 让我看看 杨云走上前去 不顾众人的阻挡 让士兵把老人平放在地上 不顾老人身上的灰尘 扳开他的嘴和眼皮 认真查看起来 呃晕了 快去弄一点西周来 杨云轻声说道 一旁看着的所有人不由惊呆了 这个高高在上的皇子 居然会亲自救治这个又脏又臭的老人 过了好一会 刘成的一个部下 在不远处的一个小饭铺中 找来一碗西周 而这时 杨云已经把这老人 就请接过周晚 给老人喂了一些周 过了一会儿 老人终于恢复了一些精神 脸色也有了一些血色 见老人已无大碍 杨云才让人将老人扶到一旁 又让七威给他一些干粮 这才回到马车上 刘成和众多前来迎接的官员站在一旁 看着杨云做完这一切 等杨云已经回到马车里 这才指挥队伍继续前行 晚上的接风宴 安排在刘成的刺食府中 这刺食府 是杨云一路行来就简陋的一个 晚餐也比较简单 但杨云却吃得比较开心 这泉州刺食刘成是文官出生 现在执掌泉州军政大权 深得福皇信任 说起这泉州的贫困 他也十分无奈 泉州地域辽阔 土地也很肥沃 灌溉也十分便利 按说应该成为一个很富足的地方 可是 老百姓种出的庄稼 时常在刚成熟时 留一人和土匪就来抢收 虽然朝廷军队也回来保护 但总会顾此失彼 百姓们辛苦种出来的粮食 时常只能收回很少一部分 久而久之 大家种植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只是草草播种 抱着能收多少是多少的心态 收成当然少了好多 近年来 泉州收成日年减少 主要靠朝廷救助过日子 许多家庭都吃不饱 好些人离开了泉州 到其他州县讨生活 说到这里 刘成叹了一口气 作为泉州军政的最高官员 看着泉州百姓近况 一年不如一年 我愧疚不已 幸好 这次圣王重创刘一人 他们不再来抢掠 今年有望收获较多粮食 停顿一会后 他又对杨云说道 打只能短时间内起作用 还是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所以 这次十三殿下 您此次出使责任重大 是啊 刘大人和刘一人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 还希望刘大人 多给我介绍一下刘一的情况 并给我一些好的建议 杨云说道 两人谈得十分投入 接封宴结束后 两人还到刘成的书房 谈到夜里 很晚方才结束 泉州是此次出使刘一 要经过的大附近内的 最后一个城池 离开泉州 顺着泉州城外的新罗江 向东北方向行三十余里 过江就到了刘一所在区域 按照计划 此次出使将乘船从水路前行 所以 第二一早 使团众人就在刘成亲自带人引着 来到位于城外的码头 第五十章 江中遇险 殿下 此行路途艰险 下官由于职责所在 不能与您同行 这是下官长子刘远 自幼习武 一身功夫还算过得去 他多次进入刘一腹地 对地形还算比较熟 这次就让他给你们当的向导吧 刘成把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带到杨云面前 对他说道 杨云看着年轻人双眼有神 动作俐落 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青年 于是笑着说道 此行十分危险 我们都不敢保证 是否能够安全归来 刘大人舍得让你的儿子涉险 刘成还未答话 这叫刘远的年轻人主动说道 殿下以千金之身 也敢清零险地 刘远何惜这欺耻之躯 纵然把命丢在刘仪 小人也不觉有憾 这孩子能跟着殿下办事 是天大的荣幸 若不幸丢了性命 只愿命运不济 若侥幸生还 就让他跟着殿下 到西京见见世面吧 刘成向杨云郑重地说道 紧接着 刘成又面向自己的儿子 严肃说道 此行保护殿下 是你的首要任务 若殿下平安回归 皆大欢喜 若殿下出现什么不好状况 你就自我了断 不用回来了 这对父子的行为 让杨云十分感动 在两人的坚持下 他只得同意 让刘远跟着自己 一起前往刘仪 大船顺江而下 杨云站在船头 看着大江两岸美景 心情十分舒畅 身旁烟情柳月两人 却无暇顾及这无边的美景 他们把精力放在 关注四处环境上 对于杨云的安危 他们可是 看得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 什么人 严谨忽然大喊一产量 向着大船船舱的方向奔去 不一会 便抓出了一个 身材瘦弱 约莫十六七岁的少年 少年显然也被吓坏了 战战兢兢地来到杨云面前 小人成二牛 见过十三殿下 这少年一到杨云面前 连忙跪下磕头 你鬼鬼祟祟地躲在那里干什么 严谨问道 小 小人 小人来感谢殿下 对小人爷爷的救命之恩 这叫成二牛的少年 结结巴巴地说道 救命之恩 这从何说起啊 杨云十分纳闷 让这少年站起来 疑惑地问道 回禀殿下 小人是这船上水手 殿下昨日在城中救的那老人 正是小人的爷爷 见杨云和颜悦色 成二牛觉得自己的压力小了很多 说话也流利了许多 那只不过刚好遇见了 不用那么客气 杨云所做这事 只不过是作为医生下意识的行为 但他不知道 这对于这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 殿下 还有一件事情 小人要向殿下报告 成二牛这样说着 却没有继续说下去 看了看旁边的燕晴和柳月 又看看杨云 见成二牛这样的表情 杨云明白他的意思 笑着说道 这二人都是我信得过的人 你有什么就放心说吧 听杨云这样说 成二牛又向四周望去 见没有人朝这个方向走来 便小声说道 殿下 小人刚才在船舱后面 隐隐约约听到 有几个士兵在说话 内容虽然没有听得太真切 但听口气 他们应该是要准备 做对殿下不利的事情 那你听见他们说的什么吗 一路行来这些日子 唐红元和他手下的士兵 还算尽职尽责 但这少年 也应该不会无中生有 所以他想问个究竟 这个吗 小人也没有听清楚 他们具体说了什么 但他们 居然直呼殿下名讳 又鬼鬼祟祟的 所以估计 他们有可能对您不利 好的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如果有什么新的发现 你直接来告诉我吧 杨云说完 又是一柳月给成二牛一定银子 可是成二牛却坚决不要 转身离开了 这事情无法确定 杨云也不好大动干戈 于是悄悄安排七威 让他派人密切注意 这些士兵的言行 同时让手下侍卫提高警惕 大船继续向下行驶 一个多时辰过去 就行驶了整个水路的一大半 在这期间 七威安排人密切关注唐红元 和这些士兵的动向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这时 江面变得狭窄起来 水流急了许多 听船宫说 这一段水路是最危险的一段 过了这一段 再行七八里平缓水路 就可以上岸了 大船在水中开始摇荡起来 忽然听得轰的一声巨响 大船开始剧烈摇动 不好 出交了 水进来了 有人大声喊了起来 紧接着 江水迅速流进船舱 殿下 大船被撞出了一个大洞 没法继续用了 快跟我上小船 唐红元和几名将官 匆忙来到杨云跟前 拉着他上了大船上 一只备用小船 七威等侍卫 被唐红元手下士兵 有意无意地挡在身后 只好上了另一只小船 在后面紧紧跟随 但刚行不远 又一只小船挡在两船之间 七威暗叫不好 立即让手下加速行船 想要追上杨云锁城小船 杨云锁城小船刚行不远 一个水浪打来 唐红元大叫一声 不好 小船立即翻了个底朝天 船上所有人都掉进江中 错不及防的杨云 一下子向水下沉去 呛了好几口水 但前世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杨云 经常在河里玩 水性还是不错 经历了最初的荒万之后 他终于冷静下来 控制住身体 向水面游去 杨云正准备游出水面 忽觉脚下一紧 有人拉住了自己的右脚 他低头一看 原来是刚才同船的一个士兵 拉住了他 看来真是有人对自己不利 杨云来不及细想 一转身 一拳砸在这名士兵头上 这士兵挨了一下 并没有松手 左手拉住杨云 右手跑水 拉住杨云 向江底游去 这一纠缠 杨云又被拖下一两米 杨云情急之下 用脚使劲一蹬 正好蹬在这士兵的脸上 这一下 显然使这士兵十分疼痛 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自己的脸 杨云趁机正脱 手脚并用 快速向水面划去 在急流里面游泳 比游泳池里面艰难许多 杨云一边克服水流的力量 一边努力游向水面 又呛了好几口水 终于游到水面 他张口嘴 睁眼看向四周 了解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 七微等人的小船 离自己十米左右 正急着向自己赶来 而他前方小船上的人 也彻底表现出他们的意图 干脆拿出兵器 向七微等人发动攻击 杨云正准备向七微等人游去 水底陆续有四个人露出头来 很有默契地将杨云围在中间 其中一人 正是此次负责保护自己的唐红元 你等这次的任务是保护我 我落出了事 你们都会满门抄斩 见这几人面色不善 杨云怒斥道 哈哈 本人本来就是楚国人 这些兄弟的家小 都已安顿好了 你就内命来吧 唐红元得意地笑着 手持一把细剑 朝杨云游了过来 第五十一章 万古草原 再看看四周 另外三人 有的手持短小武器 有的干脆赤手空拳 也迅速朝自己所在的位置游来 若是让这几人完成合围 那么自己就非常麻烦 于是杨云迅速环顾四周 选择距离间隔最大的 两人中间的空间 努力朝前游去 企图脱离对方的包围圈 不想这几人还颇有默契 几人快速一动 挡住了杨云前行的方向 远处 七尾等人虽占据了上风 但被几个士兵紧紧缠住 暂时没有办法冲过来 唐红元四人见杨云已无法逃脱 均面露喜色 一起朝背围在中间的杨云游来 脸上的杀鸡已清晰可见 五米 三米 两米 几人距离越来越近 手中的冰刃高高举起 脸色带着凶利之色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 杨云被刀剑刺穿的情景 唐红元动作最快 已经到了杨云跟前 举起手中细剑 准备朝杨云刺去 但奇怪的是 杨云脸上却没有一丝恐惧之色 反而还挂着一丝得意的神色 再仔细一看 唐红元吓得转身就逃 因为杨云手中 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小圆筒 圆筒前方的小孔正向着自己 可是这时已经晚了 杨云手指一按圆筒后方按钮 无数钢针射入唐红元的头颈之中 他努力挣扎了几下 不甘地沉入疆底 另外三人见状 早已魂飞天外 拼命向四周逃窜 可是已经晚了 杨云故意引他们到自己附近 以便让池力送给自己的飞黄镜 发挥最大作用 此时如果是在地面上 这几人可以格挡或闪避 飞黄镜中射出的钢针 但是在水里却无法施展 所以这三人陆续被钢针射中 先后沉入水中 这时 七威等人也将阻挡他们的士兵 全部斩杀 来到了杨云的身旁 殿下 您没事吧 见杨云安然无恙 七威尝出了一口气 我没有事 你们快把局面控制下来 这家伙的尸体 最好能够找到 我想看看 到底是谁想要我的面 杨云抹了一下脸上的水珠 大声说道 这一场打斗 开始的特别突然 结束的也非常快 大多数人都没有发现这边的打斗 杨云相信 这次跟着唐红元 一起袭击自己的人 所以也没有大肆查找唐红元的同伙 这时候的大船 一大部分已经沉入水中 露出水面上的部分 占了好些幸存者江面上 此时是一片混乱 许多落水者在水面上不停挣扎 四处漂浮着各种物资 把杨云送上船 七威等人又开始忙碌 他先把所有的小船集中起来 招呼所有的侍卫和士兵 救助落水者 又把在满人的小船 向岸边送去 杨云所坐的小船 上面除了燕晴柳月等几个贴身侍卫外 还有城二牛等几个水性特别好的船工 所以 小船虽然一路颠簸 但是没有遇上多大危险 小船有惊无险地到了江面对岸 杨云和众侍卫上岸之后 城二牛等船工 又将小船向江中滑去 因为江面上 还有许多正在挣扎的人 江中间 七威和刘远等人已经控制局面 正组织人 先将水性不太好的人送上小船 一波一波向岸边送去 看着脸色苍白的巨员广 被人搀扶着来到岸边 杨云松了口气 巨大哥你没事吧 快点给巨大哥熬点姜汤过来 巨员广显然在水中吃了苦头 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没事 然后无精打采地坐在一旁 江对岸 泉州军民显然已经知道了江中的变故 许多船只正急急赶来 一些刚刚上岸的侍卫和士兵 也开始行动起来 找了一些干柴 升起了一堆堆火 用于取暖和烤干衣物 赶来救援的人越来越多 江面上一幅忙碌的景象 这一景象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时辰 救援和打捞终于告一段落 江面重新恢复了平静 殿下已经全部打捞完毕 人死了五十多 有些物资也被水泡坏或者冲走了 但一些重要东西 用油纸包着倒没有什么损失 唐红元的尸体也已经找到 这封信是从他怀里找到的 七尾把信递给杨云 这信经水泡过 但幸好捞出比较及时 烤干后还可以看清上面的字迹 信是写给唐红元的 主要内容是让唐红元在路上 寻击杀死杨云 然后逃回楚国去 没办法 杨云只好把这封信收起来 等以后回到西京再做打算 我们还抓住了负责此次行船的传老大 他交代 是唐红元的人绑架了他的家人 逼他将船往暗礁上撞 我已经把人交给刚刚赶来的袁司马 让他带回去审列 七尾接着说道 为了稳定整个队伍 杨云没有公布唐红元死亡的真正原因 对众人宣称 他是在和一些企图袭击出使队伍的袭击者搏斗中战死的 等以后回到西京再为其请功 然后 杨云宣布将整个队伍全部打乱 重新组织由七尾统一截制 同时 匆匆赶来的泉州司马 远腾给杨云建议 让队伍回泉州休整几天 再重新启程 但是被杨云拒绝了 所以队伍在原地休息一晚 次日继续朝刘仪境内行去 刘仪是一个游牧民族 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国界 所以杨云等人进入刘仪所在的万古草原时 一路并没有遇上关卡 所以没有受到任何盘查 甚至他们在进入万古草原的第一天 连一个人都没看到 辽阔无边的大草原 像是一块天公之旧的绿色巨坛 走在草地上 那种柔软负于弹性的感觉非常美妙 随着队伍的不断前行 大家终于看到草原上的牛羊 以此为线索 他们终于找到一些小的部落 这些部落中的刘仪人 显然并不欢迎杨云一行 和他们问话总是有些爱理不理 眼中流露出来的仇恨神情十分明显 估计他们若是够强大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向这支队伍发动攻击 看到这一幕 杨云觉得万分无奈 这些年来 大夫和刘仪时常发生战争 好些人的亲人和好友 都死于对方手中 所以彼此间都积累了一些怨气 要想化解这些怨气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对于这个现象 杨云早有心理准备 他吩咐整个队伍的人 尽量善待这些刘仪人 同时 临行前准备的大量传单 由于有油纸包裹 对待刘仪人的措施告诉他们 队伍又向前走了十数日 遇到的刘仪人越来越多 经过的部落也越来越大 杨云吩咐众人 越往前走 就越要小心一些 尽可能避免与刘仪人发生冲突 随着队伍不断深入万古草原 杨云发现了一个现象 这些刘仪人似乎脾气很不好 时常都会有争斗发生 一路行来 杨云已经发现了无数场打斗 这些打斗的刘仪人 看到大幅的这支队伍 大多都停止了争斗 但是也还是有些人 可能是打出了真火 依然毫不犹豫地 与对方拼死缠斗 刘远多次深入刘仪所在的万古草原 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 据他介绍 刘仪是一个典型靠拳头说话的民族 哪一个部落的实力强大 他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刘仪汉王拓跋也 就是刘仪最大部落山根部落的首领 刘仪所有部落的图腾 都是万古兽神 而山根部落 除了信奉万古兽神外 还把白杨作为他们的部落神兽 而刘仪除了汉王拓跋也 是他们的最高首领之外 还有左王耶达 和右王库班两个地位 仅次汉王的头领 其中 左王耶达是飞黄部落的首领 部落神兽是飞马 而右王库班 是山花部落的首领 部落神兽是元侯 山根 飞黄和山花 是刘仪中最大的三个部落 每个部落都超过了十万人 而其余的小部落 分别附庸于这三个部落 这三个部落所代表的 势力团体之间也有不少矛盾 而刘仪人之间的打斗 经常是在各势力之间进行的 同一势力内则 比较团结第52章 石叶部落与虎旧部落 初始队伍继续向前方 行了二十余日 离杨廷越来越近了 这日 队伍正行驶之中 忽然听得前方传来一阵嘈杂声 翻过一个小山坡 只见不远处 前方的山坳里面有数百人 正在激烈战斗 这次战斗是杨云等人 进入万古草原以来 看到规模最大的一次 两方都触动了约莫两三百人 他们显然已经打出了火气 杨云这两百多人的队伍 出现在不远处 他们也视而不见 依然自顾自地狠狠缠斗 不断有人倒在地上 身穿白色衣服 背上有雄鸡图案的是石叶部落 属于左王耶达的势力 他们的部落神兽是雄鸡 而身穿绿色衣物 背上有猫头图案的是虎旧部落 他们属于幼王库般的势力 他们的部落神兽是山猫 这两个部落人数都超过五万人 属于刘云比较大的部落 刘远来到杨云身旁 低声说道 他们这样大规模地打斗 刘云汉王都不管吗 杨云奇怪地问道 这些部落之间 经常为了争夺草原 或者复仇等各种原因发生打斗 大家已经见惯不惊了 只要不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汉王拓把野也懒得干涉 或许在他心里面 还希望这些部落越打越弱 自己好毒霸万古草原吧 刘远答道 这些打斗并没有影响到整个初始队伍 杨云当然不愿意节外生枝 所以 他让七威约束手下众人 让大家远离打斗的双方 绕道向前继续行走 初始队伍又朝前走了五六里路 后方的打斗声渐渐听不到了 这时日已西沉 杨云便要求队伍停下来 选择了一个避风的凹地 让队伍再次速赢 夕阳下的草原格外美丽 坐了一天马车 杨云决定到附近走一走 便带着聚员广 以及艳琴柳月 还有刘远向前方的一个小山包走去 来到这个山包之上 看着远方的朝霞 以及蓝蓝的天空 杨云不由地感叹 在以前那一个世界 工业水平发达 造成的污染也十分严重 这样的美景美景 已经很难看到了 正感叹之际 忽然听着山包的另一边传来声响 杨云带着几人朝前方走去 借山包上的一块大石遮挡 朝山包下望去 只见十多个虎旧部落的族人 围着一个石叶部落的汉子 正在进攻 石叶部落 这汉子十分汉勇 面对众多敌人 仍然不甘束手就擒 努力地和对方打斗 但是虎旧部落这些人 也不是弱者 此时他们已经明显控制了局面 只是他们目前 抱着猫系老鼠的心态 并不愿意一下 将对方打斗 时不时地 在对方留下身上 留下一个伤口 哈哈 七夜 你不是狂妄无比吗 现在怎么如此狼狈啊 你马上跪下来 跟我磕几个头 以万古兽神的名义发誓 做我柴木达的仆人 我就饶了你一条小命 虎旧部落 一个个子有些矮的青年 显然是这群人的领头者 他得意地笑着 对石叶部落这汉子说道 柴木达 你这卑鄙小人 约我再次决斗 却带来这么多手下 爷爷我今日中了你的奸戒 你可以杀了我 却休想羞辱于我 我七夜可不是怕死之人 这名叫七夜的石叶部落汉子 虽然浑身是伤 但是却依然不愿求柔 那好吧 既然你想死 小爷便成全你 而狼们 不要手下留情 送他去见他们的雄鸡神兽吧 柴达木见七夜不愿臣服 脸色一变 招呼下手痛下杀手 这时的七夜 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但他依然奋力反抗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 他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石叶部落属于 左王耶达的势力 他们是最倾向 和我大幅交好的一个势力 我们要不要帮帮这个七夜 刘远在杨云旁边说道 谁知 杨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却已经有人站出来了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也已经看了很久 你们这些不讲信用 还以多气少的家伙太可恶 也看不下去了 今天的教训教训 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 对面一个土包后面 转出一群人 说话的是一个身材有些瘦小 面目有些俊俏的青年男子 看这群人的服饰 他们不是刘仪人 应该是一群到刘仪做生意的商人 眼看就要 把自己的宿敌除去 没想到凭空冒出一伙人 柴木达心情很不爽 但不了解对方底细 他也不想节外生枝 于是 柴木达看了看 队伍中领头的这个瘦小青年 与其十分和缓地说道 诸位是外来的商人吧 这个人是在下的仇人 今日好不容易有机会除去他 还望诸位袖手旁观 我柴木达不胜感激 柴木达话中变得出来的善意 并没有被对方接受 那瘦小青年 不顾他身旁的一个老者连连劝阻 傲然说道 本公子端木傲月 是从郑国来的商人 最看不惯欺软怕恶之人 今日本公子就要行侠仗义 收拾收拾你们这帮恶徒 柴木达平日里 也是一个狂妄之人 没想到 今日自己忍气吞声 对方还不依不饶 立时心头火气 他语气转了 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小爷 我心狠手辣了 儿郎们 给我打 一场突如其来的打斗 就这样开始了 端木傲月敢于站出来挑适 的确也有所依仗 他手下有几个好手 一开始开打 就犹如猛虎下山 朝虎救部落的人冲了过去 虎救部落的人 常年经常打架 也很有经验 直到 不能在气势上弱于对手 所以也毫不退让 双方一上来 就开始凶狠地缠斗 端木傲月年轻气盛 出手不喜欢考虑太多 他手下的确有三四个好手 他自己也有些功夫 但其余的都是普通商人 哪参加过这样的生死搏斗 吓得在旁边根本不敢出手 而企业身上 也多处受伤 站立大减 所以端木傲月和他几个手下 以及七叶不一会 就被分别围住 虽然不至于落败 但就形式上来看 处于下风 商队那几人想上前 但似乎又没有勇气 把刚才站在端木傲月身旁 那个老者急得直搓手 而狼们 看来这也是些直老虎 大家加把劲 都给我杀了 他们是商队 肯定带来不少钱物 待会全部奖励给大家 柴木达见到这情况 立即大喜 于是他大声喊道 呼救部落众人一听 心中大喜 立即更加卖力攻击 商队众人 最终在老人的催促下 也拿起木棍扁担冲了上来 但是他们确实不善打斗 不一会 就被打到好几个 没有实力 也学人行侠仗义 笑死我了 看来还得有本少爷出手 正在这时 山包上有走出来四个人 他们很快冲进场内 向虎救部落众人发起攻击 这四人正是杨云等人 杨云每天坚持习武 现在也对付个别普通 刘依然不在话下 燕琴和柳月 可曾是厉害杀手 当然比这些人厉害多了 再加上从小习武的刘远 几人像猛虎下山一般 没费多大功夫 就打得虎救部落的人 东倒西歪 不过他们还算手下留情 没有痛下杀手 柴木达也算一个实实物的人 见识不妙 丢下一句狠话 带着人匆匆逃走了 十叶部落七叶 感谢诸位救命之恩 剑脱离了危险 七叶连忙向众人失礼 表达谢意 可是他伤势较重 连战力都有些难度 刘远连忙将他扶住 伤对那老者也连忙走过来 向杨云等人连连称谢 你这小子倒会捡便宜 眼看小爷 我就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你们就来摘这个桃子 端木奥月却有些不领情 看着杨云说道 见端木奥月这样子 杨云不由得好笑 指着他道 是吗 这位高手 你怎么脸上还有个掌印 衣服都被扯破了啊 一句话说的端木奥月脸色通红 我 我 那好半天说不上话 第53章 到达杨云 杨云还是比较喜欢端木奥月的个性 虽然做事有些欠考虑 但为人正直 没有太多心迹 让刘远去初始队伍中 叫来人手 帮助伤者处理伤口 杨远便和端木奥月聊了起来 端木奥月的确是一个没有心迹的人 杨云还没有怎么细问 他就竹筒倒豆子般 把自己的来历 说了个清清楚楚 原来 端木奥月是郑国票级大将军端木雄之子 这一次奉命来刘夷 为郑国采购战马 端木奥月也和杨云十分谈得来 听说杨云要到刘夷首府阳亭 于是欣然答应与初始队伍同行 伤势包扎完毕的七夜 改念杨云等人的救命之恩 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势 自告奋勇地 要给他们带路 杨云想到有当地人同行 可以少许多麻烦 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一辆马车上 腾出一个位置 让其一边养伤 一边带路 有了端木奥月的加入 整个队伍多了许多生气 端木奥月好舞 一有空就让杨云与之比斗 可是他总是打不过杨云 但他始终不服气 依然时常来发起挑战 七夜加入队伍 好处也非常明显 有他这个自己人出面 发给刘亿百姓的宣传单 他们比较乐意接受 同时 一路行走 还绕过几个对大幅 没有好感的部落 为整个队伍 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接下来的行程 再没有遇上麻烦 五日后 一行人终于到达了 本次初始的目的地 刘亿首府杨亭 杨亭是刘亿的首府 也是最大的一个城 里面住了有二三十万人 刘亿最大的三个部落 山根 飞黄和山花 他们的主要力量 都集中在这杨亭城中 可是说来 这杨亭又不算 严格意义上的城市 里面的建筑物不多 许多人都住的帐篷 就连城墙 也只是一些石头围城 这和刘亿游牧民族习惯有关 因为他们经常需要追着水草跑 此外 一旦有人打到这里来 他们打不过他们就跑 等敌人走了 他们又回来 所以他们不愿修建太多东西 被敌人破坏了 还得重建 对不起 我们没有收到 有复国使臣前来的消息 所以不能放你们进去 七威等人来到城门口 递交了相关文书 没想到 却被拦在了门外 大夫朝廷 不是已经派人前来 把本皇子亲自担任使臣 要来阳亭的事 通报了汉王吗 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听到众人回报 杨云觉得十分奇怪 和旁边七威和刘远商量办法 这些守卫是山花部落的人 都是有王库班的手下 他们最不喜欢你们福国人 他们一直希望 刘仪和楚国联盟 共同对付你们 不让你们入城 估计是有意为之吧 一直坐在马车里的七夜 听到几人说话 走下马车 接口说道 那可怎么办 总不会我们千里迢迢赶来 现在又掉头回去吧 刘远在旁边说道 还用怎么办 我们直接打进去 也早就看这些家伙不顺眼了 一旁的端木奥月 愤愤说道 端木奥月的这句话 惹得七威哈哈大笑 哈哈端木大侠 你又想路见不平了呀 我们不拦你 你去吧 一句话说得端木奥月 没有了气势 站在旁边不说话了 七夜见状也笑了笑 然后说道 这里是北门 属于三花部落把守 我们可以绕到西门去 那里由飞黄部落的人负责把守 他们对你们福国的人相当友善 应该不会为难你们的 听了七夜的话 杨云有些异动 他转头看了看巨远光 想听听他的意见 巨远光的一句话 端木公子说得对 我们就是应该打进去 见众人意外地看着自己 巨远光微微一笑 接着说道 诸位 这三花部落的人再次拦住我们 也知道我们不会就此掉头回去 他们就是想在气势上压倒我们 如果我们绕到西门 不就正好如了他们的愿 让大家以为 堂堂大副皇子带队的使团 也得向他们低头 所以 为了我们大国的尊严 我们也得打一场 只是我们出手得有分寸 不要伤人性命 相信他们也不敢下杀手的 听巨远光这样一说 众人一下子明白过来 这里没法进入 从哪里来 就回哪里去吧 三花部落守门卫兵 见使团的人又一次向他们接近 大声吼了起来 话音刚落 已经走到近前的刘远 飞起一脚 正踢中那人胸口 将他踢翻在地 大声说道 我家皇子殿下亲自出使 你们居然敢拦路 今天就让你家刘爷爷 来教训教训你这不长眼睛的家伙 你们还敢打人 这些守门卫兵 见自己人被打 连忙拿出兵器 朝刘远奔来 早有准备的七尾等人 也连忙赶过来 双方立即扭打在一起 端木奥月显然十分喜欢这样的局面 也兴高采烈地冲了上去 慌得他那些护卫 连忙上前保护 和剧眼光预料的一样 对方果然不敢下死手 双方的打斗看着激烈 许多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却没有人受到致命的伤害 你们在干什么 还不停下来 这时 一声大喊突然传来 贺庭儿正在打斗的众人 大家转头一看 来的是几名官员打扮的人 领头的却是一个 文士打扮的中原人 这声大喊 就是这人发出的 见过古兜后大人 是他们先动手 我们才还手的 众手门卫兵 看到这中原人打扮的文士 连忙说道 哼 我都看到了 谁叫你们对客人无礼的 还不给我滚到一边去 这中原文士贺退卫兵 又朝着初始队伍一拱手 然后说道 皇子殿下 传令官传达命令出了问题 闹出了误会 还望皇子殿下海涵 在下留一诱古兜侯良仪 奉汉王之令 前来迎接大夫皇子殿下 看到这文士出来 杨云和巨远光相视一笑 这果然是早有预谋的 这打了孩子大人 马上就出来了 在梁仪和刘仪的几个官员的带领下 杨云等人终于进入了阳庭 刘仪给他们安排的住宿地点 是一个石头围城的小院 里面有大小不一的好些帐篷 足够他们居住了 皇子殿下 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傍晚的时候 汉王会派来过来 接您到王宫赴宴 把一切安排好之后 梁仪告辞离开端木兄弟 这里挺宽阔的 帐篷又足够 要不 你们就一起住在这里吧 见端木奥越等人 也前来辞行 杨云笑着挽留道 多谢殿下好业 只是我们另有要事 就不打扰了 端木奥越尚未答话 他旁边那个称作未老的老人 抢着说道 端木奥越等人走后 七夜也不顾自己伤势未遇 独自离开了 独坐在帐篷 杨云一边享受着 刘云提供的养奶 和各式水果 一边陷入沉思之中 终于安全到达杨亭了 也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面 第54章 王宫赴宴 傍晚时分 汉王派人来接杨云去王宫赴宴 坐上一辆华丽的牛车 不多时就来到王宫门前 汉王拓跋也的王宫 也是被石墙围住的帐篷群组成 宫门前有一个巨大的雕像 足足有几十米高 在四处都是低矮建筑的刘亦 这雕像显得格外醒目 这个世界的十二生肖相同 之前杨云听七夜说过 这奇怪的动物 就是刘云所有部落 共同信仰的万古兽神 看着王宫门口来往的刘云人 对这雕像崇敬的样子 可以看出 万古兽神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是神圣无比的 宴会的地方 是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面 杨云等人赶到时 里面已经坐了许多人 正对门口的地方 有一个高台 台上摆了一个巨大的椅子 上面空无一人 想来 这应该是汉王拓跋也的位置吧 里面坐着的刘云官员 见几个大副人走进来 当然能够猜到他们的身份 但是却没有人主动站起来打招呼 过了好一阵 下午见过面 得左骨多猴梁仪才笑着走过来 将杨云与几名大副官员 迎到几个位置上坐下 并向他们介绍几个重要的官员 高台左下方第一个位置上 坐着一个干兽老者 他就是刘云左王耶达 当听到介绍到他的时候 他微笑着向杨云点了点头 而当介绍到高台右下手 第一个的右王库班时 这个五十许的胖子 只是哼了一声 便没有其他动作 两人的态度 完全在杨云预料之中 他随着梁仪的介绍 一边和刘亦众官员打招呼 一边趁汉王还没有到来 让跟来的几名侍卫 把带来的传单 发给各位刘云的官员 这时 忽然听到门外一声大喊 汉王道 众人立即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 看着门口 不一会儿 一个身材魁梧 四十许的汉子 在一群人簇拥下走了进来 直接来到高台上的位置上坐下 杨云等人知道 这人就是刘亦的汉王拓拔也了 这位一定就是福国皇子吧 真是年少有为啊 拓拔也坐下后 没等人介绍 便朝杨云所在方向说道 杨云见状 立即站起来 向拓拔也恭敬施了一礼 朗声说道 外臣杨云见过汉王 驻汉王万寿安康在下 经带领使团 期望我们两国化干戈为玉伯 永世交好 特带来我大福国书 汉王接过宦官帝国的卷轴 却没有打开 将它放在一旁 然后大声说道 此事不急 各位一路劳顿 今日先品尝一下我们的美酒 欣赏我们的歌舞 既然汉王现在不想谈正事 杨云等人 只得静下心来 以留意众人共乐 并让手下官员尽量主动一些 争取和一部分官员建立交情 以方便下一步行事 这时 有人送上来一盘水果 杨云不由惊呆了 这不是葡萄吗 杨云一直希望猎豹部 能酿出红酒来 可是大福境内 居然没有种植葡萄 没有想到 居然在这里发现了它 吃着香甜的葡萄 看着刘依少女 跳得着颇具抑郁风情味道的舞蹈 和刘依官员们 拖一杯换盏 杨云发现 这刘依官员也有所不同 有一部分和大福官员相处非常融洽 还有一部分 则对大福众人爱理不理 估计这两部分人 就是分属左王耶达 和右王库班的势力吧 刘依人好酒 有客人来了 他们觉得最热情的接待方式 就是把酒配好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刘依官员 喝得面脸通红 而大福官员们更是不堪 好多都喝得趴在桌子上了 杨云更是众人关照的对象 不一会儿酒喝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 已经躺在住地的帐篷里面 次日 睡到日上三杆 依然觉得头疼 见汉王并没有通知 进行两方的会谈 杨云决定出去走一走 带着一些侍卫走了不远 气味悄悄告诉杨云 有刘依人悄悄地跟在后面 不知道这跟踪的人 到底属于那一股势力 杨云听从聚员广的建议 故意装作不知 继续朝前走去 走了好几条街 这些尾巴 依然远远地掉在他们后面 看见前面有一个 出售毛皮的店铺 杨云心念一动 带了十来个人走了进去 这些远远跟踪的 刘依人见杨云等人走进店铺 也不着急 只是远远地等在后面 因为他们知道 这铺子没有后门 他们迟早会从里面出来的 约莫移住相时间过去 果然见到杨云一行人 从铺子里面走出来 继续朝前走去 这几个刘依人 连忙跟了上去 但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刚走不久 三个身穿刘依服饰的人 走了出来 走出的三人 正是杨云和燕晴于柳月 他们在店铺里面换了衣服 迷惑了跟踪的刘依人 杨云三人出了店铺 拿出一张地图 按照地图指示 来到一个小院里面 走进小院中的一个帐篷 里面正在忙碌的 一个年轻人见到他们 指了指后面 便走到小院门口 守在那里 杨云三人 穿过前面的帐篷 来到后面的一个帐篷前 掀开门前的棚布 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 坐了七八个人 正在等着他们 见他们进来 里面的人全部站起来 一起轻声喊道 少主好 原来 这一群人 正是先期化作商旅 来到这里的姚侠 和猎豹部的一些好手们 在异地 和自己如亲人般的 兄弟姐妹见面 大家都非常高兴 姚侠等人告诉杨云 他们提前到达杨亭 这段日子里 主要是按照原计划 做了三件事情 首先是熟悉杨亭的地形 寻找危急时刻 可以撤出的路线 刻意结识了一些 刘亦官员 最好能够打探 刘亦对此事的态度 最后 他们找了一些门路 准备在刘亦购买一匹骏马 由农庄养着 以备不时之需 姚侠等人 只比杨云早二十余天 到达刘亦 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 杨云还是非常高兴 接下来 不知不觉就聊了很长时间 为了不引起刘亦人注意 在确定了联络地点 和联络人之后 杨云三人 悄悄从后门离开小院 回到驻地 汉王拓跋也好像 忘了杨云一行人似的 一连五天 都没有再次召见使团众人 派人去王宫打探消息 都被宫门外护卫 以汉王最近事务繁忙 等候消息为由 拦在宫外 但是 从姚侠等人那里 打探的消息得知 汉王这几日 一直在王宫中 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经过一番讨论 大家统一了意见 不能这样一直被动地等待 得主动出击 推动此事的进程 第55章 困局 左王爷打开着手中 这份败帖 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道 终于来了 然后对送帖子过来的 下人说道 快将他们请进来 在会客棚中奉茶 我换件衣服马上过去 送来败帖的 正是杨云等人 按照他们制定的 主动出击的计划 使团中 众人决定 拜访刘一倾向大副的官员 向他们宣传 大副的一些 针对刘一的举措 说服他们去推动 这件事情的进程 而左王爷打 是这些官员中 职位最高的 当然由身为皇子的杨云 亲自拜访了 殿下 老夫知道 你的来意 这是我已经据理力争了 但是库班那家伙 非要和楚国交好 可是楚国那些人 向来言而无信 我们吃了他们好几次亏 老夫的小儿子 就是死在他们手上的 左王爷打见到杨云等人 没有转弯抹脚 直接就和杨云说起了此事 那左王大人 能不能想法 做右王的工作 让他转支持我们大福啊 聚远光在一旁问道 这呀 没有可能 库班这家伙 运气也着实太差了 年轻的时候 和你们福国人打仗 结果被流石所伤 伤好之后 却没有了生儿育女的 能力为这事 他恨透你们服人了 支持你们 想都别想 耶达的回答 让杨云等人失望无比 左王大人 您看要促成这事 我们得从什么地方下功夫呢 杨云一边说 一边将一张单子 递给耶达 这单子上记录的是 送给耶达礼物的礼单 这是姚侠好不容易 收集到耶达的喜好 精心为他准备的礼物 看着耶达在翻看礼单时 露出的不易察觉的笑意 杨云等人知道 这份礼物 让耶达十分满意 其实这事 关键还得汉王拿主意 他现在还在犹豫中 你们要想办法打动他才行 耶达把礼单放在桌子上 抬头说道 回到驻地 和去拜访 其他留意官员的使团成员会合 交流收获 大家得到的信息差不多 这让使团众人陷入了苦恼之中 这汉王的想法 可不是他们这些大夫人可以左右的 在杨亭待了这么多天 这事情却没有一点进展 杨云正坐在帐篷中犯愁 忽然被身后的一声大吼惊了一跳 转身一看 却是端木奥月 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自己身后 你不是忙着你的生意吗 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了 杨云有些无精打采地问道 端木奥月 却没有注意到杨云的愁容 兴奋地大声说道 今日有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一起去看看 一边说还一边拉住杨云的胳膊 把他往处拽 我不想去 你自己去吧 不再这样的吧 有我专门跑这么远的路 别磨叽了 走吧走吧 在端木奥月的死魔硬炮之下 杨云只得选择跟他一起出去 路上 在端木奥月眉飞色舞的叙述下 杨云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原来 刘亦人上午 他们经常举行各种比武的活动 比武时 无论平民还是贵族 甚至不是刘亦人都可以参加 端木奥月偶然得到消息 今日也有这样一次活动 最好热闹的他 怎么可能放过这种机会 于是他兴高采烈来找到杨云 拖他一起去参加 一行人走了不到半个时辰 就来到一个巨大的草坪上 这草坪就是杨亭最大的演武场 草坪外还站了一圈刘亦士兵 但他们不是来阻拦大家参加的 而是来维持秩序 避免有人前来捣乱的 走进这个大草坪 直见里面搭建了好些台子 有些台子上已经有人开始打斗起来 不时有呼和声和叫好声传来 好事的端木奥月 向旁边的刘亦仁 询问着打斗的规则 没想到 这刘亦打斗的规则挺宽松的 任何人都可以向自己看中的对手挑战 除了不能伤人性命之外 哪怕打伤对手都不用负责任 甚至还有提前千生死状 打死都不用负责任 也不允许亲人复仇的 看到这些规则 杨云不由的暗自惊叹 难怪刘亦仁打起仗来那么玩命 看来和他们的民族文化 有很大关系场上正在开始的打斗 有双方都赤手空拳的 也有都手持兵刃的 每一个台子旁边 都站着几个刘亦士兵来担任评判 看来刘亦官方 也挺支持民间的这些打斗的 好 好 杨云几人正在看附近一个台子的打斗 远处一阵叫好声传到他们的耳中 只见远处一个台子 围着一大群人 不是有叫好声从那边传来 看来那里的打斗十分精彩 于是杨云等人 立即向那个台子走去 走到台前 只见台上一个身高足有两米的魁梧汉子 手里拿着一柄大锤 正在向他的对手狠狠进攻 他的对手 身穿刘亦将军服饰 手持一对斧头 看架势 也是一个功夫不错的人物 可是在这汉子猛烈的攻击下 他正在疲于招架 看来落败是迟早的事 果然 在这壮汉的连番进攻下 这刘亦将军斧头被砸落地上 只得认输下台 这赤木真是太厉害了 连战十场 没有一个能和他站上二十回合以上的 中间没有休息 现在还这么威猛 这大锤 我拿起来都难 他居然捂得呼呼声风 这人是铁打的吗 台下众人议论纷纷 对这叫赤木的汉子赞叹不已 还有人上来没有 我今日还没有打过瘾呢 这赤木大声喊道 赤木站在台上 叫了好几声 又有一个留意汉子走上台去 这汉子动作十分灵活 他汲取钱 一个人的教育 不与赤木正面硬抗 采取了油斗的策略 终于趁着赤木砸出一锤 还没来得及收回的机会 靠近赤木身边 手中还手刀向他斩去 赤木此时要收回大锤 已经来不及了 眼看还手刀就要砍在自己身上 只见他干脆将大锤往旁边一扔 闪身让过砍来的刀 然后一拳击在对方的刀背上 赤木皮粗肉后 拳头打在刀背上 居然不觉得疼 反而那持刀汉子手中的大刀 被击落地面 那持刀汉子 刚准备伸手拿起落在地上的还手刀 却被这赤木一把提起来 扔下来台子 这场精彩的打斗 又博得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同时也震撼了在场的人 以至于好半天 没有人敢再上台挑战 过了很久 才有一个腰间挂满飞刀的 瘦小中原汉子上台 一上去 就将腰间的飞刀 一把连一把地射向赤木 没想到这赤木 居然能将笨重的大锤舞的飞块 直接击落他的一把把飞刀 这瘦小中原人 射出了十余把飞刀 见自己的拿手功夫 无法击败赤木 知道再站下去 吃亏的一定是自己 干脆下台认输了 你们若是上台 能打过这赤木吗 杨云转过头 问同来的几个人 这家伙力气大 还不笨拙 我在他手下 可能撑不了几个回合 刘远摸摸头 无奈地答道 见少主看着自己 烟情连忙摇头 我和柳月从小练习的是 偷袭和暗杀 这种擂台上的正面作战 我们可不行 这汉子力量足 居然还比较灵活 但武技要弱一些 我上去的话 可能要站上百余回合 等他力气消耗得差不多 才可能胜他 但他若有高手 传授他武技的话 我可能就不是对手了 七威向来十分谨慎 深思熟虑后 他才说道 可惜这汉子是刘夷人 若是我在我大福的话 可以培养成一员猛将 杨云看着台上这汉子 遗憾地说道 你想他为你们大福所用 得了吧 我刚才打听了 这人是有王库班手下的 得力干将 端木奥月在一旁达道 第56章 刘夷少年 你们看 那边台上那小子 怎么没有人敢上去挑战 端木奥月 看着不远处一个台子 上面站了一个 十五六岁的刘夷少年 却没有人上去挑战 奇怪地现象 吸引了好奇的端木奥月 他拖着杨云来到这个台子下 只见台上这个少年 衣着华丽 身上一副高贵的气质 想来 这一定是刘夷的贵族子弟 老杨 这小子和我们年纪差不多 也看不出有多厉害吗 老杨是端木奥月 给杨云取的绰号 因为他觉得杨云年龄不大 整天老气横秋的 像的老头 所以就叫他老杨了 老杨 你给我掠阵 我去挥挥这小子 看看他究竟有什么厉害 端木奥月的个性果然急躁 没等杨云反应过来 他已经跑到台上去了 台上这留意少年 正等的百无聊赖 终于见到有人上来 提起手中的长剑 就冲了过来 少年的行为 这正中端木奥月的下怀 两人立即你来我往的站了起来 杨云紧张地 看着台上的打斗 他从小没有多少朋友 难得遇到端木奥月 这还算不错的家伙 他可不希望这家伙有什么闪失 台上这两个少年 手中武器都是常见 杨云跟七威和流姓侍卫 两大高手 学习过剑法 又时常和燕晴与柳月切磋 现在对剑术颇有心得 剑台上二人 你来我往的打斗 他一下子就看出了双方的优劣 这留意少年剑术打开大河 颇有气势 而端木奥月剑术十分灵活 似乎蝶翻飞 单从招式来看 两人不愤伯仲 但杨云知道 久站下来 败的一定是端木奥月 因为他的力量有些不足 不过这时 杨云反而不担心 端木奥月的安全问题了 因为从打斗来看 双方打得虽然激烈 但都没有很力的招式 看来双方都属于心地善良之人 果然 过来不久 端木奥月就气喘吁吁了 手中的动作也慢了许多 那留意少年抓住机会 一阵抢攻 终于趁端木奥月一次动作缓慢的机会 把长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老杨 这小子太可恶了 你快上来 帮我教训他 失败的端木奥月 还没走下台 就冲着台下大声喊起来 听了端木奥月这一喊 杨云按道不好 这小子要给自己找麻烦 果然 那留意少年 把目光投向了杨云 那眼神中的求战欲望 十分强烈 那富国小子 你就上来和我打一场吧 放心 我不会伤了你的 听那少年的语气 竟然带着一丝祈求的味道 这让杨云觉得十分奇怪 老杨 你不会这么不过意思吧 兄弟被人打了 你都不愿意帮忙出头 见杨云还有些犹豫 端木奥月走下台 拉着杨云的手臂 不满地说道 杨云本来想着 这少年非富即贵 这在异国他乡 如果不小心伤到这少年 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可现在这情况 他不上台 好像有些说不过去 算了 自己手下有些分寸就行了 想到这里 杨云从旁边 燕琴手上拿过长剑 缓步上台走去 那刘云少年见杨云上来 十分开心 居然还拱手打了个招呼 杨云剑撞 微微一笑 也拱手回礼 比斗开始 那刘云少年也不客气 高举长剑 用类似刀法中的立劈画衫 朝杨云的头顶当头斩下 好个杨云 连剑都未出敲 脚下一滑 一个转身 轻松地让过了这一剑 刘云少年剑撞 剑势未停 反手一撩 朝着杨云的位置刺来 杨云又是一个转身 闪过次来的长剑 你怎么不出剑 难道是看不起我 剑杨云只是连连躲闪 刘云少年显然不高兴了 他停止攻击 看着杨云 你刚才和我兄弟打了一场 消耗了体力 我不能占你的便宜 所以让你三剑 杨云看着这刘云少年 微笑着说道 刘云少年听杨云这样一说 举起长剑 朝着空中挥出一剑 然后说道 刚才两剑 加上现在这一下 你已经让我三剑了 现在可以出剑了吧 看来这刘云少年 还是挺骄傲的一个人 既然这样 杨云就不再客气 抽出了长剑 将剑翘扔向台下 七威等人的方向 和这刘云少年站在了一起 刘云少年的剑招大开大合 霸气十足 有些刀法的味道 而杨云的剑法 出自几个剑术高手 以实用狠力剑掌 常常有四两拨千斤的味道 两套都算上架的剑法 遇到一起 打得十分精彩 看得人眼花缭乱 台下不断有喝彩声传来 特别是端木奥月 不耐烦了 剑速迅速加快 一剑接着一剑 暴风骤雨般的发起攻击 杨云则用长剑不断封堵 偶尔回敬一剑 他们都没有注意 他们这样的比斗 把旁边担任评判的刘亦将冠 可急坏了 眼睛瞪得圆圆的 手持一根铁棍 估计谁有受伤的可能 他就会毫不犹豫 出手制止 杨云一边比斗 一边看着对面的刘亦少年 见对方越来越急躁 他知道 自己胜利的机会快来了 他在心中告诉自己 一定要冷静 把握要机会 果然 刘亦少年在一次抢弓的时候 由于太着急 脚下一个猎且 他也算反应比较快了 马上一侧身 稳住了身形 可以一直在等待 对方犯错的杨云 怎么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他趁刘亦少年 控制身体的那一瞬间停顿 一脚踢中他持剑的右腕 刘亦少年右腕突遭袭击 手中长剑脱手而出 飞出了两三米外 你说了 但是你剑术挺不错 不着急的话 我们谁胜谁负 还说不清楚 杨云说完 不再理会 仍然还在发呆的刘亦少年 转身走下台去 走吧 杨云走下台去 拉起还兴奋的 又蹦又跳的端木奥月 往比武台外走去 他可不愿意 因为一场比武 得罪一个刘亦贵族 趁对方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先走围上吧 可是杨云想溜走的愿望 却没有实现 他们刚向前走了不远 就被人追上了 追他们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刚刚比武失败的 刘云少年 怎么 比武输了 还不依不饶 太没有舞者风度了吧 端木奥月 见着刘云少年追来 不高兴地说道 哪能啊 我手下那些奴才 每次打斗都让着我 让我自以为自己是个高手 跟你们打了 我才知道我还差得远 难得有人愿意 和我真正打斗 我们交个朋友吧 以后 我们可以经常切磋 刘云少年 看着站在几个身后 真诚地说道 笑死我了 我们今天只见了第一面 交什么朋友 端木奥月败给对方 心情很不爽 怎么可能给这刘云少年 好脸色 哼 我们只是来这阳亭办事 很快就会离开的 朋友就不用交了吧 杨云接口说道 心中却想着 自己躲他都来不及 怎么还会和他交朋友 你们走吧 相信 很快 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刘云少年 看着杨云等人离去的身影 自言自语地说道 脸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第57章 结拜 一行人离开了比武场 刚回到使团的筑地 就看见筑地 所在小院门口有好几个人 正焦急地转来转去 见到杨云等人回来 这几人一下子围了过来 少爷 可算找到你了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到处乱跑啊 围过来的 正是端木奥月的属下 而说话的老人 正是那被端木奥月 称作未老的老者 听了老者的话 杨云看了看身旁的端木奥月 露出了慧心一笑 难怪这家伙独自一人跑过来了 原来是偷跑过来的 邀请几人一起 进帐篷喝茶闲聊 杨云才知道 原来端木奥月 是趁着魏老等人 忙于去联系购买战马仪式 无暇顾及他 才偷偷跑来找杨云玩的 不知你们购买战马仪式 办得怎么样了 杨云好奇地问道 听杨云问道 魏老的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爱 我们需要三千匹骏马 数量有一些大 马的品质也要求的比较高 所以联系许多家都不合适 听说左王耶达所属的飞黄部落 精于杨马之术 他们杨有许多好马 可惜没有人引荐 我们去拜访好几回 都没有见到人 一个护卫在旁边说道 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与左王又几名支援 我去联系一下 看能不能帮到你们 杨云听后说道 杨云是个做事不喜欢拖沓的人 既然决定去帮着联系左王耶达 马上便让人准备拜帖 带着端木奥月等人 去左王府邸前去拜访 别说 他们的运气很好 左王耶达正好在家 听说杨云才会了一日 又来拜访自己 他马上安排人 带着一行人去马场 让他们自行选购 对于杨马很感兴趣的杨云 也随着端木奥月等人 来到杨亭城郊树里外的杨马场 飞黄族的杨马场很大 众人来到这里 便见天空蓝天白云 草地一臂千里 像一床巨大的绿地毯 成千上万的马儿 在草原上驰骋 景象万分壮观 看到这情景 端木奥月心情一下好了起来 一边高喊着 一边骑着马向前飞奔 慌得他手下几个护卫 连忙骑马跟在后面 杨云寒笑看着 跑得越来越远的端木奥月 带着一直跟在身后的巨远光等人 漫步走在地毯般的绿地上 那个人是谁啊 我好像认识他 齐薇忽然停下来 指着一个头发凌乱 衣着不整的怪人大声喊道 齐薇突如其来地叫喊 惊动身旁的众人 大家都寻声望去 看着那怪人 好一会儿后 一直陪同他们的一个留意老者才达到 这是负责养马的一个奴隶 去年我部落勇士从楚国抓回来的 听到这样的回答 齐薇走了过去 仔细地打量这个怪人 两久之后 他转过身来 自言自语道 这人好面熟 究竟是谁 我怎么想不起到底是谁了 由于有左王耶达的话 端木奥月等人 这次和飞黄部落生意 谈得十分顺利 飞黄部落出售三千匹战马给郑国 并且由飞黄部落派人 将马匹送至郑国 并传授飞黄部落养马的一些经验 一个侍卫走了进来 殿下 有个少年 他说是你的朋友 非要见你 杨云觉得十分奇怪 在这阳亭城中 可以算得上自己朋友的 只有端木奥月一人 可是端木奥月这些侍卫都认识 他走出去 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人 刚到门口 就看到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年 身后还跟着一大群侍卫 定睛一看 这少年正是前日和自己比武的那个流依少年 此时 这少年正笑着看着自己 殿下 才两日不见 你就不认识我了吗 我说过 我们很快还会见面呢 杨云意外的表情 显然让这少年很受用 他得意地说道 现在我已经知道 你叫杨云 是福国的十三皇子 现在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拓跋舵 刘亦少年高兴地说道 拓跋 汉王也姓拓跋 你们 杨云疑惑地问道 汉王是我阿爸 我是他老人家第四个儿子 也就是刘亦的四王子 刘亦少年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但似乎并没有因为自己有这身份而得意 反而有一些失落 原来这少年是刘亦的四王子 难怪那日比武的时候 台下围了那么多人 却无人敢上台比试 想想也是 这些刘亦人上台 要是不小心伤了王子殿下 汉王的愤怒 谁人担当得起 现在我们都互相认识了 可以交个朋友了吧 拓跋渡伸出右手 期待地说道 好 杨云也伸出手掌 和拓跋渡积在一起 郑愁找不到关系打开局面 就有人送上门来 这样的朋友 傻子才不愿意交 拓跋渡和杨云一起走进小院 特别感兴趣的拓跋渡 立即高兴起来 拿起各种武器 乒乒乓乓的练了起来 过了不大一会 端木奥越也带着几个护卫过来了 最好热闹的他 怎么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也加入进来 进行了一场万战 从这一天起 这两个好战分子 天天来找杨云 要么由七威等侍卫 指导他们习武射箭 要么相互比武 因为知道拓跋渡有受虐 倾向 在彼此对战中 杨云也是毫不相让 经常用木制武器 将拓跋渡和端木奥越 两个家伙 打得鼻青脸肿 当然 他自己也时常挂踩 结果 三个好武的少年 丝毫没有因为 彼此间互不相让而不愉快 反而在打斗中 建立了更深的情谊 这一天 三个少年又是一番混战 最后都累成了一滩泥 非常不雅观地躺在地上 看着蓝蓝的天空 这时 端木奥越一转头 惊奇地发现 一向嘻嘻哈哈的 拓跋渡的脸上 此时居然露出了 失落的神情 小肚子 你怎么了 刚才还高高兴兴的 怎么马上就晴天 变阴天了呀 端木奥越大声说道 小肚子 是端木奥越 送拓跋渡的绰号 起初拓跋渡很不乐意 但端木奥越 却死不悔改 拓跋渡也就无奈地 接受了这个称呼 拓跋渡叹了一口气 说道 不瞒你们说 我今年十五岁 这几天和你们在一起 才是最开心的几天 大家都羡慕 我这王子高高在上 但没人真心愿意 和我交朋友 和这些独裁们比我 他们总是让我 一点意思都没有 几个哥哥 怕我争夺汉王之位 天天像防贼一样防着我 哪有一丝的兄弟情谊 他们哪知道 我对这汉王的位子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最希望成为一个大将军 率军征战四方 拓跋渡的感叹 勾起了杨云的伤感 他接着说道 唉 我最了解你的心情 我也一样 我亲兄弟虽多 但都期望对方倒霉 我经历了几次暗杀 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明眼人都知道是谁干的 兄弟这词 对于你我这些 做皇子的而言 那是太奢华了 是啊 我们不配拥有兄弟 拓跋渡难难地说道 突然 他想起了什么 大声说道 既然我们都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兄弟 不如 我们结拜吧 这样 我们不是都有兄弟了吗 好啊 端木也来 我们三人一起结拜兄弟 杨云一高兴 一下子坐了起来 要结拜你们结拜 我有哥哥 不像你们的兄弟那样 我的哥哥对我特别好 端木奥月不知道想到什么 脸有些红 随你吧 不结拜 我们也任你做朋友 那你就给我们做见证吧 拓跋渡说道 听说两人要结拜 下人们连忙找来相案 在端木奥月的见证下 两人结拜了兄弟 杨云为大哥 拓跋渡是二弟 这是拓跋渡决定的 因为他觉得杨云成熟稳重 怎么都向他做大哥的 第58章 手术 大哥 我知道 你们现在最困扰的什么 我肯定希望我留意和你们大夫结盟 那样的话 我们兄弟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所以 我一定会在父王面前聚力力争的 拓跋渡认真的说道 杨云没有想到 拓跋渡居然知道他们的困扰 还主动提出帮忙 这让他喜出望外 谢谢二弟 你真是我的福星 你要是能够助我完成此事 那真是我两国百姓的信誓 饶是杨云性格沉稳 也经不住高兴的喜笑颜开 可是大哥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们几个儿子 都左右不了父王的意见 在他眼里 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要想促成此事 还有一个人 你们如果得到他的帮助 那么成功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那就是我的黄奶奶 父王从小到现在 一直很听她的话 拓跋渡说道 什么 福国十三皇子 自幼跟明师学医 可以治疗老太太的眼疾 汉王拓跋也 听了拓跋渡的报告 觉得不敢相信 他是一个孝子 自己的母亲从小最疼爱他 所以成年后 甚至当上汉王 他都非常孝顺自己的母亲 汉王的母亲薛苑太后 几年前换了眼疾 请了许多名医来治疗 都没有见笑 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听拓跋渡讲了自己黄奶奶的症状 杨云可以确定 这留意黄太后得的是白内障 白内障 在老年人中发病非常普遍 白内障如果治疗不及时 一旦引起其他并发症 就会导致永久性失明 而拓跋渡的黄奶奶 薛苑黄太后的病情 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已经在濒临失明的边缘了 这白内障 在古时候 是一种疾难治疗的病症 可是对于集中西医术为一身的杨云 不算是一件难事 虽然这个时代医疗条件有些差 但是杨云也有信心治疗他 所以他向汉王申请 要治疗薛元皇太后的眼疾 本来一个刚十五岁的少年的话 可信度是非常低的 但是汉王拓跋也上一次和杨云见面 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觉得这少年 有远超他年龄的沉稳和成熟 应该不会信口胡说 父王 我和这十三皇子接触过几次 他应该不会胡说的 再说 让他来看一看 能治就治 不能治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拓跋度向自己的父亲说道 这眼睛看不见 比死了还难受 我这老婆子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有机会我愿意试一试 就算失败了 死了也没有什么 也算活够本了 薛元皇太后倒看得比较透 他的话帮汉王下了决心 那好 你们去告诉福国皇子 让他做好准备 明天让他到王宫给母后瞧瞧 汉王陈思议会 对身后一个侍从说道 杨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王宫 看到了留意的薛元皇太后 这是一个雍容华贵 但又非常慈祥的老人 来吧 你帮我看看 有办法治疗没有 不用紧张 就算治不好 也没有人怪你 老太太看着杨云 微笑着说道 经过仔细检查后 杨云确定 这老人确实是患上了白内障 他抬起头对老人说 这我可以治疗 只不过需要手术 手术 什么是手术 汉王惊奇地问道 当听说是要用刀子 将老人眼中的白内障摘除的时候 汉王犹豫了 甚至还有王子和王妃当场指责 说杨云这是想谋害老人 只有四王子拖八度 在为杨云距离力争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争了 我相信这孩子 再不宜着我的眼睛就瞎了 我情愿赌一下 宣元皇太后 最终敲定了这件事 在这时代 要做一个手术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器材倒不是问题 杨云早在大福的时候 就画好了图纸 让铁峰为自己打造了一套手术器材 麻醉问题 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刘亦王公有一种香 可以使老人陷入深度睡眠中 完全可以支持 做完这种小手术 最麻烦的是消毒问题 只能用促熏和高温消毒 最后的消炎问题 根据现有的条件 杨云采取服用消炎的 中药的法子来解决 虽然效果不大好 但目前也没有更好办法 至于手术本身 反而不是个太大的问题 杨云前世 作为知名的外科医生 这样的手术做了无数台 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花了一天时间 做好各项准备 杨云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手术 昏睡了几个时辰的 宣元皇太后从睡眠中醒来 除了觉得眼睛有些痛之外 倒没有其他的不良反应 接下来就是等待拆开纱布 检验治疗效果了 按汉王的要求 杨云这几日 一直留在王宫中 按汉王的说法 是便于就近照顾宣元皇太后 但杨云明白 这是不想让他跑了 若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恐怕自己连小命都保不住了吧 三日的时间终于过去了 到了解开宣元皇太后 眼睛上纱布的日子了 王宫中的王子和王妃 以及一些得到消息的大臣 早早地来到宣元皇太后的寝宫 他们迫切地想看看 福国皇子这种奇怪的治疗手段 是否真有效果 把门窗都关上 所有的帘子都拉下来 也不要点灯 大后这眼睛包了几天 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太强光线会损伤他老人家的眼睛 杨云有条不紊地安排着这一切 这种小手术他做了无数回 但这一回他却感觉到有些紧张 在树双紧张目光的注视下 一个侍女轻轻地解下 老太太眼睛上的黑布 老人慢慢地睁开眼睛 缓缓地看着身边的一切 看见了 我看见了 过了好一会儿 老人忽然叫了起来 这一下 整个寝宫的人都高兴起来 一个个开心地来到老人面来 看看老人是否能看清自己 福国皇子 真的治疗好了宣元皇太后 多年未能治愈的眼疾 让他重见光明 这消息很快在宫内外传播开来 杨云的知名度 在流淫内很快地提升了 皇子殿下 你昨天给大王说 你还可以用你那个什么手术 把像我这样的眼皮 变成像湘妃姐姐那种迷人的双眼皮 这是真的吗 手术成功 杨云正在向汉王告辞 准备离开皇宫 汉王的一个妃子突然进来 向杨云问道 当然是真的呀 这不是什么复杂的手术 杨云回答道 双眼皮手术又名重简术 一称双眼皮成型术 是整形美容外科最常见的手术之一 对杨云而言 这又是一个很轻松的小手术 那 那你能让我也变成湘妃姐姐那种漂亮的两层眼皮吗 那王妃有些犹豫 又有些期待 只要汉王陛下同意 我是没有问题的 杨云淡淡地说道 汉王最终没有拗过这追求美丽的王妃 两日后 杨云又一次来到王宫 给这位王妃做了这双眼皮成型术 手术非常成功 但却给杨云带来了麻烦 不管哪个时代的女人 对美的追求总是非常期待的 见着王妃变漂亮了 王宫中的一些妃子 公主 甚至是朝中一些大臣的妻妾 女眷 都来要求杨云把他们也变成双眼皮 以至于 在这之后的近二十天时间内 杨云几乎天天在给人做这双眼皮 第五十九章 破局 当然 杨云这么多天也不是白白的忙碌 他没给一人做手术 都把目前自己这困局告诉对方 并拜托这些人帮忙做一座汉王 或者朝中一些重臣的工作 天天处于这样的状态 杨云除了身体疲劳之外 还有一些遗憾 因为端木傲月离去 他都没有时间相送 只好托柳月 为他送去了一把铁衫 亲自打造的精品长剑 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 气味终于响起 在飞黄族马场上看到的那个怪人是谁了 当他说出来之后 杨云也吃了一惊 此人居然是前楚国大元帅龙哥 当然 龙哥在楚国和大夫两国交锋时 被大夫五皇子杨明偷袭火捉 一时间惊动了扶楚两国 后来 楚国用五千扶国俘虏 和一座小城为代驾 换回龙哥 可是 这位本应在楚国统兵的大人物 怎么会出现在刘仪 还成为一个养马的奴隶了呢 为此 杨云安排姚霞派人专门去打探此事的来龙去脉 花了不少功夫才搞清楚 这龙哥本是楚国皇帝最信任的大将 多年来 他南征北战 为楚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故而在他失守背秦之后 当时的楚王赵元启 愿意花很大的代价 换他回国 按理说 这龙哥回到楚国应该立即重获重用 继续为楚国征战四方 可是在他回国的路上 楚国却发生了叛乱 因龙哥不在 楚王赵元启将统兵大权 交到自己的弟弟赵元让手上 没想到这赵元让 却是一个狼子野心之徒 他很快把军中不忠于自己的人撤换掉 换上自己的人 然后 他发动了叛乱 杀死了自己的兄长 自己登上了皇位 而这几年好战的楚国 没有和福国及周边国家发生战事 就是因为新的楚王赵元让 忙于在国内排除一击 巩固自己的权力 但是姚霞他们打探到 关于龙哥的消息并不多 但是可以想象的是 作为前楚皇赵元启的心腹 赵元让肯定不会给他好日子过 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被刘依仁所抓 成了一名羊马的奴隶的 对于这龙哥 杨云还是很感兴趣的 能够作为周围战力最强国家的统军大元帅 在十余年内几乎没有敌手 虽然败给了后来义军突起的大副圣王阳明 但他的领兵能力还是少有人比的 杨云找到了左王耶达 听说杨云要购买自己养马的一个奴隶 耶达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 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 就被杨云以半卖半送的超低价格购买了过来 只不过 龙哥被带回使馆驻地后 什么人都不愿意理 更别送让他做什么事了 不过杨云也不着急 吩咐手下人好好照顾他 等回到大福再想办法帮他打开心结吧 事实证明 杨云走家眷路线这一做法十分正确 这些公主和官员女儿 跟自己的老爹们撒撒娇 这些妻子和自己的男人吹吹枕边风 当然 关键还是宣言皇太后的态度 这一件拖了近一个月时间的事情 终于有了结果 经过多次磋商之后 使团终于代表大福和刘仪签订了盟约 盟约内容如下 一 双方释放所有所抓对方的俘虏及百姓 让他们自行选择居住第二 两国百姓可以自由通婚 澄清后可以自行决定 在两国内任意地点居住 享有和其他国人同样权利 三 鼓励两国通商 在泉州和万古草原交界处 涉中立商区 由两国共同负责治安 四 成为兄弟邦国 军事上休妻与共 共同抵御外敌入侵 盟约签订成功后 双方还约定 开春后 刘仪还将派出使团 赴西京进行回访 加深两国之间情谊 这件大事终于尘埃落定 杨云和使团众人谢绝汉王的挽留 决定很快返回大福 大哥 我们兄弟这一分别 不知道何日才能相见了 杨亭北门 拓拔渡看着即将离去的大哥 心中充满不舍 二弟 这次 我们两国成功结盟 不用担心 以后会在战场上相遇了 相信在不久之后 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杨云拍着这兄弟的肩膀 这次出使刘仪 不仅圆满地完成了使命 还结识拓拔渡 和已经提前离去的端木奥越两个朋友 真是收获不浅 回首看着身后 越来越远的拓拔渡的身影 杨云心中感慨万千 但愿这份兄弟情谊 由于不再担心 刘亦各部落对他们的敌意 不需要绕路 加上归心四剑 行程就快了许多 第一日就行了近百里入城 夜半时分 杨云从睡梦中醒来 刘亦着这一段经历 像放电影似的 在他脑海中闪动 使用他彻底清醒了 睡意一下子消失的一干二净 既然睡不着 干脆起来 和负责值守的士兵打了个招呼 离开宿营地 来到宿营地后面不远处的一个高地 准备看一看草原的夜晚 万古草原空气清新 所以夜空中闪耀着满天星斗 像一粒粒珍珠 四一把把碎金 看着这璀璨夺目的星空 杨云第一次感觉 天和地势那样的接近 慢慢地 杨云陶醉在这如画般的美景之中 忽而 他觉得远方的群星似乎活了 正在向自己所在的方向靠近 这一景象 让他大吃一惊 他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惊奇地发现 远方确实有星星在移动 不对 这不是星星 是火把 有一群人持着火把 正向自己所在的方向奔来 这半夜三更 怎会有这么多人赶路 并且这草原宽阔无比 这些人怎么直接朝这个方向而来 难道是为自己而来 想到这里 杨云出了一身冷汗 他连忙转身 飞快地朝宿营地奔去 快到宿营地的时候 他看着营地中 已经点亮了许多灯光 有无数人影开始活动起来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看来 使团职业的士兵 已经发现了这一反常的情况 殿下 你到哪里去了 我们正找你呢 从速度来看 他们全部是骑兵 所以我们 要想跑尸来不及了同时 他们的队伍悄然无息 应该是包住了马蹄 笼住了马嘴 所以 这帮人应该是敌飞友 我们得早做准备 看到杨云 聚远光连忙说道 按队伍的长度来看 他们约有五六百人 人数是我们的三到四倍 所以我们不可立敌 得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旁边的七威接着说道 杨云看了看四周 发现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了 看来这七威 还是挺有管理能力的 他抬眼看了看不远处的龙哥 见他低着头 一副与自己无关的样子 看来想听他的建议是不行了 七大哥 你安排大家做好准备 待会如果真有冲突 有你拳拳指挥 要注意保护队伍中 不会武功的文职人员 看来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战就要开始了 杨云的心中 居然隐隐有所期待 第六十章 第一战 大家马上行动起来 将所有马车围在我们营地四周 对方是骑兵 这样可以 让他们无法冲锋 然后所有盾牌手持盾站在最外围 长刀长枪站在身后 弓箭手在最里圈 七卫是在战场上下来的老兵 玉势毫不慌张 有条不紊地安排着 杨云看着眼里 心中十分满意 举着火把队伍越来越近 不多时就来到了众人眼前 只见这一群人 全部身穿黑衣白裤相见 胸前会做一头巨猿 三花部落的人 果然是来者不善 看着这些人 即将来到眼前 刘云小声说道 杨云看着当先一人 身高约有两米 手持一柄锯锤 行路呼呼带风 不由得头皮发麻 暗自说道 怎么来的是这家伙 有些麻烦啊 原来 来的这人正是当日在比武之时 连战食鱼场 却没有一败的赤目 杨亭城外 已和刘亦众位朋友告别 未见三花部落酷般大人 没有想到 居然派人追这么远来 给我等送行 真是感激不尽 见三花部这些人 已经走近 七威拱手说道 你们跑得真快 害我们一阵好追 哪个是福国皇子 杀了他 就和福国结不成盟了 赤目大声喊道 这一下 让他手下几个将官面面相去 这种脑袋少跟弦 怎么把幼王的话 直接告诉对方了 想杀我们殿下 那就得看看 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七威剑士已至此 也就放下侥幸心理 准备放手一搏了 而狼们 给我冲 尽快杀了这些夫人 幼王大人说 要请大家喝酒 赤目说完 举起大锤 就朝使团冲了过来 他身后这些骑兵剑撞 也手持武器 叫嚷着 策马急冲而来 弓箭手准备 听我命令才能放箭 这些刘一人虽多 但却没有章法 看来这不是刘一精锐士兵 多半是加兵一类 齐微放下心来 此战击溃敌人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很快 这些骑兵 来到弓箭手的射程之内 齐微箭撞 大吼一声 弓箭手手中的箭飞快地射出 刘一人纷纷举起手中武器 想要格挡长箭 但是如此近的距离 要想击落这些箭支弹何容易 不一会儿 就听得惨叫连连 好几个刘一人掉下马去 但是刘一人人数众多 骑马速度又快 不一会儿 这些骑兵就到了 使团队伍不远之处 这时 提前准备好的马车 发挥了作用 挡住了骑兵的路线 骑兵的优势在于冲击 现在速度降下来了 他们的威力就下降了一大半 马上被使团士兵的盾牌 和手中所持的长刀长枪 挡在了圈外 双方展开了近距离的战斗 战斗很快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双方都很快有人伤亡 使团众人被围在一个 很小的圈子里 借助马车和盾牌掩护 又有长刀长枪与弓箭配合 伤亡小了许多 正常情况下 使团众人能够抵挡住 对方的进攻 但是大家都低估了 这赤木尔的汗勇 这流仪队伍中 只有一人没有骑马 那就是领头的赤木 这丝力大无穷 那笨重的长锤 却被他捂得呼呼声风 赤木尔举起大锤 一锤砸在马车前的马头上 那马立即一声惨思 软软地倒在地上 然后他又挥锤一阵乱砸 不多时便将马车砸了个七零八落 即把将他掀在一旁 赤木尔靠着自己的勇猛 很快将使团围成的圈子 打开了一个口子 旁边几个大幅士兵健壮 连忙围了过来 挡住了赤木尔的去路 可是他们低估了赤木尔的实力 挤锤下来 好几个士兵口吐鲜血 倒在地上 如果被赤木尔突破到圈内 伤到里面的官员或皇子杨云 后果不堪设想 附近的燕琴和柳月立即上前 很快欺近赤木身边 举起手中长剑 攻向赤木 两女手中长剑上下翻飞 全部攻向赤木要害 一时间使得赤木手忙脚乱 连连后退 使团内圈众人见状 立时松了一口气 可是大家没有轻松太久 赤木连连后退 很快闪出了空间 他立时大吼一声 又一次举起手中大锤 和燕琴与柳月站在一起 燕琴和柳月擅长偷袭刺杀 可是目前这种情况 他们如果闪避 赤木就会冲进券山 伤到圈内官员 所以只能死死挡住 但是 这种状况对燕琴和柳月 是非常不利的 他俩只好相互配合 死死地站在赤木前进方向上 拼命挡住赤木 两个少女实在不适合 这硬对硬的搏杀 所以两人拼尽全力 只能勉强地挡住对手 俊先生 他俩可能干不了多久 你负责指挥整个队伍 我去拦住这家伙 七威见燕琴和柳月处于下风 对俊远光说道 说完 他立即拿出兵器 冲上前去 替下了燕琴和柳月 与赤木站在一起 有七威挡住了勇猛的赤木 使团众人的压力立即减小 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 杨云站在内圈 看着双方的伤亡逐渐加大 立即皱起眉头 俊大哥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他们的人出现伤亡 可以随时补充 可是我们损失不起啊 杨云来到俊远光身旁 大声说道 殿下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的确不能和他们打消耗战 俊远光回答完 看了看激战的双方 又看了看使团圈内 几个炒菜用的油桶 引起了他的注意 大家加把劲 幼王大人说了 此战若是成功 重重有赏 若是不能杀了福国皇子 所有人回去都得杀头 刘依然的队伍中 忽然传来喊声 听到喊声的刘依士兵 不由得心头一颤 幼王的手段 他们可是见识过 为了活命 这些刘依士兵也豁出去了 他们拼了命地 向大副使团发动攻击 这突如其来变化 使团士兵完全没有料到 他们连连后退 眼看就要溃败 这时 内军的弓箭兵 忽然有了动作 一支支箭头上 有座熊熊火焰的箭支 射上了天空 不一会儿 又落在刘依士兵的队伍中间 原来 巨远光让他们用部包住箭头 沾上菜油 做成火箭射向了敌人 这一下 刘依队伍可乱了套 因为刘依的队伍全是骑兵 动物们对火天生恐惧 马儿们见许多火团从天而降 落在自己身上或前后 立即乱跑起来 根本不听马背上上主人的指挥 杀呀 杀死这些刘依人 见到这种情况 杨云立即领会了巨远光的意图 他抽出腰间的长剑 立即冲了出去 向正在努力控制的刘依士兵杀去 一直保护在杨云身边的几个侍卫舰 立即跟在他身后 一起杀了出去 冲啊 杀呀 见皇子殿下亲自杀了出去 大夫士兵士气大声 一起嗷嗷叫着杀向刘依士兵 一时间 喊叫声 马斯声 惨叫声 交织在一起 慌乱中的 很多刘依士兵被杀死 无主的战马 更是疯狂地往处跑去 把本来都已经凌乱的刘依阵行 彻底冲得支离破碎 随着更多的同伴倒在地上 刘依士兵终于彻底崩溃了 妈呀 快跑啊 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声 马上感染了整个刘依队伍 他们再也不顾军官们的指挥 疯狂地向来路上逃跑而去 第61章 追与逃 赤木尔是个武痴 他和七威打了个难分难减 心中十分高兴 这么多年来 能和自己旗鼓相当的对手 可不多啊 他越打越兴奋 手中的长锤上下翻飞 朝着七威全身各处招呼着 将军 我们被包围了 赶紧杀出重围去吧 赤木尔打得十分投入 根本没有观察周围的变化 听身旁清兵一说 他才抬头一看 结果发现 自己带的兵死的死 逃的逃 已经所剩无几了赤木尔号战 但他不是傻子 知道此时不跑 就没有机会了 他大吼一声 跟我走 然后舍去七威 转身向后杀去 四周的大副士兵 当然不肯放他们离去 举起兵器 想要挡住他的去路 不想这家伙力气 确实太过厉害 手中长锤一阵挥舞 挡在他面前的大副士兵 被砸得东倒西歪 趁其他大副士兵 还没包围上来之际 他带着身后的刘一士兵 冲了出去 这时 这场战斗已经接近了尾声 绝大多数刘一士兵死的死 逃的逃 只还有几个还没有来得及 逃跑的刘一士兵 还在垂死挣扎 但明显是没有活路了 七威没有去追击赤木尔等人 他将没有受伤的士兵交到一起 组织他们救治伤员 轻点伤亡情况 收缴战利品 这一战打下来 使团士兵伤亡武士于人 而刘一人则丢下了一百多具尸体 可以说是一场大胜 但是七威等人却高兴不起来 既然三花部落的人 想对自己等人不利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一个大土包前 杨云带着使团众人 一起恭敬地鞠了三个宫 这里面 埋葬着此战阵亡的将士 目前这情况 只能将他们埋葬在这一国他乡了 殿下 看来我们得加快行军速度了 聚远光在杨云身边说道 他的话很快得到了在场众人的赞同 大家行动起来 将伤员全部安置在马车中 收拢乱跑的战马 能骑马地全部骑马 丢弃非贵重物品 加快行动速度 在七威命令下 使团众人立即行动起来 这十天已经亮了 美丽的招侠在草原上空 好似一张警断 但大家却无暇欣赏 这如画般的美景 队伍匆匆向大幅的方向奔去 再说赤木 他带着一部分士兵 冲出大幅的包围圈 向后方奔逃了树里 然后停了下来 组织手下将官 收拢四散逃回的刘仪士兵 清点完人数之后 赤木仰天一阵怒吼 这一仗下来 除了战死和逃走的 自己所带七百人的队伍 还剩下不足四百人 而狼们 有王大人的脾气 大家都知道 现在回去 我们可能都难逃一死 现在我们能做的 就是骨气勇气 重新杀回去 只要杀了福国皇子 我们不仅没罪 反而会得到奖赏 赤木手下一名将军的一番话 让幸存的刘仪士兵眼中 又恢复了一些杀气 杀回去 用服人的血洗清我们的耻辱 赤木用手将长锤 在草地上狠狠一顿 大声说道 杀回去 用服人的血洗清我们的耻辱 刘仪士兵立即群情激昂 整个队伍立即士气大振 大副使团丢弃了一些不必要的物品 加快了前进速度 但是 他们的速度 这是七位留在后面 负责观察敌人的士兵 报告殿下 他们又追上来了 离我们还有十余里路 这名快速追上来的士兵 顾不上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连忙向杨云报告道 赤木带着刘仪士兵拼命朝前追赶 万古草原虽大 但不用担心追丢了敌人 因为两百来人的队伍走过 这痕迹是怎么也遮盖不了的 将军 看着马蹄和车折印 他们应该距离我们不远了 前面有一个浮桥 过桥后不久 我们就应该可以追上他们 一个刘仪士兵向赤木报告道 而狼们 加把劲 追上去杀了他们 赤木大声喊道 迈开大步冲在了第一个 手下士兵也嗷嗷叫着 骑马跟在后面 不多时 一座浮桥出现在刘仪众人眼前 这座浮桥长约两百来米 前面宽阔平整 完全可以供骑兵通过 这时 桥对面还有二十来个商人 正坐在桥对面歇息 桥上还堆放了一些木材 对于这奇怪的情景 若是换了其他将军 可能会觉得意外 可是赤木却没有关注这情况 他大不留心地踏上了浮桥 他后面的士兵健壮 也纷纷策马跟在后面 想过桥 可没有那么容易 桥对面的商旅中 忽然有人大笑 紧接着 这群商旅 聪然拿出数个火把 把他们扔在浮桥上 浮桥上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 已经到了桥中间的赤木 起得大骂 但是却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招呼后面的人 转身掉头回去 离这浮桥的上游 还有一座石桥 不过距离此处 还有十几里路 此时的赤木别无他法 只得带人顺和向上奔去 见赤木带人向远处跑去 这群商旅也收拾行旅 向大幅的方向行去 原来 这对商旅不是别人 正是比使团重人 先行离开阳亭的姚霞等人 姚霞等人 一直在使团队伍前面不远处 暗中配合使团前行 接到杨云延迟追兵的命令之后 便在这石桥上 倒上铜牛 堆上干柴 等候赤木等人前来 于是便有了刚刚发生的这一幕 有了姚霞等人的协助 使团队伍又一次和赤木带领的队伍 拉开了距离 大家一路急行军 一直到了深时 队伍才停了下来 密意地进行简单的休息 而后面追赶的赤木等人可就苦恼了 为了赶路 他们昨夜就没有休息 经约一场大战 然后又是整日的急行军 早已疲惫不堪 速赢的时候 连直守的士兵都喝钱连连 恨不得站着 就睡着了 可他们刚刚躺下不久 四周就响起了敲击声和喊杀声 惊得大家迅速爬起来 冲出营地 可是四处张望 却没有发现敌人的影子 众流一士兵 喝钱连连地寻找多时 都没有发现敌人的影子 担心有埋伏 又不敢追出太远 只好又回去睡觉 谁知刚躺下 喊杀声又传来了 经历多次这样的折磨之后 他们只好采取轮流睡觉的方式 好些士兵感觉自己好像刚刚合眼 天就已经亮了 担心敌人逃得太远 估计还有两个时辰 就会追上我们了 猎豹部一个年轻人匆匆赶来 向杨云报告道 看来 这些家伙是不会罢休的 不彻底将他们击溃 我们没法从容回到大福 巨远光站在杨云旁边 皱着眉头说道 是啊 不给他们一点教训 他们以为我们是纸糊的 刘远接口说道 杨云看了看队伍 有伤员 有文官 行军速度确实没法太快 迟早要被对方追上 于是他吩咐队伍原地休息 把使团中几个经验丰富的人 集中起来 商讨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第62章 拜敌 赤木尔此时心中十分开心 因为前方来报 夫人就在前方不到梁里的地方 相信在不久之后 就能够追上这些可恶的家伙 这一次一定不能让他们跑掉 非要让他们血流成何不可 将军您看 这马分十分新鲜 他们就在前面 一个刘一士兵兴奋地喊道 赤木尔听到这话 精神立即来了 他立即加快步伐 快速朝前赶去 刘一士兵当然值得打起精神 紧紧跟随 忽然 一个刘一士兵惨叫一声 翻身栽下马去 紧接着 连续又有惨叫声传来 一个又一个刘一士兵倒了下去 与此同时 无数箭只从路旁的低矮植物中射了出来 那边有埋伏 先退到这小山包下面 脱离弓箭手攻击范围再说 赤木身边一个将官大声喊道 刘一士兵按照这将官的吩咐 刚刚退到山包下 立即有无数石块从山上砸了下来 很快有许多刘一士兵被砸得头破血流 刘一士兵还没有反应过来 身后的弓箭兵已经追了过来 又是一轮箭与飞来 两面夹击之下 刘一士兵很快折损了近百人 我要杀了他们 赤木而怒吼一声 用手中大锤砸飞一块巨石 就向山包上冲去 手下的刘一士兵也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跟着赤木冲向山包 还有一部分迟钝杀向后面的弓箭手 见刘一士兵冲了过来 大幅士兵也不甘示弱 纷纷叫嚷着冲向了敌人 双方士兵终于开始了面对面的搏杀 这时候他们都豁出了性命 因为他们知道不彻底杀死对手 自己就难逃一死 随着战斗的进行 所有人都忘记了对死亡的恐惧 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死对手 一个刘一士兵一刀刺中了对手的胸口 还没来得及高兴 对手手中的长剑已经划破了他的喉咙 一个年轻的刘一士兵胸口中了一剑 但他却双目远睁 死死地抱住对手 见对方终于被同伴砍下头颅 他才含笑闭上眼睛 一个手持长枪的大副士兵 眼看就要刺中对手 却被身后一刀劈中脖子 他努力想回头看看 到底是谁偷袭他 但是眼前呼得一黑 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场战斗持续了不到半个时辰 慢慢地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处于劣势的一方 反而是人数较多的刘一仁 出现这种局面 其实完全在情理之中 这些刘一仁都是嘉宾 上战场的时间较少 欺负百姓还可以 但现在他们面对的 却是酒精沙场的大副汉族 再加上连日行军的疲劳 他们终于抵挡不住了 一个又一个地倒在地上 将军 打不过了 咱们走吧 赤墨身边的一个将官 对已经杀红眼的赤墨喊道 我不走 我要杀死他们 赤墨一身是血 一边大喊 一边举起手中长锤 向一个大副士兵砸去 将军 撤吧 您私下看看吧 再不撤退 而狼们就要死光了 这名将官又大声喊道 听到这名将官的喊声 赤墨向四周一看 他手下的刘一士兵 已经所剩无几了 正在苦苦支撑着 撤退 赤墨大吼一声 但他自己却没有马上离开战场 他举起手中长锤 冲到旁边的几个战圈旁 凭着自己的勇武 把被围的好些刘一 从包围圈里解救出来 然后率众向后方撤去 杨云看着这一片狼藉的战场 久久没有说话 刘一人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 留下了近两百具尸体 此战下来 他们的战力大损 相信他们 无法再组织其有效的进攻了吧 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虽然战胜了敌人 大夫使团了 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一战下来 大夫还能再战的土兵 仅余下了百人左右 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 开始救治伤者 埋伏战友 杨云这时 反而成为了最忙碌的一个 精通医术的他 不顾使团中众人的反对 马上选择伤势 叫中了伤员 对他们进行救治 止血 震骨 包扎 杨云有条不紊的胃 这些伤者治疗 看得那两个随行大夫目瞪口呆 这皇子殿下的医术 可比自己两人更厉害多了 而那些被杨云救治的伤员们 可激动万分 居然是皇子亲自为他们治伤 一时间 仿佛伤口也不是那么痛了 如杨云等人所料 这一仗 杀掉了刘仪好些士兵 更重要的是 此仗摧毁了刘仪士兵的士气 所以 他们没法再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所以 在接下来的几日里 士团队伍可以顺利前行 没有再受到刘仪仁的袭击 没有了敌人的骚扰 整个士团队伍 就不用把所有精力放在防御之中 队伍行动速度也快了许多 所有人的心情也好了许多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这一日 天气格外好 士团的众人的心情挺不错 这样的天气 可是一个赶路的好日子 大家动作快点 我们今日多赶一些路 再往前方行百渝里 就没有什么大的部落了 那样 我们就会安全许多 七威对士团众人大声吩咐道 士团多次遭袭 作为这个队伍的指挥官 他万分焦虑 但却不能显露出来 那是什么 队伍正行进中 一个眼尖的士兵忽然喊道 顺着这名士兵指引的方向 众人抬眼向前方看去 只见前方的平地之上 站着一对手持兵刃的刘仪仁 紧接着 他们后方的草丛中 也钻出一对刘仪仁 这两对刘仪仁加起来 足足有三 四百人 糟了 这是帝阳部落的人 这个部落向来围三花部落 马首是瞻 看来我们又遇上麻烦了 刘远大声说道 这次 我看你们还能往哪里逃 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随后 又一群人从大副使团身旁的 一个土包后面走了出来 为首的正是赤木 原来 当日赤木而带人撤出后 轻点了一下人数 除了战死和逃跑的 手下士兵只剩下不足一百人 并且 这些人的士气 已经十分低落 若不是回去 就会被幼王库般杀掉的话 他们早就逃回去了 将军 帝阳部落就在前方 现在我们只有加快步伐 到他们前面 找帝阳部落的人帮我们了 手下那名将官 劝住要带兵出去 和敌人拼命赤木 给他了出了一个主意 帝阳部落是一个小部落 整个部落只有万余人 能够作战的战士 只有两千人左右 见赤木而前来求助 这帝阳部落的族长倒也爽快 马上派出了三百族中 好手给赤木 看来 这次要想击败敌人是不可能了 殿下 我们拖住敌人 你带人先行撤走吧 齐威看了看对面的刘仪人 对杨云说道 丢下兄弟们 我自己逃命 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出来 杨云立即大一声说着 殿下 这不是让你逃命 如果我们都留在这里 只会全部战死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你 如果你逃走了 我们反而容易脱身了 聚远光在身旁接着说道 听两个自己最信任的 两个属下这样说 杨云有些犹豫了 他看了看四周 又看了看自己的队伍 终于做出了决定 第六十三章 逃亡 那好 我和姚大哥等人先行哲离 你们四级突围 要注意保护使团中 不会武功的官员 既然做出决定 杨云就不再迟疑 他对齐威吩咐道 兄弟们 狭路相逢勇者胜 大家拿起手中的武器 杀出一条血路 见对方越来越近 齐威大声喊道 说完 他拿起手中的大刀 朝赤墨冲去大服其他士兵剑撞 也嗷嗷叫着 各自选定对手 和他们战成一团 走 剑战斗已经全面开战 杨云大喊一声 带着艳琴 柳越 以及猎豹部众人 朝敌人相对较少的方向冲去 猎豹部这些人 虽然人数较少 可都是姚霞带来的好手 不大一会儿 就把刘一仁的包围圈 撕开了一个口子 大家很快冲出了包围圈 追 见杨云居然逃了出去 赤墨怎肯罢休 他立即放弃和七威的打斗 带人朝杨云所在的方向追去 大家撤离的速度不要太快 尽量多吸引追兵 这样七威他们的压力 就会小一点 杨云一边跑 一边朝姚霞等人说道 赤墨此行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杀死杨云 导致两国盟约破裂 所以怎肯放过杨云 所以他很快聚集了近半的人手 飞快地朝杨云等人追了过来 赤墨从不骑马 但他天生速度骑快 耐力也十分出奇 这时 他居然跑在所有骑兵的前面 奶奶的 这家伙真是个怪胎 姚霞一边策马奔跑 一边说道 由于赤墨带走了一半的人 七威等人的压力顿时小了许多 双方的战士进入了相持阶段 但是双方的心思 都没有完全放在这里的战斗上 因为他们都知道杨云是否被杀 才是这场战斗的关键 刘仪是游牧民族 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他们的骑术可比大夫人好多了 再加上 他们对草原的地形又十分熟悉 所以他们慢慢拉近了和杨云等人的距离 殿下 待会如果他们追上来 我们挡住他们 你先逃 姚霞一边跑 一边对杨云说道 我怎么丢下兄弟们独自逃跑啊 杨云大声说道 少主 你还不明白吗 这次最关键的就是 你得保住性命 只要你活着逃回大夫 两国人民就可以免除战争 所以 你不是为自己而活 你是为两国人民而活 姚霞大声说道 是啊 殿下 你如果不逃 我们就算死了 也没有意义 又一个猎豹部的汉子 大声说道 刘一人越追越近 这时 跑在最前面的赤木 距离杨云等人只有两三百米了 前面有座桥 大家加快速度 我们到桥上去 姚霞大声招呼众人 一行人很快到了桥上 姚霞乐住马江 对猎豹部众人说道 兄弟们 我们就在桥上守着 绝不能让他们过去 紧接着 他又转头对杨云说 少主快走 别让兄弟们白白牺牲 兄弟们保重 见到这一情况 杨云知道 自己不能辜负了大家的好意 他眼中含着眼泪 带着燕晴和柳月 转身朝远处飞奔而去 此时天色已晚 夜晚已经来临 但是杨云却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这么多兄弟豁出性命 都要保护自己 安全回到大府 他一定不能辜负兄弟们的期望 一定要活着回去 天宫还是比较作美的 这夜昊月当空 把大地照耀得如同白昼 完全可以支持骑马夜奔 这时的杨云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跑快些 再跑快些 身后的燕晴和柳月也没有说话 他们也知道 现在跑得越远越安全 不知道跑了多久 也不知道跑了多远 杨云坐下的战马 忽然一声长嘶 倒在地上 把杨云摔在一旁 燕晴和柳月见状 立即勒住马将 跳下马来 扶起地上的杨云 怎么样啊 少主 受伤没有 两女异口同声地问道 没事 这里是草地 我没有受伤 杨云摆了摆手 轻声说道 杨云来到倒在地上的战马跟前 只见这马口土白沫 正躺在地上抽搐着 显然已经活不下去了 我们园地休息一下吧 你们两的马 可能也快累坏了 杨云轻声说道 两女其实也快累坏了 听了杨云的吩咐 拿出一些干粮 大家匆匆吃了一点 园地休息 休息了大约有一个时辰 天就亮了 三人决定继续赶路 由于少了一匹战马 燕晴和柳月 只能合起一马 速度明显慢了许多 刚想前奔跑不久 后面传来吼叫之声 福国皇子 休得逃跑 三人转头一看 不由得暗暗叫苦 却是赤木儿 带着四五个人追了上来 看到他们 杨云心中不由得紧张万分 赤木儿追上来了 那姚霞他们去哪了 难道都站死了 想到这里 杨云心中生起悲痛 少主 你快走 我们来挡住他们 燕晴对着杨云大声说道 我不想再有人为我牺牲 我不跑了 跟他们拼了 杨云心中悲痛万分 他恨恨地说道 快走 再不走 大家就白白牺牲了 您若不走 我们就马上自问 性格一向文静的柳月 忽然大喊道 并把剑放在自己的脖子上 旁边的燕晴剑壮 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我走 我走 杨云心如刀绞 流着眼泪 侧马向前奔去 心中悲痛无比的杨云 现在无暇顾及方向 骑着马指顾 一阵狂奔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跑出去 不能让大家白白流血 你是跑不掉的 看现在谁还能帮你 一个声音从身后出来 杨云转头一看 居然是赤木 这个怪胎 自己一路奔波 居然还是被他追上来了 真是阴魂不萨 既然逃不掉 那就和他拼了 杨云此时已经无法考虑 燕晴等人的生死 他骑着马来到一个高地 然后跳下马来 静静等待赤木的到来 赤木很快来到杨云的面前 此时的他 软甲上被划开了好几道口子 浑身是血 也不知道是他自己的 还是别人的 赤木眼中露出细血的神情 裂开大嘴笑道 你这老鼠 是怎么也逃不过猫的 自己把头割下来吧 省得我来动手 杨云就属于后者 此时的他 握紧头中的长剑 静静地看着赤木 思考着如何给对方致命一击 赤木显然没有 把杨云放在眼里 他来到杨云面来 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试探 手中长锤一扫 就向着杨云的头肩横扫而来 赤木的力气 杨云是见识过的 他不敢应接这家伙的攻击 只得后退半步 身子一矮 躲过对方的攻击 紧接着 手中长剑一身 刺向赤木的小腹 杨云这招 剑术得流性侍卫所传 攻击隐蔽性很强 让人防不胜防 可是他遇上的是赤木 这次身子 随着长锤扫去的方向一侧 让过长剑 同时一错步 手腕一翻 长锤又朝杨云腰间扫来 就这样 赤木一锤接着一锤地向杨云 由于对手的力量 实在太过强大 杨云不敢用长剑和对方硬碰 只能不断闪避 这赤木为人不算精明 但是功夫着实厉害 他不一会儿便找到机会 一锤砸在杨云的长剑之上 杨云顿时感觉到 一股强大力量 手中长剑再也把握不住 脱手飞出杖腕 见对方没有了武器 赤木面露得意的笑容 像一个猎人 看到进入陷阱的猎物 手持长锤 一步步向杨云逼去 第六十四章 劫后余生 眼见无法逃脱 杨云干脆不再后退 站在那里 昂首等待死亡的来临 见杨云完全放弃了抵抗 赤木心中大喜 花了这许多功夫 还死了很多的手下 终于完成这次使命 他将长锤高高举起 准备狠狠砸下 这时 杨云忽然将左手一举 一个圆筒出现在他手中 圆筒前面一个小孔 正对着赤木的头部 只见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手一按 无数的钢针冲小孔中射出 朝赤木飞射而来 不好 赤木按叫一声 由于距离太近 他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 只来得即将头一偏 然后挥手一挡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十数颗钢针射了过来 由于赤木反应还算及时 他躲过了大多数钢针 但是还是有好几颗钢针 射中他的手臂 甚至还有两颗 擦过他的脸颊和耳朵 带起了一缕血丝 还好 没有受到太大的伤 赤木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杨云又一次射出钢针 吓得赤木连忙躲闪 杨云接连三次按动按钮 但现在已经有所准备的赤木连连闪避 虽然有好几颗钢针射中了他 但都没有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 圆筒中的钢针已经射完 杨云趁赤木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捡起不远处的长剑 朝已经一瘸一拐的赤木刺去 赤木还没从疼痛中缓过神来 见杨云拔剑刺来 慌忙连连躲闪杨云连连连攻击 都没有伤到赤木 见这家伙动作越来越敏捷 知道他快要从疼痛中缓过来 不禁十分遗憾 自己精心准备的最后杀招 居然没能重创对手 若等到赤木缓过来 自己将无法逃脱 想到这里 杨云手中长剑上下翻飞 连续攻出竖剑 趁赤木连连后退之际 杨云呼的一个转身 冲到不远处的战马跟前 翻身上马 急驰而去 随着战马快速往前急驰 杨云回头一瞥 见后面的赤木没有追赶过来 此刻的他正坐在地上 似乎正在拔出身上的钢针 杨云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一下 这家伙应该无法再追上自己了吧 赤木受了伤 应该追不上自己了 但是杨云依然不敢放松 骑马往前面奔去 一直跑了好几个时辰 见人和马都已经非常疲劳了 他才停了下来 寻觅一个相对隐蔽的位置休息 坐在厚厚的草垫上 杨云现在才有时间 担心那些拼死保护自己的兄弟姐妹们 他回头看看远方 也不知道七威 姚霞 燕晴和柳月这些 拼死保护自己的属下 在自己离开之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是不是都还活着 这几日连连经历危险 手下兄弟又生死未卜 再加上连日恶战和赶路 使得杨云身心俱疲 他靠在草地上 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梦乡 不知睡了多久 杨云觉得有一些冷 他睁开眼睛 发现此时已经到了半夜 草地上已经开始有了露水 他就是被这露水冷醒的 匆匆吃了一些干粮 杨云又爬了起来 准备继续赶路 只有回到大附近内 自己才算彻底安全 骑上马 刚准备往前急驰 呼听的身后 传来脚步声 他回头一看 一下不由的面如土色 赤木居然又追上来了 这家伙的身体素质逆天了 在受伤的情况下 居然还能追上自己 还有 这草原如此宽广 他是如何准确地 找到自己的行踪的 不过这时考虑这些 已经没有意义了 既然跑不掉 杨云决定不再跑了 他冷冷地看着赤木 心里想着 即使今天把命丢在这里 也要想法 让对方付出一点代价 赤木显然也不想再拖了 他走过来 二话没说 举起手中的锤子 便向杨云当头砸下 长锤很快就要砸下来了 这时的杨云 就像没有看到一样 长剑往前一身 朝着赤木胸腹之间刺去 按照这情况发展 杨云固然难逃一死 但是赤木也会受不小的伤 已经稳操胜券的赤木 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 他猛地将手中长锤一收 然后抽身后退 赤木也算反应很快了 但是双方距离太近 又要把近百斤的长锤收回来 所以他刚退出不远 杨云的剑尖就刺中他的腹部 这一剑刺得并不深 所以赤木并没有受太重的伤 但是心中却愤怒异常 没想到和这个自己 根本没有打上眼的对手打斗 受伤的居然是自己愤怒的赤木 怒吼着 手中长锤捂得飞快 一锤又一锤地向杨云发动攻击 杨云又用了几次两败俱伤的打法 可是没能再伤到赤木 赤木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 杨云只得苦苦支撑 但明显坚持不了多久了 果然 赤木一锤砸在杨云的长剑上 已经强弩之末的杨云 再也无法控制手中的长剑 一下子脱手飞出很远 不仅如此 他也被这股力量带倒在草地上 见赤木手中的长锤高举 杨云绝望地闭上眼睛 跑了那么远的路 牺牲了那么多兄弟 没想到自己还是难逃被杀的命运 一声惨叫传来 受伤的却不是杨云 他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赤木手臂上血流如注 上面插着一只短剑 杨云疑惑地望远处看去 只见不远处站着一群留医人 当先一人 手中拿着一把长弓 显然刚才这一剑是此人所设 看到这一个人 杨云脸上站出了笑容 看来这次可以保住性命了 因为来的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来时所救的七叶 他身后还站着一群 实业部落的汉子 这福国皇子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的命我是一定要救的 我不想杀你 你走吧 七叶将剑尖对准赤木 淡淡地说道 赤木看看地上的杨云 又看看站着的这一群 实业部落的汉子 向着天空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声 然后转身不甘地离去 皇子殿下 您没事吧 见赤木已经走远 七叶快步来到杨云身旁 将他扶了起来 我没事 你们怎么跑到这来了呀 杨云奇怪地问道 这里是属于我们实业部落的草原 今日我带着族中兄弟出来打猎 听到这里有人打斗 就过来看看 没想到遇上皇子殿下 七叶高兴地说道 杨云这才明白 原来这几日 自己慌不择路一阵乱跑 居然跑到实业部落这里来了 也信的是这样 自己才保住了性命 皇子殿下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您的属下呢 七叶见杨云如此狼狈 觉得非常奇怪 听杨云说了这一段时间的经历 七叶爽快地表示 自己会派人送杨云回大福 杨云随七叶到实业部落休息了两日 他这才知道 这七叶居然是实业部落的少组长 这两日里 七叶派出了许多人 去寻找使团众人的下落 却没有打听到 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 无奈之下 杨云决定先回到大福境内 再想法去寻找使团中 其他人的下落 第65章 回归 皇子殿下 过了这条江 就是福国境内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就将您送到这吧 七叶朝杨云一拱手 朗生说道 一番客套之后 七叶带着实业部落的战士 转身离去 看到他们的队伍走远 杨云转身上马 朝不远处的渡口走去这时 路边草丛里 钻出一个衣衫蓝绿 披头散发的人 挡住了杨云的去路 看到此人的面容 杨云不由地暗暗叫苦 这如同乞丐一般的家伙 居然是赤木 这家伙真还执着 居然追到大福边境来了 你敢在这里 追杀我这大福皇子 你不怕我边境守军发现 要了你的性命吗 杨云看着赤木 怒声吼道 你这样大声叫喊 他们也听不到的 就算他们能听见 我也会在他们过来之前杀死你 因为若是杀不了你 回去我也只有死 赤木咧开大嘴 含笑着说道 赤木不想再和杨云说什么了 这几日 他最初躲在石叶部落外 等待他从里面出来 后来又偷偷跟在 护送的队伍后面 几乎没有怎么休息 现在他得快点杀死这大福皇子 然后找个地方 好好睡上一觉 看着越来越近的赤木 杨云从怀里 拿出池力所赠飞黄镜 赤木见到 这件让自己吃过苦头的暗器 不由一正 趁赤木还没有回过神之际 杨云把这里面 早已没有刚针的飞黄镜 砸向赤木 然后策马来到江边 直接从马上跳入滚滚江水之中 见杨云跳入江水之中 赤木连忙追了到岸边 但看着滚滚江水 他猛然停了下来 因为这赤木虽然勇武无敌 可是他却是一个汗鸭子 看到赤木这个样子 江水中的杨云不由得哈哈大笑 对着赤木道 你这蛮子 总有你不会的了吧 有种你就来大幅追杀我 我再将对面等你 看着这一情景 赤木愤愤地将长锤往地上一顿 气呼呼地转身离去 逃过一劫的杨云不敢再返回岸边 于是转身向江对面游去 刚游出百余米远 呼听的身后传来东的一声 他转头一看 原来是赤木抱着一段枯树 跳进了江中 看来这家伙想杀自己的心 居然这么坚决 杨云不敢迟疑 努力滑动手臂 向江对面游去 在这生死关头 杨云彻底爆发出自己的潜力 以自己有生以来最快的速度 向江对面游去 把赤木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一上岸 他不敢有丝毫停留 立即向边关守军的方向奔去 只要在赤木之前 找到大副士兵 自己就算彻底安全了 还别说 杨云的运算不错 刚跑不远 迎面就遇上了一对大副士兵 领头的将领 居然还是自己的熟人 正是当日迎接他的泉州司马圆腾 赤木就倒霉多了 借助一段枯木 他费了好大功夫 才游到岸边 还没有来得及喘上几口气 就被一群大副士兵团团包围 没有武器且又筋疲力尽的他 很快成为大副士兵的俘虏 殿下平安回来了 这一下本官可放心了 我们派人四处寻找殿下的踪迹 都没有任何线索 可把我们给击坏了泉州刺史刘成 听到杨云成功归来 连忙带着泉州文武前来迎接 见到刘成 杨云非常高兴 连忙向他打听使团众人的消息 刘成笑着告诉杨云 使团众人已经安全回到泉州 殿下回来了 殿下回来了 在泉州的一个小院里面 使团的文职人员和一些 正在养伤的士兵见到杨云 立即高兴起来 他们兴奋地相互传递着这个消息 劫难后再次相逢 大家都十分高兴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在和众人的交谈之中 杨云才知道 当日杨云离去之后 由于带走了赤木和许多刘一士兵 使团众人压力大减 他们聚在一个小山包之上 抵抗着刘一人的攻击 双方正在僵持之际 又有一大队刘一士兵 从远处奔来 正当七威等人陷入绝望之时 却发现 率领这群刘一士兵的 居然是刘一四王子拓拔度 原来 汉王得知 有人对使团不利之后 立即让拓拔度 带人前来护送使团队伍 拓拔度见杨云没在使团之中 万分焦急 他一面派人护送使团人员回泉州 一边让人四处寻找杨云 而七威由于担心杨云 留在了万古草原 和没有受伤的大副士兵 一起找寻杨云的踪迹 问及姚霞和燕琴柳越等人 使团众人纷纷摇头 自从那日分别之后 他们再没有见过几人 也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 在流程的安排下 杨云成功返回大副的消息 很快在万古草原传开 杨云回到泉州的第三天 七威带着一行人回来了 看着七威 巨远光和刘云等人都安然无恙 杨云异常开心 可是 燕琴和柳越 以及姚霞等人仍然音信全无 这是 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杨云心头 又过了两日 好消息传来 燕琴和柳越安全归来 原来 当日他两人企图拦住赤墨 但赤墨却无心和二人缠斗 让几个属下拦住燕琴和柳越 自己之身追击杨云 燕琴和柳越 杀死几名阻拦他们的刘云士兵之后 四处寻找杨云的下落 可是偌大的草原 要寻找一个人谈何容易 他俩在万古草原找寻数日 终于得到杨云已经安全返回大幅的消息 两人便匆匆赶回 殿下 已经七天了 我们启程回西京赴命吧 留下一些兄弟 在这里继续等待姚大哥他们 有消息让他们第一时间通知你 巨远光站在杨云身后 轻轻地说道 再等两天吧 杨云看着窗外 语气中透出一丝坚决 第九日 在多方催促下 杨云只得带着使团成员收拾行装 准备踏上回西京的路 殿下 姚霞大哥回来了 刘远突然奔入小院 还没有进门 就大声喊道 在哪里 听到这消息 杨云马上跳了起来 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 不远处 一行人在一队泉州守军 护送下缓缓走来 杨云仔细一看 这这行人 正是当日阻挡敌人的猎豹部兄弟 少主 这行人远远见到杨云 激动地齐声喊道 看他们衣冠不整的样子 很显然受了不少苦 姚大哥 姚大哥在哪里 一看队伍里面没有姚霞 杨云大声问道 少主 我在这里 人群后方 一个有些无力的声音传来 杨云这才注意到 人群后方还有一辆马车 声音就是从马车里面传出来的 杨云立即走到马车前 掀开帘子 见躺在马车里的那个汉子 正是姚霞 此时的姚霞 脸色苍白 斜躺在马车中 显然受了不小的伤 姚大哥 你的左手 杨云忽然看见 姚霞空空的左秀 被那些家伙砍掉了 比起那些死去的兄弟 我算是幸运多了 姚霞的语气有些伤感 顿了一下 他又笑着说道 不要紧的 没有了左臂 我还是能上阵杀敌 杨云看了看四周 姚霞所带二十余猎豹部好手 现在只回来了不足十人 可见当日的战事 是多么的惨烈 想到这里 杨云走出马车 来到猎豹部众人面前 向这些豁出性命 保护自己的这样兄弟们 深深居了一躬 第66章 又得闲财 姚霞回归 算是给此次刘依之行 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杨云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可以带着使团返回西京城了 使团重新出发 这时队伍中却多了一个人 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 这人就是一直追杀 杨云的赤墨 这几日来 杨云一直忧心姚霞等人的安危 一直无暇理睬着赤墨 泉州的土匪 看来还是有些头脑 知道皇子的车队 可不是他们可以打劫的 所以使团队伍行动的第一天 没有遇到任何不睁眼的前来捣乱 来吧 吃个鸡腿 晚上使团队伍 驻扎在泉州境内一个驿站之中 杨云看着绑附在一旁的赤墨 将一个鸡腿送到他的嘴边 吃就吃 反正都是要死 我也不怕你毒死我 赤墨一边说着 一边大口吃了起来 我知道你不怕死 但是这样死了 你不觉得可惜吗 杨云看着赤墨 笑着说道 赤墨把头一摇 你根本不会放我 就算放了我 我没完成有王大人的命令 回去后也要被刺死 反正都这样了 你就早点送爷上路吧 想死 我就送你上路吧 杨云从燕禽手中拿过长剑 赤墨尔剑撞 闭上眼睛 昂着头 等待死亡的来临 赤墨尔等了许久 却没有感觉到 长剑刺在自己身上 他奇怪地睁开眼睛 只见杨云正用手中的长剑 砍着绑附自己的绳索 不多时 便将绑在自己身上的绳索 全部砍断了 归降于我 或者返回刘仪 我都不强迫于你 杨云这样说着 心中却十分紧张 前世小说中 常有这样的情节 可以让猛将归心 也不知道这到底行不行 我真的可以走 赤墨尔看看杨云 又看看驿站的大门 听了赤墨的话 杨云心头一冷 看来自己被这些小说坑了 但是话已经说出口 他无法收回 只得故作爽快地说道 走吧 你自由了 赤墨尔看了看杨云 又看了看院里的各侍卫 见他们都没有要出手地打算 然后转身朝驿站口走去 看着赤墨尔的背影 杨云心中不由苦笑连连 看来这次耍帅耍过了 赤墨尔走到驿站门口 忽然转过身来 快步走到杨云面前 双膝跪地 赤墨尔以万古兽神的名义发誓 愿终身效忠殿下 永不背叛 突然的变故让呆住了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连忙走过去 把赤墨扶了起来 喜悦的心情洋溢在他的脸上 这原猛将终于被自己收服了 收得猛将 杨云心中喜悦 叫大家准备酒菜 与大家痛饮一番 七微俱远光等人早已知道 杨云想将龙哥和赤墨收归已用 如今见杨云 得偿一半所愿 全部敬酒表示祝贺 同时也将眼光看向同座的前楚国大元帅龙哥 但见他只顾默默吃菜饮酒 什么话都不愿说 离西京城越来越近 离别家园数月 终于要回家了 使团众人心情都好了起来 整个队伍充满了欢声笑语 杨云看着坐在马车中 以窗看着西京城的方向 期待与西京城中的亲朋好友重逢 而他最想见到的 还是那一个温柔多彩的绝美少女 离京的这几月 他才知道 这少女已经在自己心中 落下了深深的印记 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语里 各在天一雅 道路足且长 会面安可知 狐马依北风 月鸟朝南枝 相去日已远 依待日已缓 拂云必白日 有子不顾返 司君令人老 岁月呼一晚 弃娟误父道 努力加餐饭 还是那个山坡 还是那一首歌 杨云如何不知道 那是谁在那谈唱 他立即从马车下来 骑上一匹战马 飞快地向山坡上奔去 十五岁的十三皇子杨云 带领使团出使刘仪 居然真的和刘仪签订了盟约 这可是一件大事 听说十三皇子 今日会带领使团回到西京 西京城中许多官员和贵族 齐聚城门口 准备迎接十三皇子 这十三皇子回到京城 一定会成为 大幅炙手可热的人物 现在可得抓住机会 和他们搞好关系 许多百姓也来到城门前 想看看 这有大幅才子之欲的 皇子的风采 史部尚书池尚文 也在迎接队伍之中 他不是那种屈炎覆势的人 本来没有打算来迎接 这十三皇子 不过听下人来报 自己的女儿一大早就出门了 想到女儿日日口中 在记怪这个云哥哥 池尚文也鬼使神差地来到这里 使团的队伍 终于出现在众人眼前了 大幅百姓们一片欢呼 这十五岁的少年 成功地让两国免出了一场战争 可以让许多家庭 不再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池尚文看到与杨云起码病情的女儿 看到女儿脸上露出的 开心与幸福的神情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转身离去 郑和殿 是大幅帝国文武百官上朝的地方 杨云却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杨云在朝堂上 讲述了此次初始的整个过程 除了承上从刘依带回的国书之外 还有此次阵亡战士名单和功劳部 当然也绍不了唐红元刺杀皇子的罪证 这次两国结盟成功 对刘依和大夫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 福皇十分高兴 当场在郑和殿上封赏各功臣 此次为国捐躯的壮士也得到抚恤 但是 让人奇怪的是 作为此次使团的主使 他却没有得到任何赏赐 朝廷中众人议论纷纷 甚至如太夫赵钱等人 还直接上书 要求给杨云赏赐 但是折子上交福皇那里 却犹如石沉大海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作为当事人的杨云 却像个没事人似的 从秋天的八月离开西京 等回到西京时 已经是年后的初春了 这几月里有太多的事情 等待杨云去处理 所以 回到西京的第二天起 杨云就带着巨远光等人 连续几日去无影卫四部查看情况 事实证明 无影卫四部还真是人才辈出的 铁山和铁丰父子掌管的铁式铁器铺 按照杨云所说的连锁店的思路 已经把分铺开到大幅的大半州府 铁式铁器铺的兵器 农具等铁器质量上加 很快在各州府打开了市场 飞音部的飞鸽 已经耐够把千里之外的书信 成功传送回来 不过多次试验后 燕飞飞等人发现 单只鸽子由于各种原因 容易出现 消息不能准时到达 于是采取了多鸽其送的方法 这样一来 成为家眷或侍女 大大拓宽情报网络 此外 猎豹部姚霞虽不在 但他们所酿高度白酒和啤酒 是西京城中独有的 所以销量一点不愁 几月来 挣得了不少银两 最让杨云觉得高兴的是 姚氏农庄这几月来 由于有许多山地变成粮田 又改良了种植技术 粮食收入翻了一番 还有 金架街街竹后 山林中种出的水果品质 得到大大提升 产量也大幅度提高 书局的发展有所缓慢 但是有了杨云所带回新写的章节 应该会引来一个构书的新高潮 殿下 在下愿意归顺 但我有两个要求 一是指向杨云 不想服国 二是殿下日后若有实力 助我出去赵元让 跟随杨云在四部查看数日后 一直不爱说话的龙哥 忽然跪倒在杨云面前 拱手说到第67章 蒙面女子 十三殿 你在哪里找来这样一个怪胎 力气这么大 看着傻乎乎的 其实还挺有学武的天赋 这样的人才 可是我军中所需的 十三皇子府的演武场上 杨明和赤木尔大战一场 经过好几十回合 才将赤木尔击败 五皇兄 你知道 小弟我都遇到好多次刺杀了 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好护卫 你可别打他的主意 我请你来 可是想你指点指点他的 杨云笑着说道 听了杨云的话 杨明哈哈笑着 既然十三弟这样说 五个 我就不好意思挖你的墙角了 至于指点 我使长刀 他使长锤 也有一些关联 我把我的心得给他一份 说完递给杨云一本册子 当然 实战也很重要 我军中有许多英勇善战的将领 他若有空 可以随时到我军中来挑战他们 杨明没有想到 他这一句话 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 这个五疯子 让他军中的的将领 吃尽了苦头 赤木尔天赋一饼 得到有大幅战神之称的杨明指点 又在军营中 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他的战力突飞猛进 一月后 和原本杨云势力中战力 最强的七威大打一场 最终七威也不得不无奈认输 这让杨云不由地笑得合不拢嘴 2月14日 是杨云前世 那个世界的情人节 杨云约上迟力 还有难得出宫的杨英 一起泛舟福江 在经历留意这几月相思之后 杨云和迟力 彻底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连瞎子都知道这是一对 司马玉也十分喜欢 这个温柔的姑娘 据说已经向黄提到两人的事情 福江的水面波光零零 无数的水鸟在里面嬉戏玩闹 几个年龄相当兴趣相投的少男少女 一边喝茶聊天 一边吟诗作对 玩得非常开心 一直到黄昏时分 才一一不舍地离开 宋二女回宫回府 快到皇子府十天已经彻底黑了 可是杨云兴致未解 他干脆换做变装 让侍卫们全部先行离开 独自漫步在西京街头 看看叫卖杂耍 吃吃街边小吃 享受自己到这个世界以来 难得的小民生活 一时间 他仿佛回到以前的那个世界 高兴的时候就容易忘了时间 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少 杨云一边走 一边回味自己以前的那个世界 不知道自己的那些亲人和朋友们 现在过得怎么样 不知不觉中 杨云发现自己 走进了一个偏僻的死巷 摇头笑了笑 准备往回走 呼听的巷口传来说话的声音 这个时候 什么人会来到这样一个 偏僻的巷子里面来呢 杨云觉得十分奇怪 剑像脚有一棵大树 此树枝叶繁茂 他灵机一动 迅速爬到树上 躲藏于枝叶中 杨云刚刚藏好身形 就见一城四人小轿 从巷口缓缓来 小轿在巷子里落轿 四个抬轿汉子 在轿旁垂手站立 轿内却不见有人下来不一会儿 听得一阵声响 从巷子的旁的墙上 跳下一个蒙面黑衣人 快速来到小轿前 单膝跪道 圣女 你来迟了 轿中忽然传出一威严的声音 那黑衣蒙面人 听了轿中声音 连忙俯首答道 启禀教主 属下被人跟踪 跟踪者功夫很高 属下好不容易才将他们甩开 还望教主恕罪 这黑衣蒙面人所在的位置 正好在杨云所在大树下面 从声音 身形 和身上的香粉味道 杨云可以确定 这蒙面女子 就是自己上次遇到的 轻衣教蒙面女子 想不到她 居然是轻衣教的圣女 而轿中忍 居然是这神秘的轻衣教教主 我不喜欢等人 下次你注意点 轿中忍说道 紧接着 轿连一动 一物从轿中 向蒙面女子方向飞出 被蒙面女子一把抓住 这是这次的任务 惊中密探四处在寻找我们 你们行事小心一点 教中人说完 便没有了声音 几个教夫立即抬起小轿 缓缓走出小巷 蒙面女子跪在地上 等小轿不见了踪影 才重新站起来 飞升上了墙顶 不一会就消失在夜空之中 小巷恢复了平静 树上的杨云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将手中一个小瓶子放入怀中 这小瓶子是从赤墨那里拿到的 都能闻到这种味道 当日杨云离开杨亭时 幼王库般让人把这种碟粉 撒在杨云身上 赤墨才能相隔很远 都能准确地找到杨云的 刚才 趁蒙面女子住室离去的小轿时 杨云偷偷地将这种碟粉 撒在了她的头上 担心有人埋伏 杨云在树上坐了许久 才下树离开 等她回到皇子府的时候 已经二更天了 可把燕晴等人急了个够呛 飞飞姐 突然过来 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第二天天刚刚亮 燕飞飞突然来找杨云 说是有钥匙报告 少主 你让我们查的蒙面人 又有行动了 昨晚又有一个四品官员被杀 三月前 你们在留意的时候 他们也杀了一个官员 和去年被杀的先鱼圣一样 都是前朝投降官员 看来这轻衣教 和我们大惊有关 燕飞飞把收到的情报 和他们分析的结果告诉了杨云 前几月 据远光介绍的几个铜窗 投奔了杨云 经考察可以信赖 就让他们去飞鹰部 帮助分析情报 让燕飞飞十分满意 什么 你说 这一只小小的蝴蝶 就可以找到蒙面人 见赤沫得意地拿出一个盒子 和中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 说蒙面女子的踪迹 将无处遁形 燕飞飞瞪大了眼睛 事不宜迟 燕飞飞带着几个人 和赤沫等人出门了 还没有到五十 他们就回来了 看着赤沫那一副 洋洋自得的表情 杨云知道 此事成了殿下 这东西真神了 他出去之后 直接往萧香阁的方向飞 停在柳飞飞的院子外 我们在萧香阁的内线传出消息 这柳飞飞昨晚称病 在房中休息 一直没有露面 所以 现在几乎可以确定 这柳飞飞 就是轻衣叫的那个什么圣女 燕飞飞说道 听了燕飞飞的汇报 杨云不由地暗暗吃惊 这柳飞飞 还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自己几人专程去探查他的底细 居然被他遮掩过去了 杨云看了看身旁的巨远光 后者心领神会地说道 找到人就好 这消息一定要高度保密 我认为 我们不要派人去监视或跟踪他 若是打草惊蛇 被他发现 以后要找到他就很麻烦了 就照巨大哥说的这样做吧 找个机会 我会再去汇汇这个青仙子 杨云看了看大家 笑着说道 殿下 这蝴蝶很不错 能不能给我们飞鹰步十来队 以后我们跟踪人就方便多了 燕飞飞笑着说道 什么 十来队 你当是大白菜啊 这君主之蝶是很远地方过来的 一个白皮肤黄头发商人 送给库班大人的 他养了很久才培养出三队 这次我带出了一队 这东西极难培养 杨云还没有回答 拭目就跳了起来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第68章 摊牌 荣华殿中 福皇正坐在暗头 身边站立着高公公 而暗前 却有一个戴着一个金色面具的黑衣人 启禀陛下 我们暗未查到 这唐红元确实是楚国人 他和推荐他的太子 詹氏张开用 都是楚国派过来的戏座 当我们查到张开用时 他已经自尽了 但我们查到了 他和楚国军方往来的书信 这金面人躬身答道 那还有没有和这两人 同为楚国戏座的人 在我朝中 你们查到没有 另外 有没有人和这两人勾结 福皇面臣似水 沉声问道 从我们目前的线索来看 没有发现 朝中有官员和他们同谋 金面人回答道 看着这金面人消失在殿外 福皇陷入了沉思之中 好半天后 他才抬起头来 对旁边的高公公说道 看来这两处人要杀老十三 是想破坏两国结盟 你说 那几个家伙 有没有人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啊 奴才以为 应该不会吧 几位殿下都是聪明绝顶之人 他们肯定知道 他们几人勾心斗角 陛下也许还可以隐忍 但若是破坏国之大事 陛下一定会震怒的 高公公轻声答道 这老十三多次遭遇刺杀 不会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看来得解决此事了 福皇靠在椅子上 四对高公公 又四自言自语 朝中传出消息 十三皇子杨云 成功促成大福和留意的盟约 朝廷正在商议 要封杨云为王 这个消息 让整个西京城议论纷纷 谁能想到 第五个封王的皇子 居然是这个一直以来 不受重视的十三皇子杨云 就连杨云也没有想到 这迟来的赏赐 居然是封王 既然朝中能传出这样的消息 看来这是应该八九不离时了 他不禁心中有些期待 能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封地 少主 这是我们可得去争取一下 如果真封王 可得想法谋一个好的封地啊 十三皇子府的密室中 姚霞率先说道 是啊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宁王 玉妃娘娘 甚至是最欣赏少主的老太夫赵大人 燕妃妃也接口说道 我觉得宁王是可以找的 玉妃娘娘 是做不出这种为儿子求好处的事来的 甚至赵太夫 他向来正直 去求他 反而会让他看不起 钟文睿不爱说话 但他的每一句话 都是深思熟虑的 其实还有一个人可以试试的 巨远光笑着说道 但却不肯说出此人的名字 萧香阁的老板娘云三娘回到院里 满脸都是愁容 这十三皇子府派人来 居然说要给柳飘飘赎身 要是其他姑娘不说给银子 就是送给十三皇子 云三娘都是愿意的 毕竟能和皇子拉上关系 那可是很难得的事 可是柳飘飘 这就不行了 这两年 可是因他谢绝了许多王孙公子 这可不是银子的问题 可是 得罪皇子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殿下 萧香阁的柳飘飘姑娘来访第二日一早 杨云正和巨远光品查下棋 孔元进来报告 这位秦仙子 可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快啊 巨远光将手中的一枚棋子 放在棋盘上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十三皇子府的偏听中 杨云和柳飘飘相断作 今日的柳飘飘 穿着件白底消化的衫子 白色白褶裙 凤眼寒春 长眉入病 嘴角含着笑意 一脸精灵顽皮的神气 听闻妈妈说 殿下不嫌奴家普柳之姿 要为奴家赎身 奴家喜不自胜 特前来谢过殿下的恩情 柳飘飘起身 吟吟一礼 那俏丽容颜 以及淡淡的笑意 让杨云心头不由一当 杨云凝神看着柳飘飘的俏颜 一副痴迷的神色 本皇子自己月前见过姑娘后 为姑娘绝世容颜所倾倒 茶饭不思 实在忍受不了思念之苦 顾厚言请求你家妈妈 让我为你赎身 能得殿下如此青睐 奴家受宠若惊 不过奴家虽出身轻楼 但也是清白之身 殿下得用花叫 抬着奴家进门才行 柳飘飘喝了一口茶 笑容里带着一丝脚侠 这当然应该 本皇子一定用八抬大叫 风风光光的迎姑娘 进门杨云端起手中茶杯 淡淡一笑 柳飘飘听了杨云的话 顿了一顿 突然露出迷人的笑容 把脸伸到杨云面前 听说殿下马上要疯王 这关头 宁一个青楼女子进门 你父皇知道了 会怎么办 还有 听说殿下和利部侍郎家姑娘情投意合 怎么 殿下还有没把人家池姑娘娶进门 就要先迎奴家进门 不怕池姑娘伤心 听了柳飘飘的话 杨云的脸上的笑容不由一致 干笑着道 柳姑娘的消息还真灵通 怎么什么都知道 柳飘飘听后 脸色一正 殿下 奴家知你不是那种贪恋美色之徒 有什么目的 你就说吧 您贵为皇子 就不必拿奴才一个烟花女子寻开心吧 好了 好了 柳姑娘伶牙俐齿 本皇子认输 杨云尴尬一笑 接着说道 我自是不与一个烟花女子寻开心 可是堂堂轻一叫圣女 却几次拿本皇子寻开心啊 言语的杨云快打不上话了 柳飘飘心中得意 他正端起茶杯 准备喝上一口 听到杨云这一说 他不禁手一抖 茶水洒了一地 半天说不出话 过了好一会 他才回过神来 看着杨云说道 殿下说的什么意思 奴家听不明白 终于扳回一局 杨云心中得意 但笑着说道 我是说 几月前 有一个猛面女子 与本皇子同乘一叫 前几日 我又在一个小巷 遇到这女子 和一圣教的神秘人物谈话 我还以为是姑娘 怎么会是我呢 柳飘飘刚说了这一句 忽然想到什么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难怪 那日我回到家中 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味道 喜也喜不去 第二日萧香阁附近 就来了许多神秘人物 感情都是殿下的人 停了一会 柳飘飘正色道 感谢殿下没有告发飘飘 不过飘飘也可以告诉殿下 我轻一叫 从未有针对殿下的念头 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哈哈 我们殿下当然相信飘飘姑娘 姑娘冰雪聪明 知道我们 引你来皇子府 有何目的吗 这时 门一开 巨远光笑着从外面走了进来 听巨远光这样一说 柳飘飘一正 但仅过了一会 他玩耳一笑道 我知道了 回去后 我便向上报告 我轻一叫在西京城中 也算有些人脉 相信他们也愿为殿下 封王一世奔走一番吧 这轻一叫圣女 真靠得住吗 见柳飘飘走出门外 杨云转身 对巨远光说道 从他们之前 做的事来看 这轻一叫 应该不会对殿下有敌意的 巨远光自信地说道 别说 这轻一叫的人 办事效率还挺高的 第二日午时 刚过一刻钟左右 十三皇子府门口 来了一个乞丐 递给守门卫士一张纸条 说是有人专门 交给十三皇子殿下的 守门卫士不敢大意 连忙进来呈给杨云 杨云接过纸条 拆开一看 箭上面写着顺水推舟 全力以赴几个大字 杨云淡淡一笑 将纸条点在烛火上烧掉 第69章 吴王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皇子杨云 天资聪慧 才华卓杰 初始留宜 妙手回春 一至太后 说服韩王 签订盟约 使两国百姓 免遭涂炭 满朝上下 送其之宫 金锋皇子杨云为吴王 封帝无限 十三皇子府中 一个老年太监 奸生奸弃地宣读着圣旨 圣旨读完 杨云谢恩之后 立即站起来 塞给宣旨太监一定金 他虽为太子 也之宫中 这些太监虽无职权 却不是可以随意得罪的 无限 杨云口中念叨着这个名字 对这个地方 他却没有一点印象 送走宣旨太监一行人后 杨云才有机会 一幅大幅地形缩略图 给杨云指点出了无限的位置 看到这个位置 再听了几人对这个位置的介绍 杨云不由的懵了 这到底是要给自己封地 还是发配自己啊 这封地大不大 大 不仅是大 它还是大幅最大的一个县 但同时 它又是大幅人数最少的一个县城 无限地处云州 是大幅最西北方向的一个县 它位于大幅与郑国 楚国和越国三国的交界处 县中地形主要为无法攀登的高山 适合人居住的区域 仅仅为整个县中土地面积的一城 由于卫楚山区 这里适合耕种的土地很少 交通极不便利 此地约有三四万人口 有近半的人 甚至一生都没有出过无限 这样的地理条件 导致此地十分贫穷 封建民性思想极其严重 生病性鬼神不信大夫 有事求老天不找官府 历任无限限令 有好几任干脆辞官不作 也不愿到此为官 这些都还是不算最严重的 由于贫穷 再加上神棍 官府的盘剥 好些人为生活所迫 上山为匪 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导致此地出现树谷土匪 这些土匪的势力 不亚于当地官府 官府根本没有剿匪的实力 甚至还有县令 向土匪交钱交粮 让土匪保证自己平安的现象 当剧远光把无限的这些情况 告诉杨云势力的这些成员时 大家全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这条件也太差了 怎么会把这地方作为封地 看来是朝中有人不想让杨云好过 也不知道 福皇是出于什么考虑 居然要把自己的儿子 送到那样的地方去 少主 能不能想法去疏通一下 换一个封地呢 铁锋说道 这当然不可能 这封地肯定是朝中各方势力刻意为之 他们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 钟文锐淡淡地说道 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 这块封地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比如山高皇帝远 在那里不容易受到朝中 一些重大变故的影响 还有 这无限虽然与楚国和郑国 以及越国接壤 但除越国可以直达外 与郑国和楚交界处为一片高山 从未听说有人从此越过国界 而越国是个雷若小国 从来仰仗大福鼻息生存 断然不敢对大福发兵 所以 这反而成了几国交锋的后方 不爱说话的龙哥这句话一说 旁边几人都是颇具智慧的人物 纷纷觉得很有道理 龙爷说的很有道理 还有一些有利的地方 此处十分偏僻 又有众多高山 里面的物产一定丰富 还有 封地土匪众多 皇上一定会同意 少主扩充驻军的要求 他肯定也不愿自己的儿子死在那里吧 聚远光笑着说道 不管条件怎样 既然给我了这封地 我们就必须前往 否则就是抗旨 幸好还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 我们可以招一些各方面的能工巧匠 并且招募一些私兵 朝中规定 皇子可以有五百私兵 封王后可以拥有两千私兵 只不过 我们这两年好不容易挣得的银两 这次可能又要花得一干二净了 杨云说道 傍晚时分 从几个渠道传来消息 这一次之所以将杨云分封到无限 是太子所属势力集团 极力推动而成的 杨云自认为 自己形势还是非常低调的 从不招惹别人 但这太子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自己 看来 自己都适当地予以还击才行 不然这太子真以为自己是拟狐的 他找来燕飞飞 让他和郑小气这段时间 多关注太子势力的情况 争取在启程去封地之前 给自己这大哥 送上一个让他难忘的礼物 杨云和他的下属们 紧锣密鼓的准备去无限的准备工作 这期间 朝中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刘云派使者来到西京 他们还带来了许多礼物 对刘云中有人袭击大夫使团 表示歉意 同时 他们提出 为了巩固两国的盟约 愿意与大夫联姻 而刘云推出的联姻者 正是杨云的结义兄弟 刘云四王子拓拔度 对于刘云的请求 大夫甚为重视 经过一番讨论后 福王决定 将九公主杨云 嫁于刘亦四王子 最后双方商定 刘亦四王子拓拔度 亲赴西京 来迎娶大夫酒公主 听到这消息 杨云不由暗暗好笑 拓拔度居然要和杨云成为一对 按两人的个性 成亲之后 自己这位结拜的二弟 将会被性格破辣的杨云 吃得死死的 老十三 你说这两国联盟 把我们这些女子拿来做筹码 这算什么事 谁愿意嫁到刘云那蛮夷的地方 我去找了父皇和五个 他们都不愿帮我 你去过刘云 应该见过那刘云的四王子吧 那人到底怎么样 要是人品不行 我死也不嫁 到时我就逃到你的封地去 那里山高路远 他们拿我也没有办法 杨云来找杨云的时候 眼睛红红的 显得哭过 这时代 女子的地位很低 连杨云这种贵为公主 母妃还是福皇的宠妃 她的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 想到这里 杨云不由替这些女子们感到悲哀 四王子拓拔度我不仅认识 关系还非常好 她是在刘云和我最谈得来的一个人 这家伙喜欢练舞 为人仗义 关系到自己异地的终身大事 杨云当然把拓拔度狠狠地夸了一番 不过她也从心里觉得 凭拓拔度的个性 杨云嫁给她应该也会很幸福的 这家伙真的有这么好 杨云有些将信将疑 但她心里好受多了 出身皇家 其实她心里也知道 这事是没法推脱的 只盼能够嫁一个对自己好一点的丈夫 老十三 这是你说的 要是见到人 没你说那么好 我就在池里丫头那里 说你的坏话 把你的事情弄黄 杨云撂下这句话 转身走了 留下一脸无奈的杨云 针对太子的事 终于有了一点眉目 获得消息的 却是负责西京城中下九流中消息的郑小七 郑小七的三雄帮 有一个帮众邻居的女儿 被太府少卿的儿子鲁进府中 隔日却送出一具尸体 这邻居四处上告 却以没有证人证物为由 被个好几个衙门拒绝 而这太府少卿 正是太师己相然的门生 太子的忠实簇拥者 这些衙门的官员 显然是不敢得罪太子 非鹰部的人 没花多少功夫 就找到了当日的证人和证物 又帮苦主联系到相王的人 有让太子系吃北的机会 相王当然不会放过 这一来 不仅让这太府少卿的儿子入狱 还顺带 让几个包庇的太子系官员丢了关 这一下 让太子暴跳如雷 把这位太府少卿痛骂了一顿 指责他 教子 不言这一切的事情 让抱着看热闹心态的杨云 十分疼快 终于算出了一口怨气 第七十章 清一教主 和赤木儿对战一番 杨云弄得汗流加倍 但杨云觉得十分畅快 五皇兄圣王告诉他 要想变强就得和高手打斗 可这家伙 现在越来越变态了 自己累得满头是汗 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练完舞 洗了得早 杨云正准备到书房去看会书 门口一个侍卫 送来一张纸条 杨云拿在手里 展开一看 剑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相约黄昏后 后面还画了一个猛面的人头 看完之后 杨云笑了笑 将纸条放在烛火上烧掉 傍晚时分 杨云打扮得像一个富家公子哥 手拿一柄折扇 又一次来到这西京城中 萧金库之一的萧香阁 在柳飘飘的照应下 轻松地成为他的入木之兵 此次接待杨云的地方 却不是当日那茶室 这房间中 淡淡的檀木箱 充斥了整个空间 几只红竹把整个房间 照耀得格外明亮 一个古代女子的闺房 映入眼帘 古琴立在角落 铜镜置在木制的梳妆台上 满屋子都是那么清新闲适 这房间分为内外两间 一道会有江南美景的帘子 将两个房间隔开 显然外间是姑娘 梳妆打扮之所 而那间则是旧情的地方了 飘飘姑娘 不是只卖一不卖身的吗 怎么 今日想通了 将本王带入你的闺房 欲行雨水之欢 杨云笑着说道 奴家倒是千恳万恳 就是担心吴王回去之后 没法与自己的丽妹妹交代 柳飘飘舞妹一笑 淡然说道 吴王若对飘飘感兴趣 答应老夫的要求 就将飘飘赠予吴王 也未尝不可 连内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这声音听着老气横秋 但杨云能够听得出 说话之人也就五十岁左右而已 对于连内传出声音 杨云并不奇怪 因为他听力出众 早就听得连内有声响 并且 他还可以判断出 这连内还藏了不止一人 从气息来看 至少有一个功夫 特别高的人藏在里面 本王还道 只是一人飘飘姑娘 与我有约 原来约 我的另有他人 阁下找本王有何事 直接说吧 杨云一边说 一边抬头 想透过帘子 看到莲中的人影 可是帘子太后 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老夫今日前来 一是公主阁下顺利封王 二是想与吴王合作 莲中的声音又传了出来 这一次杨云听得真切 这声音的主人 应该就是上一次 在小巷小教中的清一教教主 合作 如何合作 说来听听 杨云品了一口茶 慢慢说道 我清一教全力协助 吴王夺取皇位 但吴王得承诺 恢复我大进江山 诛杀进国叛臣 此外 吴王登基后 改姓司马 以后所有子嗣 都以司马为姓 杨云已经有了一些心理准备 但仍然被这清一教主的 话下了一跳 杨云喝了一口茶 强使自己镇定下来 说道 那贵教能够给我什么帮助呢 我清一教数万教众 任凭差遣 清一教多年积蓄的财物 全部教育吴王使用 清一教主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答道 这么大一股势力 杨云不想拥有 那是假的 但杨云从小生活在和平民主的现代社会 他认为谁当皇帝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百姓生活的是否幸福 目前 大福虽然还存在一些小问题 但总体上 百姓过得还是不错 要去争夺皇位 改朝换代的话 又会造成许多生灵涂炭 另外 总体来说 杨云是一个慵懒的人 没有必要 他可不愿意去折腾 想到这些 杨云对着那帘子 淡淡一笑 说道 大福也好 大靖也好 都像本王的家 我没有推翻他们任何一个的必要 另外 我这人怕死 不愿走上那条血腥的道路 所以我就不和你们合作了 当然 你们是大靖朝的英雄 本王十分钦佩 所以 你也不用担心 本王对你们不利 要想害你们 也不会等到现在 回到已经更名为吴王府的府地 躺在榻上 想着今天发生的这事 杨云不觉得有丝毫遗憾 他觉得 如果为了这一己私欲 将跟随自己的这些兄弟们 拖入这血雨腥风中 自己可能一生都会不安 时间到了一更十分 杨云一股路从踏上爬起来 穿上一身适合夜行的紧身黑衣 来到王府门口 拒绝了守卫士安排人保护的建议 独自消失在夜色之中 约莫一顿饭功夫 杨云出现在铁市铁器铺门口 早已等在门口的铁峰 立即打开了门 把他迎了进去 今日杨云来此的目的 是通过这里的地道 进到宁玉宫 自己现在虽然已经封王 但是相见自己母亲的机会 还是非常少 因为根据扶皇规定 皇子魏凤诏不得进入皇宫 而皇妃也是这样 不得轻易出宫 走进这宫中密道 杨云仿佛回到在皇宫那段日子 那时候 自己在宫内外无依无靠 但不到两年时间 自己不但拥有了许多 忠于自己的朋友和下属 很成功封王 边想边走 不多时便顺着密道来到宁玉宫 在司马玉寝宫 和地道相隔的那墙壁上敲了敲 早有飞银部安排在宫中的宫女 通报了 儿子今晚会来探望自己 司马玉一直没有睡觉 听到声响 司马玉连忙开启机关 多日不见的儿子 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看着杨云 司马玉感觉十分欣慰 自己这么多年来 没有多少机会关心他 但是他却十分争气 不仅把自己留给他的无影位 打理得更加强大 还能出使刘仪 为大夫办成这么大一件事 还没满十六岁就封了王 这个儿子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骄傲 听杨云说起轻衣教 司马玉叹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其实这个组织我知道 他们是一些忠于大敬的 一些忠勇之士 组成的这样一个组织 他们的宗旨 就是推翻大幅朝廷 恢复大幅江山 我刚进宫的时候 他们也派人来联系过我 我和你一样 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不忍心他们流血牺牲 司马玉顿了一顿 又接着说道 听了杨云 说到他和清衣教主 交谈的过程后 司马玉非常高兴 他轻轻地说道 原儿你做得对 这些前朝的忠臣 我们虽然不和他们同盟 但也应该善待他们 有机会尽量保护他们 你有无隐位的 这少数人协助 陛下即使知道 也不会太过在意 毕竟所有皇子 都有些保护自己的私人势力 但你若与清衣教这种 拥有数万人的 反复势力合作 陛下定不容你 最后 司马玉与众心长地 向杨云说道 孩子 我虽然和你父皇相处 有许多不愉快的地方 但平心而论 你这父还是一个好皇帝 能让大多数百姓 过上好日子 所以 我们尽量不要折腾 让大富翁五百官 能把所有心思 都放在百姓身上 杨云准备离开 司马玉突然想起一事 哦 还有 我而要去偏远的无限 需要各种人才 我记得 有一个对农业 很有心得的官员 陛下本来想封他为私农的 但他却被一个案子牵连 被削之为名 你去看看 若他能协助你 可以替你少去许多麻烦 离开宁玉宫 杨云本想 再到密道的另外两个方向 去瞧一瞧 但想刻自己私自进宫 若被发现 则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就直接离开了皇宫 第七十一章 招揽 什么 到无限去 那地方那么穷 不去不去 给再多的钱 我也不去 无限 那地方 土匪多得不得了 到那里去 哪一天被土匪砍了脑袋 都不知道 我才不去那里呢 钟文锐等人 想招募一些能工巧匠 以及一些私兵去无限 却遇上了不小的阻力 好多人听说 要去这出了名的 又穷又远的地方 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反正还有很长时间 人可以慢慢地招 那些不愿意去的不抢球 而那些没有任何本事 只知道混日子的人 想去都不让他去 听了钟文锐等人的汇报后 杨云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对这事 杨云的心态还是很好的 毕竟强扭得刮不甜 不仅是在外面招人 就算在自己现在势力内部 杨云也告诉 四不负责的这些人 在选择去无限发展的人选上 一定要充分考虑 每个人的情况 像那些家有老人 又是独子的 还有那些妻儿在吸睛的 当然要考虑到 他们的实际情况 人都是相互的 上位者在考虑决策的时候 如果不能考虑 下面人的感受 那会使属下忠诚度下降的 司马玉给杨云说的 那个金鱼农士 差点当大四农的这个官员 燕飞飞没有花多大功夫 就把这人找到了 这人名叫严隆平 确实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是大福出了名的农士通 在他即将升任大四农的时候 却因为他的妻弟与人争斗 由于下手太重 直接将人打成了重伤 金赵引来人将他的妻弟抓走 严隆平经不住 自己妻子的一哭二闹 给当时的大理寺少卿送了礼 使自己的小舅子得到了轻判 谁知对方也是颇有权势的人 并且不依不饶 最后事情败露 弄得严隆平和这位大理寺少卿 一起被罢官 说起这严隆平也真够倒霉的 对现在的清贫日子极为不适 居然带着儿子跑回娘家 再也不回来了 当杨云派人找到这严隆平 说要他去无限 主管农商事宜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他看来 一个出生皇家的皇子 从小锦衣玉食 怎知农人的疾苦 根本不会重视农业的发展 自己去了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好说歹说 这严隆平都不相信 杨云居然懂农事 并且重视农业的发展 所以不管怎么说 他都不答应去无限 最后 把一向脾气温和的钟文锐惹火了 他不由分说 把严隆平拖进一辆马车 带他到战虎部的农庄看了一日 看到地理规划的 整整齐齐的一笼笼庄甲 吃到嫁接后的美味水果 特别是看到战虎部的巨大水车 严隆平彻底被征服了 这一下 钟文锐还没有开口 严隆平就忙不迭地表示愿意 去无限一展身手 看他这时的表情 估计现在不让他去 他也会厚着脸皮跟着 而招揽其他能工巧匠的工作 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姚霞听说 前界有一个建造房屋的匠人 技术特别好 能够用很少的材料 造成比别人更美观的建筑物 还能巧妙地解决别人眼中的疑难问题 这样的人才 当然希望他能加入到无限的建设中去 可是姚霞无论怎么说 或者给再多的钱物 他始终不答应 像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 杨云所属势力看重的人才 多数都没能邀请到 招揽人才这是很不顺利 虽然在杨云的预料之中 但是仍然觉得郁闷无比 幸好有一个消息传来 自己的结义兄弟 刘依四王子拓拔渡 马上就要到西京了 拓拔渡这次来大福 比起杨云出使刘依的时候 顺利多了 两国签订了盟约 所抓对方的百姓 以及俘虏全部释放 许多家庭看到自己 以为已经死去的亲人忽然回家 兴奋得不可言状 还有些在对方国家安家的人 现在能够享受 和当地百姓同样的待遇 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 拓拔渡来到大福境内 各处的官员和百姓 都对他们持欢迎态度 连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 都不敢冒着得罪两国百姓的风险 骚扰他们一行人 一路游山玩水 感受大福的风土人情 无比惬意 离西京城只有十几里了 拓拔渡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此时的他 心情更加愉悦 马上要到西京这个自己 从未到达过的繁华都市了 更重要的是 马上要和自己的结义兄弟见面了 刚转过一个路口 前面两个人站在路中间 这两人一人骑马 一人站在马旁 马上那个少年笑着看着自己 看清这个少年的样子 拓拔渡也笑了 他立即马边一挥 朝着前方急速奔去 慌得他的护卫 连忙侧马跟了上去 在大福 能让拓拔渡这么兴奋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己的结义兄长杨云 得到消息 拓拔渡今日就会到达西京 杨云很早就出了门 带上赤木 朝流一来西京必行的路上奔去 他要和自己的兄弟 享受一个无人打扰的见面场景 两匹马很快跑到一起 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勒住马江 静静地笑着 看着对方 大哥 没想到 这么快又见面了 过了好一会 拓拔渡才说道 是啊 我还以为 至少要好几年 才能再见你小子 杨云笑道 不约而同地同时下马 两兄同时伸出右拳 轻轻地击在一起 然后一下拥抱在一起 千言万语 都在这深情一报里面 好一会后 两人分开 拓拔渡才注意到旁边的赤木 不由大吃一惊 这个变态的家伙 怎么在你这 他不是库班手下的第一大手啊 拓拔渡奇怪地说道 你大哥我运气好 打着打着 就和他成了自己人 这事你回去可别告诉库班那老小子 不然可得把他气死 杨云说这话时 笑得像只狐狸 那老小子 现在可没有时间计较这事 他派人追杀于你 父王非常生气 联合耶达大人 给他找了许多麻烦 他现在正在焦头烂额中 拓拔渡说道 大哥 那九公主杨云长得漂亮吗 为人怎么样 两人一起并驾前行 拓拔渡转头问道 呵呵 你小子运气好 那可是我们大夫最漂亮的一个公主 为人善良爽朗 好多贵族公子都想打他的注意 没想到便宜了你小子 还有 他可是我的兄弟姐妹中 难得与我关系不错的 你小子可别欺负他 杨云故意恶狠狠地说道 呵呵 我怎么会欺负他 他别欺负我就好了 拓拔渡挠头 呵呵地笑着 第七十二章 婚事与离别 留一次王子来到西京 将迎娶大夫九公主杨英 近日来 大夫公内外都在热议着此事 说起这事来 大夫朝廷上下就喜笑颜开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次联姻 更重要是两国结盟的见证 刘仪四王子长得不错 言谈举止也显出风度不凡 让福皇杨成凤 皇后李婉和九公主的母妃 淑妃曹营都十分满意 让杨云没想到的是 异地的优秀 让自己也成了受益者 见福皇的心情不错 司马玉给他提起了杨云和慈丽的事情 福皇一高兴 直接让人叫来了 吏部尚书池尚文 谈起了这件事情 池尚文本来不愿与皇家结亲 但女儿明显已经情根深重 加上对杨云的表现还算满意 对这亲情也没有了意义 最后 君臣两人就把这件事情初步定了下来 决定等杨云再无限安定下来 就把婚事办了 皇宫里发生的事情 消息总是传得很快 不多大功夫 宫内外好些人就知道此事了 你这丫头 总算心满意足了吧 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不像我 只能听从安排 连这个什么四王子 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杨云捡起一块石头 用力将他扔在宫中的人工户中 对旁边的池里说道 英姐姐 我听云哥哥说过 这留一四王子挺不错的 你就别抱怨了 池里脸有些红 低声说道 不行 我得找个机会见见这家伙 如果人真不错 本公主就认了 如果长得太寒碜 笨公主就把他变成公公 这样就不用嫁了 听说那家伙 是你那云哥哥的结义兄弟 你去吹这枕头风 让杨云那小子帮我 杨英突然说道 我去问问他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池里刚说了一句 突然反应过来 什么枕头风啊 英姐姐 你总是要胡乱说话 一时间 他的脸红的像房檐上 挂到红灯笼 拓跋渡来到西京 成天忙着交接 两国结盟的相关事宜 以及和大富皇族亲眷见面 或者拜访一些大富朝中重臣 一直到他到达西京近十日后 才有机会接受 义兄杨云的邀请 到他的王府中做客 大哥 这就是嫂子吧 听说你们陛下 已经同意你们的婚事了 拓跋渡看到杨云旁边 站着一个绿群少女 笑着说道 一句话说的 池里脸又红了起来 他清脆一声道 你胡说什么 这是八字还没一撇呢 他这一表情 逗得旁边两兄弟 哈哈大笑 这时 一个侍女前来奉茶 杨云正在和拓跋渡聊天 余光一瞥 发觉这侍女 正是九公主杨英 难怪池里这丫头 听说自己今日邀请拓跋渡 非要赶过来 原来是要想帮杨英 见未来的相公 不过杨云也不揭穿 这泼辣的丫头的怒火 可不是那么好受的 看着杨英 娜娜憋手别脚的样子 杨云想笑 但想到这大小间 那火爆脾气 他只得拼命忍住 可拓跋渡哪知道这些 他见大哥家的这侍女 拓盘端的歪歪斜斜 杯子都快掉在地上了 来到主人面前 也不知道行李 而且倒茶的时候 水都洒在桌子上了 忍不住说道 大哥 你这侍女是新来的吧 听到这话 差点忍不住一口喷了出来 用咳嗽掩饰自己 憋了好半天他才说道 这丫头是新来的 挺勤快的 我很喜欢 由于刚才乡下来 有些不懂规矩 慢慢就会好的 就不用换了 杨英趁背向拓跋渡的机会 瞪了杨云一眼 意思似乎在说 算你小子实相 来到拓跋渡面前 杨英脚下一个不稳 正好踩住他的脚背 疼得拓跋渡直皱眉头 对不起 对不起 杨英一边说着 手中的茶壶 不小心一歪 壶中的开水 又倒在拓跋渡的手臂上 杨英连忙拿起一块布 用力地擦拭着 由于在大哥府上 拓跋渡不好发作 只好抬头看着杨云 只见杨云正拼命 给自己识眼色 而旁边的池力 正低着偷 脸胀的通红 拓跋渡是一个聪明的人 见此情景 虽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也知道 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倒霉的拓跋渡 疼得直咧嘴 只得强忍疼痛 却见那侍女 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 大哥 你们浮过风气有些怪啊 怎么吓人会是这个样子的 看着侍女的身影 消失在门外 拓跋渡郁闷地说道 嘿嘿 这是啊 以后后二弟你就知道了 现在啊 没法说 没法说 杨云摸摸鼻子 有些无奈地说道 而旁边的池力 为了忍住笑 脸憋得通红 实在忍不住了 干脆找个借口出去 找到在外面的杨英 大笑了一番 后来 拓跋渡和杨云 在闫舞场打斗一番 以及最后两兄弟 酣畅淋漓地喝了一顿酒 但这都没有少了杨英 这个不合格的侍女的影子 不过每次倒霉的 都是拓跋渡 吃亏次数多了 拓跋渡好像反而习惯了 每次都像没事人一样 以宽容的态度 对待这个毛手毛脚的 不合格侍女 事实证明 拓跋渡的大度是对的 最后 杨英和池力离开的时候 杨英和池力谈到她的时候 说了这么一句 这个拓跋还是挺好玩的 闲来无事可以捉弄捉弄 本公主就勉为其难地嫁给她吧 后来 两人正式见面的时候 拓跋渡暗自庆幸 幸好自己 读懂大哥的眼神 没有为难这不合格的侍女 不然自己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不过 从小在王宫中 遇到不少名争暗斗的拓跋渡 反而因为此事 喜欢上了这个单纯 性格有些叛逆和泼辣的公主 由于双方都对对方比较满意 所以 两人婚事的各项过程 就少了许多麻烦 各项程序都得以顺利地进行 相比两人的婚事 杨云的招揽计划就不太顺利了 花了不少精力 费了不少财力 杨云只招募了一千人的私兵 和五百个方面的能工巧匠 并且 这大多数人 还是无影卫四部中 挑选出来的杨云势力的这些核心成员中 倒是都愿意和她一起去无限 但是根据需要 她将燕飞飞和铁峰和孔轩等人 留在了西京 让他们在这边主持局面 其余的人 姚霞 赤沫 龙哥 钟文睿 还有老多位铁山 是去无限意愿最强烈的 加上要贴身保护她的燕晴和柳月 放弃京城关职的七威 以及得知这消息 专程从泉州赶来 非要和杨云一起去无限的柳月 成为杨云发展封地的核心力量 五月即将结束的时候 杨云和拓跋渡迎亲的队伍 一起离开西京 一起出行的 还有福皇派出保护杨云的一千精锐士族 当然 离别时少不了眼泪 池里面对自己的情郎和好姐妹同时离开 哭了个稀里哗啦 而送自己儿子离开的司马玉 也是把眼睛都哭得红肿了 男人间的告别方式就不一样了 圣王阳明在杨云的胸口上捶了一拳 然后给了他一个拥抱 加上一句 好小子 我看好你 如果有困难 就派人给你五个说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离开西京 像数千里之外的无限进发 对杨云星的考验即将来临 第73章 封地 王爷 过了此山 便进入无限境内了 刘远从前方奔回来 开心地说道 终于到了 几千里路程 整个队伍行了好几月 经历长途跋涉的艰辛 终于到了自己的封地 杨云的心中有了一丝欣喜 这一路行来 看着地形越来越险恶 百姓的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辛 看惯了西京城的繁华 没想到在大幅 居然还有这么多荒凉之处 杨云心中极不好受 进入无限地界 山明显高了起来 道路也崎岖多了 由于这里道匪极多 整个队伍都紧张起来 队伍的防御等级 都提高了许多 刚往前行了一段 听着前面传来了 马斯和说话的声音 队伍中许多人都脸色一变 难道刚到这无限 就遇上土匪了吗 请问 前面是吴王殿下吗 有人在前方喊了起来 听到这一声喊 队伍中众人松了一口气 应该不是土匪了 果然 等这支队伍走近后 才知道 原来是无限县令和县卫 带人来迎接杨云一行 吴县位置偏僻 本地又比较平级 好多人不愿意到此为官 所以 吴县有平级的正式官员 就只有县令和县卫 其余的官员 都是县令自己任命的 衙役师爷等 并且 此次杨云到任之后 这些官员都将调任他处 因为根据福国的规定 所有皇亲贵族的封地内的 所有官员 都有封地的主人自行认定 而不是朝廷委派 当地税收 也全部归封地的主人所有 而不用上交朝廷 等杨云到任之后 这些官员 就会随护送杨云的这一千士兵 一起返回福国首都西京 另有他认不过这样也好 杨云就可以把自己 最信任的这些手下 安排到适合他们的岗位上去 便与自己在吴县的管理 路上 杨云向吴县的县令和县卫 询问了一下当地土匪的情况 吴县县令和县卫 告诉杨云等人 吴县有十多股土匪 最大的有四股 分别是凤凰山的张开牛 他有两千余人 犀牛谷的岩雄 手下有一千五百人左右 还有两股土匪 分别是造脚沟刘海妮 和牛背山的吴老七 他们都有一千余人 而吴县县衙 只有县兵两千余人 这样的实力 当然没法支持剿匪 能够保证县城不被土匪占领 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听了县令和县卫的介绍 杨云等人面面相去 这吴县土匪居然猖獗到如此地步 那这些土匪 加起来足足五六千人 吴县这个穷县 怎么能够养活这么多的土匪呢 据远光奇怪地问道 吴县县卫 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寿血汉子 他告诉众人 这些土匪 除了在吴县境内 和附近的几个县 抢掠过往商人 和农民种出的粮食之外 还占据一些矿产资源 如铁矿 铜矿等 还有药材收购等 附近几个县的山中资源 附近的几个县 曾经联合起来 搅过这些土匪 但是这些土匪狡猾得很 官兵们打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躲在山里 靠队地形熟悉 和官兵们捉迷藏 等官兵撤退的时候 他们又钻出来 追在官兵的后面打 打得这些官兵焦头烂额 几个县的官兵吃了大亏 后来就没有再组织 大规模的狡匪了 听了这些 杨兵不禁在心里笑了笑 这些土匪 还蛮狡猾的 把伟人最早提出的游击战术 用得淋漓尽致 各地的官府 得罪不起这些土匪 干脆时不时 还要给他们进贡 给土匪保护费 官府都拿他们没办法 老百姓们 当然更无计可施了 当地的一些商人 为了运出 或者运进一些货物 高薪聘请当地的土匪 做保镖 保护他们的物资 顺利地进出 此外 无限集周边的几个县 猎人们要上山打猎 药农们要上山采药 甚至侨夫 要上山砍柴 都要给这些土匪 交纳一定费用 所以这无限周边 广阔的地域 成了土匪的乐园 滋生了大量的土匪 许多穷苦百姓 过不下去了 也干脆加入了 土匪的阵营 所以对当地的百姓来说 他们种出的粮食 他们经商 他们打猎 他们砍柴 等多方面的收入 不仅要给县府交税 还要给土匪缴纳保护费 日子就过得更加拮据了 杨云势力的这些核心人物 听了无限县令 和县位的介绍 都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来之前 太乙们已经充分地考虑了 死地土匪的猖獗 老百姓日子的艰辛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无限周边的这些土匪们 大概也知道 吴王这次带来了很多的士兵 再加上无限本地的宪兵 这样庞大的一支队伍 不是他们可以动得了手的 所以杨云等人 从无限边境到县城 这一段路程中 没有遇到土匪的骚扰 一行人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无限 无限县城的破旧 在众人的意料之中 城墙DIY斜 城内的建筑物破旧不堪 城中来往的百姓很少 看到来了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 他们居然也没有一点好奇之心 杨云等人很快来到无限县压 县压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门上已经斑驳不堪 县压里都长了好些野草 护送杨云来的京城的士兵 以及无限的县领和县尾 看来是一刻也不愿意在这里待了 进行简单交接之后 他们没做丝毫停留 即刻踏上了返回西京的路 这里就完全交给杨云的人了 这情况让杨云及他手下的这些人 感觉十分无奈 暂时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好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 把县压简单收拾一下 驻扎在县压之中 至于从西京招来的士兵 就暂时安排在县压旁边的兵营里 县压旁有一个兵营 县府内的两千县兵就驻扎在这里边 这些县兵们有的兵器都生了锈 大多是假咒不整 兵营的房屋也破旧不堪 但最对于这些士兵而言 能够保证一日三餐 他们也就满足了 当然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县兵的战斗力 当然是无法保证的 同样杨云从西京招来的这些士兵 都是一些新兵 还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战力当然也是不行的了 现在的无限是百废待兴 杨云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 熟悉这里的情况 保证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跟时间赛跑 因为这里的土匪 是不可能给自己太多的缓冲时间的 来无限第一夜 杨云几乎没有睡着 他的脑袋里在飞快地运转着 怎样在这里安定下来 怎样迅速打开局面 第二天一早 杨云把自己势力的核心人员 叫得了县衙 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 明确了一下分工 任命改名为郭龙的龙哥 为无限的县令 忠文锐为无限的县城 任命从小在军营长大的刘远 为无限的县令县位 聚远光则为无限的师爷 对于这些人来说 这些官职的确是太小了 但是他们知道 杨云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他们有的是机会 跟着杨云去建功立业 所以他们也不在乎现在的官职 像七威赤木和燕晴柳月等人 连职务都没有 他们也不会计较这些 在这个小型会议上 杨云告诉大家 现在大家要各司其职 迅速行动起来 把无限的一切 把握在自己人手中 拥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这样才有下一步发展的可能 杨云此次带来的这些人 都是很有头脑的人 他们都知道 此事是关键时刻 所以从来到无限的第二天起 一场合时间赛跑的行动 就开始了第74章 加固城墙 对于杨云而言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增强县城的防御能力 新任的县令龙哥 和县城钟文睿 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 他们很快把带来的可用人手 都用到城墙加固上去 他两人先顺着城墙走了一圈 发现无限现在的城墙 低矮破旧 大多数地方都形同虚设 几个人都可以把城墙推倒 若是遇上马术好的 直接可以骑马跨上城墙 这样的城墙 是无论如何 也挡不住土匪的攻击的 两人找来几个擅长修建的工匠 他们一致认为 现在的城墙单纯的加固 看来是不行了 大多数的地方 都必须拆了重建 这可是一件不小的工程 单独靠从西京带来的这些工匠们 就是累死 也是无法快速完成此事的 从今日起 县府招募修建城墙的百姓 凡是参与修建城墙者 每天供应足够饭食 并发给石文铜钱的工匠 若是擅长修建房屋的工匠 每天可以领取二石文铜钱的工匠 有意者迅速到县衙报名 一份告示出现在无限的街头各处 县衙门口的招募处 几个士兵打着喝歉 这告示已经发出去两天了 但是来应征的百姓却寥寥无几 这是不对啊 无限的老百姓这么穷 修建城墙 即使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 还能吃顿饱饭 又有铜板可以领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啊 站在衙门内的钟文锐 对龙哥说道 是啊 我也觉得这是有点不对 我们派几个人装扮成老百姓 去找他们问问 龙哥想了想说道 你们这谁是负责的人啊 我们是牛背山的 来收取本月的协助维持治安相关费用 几个满脸傲气的汉子出现在县衙 对视野打扮的修远光说道 好说好说 几位里边请 修远光满脸堆笑 把这几个满脸的傲气的汉子迎了进去 你几个站着淡麻 还不赶快去奉茶 将这些汉子引进一间小屋 修远光朝站在旁边的几个士兵喊道 这几天里 已经有几股土匪 公然派人来要杨云缴纳致协助维持治安的相关费用 接待这些土匪的都是修远光 为了争取时间 加强县城的防卫 修远光只得化身为奸商 对于这些土匪要钱要务的要求 满口答应 但是真正要拿出钱务的时候 修远光又故意找各种理 如不知道以前给美加多少钱 或者说官长管盈库的人今天不在 故意进行讨价还价 同时 他还时不时还给这些代表一点好处 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 这是拖不了多久的 龙哥和钟文瑞 也终于搞清楚了县城的老百姓 不愿意帮助县城修建城墙的原因了 之前几任县令也曾做过这样的事 承诺要给替官府做事的百姓 除吃食之外 还会给付出劳力的百姓发工钱 但是许多百姓做了好多日 都没有见到一文铜板 问他们要食 总是一拖再拖 最后不了了之 此外 就连 就连提供的饭食 也是如同诸食 久而久之 无限的老百姓 对官府就再没有信任感 所以 也不愿意为官府再做任何事情了 鉴于这种情况 龙哥和钟文瑞商量一下 决定让这些百姓 能够立即见到效益 对于现在已经来的少数百姓 每天吃饱 吃好 做完过后 工钱当日结算 张老三是一个单身汉 因为家境贫寒 一直没有娶到媳妇 虽说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但其中的艰辛 只有他自己知道 家中已经没有一点存粮 见官府发布公告 招募修城墙的杂役 他想 只要能够吃饱饭 付出点力气也无所谓 于是他就去招募出报了名 很快 他参与到城墙修建中去 这一天 他的任务是 把就城墙上拆下的土坯 送到城外的一个凹地里边 这项工作 确实有些辛苦 但是中午的饭 让张老三挺满意的 吃得尽是百米干饭 还能管饱 更让他惊喜的是 居然还有肉 吃得张老三开心无比 下午这一日 任务结束的时候 县衙竟然当日结算了他的工钱 拿着得来的石纹铜钱 张老三的脸 笑得像一朵花似的 他眼前好像出现了一个情景 自己赚了大把大把的银子 终于把隔壁的刘寡妇取到手了 张老三啊 你小子是捡到金元宝了 还是捡到媳妇了 怎么这么高兴 邻居陈八子 对边走边笑的张老三说道 八子啊 你可不知道 这次修城墙 不仅可以吃肉 还可以当天拿到工钱 张老三一边说着 一边还把兜里的铜钱拿出来 给陈八子看 有这样的好事啊 你小子可别骗我 陈八子将信将疑地说道 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张老三一边说着 一边得意地走了 这是要是真的 明天我也去看看 弄点铜板 给媳妇买个簪子 他可是眼馋好酒了 这样想着 陈八子信高采烈地回去了 就这样 这是一传十 十传百 不多时 无限的好多老百姓都知道了 这一次县衙要动真格了 这样一来 许多百姓参与城墙修建之中 拿着十个铜板 信高采烈地回到家 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无限的老百姓大多很贫困 能够这么快见到铜板 十分高兴 所以 参与城墙修建的百姓 就越来越多了 当然 这样一来 银钱和粮草消耗是非常快的 但是非常时期也没有办法 看着每天如流水般 花出去的粮食和银子 负责这些账目的聚远光 心痛得不得了 他瞪大眼睛 仔细查着每一笔账目 生怕多花出一文钱 有人就好办多了 无限周边石头 特别多龙哥和钟文锐 安排大家将石头搬回来 在一些工匠的带领下 大家很快开始了 修建城墙的工作 并定不会给大家充足的时间 所以 龙哥和钟文锐采取了 从最危险处开始 一段一段修建 边拆边修的办法 这样既可以加固城墙 又可以让以前的老城墙 暂时保留下来 应对土匪们的突然攻击 无限的常住人口 总共只有十万余人 住在城中的百姓 只有十之二三 所以 尽管大家十分踊跃 但是真正能够投入到 加固围墙的工程中间的百姓 还是比较少 所以 工程进度也就比较慢 针对这一情况 龙哥和钟文锐商量了一下 把主意打到城中的一些商人 或地主的家仆身上 谁知 他们去给这些城中的地主 和商人一说 这些人都把投摇的 跟波浪鼓似的 用尽一切办法进行推诿 这使得龙哥和钟文锐 感觉十分不解 难道他们不愿意城墙坚固一些 这样才容易 保护自己的财产吗 但是 无论他们怎么好说歹说 还把把城中的这些大地主 和大商人 一起请到县衙 由杨云亲自出面 动员他们捐钱捐物 派出家仆 来修建城墙 但这些人总是口里 说得十分好听 但具体要行动的时候 就叫苦连天 找出许多办法推诿 就是不愿拿出具体行动 弄得龙哥和钟文锐 无计可施 只好作罢 第75章 风雨欲来 刘远这段时间 也是焦头烂额 他的任务是训练士兵 刘远手边 现在有3000士兵 其中2000人 是原来无限的宪兵 还有一千人 是杨云从京城招募的新兵 这3000人战力非常差 由于他们将是 对付土匪的中间力量 所以对他们的训练 成了当务之急 连修缮城墙 这样重要的事情 都没有叫他们参加 杨云给刘远的任务是 加强对这些士族的训练 让他们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以免在即将来临的 土匪攻击面前 显得不堪一击 来到军营的第一天 刘远和这些士兵见了面 给他们训了话 鼓励他们努力训练 保护无限 此外 还宣布了军营的规定 要求所有人从第二天起 每天准时训练 第二天一早 刘远早早地来到训练场 命令号手 吹响集合的牛角 可是出现的情况 让刘远十分失望 这些士族出来的 慢慢吞吞 并且大多数人都一关不整 甚至还有一些老族 躲在营帐里边睡觉 根本没有出来 刘远从小在军中长大 他知道 对付这此军中的老游子 绝不能手软 他派人将那些 躲在军营里的老兵 拖了出来 每人二十军棍 打得他们皮开肉绽 其余的士兵见了 都吓下了个胆颤心惊 暗暗庆幸自己 按照命令准时来到教场 在稍后的训练中 这些士兵们就老实多了 不折不扣地执行 刘远的命令 刘远的第一个命令是 让这些士兵捉队厮杀 他想看看 这些士兵中 哪些功夫还不错 能够重用 第二个命令是 围着教场跑圈 他想知道 哪些人平时自律 有较好的身体素质 由于时间比较匆忙 他没有来得及精挑细选 把这三千人 分成了三个千人队 从中选出了三个功夫不错 身体素质也不错的人 任千夫长 由这三个千夫长 把各自的队伍 又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选出百夫长 十长和五长 然后由这些选出的军官们 带领着手下的士兵 由于需要这些士兵 尽快地投入战场 所以刘远没法按部就班地 对他们进行系统训练 于是刘远主要在打凹体力 练习战技 操演阵型这三个方面下功夫 其中打凹体力 主要的训练方式 是而是练食所 杂木装 这是军中常用的一种训练手段 主要是为了增加 增强这些士兵的力量 而练习战技 也就是练习刀弓等 武器的使用技巧 有打装 打靶的单人练习 也有两人一组的队练 最麻烦的 还是操练阵型 而且变化比是相当复杂的 索性要求却不高 像整队时间 站位准确 要求都是比较低的 毕竟这些士兵大多文盲 要求高了 很难做到 平时多流汗 战时少流血 刘远对杨云的这句话 奉如至宝 所以他也时常用这句话 鞭策手下的士兵 训练时 要求所有士兵必须做到 不怕累 也不怕要受伤 在刘远近乎残酷的训练下 这些士族每天训练结束 都恨不得趴在那里一动都不动 为了调动士兵的训练积极性 他实行了讲诚政策 每天让厨房将士兵的饭食 分成两个标准 训练认真效果明显的士兵 就有大鱼大肉 而训练偷懒 效果特别差的士兵 吃的就特别差 甚至还有可能没有饭吃 最严重的 就是一顿军棍伺候 就短期看 留言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训练方法 还是非常有效的 几天时间下来 士兵的力量 耐力 以及对战能力 都有了一些进步 虽然在进行队型训练的时候 还是有许多士兵跑错位置 或者互相拥挤的现象 但是也算能看出对型的样子了 就连老多位铁山 这段时间都忙得 不可开交 因为这三千士兵 除了从西京带拐的一千 杨云势力自己招募的士兵装备 还可以之外 无限原来的宪兵装备 还特别差 所以 这些天来 铁山忙着组织 这些从西京带来 和从无限本地招募的铁匠们 加班加点的 赶制各种兵器 距离无限限城四十里外的凤凰山 这里风光秀丽 山势陡峭 并且山高灵密 不适合宫 是土匪们 理想的 安营扎寨之地 无限周边势力最强大的土匪张开牛 就把山寨建在这凤凰山上 此时 张开牛山寨的剧义厅里 聚集了十几个人 坐在最高位置上 那个落腮胡子的壮汉 就是山寨寨主张开牛 大哥 我看新来的这个什么吴王 可能不会老老实实给我们银两了 我们的人去了几次 那个师爷总是答应得好好的 但是真正需要他们拿出银子的时候 他们又推三左四 看来这个黄毛小子还真有些不懂规矩 我们得敲打敲打他 让他明白这无限到底是谁做主 这时又一个黑兽汉子说道 那我马上派人去和那几个山寨的人联络一下 我们一起给这个吴王一点颜色 坐在上手的张开牛收道 大哥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根据下山兄弟传来的消息 这吴王手下虽然有三千士兵 但据我们所知 这些士兵的战力很弱 武器装备又不齐全 我们山寨 完全可以拿下他们 好处何必分给其他几个山寨呢 那个书生打扮的年轻人又说道 那我们派出一千五百人 先给这个不懂规矩的吴王一点颜色 让他明白 这无限究竟是谁说了算 张开牛显然比较信任这个书生打扮的年轻人 听了他的话就马上做了决定 燕晴正在县衙的院子里 指挥手下的丫鬟们拔出院子里的野草 忽然一只白鸽飞进了院子 飞到燕晴跟前 燕晴抓过白鸽 取下他脚上的拿出一个纸卷 拆开看了看 立即变了颜色 他迅速向县衙里间走去 少主 我们藏在山里的眼线 传来消息 来了一股土匪 估计离县城还有二十里左右 燕晴进来后 匆匆说道 听了燕晴的报告 坐在屋里的杨云 巨远光和七威等人 脸色立即凝重起来 该来的终于来了 去把刘远 龙哥和钟文睿等人叫来 杨云车神色平静地 对站在旁边的一个士兵说道 作为这群人的领头人 杨云知自己必须沉着冷静 才能给大家战胜敌人的信心 龙爷你去叫 正在修建城墙的百姓和工人们 全部撤回城中 将工具也收回来 姚大哥 你去组织城里的百姓 让他们待在家里边 尽量不要出门 刘远 把你的士兵全部带到城墙上去 问一下龙爷 哪些地方城墙的防守能力最弱 就在那里多安排士兵 见众人都来齐了 杨云 根据早已计划好的方案 有条不紊地安排着 刘远 作战的时候 你要安排人留意 县城里边原有的县兵 还有本地的百姓 特别是那些商人和地主 注意一下 哪些人可能是土匪的内线 这些土匪在这里经营了这么多年 城中肯定有他们的人 据远光补充说道 随着杨云 各项命令的下达 无限中所有的士兵 都做好了迎接土匪进攻的准备 守卫封地的第一战 即将开始了 第76章 土匪来袭 龙哥站在低矮的城墙上 静静地看着土匪将要来临的方向 他多年征战 打得胜仗无数 今日面临一些土匪的攻击 心中居然莫名有些紧张 想着刚才杨云说的话 今日之战由郭龙宪令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龙哥把名字倒过来 改为郭龙 后文就称他为郭龙 拳拳指挥 有不服从命令者 军法伺候 离开楚国成为刘一仁的奴隶 原想着自己这一生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过去了 没想到 今日竟然会站在这里 指挥这样的一场战斗 想到这里 郭龙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豪气 好像自己又回到十七八岁 出上战场的时候 这一次一定要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郭龙在心里默默地 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这时 燕琴又拿了一只白鸽走了过来 将从白鸽脚上取下的一团纸卷 交给杨云 杨云看都没看 直接递给身旁的郭龙 郭龙拆开纸片一看 上面写着 土匪约一千到两千人左右 马斯生呐喊声从不远处传来 县城内的士兵都不约而同地 握紧了手中的刀剑 大家不要慌 这些土匪虽然厉害 但是我们人数较多 又有城墙做依托 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见身旁一些年轻的士兵有些紧张 郭龙大声说道 不多时 一群穿着各一手拿刀剑的人 出现在众人眼前 领头的是一个落腮胡的魁梧汉子 手中拿着一柄长刀 殿下 此人便是张开牛 据说此人以前是郑国的一名将军 不知怎么到这里落草为寇了 说话的是县令郭龙 这几日 他早已把几名匪手的样子 了然于凶了 哪位是福国吴王殿下 出来答话 一个文士打扮的年轻人 站在队伍前面大声喊道 此人名叫张秀 是一个落地秀才 您别看他一副文若书生的样子 肚子里却一肚子坏水 郭龙接着在杨云的耳边说道 吴王殿下 也是你们可以对话的吗 你们这些土匪 今日居然敢率众围攻县城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劝你们马上扯兵 今日本县令可以网开一面 放你们一马 我们马上撤兵 下面那秀才打扮的张秀 大声说道 想要银子 县城里面多的是 你们有本事 就自己进来取吧 郭龙手中长矛一指 大声说道 既然你们敬酒不吃 要吃罚酒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这次说话的是 一直没有发言的张开牛 说完这话后 张开牛把手中长刀一挥 大声喊道 这无限县城里面有银子 有酒有肉 还有姑娘 给我杀进去 老子也弄得县灵当当 随着张开牛的一声大喊 一波约有五百人的土匪 手持各种兵器 一边叫嚷着 一边向城门的方向冲来 这群最先冲出的土匪 刚距城门约有两百米距离的时候 只听城墙上一阵响动 转眼之后 无数的箭只像雨点般的 向土匪头上落去 转眼间 土匪中传来惨叫之声 这些土匪也挺聪明 箭壮连忙四下散开 一边躲避 一边继续朝城门方向冲了过来 不一会儿 这些土匪就冲到城墙边 嗷嗷叫着向上攀登而来 一个手持大刀的汉子 冲在第一个 城墙上 一个士兵拿着一柄长枪 朝这个汉子头顶刺去 谁知这个汉子 一闪身躲过长枪 然后高高跳起 一刀正劈在这名士兵的手臂上 一段左臂应声掉落在城墙下 战斗一开始就渐血了 这些新兵们和混日子的老兵游子们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许多人脸都被下白了 不由自主地连连后退 见这情景 这持刀汉子趁机跳上了城墙 趁这个机会 他的身后又有几名土匪 也登上了城墙 刘远见这些新兵这么不堪一击 心中十分恼火 他拿起手中长枪 朝着这名领头的土匪冲了过去 双方很快站在一起 见县卫大人 都亲自和敌人开始战斗 手下有些不怕死的新兵 和一些刚选出来的军官 也冲了出来 和爬上城墙的土匪们 厮杀了起来 就在这一会儿 又有一些土匪爬上了城墙 很快占据了城墙的一段 向着守城的士兵冲杀而来 情况有些不妙 要不我带些侍卫上去冲一战 气威站在杨云旁边说道 不用 这些新兵弹 子就得让他们见见血 不然他们永远就只有当懦夫 杨云还没来得及答话 旁边的郭龙大声说道 在刘远和一些军官 及一些勇敢士兵的带领下 守城士兵慢慢稳住了局面 挡住了冲上来的土匪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双方都出现了不少伤亡 残肢和鲜血布满了城墙 慢慢的 这些新兵们克服了恐惧心理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了与土匪的战斗中 这样一来 土匪们的压力就大多了 他们往往一个人会面对 两到三个士兵 虽然大多数土匪都是亡命之徒 但是在越来越有勇气的 守城士兵面前 他们还是有些撑不住了 在后方观战的张开牛 显然也注意到这个情况 只见他将手一挥 又一波土匪杀了出来 这群土匪跟前面土匪不一样 他们竟然绕过城门的正前方 向右侧城墙处冲去 看到这个情景 郭龙有些紧张 因为右侧城墙 有一处非常破旧的地方 还没有来得及修缮 直到土匪要来 他们只是简单抹了一些泥土 在上面做伪装 如果这些土匪从这里进攻的话 很容易就会进到县城中来 事实证明 郭龙的担心是对的 这些土匪果然朝着那一段 做了伪装的城墙方向而来 土匪们不多时 就到了那一段 做了伪装城墙跟前 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 很快聚在一起 朝着城墙用力一推轰的一声巨响 城墙应声而道 这样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缺口 土匪们嗷嗷叫着 越过缺口处 朝县城里面冲来 幸好 郭龙早有准备 他在城墙后面 埋伏了一千士兵 很快双方就站到一起 守在城墙处的士兵人数 比攻来土匪多 但他们却不是这些 土匪的对手 不多时便节节败退了 郭龙见状 轻轻叹了一口气 准备转身 请求杨云派出他身边 这几十个贴身侍卫出手了 这可是县城中 仅有的精锐力量了 但是 郭龙还没来得及说话 守城士兵后方 传来一声大喊 你们这帮不入流的小子 也敢在爷爷的地盘猖狂 看爷爷好好收拾收拾你们 随着这一声炸雷般的大喊 一个手持长锤的魁梧大喊冲了出来 冲出来这大汉正是赤木 来无限这几天 由于铁匠人数有限 利器其大的赤木 就被老都尉铁山 托去打造兵器 起初他还觉得十分有趣 但是干着干着 他就觉得枯燥无味了 听说土匪攻到了县城 赤木一听大喜 扛起他的长锤 就向城门方向冲去 结果他还没有到城门处 就发现这一处土匪 已经冲进了县城 于是他扛起长锤就杀了过来 赤木汉勇无比 这些土匪哪里是他的对手 只见他东一锤西一锤 砸得这些土匪狼狈不堪 很快减缓了守城士兵的压力 守城士兵建议方 突然出现这么勇猛的一个人 顿时士气大增 也鼓起勇气朝土匪杀了过去 终于控制了局面 把土匪挡在了缺口处 站在城墙上的杨云 看见缺口处已经稳住了局面 就制止了准备增援的七威等人 杨云笑着说道 这家伙这几天也憋惨了 就让他发泄发泄吧 第77章 退敌 战斗持续进行 双方进入了胶着状态 无论是城门处还是城墙缺口处 守城士兵都把土匪挡在了城外 不让他们前进一步 随着战事的不断进行 越来越多的新兵 慢慢地克服了恐惧心理 纷纷拿起手中的刀枪 朝土匪们冲去 后边的张开牛 见手下的土匪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冲进县城 他手一挥 让剩下的土匪 全部加入到攻城的战斗中来 自己也拿起手中长刀 朝城墙的缺口处冲了过来 张开牛冲到缺口处 见赤木正在残杀自己手下的弟兄 他立即大怒 举起手中长刀 向赤木尔冲了过去 赤木尔见这些土匪不堪一击 正郁闷之际 见有人主动找上了自己 不怒烦喜 举起手中的长锤 和张开牛站在一起 张开牛以前是郑国的将军 功夫挺不错 这也是他能收复这一股土匪 成为他们头领的原因 但是他和赤木尔接战之后 才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武功 居然比不过这个 看着有些鲁莽的汉子 张开牛的心里不由暗暗一惊 看来福国这个年轻的王爷 还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 居然能将这样的猛将 招致自己的麾下 大战了十几个回合后 张开牛明显处于下风 他旁边的几个土匪见状 连忙上来 和张开牛一起围攻赤木尔 这才使张开牛稳住了局面 这场战斗 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时辰 双方都死了一些人 但土匪最始终没有进到城里边 这时 土匪后方突然传来敲锣之声 凤凰山寨所有土匪 听到这阵锣声 立即丢下正在打斗的对手 转身向后撤去 这些土匪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一会儿 全部撤离了城墙 只留下城墙上 一滩滩的鲜血 以及一些土匪及士兵的尸体 军师 你怎么敲响退兵的鼓了啊 张开牛回到后边 奇怪 向书生张秀问道 大哥 我们不能这样打了 兄弟们伤亡太重 这样下来 即使攻下了无限县城 我们也会损失惨重 那就会白白便宜了 那几个山头的那些家伙 书生张秀说道 张开牛看看身后的土匪 这才发现 就这不长的时间 土匪已经损失了两百来人 他才一下子清醒过来 多谢军师 本债主只顾杀敌 没有观察场上的情况 兄弟们 今日情况对我们不利 我们先撤回山中 来日再来收拾这些 不实抬举的家伙 张开牛一声令下 带着手下的土匪 离开了无限县城 见土匪们突然不打了 全部撤离了县城周边 城墙的士兵 一下子高兴起来 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终于击退了土匪 保住了自己的家园 这是他们若干年来 难道扬眉吐气的一仗 这一仗 守城士兵居然阵亡了 两百多人 还有一百多人受伤 这让杨云等人心疼不已 不过 为了让这些新兵们成长 这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 杨云下令 对受伤的士兵 要抓紧治疗 而对于那些阵亡的士兵 要及时给予足够的抚恤金 这一仗虽然击退了土匪 但是大家都知道 对无限而言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所以 大家没有因为击退了土匪 而沾沾自喜 反而 加快了修缮城墙 和训练士兵的速度 这一仗的好处在于 袍泽们付出了生命和鲜血 让无限这些宪兵们 在痛失兄弟的同时 也明白了自己实力的不足 现在 他们明白了 要想在战场上 保住自己的性命 那么就必须更加努力地进行训练 所以 在流远后面组织的各种训练中 这些士兵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非常卖力地参与了种种训练 终于将土匪击退 也给无限所有的百姓信心 他们高兴地互相传递的这一信息 对于这个新来的吴王 有了一丝期许 在这种情况下 更多的人投入了城墙修缮中去 还有一些精壮汉子 报名申请加入宪兵的队伍 流远从报名的清壮年中 选了一部分人补充到宪兵之中 使得宪兵的人数达到了三千五百人左右 从这次土匪工程来看 我们县城中 还有不少土匪的探子 他们能直接找到我们城墙最薄弱的地方 不把这些家伙找出来 我们要想守住县城 就会有很大的难处 在县衙后面的一个房间里 郭龙对杨云等人说道 是啊 在战斗的时候 巨大哥也叫我注意 观察哪些士兵值得怀疑 我已经安排把这些人的名单记录下来了 下一步 我们就要逐一清查看 哪些是土匪安排在县城里面的探子 流远说道 那现在我们在继续增强县城防护能力的同时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县城里边和土匪勾结的人给找出来 流远你就负责宪兵中可疑的人 中县城 你就和燕晴柳月两位姑娘一起查找一下 百姓中有可能和土匪勾结的人 特别是城中那些商人和地主 这次说话的是巨远光 在流远和钟文睿等人的不断努力下 众人在县城中清查出了三十多个 和土匪有勾结的城中百姓和士兵 杨云令人把这些人带到县城的广场上 当着县城中百姓的面出世了 他们和无县各股土匪中联络的证据 见这些人居然勾结土匪 损害城中百姓的利益 无县的这些老百姓一个个义愤填膺 他们愤怒地指责着这些人的行为 甚至有人还拿起鸡蛋蔬菜等东西 向这些这些土匪的杂取 等百姓们发泄完心中的怒火后 杨云命令将这些土匪全部斩首示众 他这一举动得到城中百姓的交口称赞 使得杨云在这无县的声誉提高了不少 大哥 这一次想攻打无县县城不城 我们还偷鸡不成十八米 这个仇我们必须得报 凤凰山上的巨艺厅中 一个小头目大声地对堂上的众人说道 是啊是啊 这个仇我们必须得报 他娘的 这么多年来只有我们打官兵的份 没想到今日被官兵打了 真丢脸哪 这口气必须要挣回来 众土匪你一句我一句地嚷嚷着 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怒火 嗨嗨 坐在上手的张开牛轻咳了几声 堂上众人立即安静下来 纷纷转头看着张开牛 是啊 这口气我们一定要争回来 但是我们也得和计和计 现在应该怎么办 张开牛扫射一下巨艺堂上的众人 慢慢地说着 凤凰山的土匪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文化 只知道蛮干的人 见张开牛要大家出主意 众人不由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张秀 因为在他们心中 这个秀才是山寨中最足智多谋的一位 见众人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 张秀慢慢地站起来 对着众人大声地说道 现在我们要想复仇 动作就得加快 如果等 他们把县城中城墙全部修缮完毕 士兵也训练得差不多的话 我们要想拿下无限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但是 如果只凭我们山寨 就算兄弟们拼了命拿下县城 我们也会损失惨重 这样一来 我们就没有实力再压制其他山头 所以 这一次 我们必须联络其他山头的土匪 各个山寨一同发兵 才能拿下这个县城 张秀说完 看了看堂上众人 见大家都在认真倾听自己的发言 他十分满意 所以继续说道 到时候 我们注意保存实力 等他们实力大损 还敢和我们一起争夺县城里面的东西吗 张秀在无限土匪中有独士的称号 因人是他的拿手好戏 张秀作为凤凰山的军师 深得张开牛的信任 他说的这一番话 正中张开牛的下怀 首饰 一封封书信 送到了无限周边的各个山头 山寨中发生的这一切 一直待在县城中的杨云势力中众人 一点也不知道 好不容易击败了来袭的土匪 现在他们 除了每天忙着训练士兵修缮城墙之外 终于可以腾开手脚 注意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杨云没有想到 他们的一系列动作 居然是如此的不顺利 无限这地界 老百姓过得十分清平 整日里考虑的最多的是 怎样填饱肚子 根本无暇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 这无限读书人比较少 好不容易有一些家境稍微好一点 读书有成之人 却离开了无限去外地发展了 留在无限本地的读书人 本来就十分少 可是就这少数的读书人 却不愿接受杨云等人的招募 为县府服务 或者是为吴王殿下服务 他们都没有兴趣 县令郭龙和县城中文睿 亲自去拜访了一些无限知名的书生 请他们出山 在县衙中担任职务 但无一例外地被拒绝了 此外 杨云留意到无限县城里中医馆比较少 本着减轻老百姓疾苦的原则 让从京城带来的几个大夫 在无限县城里边 开设了两个医馆 但杨云没想到的是 来医馆看病的人 却是寥寥无几 无限县城中得病的百姓 不喜欢到医馆看病 家中有生病 一般都到了县城中的道观或寺庙中 请求道士或和尚 为他们消灾祈福 在无限老百姓心中 神灵是他们最高的精神寄托 比起朝廷 比起县衙 神灵们才是最靠得住的 所以在无限县城中 道观的道士 寺庙的和尚 才是地位最高的一群人 第78章 困局 在无限县城中 有一个叫玉皇冠的道观 还有一个叫圣佛寺的寺庙 这两个地方 是无限香火最鼎盛的地方 无限这地方十分贫穷 大多数建筑物都比较低爱破旧 但唯独这玉皇冠和圣佛寺与众不同 这里的建筑雄伟 金碧辉煌 完全不像一个贫穷县拥有的建筑物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无限百姓 虽然自己吃不饱穿不暖 但都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 捐献到寺庙之中此外 还有一个情况 无限的百姓 对朝廷对官府信任度很低 导致县衙发出的一切指令 他们都不愿意接受 更不愿意执行 比如说 县衙号召百姓 趁枯水季节修建水利设施 既可以在旱季 为田地的庄稼 提供大量备用水源 也可以在烙季 降低水灾对大家的影响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是百姓们 却不愿意积极投入到这件事情中 同样 杨云也给这些百姓 许多关于种植庄稼的建议 可是这些百姓总是爱理不理 这让希望带着大家脱贫致富的杨云等人 感觉十分无奈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无限的治安特别差 偷到抢劫放火杀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前几任县令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由于县衙中的差役比较少 恶性循环下来 使得百姓对朝廷更加不信任了 这种种情况 都让杨云等人感觉到十分为难 为了解决这一情况 杨云所属势力的核心人物们 经常坐在一起 讨论在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他们花了很多功夫 想了许多办法 都手小甚微 比如在处理百姓们 不愿意到医馆看病这件事上 县令郭龙和县城中文瑞 采取降低治疗费用 或者为特别贫困的百姓 免费治疗的方式 鼓励他们来医馆看病 但是即使这样 来医馆看病的百姓 也是少之又少 而在处理百姓 对于道观道士和寺庙和尚 特别依赖这个问题上 郭龙和中文瑞 亲自到御皇冠和圣佛寺 打算去拜见御皇冠的冠主 和圣佛寺的方丈 不料这二人 却根本连面都不露 这些出家人 居然连县令和县城都打不上眼 这在大附近内 那真是绝无仅有的 最后是关于治安的问题 县位留远 费了很大功夫 想招募一批捕快 用来维持县城的治安 但是告示发出去很久 来应征的人却十分少 无奈之下 他只有从目前的县兵中 分出了一部分人 专门来负责城中的治安 这样才使得治安 有了一些小的进步 还有一个问题 却让巨远光十分头疼 杨云从西京带来不少银两 在无限修缮城墙 招募士兵 加上帮助百姓维修一些破旧 甚至快要倒塌的房屋 花费了大量的银两 大量的钱财流了出去 可是在镜像方面 却又远远抵不上消耗的速度 而杨云来的无限之后 宣布了降低税收的政策 可是就算降低了税收 但是百姓们 各种鹰角的税赋 都还是不能按时足量的缴纳 县府中收得的一小部分税收 远远填不上县里的日常消耗 这种种事情的不顺利 搞得郭龙 钟文睿 巨远光和刘云的人 焦头烂额 这些人都算是颇有才华的人 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小县城面前 居然还举步维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县衙贴出了许多公告 向百姓们阐明县衙的一些举措 以及对一些事情的态度 希望百姓们能了解县府的想法 理解县府的一些决定 让他们感受到 吴王殿下对无限百姓的善意 从而愿意听从县府的安排 可是现状是 杨云等人想帮无限百姓 摆脱贫穷愚昧的现状 可是这一切举措 就像对牛弹琴一样 没有收到多少效果 巨远光等人 把遇到的困难 报告给杨云 杨云听了后 也感觉十分的无奈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 足两天 想要找出解决这一困局的办法 到了第三天 杨云终于从自己的房间中走出来 向大家宣布了 自己一些想法 众人被杨云这种 天马行空的思路惊呆了 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最终决定来试一试 次日 一些百姓在县城的河边洗衣服 突然发现 河边的沙里中 有一块破旧的石碑 看着十分成就 应该已经有一些年份了 百姓把这个石碑翻过来 看见这石碑上刻着几个大字 白莲圣教 普照四方 教主为云 救济苍生 夜间 一朵巨大的白莲花 忽然缓缓升上天空 上面八个大字 就算是隔得得很远 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 白莲出世 天下太平 而在无限县城的儿童中间 突然传出一首歌 无限穷 无限苦 无限百姓水火中 天地开眼人世间 降下白莲 就苍生 无独有偶 短短几天时间 在无限县城的各个角落 都传出了这样的消息 上天不愿再看无限百姓疾苦 白莲上仙将自天降 解救无限百姓 于水火之中的传言 正所谓三人成虎 本来最初县城 传出这消息之时 很多人并不相信 可是架不住 大家都在谈论此事 慢慢的 好多人都相信 上天不忍看到 无限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将由白莲仙人 从天而降 拯救苍生 这一来 可把那些道观中的道土 和尚庙中的和尚 给急坏了 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物 连忙站出来 一改两边 谁也看不起谁的态度 第一次联合起来 向无限百姓宣布 这些传言都是无稽之谈 要百姓们听从 神佛的旨意 不要听一些 邪恶之徒的胡乱传言 可是由于这是太过神奇 所以原本 对道观中道长和寺庙中 和尚奉落神明的 无限百姓 这一次却罕见得了 产生了怀疑 在他们的心中 都在静静地期盼着 看着百连先人 是如何从天而降 拯救苍生的 当然 这一切一切的主意 都是杨云想出来的 见无限百姓 崇敬神明 而不信科学 杨云待在屋里 始终想不出办法 但到后来 他豁然开朗 既然老百姓要信奉神灵 自己何不创造出神灵 让他们来信奉 只不过那些和尚和道士 他们以神福的代言人自居 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自己计划 创百连圣教 是为广大百姓谋福利 想到这里 杨云不由高兴起来 要论装神弄鬼 自己掌握了这么多 超出这时代的 先进科技知识 不幸连这些和尚和道人 都比不过 三日后 正好是大幅的 古拉拉巴结 相传 在这一天里 天神会降临世间 体察百姓的疾苦 为百姓排忧解难 所以这一天里 无限百姓心中也在期待 这上天警示的 传说中的白连神人 是不是会在这一天里 降临无限 来体察无限百姓的疾苦 三天时间很快到了 这一天天气很好 听着县城最高的高塔之上 传来一阵阵动听的弦乐之声 一时间 无限众百姓的目光 都落在了县城那高塔之上 这时神奇的现象出现了 只见从高大上 忽然飘下一朵巨大的莲花 这莲花飘飘荡荡 从塔上缓缓降下 不多时 这巨大的莲花 降落在塔旁的一块空地上 匆匆赶来的无限百姓 这时候才发现 这朵巨大的白连之上 居然坐着一个身穿白衣 手持常见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端坐于白连之上 久久没有行动 也没发出声音 过了很久 这年轻人缓缓地 从莲花上站起 手中长剑 剑肩上穿着一张黄纸 然后这人 将手中长剑一挥 这张黄纸 居然在空中自然起来 这一下 让无限百姓彻底惊呆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让他们更为惊叹的 还在后面 这时 只见白衣人长剑一挥 一朵漂亮的兰花 从他身上缓缓飞出 落在众人的前方 紧接着 这白衣人又将长剑一挥 又一朵莲花 出现在众人眼前 就这样 这白衣人手中长剑莲挥 无数的白色莲花 从他身上飞出 一朵 两朵 三朵 四朵 许多的莲花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城中百姓看了个目瞪口呆 看着这白衣仙人 他身上衣着单薄 怎么可能藏有这么多的莲花 显然是仙人 用仙术创造出来的朵朵白莲 这从天而降的年轻仙人 正是杨云 他利用热气球的原理 坐在五彩莲花之上 缓缓降下 面上的表情是淡定无比 但他心中却是紧张万分 这一次为了征服无限百姓 冒这么大风险 来装一次酷 万一有个操作不当 摔死在当场 那就太丢脸了 那会成为全天下 最悲催的穿越者了吧 还好 这白衣平稳着地 杨云坐在莲花之上 看似安静打坐 实际上是在平复自己紧张的心 剩下的一系列活动 那就要轻松多了 杨云名校大学毕业学艺多年 对物理和化学也颇有研究 搞一些小小的 障眼的魔术 这还不是小菜一碟 靠着一些杨云精心设计的 几个障眼的魔术 果然取到了效果 杨云心中高兴 他手中长剑一挥 大声喊道 白莲将士 普济苍生 勿奉天之命 创建白莲神教 解救天下黎明百姓 脱离水火之中 第79章 再临大战 杨云这话刚一说完 他前方不远处的 一个百姓突然跪下 大声喊道 小明拜见白莲教主 感谢教主亲临人间 解救百姓疾苦 这人话音刚落地 他身后又有十数人 一起齐声跪下 口中喊道 拜见白莲教主 当然 这些最先跪拜的人 都是聚远光事先安排好的 见有人带头跪拜 其他围观百姓 也慌忙跪了下来 跪拜着自天而降的白莲教主 无奈之下 杨云只好用此办法 借百姓们对神明的崇敬之心 获取百姓的信任 然后再慢慢引导百姓 让他们相信 真正能救世人的 不是神灵 而是自己 新来的吴王殿 是天上仙人派下来的使者 成立白莲教 是为了救助天下苍生 在有心人的安排下 这消息在无限的百姓中 广为流传 此后的几日 杨云在县城开的医馆中 使用仙术 为无限百姓们治病 他用一粒粒神奇的仙丹 治好了不少无限百姓的疾病 大福德大夫治病 大多数是使用中药 用药草熬的汤药治病 这种多年传流传下来的治病方式 十分神奇 可以治疗许多的疾病 但是杨云却可以成功地 把中西医术结合 有一些病症 用这种中西医术结合的方式 可以见效更快 所以杨云很快治好了 许多百姓身上的疾苦 这样一来 无限百姓就更加相信 杨云这白莲教主 却是先人派向人间 拯救黎明的使者 听到这些传言 杨云在开心的同时 心中也有很多无奈 明明是治病救人的药丸 却要把它伪装成仙丹 百姓们才愿意放心服用 事实证明 杨云的这种无奈之下的举动 效果却十分明显 县衙中所有人员 都以白莲教教中的身份自居 处理各项事务 比以前顺利多了 在招募秀才 为县衙服务 招募习武者 充当衙衣补快 或者发出一些证令的时候 都以白莲教教中的身份发出 这样一来 百姓们就会接受 发出的各项指令 大家也能够比较积极地去执行 就连县城中的县兵 听说他们是在为白莲教教主服务 身上有了这种使命感 在训练过程中 就更投入了 借助白莲教教主这个身份 许多事情比以前好办了许多 正当杨云等人 想借这个机会 让无奸各项政务 朝众人想要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不幸的消息又传出来了 无奸的十几股土匪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完成利益分配之后 终于达成了共识 各大山寨 在凤凰山结盟 准备向无县县城 发动再次攻击 为了彻底攻下县城 这一次 各股土匪一共派出五千余人 准备了各种攻城气线 浩浩荡荡地向无县县城杀来 得到土匪将再次攻击县城的消息 郭龙立即发布告示 以无县县令和白莲教教主发言人的身份 号召广大无县百姓 一起参与到保护自己家园的行动 听说白莲教教主 号召大家保护县城 又有五百余精壮男子 的工作中来 少主 敌人距离县城 还有十五里左右 燕晴走进大厅 向杨云报道 杨云没有说话 他看看身边的郭龙 意思是 我已经把指挥拳拳拳交给你了 此事由你负责 各位 土匪来势汹汹 如果我们 等在县城中 一位死守 可能会是我们的队伍士气大将 所以 我决定 我们到城外 摆开阵势 先和他们真刀真枪地战上一场 郭龙的话 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那个皮肤白皙 看着十分儒雅的人 就是犀牛谷的严雄 而严雄身旁 那个二十多岁比较漂亮的姑娘 就是造脚沟的刘海妮 牛背山的乌老七 是后边那个黑兽汉子 郭龙爬在草丛中 对身旁的杨云说道 无限县城松林坡 杨云不顾众人的反对 和郭龙等人一起 带领两千人埋伏在里边 看着越来越近的人影 郭龙对杨云介绍道 弓箭手放箭 其余的人用石头砸 剑土匪越走越近 郭龙终于发出了攻击的命令 突然出现的石块和箭支 让土匪们惊慌失措 他们连忙寻找安全的地方 躲避石块和长箭 但当他们还没有完全回过神的时候 山坡上冲出了一群群 手拿刀枪的士兵 他们叫喊着 疯狂地冲向了这些土匪 一时间使得土匪手足无措 顿时死伤一片 稳住 稳住 拿起你们的刀杀回去 他娘的 不要怕 跟老子一起杀了他们 随着各个山头头领缓过神来 指挥手下土匪进行反攻 可是这些无线士兵 并没有和他们缠斗的意思 他们剑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立即向县城方向折去 等这些土匪重新整顿队伍 向这些无线士兵追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跑得很远了 还没有到县城城边 就遭到一次伏击 损失了不少的人马 让这些土匪心中十分郁闷 他们来到县城城外 将无线县城团团围住 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 只敢搞偷袭 有本事出来和爷爷 我面对面的大战一场 经过刚才郭龙的介绍 杨云知道 这个瘦小的家伙 就是牛背山的土匪头子乌老七 你们这些只知道 抢掠百姓的土匪 也敢来攻打我们的县城 很快 爷爷就要把你们的头 一个个拧下来 拿回去当夜狐 刘远站在城头 指着乌老七 大声说道哪来的臭小子 口出狂言 有本事下来和爷爷我单挑 乌老七的暴跳如雷 朝城墙上吼道 小爷我会怕你不成 有本事你让你的手下后退一点 你独自上前 看小爷 我敢不敢斩了你的狗头 刘远在城墙上哈哈笑着 指着乌老七大声说道 乌老七向来脾气暴 乃听的这些话 他立即让自己身后的土匪 后退了数百米 自己独自站在城下 手中长枪 指着城墙上的刘远 那你就下去打一场吧 但是要注意 切莫城墙 如果形势不对 你就撤回城里 让他一个人也不敢前来追赶 郭龙轻声在刘远耳边说道道 刘远一听大喜 连忙走下城来 骑上自己的战马 拿起手中的长刀 刘远一见面也话不说 直接开打 刘远从小在军中长大 整日跟着自己的父亲刘成 和军中一帮将士 学了许多功夫 并且随时在军中和重将士切磋 打斗经验十分丰富 在刘远看来 要击败这一个小小的土匪 那还不是手道青睐 可是 当他和对手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发现 乌老七能够成为一方匪手 确实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虽然身材瘦小 但是他却十分灵活 往往能够十分巧妙地 躲开自己的攻击 然后恰到好处地发起反击 两人你来我往地 站上了几十个回合 居然不分胜负 没想到你这土匪 竟然还有这等功夫 看来小爷我只有 拿出拿手好断了 说完后 刘远刀势一遍 将一套和以前 截然不同的刀法施展出来 这一套刀法 是刘远的家传刀法 想当年 刘远的先祖 凭借这一套刀法 在战场上 斩杀无数敌人的手机 为大晋打下仪这一片天下 建立大晋帝国 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刘远的父亲刘成 也是凭借这一套刀法 守卫在泉州近二十年 使得紧靠泉州的刘夷人 不敢在大幅边境 过于猖狂 这一套刀法 果然名不虚传 刘远手中长刀 上下翻飞 越战越勇 反观吴老七 逐渐变得手忙脚乱起来 终于在一次攻击中 刘远一刀正中吴老七肩甲 吴老七见识不妙 趁两马巷挫 相隔一段距离的时候 骑马狼狈地逃回了几方阵内 刘远来不及追击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吴老七逃回去 他懊恼无比 大声喊道 还有哪个不怕死的 赶快上来 小子休得猖狂 看颜某来取你性命 这时 土匪群中一声大喊 一人一马 快速向场中冲来 这人长相极为儒雅 像一个书生 和这群凶神恶杀的土匪相比 形象极为不服 心中大喜 连忙举起手中的长刀 准备迎向严雄 但这时 城头却传来一通鼓响 刘远顿时脸色一变 因为这鼓声 是明权收兵的号令无奈之下 他只得调转马头 向城中撤去 命令敲响收兵军骨的 正是郭龙 因为根据他得到的线报 这长相十分儒雅的严雄 却是无限周边 十几个土匪中 战力最强的一个 刘远万万不是此人对手 这一仗 麻烦七将军辛苦一趟 尽可能将敌人斩杀 这样将会大大挫伤土匪的锐气 郭龙朝七威一拱手说道 听郭龙这样一说 七威二话没说 拿起手中长刀 向战场上奔去 不多时 就和场上的严雄对面立了 在下严雄 向将军请教 这严雄看来也是读书之人 非常有礼貌 向七威拱手施礼 大声说道 好说好说 我乃吴王贴身侍卫七威 见严雄如此客气 七威也拱手一礼 真正打斗起来 却毫不相让 七威一把大刀捂得呼呼生风 似要把严雄削成碎片 那严雄也毫不示弱 手中一对双剑 一防守 一攻击 防守时密不透风 不给对手丝毫机会 攻击时 招招攻向七威要害 要让对方无一丝生机 七威在军中多年 后又担任皇宫侍卫 他的攻击 招招透着杀击 防守密不透风 而这严雄 居然也不是范范之辈 一对双剑 一攻一守 配合得相得一张 两人你来我往 大战的百余回合 居然不分胜负 长时间的战斗下来 两人均显出疲态 都已满身是汗 动作也逐渐缓慢起来 甚至连两人坐下的战马 都已有些筋疲力尽 这时 严雄正在专心 向对方发动攻击 不想坐下战马一个裂剪 他差点就摔下马来 严雄也算身手不错 他紧扣马将 两腿一夹 腰杆一挺 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严雄再一次 转过身来之时 看见七威正手持长刀 侧马力 远远地看着自己 刚才这么好的机会 阁下怎么不趁机攻击 严雄奇怪地问道 严大当家好身手 七某要战 就得堂堂正正 如果在下趁人之威 就算能战胜了你 也胜之不武 七某不耻 做此步英雄的行为 七威在一旁淡淡说道 见七威这样说 严雄乐住了马将 朝七威拱拱手 大声说道 我说了 说完他调转马头 转身离去 此时的七威 也人困马乏 城墙上的锅龙剑壮 担心七威的安全 所以 命人敲响退兵鼓声 七威一听 如释重负 立即骑着战马 回到城中 大幅上午 他们大都喜欢这种 一对一的单挑模式 这些土匪更是喜好此事 这步 从土匪阵营中 又走出一个 手持双锤的汉子 这汉子用手中一个锤子 指着城墙上 意思要继续单挑 锅龙剑壮 安排早已跃跃欲试的赤墨 去打这一仗 赤墨看着前几轮的打斗 早已急得抓耳牢骚 见终于轮到自己出战了 他心中大喜 扛起手中长锤 兴高采烈地冲了出去 土匪群中 那是双锤的汉子 见县城中 出来一个连马都没有骑的 魁梧青年 看着还有些傻乎乎的 不由地大声笑道 你们没有人了吗 居然出现这么一个傻子 快回去换个人吧 待会儿把你打个屁鬼妙流 你又要哭着回去了 这赤墨健壮大怒 他压压地叫着 举起手中的长锤 就朝这土匪头上砸去 这土匪健壮也不惊慌 漫不惊心地 举起右手中锤子进行格挡 哪想到这赤墨力大无穷 两锤相撞 他手中的锤子立即脱手飞出 但是是赤墨手中的长锤 却去世不解 直接一锤砸在这名土匪的头上 这名土匪的头颅 顿时像一个西瓜般 被砸了一个西巴烂 战马驮着他的尸体 跑回到几方阵地 有没有像样一点的对手啊 打得真不过瘾 赤墨将手中长腿往地上一顿 指着土匪群大声喊道 你这傻小子羞得猖狂 看姑奶奶来教训你 一个骑着一匹早红马的女子 从土匪阵中冲出 直向赤墨扑了过来 这名女子正是造脚钩的匪手刘海妮 她虽然是一名年轻女子 但当地的土匪都知道 这是一朵霸王花 没人愿意轻易去惹她 刘海妮来到战场上 也不多话 轻斥一声 手中的长枪上下翻飞 朝赤墨身上的招呼过来 刘海妮能成为一方土匪的头领 当然也不是无能之辈 她的功夫在无限周边十几股土匪中 也算是出类拔萃的 可是她却遇到赤墨这么变态一个对手 大战几十个回合过之后 刘海妮逐渐处于下风 动作也缓慢了下来 明眼人都能看出 她落败是迟早的事 但这刘海妮却十分要强 明明自己已经不是对方的对手了 依然不肯退下 还在咬牙坚持 赤墨可不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 她见对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手中的长锤连连挥舞 不给对方翻身机会 眼看刘海妮就要死在赤墨的锤下 这时土匪中群中又冲出一匹战马 马上坐着一个独臂汉子 这汉子仅有的右手手拿一把短刀 这汉子一边冲一边喊 乌那汉子休得伤到我家债主 趁赤墨一愣之际 这汉子已经冲到战场之上 拿起手中短刀想砍向赤墨 赤墨见状 只得举锤去格挡 双方就这样站在一起 一旁的刘海妮见状 也拿起手中的长枪 与刚刚上来的独臂汉子 二人一起双战赤墨 三人在战场上如走马灯般 大战了几十个回合 赤墨渐渐立伐 他大声喊道 你两个欺负俺一个 俺不跟你们玩了 说完 赤墨扛起自己的长锤飞也是的 往县城中奔去 刘海妮和独臂汉子准备追过去 但没想到这赤墨 跑得比马还快 一溜烟就回到城中 两人无奈 只得转身回到土匪镇中 这几场一对一的单挑 让两方士卒看得十分过瘾 也消耗了大量时间 转眼间天色已暗 夜晚就要来临了 于是双方决定休战 一日来日再战 一夜无话 第二日天色刚亮 土匪们就向县城发起了攻击 这一次 土匪们没有采取单挑的形式 而是直接向城墙发动攻击 这土匪们的准备的确很充分 居然有投尸机 他们用投尸机 将一块块人头大的石头 砸得的守城士兵不敢冒头 有好几个没来得及躲开士兵 背得头破血流 口吐鲜血 剑投尸机将城中士兵狼狈不堪 土匪群中发出一阵欢呼 他们在各在寨主的指挥下 大声叫喊着 向城墙边冲来 锅龙剑敌军冲来 知道土匪们显然早有准备 城墙上射下的箭支 被他们手中的盾牌死死挡住 只有极少数箭支射中土匪 转眼间 土匪们就冲到城墙边 把长梯往城墙上一搭 顺着梯子就往城墙上冲来 城墙上的守城士兵 当然不能任由土匪冲进城来 他们举起手中的刀枪 朝着刚刚冒头的土匪头上砍去 还有些土匪将城头上的梯子推了下去 土匪们也红了眼 一时间喊杀声叫喊声马斯声交杂在一起 一场大战就这样展开了 无限县城并不大 这五千余土匪显然早有分工 他们将城池团团围住 从四个方向向县城中发起攻击 土匪的人数众多 又汉不畏死 人数也比县城的士兵多 但幸好经过修缮的县城围墙 已经不像当日那么脆弱了 站在城墙上的士兵借助城墙 死死地把土匪挡在城外 土匪从四面八方向城墙上攻来 守城士兵着急地叫喊着 互相提醒着和对方厮杀在一起 作为此次主帅的郭龙 他在多年征战 对于这种战事不知经历了多少回 所以他一点也不慌张 站在城墙最高处观察着整个战局 他随时注意各个方向 看哪边土匪攻击太过凶猛 城墙有守不住的趋势 他就调动兵马奔向那里 在郭龙的指挥下 整个城墙防守的滴水不漏 虽然土匪一分战尽优势 但是始终没有攻上山寨城 土匪们渐经过这么久 都没有拿下城池 心中十分着急 他们互相商量一下 决定不在刘鱼地 所有土匪都参与到战斗中来 不多时 城墙下面便围着密密麻麻的土匪 见此情景 郭龙也不慌张 大喊一声 早有准备的守城士兵们 把早已准备好的石块 向城墙下砸去 一下子砸得毫无准备的土匪 抱头鼠窜 退得后方的土匪 没有做丝毫停留 他们在各自的债主指挥下 举起一个个巨大的木盾 将木盾顶在自己的头上 向城下冲来 看来这些土匪中 还是有些能人的 他们这一次准备充分 似乎是志在毕德亚 站在郭龙旁边的巨远光 感叹地说道 就凭这些山野土匪 还想攻下我们的县城 他们也太小看龙野我了 郭龙看到疯狂向城下 冲来的突飞土匪 轻蔑地说道 说完之后 郭龙朝着身旁的船令兵 大声喊道 通知手下兄弟们 我们给他们准备的第二道菜 该上了 随着县令郭龙的一声令下 城内的百姓 给守城的士兵 送来一锅锅滚烫的开水 这是郭龙早已安排好的 士兵们将这一盆盆滚烫的开水 顺着城墙下的土匪头上浇去 正在往城墙上冲锋的土匪 哪里知道会遇到这样的遭遇 他们拼命地想躲开 这一团团滚烫的开水 可是由于城墙下人数众多 土匪们哪能轻松躲开 转眼间 这些土匪被烫得皮开肉绽 一个个嗷嗷叫着 退了下去 建功城的土匪 在滚烫开水的浇灌下 退得远远的 郭龙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惜县城中百姓贫穷 我们只能用开水招待他们 如果城中资源丰富的话 我们准备好滚油 这次一定会让这些土匪损失惨重 城墙上的郭龙被聚远光说道 第81章 再胜一章 土匪们来势汹汹 又有充分的准备 他们满以为 能够很快地将县城拿下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连续两天的攻击 他们居然没人踏上县城城墙半步 这一日下来 土匪又无功而返 还折损了不少人手 这让各山寨的土匪头领 感觉十分郁闷 在这次战事发起人张开牛的组织下 众山寨寨主围在一起商投 如何顺利攻下城池 各位 此番攻打县城 我们若不能全力富含 等他们在此处站稳脚跟 我们的好日子 可能就算到头了 所以 这一次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拿下这县城 张开牛大声说道 各位 张寨主说的对 此战对我们各山头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大家必须收起心里的那些小心思 全力以复方 能拿下这个县城 犀牛股寨主颜雄说道 打个屁 要我看 不如早点撤兵算了 老子带人在前面拼命地和敌人厮杀 有的山寨躲在后面保存实力 等老子 把老本拼完了 我的山寨可能就会被你们瓜分了吧 牛背山的乌老七大声说道 这一张 他手下损失的人最多 所以心中最无火 是啊 是啊 我们在前面拼命 有的山寨 带着手下的人就做做样子 这怎么能行吗 乌老七的话 引起同样损失惨重的一些山寨寨主的共鸣 他们纷纷说道 乌寨主说的对 我们各大山寨能在此地立足 靠的就是手下的兄弟 如果老本拼完了 就只有受欺负的分 不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各山寨 不会拿出真本事来啊 造脚沟的刘海妮慢慢地说道 我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约定好 哪个山头的兄弟最先冲上城墙 那个山寨的寨主 就做我们的盟主 大家看怎么样 这次说话 是凤凰山寨的军师张秀 张秀的这番话 得到了大多数山寨债主的赞成 大家很快通过了这个方案 军师啊 这样一来 如果其他山寨的人 率先攻上了城楼 当上了盟主 我们岂不是要去人之下了吗 见众人以各自回营帐 张开牛对张秀说道 大哥你放心 我们人多 攻上城楼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还有 就算其他山寨有人先攻上去 当上了盟主 我们这些山头 都是靠实力说话的 他没有实力 说的话谁愿意听啊 那张秀笑着说道 一夜无话 次日攻城的时候 这帮土匪 就像换了一群人似的 拼了命地往前冲 有的山寨的头领 甚至也亲自冲上第一线 卖力地向城墙上冲去 有好几次都差点冲上城头 刘远带着县兵们拼命抵抗 方才把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回去 可是名言人都能看出 这样下去 这城池迟早都会落入土匪手中 果然过了不久 在城墙的一角 有一群土匪顺利地冲上了城墙 很快地占据了城墙的一个角落 站在城墙上方指挥的锅龙剑撞 立即指挥 立即指挥后备兵马 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把他们赶下城墙 但这样一来 却给了这些土匪们信心 他们在各个山寨的头领的招呼下 叫着嚷着拿起手中的刀枪 发疯似地往城墙上冲来 不多时 城墙上又有好几个地方 让土匪爬上了城墙 无奈之下 七威只好带着二十几个侍卫 也冲在了第一线 在这帮功夫高强的侍卫的协助下 终于把爬上城墙的土匪赶了下去 看着这些越来越疯狂的土匪 郭龙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帮狗 娘养的 看来非得把老 子一直舍不得想让的东西拿走 既然这样 那就请你们喝一台吧 郭龙说完 把身边的传令兵叫来 在他的耳边轻轻地吩咐道 传令兵听后 连连点头 然后转身离去 不一会儿 一些士兵还有一些老百姓 分别抱着一个个坛子 来到城墙之上 郭龙看见 这一个个大坛子 眼中露出了不舍的神情 好半天 他才叹了一口气说道 扔下去吧 郭龙话音刚落 这些抱着坛子 带士兵和老百姓 把一个大坛子 朝城墙下扔去 见对方扔下了这么多大坛子 土匪们觉得十分奇怪 连忙躲在一旁 等坛子落地后 摔成碎片 里边流出了许多 透明的液体 这些土匪一文 不由笑了 原来这一个个坛中 居然装的是 一坛坛唇香无比 十分诱人的美酒 这些酒 是由猎豹部酿出来的 高度烈酒 原本是杨云打算 用来用来犒赏 那些 一直跟着自己的众位弟兄的 但现在没有办法 只得用在和土匪的战斗上了 这些一直在山里的土匪们 哪里喝过这么香甜的高度酒啊 有些人 甚至捡起地上的碎瓦片 把瓦片上的烈酒倒入口中 享受着这从没喝过的美酒 露出陶醉的表情 放箭 随着郭龙的一声号令 城中的士兵 将一支支 箭头上燃着熊熊火焰的长箭射了下去 这些火箭落在烈酒之上 一边忙着扑灭身上的烈火 一边向后方逃去 不多时 城下的土匪除了被烈火烧死之外 其余的都逃得远远的了 而已经攻上城墙的土匪可麻烦了 他们无路可退 被城墙上的士兵团团围住 斩杀在城墙之上 这一日下来 土匪们依然没有攻下县城 反而损失了更多人手 他们的心情更不好了 晚上 这些土匪山寨债主们聚在一起 讨论接下来的行动 由于损失了许多人手 这些山寨债主们情绪非常激动 好些人叫嚷着要退出这次行动 也有些人已经杀红了眼 要和守卫县城的士兵鱼死网破 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在张开牛和严雄等 势力强大的山寨债主的坚持下 众人好不容易达成共识 拼尽全力再攻两日 如若再不能攻下县城 就撤回山中 土匪们经过连日的大战 全都筋疲力尽了 天色刚黑不久 他们就回到自己的营帐 呼呼大睡起来 就连负责守夜的土匪 都连连打着喝歉 恨不得站着就睡着了 这一夜是一个阴天 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所以能见度很低 大家在夜色中 只能看见很近的距离 四更十分 是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 从县城的城墙上 突然掉下无数根绳索 紧接着 许多黑影顺着这些绳索 从城墙上溜了下来 他们很快聚在一起 捏手捏脚地 朝土匪的营地冲去 你们干什么的 站住 等这些黑影 冲到各山寨土匪的营帐之前 负责守夜的土匪 才看到他们 只来得及发出一阵喊声 就被黑衣人砍倒在地 这些黑衣人不是别人 正是刘远带队的县城士兵 他们砍倒守夜的土匪 迅速冲进一个个营帐 朝着营帐中 正在呼呼大睡的土匪头上砍去 许多土匪还在睡梦之中 不知不觉地就去见了阎王 终于有土匪 发现了这群不速之客 他们连衣服都顾不上穿 抓起手中的兵器 一边和入侵者打斗 一边大声喊道 有人结营啊 一时间 各山寨的营帝响声大作 喊杀声 惨叫声 叫喊声连成一片 处于荒乱中的土匪 很快被杀死许多 各山寨的寨主 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连忙召集寨中的土匪 向攻入营帐的敌人 发起反击 这时他们才发现 自己寨中 还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了 这些寨主们 顾不上心痛自己手下的弟兄 也顾不上其他山寨 带着手下兄弟 纷纷逃走了这一场大战 一直从天黑打到天亮 到天亮时分 除了局部 还有一些灵性的打斗之外 各山寨的土匪 都逃得一干二净了 只留下了 无数土匪的尸体 终于把土匪击退了 战场上的士兵 城中的老百姓 不由地一起欢呼起来 这么多年来 他们受尽了土匪的欺凌 今天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 白莲教教主施了法术 使得土匪睡得特别香 我们的士兵 才能顺利地攻到土匪的营帐 杨教主施了法 让那些平日里 只知道吃喝嫖赌的宪兵 突然变得勇猛起来 才能杀的那些土匪丢盔弃甲 吴王不愧是天上先人 派下来的使者 正因为有了他 我们才能击败土匪 在无现代百姓中 这些话在广泛流传着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说出来的 反正越传越真 一时间 杨云在县城百姓中的威望 大大提高了 杨云听到老百姓的这些话 苦笑一声 居然 以这种方式 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欣喜若狂的老百姓 主动和县城士兵 一起救治伤者 打扫战场 一场大战下来 土匪们撂下了两千多具尸体 但是守城县兵 也损失了一千余人 看到整理上来的数据 郭龙连连摇头 这一仗虽然击败了土匪 但是作为守城的一方 县城士兵 居然也损失这么多的人 这只能算得上是一次惨胜了 不过好处在于 经过了这次大战 这些土匪们 在短时间内 是没法再组织起攻击了 大家终于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用在县城的发展上了 更大的好处在于 经过了这一战 城中的百姓对县衙有了信心 他们相信现在的县衙 再不是以前那任意土匪 欺凌的县衙了 第82章 步步为奸 成功地重创了土匪 杨云等人松了一口气 终于可以静下 心思考无限的发展 处理处理一下无限的政务了 无限这地方 多山少帝 能用来种庄稼的田地很少 所以 每年种出来的粮食 都不够老百姓们食用 若遇上灾荒年轻 那粮食更是难以为继了 以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 在一些灾年里 许多老百姓难忍饥饿 以树皮乃至泥土为食 甚至还有许多人 被活活饿死 所以 现在摆在杨云等人面前的 最大问题就是 如何能够使无限的粮食 做到自己自足 只有能够保证 百姓能够填饱肚子 才能够谈到其他事情 而这山区不比平原地区 它没有充足的土地 可以播种粮食 那么 就只有尽最大的可能 让人播种的土地 得到丰收 种出更多的粮食 才能保证大家吃饱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粮食 供无限所有百姓用 不受天灾的影响 大家一致决定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修建水利设施 在杨云的组织下 大家决定从两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 是要在县城高处 挖几个巨大的蓄水池 在雨季可以蓄水 在枯水季节 可以用这里面储存的水 进行灌溉 此外 山中地形 有时虽然处于旱季 其实地下水 还是十分丰富的 所以 杨云组织大家 准备打出许多口深井 只要井的深度够 即使到枯水季节之时 也可能有地下水 这也可以解燃眉之极 当然 除了准备水源之外 增加土地 也是很有必要的 杨云把主意打在了梯田上 有了当年在战虎部的 农庄做水车的经验 这一次 杨云专门把当年 在都是农庄做水车的 那有经验的匠人 都带了过来 有这些经验丰富的匠人 指导无限百姓 在靠山边的地方 修建一个一个的大水车 然后 把山腰的坡地平整 可以用来做梯田 这样也可以大幅度增加收成 少主说的番薯 在西京听说有人种过 但在无限这一带 却没有人见过这东西 我们可以叫他回西京 找一点种子回来 钟文瑞说道 有了番薯的消息 可是余下两种作物 却让杨云犯了难 根据杨云以前的经验 山区的人们 因为坡地不方便浇灌 无法种植水稻 小麦等庄稼 所以 老百姓们经常在山区种红薯 土豆和玉米等 适合对水分要求不高的作物 但是在大幅 这些东西却很少见到 杨云问起的时候 好多人都没有见过 费了好大功夫 才终于得出了一些线索 于是 众人形成了一些方案 派人迅速到西京 去寻找番薯的种子 至于土豆 大幅境内没人见中过这东西 据一个经常走南闯北的商人介绍 说过在楚国以西 有一个叫逾越的小国家 据说有人种植了一种植物 类似杨云所说的土豆 杨云一听大喜 立即安排人远赴逾越越 去把这种当地人叫做地旦 子的东西给找回来 看是不是自己见过的土豆 或者是其他可以食用的农作物 至于玉米 杨云把玉米的样子描述出来 甚至还会出了图画 结果问了许多人 都没见过这东西 甚至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杨云只好作罢 俗话说靠山吃山 其实在大山里边 还是有丰富的资源 可供老百姓们使用 但是目前这是不可能的 看来只有等局势稍微稳定之后 想办法把山中的土匪全部剿灭 才能打山中资源的主意了 对于修水利 重庄稼 无限的百姓都能理解 所以当县衙以白莲教的名义发出 号召的时候 许多老百姓都能积极响应 认真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 但是杨云想做的第二件事情 就麻烦多了 杨云认为 无限的老百姓 信神灵 不信科学 主要原因 这是他们对自然知识掌握严重不足 所以 杨云以巫王和白莲教教主的身份 呼吁所有百姓 让孩子多读书 可是无限当地许多老百姓 连饭都吃不起 哪里有让孩子读书的念头 为了让县城的百姓 有把孩子送去学习的意愿 杨云专门叮嘱县府 在县城内发布招募读书人 为县衙服务的公告 并且对于那些愿意出来 为朝廷服务的读书人 以极高的待遇 看见许多读书人 一夜之间成了县城的名流 有了鲤鱼跳龙门的感觉 城中的百姓羡慕不已 一此有条件的百姓家庭 也开始行动起来 给孩子读书的机会 最麻烦的 还是粮食的问题 这无限本来就缺粮 近日来和土匪连番大战 又消耗了不少粮草 土匪从无限县城逃走之时 又顺带将县城周边百姓的粮食 抢走不少 使得本来粮食 就严重缺乏的无限百姓 更加无以为计 杨云等人倒是从西京带来一些粮食 可是这些粮食 却抵不上 无限数万老百姓吃上衣月 现在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节 田地里的庄稼 还要过两三个月才能成熟 可是县衙里现存的粮食 哪里还能拖到那个时候啊 殿下 看来只有找县的这些商人和地主 想想办法了 巨远光一句话提醒了杨云 无限县衙的偏厅中 十几名穿着华丽的人坐在其中 在贫穷的无限 他有这样穿着打扮的人 实属少数 因为这些人就是无限的所谓的精英 是无限最为财大气粗的一些地主和商人 这些人坐在一起 窃窃私语 他们都不知道 县衙为什么把他们请过来 正在他们立足不安的时候 县令郭龙到了 诸位 今日请诸位前来 是因为本县令有事相求 现在百姓们严重缺少果腹的粮食 希望各位和县衙 一起帮助老百姓度过这难关 郭龙向众人深深施了一礼 大声说道 本来在下家里 也十分缺少粮食 但郭县令既然开口了 我就捐献十袋粮食吧 好半天后 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说道 在下家鱼粮也不多了 但是 我们也愿意勒紧裤袋 节约下来五袋粮食 把它捐献出来 紧接着又有人说道 我也捐五袋 我捐三袋 这些父户说得好听 结果 十几个人只捐出了六十多袋粮食 看着这些人 捐这么一点粮食 好像真的是拼了老命似的 在后面看着这样装模作样的家伙 杨云心中一阵恼怒 这些家伙 装给谁看 如果生活在自己以前的那个年代 可能这些家伙 都可以当奥斯卡影帝了 送走这些商人和地主之后 杨云势力的这些核心人物聚在一起 考虑着粮食的解决方案 殿下 我看这是有蹊跷 要说他们粮食不多 也许还可能性 但是他们现在说得这么可怜 反而有些问题了 巨远光 一边摇着手中的折扇 一边说道 是啊 如果说让他们捐粮食 他们不愿意 这还情有可原 但是后来我们提出 高价收购他们的粮食 他们都不愿意拿出来 都说商人 唯利是图 为什么他们连钱都不愿意挣 钟文睿也在一旁疑惑地说道 这时 燕琴走了进来 在杨云耳边悄悄地耳语了几句 杨云的脸色立即一变 阴沉着脸对众人说道 现在我们得到宪报 据说县城里边 有些人正打算将一大批粮食 送到土匪山寨之中 这些人不仅不愿意把粮食卖给我们 还想把这些粮食 送到土匪的山寨 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杨云气愤地说道 这些吃里爬外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居然帮着土匪来害老百姓 郭龙也把桌子一拍 愤愤地说道 于是众人商定 暂时从县衙 县兵中抽出一部分人 再由七威 带领一些侍卫 在整个县城内加紧搜查 力争找到这些粮食的藏身之地 同时 县城门口 要严格盘查过往 知人 一定不让他们 将一粒粮食带出县城 带进土匪山寨 当夜 在县城中一处漂亮的宅子 几个看着十分富有的人 正在一处密室中 一边喝酒一边说话 好几个 正是今日到过县衙的富户 这个小王爷 想得倒霉 想让我们拿出粮食 帮他渡过难关 真是做梦 一个身穿绿色绸缎的老头说道 皇爷说得对 我看他们没有粮食 今年百姓闹了饥荒 可能不用我们行动 老百姓都要把他们赶走了吧 这次说话的是一个 又矮又胖的中年男子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 要把现有的粮食藏好 不让县衙的人找到 还要以最快的速度 把他们送出去 又一个长得尖嘴猴腮的商家说道 七卫带着侍卫和一部分县兵 在城中搜寻几日 查看了所有有可能藏粮食的地方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粮食的踪迹 最后惹得七卫发了狠 这么多粮食 要想着运走 总得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一是他把手边的人分成了两拨 一拨负责白天 一拨负责晚上 这些人潜藏在县城各处 日夜监督城中的动向 只要有类似粮食的东西 在城中出现 他们立即全体搜查 按说这样的方式 这些粮食总应该无处可藏了吧 可是仍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找到 第83章 粮食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众人久久没有想到办法解决的问题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得愿以偿了 陈山是无限县城的一个小混混 父母在一次土匪袭击中死去了 从小没有家人照顾的他 肚子饿了 就东家去讨一点 西家去要一点 但这总不是长久之计 久而久之 他就养成了小偷小摸的坏习惯 他也知道穷苦人家 家里穷 他不愿意给别人的家庭雪上加霜 也没有什么可偷的 所以他倒劫的对象 一般是那些为父不仁的大夫人家 这一日 家中又没有存粮了 他便打算出去去捞一笔 他看中了县城中 做茶叶生意的黄友财家 于是趁着夜色 悄悄地潜入了黄家 黄友财家是无限数一数二的财主 家中的护院特别多 要是被抓住可不是好事 本来陈山一般 不敢到这些防备慎严的人家偷东西的 但近日里 由于城中受到土匪攻击 几乎所有百姓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 陈山已经多日没有镜像了 所以今天鼓足勇气来到这里 在黄友财家的大寨院里 陈山捏手捏脚地搜寻了很久 始终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下人住的院子里里 防护倒是不严密 可是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而主人住的房子里边 应该有不少值钱的东西 但都有护院看守 陈山想了许多办法都没能混进去 看来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机会 陈山很失望 决定离开黄友财家 忽然他发现黄友财家后院门口 占了很多护院 引起了他的好奇 以前陈山也来过黄友财家 黄友财家修房子 他还来当过短工 他记得这个院子里边 除了种了些菜和几棵果树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但现在 怎么会有这么多护院守在那里 难道有值钱的东西 这一下引起了陈山的好奇 能够用上这么多护院 守护的地方里面的东西 肯定非同小可 要是自己能弄一点出去 也许这几个月的生活 就有着落了吧 由于他参与过黄友财家宅子的修建 所以对这个房屋的构造结构很熟悉 陈山记得 在这个院子的后方 有一个排水沟 现在已经好几天没有下雨了 这排水沟应该是干的 所以他悄悄地来到这个排水沟跟前 一看这里果然没有人看守 于是他悄悄地从这里爬了进去 陈山悄悄地探出头 在院子里边四处查看 看见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于是他偷偷爬出来 捏手捏脚地在院子里四处走动 结果发现 这院子里跟平常似乎没有什么异样 这一切现象 让陈山觉得十分奇怪 既然这里边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护院守在门口 好奇心驱使下 陈山在里边仔细搜索起来 结果他发现 这院子里边有明显挖洞的痕迹 以前种的蔬菜已全部不见 这里边的地全部翻动过 这个时节 怎么这里没有应该心中的蔬菜 为什么要翻动这块地 难道地里埋了什么好东西 想到这里 陈山一下来了兴趣 他立即用手爬动这些新鲜的泥土 不一会儿 就把泥土扒了很大一个坑 坑底出现了一块木板 陈山一下高兴起来 看来这木板地下一定有好东西 他将木板掀开 发现下面有一个洞 陈山四处看了好半天 发现没有人注意到这里 于是他决定顺着这个洞口 往里边去看看 走进去之后 他发现 这里不知什么时候 挖出一个很大的地窖 在地窖里边摆放着好些大大的口袋 陈山走进一个口袋 解开口袋上面的绳子 打开一看 这大口袋里边竟然装的是粮食 这么多口袋 要是装的全是粮食的话 那要装好多少啊 陈山一下惊喜了 他接连打开几颗口袋 结果发现 里边装的真全都是粮食 他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这些口袋 如果全部是粮食的话 起码有好几千蛋了 管他的 既然来了一趟 没有得到其他东西 带一袋粮食回去 也可以供自己吃好酒了 这样想着 陈山找了一个小袋子 装了一小袋粮食 扛在自己的肩上 然后捏手捏脚地走出去 然后又把木板上恢复到原样 什么人 陈山刚刚从排水沟里钻出来 一声大吼 突然在他的身后传来 糟了 被发现了 陈山吓得连忙丢下 背在肩上的口袋 拼命地朝一处围墙跑去 他知道翻过这围墙 就是一个巷子 跑出这条巷子 他就安全多了 来人啊 抓贼啊 黄有才家的院子里 马上喊声震天 许多人拿着武器了出来 陈山的拼命朝前逃走 他来到围墙跟前 一手抓住围墙 纵身一跃便爬上墙顶 回头往后一看 见许多人影 已经朝围墙处追了过来 陈山吓得魂都快没有了 他一下子从墙上跳了下去 到了巷子里边 刚松了一口气 正准备跑出小巷 结果听见后方传来声响 转头一看 黄有才家的护院 已经追了出来 不是吧 这么大的财主 老子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 还不放过我吗 陈山吓得连忙小巷之外冲去 可是这些护院在后面 仍然紧追不放 跑出巷子就是县城大街 陈山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他立即顺着这偏僻的小巷 往外冲去 可是 他发现这些皇家的护院 居然仍然紧紧地 追着自己身后 没办法 他只好拼命向前冲 就这样他跑了好久 这些人仍然紧追不放 这个情况 让陈山感觉十分害怕 一般来说 城中抓小偷 也不会这么拼命地追赶 看后面 这群护院的样子 一边追还 一边放箭 看来这次是想要他的命啊 陈山一直生活在这县城中 所以他知道 在前面不远处 有一个城中湖 自己从小在县城中长大 水性极好 既然这样 自己就躲进湖里 他们总拿自己没有办法了吧 想到这里 陈山一咬牙 拼尽全力 加快步伐 朝县城里的人工湖跑去 人工湖已经近在咫尺了 陈山一见心中大喜 只要到了湖里边 就是自己的天下 想到这里 他又一次加快了脚步 正在这时 陈山觉得自己后背突然 被什么东西击中 紧接着感觉一阵疼痛 一下子见 一只长剑 从他的后背射出 从胸前穿出来 糟了 这次要把命丢在这里了 陈山心里这样想的 凭着最后的力量 一下子跳进了 人工湖后面追来的护院 来到湖边 在湖边搜索了一圈 见湖水已经被鲜血染红 想到这人再无生还的可能 于是一边咒骂着 一边朝回走去 什么 掉进湖里去了 混蛋 就算死了 你们也要把尸体找出来 养了你们这一帮废物 真是气死人了 黄有才家中 一是满头白发的老财主黄有才 指着这帮护院 怒气冲冲骂着 看那里 有具尸体 快去把它捞上来 县衙派出来巡逻的士兵 在人工湖边巡逻 发现了水中的陈山 陈山被带到医馆的时候 已经气息微弱 生命垂微了 得到消息的聚远光 来到医馆 见这人 在县城中的人工湖里 背上居然会有一只长剑 知道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得尽全力就回来 见医馆的大夫们 束手无策 于是派人去县衙 找到医术精湛的杨云 在杨云的紧张治疗之下 陈山终于脱离了危险 殿下 情况已经查清楚了 在县衙的偏厅里 刘远匆匆赶来 像已经等在那里的杨云 郭龙等人 汇报了从陈山那里得到的情况 太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过去 把粮食找出来 钟文睿高兴地说着 我觉得不用着急 估计城中藏粮都不止这一家 我们紧盯着皇家 说不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巨远光在一旁接口说道 那好吧 这件事情就有巨大哥全权负责 留业你派的人配合巨大哥 杨云说道 好 那我就来负责这件事情吧 郭大哥 还麻烦你把城中 所有巡逻的士兵调回来 要让他们觉得有机可乘 巨远光接着说道 这几天 黄有才作物不宁 不知道这小贼 究竟发现自己的秘密没有 还有他到底死了没有 过了好几天 发现县城内没有什么动静 黄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他终于下决心 又是一个阴天 三更十分 无限的街头 突然出现了一辆辆马车 这些马车 全部用黑布遮住 他们趁着夜色 向城中湖边走去 一行人来到湖边 四下张望 看到四周没有一个人影 这些人立即从马车上下来 紧接着 他们从马车上 拖下一个个 用油布包着的包裹 然后将这些包裹 一个一个的朝人公湖出水口扔去 不多长时间 数百个包裹扔在湖中 看着这些包裹 顺着湖中的出水口 慢慢的向城外冲去 马车上下来的这些人 一直待在湖边 见所有的包裹 全部被湖水冲出了县城之外 他们才心满意足的 驾着马车离开了这里 第84章 拔钉子 这些送粮食的马车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丝毫不打算停留 立即调转马头 准备踏上回城 但是 他们却惊奇地发现 自己等人 已经被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县兵 团团包围住了县城东南方 有一条小河 河水全部是从城中湖中流出来的 向前行一里左右 河水在这里开始拐弯 将与城外的一条大河会合 在这拐角的地方 水面比较宽阔 水流比较平缓 早已有三五百老百姓打扮的汉子 等在这里 他们将从县城冲出来的一带 带包裹打捞起来 放进早已准备好的马车里边 不多时 他们便将这些从县城中冲出来的包裹 全部打捞完毕 这些人正准备将从河里打捞起来 装着粮食的包裹 放进马车里全部运走的时候 他们硬突然惊奇地发现 在他们周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来了一队士兵 把他们团团围住 一看这情景 这些百姓打扮的汉子 知道情况不对 领头一个汉子咬牙说道 兄弟们 跟他们拼了 但是他刚向前迈出了几步 就被无数只长剑射的像刺猬一样 不甘地倒在地上 其余的人见状 吓得魂飞天外 于是纷纷扔下兵器 并且对聚远光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几个时辰前 聚远光叫自己带领兄弟 来在这个地方埋伏好 还说一定会有收获 刘远半信半疑地带着一些兄弟 藏在这路边的丛林之中 在里面待了好几个时辰 正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就发现这一群汉子 到河中来打捞包裹 于是就有了刚才的这一幕 而县城中的七威等人 收获也不小 他们顺藤摸瓜 包围了城中好几个富户的家 抓住了好几个和土匪有勾结的人 还在这些人的家中 找出了和土匪来往的书信 甚至还有一些和土匪交易的账本 这一夜 无限限涯中 好多人彻夜未眠 他们的等待没有白费 看着从马车上搬下的一袋的粮食 众人欣喜若狂 清理了一下 足足有鲜鱼蛋 足够无限的老百姓 吃好酒了 趁热打铁 刘远等人顾不上休息 立即开始了对这些人的审讯 这些人里面有一些确实够汉子 不管怎么 审讯交代了他们和土匪勾结的过程 要说他们全是和土匪勾结 却不完全是 因为这些人中居然有好些人 本来就是山中的土匪 这些人化装成商人 潜伏在这城中 向山中的土匪传递消息 为他们筹集粮草 其中 家藏粮食最多的黄有财 居然是凤凰山的二当家 审讯结果出来之后 刘远等人不由大笑 没想到这次行动 居然还抓了一只大鱼 因为这次行动是严格保密的 审讯也来得比较及时 刘远等人当然毫不迟疑 抓了一大批人 除了少数及时发现情况不对 提前溜走的人之外 这些人口中交代的 土匪在城中的内影 几乎全部被抓住 一系列事情做完之后 大家虽然无比疲劳 但是心中却十分开心 这一次 杨云所说的拨钉子行动 很大程度解决了近期粮食的问题 还抓住了许多土匪 消除了一些隐患 相比之下 这点辛苦真是太值得了 但杨云和巨远光等人 心头却没有这么轻松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土匪 盘踞在无限周边多年 和县城中好些人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 隐藏在城中的土匪的眼线 肯定还有不少 说不一定在哪个关键时候 他们就会突然冒出来 狠狠地咬大家一口 此事过后的第三天 由县令郭龙和县城中文睿 亲自组织的公审大会 在县城中的一个大坝中召开 由于县衙早已颁布告示 所以要今晚的百姓来此观看 在这次公审大会上 县衙公布了这些 和土匪勾结的人的罪状 并且公示证据 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家伙 当场斩首示众 一时间 得到围观百姓的交口称赞 这些年 他们一直处于土匪的欺凌之中 一直找不到发泄的机会 今天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接下来 县令郭龙当场向百姓们宣布 县衙鼓励大家 有奖举报 将城中还有和土匪勾结的人抓出来 同时 以前和土匪勾结的人 如果主动向县衙澄清 这回从轻发落 这样一来 又有一小部分和土匪有所勾结的人 被清理了出来 抓出了一大批 钱藏在县城中钉子 还得到这么多的粮食 杨云心情大好 见这几天天气还不错 他便带着聚远光 雁晴 还有柳月 还有赤木耳的保护下 到县城外山里去查看地形 想看看哪些地方 适合挖上几个蓄水的大水库 杨云到这无限已经几个月了 还是第一次离开县城 到山中来走走 大山里面 十分幽静 空气质量也非常好 山青水秀 鸟与花香 时不时还有许多穿梭于丛林之中的飞禽走兽 看到这些 杨云感觉十分满足 这比起自己以前那个世界 人们刻意保留下来的自然保护区 植被更丰富 动物种类更多 这里更像一个适合影视居住的世外桃源 无限这边的大山 山很高 面积也特别大 杨云等人一边行走 一边欣赏景色 考察了好几个适合蓄水的地方 大家一边走 一边讨论的这几个地方的优劣 不知不觉中天色也暗了下来 要在山里过夜 这是他们之前早已确定好了的 几人寻了一个干燥的山洞 在里边铺了一些干草 决定就在这里面路住宿一晚 至于山里可能来的各种凶猛的野兽 他们倒不是太担心 有赤木 这个变态在这里 只有山中这些虎狼雄狮 怕他们的分吧 严晴和柳月出去打了几只野兔 生了一堆火和烤起来别说 这俩人的技术还是挺不错 再加上这山林中的野味肉质很好 所以 烤出来的野兔 让众人食欲极佳 几人吃着野味喝着 猎豹不酿出来的美酒 真是无比惬意 以至于在这一刹那 在杨云心中 竟然有了这样一个念头 就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一直待下去 不考虑外面的一切纷争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有了这种想法 杨云心中把无限建设的更富足 让无限百姓 都能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念头更重了 就这样 杨云等人 一直在这山林中行走了好几日 终于确定了几个地方 作为以后 蓄水的巨大水库的地址 顺利地完成了此行的任务 一行几人心满意足地往回走去 穿过现在这一片巨大的林子 再往前面走十余里 就会到无限限程 不对 这里有埋伏 我们一路行来 到处都有鸟兽 但这片林子里边 居然没有一只鸟兽出现 燕琴突然招呼大家停了下来 警惕地看看四周 情况确实不对 我们加快速度 快点冲出这片林子 到开阔地带就会安全 巨远光接着说道 众人立即加快速度 朝密林外奔去 突然听到一阵弓箭响动的声音 无数箭支 射在他们前方不远的树干和地上 杨云等人大吃一惊 只得停下前冲的步伐 想跑 门都没有 我们在这里等了你们好几天 老老实实跟我们到山寨中去做客吧 一个声音从一棵树后传了过来 紧接着 一个看着极为儒雅的人 从树后走了出来 杨云等人见到这一个人 不由得心中暗暗叫苦 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犀牛骨的土匪头子严雄 糟了 中埋伏了 我们一起冲出去 燕琴一边说着 一边提起手中长剑 就要往前冲 却被巨远光挡住了 看来我们出现成的消息 被人透露给土匪了 我们的前面肯定埋伏了许多敌人 我们往后方撤吧 巨远光看了看前方 大声说道 众人立即拿着手中的武器 向大山的方向撤去 山区的面积特别大 还有一余藏身的丰富植被 只要跑到里边 这些土匪要找到他们 无异于大海捞针 可是他们向后方冲去的时候 他们的后面 突然又冒出了一群土匪 紧接着 四面八方都出现一大群土匪 足足有好几百人 将他们五人团团围住 以为人多爷爷就会怕你们吗 看爷爷把你们砸得稀巴烂 赤沫一声大吼 举起随时携带的长锤 就朝这些土匪冲过去 杨云等人健壮 也拿起手中武器 跟在赤沫后方向敌人冲了过去 赤沫 燕琴和柳月三人呈三角状 将杨云和巨远光保护在中间 努力朝前方冲去 三人都是高手 且配合又十分好 不一会儿就击杀了好几个土匪 把土匪的包围圈 生生撕开了一个缺口 并且从这个缺口处 快速冲了出去死死地给我咬住 若追丢了 我们就没机会抓住他们了 燕琴一边大喊 一边带人追了上去 第85章 被抓 几人在林子里迅速向前穿梭 努力摆脱紧紧追赶的土匪 可是这些家伙 却仍然如影随形地追在后面 不仅这样 他们还越追越近 到最后将杨云等人 再一次团团围住 想来这也挺正常 他们中间还有巨远光这种文弱书生 跑得当然不可能太快 更何况 这些土匪常年穿梭于山地丛林之中 对森林十分熟悉 怎么可能被他们甩掉 杨云等人十分无奈 只好站在原地 看着这些将自己等人团团包围的土匪 看清醒 我们是跑不掉了 他们的目标是我 咱们分散突围 逃脱地 回县城去报个信 杨云站在众人 中间轻轻地说道 那怎么行 我们是保护殿下出来的 万万没有丢下殿下 独自逃跑的说法 赤墨愤怒地说道 杨云这句话 让他觉得 这是对勇士的侮辱 燕琴和柳月两个人 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是手持长剑 紧紧地站在杨云的两侧 显然他们想得和赤墨一样 我同意殿下的说法 你们先走 这些土匪就算抓住殿下 也不会伤害他的 毕竟有殿下在他们手上 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筹码 剧远光说道 你们这几个家伙 脑袋怎么这么不开窍 如果我们全部被抓 就没有人回县城报信了 城中的人想救我们 都无处找寻 杨云再次说道 看见赤墨三人 仍然站在原地 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杨云心中有些感动 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反而加重了语气 大声说道 你们这几个家伙 平时自虚武功高强 关键时候 难道连几个土匪的包围 都冲不出去吗 其实道理他们都懂 但是在骨子里 他们都不愿意 丢下杨云独自逃生 那少主保重 燕晴一定为您找来救兵 救您出去 若您有个三长两短 燕晴一定杀光这土匪 然后再下来陪您 燕晴是这三人中 最冷静的一个人 他眼中流着泪水 说完便举起长剑 向土匪冲了过去 赤墨和柳月剑壮 也各自举起手中的武器 分别朝着一个方向 奋力向杀去 杨云的预料是对的 这些人的目标 是他对于赤墨 和燕晴几人的突围 这些土匪反而没有怎么阻拦 所以几人没花多少功夫 就突出了重围 剑三人终于突出了重围 杨云和巨远光长出一口气 扔下了手中的长剑 原地站立 土匪们将杨云和巨远光 团团围住 等待正慢慢走过来的严雄 正在这时 一个壮汉却突然冲进了重围 杨云抬头一看 竟是赤墨 这家伙 居然还是放弃了逃走的机会 又冲了回来 你这家伙 不是逃出去了吗 怎么又跑回来了 杨云责怪的说道 嘿嘿 我赤墨是粗人 就是回去报信 也说不清楚 反正他俩已经回去了 就不多我一个 我还是来陪陪你吧 赤墨说完 也学着杨云一样 将手中的长锤 往地上一扔 瞪着四周的这些土匪 由于土匪们 都见过赤墨的英勇 这时间赤墨丢掉长锤 站在那里 这些土匪们看看我 我看看 你居然没有人敢 直接上来抓他 吴王殿下是聪明人 我相信 我们就算不用绑着他 他会自己和我们一起走的 是这样吗 严雄走了过来 看着被重重包围的杨云 微笑着说道 好 我跟你们一起走 这个时候 图做挣扎也无济于事 所以杨云选择了配合 不过殿下 您手下的这位师爷 我们可以不为难他 但您这个贴身护卫 的确太厉害了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必须得绑着他 其微笑盈盈地说道 来吧 爷爷不反抗 你们来绑吧 赤木儿也很干脆 将双手往后一背 大声说道 这些土匪好半天 才慢慢地走上来 拿着绳索将赤木 绑得像个粽子似的 严雄派人 把杨云三人 脸上蒙着黑金 带进了一辆马车 马车一路向前行约了 有两三个时辰 然后就有几个土匪 扶着他们不行 又走了约莫半个时辰 终于停了下来 蒙在眼睛上的黑布 被取了下来 杨云这才有机会 看看自己所处的位置 只见此时 自己置身于一个山谷之中 谷中修建着不少房屋 居然还种了一些粮食蔬菜 里边还有不少来往的男女老幼 就像一个藏于山中的村落 想来 这就是这群土匪的寨子吧 看来这严雄 还是挺有本事的 把这里治理的 像一个小村落 大当家回来了 大当家好 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幼 都非常尊重严雄 看到他都和他热情地打着招呼 他们脸上的笑容特别真诚 看来在严雄 在这群土匪中 还是颇得人心的 杨云一边走 这群土匪高高的悬崖 看来是一个一手难攻的好地方 难怪严雄要把他的山寨建在这里 再看山寨中建筑物的布局 靠近陡坡这一面 是高大的石墙 墙上有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体的地方 还有可以射箭的洞孔 在墙的后方 还有一个特别高的高塔 若有战士 可以派人站在这高塔之上 对谷中的整个情景一览无疑 看来设计这个寨子的人 的确是动了脑筋的 吴王殿下 怎么样 寨子还不错吧 今天天色已晚 若有兴趣 明天早上 可以带你到处走走 严雄建杨云四处打量着这山寨 便在一旁说道 我看这山寨布局很有章法 攻守俱备又很美观 而寨中所有人精神状态也十分厚 对大当家也是由衷的尊重 看来大当家这寨子 经营得很好啊 像严大当家这样的人才 如果为我大福效力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 征战四方的大将军的杨云由衷地说道 哈哈哈哈 严雄大笑起来 我以为大福的皇子 都只知道安逸享乐 迎师作父 没想到汪殿下对行军打仗 也有一些研究 此时天已将黑 严雄把杨云等人带的一个挂有巨艺厅 三个大字牌匾的一个大厅里 早有人准备好了许多韭菜 杨云看了看身边的巨远光和赤木 笑着对这二人说道 满以为今天到这里来 先会被狠狠地打一顿 然后再关进牢笼 看着情况好像还能吃顿酒肉 果然 严雄令人把杨云等人 请入各自的席位 土匪中也来了二十多个形象各异的汉子 这些汉子后面都有仆役服饰 想来这些都是严雄山寨中的一些小头领吧 来各位 我们一起来敬一敬吴王殿下 欢迎吴王殿下到我们山寨来做客 见众人都已落座 严雄端起酒碗 站起来朝着众人大声说道 见严雄发话 屋中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纷纷端起手中的酒碗 向杨云等人一拱手 一饮而尽 杨云见状也和巨远光 赤木一起干了碗中的酒 严雄在一旁说道 哈哈 严大当家说笑了 我们三人现在已是接下球 如果大当家要取我等性命的话 直接斩杀便是 怎会这么麻烦 杨云笑着答道 来本王也来敬大当家 和各位兄弟一杯 虽处于敌对状态 但严大当家和诸位的气度 让本王无比佩服 本王先干为敬 说完 杨云端起手中的酒碗 一饮而尽 在两人的带领下 整个聚一听那气氛 一下热闹起来 吃着喝着 好不热闹 杨云以前挺羡慕 这些陆林好汉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那种豪气甘云的感觉 没想到 今日居然也在此亲身体验了一回 严大当家 在家单独敬您一杯 您颠覆了我心中土匪的形象 如果我们不是 处于不同的阵营 在下真的愿意和你成为朋友 杨云端起酒碗 像坐在不远处的严雄说道 呵呵 殿下也颠覆了我对大富皇族的印象 我想大富皇族和官员们 若都如同殿下这样 可能大富境内 也没有人愿意做土匪的了吧 两人就这样 你一杯我一杯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哈哈 我想如果大富多一些 像严大当家这样的土匪 那就是我们大富的灾难了 我拖大 就叫一声杨兄弟 来杨兄弟 虽然我们以后还是敌人 但今天我们开心地喝酒 来我们再干一碗 对 酒桌上相遇 我们就开心喝酒 战场上见面 我们就生死搏杀 这很畅快 好 我也叫一声严大哥 来 我敬严大哥一杯 谈着谈着 两人竟生出惺惺相惜之感 一碗我一碗 也不知喝了多少酒 反正到最后 两个人都趴在了桌子上 半夜十分 杨云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山寨的 简易牢笼之中 不过还算好 山寨还给他准备了 干净的被褥 看看身边 巨远光和赤木都还在沉睡 这两人都挺有胆色 在这样的情况下 居然也睡得这么想 杨云也没有想到 在土匪中 居然发现 严雄这样一个 颇有见识 又有担当的人物 可惜 这样的人 竟然是土匪 不然的话 自己想尽办法 也要招致自己麾下 想到这里 杨云又忍不住 在心里笑了起来 此时自己是阶下球 居然还想招募对方 第八十六章 义父 这颜雄看来 还是一个狠手信用的人 昨夜喝得鸣顶大醉 今日仍然遵守承诺 带着杨云等人 在山寨中四处参观 众人边走边看 一边走 颜雄还一边向杨云介绍着 每一个建筑物用途 以及修建时自己的想法 在颜雄介绍的过程中 杨云对这一个 十分儒雅土匪头子 又增加了一些好感 这确实是一个 善于动脑筋的人 于是杨云心中那种 清本音才奈何为匪的念头 更重了 杨云也不客气 在赞赏颜雄的思路的同时 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 这也让颜雄觉得十分奇怪 这一个一直生活在 深宫中的皇子 居然懂得这么多 看着两人有说有笑 跟着两人身后的土匪 和聚眼光 世墨等人 一直很有默契地 没有打断他们的谈话 一路上遇上的土匪 以及在中的仆役等 看见两人这副样子 心中觉得十分奇怪 这明明是互为敌人的两人 此刻却相处得像望年娇一样 好像是一起相交多年的好友 可是这样一对望年娇 却在午饭后突然翻脸了 两人毫不相让 争得面红耳赤 看情形 似乎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你要搞清楚 你现在不是那高高在上的王爷 你是我们抓的俘虏 没有你挑肥减兽的份 本王爷可不是一个怕死的人 你们的条件能答应的 那你们就休想 大不了你们砍下我这颗头 你以为本债主不敢杀了你吗 你以为本王怕死吗 就这条件 本债主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了 所以你必须答应 不然本债主要么杀了你 要么永远把你关在这里 本王已经最大程度的配合你们了 但是你们这些条件太过苛刻 别想我会答应 两人一下子化身为斤斤计较的奸商 哪怕为了一两银子 为了一斗粮食 都要计较好半天 眼看着两人争得面红脖子粗 已经各自握紧拳头 马上就要大打出手了 让众人目瞪口呆的变化 却突然出现了 两人忽然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居然达成了协议 严大哥 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只可惜我们是不同的阵营 不然的话 你这个大哥我认定了 哈哈 杨小兄弟 喝什么茶啊 我马上叫人送上酒菜 咱们喝酒 像昨天那样和他给一醉方休 转眼间 这两个快要大打出手 一老一少 居然又化身为 相识多年的老朋友 这一幕幕变化 看着旁边的这些土匪 沐等人目瞪口呆 仆役们很快给两个人上来了酒菜 两人边坐在一起 边聊边喝 杨兄弟 既然我们已经谈妥了 你就拿出一件信物给我 我派人送到县城里边 确定用银两盒粮食 换取你们自由的事宜 七威和杨云对喝了一碗 然后慢慢地说道 杨云也知道 既然被土匪抓上了山 要想获得自由 不付出一些代价 肯定是不行了 不过 他心里也很淡定 东西拿上山来 总有一天 要将这些土匪全部消灭 拿出来多少 以后会加倍收回来的 在这种想法的引领下 杨云最大可能满足了 这些土匪的要求 现在 听说要拿一件信物 杨云想了想 从怀中拿出了一个金钗 放在桌子上 谁知这严雄看见桌上的金钗 脸上一下变了颜色 他一下子把这金钗 抓在自己的手中 仔细地翻看了好久 这朱雀钗是谁人给你的 严雄的脸色变得十分严重 他盯着杨云 沉声问道 这是我母亲给我的 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 你怎么知道她叫朱雀钗 杨云疑惑地问道 你母亲是谁 严雄一听 立即焦急地问道 我母亲叫司马玉 是前朝的公主 本朝的玉妃 见严雄的表情有些奇怪 杨云犹豫了一下 还是交代了自己母亲的身份 玉儿 真的是你 我终于又听到你的消息了 听了杨云的话 严雄呆呆地望着手中的朱雀钗 眼里含着热泪 喃喃地说道 严大哥 你认识我母亲 见严雄这副表情 杨云疑惑地问道 何止认识 那我就给您讲讲 我和你母亲的故事吧 严雄眼角闪过一丝幸福的神情 抬头望着远方 沉浸在过去的故事里 严雄的父亲 名叫严旭 本是前朝大晋王朝的票计大将军 杨云的外公 前朝皇帝司马南在位的时候 对严旭颇为重视 对他为以重任 严旭也是一个很感恩的人 对前朝皇帝司马南忠心耿耿 司马南失踪之后 他又忠心耿耿地辅佐司马南的儿子司马权 但是此时的司马权已经大权旁落 军政大权全部掌握在当时的太府杨云手中 严旭等对大晋王朝忠心耿耿的官员 虽尽全力保护司马权 但是无奈势单力薄 后来司马权在杨云的威逼下 被迫将皇位善让给太府杨云 对大晋王朝忠心耿耿的严旭剑无力回天 于是在杨云登基的当天 在府中自尽殉国杨云的外婆 也就是司马南的妻子崔皇后 感念严旭对大晋王朝的忠心 就将严旭的儿子严雄养在自己府中 待他是童几初 还专门找人教他学文习武 严雄比杨云的母亲是马玉大两三岁 他俩从小生活在一个院子里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两人有了深厚的情感情 而崔皇后对严雄孩子也十分欣赏 也曾说过 等俩人成年后就让他们成亲 谁曾想 在司马玉十五岁那年 扶皇杨成凤一道旨意 强行将司马玉带进宫中 封为玉妃 不久之后 崔皇后染病郁郁而终 遭受双重打击的严雄 离开了戏京 最后 来到这距离京城千里之遥的无限 落草为寇 当年我为了不给你母亲带来麻烦 所以选择了不告二扁 满以为这一生 将不会再有你母亲的消息 没想到 今日在这里见到了你 严雄 讲完这一切之后 对杨云说道 是啊 没想到 在这千里之外的无限 还能见到严叔叔你 听到严雄讲起 他与母亲司马玉当年的事情 杨云终于理解 为什么父皇对母亲再好 母亲却对父皇总是爱理不理 还时常发脾气 既然上天选择了和故人的儿子 在这里相遇 那我严雄也不再逃避 我要直接面对这一切事情 严雄的语气十分坚定 于而 你严叔叔终身未娶 无儿无女 你可愿意叫我一声义父 沉吟片刻之后 严雄突然大声说道 义父在上 请受孩儿一拜 听到严雄这样一说 杨云没有丝毫迟疑 立即走上前去 双膝跪倒 大声喊道 好 好 我严雄孤独多年 今日终于有儿子了 我真是太开心了 严雄笑着说道 但眼角却泛着热泪 看来明明中自有天意 今日我父子俩 在这山寨中相遇 那是上天注定了的 我父子俩干一碗 严雄大声说道 然后端起眼前的酒碗 一饮而尽 杨云看着对面的严雄 可以看出 这汉子是由衷的高兴 于是他也端起桌上的酒碗 一干二斤 好孩子 既然你已经是我的义子 为父就要送你一件礼物 为父常年漂泊在外 身无常物 努力十余年 经营了这个山寨 今天就把它送给你吧 严雄看着对面的杨云 微笑着说道 这怎么行 这是一付您一生的心血 孩儿怎能夺您所爱 杨云一听连忙说道 孩子 你不能这样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为父的经历 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可是山寨又找不到 可以托付之人 今日见到你 把山寨的兄弟们交给云儿手中 我很放心 严雄大声说道 好了 孩子这事就这样定了 我知道你出来这无限 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为父我现在身子还算硬朗 这山寨 我先帮你经营着 等你日后能抽出身来 山寨的事就交给你全权处理了 见杨云还要推迟 严雄 又接着说道 严雄是一个做事 不喜欢拖沓的人 决定了的事情 就会马上去做 他派人将山寨中所有的人 召集到一个空地上 带着杨云走上了一个高台之上 很快 这个山寨中能够作战的土匪 和充当仆役的老幼妇孺等 足足有三四千人 这些人突然被召集到这空地之中 都觉得十分纳闷 但是他们没有出声询问 只是静静地看着站在台上的严雄 想听听他们的寨主 有什么事情要宣布 今天 本寨主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这件事情我宣布之后 所有人必须遵照执行 不得有意义 严雄看着 台下众人大声说道 小的们仅遵寨主命令 台下众人齐声说道 看来这严雄在山寨中的威望特别高 没有人愿意忤逆他的意思 台下众人的表现 显然让严雄十分满意 他指着身边的杨云对众人说道 今日本寨主有一件大喜事 就是 认了这少年 也就是大夫的吴王殿下 为本寨主的义子 从今日起 杨云就是我 犀牛谷的少寨主 大家要像尊重我一样 尊重少寨主 严雄扫视台下众人一眼 大声宣布 第87章 谋话 听了严雄的话 犀牛谷中众人不由呆住了 寨主出去抓敌人 没想到抓到俘虏 却成了自己的义子 看样子 寨主还要把这整个山寨 交给自己这新收义子 这突然的变化 让好多人没有反应过来 少寨主好 一个声音突然传出来 这声音一出 就像有传染似的 山寨中好多人都喊了起来 少寨主好 多年来 严雄的人品在山寨中 很受众人信服 大家觉得 寨主肯定不会做对山寨中 众兄弟不利的事情 他既然认了这吴王为义子 还封为少寨主 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 众人跟着喊了起来 各位兄弟姐妹们好 承蒙大家的信任 在下一定竭尽全力 为山寨多做贡献 仗义都是屠狗辈 看着犀牛谷中 众人群情激昂的样子 杨云很感动 他觉得自己 不能辜负了这一群人 于而 以前我们处于不同的立场 什么事情 都要考虑寨中 众兄弟的利益 但现在 我们是一家人 为父知道 现在对于无限而言 土匪是你们最大的隐患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谋划一下 如何能够把无限周边 所有的土匪都消灭掉 你才可以全身心 好好的经营 无限这一片土地 回到聚一厅不久 严雄对杨云说道 多谢义父 不瞒您说 孩子为这件事情 已经苦恼了许久了 杨云认真的说道 这件事情 我认为要尽快 趁其他山寨的人还不知道 大当家收了殿下为义子 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 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次说话的是聚远光 显然他早已经在思考这件事情了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不敢保证 我的山寨中 没有其他几个山寨的人 就像其他几个山头 也有我的人一样 所以 这是一块不以迟 严雄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很快理解了聚远光的想法 凤凰山山寨中 寨中一众头目聚集在一起 热火朝天地讨论着 因为他们得到消息 犀牛谷的严雄 居然把无限的吴王 白莲教教主杨云抓住了 大哥 这件事情 我们可得充分重视 好处不能让犀牛谷一家得了 要是他们得到好处 一家强大了 以后我们还不得看 他们的眼色形势 凤凰山山寨的第一智囊张秀说道 是啊 是啊 大哥 我们上次攻打县城损失不少 如果再让犀牛谷强大起来 那我们就麻烦了 又有人接着说道 正在这时 一个土匪走进巨艺厅 扶在寨主张开牛的耳边 轻轻地说了几句 然后走出大厅 哈哈 严雄这老小子还算实相 他派人来 邀请我们到犀牛谷 讨论如何处理 他们抓到的这个吴王阳云 张开牛笑着对众人说道 大哥 严雄这老小子可不简单 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张秀皱着眉头 轻轻地说道 这不得不妨 到时候 我们多带一些人手 把无限周边的 十几个山头的老大 全部通知到 我才不相信 严雄敢同时得罪 我们十几个山头 张开牛这人 看着像一个粗人 但是能够统领这么多土匪 他还是很有头脑的 大哥真是神机妙算 这样一来 严雄如果老老实实地 和我们合作 则罢 他如果有其他的念头 要让他偷鸡不成十把米 山寨中 一个头领高兴地说道 三日后 犀牛谷所在山寨 山坡下聚集了两千余人 各山寨寨主 将自己寨中的精锐力量 全部带来了 他们都认为 这么多山头的当家 全部聚集在犀牛谷 如果犀牛谷有什么不鬼企图 有这么多人守犀牛谷山脚下 严雄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还讨论什么 我的意思 直接把这吴王给杀了 人头送回吴县县城 趁他们群龙无首 人心惶惶之际 我们立即攻下吴县 牛背山的吴老七 是个急性子 听严雄说 这一次召集他们来 是为了处理被抓住的吴王 他不等众人说话 站起来大声说道 我觉得 我们应该和县城商量 让他们拿出粮食和银两 来换他们的吴王 到时候 粮食和银两到手放放人 就得看我们的了 到时没有了粮食 县城当然就不攻自破了 造脚沟的刘海妮 缓缓地说道 用不着那么麻烦 我们直接把这吴王 押到吴县门口 叫他们马上出来投降 如果不投降 我们就当着他们的面杀人 我才不相信 他们敢眼睁睁地 看着皇子被杀 那皇宫里那老头 还不住了他们九族 张开牛站了起来 说出了他们 在凤凰山山寨中 早已讨论好的办法 严大当家 人是你们抓的 你们有什么想法 说出来 大家听一下吧 这时有人向严雄说道 既然大家问到我头上 那我就说一说我的想法吧 我已经决定 向吴王殿下投诚 而诸位的人头 就是我给吴王殿下送的礼物 严雄站起来笑着说道 什么 严雄你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和我们十几个山寨为敌 不要以为在你们犀牛骨 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立即有人站起来 大声喊道 来人 替我把这些当家都留下来 让他们在我山寨中做客 严雄大喊一声 立即有无数犀牛骨的土匪 手持各种兵刃冲了进来 严雄 你有种 你会为今日的是付出代价的 张开牛一声大喊 接着他振臂一呼 兄弟们 跟这些家伙拼了 我们冲下山去 带人杀上来 杀他们的片甲不留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再没有缓和的可能 于是 这十几个山寨的寨主 带着他们带的贴身侍卫 拿起手中的刀枪 双方在犀牛骨的巨医厅中 大站起来 这些土匪头子所带的人 虽然比较少 但都是各山寨中的精锐力量 他们一个个凶悍无比 不多时就冲出了 犀牛骨的巨医厅 厅门外 早有许多犀牛骨的土匪 围在在那里 双方又开始了一场 惨烈的搏杀 经过一番拼斗 这些山寨寨主们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好多护卫都斩杀当场 甚至有些山寨寨主 也被杀死 在这生死关头 这些个山寨的土匪们 爆发了全部潜能 他们拼尽全力 终于杀出了犀牛骨山寨 准备河山下下的土匪会合 但是好不容易冲到 山下的这些土匪头子们 却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 留在山下的土匪们 竟然也正在拼命的厮杀中 而他们厮杀的对象 正是由无限赶过来的 宪兵和犀牛骨中 愤出的一些土匪 这些债主们 一下子惊呆了 他们满以为凭犀牛骨一家 是不敢同时对付 十几个山寨的 没想到 他们真的会和前几日 还打得不可开交的官兵结盟 无限赶过来的宪兵 也约有两千余人 加上犀牛骨的土匪 将这些各山寨土匪团团围住 双方很快杀红了眼 各自施展自己的本领 拼命地搏杀起来 终于 这些来自各山寨土匪们 丢下了无数具尸体 突出重围 狼狈不堪的各股土匪 匆匆告别 向自己的山寨奔去 这一场大战 各山寨所带来的两千余土匪 最后全身而退的不足千人 这让本来就在前一次 攻城大战中 损失不少的土匪 雪上加霜 张开牛看看自己身后 自己这一次 为了避免被严雄算计 带了足足八百余人 这可是自己山寨中的精锐啊 可是现在 跟着自己成功撤出的 不足五百人 还有好多人身上带着伤 严雄小二 此仇不报 我张开牛是不为人 张开牛看着犀牛骨的方向 歇斯底里地大声喊道 可是让张开牛绝望地还在后面 他带着剩下的残兵败将 往凤凰山的方向奔去 谁知在距离自己山寨 还有五六里的时候 看见一股兵马迎面来 军师 你这是怎么了 张开牛一见这支队伍大吃一惊 因为带领这支队伍的 正是张秀 可是张秀 怎么会到这里来了 不是让他带着剩余的兄弟 守住山寨吗 大哥 我们中计了 你们刚走不久 县城的士兵 就将我们山寨团团围住 对方约有两千余人 又有奸细为他们打开了寨门 他们不久就将山寨攻破 我们损失惨重 为了保存实力 我只好带着剩下的兄弟 来寻大哥你 张秀一见张开牛 立即失声痛哭 什么 张开牛一听 气得大喊一声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一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 手下的重土匪 连忙手忙脚乱的 把张开牛就醒 好半天之后 张开牛缓缓睁开眼睛 长叹一声 张秀等人一起清点人数 人数清理完毕后 张开牛望着远方 久久的不愿意说话 这一场战事下来 他的山寨损失惨重 两支队伍加起来 现在只余下七百多人 军师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过了好久 张开牛才缓缓地向张秀问道 我们现在只有七百余人 山寨又被官兵占领了 这一点人 还不够官兵撒牙缝的 大哥 您向来和牛背山的污打当家 关系很好 咱们去和他们商量一下 两个山头合并一处 或许还能够抵挡官兵的攻击 张秀想了好久 对张开牛说道 唉 现在这情形 看来也只有按照你说的 我们把各个山头剩下的力量 争取汇聚在一起 如果还是像这样分散下去的话 肯定会被官兵各个击破的 张开牛无奈地说道 于是 张开牛带着凤凰山的残匪 向几十里外的牛背山行去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牛背上的乌老七 这时也处于焦头烂额之中 第88章 重组 乌老七的牛背山山寨 约有土匪一千余人 再无限这一代 也算比较大的寨子了 前一次攻打县城 折损了约莫一两百人 这让乌老七心痛不已 这一次 要到犀牛谷岩雄的山寨 向来惜命的乌老七 带了足足五百余人 山寨中只留了近三百余人 乌老七还是挺放心的 牛背山山寨 地势险峻一守难攻 有三百人足以 结果在犀牛谷 遇到严雄的队伍 和县城的官兵联合夹击 乌老七的人也损失惨重 带去的五百余人 最后纯攻逃出的不足三百人 乌老七和张开牛的遭遇差不多 在离自己山寨不远的地方 去发现自己 留着守山寨的一个小头领 带着一股残匪 匆匆而来 问清情况后 乌老七七的暴跳如雷 原来 他的山寨也被人攻下了 攻下山寨的 居然是造脚沟刘海尼的人 刘海尼新招的二当家 一个只有一只手臂的汉子 带了大约五百人 来到牛背山山寨 对山寨的小头目说 十几个山寨的寨主 在犀牛谷 受到严雄和官兵的攻击 让这个小头目带着援兵 和他们一起去救自己的老大 这小头目 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 又对乌老七忠心耿耿 冲冲地冲出了寨门 谁知刚出山寨 就受到造脚沟土匪的攻击 牛背山的一众土匪 本来人数就少一些 再加上受到突然袭击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就损失惨重 这小头目见识不妙 只得丢弃山寨 带着幸存的土匪 去找乌老七 刘海尼 你这没有见识的婆 娘 竟敢偷袭老 子的山寨 老子跟你没完 乌老七七地咒骂了 造脚沟匪手刘海尼许久 但最终不得不接受事实 清点剩余土匪人数 结果从两边战事中 逃脱出来的土匪 仅仅有四百余人 想想几月前 自己还有一千余人 结果现在连一半都不到了 想起这事 乌老七就对杨云 严雄和刘海尼痛恨不喜 乌老七的想法 和张开牛不谋而合 现在自己的手下 人数确实太少了 和手下商量过后 他决定去找张开牛 和张开牛的人会合在一起 才有可能抵挡县城的官兵 两个带着残兵败将的老大 在路上相遇了 双方交流了自己的遭遇 又一起痛骂了 杨云和严雄 以及刘海尼等人 最后 张开牛和乌老七商量了一下 决定去找无限周边 剩余的各小股土匪 说服他们结盟 而造脚沟的刘海尼 现在也是气愤不已 经过无限的那一场大战 自己的山寨 仅仅还余下八百余人 这一次 自己带了三百多人去犀牛谷 剩余接近五百人左右 留在山寨 由二寨主姚霞带领着 保护山寨的安全 姚霞是几月前 加盟自己山寨的 据他自己说 以前是酿酒的商人 因遭到土匪袭击 抢了他的东西 还杀死了他的全部伙计 连自己都丢了一只手臂 家破人亡的姚霞 无奈之下 来到无限境内 恰好遇上 正在抢夺物质的刘海尼等人 他便加入了山寨 刘海尼是一个 心高气傲的人 自从十八岁时 父亲死了之后 他就当上了 这造脚沟的大当家 这几年来 周边好些山寨的人 向他提亲 自己山寨中也有追求者 他都看不上眼 现在拖到二十多岁 婚事都还没有着落 可是他却一点都不着急 见到这姚霞 虽然只有一只手臂 但是他的功夫还挺不错 为人仗义又很有头脑 所以刘海尼在不知不觉中 就喜欢上了他恋爱中的女人 是最没有脑子的 刘海尼也一样 他将一颗芳心 寄托在姚霞身上 对他充分信任 还让他当了山寨的二寨主 前几日在攻打无限县城的时候 这姚霞见自己有生命危险 从阵中冲出来 冒着生命危险 和自己一起击败了对方的将领 使得刘海尼更认为 这姚霞是自己可以生死相托的伴侣 谁知 这一次刘海尼从犀牛谷回来 队伍损失惨重 到寨中去见没有一个守寨的人 于是他寨子让人去 叫来寨中的仆役一问 说二寨主早已带着人离开了山寨 疑惑万分的刘海尼 马上派人去各处打探消息 不久之后 有消息传回来 说是二当家姚霞 带着山寨中的兄弟 去把牛背山无老七的老窝端了 这一下 刘海尼可不淡定了 要知道 无限这是几股土匪 他们之间 虽然因为各自的利益冲突 有一些矛盾 但是他们也知道 官府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 是不会有大的动作的 现在倒好 姚霞带着人 抄了无老七的老窝 自己如何给无限的 十几股土匪交代 正在刘海尼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土匪向他报告 说二当家 回来了 要是有其他人 不经过自己允许 私自去做这样的事情 按照刘海尼的脾气 一定会当场就把他砍了 可是做这件事情的 自己的秦王 刘海尼是怎么也下不了手的 他只得气哼哼地 坐在大厅里 等姚霞回来 大当家好 姚霞一走进巨厅 就连忙向刘海尼招呼 你怎么不经我允许 就是私自去端了 牛背山的山寨 那我们就不成了 无限周边 十多股土匪的功敌了吗 看着匆匆而回 脸上还挂着 胜利喜悦的姚霞 刘海尼心中 虽然十分焦急 但是在爱人面前 他怎么也发不起火来 海尼 牛背山的五老七 为人粗鲁 又背信弃义 我们不能跟这种人来往 姚霞似乎并不知道 这件事严重的后果 他微笑着对刘海尼说着 唉 我也知道 这人挺不靠谱的 但是 面对官府的围剿 我们必须和这十几个山头 共同进退 不然的话 我们都会被官府剿掉 刘海尼 看着面前的姚霞 认真地说道 听了刘海尼的话 姚霞淡淡一笑 海尼 我告诉你 和这些土匪合作 是没有前途的 他们迟早会被消灭的 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 是和官府合作 消灭这些土匪 这么说 你去端了牛背山老巢 是故意的 刘海尼一听 立即提到了声音 现在刘海尼心中的疑惑 一下子清楚了 难怪这姚霞 看着一向稳重 怎么会做出这样 没有头脑的事情 原来你是故意想让我无路可退 不得不投靠官府 亏我平日里对你这么信任 你为什么要算计我 刘海尼大声问道 海尼 这次我原本可以逃走的 但是我现在回到山寨里 就是等你的处置 其实我本来就是吴王殿下的手下 来你们山寨 就是作为卧底 给吴王殿下传递消息的 姚霞看着眼前的刘海尼 郑重地说道 这么说 你到我山寨来 就是存心来算计我的 之前那么多的甜言蜜语 都是谎言 刘海尼痛苦地说道 眼泪不由自主地从眼角流了下来 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 我就不会回山寨了 我承认 我来山寨的目的 就是为了算计你们这帮土匪 可是来到这山寨过后 我是真正的喜欢上了你 所以 这次我回来 任凭你的处置 要么你杀了我 要么你跟我一起去投吴王殿下 或者 你砍下我的人头 去跟这些土匪和解都可以 姚霞看着眼前的刘海尼 认真地说道 刘海尼听姚霞这样一说 她呆呆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等了许久 一句话也没有说 姚霞见状站起来 走到刘海尼面前 眼睛直直地看着她 等待她的决定 如果 如果我向吴王投诚 你能保证 她会善待我手下的兄弟吗 陈令好久之后 刘海尼问道 这个事 我可以向你保证 吴王殿下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他对我们手下 这些兄弟就像亲人一样 我这手臂 就是在保护吴王殿下的时候丢的 但是我一直不后悔 因为吴王殿下 值得我用了命去保护 姚霞坚定地说道 好吧 你就是我生命中的克星 为了你 我刘海尼就算被骗了 被官府斩下人头 我也认了 听了姚霞的话 刘海尼终于下定了决心 刘海尼虽然身为女子 但也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 既然做了决定 就不会更改 次日 她便和姚霞一起动身 去无限拜见杨云 而张开牛和吴老七 也成功地说服了 各山寨剩下的小股土匪 近十个山寨的土匪 合在了一起 选择了一个地势 比较好的土匪山寨 作为他们新的据点 在这一个叫做望山坡的地方 张开牛和吴老七 以及另外六个 幸存的土匪头子 煞血为盟 结为异姓兄弟 成立新的土匪势力 八王寨 这新成立的八王寨 各股土匪的残余势力 加起来不足两千人 此消彼长之下 这些土匪再没有力量 对县城造成威胁 他们仅仅能够靠着山寨自保 这标志着无限的主动权 终于落在了杨云手上 他真正的成为无限这块地方的主人 第89章 杨云心情特别好 这一次意外在山中被抓 本想着要付出一些代价 谁曾想 不仅自己毫发未伤 还重创了山中的土匪 更让杨云势力中 众人大跌眼镜的是 居然误打误撞 收服了两股强大的土匪 看着杨云身边的严雄和刘海逆 郭龙等人心中直叹 这主子运气真是太好了 而与姚霞最为要好的钟文睿 看着他带着如花似玉的刘海逆 脸笑得像一朵花一样 忍不住悄悄对姚霞说道 你小子这次得了一个美差 叫你去山寨卧底 结果你泡了一个漂亮的山老大 切 那是本人有魅力 要是你去的话 也许早已被人把脑袋割下来 当夜狐了 姚霞得意地说道 结果旁边的刘海逆白了他一眼 吓得他马上不敢说话了 惹得钟文睿笑的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看着县城中许多人热情地和姚霞打招呼 那份浓浓的兄弟情谊 是装不出来的 而身为皇子的杨云 也不是他心中认为 那高高在上的样子 这一切 让刘海逆感觉 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他第一次觉得 也许跟着姚霞一起 加入着年少皇子的阵营 也许还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县衙的大厅里 杨云势力的这些核心人物 齐聚一堂 这几天 每一个人的心里 都经历了巨大的落差 先是杨云被抓 整个县城中那些忠于杨云的人 都处于焦虑状态 最后却喜讯连连 这一切的发展 都是许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觉得 这剿匪大劫的事情 还是不要向朝廷 源源本本汇报的才好 留一些余地 我们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说到要向朝廷报劫这件事 郭龙沉令了一下说道 我赞成郭老的说法 如果土匪都消灭完了 朝廷就会对我们的募兵 还有制造武器的多加限制 巨远光也接着说道 于而 我听明白郭县令 和巨先生话中的意思了 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我觉得 我们的山寨 和刘大当家的山寨 还必须存在 并且人数还得增加 土匪的人数多了 朝廷就允许你们多招募士兵 这样 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 两个山寨的队伍 就是别人意想不到的暗中力量 严雄也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 他的分析 在目前来看 是非常合理的 几人的观点 很快地得到钟文锐 赤木和刘海逆等人的赞成 这些人对朝廷 都没有多少好感 所以是 完全站在杨云的角度上来考虑的 而七威和刘远 则没有说话 在他们心中 对杨云的忠心是没有问题的 那种观念是不容易更改的 不过这些这件事情 倒是很快决定下来了 严雄继续领着他的手下 以土匪的身份守在犀牛骨 而刘海逆和姚侠 则带着本部 仍然驻扎在造角沟 这三个地方 分别设置风火台 加上信格来回传递消息 足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 刘海逆对这个安排 还是挺满意的 这么多年来 习惯在自己的山寨中生活 如果突然搬到县城里边来 也许还有一些不适应 尽管土匪还没有完全肃清 但是他们现在给县城的压力 已经很小了 经过一番讨论过后 众人确定 近期的重点就是 充分利用山中的资源 先让老百姓和县衙 都能富足起来 俗话说靠山吃山 无限周边的大山里边 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 各种树木药材 矿产资源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但是这些东西 以前官府想开发想使用 土匪们却不答应 土匪们守着这些资源 又没法把他们送出去 换成粮食和银粮 所以也只能坐拥宝山 而无法使用 现在好了 大家可以齐心协力 努力在考虑 如何利用这些山中的资源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无限周边有丰富的药材 县衙发布公告 鼓励大家上山挖取各种药材 县衙还会联系 先内外的药材商 让他们以合理的价格 收购这些药材 此外 无限山中木材资源特别丰富 有许多材质很好的木料 用来做家具修建房屋 甚至是制作工件建制 都是极佳材料 杨云专门找了有经验的一些工匠 研究如何能够利用这些木材 换取最大的效益 而最珍贵的 还是山中的各种矿产资源 大山里边铁矿 铜矿等非常丰富 但多年来 一直没有办法进行系统的开采 现在终于有机会 让这些宝物与世人见面了 但是现在的杨云 却面临着幸福的烦恼 因为有这么多好东西 等着他们去开采 去使用 但是无限总共只有十万人左右 除去老幼妇孺孺之外 无限是个穷县 稍微有一些办法的老百姓 都跑出去了 你想让其他地方的百姓 放弃安逸的生活 到这穷山恶水来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和剧眼光和郭龙等人 就这事商量了好多次 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 没办法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没有人就只能小规模的 慢慢做各种事情 相信只要无限的老百姓 日子过得越来越开心 包装的银两越来越多 出去的人就会回来的 而本来不愿到 无限的外线的老百姓 总有一天会哭着喊着 要跑过来的 对杨云以前 喜欢看很多小说 还有影视作品 好多人都羡慕 掌权者大权在握 风光无比 但是现在杨云 才真真实实地感觉到 这其实一份权力 就代表一份义务 要想让百姓喜欢你爱戴你 你就得给百姓 见到实惠 好消息接踵而至 首先 回到西京的人 带来了许多番薯的种子 开始尝试在山中 种植番薯 而从山中采来 各种药材的百姓 在杨云的建议下 在距离县城很近的山坡上 试着种植 一些药材如三七 榆草等 已经初步见到 成孝老百姓们不很关心 谁在掌权 他们只关心自己冷了 有没有衣服穿 饿了有没有吃的 所以 随着百姓日子越过越宽裕 他们对杨云的尊重 就从单单的对白莲教教主 和吴王这身份敬畏 变成由衷的佩服 而山中的七威和刘海妮 也组织手下的兄弟 帮助老百姓 一起开发山中的资源 随着各种资源 很快地变成银子和粮食 这些土匪们 逐渐开心起来 本来对跟官府结盟 有些抗拒的他们 慢慢地喜欢了 这种新的土匪生存方式 而张开牛和吴老七等人 带领了新的土匪组织 一一八王寨 这些被巨远光等人 调侃为王八寨的土匪 近期却老实得很 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但是杨云等人 也不敢放松警惕 因为这些家伙 不知道躲在哪里 也许不知道哪一天 他们会趁着大家 麻痹的机会 突然窜出来 狠狠地咬上一口 再重新逃回去 杨云等人也尝试过 想把这一种土匪 全部消灭或者收缝 这样彻底消灭土匪的影响 才可以认认真真地 发展无限 但他们想了许多办法 或强攻后围攻 都见效甚微 无奈之下 就把这一件事情 暂时放在一边 等于以后再找合适的机会 将这些残废一举歼灭 让杨云的人头痛的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无限县城中 道观的道士 还有和尚庙的和尚 都说出家人看破红尘以 与世无争 但无限这些出家人 比起其他地方的出家人 就差远了 这是一群喜欢名誉 喜欢得到具体利益的出家人 若是有人动了他们的利益 那就跟要了他们的命一样 所以 这种时候 他们往往都会奋起反抗 丝毫不会有出家人的慈悲之心 据言雄交代 当日他们之所以 能够得到杨云离开县城的消息 就是这些出家人 给他们传递过来的消息 这一点 让杨云十分恼火 现在自己以清一教教主的身份 拉拢了一些老百姓 但是 对县城中的寺庙和道观 许多人还抱着盲目崇拜的心理 他们 觉得 只要是寺庙里的和尚 道观的道长们 说的话一定都是对的 在这一种心态下 这一帮人对官府的所有举措 他们都是反对的 这种情况 也让杨云下定的决心 这些只顾自己 利益不顾百姓发展的出家人 不能让他们留在县城中 再成为害群之马了 一定要想办法 将他们赶出去 但是对于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家伙 如果只是粗暴地赶走 或者抓进监狱 是一件不明智的选择 因为他们身后还有不少 被他们蛊惑的老百姓 时刻围绕着他们周围 被他们言听计从 对于这件事情 杨云想了许多办法 都没有找到一个 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杨云叫来手下这一帮 值得信赖的兄弟 努力探讨 如何好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最终综合众多意见之后 杨云终于下定了决心 既然你们信封建 披着封建的外衣 迷惑了很多老百姓 那么我们就只有采取 以较至教的方式 让老百姓们 看清这些出家人的真面目 不让他们去迷惑老百姓 如果他们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 那么他们就只有灰溜溜地离开无限了 第九十章 无良高僧 无限的老百姓 信佛信道者非常多 所以无限有许多寺庙和道观的存在 这些寺庙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 不乏前心礼佛 并且真正怜悯苍生 慈悲为怀的真正出家人 但是 也有一些披着出家人外衣的 僧侣和道士 杨云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人找出来 赶出无限 自己的地盘里 不允许有这些害群之马的存在 严雄和刘海妮告诉杨云 无限最大的道观玉皇冠 以及最大的寺庙圣佛寺 长期以来 都和无限各股土匪有联系 甚至寺庙中的一些和尚 和道观中的一些道士 本来就是山东土匪派过来的 这些年来 这一贯和一寺 时常为山中土匪传递情报 运送物资 由于无限大多数人信奉神佛 所以很多人喜欢到道观 或寺庙中烧香礼佛 好多人还有在神佛前 许愿和忏悔的习惯 这时候 他们心中没有防备 往往不自觉的 就会说出心中的秘密 而道观中的道士 和寺庙中的和尚 就在大家许愿或忏悔的时候 说出的一些话中 得到不少的情报 而这些出家人 没有替这些善男性女们 保守秘密的自觉 在他们眼中 这些前来礼佛的人 在佛前透露的信息 只要能够换成利益的 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 把他出售给需要这些消息的人 而杨云离开县城 去山中考察 寻找适合挖续水池的地点的消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圣佛寺的僧人传递出去的 杨云虽然才来无限不久 但他已经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园了 当然不允许 这些不良的出家人 在自己的领地中 做出这样吃里扒外的事情 所以 他便把眼光 放到这玉皇冠和圣佛寺上 直接抓或者杀了这些出家人 并不是难事 但是这样一来 杨云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些明星 就会荡然无存 所以考虑再三 杨云找来一些 自己信得过的读书人 将无限这么多年的案件 全部找出来 一一番看看 看看有没有 和这玉皇冠 以及圣佛寺有关的卷宗 之所以这样做 因为杨云认为 这玉皇冠的道士 和圣佛寺的和尚 既然没有潜行礼佛 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一定会有蛛丝马迹的 比如 目前摆在杨云手中的 这一个卷宗 就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卷宗上面记载 承袭刘云外家的女儿 刘月娥 患病到圣佛寺中去 求寺庙上的高僧治病 可是回家后的刘月娥 却衣衫不整 身上还有血迹 并且神情也十分悲伤 回家不久 刘月娥在家中上掉自尽了 刘月娥就这一个独生女 这么不明不白就死了 她和她的老伴悲痛欲绝 就到圣佛寺找里边的高僧 想问个究竟 但是 圣佛寺中的僧人 却骄横不已 不仅什么都没告诉他们 甚至连寺庙都不让他们进 一气之下 刘月娥写了一张壮旨 递到县衙 希望县衙帮助查出 这件事情的真相 但是没想到 这张壮旨递进县衙之后 便犹如石沉大海 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刘月娥夫妇 经常到县衙来询问此事 县衙的人总是不愿意理睬她 刘月娥的妻子为这事 气急之下 生病撒手人寰 只留下刘月娥一人 多次向县衙呈上壮旨 希望县衙好好查明此事 可是县衙众人 以此事线索不明 县衙人力有限 等理由将此这件事情 一拖再拖 为此 刘月娥耗尽了家产 家中原有几块脖地 还有一栋宅子 全部被她变卖 用来打点县衙衙役 帮她查清此案 可是不管怎么调查 这件事情 还是没有任何眉目 久而久之 这案次就被压了下来 这件案件 明明疑斗重重 并且案情并不复杂 如果有心去调查 整件事情的经过 还是不难查出的 但这样的案子 居然成了死案 让杨云觉得无比奇怪 她决定从这件案子入手 力争让老百姓们看清 这一些披着出家人外衣的 案地里去坏事 做尽的僧人 和道寺的真面目 这件案子 其实并不复杂 这刘月娥患有哮喘病 所以 打算到寺中去 讨要一些寺庙中的仙药 用于治病 本来像这种事 百姓到寺庙去看病 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寺庙中的这些和尚 往往会拿出一些草药或丹药 交给来看病的百姓 骗得他们捐赠的香油钱 可是这一日 刘月娥到圣佛寺之后 接待她的一位 叫了然的高僧 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检查后 说刘月娥这哮喘病 已经非常严重了 得进入内室 用法术治疗 方能见效 紧接着 这了然对刘月娥的丫鬟说 让她马上回刘宅 去刘月娥的闺房中 燃起一只香 看着香燃完 方能离开 这样才可以成功驱邪 保证刘月娥能够完全康复 当刘月娥的丫鬟回到家中 焚香完毕 重新到圣佛寺 去接刘月娥的时候 看到的刘月娥 却衣衫不整 一直哭啼不止 丫鬟怎么问她 她都什么话 也不愿意说 回家后不久 这刘月娥 谎称自己疲劳 要在房中睡觉 谁也不能打扰她 结果这一睡 就是好几个时辰 怎么喊房中也没有动静 家人觉得很奇怪 就推开了房门 结果看见刘月娥 已经在房中上吊 早已没有声息了 壮旨上所记录的事情 经过和证人都很清楚 按说这件案子 如果找当事人问个明白 就可以水落石出 但从卷宗上看 这圣佛寺的了然和尚 把这一切推了得一干二净 而这些和尚 在无限身份尊贵 县衙的补快们 只能听她的一面之词 也没有人敢将她 带来县衙进行询问 所以这案子就只有不了知了 刘远派人找到 服侍刘月娥的丫鬟 据这丫鬟交代 当日自己接到刘月娥的时候 看刘月娥的样子 估计她在寺庙中受到侮辱 但是刘月娥只是哭 却什么也不愿意说 刘远悄悄地派人到圣佛寺 扮成烧香的香客 到寺庙去了解 了然和尚的情况 得知这了然和尚 是圣佛寺方丈的得意弟子 在寺中地位崇高 这了然仗着方丈对她的信任 在寺中骄横跋扈 很不得人心 并且据寺中对她有意见僧人透露 这了然和尚 极为好色 多次借着与香客法术 治疗为名 占尽女香客的便宜 许多女子吃了亏 但为了自己的明节 选择了忍气吞声 听了刘远派去的人回来报告 郭龙觉得 这件事情已经比较清楚了 就下达了抓捕这了然和尚的命令 谁曾想 第二日 刘远带着县城士兵 到圣佛寺去抓人的时候 却遇上了麻烦 首先是寺庙中的和尚 听说要抓捕了然和和尚 他们立即拿起棍棒 堵住寺庙 不让士兵进庙 更严重的还在后面 不知道是谁通知了县城中的百姓 不多时 寺庙外面就来了上千百姓 他们将刘远等人带去的士兵团团围住 不准他们向寺庙前行一步 当刘远派人回来报告的时候 郭龙气愤不已 性格暴躁的赤木 甚至是都准备拿起他手中的长锤 通知刘远 带兵撤回县衙 县城士兵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县衙 有的人脸上头上还有一些伤 杨云感觉十分无奈 没想到无限这些老百姓 居然愚昧到这种地步 当日夜里四更天左右 一群黑衣人 悄悄地从圣佛寺围墙的一角 前进了寺庙中 这群黑衣人显然都是高手 他们无声无息地翻过围墙 潜入寺庙之中 在寺庙中 没有发出一丝声息 寺庙中的护寺五僧 居然愣是没发现他们 这群黑衣人 很快地来到了然和尚的房间 正呼呼大睡的了然和尚 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被打晕 装进了一个口袋 紧接着 这群黑衣人 又同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圣佛寺 这群黑衣人 正是七威等阳云的贴身侍卫 他们把了然和尚 带出圣佛寺 带回县衙 而此时圣佛寺中的僧人还不知道 这了然和尚已经被抓走了 第二天 圣佛寺中僧人才发现 了然和尚不知去向 他们怎么着也找不到人 虽怀疑是被县衙的人抓走了 可是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没法到县衙去要人 只得吃了一个 哑巴亏这了然和尚 刚被抓进县衙时 骄横无比 结果惹得刘元等一阵火起 一顿棍棒打了下去 这个高高在上的高僧 立即服了软 据了然和尚交代 当日刘月娥来到 圣佛寺之后 他见着刘月娥面容娇好 一副病息施的模样 立即按捺不住心头的那股邪火 于是他故意只走丫鬟 将刘月娥带进内室 骗他说要用法术驱病 必须脱地脱掉身上的衣物 然后他便不顾刘月娥的拼命反抗 对刘月娥施了报 最后 了然和尚还交代 他利用这寺中高僧的身份 毁了好几个女子的清白 但是这些女子都选择了忍气吞声 所以才让他越发胆大妄为 与此同时 了然还交代了 圣佛寺的僧人们 侵占在老百姓的财物 还勾结土匪 抢夺过往行伤的一些恶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 听得众人不寒而栗 没想到这圣佛寺的僧人 披着出嫁人的外衣 居然做出了这么多 丧尽天良的事情 第九十一章 揭穿 审理完这恶僧了然 得到许多圣佛寺 做许多伤天害理恶事的线索 杨云等人决定 为了不打草惊蛇 先将这恶僧了然秘密收押 等做完进一步调查 再做打算 定下方案之后 刘云等人就忙碌起来 他们悄悄派出人手 四下寻找证人证据 圣佛寺的僧人们 这段时间开始坐立不安 人心惶惶起来 方丈的得意弟子 了然大师 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方丈派出寺中 所有人四处寻找 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 了然大师仍然没有找到 而就在昨天晚上 居然有人潜入了方丈房间 盗走了方丈的一些东西 方丈气得勃然大怒 把寺中护死的五僧 狠狠地骂了一顿 而无限县城最大的道观玉皇关 罐中的道士们 这段时间也是焦头烂额 因为他们的罐主 也遭遇了盗贼 罐主的房间 被盗贼翻了个乱七八糟 据说丢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罐主这几天脾气很不好 已经因为一些小事 责罚了许多道士 这几天他看到任何人 都觉得是盗走自己东西的窃贼似的 弄得罐里的道士 都不敢轻易到罐主面前走动了 而县城中也有小道消息传来 说是玉皇关和圣佛寺 里面的好些出家人 是披着出家人外衣的衣冠禽兽 仗着出家人的身份 被地里做了很多 丧尽天良的事情 圣佛寺方丈和玉皇关贯主 听了这些消息 也气得暴跳如雷 他们派出许多人手 想去查出消息的来源 但是却没有任何线索 无限的老百姓 现在也分成了两派 一部分人 打心里信任圣佛寺和玉皇关 对于私底下议论 这道观和寺庙的行为 表示非常愤怒 认为他们是在造谣重伤 是会受到神灵惩处的 但还有一部分人 多年来 要么自己本人 要么自己的亲朋好友 曾经在这玉皇关和圣佛寺中的出家人身上 吃过亏以前 这道观和寺庙生育非常浓 老百姓对他们都非常崇敬 所以他们吃了这些亏 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说不出口 但现在见许多人都在指责这寺庙和道观 这些人终于鼓起勇气 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告诉了众人 一时间 这无限最大的道观和寺庙 长久以来聚起的生育 讲到历史以来的最低点 紧接着 县城中又有小道消息传来 说白连教教主杨云 就是因为看到无限县城中一些出家人 部首出家人本分 欺凌百姓 才来到无限 准备清理这些不良出家人的 但同时又有另外的小道消息 说是白连教教主 因为极度圣佛是方丈和玉皇关贯主 在老百姓中的崇高地位 所以故意做出这 针对着玉皇关和圣佛寺的行为 这些日子来 站在这玉皇关和圣佛寺这边的百姓 和支持白连教的百姓 经常在县城中发生争执 都觉得自己支持的神灵代言人 才是最正确的 圣佛四僧人了然 仗着自己出家人的身份 多次以行义为名 兼 淫妇女 夺人财物 现经县衙查时 本人也已认罪 故宪县衙决定 于三日后 在菜市场将厄僧了然斩首示众 县衙的一张告示贴了出来 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无限老百姓奔走相告 议论纷纷 或支持县衙惩衡 一辆囚车从县衙出来 在重压衣的保护下 向菜市场进发 可是刚走不远 就被一大群人挡住了去路 这一群人 人数众多 足足约有一两万人 带头的 正是一帮穿着僧服的和尚 和身穿道袍的道士 好多人在县城生活多年 一眼就能看出 这些僧人正是圣佛寺的高僧 而这些身穿道士的道人 当然都是玉皇官的道士了 在这些出家人的身后 都是无限县城的老百姓 他们对于这圣佛寺和玉皇官 崇敬不已 听说这一次 要惩治他们心目中的高僧 立即站了出来 准备这些和尚和道士 一起保护了然大师 这一大群人 挡住了县衙押送囚车的队伍 让他们不得前行 双方僵持在这里 不一会儿 县城许多老百姓得到消息 都匆匆赶来 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无限总共就三万多人口 常驻县城的不够万人 但这一次出现在街头的 足足有一万多人 看来许多得到消息的县外百姓 也到了县城 他们都想看一看 这件事情到底要朝什么方向发展 那是什么 有人突然指着县衙的方向叫了起来 很快 现场众人就看见县衙之中 忽然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莲花 这朵莲花缓缓向众人头顶飘来 有眼尖的人看见莲花之上 还做了一个白衣青年莲花缓缓前行 众人终于看清了 这白衣青年的模样 又认识他的人马上认出来 这莲花之上 做的正是有白莲教教主之称的吴王杨云 莲花顺利地飘到众人头顶 然后停了下来 现场许多百姓看到这一情景 连忙跪倒在地 大呼 见过白莲教主 而玉皇官的道士 和圣佛寺的和尚 却站在那里 纹丝不动 所以他们身后的一两万 支持他们的百姓 也没有任何动作 阿弥陀佛 在本方丈面前装神弄鬼 我看你是找错了人 身穿红色袈裟的圣佛寺方丈 看着头顶的莲花大声说道 这些鬼把戏 也在平道面前摆弄 平道若不是怕 道德真君责怪平道无慈悲心肠的话 就施展法术 将你打下来 说次这话的 正是玉皇官冠主 莲花之上的正是杨云 他耍库完毕之后 就从莲花之上跳了下来 站在囚车之前 而这朵白色莲花 则飘飘有幽地向天空飞去 经本教主查明 这了然和尚 披着初家人的外衣 干了不少丧尽天良之事 证据确凿 难道诸位 还要包庇着恶僧吗 杨云看着眼前的众人大声说道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人被你们抓去 你们随便定个罪名 就想诬陷我四高僧 我们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这时圣佛寺中 一个和尚高声喊道 他的话立即得到 他们身后的一众百姓的支持 大家纷纷叫嚷 要杨云放了了然和尚 有了然自己公认的罪状在此 他已经认罪化压 侮辱了刘月娥等 信奉他们的女子 你们还想狡辩不成 囚车旁一个人大声喊道 众百姓抬头一看 这人正是县令郭龙 你们随便伪造罪状 就想陷害我四高僧 请问你们有证据有证人吗 僧人中又有人大声喊道 我们就是证人 月娥从这恶僧身上拽下来 这佛诸就是证据 这时突然在人群中传来 一个声音 紧接着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位老者 旁边还有一个搀扶着他的丫鬟 这位老者正是刘月娥 而他身边这丫鬟 正是当日服侍刘月娥 到圣佛寺治病的丫鬟齐云 两人到了场中 声泪俱下地控诉了 圣佛寺了然然和尚 以治病为名 侵害刘月娥的事实 说的旁边观看的一众百姓 议论纷纷 有心软者 还陪着他们一起 流出了眼泪 不光如此 本教主这里 还有山中土匪 写给圣佛寺方丈方正法师 玉皇冠冠主玄真子的书信 可以证明 他们长期和土匪勾结 欺凌我们县中百姓 杨云拿出一叠书信 大声说道 这时圣佛寺中僧人 以及玉皇冠冠中道士才知道 原来进入方丈和冠主房中盗窃的 正是这白莲教教主 吴王杨云的手下 你们伪造书信 企图陷害我们 那是对我出家人的 侮辱圣佛寺方丈方正大师 和玉皇冠冠主玄真子 再也忍不住了 大声说道 说我伪造书信 那我这里 还有从土匪那里缴来的 你们两位亲自写给土匪的书信 现场有没有识的 这方正大师和玄真子道长 杨云这样一说 人群中有一些时的方正大师 和玄真子道长笔记的人 立即走了出来 拿起杨云手中的书信 细细查看起来 结果经他们证实 这些书信 的确是方正大师 和玄真子道长亲笔收写 分别是写给犀牛骨肥手严雄 和造脚沟肥手刘海妮的 他们心中十分尊重的出家人 居然勾结山中的土匪 出卖信任他们的老百姓的利益 人群中中百姓立即议论纷纷 有的人甚至义愤填膺 玉皇冠 玄真子道长 侵占我家良母良田 我多次找人他们理论 可是没有人相信我 还请白莲教主为小民做主 一个中年人忽然走出人群 跪在杨云面前大声喊道 我儿患病多年 圣佛四方丈方正大师 说能够至少治好我儿子的疾病 结果我几乎倾家荡产 给他们捐了大量香油钱 我的儿子还是死了 请白莲教主为草民做主 又一个老农颤颤巍巍地走出来 前年 他们非要说我丈夫中了邪 有利鬼上身 活生生地将他烧死了 又一个妇人痛哭起来 第九十二章 好事连连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百姓 上来痛斥这些恶僧恶道的罪行 旁观的众老百姓开始议论纷纷 站在圣佛寺和玉皇冠后面的那些忠实的信徒 此时眼中也露出惊异之色 自己信奉的神灵的代言人 居然做出了这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 他们开始往后退 想跟这些和尚和道士保持距离 见到这个局面 杨云悄悄地向旁边的郭龙使了个眼色 郭龙立即心领神会 上前两步大声说道 来人 把这些僧侣和道士全部拿下 带到县衙里边进行审问 有冤屈的百姓也到县衙 诉说你们的冤情 我们绝不放过一个作恶事的出家人 但也不冤枉一个一心向善的出家人 郭龙的命令一下 身后的刘元等人立即带着一众县衙衙役 上前将圣佛寺的和尚和玉皇冠的道士团团围住 这些和尚和道士发出一阵愤怒的叫嚷 企图号召他们身后的性男性女们 出来保护他们 可是这些以前对他们深信不疑的百姓 这次却站在原地一动也没有动 任凭官服把他们全部捉拿 县衙出面 劝说所有百姓各自回到家中等候县衙的消息 而有冤屈的百姓纷纷赶到县衙 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一个 为自己洗清冤屈的机会 就这样 许多成年案件当着在场许多百姓 就在县衙的院子里开始审理 其实这些案件并不复杂 好多都是证据确凿的 只是因为以前这些和尚和道士 在无县中的崇高地位 有无数性男性女的支持 没法竟对他们进行审理 而现在无县县城中很多老百姓 都认识了他们的真面目 这些无良的出家人 失去了百姓的拥护 一下子从趾高气扬 变得垂头丧气 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根据这次审理情况 县衙当场做出了 对这些出家人的处理决定 对于违法情节严重的 该抓的就抓 该杀的就杀 而那些情节轻微的 则驱逐出无县 要求他们五日之内必须离开 而那些安守本分的出家人 则是受无县欢迎的出家人 他们可以在无县境内 继续参禅念佛 趁这一次机会 杨云等人清理了圣佛寺 和玉皇冠的财产 对于那些不法收入 有些还给了受害人 而有些则纳入县衙仓库 清理完这些不良财产之后 杨云等人不由得暗暗吃惊 这圣佛寺和玉皇冠 两个出家人的寺庙道观 其中居然有那么多的财物 里面的银两和粮食无数 足够无县百姓吃上好几月 可是在无县百姓 十分缺乏粮食的时候 这些号称以慈悲为怀的出家人 居然也不愿意 拿粮食出来救助百姓 看到这些粮食和银两 杨云的人终于放下心来 有了这些粮食 加上前一次 从地主和商人那里收缴的粮食 终于可以让县城百姓 支撑到今年的庄稼成熟了 有了粮食 杨云就有底气多了 充分发动全县百姓 趁着农闲时节 有力气的上山采矿 有技术的总种植药材 或者修整沟渠 还有的人 就去挖蓄水的大水库 连县城的县兵 和犀牛骨造脚沟的土匪都用上了 甚至连县城的老幼妇孺们 也被叫出来服务 老百姓们积极性还是挺高的 因为他们知道 县衙做这些事情 都是为老百姓有利的 同时还能挣得铜板或粮食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乎 在县衙的带动下 无限的大生产运动 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困难又开始了 挖矿的和挖蓄水水库的 都遇上了麻烦 山中石头太硬 铁制工具硬度 也不够挖动这些石块 所以 往往一天时间 只能挖很少一部分 到最后 众人都没有办法了 只得将这消息 报告到杨云这里 杨云直接来了一句 炸开啊 结果旁边的人一片茫然 询问了之后 杨云才知道 大幅的这个时代 居然还没发明火药 杨云记得自己生活的 那个年代 古代时很久之前的 就有人发明火药了 没办法 杨云只得想办法制造火药 杨云记得 制造火药的成分 有消石 硫磺和火炭 但是他却不记得 这其中的比例了 没办法 他只能一点一点的尝试 幸好他还记得 制造火药的成分中 最主要的是消石 它要占一大半的比例 一次一次的尝试 一次次的试验 终于试验出消石 硫磺和木炭的大概比例 其中消石八成左右 硫磺和木炭各一成 用这样的比例 造出来了最原始的火药 等杨云成功地 把这些火药用的挖矿 和挖蓄水的水库的时候 立即把无限的百姓们惊呆了 这些黑色粉末包裹在一起 再用长长的火绳点燃 居然连石头都可以破开 有了这火药 大家做事的效率高多了 很快一个大蓄水池的雏形就形成了 而挖矿的任务中 阻拦大家的巨石 也像豆腐一样 很轻松地消灭了 看见诸事这样顺利 杨云心情好多了 他在和池莉的信中 把这一系列的开心事 和池莉一一交流 自从到无限以来 杨云一有时间 就会池莉通信 前一段时间 县城遇到巨大的压力 好多事情都举步为艰 但杨云给池莉的信中 总是把无限 描写得非常漂亮 名风淳朴 让池莉放心不小 此外 书局中各种小说更新的章节 在西京很受欢迎 所以杨云就继续当搬运工 把以前那个世界的各种小说 一一搬运过来 幸好杨云还有点文采 以前的小说 只能记住大概的故事情节 但是他能把这些故事情节 一点一点地串联起来 刘亦也有来信 从拓拔度和杨云 共同的来信来看 两人过得还是挺开心 杨云对拓拔度 还是非常满意 看得杨云呵呵直笑 杨云的个性他知道 虽是女儿身 实际上十分要强 也幸好拓拔度 是一个非常宠老婆的人 被杨云吃得死死的 他丝毫不以为然 还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幸福 看着这一对恋人如此开心 杨云也由衷地为他们祝福 前不久居然还收到 端木奥越的一封信 这家伙消息还算灵通 居然知道自己来到了无限 端木奥越在给杨云的来信中说道 他们在留宜 从飞黄部落购了许多好马 飞黄部落还派人到郑国 指导他们驯马养马技术 这样事情 让郑国的国王非常高兴 给他们家族赏赐了一块不错的封地 让端木奥越的父亲十分开心 整天对他赞不绝口 母亲司马玉也有来信 当听说杨云在这里遇上了严雄 还拜了严雄为义父 司马玉也十分开心 他叮嘱杨云 严雄是个很重情义的人 希望杨云一定不能辜负了他 连圣王阳明也有来信 询问他在无限的发展情况 杨云有保留地 给他介绍了一些情况 发展无限遇到的困难 一一给自己这位兄长聊了聊 至于收服两股土匪的事情 他却只字未提 因为这件事情必须高度保密 这事儿如果被父皇知道了 那是一件很有麻烦的事情 还有对于自己的这位武皇兄 虽然他对自己非常好 但是杨云还是不敢 毫无保留地信任他 也许是他在皇宫中见惯了 皇子之间毫无亲情地拟争我斗 对于圣王对自己的好 觉得有些不够真实吧 给父皇的书信中 他谈的最多的是 无限这里条件艰苦 什么事情都举步维艰 但是又在信中表明 这是一件好事 能够让自己很快地成长 父皇对于给杨云安排 这样一块封地 心中也有些内疚 但见杨云这样一说 父皇还是比较高兴 他在回信中鼓励杨云好好干 有什么需要就给他写信 杨云也毫不客气 在给父皇的回信中说道 这里的土匪十分猖獗 县城中的地主商人 还有寺庙中的和尚 和道观里的道士 都和土匪有勾结 弄得他十分恼火 县城的一切发展 都有各种阻碍 希望父皇能够允许 自己可以多招一些兵 父皇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在 这十分贫穷土匪有多的地方 心里也有一些愧疚 为了自己的儿子的安全 父皇很爽快地表示 其他县城 士兵人数最多5000 而鉴于无限特殊情况 募兵数可以达到8000 这一点 让杨云以及杨云势力的 这些核心人物十分开心 至少兵额可以增加了 但是从目前情况而言 无限就这么一点人口 想招个8000兵 显然是很艰难的 没办法 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吧 紧接着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到愉悦的人回来了 他们真的把土豆找回来了 这情况让杨云非常开心 立即把土豆按有发芽孔地方 切成一块一块 把它埋在坡地里边 很快这些土豆就发芽了 有了番薯又有了土豆 杨云就更加开心 至少无限再也不容易出现 以前那种饥荒年景了 对于多数老百姓而言 他们不在乎谁当权 他们只在乎的是 自己能不能够填饱肚子 所以有了土豆番薯 这些事宜在坡地上栽种的作物 就可以将荒废的土坡利用起来 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 百姓们没有恶肚子的威胁 所以对杨云就十分满意 这样一来杨云的 各种政令就可以顺顺当当地发布下去 得到老百姓的权利支持 第93章神奇的白莲教主 县城里的各项事物都走上了正轨 这让杨云轻松了下来 他终于有闲情 一直到县城各处走走 关心一下老百姓遇到的困难 但杨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化身为大夫 到医馆为老百姓治疗各种病症 圣佛寺和玉皇冠 这两个曾经无限最大的寺庙和道观 里边的和尚和道士 该抓的被抓 该驱赶的被驱赶 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实本分 一些吃斋念佛的真正出家人 这样一来 圣佛寺和玉皇冠的规模小了许多 因为玉皇冠和圣佛寺不良出家人的事情 使得无限百姓 对县中这些寺庙和道观 崇敬心里下降了许多 所以来这里看病的百姓也少得可怜 老百姓们慢慢开始到了县城的几个医馆 找大夫为他们看病久而久之 他们发现这些医馆治病效果 的确比寺庙和道观的和尚和僧和僧人好了许多 并且价格也便宜不少 于是县城几个医馆 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大夫们都开始忙得不可开交 看到这个情况 杨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他让这些大夫 在县城内收一些小孩子为徒 既可以帮医馆做一些简单的服务工作 又为医馆培养新的大夫 因为几个医馆的大夫治好了不少病人 在县城中的声望也提高了许多 所以听说这些大夫要招收弟子 无限的老百姓们马上来了积极性 好多家庭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医馆来当学徒 但是让县城的老百姓最为佩服的还是 这位吴王殿下白莲教主 他还真是神通广大 县城的老百姓有一个头痛脑热 只要遇到他在医馆里面 小小的几粒仙丹就能让病人要到病除 更为神奇的是 这白莲教主手中还有一把神奇的仙刀 一个青年在山里挖矿的时候 不幸被山中掉下来的石头砸断了双腿 眼看已经生命垂危 大家都觉得没救了 但是白莲教教主抄起手中那把神奇的仙刀 不仅把这个青年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 居然还保住了他的双腿 还有一个小男孩夜里忽然腹痛不止 疼得死去活来 送到医馆 医馆里的大夫也束手无策 最后他们不得不请来了白莲教教主杨云 杨云来了之后看了小孩眼 说了一个奇怪的病名 是叫什么急性兰尾炎 大夫们听都没有听过这样奇怪的名字 最后只见杨云在这小男孩的肚子上 开了一个小口子 在一众大夫的协助下花了一个多时辰 从小男孩的肚子里取下了一小结 坏掉的肠子状的东西 说来也怪 这小孩慢慢好转 几天过后居然又能活蹦弯跳了 还有成男的刘老师老婆难产 来了好几个接生婆都没有办法 接生婆们都说 这孩子是脚朝下的 没法生出来 并且母子俩都没法保住性命 刘老师和自己的媳妇关系一直非常好 见自己的媳妇有难 哭得悲痛欲绝 这时有人给他出主意 说这白莲教主先述高明 也许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刘老师跑到县衙门口跪在那里 祈求白莲教主亲自施法 拯救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这白莲教教主 又是拿着他那一把神奇的仙刀 将妇人的小腹剖开 直接娶出了里面的孩子 一旁看着的大夫们 看得目瞪口呆 心里都觉得这个白莲教教主 也真能很下心 这一下孩子得救了 妇人肯定死得很惨了 所以这些大夫也还是十分欣慰 但是这些大夫没有想到的是 这白莲教教主 居然用针线将妇人附上的 那个刀口缝合 然后又用了许多草药 有的附在伤口上面 有的为妇人吃下 结果几天之后 这妇人居然神奇地醒了过来 到最后居然能够下地行走了 这些大夫这一下 对白莲教教主的仙术 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位仙术精妙的白莲教主 一下子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诱 崇高了许多 现在无限县城内 街头巷尾 都有人在谈论 这白莲教教主的神奇 而负责种植药材 挖矿和修续水库的百姓 也对杨云赞不绝口 从山中挖出的各种药材 这位从小生活在皇宫的皇子 几乎全部认得 并且还能准确地说出 这些药材大概的生长年份 它们的具体功效是什么 以及适合在什么环境下生长 这一下 让那些有丰富经验的采药人 佩服得五体投地 对杨云提出的 大面积种植这些药材的建议 非常积极地去遵照执行 而挖矿和修续水库的百姓 遇到难题 首先就想到 这似乎无所不能的白莲教主 当然 杨云也不负众望 许多众人无法解决的困难 他总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十分轻松地解决 这白莲教主 曾被仙人施法 在他的脑子里 放入了许多学问 所以他无所不能 不知什么时候 这样的说法 在无限百姓中传开 使得杨云的威望 在无限百姓中如日中天 县令郭龙等人 适时在县城内发布了道事 说白莲教教主 为了使白莲教发扬光大 决定在县城内 招收白莲教教徒 这个告示一发 无限的百姓纷纷行动起来 大家叫着嚷着 要加入着白莲教 对于想要入教的 老百姓郭龙的人 一概没有拒绝 于是这样一来 无限三万余人 有近半人都 加入了这个白莲教 对于这些积极加入白莲教的百姓 郭龙等人给他们的要求 就是必须宣誓 忠诚白莲教主 服从教中安排 白莲教的第一个命令就是 教中所有孩子都必须上学 县衙专门拿出银子 请县城中一些读书人担任教席 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免费的读书认字 此外 县衙还安排擅长各种技能的能人 给他们传授技能 为县城储备各种人才 更重要的是 杨云希望从孩子开始 让他们明白一些 自然现象的形成原因 从而慢慢地相信科学 并起迷信 接下来 杨云在百姓中 提出自己动手 丰衣足时的观点 鼓励百姓勤劳致富 县衙还定期表彰奖励 在各行各业中 踏实肯干 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大大调动了百姓们 参加各种劳动的积极性 在山中采矿的百姓 突然发现一种黑色的矿石 消息传到杨云耳中 他立即前往去看一看 这种被当地老百姓 称之为实孽的矿石 结果杨云到现场一看 不由地欣喜若狂 这东西 不正是自己以前 生活那个时代的没吗 这个东西 杨云可已经找了 他很久了 没想到 居然在这个地方 发现了他当杨云 叫来铁山等人 告诉铁山等人 用着实孽代替木柴 来打造的铁器的话 铁器的品质会提高许多 听杨云这样一说 铁山等人半信半疑 但是从他们认识杨云以来 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人 从他口中说出的话 一定有他的道理 于是 将信将疑的铁山等人 把这种黑色的矿石 当做燃料 使用到铁器制作里边 果然在不久之后 重新打造出来的铁器 品质比起以前 有了巨大的提高 这一下 让终身致力于 铁器打造的铁山 欣喜若狂 他没有想到 自己有生之年 居然能够打造 这样高品质的铁器 这可是好东西 对战场上的士兵而言 好的兵器 往往可以增加 他们在战场上生存的机会 欣喜若狂的铁山等人 立即开始使用 这种神奇的实孽 大规模的制造铁器 刘依的拓拔度 也给杨云带来了好消息 他从飞黄部 替杨云购买的 两千匹战马 还从飞黄部 请来几个养马的高手 跟着这两千匹战马 一起来到无限 刘依的马匹速度快 体力又好 是各国争相抢购的好马 有了这一匹战马 无限的作战能力 立即提高了一个档次 杨云马上安排人 跟着刘依过来的 这几个汉子 学习养马训马技术 这些宝贝可得好好爱护 有朝一日 它一定会发挥极大的作用 第一批种植的土豆 已成熟了 无限的老百姓 第一次看到这种农作物 他们的心里将信将疑 这东西能吃吗 结果 当他们尝试着把这些土豆 用在烧菜炒菜之中的时候 发现这一种 他们以前从没见过的农作物 吃起来 味道居然是这么的鲜美 一时间 这土豆成了 无限人民生活中的一种必需品 并且 它的知名度 也在周边县城慢慢地传开了 许多附近周县的百姓 慕名而来 要购买这种新品种蔬菜 可是这东西在无限境内 现在都是奢侈品 更何况其他周县 所以 这一第一批成长出来的土豆 被卖出了一个极高的价格 第一批听从县衙建议 种植这些土豆的老百姓 狠狠地赚了一笔 这一下大大的刺激了 无限的老百姓 许多人马上开始大面积 种植起这种新鲜的蔬菜 杨云也适时地 把这些准备种植土豆的百姓 全部召集在一起 给他们传授了土豆种植 一些要领 看着这些老百姓 兴高采烈地离开 杨云心中也十分满足 作为这一块土地的主人 老百姓的富足 就是对他而言最大的奖赏 第九十四章 天不遂人愿 无限百姓以空前的热情 参与到各种劳动中去 这一切 让无限的老人们感叹不已 这么多年来 无限的老百姓 从来没有闹出过 这么大的动静 日子一天天过去 无限现在最主要的几件事情 药材的种植 矿产的挖掘和出售 以及蓄水库的工程进度 一切都开始顺利起来 让无限到百姓们脸上 站出了笑脸 与此同时 田地里的稻穗 已经开始泛黄 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稻子就成熟了 总体说 这一年还算风调雨顺 看来 这白莲教主 给大家带来了好运 丰收已经指日可待了 可是上天 是否要给无限人民 一些可考验呢 庄稼马上就要成熟了 稻田里正是需要水的季节 可是老天爷 已经近一个月没有下雨了 这之前 各处河塘的存水 还勉强可以支持田地里的用水 可是 谁知道这无数个 红日当头的大晴天 各处河流和池塘的存水 已经严重不足了 这可把百姓们给急坏了 眼看就可以收获的庄稼 在这关键时刻 却掉了链子 幸好县衙有先见之明 前段时间 叫大家打了好些口深井 这井中还有一些井水 可以保证百姓生活用水 以及牲畜的饮水 可是 这一点水 对于大片大片的庄稼而言 那真是杯水车星了 县令郭龙和县城中文瑞等人 这几日被这 连日的大晴天急坏了 他们天天看着天上的红日 心里巴巴地 盼着他快点离去 换来一片乌云 城中的老百姓 已经悄悄开始在院子里 摆上香蜡纸前 跪在院中 开始祈求老天爷降雨 城中又有人 在传递这样一个消息 说是这县衙 惩治了一大批出家人 终于惹得天上的神佛洞目 准备以旱灾的形式 惩处无限老百姓 这些消息 开始在极个别百姓中 悄悄地流传 到后来愈演愈烈 很多百姓口中 都在传扬这个话题 听到这些传言 杨云一笑了之 在他的骨子里 从来不愿服输 他坚信 人定胜天的道理 所以他组织无限百姓 抓紧时间 修了不少水车 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浇灌问题 汉情不算太严重 有了这些努力 已经缓解不少 但是如果这样下去 今年粮食减产是肯定的 对于这一点 杨云还是有些遗憾 来无限的第一年 收成都不好 虽然可以想尽一切办法 征集一些外线的粮食 可以保证老百姓 能够填饱肚子 但是 这只是无奈中 要走的最后一步 由于连续晴天 所以天气十分闷热 到处见不到一丝风 这些个傍晚 很多人都热得睡不着觉 杨云是学医的 对前世的学科物理和化学 研究的都挺不错 有一天晚上 他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歇凉 燕晴和柳月 却飞快地思索着 突然 他有了一个念头 马上细细地思索起来 到最后 他觉得 不管希望大不大 还是要去试一试 白莲教主要亲自降雨了 这个消息 很快在无限的老百姓中 传了起来 施法降雨 这是无限老百姓 从来没有经历的现象 以前就只能靠天 虽然有些时候杀猪宰羊 祈求老天施舍一点雨水 但是效果却很不明显 现在听说白莲教主 吴王阳云 要亲自施法降雨 无限的老百姓们 一下子来了兴趣 他们都想看一看 这位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的白莲教主 是不是真的能降下雨来 这件事情 就是杨云思索好几天的结果 记得他以前 在一本杂志上见到过 古时这些法师施法降雨 虽然看着好像是封建迷信 有些荒诞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古代天汉的时候 人们会请巫师求雨 后来发展成让道士起雨 虽然是迷信 不过也并非没有道理 在上升气流 比较强烈的地方 人在地下敲锣打鼓 或者大喊 的确是有可能成云之雨的 但是这种降雨 是要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 首先要降雨的区域 现在没有下雨 但空气的湿度比较高 这才有降雨的可能 县衙传来消息 白莲教主要和老百姓一起 在县城中最大的空旷地带 施法降雨 要求全县的老百姓 带着锣鼓 和一切能够制造声响的东西 到县衙的空地上集合 一起见证白莲教主施法降雨 本来这一件事情 杨云没有多少把握 想悄悄地进行 但是这件事情 没有大家的一起努力 又没法成功 无奈之下 他只有把这个消息给传开 希望无限所有的老百姓 尽可能地参与到这次降雨之中 这一天终于到了 县城内的上万老百姓 几乎全来了 包括住在县城外的老百姓 都来了县城的空地上 聚起了约有一万三四千人 这可比无限任何一个 盛大劫人还多 按照白莲教主的要求 老百姓们都带好锣鼓 没有锣鼓的 就带着锅碗瓢盆 反正所有能够制造声响的东西 都带来了 正午时分 一袭白衣的白莲教主杨云 乘着一圣小叫 来到了降雨的地点 白莲教主来到厂中 走进去县衙 早已给他准备的中心的小圆圈 一块空白区域 只见对白莲教主走进厂中 口中念念有词 然后又把一些长箱 插在他四周的八个方向 然后盘坐在地上开始做法 这时 只见这白莲教主 从怀中拿出一张黄纸 用剑尖插住这张黄纸 这张黄纸在空中一飞 居然自己燃了起来 这张黄纸片一边燃 一边飘飘悠悠地落在地上 这时 白莲教主将手中长剑 往天上一指 大声喊道 白莲教主杨云 祈求龙王爷施法降雨 众相名 敲锣打鼓 欢迎龙王爷施法降雨了 随着杨云的这一声喊 他身边的这些百姓 立即敲锣打鼓 声音传向四周 在场所有老百姓 一见这个情况 都拿起手中的各种东西 尽力发出各种声音 一时间 整个县城中鼓声罗声 锅碗瓢盆之声 震天动地 这一下 整个大队似乎都在颤抖 杨云盘坐在地上 没有说一句话 但是众人都不知道 杨云心中其实是紧张万分 因为这种降雨 要求的条件太多 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为了无限的老百姓 他也值得尝试尝试 因为白莲教主和县衙的官员们 都没让他们停止声响 所以 老百姓们仍然卖力地敲打手中气息 让声音持续地在县城响彻不停 一炷香过去了 天上没有一丝 要下雨的迹象 杨云势力核心的这些人物 脸上开始露出了焦急的神情 因为降雨这东西 那可能性太低了 如果这件事情不能成功 杨云好不容易在城中建立的威信 可能会遗落千丈 所以 郭龙 巨远光 钟文睿 还有刘元等人 全部跑去劝阻杨云 希望他终止这次行动 但是杨云想着 为了无限老百姓的利益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也得搏一搏 就算降雨不成功 至少自己努力了 百姓们看着 没有一丝降雨气象的天空 也有些焦急了 他们开始议论纷纷 质疑这次行动的成功可能 正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天空突然出现一道闪电 紧接着 一声响雷在天雨间响起 这一声响 立即让众人心情好起来 有雷声 真的有可能要下雨了 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嗓子 大家加油啊 敲锣打鼓 欢迎龙王大人 龙王大人就快来了 随着这一声大喊 无限的老百姓们 移下来的精神 所有人拿起手中的锣鼓 锅碗瓢盆使劲地敲打着 尽力发出最大的声音 他们期待着 天上的龙王 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 能够听到老百姓们的祈求 希望他老人家 网开一面施法降雨 也许众人心动的祈求 被龙王感觉到了 也许在锣鼓喧天的声音 让龙王听到了 总之慢慢地 天空开始乌云密布起来 众人开始高兴了 不顾手臂的酸麻 用力地敲打着 很快又一阵电闪雷鸣 紧接着 逗大的雨点 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老百姓们欢呼起来 他们继续卖力地 敲打着手中各种气息 雨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地 落了下来 没有一个人带雨具 也没有一个人离开 他们兴高采烈地看着天空 等待的雨滴继续落下 雨越来越大 不一会儿 好多人身上被雨淋湿了 但是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欢快的笑容 老天爷终于听到 老百姓们的呼声 龙王爷终于开眼了 开始降雨了 大家在雨中呼喊着 嬉戏着 狂奔着 看着场中最中心 那个白衣青年 众人的心中充满了感激 这就是我们无限的主人 有了这样神通广大的主人 有了这样法力无边的主人 无限的老百姓 一定会过上更加快乐的日子 更加幸福的日子 想到这里 百姓们交头接耳 欣喜地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身边的人 一时间 无限老百姓的心中 都充满了幸福感 这种幸福是他们心中 现在真正认可的主人 白衣教主 他们的吴王殿下 给他们带来的第95章 夺梁大战 雨下的并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这些 急需雨水滋润的庄稼而言 那真是太宝贵了 这一场雨 大大的缓解了 无限老百姓对水的需求 保证了今年粮食的丰收 有了这一场雨的帮助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后 田地里的庄稼 开始成熟了 照目前情况来看 今年收获的庄稼 比起前几年要多上许多 无限老百姓 下一年不会为粮食而忧心了 报告殿下 县城东郊城村的粮食 被土匪抢收了 刘远匆匆而来 向刚刚起床的杨云报告说 杨云一听大吃一惊 怪不得这几月来 这些土匪没有什么动静 原来这些家伙在悄悄计划 要抢夺百姓们种的粮食 百姓们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 眼看就到收获的时候 他们跑来窃取劳动成果了 这怎么行 不给他们狠狠的打击 来年百姓们 哪里还有积极性 继续种好粮食 杨云把郭龙 巨远光和钟文瑞等人都叫到一起 一起商量如何应对此事 最后大家决定 把县城所有的士兵都用上 甚至犀牛谷和造脚沟的土匪都派出来 分别守在各地 可是事实证明 这样做是徒劳的 过了几天 又有一个村庄的粮食 全部被土匪们收走了 还杀了几个拼命护粮的百姓 无限的土地面积虽然不多 但分散在县中各地 县城的士兵 和两个寨子土匪人数有限 是不可能把每个地方都兼顾到的 而张开牛和吴老七等土匪 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 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 他们总能找到没有人守护的地方 很快地就把粮食给收走了 好几个村庄的粮食被土匪收走 还死了不少人 老百姓们怨声载道 他们痛骂土匪的贪得无厌 但也为县衙的没有作为而议论纷纷 对于这件事情 郭龙和巨远光这些智者 都觉得无计可施 这些土匪好像知道他们 藏身于哪里似的 反正有埋伏的地方 他们根本不会露露面 而县城士兵和两个山寨的人 没有顾及到的地方 他们反而会恰到好处的出现 很快地收走了各种粮食 然后又藏身于大山之中 正在杨云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人进来报告 说犀牛谷的严雄来了 杨云一听心中十分高兴 严雄这个时候来肯定有好的建议 犀牛谷的严雄 与造脚沟的刘海妮 实际上是杨云的人 这件事情在杨云势力内部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所以严雄来到县城的时候 也非常低调 带着一个大大的斗笠 在县城中走动时 居然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无限祸祸有名的 犀牛谷山寨大当家严雄 干爹里面请 来坐这儿 请喝茶 杨云亲自把严雄迎进大厅 云儿 我们现在这样是抓不住他们的 在整个无限境内 我们和刘海妮的山寨 甚至你们县城里边 都有各股土匪安插的人 你们的士兵埋伏在的哪里 我们的人埋伏在哪里 他们都不难知道 所以这样是不可能抓住他们的 严雄看着大厅内的众人 认真地说道 干爹既然专程前来 一定有解决此事的办法 还请您老人家不吝赐教 杨云笑着说道 大厅里的郭龙和钟文锐 以及聚远光的人 也看着严雄 等他说出自己的办法 我们这边有他们的人 当然他们那里也有我们的人了 就看谁能把这些人的作用 发挥得最好 严雄笑着说道 张老大 你这个办法真好 我们这几次搞到这么多粮食 今天我们又去哪个村 八王寨中 乌老七笑着对张开牛说道 这几天收获很不错 乌老七十分高兴 被这新来的吴王打压了这么久 终于有扬眉吐气的机会了 我是一个粗人 怎么能想出这么好的办法 这都是我们军师想出来好主意 张开牛笑着说道 同样的办法 不能用得太久 我们已经搞了这么多粮食了 再干两次 我们就得收手 张秀拿起手中的折扇 删了几下 表情十分淡定 但还是从眉梢和嘴角 流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乔家村是无限一个 比较偏僻的小山村 这村子虽然不大 但是有一片十分肥沃的土地 粮食收成总是挺不错 今年老天爷很给面子 庄家长得挺不错 虽然前一段时间 有些小小的干旱 但是在白莲教主成功求来了雨水 解决了庄家的燃眉之急 所以 今年的收成特别好 乔家村的村民们特别高兴 眼看着田地里的稻穗就快成熟 正打算再过几日就开始收割 谁知这一天 天刚刚放亮 一群土匪突然闯进了村子 他们二话不说 拿起手中的工具 就开始收割田地中的粮食 乔家村中众人十分焦急 这可是大家下一年的口粮啊 他们当然不甘心 任由土匪 把他们来年的口粮给抢走 于是 众村民手拿锄头扁担 就朝这些正在收割 自己粮食的土匪冲去 村民们刚冲到田地边 就见一阵箭雨 冲着他们直视而来 冲在前面的几个人 倒在血泊之中 村中的富人孩子 吓得尖叫连连 还有一些村民 抱着自己倒在血泊中的亲人 失声痛哭 村长乔山 今年六十多岁 在乔家村的声望特别高 见到这种情况 他万分焦急 知道这些山里的土匪 前几日在其他几个村庄 抢走了不少粮食 还杀了一些守护粮食的百姓 没想到 今日这些家伙 居然跑到自己的村庄来了 快撤 回自己家里去 乔山大声喊道 粮食没有了 还可以再重 命没有了 那真是什么都没有了呀 所以乔山拼命地劝阻大家 可是村子里有几户人家 见辛辛苦苦中的粮食 眼看就要被土匪抢走 而自己的亲人 又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们控制不住自己愤怒 要和土匪拼命回去回去 赶紧回村里去 粮食没了 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 土匪太过凶残 人数又特别多 我们不能白白丢了性命 乔山站在众村民的前方 拼命阻挡 想要冲向土匪的村民 一只长剑 正中乔山的背心 剑剑从他的胸前露了出来 紧接着 又有两只剑射中了他 乔山身上的衣服 马上被鲜红的血液染红了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 喊道 回去 看着乔山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眼睛还看着村民的方向 而他的手 还在向村民的方向挥舞 示意他们赶紧撤回村里去 无奈之下 村民们只得忍住悲痛 纷纷撤到村子里面 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土匪 抢夺自己辛辛苦苦 种出来的粮食 这群土匪这段时间 经常做这样的事情 动作已经非常熟练了 他们拿起手中的镰刀 迅速地将盗碎割下来 装在随身背负的口袋里 不久之后 乔家村村民们 这一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 就被收割一尽 收割了庄稼 这些土匪毫不迟疑 背着沉甸甸的盗碎 就往村外撤去 谁知这群土匪刚刚跑到村头 就发现一群手持刀枪的士兵 拦住了他们前进的去路 糟了 怎么会有官兵来了 不是有线报说 他们今日不会来乔家村吗 看着这群严阵以待的士兵 张开牛自言自语地说道 原来 杨云根据严雄的建议 故意在士兵中间发布命令 今日要埋伏在城外几个村庄 阻击土匪抢粮的行动 而在临行前 却把士兵聚在一起 来到城外等候山中传来的消息 杨云的这个命令 很快被土匪安插在士兵中的探子 通这山中的土匪 所以张开牛 才能放心大胆地突袭乔家村 而严雄安排在土匪中间的人 将张开牛 今日要带着土匪 突袭乔家村的消息 传递到县城中间 得到消息的刘远等人 马上快马加鞭地赶往乔家村 乔家村的距离 离县城相对有点远 所以等这些土匪收割完庄稼 快要走的时候 刘远才带着人赶了过来 到无限这么久以来 土匪和县城士兵 进行了数场大战 已经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双方一见面 连试探都没 直接开始了惨烈的厮杀 这些土匪都是亡命之徒 并且此时他们知道 如果不拼命 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所以这些人的 在张开牛和乌老七等人的带领下 嗷嗷叫着向官兵们冲了过来 但是官兵的人数比他们多得多 几乎是两三个人打一个人 所以尽管这些土匪十分凶悍 但他们仍然不是官兵的对手 所以不久一会儿 土匪们就处于下风 但让他们更为绝望的是 这时候乔家村的村民们 见这些土匪被官兵挡住 立即来了精神 他们马上拿起扁担 锄头 菜刀和斧头 叫嚷着向这些土匪冲了过来 要抢回他们的粮食 为亲人们复仇 这一下 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土匪 在乔家村村民和官兵的两面夹击下 一下子崩溃了 他们开始丢下背上的粮食袋子 拼命地朝四方逃散 第九十六章 灭匪 可是这些官兵和村民们 怎么可能让这些土匪逃掉 他们不管逃到哪里 总有村民或者官兵紧紧跟随 一时间许多土匪倒在地上 看着倒在地上的土匪 张开牛万分焦急 他知道这一次 他们很可能会遭受重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想要再缓过来是很艰难的 危急时刻 张开牛一声大喊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能突围的就突围 能够活着一个是一个 有机会再为死伤的兄弟们报仇 说完这句话 张开牛拿起手中兵器 朝官兵们杀去 张开牛功夫挺不错 不一会儿就杀死了好几个官兵和村民 眼前即将突出重围的时候 却见一个手持长锤的大汉 挡住自己的去路 张开牛一见这个大汉 心里就凉了半截 因为在上次攻打县城的时候 就因为这大汉功夫十分高强 有好些个土匪死在他的锤下 这个大汉正是赤木 听说要去阻击土匪 赤木二话没说 扛起长锤就跟刘远来了 赤木举起长锤大杀四方 很快砸死了好几个土匪 郑心里想着这些土匪 怎么没有一个像样的对手的时候 只见看着一个功夫 还比较不错的汉子 起码冲了过来 他心里马上高兴起来 没办法 张开牛只有硬着头皮 和迎面来的赤木大战起来 在无限周围这一帮土匪中 张开牛的功夫 还是算挺不错的 只不过他遇上了赤木 所以不一会儿 他就处于了下风 没办法张开牛 只有鼓起勇气 拼尽全力与赤木大战 争取能够找到一次机会 突破重围 就实力而言 张开牛远远不是赤木的对手 但现在面临生命的威胁 张开牛爆发了全部潜力 终于在拼着付出一点小伤之后 他摆脱了赤木的阻击 骑着马迅速朝村外逃去 成功逃出官兵拦截的张开牛 顾不上还被重重包围的兄弟们 拼命催动坐下的战马 发疯般地向山寨的方向奔去 跑着跑着 而听着身后传来脚步声 张开牛转头一看 不禁吓了一大跳 之前刚刚和他大战的赤木 肩上扛着自己的长锤 竟然跟在自己的身后 紧紧地追上来了 见赤木距离自己已经不远了 张开牛魂都快下没了 这家伙怎么这么变态 光凭自己的双脚 居然能够追上骑马的自己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张开牛也没有了其他办法 他只得继续策马狂奔 企图甩脱身后追击的赤木 但是事实证明 张开牛的想法是错误的 只见赤木卖动双腿 飞快地朝张开牛追了过来 并且距离越来越近 眼见无法摆脱后面追击的赤木 张开牛也没了其他办法 干脆将马将一乐 停在原地 紧握手中兵器 准备和赤木拼命 张开牛本来就不是赤木的对手 在刚当的大战中 有受了一些小伤 实力就更加不济了 反观赤木这家伙 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 刚才的一场大战 又追起了张开牛这么久 居然仍然精力十足 不一会儿 就将张开牛砸倒在地 唉 这小子也太不惊打了 看着倒在地上死的 不能再死了的张开牛 赤木摇了摇头 扛起长锤 由乔家村的方向走去 等赤木赶回乔家村的时候 这里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上千的土匪 在官兵和乔家村村民的 联合夹击之下 很快死伤惨重 到最后一个土匪 见形势不妙 立即丢下了手中的兵刃 跪在地上祈求饶命 这件事就像有传染似的 其余的土匪见状 也许多这个土匪的样子 丢掉兵器跪在地上 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匪 跪地投降 这一场战斗 很快就结束了 这一战土匪遭到了重创 一千多土匪 有一半被官兵和老百姓杀死 还有接近一半的人投降了 只有极少数人突破了包围圈 逃回了山里 乌老七和张秀 就是少数这逃出去的幸运之一 官兵和乔家村百姓 把领头张开牛 作为关注的重点人物 乌老七趁机杀死几个官兵 冲出了重围 而张秀一直跟在乌老七的身后 也趁机溜出了包围圈 躲在村外的一片茂密山林里边 这片林子 是张开牛进入乔家村之前 为了预防万一预定的撤退后的聚集点 他们两人在这片山林中 等了一两个时辰 结果只有二三十余名土匪 来到林中集合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他们不敢久待 只好带着这二三十名土匪八王寨 在所在的山峰走去 为了避免被官兵和老百姓发现 乌老七和张秀边躲边走 所以形成就十分慢 结果 他们还没有走到八王寨 就遇到一股溃逃而来的土匪 这群土匪 正是当初留守八王寨的一些土匪 这些土匪 给乌老七和张秀 带来了一个让他们绝望的消息 他们精心选择的一手难攻的八王寨 居然被攻下来了 攻下八王寨山寨的 正是严雄和刘海逆等人 按照原定的计划 严雄和刘海逆 带人等在乔家村外不远处 等刘远带人围住乔家村的土匪之后 将把一些投降的土匪 交给严雄和刘海逆 让他们去骗开八王寨山寨大门 结果刘远的运气很好 在投降的土匪中 居然有一个八王寨八大首领之一 这家伙 原来是无限一小股土匪的头目 当日各股土匪汇集在一起后 他就成了八个 头领之一 但这家伙贪生怕死 在和官兵的战斗打响后不久 见手下土匪死伤好多 他立即下的魂飞魄散 见有土匪投降 他也联盟和这些土匪 一起跪在地上 成了俘虏 刘远等人很快将这个匪首 和一部分投降的土匪 交给七威和刘海逆 有了这一个八大首领之一的家伙 严雄和刘海逆等人 顺利地叫开了八王寨山寨的大门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严雄和刘海逆的手下 很快将山寨夺了下来 歼灭了和俘虏了大量土匪 只剩下少数数的土匪趁乱逃走 最后 乌老七和张秀 将八王寨剩下来的土匪聚集在一起 轻点了一下人数 这时候 他们手边剩下的人已经不足百人 见手下只有这么少一点人 乌老七和张秀十分绝望 他们商量了一下 觉得照目前的情况 他们已经不适合在无限地界生存了 于是乎 乌老七和张秀 带着剩余的不出百人的土匪逃离了无限 到附近的县府寻找生存之地 至此 几十年来从未肃清过的无限土匪 在杨云来到无限不足一年的时间 全部肃清了 当然 在向朝廷汇报的时候 杨云听从严雄和巨远光等人的建议 向朝廷汇报 经过数次大战 无限官兵顺利地消灭了 以张开牛和乌老七为首的土匪 共计五千余人 大大的减轻了土匪对无限的压力 但是无限山中仍然有 犀牛谷的岩雄和造脚勾搭刘海尼两股土匪 这两股土匪中都有两千多人 所以 希望朝廷支持无限 继续制造兵器和招募官兵 使无限限衙有和土匪抗衡的实力 伏皇杨成凤本来就对 将这个儿子安排到无限这样平级的地方 而有些愧疚 对于杨云的这些要求 他很大方地一一答应了 虽然没有给杨云派一兵一卒 也没有送来一两银子 但是有了朝廷的许可 杨云在制造兵器和招募宪兵的时候就大胆多了 而这一次和土匪的战斗 能够取得较大的胜利 除了众人的运筹帷幄和官兵的勇往直前外 铁山等人用没烧制出来的兵器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改进技术后的铁器品质大幅度提升 在和土匪战斗的过程中 官兵的兵器和土匪兵器相击 一般被击断的都是土匪的兵器 所以 许多土匪在和官兵打斗的过程中间 由于兵器被对方损毁 立即处于下风 很快就被官兵杀死了 导致这次围剿土匪的战斗中 官兵损失人数很少 伤亡仅仅不足百人 一直以来 无限的土匪都是杨云等人心中的一根刺 虽然后来土匪受到重创规模已经减小很多 但是这些家伙藏在暗处 时不时要跳出来破坏无限的发展 让百姓们提心吊胆 这一次 终于将这些土匪彻底地赶出了无限 让杨云等人心情一下舒畅了许多 他们现在终于可以和其他县府一样 规模不仅没有减少 还增加了不少 这一次 八王寨投降的土匪全部被安排到 犀牛谷和造脚沟土匪山寨之中 对于这样的安排 这些投降的土匪们是十分满意的 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在山林里的生活 叫他们生活在县城里边 他们也不会习惯 现在让他们继续在山中继续做土匪 他们当然很高兴了 对于县衙而言 这也是一件好事 这些投降的土匪 如果把他们全部杀了 又显得有些残忍 但如果全部关在县衙的牢狱里面 这样一来 又会浪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而如果直接让他们在无限生活 又担心 这些常年打架结舍的家伙 影响无限的治安 所以 把他们安排在犀牛谷和造脚沟 继续做土匪 这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第97章 发展 没有了土匪的骚扰 无限的老百姓开心多了 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收割 自己这一年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 见老百姓们 成熟的庄稼来不及收割 杨云便组织县中的县兵们 帮助老百姓收割粮食 在杨云看来 这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 但在大幅的这个时代来说 这些当兵的这些官老爷们 没有盘剥老百姓的利益 就算大清官了 没有想到 这吴王居然还派手下的士兵 帮着老百姓收割粮食 这让老百姓们觉得惊异无比 经历了开始的忐忑不安 老百姓们发现 这些宪兵们是真的 真心地在帮助他们 心中立即充满了感激之情 有了县衙和县城内的宪兵的帮助 这季的庄稼顺利收割完毕 下一季的种子也播种好了 此外 杨云还从记忆中搜索了好几种 老百姓们用日常能见到的一些材料 制作成肥料 有了这一措施 新播种下去的种子成长很快 让众百姓对新一季粮食的丰收 有了更大的期望 对于百姓而言 他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不再饿肚子 可是在杨云看来 不饿肚子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阶段 能让每一个无限老百姓 都过上富足的日子 这才是杨云最期望的 但是世间的事情 往往不能一帆风顺 这是出了一件事情 让杨云企图靠着山中的药材 还有新种出来的一些药材 让无限老百姓 能够快速增加收入 这计划受到阻碍 药材的销路出现了问题 无限周边好几个县 也是多山的地方 这几个县跟无限一样 地方十分贫瘠 并且 这几个县府的各种药材 也十分丰富 所以销往这几个县区的药材 几乎是无人问津 而向更远的一些富足的县区 输送药材 距离又太遥远 虽然有一些药材商人 源源不断地把收起来的药材 输送得更远一些的县府 但是这输送出去的数量 源源比老百姓们 在山中挖取的药材 和自己种出的药材 要少得多 老百姓们辛辛苦苦上山去挖出的药材 结果卖不出去 或者买出来一个很低的价格 他们当然不开心了 这样一来 他们挖掘和种植药材的积极性 当然就降得不少 见到这一情况 杨云也觉得有些无奈 但是转眼间 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他把收集起来药材 根据自己的经验 针对这个时代经常出现的疾病 如风寒 伤寒和瘟疫等 写出了一些药方 让药材商人 把这些搭配好的一副副中药 直接销售出去 对大福百姓而言 这是一种他们从没有见过的形式 所以 好些人一直处于观望状态 见这种方式销售量很差 无限的这些药材商人 开始犹豫起来 不敢在配置这种成品中 要出来销售 但县城中文睿和铁山等人 作为最先跟着杨云的一批人 对他有着一种盲目的崇拜 觉得这位少主是无所不能 所以 他想出来的办法 一定是有效的 在这些人的鼓励下 无限的药材商人 才半信半疑地坚持 制作这种成品的中药 久而久之 有一些生病来不及看大夫的周边百姓 大家尝试着 用杨云搭配好的这些中药治病 时候却发现 效果十分明显 于是乎 无限这种特殊的搭配好的中药 在大夫很多周线里面 开始热销起来 这一步尝试的初步成功 杨云又来了积极性 根据自己的经验 他将一些山中的药材 以吸药的方式制成药丸 这些药丸 比起大夫最常见的中药而言 治病的效果特别快 有了前一次尝试的成功 这一次制造出来的药丸 很快得到大夫百姓的认可 老百姓们的欢迎 使得无限的药材 在大夫境内知名度很快地起身 许多离无限很远的药材商人 也不远千里 到无限来收购药材 和各种成品药物 商人们不断往来于无限 很快带动了无限 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很多有眼光的老百姓 从中受到益处 挣了不少的银子 受这一件事情的启发 杨云又有了新的想法 首先他根据自己的经验 开始尝试制作肥皂 经过无数次试验过后 杨云真的制造出了肥皂 这一下使杨云开心起来 他找来一些头脑灵活的百姓 指导他们制作肥皂的技术 不久之后 制造出来的肥皂 率先在无限百姓中开始使用 很快 百姓们发现 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比起以前自己用皂脚洗衣服 效果好得多 并且价格又不贵 于是这些东西在无限 变成老百姓非常喜欢的新鲜事物 紧接着 让来往的商人 把这些东西 销售到大夫的各个州线 很快在大夫境内受到欢迎 许多商人不远千里来到无限 把这种神奇的东西 带到大夫几乎所有的地方 有了这一次成功之后 杨云又尝试做出了玻璃 这一新鲜事物的问世 顿时让大夫所有的百姓趋之若鹜 把这种叫玻璃的东西 放在自己的窗户之上 可比以前的那些纸壶的窗户 皆是多了 也亮堂多了 同时 有了这些玻璃的保护 制作出来的油灯 再也不怕风吹了 很多夜行的人 喜欢上了这种不怕风吹的 叫做马灯的新鲜事物 除此之外 杨云还做出了一些尝试 根据自己的经验 制造出一些这个时代没有 但是又非常实用 价格也不贵的一些新型产品 这样一来 使得无限在整个大夫的知名度 迅速提升 有了这些东西 无限老百姓们的收入明显增加 许多老百姓都积极地加入了 这些新型产品的制造行列之中 老百姓们的收入增加了 当然 县府得到的税收也就增加了 大家不再为填饱肚子而奔波 有了这一保障 杨云就把目光放在了军队的训练之上 经过一番努力 现在有宪兵五千人左右 由于无限的百姓并不多 所以能够有五千人的规模 已经挺不错了 既然无法 增加宪兵的人数 那就只有在加强他们的 作战能力的方面下功夫了 杨云手下的郭龙 薇薇和刘远等人 都是带兵打仗的一把好手 他们根据战场的需要 把他们分成了各种不同的兵种 无限现在有两千匹 从刘易购来的骏马 所以郭龙等人 从县城县冰河山寨中的土匪中 选出了两千骑术特别精湛的人 组建了骑兵队 另外 又选出两千射数挺不错的士兵 训练成了弓箭兵 还选出两千人单兵 作战能力比较强 杨云安排铁山等人 为他们精心打造了两千支长枪 把他们训练成了长枪兵 为了在战场上应对敌人的弓箭 所以还训练出了一支 一手持盾一手拿刀的刀盾兵 其中 土匪中间还有一些翻山越岭 攀岩能力非常强的 还被训练成了特种兵 专门用来执行一些特殊任务 把这些士兵按特长进行分类之后 接下来就是对他们进行战术训练 无限的这些士兵和山中的这些土匪 好多人单打独斗的能力比较强 但是缺乏战术素养 所以郭龙等人 首先对他们进行了作战时 相互配合的训练 把这些分为三人一组 五人一组 七人的阵型 针对不同的情况 选择不同的站位方法 把这些士兵组合在一起 有的负责防御 有的负责进攻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 这些士兵的战术素养 有了明显的提升 接下来又是对这些士兵 进行阵法的演练 郭龙作为前楚国兵马大元帅 精通各种阵法 在冷兵器时代 不同的阵法适应于不同的战场 在大型作战的时候 许多精妙的阵法 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郭龙带领储兵 和周边各国士兵交战的时候 就是利用这些阵法 多次在战场上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在逆境之时 反而取得胜利 但是这种阵法 对士兵的要求很高 如果在战斗中 士兵不能按照指挥官的命令 到达自己准确的位置 不仅自己会有生命危险 还可能使得整个阵法 因为过别人被带乱 而导致迅速溃败 所以 在进行阵法训练的时候 郭龙以身作则 对这些士兵进行细致讲解 经过了好几个月的训练 他们才能够按照郭龙的指令 勉强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 使用不同的阵法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 无限的这些宪兵 和山中的土匪 终于不再是游兵散涌状态 有了一些正规部队的模样 这一情况 让负责训练的郭龙 和刘远等人十分开心 下一步 他们就按照起初制定好的计划 进行对战演练 对战演练分为遭遇战 双方士族人数一样 所拿兵器也一样 在野外相遇 卖力地进行拼杀 这样接近真实作战的训练 虽然有一些受伤的现象发生 但是负责训练的郭龙和刘远 还是比较满意 因为训练就得像真正在战场上一样 要全力以赴 才能取到训练的作用 还有一种训练是攻防战 在战场上 时常会遇到需要攻城的时候 所以刘远和郭龙 把士兵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进行城池防守的训练 一部分进行攻城的训练 为此 郝阳云还安排工匠们 为负责攻城的队伍 准备了许多攻城气线 但同时 也为负责防守守城的 以防准备了一些守城的工具 第98章 回西京 一场场接近真实打斗的训练进行下来 这些宪兵和土匪们的作战能力 有了明显的提升 比起一年前 无限宪兵的战力 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些本来是没有多少作战经验的新兵 通过这一年的训练 成为了作战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兵 看着这些士兵一点点的进步 杨云心中十分高兴 因为现在的大福 虽然和各国暂时没有战事 但是 这仅仅是短暂的平静 从飞鹰部得到的消息来看 大福周边各国都有一些异动 特别是大福的宿敌楚国 他们经历了皇位的变迁 新皇赵元让 已经慢慢地 将反对自己的人一一清除 所有重要部门 都安插上了自己的亲信 国家政权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按照楚国人好战的个性 也许不久之后 就会有比较大的战事发生 只有让这些有限的士兵 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 才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转眼间 杨云来到无限 已经接近两年的时间了 前几天 杨云刚刚过了自己的17岁生日 根据之前福皇的安排 等他满了17岁 他就会回到西京 和池里完婚 杨云坐在县衙之中 脑海里浮现出 这个温柔似水的女子的倩影 不由陷入了甜蜜之中 估计朝廷的圣旨 已经在来无限的路上了吧 对于完婚这件事 杨云还是非常期待的 特别是前段时间 最强的三个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 越来越激烈了 朝中大多数的官员 都分别依附的 在三方势力门下 只有一少部分官员 不愿意参与皇子之间的争斗 自顾自地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目前 各方的动作 现在是越来越大 几乎是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了 而福皇对于此事 却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更加助长了这三个皇子的气眼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母妃司马裕 以及未婚妻池莉 留在西京 是非常危险的 而母妃司马裕还好一些 因为她一直住在皇宫里里 有福皇杨成凤的庇护 但是池莉父亲 虽然是吏部尚书 但这人历来清高 也不喜结党营私 所以根本没有多少自保的能力 如果是遇上突发事件 池莉将会处于危险之中 而如果顺利成婚的话 杨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将池莉带到吴县 远离西京的风风雨雨 杨云的预料没有错 没过几天 福皇的圣旨就来了 那么宣吴王杨云近日回京 迎娶吏部尚书 池尚文之女池莉 为吴王妃 这一次自己离开吴县 由于路途比较遥远 再加上已经封王的皇子成亲 各种程序十分繁杂 所以会花很长的时间 那么 杨云就会离开吴县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临走前她 必须把吴县所有的事物安排清楚 才能够放心地离开 幸好 骚扰百姓多年的土匪已经肃清 杨云可以放心大胆地离开 不用担心 他们在路途上袭击自己 或者趁自己走了过后 来攻打县城 同时 吴县的各类事项的发展 已经走上了正轨 无论是山中挖矿采药 还是负责挖水区蓄水库 种植粮食的百姓 都按部就班地进行 再加上郭龙和钟文锐等人十分能干 可以在自己不在的时候 担起重担 所以对于这些事情 杨云没有什么担心的 其实在杨云的内心深处 他最放不下的 反而是他麾下 那几个属于自己核心势力 自己最重视最信任的这一群人 现在杨云手下最核心的这一批人 主要来自四个层面 一批是大幅朝廷的官员 如七威和刘远等人 还有一批是自己母妃司马玉 留给自己前朝的无影位中众人 如钟文锐 姚霞和铁山等 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外邦的几人 如郭龙和赤木等人 最后一批人 当然就是严雄 刘海妮等无限原来的土匪 这四批人对于杨云 都是忠心耿耿的 但是他们之间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如刘远 七威等人 一直对大幅朝廷效忠 虽然现在属于杨云麾下 但他们骨子里的忠于福皇 忠于朝廷的思想 还十分严重 像钟文锐和姚霞等人的身份 杨云虽然没有对七威和刘远等人名言过 但是 他们还是隐隐约约的 还是知道无影位的存在 但是出于对杨云的忠心 他们只是装着什么都不知道而已 但是在他们骨子深处 对于钟文锐和姚霞等人 还是有一些防备心理的 同样对于姚霞和钟文锐 这些前朝的官员 他们之所以愿意效忠杨云 是因为杨云是前朝皇帝司马南的外孙 效忠杨云也就相当于以前的大晋王朝 但是 他们对于七威和刘远等来自大幅的官员心中 还是有一些隔阂的 同样还有郭龙 他在加盟杨云势力集团的时候 就明确表达过 他只辅佐杨云 不愿为大幅朝廷效力的思想 这当然也会和刘远和七威等人 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 还有像严雄和刘海逆等人 他们本来就是因为对大幅朝廷的种种不满 所以才凡尔离开家到山中为匪的 他们当然也会对忠于大幅朝廷的七威和刘远等人 有一些不满的情绪 对自己手下这些核心人物 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表明出自己的态度 但从处理一些事情的方法 和平时对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他也能够看出端倪 如果自己一直待在无限 他还是有信心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 慢慢地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 但现在 自己要较长时间离开无限 那么就得考虑如何让他们和睦相处 这件事情 思前想后 杨云决定把聚远光留在无限 因为在他的势力中 真正和大家都没有任何隔阂的 就只有聚远光和赤木俩人 聚远光是一个落地学子 属于最先加盟自己的 那一批人 跟所有的人都没有什么利益纠葛 同时 聚远光这人思虑缜密 处事能力十分强 虽然杨云没有给他明确的职务 但是众人都知道杨云对聚远光的信任 所以 他隐约成为杨云势力中 仅次于杨云的二号人物 按照原定计划 杨云是想把聚远光带在身边的 因为在西京 可能会遇上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有聚远光这样的智囊存在 关键时候 可以为自己出谋划策 可以帮助自己解决一些麻烦 而赤木式的武痴 除了找人比武和练武之外 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所以 他反而和所有人 几乎都能处好关系 但就目前的情况而看 无限还需要一个 让所有人都幸福能的人来 带动大家 所以 杨云思前想后 最终决定 让聚远光留在无限 出于这种种考虑 杨云决定 此次回西京 带上赤木 齐薇 燕琴 柳月 和一帮侍卫 再从宪兵中 选出一部分功夫比较好 对自己又比较忠心的人 凑成一支千人左右的队伍 有这样的阵容 在回西京的途中 应该没有谁敢轻易打自己主意了吧 来到无限 已经快两年时间了 在这两年里 经历了许多事情 杨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 把它视作自己的家园 坐在马车中 看着还有些破旧的无限街道 此时的杨云心中充满不舍 回西京的队伍 很快来到县城城门 马车突然停下了 这时一直行走在马车旁边的七威 向杨云报告 有数千无限百姓 自发来到城门前 要为白莲教主 吴王殿下送行 听了七威的报告 杨云立即先开马车的轿连 向城门方向望去 只见城门两侧 站立足足四五千人的 无限男女老幼 他们看着杨云马车来到的方向 纷纷后退 让出了一条道工整个队伍前行 这些老百姓 看着马车驶来的方向 立即停止了相互之间的交流 静静地望着缓缓而行的马车 看着这些眼中充满不舍的男女老幼 杨云的眼角不禁湿润了 这一刻 他的心中充满着自豪 来到这个世界 他从来没有想过 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来到无限 他也没有想太多 只想着 而杨云来到无限所做的 这些事情都是老百姓们最需要的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 杨云就在老百姓的心目中 有了非常高的地位 杨云把头和手伸出马车外 向道路两旁的百姓拼命地挥手 这这一瞬间 他在心里把这一群人 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吴王殿下一路顺风 早日回来 恭送白莲教主 助教主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白头偕老 看到杨云 在场的无限百姓激动起来 他们纷纷向杨云的马车挥手 大声喊着各种祝福的话语 这些老百姓没有人组织 他们自发地来到县城门口 向这位无限带来 平安和富足的年轻人道别 看着马车越行越远 现场无限的百姓们拼命地挥手 使劲地大喊着 以至于杨云的马车 已经驶出县城很远 还能看见背后长长的队伍 听见他们大声的呼喊 第99章 谈话 杨云和聚远光等人的估计是对的 杨云在无限 大大挫败了盘踞无限多年的土匪 使大夫全国上下都知道 吴王手下有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 所以在返回西京的路上 没有一股不开眼的土匪 再来找他们的麻烦 于是杨云所带的这一支 只有千余人的队伍 一路顺利地回到了西京城 看着前方的西京城城门 杨云新潮澎湃 离别两年 终于又回到这里 城门口来迎接杨云的 只有孔元和燕飞飞等人 这是杨云刻意追求的效果 这一次杨云从无限回来 消息是高度保密的 所以迎接他的人十分少 和上一次从刘仪回西京不一样 因为现在自己已经封王了 还有了一块挺大的封地 而今的杨云 在大夫朝野众人看来 已经有了一争皇位的可能 他的回京 当然会吸引大夫上下无数的目光 所以杨云此次选择低调入京 虽然他也知道 这么大一支队伍回京 不可能瞒过京城各大势力 但他是想通过这一行为 让所有人表示 自己无以皇位之争 从燕飞飞给自己传递的消息来看 现在京城中 几个皇子之间的争夺 已经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了 所以自己必须低调行事 可不能成为 其他几个势力瞄准的对象 杨云虽然早早地表明了态度 要站在五皇子圣王杨明的身后 但实际上长久以来 杨云很少参与 杨明势力的一些活动 所以他也算不算 圣王势力中最核心的人物 这样一来 使得他始终和杨明 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 但是好处在于 其他几个势力 都没有在打杨云的主意 但是现在 杨云封了网友了自己的封地 身边也聚起了一大帮子人 在朝中的话语权 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再不是大家眼中 那个懦弱胆小的 十三皇子了 在离开无限的时候 杨云就和聚远光等人 讨论了这一次回夕金的策略 制定了少出头 少发言 尽量低调的刑事策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杨云感觉十分意外 仔细想想 好像也在情理之中 吴王殿下 圣王明日午时在府中设宴 希望吴王殿下 能够准时参加 吴王殿下 皇上命您回家稍作休整之后 晚些时候到荣华殿去面圣 刚到吴王府门前 门口一个下人 和一个公共站在门口 向杨云传递了两个消息 杨云听了 心中暗暗吃惊 西京城中这些人 果然神通广大 自己没向任何人 透露回西京的准确时间 但是他们依然知道自己回来了 让杨云惊奇的事情 还在后面 他回到吴王府 刚刚稍作休息 就来了好几拨朝廷的官员 前来拜访 纷纷送上礼物 对于这些来访 杨云一律已 一路舟车劳顿 十分疲劳 需要休息为由 让孔元负责接待 父皇要见自己 杨云当然不敢怠慢 回到府中 泡了一个热水澡 稍作休息 然后就往皇宫赶去 儿臣拜见父皇 荣华殿中 杨云向父皇行礼 落座之后 杨云看着 面前的这个老人 两年时间没见 父皇面色苍老了许多 看来这一国之君 也不是好当的 父皇 国事再重 您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看着父皇 这个一直以来 对自己十分严厉的老人 头上白发增多了 额上皱纹也变多了 原本坚挺的脊背 也变得有一些勾搂了 杨云的心中 感觉十分难受 嗨嗨 许多人都喜欢这个位置 但他们不知道 坐在我这个位置上的艰辛 我也想像平常老百姓一样 坐在家里不问世事 安享晚年 可是这里里外外 有许多人双眼睛都看着我 都看着我屁股下的位置 让我没有一时 能够省心那 父皇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父皇 我的那几个哥哥都十分能干 有什么事情 就让他们多做做吧 您老也用不着什么事情 都亲力亲为啊 杨云向父皇一拱手说道 哼哼 他们几个 终日里 比我这座皇帝的还忙 哪有空为我分忧啊 父皇有些神情不渝地说道 我看了密报 这两年来 你在无限做得挺不错 父皇杨成凤 忽然改变了话题 脸上有了一丝喜色 儿子做出了一些努力 手下的那帮人还比较得力 做了一些让老百姓高兴的事情 杨云恭敬地回答道 百姓们的要求 其实并不高 哪些人对自己好 哪些人对自己不好 其实 他心他们心目中 都是了然的 只可惜 我大夫许多的官员 更多时候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 没有真正站在百姓的角度上 真心为他们做一点事情 父皇有些深有感触地说道 停顿了一下 父皇端起面前的杯子 喝了几口 旁边的高公公 马上为他续上茶 父皇将身子靠在椅子上 看着坐在下手的杨云 接着又说道 你想当皇帝吗 父皇嘴里轻轻地蹦出了几个字 却把杨云吓了一大跳 他连忙站起来 朝父皇躬身行了一礼 然后大声说道 父皇 孩儿生性懒散 喜好约上一帮好友下下棋 喝喝茶 过着写意的休闲生活 要我治理一个县 我还可以勉励而为之 治理国家的话太累了 所以我对这皇位 从来没有过想法 那就好 不然的话 我就得考虑 将你身边的那一帮人除掉了 父皇摸了摸手中的杯子 淡淡地说道 父皇轻描淡写的这一句话 却把杨云吓得出了一声冷汗 他连忙僵点 桌上的杯子拿在手中 连续喝了好几口 心情才算平复过来 大家都以为我老了 成了笼子 瞎子 但是他们做的一切 我心里了然的很 只是不想干涉他们罢了 停顿了一下 父皇又接着说道 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 要强行将你母亲迎进观中吗 那是因为我知道 他身边有一帮人 我可以把这一帮人 全部抓起来杀掉 可是这样一来 就会引起忠于前朝的一些人 强烈的不满情绪 而把你母亲迎进宫中 成了我的妃子 这些人就算不为我所用 也会少一些 对于我朝仇事的心理吧 父皇又说道 听了父皇的话 杨云心中不由一正 这个坐在面前的老人 居然知道吴隐蔚的存在 我也知道 这一帮人现在跟着你 还有楚国的那位前兵马大元帅 也成了你的麾下吧 不过这些帮人还真的挺不错 他们帮你把无限治理得 越来越繁荣 只要你没有参与皇位的争夺 这些我都可以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 父皇又淡然说道 其实你的几位哥哥 在朝中有哪些人支持他 可以调动哪些兵马 我虽然不是完全知道 但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但是我都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等他们争吧 谁最终真赢了 我就把皇位给谁 因为我们大夫需要一个杀法果断 又有领导才能的人来做皇帝 父皇的话 是杨云越听越心惊 他不知道 父皇今日为什么找自己来谈这些 我的这些儿子 只要他们有本事 谁做皇帝都可以 唯独我这皇位不会传给你 所以你需的记住 你可以把你的封地发展好 但若有异动 我可以很快地把你的羽翼全部剪除 父皇看着杨云严厉地说道 儿子从来没有想做这个皇位 但是还是想请父皇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杨云感觉自己手心里的汗 把杯子都打湿了 我的父亲你的爷爷 夺取了大晋的皇位 建立了大富王国 他老人家离世之后 将这皇位传给了我 我当然不可能 又把皇位交回到大晋手中 这样我就成了不孝子孙 所以从小我打压你 不给你机会 这也算是对支持我的大富的臣子 一个交代 但现在你慢慢长大 展现了才出来的才华 让你在朝中拥有了许多支持者 所以今日我叫你来 就是想听你给我一个承诺 你可以成为一个闲散王爷 也可以 也可以成为我大富朝廷的重臣 但是永远不得基于皇位 父皇神情凝重地看着杨云 等待他的答复 好 我可以向父皇承诺 绝不会同我的这些兄弟们 争夺皇位 杨云只做了短暂的考虑 就站起来 向父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杨云的回答 让父皇十分满意 他的面色历史好了许多 接下来 父皇很有兴致地 和杨云谈起了福县建设的问题 对于杨云在无限做的一些事情 父皇也表示十分欣慰 但同时也给予了他一些合理的建议 父皇站在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多年 对于民生的发展 以及处理与属下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心得 他的一番话 让杨云收获很多 回到吴王府中 杨云坐在自己的院中 陷入了沉思之中 今天的这些谈话 他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消化 对于福皇的这些做法 杨云心中虽然对皇位没有想法 但是他还是有一丝不甘 不过站在父皇的角度 他也理解福皇在这一想法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自己当上了皇帝 那么 那么终于以前大进王朝的臣子 和现在终于大服朝廷的官员 他们一定是无法和睦相处的 不过这次谈话 也有一些好处 从父皇话中透露出来的意思 他可以在吴县 好好发展自己的势力 只要不触及争夺皇权 争夺这一底线 福皇也不会有太多的干涉 这样一来 也消除了他心中 长久以来的一些担心 第100章 再见飘飘 第二天清晨 杨云早起之后 先练了一会儿功夫 这几年 杨云的剑术进步十分快 现在的他 单独对上宴晴或柳月中 任何一位都不会落下风 也算得上一个小高手了 当然 比起赤墨这样变态的家伙 还是有不少小的差距 40的时候 杨云离开了自己的吴王府 坐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马车 向圣王阳明的府地行去 因为今日午时 圣王阳明 邀请自己去他的府中赴宴 对于圣王阳明 杨云心中 还是充满感激的 因为 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 自己的这位五哥 一直没有放弃自己 给他鼓励 帮助他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 在杨云心中 如果真要选一个皇子 继承父皇的皇位的话 他首先就想到的 就是自己的五哥阳明 但是对于杨云而言 自己支持五哥争夺皇位 但是他天生 对这些勾心斗角不感兴趣 所以他也不会 为了让五个阳明登上皇位 而去和其他兄弟 去进行明争暗斗 哈哈 十三殿 两年不见 你小子长结实了 也长黑了 杨云刚到圣王府外 阳明就匆匆从府中赶出来 热情地和阳云打招呼 并亲自把他迎进府中 看来圣王阳明 今日宴请的人很多 一路行来 许多人主动和阳云打招呼 这些人 有来自朝廷的官员 也有军众的将士 甚至还有一些商人 以及西京城中的一些贵族子弟 杨云一边走一边看 见来的人中 不乏朝中的一些重臣 想来 这就是阳明势力中的 一些核心人物了吧 看到这些人 杨云暗暗想到 看来这皇位之争 已经到白热化地步了 在福皇的默默纵容下 这些皇子们 已经撕掉了伪装 而朝中的一些大臣或贵族 大多以明目张胆地 表示了自己支持的态度 想到这里 杨云不由暗暗庆幸 自己亲自来参加 圣王阳明府中的宴会 是正确的 因为只有自己明确地表示 还有众皇子表示 自己无以皇位之争 不过杨云也想着 估计朝中的这些皇子们 可能也不太在意 自己是否对于皇位有想法吧 因为自己的这一点势力 在西京城中 这些皇子中根本不算什么 就算是自己已经封了王 有了一块自己的封地 但是自己若有一着皇位 可能大幅的每一个皇子手下的势力 都比自己强大许多吧 在杨云心里 其实不喜欢这些虚伪的客套 但是 处于其中 杨云不得不笑脸应对每一个人 接受每一个人 向他打招呼 向他敬酒 还热情地走向朝中一些重臣敬酒 表达自己友好的态度 猎豹不酿的高度酒 在朝中的贵族中间 已经颇受欢迎 所以 在这次宴会中 杨云不得不喝了许多这种酒 纵使他的酒量还算不错 但是慢慢的他 已经有些醉意了 各位大人说得不错 在父皇所有的皇子子中 我的五哥 圣王殿下 无论是文才还是武略 都是上上之选这大夫的太子 的确应该由我五哥来担任 也只有我五哥这样才华出众的人 才是在我父皇之后 继续带着大夫 使大夫更加繁荣昌盛的最佳人选 借着酒意 杨云在酒桌上大声说道 这话是杨云故意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 反正自己大多数时间都在偏僻地无限 他也不在乎 因为这句话 得罪其他对皇位有企图的皇子们 既然自己的父皇 默认皇子之间的皇位之争 他也不用担心 自己这样的态度 是否会惹怒父皇 上一次在太子府中赴宴 因为宴晴和柳月的美貌 给杨云带来了一些麻烦 所以这一次 他没有带宴晴和柳月 除了几个充当教父的侍卫之外 就只有赤墨一人陪在自己身边 赤墨这家伙 事武如命 到西京的时候 几乎和圣王杨明手下所有的武将都打了个遍 在比武过程中 这家伙又不知道谦让 时常打的这些武将们狼狈不堪 今日他们终于找到报仇的机会 在酒桌上把赤墨灌得鸣鼎大罪 没办法 杨云只好麻烦杨明派人 将赤墨送回自己的府中 同时他也谢绝了圣王派人 护送他回府的好意 想想自己目前功夫也算不错了 在西京城中 又是大白天 应该没有谁对自己不利吧 这列宝部锁酿的高度酒后 近十分足 坐上马车不久 杨云就来了睡意 不久之后 就在马车上睡着了 武王殿下 到了 这时 一个清脆的喊声将杨云叫醒 杨云睁开眼睛 掀开马车的帘子走了下去 迎面就看到 一张十分漂亮的女子的脸 看见面前这女子 杨云不由地吓了一大跳 因为这少女不是别人 她正是肖香阁的头牌姑娘 有秦仙子之称的柳飘飘 同时也是神秘的轻衣叫圣女 看到柳飘飘 杨云立即转头看看身旁的环境 现在自己身体处于一间小院之中 这小院虽然不大 但是那边红花绿草 也算颇为精致 哈哈 原来是飘飘姑娘 本王离开西京两年 无日不再想念姑娘的绝世芳容 以及美妙的情音 正想着 明日里有了空闲 就来肖香阁 找寻姑娘以为相思之苦 没想到姑娘也有此意 居然派人将本王接了过来 经过了最初的经议之后 杨云平静下来 既来之则安之 相信柳飘飘 对自己应该暂时没有敌意 不会对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吧 是啊 飘飘也十分想念吴王殿下 要不这样 吴王殿下就不要迎娶那是家丫头了 将飘飘我迎进吴王府 飘飘我一定会好好侍奉吴王殿下的 柳飘飘一边说 一边露出狐狸般的笑容 看着柳飘飘的样子 杨云知道自己说不过这丫头 只得投降 笑着问道 不知姑娘将本王接到这小院 有何见叫 不急不急 殿下先尝尝 奴家这里上好的金春新茶 我们一边品名节酒一边 一边聊聊吧 柳飘飘笑着说道 好啊 有如此精致的小院 品着香名 又有仙子相伴 那真是一件人生幸事啊 杨云说完 便在柳飘飘的带领下 在小院中的一张石桌子旁坐了下来 早有侍女为两人摆好杯子 道上飘着香气的好茶 杨云一直喜欢喝茶 只凭香味就知道 这茶挺不错 饮酒之后的她 也确实想喝一杯茶 于是她端起面前的琉璃茶杯 毫无风度地大喝了一口 忘了告诉殿下了 飘飘在这茶中下了点毒 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有什么遗言就告诉飘飘我吧 我会转告给你的那位持家姑娘的 见杨云一口 几乎将一杯茶喝光 柳飘飘说道 啊 你居然给本王下毒 杨云露出大惊失色的样子 并捂住自己的肚子大叫起来 但转眼间忽然笑了起来 哎 既然中了毒 本王也无话可说了 正所谓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能够死在像飘飘这样的美女手中 本王也觉得值了 看着杨云这夸张的动作 柳飘飘不由笑地花枝招展 唉 你这冤家 明明知道奴家不舍得伤害你 你还这般做做 柳飘飘也将面前的杯子拿起来 轻轻地抿了一口 然后说道 吴王殿下在无限所做的一切 教主大人十分欣赏 教主大人专门拆奴家前来告诉殿下 我轻一教在朝中也有一些实力 愿意全力帮助吴王殿下争夺皇位 柳飘飘收起脸上的笑容 正色说道 我已经向你家教主亲自说明过 本王对皇子丝毫不感兴趣 所以只有麻烦姑娘 向你家教主大人表达本王的谢意 并深表遗憾了 杨云说道 教主大人 专程让奴家转告吴王殿下 请殿下相信我轻一教的实力 柳飘飘又认真地说道 本王相信你们轻一教的诚意 也相信你们轻一教的实力 但是本王生性懒散 的确不想做这个皇帝 只有再次谢过教主的好意了 杨云又说道 教主大人还有一句话 难道吴王殿下忘记了 这皇位本来是你们司马家族的 杨远用卑鄙手段 谋夺了你们司马家族的皇位 作为司马家族的后裔 你怎么能不站出来 夺回本来属于司马家族的皇位 大敬皇帝司马男士 我的外公 可大夫建国皇帝杨远 又是我爷爷 你们叫我谋夺 我爷爷的江山 还给我外公 这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吴王殿下 能够听从我轻一教主的建议 争夺这皇位 吴王殿下 不嫌奴家这仆有之姿 奴家愿意侍奉于您 柳飘飘悠悠地说着 纵使他平日里个性那么爽朗 这时脸色也有些泛红大夫 在我爷爷和父皇 这两任皇帝的带领下 现在越来越繁荣 对于老百姓们而言 他们不在乎谁做皇帝 他们只在乎 谁能给他们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们为什么 又要为这一己私利 让百姓们再受苦呢 还有姑娘你 本王觉得 用你的一生 来满足某些人的私欲 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 你一个姑娘家 应该找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 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杨云看着面前美丽的容颜 认真地说道 第101章 筹备婚礼 谢谢吴王殿下的好意 但飘飘从小是孤儿 在快要饿死的时候 是义父收留了我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所以我现在的这条命 是义父的 只要义父需要 我愿意为他 做任何事情 柳飘飘认真地说着 但眼角却流露出一丝不甘 这次杨云和柳飘飘见面 谁也没能说服谁 最后柳飘飘叫上人 赶着马车 将杨云送回了王府 快去告诉七爷和孔爷 殿下回来了 见杨云平安回府 一直守在门外的侍卫们 马上激动起来 不一会儿 齐威 孔元 还有燕晴和柳月 几人非一般地 从府中跑了出来 哎呀 殿下 您终于回来了 可把小人们给吓坏了 孔元跑在最前面 一见到杨云 他连忙拉住杨云的手 认真地打量着 他全身上下 紧跟着孔元跑出来的几人 眼中也流露出惊喜的神色 他们的这副表情 让杨云十分欣慰 看得出来 这一群人是发自内心地 关心自己的安危 没事的 没事的 遇上一个朋友 他搞了一个恶作剧 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杨云看着出来的几人 笑着说道 殿下没有事 那就太好了 相信殿下忙了一天也辛苦了 快进屋去吧 见几人围着杨云四处打量 生怕杨云身上少了什么零件似的 七微在一旁微笑着说道 刚进府不久 杨云就看见门厅外 跪着好几人 后面的几人 正式负责驱动马车的几个侍卫 而跪在最前面的一个大汉 不是赤墨还有谁 看见赤墨 杨云有些感动 也觉得有些好笑 这家伙 向来天不怕地不怕 除了自己谁的命令也不愿意听 但现在居然老老实实地跪在这里 想来 他自己为此事也是愧疚不已吧 啊 殿下您回来了 赤墨对不起你 我以后再也不会喝这么多酒了 一见安全杨云回来 赤墨立即高兴起来 他跪在地上大声喊道 起来吧 起来吧 我没有事的 杨云一边笑着说 一边走过去 将跪在最前面的是赤墨拉了起来 而赤墨后面的几个侍卫健壮 纷纷向杨云磕了几个头 然后站了起来 杨云回到府中不久 见十日尚早 于是 又带上几个侍卫 匆匆地出了门 这一次 杨云是要到立部尚书府 去拜见自己未来的老丈人 还有自己的未婚妻子 池立杨云在无限近两年时间 他最牵挂的两个人 就是远在西京的司马玉和池立 一回到西京城 他恨不得立即见到这两个人 但是连续出现了几件事情 他实在忙不过来 只得在心里暗叹身不由己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空闲时间 杨云马上向立部尚书府中赶去 他想要以最快速见到这一个 时常走进自己梦中的漂亮女孩 牵着她的手 诉说忠诚 到立部尚书府之后 杨云首先 拜见了自己未来的老丈人 池尚文本来对于自己这个未来女婿 没有太多的好感 只是因为自己女儿特别喜欢杨云 又是福皇亲自下旨 同意两人的婚事 池尚文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 接触几次后 池尚文发现 这个皇子还是挺有头脑的 杨云到无限之后 他在无限做的这些事情传到西京城中 见这小子真心为百姓做了好些事情 池尚文慢慢开始喜欢起 这个未来的女婿来 池尚文是大夫朝廷中少有的几个 真心想为老百姓做些事情的人 他平日里不喜欢和朝中这些大臣 有过度的来往 并且他行事素来公正 所以深得福皇的信任 让他担任立部尚书 为朝廷选拔优秀的官员 杨云在无限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使得无限有了很快的发展 他也得到老百姓们真心的拥戴 这些消息传到西京城之后 池尚文十分高兴 经常在朝中他仅有的几个好友面前 夸赞自己的这位未来女婿 听说杨云来到府中 池尚文高兴地把他拖到自己的书房之中 让杨云给他讲在无限的一些经历 听到杨云在无限和土匪斗智斗勇 用各种不同于常人的方式发展无限的经济 池尚文兴奋地连连拍腿叫好 池尚文听得津津有味 不停地拉着杨云问这问那 还时不时给出一点自己的建议 兴奋不已的池尚文完全忘了 杨云来到自己府中 最想见的根本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的女儿池尼 两个人在书房里足足谈了一个多时辰 池尼身边的丫鬟已经在房门口看了好几次 到最后 心疼女儿的尚书夫人实在忍不住了 趁七茶的机会在池尚文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 池尚文才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反应过来 放杨云去见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 这一对情侣已经有两年时间没见 虽然经常红艳传书 但是这怎能解决得了相思之苦 所以 两人见面之后 当然有说不完的话 所以一直到天黑时分 杨云才在吏部尚书府 匆匆地吃过晚饭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池家 杨云与池尼的婚事 定于二十余日之后 杨云是已经封王的皇子 这门亲事又是福皇亲定的 而池尼的身份也不简单 堂堂吏部尚书的女儿 所以 两人的婚事对大夫而言 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离正式成亲的日子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大夫上下中 许多人已经开始为此事忙碌起来 作为新郎官的杨云 当然也无法逃得清闲了 朝中各部门的人 轮番过来找到杨云 告诉他皇子成婚的各项事宜 各类注意事项 杨云是个怕麻烦的人 但是为了迎娶漂亮的心上人 他也只得抽出大量的时间 配合着各部门的人 熟悉各项事宜 太子府中 管家正在向太子会抱着 太子殿下 又有两个支持您的官员 被查出了种种问题 已经被革职了 还有我们一处秘密的小院 昨夜遭到神秘人的偷袭 您从江湖上招来的好几个高手 也被杀死了 听到管家的报告 太子杨月 气得将手中一个名贵的茶杯 扔在地上 摔得的粉碎 太子府的仆役们站在旁边 一动不动 连大气都不敢出 因为这些日子以来 太子殿下 已经发过好几次火了 前几日里 有一个不懂事的丫鬟 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 触怒了太子殿下 已经被仗毙了 外公 您可得想个办法呀 这样下去 我们的人会被他们 一点一点的清除完的 现在有好些 跟我们走得近的官员 都开始跟我们保持距离了 太子府的密室中 太子杨月 着急的向太师几香燃说道 唉 平日里我就告诉你 不要和你的兄弟们 关系太搞得太僵 你总是不愿意听 现在可好 他们联合起来 针对你一个人 几香燃皱着眉头 叹了一口气说道 太师 殿下 属下认为 我们现在必须得用一些非常手段了 不然的话 我们将越来越被动 这时 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人 在旁边说道 如果杨云和聚远光在现场的话 一定认得 这个书生打扮的年轻人 正是聚远光当年的同窗好友 被称为三远之一的吴远玉 这几年来 吴远玉时常为太子出谋划策 屡历功劳 越来越受到太子杨月 和太师几香燃的信任 是啊 现在朝中废太子的呼声越来越高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可能皇上真的会下决心了 旁边的一个官员接口说道 好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只有走这一步了 几香燃缓缓地说道 眼神中流露出坚定的神色 少主 太子殿下在相王和圣王等众多皇子的 联合夹击之下 属于他的势力越来越弱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分析 太子殿下可能马上会有大的动作 以摆脱目前的困难局面 杨云刚刚有一点空闲 燕飞飞就来了 向他报告了飞音部分析出来的情报 让你手下的人全部行动起来 努力收集关于太子方面的消息 但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但必须得注意保护我们的人 听了燕飞飞的汇报 杨云沉吟许久 向燕飞飞说道 接着 杨云让人将自己势力中 在西京的中一些核心的人物叫了过来 让他们在忙碌自己婚事的同时 尽量不在外边走动 尽可能避免被皇子之间的争斗所波及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离杨云澄清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杨云的吴王府 已经四处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了 而这段时间里 原本斗得不可开交的几位皇子 突然变得安静下来 朝廷上下一下子变得风平浪静起来 这一切让得到消息的杨云 十分奇怪 怎么这些人突然转了心 自己的这些兄弟们 似乎也变得和睦起来 最后城中传出一条消息 说是福皇通过人向他们传话 在杨云澄清之前 所有皇子之间不得互相攻击 必须保证杨云的婚事的顺利进行 听到这一条消息 杨云不由暗暗苦笑 自己想要低调刑事这一计划又落空了 因为婚事这次自己注定要成为 西京城中各势力关注的对象 他暗暗下了决定 等婚事结束之后 立即带着池里回到吴县 远离这场政治漩涡的中心 第102章 大婚 日子过得很快 终于到成亲日子了 杨云是皇子 还被封为吴王 如今他要娶王妃 这可是一件大事 近日来 在西京城内 所有的王公贵族 乃次贩夫走卒 都在津津乐道地谈论着此事 这皇子成亲的程序十分复杂 杨云已经为此事忙了好些天 成亲的当天 杨云一早起来 劈红挂彩来到皇宫 按照规矩 杨云先到荣华殿 拜见福皇杨成凤和皇后李婉 向两人行了三拜九寇的大礼 然后又来到母亲司马玉所在的凝玉宫 向他行了二拜六寇的礼 而后还到几个贵妃宫中 一一向他们行礼 这一圈走下来 花了一个多时辰 忙完这一切之后 杨云才匆匆离开皇宫 在许多侍卫 以及丫鬟婆子的簇拥下 带着八台踩轿 浩浩荡荡地 向立部尚书府行去 要将新娘子接回自己府中 到了尚书府之后 又有许多必须遵照的礼节 又花了很长时间 终于将新娘子结上花轿 向吴王府行去 八名内奸抬起踩轿 登陆十六 火炬二十前倒 女官随从出大门骑马 前列一仗 内务府总管 护军参领 分别率蜀官与护军前后倒户 接到两旁 站了许多大富百姓 他们都面带笑容 笑呵呵地看着这一盛大的婚礼 许多姑娘也站在其中 脸上带着羡慕的神色 能够成为素有才子之称的 十三皇子的王妃 那可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到吴王府外 一仗停止 撤去 众人下马步入 女官随叫到皇子住处 伺候迟力下轿 引迟力入府 随后举行和景仪式 有等候在此的命负负责 然后 吴王府四处张目结彩 设言六十席 扬四十五只 款待迟力的父母族人 以非常隆重热闹的氛围 欢迎所有亲人的 光临西京城内的 这些有头有头有脸的王公贵族 今日里几乎全部来到吴王府上 各自准备各种珍贵的礼物 庆贺吴王殿下 迎娶正妃 这一日里 经历了许多繁琐的程序 来来往往跑了许多地方 回府之后 又忙着对亲朋好友的迎来送往 然后是给长辈 行礼给来宾敬酒 接受来宾的敬意 这一日下来 纵使杨云是练武之人 身体素质也算挺不错的 但是也有些顶不住了 这样大的事情 酒是少不了的 本来有福皇在场 这些人还有所收敛 空户乡客客气气敬酒 浅尝折止 但所有仪式结束之后 福皇和皇后离开吴王府 连池上文等长辈 也离开了 这一下 大幅的这些年轻的贵族们 可放开了 他们推杯换盏 大喝特喝起来 身为主角的杨云 当然也无法逃脱 被这些家伙抓起来 灌了许多久 到最后他们看见杨云 连路都快走不稳了 才哄笑着放过了他 这时的杨云 已经醉得快 不省人事了 在几个丫鬟仆仪的搀扶 进入了洞房之中 到这时 这一日的忙碌 才终于告一了段落 当丫鬟仆仪们 离开洞房关上房门之后 本来已经醉得一塌糊涂的杨云 一下子清醒过来 脸上还带着脚下的笑容 这样大喜的日子 当然不能喝醉 今日要被这些家伙灌酒 杨云心里早有准备 所以他是先服下行酒的中药 然后在喝酒过程中 又在艳琴柳月等人的掩护下 酒水掺杂着喝 喝到差不多过后 他就故意装醉耍赖 终于摆脱了 这些纠缠住自己 喝酒的家伙 此时的洞房之内 摆放了六支红红的长辣 将房间照得十分明亮 看着坐在不远处 头上搭着红红盖头的女子 杨云心情无比激动 终于把这个自己 自己两年来朝思暮想的 漂亮女子娶回家了 这一刻 杨云觉得自己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要知道 作为皇子 他们大多数的婚姻 是身不由己的 所以 皇子们所娶的皇妃 往往不是自己 最喜爱的女子 看着面前这个身穿侠配 头戴盖头的少女 杨云陷入了沉思之中 在她的脑海里 闪现出第一次 在皇宫中见着她的情景 写诗 做对联 紧接着又浮现出 与池力在战虎部 农装相遇的情景 一起在深山里 与灰狼缠斗 最后掉入山坡之下 的女子已经深深地 走进了她的心中 回想着与池力交往的 点点滴滴 杨云觉得幸福无比 嘴角站起甜蜜的笑容 嗯 一声轻哼 将杨云从甜蜜的 遐想中惊醒 原原来是池力感觉到杨云 站在自己的面前 可迟迟没有揭开盖头 池力想提醒爱郎 揭开自己的盖头 但是又有一些不好意思 于是故意发出一声轻哼 杨云这才清醒过来 自己把新娘子 撂在一边自顾自的 陷入了沉思之中娘子 让你久等了 为夫马上就来 揭开你的盖头 杨云轻轻地说道 两手拿住盖头的红布 轻轻地把它掀了起来 池力那今日格外美丽的容颜 出现在杨云眼前 她的面颊燃烧着鲜艳的红韵 眉毛显得淡了些 她低垂着眼帘 长长的睫毛在轻轻波动 看着面前的 这美丽的新娘 杨云仿佛置于梦中 这个这几两年来 自己一直朝思暮想的 这一个温柔似水的漂亮少女 真的要成为自己的妻子了 丽媚 杨云看着眼前的池力 轻轻地喊道 嗯 池力轻轻地回答了一声 那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一样 一会功夫 仿佛全身的血液 都集中到她的脸上来了 热辣辣的 碰上去就要烫手似的 杨云轻轻地走过去 把这美丽的少女 紧紧地抱在自己怀中 好像是一件珍贵的物品 生怕一松手 就会飞走一样 池力闭上眼睛 眼中泛着幸福的泪水 她一动都不想动 恨不得一辈子 都躺在这温暖的怀抱里 天色已晚 我们去安歇了吧 许久之后 杨云在池力的耳边 轻轻地说道 嗯 又是一声轻轻地回答 池力 这脸更红了 并且这红色像全身蔓延 从耳根 连脖子 经背脊红下去 直到脚跟 杨云激动起来 她一把将这身材娇小的少女 抱了起来 向不远处挂着红色漫障的 床榻之前行去 咚咚咚 这时几声不合十一的响声 在窗帘上响起 这几声响声并不大 但听在杨云耳中 却如同惊雷 糟了 有事情发生了 杨云将将池力轻轻放下 对她说道 池力知道自己的丈夫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个性一向沉稳 能够让她脸上 都变了颜色的事情 一定不是小事 池力轻轻地摸了摸爱郎的脸 温柔地说道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就去办吧 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杨云今日努力 让自己保持清醒 除了今日 洞房花竹这神圣的大事之外 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 离开无限的时候 巨远光 郭龙和钟文锐 这些有头脑的人 都提醒过他 这西京城中 目前的局势波轨云厥 而由于自己澄清 这一天非常重要 如果有人想要 图谋不轨的话 在众人都放松警惕的情况下 这一日是最好的行事时间 等我回来 杨云重新把池力抱在怀里 在他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然后说道 说完之后 要想窗户的是燕妃妃 他也不想在这个时间打扰少主 但是这情况实在太紧急 也不得不出此下策了 少主 宫中飞鸽传来消息 太子的人已经占领皇宫 并封锁宫门 陛下和御妃娘娘都被控在宫 情况不明 见杨云走出门来 燕妃妃迎上前去 焦急地说道 啊 既有此事 你去通知大家 不要随意外出 天亮之后派人将此消息 告诉圣王 我得去宫里看看 杨云想了想 对燕妃妃说道 越是危急的时候 就越要冷静 杨云记起了临走时 义父严雄给自己说的一句话 把这消息 告诉圣王杨明 是杨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至少自己还是 站在圣王这一方的 但是如果太早把消息告诉 杨明的话 消息的来源就不好解释 他可不想把性格的消息 告诉大家 杨云回到房间 在迟力的服饰下 匆匆换上夜行服 然后从吴王府的后门出去 很快消失在夜之中 不久之后 一身黑色夜行衣的杨云出现在 一间不起眼的铁匠铺外 因为他要从这间铁匠铺的地下密道 进入到皇宫之中 此时已是深夜 铁峰已经进入梦乡 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了他 仔细一听 居然是吴影卫特有的暗号 这一下 铁峰一下睡意全无 马上爬了起来 很快打开了小院的大门 门口站着的人 让铁峰大吃一惊 居然是 少主杨云 这个时候 他不是应该在自己府中 与刚取进门的少主夫人 共享洞房之乐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见杨云一脸严肃 让自己打开地道的门 铁峰虽然有些好奇 但少主没有交代 他也没有多问 立即启动机关 打开通往皇宫的地道 第103章 变故 这地道杨云已经来了好几次 现在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朝着宁玉宫的方向 他快速地顺着地道 朝前奔向去 很快 他就来到宁玉宫 透过地道上的洞孔 看到母亲的卧室 只见母妃司马裕 正躺在床榻之上 睡得正香 发出均匀的呼吸之声 看来宫里的这场变故 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母亲 为了不让司马裕担心 杨云改变了计划 决定不从宁玉宫进入皇宫 顺着地道杨云 来到了宫中人工湖的假山之中 这里可没有宁玉宫那么安静 不断有奔跑声 呼吓声传入耳中 透过假山之中的洞孔 杨云向外看去 只见今日的宫中 多了许多人 有假咒骑整的士兵 也有江湖打扮的汉子 他们举着一只只火把 在宫中四处走动 看这些士兵的打扮 明显不是宫中的侍卫 有些应该是军中的将士 他们和这一些江湖人士 看样子 这些人已经完全控制了皇宫 就在杨云观察的 这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里 已经有好几拨太监和宫女 被这些人压着 不知朝什么方向走去 现在宫中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凭假山的这些洞孔 是没法看得清楚的 所以杨云决定 亲自出去打探一下 早些年杨云便知道 这地洞会派很大用场 所以 已经在里边准备了许多东西 这时 杨云从里里找出了一套衣服 穿在身上之后不久 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江湖人士 今日这皇宫中的人特别多 可以肯定 入侵皇宫的这些人 彼此之间肯定不会全部认识 这就给了杨云 趁混水摸鱼的机会 在地道中一阵摸索 杨云找到了开启地道的机关 他静静地待在地道之中寻找机会 终于等到地道周边人都走远的机会 轻轻地打开机关 从地道里钻了出去 什么人 杨云刚刚找到机关 关闭地道的石门 就听得身后传来了喊声 他不由地吓了一大跳 转头一看 发出喊声的是两个巡逻的士兵 我是红山派的 看着面前的两个士兵 杨云面带笑容 轻轻地说的 这红山派 是刚刚杨云在地洞之中 听到两个江湖人士 爆出的帮派名字 一时间 杨云找不到其他的办法 就只有冒充这个门派的弟子了 红山派的弟子 这个时候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两个士兵面署缓和了很多 其中一个领头士兵 有些狐疑地问道 嘿嘿 这皇宫太大 俺第一次来这里 有些找不到方向 这不 那急了 就在这里方便了一下 杨云故意一边绑着裤带 一边笑着说道 你们红山派负责的是 淑妃所在的百花宫 就在这边 你快点过去吧 不要到处乱窜 一名士兵 朝前方一个宫殿的方向指去 然后说道 好的好的 多谢了 我这就去 杨云连忙向这两个士兵点点头 然后朝着他们手指的方向行去 站住 你说一下今夜的口令是什么 杨云刚准备转身离开 另一个士兵突然问道 口令当然知道 我马上告诉你们 杨云乃知道什么口令啊 他一边笑着敷衍两名士兵 一边把手伸在背后 向腰间长剑的剑柄伸去 快来人啊 不要让他们冲出宫去去 一阵喊声突然从前方传来 这两名士兵一听 脸上马上变了颜色 就像发出喊声的方向冲去 看着两个士兵离去的身影 杨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想了想 他也转身 朝着发出喊声的方向奔去 在人宫湖畔的草地上 几名皇宫的侍卫被团团围住 看情况这是几个 躲藏在暗处的宫中侍卫 他们一定是想寻找机会 趁敌人疏忽的机会冲出宫去 没想到 现在却被敌人团团围住 他们正在拼死搏杀 想要突出重围 围在几名侍卫身边的敌人 越来越多 他们虽然拼尽全力 想要冲出宫去 但很显然 敌众我寡 他们的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几名侍卫身上的伤口 越来越多 血流不止 但没有一个人露出畏惧之色 终于 他们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一个接着一个 倒在地上 混在人群中的杨云 看到这一帮忠心的侍卫 一个一个被杀掉 心中悲痛无比 但是却不敢有任何表示 这一群侍卫的行为 让杨云对他们充满了崇敬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 捍卫了大副皇宫的尊严 如果只是皇子之间争权夺利 杨云是不会参与其中的 但是像太子这样 以兵变的形势 要争得皇位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很可能会造成国家动乱 甚至引发的战争 那受苦的 还是贫苦老百姓 作为皇族子弟 杨云认为 大进王朝也好 大富王朝也好 谁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不重要 只要能让老百姓过的幸福 自己就能支持他 但是如果有可能会造成生灵涂炭 那确实杨云不能容忍的 所以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阻止这场叛乱 将他的危害降低到最低 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了解皇宫中目前的局面 太子是否已经完全控制了皇宫 父皇是否还安全 你们几个快跟着我 我们到附近几个宫殿里面搜寻一下 还有没有漏网的侍卫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杨云的旁边响起 杨云一转身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不看则已 一看他吓了一跳 发出声音的这人 杨云果然认识 他就是曾经担任战虎部农庄首领的钟文涛 也就是钟文瑞的弟弟 这家伙当时被赶出农庄 却不想加入了太子麾下 看样子还混得不错 钟文瑞认识自己 并且自己帮助钟文涛夺取了他首领之位 他一定对自己恨之入骨的 如果被他认出了 自己一定会第一时间将自己抓住 送到太子杨岳跟前 见钟文瑞指着自己和自己身边的几人 招呼他们过去 杨云无可奈何 只得低着头跟在众人的后面 向钟文涛走去 你们进去 搜索这间废弃宫殿的每一个房间 一定不能让任何一个人趁机溜出皇宫 钟文涛大声说道 他的眼睛根本没有看杨云这一帮人 这让杨云松了一口气 这座废弃的宫殿并不大 但是由于长久没有人居住 所以里面黑咕隆咚的 要搜索藏在里面的人难度很大 杨云跟着这一群人后面 在宫殿里搜寻了半个时辰左右 没有任何发现 便退出了这废弃的宫殿 杨云走出这废弃宫殿的时候 钟文涛居然还站在外面 他要这些搜索的人 一个一个的到他面前 向他汇报搜索的情况 这一下可让杨云犯了仇 要去报告就要和钟文涛面对面 现在虽是夜晚 但是皇宫中灯火通明 两人一照面 钟文涛肯定会认出杨云的 正在杨云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群人从他们面前走过 吴先生好 所有人都向着路过的这一群人中 领头的一个文士打扮的年轻人 打着招呼 连刚刚还在指手画脚中文涛 也连忙走过去 满脸堆笑的向着文士打着招呼 看来这个年轻人 在太子势力中地位比较高 这个文士打扮的年轻人 一边点头回应 一边匆匆向前行去 走过杨云跟前的时候 他突然停顿下来 你跟我来一趟 这年轻人突然对杨云大声说到 杨云立即轻轻答应了一声 紧紧跟在这群人的后面 向前走去 你们几个到前面去巡逻一下 有什么异常状况 马上向我报告 向前行了约有数百米 这年轻人 对一直跟在他后面的众人说到 但这一群人全部离开 这年轻人才匆匆走到杨云跟前 低声说到 跟我来 年轻人带着杨云很快来到旁边 一间无人的小屋里 殿下怎么亲自倒在宫中来了 若是被太子的人发现 会很麻烦的 年轻人是四下打量一番 看见周围没人 小声地对杨云说到 太子谋逆 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导致生灵涂炭 血流成河 我必须到宫中来看看情况 想办法挫败太子的阴谋 不然倒霉的是我大副百姓啊 看着这无姓年轻人 杨云正色回答道 殿下 这可不好办 太子的人已经把宫中完全控 陛下和皇后都被限制在寝宫之中 不得外出 根本无法向外界传递消息 见杨云这样说 无姓年轻人皱着眉头说道 你看有没有办法 带我去见见陛下 杨云说道 那我尽量想想办法吧 殿下先在这个房间等候 一会儿 我去找点东西 说完这年轻人 向杨云恭敬地行了一礼 然后离开了这间偏僻的房间 哎 没想到这么快 就把这不齐用上了 看着无姓年轻人离开的方向 杨云叹了一口气说道 原来这无姓年轻人 就是三远之一的吴远狱 当日杨云向巨远光和吴远狱 同时发起邀请 希望两人为自己效力 巨远光当场答应了杨云的邀请 加入杨云势力 为杨云效力 而吴远狱由于担心儿子的病情 所以根本无心考虑此事 后来吴远狱凭借杨云所给的药方 治好自己儿子的病 他主动找到杨云 要为杨云效力 第104章 皇宫之变 但同时 吴远狱认为 有巨远光在杨云身边 可以给杨云出谋划策 而杨云在其他几个势力中 没有可以信任的人 吴远狱便向杨云建议 自己假意答应太子的要求 加盟太子势力 暗中打探太子的情况 向杨云汇报 这样比直接向杨云效力作用明显得多 吴远狱的话 深深打动了杨云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他同意了吴远狱的方案 让他加盟了太子的势力 按照吴远狱的建议 此事要高度保密 所以 杨云一直把这件事情 藏在自己心中 连最信任的铁山父子 严妃妃 姚霞和巨远光等人都没有告诉 而吴远狱 确实是一个才华盖世人 他在加盟太子的势力之后 为太子出了许多 非常好的计谋 一步一步地赢得了太子信任 成了太子势力中 最得力的智囊之一 为了保护吴远狱 杨云一直没有和他联系 也没有要求他传递消息 但今日太子谋逆 包围了皇宫控制了福皇 这件事情太过严重 吴远狱情急之下 启动了杨云所给的信歌 将太子谋反之事 传递到给了杨云 大约一展察的时间过去 吴远狱重新回到这间小屋 身后还戴着一个身穿假皱 面带面具 各自和杨云差不多的士兵 吴远狱带着这名士兵 来到杨云面前 向杨云使了个颜色 杨云心领神会 趁身后这名士兵没有注意 一拳击在他的后脑之上 使得这名士兵一下子晕了过去 快点下把他的衣服换上 然后杀了他 见杨云制服了这名士兵 吴远狱松了一口气 低声说道 在杨云换衣服的这一段时间里 吴远狱告诉杨云 太子虽然谋反 但是他手下的士兵 有些是各个军中的将士 他并不想暴露这些士兵的身份 所以让这些人戴上了面具 没想到 这正好给了杨云方便 不久之后 杨云换上了这名士兵的衣服 穿上了他的甲皱 并蒙上了面具 然后将这名倒在地上的士兵杀死 藏在了屋中一个角落里 殿下 你跟着我 尽量不要发出声音 吴远一叮嘱杨云几句 然后就带着他走了出去 两人一路前行 路上不断有人向吴远玉恭敬地打着招呼 不一会儿 两人来到一处人群聚集的地方 杨云从小在宫中长大 当然知道 这里是福皇的寝宫所在 福皇寝宫门口 看来是被太子势力重点把守 寝宫周围 身穿各种甲州的士兵 以及手拿骑行怪状兵器的江湖人士 将福皇寝宫团团围住 看这情形 就算是功夫再高的人 也不可能突出重围 离开寝宫 不好 他们都在这里 殿下且先跟着我 我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让殿下进入皇上的寝宫之中 吴远玉低声向杨云说着 杨云顺着吴远玉的目光向前看去 只见福皇的寝 门口站着好几个人 当先的两个人 一个身穿黄色颈缎 挺着大肚子的中年人 正是自己的大哥太子杨岳 而杨岳身边 有一个须发全白的老人 这老人的年岁 显然已经很高 但是仍然精神绝朔 杨云虽然不认识这个老人 但是不难猜到 这老人一定就是太师几香燃了 见过纪太师 见过太子殿下 吴远玉走过去 向杨岳和几香燃施了一礼 吴先生来了 我这里正在犯愁呢 太子杨岳现在的心情很不好 已经发了好几次火了 但是看着面前的吴远玉 他还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皇上还是不愿意退位 让太子登基 吴远玉来到杨岳面前 轻声说道 哼 这老家伙顽固得很 他说就算死 也不愿意把位子让给本太子 杨岳气愤地说道 太子不用着急 属下有个办法 你找到皇上的玉玺 明日 你以皇上的名义下旨 将西京城中各长兵的将官 招进皇宫 全部控制在太子手中这样一来 就算皇上不配合 也拿你没有办法了 吴远玉微笑着说道 听到吴远玉的话 杨岳一下子高兴起来 严重都有了光彩 他激动地握住吴远玉的手 兴奋地说道 先生真是智慧过人 此策甚妙 此策甚妙 连一旁的几香燃 听了吴远玉的话 也用手捋着自己长长的胡须 微微点头表示赞许 要不我进去劝劝陛下 如果他能同意 让魏玉殿下 那就再好不过了 吴远玉想了想 又有接口说的 哼 这老家伙顽固得很 先生不怕碰钉子的话 就进去试试吧 我和外公就先走了 有什么情况 你就爱告诉我 杨岳说完 让手下搀扶着几香燃 离开了福皇的寝宫 见杨岳和几香燃已经走远 吴远玉松了一口气 立即转身 带着士兵打扮的杨岳 走进了父皇的寝宫 杨岳走进父皇的寝宫 见福皇正坐在一张暗机后面 旁边还站着高公公高德 而父皇听见有人走进的身影 连头也没抬 自顾自的在暗机上写的什么 杨岳虽然从小在皇宫长大 但他从来没有来过父皇的寝宫 杨岳四下打量着这间屋子 见福皇的龙床正对面的墙上 有一条明黄色的巨龙雕像 远远看去 这条巨龙栩栩如生 显得无比威猛 而这条巨龙两只黑黑的眼睛 正盯着福皇龙床的位置 看到这一情景 杨岳知道 这条巨龙眼珠所在的位置 就是自己在地道中 向父皇寝宫张望的观察孔 自己曾在地道里边 通过这个观察孔 查看过父皇寝宫的情况 草民吴远玉拜见陛下 草民有意建议 陛下年岁已高 不如将皇位让于年富力强 且又有治国大财的太子殿下 陛下也好以养天年 此位一举两得也 吴远玉故意大声说道 滚 福皇头也没抬 把桌子一拍怒声呵斥道 吴远玉后退几步 转身向寝宫门外望去 稍后 他像站在一旁的杨云挥挥手 杨云见状 连忙快走几步 来到福皇所在的岸基前 双膝跪倒 父皇正在岸基上奋笔疾书 见这名士兵居然敢走到自己跟前 心中顿时怒火大增 他转身 取下挂在墙上的长剑 就准备向杨云头顶砍来 而臣杨云拜见父皇 杨云一边小声说着 一边取下了戴在他脸上的面具 啊 老十三 原来是你 福皇一见跪在自己面前的 居然是杨云 先是大吃一惊 而后又高兴起来 这个逆子把整个皇宫都封锁了 老十三你居然这个时候 还能混进皇宫 看来你还有些本事吗 福皇笑着说道 这语气让杨云不由佩服 这个时候 父皇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这一次 真失算了 一直觉得 这逆子懦弱怕事 从来没想到 他居然还有这带兵谋匿的胆量 不过他也太小看 朕那太以为 这个样子 就能够让朕无法传递消息出去吗 福皇冷冷地笑着 过了一会儿 父皇又对跪在前面的杨云说道 在这种时候 你没有逃得远远的 还敢进宫来 想法来见我 看来你还颇有些胆识 也有一些孝心 你且站起来说话吧 你来到这宫中 了解宫中的情况吗 这个逆子带进皇宫的 是哪几只兵马 福皇见杨云站起来 马上向他问道 岁州的驻军 以及萧綦 鲍綦 以及熊渠的部分兵马 目前 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皇宫 并且封锁了皇宫 任何人不得向外传递消息 杨云还没来得及答话 旁边的吴远玉 向前走了几步 躬身向父皇说的 哼哼 其他几只队伍都能想到 没想到 这岁州刺史王岐 居然也参与其中 亏得朕信任他 将他从一个小小的县位 提拔成为一个封疆大吏 福皇冷笑一声说道 这逆子也太小看朕了 你都能得到消息 并混进皇宫里来 难道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 还能让他将这皇宫困的鸟 都飞不出去吗 不过 既然老师三你来了 这立功的机会 我就给你吧 福皇接着说道 说完之后 福皇看了高公公一夜 高公公心领神会 从寝宫的一个柜子里 拿出一个锦盒 放在福皇的岸上 福皇打开锦盒 从锦盒里 拿出一只金黄色的小剑 递给一只 站在岸基前面的杨云 你拿着这把小剑 去西京城外 找到龙武营统领张位 告诉这里的一切 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福皇说道 杨云接过金色小剑 又跪在地上向福皇行礼 然后戴上面具 跟着吴远御转身离开 陛下 您认为十三殿下 能不能成功地 把消息传递出去啊 见杨云走出寝宫 高公公轻声说道 你这老家伙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我虽然很少与老十三打交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是个聪明人 绝对不会和老大 这样愚蠢的家伙合作的 当然 他能否顺利地 将消息传递给张位 这个就不敢保证了 不是还有你老家伙的暗卫吗 你马上让他们带着我的玉佩 去找司空府找成信 这次 我要让老大和己相然 这两个愚蠢的家伙知道 任何时候 这西京城都 还是朕说了算 第105章 宫中争斗 对于福皇和高公公的谈话 杨云并没有听到 这个时候 他只一心想把这消息带出去 帮助福皇 把这一次变故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无缘欲的掩护下 杨云顺利地来到人宫湖畔 进入了假山中的密道 成功关闭密道门的那一瞬间 杨云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宫中走了这么一遭 差点把小命丢在这里 自己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真正做出一些事情 就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那杨云是绝不甘心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多了 杨云通过密道 回到铁峰所在的小院 见天还没有大量 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吴王府中 回到房中 见池里由于担心自己 竟然还没有睡下 让杨云十分感动 这一对相爱的恋人 忠诚眷属 洞房之乐就不向外人道了 很快 天色放亮 忙碌一夜的杨云 根本没有来得及和眼 他匆匆爬起来 因为他要趁城门刚刚打开之时 以最快速度赶到城外的龙武营 将黄黄宫里发生的事情 告诉龙武卫统领张卫 见杨云从房间里走出来 神色很差 还打着喝歉 这情景 让服侍他的燕晴和柳越 暗暗偷笑 这吴王殿下 新婚之夜 看来是不惜体力地 忙碌了一大夜 看着燕晴和柳越的表情 杨云知道 这两个丫头误会了自己 不过他也懒得解释 匆匆地叫人套好了马车 在几名侍卫的护卫下 向城外的龙武卫大营行去 杨云这边的情况暂且不提 先来说说皇宫中的情况 这日 天刚刚亮 西京城中好几名长兵的将官 接到一份来自皇宫的圣旨 大家立即穿戴整旗 匆匆地向皇宫行去 皇宫门前 专门有守卫宫门的侍卫 收走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武器 并将随从拦在皇宫门外 对于侍卫门的这一行为 这些官员们也不意外 因为皇宫里历来是这样的规定 所有的武将不允许带武器进攻 随从当然也不允许进去了 可是不一样的是 这些进入皇宫的兵将领们 被带到荣华殿中 这是福皇常用的 接待朝中官员的地方 这些统兵将领们 在荣华殿中坐了很久 却始终不见福皇的身影 这些统兵的将领 大多数是武官 耐心很有限 在大殿中等了很长的时间 依然不见任何动静 终于有一个将领忍不住了 准备走出荣华殿 找人问问情况 可是这宁将官刚走到荣华殿门口 就被门口的侍卫当住去路 说是福皇有旨 任何官员不得离开荣华殿 这些领兵的将官 都是十分聪明的人 一看情况就知道 此事不太正常 皇上紧急召见 不可能这么多时间 把他们撂在这里 要知道 这些将官 可是担负着京城防卫的要职 他们长时间离开自己的岗位队 京城的安危 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这些武官们纷纷站起来 质问守住荣华殿的侍卫 要求这些侍卫放他们离开 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可是 对于这些武官们的要求 守在荣华殿门口的这些代位 却以皇命为由 坚决地拒绝了 有武将想要直接冲出去 这些守门的侍卫 毫不犹豫地举起兵器 看情形这些武将们 不听招呼的话 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 兵刃相见了 各位 听老夫一句话 大家安安静静坐下来 我们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 聊聊天 喝会茶 相信陛下一定会 给我们一个交代的 正在众将官越吵越凶 想要武力冲出荣华殿的时候 一个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愤怒的众将官听到这话 正想斥责着说话的人 但是他们转身一看 见说话的是一个 黏鱼花甲的老人 要是其他人的话 愤怒的众将官 一定会勃然大怒 冲上去将他撕个粉碎 但看到这个老人 这些将官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居然各自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大家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司空诚信 众将官在愤怒的时候 还能听进诚信的话 不仅仅因为诚信是众人中 职位最高的堂堂一品大员 更因为这诚信 是陛下最信任的官员 对福皇而言 这诚信不仅是朝中的大臣 还是福皇认可的兄弟 更是福皇可以依托的公骨之臣 程大人 今日这是明显有蹊跷 不知大人 为何阻止我们的行动 有一名武将 忍不住向诚信问道 各位 我们现在都是赤手空拳 面对这些全副武装的侍卫 如果大家动武的话 我估计 我们众人今日都会把命丢在这里 我想皇上 肯定也不愿意 见到大家无畏的牺牲吧 诚信慢慢说道 陛下有危险 我等就算是拼了这条命 也不能让这些萧小得逞 一名将官愤愤地说道 张将军 你跟了陛下这么多年 凭你对陛下的了解 陛下是那种 能够让这些萧小 都能奈何得了的吗 诚信坐在那里 自信地说道 可是我等都被困在这里 这西京城中 还有谁可以 对付这些以下犯上的家伙 又有一名官员着急地说道 今日之事 陛下早已通知了我 并且早有安排 陛下要我告诉大家 此时此刻 大家稍安无动 不久之后 陛下就会除掉奸命 和大家见面的 诚信看了看众人 缓缓说道 这话如果是其他人说出来 大家肯定不会相信 但此时此刻 说这话的是诚信 众将官虽然有些担心 还是纷纷坐了下来 但仍然不断焦急地 张望着荣华殿外 父皇 此时此刻 西京城中最忠心于 您的领兵将官 都已奉您的旨意 在荣华殿中了 就算现在消息 传到西京城中 已经不可能 有人在领兵攻进皇宫 您就下旨 退位吧 此时的父皇请公 太子已无法再忍耐 大声对父皇说道 陛下 太子在储君之位 已经待了三十多年了 是时候将皇位传给他了 陛下年事已高 不如就此卸下身上的担子 做太上皇 想想轻服吧 将担子交给太子殿下 相信太子殿下 一定会像陛下宁一样 做一个明君的 太子身旁 虚发全白的己相燃 在两名侍卫的搀扶下 跪在父皇面前大声说道 逆子 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 我今日就会下旨 撤了你储君之位 让你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 父皇愤怒地说道 紧接着 父皇看着跪在地上的己相燃 缓缓地说道 太师 你起来吧 燕燃为了我 付出了生命 所以我让他的儿子 当上了储君 但是我相信 你也看到 这逆子无才无德 如果真让他当上了皇帝 我大夫一定会被周边的 豺狼虎豹 吞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听到父皇的话 己相燃抬头看看父皇 又转头看看身旁的太子杨岳 一句话也没有说 父皇 到如此地步 不写也得写 这时 杨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大声说道 畜生 你敢 这可是你的父亲啊 这时 一直站在父皇旁边的高公公 突然怒吼道 高公公深得父皇的信任 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他对所有的皇子和宫中的妃子们 都十分恭敬 没想到这个时候 他会站出来怒斥太子 你这老家伙 哪有你说话的分 今日 就先让你这老家伙的鲜血 来洗清本太子 登上皇位的路吧 太子杨岳面露争鸣之色 大声说道 紧接着杨岳朝着身后大喊一声 来人 先把我把这老东西的头 给我割下来 随着太子杨岳的一声喊 从寝宫外冲出多名侍卫 他们手持刀枪 恶狠狠地向高公公冲去 在杨岳看来 在高公公 就是一个善于奉名福皇之人 没有多少本事 几名侍卫拿下他那是轻而易举 可是接下来的场景 让他目瞪口呆 这平日里 看着若不经风的高公公高德 居然是一个高手 赤手空拳的他 面对十余名装备精良的侍卫 居然丝毫不落下风 一时间 杨岳心里略过一丝担心 难道福皇对今日之事早有准备 但如今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杨岳眼中露出凶利之色 又是一声大喊 越来越多的侍卫 冲进了福皇寝宫中 向高德发起攻击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高公公的功夫十分高 但是面对着众多的侍卫 慢慢地落在了下风 看到这一情况 杨岳心里的担心降低了许多 嘴角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但就在这时 寝宫一侧的一扇墙 突然倒下 从里边钻出了几十个 身穿黑色甲皱 面带金色面具的人 这些人各个武功高强 他们冲出来不一会儿 就把冲进寝宫的 侍卫刺到好几个 这一情景 让杨岳大吃一惊 他让人将跪在地上的 几箱燃浮起来 然后转身走出福皇的寝宫 你们迅速冲进去 将所有反抗之人就地格杀 如龙以上那位 不愿意配合的话 你们也就不要再客气了 杨岳脸上争鸣之色 越来越重 挥手做出了一个 媚脖子的动作 第106章 局势忽变 看着越来越多的侍卫 还有江湖人士 进入自己父皇的寝宫 杨岳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他仿佛看到高公公 惨死在众人的刀下 就连自己的父皇 也在混战中死于非命 接着他似乎又看到 大福皇宫的大殿上 那象征着权力的宝座上 坐着的那一个身穿龙袍的人 那不正是自己吗 紧接着他似乎又看到 大福的文武百官 拜扶在自己脚下 平日里 那些看不起自己的老顽固们 此时此刻 正下得瑟瑟发抖 而跟自己争夺皇位的那几位 向王阳县 圣王阳明 以及跟他们狼狈为奸的皇子们 正被如狼似虎的侍卫压着 有的将被推出五门斩首 有的将被发配边疆 看着眼前的一幕幕 杨岳脸上的得意之色越来越重 他在心里想到 这一次一定要彻底地 把阻拦自己登上皇位的所有人 全部打倒在地 不给他们翻身的机会 太子殿下 皇宫被一群士兵围住了 他们正在向守门的侍卫发起攻击 眼看就要冲进皇宫里来了 一名身穿盔甲的将官 冲冲跑进来 打断了正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太子杨岳 有士兵围住了皇宫 还在向我们的人发起进攻 你没搞错吧 这个时候 西京城内 哪里还有能对我们造成影响的力量 杨岳大声说道 看他们身上的盔甲 好像是龙五位 还有左右金无位的人 前来汇报的将官向杨岳说道 你没有搞错吧 龙五位不是远在齐州吗 怎么会到西京城来了 而左右金无位 不是由司空成信统领的吗 而成信 现在还被我们控制在荣华殿中啊 太子杨岳将信将疑地说道 但是他心里却 突然产生了阵阵寒意 不管了 你再多派一些人过去 拼死将宫门守住 等我们控制了皇上 他们来再多人也是白打 杨岳狠狠地说道 接着 他又转过身 朝进攻福皇寝宫的侍卫和江湖人士大声喊道 大家抓紧时间 不惜一切代价 将这次反抗的人全部杀光 说这话时 太子杨岳脸上一副决然的表情 他知道 如果不能在皇宫外的士兵攻进皇宫之前 把福皇控制在自己手中 那一切就完了 事情显然没有朝着杨岳想的方向发展 正在寝宫攻击突然出现的黑衣人的江湖人士和侍卫 将这群黑衣人团团围住 但始终无法前进一步 正在拼命攻击的时候 变故却出现了 这时 太子手下的侍卫中 一名将官突然大声喊道 兄弟们时候到了 杀了这些反贼 说完这话 这将官突然拿起手中的大刀 朝身边的一个江湖人士头上砍去 这名江湖人士猝不及防 立即被砍倒在地 与此同时 好些正在向黑衣人发起进攻的侍卫 突然临阵倒戈 转身 向身边的听命于太子杨岳的侍卫和江湖人士砍去 正在进攻黑衣人的侍卫和江湖人士 做梦也没有想到 正在并肩作战的战友 突然会向他们发起攻击 猝不及防之下 这些效忠太子的侍卫和江湖人士 倒下了一大片 李龙 你这贼子 你要造反吗 这个突然出现的情况 让太子杨岳大吃一惊 他指着 这名带头反水的将官大声喊道 对不起了 太子殿下 自始至终 下官都是效忠皇上的 只是听从皇上之命 故意配合一下你们而已 这名叫李龙的将官 看着气急败坏的太子杨岳 冷冷地说道 由于这名叫李龙的将官突然反水 让太子手下的侍卫和江湖人士措手不及 在反水侍卫和黑衣人的联合攻击下 顿时节节败退 许多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太子殿下 挡不住了 他们已经攻进皇宫来了 马上就要到陛下的寝宫这里了 我们赶紧逃吧 这时 一名浑身是血的武将 匆匆跑了进来 大声朝太子杨岳喊道 在这名武将身旁 还有一名同样浑身是血的江湖人士 正是这次协助 太子杨岳造反的江湖人士之一 红山派的掌门张红山 挡不住了 太子殿下快撤吧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这名红山派的掌门 也站在太子杨岳面前 焦急地说道 我不走 我们跟他们拼了 再努一把力 皇位就是我的了 杨岳正拖了两人搀扶自己的手 大声喊道 殿下 挡不住了 我们败了 快走吧 再不走 大家谁也逃不掉了 这两个人一边说着 一边不顾杨岳的挣扎 一人托出杨岳的一只手臂 拼命地把他朝远处拉去 见太子杨岳 被一群侍卫和江湖人士拉走 正在进宫 扶皇寝宫的侍卫和江湖人士 没有了主心骨 马上士气大将 不一会儿就被杀得四散溃逃 而这时 震天的喊杀声 从宫外传来 并且越来越近 紧接着一大批士兵杀进了皇宫 将这一批造反的侍卫和江湖人士 杀得狼狈不堪 慢慢地 这喊杀声越来越低 皇宫人趁乱逃出了皇宫 拜见父皇 儿子不如使命 将消息传递给了龙武卫的张将军 全副武装浑身是血的杨云 跪倒在福皇面前大声说道 龙武卫统领张卫 救驾来迟还望陛下恕罪 一名全副武装的高大将官 跪在福皇面前说道 好好 你们做得都很好 继续努力 把这群乱臣贼子全部诛杀 还有那个逆子 马上给我抓起来 如果他要反抗 格杀勿论 父皇看着面前的两人 恨恨说道 荣华殿中 一直被困在殿中的重将官 听见皇宫中 喊杀声越来越大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们拿起荣华殿中的座椅板凳 就朝守住他们的侍卫 打杀过去 这些守在荣华殿门口的侍卫 本来正在焦急地看着 福皇请供的方向 被这一群将官 供了个措手不及 幸好他们人多势众 很快控制了局面 将荣华殿中这群忠于福皇的将官 紧紧地挡在荣华殿中 听到这一消息 守住荣华殿的侍卫们 马上没有了兴气 他们像潮水一般 立即朝着皇宫的各个方向 四散逃去 荣华殿中的这些将官们 见围住他们的侍卫逃走了 立即兴奋地冲出荣华殿 捡起落在地上的各种兵器 飞快地朝福皇请供奔来 在奔向福皇请供的途中 这些将官得到了 他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造反的太子真的被击败了 这一消息 给这些将官们带来了力量 他们一边斩杀 正在四处逃窜的造反侍卫 以及这些江湖人士 一边朝福皇的寝宫奔去 终于他们来到福皇的寝宫之中 看见寝宫中狼狈不堪 血流成河 但是福皇和高公公等人 却安然无恙 这些将官们大喜过望 立即跪倒在福皇面前 祝贺福皇击败逆贼 正所谓兵败如山倒 在龙武卫和左右金武卫的 联合攻击下 这些没有了士气的造反侍卫 和江湖人士 全部被剿灭了 什么 没有抓住这个逆子 留着 哪怕将西京城翻个底朝天 也要抓住他 一家的皇宫大殿的福皇 坐在龙椅之上 听到张卫和承信的报告 把暗桌拍得咚咚直响 大声咆哮道 西京城的龙云大街 有一座偌大的府邸 而此时这府邸 却被一群士兵包里的水泄不通 这情景让附近的百姓们大感惊奇 因为这一座府邸居住的 可不是一般的人 正是大夫太师吉祥然 这吉祥然是先皇后的父亲 是大夫的国障 看样子这些士兵各个凶神恶煞 府中的家兵稍有反抗 立即被这些士兵们砍倒在地 大多数的大夫百姓 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 胆小的人生怕 这些血光之灾落在自己头上 立即躲得远远的 但还是有一些胆大的百姓 他们远远的围观着 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士兵居然敢在太师府前随意杀人 太师府的正堂之上 虚发全白的己香燃 将府中所有的人全部赶离了正堂 此时的他披头散发 衣衫不整 平时最爱整洁的他 现在却没有心思顾及这些 己香燃呆呆地坐在正堂之上 就像一座雕塑 好久没有一点动作 忽然他站了起来 转身向着皇宫的方向跪了下来陛下 臣错了 做错事就应该受到惩罚 己香燃说完 朝着皇宫的云像 使劲磕了三个响头 由于力气用得太大 头都给磕破了 鲜血从额头上流了下来 但是 此时的己香燃仿佛没有感觉到疼痛 他缓缓地转身 先皇后继燕燃之味 第107章 暗潮涌动 己香燃来到这灵味的前面 从一旁拿过几只香 在灵味旁的烛火上点燃 轻轻地插在灵味前的香炉之上 然后 己香燃站在灵味之前 深情地说道 一二啊 你早早地离开了我 把你这老父亲 孤独地留在这个世界 人间最悲痛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父亲独自在这个世界 已经累了 说完之后 己香燃停顿了一下 又接着说道 你撒手离去 留下了一个儿子 为了他 父亲我不顾原则力捧他登上太子之位 现在想来 父亲我后悔啊 如果他只做一个闲散王爷 可以快乐一生 可是现在 却落得个亡命天涯 己香燃一边说着 一边抹去眼角的泪花 接着说道 算了 我已经年迈 没有精力再考虑那么多了 一二 父亲这就下来陪你 己香燃说完 转身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白灵 将他搭在房梁之上 然后 把头伸进白灵之中 脚下一用力 蹬掉了踩在脚下的凳子 太师傅正厅门外 几个太监拿着圣旨 一直在外面等待 脸上明显流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情 若是一般的获罪官员 敢让这些终日服侍在皇帝身边的太监等待 他们早已冒火了 但是他们现在等待的是大富国国障 先皇后的父亲 堂堂的一品太师 所以他们 只有控制自己的情绪 耐心地在门外等着 时间一点点过去 可是正厅内却没有丝毫动静 忠于领头的老年太监 耐心终于耗尽 他对于旁边的一个小太监 使了个眼色 旁边的小太监 在宫中生活多年 早久变得聪明 他心领神会 轻轻地走到正堂的门口 大声喊道 几太师 陛下有职请 您老人家出来接旨啊 喊完之后 这名小太监 又在门外等了一会儿 但是太师傅的正堂内 依然没有动静 于是 这名小太监 轻轻地推开正堂的大门 悄悄地把头伸了进去 妈呀 不得了了 这一看不打紧 这名小太监 立即像火烧了屁股似的 一下子跳了起来 转身就向外跑去 把门外等候的重太监 和侍卫吓了一大跳 什么 老太师自尽了 父皇坐在龙椅上 待了许久 他才喃喃地说道 何必呢 您老也曾经为我大福 做了许多的贡献 只是老了 有些糊涂罢了 传我旨意 太子谋逆之事 不得牵连到太师头上 对太师以礼后葬 父皇忽然转过头 朝一直站在身边的高公公 缓缓地说道 西京城中 这几日的盘查 开始严密了起来 特别是各个城门 比起平常安排了 好几辈的侍卫 对于这些变化 大福的百姓们 觉得毫不奇怪 正所谓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太子谋逆一事 已经在大福百姓中传开 清晨时分 西京城朱雀门门口 一辆有一匹 受马牵着的小车 缓缓行来 这辆小车特别奇特 因为他还没有行到城门边 一股臭味 鼻子一边说道 脸上露出了嫌弃的神色 顾安一眼 这还不知道 我们是宋叶湘的 马车上坐着两个衣衫蓝绿 脸上也沾了许多灰尘的男子 其中一个男子恭敬地回答道 其实这守门的江公 也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下 因为他们 时常守在这朱雀门口 每天这个时辰 都有一辆从皇宫送出粪便的小车 要送出西京城外倒掉 而宋叶湘的这两个男子 守门的士兵天天见到 也没有什么异常 于是 守门的士兵 简单地载送叶湘的小车前后查看一下 就挥手 让他们通过了 这辆小车 出了朱雀门 又前行好几里 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道旁 太子殿下 这里已经安全了 您快出来吧 这两个负责到叶湘的男子 打开装满粪便的车厢 从里边的暗阁中 浮出了一个中年男子 这个中年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几日前 还高高在上的大副太子杨岳 杨岳走出小车 就像一旁跑去 虽然在车内的时候 用湿布捂住了口鼻 还有专门透气的小孔 但是在这臭烘烘的狭小空间里 待了这么长时间 杨岳还是特别难受 他跑到路边 在一处低矮的灌木丛边吐了起来 这时陆续从旁边的树林里 走出许多人影 有人拿出一壶水 服侍杨岳清理口中的呕吐物 还有人给杨岳拿出干净的衣服 服侍他换上 好久之后 杨岳才慢慢恢复过来 但是脸色还有些苍白 对他而言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 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 我要夺回本应属于我的东西 杨岳缓缓地转身 看着西京城的方向 狠狠地说道 朝廷派出了大量的人马 想要查找太子杨岳的消息 可是杨岳当太子三十多年 也经营起了不小的势力 在这些人的庇护下 朝廷派出的人 始终没有找到杨岳的踪迹 荣华殿中 父皇呆呆地坐在 暗基后面的椅子上 这一场皇宫之变 虽然挫败了太子杨岳 和太师几向然的阴谋 但是他一点也快了不起来 这一场胜利 朝廷少了一个功勋卓著老人 一个德高望重的一品太师 自己少了一个曾经最心爱的儿子 太子叛逃 储君之位空了下来 朝中渐渐有了呼声 要扶皇重立太子 当然呼声最高的是 相王阳县和圣王阳明 这一文一武的两位皇子 都有着不少的拥戴者 特别是圣王阳明 这位有着大幅战神之称的皇子 武功高强 指挥作战能力也特别强 从军十余年来 为大幅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手下有着许多身经百战的将士 不断为他奔走呼嚎 希望扶皇立圣王为太子 当然 相王的支持者也不少 作为当今皇后亲生儿子 朝中许多文臣向扶皇表示 圣王阳明统兵作战能力特别强 是一座统兵大将军 但是要治理国家 还是应该相王这种博览群书 处世能力又特别强的人来当皇帝 而且这些年来 扶皇交到相王手上的政务 他都办理得让大家十分满意 对于朝中的这两种态度 扶皇位置可否 只是在朝堂上宣布 自己身子还算硬朗 立处之势荣厚在意 这些事情 杨云都没有参与到其中 自从那一日成功平定宫中的叛乱之后 他就回到府中 几乎没怎么出门 终日在府中 与池里享受甜蜜的新婚生活 而大幅朝廷里边 局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杨岳氏太子 是大幅的储君 平日里 他又不屑于和自己的这些兄弟们 搞好关系 所以 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众矢之地 成了中为皇子攻击的对象 可是现在 太子杨岳在各位皇子的联合攻击下 节节败退 支持他的大臣和贵族们越来越少 无奈之下 他只有仓促铤而走险 以这种兵变的形式 企图夺得皇位 在这种局面下 太子要想成功地控制福皇 夺得皇位 成功的可能性当然很低了 所以 太子的败逃 也在秦礼之中 太子的轰然倒塌 让始终以太子为敌的 相王和圣王等皇子 一下子没有了敌人 顿时觉得十分不适应 很快 他们便找到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 刚刚还在并肩战斗的兄弟们 能在京城 皇帝眼皮底下 混得风生水起的这些大副官员们 没有一个是笨人 他们很快发现了 朝中微妙的局面 这些官员们权衡利弊 马上做出了选择 分别加入了圣王和相王的势力 正所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些分别加入两股势力的官员们 为了向他们的新主子 递交投名状 卯足力量 向对方官员 发起了一场场不带刀枪 不见鲜血 但更残酷的战斗 在府中带了好几天 没有出门的杨云 剑巢中没有人在关注自己 终于放宽了心 带着新婚的妻子 走出了王府的大门 因为不久之后 就要回到吴县 在西京城内的许多事情 需要把他处理好 两人先到吴影卫四部 逐一查看了一番 了解一下这四部发展的情况 并给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紧接着又来到书局里 把书局的一并事宜 交给他的一个信得过的属下 打理对于吴影卫和西京的这书局 杨云还是挺上心的 因为这些年来 这几个部门 为他筹措了许多的银两 支撑着他一步一步 将吴县这一个自己的势力范围 发展得更好 自己的封地远在吴县 好些信得过的属下 也待在吴县 西京城中留守的人 已经不太多了 所以杨云不得不趁着自己 还在西京城的机会 好好的把这一所有的事情 安排得顺顺当当 终于到离开的时候了 杨云带着池里到皇宫中 拜别的父皇 拜别了自己的母妃 还想象自己的老师 太傅赵传前 自己的丈人池上文一一道别 带着自己的新婚的妻子 缓缓的 朝自己新的家园吴县行去 第108章 回到吴县 吴县的县城已经历历在望 看着这座小小的城池 杨云心潮澎湃 这一次大婚 在西京城待了好几个月时间 离开吴县的时候 还是冰天雪地的冬季 而此时已经到了春末 队伍行至吴县境内 景色突然一变 山中树木葱郁 西中水流潺潺 看得池里高兴不已 自小生活在繁华西京城的他 哪里见过这么美丽的山中景色 兴奋的池里 时不时地让马车停下来 时而在山间的小溪中洗洗手 或者停下来 看看树上唱歌的漂亮鸟 又或者在瀑布前 留下银铃般的笑声 远远看到县城 杨云心中有一种亲切感 相比起西京城 那里虽然拥有高大的城墙 热闹的街市 但是在杨云的内心神处 他对这平级的吴县 更有归属感 这里美丽的景色 这里淳朴的老百姓 都是杨云特别喜欢的 不知什么时候 他已经把这个贫困的小县 当做自己的家了 马车缓缓驶进县城 县城中正在忙碌的百姓得知 他们的吴王 他们的白莲教主回来了 远远的都在向队伍打着招呼 坐在一旁的池吏 也十分高兴 因为他可以清楚地看到 自己的丈夫 在吴县这个地方 已经得到很多老百姓的认可 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等杨云回到县衙的时候 得到消息的众人 已经早已等待县衙之中 聚远光 刘远 郭龙 铁山 甚至远在山区里边的土匪的严雄 姚霞和刘海妮都赶过来了 看着大家这边开心的样子 看来这段时间里 这些人相处得挺不错 离开吴县之前 杨云担心 他手下最核心的这几个人 由于出生不同 会造成各种的矛盾 但现在由于 发现自己担心的事情 并没有出现 这些兄弟几月不见 当然非常高兴 一顿酒是免不了的 这一天 所有人都敞开的喝 喝到最后 几乎没有几个人 是直着走出去的 杨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睁开眼睛 还觉得头有些疼 喝了点池力 为他准备了西周 然后按着惯例 在县衙的后院练了会舞 就陪着池力出了门 杨云昨日已经和池力说好 要带他出去走走 看看无限的山山水水 呼吸一下山区的新鲜空气 对于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池力而言 这里的山 这里的水 这里的空气 这里的蓝天白云 无意不让他感到兴池神往 在赤沫等人的保护下 马车缓缓地向山区行去 这一日 两人玩得十分尽兴 在山谷中嬉笑打闹 在瀑布前打的水仗 在丛林中追逐野兔松鼠 一阵阵欢歌笑语 惊得林中的飞鸟都展翅离去 傍晚时分 他们来到 杨云到无限之后 修的一个蓄水库 看见这里如画般的美景 池力立即表示 不走了 不走了 今日就在这里宿营 听了池力的话 杨云笑了笑 安排随从做好宿营的准备 两人坐在水边 看着天边的晚霞 觉得十分惬意 赤沫带着人打来几只野兔 就着湖边的枯树汁烤了起来 不一会儿 浓浓的烤肉香味 在水边在山间弥漫起来 吃着美味 喝着美酒 一群人高兴起来 最后 这些随从们 一个一个悄然离开 给杨云和池力两个人 留下了独自相处的空间 天边的晚霞 映沉在水面之上 一些水鸟在水面扶着 或者在水面上盘旋 又或是 前进水中抓着各种鱼儿 池力完全迷醉于这美景之中 云哥哥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就在这里 搭上一间小木屋 没有事的时候 我们就住在这里 春天看五颜六色的花朵 夏天在这水中游玩 秋天采摘山中的果子 冬天看看漫天的白雪 池力兴奋地说道 看着池力这高兴的样子 杨云不忍心打消她的兴致 于是说道 好 这件事情就照娘子说的办 我回去过后就安排人手 尽快把小木屋建好 到时候 我们再养一些鸡鸭 种一些小菜 这种日子想想不高兴 在池力的坚持下 一群人在山间待了好几天 才恋恋不舍地 回到了无限县城 少主 我们收到消息 太子他逃到楚国去了 刚回到县衙不久 燕琴走了进来 向杨云汇报了一个重要消息 杨云找来的巨远光和郭龙等人 向他们通报了这一消息 最后几人达成了共识 既然杨越到了楚国 有很大的可能性 楚国会派兵帮助杨越 夺取大福皇位 当然 杨越肯定还会拿出很多利益 让给楚国 不管怎么样 这场战事应该是一触即发了 所以 众人最终决定 在这段时间里 尽量多招一些兵 并且加强训练 只有保持一定的战斗力 才能在战争中 为大幅建功立业 这样 才能保证无限老百姓的最大利益 于是乎 铁山和刘远等人又忙碌起来 铁山忙着利用山中的铁矿 打造出无数的兵器 为将来的大战 做好充足的准备 而刘远则对县城的士兵 进行了魔鬼式的训练 每天折磨的这些士兵筋疲力尽 回到银房 倒头就睡到了夏初 又有好消息传来 这一年总体来说 风调雨顺 再加上 新建了许多水利设施 有充足的 水源保证粮食的生长 所以这一年的小麦得到了丰收 以前无限的老百姓 种粮食 只收要填饱肚子 现在小麦丰收了 无限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了提升 所以开始有了制作 与小麦相关的食品 比如烙饼 或者包子馒头等等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杨云给几个老百姓 介绍了面包和蛋糕的制作方法 一下子吸引去无限老百姓的兴趣 因为在他们心中 这位吴王 白莲教主几乎是无所不能 从他口里说出来的东西 都是值得信赖的 在这样心里的支持下 许多厨师们 开始尝试制作蛋糕和面包 很快就制造出了成品 虽然这成品看着不够好看 比如面包 有的烤得漆黑 再比如蛋糕 很多东西混在一起 显得挺不美观 但吃起来 还挺好吃 这一下 无限的百姓们来了兴趣 他们纷纷开始制作这些 没有见过的食品 随着大家经验越来越丰富 做出来的面包和蛋糕 不仅味道有了很大的进步 连外形也显得美观多了 然后杨云又给他们建议 比如这蛋糕 可以根据不同的 值得纪念的日子 制作成不同风格的蛋糕 比如有人过生日 可以制作生日蛋糕 再比如 有人成亲可以制作婚礼蛋糕 还有些人做生意赚了大钱 或者升了官 或者有了其他的好事情 可以做成功蛋糕 这些面包和蛋糕 外形十分美观 味道又十分香甜 受到无限百姓的欢迎 并且慢慢地传递到 无限周边很多的县城 做完这些之后 杨云又把主意打到旅游上面来 无限的景色本来十分美 再加上杨云先进的理念 不仅把美景与人文相结合 还和许多历史人物 历史故事结合起来 一时间来无限旅游的人 不断增加 这一下子促进无限餐饮 还有住宿的发展 许多老百姓 因为这挣了不少钱 他们当然十分开心 老百姓们对他的感激 进一步促进了杨云的积极性 于是他绞尽脑汁 思考周让无限得到更快的发展 在这样的思路下 重丧养残制作丝制汁 开始制造各种陶瓷 从一种颜色到几种颜色 还有姑娘和媳妇们喜欢的胭脂香粉 也开始在无限发展起来 因为植被丰富 制作出来的汁粉香味特别纯正 很快受到大家青睐 周边的商人嗅觉十分敏锐 发现了商机 也纷纷来的无限想要奋一杯羹 但是无限地处山区 交通十分不便利 导致来无限的商人 经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县城 这一点让杨云十分困惑 在他以前的那个世界 改善交通的思路提出来 但是这件事情可不简单 杨云以前生活的那个时代 属于高科技的时代 有很多高科技的手段 但是在改善山区交通条件的时候 也经常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更何况现在这么落后的时代 但是杨云是一个有失很倔强的人 他认可的事情 就要想努力地把它做好 于是无限轰轰烈烈的修路运动开始了 在修之前 杨云做了很多宣传工作 让老百姓充分知道修路的重要性 所以正式开工的时候 无限老百姓们的积极性十分高 他们提出只要修路义务的劳动 每天一日三餐馆饭就行 有力气的就山中开始采食 有技术的 就考虑怎样节省材料和食问问 正所谓众人食柴火焰高 在无限官民齐心努力之下 县城的交通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 一条通向县外的侵蚀路 在大家一起努力下 县城了 有了这一条道路来往无限的商人 行程可以减少接近一半 许多从来没有出过无限的老百姓 也有了兴趣 决定出去走走 还有一些周边的商人 因为惧怕无限路途的艰辛 以及土匪的袭扰 而不敢到无限做生意的 现在也开始慢慢地朝无限发展 第109章 瘟疫 殿下情况不妙啊 杨云正在县衙后院和池里一起喝茶 县令郭龙带着县城中文瑞 匆匆走进来 面色凝重地向杨云说道 近日来 城中老百姓 头痛发热的病人突然增多 各医馆开始没有引起重视 这一两日来 出现此类症状的老百姓越来越多 并且日益严重了 郭龙接着说道 我今日去几个医馆看过 已经出现好几个病情十分严重的百姓 主要症状是腹痛腹腺 特别严重的 正在出现剧烈的头痛 更有甚者 还有喷射性呕吐 惊觉 昏迷 钟文瑞接着说道 听了两人的报告 杨云的神色凝重起来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于是 他匆匆做好准备 跟着两人向 设在县城中的医馆行去 杨云来到无限之后 通过一系列手段 降低了无限老百姓 对道观和寺庙的依赖 所以 现在无限许多老百姓 或家人生了病 他们都喜欢 选择到医馆进行治疗 因为他们发现在医馆治疗各种病症 比道观寺庙和尚 和道士的仙药 有效得多 一行人很快来到最近的一个医馆 看见医馆里里外外 占了很多人 大多数人 脸色十分难看 精神也维米不振 显然都是疾病缠身了 杨云作为临床经验 十分丰富的医生 他敏锐地感觉到 这次的疾病 很可能具有传染性 于是他让随行的众人 拿出面巾 遮住自己口鼻 来到医馆之中 一走进医馆 就看见里面的人来人往 几乎挤得水泄不通 医馆中的大夫们 忙得不可开交 忙着给这些病人 进行检查开出药方 由于生病的老百姓实在太多 这些医馆的大夫们 脸上明显露出疲倦的神色 连一些刚学医不久的学徒 也开始在为一些病情 较轻的百姓检查病情 尝试着开出一些药来 再看看这些得病的老百姓 一个个痛苦不堪 在靠近茅厕的那个方向 上土下泄的病人特别多 以至于在那个方向 有浓浓的臭味不断飘出 一行人到了县城的好几个医馆 看到的情形 和第一个医馆都差不多 整个县城 足足有一两千老百姓生病 并且他们的症状都差不多 这一切都给了杨云 一个不祥的预感 他匆匆回到县衙之中 翻看各种医学典籍 再根据自己多年的从医经验 杨云不得不得出了一个 让自己十分沮丧的结论 这一次很可能是瘟疫来袭了 前世的时候 杨云在大学学医的时候 就听说过古代瘟疫的严重危害 在古代的时候 有几次特大的瘟疫 因为那个时候 医疗条件特别差 医术已十分有限 出现这种大面积的瘟疫 很可能造成 一个村一个镇 或是一个县 成千上万的百姓 全部死于瘟疫之中 所以 这瘟疫 在医疗条件严重不发达的时代 那真是致命的存在 产生这一想法之后 杨云十分着急 眼看着无限老百姓的生活 好不容易有了一些起色 又遇上了这样的麻烦 纵使杨云有着精湛的医术 对于这样厉害的大型传染疾病 也有一些绝望 从医管回来之后 杨云没有再出门 他终日把自己关在屋里 翻看各种医学典籍 结合自己脑中对瘟疫的知识 想要找出合理的应对方案 无限百姓的病情 日益严重啊 得病的人越来越多 已经把医管围的是水泄不通 没有办法 县衙出面 把医管周围的居民全部牵走 让这些生病的百姓 暂时居住于附近的居民家中 尽管杨云再三叮嘱 大家还是低估了这病的威力 许多在医管附近 维持秩序的县兵 也染上了这种疾病 甚至于到最后 经常到医管查看病情的县令锅龙 都被感染了 县城之中的老百姓 都这种病症的人越来越多 好些人 还没有等到救治 就病死了 梁庆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无限百姓 前几日自己的父亲 出现发烧腹痛现象 病情越来越严重 虽然到医管拿了药 但是病情依然没进好转 在医管去治疗的过程中 他的父亲看见医管有许多 和自己病状一模一样的老百姓 许多还是自己的熟人 紧接着 街坊邻居又有许多人 也得上了同样的病症 陆续有消息传来 街坊邻居中有好几个 得同样病症的人 由于病情太重 已经死了 看着患病的人越来越多 梁庆的父亲着急起来 他把梁庆叫他自己床前 孩子 这次我们无限可能得的是大瘟疫 这种病传染性特强 以前听说 曾经有一个县城 也是染上这样的疾病 全县的人都死光了 父亲我年事已高 可是我们梁家 不能绝了后啊 你赶快带着你的媳妇 还有你的儿女 远远地离开无限 不然的话 我们全家都会死到这里 老人家躺在床上 神色凝重地说道 爹你说什么啊 您还在病中 独自去逃生呢 梁庆伤心地说道 你这个糊涂的孩子 我在这里有你娘照顾我 不能因为我的病情 让我们梁家绝了后 父亲的话 开始严厉起来 要不然 让孩子他娘 带着儿子和女儿 到他娘家去 儿子就在这里照顾你吧 梁庆是个孝子 要他丢下自己的父亲 他心里怎么也无法接受 你这逆子 怎么这么不听话 你要是不听我话 从今天起 我就绝食 直到饿死为止 父亲开始愤怒起来 梁庆知道 自己的父亲 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 他决定了的事情 是不容更改的 所以无奈之下 他只有带着自己的妻子 和一双儿女 向附近一个县行去 准备到妻子娘家躲避灾难 刚刚走出县城 梁庆惊异的发现 像他们一样 准备离开吴县 以躲避瘟疫 传染的人还挺多 许多家庭都扶老邪幼 徒儿带女 顺着山道 走上离开吴县的道路 终于 这疾病在吴县百姓中 造成了恐慌 开始出现了 往外地逃难的现象 并且 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梁庆一家人 历尽艰辛 终于来到吴县和临县的交界处 但是 他们惊奇地发现 这里却守着好些 全副武装的士兵 这些士兵手拿刀枪弓箭 不允许吴县百姓 越过两线交界之地 若有强闯者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 痛下杀手 在他们前方 此时躺着好几具尸体 这是对众人的最好警告 无奈之下 梁庆只好带上一家老小 踏上回家的路 当他们风尘仆仆 回到县城的家中的时候 却发现 梁父已经去世了 而一直照顾梁父的梁母 现在也染上了疾病 几日里 这疾病已很快速度传播着 已经得病的人 成了大家严防的对象 甚至于还有一些村庄 把重病的人 关在屋子里活活烧死 看见这病情越来越严重 杨云心急如焚 在屋中认真研究好几日 终于写出两张药方 一张药方用于治疗 已经患病 特别是重病的病人 而另一张预防 则是主要起预防作用的 杨云迅速把切好的两张药方 发到县衙之中 让人去各个药店 收集各种草药 并且让刘远安排 县城的士兵 找来几口大锅 熬制出几大锅的汤药 同时杨云深知 这种疾病的传染性特别强 所以他让县衙的县兵们 把县衙附近居住的百姓 全部临时牵走 然后把生病的老百姓 集中到县衙附近这一带 让他们不得和县城 老百姓们接触 免得让更多的老百姓 染上这种疾病 梁庆一家人 听说县衙发文 要把得病的人 全部送进县衙附近的空房子里 要把他们和没得病的人分开 本来父亲生病 去世了 母亲又染上病 按梁庆的想法 是不想让母亲 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的 但是 梁母为了自己的病情 不传染家里人 坚持要按照县衙的建议 和家里人隔开 梁庆又不够母亲 只好答应了 这个时代的老百姓 他们的卫生意识并不强 所以 往往也会成为病菌滋生的摇篮 所以 杨云让县衙发布公告 让无限所有的老百姓 所有的牲畜 不得饮用河水湖泊中的生水 只能饮用深井中的井水 并且必须饮用开水 紧接着 杨云又发布告示 告诉所老百姓们 尽量不使用生冷食物 因为这些疾病 有可能随着食物 进入大家的身体 此外 杨云还与白莲教主的身份 告诉了百姓几种仙草 让百姓们每日里 用这些仙草熬制沸水 待这些沸水冷却之后 用于沐浴 无限的老百姓们 长期处于偏僻的山区 好多人根本没有要洗澡的概念 所以 杨云以白莲教主的身份 告诉这些百姓 使用这些仙草熬制出来的 盛汤沐浴之后 浑身就可能被掀气笼罩 从而避免病邪入体 亲眼看到 父亲得此病痛苦地离去 母亲也染上了这种难缠的疾病 梁青一家深知 这种疾病 若不认真对待 会给大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他们一家人 成了最先响应县牙号召的一群人 每天到县牙领取 据说可以预防此疾病的汤药 并且按照县牙的建议 每天用仙草熬制仙汤进行沐浴 第110章 抗疫 为了控制这瘟疫的传染范围 杨云让县牙在无限县城中发布告示 建议无限百姓 暂停大型嫁娶婚姻 寿宴 不举行大型集会 不到人多的地方去 等一系列措施 有了杨云的一系列策略 瘟疫的传播速度 慢慢降了下来 新增的得病病人 慢慢减少了 但是 现在摆在杨云面前 最大的困难 是如何治疗这些已经患病的病人 杨云用心开出的药方 在县牙让县兵们熬成中药 给这些患病的病百姓服用后 许多人的病情得到明显的好转 有一些症状比较轻的老百姓 甚至已经慢慢康复了 但是 对于一些重症病人而言 这样的效果 还不够明显 这几日 来又有好些人 没有人熬得住 被病魔带去了生命 这些死去的病人 虽然大多数是一些 抵抗能力较弱的老人 但是这也给杨云很大的挫败感 目前这种情况下 杨云只得硬着头皮 继续进行研究 在和县城中一些经验丰富的大夫讨论之后 杨云调整了一些药材 并且加大了用药的剂量 这样一来 效果明显好多了 又有一批病情较为轻微的病人被治愈 还有一些 十分严重的病人 病情也在慢慢好转 看到这一现象 杨云和一起忙碌的这些大夫们 终于露出了笑脸 但是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 无限虽然处于大山之中 各类药材的储备非常丰富 但是面对着数千人 大面积地染上了瘟疫 药材仍然开始吃紧了 由于药材供应不足 医管的大夫们 只得减少了病人的用药剂量 寸是这样一来 药销又差了起来 一些病情已经慢慢好转的百姓 他们的症状又出现了反复 杨云找来了钟文瑞 刘远以及姚霞等人 和他们商量 如何寻找药材这一几手问题 最后大家集思广益 有了这样几个思路 第一 充分发挥无限百姓的积极性 让他们把自己家里存着的草药都拿出来 第二 鼓励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到山中去采药 第三 发动无限本地的商人 以及来往于无限之间的外地商人 让他们在附近几个州县高价收购 治疗瘟疫的各种草药 可以为亲人和县里的乡亲治病 县衙还要支付银子 老百姓们的积极性 很快地被调动起来 家里有药材的 纷纷把它拿出来送到县衙 一些身体好身材还算矫健的年轻 第一时间到了山里 四处收集需要的药材 所有商人也行动起来 这种既可以挣到银子 又能为自己的亲人 和县城的老百姓 解除身上的痛苦 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 谁不愿意去做呢 商人纷纷赶到附近的石洞县 和阳县等地购买药材 在各方的努力下 很快筹集了许多的草药 终于暂时缓解了 缺少药材这一棘手的问题 与此同时 由于这疾病具有很大的传染性 许多老百姓听从县衙的建议 待在家里没有出门 可是这样一来 他们就没有了经济收入 杨云到无限这两年多时间里 无限的老百姓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高 勉强摆脱了要饿肚子的局面 但是像目前这样待在家里 家里的存粮很快吃完了 待在家里 可能不会被病情传染 但是 长久这样下来病 倒是没被染上 但又要会面临被饿死这一难题 正在老百姓们心中 十分纠结的时候 他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县衙外摆起了十几口大锅 衙门为大家熬了许多粥 实在坚持不下去的百姓 可以到县衙门口 领一碗粥充充鸡 前去领粥的老百姓 惊奇地发现 在石州的大棚中 每日都有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少女 拿着勺子 把一勺一勺香喷喷的粥 倒进百姓的碗里 看这个少女的穿着打扮和气质 应该是一个出自大家庭的女子 百姓们想到 这应该是哪一个 富户的女儿 或者是哪个官员的清卷 心血来潮来凑凑热闹吧 可是让这些百姓们惊奇的是 每天去领粥都能遇到这个少女 从早到晚 她几乎一直待在那里 每天做着同样的动作 似乎一直都不知疲倦 她那漂亮的脸上 总是带着甜甜的微笑 将一勺一勺的粥 送进百姓的碗里 每日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美女的少女 总是因为疲劳 满头是汗 头发也有些凌乱 但是 在无限老百姓的眼中 这一个天使般的善良少女 永远是最美丽的 有好奇的百姓 向旁边的士兵们 打探这个少女的身份 结果得到消息 让他们大吃一惊 这个少女 竟然是吴王的王妃 他们心目中 神一样的白莲教教主杨云的夫人 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 百姓们也就释然了 也只有这个爱名如此的吴王 只有这法力无边 又慈悲济世的白莲教主 才配拥有这美丽 而善良天仙般的女子 在来无限之前 池里还有一些担心 要来到这一个 离自己父母千里之外 人生地不熟的偏远现成 但是由于自己的爱人在这里 她终于下决心来到这里 可是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池里很快爱上了这个地方 这里漂亮的山山水水 花花草草 蓝天白云 天空中的鸟 灵中的飞禽走兽 无意不是她喜欢的 但更让她有兴趣的还是 无限这里善良的老百姓 这里虽然贫穷 但是百姓们都很淳朴 她每日来的周棚里 给百姓送周 都能看到大家感激的目光 听到他们感激的话语 起初 她纯粹是感到好奇 也想为自己的丈夫做一些事情 让她进一步受到 无限百姓的爱戴 但是看着老百姓们感激的目光 听着他们 发自肺腑的一些话语 池里感觉 自己这样做十分有意义 她体会到帮助人的快乐 从小到大 池里一直待在西京城里 尚书府里随时有下人陪伴的 这种感觉 是她从来没有体会不到的 感受到这些之后 池里像一只快乐的鸟 她觉得自己的劳动有了意义 所以 她坚持每一天都来到这里 为贫苦老百姓 送来一些 帮助他们维持生命的西州 一段时间来 杨云开始犯愁了 这么多的百姓得病 需要大量的药材 还有贫困老百姓 面临饿死的边缘 县衙有开仓放舟 这么大的开销 纵然是西京城中 吴尹卫源源不断地 送来银子和粮食 县衙今年的税收也多了一些 但是 如今也有些入不敷出了 池里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 当她听到 杨云和她的手下 讨论此事的时候 她将自己从京城带来银两 全部交给了杨云 还变了一些自己带来的首饰 让杨云换成粮食和药材 帮助无限老百姓度过难关 对于池里的善意 杨云首先想到的是拒绝 自己终日在县城中忙碌 没有多少时间来陪着自己的妻子 可是这个善良的女孩子 不仅没有怪自己 反而要她 拿出自己的嫁妆来帮助自己 这一切一切 都让杨云十分过意不去 但是她最终还是没有拗过 态度很坚决地持利 于是 这些银两和首饰 换来了很多粮食和药材 这一消息 很快在无限的百姓中传开 城中的一些父护们 听到吴王妃 竟然将自己首饰都变卖了 换取了粮食和药材 拿来帮助吴县的老百姓 于是乎 吴县许多富商和地主家里的女眷们 要么本着怜悯之心 想帮一帮贫苦老百姓 要么想拨得吴王殿下的好感 或者是在百姓中 提高自己的声誉 纷纷捐物捐粮 还有些人也学着持利的样子 到周棚亲自为老百姓 主周成就 帮助贫苦百姓共度难关 这一切一切 让杨云和吴县的重公园 松了一口气 就在县衙觉得捉襟见肘的时候 县城的父护们 送来的这些东西 虽然不是很多 但可以让县衙多支撑很长时间 有了药材 有了粮食 一确就好办多了 生病百姓的病情 慢慢得到了控制 越来越多的轻症病人 恢复了健康 还有许多重症病人 病情也得到了控制 县衙通知梁庆 去县衙附近接人的时候 梁庆还有些不相信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 因为这疾病 离开了这个世界 把母亲送到县指定的位置 单独居住的时候 梁庆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这一次 也许是和母亲的永别 现在县衙居然来人说 自己母亲的病已经好了 可以回家了 当梁庆见到自己母亲的时候 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 终于放了下来 母亲看着身体有一些虚弱 但是精神状态总体还是不错的 看得出来 她的病的确已经痊愈了 回家之后只要 稍微吃好一点 多多休息 很快就能恢复元气 接回母亲之后 梁庆第一次 为自己是无限人而感到骄傲 这么多年来 官府总是盘剥老百姓 但自从来了这吴王殿下 他确确实实在为大家着想 近几年来 吴县的老百姓生活快乐多了 这些快乐就是吴县的主人 这个年轻白莲教主 吴王杨云给他们带来的 第111章 难民 和梁庆想法相同的 吴县老百姓还有许多 他们也在心里 把这个年轻人 当做了自己的恩人 自己的亲人 照现在的情形看 如果有人做出 对吴县不利的事情 也许不需要杨云发话 老百姓们都会主动的团结起来 誓死捍卫这片土地 大量的病人病情好转 大大降低了吴县老百姓 对这次瘟疫的恐惧 患病的人越来越少 县衙解除了 让老百姓们待在家里的禁令 大家纷纷走出家门 努力行动起来 因为这次的瘟疫 好多人家里没有经济收入 家里已经入不敷出了 幸好县衙时不时的 还会拿出粮食 搭建周棚 使得整个吴县 没有一个被饿死的百姓 这一点让吴县老百姓 感觉十分幸运 因为这次瘟疫 已经传播到吴县周边几个县城 这些县城中 已经出现了许多病死 还有因为贫穷饿死的百姓 现在终于解除禁令 可以出门了 大家纷纷行动起来 开始卫生计奔波 要把前一段时间的损失补回来 唉 老了 老了 身体不行啊 没想到病得这么重 我以为这一次 会去见阎王爷了 没想到 还能捡回一条命 病情得到控制的郭龙 见吴王殿下 冒着被传染的危险 到医馆来看望自己 心里十分感激 但却没有说出来 呵呵 您可是我们无限的执着啊 就算阎王爷亲自来 我们也要和他拼一拼 将你从阎王爷手里夺回来 杨云笑着说道 郭爷啊 我们县城十分需要您 您老生病这一段时间 可把我给累坏了 你老要快点康复 钟某也得找个机会 偷偷懒啊 一旁的钟文睿笑着说道 在这一次的瘟疫中 杨云十分满意 自己势力中最核心的这几个人 在危险面前 这些人中 没有一个人想着要逃离无限 一直努力团结在杨云身边 帮助无限的老百姓 摆脱病魔的折磨 有的跑上跑下 帮助县衙收集药材 有的在医馆冒着被传染的危险 为生病的老百姓服务 还有的积极地劝说 县城中的老百姓 让他们待在家里 不要随意外出 通过这次瘟疫 无限的老百姓 对县衙的中官员们 更加信任了 在他们心中 只有现在这一批官员 才真正叫做父母官 他们和以前那一批中 中日里只知道收集明知明高 不想着好好帮助百姓的官员 的确不一样 正所谓人心奇 泰山仪 在所有人的一起努力下 局势得到明显的好转 虽然生病老百姓越来越多 现在除了还有几百重病人之外 绝大多数染上瘟疫的老百姓 都恢复了健康 这一切 让无限的老百姓们十分高兴 特别是一些老人 往往面临着 整村整村的人全部死亡 没想到 这样打了一次灾难 无限才死去了几百人 除了一些抵抗能力 实在太弱而死亡之外 大多数人的病情都得到了控制 这可是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的现象 这一切 都拜这个年轻人 和他手下的一帮人所赐 许多无限百姓 都把杨云当做自己家的恩人 当做他们心目中的神 不知什么时候起 在一些无限老百姓的家里 开始有了一尊常生佛的佛像 而这佛像所塑之人不是别人 正是白莲教主杨云 许多家庭 家里人早晨起来 都要在这尊常生佛像面前拜一拜 期待这位白莲教主 常生不老 永远庇护走无限的老百姓 回去 回去 再不回去的话 我们就要放见了 在无限与其他各县的交界处 这一幕情景又发生了 许多逃难的老百姓 想要越过两县交界处 到一个他们认为相对安全地方 这一幕情景十分相似 但是老百姓们 想到达的目的地 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 最初是无限生病的老百姓 托儿代女 想要离开无限 到周边过旋去躲避灾难 但是现在 这一切完全倒了过来 无限周边各县城 虽然不断地严防死守 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 被瘟疫传染了 这几个县 可没有杨云这样 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领袖 也没有如杨云手下这一帮 不畏艰辛 愿与为民请命的官员 当然最主要的事是他们没有 像无限这样一个医术精湛 神通广大的白莲教主 所以这几个县的瘟疫 从最初爆发的几个人 慢慢地开始蔓延起来 最初 由于得病的人比较少 所以传播速度十分慢 但是随着染上疾病的人越来越多 这瘟疫在各个县城中 开始飞快地爆发起来 从最初的一两个人 到十几个人 到现在发展为几千人 甚至几万人都染上了这种 让老百姓们感到绝望的疾病 各县的官员们无可奈何 值得都采取了 一些最激烈的手段 把得病的老百姓 赶到山里 让他们自生自灭 或者是赶出自己县境内之外 只要自己县的老百姓 不染上这种疾病 让他们去其他地方传染吧 还有一些狠得下心的官员们 甚至把重病病人 围在一起活活地烧死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把这些人身体上的疾病 给彻底消灭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得病的病人不可避免地 受到县城中所有人的歧视 包括自己的亲人 都不敢与他们接触 于是乎逃到外县 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这时有消息传来 说无限这地方 病情已经得到控制 好多人通过县衙 给他们准备的中药 已经治好了 这种难缠的疾病 听到这消息 各县生病的老百姓 在各县县令的默许下 纷纷向无限拥来 少主 从各县涌来的老百姓 已经有两三万人了 被我们堵在 进入无限境内的路口上 但现在已经快挡不住了 他们说 不让他们进入无限境内 也是死 所以就算被射死 他们也要到无限来 钟文锐匆匆来到县衙之中 向杨云慧报道 为什么要拦住他们呢 他们要来 就让他们来吧 杨云笑着说道 可是少主啊 这怎么行 我们好不容易控制住的病情 这些人一来 不是又把我们无限百姓 全都传染了吗 还有 就算他们不传染 可是这好几万人的吃穿 我们无限哪里攻击得起啊 钟文锐召集的收到 这也是个问题 这样你把他们几个都召集起来 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集思广益 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吧 杨云对钟文锐说道 此事已经到达 非常要紧的地步了 钟文锐以最快速度通知了杨云势力核心的这一部分人 当日下午 县城中的众人都来到县衙 连刚刚病遇的锅龙 也拖着虚弱的身体 匆匆赶来 最后 莲山里的严雄 姚霞和刘海逆等人也赶来了 殿下 我觉得 肯定不可能放他们进来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无限就完了 这一次 这个恶人就由我来当吧 我让手下的士兵们死死地守住各入口 他们真要进来 我就把他们全部射杀 然后在那里给放一把火 把尸体全部烧掉 刘远第一个站起来 狠狠地说道 少主 我也认为 不能放他们进来 为了无限的百姓 我们就当一次杀戮百姓的柜子手吧 钟文锐说道 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杨云看了看听众的众人 只见姚霞 刘海逆 赤木 甚至连老都尉铁山 都在自己的目光下点点头 表示支持两人的意见 只有巨远光 郭龙和严雄三人面露 不忍之设 没有表达自己的态度 看着手下这些人的态度 杨云右手握拳 在桌子上轻轻地敲打着 闭上眼睛 头脑里认真的思考中 片刻之后 杨云睁开眼睛 年轻的面颊上露出坚定的神色 不 我们不能做出如此残忍之事 这些难民 得全部放进来 只是 不能让他们进入县城 找一个相对开阔 又没有人的地方安置他们 决定之后 杨云用不容置疑的语气 向众人说道 杨云这话一说 巨远光严雄 和郭龙等人 眼中闪过一丝喜悦的神色 可是 就算有地方安置他们 这药材这粮食 可怎么办 刘云有些焦急地说道 这样吧 让守在各县路口的士兵 告诉要过来的 各县老百姓们 要进无限境内可以 让他们尽可能 带些粮食衣物 以及一些治疗这病急需的药材 一直没有说话的郭龙 缓缓地说道 我们还可以 向朝廷求援 告诉他们 这一次温情的严重性 希望朝廷送来银两 粮食和药材 用于阵迹灾民 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严雄也接着说道 可是 就算朝廷有心震灾 等他们的东西送过来 已经好久了 可是 我们这里的灾民们 有的已经病逝 有的已经饿死了 一直站在阳云旁边的七威 突然说道 我还有一个办法 既然周边几个县 想把得病的人甩给我们 那总得拿出点代价出来 聚员光右手握折扇 在左手掌心中敲打 笑得像只狐狸 第112章 安置难民 至于安置的地方吗 我倒有个建议 严雄站起来笑着说道 他在无限这地方 盘踞多年 对山里的地形甚是了解 你说的是不是路而坡 我想 也只有那个地方 才能够安置下这好几万人 同样对地形 十分熟悉的刘海尼接口说的 这路而坡 是无限境内一个特殊的地方 位于无限附近 几座大山相连的地方 是一块面积颇大的 位于三腰之上的 一块平地这个地方 以前很少有人去 对于土匪而言 这地方虽然很平整 但是山路比较好走 地势不适合防御 所以不适宜建立山寨 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 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 要爬上去很费力气 所以也没有人 愿意到这个地方去 只有一些猎人和侨夫 偶然到这里边 讨讨生计 于是 这个地方成了安置 各县过来的难民 最好的地方 即使这些难民 在这里生活 种植庄稼 也不会和无限的 老百姓过多的接触 所以不易造成传染 杨云和县衙众人 跟着严雄和刘海尼一起 来到路而坡查看一番 对这里的地形 十分满意 于是 这个后来无限 仅次于县城的人口聚集地 就这样定下来了 听到放行的命令 无限的这些士兵们 终于松了一口气 越来越多的流民 来到极限交界处 要是真的 让他们把这些人 都杀死在这里 这些士兵们 还是万分不忍 听到无限愿意接受他们 这些流民们欢呼起来 至于要他们到指定的地方 不得随意 和无限的百姓们 进行接触 他们也能够完全接受 只要有机会 能保住自己的姓名 这些困难 都是可以接受的 要在大山里边 安置两三万人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杨云动员无限老百姓 提前准备好一些生活用品 以及将临时搭建 帐篷的东西运送上去 对于无限老百姓而言 他们是非常不愿意 接纳这些染病的人的 要是这次换一个人 来安排此事 他们是肯定不会配合的 但是吴王殿下发布公告 老百姓们虽然万分不愿 大家还是积极地行动起来 几万人要住在这路而泼 所需的生活必需品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杨云让人事先准备的一些东西 很快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幸好 山里的树木枯草十分多 临时搭建了一间间简易的帐篷 能够遮住天上的雨水和太阳 大家已经满足了 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最要紧的 还是药品和粮食 由于已经有了治疗 无限百姓瘟疫的经验 杨云让人在山坡上 准备了上百口大锅 每天不停地熬制着 治疗瘟疫的汤药 这一两年来 无限的庄稼收成大大增加 使得县衙和多数老百姓家里 都有了一些余粮 但是忽然增加了数万张嘴巴 这点粮食还是万万不够的 幸好 这些难民们还携带了一些粮食 在阳云的督促下 附近几个县的县衙 也提供了一些粮食 但是 对于这几万人而言 这些粮食是远远不够的 请求朝廷拨粮赈灾的折子 已经送出去好久了 大幅这几年 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所以 朝廷的粮库 现在存粮还算比较充足 想来 福皇应该会同意儿子的请求 给他们送来粮食和药材的无限 离西京的确是太远了 这一来一去 会耽搁很多时间 所以目前而言 怎样挺过这一段时间 是摆在阳云等人面前最大的问题 让县城里的父户和老百姓们 将多余的粮食借给县衙 来年不仅全数归还 还会付出多余的礼席 这个举措 在无限老百姓中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凭着对阳云信任 县城中终于有人行动起来 将一袋袋粮食送到县衙之中 此外 杨云又把一些成熟期短的粮食 和蔬菜种子送到了绿儿坡 让这些流民们 在山坡上开荒种地 由于这里来了大量的人类 原来生活在这一带的 飞禽走兽们可遭了殃 这些可恶的人 不仅占据了自己生存的家园 还成立了好几只打猎的队伍 使这里好多的野兽 都成了人类的食物 可是这些野兽的肉 远远不够让这几万流民 填饱肚子 于是乎 有些人就把主意 打到数千里海拨 千年不化的冰山雪峰之上 在这里 他们历经艰险 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又打到许多里猎物 除此之外 山中许多的植物 也成了这些流民的口粮 在以前那个世界里 杨云加几代学医 他自己从小就跟着爷爷到山里 采集各种草药 所以对植物的属性 还是很有研究的 哪些植物可以食用 哪些食物有毒 一般情况下 杨云一看就能区分清楚 在他的指引下 这些流民在山民 挖掘了许多野菜 大大的缓解了粮食的压力 虽然这些野菜 不一定都很美味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流民们没有太高的要求 只要能填饱肚子 就是最好的了 不过这些流民 在这大山里生活也有好处 因为这里的 空气质量特别好 还有 在这里要取水 只能在深井中挖出井水 所以大家的食用水 都很健康 没有任何污染 这样一来 大大降低了 瘟疫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之前在治疗无限百姓的瘟疫的时候 杨云等人 已经积累了许多的经验 所以这一次 熬制出的中药 效果十分明显 很多流民的病情 很快得到缓解 能够继续活下去 就是这些流民 目前最大的目标 身上的病情得到好转 他们立即有了信心 所以在这之后 搭建帐篷 挖掘野菜 种植时 大家的积极性 就更加高了 虽然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麻烦还是慢慢地 向大家靠近了 首先是药材基本用完 并且也在周边各县收购了许多 但现在又有好几万的流民 需要用着这些药物 已经严重入不敷出了 大家在山里四处搜寻 几乎把每一棵树 每一寸土为一棵草周边 都找寻完 但是 治疗瘟疫的药草 几乎被挖得干干净净 好些重病的病人 通过服用中药 已经脱离危险 但是随着药物的缺失 他们的病情又出现了反复 甚至还有一些重病病人 只能不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一切 让以杨云为首的大夫们 心急如焚 他们绞尽脑汁 找了一些药物进行代替 但是这些替代的药物 药性差了许多 所以 这一情况 使得这路而泼的流民们 慢慢变得日欲艰难起来 除药物之外 粮食也是个大问题 几万流民几万张嘴巴 每天消耗的粮食 都可以堆成一座小山 很快 粮食消耗完了 山中的飞禽走兽 也被他们差不多清光了 山中能够吃野菜树皮 也快没有了 从最初的一日两餐 慢慢变成一日一餐 最后发展成两日一餐 甚至有些老百姓 三天才能吃上一顿 但现在 就算是这样的待遇 眼看都快没有了 这一切的人情况 让杨云等人心急如焚 他们发动群众 想尽一切办法 筹集了一些粮食 但是仍然是杯水车薪 这些路而泼的流民 最先指望着无限官员 给他们治病 给他们带来粮食 但随着粮食越来越少 治病的药物也越来越少 他们也慢慢变得暴躁起来 于是乎 开始出现了打架 很多人在这些厮杀中失去了生命 最后甚至发展到 有些人偷偷把这些被杀死的人的尸体 也当成粮食 杨云和他手下的人 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办法 但是在饥饿面前很多人 人性中最卑劣的一些方面 在流民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就在大家快要坚持不下去 快要崩溃的时候 终于有好消息传来 朝廷第一批赈灾的粮食和药材 终于送到了 这些药材和粮食 能够这么快送到无限 也亏了父皇和朝中大臣的睿智 他们接到杨云的夹急奏折之后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很快决定 调拨物质救济灾民 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是 无限离西京的确太远了 如果从西京调拨物资 再到无限的时候的话 就会耽误很多时间 最后父皇下令 以快马行事 通知无限周围的县城 州府等各个区域 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就近调拨粮食和药材 并快速地送到无限 当第一批粮食和药材 送到无限的时候 杨云兴奋不已 纵使他的个性 超越同龄人的沉稳 但是这时候 他也控制不住 自己激动的心情 在县衙中 和持力聚远光等人 兴奋得又蹦又跳 有粮食 有了药材 路而泼的流民们 也看到了希望 他们那烦躁的心情 也慢慢平静下来 开始像以前一样 服从县衙的安排 按部就班的开荒重地 配合着县衙进行治 从第一批粮食和药物到达之后 慢慢地 福皇从大幅各地 调不过来的药材和粮食 也源源不断地送来了 大大的缓解了 杨云等人的压力 紧接着 好消息不断传来 流民们到路而泼之后 开垦出来的荒地 种下的第一批快熟的粮食 终于成熟了 这下 让这几万流民 彻底放下心来 终于不用担心 饿死在这里了 第113章 流民的选择 有了冲击的粮食 生命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 这些流民们 没有了被饿死的危险 杨云和他手下的人 终于可以把精力 放在治疗 这些流民身上的疾病上了 当初 杨云选择这路而泼 作为这些流民的暂住之地 一是因为这里地势高 离县城还有些距离 不用担心 县城的百姓 被他们传染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里地势开阔 又比较通风 便于把这些流民 按照病情轻重分开安置 前一段时间 由于药物的严重缺失 杨云和无限的这些大夫们 虽然绞尽脑汁 但是仍然没有阻止病情的蔓延 有上千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 最终没有控制住病情 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为了避免这些死去的人 带来更大幅度的传染 杨云安排手下的人 将这些死去的人的尸体 架在柴火之上 就地焚烧 然后 再深埋于地下 随着时间不断地推移 大幅各地 源源不断送来的各种药材 有了这些药材 很快这些流民的病情 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很多年轻力壮的病人们 由于身体抵抗能力比较强 恢复也比较快 率先得到了康复 这些人 很快被无限限牙的人安排 在山中采药 挖矿 种植粮食 由于做这些事情 可以挣得银两或粮食 所以 这些流民们 参与的积极性 还是非常的高 越来越多的人 病情得到了控制 甚至痊愈 给这些得了瘟疫的流民们 极大的信心 他们的生命 有了被救治的可能 众人也高兴起来 开始积极配合杨云手下的人 进行治疗 并且参与各种 力所能及的劳动 对于生病的人而言 心情是十分重要的 保持乐观的心态 有利于身体的恢复 这些流民们看的希望 心情就好多了 于是治疗的效果也好多了 越来越多的流民 恢复了健康 到最后 除了还有几百病情 特别严重的病人 身体的抵抗能力 又十分弱的病人 没有得到康复外 其余的流民 都恢复了健康 这两三万被染上瘟疫的流民 他们满以为这一次 会死在这场瘟疫面前 没想到现在 居然还能捡回一条命 他们的心情 别提多高兴了 同时在这些流民心里 也对这位吴王殿下 和他手下的官员大夫们 充满感激之情 短短的时间内 他们对吴县这块土地 也有了一定感情 当初 杨云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流民 除了同情他们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吴县这地方 面积特别的大 但是人口又十分吸收 所以 他想把这些流民 留在吴县补充这里的人口 在前一段时间 治疗这些流民病情的同时 杨云已经开始着手了准备 想办法让流民们 对这块土地 产生归属感 县衙中众人 从前一段时间 吴县被治疗好 不会再受到瘟疫传染的百姓中 选出了一部分 能说会到的姑娘和小伙子们 成立了几支宣传队 他们用民歌 快版 以及歌舞等形式 在路而坡这地方 给这些流民宣传 吴县的种种好处 让他们确实地感受到 吴县对他们的吸引力 在这些流民们 病情好转之后 杨云就给予了他们一个选择 要离开吴县的绝不挽留 但是愿意留下来的 可以享受和吴县老百姓 同样的政策 这里 可以组织他们 在山中开出许多荒地 进行耕种 并且享受 比周边各县更低的赋税 此外 杨云还让人带着这些 已经痊愈的流民们 到吴县进行参观 让他们看一看吴县的变化 看看吴县老百姓 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本来这些流民们 对杨云和他手下的人 充满感激之情 与此同时 吴县这些官员们的工作作风 也给这些流民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们大多数人的心里 早已喜欢上了 这块陌生的土地 所以 在杨云和他手下的人 表示 希望这些流民们 留在吴县 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时候 除了极个别难离故土 或者有亲人 在周边各县 不舍分开的流民之外 大多数的人 选择留在了吴县 不仅这样 还有许多表示 要回到自己 原来居住的地方 将自己的亲朋好友们 这次百年难遇的瘟疫 不仅没有对吴县 造成太大的影响 还让吴县的人口 有了成倍的增长 随着这些流民们的加入 原来只有三万余人口的吴县 现在已经有了 接近六万的百姓 这些流民们 除了有一小半的人 要到吴县县城 进行发展之外 大多数人 选择了留在路而泼 大家对这块 让他们经历了生死的地方 已经产生了感情 更重要的是 这地方地势开阔 如果把这里的荒草 和树木清理一下 就会有大片大片的土地 虽然这地方 由于地势比较高 取水不太方便 但是由于它在几座大山之间 一年四季除了冬季 这个枯水季节 有些麻烦之外 其余的三个季节 都有山顶的泉水 以及冰雪融化的水 顺着山间的 溪流缓缓流下 对于这水的问题 杨云等人很快 找到解决的办法 他们找到一处低洼的地方 让人对这进行一些改造 就建了一个 颇具规模的蓄水库 在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夏季 将大量的水 储存在这蓄水库之中 有了这些储备的水 就能支撑他们 度过最困难的冬季了 除此之外 无限官员们还组织人 打出了好些身 以便大家在缺水季节 有备用水源 入而坡这地方 水资源不够丰富 所以这地方 想要种植水稻等 对水量需求 比较大的作物 十分困难 但种植一些 对水量要求 不是太高的农作物 比如红薯 土豆和小麦 高粱等 还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这地方山中 各种资源也十分丰富 修建房屋的木材 各种珍贵的中药菜 各种珍稀的矿产资源 这里几乎应有尽有 于是 有大约一万余的流民 选择在这路而坡长期生活 他们很快把这山清水秀的地方 当作自己新的家园 以很大的热情 投入到家园的建设中来 当然要在这什么都没有的 一块土地上 建立起适合一万多人 生存的人口聚集地 肯定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困难 在杨云和他手下 以及这些老百姓 一起努力之下 这些困难 一个一个的被克服了 人口增加了许多 而且这些人中 大多是抵抗力较强的青壮年 从这些青壮年中 刘远和赤木 又选出了几千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加入到宪兵的队伍 使得无限的宪兵 第一次超过了万人 杨云把这些宪兵 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由刘远带领驻扎在无限 另一部分 只有赤木带领驻扎在路而坡 再加上严雄和刘海逆 两个山寨的土匪 组成了杨云势力中的三大军团 由于战事一触即发 所以杨云叮嘱刘远和赤木 以及严雄和刘海逆等人 平日里一定要加强 对这些士兵的训练 以期待 在日后的战争中 他们能成为保护无限 乃至保护大夫的中坚力量 随着大夫们的不断努力 再加上杨云的药 的确效果十分的好 最后的这几百重病带的刘明 除了极少数 最终没有就过来之外 大多数都恢复了健康 这一场来势汹汹的瘟疫 在杨云和他手下众人的 一起努力下 被彻底赶走了 这一下压在无限老百姓 心头的巨石 彻底被搬开了 没有了瘟疫的威胁 杨云和手下众人的目光 开始放在了 发展无限经济上面 因为前一段时间瘟疫的影响 使得本来已经在朝 粮性趋势发展的无限经济 受到了严重的减换 首先是粮食药材大量的消耗 导致今年在新的粮食 没成熟之前 无限老百姓 有恶肚子的危险 另外由于前段时间瘟疫的影响 大幅各地的商人 不敢来往无限 导致无限百姓们 生产出来的许多东西 卖不出去 喜欢旅游的大幅贵族 也不敢到无限这地方来 也影响了无限经济的发展 现在好了 终于没有了瘟疫的威胁 无限老百姓 不需要杨云的动员 纷纷努力行动起来 他们要把前一段时间 损失的东西 尽快都回来 有一小部分的流民 在无限治好了 自己身上的疾病 他们虽然没有选择 留在无限生活 但是 对无限这群官员 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也对无限这一块土地 有了浓浓的情意 所以 这些人离开无限 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之后 开始大肆宣传 告诉身边的人 无限这地方 有着这样一群 真正关心百姓生死 一些在周边 明显混得不好的百姓们 有了开始到 无限来发展的打算 还有一些以前 从来没想到过 要到无限来做生意的商人们 现在也产生了 到无限经商的念头 在无限中百姓 和官员们的一起努力下 无限这一个 曾经大幅最贫穷的偏远县 生产出了许多 在大幅其他地方 几乎没有见到的 一些好东西 这些东西 经大幅百姓使用过后 觉得非常好 于是乎 越来越多商人来到无限 将无限百姓们 生产出来的各种东西 卖到大幅各地 使得大幅的经济 很快恢复并超过 瘟疫发生之前 正在杨云和他手下众人 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使无限经济 有个更大飞跃的时候 一份圣旨的来临 使杨云不得不踏上了 新的征程 第114章 出兵 宣旨的太监是杨云的熟人 他就是当日在凝玉宫时 服侍杨云的小太监小锦子 这小锦子办事能力非常强 以前在凝玉宫的时候 杨云就十分喜欢他 时常给他一些打赏 离开凝玉宫之后 杨云也多次给这小锦子 送些银子 珠宝玉器什么的 让这小锦子 在宫中好好地打通一些关节 争取能够混得好一些 这小锦子也十分争气 在宫中急急做事 得到许多人的欣赏 杨云暗中也给他的一些支持 现在他混上了一个 宫中杂物仓库管事太监的位置 也算皇宫中一个人物了 这小锦子 还算是一个比较懂得感恩的人 这些年来 他向杨云传递了许多 宫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杨云做出一切事情的抉择 给了很大的帮助 没想到 这一次来无限宣址 父皇竟然把小锦子给派来了 也许是父皇知道 小锦子是从宁玉宫出去的人 故意向杨云表达一种善意吧 圣旨上的内容 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杨云带上 本县三千名善战的士族 直接奔赴云州戈兰城 到圣王阳明帐下听令 圣旨上虽然没说 带领这三千士族 去云州戈兰城 到底去干什么 但是杨云 楚国和大幅是宿敌 稍微不同的是 楚人特别好战 他们一直基于大幅的大好河山 只要稍微有机会 就会找理由发起战端 这两年 新楚王赵元让 由于忙着巩固权力 所以 暂时使两国边境平息了两年 正当赵元让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准备寻找机会 后大幅发动战事的时候 机会却主动找上了门 大幅前太子杨岳 逃到了楚国 准备向楚国借兵 要想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皇位 这是郑中楚王 在杨岳答应登上大幅皇位之后 给他割让国土三分之一的条件之后 楚王赵元让仗义的出手了 于是 楚国派出了三十万大军 以帮助大幅清军策 还大幅皇室正统为名 向大幅发动了战事 楚国和大幅的交界处 本来有一个巡洋关 是大幅抵御楚国入侵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 这关口城墙高数十米 旁边都是崇山峻岭 一守南攻 大幅在这巡洋关 本来驻扎了五千兵马 守官将军陈浩南 也是大幅议员 骁勇善战的猛将 有此人守在巡洋关 按理说 就算楚国来了三十万人 也不能轻易攻下这道险关 但是 让大幅朝廷上下 意想不到的是 这巡洋关 居然在一天之内意乐主 原来 这巡洋关的守将陈浩南 居然是大幅前太子杨岳的人 当杨岳带着楚国兵马 来到巡洋关的时候 这陈浩南毫不犹豫地 率领手下一万五千人 投降了楚国 巡洋关这么快 就落在楚国人的手里 让靠近巡洋关 几个城池的守将们 猝不及防 幸好 巡洋关后方二十余里的 巡洋城内 还有两万多大幅 骁勇善战的士兵 这巡洋城的守将先猛 是一位忠勇之士 见楚国人攻来 他率领 巡洋城中两万多的兵马 拼死守城企图挡住 楚国大军的前进步伐 先猛带着巡洋城的官兵和百姓 付出了许多代价 将楚国大军 当在咸阳城外二十余日 但是由于敌人势力太过强大 先猛带人终于坚持不住了 城池被楚国人夺下 负责守卫这座城的先猛 以及大多士族 也在敌军攻城的时候 被敌人杀死在巡洋城 有了巡洋城的前车之剑 有了巡洋城给大家争取的时间 位于新洋城后面的几座小城 都已提前地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特别是巡洋城 从后面的戈兰城 巡洋城所在的云州最大的城池 这座城市历来也是兵家长征之地 所以大幅在这座城市里 布满了足足三万大幅士兵 守卫这座城市 在经历了多场战斗 终于将孟国士兵牢牢地阻挡在 这座古老城市之前 成功地等来了 由圣王阳明带来的十五万援军 因为前方战事吃紧 没有充足的时间 让阳明聚弃足够的兵马 而戈兰城之后就是一马平川 没有一个事宜防守的要塞 鉴于这种情况 阳明不敢冒进 指的带兵守在这戈兰城 等待大幅各地组织起的兵马 到达戈兰城之后 才能主动地向敌人发起进攻 阳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接到福皇给他发来的圣旨 对于带兵出征 阳云的心中其实是非常期待的 特别是能在自己到五哥 有着大幅战神之称的 圣王阳明麾下听令 阳云的心中 还是有一丝小小的激动 既要带兵出征 同时 又要留下得力的人手保护无限 在带兵出征之前 这些事情都得考虑清楚 最后在与巨远光等人的综合考虑之下 阳云决定带上 三千骁勇善战的无限宪兵 这三千兵马包括 一千长枪兵 一千刀盾兵 还有一千鞋带弓箭长刀的骑兵 在随行人员中 阳云带上了锅龙 巨远光 赤木和七威等贴身侍卫 这些人要么武功高强 要么多谋善算 又或者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能够在即将来临的战场上 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留下来的人中 阳云也给予了他们具体的分工 头脑十分冷静的严雄 负责总览无限大局 县城中文锐 负责县衙内各项事务的安排 姚霞则负责和来往 与无限的商人们进行接洽 你期待在阳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无限的经济不会受到影响 而从小在军营长大的刘远 则担任起了训练士卒 和负责整个县城 治安的重任 一直以来跟着自己的燕琴 和柳月二人 则被安排着 贴身照顾自己的妻子持利 这样可以保证杨云放心地 把精力投入到 即将来临的战斗中去 安排好这一切之后 终于到了出征的日子 站在无限城门口 杨云默默看着 城门边发生的一幕幕送行的情景 妻子送别丈夫的 也有父母送别儿子的 儿女送走父母的 也有送走自己亲兄弟的 一指命令王北征 十万熊皮四朝涌 行尸已定云消至 血恨纳卡尔女生 寄予虽嫌情一短 跨安顿爵马提倾 兵宁急事读星报 频频节语一销魂 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场景 让杨云心潮澎湃 他的心里默默告诉自己 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尽量努力减少土足的伤亡 尽可能将这三千无限的热血男 完完整整带回来 无限与戈兰城虽然都处于云州 但是 这两个地方一西一东 相隔八千多里 大军从无限出发 要经历近十日 才能到达戈兰城 正所谓兵贵神速 战事要紧 杨云不敢过于耽搁 一时指挥手下的士兵 离开无限 匆匆踏上了征程 杨云期望建功立业 但是他也知道 带兵打仗 不是只上谈兵就可以了 自己虽勤练武功 但是从来没有过上战场的经历 所以 在行军途中 有空闲时间 他便将孤龙七威等人 叫到自己跟前 研究过南城附近的地图 思考可能遇上的突发情况 以及应对的方案 与此同时 他还让郭龙和七威 向他讲他们作战的心得 以及一些经典的战力 就这样 一路前行 杨云虽然还没到达战场之上 已经了解了许多战场上的事情 虽然这些知识 并不足以保证自己在战场上 能够杀敌取胜 可至少可以在危机情况下 能给自己做出抉择的时候 有一些参考 一路前行 越接近戈兰 战争的痕迹就越来越重 一路上杨云的人遇上了许多队伍 由各政派人 听从福皇指挥的兵马 要负责粮草的 资重部队 甚至还有 协助作战的老百姓 杨云记得 自己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 古时候部队 要赶赴前线作战 负责 后勤服务的队伍 甚至可能达到作战队伍的两倍 现在亲眼看到这样的局面 杨云不由地在心中暗叹 这战争 真是劳民伤财的东西 历史上 许多强大的国家 都是因为喜好征战 导致国力越来越差 最后很轻松地被对手击败 想到这里 他想起了自己名义上的大哥 这个为了自己一己私利 不惜挑起 两国战争的这样一个罪人 对于自己的这个大哥 从小到大 杨云 没有少受他的欺负 所以一直没有感情 而现在 甚至发展到讨厌的地步 他在心里暗暗想到 假如有一天 和这大哥在战场上相遇 自己一定对这挑起两国战端 导致黎民百姓 深受其害的罪魁祸首 毫不留情 队伍继续前行 一座拥有高大城墙的城池 出现在杨云等人的眼帘 据向导介绍 这座城池 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也是两军交战的地方 戈兰城 看到的高大的城墙 城墙上严阵一带的士兵 杨云立即感到热血沸腾 此时此刻 他心里有一种冲动 想要手持兵刃 骑着战马 到战场上去 杀光所有的敌人 第115章 战场 老师三 你终于来了 正所谓兄弟同心 齐力断金 这次我们兄弟俩联手 一定会杀得楚人哭爹叫娘的 杨云一听杨云来了 十分高兴 亲自出来迎接 杨云到达戈兰城 已经有好些时日了 但是由于兵力叫手 所以他采取了死守的策略 期间 楚国人也发起了好几次攻城的战斗 但都被准备充分的杨云一一击退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大幅各地派来的兵队 源源不断地到达了戈兰城 当杨云带着三千无限限兵 到达戈兰城的时候 这里已经陆续来了十多万人 加上之前杨云所带的二十万万兵马 此时此刻 大幅的士兵人数已经超过了楚国 终于用不着归缩在城里里 让敌人围着打了 所以 这几日来 杨云的心情越来越不好 见各地的兵马基本已经来齐 杨云便把各地领兵将领召集在一起 指着作将的沙盘 给他们讲了当前面临的形式 这一次 楚国领军大将 是楚国兵马大员率于先 他是继歌龙之后 诞生的又一名作战经验丰富 又骁勇善战的将军 深得新任楚王赵元让的信任 楚国现在 带来兵马有三十余万人 他们自从来到这巡洋关之后 除留下数千人 守在巡洋关上万 其余的兵马 围攻巡洋城二十余日 终于攻陷了这座坚固的城池 但是他们前行的脚步 却指不于前方的戈兰城 戈兰城中的兵马虽然不多 但是守城的将领 还是非常聪明 无论楚军在城下怎样叫骂 他们都守在城池之中 坚守不出 楚国兵马大元帅于先 拿这些怎么也不愿上当的 大幅军民无可奈何 只得下令强行攻城 可是 戈兰城守军严防死守 楚军几次强攻都没受到效果 再加上 由于此次本着兵贵神速的原则 现在楚国的军队中 并没有多少攻城器械 所以短时间内 他们也拿戈兰城没有办法 无奈之下 于先值得放弃了戈兰这个南肯的骨头 转而攻下了巡洋城 左右两侧的横山和京城两座小城 并且 各分出五万人 驻扎在这两个城池 以巡洋形成鸡脚之势 相互保护 随着时间慢慢地推移 后方的大型工程器械 比如重车 楼车 云梯等 源源不断地送到军前 但这时圣王阳明 已经带着二十万大军 来到戈兰城 在两边兵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楚国人仍然拿戈兰城没有办法 但是阳明征战多年 也是一个不怕事的主 叫他像如今这样窝窝囊囊地躲在城中 任凭对方攻击 心里的一股气 早已忍耐不住了 现在 大幅各地的兵马 终于源源不断地来到戈兰城 使两边的士兵人数 已经相差得差不多 于是阳明立即 召集各统兵将领 与他们商议 准备出兵面对面的和楚人来一场 捉对厮杀 而楚国新任统兵大元帅于先 显然也知道大幅增兵的消息 于是特意发来战书 要大幅军队于三日后 进行大战 楚国的战术正中杨明的下怀 他非常爽快地 答应了楚国的要求 定于三日后于戈兰城外展开决战 对于三日后的大战 杨明的心目中还是充满期待的 小时候 他常常梦想 当一名军人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但是 他生活在那个时代 属于和平时代 他也没有机会到战场上 与敌人面对面的作战 于是乎 长大之后 杨明听从家里的建议 成了一名医生 但在他内心深处 还是为没有缘的军人梦 而感觉有些遗憾 没有想到 阴差阳错来到这个世界 今天终于有机会 缘这一梦想了 看来杨明对这个弟弟 还是非常重视 除了让杨明 负责他自己带来的 三千无限士兵之外 还拨给了他一部分 各地来的士兵 给他凑足了两万人 让杨明带走这两万人 在三日后的战斗中 位于主力部队的侧翼 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到了 双方约定的日子 双方队伍来到戈兰城外 可以看出 双方领军将领 都是颇具指挥 才能善于领军之人 双方部队旗帜鲜明 步履整齐 言行举止中 都透露出阵阵杀气 看着这一壮观的场面 几十万人手拿刀枪 整整齐齐的相对而已 场中惊奇烈烈 战马思鸣 这一壮观的场景 让杨明不由的有些激动 不一会儿 双方领兵的将领 来到各自军队前面 杨云抬眼看着对方的阵型 只见对方阵营中 有一身穿明黄色长袍的中年人 这中年人 身材有些稍胖 还有些发福 看到这个中年人 杨云的眼中闪过一丝愤怒 因为这个中年人 正是为了一己私利 不惜挑起战端 让两国百姓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的 前大副太子杨岳 在杨岳的身边 有一个骑着一匹白色骏马 身上披着一件 黑色大厂的高大汉子 这汉子 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 看身边的人 对他无比恭敬的样子 想来 这就是楚国的统兵 大元帅于先吧 于元帅 这两年来 我大夫和你楚国进水 不犯河水 而今 你却贸然带领兵马 进入我大夫进半 难道是 欺我大夫无人吗 圣王阳明站在队伍前列 手指对方大声喊道 哈哈 圣王殿下 本元帅此次出兵 可是为了你们服国呀 你们好端端的陷害 你们的太子殿下 我家楚王都看不过义了 所以要帮太子殿下 都会应该属于他的皇位 那骑白马的汉子 果然就是于仙 他看着阳明所在的方向 笑着大声喊道 阳明 你这座弟弟的 看见大哥居然不打声招呼 也太没大没小了吧 一旁的阳岳 突然伸手指着 对面的圣王阳明 口中大声喊道 哼哼 你这不忠不孝忤逆之人 还配做我们的大哥吗 我呸 阳明显然不想理会这人 只说了一句话之后 他又朝作于仙 喊道于元帅 既然要打呀 那你就话出道来吧 我扬明 接着就是 好 都说福国圣王殿下 豪气甘云 是一个英雄 今日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 既然这样 今日 我们就先来斗斗江吧 于仙笑着喊道 斗江 是这个时代的战争中 经常出现的一种对战形式 两军对垒 降和降斗 叫做斗江 指的是两军对阵的时候 各出军中 一员猛将进行对战 一般来说 这斗江 在两军大战之前 是古武士气的一种 非常好的形式 若以方将领在斗江中取得胜利 在之后的大战中 几方士兵士气大增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决定战斗的胜负 既然于将军有这个爱好 那杨某若不奉陪 岂不坏了于将军的好性质 杨明远远地朝于仙拱拱手 同意了于仙的建议 于仙对此次斗江 显然早有准备 杨明的话音刚落 他便将手一挥 只见他身后 一匹战马突然冲出 飞快地向前奔去 很快就来的两军阵前 储君队伍出来的这袁将军 身材魁梧 长着一脸落腮胡子 手持一杆蛇毛长枪 他来到阵前 大声喊道 你们快派人来 看爷爷将他的脑袋拧下来当夜狐 这个粗笔汉子 一身蛮力 看样子 没有多少功夫 看小爷我去宰了他 杨明还没来得及说话 大幅阵营中 一袁手持双减的小将 大声说了这么一句 便冲了出去 杨明抬头一看 这袁小将是后来增援的部队中 是一名刺史手下将领 据说武功还挺不错 于是杨明便没有制止 任凭这袁小将到了两军阵前 这袁小将冲到场中 也不等落腮胡子搭话 手持双减催马向冲去 右手铁俭借住马士 一记横推直奔落腮胡子紧步而来 在铁俭在距离落腮胡子 还有半尺远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减身无力地下垂 最后当郎一声掉在地上 大幅小将瞪大的眼眸中 竟是惊惧 如见鬼魅 口中献血不断涌出 细细看去竟已弃绝身亡 蛇毛长枪枪间刺透大幅小将咽喉 这落腮胡子 像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吧 一甩蛇毛长枪 将那小将的尸身扔在地上 平静地看着对面大幅军队 带血枪间直指扬明 储军中欢呼一片 不少士族自发的高呼 储国 毕胜 储国 毕胜 你杀了我的兄弟 我要取了你的性命 这时大幅阵营中传来一声怒吼 一匹黑色的战马急速向前冲去 战马上是一手持长刀的青年 这持刀青年显然和刚才那名小将 感情颇深 头脑冲血之下 根本顾不上将令 直接就朝战场上奔去 杨明眉头一皱 想要制止 这冲出去的青年 但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 这七年已经冲刺两军阵前 杨瑜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只得由他去了这青年将军来到阵前 直接到洛塞子大汉面前 也不说话 挥长刀就朝洛塞湖汉子身上砍去 这洛塞湖汉子将马一带 让过藏刀 然后回枪刺向这大青年 两人便你来我往站在一起 第116章 斗江与斗阵 这青年将领 比起刚刚上阵那面小将 功夫要高一些 战场经验也要丰富一些 他手中长刀上下翻飞 看得人眼花缭乱 而楚国那名洛塞湖大汉 敢第一个冲出来 向大幅将士挑战 当然也非泛泛之辈 面对大幅青年将领 折挡或闪避 硬是将这名青年将领的攻击 化解为无形 那这青年将领 急于为自己的兄弟复仇 剑打斗这么长时间 仍然没有伤到对方分毫 心中有一些焦急 手中的动作就更快了 长刀飞速地向那洛塞湖湖大汉头 颈 胸 这些要害部位连连攻去 在这名大湖青年将领的 连番进攻下 这洛塞湖大汉 终于有些慌乱了 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蛇毛长枪 虽然连连挡住 大刀的数次攻击 但明显显得有些吃力起来 终于 大副这名青年将领 瞅到对方一个破绽 手中长刀 对着对方投入一刀劈去 这一刀若是劈时 洛塞湖大汉的头颅 一定会被当场砍下 紧接着 战场上发出一声惨叫 但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发出惨叫声的 居然是一直处于进攻状态的 大副青年将领 只见此时的他 胸前插着一杆蛇毛长枪 长枪从他胸前刺入 已经穿透了他的身体 枪间已经从他的后背露出 鲜血很快染红了他的战甲 原来 楚国这落腮胡子大汉 虽然看着面容 是个十分粗鲁的人 但内心却十分细腻 他利用大副青年将领 急于为自己兄弟复仇的 急切心理 故意示弱 在对方面前露出破绽 等大副这青年将领 满以为胜券在握 挥刀劈向自己头颅的时候 他身子一侧 身体横一于站马右侧 一手抱着马脖子 一手挥枪往后一次 正中大副青年将领的胸膛 大副这青年将领 在军中也算是一个 功夫不错的将军 如果稳扎稳打的话 他也不一定会输给对手 但是由于痛失亲人 怒火蒙蔽了他的理智 所以遭到了对方的算计 见几方两员战将 都死在对方的手下 大副兵将们面面相去 有的人脸上 还露出了惶恐之色 作为此次领兵统帅 杨明的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他看着身后的重将领 因为他深知 如果这一次派出的将领 依然失败的话 那么 这几十万世气低落的士兵 在即将来临的大战中 就会在战场上 显得缩手缩脚 杨明暗暗制止住 自己身边跃跃欲试的赤墨 因为他知道 在杨明手下 还有许多骁勇善战的勇士 作为部将 还是不要抢了 统帅的风头才行 杨明的目光 四下巡视一番 最后 把目光落在了一名 皮肤有些白皙的青年将领身上 这原将领 看见圣王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立即心领神会 他没有任何迟疑 立即催动战马 向战场上奔去 看着这名出战的将领 杨明心中不由的有些担心 因为这名将领 杨明认识 他正是无影为 雄士不老都为铁山的弟子赵虎 杨明虽然和自己的五个杨明 走得比较近 但他没有将赵虎视自己的人 这一消息告诉杨明 上一次在左五位大将军 陈立生府上 见到过赵虎的剑法 的确有他的过人之处 但是像这样骑着马面对面的单挑 剑术其实起不到多大用场 更多是长兵器才能发挥作用 在杨明思考之间 前方两人已经站在一起 楚国那名落腮胡子的大汉 已经不在场上 换了一位脸色有些辣黄的汉子 这个汉子的武器是两柄大锤 看来是一个力气很足的人 而赵虎使用的兵器是一柄长枪 这也是这个时代中 将领们最常见的一种武器 一般情况下 使用者都属于那种身体比较灵活 速度比较快的武将 这时在场上打斗的两人 黄脸汉子以力量健长 攻击大开大合 武器和对手撞在一起 往往会发出巨大的声响 而赵虎 手中的长枪宛如一条长蛇 上下翻飞 尽量不与对方的长锤接触 往往能从意想不到的角度 刺向敌人 这个黄脸汉子 武功也着实不错 赵虎无数次凌厉的攻击 都被他的双锤格挡在外 时不时还趁着两码交错的机会 靠近赵虎 采取近身攻击的方式 这样的近身攻击 对手持长枪的赵虎而言 是很麻烦的事情 但这正是这黄脸汉子 最佳的攻击距离 但赵虎处理的还算不错 总能凭着自己矫健的身躯 避开对方的攻击 在拉开距离之后 发挥自己长枪的优势 战场上的这两人 算得上棋风对手 降与良才了 你来我往 站了好几十几十个回合 都不分胜负 耗费许多力气 长久下来 他终于显出了疲态 动作有些迟缓了 反观赵虎 他的攻击 以速度和频繁的变化为主 相对比较节省力气 所以 慢慢的胜负的天平 就不断地向赵虎偏移过来 与赵虎打斗的黄脸汉子 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的心中开始着急起来 聚起身上剩余的力气 拼命地发动抢弓 想在短时间内 打倒对手取得胜利 可是黄脸汉子的策略没有奏效 反而在一次抢弓过程中 被赵虎的长枪刺中 左手手腕 他的左手马上变得血淋淋的 连手中的短锤 也掉落在地上 黄脸汉子久力战士 剑竟然不可能再取得胜利 便趁着两码交错的机会 飞快地向本方阵营逃去 对方将领杀了 一方两员战将 赵虎当然不愿放过他 于是催动战马追了上去 杨明是指挥作战的高手 当然不会放过 这提升士气的机会 于是他抽出腰间的长剑 大喊一声 大夫的儿郎们 斩杀楚狗的烧到了 杀呀 说吧 杨明一马当先 手持一柄长刀 率先向楚国军队的方向冲去 大夫的兵将们见状 也纷纷大喊着 向楚国军队杀去 楚军元帅于显见状 也将大手一挥 无数楚国士兵 潮水般冲上前来 很快 两国士兵交汇在一起 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捉队厮杀 这一场厮杀 一直杀到日头偏息 双方都有许多 士兵死在战场之上 见天色已晚 两军主帅一声令下 明惊收兵 这一场试探性的大战 双方都没占到便宜 各有一万多士兵死在战场之上 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家 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 对于杨云而言 这一战 他的任务比较轻 负责指挥自己挥下两万多人 再刻意保护整个部队 不让楚国士兵 绕到本军侧后方 攻击大副将士 所以他们这一仗 只和敌人有过短暂的接触 基本上没有造成什么伤亡 第一日大战 双方都没有讨到便宜 第二天一大早 于仙和杨明 又各自带着自己手下的将士 到了戈兰城下 第二日大战一触即发 说吧 于将军 今日我们要如何来战 杨明看着对面的重将 根本没有理睬杨岳 直接朝于仙喊道 好啊 今日我们不斗将 我们就来斗斗阵吧 在下这里有一阵法 是由五万兵马所部而成 不知圣王殿下 可敢带着相同数量的兵马 到阵中来闯一闯 于仙骑在战马上 大声喊道 说完 于仙把手一挥 楚国兵马立即行动起来 不一会儿 楚兵的阵型就发生了变化 由于楚军阵营之中 有无数不慢 采齐相互遮挡 让人看不清楚 他们究竟是如何战队的 而楚军大元帅于仙 现在也改变了位置 他站在一个高台之上 四周围着一圈手拿刀枪 和盾牌的士兵 保护着他的安危 手中有几面各色小旗 用来调度士兵 杨云也看过一些兵书 也听郭龙和七威等 九历战场的将军讲过 斗阵就是一方摆出一个阵法 另一方将领带兵 冲入阵法之中 如果能使对方阵法大乱 或者顺利退出对方锁部阵法 这算破阵成功 这些都是听别人讲 或者是在书上看到的 但真正看到战场上 有人布阵 这还是第一次 看见于仙已经将自己的阵法布置完毕 杨明朗生笑道 我杨明身经百战 区区一个阵法 又能奈我何 现在就让你看一看 本王是如何破阵而归的 说完 杨明将手中长剑一挥 带着中军的五万将士 一边叫喊着 一边朝储君的阵法中冲去 由于杨云所带部队是侧义部队 并且也不是杨明的嫡系部队 所以这一次破阵 杨云和他手下的两万人没有参加 只有杨明中军中最精锐的五万人 到了对方的阵法之中 杨云骑在战马之上 看着战场上正在打斗的双方 由于距离隔得相对比较远 又有无数采旗和布曼遮挡 再加上阵法里边锣鼓喧天 所以杨云只能远远地看着 不知道阵法之中 双方激战的情形如何 这一仗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十分关键的 如果哪一方大败 双方都不可能很快 再聚起几十万兵马 所以势必会造成本国后方大乱 想到这些 杨云心中不由的暗暗交集 他抬起头 努力往战场之中看去 想看一看到底是谁占得了上风 第117章 现册 这阵法主要是通过布曼采旗 遮挡对方的视线 再加上敲锣打鼓扰乱 对方的判断 从而利用兵种相克 或者形成局部的以多打扫 达到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目的 见杨云看着 正在大战的双方 眼中有一些迷茫之色 一旁的郭龙在他耳边说道 郭龙作为前楚国兵马大元帅 对楚军常用的一些阵法了如指掌 经他一解释 杨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那我五哥在这阵法之中 有没有危险呢 杨云转身向郭龙问道 呵呵 杨明这家伙十分老道 这种虚实结合的阵法 相信他很快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所以双方又会变成一场 没有任何花哨的面对面厮杀 郭龙在一旁微笑着说道 众人在一旁观看了一个多时辰 阵法里边的喊杀声和锣鼓声 渐渐小了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 楚军的阵法 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口子 无数的大副将士 呼喝着从阵法的口子中冲了出来 大约一炷香的时间过去 这些出战的大副将士 就回到本方的阵营之中 杨云站在一旁 从目测来看 这一次出征的五万大副将士 约有九成的人 安然无恙地从对方阵法之中冲出 也就是说 这一仗大幅折损了约莫五千士兵 也不知道 布阵的楚国将士 死了多少人 哈哈 我看你们这阵法也不怎样 本王还不是来去自如 杨明回到本方阵营之中 挥舞手中带写的长刀 指着对方阵营说道 圣王殿下果然名不虚传 此番一战 你军折损五六千人 我方也战死三四千人 虽然我方折损人数少些 但我们不正方 所以这一阵 就算是平手吧 于仙出现在楚国将士前方 大声说道 斗阵既然没有分出胜负 双方统兵大将 也不迟疑 各自指挥部队 又站在了一起 直到天色较晚 才明军收兵各自回营 此后的几日里 双方又进行了几场大战 由于双方的兵力差不多 指挥作战的将领都是 熟读兵书 经验丰富之人 所以 这几日的大战中 双方互有损伤 但都没有对对方 造成致命的打击 正所谓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两方的统军将领 都是心高气傲之人 这样的局面 都是他们不满意的 都想着要找到办法 扩大战果才行 所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双方很有默契的选择 暂时停战 但被地理 到底在谋划着 什么样的计策 那就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中军大战中 杨明看着 坐在战中的各领兵将领 让他们商量出一个 能以最小的代价 重创敌人的计策 杨明是大名鼎鼎的 大副战神 又是太子之位的 有力争夺者 能够在他面前 留下好印象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所以 战中的重将官 绞尽脑汁 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提出了许多的策略 让杨明进行选择 当晚 圣王杨明的军战之中 灯火几乎彻夜通明 杨明和他手下的智囊们 在营帐中讨论了一夜 分析了每一种 建议的可能性 于大人 不好了 有战马在营帐后方的 小河中饮水 中毒死了 于先正在营中 鸣思苦想 有士兵慌慌忙忙跑来 向他报告 于先带着营中 最为得力的将领 随着来人到马厩查看一番 见马就中好几匹战马 已经躺在地上 有些马儿已经死去 还有一些奄奄一息 眼看没法再活了 他们说 这匹马 全部是在营帐后方的 小河沟里饮过水的 负责马屁的官员 小心翼翼地对于先说道 于是 一行人又来到 营帐后方的小河旁 见河水与平日并无一样 但是 河边出现了一些死鱼 看样子 这河水中的确有毒 这名王真是大手笔啊 流动的河水中下毒 这需要多少的毒药 也亏他想得出来 只可惜了我这些上好的战马 通知将士们 在河边几百米处 挖一些深井 这样进过来的水 就没有毒了 能够指挥这几十万的兵马 于先也不是泛泛之辈 这河中下毒倒无所谓 水流一两天 毒素就散了 他们也不可能 找那么多毒药天天放 只不过 看来他们 开始使应招了 我们可得加倍小心啊 于先身旁 一书生打扮的中年人说道 哼哼 来而不枉非离也 我们也得想些办法 给他们好看 另一位身穿战甲的将领 问声问气地说道 就这样 双方都行动起来 各自出招 都给对方带来了一些困扰 使双方的士气 都受到了一些打击 这些招数 使双方物资的运送 士兵的出行 以及队伍的凝聚力 都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对整个几十万的队伍而言 它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并且 随着双方加强防御 这些办法能够达到的效果 越来越小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 天空中没有星星和月亮 黑的伸手不见无止 大约两更十分 戈兰城的西侧的城门 悄悄地打开了 一队黑衣人 手拿兵刃 骑着战马 悄悄地奔出了城门 这些战马身上 都披着黑布 这样 在夜色中 更加不易被人发现 而这些战马的嘴 都用一个套子套着 让他们无法发出一点声响 就连马蹄上 也包着厚厚的布 这样可以 让他们在马奔跑的过程中 不会发生太大的声响 这群黑衣人 离开戈兰城之后 远远地绕开 储君营帐的方向 向西北方向 急迟而去 这些黑衣人 向西北方向 行了约莫二十里路 忽然又改变了方向 他们沿着一条小道 向储君大营 后方绕去 在储君大营后方 吉里处 有一处小山包 小山包的周围 有七八千储君士兵 团团保护者 看来这山包之上 应该有对储君而言 很重要的东西 这些负责保护的 储国士兵 奋出了许多巡逻的队伍 不分昼夜地 查看着周围的一切 随时做好迎接 袭击的准备 这些黑衣人 来到这个小山包附近 躲在一片小树林之中 看着来来往往 不停巡视的储国士兵 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从这黑衣人中间 走出了一对 手持刀剑身背弓箭的人 他们捏手捏脚地 朝巡逻的士兵 移动过去 这些黑衣人 借助灌木丛和树木的遮挡 很快朝巡逻的士兵 前行过去 眼看着离这些巡逻的士兵 越来越近 再往前走 就是一片 没有任何遮挡的空地 这时 隐藏自己的身形 这些躲藏的黑衣人 很有耐心 居然在同一个位置 躲藏了一个多时辰 而且一动也没有动 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一个多时辰的躲藏 还是有收获的 因为他们发现 这些楚国巡逻的士兵 往往是在两炷箱时间之后 就要换一次挡哨 也就是说 行动之后 他们有两炷箱的时间 冲上小山包 发现这一规律之后 领头的黑衣人 向后方做了一个手势 示意他们做好准备 后方的这些黑衣人 心领神会 悄悄地把手中的刀剑放下 摘下了背在背上的长弓 搭好剑 做好攻击的准备 楚国士兵换防的时间又到了 见前一波士兵 消失在黑暗之中 领头的黑衣人 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 他果断地将手一挥 后方那些手持弓箭的黑衣人 箭状立即将手中的长弓拉满 紧接着 一支支长剑 带着滴滴的怒吼声 射向这一群巡逻的楚国士兵 这几个巡逻的楚国士兵 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拔出 全部被这些突然而来的弓箭 射成了刺猬 只得不甘地倒在了地上 箭前面这一队黑衣人 撂倒了对方巡逻的士兵 后方的黑衣人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飞快地朝小山包上冲去 不一会儿 这些黑衣人来到小山包的半山腰处 快 将火箭点燃 分散射入小山包上的粮仓之中 只要能将储君的粮食全部烧毁 我们就会立下大功劳 随着这一声喊 这些黑衣人迅速行动起来 无数熊熊燃烧的长箭 向小山包之上射去 不一会儿 小山包上就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快撤 敌人来了我们就逃不掉了 黑衣人中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紧接着 这些黑衣人迅速地转身 飞快地朝山包之下奔去 想跑 爷爷们已经等你们多时了 这时 在小山包之下 突然传来一声大喊 紧接着无数的火把 同时燃烧起来 将整个小山包周围 照得灯火通明 灯光照射之下 只见无数的楚国士兵 站在小山包周围 将这小山包团团围住 我们大元帅早已猜到 你们想要来烧掉我们的粮草 早已叫我们来等待诸位 你们跑不掉了 快点束手就擒吧 储君阵营中 一个声音大喊着 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得意之色 糟了 中了这些楚狗的埋伏了 兄弟们 冲啊 跟他们拼啊 黑衣人中 一人大喊道 第118章 杨云献祭 这些黑衣人 是杨明从军中选出来的勇士 个个都是骁勇善战之辈 得到消息 据说是储君的粮草 都藏于这小山包之上 所以 杨明让这些勇士 趁夜来烧掉敌军的粮草 储君这次越过巡洋关 到大附近内来作战 粮食运送很不容 如果粮食被烧 后面的粮食 肯定没法及时供应上来 那么这几十万楚国军队 只有不这儿退 杨明的计策 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于先也知道 粮食对自己军队的重要性 早已防着大夫军队 有可能来打自己粮食的主意 所以提前设下埋伏 没想到 杨明果然重击 这些黑衣人 能够被杨明派来执行 这十分重要的任务 都是对大夫 对杨明忠心耿耿的勇士 在出发之前 他们已经做好了 不成功则成人的准备 所以 就算是面对 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 他们也没有 露出一丝畏惧之色 反而大声叫喊着 主动向楚人发起攻击 早有准备的储军将士 剑已经被包围的大夫士兵 还在做困兽之斗 他们立即张弓搭剑 朝着黑衣人的方向 狠狠地射了过去 这些射出的长剑 有些被黑衣人手上的盾牌挡住 有些落在黑衣人身边的空地上 等更多的剑支 射中了近在咫尺 正在冲锋的黑衣人身上 好些黑衣人惨叫着倒在地上 但是 剩下的黑衣人 好像没有看到自己的战友倒下似的 仍然毫不犹豫地向储军冲去 甚至还有一些身负剑伤的黑衣人 也不顾身上的疼痛大喊着 朝小山包下的这些储军士兵急奔而去 由于双方的距离并不算远 在储军士兵射出两波剑雨之后 大幅的黑衣人已经冲到他们的面前 这些储军士兵 马上匆匆拿起挂在腰间的刀剑 与这些冲下来的黑衣人站在一起 刚才的两波剑雨 黑衣人已经有接近一半的人倒下了 剩下的这些黑衣人 因为无数袍子的倒下 他们心中已经燃起熊熊的怒火 此时 储军的士兵成了他们发泄怒火最好的对象 储军人数众多 很快占据了战场上优势 但是他们低估了这群黑衣人的凶悍 这些黑衣人 各个身手不错 同时已经将生死置于度外 好多人明明看见储军的刀剑砍向自己 他们却不管不顾 依然拿起手中的兵器 向对方身上招呼而去 此外 这些受伤的黑衣人 只要还能够继续占领 他们就没有任何迟疑 勇敢地向敌军杀去 这种不顾自己生死的战法 伤亡当然很快 特别是这群黑衣人 他们中一大半人已经被储军杀死 但是他们的牺牲 还是很有意义的 有几十个黑衣人 趁乱成功地冲破了储军的包围圈 向戈兰城方向急奔而去 主书的鸭子 可不能让他们飞了 储军中领头的一名将官大声喊道 指挥他手下的土兵 不顾他的反对 推着他迅速离开 然后他们转身 又向储军士兵冲去 用生命为代驾 掩护骑马的黑衣人逃走 最终 这些返回的黑衣人 无一例外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但是他们成功为骑马逃走的黑人 争取了时间 让他消失在夜色之中 天明时分 扬明得到这名逃回的这名黑衣人首领 带回来的消息 顿时脸色铁青 这一次得到错误的消息 损失了那好几百世勇猛的士兵 更重要的是 于先已经知道 自己想偷袭储军粮草的消息 这个计谋就没法再实施了 偷袭敌军粮草失败的消息 很快在大幅军营重将关中传开 重将关在遗憾的同时 也纷纷在心中思考 想找到一个让敌军退兵的办法 第一次带兵上战场 就遇上这样的麻烦 杨云也是心急如焚 他找来聚远光 郭龙以及七威等人 一起讨论了很多种方案 想找到一个克敌之胜的好办法 可是 就算他们绞尽脑汁 大多数是云州本地的士兵 对云州的地形十分了解 聚远光在和这些来自云州的士兵闲聊之中 得到一个消息 立即眼前一亮 心中有了一个想法 他立即找到杨云 告诉了他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办法 十三帝的这个计策 我觉得可以一试 我马上安排 人去执行你这个计划 听到杨云告诉自己 这个计策之后 杨明沉吟许久 最终做出了决定五皇兄 十三帝 我来到军中寸功位里 这一次任务 就让我带着手下的士兵去执行吧 杨云向杨明说道 这怎么行 这次行动要深入敌后 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危险 你贵为皇子 怎能亲身是险呢 杨明毫不犹豫地说道 五皇兄 你也身为皇子 不是也多次深入险地 为大福立下呵呵战功吗 弟弟我虽然没有五皇兄 这样的雄才大略 但是我也想为大福做一些事情 至于危险 我大福难儿 还怕这些吗 只有精力磨难 才能让自己成长起来 杨云站起来激动地说道 五皇兄 您就别犹豫了 你看我手下的士兵 大多数是云州本地的士兵 对地形十分熟悉 他们也是执行 此次任务最好的人选 见杨明仍在犹豫之中 杨云继续说道 杨明犹豫许久 看着杨云急切的目光 叹了一口气 终于点了点头 这一日 是一个大雾天气 浓雾 使得大家的视线严重受限 只能看见 离自己积民远的东西 这一日 是一个不适合作战的天气 楚军大元帅 于先坐在营帐之中 正在和一些谋士 商量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忽然听到 有士兵前来报告说 大副军队居然出城了 看来是要向他们发起进攻 于先一听 马上走出营帐 带领手下的兵将 迅速整兵出发 刚走出营帐之后 不久 就和前来的大副士兵相遇 双方立即进入了激战之中 几十万人在一起作战 又是大雾天气 场面难免显得十分凌乱 这时 谁也没有注意到 一队大副士兵 悄悄地脱离了战场 远远绕过楚军的营帐 向巡阳城的方向 匆匆行去 带领这队士兵的正式扬云 他带着大约五千士兵 悄悄地脱离了战场 以最快的速度 向巡阳关奔去 巡阳关是大副和楚国 相隔的一个重要的关口 楚国士兵需要的物质 几乎全部是从巡阳关运送过来的 因为如果不从这里 进入大附境内 那就得绕到好几百里路 巡阳光在和云州本地士兵 交谈的时候 得到这样一个信息 在巡阳关和巡阳城之间 只有一条可以相互来往的道路 道路两旁 都是人际罕至的崇山峻岭 根本没有人烟 但一名云州本地的老兵 告诉巡阳光 在这一段的崇山峻岭中 以前有一个土匪的山寨 这个山寨的位置十分险峻 他们在巡阳光和巡阳城之间 强略来往的军用物质 给大幅的边军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巡阳城的官兵 花了很长时间 才将这股土匪剿灭 剿灭这些土匪之后 这土匪的山寨就废弃了 因为这山寨的路很不好走 久而久之 就没有人到这山寨之中了 于先带着楚国士兵 刚刚攻下巡阳关不久 对这里的地形 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他们一定不会知道 在这崇山峻岭之中 还有一个可以藏兵的 山寨杨云等人此行的目的 就是带着手下的士兵 找到并躲藏于这山寨之中 虽然是浓雾天气 但是要带着五千人 躲过楚军的视线 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幸好 圣王阳明 事先让人给他们 准备了五千套楚军的军服 离开大队伍后不久 杨云就让手下众人 将这些楚军服换上 虽然有着楚军军服作为伪装 杨云还是不敢大意 一路上尽量隐藏行踪 就这样走走停停 他们终于绕过了巡阳城 来到巡阳城 与巡阳关之间的山道之中 到了这里 遇到的楚军士兵 就越来越少了 终于 在熟悉地形的士兵的带领下 他们走入了一条 十分隐秘的小道 在小道上东拐西拐 行了一个多时辰 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终于到达了 这个隐藏于山中的山寨 这山寨的房屋虽然还在 但是已经破旧不堪 但总算还能遮风避雨 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 杨云安排手下的士卒 以最快速度 将这山寨收拾一番 就在此处安营扎寨 这山中气候潮湿 如果没有这个简易山寨的话 这五千士兵 还不敢在这山里驻扎 因为据当地人介绍 这山中有许多的蛇虫鼠蚁 尤其是毒蛇特别厉害 一不小心被这些剧毒的家伙咬住 不到一炷香时间 就会命丧当场 就连当地好多当地的侨夫和猎人 都不敢轻易深入这大山之中 手下的士兵们 忙忙碌碌的收拾着这个山寨 杨云则带着赤木耳和聚眼光等人 来到山寨附近的一处高崖之上 查看了周边的地形 因为杨云深知 这一次的行动异常危险 稍有不慎 这些兄弟们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第119章 习敌 赵阔百无聊赖地躺着马车之上 心中十分不甘 自己自幼熟读兵书 古时许多经典战役都耳熟能详 他始终觉得 自己有统兵百万的才华 没想到却被于先安排 做得押送军粮和资重的押运官 赵阔是楚国赵氏王族成员 此次出征大福 赵阔主动找到楚王赵元让 要求楚王派自己统兵 统帅大军征讨大福 可是楚王赵元让 却以自己实战经验不足为名 让自己跟随于显大军 先历练历练 对于这统兵大元帅于先 赵阔打心里看不起他 这个长期待在军中的粗鲁汉子 居然也能做到 楚国兵马大元帅职位 这可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职位啊 来到军中之后 没想到这于先 让自己担任押运物资 这个芝麻小官 这让赵阔心中十分不满 自己堂堂一个将才 应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而不是一个押送物质的后勤官员 最后 于先以行军打仗 后勤保障尤为重要为名 终于使得赵阔 勉为其难地 接受了这一任命 在最初几次押送物质的时候 赵阔还能做到小心谨慎 先派手下士兵 在前面侦查探路 之后才带走押送物质的 马车缓缓前行 可是慢慢的赵阔 就对这枯燥的工作 没有了兴趣 从巡洋关到巡洋城 这条道路这两月 来自己已经走了无数回 闭着眼睛 都知道路该怎么走了 再加上这无数回运送物资 从来没有出现过纰漏 也没有人敢骚扰 储君的粮食和资重 所以久而久之 赵阔便没有了 起初的那份警惕心 把这一份工作 当成出来旅游散心看待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 他根本没有心思 把精力放得防备敌人上面来 嫡喜 嫡喜 正当赵阔躺在马车上 昏昏欲睡的时候 不远处突然有士兵大叫起来 自己在这条路上 走了几十个来回 都没遇上任何袭击 当赵阔半信半疑地 走下了马车时 眼前出现的情况 让他惊呆了 道路两旁的山坡上 此时占了许多大幅的士族 他们正拿着弓箭 朝下方的储君士兵射来 短短时间内 已经有许多储兵 重箭倒在地上 赵阔此次带领的 押运物资的储兵 约有五六千人 人数其实并不比 杨运带的士兵少 但是他们 现在处于山道正中 除了几辆运送物资的 马车之外 没有什么可以遮挡 所以这些储兵 几乎完全暴露在 大幅士兵的弓箭射程之内 盾牌手 快挡住敌人的弓箭 慌忙之中 赵阔大声喊道 许多手持盾牌的储兵 将盾牌顶在自己头上 慢慢地繁在一起 有了这一层保护 许多从山崖上射下的弓箭 被盾牌挡住 但是仍然不时有长箭 从盾牌的缝隙中射入 不停地有储兵 惨叫着倒了下去 又过了一会儿 从山坡上射下的 箭支越来越少 看来对方的长箭 已经快用完了 储军士兵 刚刚松了一口气 一件让他们 更加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箭支用完的大幅士兵 将长弓重新背在自己背后 然后捡起 早已准备好的巨石和滚木 狠狠地朝山坡下的 储军士兵砸了下来 盾牌可以挡住 对方的弓箭 但是对于滚木和巨石 军士兵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半个时辰里 有近两千的储军士兵 失去了战斗能力 许多储军士兵 借助马车和河道上的一些死角 躲过了弓箭和巨石滚木 但是大幅士兵 并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时间 在巨石和滚木用完之后 他们手持刀枪 一边大声叫嚷 一边从山坡上冲了下来 双方立即进行了面对面的厮杀 大幅士兵从山坡上冲下 占据地理优势 再加上受到攻击的储军士兵 现在的阵法十分凌乱 士气正在最低落的时候 所以双方激战不久 储军士兵就节节败退 将军你挡不住了 咱们撤吧 赵阔刚刚斩杀了一名大幅士兵 正准备朝下一个人冲去的时候 一名卫兵在他身旁大声喊道 听到卫兵的喊声 赵阔抬起头来一看 不由吃了一惊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楚国的士兵已经倒下了一大半 眼见如果再不撤退 全部士兵可能都会被杀死在这里 赵阔转头看了看 装着粮草自重的一辆辆马车 狠狠地喊了一声 撤了 听到赵阔的命令 正在激战的储军士兵松了一口气 他们纷纷停下正在激战的对手 顺着山道往巡洋关的方向撤去 这一次战斗 大幅士兵站着地势的优势 又是主动偷袭对手 仅仅付出了近五百人的代价 而储军士兵则伤亡了两千多人 与此同时 储军还丢掉了许多粮草和各类物资 杨云安排手下士兵将能带走的物资全部带走 而不能带走的一律损坏 不能将任何东西留给储军 当运送粮食之中的队伍受到大副军队袭击 这一消息传到储军大元帅于仙耳中之时 于仙和储军重将官都不敢相信 这里山上怎么会藏着大副军队了呀 但是事实摆在众人眼前 于仙不得不与手下众人商议 怎么应对这突然出现的状况 自己后方又一支敌军队伍 这可是让于仙和手下众将官 万万不能接受的事实 必须把这支敌军队伍消灭 不然的话 他们不断骚扰后方物资运送的队伍 那这场大战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于仙和手下众将官很快达成了共识 以最快的速度派出了一支队伍 准备将杨云等人消灭在大山之中 可是接着出现的情况 却让于仙十分头疼 这支大幅的军队藏于大山之中 大军怎么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但等储君运送物资的队伍 从这经过的时候 他们就会从山道之中冲下来 以消灭储君有生力量和损坏物资为主 而当储早派出队伍 想要剿灭他们的时候 如果派出的士兵人数比较少 他们就会主动袭击这些楚国士兵 但是如果储君的人数比较多 他们就会藏于大山之中 让储君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还有 如果储君派出大队人马 他们就会在大山之中燃起一堆堆篝火 而戈兰城中的杨明等人 看见山中的大火呼呼的浓烟 就会向储君营帐发起疯狂的攻击 这样一来 这些大副士兵躲藏于大山之中 储君想要剿灭他们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同时戈兰城中的大副军队 又时不时要骚扰储君大营 让他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 剿灭山中扶军的行动之中 转眼间 这样的局面坚持了一个多月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储君从后方运送物资非常艰难 往往每次都要派出至少五万人 到后方去运送物资 无法首尾兼顾 所是经常受到大副军队的袭击 使得储年每次运输物资都会损失不少 而储君进入大副的三十万人 他们每天消耗的量食后 物资可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另外 储君的这三十万士兵 现在必须分出一部分人守在巡洋关 每天押运物资 至少也得派出五万人左右 才能保证物资能顺利送到大营 同时 于先还得分出士兵 去守住恒山和京城两座小城 这样一来 守在大营中的储君士兵就只有不到二十万人 面对人数多于自己 又熟悉地形的大副军队 他们慢慢觉得有些吃不消了 几次大战 储君士兵都处于劣势 使得储君接连吃了好几次败仗 而见到这样的局面 杨明来了精神 每天都带着大副士兵向储君大营发起攻击 照目前的状况来看 这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储君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一日清晨 杨明又像往日一样 带着大副军队向储君大营发起猛烈的攻击 但是这一次攻击却十分容易 杨明很快带着人冲进了储君的营帐之中 可是当他们走进储君大营的时候 众人不由地惊呆了 此时的储君大营里边只剩下几十名老庞 还有数百匹又老又有病的战马 被这些老兵们招呼着在营帐里不停地跑动 造成大营中还有很多人的假象 杨明让人抓住几名国老兵 向他们询问于先和储国大军的踪迹 得知于险见本方士兵伤亡太多 而继续留在这里也看不到一丝胜利的希望 所以连夜之间带兵撤退了 这时陆续有探马前来报告 本来在恒山和京城这两座小城 侧应大营的储兵居然也撤了个一干二净 居然让这几十万储国士兵 在自己眼皮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 让杨明懊恼万分 他立即指挥军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巡洋城追击而去 敌人仓促逃走 队形一定十分凌乱 正是重创敌人的好机会 所以杨明率领士兵一阵急行军 想在储君回到巡洋城之前追上他们 第120章 南关 杨明带人一路奔袭 没想到急切之下居然中了储君的埋伏 巡洋城、储君大营、横山、京城 这四股储君队伍全部聚集在一起 埋伏在储君大营和巡洋城之间 给基于追击的大副军队一个重创 胜利的天平一下子发生了偏转 眼见手下士兵伤亡了许多 终于使得杨明冷静下来 带着手下士兵撤回了戈兰城 而尝到甜头的于仙 也没有让手下士兵乘胜追击 他迅速组织几十万储君士兵 将巡洋城的物质抢掠一空 然后通过巡洋关撤回了楚国境内 本来 这一次大战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 储君吃了许多亏 损失了许多士兵 但是最后一战 于仙的神来之笔 利用杨明急切要击溃储君的心理 来了一场伏击 一下子使两国士兵的人数基本持平 等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杨明 再一次带着出大副军队 来到巡洋城之时 看见这一片狼藉的城池 气得脸色铁青 他立即不顾重将官的劝阻 徽兵向巡洋关发起了攻击 巡洋关是前朝大晋皇帝司马南 花了好几年功夫 好聚资修的一道雄关 他是大幅抵御楚国进攻的一道屏障 这里的城墙 全部是在山中寻找巨石做成的 并且十分厚实 再加上巡洋关前后 道路并不宽阔 无法让许多士兵同时展开攻城行动 巡洋关城墙之上 只有五六千楚国士兵守在上面 杨明率领手下几十万大副士兵 轮番向城墙上发起了攻击 费了好大的功夫 也死了不少的人 但始终没有一个人能攻上巡洋关城头 杨明带着人在关口持续进攻了二十余日 终于绝望了 只好带着手下士兵撤回了巡洋城 这巡洋关 本是大幅抵御楚国进攻的一道屏障 没想到 现在却落入了楚人之手 由于大幅上下对巡洋关很有信心 所以 在巡洋关之后 并没有修建重要的军事要塞 也就是说 如果楚军从巡洋关进入大附境内 在这关后很大一片区的防御能力 根本无法抵挡楚国大军的攻击 目前这一情况 对大幅十分不利 没有险地可以依托 只能驻扎重兵在此 杨明的近三十万军队 驻扎在巡洋城和附近的戈兰城 以及恒山 京城两个小城 这三十万人马 每天都会消耗许多的粮草 但是如果将这三十万人撤走 楚军很可能又重新越关过来 他们很快就可能 渗入到大幅的腹底 这可是大幅承受不起的损失啊 当军报传到西京城的时候 福皇和手下众大臣面面相去 没想到 现在会处于这样的局面 现在大幅军队想找楚军决战 他们却归缩于巡洋关之后 等待大幅放松警惕之后 再进行突然袭击 福皇和众臣商议之后 决定再送上一些工程器械 让前方的杨明不惜一切代价 要把这一雄关拿下 但是杨明绞尽脑汁 想了许多办法 仍然没法将这道关口撼动分拨 只得向朝廷建议 在巡洋关之后 再修一道关爱 以阻挡楚国士兵的突然袭击 可是突然之间 要修一道坚固的要塞 谈何容易 首先他必须有 强大的资金和足量的材料做保证 并且就算这一切都能满足 要建造一个坚固的关口 怎么也得好几年时间 这段时间里 杨明也跟着大副军队 对巡洋关的高墙 发动了数次进攻 但是 这巡洋关固若金汤 关内的储兵 有所欲关中 坚决不出 使得杨明手下 也折损了好些人手 拿这道关口 没有丝毫的办法闲暇之余 杨明带着巨远光和郭龙等人 在这道关口附近的山里 费尽心机想要找到一条 能够到达关口之上的捷径 但是他们花费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却没有找到一点办法 现在这样的情况 让杨明觉得十分憋屈 没法找到敌人 还不能撤离 整天耗在这关口之上 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时光匆匆 转眼间 杨明到达前线军营 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光了 但是 大幅上下 还是拿这道关口 没有任何办法 就在众人无计可施的时候 办法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恒山城 是距离巡洋城 只有几十公里的一座小城 杨云现在就驻扎在这座城里 前一段时间 杨明安排杨云 带着他本部的两万士兵 负责这座小城带防卫 由于储君遭遇撤出巡洋关外 这一带没有一个敌人 所以 负责这座小城防卫的杨云 整日就无所事事 这一日 一匹快马风驰电撤板 往恒山城奔来 马上有一名独臂汉子 这汉子显然是经过长时间赶路 一副封臣扑扑的样子 站住 干什么的 城外的守卫拦住了这名 匆匆而来的独臂汉子 我要见吴王殿下 有紧急情报 要当面成交于他 独臂汉子搂住马江 从马上跳下马来 抹了抹头上的汗水 急切地说道 这独臂汉子正是姚霞 在守门卫兵的带领下 姚霞很快见到了杨云 把一封信 亲自递到杨云手上 杨云打开信封 认认真真的看了起来 太好了 太好了 看完信 杨云不由地把桌子一拍 信中写道 当年大晋皇帝司马南 为了避免 储君袭绕大致百姓 所以在寻阳城附近 浮出两国交界的山道上 建了这一座雄关 就是后来的寻阳关 而当年 在修建寻阳关的时候 姚老都尉是晋皇司马南的贴身侍卫 深受晋皇的信任 他全程参与了 这寻阳关的设计和建造 当年在寻阳关快要建成的时候 晋皇司马南就曾考虑到 此官有可能被敌军占领 于是就让手下官员想个办法 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 因为寻阳关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人们没法从周围的山上进攻此官 负责修建的晋国官员 得到晋皇司马南的命令之后 开始考察地形 设计合理方案 这些负责修建的官员 绞尽脑汁 在一处山洞中 挖出了一条能够通向寻阳关上方不远处 悬崖之上的一个密道 从这个密道 可以到达寻阳关上方的悬崖之中 可可通过绳索下降的方式 到达寻阳关内一个隐蔽的角落 而这件事情 当时大境是高度保密的 挖掘此山洞通道的士兵 根本不知道 在这山中挖一条通道 是用来干什么的 当通道快要挖通的时候 负责修建的官员 就将普通的士兵全部撤走 只留下了一些 他们特别信任的人 打开最后的土石 将密道挖通 将密道全部修通之后 负责修建雄关和密道的人 又将洞口完全堵死 并且在上面弄上了土 栽上了草和树 让人找不到密道入口所在 由于当年的姚老都尉 是近黄非常信任的一个侍卫 他全程参与了这密道的修建 所以他成为了 为数不多知道此秘密的人 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 当年修建这密道的知情者 几乎全部离开了人世 所以姚老都尉 成了知道这个秘密的最后一人 当得知 大夫的军队 被阻拦于这座雄关之时 姚老都尉对大夫王朝 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并没有打算 告诉大夫朝廷这件事情 后来得到消息 听说杨云也在巡阳关之前 正想尽千方百计的办法 想攻下这道关口 姚老都尉便写了这封信 并将当年被隐蔽起来的 山洞洞口的位置 绘制于图上 看到这封书信 杨云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 他立即派人叫来聚远光 郭龙等人 骑着快骂就向山中行去 虽然有位老都所画地图 但是此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 杨云等人花了很大功夫才找到 地图上画出的那个位置 原来地图上标注的一棵小树 现在已经长成了一棵参天巨树 让人把这棵树挖掉 顺着树根往下挖去 挖了不远之后 就看见下方有一块巨大的石板 让手下士兵把石板搬开 一个洞口出现在众人眼前 由于这个山洞 已经多年没有开启 里面又不透风 所以 他们一打开石板 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霉臭味 杨云学医多年 他当然知道 现在还不是进入山洞的时候 耐心地等待了一两天 剑山洞之中的腐朽煤气 已经飘散得差不多了 杨云才敢带着人 进入了这个山洞之中 按照姚老都尉信上的指点 众人很快找到 隐藏于山洞之中的密道入口 撤开密道入口处的隐蔽物 大家顺着密道慢慢前行 前行了大约五六百米左右 就看见前方有一块石头 挡住了去路 这块石头足足有人那么高 随行的士兵们 费了好大功夫 才将这块石头 搬离了原来的位置 当石头被移开之后 亮光立即从石头后面射了进来 众人到了洞口 将头往前伸出 胆小的人不禁被吓了一跳 因为这个洞口的位置 正好在悬崖峭壁之上 透过洞口 杨云等人四处张望 果然发现 这个洞口下方 约七八十米的地方 就是巡洋关城墙的顶端 第121章 夺关 娘 这些大夫人最近是怎么了 天天发了狂斑的 向我们发起攻击 他们不累 我们可累啊 巡洋关城墙之上 一名楚国老兵 看见大夫士兵像潮水一般 向城墙之上扑来 嘴里唠叨着 拿起手中的兵器 摆在城墙上冒头的大夫士兵冲去 也许是朝廷催得比较紧 这几日 杨明连续几天都催动大夫士兵 分批次地向巡洋关发起攻击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 这连日的攻城行动 虽然仍然未能占据巡洋关城投 但是却让这些守官士兵疲劳不已 每天天一亮 就要应付对方士兵的疯狂攻击 只有到天黑时分 大夫士兵才停止攻击 他们才能短暂地进行休息 虽然每隔半月 于先就会换一批士兵来守卫着巡洋关 但连日经历高度集中抵御对方进攻 仍然让这些守在巡洋关的储军将士们疲惫不堪 一到晚上 有的人甚至连饭都不愿意吃 倒在营帐里呼呼大睡 这一夜 巡洋关大多数将士都进入了深度睡眠之中 只有几个巡逻的士兵 强打精神站在墙头盯着关下 担心大副军队趁夜袭击 四更天是大家睡得最香的时候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巡洋关一个偏僻的角落 几根绳索从关上的悬崖上垂落下来 不久之后 一些黑衣人 悄悄地顺着绳索从悬崖上滑了下来 为了不惊动守城的楚国士兵 这些黑衣人尽量不发出声响 借着夜幕的掩护 一批一批的黑衣人从悬崖上来的这城墙之上 这群黑衣人领头的正是杨云 他将从姚老都尉那里得到的消息 而自己则组织大军拼命地向巡洋关发起进攻 以配合杨云的突袭行动 山中道路行走十分不便 再加上不能让楚军发现 所以这一次 杨云子带上了一千善于攀爬的好手 跟他一起执行这一任务 这次的行动非常顺利 当他们这一千人成功降落到巡洋关城墙之上的时候 居然还没有被楚国士兵发现 这时 已经到了五更十分 天空已经出现了鱼堵白 已经快接近天亮了 按照事先的约定 杨云安排一个擅长口计的士兵 向城下发出了几声夜宵的叫声 早已等候在城墙下的大副士兵 马上把这一消息报告了杨明 收到消息的杨明十分高兴 马上组织大副士兵向巡洋关发起突袭 见敌人趁着夜色 向巡洋关发起攻击 守在城墙上的哨兵 马上发出了紧急信号 这些守官的楚军士卒 连忙冲冲穿上衣服 拿起刀剑参与到守城之中来 城下攻城的大副士兵 这一次攻得特别猛 他们借助云梯 冲车向巡洋关城墙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见敌军来势凶猛 守城的楚国士兵也不敢大意 在他们指挥官的指挥下 努力地抵抗着这些发了疯般的大副士兵 正在这些楚军士兵全力以赴 对付城墙下面的敌军的时候 没想到他们的后方 就忽然发出了一些喊声 一群黑衣人突然从他们的后方袭击而来 正将精力集中在城下大副军队的这些守城楚兵 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一时间 许多楚国士兵倒在地上 这些黑衣人的行动十分迅速 杀伤了许多楚国守官士兵 趁这些楚国守官士兵还没缓过神之计 他们些黑衣人已经以最快的速度 冲到控制关门的铁锁旁边 并迅速占去了这个地方 准备搅动钢锁将关门打开 负责巡洋关守卫的一名楚国将军健壮 立即着急了 要是让他们这样将关门打开 这道雄关怎么还能守得住 于是这名将领迅速下令 要守官士兵不惜一切代价 不能让他们打开这道关门 于是乎 许多楚军士兵向着这些黑衣人冲杀而去 可是楚军的目的怎么可能达成呢 这群黑衣人 是杨云从自己麾下两万多士兵中选出的一千 最为汉勇的战士 楚军士兵虽然有五六千来人 但是他们同时又要抵抗 呈下大幅军队的攻击 还想在短时间内赶走这一千骁勇的大幅勇士 谈何容易 双方刚以一接战 就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厮杀之中 这群黑衣人中有一手持长锤的剑状男子 这剑状男子十分勇猛 几乎一锤就能砸倒一个楚军士兵 这剑状男子正是杨云手下最勇猛的赤木 他几乎一己之力阻挡了这些楚军前进的道路 其余的大幅士兵见赤木如此勇猛 顿时也勇气大增 大声叫喊着和楚军士兵奋力厮杀 不一会儿时间 想要杀退这些黑衣人的楚军士兵 不仅没有前进一步 反而被逼得节节后退 这名负责守城的楚军将官见状 急得眼睛都红了 他挥刀斩掉了几个后退的楚兵 逼得这些楚兵奋力向前 但是 这事已经来不及了 一部分黑衣人已经驱动缆绳 将巨大的城门缓缓打开 城下早已等在那里的大幅士兵欣喜若狂 纷纷手持刀枪向关内冲了进来 不一会儿 关内就站满了大幅士兵 许多的楚兵被斩杀在地 有些勇敢的楚兵还在奋力抵抗 有的怕死的 要么转身逃跑 要么干脆丢掉武器 蹲在地下抱头投降 眼见大势已去 这名楚国将官 见状长叹一声 只得带着剩余的楚兵 仓皇逃出巡阳关 向楚国境内奔去 终于夺回了巡阳关 杨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终于不用担心 楚国人会突然进入大幅境地 袭扰大幅百姓了 所有的大幅士兵 也开心异常 花了这么多时间 死了那这么多的战友 终于夺回了这个关爱 他们站在城墙之上 唱着闹着 发泄心中的喜悦 相比起这些 欣喜若狂的众将官们 杨明就要冷静许多 他将各营领兵将领 叫进自己的大掌之中 看着互相拍手 庆祝的众人 杨明站起来 将双手高高举起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各位 终于夺回了巡阳关 我们的确很高兴 但是 作为统兵的将领 我们必须比士兵们 更冷静 看得更远 杨明的一番话 彻底让大家安静下来 众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看着杨明 想听一听 他接下来要说些什么 各位 楚国人一定认为 这巡阳关 我们是拿不下来的 所以他们根本想不到 我们会突然拿下这道雄关 我的意思是 趁楚国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进行兵力重新部署的时候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 带兵攻入楚国境内 让他们也常常被侵略的滋味 杨明一番话 提醒了在场的众人 这些都是指挥 作战能力非常强的将官 他们当然明白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杨明的这番话 让坐在一旁的杨云十分佩服 自己的这位武哥 能够在这短短十几年里 为大福立下赫赫战功 的确有他过人之处 在杨明的主导下 在场众官员 经历了一番唇枪舌战 终于确定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伏丰城 是楚国边境的一座大城 楚军大元帅于先统领的几十万储兵 就驻扎在这座城里 这几月来 大福士兵没日没夜的狂攻巡洋官 于先一点也不着急 此时的他 正慢条斯理地查看着 从前方传回来的军报 于先的淡定不是没有依据的 这巡洋官 是以前晋国皇帝司马南 派人花了好几年时间所建 号称天下第一雄官 由于地方狭窄 这里最多只能驻扎约五六士兵 但是正所谓一夫当官 万夫末 这巡洋官坚固无比 地势也十分险要 可不是靠人数多 就能攻得下来的 自巡洋官建成以来 从来没有人 能从正面直接把他攻下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大福士族在号称 大福战神的圣王阳明的带领下 几十万人围着巡洋官一顿狂攻 却没有踏上城墙半步 于先抱着看戏的心态 他只需要把巡洋官所需的物质 派人源源不断地送至官内 同时每隔一段时间 把受伤或者是疲劳的士兵换下 保持着官上士兵 有充足的作战能力 对于对方强行攻关的行动 于先不仅不着急 心里还十分高兴 有这种雄官阻挡 大福士兵无法进入楚国境内 而自己则随时可以进入大福国内 让对方防不胜防 自己领着士兵 在这浮丰城悠哉悠哉 就让那扬名去着急吧 于先正沉浸在这种 一却近在掌握中的喜悦心情里 却得到了一个让其震惊的消息 快马突然来报 说是巡洋官被大福攻下了 快马带回来的消息 让于先大吃一惊 这怎么可能呢 自己知道 这座关口的重要性 已经派出得力的人守在那里 只要这人不是死人 怎么也应该耐够把这关守住啊 快马报信后不久 一对浑身是血的士兵 证实了这一消息 这对士兵正是被于先派去 守护巡洋官的楚国士兵 而这对人马中 最前面一位军将 被人五花大绑 绑在自己的战马之上 这名将军 正是于先派去 负责镇守巡洋官的领兵大将 第122章夺城之战 这领兵大将也知道 丢失了这座雄官 自己最不可设 所以让士兵将自己绑复起来 等候于先处理 听到巡洋官失守的经过之后 于显勃然大怒 不顾众人劝阻 将守卫巡洋官 这一名自己的心腹大将 推出战外斩首 丢失巡洋官 可不仅仅是损失了一个关口 这么简单 因为对巡洋官防御 有着充足的自信 于先并没有怎么认真安排 关后这片楚国土地的防御问题 接近巡洋官的城池 除了伏风这座大城 城池的防御力比较强 城中的驻兵也比较充足外 靠近浮风城的几座小城 城墙低埃守卫的士兵也不多 如是大幅军队来了 这些小城根本是不堪一击的 于先马上让人 招来自己手下一些高级官员 大家一起讨论如何面对 这突然出现的局面 在场的楚国官员们 听到巡洋官居然失守了 也不禁大吃一惊 众人立即提出了许多建议 以应对出现的这一突发情况 作为统兵大元帅 于先的判断能力和指挥能力 都是上层的 应对也算迅速 他第一时间就开始调兵遣将 要加强对这一代的防御等级 于先也算反应比较快的了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大幅人动作更快 当他派去增援附近几座小城的 是储兵还没有出发的时候 前方的探子传来消息 大幅士兵已经越过巡洋官 向附近的四座小城 同时发动攻击了 浮风城附近几座小城 虽然不算大 但是对浮风城而言 这几种小城还是十分重要的 有这些小城与浮风城互为鸡脚之势 敌军来了 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 一边牵制敌军的兵力 一边刺激对敌人实施突袭 如果失去了这几座小城 浮风城就会孤立于楚江南岸 陷于大幅军队的包围之中 所以当于先得到消息 大幅军队正在进攻附近几座小城的时候 他立即让手下士兵加快速度 第一时间增援附近的几座小城 这些储兵怎么还没来啊 慢吞吞的 真是无聊死了 工城的硬骨头不要我们去啃 却让我们留在这里 伏击援军 功劳都到那些家伙得了 赤木儿趴在山间的草丛中 一边抬头看着远方 一边对旁边的姚霞说道 你小子 前一段时间 阻击储君押送粮食 和各种物质的任务安排给我们了 趁夜偷袭巡洋关的任务 也是我们执行的 功劳总不会让我们都得了 所以 这次让我们负责阻击援军 让他们工程也属于正常的 姚霞就比赤木儿冷静多了 他在一旁笑着说道 可是 我最不喜欢躲在这山里为蚊子 真希望待会儿来的储君 稍微强悍一些 不要是那些不堪一击的软淡 这样打起来好没意思 赤木儿又说道 来了 来了 这时 前方有士兵悄悄地喊道 听到声音 众人朝着储君将要过来的方向望去 果然 一对身穿储君军服的士兵 匆匆而来 储君终于来了 赤木儿拿起手中的长锤 就要朝山坡下冲去 却被一旁的姚霞拦住了 别急 这是来探路的储兵 待会儿有的你打的 这对储君 终于全部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 姚霞说得很对 这对储君 只有两三百人左右 显然是领兵的储君将领 也担心道路上有人埋伏 先派他们来 打得投阵 这一对储君 在道路上缓慢地行动着 不时东张西望 看看路边有没有可疑的现象 早已得到命令的大副士兵 潜伏在山中草丛和树后 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这对储兵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于是便加快速度 顺着道路向前方行去 这些储兵刚走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后方又传来了声响 紧接着又是一群储君士兵 从道路尽头迅速行来 这一下总可以大杀一番了吧 赤墨一边说着 一边就要站起来往山下冲去 没想到又被脸带笑容的姚霞拉住了 别急 别急 先让他们享受 我们给他们准备的礼物再说 姚霞拍拍赤墨的肩膀 脸上露出奸诈的笑容 这一次出现的储兵足足有两三万人 在队伍前方是大约三四千装备精良骑兵 前方侦察的士兵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而自己等人 现在又要着急去支援旁边的一座小城 所以 这群储兵行军的速度非常快 很快来到众人的面前 正在这些储兵准备加快速度 想要迅速通过这一路段的时候 突然最前方的一匹战马 突然长嘶一声栽倒在地 而在马上的骑士 显然没有任何准备 也随着战马倒在地上 由于战马奔跑的速度特快 所以马上的骑士摔得不轻 躺在地上半天没有爬起来 紧接着又是无数匹战马的斯明 传入众人的耳中 又有数十匹战马倒在了道路中间 挡住了准备前行的队伍 后方的骑士见状 马上控制住正在奔跑的战马 让他们停了下来 众人坐在马上 往前方道路上望去 只见前方道路之上 不知什么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根根细细的 带着钩子的铁锁 弹马锁 这时 有眼尖的骑士看见了这些铁锁 大声地呼喊着 提醒身边其余的骑士 仓促之间 姚侠等人只能 简单地使用这种半马锁 虽然这些铁锁 只能伤到前面几个 毫无准备的骑士 但由于前方有人栽倒 挡住了道路 地上又有半马锁 于是骑兵全部停了下来 对于骑兵而言 他们最大的优势 就是在快速运动中 利用速度的优势突击对手 现在他们完全停了下来 他们的优势 就荡然无存了 还没有等这些骑兵回过神来 无数的箭支从丛林中射出 这些骑在马上的骑士 顿时成了弓箭手的靶子 许多骑士重箭 倒在地上一时间 人喊声马思声 在道路上此起彼伏 一些失去主人的战马 惊慌之下 在道路上胡乱奔跑 彻底破坏了整个队伍的阵型 这时 骑兵后面的步兵 也跟了上来 他们看见前面的情况 先有了准备 将一块块盾牌挡在身前 挡住了射来的箭支 储君领军的将领 还是有些本事的 在他的招呼手下 所有的盾牌手围在一起 用盾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屏障 将所有的士兵围在屏障之中 顿时让藏在灵中的弓箭手 没有了用武之地 储君一边用盾牌挡住对方的箭支 一边拿起刀剑 做好迎接对方冲出来的准备 可是过了好久 藏于山间丛林之中的敌人 却没有发动进攻 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诛杀我们 而是想拖延时间 不让我们去 就连前方的城池 大家手持盾牌 队伍往前移动 领兵的储君将领 对方迟迟没有发动攻击 等了好久过后 忽然反应过来 他们想逃 那可不能让他们如愿 现在 你可以放心 去杀光他们了 姚霞见对方看透了自己的意图 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办法 只有厮杀一番了 姚霞对赤末说完过后 又向着身后的大副士兵喊道 嗯 兄弟们冲啊 杀死这些雏狗 随着姚霞这一声大喊 丛林中的大副士兵向下山的猛虎 嗷嗷叫着向储君冲杀而去 见大副士兵从丛林中冲出来 储君那援领兵的将领 反而松了一口气 这也证明 敌人由于时间不充足 已经没有准备其他什么手段了 只得面对面的进行厮杀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双方在这三年里边展开了 面对面的搏斗 这种战斗 就没有了任何取巧的可能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那是在看谁更强悍谁 更有不畏生死的勇气 随着双方战斗的持续进行 形势对大副军队越来越不利 因为这一次 杨云安排姚霞和赤木 来阻击对方的援军 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兵力 现在大副士兵的不到三十万人 他们还有许多任务需要完成 大多数人要防御扶封城 于先的主力部队 还有一些 要去攻打附近的几座小城 剩下的人要派出来阻击敌人的援军 各方面都需要人手 这就导致兵力严重不足 所以 姚霞能够带出来的 仅仅五千人而已 反观储君 于先为了救援 这几座小城 每支队伍都派了两万战力 很强的楚国士兵 两万对五千 四比一的比例 即使大副将士非常勇猛 但这么大的差距 他们还是有些吃不消了 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 岛下的大副士兵越来越多 他们被迫收缩到很小的一个范围 大家背靠着背 面对着数倍于自己的储兵 咬着牙坚持着 眼见几方的士兵 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姚霞抬头看了看天空 他们把敌人阻拦在这山中 已经快两个时辰了 基本完成了预定的阻击任务 想到这里 姚霞大喊一声 兄弟们撤了 正在打斗的大副士兵 听到姚霞的命令 立即丢下正在打斗的对手 迅速地往山中撤去 见到偷袭的大副人逃走 储君士兵也不追击 因为他们的任务 不是诛杀这一群 偷袭自己的大副士兵 他们还有更重要的是要去办 见偷袭的大副人已经走远 领头的储君将领 马上组织所有储兵 以最快速度 往他们要增援的小城奔去 第123章 围困扶封城 这群储兵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他们要增援的这座小城 眼前的情景 却让他们彻底失望了 此地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城头上已经挂起了大幅的旗帜 而守在此处的储国士兵 不知是被全歼了 还是逃走了 反正 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看到这一情景 带领着一对储君的将领 抱着侥幸的心理 马上组织手下的士兵 向这座城池发动攻击 谁知 他们还没有到达城墙之下 一阵箭雨就迎面射来 冲在最前面的一些土兵 不甘地倒在地上 紧接着城头上 冒出了许多大幅士兵的身影 这名储君将领 看到城墙上大幅士兵的身影 一下子便没有了 继续攻城的信心 因为这城墙上 足足占了超过一万的大幅士兵 虽然自己所带 储国士兵人数超过伏兵 但是 这一点人数的优势 想成功攻城 那无异于吃人说梦 更何况 刚刚阻击自己的敌兵 如果尾随而来的话 与城里的伏国士兵前后夹击 自己这支队伍就会很麻烦了 想到这里 这名储国将领果断地下令 让自己的士兵撤回 并且很快带着手下士兵 返回了伏风城 同样的一幕 在伏风城附近 另外几个小城同样发生 大幅军队占领了巡洋关之后 很快派出兵马 以最快速度 袭击了伏风城附近的四座小城 这几座小城的领兵将领 并没有得到巡洋关 被大幅人攻下的消息 因为有着天下第一雄关的庇护 他们也根本没有考虑 城池的防御问题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 这些守城的储兵将城门大大打开 根本没有做任务防守准备 当大幅士兵出现在 他们防守的城池外的时候 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些城池甚至连城门都来不及关闭 面对人数远远超过几方的大幅军队 这四座的守军将领 选择了不同的方案 有些有血性的将领 选择了以城池共存亡 最后全部战死在自己防守的城池之中 还有一些聪明的将领 见敌方士兵远远超过自己 守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带着手下士兵逃回了伏风城 也有贪生怕死的将领 见自己应该防守的城池 已经被敌人团团围住 早已被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吓破了胆 大幅士兵还没有发动攻击 他们就主动打开城门 出城投降了 最后 这四座与伏风城相聚 只有几十里的小城 无一例外地全落到大夫人的手中 在这一次的夺城之战中 杨云的任务 就是阻击储君 持援几座小城的援兵 他把手下近两万的士兵分成了四队 分别由姚霞 郭龙 聚远光和自己各自带领五千左右士兵 分别阻击储君各路援军 对于整个夺城大战而言 杨云他们这一次 算是干得脏活累活 功劳都让攻城的士兵得了 而自己手下的不到两万士兵 去完成比攻城更艰巨的阻击援军的任务 四支每支约有五千人的队伍 都要阻击数倍于自己的援军 还无法选择撤退 或与对方四旋 只能应对应的阻挡增援的储君 所以这一次 这四支阻击援军的队伍 损失都比较严重 战斗结束之后 杨云将整个队伍收拢 发现自己所带的两万士兵 现在已经剩下不足一万三千人了 并且这一万三千人里边 还有好些人还是身上带着伤 近期内看来是无法作战的了 夜里 杨云躺在自己的营帐里 细细思考这一次战役 通过这一次战役 让杨云得到了很多的收获 圣王杨明作为大福的战神 他在指挥作战和灵机应变的能力 让杨云十分佩服 扶风城周边的几座小城 都被大福军队夺了下来 这场战役 大福军队能够取得全胜 就是赢在对时间和机会把握上 在攻下巡洋关之后 杨明能够很快把握到 这是一个攻占扶风城周边 几座城池的机会 趁着消息还没有传出去之际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在对方还没有来得及布置防御的时候 快速攻下了扶风城周边的四座小城 这一次战役之后 最苦恼的当属于楚军大元帅于仙了 楚国的大部分土地都在楚江西岸 而楚江东岸与大福接壤的地方 就只有扶风城和周边的几座小城 现在大福军队通过突袭 占据了这四座小城 使得扶风城城孤立于楚江东岸 让于仙的二十多万部队 处于大福军队的包围之中 为了摆脱这被动的局面 于仙组织手下军队 向这四座被大福军队占领的小城 发动了好几次攻击 企图夺回一两座小城 可是 这一次于仙的对手是杨明 杨明只会作战多年 当然明白这几座小城 对于楚军的重要性 所以 他早就派出重兵 把守这几座小城 并让守城士兵连日连夜地加固城墙 增加这几座小城的防御能力 与此同时 杨明还派出了几支机动部队 有利于扶风城和几座小城之间 当发现楚军攻打哪一座小城 机动部队就在楚境后方袭扰 使得楚军困苦不堪 根本无法全身心投入攻城中去 当然无法顺利地夺下城池了 见无法攻下这些小城 于仙又派出重兵 向杨明的中军大仗发起攻击 可让于仙气愤的是 杨明就像一只缩头乌龟 他让大副军队死死地守在营帐之中 依靠营帐周围的防御设施 愣是没让楚境士兵前进一步 于仙组织楚军连续发动好几次攻击 均没有对大副军队造成任何的影响 让于仙觉得苦恼的还不止一于此 趁楚军主力部队攻打大副中军杖的时候 守在四座小城中的大副士兵又不断息扰 楚军后方的扶风城 这几月来 这战让于仙十分憋屈 一处受制处处受制 更可恶的是 楚军现在在楚江南岸 就只有扶风城这一座大城城可以依靠 所以楚军的主力不敢离扶风城太远 而狡猾的杨明正是看准这一点 派出士兵 袭扰楚军运送粮食和资重的马车和船只 使得楚军损失了许多物质 二十多万的楚军每天需要消耗的粮食和物质 数量是极其庞大的 后方的粮食和物资得不到充足的补给 这仗的确不好打 气急败坏的于仙派出队伍 围剿抢夺自己资重队伍的大副士兵 可是这些大副士兵狡猾得很 自己派出人多了 他们就逃得无影无踪 如果自己派出人数不足 他们就冲出来 反过来袭击这些储兵 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于仙想了许多办法 但是都没有人摆脱这被动的局面 现在属于秋季 气温逐渐变冷 二十多万的储兵全部挤在浮风城里面 每天都需要大量粮食 而后方成功运送到浮风城的粮食 远远抵不上消耗的速度 眼看就要没有粮食了 这二十万人将要面临饿肚子的危险 还有一个麻烦 现在已经到了深秋 气温越来越冷 可是这二十万储君过冬的冬衣还没着落 粮食没有着落 冬衣也没有准备好 想和大副军队进行决战 他们又归缩在营地之中 这样一来 储君的士气越来越低落 浮风城中到处可以看到满脸愁容的储君士兵 这样的情形让于仙十分着急 但是效果十分不明显 处于万般无奈中的于仙写了一封信 让人送给远在楚国京城的楚王赵元让 将目前自己的困境告诉了楚王赵元让 信中 于仙除了指出自己的一些失误 请求楚王赵元让处罚之外 还提出了一些建议 对于楚王赵元让 于仙还是十分愧疚的 王上对自己充分信任 让自己担任这兵马大元帅一职 统领三十万人攻击楚兵 最初占领巡洋关 还有关后的好几座城池 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后来因为自己连番指挥失误 反而把楚军将士逼到这十分困境的局面 十几日后 楚王的回信通过快马送回了抚风城 看到楚王的来信之后 于仙很快流下了热泪 因为楚王赵元让 在来信之中 不仅没有责怪自己痛失如此好的局面 还安慰自己 胜败乃兵家常事 不必基于心中 同时 赵元让还在信中说道 前方战士战局瞬息即便 自己远在京城 对于前方的战士 无法清晰判断 所以 前方的决定 由于仙全权负责 自己在后方做好粮食物资补充工作就行 楚王的信 让于仙十分感动 看完信之后 于仙走出营帐 朝楚国京城的方向跪下 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接下来的几天 楚军士兵惊奇地发现 这几日来 城中的粮草似乎充足起来 每顿白米饭都管饱 菜也比前段时间丰富多了 让士兵们吃饱喝足之后 于仙组织大家 向大服大营 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这次攻击 彼王每一次攻去 都要凶猛许多 楚军不惜代价 大有不攻下福军大营 誓不罢休的架势 同时 从楚军大营传来消息 楚国从后方顺利送来大量物资 要求前方 在冬季来临之前 要和福军进行决战 要将他们赶出楚国境内 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连日来 楚军的攻势都十分凶猛 丝毫不给福军喘息的机会 第124章 过江 大服众将官 按照杨明的要求 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出击 利用营地外的防护设施 进行防御 尽量减少几方士兵的损失 但同时最好又能消耗敌人的力量 杨明手下的这些将官 跟随杨明多年 也知道他的作战风格 这人不到万不得已 不愿和敌人进行应应拼 兵家有云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这样两败俱伤的打法 是杨明最不倡导的 他喜欢在战场上使用一些策略 以最小的代价 给敌人最大的伤害 中将官的认同 所以在储君连日来猛攻大营的同时后 大夫这些官员约束自己手下士兵 无论对方怎么挑衅 都不要轻易出击 好好利用营外的各种设施 抵御储君的攻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日 这一日 攻城的储兵来得特别早 天都还没有大量 他们已经远远的大声叫喊着 向大夫的中军大仗发起攻击 中军大仗是圣王阳明率仗所在地 这里的防守等级非常高 储君攻击的力度虽然很猛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能够前进一步 攻击持续了大约一个时辰 储君舰无法顺利攻进敌营 在领兵将官的指挥下 潮水一般地退了下去 这种情况 守在营寨中的大夫将官们也不意外 因为前几日里 储君在进攻大夫营仗的时候 往往在攻击受阻的时候 他们会停下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重新组织再一次发起进攻 但这一日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这些进攻的储君撤出战场之后 却久久没有再次发起攻击 感觉十分奇怪的重将功派出士兵前去查看 却发现这些储君居然向后方撤离了 大夫重将官立即把这一消息 告诉了中军战中的杨明 杨明也觉得十分奇怪 叫来了他手下一些将官 和他们一起分析储君此次行动的意图 圣王殿下 既然储君往后方撤退 那我们就应该趁机派出大军追击敌军 一个将领向杨明建议道 储君现在粮食也充足了 过东物资也送来了 他们怎么会突然撤决 这其中一定有诈 我们可不能上了敌人的当 一文市打扮的中年人站了起来 向营中众人合作在上手的杨明 拱了拱手 大声说道 储君已经被我们打成了惊弓之鸟 纵使有点埋伏 也掀不起什么大浪 我们应该马上出去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又一名武将将桌子一拍 大声说道 当初他们在撤出巡阳城的时候 我们也曾派兵追击 遭到对方的伏击损失不少士兵 这件事大家这么快就忘了吗 一名官员又站起来说道 于先也是统兵多年的大将 能够成为楚国的统兵大元帅 同样的计策应该不会用两次吧 又有人站起来说道 杨明坐在上手 看看下方争执不下的众将冠 皱了皱眉头 轻咳了几声 下方立即恢复了安静 见众人恢复安静 杨明说道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 那么这样 我们派出士兵跟上去看一看 如果敌人的阵型十分凌乱 就说明他们有埋伏 故意想引我们前去追击 反之 如果他们阵容整齐 说明他们还在防着我们追击 这样反而证明他们没有埋伏 我们就可以追上去打杀一番 出去侦查的士兵很快回来了 他们向杨明报告道 对方撤离的士兵阵型凌乱 并且行军速度十分慢 听到这一情况 杨明笑道 这于仙又想用这一个办法 我们怎会上两次当 通知各营士兵守在营内 一步也不许外出 与此同时 楚江江面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各种船只 他们正忙忙碌碌地将浮丰城的储兵 和各类物资运往楚江西岸 于仙站在码头上 回头望着浮丰城的方向 放弃浮丰城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下决定的 当他把这一想法 告诉楚王赵元让的时候 楚王的回信 让于仙十分感动 即使他打了败仗 楚王还是对他一如既往的信任 放弃江东边这么大一片土地 包括这偌大一座浮丰城 都没有怪自己半分 虽然远在千里之外 于仙不难想象 楚王在朝中会遇到多大的阻力 但即使这样 楚王赵元让 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自己 支持自己的决定此时的于仙 感动的同时 心中是为之极者而死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大多数的楚兵已经成功渡过河去 包括浮丰城里 一些贵重的物品 也运送到了楚江东岸 甚至连浮丰城中的一些大家族 带着他们的资产 几乎全部撤到了楚江东岸 手下的将领已经催了 他好几次了 催促他赶快上船 尽快到达楚江东岸 这样才能完全脱离危险 但是于仙却始终没有上船 一直望着浮丰城的方向 他心里记挂的是那 五万主动请应 参与进攻大幅军营的士兵 于仙自认为这一次的计策 用得挺不错 这五万人应该没有多大的威胁 但是迟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于仙的心里还是没有底 虽然这五万楚国勇士 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参与了这个任务 但如果他们真正把命 丢在了楚江西岸 那自己将如何去面对 这五万勇士家中的亲人 这时 前方传来一阵声响 不一会儿 一对士兵出现在众人眼帘 随着这对土兵越走越近 于仙终于看清 他们手上拿着储君的军旗 再过一会儿 便能看清楚 他们身上储君的战甲了 于仙站在一座大船的船板之上 仔细地观察着 这一对急驰而来的储兵 见着所有士兵阵容齐整 看来不像是受到袭击的样子 等队伍再往近走一点 看了看人差不多约有四五万人 人数也没有怎么减少 于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一直悬在心口的一块石头 终于落了地 什么 你是说 二十多万楚走 全部撤到楚江东岸去了 听到前方斥候传来的消息 杨明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于仙这几日 故意强攻大幅军营 原来他早就打定主意 要放弃扶封城 放弃楚江西岸这一片土地 然后施展满天过海之际 让二十多万楚军 全部撤回楚江东岸 想到这里 杨明懊恼万分 这十多年来 他打了无数次胜仗 经常算计别人 没想到 今日竟然被这于仙算计了 让他手下二十多万楚军 安然无恙地 全部撤回了楚江东岸 想到这里 杨明立即带领大副军队 向楚江岸边行去 到了楚江江畔 只见江边一片狼藉 江面上也漂浮着 各种丢弃的物质 而这时 江边和江面上 没有了一个楚兵 也没有了任何的物资 而远远望向楚江的对面 大队大队的楚兵 正在那里集结 还有一些楚国老百姓 也拿着行李 正在岸边向远方行去 看到这一情景 杨明和手下重将官懊恼万分 没想到就这样 让楚军全部撤走了 要是他们能早一两个时辰 到达这江边 趁敌军渡江之际 向他们发动袭击 一定会斩杀大量楚兵的 可是 他们却白白浪费了 这样好的机会 虽然现在的楚兵 与大副军队 只有一江之隔 但这楚江 是楚国第一大江 江面宽阔 江水又十分湍急 乃是横跨楚国 东西面的一道天险 此时想跨过楚江攻击敌人 弹劾容易无奈之下 杨明只得带着手下重将官 以及二十来万大副士兵 向被于先放弃的扶风城行去 一个时辰之后 大军来到扶风城 只见此时的扶风城 在没有几日前 楚军严阵以待的情景了 此时 扶风城的大门 大大的敞开走 城墙之上 没有一个手持兵刃的楚兵 只有一些不知 发生了什么情况的 的楚国百姓 在城墙之上来回走动着 这些楚国的百姓 突然看见一大群 穿着大幅军服 举着大幅军齐的士兵 走进了扶风城 吓得他们连忙离开 躲进了自己家里 将房门紧紧关闭 生怕这些突然降临的 大幅士兵 对他们发起攻击 杨明带着大幅士兵 走进扶风城 不久之后 就来到一座巨大的府地之前 手下士兵介绍 这一座府地 就是于先在扶风城的帅府 是以前扶风城 防守最严密的地方 可是 此时这一座巨大的府地 里面似乎没有一个人影 为了避免意外 杨云派了几百士兵 先行进入这座帅府 搜索一下 还有没有隐藏在里面的储君 这一座府地虽然比较大 但是几百楚国士兵很快 就是把这里搜索完毕 报告殿下 我们已搜索完毕 里面没有一个储兵 只发现了一些铜油 和一大堆一大堆的干柴 一名小头领 来到杨明面前 向他报告道 听到这名小头领的报告 杨明点了点头 迈开脚步 准备向这座帅府里面走去 刚走两步 他突然想到什么 马上脸色大变 以最快的速度 向后方退去 一边退 杨明还一边大声喊道 让里面的士兵迅速撤出来 快 要以最快的速度撤出来 这名小头领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看到平日里 泰山崩于眼前 都面不改色的圣王殿下 居然也如此惊慌 他连忙跑进院里 大声命令院内的士兵 迅速撤出来 第125章 打过楚江去 杨明也算是反应比较快的了 但是已然来不及了 这名小头领 刚刚冲进院子里不久 从附近的民房里 忽然射出许多燃热熊熊火焰的长剑 飞快的地落入帅府的院子里 秋冬季本来空气十分干燥 帅府里面又堆满了铜油和干柴 这些火箭遗落在帅府的院子里 马上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火势蔓延得特别快 转眼之间 整个帅府已经被烈火包围 连站在帅府门口的杨明等人 脸颊都被熊熊的大火烤得通红 看着眼前这燃得越来越旺的火焰 杨明脸色铁青 没想到 这余仙就算是撤退了 还在这里给自己留下了一份礼物 手下的将官 连忙把杨明送到安全的地方 一边安排人救火 一边到附近搜索纵火之人 费了好大的功夫 大家终于把这火焰给扑灭了 但是最初进入帅府里边的好几百士兵 有接近一半的人葬身于火海之中 同时 这一座偌大的府地 也被烧得不成样了 短期内没法再住人了 而去搜索纵火处兵的大副士兵 也很快回来了 但是 他们没有抓到 一个纵火的人 等他们跑过去的时候 躲在这居民房中的纵火者 大多很快跑掉了 好不容易围住几个 没有等他们上前抓捕 这些人都拨剑自吻了 这个消息 传入圣王杨明的耳中 最初他越听越生气 使得旁边的侍卫都不敢和他说话 但突然 这杨明又笑了起来 好 你个余仙 有点本事 不过 遇上你这样的对手 本王才觉得这仗打得有点意思 忽然想通了这一点 杨明心情立即好了起来 他安排人 将在帅府中被烧死的大副士兵 还有 为了不被大副士兵抓住 而自稳的楚国士兵 全部给埋葬起来 从于先派楚军攻击大副营仗 以及之后 悄然从楚江西岸 撤回楚江东岸 甚至于帅府之中 这火攻之际 杨明督在杨明的身侧 目睹了这一件事情的发生 虽然没有参与到其中 杨明觉得 自己还是很有收获的 他来到这个世界 掌握了比这个世界人更多的知识 所以许多事情 他有前瞻性 有不同于别人的想法 但是 杨明也深深地知道 这统领大军和行军打仗 都是自己的弱项 只有在杨明与于先 这些金鱼指挥作战的人跟前 自己才能很快成长起来 在自己的营仗之中 杨明与巨远光 郭龙和姚霞等人 讨论过这一段时间的战事 让他明白了许多东西 总体上来说 这杨明和于先 都是这个时代 不可多得的将材 这一阶段的战事中 杨明率领大副军队 夺回了巡阳关 巡阳城 以及占领楚国 在楚江西岸 韩服封城在那几个城池 从战略上来说 大副是取得了大胜的 可是从具体作战的过程中来看 这一仗 楚军败的也不算惨 因为他们保存了有生力量 有了很快卷土重来的可能 并且从整个作战过程来看 大副军队之所以能夺得这么多的土地 关键就在于 姚老都尉的一封信 才能使大副军队 有机会突袭巡阳关 然后 趁于先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时候 很快夺得了几座小城 从而造成大副军队战略上的优势 从这一段时间发生的种种事情 杨云也进行了一番总结 对于战场上 如何把握稍纵即逝机会 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 以及如何随机应变 这些 他都有了新的体会 相信在以后带兵的过程中 能给他很大的帮助 在这扶封城之中 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院子的人已经全部撤离 里边值钱的东西 已经搬得差不多 但院中的一英设施 都还完好无损 这一个院子 成了杨明目前临时的驻地 也是大副军队临时的议事中心在这里 此时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讨论 讨论的一题 是根据目前的情况 究竟是死守楚江西岸 还是借助目前大副军队高昂的士气 杀过楚江杀到楚国的大本营去 持双方观点的大副重将官 分为两派针锋相对 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 而坐在上手的杨明 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指挥作战多年 他已经养成了习惯 充分听取属下的一些建议 他们各自退下 然后他独自坐在这屋子之中 思考了足足一个多时辰 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打过楚江去 当杨明的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之后 他就深深地存在于杨明的脑海之中 始终挥之不去 刚才 这些支持打过去的大副官员的话 杨明觉得有一些道理 但真正让他做出决定的 是他心中的一种不甘 这一次虽然成功地将楚军赶到楚江东岸 占领了一大片土地 但是在杨明心中 却没有一点胜利的感觉 他反而觉得 在和于仙斗志斗勇之时 自己一直处于下风 虽然杨明一直没有明言 但是他的心中 却总是窝着一股火 就是心中的这一股火 让他下定决心 要打过楚江去 找到于仙 堂堂正正地将他击败 这一念头 存在于杨明的脑海之后 就像一团熊熊的火焰 在他心中越烧越旺 他很快做出了决定 让手下重将官 在楚江西岸上游和下游 搜索各类船只 准备趁着目前楚江水位比较低的时候 渡过楚江 杀向楚国腹地 杨明下达命令之后 二十多万大副士兵 马上行动起来 开始四下寻找渡江的船只 于仙在离开楚江西岸之前 将浮丰城和周边直前的东西 都带走得差不多 渡河之时 楚军又把楚江西岸 稍大一点的船只 全部征用了 但是 江边的老百姓用的小船 他们却没有带走 或者是毁灭 所以 大副士兵沿着江岸一路搜寻 找到了无数条小船 这些小船虽然比较小 但是要带着 几个人渡过楚江 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渔仙已经在楚江东岸 做好了防御工作 想凭这些渔船 成功到达楚江东岸去 那几乎是不大可能 大副士兵也曾做过了一些尝试 利用这些渔船 向楚江东岸发起攻击 哪想到这些渔船刚到江中心 就遭到楚国士兵猛烈的攻击 在损失不少人手之后 杨明指得让这些士兵 撤回楚江西岸 看来强攻是不行了 就算强行登上楚江对岸 也会损失不少人手 这是杨明一贯不喜欢的作战方式 其实 在决定过江的时候 杨明便知道 会受到对方的阻击 所以 他早就知道 要想以强攻的方式渡过楚江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早就做了一些 安排几天后的一个夜晚 从楚江东岸 划过来一条小船 这条小船上的船工 显然对地形十分熟悉 他成功地避开了 两国军队的搜查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登上了岸 传上一个愚民打扮的汉子 上岸之后 以最快的速度 向浮风城奔去 很快 这名汉子出现在 杨明所住的院落门口 原来这汉子 正是由杨明所派 他的任务 是深入楚军腹地 去和一个重要人物见面 传递一个重要的消息 当这个汉子把一封书信 交到杨明手中之时 看了书信的杨明脸上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楚阳城是楚国的都城 也是楚国最大 最繁华的城市 在这座城市的最中央 有一个金碧辉煌的巨大宫殿 这宫殿所在的位置 就是楚国权力的中心 楚王宫 楚王赵元让这段时间十分头疼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在楚阳城了 传出了这样一个消息 说是前方统帅大军的兵马大元帅于仙 被大幅收买 没有做出什么抵抗 便放弃了楚江西岸的大片土地 甚至还有人传言 于仙占领巡洋官和放弃巡洋官 都是和杨明商量好的 要不然 只凭着几千老百姓 都能守住的巡洋官 怎么会被大夫人轻易夺回去 这种传言越传越真 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道 于仙已经和大夫圣王阳明商量好了 阳明将会帮助于仙登上楚王的位置 而于仙将用割让大量楚国土地作为回报 这些传言 起初只在很少一部分楚国百姓中传播 但就在几日之间迅速传播开来 几乎楚阳城中所有的百姓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这消息 很快在楚阳城城中引起了恐慌 不断有官员上书楚王赵元让 请求楚王撤掉于仙储君统兵大元帅一职 回楚阳接受调查 对于众官员的意见 楚王赵元让开始并未予以理会 但是上书的官员越来越多 甚至到了最后 楚王的大哥亲王赵元任 领着几百名楚国官员联名上书 要求撤掉于仙储君兵马大元帅一职 一直对于显信任有加的楚王赵元让 在众多朝臣的苦见之下 终于动摇了对于仙的信任 愁愁多日之后 赵元让终于下旨 让于仙暂时将前线兵马 交由副手带领 自己回楚阳 向楚王汇报前方情况 从这份旨意中可以看出 即使在这种压力之下 楚王赵元让 还是对于仙表现出足够的信任 只要于仙能够孤身回到楚阳城 一切谣言将会不攻自破 可是 于仙的反应 却完全出乎了楚王和朝中许多大臣的意料 第126章 扶军过江 于仙不仅没有听从楚王的圣旨返回楚阳 甚至还带着二十多万大军 离开了楚江岸边 将大军驻扎在离江岸数百里外的卢州郡 什么 和对面的楚军已经连夜撤走了 当杨明听到赤后传回来的消息之后 兴奋的难以言表 为了避免于仙使诈 杨明先派出了五千士兵 坐着小船向楚江东岸行去 小船很快到了江中心 没有受到楚军的攻击 于是 这些大副士兵又继续前行 又向前行了一段 依然没有楚军出现 到最后他们成功地登上了楚江东岸 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楚军的影子 这五千大副士兵 小心翼翼地登上楚江东岸之后 没有发现危险 立即最快的速度 向处立于岸边的楚军营帐奔去 他们很快到了楚军营帐 仔细查看每一个营帐 依然没见到一个人影 和对岸的杨明用旗语 向领兵的将领发出命令 让他们仔细搜索 楚军营帐和营帐周围 看看有什么危险存在 结果 这些大副士兵仔细地搜索一番 依然没有发现对方有任何埋伏 这一下 杨明终于下定了决心 指挥大军开始渡江 当杨明成功出现在楚军营营帐中的时候 他彻底放下心来 看来 这于仙真的放弃了岸边的营债 带领楚军撤走了 这于仙撤就撤了 还将搭建好的这些营帐留在江岸 杨明也不客气 让手下士兵把这些营帐收拾一下 确定没有任何危险之后 带着大军就在这里驻扎了下来 由于不能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一向用兵谨慎的杨明也没有贸然带兵向楚国腹地行军 他让大副士兵驻扎在楚江岸边 等待从楚国内部传来的消息 计策见效 于仙已反 这一夜 一封密信送到杨明岸头 打开信件 只见信件上只写了这八个字 并且 这信件上并没有落下写信人的名字 杨明显然知道这信是何人所写 看到这封信 他脸上马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次日 杨明召集手下所有将领 让大家做好准备 向楚国腹地发动攻击 当日 于仙带三十万楚国大军 向大幅发动攻击 这三十万大军 都是楚国的精锐部队 经过几场战事过后 损失了几万人 但现在 于仙将剩下的二十多万人全部带走 这对楚国而言 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楚国 在这周边 虽然算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 但就算把整个国家的士兵全部加起来 也不足百万 所以 被于仙抽走了 这三十万人之后 楚国的士兵 除了守卫各地城市维持地方治安之外 还有一些士兵 需要驻扎与邻国的边缘 防备邻国军队的入侵 这样一来 楚国能够调动的士兵 就很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杨明带着大幅军队 向楚国腹地发起攻击 楚国好多城池 根本没法组织起 有效的防御力量 大幅军队所到之处 守城将官几乎望风而逃 只有一些忠勇的楚国将官 组织起士兵 依托城墙或者险官 进行严防死守 但是在大幅的大军面前 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 很快就被大幅大军 攻下了城池就这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杨明领着大幅军队 一路攻城略地 占领了楚国境内好些城池 向楚国的都城 楚阳城的方向进发 很快就攻到距离楚阳城 只有三百多里的地方 一路前行的大幅军队 在距离楚阳城 三百多里外的杨谷官 终于遇上了 让他们无法轻松取胜对手 楚王赵元让 紧急召集了十万大军 他御驾清征 带着大军守在了这杨谷官 这赵元让也算是个人物 大幅的大军 距离楚阳城 仅仅只有几百里路 朝中的大臣几乎都慌了神 他们分成了几派 有的主张 要带着兵与大幅军队决议死战 还有一些朝臣主张迅速迁都 将楚国都城 迁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去 甚至还有一部分官员 干脆主张向大幅投降 结果让这赵元让勃然大怒 让人斩杀了几个主张投降的官员 亲自带着守卫楚阳的十万进军军 来到这杨谷官 要在这里与大幅军队 进行最后的决战 楚国的士兵 人数虽然相对要少一些 但是占着地理优势 再加上楚王御驾清征 使得楚军士气大增 所以双方大军僵持在这 杨谷官前 进行了几次试探性的攻击之后 扶楚双方的都谨慎起来 因为这一战关系着实重大 所以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对于扬明而言 这一战如果击败了楚军 楚国几乎就可以被灭了 这样一来 自己建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大幅的皇位 应该非自己莫属了 到时候他登上皇位 管理大幅和楚国两国土地 那他将会成为 名垂青史的一代君王 而对楚王赵元让而言 这一战 关系着楚国的生死存亡 赢了就可以趁势带兵 夺回被大幅占领的土地 输了他赵元让 就成为一个王国 之君没有脸再见 他赵家的列祖列宗了 双方军队就僵持在这阳谷关前 没有绝对能够取胜的把握 双方都不敢冒险 所以这战事 慢慢地进入了胶着状态 而这一次进攻楚国的行动 杨云并没有参加 他的两万士兵 在前几次的战斗中 也损失了不少 大幅军队临行之前 杨明又从扶军中 调拨了一些士兵派给杨云 仍然给他凑足了两万人 这一次 杨明给自己这个弟弟安排的任务是 带着麾下的两万人 守住这幅封城 用杨明的话来说 这一次 这幅封城尤为重要 首先 前线所有的物质 都要靠着这幅封城 送到前线去 另外这幅封城 也是目前大军往来于 大幅和楚国之间 唯一的一条道路 如果这座城市被楚军占领 大幅军队就会被楚军重重包围 很大可能就会全军覆没 这样重要的任务 我不敢相信其他人 所以 只有你这个我最信任的亲弟弟 亲自来做了 这是临行前 杨明给杨云说的一句话 对于这位武皇兄 杨明一直十分佩服 甚至有一些崇拜 对于他的话 杨云十分重视 守在这幅封城之中 杨云不敢有一天的放松 每天忙忙碌碌的安排属下 将前方所需物资 源源不断地送过去 然后 又视察这幅封城 各个区域 排除一切安全隐患 然后还要加强训练 努力使手下两万士兵 有更强的战斗力 为了以防万一 杨 云又安排人 将浮丰城附近 四座小城中的物资 全都运送到浮丰城之中 因为这四座小城的防御能力 的确很差 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只有把士兵 全部集中在浮丰城之中 进行集中防守 俗话说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事实证明 杨云的这一系列安排 的确是没有白费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夜晚 月黑风高 楚江东岸的一个偏僻的河湾 忽然出现了 无数条大小不一的船只 借着夜幕的掩护 这些船只缓缓地 向楚江西岸行来 楚江是楚国第一大江 江面宽阔 江中水流很急 里边还有许多暗礁和暗流 不熟悉水道的人 在白天行船 都有很大的危险 更何况是漆黑的夜里 这支庞大的船队 显然是有经验丰富的船工 在负责驾驶船只 一般的船工 还真不敢接受这危险任务 这些船只 上面都搭着黑黑的船棚 船上的人没有点燃一盏灯火 所以 在这样的夜里 势力非常好的人 都难以发现 江面上还有这么多行驶的船只 这些船只在楚江两岸 来来往往地行了好几个来回 终于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这时楚江西岸 一个宽阔平坝里 站满了从船上下来的楚军士兵 领先一个身穿银色盔甲的将军 正是楚国的兵马大员率于仙 要是杨明在这里的话 一定会大惊失色 这于仙不是在好几百里外的卢州郡吗 自己派出了好些兵马 守在卢州郡向楚江必经的道路上 怎么会没看见这些兵马过来呢 此时的于仙脸上一脸严肃 但是仔细观察的士兵都能看 出这位兵马大元帅 此时心情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于仙能够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 这是他事先不好的一个局 一个多月前 于仙故意放弃扶风城 又故意离开楚江东岸 让杨明带大军轻松地渡过了楚江 造反 这其实是于仙和楚王赵元 让商量好的请军入瓮之际 表面上 于仙带着二十多万楚国大军 离开了楚江东岸 到了数百里之外的卢州郡 实际上 真正到达卢州郡的楚军士兵 只有五万来人 其余的士兵就趁着夜色 悄悄地藏于距离江边 几十里外的大山之中 并且离开的这五万楚军士兵 到卢州郡之后 又分散开来 化妆为百姓悄悄地潜了回来 为了避免被大副军队发现 于仙带着楚国的二十万将士 藏于人际罕至的大山之中 事先准备了足够的粮食 除了少数侦察情况的探子之外 于仙要求手下的所有将士 不得离开山中半步 同时让一些士兵 远远地藏于营地周围十几里外 如果有人到达这山中 只许进不许出 就这样 于仙带着这二十万楚军将士 在这山中藏了一个多月 大家尽量隐藏身形 居然真的忙过了 外界所有的人 第127章 请军入瓮 这一次 于仙和楚王商量好的计策 就是请军入瓮 于仙故意将二十万大军撤走 然后后方又没有组织有效的防御 这样 让杨明能够带着大副大军长驱而入 直奔楚军都城楚阳城 当日 于仙将这个计划 告诉楚王赵元让之时 本来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没想到 楚王还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居然同意了这个计划 愿意亲自带着十万进军 阻挡大副二十多万大军 顺利地将杨明所带的 二十多万大副军队 请入楚国腹地之后 于仙就开始执行第二步计划 他将手下的二十多万楚国士兵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士兵到杨明所带大军的后方 与楚王的进军一起 以前后夹击的方式 将杨明和他手下的大军包围 然后于仙则带着剩余的 十多万楚国士兵 到达楚江西岸 准备夺回浮丰城 和周围的几座小城 彻底断绝楚军后方对前方的支援 也将杨明撤回大副的必经之路 彻底斩断 十多万大军到了楚江西岸 这么多部队 当然不可能再躲过 大副斥后的儿幕 所以守在浮丰城的杨明 很快得到了于仙 带着大军到来的消息 与巨远光和郭龙等人 商议了一下 杨明迅速派人到附近的四座小城 让他们迅速放弃城池 将兵力全部集中在浮丰城之中 此外 还将两千骑兵 留在附近的大山里 以备不时之需 第一次跟着大军 来到这战场之上 就遇上了一这样一场关键的战役 杨明的心里十分紧张 因为他深知这浮丰城 对于已经过河的 二十多万大夫士兵而言 就是最后的希望 如果浮丰城被楚人占领的话 那么杨明所带的二十多万大军 在楚国人的团团包围之下 又没有了后方的补给 那就只有全军覆没了 如果大夫损失了这二十多万大军 那么对大夫而言 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大夫分散在各地的士兵 无法快速聚拢 那么在楚军铁骑面前 恐怕大夫就难逃灭国的命运了 想到这里 杨云马上让手下的人行动起来 将所有的防御物资 都搬到城墙之上 让士兵加强巡逻 全力以赴地准备迎接 即将前来攻城的楚国大军 很显然 于先也不愿意 给杨云太多的时间准备 所以到达楚江西岸的第二天 楚国大军就来到浮丰城之外 将浮丰城团团围住 看着城下密密麻麻的楚军士兵 杨云的脸上依然平静如初 但他心里却掀起了滔天波浪 据探子回来报告 说这次围城的楚军 约有十万到十五万人 可自己守城的大军 仅仅只有两万人而已 这于先也真看得起自己 这样悬殊的人数比例 让自己怎么能守住这城池啊 上面守城的是哪位将军 你看我们这么多人 你们只有那么一点点士兵 这城是守不住的 不如赶紧出来投降 我可以在楚王面前 替你美言几句 保你个高官厚禄 于先站在距离城墙 两三百米外的地方 朝城上大声喊道 如若你们还是冥完不化 破城之日 就是你们伸手易处之时 这是于先旁边一个铁塔般的黑汉子 大声喊道 这于先还真是厉害 还没有攻城 就通过言语 让城上上的士兵感到压力 如果任由他们这样说下去的话 那么城中的大副士兵 一定会士气大减的 想到这里 杨云走到城头 朝着城下大声喊道 于将军 请你不要威言耸听 我乃大副十三皇子 吴王杨云誓也 劝你们赶快撤兵 我大副的增援部队 已经在路上了 到时我们援军一到 再加上回军的圣王殿下 你们将会陷于重重包围之中 难逃全军覆灭的命运 以前 杨云也爱看一些军事小说 他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在作战之前 这些带兵的将军 都要互相喊一会儿话 现在清临其境 杨云才明白 这喊话的意义 战前喊话 往往会造成军队 士气的上升或是跌落 会对战斗最后的结果 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所以他在喊话之时 故意提到 几方的援军 和回援的杨云的主力部队 其实 他虽然已经派人 将消息传到了大幅境内 在杨云心里也知道 目前大幅境内 很难再组织大批的援军过来 还有 就算有援军要来 等军队集结好 然后再来到这前线的话 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同时 对于在前线 明显处于敌军包围之中的 圣王阳云 他们能否突破重围 回师扶封城 这也是难以预料的结果 但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给敌方施加压力 为了让大幅的士兵 有信心守城 他也只得这样说了 这于险见杨云不愿投降 他也不再啰嗦 马上指挥手下的士兵 开始向浮风城城下 冲杀而来 鉴于险直接让大军开始攻城 杨云的心中有一些遗憾 他还真希望于先派出 手下作战能力强的武将 先和他斗斗将 这样 自己手下有功夫很高的赤木和七微 说不定可以在斗战 将知识杀掉他们一两员大将 提升几方士兵的士气 更重要的是 可以拖延时 等待杨云队伍回归 或者后方援军的到来 看来这于先也知道 这时间的重要性 所以他刚来到城下 就组织大军直接开始攻城 于先对此次作战 是早有计划的 他早已准备好了许多攻城器械 站在城墙之上 视野比较开阔 远远望去 杨云等人 发现了于先置于大军后方的 许多大型攻城器械 看到这些攻城器械 杨云不由的头皮发麻 看来这于先对着扶风城 是势在必得 这一次守城将会陷入苦战之中 于先写的对攻城很有经验 他让手下士兵远远站在 城墙上大幅军队的攻击范围之外 然后他将手一挥 后边的士兵马上推出来几十辆 形状奇特的小车 小车上还有一些人头 大到末盘大的石块 投石车 这于先居然把这东西也推来了 让兄弟们躲在城斗后面 楚国的投石车十分厉害 他们所投石块 比普通的投石车更大 距离更远 准心还比较高 作为前楚国大元帅的郭龙 对楚国投石车的威力 是十分了解的 这些大幅的士兵 刚刚按郭龙的命令藏好 城下的投石车上 就飞出一块块石头 直向城墙之上砸了过来 幸好城墙上的大幅士兵 早有准备 依托城墙上的一些防御设施 躲过了这些巨石 只有少部分运气不好的土兵 被飞石砸中 但是在这些巨石的猛力撞击下 高于城头 用于阻挡对方弓箭的城堡 被对方的巨石打砰砰直响 甚至于有一些不结实的地方 城砖被砸得落在城墙之下 于险见大幅士兵 被砸得在城头连头都不敢伸出来 于是一声令下 无数骑兵飞快地向城墙之下奔来 可奇怪的是 城上的杨云等人 对方的骑兵攻上来 不仅没有着急 反而如脸上还露出一丝笑容 不久之后 这些骑兵中发出了人喊马斯的声音 有不少的战马 带着马背上的骑士倒在地上 痛苦地发出 一声声嘶鸣 于是那家伙 他不知道我们这次带有铁吉利 现在吃了大亏吧 巨远光站在城头露出得意的笑容 而一旁的郭龙 见自己曾经带他领的楚国士兵受到伤害 脸上露出一丝伤感的神情 这铁吉利是杨云在无限之时 亲自画出图纸 让铁山等人打造出来的 这可是专门对付敌军骑兵的好东西 由于在制作时使用了煤盒风箱 所以无限制作出来的铁吉利异异常锋利 杨云让大副士兵 将这些铁吉利洒在城外的空地上 并洒上泥土或草渣做伪装 这些储君的战马踩在铁吉利之上 绞心立即被穿透 就连铁制的马掌都不能阻挡铁吉利的尖刺 见许多战马倒在战场之上 于先知道 这地上有古怪 于是他立即发出指令 让剩余的骑兵原路返回 看到手下士兵带回来的铁吉利 于先十分头疼 因为有这些东西藏在泥土里 储君的攻击就很难顺利进行 无奈之下 于先只得派出士兵 一点一点地在地面上搜索 企图将藏于泥土之中的铁吉利 全部清除 可是 城墙上的大副士兵 怎能让他们如愿呢 他们借助城墙的依托 手持弓箭 朝城下搜索铁吉利的楚国士兵 射去有城墙上大副士兵的骚扰 储君没法认真的搜群地上的铁吉利 在损失一些人手之后 他们开始朝后方撤退 退出大副士兵 弓箭的射程之外 这时 只见前方的储兵 纷纷朝两旁散去 一辆辆奇怪的大车 从储君后方被推了出来 这些大车之前 都挡着一块巨大的木板 储君士兵 跟在这一辆辆奇怪的战车之后 城墙上大副士兵射出的箭支 全部被这车上的巨大木板挡住 没有了大副士兵弓箭的骚扰 后方的储君士兵 就可以专心置之地搜索 藏于遗土中的铁吉利了 这东西叫木曼 专门用来对付城墙上弓箭的 借助这个东西 储国军队 在攻打周围城池的时候 很大程度地减少了士兵的伤亡 郭龙在在杨云身旁 对杨云说道 有着木曼的保护 储君士兵就可以放心地搜索 大副军队藏在地上的铁吉利 但是这些铁吉利数量比较多 体积又比较小 藏在泥土和草杂之中 很难被发现 储君士兵花了好几个时辰 终于把地上的这些铁吉利清除干净 可是 这一日的时间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又进行了几次尝试的进攻之后 见天色已晚 于先便下令明经收兵 结束了第一天的攻城行动 第128章 守城之战 第一日的攻城行动 双方士兵基本上没有直接接触 所以双方士兵几乎都没有什么伤亡 但是杨云知道 这仅仅是一道小小的开胃菜而已 残酷的攻防大战还在后面 傍晚的时候 储君没有在攻城 杨云就带着聚远光和郭龙等人 在城墙上巡视 看看有没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同时也和一些士兵谈谈话 减轻他们心中的压力 一夜无话 第二天天刚刚放亮 于先就带着 楚国士兵开始攻城 由于地面上没有了铁吉利 又有好几辆木曼车 挡住城墙上射来的弓箭 所以 楚国士兵推进速度很快 很快到了距离浮丰城城墙不远的地方 但在这里 楚国士兵不得不停了下来 因为浮丰城城墙不远处 挖有一条宽约二三十米 深度也两三米的护城河 这护城河并不算宽 里面的水也不深 但是在河中 立着许多削尖的木棍 这些木棍尖端向着上方 若有士兵掉在里面 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这些楚国士兵 借助木曼车的掩护 很快来到护城河的旁边 前方的士兵 在河边收住了脚步 可是后方士兵 由于没有收到停止前进的命令 依然在往前拥挤着 很快 前面有楚国士兵 被挤入护城河中 被河中的尖木直接穿透 在河中发出淒厉的喊声 而这时 浮丰城头上的投石车 也开始将一块块石头 往城下射了过来 楚军的木曼车 上面的木板 可以挡住士兵射来的弓箭 但在这些巨大的石块面前 他们就显得有些不堪一击了 这些木曼车上的木板 很快就被城头上飞下的巨石 砸得千疮百孔 失去了防守能力 也有许多来不及躲闪的楚国士兵 被这些巨石砸中 轻得断手断脚 中得当场死去 但是 这些楚国士兵 并没有被这些投石车吓到 他们在各将领的指挥下 将一个个装着沙子和泥土的口袋 扔在护城河中 甚至还有人 将死去的楚兵尸体 也投入护城河之中 见有楚国士兵 将城头投石机上投下的石头 也扔入护城河之中 杨云便让人停止使用投石机 抛射石块 指挥城上的弓箭手 向企图填平护城河的楚军士兵射去 因为木曼车 几乎全部被巨石砸坏 没有了木曼车上的木板保护的楚军士兵 又一次暴露在对方弓箭的射程之中 许多士兵 被城上大副士兵的弓箭射中 倒在地上连连惨叫 这些楚兵也是十分彪悍战友 就在自己的眼前倒下 他们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激起了血性 楚兵们一手拿着盾牌 一手将所有 有助于填平护城河的东西 全部扔入护城河之中 因为要躲避城上的弓箭 他们填河的速度就慢了许多 后方的于仙见到这种情况 也召集起本方的弓箭手 站在城下 朝城头的大副士兵射去 由于楚军弓箭手是由下网上射箭 所以他们的命中率十分差 威力也是没有多强 只有少数大副士兵 站在城头上被楚军的弓箭射中 但这样一来 城墙上的大副弓箭手 就没法肆无忌惮地 向城下填充护城河的楚军士兵 发动攻击 于是 在楚军弓箭手的配合下 楚军填河的速度 又一次提升了起来 随着时间不断地推移 楚军再付出了几千士兵的伤亡 这样的代价之后 终于在扶封城的护城河之中 填出了好几条 可以进行通过的通道 但这个时候 第二日攻城的时间 已经用去了一大半 于先看看头顶上 已经有些偏息的太阳 知道在剩下的这短暂时间之内 楚军是没有可能攻上城头 占领扶封城的 于是 他便命令后方的士兵 敲响了退兵的鼓声 结束了这一日的攻城行动 这一夜 于显特地叫火房 给楚军士兵加了餐 要他们吃得饱饱的 早早地回到银寨中休息 养精续维 争取在第二天 成功地攻上城头 占领扶封城 而负责守城的杨云 他的心里却没有于先这样平静 因为他知道 楚军前两日的攻城 其实只是在为后面的 正式攻城做准备而已 明日就是一场血战的开始 届时 将会有无数条鲜活的生命 在这一场战争中消失 晚上杨云找来了 郭龙和巨远光等人 跟他们一起商量 明日的守城会遇到哪些情况 应该做出怎样的应对 第二日一早 于先果然带着楚军士兵 来到扶封城之下 再一次在城下喊话 要求杨云和守城的 大副士兵出来投降 见喊话没有任何效果之后 于先大手一挥 手下的士兵 开始向城池发动攻击 由于有了前两天的准备工作 有的负责拿着盾牌 遮住众人的头顶 阻拦住城上射下的弓箭 其余的人 则扛着一个个长长的云梯 向扶封城城墙之处冲去 而楚军的后方 依然像前一日一样 许多弓箭手 拿着弓箭 不断地向城墙之上射出箭支 企图压制住城墙上守城的士兵 由于前一日 已经在护城河上 填出了无数的通道 这些扛着梯子的士兵 很快来到扶封城下 他们将一个个长长的云梯 打搭在扶封城的城墙之上 一些士兵一手持着盾牌 将它顶在头上 而另一半一手拿着刀枪 迅速地顺着云梯 很快向城墙之上爬来 早有准备的守城士兵 见到这一情况也不慌张 看见楚军士兵已经顺着梯子 快要爬上城头了 这些大副士兵这才转身 从后方端起一个个坛子 端着坛子的扶兵 来到城墙之上 把坛中装着的滚油 顺着云梯 向楚军士兵的头顶上淋了下去 这些滚油淋在楚军士兵身上 巨大的痛苦 让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立即从云梯上掉了下去 落在城墙之下 一边打滚 一边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这时 另一些大副士兵 见楚军无暇顾及 搭在城墙上的云梯 立即将云梯推倒在城墙之下 梯子上的楚兵 运气好的倒在别人身上 没有受到多大的伤 运气差的 半得手足折断 或者当场死亡 就在这很短的时间内 宫城的楚军士兵 被烫伤的 被摔伤 被射中的 就有七八百人 于先站在楚军士兵身后 默默地看着战场上 见到在城下的楚军士兵 他的心里也十分难受 没想到 这扶封城的大副士兵 居然如此顽强 很快给自己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 但是于先心里深深地知道 这一次宫城 意义十分重大 所以他一咬牙 罚出命令 让第二批楚军士兵出动 继续向城墙之上 发动攻击 见这些楚军士兵 不惜代价地 向城墙上发起攻击 杨云心中也暗暗叫苦 这些楚军的彪悍 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给自己这次守城 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但这时候 也没法计较太多 杨云继续让城墙上的士兵 将一坛坛滚油 从城墙上倒了下去 同时还有一些士兵 手持石块和滚木 朝城墙下的 楚军士兵头顶砸去 也有些士兵手持长枪 向在城墙上冒头的 楚军士兵刺去 由于大幅士兵居高临下 攻城的楚军 只能借着梯子 朝城墙上攀登 所以 楚军的伤亡 比城墙上的大幅士兵多得多 战斗到了这个时候 双方都杀红了眼 大家似乎都没有看到 城墙下堆满的尸体 以及流得像小河一样的鲜血 依然不管不顾地拼杀着 见手下士兵 花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登到浮风城城墙之上 雨显叹了一口气 他向身边的传令兵 小声嘀咕了几句 传令兵立即飞快地向后方跑去 不一会儿 楚军士兵从后面 推出了一个巨大的铁架车 铁架车之上 放着一根前方削尖了的巨木 这些楚军士兵 推着这辆铁架车 飞快地向浮风城城门之处奔来 很快 铁架车来到城门之前 这些楚军士兵 将铁架车上的尖墓 狠狠地向 护风城的城门撞去 看到楚军士兵这样的举动 城上的杨云和郭龙等人 暗暗庆幸 因为在这之前 他们都就估计到 雨显要用这种方式 企图撞开城门 所以 他们提前在城门之后 又加上了后木板 并且 用了许多石块和木柱 在城门后方支撑住城门 所以 对方的铁架车上的巨木 无数次撞在城门之上 都没能将城门打开 城墙之上的大副士兵 不断朝城下扔着石块和滚木 砸死砸伤了不少储军士兵 战斗持续进行 双方士兵都付出了不小的伤亡 从表面上看 攻城的储兵士兵 伤亡明显要比扶士兵严重得多 但是杨云心里却知道 随着物资的消耗 和人员的伤亡 守城将越来越艰难 比如说 这一日守城立下大功劳的滚油 在这一日里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此时 扶风城的城墙上 和城墙脚下 到处都有这些漆黑的滚油 一直站在杨云旁边的巨远光 看着城下攻城的储兵 忽然想到什么 他向身旁的一个士兵 交代了几句 这名士兵很快离去 不一会儿 他就从下方城墙之中 拿出了几个点燃的火把 这名士兵很快到了城墙之上 将手中的火把 向城下扔去 火把落在城下的滚油之上 立即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第129章 苦战 城墙之下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许多受伤倒在城下 正在痛苦呻吟的储军士兵 可遭了殃 他们立即被烈火包围 不久之后就没有了动静 城墙之下 飘出一阵烧焦的臭味 云梯上 正准备爬上城头 抢占城头上有利位置 储军士兵也受到了影响 因为一些留在城墙之上的滚油 也燃烧起来 无奈之下 这些储兵只好从城墙上撤了下来 撤到了安全地带 储军的第一波攻城 就这样被击退了 不久之后 城头上的火焰渐渐熄灭 休息了一会儿 恢复了一些体力的储军士兵健壮 又在各将官的指挥下 扛着梯子再一次 向城墙之上发动攻击 城墙上守城的大副士兵 又一次手持刀枪 或举起石块 或端着滚油 拼尽全力和攻城的储军进行战斗 随着一块块巨石 一支支长剑 一盆盆滚油 带着大副士兵的怒火 不断从城墙之上 攻击了下来 没过多久 有许多楚国士兵 从城墙上倒了下去 在城墙下下 发出痛苦的呻吟 在大副士兵的全力防御之下 储军又一次退了下去 见许多士兵倒在城墙之下 依然没有踏上扶封城的城头 于仙的眼中露出不忍的深情 但是于仙的心中深知 这一次攻城的意义十分重大 目前只有靠着兵多的优势 用士兵的生命 消耗对方守城的物资 只要对方守城的物资逐步用完 他们就能很快冲上城头 占据这座城池了 也有让他们感觉比较高兴的事情 因为从城上扔下的石块和滚油 越来越少了 这意味着 对方的这类物资 已经快要用尽了 由于从城墙上扔下的石块和滚油 越来越少 储军的压力就小了许多 这时终于有士兵通过云梯 到达了城墙之上 但是他们在城头上刚一冒头 就有许多大副士兵手持刀枪 将他们团团围住 然后利用人数的优势 将他们逼了回去 这一日 储军士兵连中午都没有休息 连续向浮风发动了十多次攻击 他们在折损了不少人手之后 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城头 但在大副士兵顽强的防守之下 每一次攻击最终都被击退 看着城墙上拼命防守的大副士兵 于仙的脸色十分凝重 原以为自己带了这么多人 可以很快攻占浮风城 没想到 连续几日 储军损伤了近万士兵 但依然没有攻下这座城池 这让于仙万分苦恼 看来这守城的将领 的确是一个很难缠的家伙 此刻在他心里 彻底记住了 大副副十三皇子杨云这个名字 这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晚霞已经高高地飘在天空 无奈之下 于仙只得明经收兵 撤回了 正在疯狂向浮风城 发动攻击的储军士兵 远远见到 攻城的储军士兵 像潮水一般退了回去 站在城墙之上的杨云等人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一天终于结束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呢 如果不能想出其他办法 我估计 他们明日就会攻下城池 杨云将手下 一些领兵的将领 全部召集起来 与他们一起商量 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是啊 城中的石块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而城中可用的滚油 一台也没有了 没有了这些东西的帮助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储军 登上城头 那么 我们守城就很艰难了 姚霞在一旁 有些担忧地说道 剑枝和石块 我们可以想法 趁着夜色 从城墙上掉一些人下去 将散落在城下的这些东西 收集起来 据远光呈吟一下 向众人说道 这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所以 我们可以把它用到守城之上 郭龙轻轻地说道 郭龙的脸上 没有一丝出了主意的得意之色 反而露出一丝伤感的神情 因为 他所出的主意 要对付的是 曾经自己统领过的楚国士兵 但此时此刻 也没有了其他办法 要是没法成功地 阻挡城下于仙的军队 戴城破之日 他身边的这些兄弟们 都会伸手易出 清晨 于仙带着楚军士兵 来到扶风城下 看到原本散落在城下的 一些剑枝和石块 甚至于一些刀剑 都消失了 他一拍自己的脑袋 失策了 自己怎么没有想到 将这些东西收走 这一下 他们又将会变成 收割手下兄弟生命的戾气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于仙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得咬牙 将令其一挥 让手下楚兵向城上 发起猛烈的攻击 有了前几日的战斗 双方都有许多战友 倒在对方的屠刀之下 所以 看到敌方士兵 他们心中都充满愤怒之情 不需要任何人动员 双方立即开始厮杀起来 见楚军士兵 顺着梯子 正一步一步地 向城墙之上爬来 大副士兵立即严阵以待 甚至有的士兵 还拿起弓箭石块 向下方楚军士兵 头顶招呼而来 身边随时有战友倒下 但是楚军士兵 依然不管不顾 他们一边手持盾牌 挡住头顶 一边顺着云梯 快速地向城头上爬去 眼见越来越多的楚军士兵 爬上云梯 离自己等人越来越近 甚至能看到 对方脸上的争鸣之色 大副的将士们 将手中刀剑握得紧紧的 准备等到敌人 冲上城头之后 与他们展开殊死搏斗 这时 后方突然传来一阵响声 一群大副士兵 手中端着锅碗瓢盆 里面装着还在翻滚 冒着热气的滚烫开水 这些大副士兵 来到城墙上之后 直接将这些滚烫的开水 向城下楚军士兵的头上淋下 楚军士兵手上的盾牌 能够当作弓箭 甚至有些还人 推开人头大的石块 但是对于这些滚烫的开水 却没办法进行有效的防御 这些滚烫的开水 虽然没有滚油那么高的温度 不能很快 让这些士兵付出生命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他们无法忍受的 于是许多楚军士兵 惨叫着从云梯上滚了下去 这些倒完开水的大副士兵 根本没有时间 理会城下究竟有多少楚军士兵 被开水烫伤 因为他们马上转身 匆匆地往城下奔去 在扶风城内 靠近城墙的地方 支起了一口口大锅 一些受伤的士兵 甚至还有一些老百姓 正将临时打起的炉子中 火烧得旺旺的 然后将烧开的开水 咬进手持各种 城水工具的大副士兵手中 这些开水 临向楚军士兵的主意 就是锅龙出的 在这些开水的帮助下 城上的大副士兵 压力降低了许多 他们手持刀枪 将少数冲上城头的 楚军士兵斩杀下去 虽然也有少数楚军士兵 登上城头 杀死好些大副士兵 但在这些大副士兵 不要命的围攻之下 他们还是没能坚持多久 就被斩杀当场 尸体被大副士兵扔下城去 站在大副士兵后面的 赤木和姚霞 七威等人 此时也是严阵以待 如果有楚军功夫较强的将领 冲上城头 大副士兵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他们就会冲上前去 和大副士兵一起 向他们发起攻击 见 楚军士兵费了很大功夫 依然没有在城墙上站稳脚跟 楚军后方 又将好几台投石机 推到城墙之下 向城墙上发射着 人头大的一块块石头 这些石头 虽然有一部分 砸中了楚军正在攻城的士兵 但更多的落在了城头之上 许多大副士兵被巨石击中 他们只得一边躲避巨石 或者是用盾牌挡住石块 一边向在城墙上冒头的 楚国士兵发起攻击 这一日的攻城战斗 攻上城头的楚军士兵越来越多 所以双方短兵相接的机会也增多了 双方死亡的士兵也超过了前几日 所有的大副士兵都知道 如果让敌人占据了城头 攻破了浮风城 那么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悲惨 所以这些大副士兵都豁出了性命 不惜一切代价 拼命地将冲上城头的楚军士兵赶下城去 于先本以为 今日能够将浮风攻下 可是到了黄昏时分 己方折损了 五六千士兵虽然数度攻上城头 但是依然没有占领浮风城 这大副士兵的勇猛 远远地超出了于先的想象 无奈之下 他指的收兵准备次日再战 这一日的战斗 楚军折损了近七千士兵 而大副士兵也伤亡了近两千人 一般而言 这种攻城的战斗 攻守双方的正常损失为三比一左右 而这一日通过大副士兵齐心协力的防守 楚军士兵伤亡人数 是达到了大副士兵的四倍 但是杨云和聚远光等人 却没有一丝笑容 因为照这样消耗下去 这城受不了多久 浮风城就没有可以继续守城的大副士兵了 而攻城的于先 他的心中也是焦急万分 从前方得到的消息 杨明已经知道 自己带兵围攻浮风城的消息 此时的他正带着手下的士兵 拼命地往浮风城赶来 虽然自己分出的十万大军 正努力地阻挡杨明军队前进的步伐 而杨明身后 楚王帅的十万进军 也紧紧跟在后面 向大副军队后方发动攻击 如果大副军队领兵的是其他将领 于先也许还会担心 在人数差不多的情况下 楚军士兵应该能挡住对方回员步伐 但是这次 楚军领军将领 是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圣王阳塌 接下来的几天 这攻城的战斗越来越惨烈 第130章 陷入绝境 双方短兵相接的时间更多了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生命 在这一次次的战斗中 被战争剥夺了 城中用于守城的物资越来越少 受伤或是死去的士兵越来越多 眼看着守城越来越艰难 楚军士兵攻上城头的次数越来越多 虽然一次次将他们打退 但杨云知道 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段时间 杨云使用了他们最后的手段 将藏于山中的2000骑兵调出来 在楚军攻城的时候 骑兵就在楚军后面进行袭扰 破坏他们后方的攻城物资 或者攻击后方的楚军士兵 让楚军不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攻城之中 骑兵的速度比较快 他们每一次偷袭完敌军之后 待敌人发现之时 他们就很快撤退 但是就算是这样 随着袭击次数的增多 楚军开始有准备 袭击的效果也越来越差 骑兵损失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这几日 楚军士兵在攻城的时候 杨云已经没有见到 大幅的骑兵在对方 后面进行袭扰了 想来这2000大幅骑兵 已经在一次次的偷袭中 被楚军土西数杀死了吧 杨云站在城头 看着城下密密麻麻的楚军士兵 心中冲苦涩 这城已经守了一个多月了 这仗打得实在太惨烈了 至少有五六万储兵 在这城墙前倒下 而守城的大幅士兵 也剩下不足3000人了 目前 城中的守城器械 几乎全部没法使用了 城中严重缺乏药品 许多受伤的大幅士兵 就是因为没有药品 进行治疗而死去的 更严重的是 目前城中粮食 已经快用尽了 从昨日到今日 将士们只吃了一顿饭 攻城的于仙 现在也觉得十分头疼 扶封城自己的十多万大军 可以轻松把他们拿下 没想到 这次却遇上了硬骨头 自己折损了一半的兵力 居然还没有拿下这座城池 从前日起 于仙让手下的士兵 只围住扶封城的 东北南三个方向 将西门的兵力全部撤走 给扶军留一个口子 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弃城而逃 没想到这守城扶国皇子 居然不怕死 放弃了逃跑的机会 死死地守住这座城池 这样的局面 让于仙感觉十分无奈 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对方的城中 连伤兵加在一起 也没有多少人了 所以 破城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 杨云看着身后 剩余的不到三千的大副士兵 眼中充满不傻的神情 于仙故意把守在西门的外放弹 就是想让大副士兵 放弃死战的决心 造成守城军队军心涣散 杨去一告诉手下这些大副士兵 现在坚持守城 很可能会死在这里 如果愿意从西门撤离的 他也不会阻拦 听了杨云的话 大副士兵们 没有一个选择要撤离战场 甚至连受伤的士兵也纷纷表示 要与扶封城共存亡 这一个多月的战斗 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 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仇恨 连平日里个别懦弱 怕死的士兵 在这一个月的血战里 早已忘记了 身家在他们心中 只有一个信念 不能让敌人占领城池 不能让兄弟们的血白流此时 杨云身边还剩下了不到三千人 这三千人 有近一半的人 是杨明从无限带来的 当时杨云离开无限的时候 带出了三千无限士兵 因为这三千人 是杨云最信任的属下 所以他们几乎一直跟在杨云身旁 负责保护杨云 在前期的战斗中 这些人作为后辈部队 很少参与到守城的战斗中 所以伤亡较少 这时剩余的三千大副士兵 他们心里也知道 这很可能是最后的一战 光凭他们这一点点人 是无法抵挡住 时数被遇自己的敌人 但是就算是这样 也没有一个人愿意退缩 他们早已被士气兄弟们的鲜血 激起了心中的血性 宁死也不愿意成为逃兵 看着城头上剩余的大副士兵 这些人虽然人数不多 好些人身上还带着伤 但是他们依然坚决地站在城头 没有选择自己给他们留的退路 于仙对城上的这些将士万分佩服 对于真正的勇士而言 死在战场上 恐怕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既然这样 那就成全他们吧 想到这里 于仙将手一挥 命令手下储君士兵 向城头发起猛烈的攻击 由于现在城中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用于防御的东西了 就连将士X们手中拿着的兵刃 有好多都是缺了口 或者卷了刃的 但是看着这些顺着云梯 蜂拥而来的储君士兵 这些大副士兵 脸上没有任何畏惧之色 拿起手中的兵刃 就向敌人冲了过去 杨云抽出插在一名储君士兵胸前的长剑 看着他的尸体向城下倒去 用余光看看自己身旁 看看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兄弟们 赤目而力大无穷 但经过无数次挥锤之后 他似乎连自己的锤子都快拿不起来了 他的身上早已被鲜血染红 也不知道是敌人的 还是他自己的鲜血 这名自己手下最勇猛的汉子 如果想逃走的话 这些士兵是抵挡不住的 但是他依然选择留了下来 与杨云并且进行最后一战 再看一看不远处的姚霞 当日在万古草原上的时候 为救自己 他丢掉了一只手臂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勇猛 他手持单刀 将一个个冲上城头的楚镜士兵斩了下去 齐威是自己手下最重视自己形象的一名将领 但此时他劈头散发 满身是血 像一个疯子似的 以为在自己周围的楚军士兵展开生死搏斗 年纪有些大的锅龙 不愿让楚军士兵认出自己 早已将一些鲜血抹在自己脸上 此时的他被逼在一个角落里边 没有发起攻击 只是死死地防守着楚军的进攻 就连文士打扮的巨远光 此时也手持一只长剑 和楚军士兵站在一起 丝毫没有了以前那守灰雨扇 指点江山那一份协议 虽然大副士兵都十分勇敢 拼了命地与楚军士兵进行殊死搏斗 但是随着冲上城头的楚军士兵越来越多 大副士兵已经被逼到一个很小的角角落里 看来这成 守不住了 这时候杨云也没有了其他的想法 既然已经这样 那就战吧 今日战死在这里 希望日后大副百姓还记得 曾经有一个皇子 为了保护大副的国土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想到这里 杨云怒吼一声 手持长剑 又和一名楚军将领站在一起 楚军将领见对方的统帅 就在自己面前心中大喜 因为只要他能够杀死或者抓住杨云 他就会立下一件大功 于是 这名楚军将领 立即拼尽全力向杨云发起攻击 以前的杨云身子比较瘦弱 个性又有一些懦弱 但是经过这几年努力的锻炼 杨云的身体已经强壮了许多 再加上身边好些高手的指导 现在他的功夫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所以 他在单独对上对方这名将领的时候 丝毫不落下风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身旁不停有大副士兵惨叫的声音 让杨云无法专心对敌 一个大意之下 杨云的左臂被对方长剑刺 鲜血马上染红了他的衣巾 旁边的赤墨和七威等人见状 焦急万分 拼命地想赶过来救援他 但是却被身边的储君在兵将死死拦住 在这危急的时候 杨云的头脑反而清醒了 见对方这名将领 脸上带着猙獰的笑容 正举起手中长剑朝自己 胸前刺来 杨云立即将身子轻轻一侧 对方的长剑刺中他的左肩剑 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从他的后背露了出来 此时的杨云脸上反而露出了一丝笑容 仿佛那被刺中的人不是自己 趁对方还没来得及收回长剑的时候 杨云手中的长剑 朝着对方脖子的方向 快速地轻轻一挥 由于双方距离狠储君这名将领 没想到受伤杨云 还会突然发起攻击 所以被杨云的长剑 划过了这名储君将领的脖子 带起了一缕血丝 正处于喜悦心情之中的储君将领 忽然感觉自己脖子一凉 紧接着 仙血从脖子上很快流了下来 他有些不可思议地睁大双眼 不甘地倒在了地上 成功斩杀了敌人 杨云没有来得及包扎伤口 甚至连缓一缓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又有几名储君士兵向他围了过来 战斗持续进行 杨云虽然又成功地斩杀了几名储君士兵 但是围在他身边的储兵越来越多 身上又受了一些伤 这些伤口虽然都不算致命 但是由于没有时间包扎和止血 鲜血已经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部染红 由于失血较多 杨云渐渐感觉有些头昏 眼前的景象 也有些迷蒙了 只能凭着意志 咬紧牙关和身边的储君进行战斗 杨云也知道 凭自己的状态 现在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此时他的脑海中 电光火石般闪过了 一个美丽的熔年 丽妹 对不起 微服食言了 不能陪在你身边一生一世了 拼尽全力 杨云杀掉围在自己身边的两名储兵 用长剑支撑自己的身体 看着正往自己身边奔来的储君士兵 喃喃地说道 这时 储君大营后方 好像传来了喊沙自身 杨云抬起头 想往远方看去 可是他眼前却是一片迷茫 有人说 人死之前会产生幻觉 原来这是真的 杨云脑海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然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131章 楚阳之变 楚国亲王赵元任的心情这几日 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之中 因为他寄予已久的楚王宝座 已经快要落入自己的怀中了 赵元任是老楚王的大儿子 但老楚王离世之时 却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赵元起 这一点让赵元任十分不满 但赵元任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 因为赵元起的母亲是楚国王后 支持她的势力比较多 而自己手中拥有的实力 是无法和赵元起抗衡的 于是她便把对皇位渴求的心事 深深地埋在心底 表面上很开心地配合弟弟赵元起 登上了楚王之位 赵元起登上王位之后 赵元任整天乐呵呵的 一副只在乎风月 不在乎正式的样子 但在心底 他却无时无刻不再寻找机会 想夺回这本因属于自己的王位 后来 楚国统兵大元帅龙哥 重计被大副圣王阳明擎拿 赵元起便将统兵大权 交给了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弟弟赵元让 没想到赵元让却发动叛乱 杀了赵元起 夺取了王位 赵元起的王位被夺 赵元任暗自高兴了许久 但不久之后 他就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他发现 这赵元让 自从夺得王位之后 把手中权力抓得更紧了 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闲散王爷 什么实权都没有了 对于权力 看得比什么还重要的赵元任 当然不能适应目前这种情况 他表面上装出一副 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 整天喝酒玩乐 表现出一副贪图享乐的模样 但他心里却无时不再寻找机会 要把这王位 抢在自己手中 楚国和大福发声之时 赵元任十分高兴 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他偷偷派人联系了 统领大福军队的圣王杨明 准备和他里应外合 共同夺取 相互间需要的利益 赵元任故意在楚阳城中传出消息 说是楚军统兵大元帅于仙 要拥兵自重 最后逼得楚王赵元让 不再信任于仙 要收回于仙的兵权 最后终于逼得于仙造反 将前线的二十万大军撤走 紧接着 见赵元让带兵离开楚阳城之后 赵元任心中大喜 自己夺取楚王之位的机会终于来了 现在的楚阳城中 只剩下了四五万的士兵 这四五万士兵 大多数已经被赵元任 悄悄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楚王赵元让带兵离开楚阳城之后 赵元任又偷偷地 把支持赵元让的几名领兵将领 暗杀的暗杀 捉拿的捉拿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他家终于将整个楚阳城的士兵 全部握在了自己手中 在控制楚阳城之后 赵元任准备按照自己事先 和杨明商量好的计划 奋出了两万士兵 离开楚阳城 奔赴杨谷关 准备借着支援赵元让为名 和杨明一起前后夹击 将赵元让杀死在杨谷关 可是 部队还没有开播 前方的消息就传回来了 但是听到消息的赵元任 却是大吃一惊 消息中说是前方 楚王赵元让和于显 奋出的十多万储君 联合夹击大副军队 大副军队大败 杨明已经带着手下残兵败将 仓皇地向浮丰城方向逃去了 而此时的楚王赵元让 已经带着麾下的十万进军 在赶回浮丰城的路上 听到这消息的赵元任大吃一惊 没想到自己自以为算计成功 反而却被赵元让和于显的 请军入翁的计策给算计了 这时候的赵元任 已经没有了回头之路 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 和赵元让拼一拼 赵元任将楚阳城中 他自己控制的近五万士兵 这一仗若是能够击败 能够继闻赵元让的十万进军 诛杀赵元让 老楚王剩下的三个儿子 只剩下了自己 朝中的文武大臣 也就只能让自己登上王位了 于是一场被后世 称为夺王之战的大战 就在距离楚阳城外 几十公里的地方展开了 无奈之下的赵元任 值得选择铤而走险 其实他也知道 这次战斗自己的胜率不高 但是事情已经这样 除此之外 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他也只有叛死一战了 赵元任不知道的是 自己谋反一事 早已有人告诉了楚王赵元让 当双方遭遇之后 楚王的进军 直接向他发起攻击 士气不如对方 装备也比进军差的这五万大军 不久之后就被击溃了 站在后方 赵元任看看自己手下的士兵 越来越少 有的被对方杀掉 有的干脆跪在地上投降了 看着正一步步 向自己逼来的储君进军 赵元任长叹一声 拔出腰间的长剑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 扶风城这里的战事 终于也有了一个结果 就在于先带着储君士兵 已经占领城头 就要攻下这座 占了一个多月的城池的时候 后方忽然出现了 大扶士兵的身影 原来 就在这万分关键的时刻 杨明带着大扶士兵 突破重重关口 终于赶回了扶风城 当杨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几天后的事情了 他睁开眼 打量着身边的环境 眼中的一切都十分熟悉 这不正是自己 在扶风城中的营帐里面吗 在四处张望一番 杨明的眼中 有了一丝喜悦的神情 因为他远远看到 帐篷门口 那几名身穿大副盔甲的士兵 虽然只能看到这些人的背影 但是杨云不难判断出 外面这几人 正是经常跟着自己的几名护卫 扶风城还没有被对方攻下来 脑袋里闪动着一个念头 杨云立即兴奋起来 他努力 想坐起来 没想到去拉动了深深的伤口 钻心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发出了呻吟 听到营帐有动静 门口的士兵连忙跑了进来 殿下醒了 快去告诉剧先生他们 侍卫头领一边派出人去报告 一边来到杨云跟前 不一会儿 杨云的帐篷之中就来了好些人 巨远光 锅龙 七威 赤木儿 一张张熟悉的面旁 出现在杨云的面前 他们都活下来了 大家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看到这些人 杨云心中充满了 劫后余生的喜悦感 他努力撑起身子 想坐起来 好好看一看这些 在危险面前对自己不离不弃 如同亲人一样的属下 却被连忙奔过来的 郭龙等人拦住了 在和几人的交谈中 杨云才明白这件事情的经过 这一次 杨云带着二十多万大军 一路长驱直入 直接攻到距离 楚阳城不远的杨谷关 逼得楚王赵元让 亲自带着十万进军守在关口 这一情况 让杨云十分兴奋 要是这一战 自己能够一举击破楚军 活着楚王的话 自己将会立下不适之功 到那时 应该没有人能够阻挡成为大副太子 那么自己成为新的福皇 坐拥两国之地 成为这周边权力最大的人 就指日渴望了 可是 正当杨明和手下士兵摩拳擦掌 准备向杨谷关发动攻击的时候 他的身后 突然出现了十多万楚兵 和楚王所带进军 前后夹击自己 并且 随着战事不断进行 从各地赶来的楚兵越来越多 将他的大军团团围住 越来越多的楚兵到来 让杨明明白 这次自己上当了 这要是被 楚军完全包围 那自己这二十万大军 岂不是要全军覆没 明白这一道理之后 杨明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立即和手下 将官商量 开始突围 对杨明等人而言 要想不被楚军全部消灭 返回扶风城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 楚军也明白这一道理 在返回扶风城的道路上 驻扎重兵 设下重重关卡 杨明统兵多年 作战经验也十分丰富 手下士兵也对他很忠诚 在这样 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情况下 他居然也能突破 一重重阻拦 回到扶风城 当然 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 作战 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小的 这一路苦战下来 杨明所带大幅将士 折损了一大半 带出的二十多万士兵 到扶风城时 只剩下七八万人了一路上 虽然也杀死不少楚军士兵 但是 处于有利形式的楚国士兵 损失的人数明显少于大幅 这一次大幅和楚国进行大战 双方军派出了三十多万士兵 现在 除了少部分留在戈兰城 和巡洋关少数防守的士兵之外 就只剩下这八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 此次大战 大幅一共损失了近二十万人 而楚国士兵 粗略估计的话 也折损了十五万人左右吧 听了大家的介绍 杨明不由地在心中感叹 这战争的确是收割生命的机器啊 十三殿 你醒了 可把你五哥给急坏了 这时 从营帐外走入几个人 领头一个正式圣王杨明 他正一边说着 一边向杨云所在的位置醒来 嗨嗨 幸好五哥你回来得及时 不然小弟这条命 就交代在这里了 见杨明来到自己面前 杨云让身边的人 将自己扶起来 向杨明说道 哼 我们兄弟 说这些干什么 要不是你拼命 守住这幅封城 五哥我可能现在早已在 和阎王他老人家喝茶了吧 杨明这自己的弟弟 脸上挂着笑容 但掩饰不住失落的神情 第132章 还是能够充分的理解的 领兵多年打了无数次胜仗 这一块居然中了 这名不经传的于仙的计策 差点全军覆没 这让心高气傲的杨明 如何不难受呢 不过 杨明此次虽然败了 但是他攻入楚国内部 也还是有收获的 因为他抓住了自己的大哥 前大副太子杨岳 此时的杨岳 在楚国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所以 无论是于仙还是楚王 都没有派人保护他 在这种情况下 他被大副军队抓住 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副军队在扶封城休整了几日 于仙也没有派人前来攻城 这情况也比较正常 目前他的兵力虽然有一些优势 但是凭这点优势 想要攻下由杨明亲自镇守的城池 那是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而杨明也选择了守城不出 这一次损失了这么多人 士兵的士气受到严重打击 此时出战 对大副军队而言 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种情况下 两军统帅达成了一种默契 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双方都约束自己手下的士兵 没有发生任何摩擦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五六天 在这五六天里 杨明凭借自己高超的医术 身体恢复得很快 已经可以借助侍卫的搀扶 在营帐外进行短暂的行走了 在第六天的时候 杨明忽然发布命令 所有士兵做好准备 放弃扶封城 大军撤回大附近内 对于杨明的这一决定 杨明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在这之前 他已经和巨远光 郭龙等人商议过 此时的扶封城 就像一座孤岛 后方不计很不方便 大副军队要想驻守 这座城池 必须一直保持充足的兵力才行 这样的话 会造成物资巨大的损耗 在这种情况下 死守着一座孤城 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 所以 九历战士的杨明 肯定会选择撤兵 大副军队撤出扶封城之时 楚军大元帅于仙 不仅没有阻拦 还让手下士兵 让出一条通道 放大副士兵 通过巡洋关 回到大附近内 于仙这样的选择 也在大家意料之中 因为这仗打到现在 双方损失都比较严重 士兵士气十分低落 厌战的情绪 已经在两国士兵中不断滋生 这个时候挑起战士 对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大副军队通过巡洋关 很快回戈兰城 在戈兰城也没有待几天 队伍补充完粮草之后 杨明下令 各领军将领 带着自己的本部 撤回自己援助地 带着手下离开戈兰城 回头看看这高高的城墙 杨明的心中沉甸甸的 这一次 自己从无限带出了 三千能征善战的士兵 经历了这一次次战斗之后 有两千多士兵 埋骨在这两国边境之上 在来战场之前 杨明便知道 既然打仗 肯定是要死人的 可是 真正看着这些 和自己朝夕相处的 手下兄弟们 再也回不去的时候 杨明的心中 还是异常难受 在离开的前夜 赵虎悄悄地找到了杨明 告诉了杨明一个消息 这消息 让杨明感到十万遗憾 赵虎告诉杨明 当日杨明死守扶风的时候 其实杨明的部队 早在一天之前 就回到了楚江西岸 但是 返回的杨明 并没有第一时间 指挥大军回援扶风城 而是借着大军修整为名 在扶风城外 几十里的地方 休息了一日 但作为杨明 最信任的手下之一 赵虎得知杨明的真实意图 杨明希望 再不丢失扶风城的基础上 想要最大程度 折损杨明手下的士卒 最好是杨明能够死在守城战士中 和剧眼光等人 分析了赵虎的话 认为赵虎说的事情 真实性很强 因为 一直公开表明 对皇位有想法的杨明 对于这位在扶皇心中 和朝中大臣中 分量越来越重的十三皇子 产生忌惮之心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更何况 这一次大副军队没有被全歼 很大程度得利于 杨明带着两万大副土兵 拼死守住了扶风城 虽然这件事情 在情理之中 但是杨明的心中 仍然觉得沉甸甸的 在朝中众皇子 都对自己冷漠的情况下 杨明一直希望 有一段真正的兄弟情谊 但现在看来 这皇家子弟 在皇位这巨大的诱惑之前 亲情的确是一种奢望 其实在这之前 杨明也收到过消息 说是在几年前 太子杨明府外袭击杨明的人 其实并不是太子的人 而是杨明的手下 只不过那一次杨明 并不是真正的要去自己的性命 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嫁获太子杨明 在回吴县的过程中 整个队伍没有了 出征时的昂扬气势 大家的情绪都显得比较低落 显然都为一些兄弟的逝去而伤感 队伍回到吴县 许多老百姓前来迎接 但今日的场面 和当日送别亲人上战场的场面 就大不相同了 安全回家的将士 全家人欢天喜地 而那两千多 永远不能再回家的将士们 亲人们伤心的场面 让杨明心情沉重 这个时代的战争 战场上的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 老百姓在送亲人上战场的时候 都已做好了 他们牺牲的准备 所以这些失去亲人的无限老百姓 心中虽然充满伤感 并没有责怪杨明的意思 但看着这两千多 离开时 还十分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埋骨于战场之上 杨明的心中充满愧疚 池莉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 她见自己丈夫的神情 就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 陪着丈夫坐在马车里 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轻轻地依靠在丈夫的怀中 用自己的温柔 扶贫丈夫心中的伤感 回到县衙之中 在给丈夫沐浴更衣的时候 池莉看着杨云身上 深深的张伤口 不由得泪水长流 这一夜 夫妻俩几乎整夜未眠 虽然已经从战报中 知道此次战事的经过 但亲自听到丈夫 将其这一次 在战场上发生的种种故事 她依然听得津津有味 她为将士们取得的一次次胜利 感到欢欣鼓舞 将士们为了保护城池 哪怕是身上伤痕累累 甚至失衡遍野 也没有怨人愿意退后一步 让池莉对于这一群 普通的将士 感到万分敬佩 刚回到吴县的这一段时间 杨云和县衙的这一帮 几乎一直处于忙碌状态之中 对于这一次 在战场上立功的将士 除朝廷给予的褒奖 县衙也拿出银两 或者粮食进行奖励 对于这一帮战死的吴县子弟 县衙第一时间 把抚恤金送到他们的亲属手中 并且还给予了 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在吴县县城外 有一座不是很高的小山峰 山峰被河流环绕 景色十分美丽 在这一座山峰的顶端之上 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石碑 石碑上雕刻着几个鲜明的大字 吴县英雄纪念碑 这是再回吴县的路上 杨云就计划要做的这一件事情 许多将士 在这一次战事中牺牲 连尸骨都来不及送回家乡 杨云便让人把他们的贴身物品 葬在这站着风景如画的山峰之上 让他们在这里安息 长眠于自己家乡的山水之中 除此之外 杨云还让人在这座山峰之上 竖起了无数块的小石碑 碑上记载着这一次战事中 牺牲的将士名字 对于一些特别优秀的个人或者群体 还专门在石碑上记录了 他们的英雄事迹 让吴县的百姓永远记得他们 这一段时间 吴县的一些茶聊之中 生意特别好 杨云亲自把这一次大战中 感人的一些人和事记录下来 写成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齐席巡洋关 夺城祖击战 血战扶封城 这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让老百姓们听得大呼过瘾 因为这些为了保家卫国 而牺牲生命的 英雄们感到无比的崇敬 一些在这次战事中 失去亲人的无限老百姓 听到他们的亲人 在这次战斗中立下的功劳 和战场上那种 不畏生死的英雄气概 产生了由衷的自豪感 这些故事 在无限老百姓中四处传播 让许多年轻人热血沸腾 主动要求参军 也要为保家卫国 奉献自己的力量 郭龙告诉杨云 这些在战场上 经历生死的老兵 是军队中的宝贝 他们经历了生死 已经变得无所畏惧 同时 在无数场战斗中 他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知道如何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 给敌人造成最大的创伤 对于郭龙的提议 杨云觉得深以为然 他让县尉刘远 将这些老兵们 分散编在军队里 让他们中大多数人 成为武长 石长百夫长 让他们很好地 发挥自己的经验 在部队中 学好传帮带的作用 通过这一次的战事 杨云和手下的将士们 都深刻体验到 战场上的残酷 所以 在接下来部队的训练中 无论是各级将领 还是普通士兵 都更加投入了 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 只有让自己不断变强 才能在残酷的战斗中 保住幸免 在这一系列政策的促动下 县城的县兵人数 很快增加了不少 同时 他们的战斗力 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第133章 郑国 杨云回到无限后不久 飞鹰部传来消息 说是太子杨越 在返回西京城的途中 杀死了守卫他的士兵 企图逃走 结果在逃跑的途中 被圣王杨明手下的士兵 当场射杀了 在数万大军的包围之下 杨越怎么可能 找到机会逃走 这分明是 有人有意而为之 听到这一消息 巨远光立即说道 呵呵 这圣王来这一出 朝中没有一个人是傻子 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不过这杨越死了 对朝中各势力都有利 所以 没人会帮这一个 已经死了的前太子说话的 钟文锐在一旁笑着说道 正如钟文锐所说 杨越被杀 这件事情 传回大副朝廷的时候 除了福皇案子 伤心了一段时间外 在朝中并没有人 在关心此事 杨云得知这事之后 心中也有一丝伤感 倒不是因为死了 这位自己名义上的大哥 而是觉得自己 和杨明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远了 这一次回到无限 杨云在县城中 待了半年的时间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无限的变化 还是挺大的 因为无限这里 制造出来的各种商品 品质都比较好 价格也比较公道 很快 在大幅境内打开了市场 甚至还有一些别国的商人 也到无限来进货 这一来 大大促进了无限经济的发展 使得无限成了周边 一个十分富足的县城 百姓的收入 远远超过了周边各县 周边一些县城的老百姓 见无限慢慢富了起来 也开始举家搬迁 来无限进行发展 再无限好好待一段日子 进一步把这一块 属于自己的封地 发展得更加繁荣富强 但是 一份突如其来的秘质 让他不得不 又一次踏上了征城 朝阳刚刚从天空升起 大幅朝廷中的这些众臣 便齐聚一堂 对于早起参加朝会 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福皇杨成奉非常勤奋 这早朝几乎没有断过 所以 朝中大臣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今日早朝的主要话题是 如何面对楚国 对大幅造成的威胁 圣王阳明已经回到西京 向朝廷汇报了 这次两国大战的情况 面对实力 已经隐隐强于大幅的楚国 大幅朝廷上下 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对于如何应对 这虎视眈眈的强敌 大幅上下 各文五百官争论不休 有的认为应该坐下来 进行和谈 也有人认为 可以将大幅最漂亮的石公主 嫁给楚王赵元让的大儿子 通过通婚 来缓解两国间的关系 甚至还有大臣认为 可以将邻近楚国一带 平级的土地 一下子朝中风向马上转变 主张毫不相让的观点 慢慢在朝中成了主流 对于朝中发生的这些事情 杨云早已得到消息 但他想到 自己远在无限 这些事情 暂时与自己无关 自己目前的任务 就是好好的 将无限这块自己的地盘 给经营好 这段时间里 杨云将精力 放在对无限各方面发展上 空闲的时候 带着妻子池莉 游玩于无限漂亮的山水之中 日子过得倒也惬意 但让杨云没有想到的是 就算自己 躲在相隔千里之外的无限 西京城中 仍然有人能够想起他 不久之后 朝中来了几名太监 给杨云送来了一份秘纸 看来朝中这些大人物的头脑 还是十分清醒 还明白远交进攻这一道理 聚远光看了看圣旨 将他递还给杨云 呵呵 只是又苦了手下的兄弟们 又得跟着我车马劳顿了 杨云端起茶杯 用盖子将漂浮在上面的茶叶推开 轻轻地喝了一口 几日后 一队约有四五百人的队伍 悄悄地离开了无限 这是队伍正是杨云 和手下一帮出使郑国的队伍 这一次 福皇给杨云下达的秘址 就是让他秘密地出使 楚国周边的郑国和逾越等小国 和他们结盟 一起对抗日益强大的祖国 为了避免泄露行踪 这一次杨云和手下的 护卫们都化作商旅 一路向郑国行去 郑国是位于楚国西北方向的一个小国家 因为其偏安逸于 不是什么重要的地理位置 多年来也没有少给楚国那宫 所以几任楚王都没有发兵进攻这一个国家 郑国皇帝宇文善 是一个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 他11岁登基 成为郑国皇帝 在位已经七八年了 说起郑国 就不得不说说 郑国的两位大臣 一位是丞相李承俊 这位郑国文臣之首 曾是郑皇宇文善的老师 朝中许多大臣 都是他的门生故旧 在朝中有极强的话语权 而另一位 就是郑国的票级大将军端木雄 端木雄在成国统兵多年 在军中得到众多 将领的支持 也为郑国立下无数战功 在郑国军中 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除此之外 郑国还有一位神秘的老太太 她就是郑国的老太后 郑国皇帝宇文善的皇奶奶 据说她才是郑国的实际掌权者 杨云坐在马车上 翻看着飞鹰部给她送来的 关于郑国的一些资料 不由在心中暗笑 看来这国家无论大小 都吐不了有权力之争啊 杨云和随从此次伴坐商旅 不过也真带了不少产自于 无限的许多新鲜玩意 将一辆辆马车装得满满的 一路前行 一路售买各种物资 所以整个队伍前行速度很慢 花了四十多天 才来到郑国的都城林兴 看着林兴城高大的城墙 杨云眼中含着笑 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瘦小个子 一副狭义心畅 却又整天闯获的青年形象 这青年 就是杨云当年在刘依遇到的端木奥月 杨云与他在刘依的万古草原结识 非常喜欢端木奥月 那正直纯真的个性 虽然没有与他如拓拔度一般结拜 但在杨云心里早已将他当兄弟了 林兴城虽然没有西京那么繁华 常住人口也没有西京城那么多 但是也算是周边非常大的一座城市了 这林兴城一直以来 有着各国的商旅来往于其中 所以 对于杨云带着的这几百商旅打扮的大夫人 郑国百姓也没有感觉十分奇怪 但是 但是队伍中的赤木 却引得郑国百姓连连侧目 见郑国老百姓像看侯戏一样看着自己 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的赤木 也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他不停打量自己全身上下 想找一找 就意自己哪方面穿戴不合适 为什么会引起众人的目光 见到这一情况 杨云和旁边的巨远光相视一笑 对于这种情况 他俩还是十分了解的 因为郑国处于偏热的丛林地区 这里气候较热 雨水充足 但这里的人普通相对矮小 所以 他们看到身高两米开外 长得像一座铁塔般的赤木 他们当然觉得十分奇怪了 赤木这么多人 老是看着自己 觉得很不好意思 他干脆将眼睛一股 手中的长锤向地上狠狠砸 结实的地板上 立即出现了一个大坑 四处尘土飞扬 这一下 把附近的郑国百姓吓了一跳 他们连忙四处散开 离得赤木远远的老赤 看来你的桃花运到了 那边的黄裙姑娘 注意你好久了 坐在马车中的杨云 忽然笑着 像一直跟在马车旁的赤木说道 一旁几人顺着杨云的目光 向一旁看去 只见他们队伍 一侧不远处 有一个身穿黄裙的女子 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赤木 这黄裙女子的身后 还跟着一群下人打扮的男女 显然这黄裙女子 身份应该还比较尊贵 在这一群人中 这黄裙女子十分引人注目 不光因为 她是这一群人簇拥的中心 还因为 她在这一群人中 鹤立鸡群的样子 这黄裙女子 身高约有一米七五左右 在身高普遍偏低的正国女子中 算是十分高大的了 所以 她在这一群人中 难免成为引人注目的目标 见杨云所在队伍中 许多人都看着自己 这黄裙女子 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她依然面带微笑看着赤木 还朝微笑着 向她点了点头 害羞的 反而是赤木 见这黄裙女子 一点也不避讳地看着自己 她那黑色的脸庞上 居然泛起了一丝红韵 顾不上和那黄裙女子 打个招呼 低着头 跟着杨云的马车 就向前奔去 在到达灵星之前 杨云就安排姚霞等人 提前来到这灵星城 在这城中租了 很大一间院子 据说这院子 是以前郑国的一个贵族的府地 但是因为这贵族犯了事 全家都被满门抄斩了 这院子就被人买下来 闲置在这里了 杨云等人来到这个院子的时候 对这间院子比较满意 因为在院中防射颇多 足够整个队伍几百人 住在这里 另外 这院落四通八达 有紧急事件也便于撤离 姚霞等人 先行来到灵星城 对这个地方 已经有一些了解了 按照杨云的吩咐 他们在很早以前 已经找到了 郑国的郑国大将军 端木雄的府地 杨云等人 在灵星城休息了一日 缓解了一路舟车劳顿 带来的疲乏 然后迫不及待地 在姚霞的带领下 来到票集大将军府 这位小哥 我们从大福而来 和宁家公子端木奥月 是故交 今日特地前来拜访 姚霞将一张拜帖 递给守门的卫兵头领 并且暗中将一定银子 放在这名头领的手上 第134章 端木计月 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名卫兵头领 不动声色地收下了这钉子子 把他放入自己的怀中 脸上傲气的神 立即消失得一干二净 他悄悄地向身旁的一名士兵 叮嘱了几句 这名士兵马上转身 向府中奔去 不多时 这名士兵领着一名 管家模样的中年胖子 来到门前 哪位是来自大福的杨公子 请跟随在下偏听奉茶 我家公子更衣之后 马上过来 中年胖子来到门前向 杨云等人一拱手 立即转身 带着杨云等人 向府中行去 在这中年胖子的带领下 杨云带着聚远光和赤目 一起来到票记将军府中 在一间用于会客的偏听内坐下 端起下人七好的香茶 还没来得及喝上几口 就见一个长得十分英俊的华福青年 从门外走了进来 这华福青年 长相十分英俊 走路时脚下十分稳健 显然是一个功夫挺不错的年轻人 在下端木奥月 不知哪位是来自大福的杨公子 树在下眼镯 不认识诸位 不过既然各位来到在下府中 指明要找在下 就是在下的朋友 这华福青年 显然是一个十分豪爽的人 见这华福青年这样一说 杨云等三人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这华福青年 无论从身材 相貌还是行事作风 哪有一点 他们当年在留意认识的 那个端木奥月的影子 尊驾就是端木府的端木奥月公子 杨云看着这华福青年 肯定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端木奥月 他疑惑不解地问道 在下正是端木奥月 不知杨公子 寻在下所为何事 端木奥月见杨云言行举止不凡 应该不是故意来消遣自己的人 所以也耐心地坐下 和杨云交谈起来 听了杨云等人说起 他们在留意认识端木奥月的经过之后 这华福青年恍然大悟 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主委说的那是舍妹 那阁下一定就是大福的十三殿下吧 舍妹从万古草原回来之后 曾不止一次地说起十三殿下 听完杨云等人的讲述之后 这华福青年笑着说道 在下正是大福十三皇子杨云 没想到我们认识的端木奥月公子 居然是一个女子 我们被他骗惨了 杨云向端木奥月一拱手 笑着说道 舍妹一向顽劣 他也是无心想欺骗各位 还请殿下多多谅解 另外 舍妹曾经说过 十三殿下与他有救命之恩 在这里 奥月谢过十三殿下 端木奥月说着 离开了自己的位置 向杨云躬身失了一礼 奥月公子客气了 在留意的时候 端木小姐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杨云连忙走上前去 搀扶住端木奥月 他对这一个出生贵族家庭 但待人却十分谦逊的青年 产生了好感 明白了 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 众人便坐在这篇厅之中 一起品查聊天 杨云向端木奥月 讲述了当日在留意的一些经历 而端木奥月也向杨云 介绍了一些 他们感兴趣的郑国的一些情况 哎呀 老杨 真的是你吗 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这时 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 突然推门进来 直接来到杨云的身边 一把拉住杨云的肩膀 高兴地说道 哈哈 我们也很想见到你啊 这不 刚到郑国就来许你了 没想到你 居然是个女的 你小子可把我们给骗惨了 这红衣女子 虽然算现在穿了女装 但是杨云一眼都能够认出 这红衣女子 正是当日在留意 自称端木奥月的那个馊小子 那是爷装扮技术高超 也怪老杨 你们太眼拙了 这红衣女子 一点也没有骗人之后的惭愧之色 反而洋洋得意地说道 呵呵 你这臭妮子 来了这么久 就没看见你哥哥坐在这里吗 这时 坐在对面的端木奥月 故意板着脸说道 听到端木奥月的话 这红衣女子才反应过来 自己由于太过高兴 这时几乎将整个身子 都靠在杨云身上了 一时间红衣女子的 脸色红了起来 不知是衣服的映照出来的 还是因为害羞 她马上离开了杨云 来到端木奥月身旁 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又经过一番交谈 杨云才明白 原来这红衣女子 名字叫端木济月 是端木奥月唯一的妹妹 当日到留意购买马匹 本来应该是端木奥月 冒用哥哥的身份 来到万谷草原 恢复了女装的端木济月 十分漂亮 一张圆圆的鹅蛋脸 眼珠子黑漆漆的 两颊蝴红 周身透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 浮光盛雪 眉目如画 和池云相比 端木济月有着和她不一样的美 如果说池云是一朵 出于泥而不染的白脸 则端木济月更像一株 迎风目放的红牡丹 我就知道 没有事情 你是不会来找我的 听到杨云说出他们的来历 端木济月有些忧怨地说道 这你可冤枉殿下了 他时常念起你和拓跋度 这不 一到郑国 就首先想着来找你 巨远光在一旁接口笑道 既然你们是妹妹的朋友 这忙我一定会帮你们的 你们先在住处休息几天 有消息 我就派人来联系你们 听到杨云等人 说出此行的来意 端木奥月十分爽快地说道 事情居然如此顺利 这完全出乎了 杨云和巨远光的预料 这一次私访郑国 为了避免被楚国人 知道他们的意图 所以没有提前送来 公文智慧郑国 满以为要费许多周折 才能见到郑国皇帝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眉目 事情办得顺利 杨云的心情也高兴起来 于是便在端木济月的带领下 到临星城中 去看一看这里的风土人情 看得出来 端木济月也十分开心 他带着杨云逛了许多街道 一点也不觉得疲劳 一路上还享用了许多郑国 独特的小吃 什么肉粽 和粉 虾饼 杨云惊讶地看着 对面的端木济月 将一大堆 吃食塞进了自己的肚子 使得杨云不由地担心 这个身材苗特的姑娘 她的肚子 会不会被这些食物撑破 看着杨云 一直望着自己 一向大大咧咧的端木济月 脸上居然泛起了一丝红韵 整天被老爹和我哥哥 关在府里边 今日难得出来走动一番 我当然要把这些美食 尝遍端木奥月 打了一个宝格 开心地说道 这一天 端木济月玩得十分高兴 一直到黄昏时分 她才恋恋不舍地和杨云告别 在下人的保护下 回到了镇远将军府 在以后的几天里 端木济月一有机会 便跑来找杨云 两人把零星城中的景点 几乎游了个遍 端木奥月的办事效率 还是挺高的 她很快通过自己的关系 将杨云 他们希望拜见 郑国皇帝宇文善的事情 传递到宫中 在郑国皇宫外的一处 幽静的小院内 杨云见到了郑国皇帝宇文善 这一个和杨云年纪 差不多的皇帝 丝毫没有架子 对杨云等人十分客气 但是对于杨云提出的 两国结盟的建议 宇文善未知可否 表示要回到宫中 和宫中众为大臣 商议之后再做决定 但是让杨云等人 没有想到的是 宇文善回到皇宫之后 始终没有传出任何消息 等待了十余日之后 杨云没有了其他办法 只得又找到了端木奥月 让他帮忙到皇宫中 打探一下消息 又经过了几天的等待 端木奥月终于将 皇宫中的消息传递了出来 原来郑国皇帝宇文善 和朝中几位大臣认为 虽然这么多年来 楚国总喜欢 对郑国的国事指手画脚 楚国对外作战 也时常让郑国派兵 此外 每年还要求郑国向他们缴纳 大量粮食和银粮 每年缴纳的这些银粮和粮食 给郑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派兵帮助楚国打仗 也会有许多士兵死亡 但是只要郑国按时足量 缴纳到这些银粮和粮食 对楚国言听计从 楚国就不会向郑国发动攻击 所以 郑国皇帝宇文善 和朝中一些重臣认为 郑国要是和大夫联盟 若惹怒了强大的楚国 郑国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所以他们不愿冒险和大夫结盟 但同时 大夫也是一个兵强马撞的大国 也不是他们郑国 能够得罪得起的 所以 郑国皇帝宇文善一时难做决定 他又多次向郑国皇宫中传递消息 希望再次面见郑国皇帝宇文善 但是 皇宫中却迟迟没传出 宇文善再次和他们见面的消息 这一等又是十多天的时间过去了 转眼间 杨云等人来到临兴城 已经有近一个月时间了 这事仍然没有任何眉目 在这一个月内 杨云去拜访了郑国朝中的好几位重臣 虽然这些大臣们 都热情接待了杨云一行 但是一说到 两国结盟的事情 这些大臣们就含糊其词了 纷纷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 就连端木继约的父亲端木雄 在郑国位高权重的重臣 都表示无法帮到杨云 这一下 让杨云等人陷入了进退为难的地步 想促成两国结盟 又找不到任何门路 想就此打到回府 回无限去 心里又觉得万分不甘 第135章 柳暗花明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就在杨云等人 觉得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又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这一日 心情郁闷的杨云决定带着聚远光和赤木 一起出去走走 放松一下 近日来处于压抑中的心情 大哥子 等一下 几人正在这灵星城中闲逛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喊 杨云等人转头一看 不由乐了 原来叫他们的 正是当日进入灵星城之时 看到的那一个 身穿黄裙的女子 虽然这女子 今日身穿着一件降色长裙 但她那明显高于郑国女子的身材 留给杨云等人的印象极为深刻 所以几人一下子就认出了她 姑娘 你找在下有什么事 赤木尔看见这女子 居然有些不好意思 她摸着自己的头 气气哀哀地说道 小女子和几个姐妹 出来游玩 担心一些不轨之徒 看你身强力壮 应该比较厉害 我们能不能跟你们一同游玩 这女子显然是一个十分爽快的人 语气中没有一丝犹豫 赤木尔转身看了看杨云 眼中有期待的神色 杨云轻轻地向她点了点头 赤木尔立即高兴地对着女子说道 当然可以 有我在这里 哪个不长眼的敢使唤 我把头给她拧下来 赤木尔拍拍自己的胸口 大声说道 于是 一行人便一起行走 那女子和她一起的两个丫鬟打扮女子 都十分健谈 很快和杨云等人交谈起来 领头的这个将衣女子 不停地和赤木尔说着话 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有这三个女孩子的加入 队伍显然热闹多了 这将衣女子显然对赤木尔印象很好 她不停地和赤木尔说着说那 多次表示 最欣赏像赤木尔这种有英雄气概的男子 说的赤木心花露放 行路时 把腰杆打得比直 一副昂首挺胸的样子 看得杨云和剧远光忍不住想笑 多了几个女孩子 他们既可以和大家聊天 又可以为大家当导游 使得大家玩得十分开心 特别是赤木 像只大猩猩般的上窜下跳 乐得连嘴都合不拢 经过交谈 杨云等人知道 领头这女子名叫乔宇威 至于她的身份 她没有告诉杨云等人 杨云等人也就没有去打听 乔宇威是一个个性爽朗的女子 一天下来 已经和杨云等人非常熟络了 但是总体来说 乔宇威还是最喜欢和赤木尔待在一起 这一天的时间内 林星城的大街小巷 都留下他们两人 快乐的笑声 开心的时间 总是过得很快 很快到了 傍晚时间 众人不得不分开 各自回家了 赤木尔看着乔宇威离开的背影 在夜幕中呆呆地站了很久 惹得杨云和剧远光 在一旁忍俊不住地低声笑着 第二天一早 乔宇威又来到杨云等人所住的小院 这让杨云等人十分奇怪 昨日分别的时候 自己这一行人 并没有告诉乔宇威自己等人的住址 她居然能够找到这里 但想一想也就释然了 看乔宇威的打扮和气度 她的身份应该在政国 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能够打听到他们的住处 也不足为惯 乔宇威是一个自来熟 到了小院之后 也没把自己当客人 让下人拿来水果瓜子 泡上香茶 拖住赤末 和她一起聊天 一向不爱说话的赤末 和这乔宇威倒有共同语言 他们天南地北无话不谈 足足聊了好几个时辰 还意犹未尽 到了午餐时间 乔宇威也没有离开 毫不客气地 和杨云等人一起在小院中 吃着由杨云从无限带来的厨子 烹制出的各种大福美食 她那狼吞虎咽的样子 和郑国大多数女子那种 温柔咸淑 大相径庭 吃饱喝足之后 乔宇威突然说出了一句话 让杨云等人万分惊喜 我听赤末说的 陛下不愿意和你们扶国结盟 我去和太后她老人家说一说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们 这段时间 杨云和巨远光等人 也曾经想到过去找太后 但是他们托了许多人 也送出了不少礼物 想找人引荐一下 和太后见一面 可是郑国这位身居检出的老太后 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现在乔宇威主动提出 要帮助他们向太后引荐一下 虽然不知道 这次最终能不能成 但是在杨云等人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终于有了一丝希望 如何不让他们开心呢 杨云和巨远光等人 虽然知道 这乔宇威的身份非同一般 但是他们仍然 低估了这乔宇威的能力 两天之后 宫中传出消息 让杨云带着赤末 到太后宫中觐见太后 接到宫中太监传出的消息 杨云十分高兴 马上让人去准备各种礼物 准备在觐见的时候 一并呈上 第三日一早 杨云和赤末 早早来到皇宫门前 等待太后的接见 刚到四时 从宫中出来一个太监 将两人接出了宫 一路行走 最后来到一个环境 十分优美 又很安静的小院之中 皇太后驾到 两人刚在一间雅室中坐定 一声尖锐的喊声 突然从外面响起 二人连忙站起身来 向门外望去 不多时 一群人从外间走了进来 居中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太太 想来就是郑国的太后吧 而老太后旁边 正搀扶着老太太的这位少女 让杨云二人眼前一亮 这个身材高挑的少女 不正是乔与威吗 见过太后 杨云连忙向老太太施礼 并太声喊道 可是这老太太却不与理睬 在乔与威的搀扶下 在上手中间一个位置坐下 你就是那叫什么穆尔的小子吧 老太后坐下之后 没有理睬杨云 直接向赤末问道 小 小子 就是赤末赤末 平时天不怕地不怕 这时却有些紧张 说话都结巴起来 老太太仔细打量赤末许久 严肃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不错 不错 长得蛮结实的 能够保护自己的媳妇 不被人欺负 老太太点头说道 然后又轻轻接着说道 你坐下说话吧 听了老太太的话 赤末转头看待身旁的杨云 见她仍然站在原地 便向老太太行了一礼 依旧站在杨云侧后方 哼 你也坐下吧 老太太向杨云说道 但语气却叫刚才冷了许多 本来我是不想理睬 你们服人的 看在宇薇丫头的面子上 见一见你们 给你们一个说话的机会 乔宇薇在一旁拉了拉老太太 这次说话 她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见老太后明显对大夫人很不满意 杨云心里凉了半截 但她仍然硬着头皮 把他们的来意 向老人说了一遍 果然 听了杨云的序果之后 老太太表情又冷了许多 她转头 对旁边的乔宇薇说道 丫头 你知道我一向讨厌福国人 这时又会把我郑国陷入危险之中 这次 我是没法帮你了 听了老太太的话 乔宇薇看了杨云一眼 杨云读懂了她话中的意思 这是我已经尽力了 没法帮到你们了 一时间 杨云感到十方分绝望 没想到 付出了许多努力 这时任 仍然没有任何希望 此时 她心中万分不甘 但是脸上却没有丝毫表示 敢问太后 你为何对大夫充满怨恨 想了想 杨云轻轻地问道 哼 福国皇帝杨远 这个卑鄙无耻之徒 大静皇上对她充分信任 还让她当上了一品太妇 她居然奔江仇报 夺走了大静的江山 这种人着实可恨 老太后急怒之下 连气都出不云了 憋得她满脸通红 慌得旁边的乔宇薇 和一众太监宫女 忙着帮她垂背顺气 好半天才让她恢复过来 宁老人家和大静有渊源 杨云呼觉着到了一丝希望 这么多年 没有人提起老生名字 也许好多人都记不起了吧 可是老生从来没有忘记过 我叫司马金 是大静公主 大静皇帝司马南的亲妹妹 老太太似乎陷入了回忆之中 脸上露出伤感之色 老太后的话 让杨云大吃一惊 继而欣喜若狂 激动万分 没有想到 这一国的太后 居然是自己的亲人 您是孤姥姥 原儿拜见孤姥姥 杨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飞快地离开座位 跪在老人身前 兴奋地说道 你叫我什么 老太后见杨云如此动作 疑惑地问道 我叫您孤姥姥啊 大静皇上司马南是鱼儿的外公 我的母妃司马玉 是他老人家最小的女儿 杨云激动地说着 眼眶由此泛红 什么 你是哥哥的外孙 那你怎么又成了福国的皇子 老太后听了杨云的话 也激动起来 于是杨云就把自己母亲司马玉 进宫的经过 以及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一些经历 告诉了老太后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 杨云讲得很慢 所以讲了很久 但是老太后 没有一丝不耐烦的神色 认真地听杨云讲着 时不时还提出一些问题 见老太后 还有一些将性将疑 杨云从怀中摸出一样东西 让身旁的宫女递给老太后 老太后接过这件物品之后 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 她把这东西拿在手中 打量了许久 好半天没有说话 朱雀差 没想到 有生之年 我还能见到你 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 眼中流出了热泪 第136章 达成盟约 这时 老太后司马金重新抬起头 仔细打量着杨云 似乎要将杨云的像冒刻在脑海之中 像 真像 的确是我司马家的男儿 和你外公和几个舅舅 都有相似之处 又过了很久 老太后才激动地说道 来来来 你给我说一说 我司马家的人 现在再大幅的情况 老太后让杨云坐到自己的面前 激动地说道 听到杨云说起 司马全一家人的情况 司马玉在皇宫中的生活 以及自己目前在无限发展的状况之后 老太后的脸上 展出了笑脸 看来这杨云 还不算是丧心病狂 没有对我们司马家的人 赶尽杀绝 听到杨云说起这些的时候 老太后对大夫的憎恨 降低了许多 见老太后的心情十分开心 杨云又旧话重提 谈起了两国结盟的事情 于儿啊 能够在我老太太临死之前 还能见到我司马家的后辈 姑姥姥十分高兴 但是亲情在身 我们也不能 拿我郑国的安危去冒险啊 说起结盟的事情 老太后还是十分坚决 可是姑姥姥 你们郑国这么多年 一直生活在楚国的压制之下 老百姓们过得真的快乐吗 杨云看着老太后 认真地说道 孩子 我也知道 这些年来 我们受尽了楚国欺负 虽然是苟延残喘 但是总比葬送的祖宗基业好许多吧 老太后的语气中 有一些无奈 也有一些不甘 姑姥姥 一味地忍让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照这样下去 郑国迟早会被楚国吞并的 杨云有些激动地说道 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如果我们有异动的话 楚国大兵压境 我们这点力量 在强大的楚国面前将不堪一击 我们两国若是结盟 楚国将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一旦他们针对你们 我们大幅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可是我们两个国家 分别在楚国南北两个方向 等你们援助的话 我们的国家 可能早就被灭了吧 可是你们现在这情况 如果不想法改变的话 不需要楚国人来攻打你们 你们也会日欲举步维艰 自己就会坚持不下去吧 亲情虽然十分重要 但是在国家大事面前 两人还是毫不相让 我也不愿意当王国 执君不愿祖宗的基业 葬送在我手中 如果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方案 我愿意去搏一搏 但是若没有胜算 我也不能拿我的臣民的生命 去做无谓的牺牲吧 这时门外传来声音 紧接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进来的这个人 正是杨云见过一面的 郑国皇帝宇文善 看样子 他已经在门外等了很久了 宇文善进来之后 先向老太后司马金行了一礼 然后在他旁边坐下 哈哈 十三殿下居然是太后娘娘的晚辈 那么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我们可得好好计划一下 不瞒你说 寡人早就忍耐不住了 要不是担心我郑国百姓的安危 早已抄起家伙 和楚国这些贪婪的豺狼干起来了 由于关系更进了一步 这次宇文善和杨云说起话来 随意多了 由于要讨论的事情事关重大 宇文善将所有太监宫女 全部叫走 只留下老太后司马金 乔宇威和杨云 与赤墨等人 经过一番交谈 这时杨云才搞清楚 乔宇威的身份 乔宇威本是郑国一名将军的女儿 她的父亲 在为郑国征战四方的时候战死了 而乔宇威的母亲 早在生下乔宇威不久之后 就病死了 小小的乔宇威成了孤儿 从小被太后司马金养大 成了司马金的贴身丫鬟 但由于乔宇威 平日十分体贴人 深得老太后司马金的喜爱 再加上 她又是忠诚之后 于是 老太后干脆就把乔宇威 收作甘孙女 封为宇威公主 乔宇威被封公主之后 仍然不愿意离开皇宫 一直侍奉在老太后身边 成为老太后司马金 最倚重的心腹 几人在一起 针对这件事情 讨论了许久 虽然没有正式达成任何协议 但是通过交流 杨云和宇文善都对对方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外界都传言 郑国皇帝宇文善 生情懦弱怕事 朝中大事都掌握在 太后司马金的手中 但是在和他们的交谈中 杨云发现 他竭尽全力扶宇文善上尉 替他扫清郑国内外 一些居心叵测的人 面临困境之时 他又勇敢站在宇文善前面 保护这位年轻的皇帝成长 郑国本来就比较淫弱 怎么还经得起内耗 老太后的这一句话 让杨云感觉到 这看着十分瘦弱的老太太 那宽阔的胸怀 而郑国皇帝宇文善 这个和杨云年纪 差不多的年轻皇帝 有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也有着带着郑国百姓 后凭借着丰富的人生经历 关键时候急于保驾护航 一起驾驶着郑国这艘 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大船 艰难的前行本来 杨云此行来的主要目的是 促成大福和郑国结盟 至于郑国应该怎么发展 那不在他关心的范围内 但是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司马金居然是自己的亲人 于是杨云凭着自己操前的知识和阅历 给宇文善了许多 帮助郑国发展的建议 这些建议 让一心想谋求 郑国发展的宇文善眼前一亮 拖着杨云 让他详细地给自己说道说道 这一说便一发不可收拾 从将近五十的时间开始 一直说到太阳落山 就连在太后宫中的五膳时 都在交流郑国发展的方向 午后 老太后司马金 由于精力有限 所以到寝宫去休息了 而乔宇威和赤木 他们听不懂这些 也对这番谈话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但宇文善一直听得十分认真 不时还提出一些问题 他还让人找来一些 显然是深受宇文善欣赏的 少壮派郑国官员 让他们一起参与到谈话中间 云哥 我们年纪差不多 怎么你的脑子里 装了这么多寡人不知道的东西 要不 你干脆留下来 我封你个病兼王 咱俩兄弟一起让我们郑国 变成周边最富庶的国家 宇文善对这个 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年轻人 十分欣赏 谈话结束的时候 他激动地说道 我这人出点主意还行 具体做事情就不行了 懒散惯了 最怕麻烦 陛下的好意只能心领了 杨云笑着拒绝了宇文善的邀请 带着赤墨离开了郑国皇宫 回到自己所住的小院 杨云找来了巨远光和姚霞等人 跟他们交流了 这一天的收获同时商量了一下 如何和郑国达成结盟的问题 此后的几天时间里 杨云带着巨远光和姚霞 和宇文善以及郑国的一些重臣 进行了多次的磋商 终于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 终于 杨云和郑国丞相李承俊 票计大将军端木雄秘密签订了协议 达成了攻守同盟 由于郑国的实力比较弱 一旦被楚国知道郑国和大夫结盟 郑国将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 对于这一次结盟 郑国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两国秘密结盟 消息仅限于两国 极少数高层内部 此外 大夫还需努力促成和郑国比邻的逾越 一起加入到这个盟约之中 有了逾越加入这个同盟 一旦楚国向这两个小国中 任意一个国家发起攻击 两国可以守望相助 共同抵挡楚国的大军 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 郑国不会成为这场结盟的牺牲品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费了这么多的功夫 终于签订了盟约 但是杨云却发觉 自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 和郑国的这份盟约 还存在着许多的变数 如果不能和郑国比邻的逾越结盟 那么这一切将成为空谈 没有逾越加入到这份盟约中间来 郑国是不可能有勇气 独自面对楚国这样的庞然大悟的 即使是郑国皇太后和杨云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可是在国家利益面前 这些关系都显得十分渺小 所以这一纸盟约 也有随时被撕毁的危险 不过努力了这么久 总算是还有一些收获 所以杨云心中还是有一丝欣慰 在离开郑国之前 杨云约上了端木祭月 还有乔宇威 在临兴城中 好好地玩耍了几天 游遍了临兴城的各处景点 吃遍了临兴城中的各种美食 端木祭月和乔宇威 虽然都是郑国人 但是平日里 他们很少来往 这一次通过杨云和赤木 两人算是熟识了 这两个性格活泼的姑娘 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喜欢热闹 喜欢逛街 喜欢买各种的装饰品 更喜欢吃各种的美食 几日下来 两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这几日里 临兴城中的大街小巷 到处都留下了 端木灵月和乔宇威欢乐的笑声 活泼的身影 看着这两个姑娘 玩得十分开心 杨云也十分高兴 这一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郑国 能够成功地达成这次这份盟约 这两个姑娘 是鞠躬至伟的 看着这两个美丽的倩影 杨云不由地想起了 另一个美丽的女子 自己离开无限 已经好几个月了 不知温柔娴淑淑的她 在家中过得可否开心 第137章 于悦 清晨时分 一支商队在山道上缓缓前行 这支商队 就是准备前往北方 小国渝越的杨云等人 渝越是靠近楚国最北端的国家 这个国家多山少地 气温十分低 一年有近一半的时间 处于冰雪天气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渝越能种植的庄稼 十分有限 并且大多数庄稼 只能在春夏季种植 到了秋冬季 由于气温过于寒冷 庄稼根本无法生长 但是由于山高灵密 很多高山之上 常年冰雪不化 反而成了许多珍稀药材 和珍贵动物生长的乐园 这个国家盛产人参 和灵芝等珍贵药材 所以许多商人不远 万里来到渝越 收购老山参 和珍贵的灵芝等各种中药材 使得药材的采摘和种植 成了渝越老百姓 最重要的一项收入 此外 由于动物资源比较丰富 狩猎和出卖动物皮毛 甚至用珍稀动物的骨头做药材 也是渝越老百姓 一种重要的谋生手段 与郑国一样 有着丰富自然资料 国力较弱的渝越 也成为了楚国盘剥的对象 每年渝越 都会将许多珍贵的药材 和动物皮毛 进贡给楚国 渝越此地鸣风彪悍 当然不甘心受人欺凌 于是乎 渝越老百姓多次拿起武器 奋起反抗 和贪婪的楚国人殊死搏斗 但是由于实力太过悬殊 所以渝越的每一次反抗 都以失败而告终 大量的渝越老百姓 在一场场战事中 付出生命多次的大战 使得大量的男子战死 长久下来 造成了渝越女多难受的局面 多次血淋淋的事实 告诉渝越百姓 在没有充足的实力之前 一切反抗 只有徒增伤亡而已 无奈之下 渝越只好接受了 年年纳贡这个现实 但是渝越人 将仇恨深深地埋在心中 他们对于楚国的怨恨 更胜于郑国百姓 大量的男子 在一场场战争中死去 导致渝人女子人数 远远超过了男子 女子们开始走出家庭 承担起杨小家 强国家的重担 于是乎 在渝越许多重要领域 都涌现出不少的杰出女性人才 渝越现在的国王李承英 就是一个女子 他的父亲和兄弟 全部在反抗 楚国暴力的战争中 失去了生命 作为李氏王朝唯一的继承人 李承英成了渝越的国王 父亲和兄弟们 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 让李承英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没有强大实力之前 只有卧心尝胆 于是 李承英在登上王位之后不久 就向楚国献上了响表 承认自己是楚国的蜀国 每年要向楚国 缴纳足够数量的珍贵药材 和动物的皮毛 今年是李承英 当上楚国国王的第五年 在这五年里 李承英带领渝越人 每年准时向楚国 献上各种贡品 同时 他在国内颁布法令 所有老百姓不得发表 不利于楚国的言论 禁止渝越老百姓 和楚国人发生冲突 所以 在李承英当上渝越国王的 这五年时间里 渝越再也没有和楚国 发生过任何摩擦 一大批孩子 慢慢成长起来 为渝越暗中 积蓄起了一些力量 杨云带着他 化身为商旅的使团队伍 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来到了渝越境内 渝越天气寒冷 恶劣的气候条件 就造就了渝越人 非常喜欢喝酒的习惯 曾经 渝越人喝酒 是为了在冬季的时候驱寒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这种避寒的方式 也成为了很多渝越人 无法戒掉的习惯 正是知道渝越人的这个习惯 所以这一次 杨云专程带上了许多 产自于猎豹部的高度白酒 这东西 对于渝越人而言 可是难得的好东西 相对于郑国 渝越和大福的距离 更加遥远 所以 杨云对于渝越国内的情况 掌握得比较少 在渝越国内也找不到可以信赖 能够给他们提供帮助的朋友 这给促成两国结盟 制造了很大的难度 不过这些事情 即也是急不来的 在和剧远光和姚霞等人商量之后 杨云让人在渝越的皇城渝都 租了一间铺子 做起了酒铺的老板 不出杨云等人的预料 渝越人非常喜欢猎豹部酿制的高度白酒 他们认为 只有喝这种酒才特别过瘾 所以 猎豹部酿造出来的这些高度白酒 很快受到渝越人的追捧 导致后来 杨云将铺中的白酒 以极高的价格出售 仍然让渝越的达官贵族们 疯狂地抢购 而这时杨云却采取了限量出售的原则 每天只卖出少量的猎豹高度酒 使得这种酒很快在渝越成了奢侈品 就像这些生活在渝越王城渝都的王宫贵族们 也只有在一些特定值得纪念的日子里 才舍得将 这种高度白酒拿出来工人品尝 紧接着 杨云以这些高度白酒为礼物 结识了渝越许多王宫贵族 逐步了解了渝越朝廷中的一些情况 在渝越朝中 宁王李文科是女王李承英的皇叔 也是女王最信任的大臣 朝中许多权力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使得他在渝越国中 成为仅次于女王李承英的二号人物 杨云这一次出使郑国和渝越两国 和他上次出使刘仪完全不一样 无法以公开身份和两国接触 如果消息传开 到时候结盟无法成功 甚至这两个小国家为了撇清自己 将杨云抓住送到楚国都有可能 大夫和这两个小国分别位于楚国南北两方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渝越和郑国当然宁愿得罪相隔较远的大夫 而不愿意招惹与之比邻的楚国 在这种情况下 杨正无法直接去觐见渝越女王李承英 只得找人偷偷地将自己引荐给女王 而这个深受女王信任的宁王李文科 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宁王李文科这人没有其他弱点 就是喜好着悲中之物 而自从尝到杨云商队中的猎豹高度白酒之后 立即欣喜若狂 立即爱上了这种喝着十分过瘾的酒 宁王专程派人去采购这种好酒 可是由于这种高度酒在渝越十分畅销 很快就卖断了货 他派出的人空手而归 正在宁王觉得十分失望的时候 一个独臂商人来到宁王府求见宁王 宁王李文科本来不想见 这一个来历不明的独臂商人 但看到这个商人带来的礼物 居然是石坦自己最喜欢喝的高度白酒 于是他欣然接见了这名独臂商人 这独臂商人正是姚霞 见到宁王赵文科 姚霞按照杨云的吩咐开门见山地说了 前来拜见李文科的目的 李文科作为逾越国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宁王 他也不甘心 自己的国家生活在楚国无休无止的压榨之下 听说大福愿意和逾越结盟 共同对抗强大的楚国 李文科来了兴趣 于是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 在一座偏僻的小院中 李文科在姚霞的带领下 见到了大福的十三皇子杨云 兴致勃勃的李文科 再见到杨云的一瞬间 觉得有些失望 大福居然派了这么年轻的一个皇子 过来和自己商谈结盟 看来这诚意不够啊 但是在经过和杨云的一番交流之后 李文科震惊了 这个看着十分年轻的皇子 引经据典地说出了许多道理 让他不由地发自肺腑的佩服 同杨云一番谈话之后 李文科十分高兴 他仿佛看到了于月崛起的希望 一时间他觉得自己老迈的身体 仿佛又充满了活力 他决心豁出去 要为于月的未来搏一搏 有了宁王李文科的认同 要见到于月女王李文英 就容易多了 几天后 在宁王李文科的安排下 杨云见到了于月的女王李承英 这是一个年约二十七八美丽女子 一头乌黑的长发 云朵斑盘在后脑 露着光洁的额头 画着淡淡精致的妆容 眉宇间满意洒爽英姿 看得出来 长期坐在于月这个小国权力顶峰的位置上 使他变得非常果断和自信 但是在他眉宇的最深处 仿佛又藏着一丝丝忧伤 你们的来意 皇叔已经全部告诉了我 可是 你又怎么向我证明 你们有能力 帮我们于月 推翻楚国这座大山 同时 以后你们服国 又不会成为新的楚国呢 李承英能在于月女王的位置上 做这么久 也非泛泛之辈 一下子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不瞒陛下说 就是你们于月不参与结盟 我大夫和楚国也必将一战 而你们于月 也没有少受楚国的欺凌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这是我们能达成同盟的前提 杨云为这次见面 已经准备了许久 所以从容不迫地 说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话 同时 本王隐藏身份 以这一种方式来见陛下 就是不想 我们两国结盟的消息公开 让于月处于危险之中 这足以代表 我大夫与于月联盟的诚意 见自己的话 已经成功吸引住了女王李文英 于是杨云继续说道 虽然我大夫与你们于月结盟 但是我们也知道 你们实力有限 所以 大战初期 我们不需要你们于月出兵 由我们大夫正面 和楚国进行对抗 而我们只需要 在大夫与楚国 进行大战的关键时刻 你们突然出兵 进攻楚国防御空虚的后方 相信在这种前后夹击之下 楚国一定会大败的 为了打动女王 杨云的计划中 尽可能减少于月的危险 第138章 第138百 变故 至于陛下 您担心的大夫 又会成为新的楚国的问题 这一点 陛下可以放心 首先 我大夫不是好战的民族 我们喜欢和周边国家和睦相处 此外 如果我们合作击败了楚国 我们会将楚国临近于月 一大片复数的土地分给于月 那样的话 你们就有了自保能力 杨云给女王李承英 描绘了一幅非常美丽的蓝图 他相信 这个年轻漂亮的于月女王 一定会动心的 果然 听到杨云的话 女王李承英陷入了沉思之中 两久之后 李文英抬起头来 对杨云说道 那你们先在于都城休息几天 我和朝中一些大臣商议一番 再做决定 终于让于月女王有所异动 杨云心中十分高兴 但是他也深深知道 现在还不是庆祝成功的时候 因为这其中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回到驻地之后 杨云和巨远光 以及杨云等人商量了一番 决定分头行动 准备贵重的礼物 拜访于于月朝中 能够说得上重臣 几天后 有人从于月朝中传出消息 经过于月多位重臣激烈商讨之后 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 准备和杨云签署两国结盟的协议 消息传到来的时候 正在院中对坐品查的杨云和巨远光 不由机长相庆 这事进行的也太顺利了 顺利地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事情总算有了眉目 使团众人心情大好 于是 众人决定出去走一走 看看于月各处美景 于月国虽小 受特殊气候影响 有许多远近之名的漂亮景点 例如有一座人手山 这座山山高陵密 山顶上积雪常年不化 山上的雪峰 云海 日出几大景点 十分漂亮 同时 这座大山也是狩猎的圣地 所以成了于月贵族经常游玩的地方 此外 在于月国内 还有一个叫雾岛的地方 这个岛屿常年迷茫雾气 远远望去 就像人间仙境一样 吸引着于月国内外的贵族 络绎不绝地前来游玩 趁着有几天时间的空闲 杨云带着巨远光 姚霞 赤木尔等人 痛痛快快地玩了好几天 好好地舒缓了一下 这段时间来 紧张的心情 姚霞和杨云等人 在各处景点玩了好几天 估计于月皇宫中 应该快要传出消息了 他们便终止了游玩 回到了临时驻扎的小院 姚老板 姚老板 正坐在小院中休息的姚霞 突然听见门外传来一阵响声 他连忙打开小院的大门 只见一个身穿黑衣头戴斗笠的黑衣人 站在大门口 正在一边敲门 一边紧张地喊着 姚霞打开门 让来人进来 那人走进小院之后 连忙一把抓住姚霞 把他拉进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来人摘下头上的斗笠 姚霞一看 这人他认识 此人正是宁王李文科府中的管家 罗管家 原来是你 有什么要紧事吗 这罗管家打扮成如此模样 明王殿下让你们赶紧逃走 女王马上将派兵过来抓你们 罗管家没有回答姚霞的话 急匆匆地说道 罗管家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了 前几天还不是好好的吗 姚霞紧张地问道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明王只是说 让你们赶紧逃走 一刻也不能耽搁 说完 罗管家也不愿意在小院中多逗留 立即带上斗笠匆匆地离开了 事情如此紧急 姚霞当然不敢怠慢 连忙找到杨云等人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总不能因为罗管家的一句话 就全部撤离了吧 还有这好几百人往哪里撤呀 听了姚霞的叙述 性子最急的赤木忍不住说道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 我看我们还是先撤离得好 一旁的巨眼光 接口说道 可是这么多人目标这么显著 我们又人生地不熟 怎么能够撤得了啊 要不 大家跟着我 我们一起打出一都城去 赤木大声说道 哼 打出城去当然不现实 至于撤到哪里嘛 就得问姚大哥了 巨眼光笑着说道 这还是殿下 有先见之明 那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 先撤出去再说吧 姚霞轻轻地说道 众人都是做事干练的人 既然做了决定 就不会拖泥带水 于是 使团中的所有人立即行动起来 将能够带走的贵重东西 迅速收好 而那些笨重不方便携带的东西 则全部放弃 很快 使团中的三四百人 全部离开了他们所驻扎的小院 在姚霞的带领下 匆匆地消失在夜色之中 使团众人刚刚离开 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一群全副武装的愉悦士兵 匆匆赶来 他们将大副使团所住的小院团团围住 一名英姿萨爽的女将 带着一对士兵匆匆地奔进小院 可是不久之后 他又带着手下失望地走了出来 因为小院中一个人也没有了 在离这座小院约一里左右的地方 有一间 看着十分普通的庭院 此时 杨云正趴在庭院中的一棵大树上 手里拿着一个长筒 向他们前不久离开的小院方向望去 而树下 巨远光等人正站在那里 仰头看着树上 向远处张望的杨云 这座庭院 是杨云为了避免意外 让姚霞秘密准备的应急场所 没想到真的用上了 这殿下 真是神奇 用两块琉璃和一个竹筒 做了什么望远镜 居然能看清理一两里外的东西 赤墨看着杨云手中的长筒 惊奇地说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 少主神奇的地方多了去了 可不是你这个盲大汉能够比的 姚霞在一旁笑着说道 看来宁王没有骗我们 女王果然派兵来抓我们了 这是怎么回事 杨云从树上下来 奇怪地说道 一定是有什么变故 先不管它 我们今天晚上先好好地睡一觉 明日 我们再派人到宁王处问究竟 巨远光作为杨云手下第一智囊 浴室总是十分冷静 可是我搞不懂的是 既然女王陛下要抓我们 怎么宁王还会给我们通风报信呢 难道真是 为了喝点高度酒 他连女王的命令 也情愿违抗了吗 姚霞奇怪地说道 哼 宁王也不是那么没有分寸的人 他既然这样做 肯定有自己的道理 管他的 我们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杨云还挺乐观 他呵呵地笑着说道 照我估计吧 女王一定是遇上不可抗拒的因素 所以不得不来抓我们 但是他又不想真的把我们抓到 于是故意让宁王来报信的吧 巨远光想了想说到这些事情 你们好好想 我老赤难得费这个脑筋 我先去睡一觉 需要打架 你们就叫我 赤末没有耐心打这些雅迷 匆匆地离开了 这个老赤 我们也去休息吧 明天应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看着赤末的背影 杨云向身旁几人轻轻地说道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姚霞派出去的人就带回了消息 原来 逾越女王李承英 在和手下几名重要大臣商议过后 终于下定了 要和大夫共同对抗强大的楚国 正当女王 想派人悄悄地 和杨云等人见面签订盟约的时候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名身穿战甲的将军 带着十数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匆匆地来到逾越皇宫门前 不顾门口卫兵的阻拦 大摇大摆地冲进了皇宫之中 皇宫守门的卫兵 看到这名将军 居然不敢阻拦他们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了皇宫 因为 这一群士兵不是逾越人 而是楚国留在逾越的一群士兵 领头的这名将军 正是楚国留在逾越的 一名四品武将 楚国将这一名武将留在逾越 有两个目的 一是催促逾越越 每年准时为楚国准备 各种进贡的物资 另一个目的 楚国人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越越的官员都知道 就是用来监督越越军民 要将越越人反抗楚国的行动 扼杀在萌芽之中 这名楚国的四品武将十分嚣张 根本看不起越越的军民 甚至连女王的面子 有时都不愿意给 他们进出皇宫 随时全副武装 根本不予通报 直接闯进来便是 使得越越军民敢怒不敢言 这一次 这名将军进入皇宫 就是来找女王问责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从哪里得到消息 说是大副皇子来到逾越 这名楚国的将军 进入皇宫之后 根本不愿意 听皇宫中众人的解释 立即向女王李承英提出要求 让他马上派兵 将杨云等人全部抓起来 无奈之下 女王只得下令 命令逾越进军马上出动 包围杨云等人所在的小院 要将他们全部抓住 可是女王也知道 一旦杨云等人被抓住 楚国是不可能放了他们的 这样的话 逾越就会彻底触怒大夫 两国结盟就会化为泡影 而逾越想摆脱楚国的压迫 就不知何日才能实现 想到这里 女王像站在他下手的 宁王李文科 使了个眼色 宁王李文科 素来和女王相当默契 他当然能领会女王的意图 于是 宁王找了个机会 悄悄地把消息传递了出去 所以便有了 罗管家送信的一幕 第139章 撤离 这消息让使团众人 陷入沉思之中 如今这局面 不光是初始任务 几乎没有了成功的可能 很可能使团所有人 连活着离开于悅的机会 都没有了 唉 人算不如天算 眼看事情就要成功了 没想到却在这时候呗 巨大哥 姚大哥 你们素来办法多 看看我们 现在应该怎么办 杨云将双手一摊 有些无可奈何地说道 唉 现在这情况 于悅也不敢再和我们结盟了 时间久了 为了向楚国表忠心 于悅人还很可能 把我们出卖出去 所以我们现在得赶紧撤走才行 姚侠想了想说道 那就撤吧 趁现在于悅还不想和我们翻脸 我们撤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一向足智多谋的巨远光 现在也没有了办法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 数辆马车向于都城南门来 每辆马车的前面 都坐着一个驾车的车夫 而马车后面 还跟着一群手持刀剑的近装汉子 站住 你们是干什么的 刚到达城门口 一个守门士兵就一声大喊 拦在车队前面 几位官爷 我们城东正风镖局的 我们要押送这趟镖到楚国去 一个独臂汉子走到领头军官面前 悄悄将一定银子塞到他手上 这军官不动声色地将银子塞入袖中 脸色变得好了许多 低声说道 要是前几天 我们可以直接放你们走 但现在上面要抓福国人 我们只有搜查一下 不过你放心 例行公事而已 应该的 应该的 独臂汉子满脸堆笑 让后面的人将一辆辆马车帘子打开 等待守门士兵检查 在这军官示意下 几名士兵来几辆马车旁边 胡乱翻看一翻 军官将手一挥 领头的独臂汉子 攻身向这名军官打了个招呼 连忙让手下人驾着马车向城外行去 看着一辆辆马车缓缓驶出城门 这独臂汉子长出一口气 迈开步子 准备跟着队伍往出走去 站住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大喊 这独臂汉子转头看去 只见一对士兵匆匆而来 发出喊声的 正是这对士兵前面的将领 楚国人 这些家伙怎么来了 独臂汉子皱了皱眉头 余悦军官问道 这些人是城东正风标局的 我们已经检查了他们的马车 没有什么异常 守门的余悦军官回答道 这标队大概有一百多人吧 还带了这么多的兵器 不行 我们得再检查检查 不能让大副的皇子 混在标队里面逃出去 领头的楚国军官说完 将手一挥 他手下的楚军士兵立即兴领神会 冲过去将标队团团围住 仔细地查看着 标队的每一辆马车 和每一个押标的标师 标队中领头的这名独臂汉子 正是姚霞 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看着这些正在搜查的楚军 但那只仅存的右手 却有意无意地 靠近腰间大刀的刀柄 对于姚霞而言 自己暴露了无所谓 大不了一死 可是 少主现在隐藏着标队里边 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 姚霞是怎么 也不会原谅自己的队伍的后方 有一个魁梧的汉子 正是负责保护杨云的赤目 他见楚军离自己越来越近 嘴中轻哼一声 准备去拿他 放在马车中的长锤 这时 他的耳边突然传来两声 轻壳之声 心领神会的赤目 立即停止了自己移动的步伐 发出咳嗽声的 正是一直站在赤目旁边 伪装成一个烫子手的杨云 他见赤目沉不住气 有要暴露的危险 只得故意用咳嗽声提醒赤目 还好 这个一向鲁莽的家伙 这一次 总算没有给自己招来麻烦 这群楚国士兵 将标队每辆马车 领头的楚国将领 听到手下士兵的报告之后 又来到标队跟前 向标队打量了一番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你们是鱼跃人 还是其他哪个国家的人 这趟标你们要压到哪里 这名楚国的将军 向姚霞问道 禀报大人 我们是鱼跃人 我们这趟标 要压到楚国的灯州去 姚霞恭敬地朝这名 楚国将领说道 从渝都到楚国的灯州 足足有1500多里吧 这一路上有好几股土匪 你们能够顺利地 将东西送到目的地吗 这名楚国将领 又向姚霞问道 禀报大人 路程没有那么远 我们走的是 熟悉的道路 大概只有112两里左右 至于危险 一路上的朋友 倒还给我们 正风标局一些面子 近年来 我们几乎没有遇到 什么不长眼的小贼 姚霞又陪着笑说道 姚霞四处闯荡多年 对处理这些事情很有经验 对对方的提问 应答得很自然 你们这趟标送到灯州 要交给谁啊 我在灯州待了好些年 好多名人 我都还认得看 是不是我熟识的人 这楚国军官又说道 我们这一次的标车里边 拉的是陶瓷和一些仇部 这是灯州城城西 刘大成刘元外 要求我们帮助运送的东西 为了不引起 这领头的楚国将军的注意 姚霞陪着笑脸 大声地说道 哦 是送给刘元外家的货 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走吧 这名楚国将领 问了好几个问题 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于是只得挥手让他们离去 听了这名楚国将军的话 化妆城标队的使团中人 都尝出了一口气 队伍又缓缓地 向于都城外行去 转眼间 整个队伍全部走出城门 朝远处缓缓行去 领头的楚国军官 看着逐渐远去的队伍 队伍后方 一个推着小车青年的 引起了这名将军的注意 这名楚国将军 向着这青年的背影 忘了好半天 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立即大声喊道 他们是福国人 快点抓住他们 这名楚国将军 正是此前在巡洋关大战之时 负责押运资重的 楚国贵族赵阔当时 赵阔押运的资重物资 在经过巡洋关 和巡洋城之间的山道之时 被杨云率领的 大副军队袭击 赵阔虽然在这场战斗中 保住了性命 但是丢掉了大量的粮草 和资重物资 本来楚王赵元让 是要让这赵阔下狱的 但是楚国皇族许多长辈 在楚王赵元让面前 向他求情 楚王赵元让 终于网开一面 把他派到逾越 让他负责催收逾越 每年按时缴纳贡品 同时 监督逾越军民 不让他们串联起来 造楚国的反 这赵阔本是 新高气傲之辈 他一直认为 自己自幼熟读兵书 对古往进来的 一些重大战役 耳熟能详 应该成为一名 能独党一面的大将军 结果现在 被发配到这小小的逾越 赵阔认为 自己之所以有现在的遭遇 都是因为福国的 十三皇子杨云 用卑鄙计量 导致自己丢失粮草 和资重所致 所以他一直对杨云 耿耿于怀 这一次 听到自己暗中 收买逾越官员 传递出来的消息 说是大福十三皇子杨云 已经悄悄潜入了逾越 听到这一消息的 赵阔十分高兴 他认为自己 报一件之仇的机会来了 同时 赵阔又想到 自己此次若能抓住 这福国的皇子 那就是大功一件 楚王一定会自对 自己重重的奖赏的 那时候 自己又可以有机会 马上派人去捉拿杨云等人 可是逾越女王 派出去的禁军 却扑了个空 不仅这样 逾越女王李承英 还质疑他消息的来源 认为大福皇子 不可能跑到 相隔几千里外的 逾越这样的小国家的 逾越女王的话 让赵阔心里 气得牙痒痒的 根据他得到的消息 说是可逾越女王 已经见过了 这福国的十三皇子 可是 他现在矢口否认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赵阔也无可奈何 哼哼 等我抓住了 这大福的皇子 到时候证据确凿 我看你李承英 还如何狡辩 到时我想让你怎样 你就得怎样 赵阔一直垂涎 逾越女王的姿色 想到这些 他脸上就露出了 猥琐的笑容 看着飙车队伍 后面那个 推着小车的身影 赵阔总觉得有些熟悉 但是他始终没有想出 这人究竟是谁 眼看着飙队越行越远 赵阔突然反应过来 这人不正是自己 一直想抓的 福国十三皇子杨云吗 当日 杨云死守扶封城 接近一个月 虽然楚国人 最终没有攻下城池 但是许多楚国兵将 都远远见到过 站立在城头上的杨云的身影 对他留下了 十分深刻的印象 这时 手下的楚国士兵 听到赵阔的喊声 立即手持刀剑 向杨云等人奔去 化妆成标队的 大福侠团中人 知道行踪已经暴露 于是 他们也拿起手中的兵器 一边和楚军厮杀 一边向远处 撤去自己所带的士兵 人数虽然比大福的人多 但是由于大福将士 汉不畏死 又不愿意和楚国人缠斗 一有机会 就往远处撤离 所以 转眼间就有许多大福士兵 突出了楚军包围圈 第140章 被困密林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走了福国皇子 你们就准备在楚军的屠刀下 苦苦哀求吧 剑守门的将官 站在一旁远远地 看着这场打斗 并没有参与其中 赵阔气愤的吼道 城门口负责守卫城门的军官 听到赵阔这样一说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将手一挥 招呼手下士兵 向战场冲去 有了这些愉悦士兵的加入 大幅将士们的压力立即增大 刚刚本来已经有 突出重围的迹象 现在又重新被对方压制住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们得想办法尽快突围 如果他们的大部队赶来了 我们就只有束手就擒了 杨云一剑 将靠近自己身前的 一名楚国士兵刺斗 一边对身旁的姚霞说道 姚霞也一边和敌人缠斗 一边大声说道 你们跟着我走 我才不相信 这些楚国人 能抵挡住他家赤爷爷的大锤 赤木尔一边大喊 一边举起长锤 向楚国士兵狠狠地砸去 其他的大副士兵 见赤木尔如此勇猛 顿时士气大增 嗷嗷地叫着 向敌人拼杀而去 尽管 大副将士豁出了性命 想要杀出重围 但是照顾带来的楚国士兵 也是曾经上过战场的老兵 他们作战能力也十分强 再加上身旁有愉悦士兵的协助 大副将士被他们狠狠地压制住 大副士兵死伤了好多人 但仍然没有突出重围 这时 于都城中远远传来人海马斯的声音 显然 于都城中已经有援军 正在匆匆赶来 难道今日会死在这里 可是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有著作 死得真不甘心啊 拼尽全力地和敌人厮杀杨云已经觉得 手臂酸疼了 但是依然没有突出敌人的包围 正在这时 远方的丛林中 远方的密林中 忽然传来了喊杀之声 一群手拿刀枪的人 突然从前方密林中冲了出来 很快到达战场之上 向围住杨云等人的楚国和愉悦人杀去 好了 我们的援军到了 兄弟们 加把劫 我们赶快杀出去 姚霞见到密林中冲出来的人 大喜过望 立即大声喊道 这些从林中冲出来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先期从余都城中撤出来的巨远光等人 他们撤出于都城之后 埋伏在城门外不远的这片密林之中 见到杨云他们有危险 巨远光便带着这些大副士兵冲了出来 对方居然还有埋伏 这显然出乎了楚国和愉悦士兵的预料 猝不及防之下 他们的包围圈被打开了 一个大大的缺口 两队大副士兵立即通过这一缺口会合在一起 很快摆脱了楚国和愉悦士兵的包围圈 冲入了前面不远的密林之中 建筑熟的鸭子居然飞了 赵阔当然不肯甘心 他立即让城中赶来的愉悦士兵和自己 一起到林中去追赶杨云等人 可是这片林子的面积实在太大 赵阔手下的楚军士兵人数并不算多 而被他逼着和楚国士兵一起搜索杨云等人的愉悦人 对于搜索的行动只是敷衍了事 所以赵阔等人花了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将藏在林中的杨云等人找到 反而在寻找过程中不断受到大副士兵的偷袭 气得赵阔暴跳如雷 气急败坏的赵阔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脸上露出狠粒之色 他招呼身旁众人让大家全部撤出这片蜜铃 然后派手下士兵将林子团团围住 给我放火烧死他们 赵阔看着这片宽阔的蜜铃 狠狠地说道 大人 这片林子的面积很大 里面有很多珍贵的药材 还有许多 珍稀的动物 这些木材也是制作各种家具的好东西 烧了是不是有些太可惜了 一名逾越的官员向赵阔说道 你们逾越有那么多的山 有那么多的林子 这一片树林算什么 只好将一个个火把向林中扔去 这个世界由于天气 十分寒冷 林中有许多枯树枝 随着一只只火把被扔入了林中 不一会儿 蜜林中便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随着火势的不断蔓延 林中有不少的动物 无法忍受 烈火中的高温纷纷从林中冲了出来 但是 有一个情况和赵阔预料的完全不一样 躲在林中的大副士兵 居然没有被这一场大火逼出 呵呵 你们既然不想出来 那就等着被烧死在里边吧 也省得我 再动刀枪了 赵阔看着燃着熊熊大火的蜜林 冷冷地说道 这一场大火一直燃烧了七八个时辰 从下午十分一直燃到第二天天亮 为了避免大副士兵从林中逃出 赵阔一直让人将这片蜜林团团包围 到了第二天 由于可以燃烧的物品已经燃烧得差不多 火势慢慢减小 最后终于慢慢熄灭了 看着被烧得焦黑一片的林子 围在林边的愉悦士兵 脸上露出心疼和愤怒之色 但是在强大的楚国的威胁下 他们只得选择了忍气吞声 见这场大火已经完全熄灭 赵阔立即命令两国士兵冲入林中 准备搜索藏在林中的大副士兵 这些士兵在林中小心翼翼地搜寻了很长时间 却没有发现一个大夫人的影子 他们还长了翅膀不成 大家仔细搜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不能让一个大夫人从这里逃出去 赵阔大声地喊道 指挥着楚国和愉悦的士兵 不断地扩大搜索范围 在这片林子的西南方向 一对愉悦士兵正在小心翼翼地搜索着 突然从林中冲出许多浑身黑漆漆的人 这些人一看到这些愉悦士兵 就立即大喊着向他们冲了过来 领头一个手持长锤的大汉 特别勇猛 赶在前方的士兵一个照面 就有几个士兵被他的长锤砸倒在地 这一群浑身糊的漆黑的人 正是藏于林中的杨云等人 他们在藏于密林中之时 借助林中的地形多次躲过 楚国和愉悦士兵的搜索 到最后 赵库让人放火 看着火势越来越大 杨云等人也没有了 其他好办法 于是决定冲出去 争取杀出一条血路 但就在这时 他们意外发现了林中的一片空地 这空地之中 有一个很深的坑 足足可以容纳好几百人躲在里边 由于天气比较寒冷 这坑中还有一些没有融化的积血 杨云等人看到这一个深坑 立即高兴起来 看来是天无绝人之路 老天爷还是给他们留了一个 可以躲藏的空间 杨云让所有大副士兵 都藏于这个深坑之中 然后又命人把深坑四周 可以燃烧的东西全部清除 三四百大副士兵 躲在深坑之中 一直等到火势减小 他们才从深坑之中爬了出来 这些愉悦士兵 本来就不想与大副人为敌 这时又见敌人如此勇猛 哪还原一直的守在那里 于是他们向四周散开 给大副士兵 留出了一个可以撤离的口子 见愉悦士兵散出了一个口子 杨云等人十分高兴 立即带领着手下士兵 从缺口处冲了出来 很快 杨云等人冲到林子的边缘 结果看见四周围了不少 楚国和愉悦的士兵 兄弟们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只有拼了 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都会死在这里 此时已经没有了其他办法 杨云大喊一声 拿起手中长剑 率先向敌人冲了过去 其余的大副士兵 见杨云冲在了第一个 也纷纷叫嚷着 朝敌人杀去 这个时候 由于有许多士兵 正在林中搜索杨云等人 所以 围在林子四周的人数 就有些偏手 围住林子的愉悦士兵 见大副人突然 从林中冲了出来 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本来就不愿意恋战的他们 很快就被大副士兵 突破出一个口子 很多大副士兵 从这个口子 冲出了包围圈 赵阔正带着人 在林中搜索杨云等人 却发现一群人 突然冲出 突破了包围圈 气急败坏的他 马上带着手下士兵 紧紧追赶 可是由于相隔比较远 等赵阔带人追出来的时候 有许多大副士兵 已经逃出了包围圈 而剩下一些大副士兵 剑口子已经被敌人封死 没有机会再逃出去 转身又逃回 被烧的一片狼藉的林中 借助林中复杂地形 与敌人周旋 气急败坏的赵阔很不甘心 立即把人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继续搜索 藏在林中的大副士兵 而他自己 则带着一大队士兵 朝着这些逃出的 大副士兵离开的方向 追距在一个 相对隐蔽的山崖之下 杨云带着逃出来的 大副士兵 正在这里休息 这一次 跟着杨云一起逃出来的 大副士兵 足足有二百多人 但是仍然有近一半的人 要么被对方抓住 或者杀死 要么还在密林之中 和敌人进行周旋 杨云坐在一块石头之上 不停地向他们 大家来的方向望去 因为负责断后的 姚霞等人 还没有跟上来 在撤退的途中 杨云让人沿途留下记号 相信姚霞等人 看到记号 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但现在时间 已经过了很久 姚霞他们还是没有出现 杨云心中万分焦急 这一个为自己 丢掉一只手臂的汉子 一次又一次 在危难之中 拼死保护自己 在杨云的心中 已经把他当做 自己的亲人了 他不希望姚霞 出现任何意外 第141章 兄弟 与此同时 姚霞正领着 剩下的大副士兵 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转 杨云他们撤离的时候 姚霞和一部分士兵 走在最后 为前面的兄弟断后 当前面的200多人 成功撤离之后 匆匆赶来的赵阔 带领手下士兵 封住了这道口子 姚霞见直接冲出去 没有机会了 于是干脆带着 剩余的大副士兵 退进林子里 借助林中复杂的地形 与敌人周旋 见这100多大副人 已经成了瘟中之鳖 赵阔彻底放下心来 于是他留下一部分人具 继续围剿姚霞等人 而他自己 则带着一部分士兵 朝杨云等人 撤退的方向追去 姚霞带着剩余的大副兄弟 利用林中的残痕断臂 竭尽全力地和敌人周旋 由于林中许多树木 已经被烧得漆黑 失去了隐蔽的作用 所以姚霞等人 尽管拼命地想躲过敌人 但是还是好几次被敌人追上 他们又一次又一次地 拼尽全力和敌人搏杀 终于一次又一次地摆脱敌人 但是这些大副士兵付出的代价 还是很高的 一次一次地撤退 不断有兄弟 自愿留下来阻击敌军 但全都没能再回来 所以 留在姚霞身边的大副士兵 越来越少 几场战斗下来 姚霞身边的大副士兵 已经从原来一百七八十人 到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半了 幸好 这时天色逐渐黑了下来 大家靠着夜色的掩护 他们终于暂时 都拖了敌人的追踪 可是没有休息到多长时间 楚国和逾越的这些士兵 就像闻到气味似的 很快就追了上来 没有办法 这些大副士兵 只好拖着又恶又累的身体 拼命地朝前跑去 尽管 大家已经拼尽了全力 但是由于四周的敌人实在太多 最后 姚霞和手下众兄弟 仍然被敌人团团围住了 兄弟们 看来 今天我们是没法活着走出去了 横竖是个死 跟他们拼了 杀一个狗本 杀两个还赚一个 姚霞见没有机会冲出去 索性停了下来 对身旁的大副兄弟 大声喊道对 跟他们拼了 我大副儿郎 没有脑肿 杀死这些狗 娘养的 让他们看看 我大副男的血性 爷爷我早就 看这些家伙不顺眼了 什么都不说了 我们冲上去 干他们 在这个关头 众大副士兵都豁出去了 他们一边大声叫嚷着 一边向围住他们的敌军冲了过去 战斗很快打响了 喊杀声 惨叫声 兵器撞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在这片密林中 此起彼伏 几乎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人倒在地上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很多刚才还活蹦弯跳的兄弟 转眼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姚霞的眼中喊着热泪 他自言自语地喊道 兄弟们 你们不愧是我大副的儿女 都是英雄好汉 黄泉路上 兄弟们等着我 我马上来了 说完这话 姚霞拿着手中 已经被鲜血染红的长刀 眼中露出决然的神情 一边大喊着 一边朝敌人冲去 此刻的大副士兵 早已杀红了眼 剑带领他们的将军 已经带头冲了出去 他们也没有任何犹豫 一边大声叫嚷 作为自己骨气 一边以最快的速度 向敌人冲去 又有许多兄弟 倒在了血泊之中 姚霞彻底绝望了 他抬起头 看着大副所在的方向 少主 我姚霞无能 今日没法冲出敌人的重围了 但是这一切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 等到来生 我姚霞还要跟着您 杀光这些狗 娘养的东西 姚霞向着大副的方向 举起手中 打断了姚霞的动作 他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在摇曳的火光中 他看到有一群人 正在向围着他们的敌人 发起猛烈的攻击 姚霞仔细一看 这些人不是 刚刚已经逃出去的兄弟们吗 而冲在最前面一个英俊的年轻人 不正是杨云吗 少主 你这是何苦啊 为了一个下人 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吗 姚霞喃喃地说道 眼中流出了热泪 兄弟们 殿下亲自来救我们了 大家再鼓一把劲 跟着我冲出去 姚霞一挥手 抹了妈脸上 不知是血水还是泪水的液体 挥动已经酸疼的手臂 拼了命地朝敌人冲去 姚霞看得没有错 来的人正是杨云和之前 已经逃出去的大副士兵 杨云在山崖下等了许久 姚霞还是没有出现 和姚霞一起的一百多大副的兄弟 也没有一个人出现在大家眼前 眼看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杨云再也不想等待了 他猛地站起来 大声说道 兄弟们 我们已经安全地逃出来了 但是还有一百多兄弟 为了掩护我们 没能逃出来 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 去救被困的兄弟 我们愿意 杨云的话音刚落 身边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殿下 您是我们这一群人的领袖 您不能亲身涉险 您和使团中的文官留下 我和兄弟们去救姚大哥他们 这时杨云身边有一个人大声说道 杨云转身一看 原来是巨远光 巨大哥 你说的什么话 自己的兄弟被困 我在后面当缩头乌龟 我杨云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要死大家一起死 杨云坚决地说道 要他留下来 但是都被他坚决地拒绝了 这一次 跟随杨云逃出来的大夫兄弟 有两百多人 所有人都大声叫喊着 愿意和杨云一起杀回去 救自己的兄弟 最后 经过一番争议 大家终于决定 留下重伤的兄弟 和使团中的文官 其余的都返回去救下姚霞他们 大家一路紧赶慢赶 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候赶了回来 一帮围住姚霞等人的楚国 和愉悦士兵 做梦也没有想到 本来已经逃出包围的大夫人 在包圈撕出了一个口子 所有人没有任何迟疑 大声叫喊舟 朝着密林中 正在厮杀的方向冲去 两股人会在一起 大家都非常高兴 满以为已经阴阳相隔的兄弟 现在居然还能见面 这时候 大家心里都有好多想说的话 但是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时候不是交谈的时候 所有的大夫士兵都十分有默契 他们没有做任何停留 一起拿着手中的刀枪 向猛虎下山斑 向敌人冲了过去 这时候 所有的大夫士兵已经忘记了生死 他们飞快地向包围住 他们的敌人冲去 用近乎搏命的方式 和敌人站在一起 一个身体瘦弱的大夫士兵 眼看着对方一名士兵的长剑 朝自己胸前刺来 筋疲力尽的他 已经没有了躲闪的机会 所以 面对对方刺来的长剑 他干脆选择了不闪不闭 任凭对方的长剑 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而与此同时 他手中的长刀顺势一抹 攻击他的楚国士兵 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脖子上已经溅起了一片血化 还有一名大夫士兵 他的脑袋已经被敌人削去了半块 早已没有了气息 但他的双手 却死死地将敌人抱住 攻击他的对手费了很大的劲 也没有将他的手掰开 这时身后的一名大夫士兵 趁机一刀 结果了 这个被抱住的楚国士兵 有许多大夫士兵 身上已经电体鳞伤 浑身是血 但是他们 好像没有感觉似的 仍然拿起手中的武器 拼命地朝敌人砍杀而去 看到这一群 不要命的大夫士兵 围住他们的楚国和逾越士兵 都震惊了 这一切让他们感到胆寒 觉得自己双腿在颤抖 在巨大的恐惧面前 这些包围大夫士兵的敌人 终于开始退缩了 他们开始向后退去 立即向各个方向撤去 见面前的敌人 已经被逼得节节败退 留出了一条 可攻他们冲出去的口子 这些大夫的士兵立即高兴起来 他们立即拼尽全力 朝旁边的一条山道上奔去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楚国和逾越士兵 虽然人数占优 但是在这一群 汗不畏死的大夫人面前 他们终于开始打寒了 两百多大夫士兵 又以几十兄弟的生命为代价 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圈 借着夜色的掩护 向远处飞快地撤退着 后面的两国士兵 心中十分矛盾 有心追上去 但大夫人的汗勇 已经让他们没有了勇气 特别是逾越士兵 本来就不愿和大夫为敌 迫于楚国人的压力 他们才勉强参与了这次战斗 当然不肯和大夫人拼命 但是 他们又担心 放走大夫人 会激起楚国人的怒火 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下 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杨云等人在前面跑 后面的敌人 不远不近地掉在后面 杨云等人想甩掉敌人 但是后面的逾越人 借着对地形的熟悉 总能远远地跟在后面 而逾越士兵 又不愿意和大夫人厮杀 所以也不愿意将巨一拉近 这样的情形 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双翼追一逃 持续了很长时间 正当杨云等人 准备想出办法摆脱敌人的时候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前方不远处 传来了人喊马斯的声音 不一会儿 一对手持火把的人 出现在众人眼帘之中 借着火风 杨云看清了来的这群人的面容 不由得头皮发马 因为来的正是赵阔 和他手下的处兵 第142章 杨云的决定 兄弟们 不能再往前走了 大家赶快跟着我 朝右边这条小道车 杨云在带人来救摇侠之前 就沿途观察了道路 寻找在关键时候 能够逃生的途径 没想到 现在真的派上了用场 杨云领着剩下的大副士兵 顺着小道朝前奔去 小道虽然隐蔽 但他的道路狭窄 最多可以容两个人并排通过 所以杨云带领的这200多人 队伍被拉得长长的 见杨云还想逃跑 一心想抓住他的赵阔 怎能善把甘休 匆匆地把两部分人 汇合在一起之后 他便以最快速度 带着人朝小道上追去 这么多人走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 速度当然快不了 不一会 楚国和逾越的士兵 就追上了大幅的队伍 从他们后方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少主 你快走 我带些人在这里断后 见敌人追了上来 姚霞来到杨云旁边 急切地对他说道 这怎么行啊 我们一起从无限出来 就要一起回去 杨云心中十分感动 但语气却十分坚定 少主您说的什么话 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只有你活着 才有机会给兄弟们报仇啊 姚霞一边说着 一边把杨云往前方推去 殿下 姚大人 你们俩就不要争了 你们都赶紧撤 让我带着受伤的兄弟守在这里 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杨云等人转身一看 只见说话的是一个黑兽的青年 这青年杨云认识 他叫成二牛 是杨云上一次出使流仪 经过泉州时认识的 当时 杨云用自己高超的医术 治疗好了一个 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 而晕倒的老人 而这老人的孙子 就是成二牛 成二牛四一家人 世代生活在泉州 父母去世的早 救他和爷爷一起相依为命 所以 和他爷爷的感情很深 一个来自皇城身份高贵的皇子 居然会亲自动手 救了自己爷爷 一个身份低贱的老人 这一切 让成二牛就得不可思议 也十分感动 所以 自打那一天起 成二牛就将 杨云当作他一家人的恩人 当日 杨云在船上有危险 他第一时间跑去向杨云报信 后来 杨云脱险之后 曾给成二牛许多财物 并希望他跟着自己 但成二牛因为牵挂年迈的爷爷 所以没能与杨云同行 后来 杨云等人回到西京城后不久 成二牛的爷爷就因病去世了 在离世前 这个淳朴的老人 还在向孙子交代 一定要报答这位 对他们一家人有大恩的皇子 安葬好爷爷之后 成二牛便卖了全家所有的东西 独自向西京城行去 成二牛一路历经艰险 终于来到位于西京城的吴王府 成了杨云手下一名护卫 后来 这成二牛还和杨云一起去参与了 与楚国的战斗 在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现在 他已经是杨云手下一名 作战十分骁勇的百夫长了 殿下 二牛已经受伤 留在队伍里 也会拖大家的后腿 让我来断后 好让其他兄弟们安然离去 成二牛诚恳地说道 对 我们都已受了伤 跑也跑不快 如果被他们抓住 还是只有死路一条 还不如现在留下来 和他们拼了 又有一些伤员 并在杨云身旁大声说道 不行不行 丢下兄弟们独自逃生 这样的事情 我杨云不会做 要死 我们就死在一起 杨云坚决说道 殿下 没时间了 您快撤吧 您再不走 二牛就死在你面前 反正如果没有招过好殿下 就是到了九泉之下 爷爷饶不了我的 成二牛抽出腰间短刀 激动地说道 还请殿下 听兄弟们的 您先离开这里吧 您再不走 我们都死在您面前 身旁二十多名受伤的 大副士兵一起喊道 并不约而同地 把腰间的短刀 靠在了脖子上 好 我走 杨云狠狠地喊道 泪水马上磨合了 他的眼睛 继续留在这里 只能徒增伤亡而已 杨云其实一直明白 这个道理 但他始终割舍不下 这些在危险面前 不离不弃的兄弟们 但现在 他不得不走了 他一转身 在这二十多个 主动留下的伤病面前 跪下 大声说道 兄弟们 保重 杨云走了 说完 杨云狠狠地抹了一下 脸上的热泪 立即站起来一转身 头也不回地 向远方奔去后方的 大副士兵 跟在杨云后面 顺着狭窄的山道 飞快地朝前奔去 这一条小道道路狭窄 很不方便赶路 但是对于留下的 承二牛等人而言 却是足底敌人 最好的地方 这二十多名 主动留下的大副士兵 借助着狭窄的道路 将赵阔所带的士兵 硬是挡在山道上 两炷香的时间 这时间虽不算长 但足够让杨云等人 摆脱紧紧追赶的敌人了 当然 他们付出的代价 也是惨重的 这二十多个 本来已经负伤的大副勇士 把他们的生命 丢在了这一国他乡 承二牛倒在地上 已经没有了一丝生命气息 但是他的脸上 却带着笑容 也许 此时的他 已经在天国和他的爷爷 和他早逝的父母相遇了吧 杨云带着剩下的大副士兵 成功逃脱之后 现在山中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藏了起来 次日天亮之后 杨云派出人向四周侦查 没有发现追兵的影子 他们才悄悄地走了出来 回到山崖之下 和留在那里的文官和商员们会合 现在 赵阔带着士兵 还在四处搜索他们 这山崖之下 也不算太安全 杨云和众人商议之后 决定把整个队伍 先撤到他们以前去过的人手山 因为这地方山高灵密 还有许多天然形成的峡谷和山洞 是个隐藏踪迹的好地方 躲在那里短时间内 是不会被赵阔等人发现的 杨云领着200多多大副士团成员 在人手山的一个山洞中 待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 他们不断派出人手 到外界打探消息 今天 前方终于传来消息 说是赵阔带人在附近山区 寻找了杨云等人 几日都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无奈之下 他只好带着人回到了渝都城 但是他通过女王李承英传出命令 让渝越国内各处关卡 加紧盘查过往行人 如果发现杨云等人的线索 立即上报 并且 赵阔还向女王表示 这一次 如果不能成功地抓到杨云等人 他会向楚王报告 建议楚王对渝越这一次的行为 进行惩罚 女王李承英 尽管心中十分愤怒 但是为了渝越百姓的安全 只得听从赵阔的命令 派人搜捕杨云等人 得到这一情况之后 杨云把使团中一些重要人物 召集在一起 与他们共同协调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 众人形成了几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大家原路返回经过郑国 绕到楚国和郑国交界的一段 狭长路段 原路返回大福 但这一路 渝越和楚国的关卡比较多 有一定的风险 第二个方案 离开渝越向东北方向前行 绕过郑国和楚国的地盘 穿越一片大山之后 到达领海的韩国 然后从韩国 绕到回到大福 这一路相对安全 但是路程十分遥远 将绕行接近三倍的路程 还有人干脆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 整个队伍化整为零 进入楚国腹地 穿越楚国 直接回到大福 这一条路最近 但要在楚国境内行很长一段路 甚至还要经过楚国王城楚阳城 风险特别大 平心而论 这三种方案都有可取之处 所以使团中众人 为此争论不休 谁也没有说服谁 无奈之下 大家只好停止争议 看着坐在上手的杨云 等他拿最后决定 见众人都看着自己 杨云沉思一会儿 然后说道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见所有人都停下来 等待自己继续讲下去 杨云便讲起了心中的这个故事 在离我们这里很远的地方 很久以前 有一个叫大汉的国家 这个国家十分强大 在大汉国旁边 有一个叫匈奴的游牧民族民族国家 国力虽然没有大汉那么强 但是 这个国家的百姓十分好战 经常进入大汉国境 抢夺老百姓的东西 给大汉带来了许多麻烦 大汉派出许多兵马去攻打他们 他们又跑得远远的 没办法 当时的大汉国国王 派出一个叫班超的使臣 让班超去联络 匈奴旁边一个叫善善的小国家 准备和这个小国家联盟 一起攻击匈奴 班超到了善善国 善善国王最初对他们十分热情 接待他们的礼节非常完备 但是没过多久 善善王忽然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 变得疏远懈怠 到最后 他甚至派兵监视班超 班超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切 立即派人去打探消息 结果很快有人回报 说是匈奴也派了一个使团到了善善 善善王有意和匈奴结盟 得到这消息之后 班超立刻召集大家商量对策 班超说 只有除掉匈奴使者 才能消除善善人的疑虑 使两国和好 可是班超他们人马不多 而匈奴兵抢马撞 防守又严密 于是班超又说 别看匈奴人多 正所谓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我们乘着夜色去匈奴人的营地 偷偷放把火 然后趁乱把匈奴使者全杀了 再提着人头去见善善王 断了他的念想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这天深夜 班超带了士兵前到匈奴营地 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拿着战鼓躲在营地后面 一路手持弓箭刀枪埋伏在营地两旁 见大家已经做好准备 班超一声令下 士兵们一面放火烧帐篷 一面击鼓呐喊 匈奴人大乱 结果全被大火烧死 乱箭射死 善善王明白真相后 没有了别的选择 只得和班超言归于好 和大汉签订了盟约 第143章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杨云的这番话 让在场所有的人陷入了沉默 殿下 您讲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还没有说 我们下一步究竟怎么办 赤墨见大家半天没有说话 忍不住问道 呵呵 你不是喜欢打架吗 马上又有机会 让你痛痛快快地打一场了 一旁的巨眼光 笑着对赤墨说道 好一个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少主 就照你说的办 老姚我要去宰了这帮畜生 为我死去的大副兄弟报仇 无数的兄弟就在自己眼前倒下 姚霞恨不得将这一帮楚国人 碎尸万段 我们听殿下的 反正这一次 就算侥幸活着回去 没有完成陛下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也无脸 回去见他老人家 使团中的一些官员 也接口说道 虽然还有一些人 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见大家都这样决定了 于是就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 还是于都城南门 使团众人化整为灵 他们装扮成农夫 商人 侨夫 猎人 甚至是乞丐等等不同身份 向于都城内行去 于都城门盘查得很严 但主要是针对出城的人 对于进城的人 他们倒是没有仔细检查 只是草草地查看一下 便放大家进了城 进城之后 众人按照先前的约定 在姚霞之前 秘密购买好的一处宅院中 悄悄地会合 等待夜色的降临 赵阔近段时间的心情很不好 大夫皇子千里迢迢地送上门来 给自己报仇血恨的机会 也给自己立功升官的机会 可如今 主书的鸭子居然飞走了 赵阔坐在住所的大厅中 地上扔了好几个杂碎的杯子 一旁的仆役丫鬟 吓得胆颤心惊 低着头连大气也不敢出 没有人再敢劝他一句 因为他最信任的管家 好言安慰了他几句 却被他让人打得皮开肉绽 就在这一天时间内 赵阔就往逾越王宫跑了好几趟 督促逾越女王李承英 迅速在全国内发布海埔文书 一定要将这福国的十三皇子 捉拿归案 派出了这么多人 居然没有抓住这区区的几百个福国人 想到这里 赵阔就觉得心中窝火 他抓起面前的一个酒杯 就将杯中一个逾越官员 赠送的福国高度白酒一饮而尽 与此同时 赵阔锁住的府邸门前 来了好几个一手拿棍棒 一手拉拿破碗的乞丐 在府邸门前向守门的卫兵乞讨 几位兵爷 晓得几人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你们就发发善心给几个小钱 让我们买两个馒头冲冲鸡吧 乞丐伸出漆黑的手 向守门的卫兵走来 滚开滚开 这里岂是你几个乞丐 能来乞讨的地方 告诉你们 这个地方即使你们愉悦女王来了 也得恭恭敬敬敬 守门卫兵露出厌恶的神情 几位兵爷 你们就行行好吧 我们几个都快饿死了 几个乞丐仍然不肯罢休 继续向这些守门卫兵祈求道 滚开 滚开 几个守门的卫兵显然不耐烦了 其中一个卫兵拿起手中的长枪 就想离他最近的一个乞丐刺去 这名乞丐吓得就递得一滚 躲过了这名士兵刺来的长剑 几名乞丐见守门的卫兵动真格的了 不敢在这里逗留 扶起倒在地上的乞丐 狼狈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在夜色中谁也没有注意到 刚才倒地的那名乞丐 将一个拳头大的香炉掉在了地上 而这个香炉中 此时正向外飘出淡淡的烟雾 不一会儿 几名守门的卫兵忽然觉得自己头晕目眩 他们使劲地晃了晃自己的脑袋 又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终于 几个卫兵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刚刚离去的几个乞丐 忽然又飞快地跑了回来 捡起地上还在冒烟的香炉 将里面的香灭掉 看看昏倒在地的守门卫兵 用脚踢了两下 然后朝后方挥了挥手 随着这几名乞丐的动作 从远处飞快地跑来一大群 身穿黑衣手拿各种兵刃的蒙面人 这些蒙面人 全部穿的是布鞋 所以行动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一大群人来到赵阔所住的府邸门口 然后又领头一名独臂黑衣人的带领下 匆匆地冲进了 这座面积十分大的府邸 这些黑衣人 显然对这座府邸的地形提前进行了解 他们以最快速度 来到照顾手下士兵住宿的地方 趁这些士兵还在睡梦之中 拿起刀剑冲了进去一通砍杀 可怜的储君士兵 好多人还在梦中 就稀里糊涂地结束了生命 一些反应快的储兵连忙爬起来 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操起放在床边的兵器就进行反抗 营中的声响 惊动了在院内巡逻的士兵 他们匆匆地赶了去过来 和正赤身裸体 与蒙面黑衣人 进行打斗的营中士兵 汇合在一起 向这些黑衣人发起了攻击 照顾府邸中的储兵数量 远远超过了黑衣人的人数 虽然刚刚这些黑衣人 趁储君来不及反应 已经成功杀死了许多人 但是 现在储兵的人数 仍然不少于黑衣人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竟然敢攻击我储国士兵 赶快束手就擒 不然的话 诛你们全足 储兵中一个领头的将官 大声喊道 这些黑衣人 正是由姚霞带领的大副士兵 来此之前 他们已经知道 这是一场只能胜利 不能失败的战斗 所以 他们根本没有丝毫停顿 继续向储国士兵发动攻击 有几名稍稍迟疑的储国士兵 立即被砍倒在地 给我杀光他们 领头的储君将官 见这些黑衣人不听招呼 顿时勃然大怒 一场大战就在夜色中展开 一时间 这座府邸就被喊杀声 惨叫声和兵器撞击声冲斥 不时有双方士兵倒在地上 袍子的死伤 让双方很快杀红了眼 使得大战很力挤入了白热化 由于现在双方人数差不多 所以这场大战 一时间不能奋出胜负 但看情形 照这样打下去 到最后 即使有一方能够取得胜利 估计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全部住手 你们看这时是谁 这时 营帐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大喊 几个黑衣人压着一个劈头散发的人 站在那里见到这个劈头散发的人 楚国士兵不由惊呆了 他们连忙停下手中的动作 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被压制这劈头散发之人 不是别人 正是这些楚兵的主将 一支高高在上的楚国皇族成员赵阔 此时的赵阔 已经没有了平日里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衣服凌乱 脸部也有些红肿 显然没有少受罪 赵阔怎么会如此狼狈地出现在这里 这当然是杨云等人的杰作 姚侠带着大多数大副士兵 攻击位于赵阔府邸中的储兵营帐 不仅成功袭杀了不少储君士兵 还将府邸中几乎全部储君 全部吸引了过去 悄悄藏于暗处的杨云等人 看准石炕 迅速冲了出来 向赵阔所在的位置奔去 杨云所带人手 只有区区二十余人 但这些人 各个都是好手 一路上 他们遇到好几波储君将士 但无一例外地 被他们全部杀掉 只有到了赵阔所在的房间外 他们才遇上了较强的阻击 费了不少功夫 也食死了好一些人 终于将这帮赵阔的贴身侍卫搞定 赵阔向来心高气傲 不过还是有些本事 几个好手围着他攻击 依然被他伤了好几个 不过这时的赵阔 已经有几分罪意了 所以他很快被大家制服 这家伙成了俘虏油字不服 口中依然骂骂咧咧 结果被众人一顿胖揍 他才老舍许多 制服了赵阔之后 杨云等人马上带着他 来到双方正在打斗的储君营仗前 你们赶紧放下武器 不然先要了这家伙的小命 赤末的声音特别大 一下子震住了在场所有的人 大家不要管我 给我杀掉他们 赵阔剑手下士兵有些迟疑 立即大声喊道 啊 赵阔的话音刚落 一声惨叫马上响起 原来是赤末抽出一把短剑 一剑就将赵阔的手掌刺穿 人手上的神经特别多 这一下剧痛难忍 赵阔立即发出惨叫之声 放下兵器 不然你家赤爷爷一刀一刀 将他的肉全部削下来 赤末眼珠一鼓 朝储君士兵大声喊道 自己主将在别人手中 众储君士兵面面相去 终于有人将手中兵刃扔在地上 这一下就像有传染似的 这些储兵纷纷扔掉了手中武器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看到储兵纷纷放下武器 画身边黑衣人的大幅士兵 长出了一口气 这些储兵人数还有不少 战力也不错 要想彻底消天他们 还得付出不少代价 巨远光看到放下武器的储兵 在人群中寻到姚霞的目光 十分隐蔽地向他做了个手势 看见巨远光的手势 姚霞一愣 神情有些错愕 而后脸上露出坚定的神情 狠狠地点了点头 姚霞向身边一个士兵叮嘱几句 那士兵马上找来几个人 来到这些储君士兵跟前 将他们扔在地上的武器 全部收走这些储君士兵 见此情景 心中有些不甘 但看看被对方牢牢控制的几方首领 只得任由大副士兵拿走他们的武器 兄弟们 杀光这些储狗 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这时 一直站在一旁 没有发出声响的姚霞 突然大声喊道 第144章 三国结盟 在大军交战的时候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一旦一方交了武器 另一方就不得再发起进攻 但这一次情况特殊 杨云等人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大量杀伤储兵 再加上楚国人杀死了自己那么多的兄弟 姚霞对他们恨之入骨 所以 得到巨远光暗示之后 姚霞没有丝毫犹豫 他大喊一声 拿起手中的武器 就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储君士兵杀去 手下的大副士兵早已杀红了眼 剑领头的将军带头杀向了敌人 便不再迟疑 拿起手中的兵刃 朝储君士兵冲杀而去 可怜的储君士兵 他们此时手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兵器 再加上已经做好了 敌人不会再进攻的心理准备 所以 一上来 这些储兵就处于了被动的局面 不一会 就有许多储君士兵被刀剑刺中 发出愤怒的吼声 不甘地倒在地上 面对死亡的威胁 这些储兵也只有奋起反抗 可是赤手空拳的他们 反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仅仅一炷香左右的时间过去 几百储君士兵大都倒在了地上 仅仅有二三十人 还在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这时突然一声大喊传来 紧接着 一大群全副武装的逾越士兵冲了进来 这群士兵领头的将军 正是负责这一带治安的一个逾越统领 听见赵库的府邸正在发生打斗 立即有手下的士兵 将消息告诉这名统领 在逾越 从来只有储兵欺负逾越人 没有谁敢招惹他们 所以 这名统领也不着急 漫条斯里的带兵赶来了过来 等这名统领带人赶到的时候 见到了一地的楚国士兵 他不由地惊呆了 但更让他震惊的是 那名高高在上的楚国将军赵库 被一名长得十分魁梧的黑衣人 紧紧搂住脖子 不小心力量太大 居然把脖子都给勒断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这名逾越的统领吓坏了 他立即派人将这一群黑衣人团团围住 并且马上派人将这一消息 向逾越王公进行汇报 逾越士兵匆匆而来 这一切都在杨云和巨远光的预料之中 在数倍于自己的逾越士兵面前 杨云没有反抗 他让手下所有的大副士兵 扔掉手中的武器束手就擒 我要见女王陛下 面对着杀气腾腾的逾越士兵 杨云没有丝毫慌张 他冷静地对这名逾越统领 说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这名逾越统领也不敢做主了 见对方束手就擒 他也松了一口气 很快满足了杨云的请求 消息很快地传到逾越王公 已经睡下的逾越女王李承英 本来对手下太监 这么晚还吵醒自己 感到十分不满 结果听说楚国的将军 和他手下绝大多数士兵都被人杀死 他一下子惊呆了 睡意消失的得无影无踪 对于这楚国将军赵阔和他手下士兵 李承英十分讨厌 恨不得他们去死 但他们真的死了 还死在自己的地盘上 李承英却吓得脸色都变了 杀人凶手很快出现在女王李承英的面前 看到居然是杨云待人 做出了这件事情 李承英不由惊呆了 十三殿下 你真是胆子太大了 居然在我的王城行兄 你有多少个脑袋 够我来看 李承英愤怒地说道 女王殿下 其实本王是在帮你下决心而已 难道您和您的臣民 就甘心认楚国人欺凌吗 杨云看着女王淡淡地说道 可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会把我逾越百姓 拖入战争之中 让我逾越百姓 在楚国的铁骑下下 被碾为灰烬 女王的眼中都要冒出火来 陛下 事到如今 您就只有放手一搏了 杨云又道 哼 我要把你们全部抓住 送到楚国去 用你们二百多大夫人的人头 将功赎罪 女王沉着脸 愤怒地说道 女王陛下 您想错了 杨云的头没有那么值钱 如果这消息传到楚国 楚王会放过吞并逾越这么好的理由吗 对于女王的愤怒 杨云显得风轻云淡 你 你 女王气得说不出话来 好半天 他才还了过来 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们大夫离我们这么远 你有什么办法 保证我们不会在你们到来之前 被楚国灭掉 第一 郑国愿意加入我们的同盟 与你们逾越共同进退 一起抵挡楚国的攻击 第二 我们愿意派出士兵绕到领海的韩国 驻扎在于越和郑国之间 帮你们抵挡楚国的铁骑 对于女王的这一态度 杨云和巨眼光早已预料到 他们早已想出应对方案 把这些楚国人全部杀了 和那些死去的楚国人一起 找个地方悄悄地埋了 另外 你告诉所有人 今天这消息 如果有些谁走落出去 我祝他全家 女王于成英是一个很干脸的女子 做了决定就绝不会拖泥带水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这时杨云等人才有机会回到山里 去看一看 为了掩护他们 而牺牲的兄弟们 回到这熟悉的山道上 杨云的等心情异常沉重 当日 楚兵冲冲离去 只掩埋了他们自己人的尸首 而这些忠勇的大福尔郎 即使死了 还落下了一个暴尸荒野的悲惨命运 幸好这里的地理位置靠近北方 天气比较寒冷 所以 这些勇士的遗体 虽然在荒野中停留了好几日 但还算完好无损 杨云带着手下兄弟 顺着当日的战场 一路寻来 赶走了侵犯在兄弟们 遗体的各种野兽 一路走来 这些曾在痛苦和死亡面前 都没有流一滴眼泪的大福男儿 今日却忍不住留下了英雄泪 他们看见 所有躺在地上的大福兄弟 他们全部是因为正面受到攻击而死亡 也就是说 在危险面前 这些勇士们 没有一个人转身逃跑 而是挺身而出 与敌人正面作战 怀着沉重的心情 杨云等人一路寻来 在一棵大树下 看到当日第一个站出来 为他们狙击敌人的成二牛 他背靠着树干 胸前腹部 有好多道伤口 身上有十多个血洞 但是 已经死去多日 他眼睛仍然睁着 嘴角还含着笑 一路上 杨云的泪水 几乎没有干过 他觉得 自己两个世界的生命加起来 都没有流出过 今天这么多的眼泪 把兄弟们都葬在一起吧 免得 在这异国他乡 他们感觉孤独 杨云狠狠地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 声音有些低沉 鸣心刻骨间 继我曾苦难 历经磨难险 史上寿辱炎 缅怀仙烈炎 怀念碧血缘 仙人担心献 烈士无悔怨 合葬墓碑前 178个灼满的酒杯 祭奠178个为大福献身的英灵 杨云一边向他们敬酒 一边念着前世这首 不知名字作者的诗句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 在于悦和郑国相邻的一座小城中 大福 郑国和于悦三国各派出代表 秘密签订了三国联盟的协议 协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三国达成攻守同盟 军事上相互配合 但总体上服从大福调度 其二 大福派出两万士兵 绕道前入郑国和于悦交界处 配合两国抵御楚国进攻 粮草补给由郑国和于悦提供 其三 若在于楚国交战中获得利益 由三方出力大小进行分配 在盟约上正式签字的那一瞬间 杨云松了一口气 但他觉得自己高兴不起来 想着那么多兄弟买骨于这一国他乡 杨云就觉得自己心中沉甸甸的 这一个地方 让杨云感觉十分不舒服 所以 在三国签订盟约后 杨云匆匆地赶到郑国 去拜会了郑国的老太后 自己的孤老了 然后 带上丰厚的礼物 去拜访了郑国票级大将军端木雄 和他的儿子端木奥越 感谢他们在自己郑国时 他们的给予帮助 杨云到票级大将军府 最主要的是想见到的 还是端木继约 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 这几月来 可为自己和使团众兄弟 忙上忙下 这次能够顺利签约 这妮子可是功不可没啊 可是 杨云到票级大将军府上 却没有见到端木继约 据府中下人说 他出去玩耍去了 要好几天才能回来 这次能够成功 和郑国签订盟约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那就是乔宇威 这位和老太后司马金 最亲近的宇威公主 杨云有自知之明 她明白这乔宇威最想见的人 肯定不是自己 于是 杨云让赤末 带上无限最好的胭脂水粉 去感谢一下 这么颇有女汉子风格的公主 可是 这赤末在门外等了大半天 最后有宫女前来通报 说这乔宇威也不在宫中 赤末兴高采烈地去 结果扫兴而归 回到使团驻地 就像双打的茄子一般 既然这么不凑巧 杨云觉得十分遗憾 但此时 使团中众人都已归心似箭 所以也没有时间 再等两位姑娘回来 给他们留下礼物 然后踏上了归途 第145章 踏上归途 现在三国已经成为盟国 并且 大幅是这次盟约的主力国 是掀翻压在他们心中的 楚国这座大山的中间力量 所以 无论是郑国年轻皇帝宇文善 还是愉悦女王李承英 都给福皇和使团 带上了许多礼物 使得整个使团所扮商队 马车比来时 还多了好解量 此外 两国还悄悄地派出朝中重臣 将杨云等人送至郑国边境 本来两国还准备派出高手 护送杨云一行回大幅 但是都被杨云婉拒了 这一次 杨云等人回归大幅 路线仍然跟来时一样 伴着商旅 计划从楚国西南部 一路东行 然后通过巡洋关 返回大幅 殿下 后面有两个人一直跟着我们 行迹十分可疑 离开郑国境内 进入楚国的地盘 刚走了几里路 一个侍卫从后面匆匆赶来 向杨云报告道 有这事 你们不要声张 悄悄地把那两个人带过来 刚刚进入楚国境内 居然有人跟踪 在杨云想来 自己等人刚刚进入楚国 被楚国人发现的 可能性不大 所以 跟踪他们的人应该是 从郑国或渔越过来的 听完侍卫的介绍 杨云更加奇怪了 因为侍卫说 这两个人 远远地跟在使团队伍的后面 但是又不懂得隐藏行踪 所以很容易就被大家发现了 不一会儿 侍卫压着两个头戴斗笠的人 出现在杨云的眼前 看到这两个人 杨云心中忍不住想笑 这样的打扮 还要跟踪使团队伍 想不被发现都难 这没有太阳 也没有下雨的阴凉天气 他两人头上 居然还带着大大的斗笠 揭开两人头上的斗笠 杨云和身边的巨远光和赤木 都忍不住笑了 原来这两个农夫打扮的人 居然是端木继月和乔宇威 我倒是哪里来的 两个别角跟踪者 原来你们两个 杨云笑得连药都止不起来了 你们这些家伙 老娘和端木妹妹 帮了你们那么多的忙 居然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老娘只得和端木妹妹过来 找你们理论理论 乔宇威的母亲死得早 父亲是个常年指挥打仗的粗人 从小接触的 大多数是五大三粗的军中将士 耳濡目染之下 养成了他这种大大咧咧的个性 但恰好是这种个性 使他深受郑国老太后司马金的喜爱 老杨 你这家伙 说过要请我们吃你亲自烤的羊肉 现在居然偷偷地溜走了 也太不仗义了吧 端木季月也在一旁接着说道 呵呵 你们这两个吃货 为了一口吃的 居然追这么远 今天送你们回去 已经晚了 那就在这里塑营吧 我马上安排人去买羊 今天给你们烤羊肉吃 杨云用脚踢了一下 旁边一直傻笑的赤木 对两位姑娘说道 杨云从小跟爷爷一起在三山中 便食各种中药 也知道好一些 可以做调料的植物 在树林中转了一圈 手中就拿了许多 不知名的草叶和树根等 让手下士兵在附近 农家买了好几只羊 杨云让使团众人就地宿营 亲自为大家烤羊 吴王殿下 居然亲自要给大家烤羊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 对于两个姑娘 和杨云最亲近的人而言 他们跟杨云那么久 对于这位皇子与众不同的举动 已经细以为常了 可是对于那些大幅的普通士兵 以及一些低级官员而言 那就是极大的荣幸了 所以他们跑前跑后 忙着为杨云做好服务工作 乔宇威和端木季月 到烹制食物中来 兴高采烈的两个姑娘 赶走了烧火的士兵 亲自承担了火服的重任 结果弄得整个树营地浓烟滚滚 两人如花似玉的脸上 也弄得了一团漆黑 在一片忙碗之后 一切终于恢复了正轨 不久之后 一阵浓浓的烤肉香味 在矿野中四散飘开 这香味 马上吸引了两个姑娘 他们一直围在火边 看着在熊熊的火焰中 不停翻滚的羊 一刻也不愿意离开 恨不得马上啃上一口 终于等到杨云烤好了一只羊 这两个贪吃的家伙 顾不上还十分发烫的羊肉 匆匆忙忙地撕下一块 放入口中开始吃了起来 一开始 两人还持谨慎的态度 轻轻地咬了一小口羊肉 但是 他们很快被美味的羊肉所吸引 立即毫无风度地大吃起来 很快 好几只羊都烤好了 士团中人一起围着火堆 开始吃肉喝酒 杨云的烤肉技术特别好 吃得士团中众人十分开心 但也使大家觉得很奇怪 这位从小生活在皇宫 整日锦衣玉食的皇子 怎么会有如此好的厨艺 对于一直跟着杨云的姚侠等人 倒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 因为 自从他们认识杨云以来 从他身上见到了太多的神奇 对于这些 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吃着羊肉 喝着高度白酒 士团中众人 因为此次顺利地完成了朝廷给予的任务 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 这个时候 他们特别高兴 显得特别放松 大家大口地吃肉喝酒 甚至围着火堆 乔雨薇兴奋地唱歌跳舞 来干了这碗酒 乔雨薇的大嗓门 时不时地在旷野中响起 很小的时候 父亲和他手下兄弟 喝酒的时候 有时就会让乔雨薇喝上一小口 长大以后 他的酒量特别好 这不 今日他喝了不少酒 居然没见到一丝醉意 这时 这个时候 他正追着赤墨 飞腰让赤墨和他拼酒 赤墨在整个使团中 也算酒量比较好的了 但是遇上乔雨薇 这样酒量出奇的人 也不由得暗暗叫苦 就连一向不怎么喝酒的端木季月 今日也在乔雨薇的感染下 端起酒碗喝了起来 但不一会儿 他就变得满脸通红了 费了这么多努力 这一次出使郑国和于悦 总算成功了 马上就会回到大福 在心情放松之下 大家都敞开了喝 结果好些人都喝醉了 喝得最多的 还是要数乔雨薇和赤墨 一直到众人都以尽兴 各自散去 乔雨薇还和赤墨扛着半只羊 一人抱着一滩美酒 在帐篷中接着喝 这烈爆部的高度酒 可不是一般的烈酒 纵使赤墨和强乔雨薇 酒量都十分好 最后也都鸣顶大醉了 第二天清晨 大家决定收拾行装 继续前行的时候 却发现 乔雨薇和赤墨 躺在同一个帐篷里 都还烂醉如泥 见此情景 杨云专门为这两人 配置了醒酒汤 好不容易才让这两个酒鬼 清醒过来 结果 当杨云说 要派人将乔雨薇和端木季月 送回郑国的时候 乔雨薇却坚决不干了 我和这烂木头 一起在这帐篷中 睡了一宿 谁还相信我姑娘家的清白啊 我不回去了 要让这烂木头 对我负责 乔雨薇哭喊着 但杨云和剧远光等人 却没看到他流出一滴眼泪 你放心 我赤墨男子汉大丈夫 一定会对你负责任的 你跟我们一起回无限 回去后 我就和你成亲 见乔雨薇那么伤心 赤墨忙不迭地表明态度 唉 我堂堂一个雨薇公主 只有便宜你这一块臭木头了 乔雨薇说得十分委屈 但嘴角一丝脚狭的笑容 却出卖了他 我也不回郑国了 我也要到无限去 一旁的端木济月 突然说道 人家雨薇公主 是要跟自己的男人 一起去无限 你干嘛 也跟着凑热闹 难不成 你也要嫁到我们无限去 一旁的姚霞笑着问道 我 雨薇是我的好朋友 我要看看这大块头 对雨薇好不好 要是他敢欺负雨薇 我好 跟着雨薇一起收拾他 端木济月想了好半天 总算找到一个理由 杨云和巨阳光站在一旁 笑着看着这两个姑娘 他们心中有数 既然这他两人 这样来到使团队伍中 那是敢也敢不走的 队伍继续前行 因为多了两个活泼的姑娘 整个队伍多了许多生气 而杨云只能苦笑连连 自己专属的马车 被这两个家伙 毫不客气地霸占了 他只好和众人一起 骑马前行 而赤木 则成了使团中众人的笑柄 这个五大三粗 功夫过人的家伙 在乔与薇面前 居然温顺地像只小猫 面对众人的嘲笑 赤木不仅不应以为耻 反而为之骄傲 一脸幸福的样子 让使团中的这些单身汉们 羡慕不已 从郑国边境到巡阳关 有二十多日的路程 伴着商旅的使团 一边将马车中的一些物品 卖给楚国百姓 一边收购一些 楚国的土特产品 丝毫没有引起楚国人的怀疑 所以整个队伍此行十分顺利 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使团中众人的心情 显然好了许多 大家前行的步伐 也感觉特别轻快了 第146章 刘夷之变 柴木达坐在马车上 欣赏着楚江西岸的美景 心中十分高兴 这几个月来 是柴木达这一生中 最开心的日子 此前 他虽然是虎旧部落的少族长 在旁人看来 高高在上的他 心中却有许多不甘 部落中大多数人 平日里只生活在 自己部落的势力之中 觉得族长和少族长 就是这个世界上 权力最大的人 但柴木达知道 对于整个刘夷 整个万古草原而言 虎旧部落 只算是一个 有点实力中等的部落 在刘夷的十大部落之中 虎旧只是一个 很一般的存在 在许多事情上 根本没有发言权 王城中的一些大人物 根本没有将虎旧 将柴木达看在眼里 在这些大人物面前 柴木达整日卑躬屈膝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 却无时无刻都在憎恨着 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 在柴木达心中 这些世卫素餐的家伙 只是出生比较好而已 他的心里一直期待着 有一天 自己能够把这些大人物 全部踩在自己脚下 其实柴木达也知道 由于地位悬殊太大 自己的这些愿望 是无法实现的 满以为 这愿望要在心中 隐藏一辈子 没想到 就在两个月前 来自刘夷王城的一封信 却改变了柴木达的命运 让他看到 实现自己愿望的希望 这封信 是由王库班让人送来的 库班的这封信 其实并不是给柴木达的 而是写给他的父亲 虎旧部落的组长的 在虎旧部落的密室里 父子俩人一起看了 又王库班写来的这封信 看了信中的内容 父子俩吓得都脸变了颜色 原来 又王库班的这一封信 是让整个虎旧部落 跟他一起配合 在刘夷的拜神日 袭击几个刘夷十分重要的人物 虎旧部落 本来就属于亲近又王 和又王领导的三花部落的势力 一般情况 又王的命令 他们都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的 但是 此次的任务却非同小可 因为又王要袭击的不是别人 竟然汉王拓跋也和左王耶达 此事如果败露 虎旧部落将面临灭顶之灾 但同时 这好处也是十分诱人的 如果此次行动成功 又王答应 将再留意给他们极高的地位 并且会在万古草原中 给他们虎旧部落更宽阔的地盘 并将附近几个小部落 归属于虎旧部落之中 看了这封信 父子俩人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件事情 真是太难决定了 如果听从又王的命令 稍不注意 虎旧部落将会有被灭族的危险 但是 如果不听从又王的命令 那整个虎旧部落 一定会受到又王的报复的 又王的愤怒 也是虎旧部落承受不了的 父亲坐在自己位置上 愁眉苦脸 柴木达却很快想通了 他开始兴奋起来 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天大的机会 一个让自己成为 刘仪地位崇高 受人尊重的大人物的机会 父亲 这是一件好事 此事如果成功 我们虎旧部落 将会成为刘仪 成为整个万古草原 仅次于三花部落的大势力 到时候 很多部落都得看我们的眼色形式 柴木达忽然大声 对他的父亲说道 可是 此事如果败路 丢了我父子二人的人头不要紧 可是还会搭上我虎旧部落 六万族人的命啊 想到这一后果 老族长就不寒而栗 可是 父亲 在柴木达的苦苦劝导下 老族长终于下了决心 要让虎旧部落 接受幼王的命令 参与到这次危险的行动中 同时 老族长还让柴木达 全权负责此次行动 并承诺 这是成功之后 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自己就退位 让柴木达登上 虎旧部落族长之位 听到这一消息 柴木达欣喜若狂 立即组织其整个部落 所有能争善战的勇士 全力做好准备 一定要保证 这次行动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万古草原的兽神山 它的高度只有几百米 如果在无限这种山区 它就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山包 可是 在万古草原这样的平坦地带 兽神山却是万古草原的第一高峰 在刘夷人中 有一个远古的传说 说是在万年以前 有域外凶兽袭击这片土地 就在这里的人类 将要全部被域外凶兽吞噬之时 万古兽神挺身而出 与这凶兽展开了殊死搏斗 最后 域外凶兽与万古兽神同归于尽 临死之前 万古兽神将自己的身躯融于大地 化作这无边无际的万古草原 而万古兽神的十二个头 便聚在一起 化作这兽神山 据说 一旦这万古草原 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 这万古兽神就会重新复活 为万古草原而战 刘夷人对这传说深信不疑 万古兽神 是他们心中的永远图腾 所以 这兽神山 也是万古草原的圣地 每隔十年的一月一日 是刘夷的拜神日 据说在这一天 万古兽神会短暂的 恢复意识 查看他化身的这一片大地 并给予这片大地的子民祈福 这一天 刘夷各部落的重要人物 都会齐聚在这兽神山 亲自向万古兽神焚香祈福 期望万古兽神保佑自己的部落 繁荣苍盛 三日后的新年一月一日 就是每十年一度的拜神日 和以往一样 刘夷各大小部落的族长 以及几乎所有刘夷的贵族 和各势力的首脑人物 十分重要的日子 许多人都处于 一整天兴奋的状态之中 但他们没有想到 这一日却成为了 许多刘夷人灾难开始的日子 五十是刘夷人认为 阳气最盛的时辰 所有来到寿神山的人 在刘夷汉王拓跋也的带领下 开始焚香祈福 就在众人跪倒在地 祈求寿神保佑自己部落的时候 寿神山下突然传来了喊沙之声 喊沙声惊动了山上所有的人 大家纷纷站起身来朝山下看去 这个虎旧部落 是要造反了不成 站在山顶的最高位置 向下张望一会 汉王拓跋也突然大声喊道 这时 山上众人也已看清楚 山下黑压压一片 穿着虎旧部落衣服的人 正手持各种兵刃 向山顶上冲刹而来 虎旧部落是距离寿神山 最近的一个部落 总人口也就五六万人 能够派出的兵马 也就两万人左右 所以 可以看出 这一次虎旧部落是清朝动了 柴吉塔 你可有什么解释 拓跋也看着身旁不远处 一个甘寿老者 狠狠地说道 那眼中就像要喷出火 汉王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虎旧部落 今日反了 这甘寿老者也是一个 挺有魄力的人 既然决定了 就丝毫不拖泥带水 既然你不想活了 本王就成全你 拓跋也显然被气坏了 立即招呼身边的人 要让他们捉拿 这甘寿老者 谁知 终于汉王的人还没有动手 早已有人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库班 原来是你 我就说 柴吉塔这老家伙 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不错 是我 你们不顾我的狮子之仇 非要跟福国结盟 自从盟约签订那一天起 你们都是 我库班和山花部落的仇人了 幼王库班 狠狠地说道 脸色十分猙獰 库班 竟然敢在受审他老人家眼前作乱 我看你真的是 不想活了 这一次说话的 是左王爷打 一场打斗 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本来 在这里 汉王拓跋也和左王爷打低实力 要远远强于幼王库班 但这一日 是库班早已谋划已久的 这一情况 他早已计划在里边 有了虎救部的两万士兵 在外面进行压倒性的攻击 再加上 拓跋也和忠于他的这些人 根本没想到 有人会在兽神面前作乱 所以 提前没有丝毫准备 种种不利的情况下 汉王拓跋也和他手下的势力 很快就处于了劣势 被早有准备的敌人团团围主 此时 山下正在指挥手下士兵 向山上发起猛烈攻击的柴木达 心中却是忐忑不安 柴木达自认为 自己是还是见过世面的 但今日这一情景 让他不由得紧张万分 但随着战事的不断进行 越来越多的人倒在地上 甚至还有许多 自己以前不敢仰视的大人物 也倒在虎救勇士的面前 柴木达一下子来了勇气 他挥动着手中的鬼头大刀 面露蒸容的表情 狠狠地朝着这些 还在顽强抵抗的士兵头上 砍去有心对无心 人数又处于劣势 汉王拓跋也和左王耶达的失败 是不可避免的 寿神山上的喊杀声 早已惊动了附近的流以百姓 但是 他们都知道 今日在这山上的 都是一些高高在上的人物 所以 尽管寿神山上杀声震天 也没有一个百姓敢靠近那里 他们纷纷躲在自己的家中 生怕这一场战事波及到自己 几日后 附近一些部落的人都已知道 寿神山发生了大战 但是战斗的双方究竟是谁 战斗的结果 他们就一无所知了 再后来 留一个部落都得到了来自王城的通告 汉王拓跋也 乎得重病身亡 由幼王库班 接任汉王之位 第147章 旧时 由于在几月前的这场战斗中 虎旧部落立下了巨大功劳 特别是柴达木 带领虎旧部落的勇士 杀死了 许多忠于汉王拓跋也的士兵 在这次的行动中立下大功 幼王库班 还是挺讲信用的 按照承诺 纷纷给了虎旧部落一大片土地 把一些附近的小部落 也归并到虎旧部落之下 使得虎旧部落的势力大增 同时 幼王库班还将柴木达 收为自己的义子 一时间 柴木达在刘仪的地位迅速提高 成为了刘仪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为了表达对柴木达的信任 幼王库班亲自写好国书 让柴木达代表自己 来楚国与楚王赵元让联系 促使楚国和刘仪结为同盟 一起对付强大的富国 柴木达坐在马车之上 面无表情地 看着一路上的风景 心中却一点也不平静 这几月来发生的事情 就像在做梦一样 汉王拓跋也的大儿子 下一任汉王的继承者 他的人头就是 被自己亲手砍下来的 还有 汉王的三儿子拓跋肾 居然像一条狗一样 跪在自己面前 想要自己饶他一命 还有许多以前根本不拿正眼 看自己的大人物 要么在自己面前被当场斩杀 要么跪在自己面前瑟瑟发抖 虽然这些事情 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 但是柴木达每每想到这一幕幕 他的心中都是万分激动 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 前面行来一个商队 柴木达本来没有关注这支队伍 可是队伍里 一个十分高大健壮的男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家伙不是以前义父的手下吗 听说他失踪了 今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男子的出现 引起了柴木达的好奇心 这商队对珍视杨云所带的大副使团 杨云等人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这楚国境内 居然还能遇上认识自己的人 柴木达仔细向商队中众人看去 从商队中他 很快发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看到杨云和女扮男装的端木季月 柴木达的脸色马上变了颜色 当日在刘仪的时候 自己本来已经把仇敌企业团团围住 就是这些人来搅了局 柴木达是个呲牙必报的个性 当日杨云等人搅了他的好事 他一直记在心里 后来听说这搅局之人 居然是大副的皇子 并且刘仪还和大副结了盟 柴木达只得收起了报复他们的心思 本以为这件事情就此了结 没想到居然在楚国 遇上了这隐藏身份的大副皇子 要是在几月之前 柴木达可以装作不认识他 各自前行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义父酷斑当上汉王之后 撕毁了与大副的盟约 让自己到楚国来和他们结盟 这大副皇子 不就是一件可以送给楚王最好的礼物吗 想到这里柴木达兴奋起来 如果自己这一次能抓住大副皇子子 把他献给楚王 楚王给予的奖赏姑且不提 回去之后 义父一定会重重奖赏自己的 这样一来 自己在义父心目中的地位 又会提高不少 义父只有一个儿子 如果这个儿子出现什么意外 自己不就成为了汉王位置的 最佳继承人吗 一时间柴木达的眼前 仿佛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 自己坐在高高的汉王位置上 一群太监宫女围在自己身边 手忙脚乱地为自己服务 面前不远的地方 一大群留一高官贵族 跪在自己面前 连头都不敢抬起 等柴木达从他脑海中 这一幅幅画面中 清醒过来的时候 使团的队伍 已经通过他的身边 向前行了好几十米了 一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柴木达这样想到 连忙叫来他身边的一个人 在他耳边轻轻地叮嘱了几句 杨云等人继续前行 他们根本不知道 在这遥远的异乡 居然还有人认出他们 并且还准备打他们的主意 眼看离楚江越来越近 使团中的所有人都按耐不住 自己激动的心情 没有人催促 但是整个队伍行进的速度 却快了许多 渡过楚江越过巡洋关 总共只需要两三天左右的时间 自己等人 就会回到大附近来了 从这里往前再走几里 有一片山区 穿过这一片山区 就能到达楚江西岸了 兄弟们 大家加紧赶路 今天争取渡过楚江 明天就可以回大福了 姚侠一边吆喝着 一边组织手下士兵 做好出发的准备 姚爷 您就放心吧 兄弟们手脚都麻里着嘞 不会耽搁你早点回去见嫂子 一旁一个士兵大声应喝着 引来了一串笑声 小姜子 你小子别给我在这嘴瓶 等你小子娶了媳妇 可能比我还着急 姚侠也不以为意 朝不远处 一个十六七岁少年大声笑骂道 一群人一边嬉闹 一边往前赶路 行不多久 就进入了山区 穿过山区中的一条峡谷 前面就是一马平川 很快就可以到达楚江西岸了 姚爷 山上有动静 陈山曾经做过盗贼 耳朵特别灵 大家加快速度 迅速冲过这个山谷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姚侠连忙向使团中众人喊道 姚侠也算反应灵过够快了 使团中众人执行命令的速度也不慢 但是 依然已经晚了 这时 整个队伍前方和后方的山坡上 突然滚下来许多巨大的石块 将使团队伍 前进和后退的路线完全封死了 紧接着 无数的箭支像下雨一般 从山顶上飞射下来 使团重士兵箭撞 连忙将手中盾牌高高举起 企图抵挡空中射来的箭支 虽然众士兵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空中飞来的箭支 却不断从盾牌的空隙中射进来 许多士兵很快重箭倒地 更严重的是 山顶上又滚下许多人头 买只墨盘大的石块 将士兵手中的盾牌砸个稀烂 快将马车集中起来 大家躲在马车下面或者四周 姚侠箭矢团中 士兵伤亡越来越多 连忙着急地喊着 这些士兵经历多场战斗 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他们很快按照姚侠侠的命令 将马车集中在一起 移动到靠近山壁的一个死角 众士兵手持盾牌 躲在马车的四周 有了马车和盾牌的双重保护 士兵们的伤亡明显减少了 但是 依然有士兵被飞来的流箭 或石块砸伤 看到这情况 杨云暗自苦笑 又是山道 又是山谷 又是袭击 好像又回到刚来到 这个世界前的几个时辰 但现在 自己已经不是那个胆小懦辱 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十三皇子了 这样也不是办法 我们得想办法 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行啊 马车中 杨云冷静地向身旁的巨远光说道 殿下你看 右前方 山坡上有一块突出的巨石 如果我们能够占据这山坡 躲在石块下面 那就安全多了 巨远光接口说道 那好 我带人去占领那块坡地 赤木一听 马上大声喊道 你不许去 那里很危险 马车中的乔宇威 听说赤木要去冒险 立即大声喊道 你闭嘴 有我赤木在 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到大家 赤木大声喊道 让乔宇威一时无法适应 没想到这个整日里在自己身边 言听计从的大块头 今日居然会这么大声地吼他 但是说也奇怪 赤木的喊声一点也没有让他生气 反而让他感觉心中一丝丝甜蜜 自从在凌星城中第一次看到赤木 他就喜欢上了这个魁梧的汉子 乔宇威的母亲去世比较早 从小由父亲带大 受父亲和军中将士的影响 很小的时候 他的心中就有这样一个念头 以后要找一个身强力壮 能够保护自己的丈夫 与赤木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乔宇威越来越喜欢这个 自己随时欺负 但从不生气的大块头 所以在认识赤木后不久 乔宇威便决定 此生非这大块头不嫁 而老太后司马金 十分宠爱乔宇威 听说乔宇威有了喜欢的对象 也想帮他把关 于是便同意接见杨云等人 所以才有了后来 大福和郑国的结盟使团完成任务 要回大福去 这都在乔宇威意料之中 他心中早早就下了决心 要跟着赤木和他一起去大福 乔宇威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闺蜜端木计月 没想到他也有相似的想法 于是两人一拍集合 偷偷留下书信 跟着大福使团就上了路 现在在危险关头 赤木果然勇敢地站了出来 要保护自己和使团中的兄弟 乔宇威担心之余也十分高兴 这不正是自己心中 真正男人的模样吗 在乔宇威正在心中遐想的时候 赤木已经带着十多名能力 特别强的大福士兵 朝不远处的山坡冲去 这帮人不愧是这次 杨云所带几百士兵中的精锐 他们一个个动作灵活 行动速度极快 他们一边闪避空中飞来的 简直和巨石 一边向山坡上冲去 山坡上的敌人 当然不愿让这些人的想法 轻松实现 发现赤木等人的意图之后 他们马上手持兵器 居高临下地站在那里 等待敌人来临 第148章 又遇袭击 剑赤木等人向山坡上冲去 山上的敌人 怎么可能放他们 轻易冲上山坡 一时间所有的攻击 都对准了这十多个人 这十多个大福士兵 尽管身手了得 但是面对着这众多的攻击 依然很快出现了伤亡 就连领头的赤木 身上也中了一剑 赤木中剑的部位是左肩 幸好长剑在射来之时 和其他人射出的长剑相互碰撞 力量减少了许多 只有剑尖射进赤木的肉里 好一个赤木 中剑之后 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一把抓住剑尾 狠狠一下就把他拔了出来 然后看都没看 就扔在地上 继续朝前冲去 这十多名大福士兵 在危险面前 没有丝毫萎缩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向山坡冲去 不一会儿就来到山坡前 见大福士兵 已经冲到自己的同伴跟前 山顶上的敌人 不敢向此处射箭 或扔下石头 他们只得转移了攻击目标 向守在山谷下方的 大福士兵发起攻击 守在山坡上的敌人 人数有大约二十人左右 人数占优 又有地理优势 他们当然不肯退缩 拿起手中的兵刃 就和这十多名大福士兵站了起来 可是 他们低估了大福士兵们的汗勇 这一群士兵各个身手了得 又不畏生死 战斗开始不久 就打得山上这些敌兵连连后退 山顶上的敌军将领箭撞 连忙又一次命令 手下士兵将一块块巨石以及长剑 不分敌我攻击下来 错不及防的两方士兵 马上有很多人被长剑射中 或者被巨石砸中 倒在地上痛苦不已 正在战斗中的双方士兵 突然遭受山顶上的攻击 马上出现完全不一样的反应 这些大福士兵们 一边躲避山上的攻击 一边继续向对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而山坡上这些人 见上方士兵居然朝自己人攻击 顿时气愤不已 我们在这下面和敌人殊死搏斗 你们在上面看热闹不说 还向自己人发起攻击 这算怎么回事 在这样的心态下 守在山坡上 这些士兵没有了继续战斗下去的兴起 老子不干了 有一个士兵突然大声喊道 然后丢下正在与自己战斗的敌人 转身向山坡上奔去 这一下 就像有传染病似的 守在山坡上这些士兵 一一丢下正在战斗的对手 转身向山坡上跑去 见敌人跑了 赤沫和他带领的十几个大福士兵也不追赶 他们马上四散开来 保护这个位置 不被敌人再次占领 剑赤沫尔等人很快占领了坡地 剧远光和杨云等人 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正在他们还有些发愣的时候 山坡上的大福士兵 一边朝他们大喊 一边挥动手臂 意思是叫他们快点冲上来 杨云被这些喊声和手势惊醒了 他马上安排使团所有的人 不要管任何物品 以最快的速度 冲到这相对安全的地方 使团中的所有人 在杨云的指挥下 以最快的速度 冲上了这山坡 躲在巨石之下 这坡上的巨石十分大 无论是敌人射出来长剑 或者扔下来巨石 都不能攻击到他们 躲在巨石之下 见对方的攻击 再也攻击不到他们 杨云终于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而山上的敌人 见对方躲在安全区域 心中十分恼火 他们想冲下去 和大福士兵直接战斗 但刚刚大福士兵的汉勇 让他们心有余悸 但是让他们就此撤退 他们有些有些不甘心 于是 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局面 双方士兵就那样静静地望着 没有一方愿意主动发起攻击 杨云等人躲在巨石之下 终于暂时安全了 但是 如果有一个人离开巨石的保护范围 山上的敌人一定会毫不犹豫的 用他们最强的攻击 让巨石下的大福士兵举步维艰 这种情况可不行 要是我们拖得太久 敌人越来越多 我们就只有被瓦中捉憋了 杨云向身旁的众人说道 可是现在这情况 我们就算冲出去 恐怕还没等遇上敌人 兄弟们都会死在这里了 一向势之多谋的巨远光这时 也没有了好办法 你们出来投降吧 请你们放心 只要你们交出大福皇子 我们可以放其他人离开 突然 山顶上有人大声喊了起来 你们这些缩头乌龟 有本事出来 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听到山顶上声音 姚霞十分生气 他大声地向山顶上喊道 其他的大福士兵 也愤怒地朝山顶上喊着怒骂着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他们怎么可能会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 而将杨云交出去 殿下 看来您的身份暴露了 可是山上的人又不像是楚国士兵 如果是楚国人 他们可以直接派出部队 我们是插翅也难飞了 听到山顶上的喊声 巨远光冷静地说道 可是 既然不是楚国士兵 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识别了我们的身份 又不愿意告诉楚国人呢 杨云觉得十分纳闷 看来 可能性最大的 还是郑国或于越朝中的一些大臣 应不满意我们三国结盟 所以想抓住您向楚国人请公吧 巨远光思索了许久 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肯定不是我们郑国的人 我们陈正国朝中的官员 虽然有时意见不统一 但是多年来 他们对楚国的仇恨却是一致的 一旁正在帮赤木包扎伤口的乔宇威 大声说道 乔宇威身边的端木季月也点着头 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唉 现在也确定不了山顶上究竟是哪一方的势力 不过 我们得想个办法脱困才是 旁边的姚霞接口说道 现在的情况 我们想要突围出去 那比登天还难 但是他们也不敢下来攻击我们 说明他们的实力并不比我们强多少 杨云看了看前方的山坡缓缓地收到 让我带着兄弟们朝山上冲 等我们冲上山顶 一定让这些家伙好看 经过简单包扎的赤木走了过来 大声说道 这样可不行 也许敌人正等着我们向山上冲 正好消耗我们的实力 杨云制止住冲动的赤木 那怎么办 我们就等着他们招来人手 将我们全部抓住吗 赤木有些焦急地说道 情况还没有那么糟 等拖的天黑 我们就有机会了 一旁的巨猿光看了看天空 缓缓说道 那好 姚大哥 你去让兄弟们好好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养精蓄锐 等天黑 我们就马上行动 杨云对姚霞说道 没有办法 大家只好原地休息 但此时 由于大家心情十分沮丧 再没有了 早上出发时 那热闹的氛围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 期间信急地赤木而几次带领大副士兵 向往山顶冲去 但刚冲不远 就被对方的弓箭和石块逼了回来 少组长 他们没有发起冲锋了 看来他们是想等到天黑 趁我们看不清楚 然后逃走 山顶上 一个身穿虎旧部落服装的汉子 向柴木达说道 想跑 没门 等天快黑的时候 你们把人分成两队 分别守住峡谷的两头 一有人出来 就照死里丢打 柴木达狠狠地说道 双方心里都有了计划 于是接下来就没有发生任何战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终于黑下来了 看来老天爷还是挺帮杨云等人的 这一天是一个阴天 天上没有月亮 只有几颗不太明亮的星星 所以能见度很低 是一个趁夜逃出去的好天气 好了 天终于黑了 殿下 您说 我们是往来的方向侧 还是向前冲出山谷 见天色终于黑了下来 早已按耐不住的赤木 马上站起来 拿起手中拿标志性的长锤 不顾身上的伤口 向杨云主动请站 谁说我们要冲出去了 见赤木那急匆匆的样子 杨云忍不住笑着说道 这 这不是巨先生说的吗 赤木看着杨云 有些疑惑地说道 我可没有说我们要冲出去 你们都能够想到 可以利用天黑冲出去 敌人肯定也能想到 我们现在出去 那不是正好中了对方的计吗 巨远光笑着说道 那我们就守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呀 还不如我带兄弟们去和他们了 赤木将手中长锤往地上狠狠一顿 大声说道 我们也不会守在这里 任敌人摆布 你放心 到时候有你大打出手的机会 杨云拍了拍赤木的手臂 轻轻地说道 我今天白天已经看了一下 这边抖牙虽然有一些高 但是身手敏捷的人 是有可能爬得上去的 巨远光一边说 一边看向手下的大副士兵 我去吧 说话的是陈山 他以前当过盗贼 在财主家偷劫的时候 被财主家的嘉宾射成重伤 幸好杨云亲自为他手术 才捡回一条命 伤好之后 他就加入无限限兵队伍 陈山的职业能力挺强 他有两大常人没有的特长 一是听力非常强 能听到很细微的声音 还能根据声响准确辨别位置 另一个就是身形十分灵活 攀攀能力特别出众 一般的高墙和崖壁都难不住他 第149章 山谷齐齐 小心一点 如果实在不能上去 就不要勉强 杨云走过去拍了拍陈山的肩膀 轻轻地说道 短短的一句话 让陈山感到十分温暖 从小家境贫困的他 染上了小偷小摸的坏习惯 亲人不愿意和他接触 有时被人抓住 还被打得皮开肉战 尝尽人间冷暖的他 自从进了军营 他总算体会到被关心的感觉 这么多次与兄弟们并肩作战 陈山感觉十分幸福 他觉得 就算是战死也知足了 现在 堂堂的吴王殿下 白莲教教主 居然亲自安慰身份低微的自己 使他心中十分激动 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但他在心里却默默发誓 就算是死 也要完成这次任务 帮助吴王殿下成功脱险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中 陈山背起了一捆绳子 顺着崖壁 迅速向上登攀着 这悬崖高约三四十米 大多数地方十分平滑 只是偶然 有些地方有一些缝隙 或者凸起的石块 又或是伸出的树根 只有借助这些缝隙 或石块树根 陈山才有机会 爬上崖顶这样陡峭的悬崖 即使是白天往上攀爬 也十分不易 更何况 现在是能见度极低的夜晚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中 陈山矫健的身形顺着崖壁 迅速往上上升着 一米 两米 三米 很快爬到了十余米的高度 看到这里 崖下的众人 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照这样继续攀爬 不久之后 他就可以爬上崖顶了 可是形势却没有 众人想象的那么乐观 因为这时候 陈山的速度明显减缓了 看来刚才这一段路程 耗费了大量的体力 看到这一情景 众人开始紧张起来 崖壁上的陈山 爬在那里原地休息了一会儿 又开始移动身形 慢慢地向上攀爬 据远光时的文弱书生 他在制定计策的时候 对于登上悬崖的估计过于乐观 现在崖壁上的陈山 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在这样笔直的悬崖上 往上攀爬 消耗的体力是非常巨大的 同时 悬崖上冒出的尖锐石块 还有一些树根 给它的上升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不一会儿时间 陈山的身上 已经有好几处伤口 有的地方甚至流出了鲜血 滴落在了崖壁的石块上 但是此时的陈山 却根本无暇顾及这些 他咬紧牙关 努力地向上攀登着 这时崖下的 众人心都崩得紧紧地 看着陈山上升的速度越来越慢 所有人都凭住呼吸 全神贯注地看着崖壁上的身影 崖壁上的身影 一点一点地上升 终于到达距离悬崖顶端不远的地方了 看着越来越接近悬崖顶端的身影 崖下众人开始高兴起来 可是这时 崖壁上的身影却突然向下方滑来 人群中立即传来尖叫之声 原来 陈山抓住的一根树根 由于承受不了它的重量 突然断掉了 眼看就要坠落悬崖 陈山连忙 用手在悬崖上一阵摸索 终于抓住了一块冒出的尖石 他连忙用力地握住这石块 终于控制住了下滑的身体 可是这石块过于尖锐 很快 划伤了陈山的手掌 鲜血染红了石块 他疼得忍不住发出了呻吟之声 但是 他的手却抓得紧紧地 脚下又踩住了一个石缝 扭头往下看了一下 陈山不由地暗自庆幸 因为这一个高度 如果掉下去的话 就算是不被摔死 也肯定会身负重伤 这时 悬崖下的杨云突然反应过来 让大家把随身携带的被褥拿出来 铺在悬崖的下方 以防陈山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下来 看着下方兄弟们的行动 本来已经全身无力的陈山 心中十分感动 一时间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又充满了力量 他咬紧牙关又一次向上攀爬而去 随着身形的慢慢上升 陈山终于到达了悬崖的顶端 可是 又一个困难摆在他的面前 因为此时 他的头顶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他必须向侧方移动 绕过巨石的底部 才有机会爬上这块石头 陈山在巨石下面向两旁张望 发现这具石下面的崖壁十分平整 根本找不到冒出的石块或者树根 这下可让陈山犯了愁 左右查看了好几遍 陈山终于在崖壁上发现了一道石缝 可是 这石缝十分窄 他的手指要想伸进石缝中介力完全不可能 情急之下 陈山一把抽出了腰间的短刀 将短刀插在石缝之中 然后他一咬牙 右手握住刀柄 身子猛地往侧方一扑 一把抓住了悬崖上的一棵小树 小树忽然承受了这么重的重量 在牙上一阵晃动 总算没有断掉 见这棵小树承受住了陈山的重量 眼下观看的众人也高兴起来 有人还忍不住嘀嘀地发出了叫好之声 抓住这棵小树之后 一切就显得轻松多了 陈山顺着这棵长在牙壁上的小树 一点一点地地向上攀爬 不一会儿 他终于爬上了小树的上端 身子一纵 一下子跳在巨石之上 见牙顶上的这个身影 终于爬上了巨石 下方的众人终于长出一口气 他们纷纷行动起来 准备往牙上登攀 巨石上的陈山 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 他将绳子的一头 绑在巨石后方的一棵树上 然后将另一头向牙下扔去 有了绳索 现在的攀登行动就顺利多了 另一个伸手矫健的士兵 也背着一捆绳子 顺着绳索不久之后 就爬上了巨石 紧接着 一个又一个的大伏士兵 借助绳索和巨石上 已经上去的同伴的帮助 来到巨石之上 由于夜晚的能见度的确太差 大伏士兵的灯牙行动 并没有引起柴木达等人的注意 柴木达把手下的士兵分成两队 分别守住山谷的两个出口 并且准备了大量的石块和弓箭 就等着大伏士兵冒险冲出来 然后给他们致命一击 可是柴木达等人 在山上等了好几个时辰 依然没有看到大伏士兵的身影 长久的等待 使得有的人已经开始疲倦 甚至打起了呵欠 来了 这时有人发出一声轻喊 众人立即打起精神 往下望去 果然 山下峡谷中出现了 数个火把 正在向峡谷外行动 大 见火把越来越近 柴木达发出一声大喊 他手下的士兵 立即拿起石块和弓箭 向下方发起猛烈的攻击 下方那些手持火把的人 剑上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居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拼命地往出冲 反而丢人下火把 转身又逃回去了 这一下 柴木达和他手下的士兵 都来了精神 大家站在山上 手中紧握巨石或弓箭 全神贯注地看着山崖之下 等待敌人再一次冲出来 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 敌人经过一次 尝试性的攻击之后 居然迟迟没有再次行动 正在这时 他们后方的密林中 突然传出声响 无数的弓箭 从密林中射出 措手不及的柴木达手下的 虎救部落勇士 很快倒下了一大片 嫡妻 嫡妻 大家小心一点 有人连忙大喊起来 柴木达和手下的 虎救部落士兵连忙转身 要么拿起盾牌抵挡弓箭 要么扑在地上 躲避射来的箭支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已经有一小半的 虎救部落士兵 重箭倒在地上 本来是偷袭敌人的 没想到反而被敌人偷袭了 柴木达和手下的 虎救部落士兵 都感觉十分郁闷 他们根本搞不明白 从林中冲了出来 向柴木达和他的手下 发起了攻击 这一场战斗 进行的时间十分短暂 因为虎救部落低势 并在刚才的袭击中 损失了不少人手 同时 他们也不知道 密林中到底藏了 多少大副士兵 于是在进行 短暂的打斗之后 柴木达见自己手下士兵 占不了丝毫便宜 立即带着幸存的士兵 转身逃走了 见敌人逃走 大副士兵也不追赶 他们选择了待在原地 一边给受伤士兵包扎伤口 一边守住着重要的位置 避免敌人再一次从这里 向峡谷中的大副士兵 发动攻击 这群大副士兵 领头的正是姚霞 他成功地赶走敌人之后 拿出一个火把 朝山下挥舞了几下 看到姚霞挥动的火把 山下的杨云等人立即明白 这次作战已经成功了 联盟组织守在山下的大副士兵 清理堵在峡谷中的石块 然后带着一辆辆马车 撤出峡谷 等所有人全部撤出峡谷之后 天已经大亮了 杨云组织守下士兵 埋葬了这一次战斗中 牺牲的大副勇士 通过审问抓来的俘虏 姚霞总算明白了 此次被袭击的前因后果 他连忙把这一消息 向杨云汇报 得到消息的杨云 立即陷入了沉思之中 刘仪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 据虎救部落的俘虏交代 当日 寿神山的一场大战 汉王拓把野和左王耶达 当场战死 甚至连汉王拓把野的大儿子 和许多刘仪的贵族 也当场被杀 成功杀死汉王拓把野 和左王耶达之后 又往库班如愿 登上了汉王的宝座 他让拓把野 贪生怕死的三儿子拓把慎 当上了刘仪最大部落 山根部落的组长 并且 库班还联合拓把慎 杀死了许多反抗自己的山根部落 和飞黄部落成员 彻底控制了整个万古草草 第150章 杜江 刘仪的变故 让杨云大吃一惊 但是他最担心的 还是自己的结拜兄弟拓把度 和自己的九姐杨英 可是杨云分别询问了好几个俘虏 都没有打探到 拓把度和杨英的消息 殿下 我们现在还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之中 这柴木达袭击我们不成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想 他一定会把我们的消息 向楚国官员报告 到那时候 楚国一定会来派兵 来抓我们的巨远光 在杨云耳边说道 那好 我让兄弟们抓紧时间 我们争取在楚国人反应过来之前 渡过楚江 甚至是通过巡远关 那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危险了 巨远光的话 提醒了杨云 他马上做出了决定 接受了杨云命令的大副士兵 马上行动起来 他们很快整理好了一辆辆马车 队伍以最快的速度 向楚江奔去 楚江西岸的渡口附近 由于多年来 各地商人的来来往往 使得一部分人发现了商机 就在渡口修了房子 开始做生意 久而久之 在此居住的人越来越多 就形成了一个小镇 现在 这小镇上 除了居住着数千居民之外 还驻扎着几百楚国士兵 用来保护这连系 楚江东西两岸的重要码头 楚国和大福 虽然打仗多年 但是却没有禁止商人互相来往 但为了防止细着混进商队里面 所以对来往行商盘查的特别严 各位兵爷辛苦了 这点小意思 拿去给兄弟们买点酒喝 姚侠满脸堆笑 将一个钱袋 递给一个领头模样的楚国士兵 天快黑了 大家动作快点 这名楚国士兵 颠了颠握在手中的钱大 朝手下的士兵大声喊道 杨云手下的大福士兵 虽是假扮的商队 但是杨云也想利用这次机会 为无限带回许多急需的物资 所以马车中 装了许多各国的特产 这些楚国士兵 仔细地查看了每一辆马车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便拉扯掉了放在路口的路障 放杨云等人进入小镇 天快黑了 江中水流湍急 夜里我们从不派船 当姚霞找到船队的负责人时 却又出现了状况 老板 我们商队中有一些货物 必须保持新鲜 时间耽搁久了就会腐烂 那么我们将血本无归 您就行得方便 破一次力吧 我们给双倍的钱 不 三倍的价钱 姚霞赔着笑说着 心里却恨不得给这张臭脸一拳头 钱没有了 可以挣 命没有了 那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是不会拿命去冒险的 这负责人的态度 依然是那么坚决 结果 无论姚霞给几倍的钱 说了多少好话 这家伙就是不松口 始终不愿意派船渡江 这家是这个小镇最大的一家船商 只有他们才有实力 一次性送整个商队 和这好几辆马车渡江 无奈之下 姚霞只得找了好几家小型船铺 给了他们高价 他们终于答应 几家一起 连夜送使团中人渡江 等大家好不容易把船集中起来 将所有物资送上船去 开始渡江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时辰了 使团中近两百人 和许多的物资 被分别装在二十艘大小不同的船中 慢慢地向楚江东岸驶去 船还没有到达江中心 后方岸边突然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与此同时 无数个火把在将岸上前面的船 马上停下来 驶回岸边 我们要进行检查 江岸上突然响起了喊声 不要管他们 我们继续前行 见船夫们准备调转船头 向岸边驶去 姚霞连忙制止了他们的行动 船夫们犹豫了一阵 在重惊的诱惑下 终于划着船 继续朝江对岸行去 前方的船只 再不返回来 我们就要开始射箭了 岸边的储兵 本来对柴木达派人来报告的情况 将信将疑 见船只还在继续朝江江对岸行去 立即确定 这船队中有大富皇子 他们当然不愿意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于是又大声喊道 大爷 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您就不要为难我们了 这些船夫见此情况 开始害怕起来 纷纷叫嚷道 这种情况下 姚霞也没有了其他办法 只得让手下士兵拿出刀剑 逼着这些船夫继续向前行船 后方的储君士兵 见这些小船继续向江对岸行去 立即拿起弓箭 向一艘艘船上射了过来 可是 由于距离较远 江面上又吹着很大的风 大部分的箭支都落在江水之中 只有极少数的箭支射向船支 被船上的大富士兵 用盾牌很轻松的地挡住了 岸上的储君士兵 当然不愿放任杨云离去 见弓箭无法奏效 他们急忙派人去寻找船支 可是急切之间 哪里能够找到那么多的船支 供他们渡江啊 过了好久 这些楚国士兵 终于找来了一些大船 可是当他们登船 准备前去追赶的时候 大富士兵所乘坐的船支 已经过了江心 距离他们已经比较远了 快点 快点 再快点 见后方的储君士兵追了过来 姚霞连忙催促划船的船夫 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往楚江东岸行去 大爷 晚上风大浪大行船 本来就比较危险 速度再快船会翻的 一名船夫向姚霞说道 以最快速度往前滑 就算是翻船 也比被敌人抓住好 看了看后面追来的大船 一旁船上的杨云大声说道 二十余艘船在江面上 飞快地行驶着 由于江水流速太急 小船在江面上一起一浮 显得十分危险 而追击的储君士兵 则乘坐全市大船 在江面上行驶就相对要 平稳得多 速度也要比小船快一些 所以他们距离前方的队伍 越来越近 见距离接近 不少储君士兵又开始放箭 虽然由于风大 船又很颠簸 射出来的弓箭准性很差 但是也给大副士兵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这时 杨云等人也没有了其他办法 只得让姚霞带着大副士兵 一边用盾牌抵挡对方的弓箭 一边射出箭支进行还击 不用力划船 就很可能被储君弓箭射死 在危险面前 这些船夫也终于拼尽了全力 所以在这些小船的船夫尽全力滑动下 这些小船终于到达了楚江东岸 按照姚霞的指挥 在一处水流比较缓的弯道处靠了岸 姚霞选择在这里上岸是有考虑的 因为这里不是专用的码头 水下面有许多淤泥 小船可以在这里靠岸 但后方追赶的大船却只能在码头上上岸 除此之外 此处还可以避免守在江东岸储君士兵拦截 后方追赶的大船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但他们也无可奈何 只得调转方向朝码头处快速前行 姚霞迅速让人把所有物资都搬上岸 并将所有人集合起来 可是这一下姚霞马上傻了眼 因为小船居然少了一只 而坐在这只小船上的人 正是杨云与赤木 和乔宇威与端木积月两个女子 杨云居然不在了 最可怕姚霞急坏了 她连忙让人找来使团中的那些文官和巨远光 巨远光从来没有坐过船 运船晕得厉害 正趴在那里 大吐特吐 听说杨云居然找不到了 她也惊呆了 使团中众人听说 吴王殿下失踪了 纷纷表示 要返回江中去寻找杨云 但是巨远光想了想 阻止了大家 我觉得 现在储兵马上就要追过来 我们应该马上撤离 不然就会全军覆没 巨远光对众人大声说道 可是 就算我们全部战死 也应该要去救吴王殿下了 使团中有士兵大声嚷道 杨云在众人面前没有架子 并且发自内心的关心 手下这帮士兵 但是只能偷偷地找 如果让楚国人知道 吴王殿下没有成功渡过江 那么他就有危险了 巨远光冷静地分析道 最后使团中人 按照巨远光的建议 由大部分士兵 带着使团中的文官 连夜往巡远关方向行去 另外留下十余个 从吴县出来的好手 随姚侠和巨远光等 暗中潜伏在楚国境内 伺机寻找和杨云和赤木等人 那么 杨云究竟到哪去了呢 当时 重船在往前着急赶路的时候 由于天黑视野严重受限 所以 每只船只能按照口令前行 无法看到其他船只的情况 杨云等人所乘的小船 本来是被所有船只为在最中心的 但是由于在行船过程中 为了抵御后方敌人射来的箭支 和加速行船 所以对形不知不觉的 就凌乱不堪了 杨云所坐的小船 船夫是个有十几年经验的老船工 他的技术非常好 本来不应该出现意外 可是在船向前行进的过程中 一支流箭从缝隙中射了过来 正好射中站在船头划船的船夫 这船夫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就掉进江中 杨云等人还没来得及有什么反应 船就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然后一下子翻进江中 杨云的水性还是挺不错的 赤木虽然十分勇猛 但却不会游泳 马上在水里挣扎起来 乔与威式的男孩子性格 从小经常跟父亲在江河中玩耍 水性很不错 他一把拉住赤木 这大块头交给我 你去帮帮月娥头吧 他可是个汗鸭子 乔与威水性确实很好 拖这个大家伙 还游刃有余 看到这一情景 杨云放下心来 转身像在江水中 沉浮的端木继月游去 第151章 楚江遇险 见杨云水性还是不错 乔与威放下心来 要是其他几人都不会水 自己要想在江水中救起三人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江水可不比普通水池中的水 它的流速非常快 所以在江水中游泳 要比在静止的水中 难上许多倍 更何况此时的杨云 还要带着一个 游到附近的船上难度很大 因为这些船只 都在拼命地往江岸边划去 杨云使劲地喊了几声 但是由于江面上水流声 喊叫声 简直设在盾牌上的响声连成一片 所以没有人听见杨云的喊声 看着一旁船只 离自己越来越远 杨云只好带着端木继月 向岸边游去 而和他一同落入水中的赤木 与乔与威 这时也已经被江中冲开了 离他们有十几米远了 我们一人带着一个 先游到岸边再说 这种时候 已经顾不了太多 杨云向乔与威挥挥手 然后大声喊道 见乔与威又自己挥挥手 表示明白 杨云便带着端木继月 努力地向江岸游去 可是 看着不远的距离 真正到达岸边难度十分大 不久之后 杨云就筋疲力尽了 他转身四下看看 乔与威和赤木 已经不在视线中了 你帮我放开吧 这样下去 我们两个人都会淹死在江里 端木继月看见杨云已经没有了力气 还在勉强挣扎 于是他大声说道 哼 我可不是一个不讲义气的人 怎么会把你一个人丢在江里 何况这么漂亮一个姑娘被淹死了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杨云勉强笑着说道 前面离江岸还有一段距离 而后方敌人的船只 离他们已经不远了 这让杨云有些无奈 这样下去 就算不被江水淹死 也会被敌人抓住 杨云的运气还算不错 这时从上游飘来一棵枯树 筋疲力尽的杨云 马上拖着端木继月游到这棵枯树之旁边 这时候 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力气 只能和端木继月一起抱着枯树树干 随波逐流 枯树枝顺着水流往下游缓缓流去 带着端木继月和杨云 离双方的船只越来越远 杨云原计划等恢复力气之后 就带着端木继月向岸边游去 可是这江水冲着枯树 反而离岸边越来越远 随着杨云在水中泡的时间增长 他越来越没有力气 没办法 他干脆从腰间抽出腰带 将自己和端木继月一起绑在枯树树干上 现在终于没有被江水冲走的危险 两人总算放下心来 在江水中又惊又累 两人均感到疲惫不堪 睡意渐渐上来 两人居然趴在枯树的树干上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枯树枝停止了移动 两人被这变化惊醒 睁开眼睛一看 他俩不由地高兴起来 原来这枯树枝 不知在什么时候 已经飘到了岸边 这意外的情况 让两人心中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 杨云连忙卸开绑在身上 树干上的腰带 拉着端木继月爬上了岸 此时天已大亮 两人借着晨光向四周望去 却见自己两人 此时身处于一片山区之中 四周并没有人家 在水中泡了足足一夜 当时又累又紧张 并没感觉春末的江水有多寒冷 这时爬上了岸 被河风一吹 这时才感觉到阵阵寒意 这样的天气 两人穿着湿漉漉的衣物 那肯定是不行的 不远处有一个山洞 两人决定到这山洞中休息一下 来到这个山洞之中 见这洞中还比较干燥 他俩十分满意 杨云让端木继月 先在洞中稍作休息 自己再在洞口找了一些干柴 准备升上一个火堆 杨云从怀里掏出一个火折子 拿到眼前一看 不由得一阵苦笑 在江水里抛了一夜 这火折子 根本没法继续使用了 上一次和池里 在山洞中的时候 有了一次钻木取火的经历 这一次 杨云再用这个办法生火 已经有了经验了 费了好大功夫 手掌都磨得发疼了 就在杨云快要绝望的时候 终于看到了一点点火星 继续努力 又过了很长时间 一个火堆终于成功形成 看着熊熊燃烧的火堆 两人终于高兴起来 好了 我去找一点吃的 你把衣服脱下来烤一烤 等你把衣服烤干 我再回来 杨云说完 留下满脸通红的端木季月 就出去了 在山中搜寻了一大圈 找到一些不知名的野果 根据自己多年采药的经验 杨云知道这些果子没有毒 但是放到嘴里咬了一口 味道却不怎样 又过了一会儿 他发现了几块山药 这东西烤出来 味道还是不错 杨云高兴起来 找了根木棍 掏出了好几块山药 在山中还发现了一些野鸡野兔 以及其他一些小动物 但是要抓住它们 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杨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逮住了一只野兔 这一下可以大饱口服了 运气不错 在水中漂了一夜 腰间的短剑居然没有掉落 于是杨云又来到江边 将野兔杀掉 包皮 再洗干净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就往山洞的方向走去 回到洞口 杨云就大声地和端木季月打招呼 得知他已经把衣服烤干 然后就高兴地走进洞去 我在洞口去坐坐 你也把衣服脱下来 烤一烤吧 端木季月说到这时 他的脸有些红 声音显得特别温柔 不用了 刚才跑了一路 已经穿干了 杨云笑着说道 杨云摘回来的野果 味道并不怎样 但是 此时已经饥肠碌碌的二人 顾不得许多 拿起来就吃了好几个 终于使肚子没有那么饿了 然后 杨云就把山药丢进火堆 然后在野兔上插上一根棍子 就在火堆上开始烤着野兔 时间慢慢过去 野兔的香味在洞中开始飘起 虽然没有什么调料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两人觉得这野兔的味道十分鲜美 吃饱喝足之后 两人总算恢复了力气 商量一番 他们决定去起身去寻找使团 走出山洞 两人又重新来到江边 在江边查看一番之后 决定顺着江岸往上游走 但是这一带都是山区 两人对路况并不熟悉 好多地方连路也没有 杨云只好拿起手中的短剑 劈开一路上的荆棘 一边开路 一边往上游走去 要在陌生的山林中寻找出路 依然没有走出山区 我走不动了 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端木继月从小娇生惯养 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 但是他一直咬牙坚持着 这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 看来今天是走不出去了 我们得在这山中过夜 我们到江边去看一看 能不能抓到一些鱼 看到端木继月疲惫不堪的样子 杨云知道他确实没法再走了 好啊 那我们马上去吧 听到要去抓鱼 个性活跃的端木继月来了兴趣 连疲劳也觉得减低了几分 附近的江岸边有一个小小的浅滩 浅滩中长着各种各样的水草 水草中藏着各式各样的鱼 杨云拿起手中的短剑 在水中搜寻了好半天功夫 终于刺中了一条鱼 老杨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也要试试 见杨云抓到一条鱼 端木继月也来了兴趣 他从路边找来一个木棍 也学着杨云的样子 在水草中跑来跑去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端木继月正在十分沮丧之时 忽然看见旁边的草丛中有动静 于是他拿起棍子 向旁边的草丛中打去 妈呀 蛇 随着端木继月棒子的麾下 一条长长的蛇 很快从草丛中钻了出来 这蛇前半身立起 尾巴藏在草丛中 正恶狠狠地盯着端木继月 显然是要抱一棒之仇 端木继月也是好舞之人 如果遇上寻常的野兽 他也许还可以缠斗一番 但是女孩子天生怕蛇 端木继月也不例外 看见这一个形象猙獰的家伙 他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这条蛇可不想再等待 他张开嘴 杏子伸得长长的 一下子向端木继月扑来 畜生 你找死 这时杨云急忙冲了过来 一把推开已经不知所措的端木继月 杨云正打算回头收拾这条蛇的时候 忽然感觉小腿出一疼 低头一看 自己小腿已经被这蛇咬了一口 他连忙举起手中的短剑 一下子刺中这蛇的七寸 然后短剑一阵挥舞 终于把这家伙大喜巴快了 糟了 这蛇有毒 杨云忽觉自己伤口处有些发麻 他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 啊 怎么办 怎么办 听到杨云的话 端木继月吓坏了 他不顾毒蛇的尸体 还在杨云旁边 马上来到杨云跟前 你不要慌 我有办法 杨云知道自己这一次遇上麻烦了 但是为了不让端木继月着急 他故作轻松地说道 以前杨云在和爷爷学习医术 以及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都涉猎过 如何处理中了蛇毒的伤者 但始终没有临床经验 这时候在荒郊野外 又没有药物和任何医疗器械 所以要清除这蛇毒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想到这里 杨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这种情况下 只有听天命进人事了 希望老天爷保佑自己命大 能够躲过这次灾难 第152章 蛇毒 帮我生起一堆火 杨云拿起刚刚在山洞中 制作的简易火折子 递给端木继月 中了蛇毒 如果运动的话 会使血液循环加快 导致毒素迅速往进入身体内 所以只能让端木继月做这些事情了 都怪我不好 怎么会招惹这毒蛇吗 一向开心活泼的端木继月 这时居然哭了起来 他找了一些干柴 手忙脚乱的 弄了好半天 也没有能把火堆点燃 无奈之下 杨云只好让他把火折子 递在自己手中 在风中挥舞几下 火折子马上燃烧起来 然后杨云将火折子放在干柴下面 终于将火堆点了 看着火焰升了起来 杨云将手中的短刀 伸入烈火之中 不一会儿 短刀的刀尖就被烧得通红 杨云看了看被烧得通红的刀尖 又看了看已经有些发黑的伤口 一咬牙 将刀尖按在伤口之上 啊 撕心裂肺的疼痛 让杨云忍不住叫了起来 空气中马上传来肉烧焦的味道 都怪我 都怪我 看到杨云痛苦的样子 端木继月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没事 你先控制住情绪 待会儿我还需要你帮忙呢 此时的杨云 脸色苍白 他有气无力地对端木继月说道 好 我能做什么 你就说 就算是用我的命来换 我也愿意 端木继月坚决地说道 傻丫头 哪有那么严重 你知道我就是个大夫 这是对我来说 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杨云继续有气无力地 安慰着端木继月 在杨云的指挥下 端木继月用腰带 在杨云伤口的地方用力扎紧 这样可以避免毒素 将伤口处挑开 用力将伤口内的黑血挤了出来 然后让端木继月 找来清水进行清洗 本来 这个时候 如果是用口 将伤口内的蛇毒吸出来 效果还会好上许多 但是杨云怎么也不忍心 让端木继月 冒着中毒的危险 替自己吸出蛇毒 替我把那些草药 给我采过来 杨云用手指着一些位置后 觉得自己的头有些发晕 他有些着急 现在可不是昏迷的时候 想到这里 杨云用牙齿使劲地 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 使自己保持清醒 然后指挥端木继月 采了一些草药 毒蛇旁边必有解药 民间常常有这样一种说法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不过杨云的运气还算不错 在草丛中发现好几种 可以帮助自己的草药 杨云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将几种可以外敷掉草药 敷在伤口上 然后抓起一些草药 顾不上他们味道苦涩 在口中嚼了一番 把它吞了下去 我坚持不下去了 中了蛇毒 昏迷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不要着急 如果我发烧或者是发冷 你就把这些草药 给我喂下去 杨云集中最后的 尽力指着集中草药 对端木继月说道 说完之后 杨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他闭上眼睛 躺在了草地上 老杨 老杨 你可别吓我了 见杨云昏迷过去 端木继月吓坏了 他一边哭喊着 一边摇动着杨云的手臂 但是杨云却没有醒过来 这个时候 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 心情悲痛的端木继月 忘记了对黑夜的恐惧 他抱着杨云 用尽全身力气 将它扶到一棵树下干燥的地方 然后又在他旁边 升起了一堆火 紧接着 他又找来一些干草 将干草铺在杨云身边 抱着杨云的身体 将它放在干草上 从小到大 端木继月 哪里做过这样的事情 但这时候 心中充满悲痛和自责的端木继月 似乎忘记了疲劳 就连手背之条划伤 流出了鲜血 他也不知道 做完这一切之后 端木继月 又从自己的衣服上 撕下一块布 沾上水 将杨云的脸和手都擦干净 紧接着 端木继月摸摸杨云的额头 脖子和手心 都没有发烧的迹象 这让他放心不少 忙累了一天 端木继月已经很疲劳了 但他努力控制自己 他不敢睡着 因为他担心 万一自己睡下 杨云若是出现了什么状况 那自己将会自责一辈子 看着杨云有些苍白的脸庞 端木继月有些发呆 他的脑海里 都一件一件地 在脑海中浮现 看着这一张英俊的面旁 端木继月心中百味娇沉 最初遇见这个年轻人的时候 他本来对这个 有些看不起自己的年轻人 心中十分不满 但是不久之后 这年轻人的形象 在自己的心目中 越来越高大 端木继月开始喜欢和他在一起 还时常故意找茬 和他抬杠 那时候 在端木继月的心中 杨云是一个 可以交心横讲一起的好兄弟 但是 等回到郑国之后 杨云英俊的面容 时常在端木继月的脑海中出现 慢慢地 他开始盼望着 和这个青年再次见面 并且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种感觉 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逝 这几年 父亲给自己介绍了许多王公贵族 但是端木继月 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他心目中 总是有意无意地 将这些王公贵族和杨云进行比较 觉得这些人比起杨云来 都差得太远 本以为 自己没有机会和杨云再见面 可是没想到 他居然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那时候 端木继月心中的喜悦 是无法形容的 后来 端木继月听说 杨云已经和池里澄清了 他听杨云讲过 这是一个温柔似水 善解人意的姑娘 听到这一消息之后 端木继月感觉十分失望 甚至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他这时才发现 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 几乎无所不能的年轻人了 端木继月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子 他将这一切 藏在自己内心深处 并且准备要把这个秘密藏一辈子 自己的国家 端木继月觉得很遗憾 夜里暗中哭了好几回 但是一到白天 他又恢复了那个活蹦乱跳的样子 后来 乔与威找到端木继 月 说他要追随赤墨 到无限去 端木继月感觉很震惊 同时又对乔与威 这种敢爱敢恨的精神十分佩服 鬼使神差中 端木继月决定 和乔与威一起到无限去 于是 他便和乔与威各自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悄悄地出走了 杨云的一声呻吟 使得端木继月 从各种遐想中清醒过来 他来到杨云面前 看见此时的杨云 居然满脸通红 端木继月吓了一大跳 连忙用手摸了摸杨云的额头 这一摸 让他的心里凉了半截 因为此时的杨云 额头烫得吓人 这一下 可把端木继月吓坏了 手忙脚乱地找来杨云 给他说过的几种草药 准备让杨云吃下去 可是 看到这几种草药 端木继月又犯愁了 杨云此时昏迷不醒 这草药 怎么喂得下去呢 急切中 端木继月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他毅然将这些草药 塞入自己的口中 然后不顾草药的苦涩 在嘴里将它嚼碎 紧接着 端木继月来到杨云身边 将他的头靠在自己怀里 用手掰开他的嘴 嘴对嘴地 把草药喂进杨云嘴里 一口 两口 三口 过了好半天 端木继月才将好几颗草药 喂给杨云吃下 在忙碌的过程中 他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但现在停下来 端木继月才想起 自己做过的这一切 他的脸一下子 比杨云还红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端木继月一直关注着杨云的情况 但是他依然处于昏迷状态之中 并且没有丝毫退烧的迹象 这时 杨云的额头依然烫得吓人的 端木继月有些不知所措 他打量着杨云的伤口 见此时 杨云的伤口处 依然有黑血流出 下午杨云挤出伤口处的毒血的情景 此时浮现在端木继月的脑海中 他突然想起 不知什么人说过 中了蛇毒 可以用口将伤者伤口中的毒液吸出来 但是吸毒的人 会有中毒的危险 这个念头 让端木继月心中一亮 他立即低下头 用嘴将杨云伤口中的黑血吸出 从小锦衣浴时的端木继月 那是出了名的讲究卫生 但这时 他却顾不上肮脏 顾不上恶心 一口一口地吸出杨云伤口上的黑血 终于 伤口痛的黑血 被他吸了得干净 现在流出的血液是红色的了 端木继月虽然不懂医 但他也知道 此时杨云伤口处的毒液 总算是被清理干净了 终于替杨云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 端木继月说十分高兴 找了一些清水 给杨云清理了伤口 又过了一段时间 端木继月发现 杨云还是没有退烧的迹象 他又开始焦急起来 在心中回忆 大夫给人退烧的情景 忽然 他的脑海里想到一个办法 一个人头大小的野狗的空壳 用杨云的短刀 将空壳中的一些东西清除 就制成了一个盛水的容量 然后他在这个空壳中盛满水 把它放在火堆旁烤热 紧接着端木继月 来到杨云旁边 犹豫了一番 他一咬牙 将杨云的衣衫解开 用湿布沾上热水 在他身上擦拭起来 第153章 势力小人 端木继月一个姑娘家 要是患在平时 让他给一个男子擦拭身体 那恐怕是死也不愿意 但现在 端木继月豁出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 在他的心中 杨云的性命 已经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了 这时 杨云上半身衣服 已经全部脱下 虽然下边还穿着中裤 但这情景 已经让端木继月 脸红得像火烧一样 将杨云身体擦拭一遍之后 端木继月给他穿上衣服 继续观察他身体的变化 又过了一段时间 杨云的体温终于开始下降了 虽然还有一点低烧 但应该没有大碍了 看到这一变化 端木继月终于放下心来 在杨云的身边坐下来 这几天的时间 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端木继月身心疲惫 他往火堆里添了一些干柴 又查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见没有什么危险 便躺在杨云身边 终于抵挡不住浓浓的睡意 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杨云睁开眼睛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感觉身上有些无力 身体有些虚弱 此外便没有其他一样 杨云知道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看看身边 端木继月睡得正香 看着姑娘一脸憔悴的样子 杨云知道 这一夜为了自己 把他折腾惨了 感觉到身旁有声响 端木继月一下睁开了眼睛 见杨云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立即高兴起来 你醒了 那蛇毒应该没事了吧 见杨云想要坐起来 端木继月马上过去 扶着他靠在树干上 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了 虽然体内现在还有余毒 但是已经没有大碍了 杨云笑了笑 从语气中都能听出身体 还有些虚弱 这时 杨云的肚子 忽然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 端木继月这才反应过来 两人从昨日午时开始 就没有吃任何东西了 他连忙找出 昨天剩下的几块山药 将其中的一块递给杨云 自己也拿出一块吃了起来 紧接着 端木继月又找到 昨天被杨云抓住的那一条鱼 笨手笨脚地把它剖开 洗干净 架在火上烤了起来 这些事情 端木继月从来没有做过 但是他想到 现在杨云的身体 一定十分虚弱 也能扶着树干 慢慢地站起来了 端木继月拿起杨云的短剑 给杨云做了一根拐杖 杨云可以拄着他 慢慢行走了 虽然行路还有一些艰难 但杨云不想在这山中多逗留 因为 不知道这山里边 还有没有其他凶猛动钩 自己身体有伤 若真是遇上一些 毒蛇猛兽之类的 可能端木继月会应付不过来 又休息了一会儿 杨云觉得自己的力气 又充足一些 于是便在端木继月帮助下 缓缓地顺着江岸朝上游行去 杨云的身体现在还十分虚弱 所以走不多远 还得休息一会 两人走走停停 行了大约三四个时辰 端木继月突然高兴地大喊起来 原来前方出现了一个村落 现在正是近黄昏时分 村中已经有吹烟 正慢慢升起 终于走出大山了 两人心情高兴起来 脚下的步子也轻快多了 不一会儿 就来到村头一户人家门口 扶杨云在门口的一块石头上坐好 端木继月月来到这户人家门口 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门内传来犬飞的声音 不一会儿 门支啊一声打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有些有黑的汉子 这汉子约莫四十岁左右 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 姑娘 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事 这汉子见敲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有些奇怪的问道 我们兄 夫妻俩在山中迷了路 我丈夫又被毒蛇咬伤了 能不能在你们家借宿两天 端木继月说 这话的时候 脸顿失红了 端木继月本来想说 自己和杨云是两兄妹 但是想到中了蛇毒的杨云需要照顾 所以便说成了夫妻 这汉子打量了一下门外作者的杨云 将门推开大声说道 出门在外 都有落难的时候 你们快点进来吧 端木继月马上转身 扶着杨云走进院内 这汉子自制止住不停叫嚷的一只土狗 带着两人向屋内走去 也许是听见了声音 一个妇人从屋内走了出来 相公 这两位是什么人 这妇人兼丈夫带了两个陌生人进来 有些奇奇怪地问道 娘子 这是两个落难的年轻人 要在我们家借宿 你去准备一些吃的吧 这汉子对自己的妻子说道 可是 我们家的粮仓已经见底了 前几日 在刘二娘家 借了一生玉米 都还没有还 这妇人说话之时 脸上明显露出极不情愿的神情 这位大姐 我和相公在山中迷了路 相公还被毒蛇咬伤 身体十分虚弱 还望大姐行个方便 端木继月一边说道 一边将头上的一个钗子递给妇人 由于突然掉进水中 随身的行李也被将水冲走 端木继月身上没有带任何银两 所以只有将这头上带的钗子给了妇人 这钗子是端木继月平日所带 对他而言倒不是特别珍贵的东西 但是对这农妇而言 就是一个价值不菲的东西了 每个人都有落难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收别人的东西呢 把它还给这位姑娘吧 这汉子对自己的娘子说道 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珍贵的东西 你们就收下吧 不然我们怎么好意思打扰两位啊 端木继月看到这妇人 一副明显不舍的样子 于是笑着说道 汉子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看他自己妻子那副模样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你再去留二娘家借点粮食吧 另外 把那只母鸡杀了 我看这位小哥受了伤 需要好好补补 这汉子想了想 又对自己的娘子说道 这一次 这夫人倒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也知道端木继月这钗子 如果拿到集市上去卖了 应该可以买好多只鸡了 这夫人有些势快 但手脚还是十分麻烈 杨云和端木继月在屋中 做了没有多久 他就将饭菜端上了桌子 一小盆小米粥 几个馒头 一碟咸菜 还有一只炖好的母鸡 对于目前已经鸡肠鹿鹿的端木继月 和杨云而言 那可是美味佳肴了 你睡在床上 我把这草戏铺在地上 对付一宿就行了 吃完晚饭 到了这对夫妻 给他们准备的房间之中 端木继月扶杨云坐在木床上 然后说道 那怎么行 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自己睡在床上 而让你一个弱女子睡在地上呀 你睡床上 我睡地上 杨云毫不犹豫地说道 你因为我中了蛇毒 身体十分虚弱 怎么可能让你睡在地上呢 你就别争了 听我的 端木继月的态度十分坚决 最终 杨云没有拗过端木继月 只好和一躺在床上 按说 两人累了一天 应该很疲惫了 可是由于 这两个经历了太多事情 现在又处于一个陌生的地方 所以 都没有什么睡意于事 两人干脆借这个时间 探讨一下 使团队伍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 自己两人要怎么能才能找到大家 除此之外 两人也担心 乔宇薇和赤木是否成功脱险 说了好久话之后 两人的睡意才慢慢上来了 陆续进入了梦乡 你的这个烟渣泼彩 平日里也没见你这么大方 今日将这两个陌生人留在家中 还让我把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都杀了 在不远处的主人房间里 妇人对自己丈夫抱怨道 你这婆娘 知道什么 我自然有我的用意 那汉子对自己的妻子说道 我呸 你有什么用意 你那点鬼心思 我还不知道 无非是看了小娘子长得漂亮 动了歪心思吧 妇人愤愤说道 胡说八道 我是那样的人吗 那汉子有些不欲的说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还不知道 你偷看隔壁邻家娘子洗走 以为我不知道 这小娘子 长得如此漂亮 看样子 好像还是个黄花闺女 你会不动歪心思 妇人又比一地说道 我说你这婆娘 头发长见是短 我一眼就看出来 这俩人是假夫妻 她们的身份一定不凡 身上所有的配饰都非常名贵 为了我们足够我们吃一辈子 那汉子有些得意地说道 你的意思 那妇人一下子反应过来 接着说道 对 无毒不丈夫 反正这两个人一看就是外乡人 把他们干掉 找个地方偷偷埋了 一定是神不知鬼不觉 妇人脸上露出猙獰的神色 相公这件事情干得不错 明天我在饭菜里 下点药 先把那男的干掉 那女的就奖励给你先玩玩 再送他上路吧 一想到要发财 这妇人心情显然好了许多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现在改变了主意 先前我在他们房外偷听了一会儿 原来这男子是福国的皇子 储兵正在抓他们 如果我们报官把他们抓住 朝廷一定会重重奖赏我们的 到时 你相公我还会捞个一官半职 那是我们还会缺银子和女人吗 那汉子得意地说道 还是相公想得周到 那明日一早你就去报官 我再到村里去借一点粮食 用好酒好菜把他们留下 听到自己男人的话 那妇人开始激动起来 第154章 被困 这两日东西吃得很少 又十分疲劳 再加上身体受伤十分虚弱 所以 这一夜 杨云睡得很沉 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杆了 杨云在屋中四下查看一番 没有看到端木继月的影子 爬起来走出屋外 看见端木继月正在院子中练功 看来这妮子还蛮勤奋的 客人起来了 快去吃早饭吧 都给你热了好几次了 说话的是那妇人 杨云惊奇地发现 一夜不见 这妇人比昨日热情多了 她以为是端木继月 所给差子功劳 就没有想太多 端木继月虽然起得叫早 但仍然等着杨云一起吃走饭 早餐又是一碗小米粥 一碟小菜 居然一人还煮了一个鸡蛋 午饭的时候 这妇人居然还拿出一坛酒 虽然是品质十分低劣的一种 但是这妇人居然舍得拿出来 让杨云和端木继月 有些刮目相看 午后 杨云在这农家小院中走了走 觉得自己的身体恢复得挺不错 便计划今晚在这里再休息一夜 明日就启程去找使团队伍 午后的阳光十分明媚 杨云决定出去走一走 端木继月不放心 便跟着他一起走出小院 现在是春末时节 田里的麦苗绿油油的 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正盛 四处还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朵 这种没有任何污染的乡村 空气质量特别好 这让两人感觉心旷神疑 他们走在田野中 贪婪地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 这时 远方突然传来声响 上过几次战场 杨云已经很有惊艳 这显然是假咒骑整 士兵行进的声音 这地方怎么会有士兵前来 这让杨云警惕起来 连忙拉着端木继月 躲在一块卖地里 不多时 一对全副武装的储君士兵 出现在两人的眼帘 这对储君士兵的前方 有一个皮肤有黑的汉子 不是昨日招待他们住宿这汉子 还有谁 见此情景 杨云和端木继月 连大气都不敢出 静静地看着这对储君士兵 从他们身旁不远处经过 走进了他们所住的这农家小院 看到这一切 两人立即明白 自己二人 被这看着老实的农家汉子出卖了 娘子 那两个年轻人到哪里去了 那汉子到了小院内 没有见到杨云和端木继月 他连忙向自己的妻子问道 刚才还在院子里 我再给他们准备晚饭 应该就在门外不远处吧 那夫人听到丈夫的喊声 连忙跑了出来 你这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婆娘 那汉子嚷了一声 带着这些储兵就往门外奔去 就是他们两个 快抓住他们 那汉子一出门 就看到正在朝远处奔跑的杨云和端木继月 连忙向身后的储兵喊道 这些储兵 正是在渡口小镇守卫的楚国士兵 当日杨云等人经过小镇 正在渡江的时候 他们得到柴木达让人传来的消息 连忙派人前去追赶 由于他们得到消息比较晚 等他们追到江对岸的时候 大夫使团已经撤得无影无踪了 为这事 这些楚国士兵 被他们的上司骂了个狗血临头 这个今日 得到这农家汉子的消息 说是这大夫皇子 出现在这小山村之中 领头的储君将领 虽然半信半疑 但不愿意放过这样的机会 于是带着一队士兵 匆匆赶来抓人 这时 杨云二人正匆匆向前方跑去 他们前面不远处 就是储君拴在那里的战马 杨云知道 凭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 是跑不过这些储兵的 于是便有了抢马逃走的念头 储君将领 看见远处的杨云和端木继月 立即跟在后面紧紧追赶 可是 这时他们与两人的距离 已经比较远了 只能眼看着 杨云和端木继月 一人解开一根马绳 立即翻身上马 迅速向远方急驰而去 这群储兵领头的一名将领 见杨云和端木继月逃走 本来是一副交集的神情 但见二人骑上战马逃走的时候 他反而不着急了 他笑着找来身边 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年轻士兵 朝他做了一个手势 这士兵心领神会 立即将手放进嘴里 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 说也奇怪 这声音发出之后 杨云和端木继月坐下的战马 突然发出一声长鸣 然后立即转身 向储军士兵的方向奔去 这一下 杨云和端木继月吓了一跳 这处军中居然还有驯马高手 能够将骑着的战马招回去 无奈之下 两人只得一边 努力控制马匹的速度 双脚从马灯中抽出来 一下子从马背上跳了下去 从及时的马匹上跳下来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两人的身体在草地上 打了好几个滚 要想逃走 显然没有多少机会了 杨云往四周看了看 拖走端木继月 来到一个土坡之上 居高临下的 看着越来越近的储兵 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 端木继月虽然是个女海马 但她是郑国票计大将军端木雄的女儿 从小喜爱习武 也是有些功夫的 这时手中没有兵器 她顺手拾起路旁的一根木棍 把她握在手中 静静地等待即将来临的大战 你是福国的皇子 几年前 我在福封城见过你 你这皇子的身份 在我楚国不起作用 赶紧束手就擒吧 不然待会儿刀枪伤到你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储兵领头的将领 让手下将二人团团围住 朝二人大声说道 你既然在福封城见过我 那你就知道 本王是不会投降的 来吧 就让我们手中的兵人说话 杨云将短刀拿在手中 冷冷地说道 那我就看在我楚国勇士的刀枪面前 还能嘴硬多久 那名将领缓缓地说道 然后将手一挥 他身后的楚国士兵 立即凶狠地向二人扑来 杨云的这一副身体 一直相对比较单薄 这些年来 他已经有意地加强地锻炼 但是在同龄人中 还是显得有少许瘦弱 但是这些年来 他一直没有放弃擎练功夫 再加上身边有不少名师指点 所以他的功夫 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只不过 由于起步比较晚 比起同龄那些身经百战的将领 还有些经验不足 但凭借杨云目前的功夫 对付几个普通的楚国士兵 还是不在话下 这步 一名立功新切的楚国士兵 冲在了最前面 见到杨云 就拿起手中的长枪 狠狠地一枪刺来 早有准备的杨云 将身子一侧 让割了刺来的长枪 然后 身体顺着对方的枪杆 快速地击近对方 手中的短刀狠狠地一挥 下一刻 这名士兵立即丢掉了手中的长枪 双手捂住自己的脖子 紧接着 鲜血从他的指缝中 迅速流了出来 这名士兵双目圆征 不甘地倒在了地上 见一个照面下来 自己的同伴就被杨云杀死 后面的士兵 立即减缓了冲锋的速度 他们将二人团团围住 却不敢贸然攻击 见对方短暂地停顿 杨云脚一钩 将死去楚兵的长枪踢了起来 一把抓在自己的手中 然后将自己手中的短刀 递给身旁的端木计月 愣着干什么 快点上 谁抓住这福国的皇子 老子给他连升三击 那名将军手下的士兵 一下被震住了 连忙在后方喊道 正所谓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这些楚军士兵 听到几方的将领的喊声 一起喊叫着 向二人扑了过来 见一场大战 已经不可避免 杨云和端木计月 背靠着背 和这些楚军士兵站在一起 杨云和端木计月 虽然上战场的时间比较少 但是指导他们功夫的都是明家 和这些处普通士兵打斗 他们还是游刃有余的 特别是杨云 手中的长枪四下翻飞 将自己的五哥圣王阳明 传授给自己的枪法诀窍 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两人共同协作下 不多时 又有七人个楚军士兵 倒在了地上 这些楚军士兵也算彪悍 自己同伴的死亡 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 他们相互协作 按照平时操练的方法 有条不紊地向二人发起攻击 楚军改变了刚才那种 单打独斗的攻击形式 现在相互配合有攻有守 这样攻击的效果明显好了许多 使得杨云和端木纪月的压力 一下增加了不少 杨云凭借自己枪法的精妙 又成功地杀死两名楚冰 端木纪月的功夫 虽然比不上杨云 但是杨云给他的短刀 乃是铁衫亲自打造 虽然说不上是削铁如泥 但是普通的兵刃和他相撞 不几下就会被他砍成两段 所以 凭借这一把锋利的短刀 端木纪月也杀死了 好几个靠近他的楚冰 可是 这时围住他们的楚冰 足足有一两百人 要想把他们全部消灭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连想突出重围 逃到山里的机会 都不是很大 时间一点点的推移 形势对杨云和端木纪月 越来越不利 虽然到目前为止 他们已经杀死二十多名楚冰 但是剩下的楚冰 依然将他们团团围住 轮番进攻 丝毫不给他们喘息的空间 端木纪月是个女孩 体力要弱于男子 而杨云身上的蛇毒 也还没有好利索 所以 随着战斗的持续进行 两人的体力消耗很快 手中的动作也缓慢了下来 目前这种局面 落败是迟早的事了 但是两人又不甘心束手就擒 所以指的咬紧牙关 苦苦坚持着 第155章 苦战 战斗又持续了两炷香的时间 局势对杨云和端木纪月 越来越不利 此时 他们已经汗流加倍 长时间的高强度战斗 已经累得他们 几乎连兵器都拿不起了 特别是杨云 由于刚才格挡 对方一名士兵的攻击时 力量稍微弱了一点 被对方一名 一柄常见的刀尖划过腰尖 虽然伤口不深 但流出的鲜血 已经将一斤染红 这一点小伤 对杨云而言 虽然不算大碍 但是又这样高强度的战斗下 他没有时间处理伤口 长久下去 也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 但是 现在这种情况下 杨云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有咬紧牙关 努力地坚持着 你们退下 带我来收拾这小子 这时 对方这名将领 显然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 他见杨云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决定亲自上来摘果子 看这名楚江的意思 是要和杨云单打独斗 于是 所有楚兵都向后方后退几步 留下了足够他二人打斗的空间 见此情景 杨云也示意身旁的端木济月 往旁边走几步 一来是方便自己和对方将领打斗 同时也是希望 他利用这个时间休息休息 恢复一下体力 这楚江的兵器是一把长刀 他一上来就 劈头盖脸地朝着杨云一刀砍下 杨云当然不可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用手中的中长枪一挡 将对方的大刀隔开 这名楚将显然不想给杨云喘息的机会 又横着一刀朝杨云的腰部砍去 使得杨云连忙后退几步 闪过对方的攻击 见一刀斩空 这楚江十分遗憾 他没有选择收回大刀 而是直接朝前冲了两步 继续朝杨云身上挥来 见对方招式不停 这次杨云没有选择闪避 而是将抽中长枪狠狠一扫 将这楚江的大刀打偏 就这样 双方你来我往的 站了好几个回合 在打斗中 杨云发现了一个现象 这名楚江的功夫并不高 打斗经验也很少 所以 在前面的战斗中 这名楚江最初并没有亲自上阵 而是等手下的士兵 将杨云的力气消耗得差不多 他才敢和杨云面对面的单挑 除此之外 杨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这楚江并不想杀死杨云 而是想将他生情活捉 在刚才的打斗中 杨云故意入出破绽 等对方来攻击他的要害部位 结果 这名楚江好几次有意无意地 闪过了杨云的要害部位 而是选择攻击一些不致命的地方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 杨云可以很快地打败这名楚江 但是 此时的杨云已经筋疲力尽 他只能勉强抵挡对方的进攻 这时的杨云 一边和对方打斗 一边思考脱身的方法 可是想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本来就处于强弩之末 现在又精力分散 使得杨云慢慢处于了下风 这楚江见杨云节节败退 顿时大喜 手中的大刀 一刻也不愿意停歇 一刀接一刀地向杨云攻去 但是杨云毕竟有名师指点 虽然在打斗过程中有些狼狈 但他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 使用一两招怪异的招数 总能化险为夷 始终没有被对方伤到 这楚国将领 故意等到杨云筋疲力尽的时候 以为能够很轻松地将他拿下 但没想到 这年轻的福国皇子 居然如此难缠 在这么多手下面前 他觉得脸上也是挂不住 于是 这楚军将领一声大吼 挥舞着手中的大刀 朝朝逼向杨云的要害 使得杨云险相还生 见此情景 杨云知道这家伙恼怒之下 放弃了活捉自己的念头 要开始对自己下杀手了 在这楚军将领 一招接一招的猛烈攻击下 杨云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只小船 随时都可能被巨浪吞没 眼看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 杨云忙得手忙脚乱 抽准一个机会 他忽然转身向后方逃去 还想跑 你给我耐命来吧 见杨云想要逃跑 这名楚军将领 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握紧手中大刀 紧紧在后面追赶 这时 前方的杨云一个猎浅 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楚军将领见状 立即冲上前去 手中的大刀 直接向杨云的后背刺去 眼看刀尖离杨云越来越近 不远处的端木济月 发出一声惊呼 想冲过来帮助杨云 可是已经晚了 楚军将领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手中的大刀 离杨云的后背越来越近 一旁观看的楚军士兵 仿佛已经看到 杨云后背被大刀刺中 鲜血淋漓的场面了 这时 地上的杨云突然就地一滚 闪过楚军将领的攻击 手中的长枪 从一个诡异的角度 向这名楚军将领飞射而去 这名楚军将领 见自己的攻击落空 正在意外之际 见对方的长枪攻来 只来得及后退两步 哪想到杨云手中的长枪 是脱手射出的 枪奸 郑重 这名楚军将领的小腹 使得他一下子倒在地上 见自己的主将受伤 一旁的楚军可慌了神 他们手忙脚乱地围过去 查看这名楚军将领的伤势 这一切 都在杨云意料之中 他在对方将领紧紧威逼的时候 就想出了这一条反败为胜的计策 最终他使用五哥圣王阳明 传授给他的绝技 成功地重创了这名楚军将领 楚兵都忙着救治自己的主将 他们的包围圈顿时出现了缺口 杨云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拉起一旁的端木纪约 从缺口处冲出 向远方奔去 杨云的身体 这几日本来处于虚弱状态之中 又经过长时间的战斗 已经激进虚脱 他射出来的长枪力量 仅仅有平日的两层左右 所以 这名楚军将领身上所受的伤 并不算严重 手下士兵将他扶起来之后 他喊道 给我追上去 杀死他们 杀死他们 此时的楚军将领身上满是鲜血 一副歇斯底里的表情 显得十分猙獰 手下的楚兵 听到自己主将的喊声 立即清醒过来 一个个大声叫嚷着 朝杨云和端木纪约所在的方向紧紧追来 杨云见对方士兵这么快清醒过来 心中暗暗叫苦 知道凭自己和端木纪约目前的状态 肯定是跑不过这些楚军士兵的 见前方不远处有片密铃 他连忙牵着端木纪约的手 以最快的速度朝密铃中飞奔而去 终于在楚军士兵追到之前 他们两人成功地进入了密铃 密铃中地形复杂 为了不让杨云和端木纪趁机逃掉 楚军士兵 奋出一些人手 手中密铃几个关键的出口 然后再将剩下的人分成几组 在林中搜索杨云和端木纪约 趁这段时间 杨云和端木纪约 在林中找了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 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 恢复了一下体力 他们刚刚休息了不长的时间 就听见不远处有了声响 原来一对楚冰正朝他们 所在的方向行来 看情况 他们被敌人发现是迟早的事情 透过林中的灌木丛 杨云见这对楚冰有五个人 便和端木纪约 躲在灌木丛中 等待敌人的来临 这五名楚军士兵一边走 一边用手中的长枪 在附近的灌木草丛中搜索 不多时 就来到杨云和端木纪约的旁边 五名楚军士兵 他们分成两组 两名士兵用长枪在草丛中搜索 剩下三名楚兵 拿起兵器在后面警戒 三名负责警戒的士兵 紧紧地注视着前方同伴 正在搜索的灌木丛 准备一发现 敌人就向他们发起攻击 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侧后方突然冲出两个人影 向着其中的两名士兵 发起了突然的攻击 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两名警戒的楚兵 一人被短刀一下子削飞了脑袋 另一人被一根削尖的木棍 从后背刺入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 发出一声就倒在地上 另一名负责警戒的士兵 见自己的同伴突然被杀 连忙转身 准备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偷袭了自己的同伴 可是还没等他有什么动作 端木纪月和杨云两人 同时向他发起了攻击 这名士兵手忙脚乱地格挡了几下 就死在两人联合攻击之下 身后的动静 惊动了正在草丛中搜索的两名储兵 他们看到身后的杨云和端木纪月 顿时吓了一大跳 连忙拿起手中的长枪 死死地盯住二人 在之前的战斗中 为了伤到那名储君将领 杨云扔出了手中的长枪 所以在冲入林中之时 他手中没有了兵器 在林中休息的时候 他用短刀削尖了一个木棍 作为他临时的兵器 和端木纪月配合 成功地杀死了三名储兵 这时 他从容地从地上捡起一把大刀 和端木纪月一起 朝着两名储兵发起攻击 这两名储国士兵 显然知道自己二人 不是端木纪月和杨云的对手 所以他们一边连连后退 一边大声呼喊 想召唤自己的同伴前来增援 杨云和端木纪月 经过刚才的休息 体力已经恢复不少 这两名储兵 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很快就被杀死在丛林之中 但是 这两名储君士兵 临死前发出的喊声 已经惊动了林中 正在其他地方搜索的储君士兵 他们立即向杨云和端木纪月 所在的方向 围了过来 第156章 密林基站 知道身形已经暴露 杨云二人 当然不会乖乖地待在原地 他俩按照原定计划 以最快的速度 向附近另一个隐蔽地点奔去 附近的储兵 很快来到出世地点 看见倒在地上的五个同伴 心中充满了兔死湖杯的悲凉 这些愤怒的储兵 立即四下散开 发了疯一般 搜寻杨云和端木纪月的踪迹 但是费了好半天功夫 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身影 正在这时 不远处又传来几声惨叫 所有储兵立即朝发生处奔去 眼前出现的情况 让他们顿时呆住了 又一对储兵 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早已没有了生命气息 接连死了两对储兵 刚刚被包扎好的这名储军将领 反而冷静下来 他改变了手下士兵的分组方式 将原来的五人一组 改为二十到三十人一组 然后每组负责一个区域 如果发现目标 这一组人就尽量将杨云和端木济月死死拖住 附近的储军 则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增援 这储军将领的策略显然十分有效 这样一来 他们死的士兵越来越少 而杨云和端木济月的活动范围 却变得越来越窄 杨云和端木济月 又成功地杀死了几名储兵之后 他们终于被一对储兵围住 费了好半天功夫 也没能杀出重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附近的储兵全部围了过来 这样一来 让两人彻底失去了突围的机会 杨云靠在一根大树的树干上 看了看四周的储兵 又看了看身旁的端木济月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经过这么久的战斗 他俩拼尽全力 才杀死了四五十名储兵 可是现在 围在他们周围储君 还有一百多人 这是此时的杨云和端木济月 无论如何也无法战胜的 你们要抓的人是我 现在我束手就擒 你们把这个姑娘放走吧 杨云 看了看前方的楚国将领 大声说道 哈哈 你们现在已经成了瓮中之鞭 还有什么本钱和我讲条件 这储君将领得意得孝道 如果你们非要赶尽杀绝 本王就和你们死磕到底 我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赚一个 现在我们两个人杀死了这么多楚狗 就算死也值得了失望的杨云 狠狠地说道 就算他们放我走 我也不会走的 要死 我们就死在一起 端木济月 看看四周密密麻麻的储兵 十分坚决地说道 见端木济月如此坚决 杨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他将手中的大刀握得紧紧地 淡淡地看着围在四周的敌人 储君将领一声令下 手下的储兵马上拥了上来 七手八脚地向两人发起攻击 杨云和端木济月 虽然功夫都还不错 但是面对的敌人这样的进攻 已经筋疲力尽 他们也没有了其他的办法 不一会儿 两人身上就多处受伤 终于杨云绝望了 他心一横将大刀往脖子上一放 大声说道 小爷我宁愿战死 也不愿意当你们的俘虏 你们既然要我这个人头 那我现在就给你们吧 好吧 要死 我们就一起死 端木济月看了杨云一眼 也将手中的短刀放在脖子上 但他的脸上 丝毫没有临死前的恐惧 反而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这二人要选择自杀 四周的储兵暂时停止了攻击 转身看着他们身后的主将 但他下最后的命令 正在这时 密林外突然传来打斗的声音 不一会儿就出现了惨叫声 显然有人被杀了 听到这一变故 杨云和端木济月立即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静静地看着远方 不多时 两个人影从灵外冲了进来 前面的一人是一个魁梧大汉 手中拿着一根碗口粗的巨木 而这个大汉身后 还跟着一个英姿萨爽的高挑少女 看到来的这两人 杨云和端木济月脸上露出了笑容 因为来的这两人正是赤墨和乔宇薇 原来 那夜赤墨和乔宇薇 与杨云二人同时掉进楚江中 江水流速很快 夜晚能见读又很低 所以 两人很快和杨云二人分散开来 和杨云二人一样 乔宇薇也拖着赤墨找到一块木板 顺着江水一路往下 终于找到机会上了案 上岸之后 两个人四处寻找杨云和端木济月 但始终没有见到他们的踪迹 无奈之下 两人只得顺着江岸 一直往下找寻二人的踪迹 说来也巧 今日赤墨和乔宇薇刚刚找到这一带 听附近的村民谈话 知道这边有人在打斗 想到打斗的一方 有可能是杨云和端木济月 于是他俩便匆匆赶来 二人赶到的时候 正好是杨云和端木济月被困密林之时 赤墨抓住一个守在外面巡逻的储兵 一顿粗鲁的拳打脚踢 终于让这名储兵交代了 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听见被困密林中的 果然是杨云和端木济月 赤墨和乔宇薇马上着急起来 连忙向密林中冲去 由于忽然坠入江中 赤墨那标志性的长锤 掉入江底无影无踪踏 只得拿起一根巨大木棒 向守在林中的储兵发起攻击 赤墨本是杨云势力中 战力最高的一个 而他旁边的乔宇薇 经常在军营中 和父亲手下的一些将官比斗 手段也十分厉害 两人像下山的猛虎一般 杀掉了许多兰在前面的储兵 不一会儿就冲入密林 来到杨云和端木济月不远处 见来了救星 杨云和端木济月 欣喜若狂 一下子来了力气 主动朝在他们四周的储兵发起攻击 赤墨而力大无穷 与他交手的储兵几乎没有议和之敌 不一会儿就有十多个储兵 死在他手中的巨木之下 带队的储军将领 见手下的士兵很快死伤一大片 看着煞神一般的赤墨 他没有冲上去和他打斗的勇气 只有拼命地叫喊着 让手下的士兵向杨云四人发起攻击 可是这些储兵和他们的主将一样 看见新来这二人如此厉害 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居然不敢再向赤墨身边靠拢 见此情景 这带队的储军将领 知道这一次 是没办法抓住杨云几人了 并且 如果继续再打下去 他和手下的士兵 可能都会死在这里 想到这里 这名储军将领大喊一声 撤退 然后 他顾不上手下的士兵 连忙向密林外跑去 这些储兵早已没有了 在战斗下去的勇气 见主将都已逃走了 哪里还敢逗留 一个个犹如散家之犬般 飞快地向密林外奔去 赤墨又用手中的巨木 砸死了几名储兵 见剩下的储兵 向林外逃去 刚想追赶 却被乔与威挡住了 被乔与威住的赤墨 这时才反应过来 他匆匆地来到杨云身旁 一把扶住 几乎连战都站不稳的杨云 殿下 对不起 赤墨来迟了 见杨云居然受了这么多伤 赤墨眼睛都急红了 你放心 我是属猫的 有九条命 是不会轻易死去的 杨云有气无力地说道 结果不小心扯动到伤口 疼得他冷汗都出来了 四人身边都没有带任何药材 幸好杨云医术精湛 只会赤墨在灵州找到好几种药材 简单处理了一下 他和端木季月身上的伤口 此地不可久留 伤口不在 往外流血了 杨云立即对大家说道 既然知道了杨云被困处境的消息 楚国人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 一定会再次派来大量兵马 不抓住杨云 是不会把休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是人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 顺着楚江向上游行走的话 一定会遇上追来的储兵 所以 杨云决定调转方向 顺着楚江向下游行去 等彻底摆脱敌人之后 再想办法往上游走 去寻找使团队伍 事实证明 杨云的决定是对的 他们刚走不久 一群千人左右的储兵 就来到之前他们战斗的密林 这群储兵一路行来 并没有看到杨云等人 一时间 这些储兵无法判断杨云他们的位置 只能一边搜索 一边向上级官员汇报 大富皇子被困于楚江沿岸一带 这消息很快在楚国传开了 负责这一带管理的楚国最高官员 发出命令 让各地官员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将杨云等人抓住 杨云和端木济月身上有伤 所以他们前行的速度很慢 最初的几天 他们四处隐藏行踪 始终没有被楚国人发现 但是 随着朝廷的命令 发布到楚江江岸 几乎所有的地区 每个地方的官员都行动起来 他们的行踪 很快被楚国人知道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双方进行了几次打斗 靠着赤木的勇猛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击退了 追上来的楚兵 杨云等人 一次又一次击退了 追赶而来的楚兵 可是让他们头疼的是 这些家伙像狗皮膏药一样 不久之后又出现了 始终没有被彻底甩脱 纵然赤木十分厉害 可是面对楚兵 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他也有些吃不消了 他的身上 甚至出现了好几道伤口 楚军士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这让杨云感觉万分无奈 得想个办法 摆脱这些楚国人才行 这时杨云心里万分想念俱远光 这家伙的主意特别多 有在的话 一定会想出好的办法 第157章 追与逃 苦思冥想半天 杨云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们在一个小山村里 找到一些可以裹腹的粮食 然后制造出一副 向楚江下游潜逃的假象 而他们却悄悄地折返 躲藏于大山之中 杨云的这一个办法 终于给了他们一丝喘息之机 让他们在大山里 足足待了两天时间 没有发现一个追上来的楚兵 利用这宝贵的两天时间 杨云等人不仅好好地养了养伤 精神状态也恢复了很多 到了第三天 山林中传来楚兵吆喝的声音 显然是他们一路往下搜索 没有找到杨云等人的踪迹 于是又派人返回山林之中 在这里搜寻杨云等人的踪迹 这片山林面积虽然还是比较大 但是 楚军足足派了几千人 在这里边搜索 想要躲在里边 不被他们发现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于是 杨云等人决定 趁敌人还没有发现自己等人 先行离开 在山边的一个小村庄里 四人在一个农夫家里 接到了几套楚国老百姓穿的衣服 当然还给他们留下了足够两倍的银两 换上楚国百姓的衣服 四人继续前行 就显得方便多了 一路顺着楚江前行 发现四周的楚冰多了很多 一些地方还设了哨卡 过往的行人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 特别是网上有渡口的方向 盘查得特别严格 此外 一路上四处还贴满了杨云的头像 并且给了重金 让发现的人提供线索 这给杨云等人的行程 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现在要往上游走 通过巡洋关返回大幅 无异于往湖口上撞 但是没办法 回人只好继续往下游行去 想办法绕到返回大幅 因为一路上设了许多关卡 为了避免麻烦 杨云等人经常绕很远的路 绕到山区 或者乘坐木筏 前向楚江下游 就这样 走走停停 四人顺着楚江往下游走了七八日 行了好几百里路 他们遗憾地发现 楚国人这一次 想抓住杨云等决心很大 走了 这么多地方 几乎哪里都有杨云的头像贴在各处 与此同时 从楚国老百姓的口中得知 楚国高层居然 以重金悬赏的形式 让大家都行动起来 发现杨云等人的线索 就向上报告 楚国官员的一系列举措 给杨云等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让他们必须将很多精力 放在潜藏身形之上 想尽一切办法 避免被楚国人发现 这一下 端木纪月终于派上了用场 本来在这几段时间的行动中 他是最郁闷的一个 因为四人中 他的功夫是最弱的 体力也不够好 在行动中经常拖在后面 但现在 整个队伍需要隐藏行踪 善于化妆术的端木纪月 让大家彻底改变了形象 四个年轻人 被化妆成了少年中年人 甚至是老人 特别是楚国人重点关注的杨云 被端木纪月 装扮成了一个 落腮胡子的中年汉子 为了使形象逼真 还给他伪装了一个挺起的大肚子 有了这个装扮 他们行路之时 就要放心多了 不用太担心 被随时遇到的楚国百姓认出 再往前面行两百里左右 就到了楚国的紫州境内 那里和大幅的银州接让 杨云和其他几人商量之后 决定从这里想法 混过边境 到达大幅的银州境内 经过化妆之后 楚国人真的认不出杨云等人 所以给他们行程 减少了许多麻烦 使得他们行动的速度 就比以往快了许多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杨云等人紧赶慢赶 终于来到楚国的紫州境内 从这里再往前行几十里 经过紫州城 再向东南方向行不久 就可以到达大幅境内了 紫州城是楚国境内 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 它不仅是楚国和大幅 接壤的一个重要关口 还是楚国有名的 农业与木业城市 在楚国的经济地位 至少可以排到前三位 这样重要的一个城池 里面的人当然很多 无数的农夫 商人和士兵 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杨云世人 此时正站在紫州城城门口 准备迎接城门守兵的检查 想办法混进城内 唉 这几日 要么在山林里打转 要么躲在村庄之中 甚至藏在庄家地里 吃也没有吃好 睡也没有睡好 等进了紫州城 一定找个地方 好好地吃喝一顿 再美美地睡一觉 乔与薇低声收到 吃货所见略同 她的想法 立即得到端木继月的赞同你几个 快点 正在这时 城门的守卫 向他们大声喊道 原来该轮到他们接受检查了 为了混进城内 端木继月费了好大的功夫 把杨云装扮成了一个 大富翩翩的土财主 而自己则装扮成了财主夫人 乔与薇和赤墨 则成了丫鬟和护卫 为了装扮逼真 乔与薇还拿出了一片金叶子 在一个乡下的财主那里 购买了一辆马车 守门的卫兵 将四人打量了很久 看得他们心里直发毛 过了很长时间 也不放让他们进入城内 也不叫他们转身离开 两久之后 杨云才算反应过来 他给赤墨使了 这个反应迟钝的家伙 才恍然大悟 他从怀中掏出一定碎银 交给守门的卫兵 这一下 守门的卫兵 才将路让开 放杨云等人离去 这些家伙 死命保住的银子 简明这些守门卫兵 有一段距离了 赤墨愤愤地说道 哼哼 你小子真是个财民 要钱不要命 为了避免你出去花天酒店 以后你有了钱 都得交给我 我帮你管着 一旁的乔与薇接口说道 对 对 与薇你可要管言一些 这家伙可不老实 杨云在马车里笑着说道 让赤墨儿挠头郁闷了许久 你们不要那么多废话了 快去找一家最好的客栈 再好好洗个澡 这几天都没有机会洗一洗 可难受了 然后我们找个地方大吃一顿 端木积月对他们的话题不感兴趣 姑这个时候关心的是 这紫州城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这宇街是紫州城最热闹的一个街道 这里聚集了许多九四茶社 是许多来到紫州的外地人 都想来的一个地方 端木积月早知道 楚国有这样一个地方 但一直没有机会到这里来 今日经过这里 他便叫着嚷着 要尝尝这里的美味 杨云本来不想到人 这么多的地方来 但看着端木积月 这一副期待的样子 他有些不忍心 紧接着他又想到 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楚国人肯定想不到 四处隐藏行踪的自己 居然会跑到这么热闹的一个地方来 所以 四人在这条街道上 找了一家还比较干净的客栈住下 端木需要越舒舒服服地 泡了一个热水澡 然后就拖着四人 去寻找附近的美食 喜自来 这名字不错 店面装潢也比较华丽 食客也很多 味道应该也不错 就选这一家吧 作为资深吃货的端木积月 选了一张桌子 一边欣赏着楚江的美景 一边品尝着楚国的各种美食 几位客官 听几首小曲吧 我家小女的小曲 唱得特别好听 四人刚刚落座 一个干瘦的老头 手里拿着一把二胡 带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就来到他们桌前杨云等人 抬头看看这一老一小 见他们衣服虽然陈旧 但却洗得干干净净 补丁也补得整整齐齐 但两人脸上的气色 都不是特别好 显然长期以来 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那你们就捡拿手的唱几首吧 端木继月在意的是美食 被听取本来不感兴趣 但是她的同情心泛滥了 平心而论 这小姑娘的曲子 唱得挺不错 在老人二胡的伴奏下 别有一番味道 大块头 愣着干什么 快拿银子 几曲唱完 端木继月对赤沫大声喊道 自己的包裹已经沉入江中 身上没有分纹 只好指望赤沫了 看着赤沫附银子 那副肉痛的样子 两位姑娘都忍不住捂着嘴笑 菜很快上来了 这喜自来的生意很好 看来还是有她的个人之处的 炒出的菜肴风格不同 但味道都十分不错 于是 这四个多日来 都没有好好吃上一顿的年轻人 胃口大开 和这些美食 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你们要干什么 快点放开我 救命啊 这时 楼下突然传来了喊声 小爷我看得起你是你的兴致 看你这小娘子 长得不错 跟小爷到府东去享福吧 一个声音传出来 紧接着旁边发 发出一阵爆笑之声 杨云几人朝楼下一看 一个贵族公子拉住刚刚唱曲的那个小姑娘 在嬉皮笑脸的说着什么 跟那贵族公子同桌的几个年轻 还在旁边跟着起哄 刚才唱歌的那个小姑娘 正在拼命的挣扎 可是她的力气不大 怎么也无法挣脱那贵族公子的手 拉尔胡的那个老者 不停地朝这个贵族公子祈求 让他放掉自己的女儿 可是那贵族公子无动于衷 这时 那老者实在忍无可忍 一头向着贵族公子撞去 却被这贵族公子一脚踢倒在地 好半天没有爬起来 第158章 又惹麻烦 你这老家伙 敢坏小爷的好事 小爷看得上你女儿 是你的福气 那富家公子将老头打翻在地 还意犹未尽 正想冲过去补上两脚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却没有人敢冲上去 帮助那一对可怜的妇女 眼见那富家公子将脚高高抬起 准备朝躺在地上那老人的胸口踹去 若是这一脚踹时 这身体瘦弱的老者不死也得重伤 旁边的人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脸上露出不忍的神情 有些胆小的人 不忍心在看这一幕 连忙闭上自己的眼睛 下一刻 一声淒厉的惨叫响起 那些闭上眼睛的人 忍不住 睁开眼睛 朝发出响声的方向看去 眼前出现的一幕 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发出惨叫声的 不是躺在地上的那老人 而是刚刚还在洋洋得意的那富家公子 此时 他正脸朝下 极不雅观地趴在地上 而他的脑袋 正好撞在不远处的墙壁上 这一下撞得可不清 他的头上很快流出了鲜血 在这富家公子刚刚站立的地方 站着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还在楼上吃饭的端木纪月 端木纪月这辈子 最大的理想 是当一个劫富济贫的女侠 他最讨厌仗势欺人的人 所以 楼下这一幕 如何能让他忍得住 愤怒的端木纪月 疼得一下 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 飞快地冲到楼下 朝着这富家公子的背后 狠狠地一脚踹去 一下子将他 踹得远远地摔在地上 头部正好撞在不远处的墙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这富家公子 和他的同伴们 都没有反应过来 端木纪月 一脚将这富家公子踹倒在地 心中的怒火还没有平息 他急不朝倒在地上 这富家公子奔去 准备再狠狠地给他几下 这时 和富家公子 同桌的其他几人才反应过来 他们连忙站起来 有的去扶那富家公子 有的将端木纪月团团围住 刚才那情景 杨云也觉得怒火中烧 他正准备不管后果 冲下去帮助一对可怜的妇女 结果没有想到 端木纪月比他的动作更快 见端木纪月冲了下去 同桌的三人知道端木纪月的功夫 虽然不是很强 但对付这丸固子弟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于是他们便坐在楼上 一动没动 静观情况的变化 这时 见端木纪月 被富家公子的同伴团团围住 担心他有危险 杨云这才带着赤木和乔宇薇 一起来到楼下 站在端木纪月的身旁 这时 那富家公子已经被 一旁的人扶了起来 他伸手摸摸自己的头 结果看见掌心 已经背头上的鲜血染红 顿时火冒三丈 你们都是死人啊 看见小爷被打 还不动手 这富家公子气得暴跳如雷 朝他同桌几人大声喊道 这富家公子 显然身份很不一般 同桌几人 都有些害怕他 听到他的喊声 同桌的人立即挥动拳脚 向端木纪月 身上招呼而去 可是 杨云等人 怎么可能让人伤到端木纪月 还没有等其他两人动手 赤木已经上前 三拳两脚 就把这几人打倒在地 特别是这富家公子 赤木动手的时候 对他下手最重 这家伙连牙齿都被打掉了几颗 你们几个 别小爷我等着 在紫州城 感动我连家的人 今日你们休想活着离开紫州城 这富家公子 因为牙齿掉了 说话不关风 听起来十分滑稽 对于这富家公子的威胁 赤木一点也不在乎 他抱着双手 向着那富家公子的方向 缓缓地走了几步 吓得那富家公子连练后退 给也滚 再不滚 小心也把你的脑袋给拧下来 赤木朝着那富家公子 和他同桌的几个人 冷冷地说到赤木的动作 将那富家公子 和他同桌几个人 几乎吓破了胆 他们不敢再说什么 立即相互搀扶着 狼狈地朝门外走去 谢谢几位救命之恩 小老和女儿感激不尽 这时 那老头在他女儿的搀扶下 来到杨云等人跟前 跪在地上感激地说道 你们不用感谢 这种恶人 就是该收拾 杨云连忙走了过去 一边说 一边将这可怜的妇女扶了起来 这种仗势欺人的人太多了 你们妇女俩赶紧离开这里吧 这时端木季月也走了过来 对两人说道 谢谢恩公 我这就和爹爹回乡下去 这少女显然惊魂未定 她千恩万谢之后 扶着这老人离开 这个东西着实该打 今日真是大快人心 见那少女和老人离开 端木季月兴奋地说道 打得好 这恶少做尽了坏事 是该有人收拾收拾了 这时 一旁有人大声说道 紧接着还鼓起了掌 与此同时 大厅的一二楼都响起了掌声 像这些恶少 本姑娘遇上一个打一个 见得到大家的赞赏 端木季月更加兴奋 她朝四周拱了拱手 大声说道 几位 你们都是好人 所以 听我一句劝 这恶少的背景非同一般 是你们招惹不起的 你们赶紧离开吧 这时 一个人来到杨云等人身旁 向他们说道 众人转身一看 这说话的 正是这喜字来的掌柜 这家伙是什么人啊 在你们这里如此放肆 都没有人敢管 杨云向这掌柜问道 几位客官是外乡人吧 这家伙是紫州太守 连雪山连大人的亲侄子 在紫州城欺男霸女 从没有人敢管 这掌柜小声对杨云说道 好吧 那掌柜 你给我们算一算 没有想到出来吃顿饭 也会惹上麻烦 但是他一点也不后悔 这出声 使得我们紫州城 好多人家遭了殃 你们今日帮大家出了气 今日这顿饭 就算我请客了 这掌柜笑着说道 我不走 我可不怕他们 他们来一个我打一个 来两个我就打一双 见杨云让大家离开 端木季月愤愤地说道 对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丫头 杨云也懒得跟他解释 他招呼赤木和乔宇威 一起拖着端木季月 离开了喜字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杨云决定迅速回到客栈 等明日一早 立即离开紫州城 就是他们 给我往死里打 出了事 我担着 杨云四人刚刚走到客栈门口 后面就追上了一群人 将他们团团围住 杨云转身一看 说话的正是那富家公子 经刚才喜字来掌柜的介绍 他是紫州城大手的亲侄子 这时他的身边 足足带了五六十人 看打扮应该全是府中的家丁 这些家丁 手中全部拿着家伙 他们听了 这富家公子带了四五十个家丁 好些人还会给个三拳两脚 可是他们哪里是杨云几人的对手啊 几个照面之后 这富家公子带的四五十名家丁 已经有近一半的人躺在地上 痛苦的呻吟 啊 我认识你 你就是福国的皇子 我们楚国正在重金捉拿你们 你们今天跑不了了 这时 这富家公子突然大声喊道 听到这话 杨云才反应过来 刚才在打斗过程中没有注意 自己身上的伪装 几乎全部被打掉了 由于出了汗 用手抹过脸 脸上的化妆也被擦掉了 一不小心 居然被对方发现了真实身份 杨云知道 这一下麻烦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赶紧走 围京之际 只有趁楚国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赶紧撤出紫州城 想走 那可不行 你们今天一个也跑不了 大家努力拖住他 巡逻兵很快会到这里 抓住这福国皇子 少爷我每人讲十两银子 见杨云等人想走 这富家公子大声喊着 这些家丁听说有银子 立即忘记了害怕 又拼命地朝杨云等人扑来 连倒在地上的一些家丁 也挣扎着爬了起来 向杨云等人奔来 打斗又一次开始了 这一次打斗 可比刚才激烈多了 在银子的刺激下 这些家丁拼命地向四人发起攻击 而杨云等人 此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所以只得全力出手 一展查时间过去 这群家丁中大多数人都找倒在地上 只剩下七八个人 还在苦苦支撑着 你们这些人 还在旁边看什么 快帮忙 一起将这富国皇子抓住 除了朝廷的重赏外 小爷我还额外给奖励 每个出手的人石银子 这时 四周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 这傅家公子 见手下的家丁 快要支撑不住了 连忙向看周围热闹的人群 大声喊道 这傅家公子的话音刚落 他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这人也来到他跟前二话没说 一刀直接刺中了他的胸口 突然出现的这人影 正是杨云 他见这家伙开始鼓动 旁边围观的人动手 知道如果真的这样 自己死四人将没有机会离开这里 都给我停手 谁要动手 这人就是你们的榜样 杨云一刀将这傅家公子刺到 抽出带血的短刀 朝四周的人大声喊道 杨云的决定显然十分正确 见这傅家公子倒在地上 剩余的几个家丁 连忙跑到他跟前 查看他的情况 趁着机会 杨云立即带着四人离开 旁边围观的人果然不敢再动手 甚至还连忙给杨云等人 让出一条通道 放他们离开 第159章 围追堵截 四人刚跑出不远 就见前方一队储君士兵 正匆匆地赶来 他们连忙转身 躲进旁边一个偏僻的巷子里 现在这客栈是没法回去了 幸好也没有什么行李 他们都是第一次来这紫州城 对地形也不熟悉 也找不到一个 相对安全的容身地点 这下身份暴露了 又杀了太守的侄子 这紫州城的储兵 一定会疯狂地搜索我们的 所以 这城里是无法待了 我们得以最快的速度撤出城去 杨云对身后的三人说道 乔宇威和端木济月 都不喜欢动脑筋 而赤木尔对杨云言听计从 所以大家对杨云的话都没有意义 表示听他安排就行 玩在这情况 必须合时间赛跑 趁楚国人还没反应过来之时 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城去 他们对这里地形都不熟悉 只知道 他们今天进来的东门 离这里还比较近 于是就决定从这里出去 决定好之后 四人便于最快的速度 向紫州城东门奔去 这时候天色已晚 城门即将关闭 他们必须赶在城门关闭前 冲出城去 如若不然 将很难躲过城中的 储兵的大搜捕 四人的运气还不错 他们刚冲到城门口之时 正赶上楚国士兵 准备关闭城门 四人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城去 转身看着后面缓缓关闭的城门 终于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真倒霉 本来想通过紫州城 悄悄混出关口 回到大附近内 现在看来又得另想办法了 乔宇威一边喘气 一边大声地说道 走吧 天快黑了 我们先找一个地方落脚 好好地睡上一觉 再考虑下一步的安排吧 杨云对众人说道 杨云记得 在他们来这紫州城的路上 有一个很小的客栈 这客栈离紫州城只有几里路 还比较偏僻 于是 杨云便带着乔宇威等人 来到这家客栈住宿 杨云刻意选了两个视线比较好的 又挨着的房间 吩咐所有人合一而睡 以便若有紧急情况 可以迅速撤离 杨云等人的运气不错 楚国人没有想到 他们会这么快出紫州城 所以派出了大量兵力 将紫紫州城内搜了个底翻天 所以 事实证明 杨云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一夜 他们睡得十分踏实 没有受到任何打扰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天还没有大量 杨云四人就离开了客栈 这一次 杨云被端木济月化装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本来 杨云打算 直接绕过紫州城 到达两国的边界处 然后想法前回楚国去 可是一路往前行走 杨云不得不改变了策略 因为现在每一个关卡 盘查的都比之前仔细多了 并且 经过关卡的每过一个人 都会被关卡上的储兵详细地盘问 还会进行全身搜查 看到这样的情况 杨云等人不得不改变策略 准备选择一些偏僻的山村 找一个地方躲藏几日 等楚国人放松警惕 再想法离开 可是 实际的情况 比他们想象中困难多了 一路行来 杨云发现 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因为他们经过的一个村落 四处都贴有告示官府要求 每家每户 如果出现陌生人 必须要上报 在这样严密的搜索下 杨云等人很快暴露了 他们被堵在一条小河边 足足有两三百储兵 将他们团团包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杨云也没有了其他办法 只得和这些储兵战 进行殊死搏斗 还好 凭着四个人的拼命苦战 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 成功地冲出包围圈 可是 这些储兵却没有放弃 他们紧紧跟在杨云等人的身后 这让杨云十分苦恼 想转身消灭他们 又担心好事太多 追兵会越来越多 但是 就让他们这样远远地掉在后面 附近得到消息的储兵 一定会很快赶来 这样一来 他们更没有机会逃走了 这时 赤木尔起了很大作用 在一座不大的石桥上 赤木尔让杨云三人先行撤离 自己独自站在桥上 以一己之力 死死地将储兵挡在桥上 赤木尔站在桥上 硬是把敌人堵在桥上 足足半个时辰 估计杨云等人已经撤得比较远了 他才丢下这些储兵 以最快速度 朝他们约定好的地方奔去 赤木尔的奔跑速度特别快 他一路狂奔 后面的储兵紧紧跟在后面 但不久就被他甩得无影无踪 赤木尔按照几人约定好的地点 很快找到杨云等人 为了避免被储兵发现 他们尽量选择偏僻的地方四处躲藏 可是他们仍然低估了楚国人的决心 因为不管他们怎么隐藏身形 每到一个地方 几人刚刚休整不久 敌人就追踪而来 经历了无数次战斗 被他们杀死的储兵已经不计其数 但是储君越来越多 他们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终于 他们被困在一片田野之中 在田野的后边 还有一个大大的池塘 在池塘的旁边 还有一个不大的村落 这时 天已经快黑了 四周的储兵反而不着急了 他们将杨云等人 包围在方圆树里的一个狭小区域内 计划等到天亮再将他们抓住 杨云等人也企图利用天黑 突出敌人的包围圈 可是无数次尝试之后 他们绝望地发现 四周包围的敌人的确太多 凭他们四人之力 现在是无法突出重围的 估计敌人也不会发起攻击了 我们利用这个晚上 好好休息一下 等到明天和他们大战一场 就算冲不出去 多杀几个楚国人 也好处出气 看着筋疲力尽的众人 杨云说道 反正已经被敌人团团包围 他们也不在乎 是否会被敌人发现 所以四人干脆在一块田地里 倒头呼呼大睡起来 什么人 约莫三更左右的时间 杨云突然被一阵 嘻嘻缩缩的声音惊醒了 他立即一声大喊 听到喊声的赤沫等人 立即朝发出声音的方向奔去 很快 他们抓住了一个人 看到这个人 杨云等人不由乐了 因为被抓住的这个老人 正是他们在紫州城 救回的那个老者几位恩公 果然是你们 这位老者看到杨云几人 显然十分高兴 原来 这对妇女就住在这个小山村 下午储兵将这里团团包围之时 两人就估计 储兵要抓的人 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这对妇女很想帮助杨云等人 但是白天的时候 四周都是楚国老百姓和楚国士兵 他们没法展开行动 好不容易等到夜深人老人 才出来寻找杨云等人 凭着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老人费了不多久的时间 终于发现了杨云等人的踪迹 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剑被包围的果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老人也十分高兴 因为他终于有报恩的机会了 在老人的带领下 杨云四人悄悄地潜入了这个小山村 见到了 那个正在帮助他们准备吃食的少女 经过一天的大战 几个人已经饿坏了 于是他们不再客气 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一边吃 众人一边聊天 这是杨云等人才了解了 这父女俩一家的情况 这老人名叫祝关 原有俩一女 女儿叫祝小韩 是最小的一个 楚人好战 祝老的两个儿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强行招到军队之中 结果在与敌作战的过程中 两个儿子都战死了 他的妻子在悲痛之下 没过多久得了一场大病 之后就撒手人寰了 无奈之下 祝老只有带着自己最小的女儿相依为命 平日里总些庄稼 还可以勉强填饱肚子 可是今年老天爷不开眼 干旱了三个月 田里的庄稼差不多都死完了 剩余的少许 收成还特别差 父女俩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靠着天过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连填饱肚子的粮食都没有了 无奈之下 老人只有带着自己的女儿 四处唱一些小曲 挣一点小钱 这一顿 几人吃得特别舒服 吃完之后 杨云没有犹豫 站起身来 叫上赤沫等人 转身便往屋外走去 恩公 你们往哪里走啊 见杨云带着大家往屋外走 这名叫祝小韩的少女连忙问道 感谢你们父女 让我们几人填饱肚子 可是你们这小院 我们不能多待 我们的性命无所谓 但是不能连累了你们俩 见得少女问起 杨云大声说道 恩公 您怎么如此说话 不是你们出手 我父女二人早就没有命了 所以 就算拼出了性命 小老也不会让你们被他们抓住的 见杨云要走 祝老彻底着急了 在祝老妇女的一再坚持下 杨云等人 只得选择暂时留下 但是他们坚持不住在老人家里 免得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 使老人受到连累 在老人的带领下 杨云等人连夜来到村子里的一个山洞里 据着父女二人交代 平常从来没有人到此来过杨云 四人在这山洞里 足足待了三天三夜 这几天 祝老妇女俩天天给他们送来食物 杨云劝说的这妇女二人 没有必要烫入这滩浑水之中 但这老人想了想 狠狠地说道 我虽然老了 但是我也知道知恩图报的道理 就算豁出性命 我也要保全恩公们 第160章 知恩图报的妇女 这山洞位置十分隐蔽 妇女俩又刻意做了伪装 四人在这洞中躲藏了几日 都没有被楚兵发现 按杨云来设想 这楚兵在这里搜索几日 没有任何发现 就会自行撤离了吧 可是 三天时间匆匆而过 楚兵没有任何撤走的迹象 这两日来 他们搜索的力度反而加大了 在他们躲藏这一带 他们来得越来越频繁 看来 也许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搜索到这里来吧 祝老在来送吃食的时候 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 楚兵都村中百姓的坚实力度 明显加大了 他们想找到机会 给杨云等人送来东西的难度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 祝老和杨云等人商量一番后 建议由自己妇女二人 带着杨云四人冒险突出重围 祝老在这个地方生活了61年 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 他知道一条隐蔽的山路 可以通到楚军的身后去 可是 这条山路十分难走 经常在山中活动的人走过的时候 都有危险 何况杨云这些 很少来到山区的来 更危险的是 他们撤出的时间只能是晚上 并且还不能使用火把 由于半晌之后 乔与威和端木姬月身上 与其在这里被楚国人抓住 还不如去搏一搏 我同意从山区撤出去 乔与威最先表态 我早不想躲在这里了 闷死了 咱们从山路上逃出去 就算摔死在山崖下 也比被他们抓住枪 端木姬月的态度更坚决 当晚 月朗星熙 杨云四人在住家妇女的带领下 离开山洞 一路向山区行去 对于当地人而言 夜里在这山中行走 都有坠落山崖的危险 何况是几个 很少走山路的外乡人 前段时间刚下过雨 使得杨云几人 在这山道上 吃了不少苦头 走着走着 一下子摔在地上 跌得满身是泥 又或者 一屁股坐在地上 往坡下溜出好远 由于事先做了准备 几人小心了 又小心 所以倒是没有受伤 只不过每个人 都在悉尼里滚了好几次 一个一个都成了泥猴 还有几个地方 比如 要从一个山崖 到达另一个山崖 中间没有桥 只有一棵大树 几人要从这棵大树的树干上 走过去 杨云和赤木还好一点 硬着头皮 从树干上走了过去 而端木济月和乔雨薇 平日里看着 大大咧咧的样子 这时却被吓破胆 在大家的不断鼓励下 两人才颤颤巍巍 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 可是同样身为 女子的祝小涵 对这情况 一点畏惧也没有 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这一个地方 乔雨薇和端木济月 还勉强走了过去 可是到下一个地方 他们就完全崩溃了 这个地方叫做挖蛇岩 要想前行 就必须经过 伸出悬崖的石块 这石块 又长又薄 就像青蛙翻出的舌头 向前伸出悬崖好几米 下面云雾缭绕 看不到底看着这情况 乔雨薇和端木济月死 也不愿意走 最后无奈之下 杨云和赤木 一人拖着一个 费了好大功夫 才把两个女孩拖了过去 在山中足足走了一夜 第二天天明时分 他们终于成功地走出了山区 来到了楚江江畔 终于成功脱险 杨云向老人家说道 恩公您说哪里话 若是没有你们 我父女俩 可能早都被那恶少给害死了 说感谢的应该是我们 老人呵呵笑着说道 哎呀 你们就别磨叽了 我们救了你们 你们也救了我们 扯平了扯平了 端木乌月废了 好半天时间 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见着两人一直在客气 忍不住大声说道 端木姑娘说的对 你们救了我们 我们也救了你们 扯平了 老人呵呵笑着说道 朱老 你父女两人带我们走出这山谷 长久没在村里出现 若是被处兵发现了 可怎么办 冷静下来 杨云想到父女俩 可能面对的问题 忍不住问道 我父女二人家中一贫如洗 这次送几位恩公出来 就没有想到回去 随便找一个地方落脚 反正都是穷苦日子 过一天是一天吧 老人无奈地说道 那你们到大福 去无县吧 那里是我的封地 相信那里的人 都会善待你们父女俩的 杨云想了想说道 大福的无县 我听说过 以前那里很凭借 听说这两年发展得挺好 我早就想去看看了 这时 一旁的少女祝小韩 突然高兴地说道 哼 鬼你想去那我们 就去瞧瞧吧 反正都是过穷日子 走到哪里都行 老人接口说道 这时 杨云让赤木 给父女俩一点银两 紧接着 又将自己身上的玉佩 递在老人的手中 我们怎能要你们的银子 这使不得 使不得 老人连忙摆手 怎么也不愿意收下这些东西 朱老 您就别给我们客气了 这些银子让你们在路上当盘缠 总不可能让你们乞讨到无限去吧 另外 这玉佩 麻烦你帮我 交到无限的持力手中 帮我们报个平安 杨云对父女俩说道 好吧 我们俩就走一趟 听了杨云的话 老人接过赤木帝国的东西 对几人说的 住家父女俩 可以正大光明地 从关卡过去 到达大附近内 可杨云等人 要想从关卡过去 肯定是无法经过这些储兵严格盘查的 对于下一步的行动 几人讨论了许久 最后杨云一锤定音 走金戈沙漠 这金戈沙漠可不简单 它位于楚国 大福 还有留宜三个国家的交界之处 这沙漠面积特别大 其中条件又特别恶劣 干旱 风沙 白天酷热无比 夜晚又寒冷刺骨 有流沙 还有沙中野兽 被誉为方言万里 最大的死地 曾经有许多人进入这金戈沙漠 他们大多数人都没人出来 甚至连尸骨都没有找到 这么多年来 进入金戈沙漠 又从中走出来的人寥寥无几 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没有愿人愿意进入这沙漠 挑战里边的恶劣情况 各地的老百姓 对着金戈沙漠谈唬色变 没有到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他们是不愿意进入这里的 但现在 杨云等人 如果不能想办法 冒险闯过这危险的沙漠 一定会被楚兵抓住的 那样的话 他们会陷入叫天天不宁 叫地地不应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 杨云要想摆脱楚兵的 唯唯追阻截 只有冒险进入这沙漠之中 想来 这些楚国人 一定也不愿意 冒着这么大的危险 进入沙漠追击他们 金戈沙漠 位于楚国的西南部 离杨云等人现在的位置 仅仅只有不到两百里 杨云是一个不喜欢拖沓的人 决定之后 四人连忙改变路线 向金戈沙漠的方向兴去 楚国人万万没有想到 杨云等人有如此决心 所以 他们在通向金戈沙漠的路口 他们仅派出了很少的兵力 在沿途进行盘查 给杨云的人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几人走走停停 只用了两天时间 就行了一百多里 照这样下去 再过不了多久 几人就会成功进入沙漠 可是 事情远远没有 他们想象这么顺利 一个不小心 杨云四人下被楚国人包围了 已经和楚国人遭遇了许多次 杨云知道 就目前情况来看 只有拼死冲过去才行 杨云四人正准备朝楚国人冲去 结果还没轮到他们动手 楚兵的后方 忽然传来喊沙之声 这些人来得特别突然 让这些楚兵错不及防 很快就有许多楚兵 被杀死在地上 见有人在后面向楚兵发起了攻击 杨云等人大喜 他们当然不会错过这大好的机会 也立即向楚兵杀去 遭到前后夹击的楚兵 不一会儿就有许多人倒在地上 见自己的同伴被杀死得越来越多 这些楚兵终于支持不住了 他们连忙丢下同伴 向远处逃跑而去 看到从后面和他们一起进攻楚兵的这些人 杨云等人不由乐了 因为这些人不是别人 正是由姚霞和巨远光带领的大副士兵 在这种情况下 能见到自己人 四人欣喜若狂 在和姚霞等人交流之后 杨云才明白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当日 杨云等人掉入楚江中之后 同行的几只船上 没有人发现这情况 等到了楚江西岸 使团众人才发现杨云等人失踪了 无奈之下 只能让使团的大多数士兵 保护着使团中的文官 通过巡洋官回到大附近内 而姚霞和巨远光 怎么也放不下杨云等人 商量一番之后 他们决定带着使团中的精锐 一起深入楚国腹地 去寻找杨云等人的踪迹 可是要在这偌大的楚国境内 找到四个人 这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姚霞等人付出九牛二虎之力 才得到杨云等人目前安然无恙 并且正在朝着楚江下游 行走的消息 有了杨云等人的消息 姚霞带着手下众人 迫不及待地追踪而来 可是好几次 当他们到达杨云等人 曾出现的地方之时 杨云等人已经到了下一个地方了 第161章 金戈沙漠 殿下 如今这局面 您下一步计划怎么办 巨远光来到杨云跟前 向他问道 楚国人对我围追堵截 要想越过楚国和我大幅交界的地方 回到大幅去难度很大 所以 我决定闯金戈沙漠 杨云的语气很缓慢 但其中其透出了很大的决心 好 殿下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 我相信 这些楚国人肯定不会派出大军 所以我们进入沙漠的 巨远光光点头说道 听到巨远光这样说 杨云十分高兴 这位自己阵营中的第一智者 居然也同意自己的决定 这让杨云有了更大的信心 巨大哥 您的身体不如我们这些习武之人 进入沙漠会有很大危险 这样 你带着乔宇威和端木纪月 从两国交界的关口 进入大附近内 到无限去给大家报个平安 他们要抓的是我 你们回去应该是平安的 殿下 您说哪里话 作为属下 哪有让自己的主子去冒险 而自己选择退缩的 巨远光脸上带着一丝凝重 语气中充满坚定 我也不会离开的 老杨你都敢进入沙漠 我才不会怕呢 再说 本小姐不是那样不讲义气的人 我肯定会跟着一起进去的 端木纪月马上说道 我们这次进入沙漠 很可能是九死一生 所以 必须有人回到无限去 把这里的消息告诉他们 杨云又说道 把目光落在姚霞身上 少主 您别看我 我是一定要陪你到沙漠走一走的 在您最危险的时候 我老姚不陪在您身边 回去之后 铁峰 严妃妃和钟文芮这些个家伙 不把我骂死才怪 见杨云看着自己 姚霞连忙摇头 老姚 你有家有事 先回到无限 不能让海妮姑娘为你担心啊 巨远光看着姚霞 向她说道 巨先生说哪里话 难不成我老姚成了亲 就要当个怕死鬼 刺刺缩在后面 这样的话 海妮也会看不起我的 姚霞坚定地说道 经过大家一番讨论 最终决定 由巨远光带上几个人 先回到无限去 这样的决定 是众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才做出的 经过前一段时间 和楚兵的大战 杨云和赤墨四人 已经和楚兵打过照面 在楚国境内 已经四处有他们四人的画像 所以他四人 是一定要去闯沙漠的 而为什么选择巨远光回去 因为他是无限除杨云之外 威望最高的一个杨云不在 由他回到无限主持大局 相信无限不会出现大的变故 最后 据理力争许久无效 巨远光指的答应 先带一部分士兵回无限去 殿下 此行没有属下陪在您身边 遇见事情 一定要冷静考虑 认真分析 您一定要安全地回来 您是无限数万老百姓的主心骨 没有您 他们又会回到以前 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 临走之时 巨远光握住杨云的手 动情地说道 兄弟们 殿下的安危就拜托你们了 巨远光又转身 朝姚侠 赤墨和一众大副士兵 深深居了一躬 巨大哥 您放心 有人想对殿下不力 先得从我赤墨尸体上踩过去 赤墨大声说道 其余众人也纷纷表态 让巨远光放心不守 这才带着几名士兵转身离去 杨云四人 加上之后赶来的姚侠 和几名大副士兵 一行十三人 和巨远光等人分别之后 咒服夜行 一路向西北方向而去 越往前走 绿色植物河水源越来越少 映入眼帘的 净是一片黄色 此时 杨云等人躲在一个小山包的后面 看着前方的一个关卡 过了这一个关卡 就可以进入金戈沙漠之中了 一路行来 他们经历过了好几个关口 大多数关口 害得他们绕行了好几十里路 还有一些关口 实在不好绕行 几人只得硬闯 一路行来 经历了好几次小规模的战斗 终于成功闯到了这里 这些王八蛋 一路行来 四处设置关卡也就罢了 怎么再再进入沙漠 这里也有一道关卡 姚侠愤愤地说道 看来楚国人也想到 我们可能进入这金戈沙漠 想在这里拦住我们 杨云看着前方的楚国士兵 无奈地说道 我们这一路闯了好几个关口 也不在乎多他这一道 我们冲过去便是 赤墨嚷道 这是最后一道关卡 后面追击的楚兵 可能不久之后就会赶到了 所以我们必须闯 并且必须很快过关 也得想法减少伤亡 杨云看了看前方的关卡 缓缓地说道 我说老杨 你就别磨磨叽叽的了 有想法 你直接说吧 端木计月大声嚷道 我们前两天 不是留下了几套楚军的衣服吗 今天终于可以派到用场了 杨云笑着说道 关卡旁边 几十名楚国士兵 正百无聊赖地站在那里 这里虽然还没有进入沙漠内部 但条件也异常艰苦 白天酷热异常 晚上又十分寒冷 让这些守官的楚兵 吃尽了苦头 唉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些福国人 怎么可能跑到这里来 这些当官的一句话 受苦受累的 还不是我们 一个年轻士兵大声嚷道 小声点 小声点 你这话 要是被传到上面的人耳朵里 你小子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旁边一个老城的士兵 低声劝道我才不怕呢 那些和当官的关系好的 怎么会被派到这里来 年轻的士兵又嘟囔道 你们看 来人了 正在这时 一名楚兵突然大声喊道 马上惊动了关卡旁边所有的楚兵 大家向这名士兵所说的方向看去 只见不远处 有两男两女 正在拼命地朝这里跑来 后面还跟着一对楚国士兵 在紧紧追赶 没想到这些福国人 真的跑到这里来了 大家快截住他们 这时 跑在前面的杨云几人 没有做任何的伪装 所以 守在关卡旁边的楚国士兵 立即认出了他们 前面的兄弟们 赶快拦住他们 这一次 我们可要立下大功了 后面一个只有一只手臂的楚国军官 朝关卡的楚兵大声喊道 能够抓住福国皇子 这可是大功一件啊 守在关卡的楚国士兵 立即高兴起来 他们手持各种兵器 朝杨云的人奔去 不一会儿 就和追来的楚兵 一起将杨云四人团团围住 这位大哥 你们怎么只有这么几个人追过来啊 负责守官的将官 来到这独臂军官的面前 奇怪地问道 这些人狡猾得很 我们分成了很多只小队 终于发现了他们 我们已经发出信号 现在我们缠住他们 大部队马上就到 这独臂军官大声说道 好 兄弟们加把劲 若是能够把他们四人抓住 朝廷一定是重重奖赏我们 这守官的将官话还没有说完 胸口上就中了一刀 这守官将官 眼睛睁得大大的 缓缓地倒在地上 自死他都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人会对他痛下杀手 原因只有一个 这将官正是姚霞 身后追击的储兵 也是由大副士兵装扮成的 见姚霞杀死了对方军官 手下的大副士兵和杨云四人 立即朝这些还没反应过来的 楚国士兵杀去 猝不及防的守官储兵 很快倒下了一大片 带头的军官死了 一起的同伴也倒下不手 这些守官的储兵一下慌了神 勉强抵挡了 几下之后 很快四散逃走了 这一仗打得特别漂亮 杀死了二三十名储兵 还把人数比自己多的储兵 吓破了胆 而己方却无意伤亡 突破这最后的关卡 杨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 整日提防后面追来的储兵了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杨云等人没在关口处多坐停留 他们把守官士兵的水和食物 全部收集起来 又带上些沙漠中需要的物资 向沙漠深处行去 杨云等人刚走不久 一大队储兵就来到关卡之处 带头的储军将领 看着沙漠深处那一对人影 顿时脸色铁青 立即加派人手 让人守住这里 他们既然进入沙漠内部 就不能让他们活着出来 这名将领 对手下的一名军官大声喊道 这里发生的事情 杨云等人并不知道 此时 他们正在向沙漠内部 缓缓地行去这时 众人的眼中 茫茫的一片近视金黄色 偶然有几棵树 在沙漠中坚强地挺立着 据来过沙漠的士兵介绍 这几棵树是沙流 那一重重沙流 给原本沉寂的沙海 带来了生命的活力 哈哈 看来在这沙漠行走 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吧 我看这里的景色 还是挺不错的 乔雨薇第一次来到沙漠 没想到 这里还有这么漂亮的景色 到了这里边 越往里走 前行就更加艰难 大家要尽量节省体力 节约水和粮食 这时 一名常来沙漠的士兵 对大家说道 他们进入沙漠的时候 是黄昏时分 这时候正是在沙漠中 最好过的时间 天气不冷也不热 大家的运气很好 这时候 沙漠居然没有刮风 行走在里边 没有风沙的阻挡 大家走得十分轻松 根据这名常来沙漠的士兵的建议 杨云让手下众人 加快行进速度 趁这时候多赶一些路 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 天色慢慢黑了下来 沙漠中的气温 开始急速地下降 就算在运动过程中 大家也感觉寒冷异常 杨云虽然从来没来过沙漠 但前世他曾在网络上搜索过 关于沙漠的介绍 知道在沙漠里 夜里异常寒冷 最冷可能达到零下五六十度 沙漠中夜晚赶路十分危险 很容易迷失方向 于是 整个队伍便停了下来 在几个沙丘之间的一个低坑中速营 大家找来一些干柴 升起了一个火堆 在火堆旁边搭上帐篷 沙漠中夜晚可能刮起大风 为了避免大家被沙丘掩埋 还专门派人轮流指手 第162章 处处危机 老天爷很给面子 众人来到沙漠中的第一夜 虽然有少许的冷 但是没有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困扰 此外 这一夜的风刮得也不大 让众人美美地睡上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 天空刚刚出现了雨堵白 杨云把大家纷纷叫起来 很快收拾行李 便上了路 据这一名对金戈沙漠 十分熟悉的士兵介绍 从这里往西南方向走 横穿整个沙漠 便可以到达大附近内 可是这路途十分遥远 但如果不往西南走 转向东南方向 只需要走三分之一的路程 便可以到达刘夷 于是 杨云和众人一起商议一番之后 决定先到刘夷境内 然后再从刘夷取到大幅的泉州 这样就要安全许多 在沙漠中行路 要想辨别方向 只能靠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 这时 天空中的朝霞 和紧接着升起的太阳 成了他们最好的向导 帮助他们朝东南方向行去 天空中挂着美丽的朝霞 将四周的沙地照得更加金黄 这美景让人美不胜收 昨夜休息很好 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挺不错 再加上美景相伴 众人的心情很好 大家一路嘻嘻哈哈 一起迈步前行 一路上感觉十分轻松 一切都十分顺利 让众人都很开心 特别是乔雨薇和端木季月 两个女孩子居然一路前行 一路还唱起歌来 一切都这么顺利 让大家对着沙漠中危险的警惕心 降低不守 殊不知 这危险正神不知鬼不觉地 向他们袭来 哈哈 老杨 这沙漠中还是挺不错的嘛 升上一堆大火 烤一些烧烤 再烫上一壶酒 一边喝酒 一边在沙地上跳舞 这种感觉真是舒服 端木季月一边走 一边对身旁的杨云说道 那好啊 等你哪天找到如意郎君 就在沙漠边缘搭上一间食屋 整天过着神仙眷旅的日子吧 杨云还没来得及答话 不远处的乔雨薇接口说道 哼 我的如意郎君还没生下来呢 倒是你 寻个空闲 和你家的这木头 在这沙漠中住上几年 再生上几个娃 我看也是挺不错的 端木季月月 瞟了一眼身旁的杨云 大声对乔雨薇说道 你这妮子 我说你呢 怎么又扯到我的头上来了 我可不想整天待在这沙漠里 浑身脏兮兮的 难受死了 我要过日子 怎么也要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乔雨薇朗声着说道 两个女孩 你一句我一句 说得十分开心 让整个队伍的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步履也轻松了许多 这时 谁也没有注意到 他们左后方 一个拱起的小沙堆 正飞快地向他们靠近 哎呦 什么东西咬了我一口 这时 一个士兵突然大声喊道 喊声立即惊动了 正在赶路的众人 大家立即向这名士兵 脚下的沙地看去 只见一个沙堆 正向远方而去 显然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藏在沙子下面 正迅速地向远方逃去 糟了 是蛇 这里沙漠中的蛇 大多有剧毒 大家快拿起棍棒打死他 那名经常来沙漠的士兵 一方奔去的小沙堆 七手八脚地狠狠砸下 不一会儿 一条蛇出现在众人的眼帘 这条蛇长度约一到两米 身上呈黄褐色 与沙子的颜色相差不大 难怪他躲在沙里中 没有被众人发现 糟了 这蛇有剧毒 这东西看来是恶坏了 他一般是不会袭击人的 这名常在沙漠中行走的士兵 看到这一条已经死去的蛇 脸上立即变了颜色 听说这蛇有毒 众人都开始紧张起来 他们立即走过去 用布条紧紧勒住 这名士兵伤口的上方 并用力挤出他伤口处有毒的血液 并用姚霞随身携带的高度白酒 帮他消毒 杨云的医术很好 处理也十分及时 但他仍然低估了这蛇毒的威力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这名士兵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 紧接着说话也不清晰起来 再后来 他陷入昏迷之中 这沙漠中的药物十分有限 杨云虽然想尽办法 想帮助这名中了蛇毒的士兵 但是效果却不明显 这名士兵的呼吸越来越弱 不到半个时辰时间 他就停止了呼吸 事先 大家已经知道 进入这沙漠中会遇上危险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进入沙漠中的第一天 就会有人死去 众人怀着沉痛的心情 挖出一个沙坑 将这名士兵的遗体 掩埋在沙里之中 杨云带头向着埋葬手下兄弟的沙堆 深深鞠了一个弓 然后带着大家继续前行 这时 众人的心情立即变得低落起来 行径途中 大家很少说话 只是默默注意着脚下的沙堆 避免再受的袭击 不过 这之后再也没有蛇出现 也没有出现其他凶猛动物 众人一路向前行了 约有两个时辰之后 太阳高高地升上了天空 天气变得酷热无比 这样的天气 给众人的前行 带来了个很大的难度 逗大的汉珠 开始往大滴大滴 地下滴落 每走一步都感觉十分艰难 杨云知道 这样的情况 不再适宜继续前行 灼热的阳光会伤害到皮肤 这都还是小事 更重要的是 会使大家大量失水 若是虚脱了 那可不是一件 好办的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杨云果断下令休息 众人在一个高高的沙丘下面 找到一块阴凉的地方 补充了一下水分 简单吃了一些东西 兄弟们 我教大家一首歌吧 见整个队伍中 众人情绪显得十分低落 杨云大声说道 好啊 少主的歌唱得很好 好久没有听到了 姚霞接口说道 在这群人中 姚霞跟杨云的时间最早 他是最了解杨云想法的 于是马上配合着说道 天苍苍 也茫茫 荒原上奔跑着一只孤狼 上没有爹 下没有炕 只有足下的土地长又长 没有吃只能抢 没有喝热血炕 谁叫你生救了这条命 自由自在自强 自强不息 横扫四方 嗨嗨 生生死死 风风火火 不往来 这世间一场 红火火 喜洋洋 天际边飘忽着一抹夕阳 前没有风 后没有雨 只有眼中的柔情水汪汪 没有你哪有我 没有情哪来仇 天叫我们结下了这般缘 难舍难分爱恨 爱恨难言 惺惺相相 优味 朝朝暮暮 轻轻我我 朝朝暮暮 轻轻我我 素不尽 那胸怀中长 一曲情歌绕山凉 一首杯歌正四方 一席美人传家音 英豪挥剑斩镳狂 一曲情歌绕山凉 一首杯歌正四方 一席美人传家音 英豪挥剑斩镳狂 铁木扎二 一带君王 君王 这一首以前杨云最喜欢的歌曲 他只是把最后的人名改了一下 这铁木扎二 是这个世界多年以前 征服四方的一带熊主 杨云的嗓音不错 略带沙哑 显得更有雌性 在这个时候唱出来 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人 这一首雄壮豪迈的歌曲 在整个队伍中引起了共鸣 因为同伴意外死去 给大家带来的低落情绪 现在好转了不少 到了下午 太阳小了不少 气温也降低许多 众人再一次继续上路的时候 大家情绪好了很多 互相之间又开始了交流 这一日 大家的体力都还不错 所以赶了较长一段的路程 一直到天黑的时候 大家见今日月朗星熙 能见度十分好 又趁着夜色赶上一段路程 直到大约一更天的时候 气温急速下降 大家才停止赶路 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速营 第二天 是一个阴天 这一天总算不是太热 风也不是太大 大家迎着丝丝的微风 一步一步地朝前行走 沙漠中的景象 四处都是一个模样 新鲜感一过 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默默赶路 大家都觉得无趣得很 见到这一情况 杨云主动给大家讲了好几个笑话 又让众人互相说一说自己 见到过的有趣的事情 使得整个队伍中 又增加了一些活力 随着大家一路前行 队伍一步步地 往沙漠中心地带行去 众人遇到的麻烦就越来越多 一路上 又遇到许多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 蝎子 蜥蜴 狼等 另外 还有沙鼠 各种模样的蛇 狐狸等动物 队伍中有人受到了蛇的袭击而死亡 大家的警惕性增加了许多 所以 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 大家都提前做好了防备 所以没有再出现伤亡的现象 第三天的时候 沙漠中刮起了风 并且 这风越刮越大 糟了 沙尘暴来了 大家赶快原地趴下 这时 走在最前面那个对沙漠地形 十分熟悉的士兵 突然停了下来 抬头看了看远方 然后大声说道 看这名士兵的脸上 已经吓得变了颜色 众人开始紧张起来 大家连忙找个地方 趴在沙地上 紧张地看着远处 沙天相接的天空 只见远处的蓝天 突然出现了一片灰 在不断地向前延伸着 便大着 便宽着 像巨大的毛毯般 挡住了阳光 遮住了整个天地 这时 前方金黄色的沙力 就像海水掌潮一般 发了风似的 向大家扑来 不一会儿 就将整个队伍完全包围 一时间 天昏地暗 飞沙走时 狂风怒吼 满天黄沙 沙时 在天雨间疯狂地飞舞 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物体 完全吞噬 第163章 风沙来袭 这时 无数生活在沙漠中的野兽 也开始疯狂奔跑起来 他们想凭自己的速度 逃出风沙肆虐的范围 但他们的想法 显然不可能实现 这些一直生活在沙漠中的居民 显然有些应对沙尘暴的经验 他们见无法成功逃脱 便将身子尽量埋在沙地里 尽量减少风沙对自己的影响 一只狐狸模样的动物 动作有些缓慢 它一下子被风沙席卷 被带上了高高的天空 然后随着沙力向远方飞去 不久之后 就不见了身影 想来生存的机会 是很渺茫的 杨云趴在沙堆之中 闭上眼睛 顿时被无尽的风沙淹没 稍稍一呼吸 沙力就灌满了整个口鼻 它连忙闭上嘴 拿出一块手绢 捂住自己的鼻子 这时 无穷无尽的沙力 不敢说话 甚至连呼吸 都只能靠捂在鼻子上的手绢 这沙尘暴持续的时间 并不算长 只有大约有一盏茶的时间 但对杨云而言 好像持续了一个世纪 他的身子 已经被沙力完全掩埋 只有努力将头伸出外边 竭尽全力进行呼吸 但是只能吸入少量的空气 这时的杨云 好像被魔鬼捏住脖子一般 呼吸十分困难 他觉得 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他一定会死在这沙漠之中 终于 黄蜂慢慢的平息 满天飞舞的黄沙 也停止了他的舞蹈 逐渐地安静下来 静静地躺在大地之上 感觉一切恢复了平静 杨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他赶紧从沙堆里 将自己埋得深深的身子 拔了出来 脱离危险的杨云 转身向四周看去 这一看他不禁傻了眼 因为周围全是满满的黄沙 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端木纪月 姚霞 乔宇威 赤木 还有手下的这些 大幅的兄弟们 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这一情景 让杨云好不容易 轻松下来的心 又紧紧地崩起了 这些和自己出生 入死的兄弟们 就像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他们可一定不能有事 端木纪月 乔宇威 各位兄弟 你们在哪里 杨云竭尽全力地喊道 但是四周始终 没有一丝声响 他们不能有事 杨云这样想着 又加大了音量 努力地喊着 嗨嗨 老杨 我在这里 快把我拉出来吧 听到声响 杨云马上高兴起来 他连忙向四周看去 一张俏脸在黄沙中出现 不是端木纪月还有谁 兴奋异常的杨云 连忙赶过去 把端木纪月 从沙子里拉了出来 他们呢 都到哪里去了 好不容易喘个气来 端木纪月向四周看了看 除杨云之外 他没见到一个人影 我也不知道 想来要么是狂风吹走了 要么就是深埋在这沙地里 杨云大声说道 我在这里 这时 一旁传来了声响 一个大块头 从沙里里钻了出来 正是赤木 殿下 端木姑娘 你们没事 真是太好了 赤木看到站在不远处的杨云和端木纪月 脸上露出了笑容 但马上 他又紧张起来 雨薇 你在哪 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赤木东张西望看了好半天 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马上看起起来 你这大块头 还算你有点良心 老娘我在这里 一点事都没有一旁突然出来了 传来了喊声 一个人头从地里冒了出来 正是赤木最担心的乔雨薇 紧接着 几个士兵接连从沙子中钻了出来 最好后出现的是 只有一只手臂的姚霞 这一看 杨云高兴起来 在这么大的沙尘暴面前 这些兄弟姐妹 居然一个没手 全部从沙子中钻了出来 他好了 他好了 兄弟们都没有事 我真是太高兴了 看见大家都安然无恙 杨云发自肺腑的开心 他激动的叫喊着 少主 你也没事啊 那我就放心了 姚霞看看站在不远处的杨云 兴奋的喊道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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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一众士兵看清楚了四周 见杨云安然无恙 压在心里的这块巨石终于放下 他们都露出了开心的笑脸 呵呵 我的命 阎王爷还不敢收 他怕我把他的阎王殿 闹个底朝天 杨云 看了看四周的兄弟们 笑呵呵地说道 见此时已经风平浪静 众人马上行动起来 在沙子中翻找着 一件一件地 把随行的行李和食物 全部找了出来 沙漠中的天气 就像小孩子的脸 捉摸不定 刚才还是狂风大作飞沙走时 现在 却恢复了宁静 渐天气好了 起来 众人连忙行动起来 带着所有的行李 抓紧时间往前赶路 转眼间 杨云等人 在这金戈沙漠中 已经行了十几日了 在之后的这几日里 由于条件艰苦 又有两个兄弟 永远地留在了这沙漠之中 这该死的沙漠 好久失的头啊 我们已经没了水 也没了粮食 再走不出去 大家就都只有死在这里了 一个衣衫蓝绿 劈头散发 发出声音的是乔与威 在昨日 大家已经断水断粮 所以 这一日来 大家走得特别慢 只走了三四十里路程 这时候 队伍中所有人都没有了话语 大家只顾埋头往前行走 只留下咔嚓咔嚓 踩在沙地里的声音 我不走了 你们继续往前行走吧 到时候风沙一起 会把我的尸体掩埋的 端木季月 早没有进入沙漠时的好心情 这几日不停地行走 缺凉少水 他已经绝望了 从小养尊处优的他 从小到大 哪里经历过这样的苦日子 无穷无尽的沙漠 让人看不到希望 这个从来都十分乐观的姑娘 彻底绝望了 你这家伙 不能说这些丧气话 我们一起进到这沙漠中 就要一起走出去 就算死 我也不会放弃一个人的 来我背你走 杨云大声说道 绿洲 绿洲 我们有希望了 这时 一个士兵突然大喊起来 发狂地往前方奔去 在沙漠中 能够看见绿洲 就意味着有食物和水源 更意味着 就可以保住一条性命 听说有绿洲 大家立即来了精神 众人马上行动起来 朝着那名士兵 奔走的方向行去谁知 这一走 就是二三十里 但是 他口中的绿洲 却迟迟没有出现 看来 是遇上海市渗楼了 那名对沙漠 比较熟悉的士兵 难难说道 此时 大家已经完全麻木 神情都已经呆滞 只能凭着直觉 一步一步朝前挪去 在杨云身边 端木季月 已经接近昏迷状态 时不时 还会说几句胡话 杨云背着走了很长一段 到最后 确实没有办法了 便扶着他往前行走 再到后来 他连扶端木季月的力量 都没有了 干脆做了一个简单的担架 众人轮流拖住着 已经不省人事的端木季季月 往前走去 唉 看来 你看见的 真是是海市渗楼 难道我们的运气 已经耗尽了 今天大家都要死在这沙漠之中了 可惜 我和大块头 都还没来得及澄清 乔雨薇看看四周无尽的黄沙 用沙哑声音说道 哈哈 仙人掌 仙人掌 仙人掌里边有大量的水分 我们得救了 那名对沙漠地形比较熟悉的士兵 突然大声喊道 有救了 有救了 终于不用死在这里了 身旁一名士兵突然大声喊道 飞快地朝着掌在沙漠中的 那一株株仙人掌奔去 这名士兵奔到一株仙人掌面前 左手拿起石头 在仙人掌上面狠狠地砸了几下 连仙人掌上面的尖刺 都还没有砸完 他就迫不及待地 将这些砸碎的仙人掌 往嘴里塞去 吃完一株仙人掌 这名士兵顾不上 舌头和嘴巴都误被尖刺刺伤 又拿起一株仙人掌 砸掉上面的尖刺 大吃起来 这仙人掌的味道 肯定不会好吃 但这名大幅士兵 好像遇上世间最佳美味 见这名士兵 一副满意的样子 后面还在观望的众人 立即高兴起来 他们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朝沙地上 零零星星长着的仙人掌走去 啊 这名吃个过仙人掌的士兵 突然大喊起来 紧接着他捂着肚子 在沙地上打起滚来 这一下 让众人吓了一大跳 伸向仙人掌的手 也停了下来 糟了 这仙人掌有毒 大家不能吃 对沙漠熟悉的 这名大幅士兵健壮 立即大声喊道 这时 只见那名中毒的士兵 脸色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见此情景 杨云在他额头上一摸 眉头马上皱了起来 糟了 这毒有些麻烦 这时 士兵直吐了两口绿绿的仙长 然后再也吐不出什么东西 他趴在沙地上 难过得一动也不动 正所谓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杨云的医术的确十分精湛 但在这种没有任何药材 也没有任何医疗器械的情况下 他也无计可施 这边士兵 突然大叫一声 从地上爬了起来 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了几步 然后砰的一下 倒在了沙地上已经去了 杨云走了过去 在这名士兵的鼻子上摸了摸 脸上露出悲伤的神情 第164章 猎人与猎物 又一名同伴 在自己的眼前离开了 这给本来已经无力 继续前行的众人 以沉重的打击 大家坐在沙地上 看着远方慢慢的黄沙 完全绝望了 反正已经走不出去了 老娘也懒得走了 大块头你过来 坐在我的身边 要去阎王殿 我们两个也在一起吧 乔与薇一边喘着气 一边朝不远处的赤墨说道 死就死吧 我赤墨 可不是个怕死的人 赤墨艰难的 从沙地上爬起来 跌跌撞撞的 走到乔与薇身旁 一屁股坐了下来 你们两个 说什么泄气话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我们就不能放弃希望 这群人中 姚侠的年纪最大 经历的事情也最多 可是姚统领 没有吃的 我们还能勉强克服 但没有了水 我们实在是 没法坚持了呀 身旁的一名大夫士兵 无奈的说道 这里既然能够长出仙人掌 那就说明 沙子底下可能有水 这名士兵的话 突然大声说道 说完之后 杨云站起来 迈着艰难的步伐 来到仙人掌 掌得罪密的地方 拿起手中的短刀 在沙地上挖了起来 听说这里可能有水 众人人都来了精神 他们勉强支撑起身子 来到杨云身边 和他一起往下挖了起来 不一会儿 沙地上出现了一个 深度大约有七八米的大沙坑 可是沙坑之中 连一滴水都没有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 没有见到一点水的众人绝望了 他们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就连最初提出建议的杨云 也没有了 继续往下挖的洞里 他一屁股坐在这沙坑之中 抓起一把沙子 狠狠地洒向了远方 大家在这沙地上 做了足足有一炷香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没有任何人说话 也没有人提出 要向前继续行走 不对 这坑中的沙子 明显比上面的沙子要湿一些 下面一定有水 坐在沙坑中的杨云 忽然觉得 自己身上的衣物 有被禁湿的迹象 立即高兴起来 于是 杨云又爬了起来 拿起短刀 继续在沙坑中 往下面挖着 又有两三个 还有一点力气的士兵 也勉强爬了起来 和杨云一起 往下面挖着挖着 又往下面挖了四五米 这下面的沙子 明显湿了许多 看来这下面真的有水 众人看到了希望 又有几个恢复了一些 体力的士兵爬了起来 加入了挖坑的队伍 有水了 有水了 众人一起努力 一直往下挖了二十多米 一个士兵突然兴奋地 喊了起来 听到这名士兵的喊声 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 他慢慢地来到这沙坑之前 朝坑中望去 只见在沙坑之中 此时聚集了一小坑水 虽然这水不多 但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 欣喜若狂了 有了水就有了希望 这时 大家的身体中 仿佛都有了力量 他们纷纷跳进坑中 更加迈力地朝下面挖着 随着坑的深度不断增加 里边汇集的水 就越来越多 现在还不能喝 大家再坚持一下 我们先上去 等水中的沙子沉淀下去 看着这些浑浊的坑中水 杨云制止了捧起水 就想喝得一名士兵 接下来就是等待 等待坑中的水变得清澈 等待水中对身体不利的物质 慢慢沉淀下去 这段时间本来并不算长 可是对于这些 已经渴得激进虚脱的人而言 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终于 坑中水变得清澈起来 随着杨云的一声令下 大家终于如愿以偿了 看着大家狼吞虎咽的样子 杨云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此时 杨云的手中正端着一个破盆 将盆中的水大大的喝了几口 他一下子觉得自己 浑身都舒畅了起来 严重缺水的身体 终于有了一丝活力 他来到端木纪月跟前 先往他的脸上和嘴唇上 抹了一些水 然后再掰开他的嘴 将盆中的水 缓缓倒进了他的口中 端木纪月 现在已经因为缺水而昏迷 有了水 他下意识地一口口吞下 杨云给他为了大约一碗水之后 就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因为杨云知道 端木纪月现在这种状况 如果突然补水太多 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饮水之后 众人的状态都好了许多 身上也有了一些力气 眼中也不再像刚才一样 毫无神采 又过了一会儿 端木纪月也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 正好看见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乔宇薇 我这是死了吗 怎么 宇薇你也死了 这阎王殿 怎么也这么多沙子 端木纪月有气无力地说道 阎王殿你可不会收你这个调皮捣蛋的家伙 所以啊 他又一脚把你踹回来了 见自己的好友醒来 看状态 身体也应该没出现什么问题 这让乔宇薇的心情好了起来 终于找到了水源 大家都喝上了水 也许这是他们这一生喝的最甜 最香的水 因为有了这救命的水 大家都好像拥有了第二次生命 就连因为缺水而虚脱昏迷的端木纪月 也醒了过来 一个一个的好消息 让众人的心情明显好了起来 继续行的时候 人群中传来了互相交流的声音 更有甚者 还有人居然哼起歌来 有了水 就有精神 就有了走出沙漠的信心 在这样的状态下 大家继续前行 虽道路还是那样的艰辛 但大家都觉得自己脚下的步履轻松了许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队伍继续前行 一路上 看见绿色的植物越来越多 这时 大家不仅有了充足的水源 还可以把植物的根莖 拿来做冲击的粮食 可是沙漠中的水源有限 里面的绿色植物更加有限 稀稀拉拉的几株绿色植物 它的根莖 它的叶子 全部被大家吃了个一干二净 这些植物的味道 都很不好吃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不知道的人们 还以为他们吃的什么美味佳肴 可是 就连这些难以下咽的树根和叶子 在短短时间内 都被大家吃了个一干二净 这些东西 可以在大家最饥饿的时候 稍稍缓冲一下 饥饿带给大家的痛苦 但是过了不多久 饥饿的感觉 又在众人腹中升起 在沙漠中行走 十分消耗体力 除必须的水源 粮食也异常重要 继续前行 大家觉得 这些树根和草叶 越来越没有办法解决 众人腹中饥饿的问题 肚子里没有东西 浑身就没有一丝力气 大家竭尽全力 一步一步前行 越来越觉得自己脚下的双腿 好像灌了牵似的 很难移动分毫 据这名对沙漠地形 比较熟悉的士兵介绍 看到沙漠中的绿色植物 为这已经快走出沙漠了 这句话给了众人信心 大家迈着灌签一样的双腿 忍着前胸贴后背的痛苦 忍着因为缺乏粮食的竞篮 一步一步地朝前走着 看来这名士兵说的话是对的 因为随着大家不断前行 绿色的植物越来越多 更有甚者 还看到了一些小小的动物 蝎子 蜥蜴 沙蜀 这些平日里 看着都让人恶心的小动物 这事在众人的眼中 却显得是那么的亲切 在大家相互的鼓舞下 总人拖着疲惫的身躯 互相搀扶着 继续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 突然 前来陷了三个大家伙 说是大家伙 其实也不算大 但是 他们的身躯 远远地超过了 刚之前遇上的这些小动物 要是在进入沙漠之前 遇上这些三只家伙 众人一定会退避三舍 远远地绕开他们 但是现在 大家虽然不敢靠近他们 但是 脚下的步伐 却停了下来 这是三只沙漠狼 看他们瘦骨零星的样子 应该是好久没有吃东西了 这三只狼 看着前方的这些人类 眼中露出凶光 嘴里还往下滴着口水 在这无尽的沙漠之中 能够看到这么多人 这三只狼 好久没有吃到香喷喷的肉了 这样一想 口水都经不住地往下流 这三只狼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人类 居然也跟他们的想法一样 想把他们 作为自己果腹的食物 杨云等人 是这些沙漠狼眼中的食物 而这三只沙漠狼 也是杨云等人眼中的食物 那么 究竟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 谁也没法说清楚 三只狼看着远方的众人 见这些人 虽然步履蹒跚 路都快走不动了 但是他们看到自己 脸上却一丝巨异也没有 反而眼中还带着一丝贪婪 在看这些人的手中 还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 虽然他们 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用途 但仍然隐约觉得有危险 于是 这些狼向后退了几步 眼神中有一丝犹豫 他们的肚子里 忽然传来了咕咕的声音 这是声音提示着他们 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 这些盗嘴的美味 一定不能放过 所以 这三只沙漠狼 停止了后退的脚步 但是他们 也不敢去前行 只是眼中 闪出贪婪的光芒 死死地盯住杨云等人 杨云和手下的士兵 也站在原地 一步也没向前移动 若是平时遇上这三只狼 他们可能会张弓搭箭 手持各种兵 向他们发动攻击 让他们成为自己国民的食物 可是现在 连日来的饥饿 已经让他们的身体疲劳到极点 他们没有了战胜这三只狼的信心 可是和这三只狼一样 他们也不愿意 眼前的猎物 就这样 双方在这沙漠中对视着 连天空中的太阳也停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这沙漠中的人和兽 他想看一看 这双方到底谁是猎物 谁是猎人 第165章 中出沙漠 和人类对视很久 这三只沙漠狼 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终于 在填饱肚子 和面对危险的抉择中 他们选择了放弃 慢慢地向后退去 突然倒在地上 见有人居然倒下了 三只沙漠狼互相看看 眼中露出疑惑的神情 停止了后退的脚步 看来这些人类 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因为 紧接着又有一个 只有一只手臂的汉子 也坚持不住了 倒在沙地上 就像有传染病一样 紧接着又有好几个人 倒在沙地上 转眼间 人类还站着的 仅仅只有三个人了 看着这一情况 这三只沙漠狼犹豫起来 他们担心这是陷阱 可是这么多猎物 主动送上门来 有了这些猎物 大家可以好久 不用出门去捕食了 在这巨大诱惑面前 三只沙漠狼的狼脸上 终于露出坚定的神情 踏他们连忙向前奔来 朝着还站立着的 几人猛扑过去 大多数人已经倒在地上 看了意境 没有反抗的能力了 而站着的这三个人 衣衫蓝绿 走路都已蹒跚 看来也没有多少站立了 三只沙漠狼的速度很快 他们很快来到 站立的三人面前 张开大嘴就要 向他们咬去 在这种沙漠中 人类要想对付这些 生活在沙漠中的一场 凶猛的狼 难度很大 更何况 现在还站着的几人 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可奇怪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这站着的几个人 看见扑过来的三匹狼 眼中却没有一丝巨异 眉宇间反而显出欣喜的神情 畜生毕竟是畜生 这些已经饿极了的沙漠狼 根本没有看到这些人的表情 就算是看到了 他们可能也不明白 这表情代表什么意思 就在这三只狼 扑过来的一瞬间 地上躺着的这下人 突然就第一滚 拿起手中兵器 分别向着 离他们最近狼的身上 招呼过去 突然的变故 让这三只狼错不及防 一阵惨嚎之后 一只狼倒在地上 口里吐着鲜血 身体还在不停地抽搐着 而另外两只狼 也都是伤痕累累 他们好不容易 逃出众人的包围圈 向远处奔逃而去 饿了几日的众人 怎么甘心让盗手的猎物 就这样跑掉 所以他们拼尽自己 最后的力气 紧紧地追赶着 刀枪弓箭 反正能使出的攻击手段 全部用了出来 到最后 又一只狼在众人攻击下 倒在地上 眼看没有活路了 只有跑在最前面的那只狼 攻击的时候 他在最后一个 遇到众人的偷袭 他是反应最快的 最先逃出包围圈 这只狼颇为狡猾 所以他受的伤也最轻 终于让他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 逃脱了众人的追捕 在发现这三只狼的时候 众人就打定主意 要让这狼肉 成为他们冲击的粮食 可是 在这茫茫的沙漠中 大家怎么可能追上 对这里的环境 十分熟悉的几匹野狼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制定了故意示弱 引诱这些狼上钩的策略 事实证明 人类的智慧 显然比这些畜生高多了 终于 让这些企图捕食猎物的沙漠狼 成为了众人的猎物 有了这两匹狼 就意味着 大家也许不会在这沙漠中 被活活饿死 还可能支撑着众人 最终走出这 让人生艳的沙漠 这时 天色已经不早了 众人也就不再前行 就在这刚刚挖出的沙坑之中 捡了一些干柴 升起了一堆火 不久之后 一阵烤肉的香味 在沙漠中四散飘开 引来周围的一些小动物 远远地观看 但是看着这一大群人 这些动物 没有一个敢走上前来 无奈之下 这些围观的动物 远远看了看 然后转身消失在 茫茫的沙漠之中 这一顿 是众人进入沙漠以来 吃得最开心的一顿 虽然在这沙漠之中 由于条件限制 没有那么多合适的调料 所以烤出的狼肉 也许不算最香 但是 在已经鸡肠鹿鹿 好久没有尝到肉味的众人眼中 这是什么 也比不过的美食 好运接踵而来 这一夜 众人填饱了肚子 沙漠上也没有刮起风 让大家好好的休息了一夜 第二日 又是一个好天气 一大早 杨云便把众人叫了起来 借着曙光的指引向前赶路 这一天的天气很不错 解决了饥渴问题的众人 精神明显好了许多 走路的速度也快了起来 队伍中居然还响起了久违的笑声 继续往前走 沙漠上的植物越来越多 仙人掌 沙柳 大西角等植物 不停地在沙地中出现 与此同时 这沙地上出现的动物 也慢慢多了起来 他们看见杨云一行 显然知道这些人类 他们惹不起 所以都远远地躲开了 太好了 看来 我们很快就要走出这该死的沙漠了 对沙漠地形熟悉的这名士兵 对大家说道 听到这名士兵这样说 人群中顿时爆发出欢呼之声 继续往前行走之时 他们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 脚步也显得轻盈了许多 这一天 他们又找到许多可以食用的植物 沙漠中的这些植物 一般含有丰富的水分 虽然不算太好吃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了 这一夜休息的时候 心情大好的众人 还聚在一起 闲聊了好半天 就连前两日 还因为缺水而昏迷的端木季月 现在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队伍中又传来了两个姑娘的笑声 就在众人都以为 现在可以顺利地走出金戈沙漠的时候 老天爷又给了他们考验 到半夜时分 天空中居然下起了雨 这雨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在前几日里 由于众人已经走不动了 就把能丢的东西全部给丢掉了 现在队伍中间 没有任何可以避雨的工具 雨水滴在众人身上 在沙漠中的微风吹拂下 显得特别冷 所以众人都被冻醒了 这该死的老天爷 前几日里 老娘的喉咙都快冒火了 他也不肯滴下一点雨水 现在我们不缺水了 他反而肯下雨了 乔雨微冷地只打哆嗦 他紧紧地靠出赤木 愤愤地说道 这雨下了 不多久就停下了 但是此时已浑身湿漉漉的众人 都没有了睡意 杨芸干脆把大家召集起来 一起商议一下 到了刘仪 他们如何才可以顺利地想法 通过万古草原回到大附近内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 众人迫不及待地收拾东西 踏上了新的征程 一路上看的洞植物越来越多 再往前走 大家居然遇上了一只商队 二三十人牵着七八只若驼 朝向着他们迎面走来 终于见到了人 大家都开心起来 这意味着 大家终于可以安全地走出沙漠了 这一次穿越金戈沙漠 将是他们毕生难忘的经历 姚霞走到商队众人面前 向他们询问了一下 得到的答案是 此时他们距离走出沙漠 还有大半天的路程 走出去之后 他们将会到达万古草原的西北方 这一带 是属于流移土出部落的势力范围 这是一个拥有三四万人的中型部落 听到这一情况之后 杨云告诉队伍中众人 由于目前整个流移的局势很不明朗 所以所有人都与楚国商人自称 暂时不可以暴露真实身份 一行人在流移商队中购买了一些必须的物资 根据商队中本地人的指引 到了下午时分 草原终于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看到远处碧绿的草地 草地上流动的小溪 众人发出欢呼之声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溪水之中 捧起里面的水喝了起来 此时此刻 他们觉得这里的水异常甘甜 喝完之后 大家跳入小溪 欢快地洗了起来 将多日来堆积在身上的沙粒泥土 洗得干干净净 特别是乔雨薇和端木季月两个姑娘 爱美的他俩 在这金戈沙漠之中 没法洗澡 是他们觉得最痛苦的事情 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两个姑娘将身上彻底地清洗了一番 多日来被沙土掩盖的美丽荣颜 终于又重见天日了 休息了一阵之后 天已经快黑了 大家决定 趁着天还没有黑定 继续往前走一段 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人家 他们的运气挺不错 走到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在远处的草地上 就看见七八个大大的帐篷 众人立即高兴地 向帐篷的方向走去 帐篷旁边的刘夷人 忽然看见 从远处走来一群手 拿各种兵器的人 不禁吓了一大跳 他们连忙站起来 从帐篷中拿出一些刀枪 十分警惕地看着这些陌生人 万古草原的面积特别大 留一个部落的人 他们的语言差距也比较大 杨云等人费了好大功夫 才和他们交流清楚 消除了他们的敌意 原来 这些人正是土出部落的牧民 这一带水草风貌 所以 他们便带着他们的牛羊群 带着帐篷 驻扎在这里喂养牛羊 姚霞和他们交涉了一番 给了他们一些银子 从他们那里 买来一些牛奶和一些肉干 还有一些劣质的酒 而且 还让他们给杨云等人 让出了两个帐篷 这一夜 大家终于用不着风餐露宿了 吃着肉干 喝着牛奶 这些酒 虽然比猎豹不酿的美酒差太多 但是大家喝得十分开心 这一夜 除了安排要职业的人之外 几乎每一个人都多喝了几杯 所以 夜里大家睡得特别香甜 第166章 又到刘仪 半夜时分 杨云从睡梦中醒来 他走出帐篷 来到守夜的士兵跟前 让他进去休息 自己接替他的工作 守夜的士兵 见杨云要亲自接替他的工作 怎么也不肯 最后 杨云指的下命令 让他进帐篷去休息 这名士兵才慢吞吞地走进了帐篷 杨云站在帐篷门口 看着夜幕下的大草原 心中思绪万千 他也不知道 到了这刘仪 会遇上什么情况 会不会遇上什么危险 还有自己最担心的拓跋度和杨婴 现在情况怎么样 晚饭的时候 杨云让人请来了几个 土出部落的牧民 向他们了解了一下刘仪现在的情况 这几个牧民喝了几杯 话就多了起来 对杨云等人的询问有问必答 甚至杨云党的没有问的问题 他们也争相讲述 据这些牧民交代 目前的万古草原 是这么多年来最乱的时候 据说前段时间 整个刘仪各部落首领 和一些贵族 在寿神山山进行拜神日 庆典的时候 突遇乱民 袭击汉王拓跋野和左王耶达 当场被乱民杀死 幸好右王库班 带领手下是勇士拼死战斗 终于击退了乱民 保护了好些众妙人物 一时间 整个刘仪群龙无首 最后在众人的推荐下 让右王库班 成为了刘仪的新汉王 刘仪人好斗 各部落之间多年来矛盾众多 经常发生小规模的争斗 原来还有汉王拓跋野 进行干涉 所以各方的争斗 都有节制的进行 但现在 库班当上新的汉王之后 他的威望远远不如原来的汉王拓跋野 并且 他对各部落的争斗 居然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仪众部落的争斗 于是全面升级 甚至有一些中小部落 已经被一些大型部落所吞并 现在的刘仪各部落 大家为了各自的利益 看不顺眼就大胆出手 逼得一些中小部落 干脆联合来 一起对自己虎视眈眈的一些部落 发起反击 还有一些部落 干脆将自己部落的百姓 都迁到偏僻偏远的地方 企图避免被战争所波及 而各大势力之间 也不断发生摩擦 在不久之前 左王耶达的儿子耶布泰 率领所属的飞黄部落 以及依附于自己的势力 和另外两个最强大的部落 山根部落和山花部落 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据说这一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草原上大片的草地 都被鲜血染红 到最后 有一两万人死在这一场争斗之中 此战之后 处于劣势的飞黄部落 带领全体族人 迁离了原来的驻地 至于现在到了何方 就不得而知了 杨云又问起了 自己的异地拓跋度的情况 这些牧民更是一无所知 只知道 当日寿神山一战 汉王拓跋也当场与命 连同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 也一起战死 最后 山根部落众人 经过商议之后 推荐拓跋也的三儿子拓跋圣 为山根部落的新组长 看来这些土出部落的牧民 由于地位比较低下 是道听途说的 费了这么多的功夫 还是没有打探到 拓跋也和杨云的消息 杨云心中也是万分无奈 照目前的情况看 只有一边赶路 一边了解情况了 众人休息了一日 第二日便重新上路 往万古草原深处行去 看来这几个土出部落的牧民 说的都是真的 现在这流移 的确乱得很 一路上 他们经常遇见 各部落之间的争斗 杨云 以前也看到过 留一个部落之间的打斗 但是这之前 他们之间的争斗 都是比较有节制的 不会造成太多的伤亡 但如今 他们看到的这一场场打斗 都是异常惨烈 双方仿佛是生死大敌 让其中一方全军覆没 或者狼狈逃走 才会结束 为了避免被这些争斗的波及 杨云只得让众人远远地绕开 这些打斗的留意人 这给他们的前行 也带来了一些麻烦 杨云 一路带着众人往草原深处走去 一路向遇见的留意百姓 询问拓跋度和杨云的消息 可是问了许多人 始终没有结果 这么多人都不知道他俩的消息 让杨云十分郁闷 既然来到这万古草原 杨就想找到拓跋度和杨云 相信他们现在 一定面临许多困难 看自己能不能帮到他们 想来想去 杨云决定去什叶部落找七叶 在留意境内 七叶应该是杨云 在这万古草原最熟悉的一个 并且作为什叶部落的少组长 七叶一定掌握着 比别人更准确的消息 什叶部落离大福的泉州不远 杨云等人要想经过刘夷 到达大福 就必须要经过什叶部落 所以杨云就做这样的决定 还不用绕道 由于杨云等人在万古草原 比较谨慎 亦有打斗 他们都离得远远的 所以这给他们减少了许多麻烦 没有麻烦的影响 众人行路的速度就快了许多 行了十多天的赶路 大家终于到达了什叶部落境内 上一次到刘夷 杨云曾经在什叶部落住了几天 所以对什叶部落的位置 他还比较稀 杨云带着众人 来到什叶部落的时候 正是黄昏时分 他们来到什叶部落最大的聚居地 准备找到部落的少祖长七叶 问一问拓拔杜和杨云的消息 可是让杨云感觉意外的是 他们来到什叶部落这最大的聚居地 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看到 这情况 让杨云感觉万分无奈 什叶部落在刘夷 虽然不算最大的部落 但是也算比较大的势力了 整个部落五六万人 怎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不甘心的杨云 杨云在部落中找寻了许久 依然没有发现一个人影 没办法 他只好放弃了寻找 不过 这里没有人 对杨云等人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好些帐篷空在那里 并且帐篷之中 还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所以杨云决定 这一夜就驻扎在这里 一夜无事 清晨 杨云等人便踏上了征程 既然无法找到拖拔杜他们 那就只能先回到泉州再说 殿下 抓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第二日 众人刚走出什叶部落不久 负责断后的两名士兵就追了上来 向杨云报告道 不一会儿 一名士兵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来到杨云跟前 一看着少年的穿杨云高兴起来 因为这个少年身上的服饰 正是什叶部落的装束 杨云叫人把那少年叫到自己跟前 向他询问什叶部落现在的状况 可是这名少年态度却很坚决 无论是杨云等人威逼还是利诱 他都不愿意交代 什叶部落大部队的位置你认真看看我 我是你们少族长七叶的朋友 见威逼利诱都没有办法 杨云只好这样说道 你是少族长的朋友 那我想问问你 你是在什么地方和少族长认识的 听到杨云的话之后 这少年的态度好了许多 还有 我家少族长长什么样子 性情怎样 有什么爱好 这少年停顿一下又接着说道 听着少年问起 杨云便把自己遇到七叶的经过给少年讲起 另外 他还讲究 七叶在几年前亲自护送自己 还去过靠近泉州城不远的地方 这少年的年纪并不大 但是警惕性很高 杨云等人问道 七叶和十叶部落现在的情况之时 他便含含糊糊 不愿交代清楚 最后 杨云从怀中摸出一只羊角 这羊角上面还刻了一个七字 这羊角是当日分别的时候 七叶送给自己的礼物 终于让这少年相信了自己 听说杨云想要找七叶 这打消怀疑的少年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带你们去吧 思虑再三之后 这十叶部落的少年终于下定决心 准备带杨云等人去见七叶 一路走 杨云一路观察四周 四周要么是成群的牛羊 要么是已经搭建好的帐篷 但是依然没有见到人影 一路走来 杨云看了看身边的环境 不由得在心中暗暗叹气 看来十叶部落也遇上麻烦了 跟着这少年走过几个小山包 又经过几个小水潭 一直走了一个多时辰 这少年才带着杨云等人来到一个小型部落 这小型部落 正是依附于十叶部落的一个部落 据少年交代 十叶部落的老组长 曾经救过这小型部落的一个重要人物 这小部落的组长十分感恩 在被救之后 他就承诺 一旦十叶部落有什么危险 他们将倾尽全力寄予帮助 这少年到了 这小型部落之后 带着杨云等人东拐西拐 来到部落的中心处 在这小型部落之中 还遇上了好几个十叶部落的百姓 见到这突然出现的这几个十叶部落的人 杨云高兴了起来 看来这七叶离此也不会太远了 在这名少年的带领下 杨云来到一个小型帐篷门前 这少年让杨云先在门口等待一下 他自己先进去报告 在门口站了不久 里面传来了声响 紧接着帐篷的门打开了 一个长得十分结实的汉子走了出来 看到这个汉子 杨云不由笑了 这不是七叶还有谁 第167章 刘仪的局势 我亲爱的朋友 真的是你啊 这让我太意外了 七叶看到杨云连忙走上来 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 哈哈 七叶兄 可把我一阵好找 终于见到你了 在这刘仪多日 终于见到一个熟人 杨云也十分开心 刘仪目前的局势 让杨云一头雾水 双方分兵主落座之后 杨云迫不及待 向他询问起具体的情况 七叶是这十叶部落的少组长 并且老组长这些年来 已经逐渐放手 十叶部落的好多事情 现在都是由七叶在负责 所以 他掌握的情况 要比普通刘仪百姓准确许多 据七叶交代 寿神山拜神日之时 又往库班联络了好几个部落 当场杀死了汉王拓跋也 和左王耶达 但当时 还是有好些部落首领 和刘仪一些重要人物 突出重围 后来 库班虽然成功地 当上了刘仪的汉王 可是刘仪上下 对他不满意的人还有许多 特别是一些 忠于原汉王拓跋也的势力 和左王耶达的势力 对库班那是恨之如骨 怎么可能听他的指挥 所以这些人 从库班登上汉王位置的第一天 就不断和他作对 库班要想巩固自己 在刘仪的位置 他当然先得从这些 不服自己的人下手 于是 双方从最初的明争暗斗 到后来直接大打出手 一场场战斗 让许多刘仪汉子 倒在了草原之上 在万古草原 忠于韩王王拓跋也 和左王耶达的人数 不在少数 但是由于右王库班突然发难 这些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再加之 这些势力又分布在万古草原各地 万古草原的面积特别大 这些势力没法很快地 汇集在一起 所以 在库班采取的各个击破的原则下 忠于拓跋也和耶达的势力 受到严重的打击 目前的这种局面 对于忠于拓跋也和耶达的势力来说 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在这一场场的战斗中 他们死了很多人 在遭遇了无数次败仗之后 这些忠于拓跋也和耶达的势力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有一些强大一些的势力 他们想方设法地汇集在一起 尽量使自己壮大 从而具备正面抵抗库班势力的能力 还有一些弱小的势力 由于附近没有可以依靠的强大势力 所以他们选择 带着整个部落的族人向四处迁移 以躲避库班手下的追踪 还有一部分人 见无法抵抗库班的攻击 为了保住自己和族人的性命 干脆选择了投降 向新任韩王库班效忠 所以我们留意 现在面临一个重新洗牌的局面 许多强大的部落 从此消失 而一些善于钻营的部落 慢慢变得强大起来 齐也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有些低沉 就像我们什叶部落 是忠于左亡叶达大人的 叶达大人被杀 我们不愿意向库班投降 就成了他们追杀的对象 而和我们临近的虎旧部落 是最早投靠库班的 现在吞并了一些中小势力 实力已经比我们强大多了 还有柴木达那小子 居然成了库班的干儿子 现在可以说是要疯的疯 要雨得雨 齐也继续说道 那现在反对库班的 有哪些比较强大的势力呢 杨云问道 就目前来看 还能坚持和库班作对的 并且还具备一定实力的 主要有两大势力 一个是左亡叶达大人 所属的飞黄部落 现在由叶达大人的儿子 叶吉塔率领 现在约有五六万人 我们一直想向他们靠拢 但他们现在的行踪飘忽 我们也找不到他们在哪里 所以 只得躲在这小部落里等候消息 齐也的语气中充满无奈 那还有一个大势力呢 杨云的心中充满期待 他隐隐觉得 自己最关心的拓拔度和杨云 就应该和这个势力有关 杨云的判断十分准确 接下来齐也所说的话 果然和自己的异地拓拔度有关系 还有一个大势力 就是以前山根部落的一部分人 这些人不愿意跟着任贼做父的 山根部落新组长拓拔胜 拥戴原汉王拓拔也最小的儿子 拓拔度为主 再加上 以一些以前忠于汉王拓拔也的 一些中小势力 他们中也大约有五万勇士 齐也接着说道 那你知道 杨云一眼 据我们探子传回消息 前段时间 他们和忠于拓拔肾的人大打一场 双方都死了不少人 之后就不知道 他们撤到哪里去了 齐也虽然觉得杨云的神情有益 但他不是过 喜欢打探别人隐私的人 终于有了拓拔度的消息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 他们具体的位置 但是至少现在知道 拓拔度还安然无恙 想来一直跟着他的杨云 应该也是安全的 这样一来 让杨云安心不守 现在我们这些 反对酷班的人 要是能够聚集在一起 那还是一股很强大的势力 可是现在大家各散四方 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酷班各个歼灭的 企业对未来的局面 充满了忧虑 刘云是游牧民族 他们向来奉行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的原则 正是这样的策略 使得和他们比邻的楚国 和大夫两个强大的国家 都拿他们没有办法 可是这次却不一样 拓拔度他们面对的敌人 同样是对万古草原 十分熟悉的刘云人 对他们的作战风格 对这里的地形都十分了解 所以 短时间内拓拔度 他们可以保证不会被 酷班的人发现 但时间长了 他们的终究会被敌人发现 在众多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 他们的日子 将会越来越难过 想到这里 杨云不由为拓拔度 他们暗暗担心 看来应该得想个办法 让他们摆脱这不利的局面才行 帮助像七叶 拓拔度这些忠于汉王拓拔野 和左王耶达这些人 于斯是帮助自己的朋友 但更重要的是 刘云新汉王酷班 从来都对大夫没有好感 所以于公于私 杨云都得想出办法帮助他们 想到这一点之后 杨云忽然眼前一亮 因为他想到 大夫朝廷也一定会支持 他去帮助这些反对酷班的人 泉州 想到这个地方 杨云马上想到 如何帮助拓拔度他们了 泉州是离刘仪最近的大夫城市 这么多年以来 为了防备刘仪人的入侵 大夫常年在泉州住 扎了近十万的手兵 与此同时 泉州刺史刘成 也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他多年镇守泉州多年 打了不少的胜仗 在大夫军方拥有很高的威信 刘成一定也不愿意看到 酷班控制整个万古草原 如果这样的话 腾出手来的酷班 他要想对付的 首先就会是镇守在泉州的刘成 和他手下的十万大夫军队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成一定愿意帮助拓拔度他们 让他们控制局面 拥有能够和酷班他对抗的实力 最好他们还能击败酷班 重新控制刘仪 那么大夫和刘仪的盟约 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我得赶快回到泉州 想法联系泉州守将刘成 如果得到他的帮助 那你们的日子 就会好过许多 你现在的任务是 尽最大努力 联系所有和酷班做对的人 让他们尽可能向泉州方向靠拢 想通这一点 杨云连忙向七叶说道 这样最好 如果能得到你们大夫的帮助 我想 我们很快会稳住阵脚 然后向酷班这家伙发起反攻 听到这一消息 七叶也马上高兴起来 想到拓拔度和杨英等人 可能会随时面临危险之中 杨云恨不得马上赶到泉州 让流程想法帮助他们 所以 杨云等人 只在十叶部落暂时居住的 这个小部落内待了一晚上 第二天 他们便匆匆启程 向泉州的方向奔去 为了让他们很快到达泉州 七叶还赠送给他们 十几匹最好的战马 同时还派出几名十叶部落的勇士 随杨云等人一起赶往泉州 这些十叶部落的勇士 跟着杨云等人 一是为了保护杨云等人的安全 同时也是 为了等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向七叶报告 有了这些上好的战马 还有七叶部落 这些勇士做向导 杨云等人一路前行 速度就快了许多 用了仅仅两天的时间 他们便赶到了泉州 看着和对岸危额的泉州城 杨云等人忍不住欢呼起来 一路上 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 终于成功地回到大附近内了 听说杨云到访 流程马上带着手下的一些官员 前来迎接 双方是见过面多次的老熟人 所以彼此间熟络了许多 真是吴王殿下 下官流程有礼了 下官已经得到消息 说是殿下带着我大夫使团 已经成功与郑国河逾越结盟 流程代表大夫百姓 感谢殿下见到杨云 流程马上率领手下所有人 下马恭敬行礼 刘大人 客气了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这是使团众人一起努力 还有一些兄弟 用生命换回来的 杨云向流程及众人一攻守 大声说道 是啊 若我大夫所有军民 都像吴王殿下 和手下这些勇士一样 为了大夫利益 汉不畏死 何愁我大夫不薪啊 流程由衷地感叹道 旁边也传来一众泉州官员 一阵复合之声 第168章 再见拓拔度 听说吴王殿下 现于楚国境内 陛下已经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帮助吴王殿下脱险 他已经责承附近所有官员 派出得力的人 到楚国境内 接引吴王殿下 没想到吴王殿下 具有大智慧 和这么大的勇气 居然穿过金戈沙漠 从刘仪回到大福 我马上派出快马 向陛下报告这一好消息 刘成又接着说道 杨云无能 让父皇他老人家 为我操心了 此次杨云来寻刘大人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里不是说话之地 我们还是到了泉州 再细细商议吧 想起拓拔度等人的安危 杨云脸上有了焦急之色 唉 是刘成考虑不周 想来吴王殿下此行 一定辛苦了 我们先到城中 我已经让手下备好韭菜 我们边吃边说 听到杨云的话 刘成马上一拍脑袋 笑着说道 泉州城中 众人分兵主落座 酒过三巡之后 杨云便和刘成 谈起了刘仪的事情 一下子就让刘成来了兴趣 吴王殿下 您真是太厉害了 我们早已察觉刘仪出现了变故 派了好多人 费了好大功夫 才打探出一些消息 但始终没有想要办法 怎么联络那些 正被酷班追杀的刘仪人 没想到 您一来就解决了这些困扰 刘成激动地说道 刘大人 你在这泉州多年 对这里的局势 比我了解更多 我只给予一些建议 具体的决定 还是你来拿 杨云笑着说道 此事本来应该向朝廷汇报的 但现在 这时间耽搁不得 那我就做主了 我在泉州靠近刘仪的地方 给他们 划出一大块地盘 专门安置他们 如果酷班派人来攻打他们 我们就联合起来 共同对付酷班的队伍 刘成略略思考过后 很快就做了决定 太好了 我马上让这几个 刘仪实业部落的勇士回去 将这里的消息告诉七叶 让他通知所有 和酷班对抗的势力 都到泉州这边来 这么大的事情 能够这么快得到解决 杨云的心情 一下好了起来 杨云端起酒杯 先给刘成敬了一杯酒 然后 又向泉州的众官员敬酒 最后 他又向着和自己 一起进入金戈沙漠 然后从刘仪走出来的 生死兄弟 每人喝上了一杯 这之后 泉州的这些官员 这杯子向杨云敬酒 杨云的酒量 其实还算不错 一般情况下 他喝酒也很有节制 但今天 这么多好事情 接踵而来 他的心情异常高兴 于是便来者不拒 大喝了起来 吴王殿下都放开了喝 其余的人怎敢落后 一番推杯换展之后 大多数人都有了醉意 作为众人关注的忠心 杨云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喝了多少酒 反正最后 喝了个不省人事 甚至连怎么到房间里 睡都不知道 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 临近五十的时候了 唉 一睁开眼睛 看看天空中高高挂起的太阳 杨云一下子就跳起来了 因为昨日只顾着和众人喝酒 没有通知那些流移勇士 让他们以最快速度 把这里的消息告诉七夜 要知道耽搁的这一夜 很可能有许多流移兄弟 要倒在万古草原之上 想到这里 杨云马上从榻上爬了起来 准备出去找那些 跟随过来的实业部落的勇士 结果正好遇上坐在门外的姚霞 听到杨云的话之后 姚霞笑了起来 少主 您不用担心 这事情 属下早已安排了 他们昨晚已连夜赶回流移了 如果这些事情 都还让少主您操心 那么属下等人也太不尽责了 姚霞笑着说道 听姚霞这样一说 杨云那颗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总算没有误了大事情 接下来之后 杨云又问起了其他一些事 结果这些事 姚霞早就进行了一些安排 刚到泉州后不久 姚便安排人 星夜骑着快马赶回吴县 将这萧告诉 还在吴县的池里与郭龙等人 让他们不再担心众人的安危 与此同时 姚霞还以杨云的名义 写了一封奏折 将这一次的经历 详细写在奏折上 然后等杨云定夺之后 然后再让人拍快马 送到西京城 我本来想让刘大人安排人 护送两位姑娘先回吴县 但是他俩坚决不走 属下定不过他们 只好让他们留下了 姚霞又接着说道 这两个家伙的个性我很了解 他们是最喜欢热闹的 现在在泉州 马上要热闹起来了 他们怎么可能离开 见一切姚霞已经安排好 心情大好的杨云笑着说道 因为有了刘夷的事情 原计划一回到大福 马上赶回吴恩的杨云 现在决定改变计划 准备留在泉州 利用自己对刘夷还算熟悉的优势 帮助这些刘夷人 很快在泉州附近安顿下来 事实证明 刘成作为统领泉州多年的一方大员 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只用了几天时间 他就让人在靠近刘夷的方向 划出了一大块地盘 紧接着 他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区域内的大福百姓 通通牵走 然后又搭建了许多简易的房舍 还添加了许多 大家生活的必要设施 事实证明 刘成前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 只过了差不多十天左右 七夜就带走他所所统领的实业部落 分成好几批来到泉州 到达泉州之后 他对这里的安排十分满意 马上表示 要尽快通知他已经联络到的 对库班的一些势力 让他们尽快到这里来聚集 七夜到达泉州之后 没过几天又有一些中小势力 得到七夜的通知之后 来到刘成专门给他们划分的一块区域 很快 这块平日里比较平静 少有人烟的地方 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大福和刘夷 双方都很珍惜这一次机会 他们都约束自己的手下 彼此之间要尽量克制 不能发生摩擦 双方的安排还是很有效的 近七八万的刘夷人来到泉州 势必会对当地老百姓产生一些影响 但是在众人一起努力下 两国老百姓相处得十分融洽 唯一让杨云感到焦虑的是 七夜他们已经到达泉州二十余天了 可是他们之后来到泉州的 都是一些不是特别强大的势力 而杨云最关注的 拓拔渡率领的山根部落 还有耶布达率领的飞黄部落 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在所有反对酷班的势力里中间 拓拔渡和耶布达 所率领的势力是最强大的 所以 留意其他一些中小势力 都是为他们这两股势力马首是瞻的 他们两股势力没有到达泉州 其他一些 附属于他们的势力 一定还处于观望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使大多数反对酷班的刘云人 全部聚集到泉州附近 肯定是不现实的 所以 山根部落和飞黄部落的消息 现在已经成为 刘云和大夫人共同关注的重要事情 拓拔渡等人始终没有消息 让杨云十分郁闷 他多次表示 要亲自重返万古草原 去寻找拓拔渡等人的消息 听说杨云将重新返回万古草原 可把刘云给急坏了 要是吴王殿下 从自己的泉州又跑回了刘云 没发生什么事情 还稍候 如果出现了什么意外 他可担当不起啊 所以刘云死活也不愿意 杨云重新返回刘云 与此同时 姚霞和一众一直跟随杨云的人 一致反对杨云进入万古草原 在众人的苦苦劝说之下 杨云只得放弃了 亲自重返刘云的打算 在这泉州 耐心等待拓拔渡等人的消息 难得有一段时间的空闲 闲不下来的端木季月和乔宇威 整日拖着杨云等人 游遍了泉州附近的山山水水 吃遍了泉州的各种美食 泉州这地方 多年来受战争的影响 十分贫瘠 可是这里的自然景色十分优美 让两个好动的少女流连忘返 两个姑娘沉迷于泉州的景色之中 可苦了杨云和赤沫等人 每日一大早就被两个调皮的家伙拖出去 一直到天黑方能返回 由于牵挂拓拔渡和杨云的安危 同时 关注着刘云的局势 所以杨云这段时间来的确没有游幸 但是架不住两个姑娘的死缠烂打 只得陪着他们 在这附近四处走动有了叶布达大人 他们的消息了 这一日黄昏时分 四处游走的杨云 刚刚赶回驻地 想要好好休息一下的时候 七叶匆匆赶来 激动地向他们报告了 这一好消息 我派出的人 终于联络到叶布达大人 他们将这里的消息 向叶布达大人汇报之后 叶布达大人很感兴趣 想详细地了解这里的情况 所以 我决定明日一早便出发 亲自把这里的消息 向大人汇报 七叶高兴地说道 那这样 为了表达我大幅的诚意 消除叶布达最后的顾虑 我和你们一起 到万古草原 杨云大声说道 可是 你贵为大福王爷 你手下的这些人 一定不会让你亲自涉险的 如果你到刘夷出现了什么变故 那么我们两国之间的结盟 就只有彻底瓦解了 七叶有些担心地说道 不管他们 明日一早 我只待上赤木 杨云坚定地说道 第169章 会见耶布达 少主 少主 在杨云的房间门口 姚霞已经来了好一会儿 但里边没有任何动静 杨云可没有睡懒觉的习惯 为什么今日已日上三杆 房间内还没有消息呢 喊了几声之后 里面仍然没有动静 由于担心有什么意外 姚霞连忙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结果房间之中一个人也没有 这一下 可把姚霞吓了一大跳 他连忙在房间里仔细寻找 结果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封信 姚霞拿起那封信 见这信并没有封口 他便打开书信 仔细地看了起来 哎 少主啊 您怎么不听劝 非要亲自去涉险 看了这封信之后 姚霞垂胸顿足地说道 说完之后 他以最快速度 向乔宇威和端木济月的房间 跑去 这封信正是杨云所写 信的主要内容 就是告诉众人 自己去刘亦了 让大家不要提信 什么 这个家伙又跑到刘亦去了 这也太不仗义了吧 有这样的事情 怎么也带着我啊 听说杨云居然丢下他们自己跑了 端木济月愤愤愤地说道 哎呀 端木姑娘 这时候你就别说这些了 我们赶快去吧 把少主追回来吧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回去见那些老伙计啊 姚霞一向十分沉稳 但这一次 他是真的着急了 姚大哥 您就别着急了 这吴王殿下 不是那么没有纷纷的人 他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的 还有 若有什么危险 我们家木头在那里 一定会保护他的 这次说话的是乔宇威 在他的心目中 赤木尔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 有赤木尔的保护杨云 应该是安全的 哎 现在要追 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我去请刘大人派出一些人手 到万古草原去接引一下想了想 姚霞颓然作响 此时的杨云 已经骑着战马 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奔驰着 一想到马上要见到拓拔度 和自己的九姐杨英 杨云的心情就好了许多 一时间觉得 这万古草原的景色 更加迷人了 七夜带着杨云 在一片石头包围的海子前 停了下来 因为前面竟是石块 马匹无法前行 所以众人指的下马 徒步往前行走 据七夜介绍 这是万古草原有名的石头山 说是山 其实有一点夸张 其实就是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头 堆砌而成的一个小山包 七夜带着杨云 绕过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块 就在杨云觉得自己 快要晕头转向的时候 七夜停了下来 殿下 到了 耶布达大人 他们就在前面 跟着七夜所指的方向 杨云往前望去 只见前方一片石灵之中 有一块特别大的空地 空地上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帐篷 这些帐篷大小不一 形态也不一样 但是最中间的一个帐篷 它的占地面积特别大 而且这个帐篷 从外观看就特别漂亮 想来 里面也一定是华丽无比 见七夜到了这里之后 不敢再往前行 杨云便知道 这里一定已经到了飞黄部落 耶布达所在的帐篷了 对于这耶布达 前一次杨云来留意的时候 见过一面 这是一个年纪 约有二十五六的年轻人 样子其貌不扬 但从梅宇间展露出来的 一些东西来看 这是一个很有思想 也不愿意轻易服输的年轻人 在杨云的心中 他十分欣赏这些有冲净 又有自己的想法的年轻人 所以 虽然他和耶布达没有什么交情 但是他一直对这青年比较看好 七夜带着杨云等人在这里等候 不久之后 一群得到通报的刘依仁 从那个最大的帐篷中走了出来 迎面向七夜和杨云等人的方向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 是一个个子有些高 身材还有些单薄 但梅宇间透露出一丝坚毅神情的年轻人 杨云见的这个人 马上露出了微笑 这个人正是左王耶达的儿子 由于左王耶达不幸遇难 身为少族长的耶达部 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飞黄部落的族长 带领族中众人艰难躲避酷般地围追堵截 看着正迎面朝自己走来的耶布达 他和几年前与自己见面的时候 结设许多也稍稍黑了一些 果然是吴王殿下 几年没见 吴王殿下 越发英俊替躺了 耶布达匆匆地从帐篷中走了出来 老远就朝杨云打招呼 哈哈 组长谬赞了 我看组长倒是比几年前更好奇英风 颇有英雄气概了 杨云也笑着说道 并和耶布达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两人以前虽然只见过一面 但两人都是有大智慧之人 知道对方背景都不一般 是非常好的结盟对象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 两人像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 相互挽着手臂 一起向着一个豪华版的帐篷 行去帐篷门口 站了许多飞黄部落的人 见两人走来 立即让出一个通道 迎接二人走进帐篷 杨云和耶布达 有说有笑地走进帐篷 在一张摆着水果酒水的桌子旁 分冰煮落着 二人刚刚坐定 各自身后就走来几个美币 服侍他们坐好 为他们包好各种水果吃食 杨云本来不习惯有人这样贴身伺候 但他知道这是耶布达表达 对杨云来访十分重视的一种方式 所以也就坦然接受了 上次来刘仪 能够成功达成两国盟约 多亏有左王大人全力协助 正想着 有机会要感谢大人相助之恩 没想到他老人家 却被小人所害 杨云声音有些低沉 酷班这狼子野心的家伙 一定会遭报应的 家父的血海深仇 会用他的鲜血来偿还 耶布达咬牙切齿地说道 二人都是不喜欢拖沓的人 坐定之后 杨云便开门见山地讲了自己的来意 并且从多个方面帮耶布达分析 让他明白 这是目前的情况 耶布达和飞黄部落最好的选择 听完杨云的介绍之后 耶布达陷入了沉思之中 的确 如果按照杨云的计划 现在分散各处的反对酷班的势力 就有了一个集中地 就可以把拳头握紧 然后向酷班发起反击 要是在以前 遇到这样的局面 耶布达一定会欣喜若狂 一口答应杨云的建议 但自从经历了寿神山之变后 耶布达多了一些沉稳 在做决定的之前 养成了深思熟虑的习惯 殿下的计划十分完美 可是如果我们到了泉州地界 如何才能保证 我们不被大副军队吞并 或者 大副朝廷又会不会 将我们作为和酷班交易的筹码 考虑许久之后 耶布达向杨云说道 这一点组长可以放心 我们给贵部安排的聚集地 位于泉州靠近刘仪的方向 并且 我泉州驻军在贵部后方十余里处 绝不会对贵方形成何为之事 听耶布达说出他的顾虑 杨云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十分高兴 因为说明他想要合作的对象 是一个很有思想 却又比较冷静的人 与这样的人合作 才容易取得成功 还有组长 从寿神山这件事来看 酷班这人是毫无信用的卑鄙小人 与他合作 我们得时常提防 会不会被他从背后捅上一刀 我们朝中那些大人物 都是有头脑的人 绝对不会做出这愚笨的选择的 停顿一下 杨云又接着说道 好 我相信吴王殿下 您能够亲自来到这里 就代表了您的诚意 其他人我不敢保证 我飞黄部落就陪殿下 走上这一遭 耶布达转身和身后几名 飞黄部落核心人物 眼神交流一番 很快做出决定 好 为了预祝我跟大福和刘仪合作成功 将来一起铲除酷班这个败类 我们干上一杯 本以为此事还要费许多口舌 没想到很快就决定了 杨云觉得十分高兴 上一次和吴王殿下见过一面 但接触不多 这一次见到吴王殿下 耶布达非常高兴 吴王殿下很对我的胃口 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耶布达说完 端起手中的酒碗一饮而尽 见耶布达饮干碗中的美酒 杨云也毫不犹豫地 喝干了自己手中的酒碗 两个年轻人 互相看着对方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双方重新落座之后 杨云便和耶布达 谈起了其他那些反对酷班的势力 现在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近况 这一番谈话 让杨云十分高兴 他从耶布达及其一众手下口中 得到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看来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 耶布达打作为留宜三大部落之一 飞黄部落的新任组长 他所掌握的情况 又比企业了解的多了许多 也准确了许多 耶布达很快告诉了杨云 他知道一些势力 现在所处的位置 哪些势力现在暂时比较安 哪些势力还处于危险之中 甚至有一些势力 还算有些实力的部落已经被灭族 同时 耶布达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目前这情况下 反对酷班的势力 都需要一个稳定的聚居地 是有几个部落 已经被酷班的势力团团围住 他们要想顺利到达泉州附近 跟其他部落聚集在一起 还有很大的难度 听完耶布达的叙述之后 杨云的脸色严峻起来 留意个不现在的近况 比杨云想象中还要严重许多 第170章 兄弟的消息 当杨云向耶布达问提拓拔度 和他领导的山根部落 一部分成员的近况时 耶布达的脸色凝重起来 让杨云感到万分紧张 拓拔度现在的情况 可比我们糟糕多了 他的三哥拓拔肾 一点也不顾及兄弟情仪 对着他们拼命地围追堵截 双方打了多次硬仗 拓拔度的人伤亡很重 耶布达沉生说道 那他们现在在哪个位置 拓拔度本人和他的妻子 我的九姐杨云现在情况怎样 你知道吗 因为事关亲人的安危 一向沉稳的杨云也着急起来 据七叶交代 寿神山拜神日之时 又王库班联络了好几个部落 当场杀死了汉王拓拔野 和左王耶达 但当时 还是有好些部落首领 和刘依一些重要人物突出重围 后来 耶达虽然成功地 当上了刘依的汉王 杨云站在帐篷门口 看着夜幕下的大草原 心中思绪万千 他也不知道 到了这刘依 会遇上什么情况 会不会遇上什么危险 还有自己最担心的拓拔度和杨云 现在情况怎么样 晚饭的时候 杨云让人请来了几个 土出部落的牧民 向他们了解了一下 刘依现在的情况 这几个牧民喝了几杯 话就多了起来 对杨云等人的询问有问必答 甚至杨云党的没有问的问题 他们也争相讲述 据这些牧民 目前的万古草原 是这么多年来最乱的时候 据说前段时间 整个刘依各部落首领 和一些贵族 在寿神山山 进行拜神日庆典的时候 突遇乱民袭击 汉王拓拔野和左王耶达 当场被乱民杀死 幸好又亡酷班 带领手下是勇士拼死战斗 终于击退了暴民 保护了好喜重要人物 一时间 整个刘依群龙无首 最后在众人的推荐下 让幼王酷班 成为了刘依的新寒王 刘依人好斗 各部落之间多年来矛盾众多 经常发生小规模的争斗 原来还有汉王拓拔野 进行干涉 所以各方的争 都有节制的进行 但现在 酷班当上新的汉王之后 他的威望远远不如 原来的汉王拓拔品 并且 他对过部落的争斗 也是争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依明部落的争斗 将全面升级 甚至有一些中小部落 已经被一些大型部落所吞并 现在的刘元格部落 大家为了各自的利益 看不顺眼 就大打出手 逼得一些中小部落 要么联合来 后对自己虎视眈眈的 一些部落 发起反击 还有一些部落 干脆将自己部落的百姓 都迁到偏僻偏远的地方 企图避免被战争所波及 而各大势力之间 也不断发生摩擦 在不久之前 左王耶达的儿子 叶布达率领所属的飞黄部落 以及依附于自己的势力 和另外两个最强大的部落 山根部落和山花部落 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据说这一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草原上大片的草地 都被鲜血染红 到最后 有一两万人死在这一场争斗之中 此战之后 处于劣势的飞黄部落 带领全体族人 迁离了原来的驻地 至于现在到了 何方就不得而知了 杨云又问起了 自己的异地拓拔度的情况 这些牧民就不得而知了 只知道 当日寿神山一战 汉王拓拔也当场殉命 连同他的大儿子 和二儿子一起战死 最后 山根部落众人 经过商议之后 推荐拓拔也的三儿子拓拔慎 为山根部落的新组长 看来这些土出部落的牧民 由于地位比较低下 并没有掌握 此次留意变故的真实情况 他们支支甚少 得到的消息 也是道听途说的 费了这么多的功夫 还是没有打探到 拓拔也和杨英的消息 杨云心中也是万分无奈 照目前的情况看 只有一边赶路 一边了解情况了 众人休息了一日 第二日便重新上路 往万古草原深处行去 看来这几个土出部落的牧民 说的都是真的 一路上 他们经常遇见 各部落之间的争斗 杨云 以前也看到过 留一个部落之间的打斗 但是这之前 他们之间的争斗都是 比较有节制的 不会造成太多的伤亡 但如今 他们看到的这一场层打斗 都是异常惨烈 双方仿佛是生死大敌 让其中一方全军覆没 或者狼狈逃走 才会结束 为了避免被这些争斗的波及 杨云只得见 众人远远地绕开 这些打斗的留依人 这给他们的前行 也带来了一些麻烦 杨云 一路带着众人 往草原深处走去 一路向遇见的流泪 询问拓拔Due和杨英的消息 可是问了许多人 始终没有结果 这么多人都不知道 他俩的消息 让杨云十分郁闷 既然来到这万谷草原 杨就想找到 拖拔杜和杨英 相信他们现在 一定面临许多困难 看字体 来不来命 帮到他们 想来想去 杨云决定去十叶部落 找七叶 众补中 西叶应该是杨云 在这万谷草原 最熟悉的一个 并且作为十叶部落的 少组长 七叶一定掌握着 比别人更准确的消息 十叶部落 离大福的泉州不远 杨云等人 要想经过流移 到达大福的 就必须要经过十叶部落 所以 杨云就做这样的决定 还不用绕道 由于杨云等人 在万谷草原 比较谨慎 亦有打斗 他们都离得远远的 所以这给他们 减少了许多麻烦 此外 没有麻烦的影响 众人行路的速度 就快了许多 行了十多天的路 大家终于到达了 十叶部落境内 上一次到流移 杨云曾经在 十叶部落住了几天 所以对十叶部落的位置 他还比较稀 杨云带着众人 来到十叶部落的时候 正是黄昏时分 他们来到十叶部落 最大的聚居地 准备找到部落的 少组长七叶 问一问拓拔杜和杨云的消息 可是让杨云感觉意外的是 他们来到十叶部落 这最大的聚居地 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看到 这情况 让杨云感觉万分无奈 十叶部落在流移 虽然不算最大的部落 但是也算比较大的势力了 整个部落五六万人 怎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不甘心的杨云 杨云在部落中找寻了许久 依然没有发现一个人影 没办法 他只好放弃了寻找 不过 这里没有人 对杨云等人 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好些帐篷空在那里 并且帐篷之中 还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所以杨云决定 这一夜就驻扎在这里 一夜无事 清晨 杨云等人便踏上了征程 既然无法找到拖拔杜他们 那就只能先回到泉州再说 殿下 抓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第二日 众人刚走出十叶部落不久 不一会儿 一名士兵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来到杨云跟前 一看着少年的穿杨云高兴起来 因为这个少年身上的服饰 正是十叶部落的装束 杨云 叫人把那少年叫到自己跟前 向他询问十叶部落现在的状况 可是这名少年 态度却很坚决 无论是杨云等人威逼还是利诱 他都不愿意交代 十叶部落大部队的位置 你认真看看我 我是你们少组长七叶的朋友 在几年之前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 我还倒打过你们十叶部落 见威逼利诱都没有办法 杨云只好这样说道 你是少组长的朋友 那我想问问你 你是在什么地方 和少组长认识的 听到杨云的话之后 这少年的态度好了许多 还有 我家少主长 长什么样子 心情怎样 有什么爱好 这少年停顿一下 又接着说道 听着少年问起 杨云便把自己遇到七叶的 经过给少年讲起 另外 他还讲究 七叶在几年前亲自护送自己 还去过靠近泉州城不远的地方 这少年的年纪并不大 但是警惕性很高 杨云等人问道 拓跋度等着消息之时 他便含含糊糊 不愿交代清楚 最后 杨云从怀中摸出一只羊角 这羊角上面还刻了一个七字 这羊角是当日 分别的时候 七叶送给自己的 才让这少年相信了自己 听说杨云想要找七叶 这打消怀一个少年 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带你们去吧 思虑再三之后 这十叶部落的少年 终于下定决心 准备带杨云等人去见七叶 一路走 杨云一路观察四周 四周要么是成群的牛羊 要么是已经搭建好的帐篷 但是依然没有见到人影 一路走来 杨云看了看身边的环境 不由得在心中暗暗叹气 看来十叶部落也遇上麻烦了 跟着这少年 走过几个小山包 又经过几个小水潭 一直走了一个多时辰 这少年才带着杨云等人 来到一个小型部落 这小型部落 正是依附于 十叶部落的一个部落 据少年交代 十叶部落的老组长 曾经救过这小型部落的 一个重要人物 这小部落的组长十分感恩 在被救之后 他就承诺 一旦十叶部落有什么危险 他们将倾尽全力给予帮助 这少年到了 这小型部落之后 带着杨云等人东拐西拐 来到部落的中心处 在这小型部落之中 还遇上了好几个 十叶部落的百姓 第171章 困难重重 接下来 杨云和叶布达一起商量 根据这些反对酷班的 适离目前的情况 叶布达负责派人一一通知他们 对于现在可以脱身的部落 通知他们 直接向泉州附近靠拢 而一些近况比较危险的部落 则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 有条件地 让他们自行突出重围 如果不能突围地 由叶布达 或者七叶派人进行接应 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最麻烦的 还是杨云最关注的 拓拔度率领的山根部落 一些支持他的人 这一部分人人数众多 又被酷班视作心腹大敌 所以 酷班派出了大量人手 进入了迷云沼泽 这迷云沼泽 地形十分复杂 稍不注意 就会陷入沼泽之中 被淤泥所吞噬 这样的地形一手难攻 所以短时间之内 酷班的人 也拿拓拔度等人没有办法 只得将他们团团包围 但是对拓拔度等人而言 这也是个无奈的选择 因为进入这沼泽之内 虽然酷班的人无法进来 但他们现在的出路 也被酷班的人团团围住 他们想成功突围 几乎没有了可能 杨云站在小山坡之上 执分头疼 想了许多办法 但每一种办法 似乎都不是解决 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 要让他看着自己的兄弟 自己的姐姐 就这样被酷班的人团团围困 直到最后全军覆没 这比要了杨云的命还要痛苦 明明知道自己的兄弟 自得自己的姐姐 就在前方这一片沼泽地之中 明明知道 他们是时时刻刻 面临生命的危险 可是自己却无计可施 想到这些 杨云心情非常沮丧 他转过头 看看一旁的赤墨 摊开右手伸向他 赤墨看着杨云的动作 连忙摇摇头 向后退了好几步 可是杨云的手 依然没有放下 两眼静静地看着赤墨 从眼神来看 似乎十分平静 但是深知 杨云个性的赤墨 知道这是杨云忍耐 已经到着极限 即将发火的征兆 看着不远处杨云 赤墨犹豫半想 终于叹了一口气 从腰间解下一个很大的葫芦 将的葫芦递过来 交给杨云 这葫芦是杨云在耶布达 所在的飞黄部落所得 杨云看这东西还比较好看 里面空空的 可以装不少的东西 就在一个飞黄部落的百姓中 将它买了下来 这一段时间 杨云的心情十分郁闷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想起了 能够给人解除忧愁的美酒 于是乎 杨云就在这葫芦里 装满了满满一壶酒 随时叫人待在身旁 想喝拧开壶盖 就可以喝一点 杨云拿起葫芦 看着远方的沼泽地 心里觉得十分难受 拔开葫芦的塞子 也没找任何的酒杯和酒碗 直接对着葫芦嘴 狠狠地喝了几大口 杨云学医出身 他深深地明白 酒能伤身这一道理 平日里 他也没有少劝他遇到的患者 远离一眼酒多锻炼 可近日的他 确实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口接一口地 喝着葫芦里的酒 这个时候 杨云才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遇到烦心事 就要借酒消愁 正常情况下 杨云的酒量 还是不错的 可是在这种心情郁闷的情况下 喝酒是很容易醉的 所以 近日来杨云经常把自己 喝得醉醺醺的 一直跟在杨云身边的赤木 见平日里十分理智的杨云 居然变成了一个酒鬼 心中十分着急 却没有任何办法 喝了这么多的酒 但杨云依然没有找到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目前唯一的方案 就是派兵从敌人后方进行攻击 可是这样会损失惨重不说 还很难有机会 帮助等人成功突围 一口又一口的美酒下毒 杨云的脸上已经泛起红色 照前几日的情况来看 不久之后 他又会醉倒了 这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马蹄声 赤木从小在这草原长大 对这马蹄声十分熟悉 一听声音 他便知道 至少有二十余人 正朝这个方向赶来 这一次 杨云偷偷重返万古草原 为了避免被大家发现 不让自己前来 所以他只带了赤木一个人 赤木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但是 这是要承担保护杨云的重任 他也不得不紧张起来 连忙让身边十几个 七夜给杨云选的 十多个十夜部落的勇士 拿起武器 做好战斗准备 远方的人影越来越近 不久之后 就能看清楚他们的样子 本来已经手持武器 严阵以待的赤木 看清来人的样子 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 连忙指挥身旁所有人放下兵器 来的这一群人 最前方是一个独臂汉子 不是姚霞还有谁 赤木儿的功夫特别好 可是他平日里最不喜欢操心 现在要他负责杨云的安危 他觉得万分头疼 现在姚霞来了 就意味着这些事 再不用自己操心了 所以赤木儿的脸上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姚霞这一次可不是一个人来的 乔宇威和端木季月两个人 怎么可能错过这么热闹的事情 所以队伍中他两个人的身影 是少不了的 队伍中还有几个人 却让赤木儿十分意外了 他们正是聚远光 七伟两个本来应该在无限的人 还有一个冷艳少女 正是近年来 一直跟在池里身边的柳月 这时的杨云 已经进入了微醉酒状态 他也没有关心 究竟是什么人来了 正准备拿起葫芦 在喝上一口的时候 手中的葫芦 却被人夺走了 赤木儿这家伙 真是太可恶了 居然抢走自己的酒壶 杨云正准备发火的时候 抬头看看 拿走自己酒壶的人 他不由惊呆了 夺走杨云酒壶的 正是七威 他是最先跟随杨云的人 多年来 为杨云付出了许多 向来伸手杨云敬重 到了无限之后 想到七威的年纪也不小了 不适合四处奔波 所以大多数时候 杨云便让七威在无限 负责无限的安危 同时也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 让他能够 经常和家人在一起 殿下 您平日里是最冷静的人 您应该知道 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七威心中 杨云既是他的主子 又像是自己子侄 所以杨云目前的状况 让他十分担心 七大哥 是你 杨云睁开朦胧的眼睛 看到拿走自己酒壶的人 居然是七威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对于赤目 杨云当他是兄弟 有时候对他发发脾气 杨云倒觉得没有什么 可是这七威 年龄比自己大许多 对自己忠心耿耿 这些年来 竭尽全力地辅佐自己 在杨云心中 对他十分尊重 所以 当然不好意思 在他面前发脾气了 这时有人送来一根湿毛巾 杨云用他擦了擦脸 立即清醒了许多 他顺手将湿毛巾递还回去 抬头一看 递给自己毛巾的 居然是柳月 柳月 你也来了 你和七大哥 还有巨大哥 都离开了无限 立丫头那里 谁负责保护啊 这些年 柳月和燕晴 一直跟在池莉身边 保护着他的安全 杨云才能放心地 做自己的事情 呵呵 你就放心吧 无限现在发展得很好 实力增加许多 短时间内 没有哪个不开眼的人 敢打无限的主意 柳月还没来得及说话 一旁的巨远光接口说道 夫人她十分担心你的安全 要不是我们阻拦她 她就亲自赶过来了 她担心你有危险 非要让我们赶快帮助你 柳月接着说道 今日里 我正在为我异地 和我九姐的安危交头烂额 你们来得正好 帮我想出一个好的办法 众人在临时的帐篷中落座之后 杨云迫不及待地说道 目前最大的麻烦就是 我们双方没法传递消息 有什么想法 也没法配合行动 听了杨云的介绍之后 巨远光沉吟一下说道 这段时间 我每天都派出人去查看情况 他们对从沼泽出来的人 查得特别严 倒是对进入沼泽的人 控制得不算严格 我想应该可能混得进去 但是进去之后却没法出来 所以也没法把里面的情况 传递给我们 杨云沉吟了一下说道 少主 我有办法把消息送出来 一旁的柳月突然说道 临来之前 夫人考虑 你们这里情况复杂 专门让我带来了这个 柳月性子有一些腼腆 见众人都看着自己 脸有些微红 丝毫不像曾经做个杀手的样子 大家把视线集中在柳月的手上 见他手中提着一个笼子 笼中有几只白色或灰色的小鸟 看着柳月居然拿出来几只鸟 几个不知原因的人都一脸疑惑 而杨云脸上却露出兴奋的表情 因为这几只 正是由非英步燕菲菲等人精心训练的性格 自从在杨云那里得到性格的训练方法之后 燕菲菲如获至宝 立即认真的着手训练 经历了这么多年时间 他们的训练手段已经十分成熟 用性格传递消息 已经成为非英步重要的一重方式 第172章 迷云沼泽 迷云沼泽是万古草原的一大险地 这里的面积很大 地形十分复杂 多年来 不知有多少人陷于沼泽中的淤泥之中 再也没有走出来 杨云把所有人请进帐篷之中 想让大家想出一个办法 这可让大家犯了愁拓拔度和杨云等几万人 困于这迷云沼泽之中 要想从正面突出重围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现在来看 只有沼泽的东南方 库班在那里安排的人手最少 是突围的最好方位 杨云淡淡地说道 但是 整个迷云沼泽最危险的 就是东南方 几百年来 很少听说 有人能够从东南方走出沼泽的 这次说话的 是对这里的地形 十分熟悉的一个什叶部落的首领 现在只有这样办 我们派出人手 到周围的个部落中 找些老人问问 看来不能够找到 从东南方向走出来的道路 聚远光沉吟很久 无奈地说道 听说四十年前 有一个小部落 当时有一个人 从沼泽的东南方走出来过 一个什叶部落的汉子 有些犹豫地说道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们就不能放弃 杨云坚决地说道 接下来几天 大家都忙碌了起来 杨云把所有人分成了好几组 在迷云沼泽方圆上 百里的地方四处打探 看看有谁知道 从迷云沼泽东南方走出来的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了十多日的寻访 大家终于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在四十多年前 迷云沼泽一百里外 一个叫讨来的小部落 有十几个人 在迷云沼泽中迷了路 不幸陷入了沼泽之中 这些讨来部落的汉子 双腿已经陷入了淤泥之中 为了活命 他们只得拼命地挣扎 努力寻找走出沼泽的道路 沼泽中的环境十分恶劣 这十几个讨来部落的汉子 很快有好几人 被淤泥完全吞噬 死在这万古草原的最大险地里 看着身边的同伴 一个个地减少 剩下的人也没有办法 只好继续往前走 随着众人的继续前行 他们身边的伙伴越来越少 大家的心中都充满了绝望 但是对生存的渴望 支撑着他们不断前行 艰难前行了很久 到最后 这十几个人 只剩下了一个叫贺国阿的汉子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绝望了 只是凭着本能艰难的前行 走着走着 他的脚下突然踩在 实地之上 他立即欣喜若狂 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 最后终于看到绿绿的草地 成功走出了 这号称死亡之地的密云沼泽 走出沼泽之后 贺国阿查看周围的环境 这才知道自己 居然从密云沼泽 地形最险恶的东南方向走了出来 杨云派出的人 得到这一消息之后 立即派人赶赴 离密云沼泽一百多里外的 讨来部落 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 此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 这个叫贺国阿的讨来部落汉子 早已死去多年 只能根据他后人的描述 得到大体的路线 听到手下人的汇报之后 杨云找来众人一起商议 听到这个情况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只凭着贺国阿所描述的大体路线 想要成功 从东南方走出密云沼泽 显然是很困难的杨云 又派出许多人 继续打探 但是却没有得到其他的线索 最后 众人商议之后 终于决定 先将这些收集到的线索 传递给拓拔度 让他自己进行抉择 柳越和一个实业部落的青年 伴作夫妻 以采药为名 成功地骗过手 在沼泽外围的刘仪士兵 进入了迷云沼泽 本来 按照杨云的安排 是不愿意让一个小姑娘去冒险的 但是这里除柳越之外 没有人知道怎样使用性格 再加上他本人的坚持 杨云只得同意让他前去 伴越州是迷云沼泽中 最大的一块绿地 也是这万古草原最大险地中 少有的一块比较安全的土地 拓拔度和数万中于他的刘仪人 现在就驻扎在这里 在这里 他们暂时摆脱了 中于库班的刘仪人的围追堵截 但是麻烦却很快找上了他们 敌人没法进来 但他们也没法出去 经历了短暂的安定之后 大家陷入了新的困局之中 他们所带的粮食越来越少 气温越来越低 医务也严重不足 如果再不想法出去 他们将饿死或者冻死 在这迷云沼泽之中 在这些日子 已经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人 偷偷地溜出去 向中于库班的势力投降 局势越来越危险 拓拔度也没有了其他办法 几次组织突围 都被忠于库班的人赶了回来 正在拓拔度和他的手下一筹莫展的时候 手下有士兵向他报告 抓住了两个号称杨云派来的送信人 对于这一消息 拓拔度本来一点也不相信 因为杨云远在无限 距离这里的确是太远了 根本不可派出手下来到这里 可是手下递上来的信物 让拓拔度彻底惊呆了 因为送上来的这柄金刀 正是拓拔度当年亲自送给杨云的 看到柳越的时候 拓拔度一下高兴起来 因为柳越跟杨云一起来过刘仪 拓拔度去西京的时候 也多次见到侍奉在杨云身边的柳越 大喜过望的拓拔度立即让人去 请来自己的妻子杨云 杨云虽然贵为大副公主 这些日子来随着拓拔度东奔西走 现在还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 但他始终表现十分坚强 但当他看到柳越的时候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抱住柳越大哭起来 拓拔度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他也知道 这段日子来杨云心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时候就让他尽情地释放一下吧 许久之后 杨云终于恢复了平静 接过丈夫递过来的丝巾 有些不好意思地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而这时候 柳越才有机会 将杨云他们在外围打探到的消息 告诉了拓拔度 同时还递上一幅杨云亲手画的剪图 听到杨云居然来到了万古草原 并且就在迷云沼泽的外围 拓拔度和杨云十分高兴 但高兴之余 他们也对杨云的处境表示担心 得到杨云传递进来的消息 拓拔度欣喜若狂 在此之前 他们也尝试过 从东南方向走出迷云沼泽 但是遗憾的是 他们派出的赶死队 无一例外地陷入沼泽之中 再也没有人走出来 许多次失败之后 拓拔度便不愿意 再拿手下兄弟们的生命去冒险了 拓拔度立即召集他手下的各部首领 跟他们一起商议这件事情 最后大家终于达成了共识 如今没有了其他办法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迷云沼泽中的一块草地 平日里少有人来 今日却站着一大群赤膊汉子 此时 这些汉子每人背着一大捆炉为感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坚毅的神情 这些汉子都是忠于拓拔度的势力中 自愿参加探路的勇士 虽然知道此行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各位兄弟 感谢大家肝冒七险 为我们这几万人寻找生路 临行前 小王敬大家一杯 小王在此立誓 诸位若有不幸 一定善待你们的亲人 说完这话后 拓拔度神情凝重的环视众人一番 接着说道 小王先干为敬 助诸位凯旋 紧接着 拓拔度一口干掉手中的酒碗 将他狠狠地置在地上 为了父老相亲 誓死找到出路 站在最前方的一个年轻人 学着拓拔度的样子 一口干碗碗中的美酒 将酒碗狠狠地置在地上 为了父老相亲 誓死找到出路 那年轻人身后 足足一千山根部落汉子 齐声呼喊 动作整齐的 一口喝干碗中的美酒 将酒碗扔在地上 做完这一切之后 这一千探路 勇士不再犹豫 他们分作十人一队 带着坚毅的的神情 迈着坚定的步伐 一步一步向沼泽地中走去 兄弟们 你们先走一步 若找不到出路 我们黄泉路再做兄弟 看着这些探路勇士远去的背影 拓拔度眼中含着热泪 口中喃喃地说道 草地上 带着期待和悲痛的神情 久久不愿离去 探路勇士分着树队 缓缓地向前走去 迷云沼泽显明在外 果然名不虚传 淤泥很快 蔓延到他们的小腿 大腿 最后到了腰间 在淤泥中越陷越深 但这些探路的汉子 就像没有感觉到似的 仍然迈开沉重的步伐 一步一步朝前走去 也许这些汉子的英勇 感动了天地 淤泥慢到他们的腰间之后 他们终于停止了下陷 大家立即精神一震 一步一步继续前进 草地上的数万人 看着前行的勇士 虽然行进速度很慢 但是总算没有再往下陷 心中石头终于落地 照这样看来 大家从这个方向 走出迷云沼泽 还是很有希望的 老天似乎再给大家开玩笑 正当大家心中 开始轻松起来的时候 远处一对探路勇士中 一个走在最前面的健壮汉子 突然身子往下一沉 眼间大半个身子 都漫入淤泥之中 这汉子连忙手脚并用 企图往回走 摆脱着沼泽中的淤泥 可是很显然 他的努力白费了 只见他越陷越深 淤泥很快到了 胸部紧接着又到了颈部 再后来 他整个人都陷入淤泥之中 只有高高伸出的一只手 录在外面 到最后 这一只手 也慢慢地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之中 第173章 探寻出路 见自己的袍泽兄 在淤泥中越陷越深 他身后的这些汉子 却不敢前去失出援手 因为在这危险的沼泽之中 一步走错 将会陷入危机之中 救他脱离危险 极难 很可能连救他的人 也会陷于其中 看着这个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汉子 就这样被沼泽中的淤泥所吞噬 站在岸上的拓拔度等人 眼中含着泪水 心情异常沉重 和在草地上观看的人不一样 在淤泥中这些探路的勇士 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 袍泽兄弟 在他们近在咫尺的地方 永远地留着沼泽的泥水中 他们仿佛没有感觉到似的 稍微调整了一下方向 又继续朝前走去 队伍继续前行 这沼泽彻底露出了他们的争鸣 不一会儿 又有一个汉子 被沼泽中的淤泥所吞噬 就像有传染一样 越来越多的汉子 陷入淤泥之中 再也不能出来了 站在草地上的人心 咚得紧紧的 每一个人消失在沼泽之中 他们的心都如同刀割一样 他们忍不住想大声叫喊 让这些置身于危险中的勇士 赶紧回来 但是所有人都很有默契地 选择了安静 忍住心中的悲痛 看亲人们一个个的消失 心中充满着 对着可恶沼泽的痛恨 又过了一段时间 沼泽中的汉子越走越远 形象越来越模糊 最后逐渐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拓拔渡带着上万属下 在草地上站了很久 直到再也看不见一个人影 他们只得转身回到营地 期待这些勇士 为他们带来好消息 迷云沼泽众所发生的一切 身处外围的杨云等人 完全不知情 自从柳越进入沼泽的那一天 杨云等人都在焦急地 等待他的消息 可是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几日 杨云每天都派人手 在靠近沼泽的方向 看着天空飞过的鸟 但是却没有任何消息 从里面传出来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杨云开始后悔起来 觉得不应该将柳越这样 一个女孩子 送到那危险的地方去 沼泽中的拓拔渡 心中也十分焦虑 出去寻找出路的探路勇士 已经出去快两天了 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此时此刻的拓拔渡 不仅担心身旁这几万 跟随自己的人的性命 也为出去探路的汉子 牵肠挂肚 拓拔渡不怕死 这些人可是为死去 亲人复仇的最后力量 如果他们全死了 自己就算死了 也无言去见山根部落的先辈 如果这一千名探路的勇士 就这样牺牲在沼泽之中 一旦他们在天有灵的话 一定会感到十分遗憾的 因为他们付出了生命 仍然没有帮助自己的亲人脱险 四王子 他们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走时 一个山根部落的青年 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拓拔渡抬头一看 正是自己的一个贴身侍卫 四王子 您快去看一下吧 探路的勇士们回来了 我们有希望了 这侍卫脸上带着欣喜的神情 听到这侍卫的报告 拓拔渡疼的一声站了起来 连外套都顾不上 匆匆地奔了出去 拓拔渡很快来到当日 送别勇士的那块草地 此时 已经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欣喜的神情 顺着众人的目光 拓拔渡向远处看去 只见远方 有几十个浑身是泥的身影 正互相搀扶着 顺着用芦苇杆标记的位置 一步一步地向绿草地的方向 蹒跚而来 拓拔渡的目光 越过这一群人的头顶 向他们的身后望去 这一看 他的心情立即沉重起来 出去 整整一千探路勇士 回来仅仅这二十多十个人 这意味着 大多数的勇士 永远葬身于这可恶的沼泽之中 这笔杖要记在库班头上 还要记在那贪生怕死 认贼做父的老三拓拔渗头上 拓拔渡脸上露出争鸣的神情 口中狠狠地说道 拜见四王子殿下 我等不如使命 终于探得走出迷云尼泽的路径 二十二多名浑身是泥的探路勇士 累得连路都快走不动了 跪在拓拔渡的面前 大声说道 感谢你们 你们是我们刘依的英雄 拓拔渡激动地说道 不顾他们身上浑身是泥 一把将领头的这个汉子搀扶起来 拓拔渡身旁的一些属下 也连忙走出来 将这些为他们寻找生命之路的勇士 一个个搀扶起来 带领他们去清洗身上的淤泥 然后好好地睡上一觉 终于找到出路了 这消息在数万名跟随拓拔渡的留意人中 慢慢传开 所有人都欣喜若狂 为了避免奸细 将这一好消息传递到库班那里 拓拔渡派人将靠近库班那个方向 实施严密封锁 禁止所有人外出 同时 拓拔渡下令 所有人抓紧时间准备 明日一早 大家就顺着 这些勇士为他们找出来的生命之路 走出迷云沼泽 沼泽外 杨云让人天天守在靠近沼泽的方向 等待里边传出了消息 殿下 您又输了 美林大士有进气 进而后能安 二后能绿 绿而后能得 这可是您告诉我们的呀 帐篷中 聚远光正和杨云下着棋 殿下 有消息了 这时 七维从帐篷外匆匆赶了进来 手中还抓着一只洁白的鸽子 已经连输好几把的杨云 趁机放下手中的棋子 从七维手上接过白鸽 从鸽腿上 取下一卷东西 杨云把这一卷东西打开 抽出一小块上面有些图案的黄色丝卷 好 真是太好了 杨云 看见这丝卷上的图案之后 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 这些图案是非鹰部特有的暗文 熟知这种暗语的杨云 很快将这些图案转化为五个大字 明日东南出 看到这一消息 立即将手下几个核心人物叫过来 一起商讨 如何接应拓拔度率领的这几万刘云人 迷雾沼泽外围东南方 一块绿地深入沼泽之中好几里地 这块绿地之上 目前正铸扎着百余中余库班的刘云士兵 这个位置平日里都少有人焉 现在又铸扎了这么多士兵 附近的留意老百姓 更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守在这里的士兵 有些百无聊赖 此时 杨云和巨远光等人 正爬在草丛中 向那些士兵驻地方向望去 这里的士兵并不多 想要消灭他们不是难事 可是旁边那一个巨大的柴草堆 却是我们巨大的麻烦 巨远光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中的一个圆筒 递给身旁的姚侠 这个圆筒 是杨云所属势力中独有的 这个被杨云叫做望远镜的东西 真是让他手下的这些人 觉得无比神奇 这个小圆筒 装上两块琉璃 居然能够把很远的东西 都看得清清楚楚 是啊 那柴草堆明显准备传递消息的 如果他们点燃了柴草堆 就算我们把他们全部消灭 凭我们这一点人 是无论如何 也挡不住前来增援的大部队的 一旁在瑶霞 用望远镜看了看远处 这我没说到 可是凭我们这一点人 就算是偷袭 要想在他们点燃柴草堆之前 消灭他们 难度太大了 这次说话的是七威 这地方四处都没有人烟 这些士兵在此地已经驻扎数远 日子很难打发 上面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个地方有什么手头 难不成他们 还能从沼泽地里钻出来 白白地把兄弟们 弄到这里来喂蚊子 一名士兵愤愤地说道 可不是 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看不见一个人影 连飞鸟都很少经过 想打一点牙剂都不行 旁边一名士兵接口说道 兄弟们 说那些干嘛啊 这地方也有好处 没有人管我们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又一个士兵在旁边说道 陈麻子 你倒是饱汉子 不知恶汉子鸡 每天拖着我们玩头子 兄弟们的银子 都到你兜里去了 第一个说话的士兵 一脸比一地看了看 刚刚说话的这个汉子 哼 这个是愿赌服输 说不一定哪天你们运气以来 全都赢回去了 这个被称作陈麻子的汉子 笑呵呵地说道 这些士兵坐在草地上 有一句没一句的大声说着 一直以来 这里的风平浪静 让他们放下了警惕 众人正在嘻嘻哈哈 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一个小个子士兵突然站起来 向远处看去 这名士兵奇怪的动作 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力 他们都顺着这名士兵的视线 向前方看去 这一看 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因为远处的草地上 有几只黄羊 站在悠闲地啃着地上的青草 哈哈 来了这么久 终于有野味到这来了 这次可不能放过他们 让我们好好地打一场牙境 最先站起来的 那名士兵兴奋地说道 这名士兵的话 显然说到了所有同伴的心坎上 只见他们纷纷站起来 拿起一旁摆放着的弓箭 捏手捏脚地 朝那几只黄羊出现的方向走去 为像向黄羊的士兵 足足有十余人 尽管他们的动作很轻 可是他们仍然低估了黄羊的警惕性 所以 他们很被发现了 被惊动的黄羊 立即撒开四提 拼命地向远处奔去 已经快到手的猎物 怎么可能让他们跑掉 这十几名士兵 从小在草原长大 动作十分狡捷 不猎经验也丰富 他们一边追一边向四处散开 不久之后 黄羊就处于他们的包围圈之中 见黄羊已经不可能逃脱 这些士兵高兴起来 他们一边大声呼喊着 一边缩小包围圈 同时举起手中的弓箭 准备给这些猎物致命一击 第174章 偷袭敌兵 砰的一声响起 经验丰富的士兵 都知道这是弓箭射出的声音 一些士兵脸上有了笑容 他们仿佛看见了 黄羊重箭倒地的场景 可是 下一刻 他们脸上却露出了惊异的神情 因为重箭的不是黄羊 而是他们一起的一名士兵 这名士兵背后插的一支长箭 箭尖从胸口露出 一脸痛苦的神情 亮亮呛呛几步之后 一下子倒在地上 还在不停地抽搐着 紧接着 弓弦响动的声音不停传来 又有士兵重箭倒地 这一下 这些士兵才发现 他们四周的草丛中 突然钻出了好些手持弓箭刀剑的人 向他们发起偷袭的 正是这些人 这些士兵发现有人偷袭 一下子慌了神 有的举起兵器准备反击 有的准备呼叫营帐中的同伴 可是 他们的这些行动 都已经来不及实施了 因为又一波箭与呼啸而来 这些错不及防的士兵身旁 没有任何可以遮挡的地方 很快全部中箭倒地 真不惊打 你家赤木爷爷还没有动手 你们都已经全死了 赤木尔嘴里一边嘟弄着 一边向前走去 在赤木尔的指挥下 大家很快将这十几个士兵 身上的衣物甲皱 全部扒了下来 守在帐篷前的刘一士兵 见自己的同伴出去很久 却没有回来 正准备派出人前去查看的时候 却见一对人影 正缓缓醒来 远远看去 看不清楚这些人的面容 但看他们身上穿的衣物 还有一起抬走的几只黄羊 这些士兵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些士兵离帐篷越来越近 可是奇怪的是 他们始终低着头 也没有怎么说话 因为这个地方 好几月来从来没有来过人 这些士兵的警惕心已经降到最低 所以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 这一群身穿和他们同样服装的人 已经不是自己的同伴 姚霞走在队伍最中间 眼见离帐篷越来越近 知道如果再往前走 肯定会被这些刘一士兵发现 为了不失去先机 姚霞口中轻喊一声 动手 守在帐篷外的刘一士兵 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同伴 居然会突然向他们发起攻击 在如此近的距离之下 这些士兵已经来不及做任何动作 很快死在姚霞等人的刀剑之下 剑守门的刘一士兵已经全部被干掉了 姚霞松了一口气 他连忙一转身 朝后方挥了挥手 姚霞的手势刚落 远处的草丛中钻出了百余人影 他们迈着矫尖的步伐 飞快地向帐篷处奔来 外面的响动 惊动了帐篷中的刘一士兵 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重视 里面的军官 只是懒洋洋地派了一名士兵 让他出来看一看 发生了什么事 谁知这名刘一士兵 刚刚走出帐篷 就被守在外面的姚霞等人 杀死在帐篷外面 可是幸运之神 没有再眷顾姚霞等人 因为这名士兵临死前的惨叫 惊动了待在帐篷里面的刘一士兵 知道自己等人已经被敌人发现 姚霞发出一声叹息 他连忙带人守在柴草队的前面 准备拼死挡住 从帐篷中冲出来的敌人 这些刘一士兵的战术素养 还是挺不错的 刚刚过了几期时间 他们便手持兵刃 从帐篷中冲了出来 这些冲出来的刘一士兵 抬头看了看外面的情景 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负责此地的军官 一下子明白了姚霞等人的意图 他看了看马上冲过来的敌军大队伍 立即指挥匆匆而出的手下 向姚霞等人发起攻击 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 姚霞明白 如果等敌人突破了自己等人的防线 点燃了自己身后的柴草堆 那么自己的人这次的行动 就失败了 此时没有了选择 姚霞的一咬牙 大喊一声 指挥手下的弟兄 与冲出来的敌人站在一起 一方志在必得 一方誓死守卫 两方士兵没有做任何的试探 一接触就展开了殊死的柏杀 几个呼吸时间过去 就有好些人倒在地上 短短的时间内 姚霞所带领的十几人 便有一半倒在了草地上 就连姚霞自己也浑身是血 不知道是自己的 还是敌人的 兄弟们 就算是死也要顶住 姚霞一边拼命和敌人搏杀 一边大声叫喊着 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 又有好几名 跟随姚霞的勇士倒在地上 还能继续坚持作战的人越来越少 身边的同伴越来越少 围在姚霞身边的敌人 却越来越多 姚霞等补拼尽全力 终于无法抵挡 已经有敌军士兵 准备突破姚霞等人的防线 向柴草堆处冲去 正在姚霞等人快要绝望的时候 一柄大锤突然出现 将一名已经越过防线的 刘仪士兵砸倒在地 紧接着 这柄大锤又呼的一番 砸死了另一名 准备突破防线的刘仪士兵 原来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赤沫赶来了 赤沫的速度奇快 将众人远远地拖在后面 就在敌人快要突破 姚霞等人的防线 点燃那柴草堆的危急时刻 他终于赶到了 赤沫的汗勇 大大的降低了 姚霞等人的压力 也让敌人感觉胆寒 终于为后面追来的大部队 争取了时间 后面的大部队 终于赶上来了 杨云 七威 甚至连端木纪月 还有乔宇薇也来了 他们纷纷站在姚霞身侧 和企图点燃火队的刘仪士兵 进行殊死搏杀 杨云所带的人 由七威等人 从无限带来的侍卫和七叶 借给他的实业部落 勇士组成 战斗中 他们虽然没有默契 但是胜在人数比对方多 同时 这些人也是各自势力中的高手 所以没有费太多的功夫 就将守在这里的刘仪士兵 全部击败 在姚霞的指挥下 大家开始打扫战场 就指本方伤员 收减对方的物资 对于还没有死透的敌方士兵 补上一刀 轻松地将这些敌人搞定 所有人心情都好了起来 大家一边忙碌 一边嘻嘻哈哈地叫嚷着 谁都没有想到 意外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一个刘仪士兵帐篷旁的草丛中 突然钻出一个人影 向一旁一匹红色的战马奔去 这匹战马旁 本来有两名七叶部落的勇士 猝不及防之下 居然被冲出来的这个人影 砍倒在地 这个人影也不练战 他飞快地骑上这匹战马 以最快的速度向远方奔去 这个人影 正是这一对刘仪士兵中的一员 在刚才杨云等人冲来的时候 他正躲在草丛中 排出体中污污 等他完事的时候 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他见几方士兵 已经不可能在抵挡住来袭的敌军 便躲在草丛中等待机会 见敌方士兵将精力放在 帐篷之中 他便趁机从草丛中钻了出来 抢到一匹战马 以最快的速度向远方冲去 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大家措手不及 有反应快的 连忙张弓搭箭 向这名刘仪士兵后背射去 没想到这刘仪士兵 居然还是个高手 他也知道 敌人可能会用弓箭来射自己 早将身子紧紧地贴在马背上 躲过了射来的弓箭 当大家再一次射出箭支的时候 这名刘仪士兵 已经逃出了弓箭的射程之外 其微离此处不远 见此情况连忙骑上一匹战马 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追去 还有几名实业部落的勇士 也骑马追了上去 可是这名刘仪士兵 显然是有些头脑的 他在抢马的时候 专门挑选了 这次领兵将领做起 这领兵将领 本是酷斑的一个心腹 他所骑战马 是一匹万草原的的神鞠 速度奇快 这人本身奇数又好 所以很快将众人 甩在身后速度奇快的赤木 由于最初他离得较远 没能第一时间发现这一情况 等他反应过来 快步追上去的时候 这名刘仪士兵 已经跑得很远了 赤木儿的速度 胜过一般的战马 可是在这种神剧面前 他也无可奈何 最终让敌人 逃出了自己的视线范围 看到无功而返的众人 杨云感觉十分无奈 这谋士在人 城市在天 精心地谋划 居然还是出现了意外 从这人的速度来看 他要从最近的 刘仪士兵驻地 调出人手再回到这里 可能要花四五个时辰 现在只有寄希望 拓拔王子他们 能够早些从里面出来了 巨远光在一旁 叹了一口气地说道 我马上让手下兄弟 在这里搭上 简单的防御设施 一旦敌人来了 尽量拖延时间 姚霞顾不上身上的伤势 大声说道 现在只有这样了 大家将帐篷中的木块 全部扔到沼泽中去 待会儿异地带人过来 可以踏上木板 加快上来的速度 杨云也向身旁的人吩咐道 时间一点点过去 离他们占领这个位置 已经有三四个时辰了 离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 但是拓拔杜等人的影子 还是没有出现 眼见时间已经不多 杨云开始焦急起来 现在这一情况 如果拓拔杜等人 不能及时从密云沼泽中出来 不仅他们没法成功脱险 自己等人 可能也会被敌人重重包围 快看 沼泽中有情况 一名眼尖的石叶部落的勇士 突然指着远方 大声地喊了起来 这名石叶部落的汉子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前方沼泽中的灌木丛 有树枝飞鸟突然飞起 杨云等人立即来了精神 这些鸟显然是受到什么惊吓 才连忙从自己的聚居地中飞了出来 这突然发生的情况 立即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大家来立即来到绿地边缘 举目朝这个方向看去 杨云骑上一匹战马 居高临下地向远处望去 借助手中自制的单筒望远镜 他最快发现了前面的情况 杨云的视线中 很快出现了一群人影 他们互相搀扶着 在齐妖的泥泞中艰难的前行 他们出来了 离这里还有两三里地 大家赶快做好准备 准备接应他们 看到这一情况 杨云心情大好 他连忙向手下众人发布命令 正在这时 他们侧后方突然有了声响 杨云立即拿起望远镜 朝传出声响的方向望去 这一望 杨云的脸上立即变了颜色 一对骑兵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之中 并以最快的速度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了 这些家伙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赶到了 杨云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个时候 杨云等人不可能撤退 因为他们如果撤走的话 即将走出沼泽的拓跋度等人 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另外 杨云的手下大多是大夫人 要想从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 刘仪骑兵眼前逃脱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没法逃 那就拼死和他们一战 杨云很快下定了决心 他翻身下马 将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众人 嘱咐大家做好准备 杨云此行所带士兵并不多 仅有不到三百人 并且留意士兵和大夫将士配合 还不够默契 听到杨云告诉他们的情况 大家立即行动起来 准备即将来临的战斗 这群骑兵的速度很快 他们很快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就目测情况来看 这群骑兵足足有六七百人 看着出现的这一情况 众人的头皮都有些发麻 草原地势十分平坦 非常适合骑兵的冲锋 而杨云等人只能守在原地 不能撤退 在位置上反而处于了劣势 更不用说 敌人还有人数上的优势 几乎是三比一 这样的比例 所以这一场战斗异常艰苦 稍有不慎的话 敌人的一次冲锋 就有可能将他们击溃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 按照我们之前的部署 一定不能让敌人冲到我们面前 发出命令的是七威 他的作战经验 是在场众人中最丰富的 所以杨云让他全权负责这次战斗 幸好杨云所带领的这不多的将士 大多都是上过战场 作战勇敢的勇士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他们没有任何畏惧 反而对即将来临的战斗充满期待 敌人的速度很快 距离众人只有五六百米了 照这样的速度 要不了多久 敌人就会冲到众人面前信号 大家对这一情况早有准备 在他们的外围 早已堆放了一圈木头和树枝 这样可以起到减缓敌军骑兵 冲击速度的作用 这对骑兵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甚至已经能够看清楚 脸上争鸣的表情了 眼看着再有几个呼吸的时间 敌人就会冲到众人面前 这时 敌方的骑兵才突然发现 被青草掩盖的树枝和树干 见此情景 这些骑兵大吃一惊 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有的骑兵连忙勒紧缰绳绳 让战马迅速停下来 还有的骑兵舰面前堆的树枝 和树干高度较低 他们干脆纵马一跃 跳了过去 也有个别士兵反应不及 马匹撞上这些树枝 闹了个人养马翻 这些树枝和树干 虽然没有对敌军造成太大的伤亡 但是却大大的降低了骑兵的突袭速度 众人都是久力战场之人 知道冲起来的骑兵的可怕 现在他们速度下降 威胁力就降低了许多 但是仍然有一些骑兵没有受到干扰 他们继续策马奔驰 眼看就要到达众人面前 草地上忽然扯起了一根根绳索 糟了 半马锁 前面有些骑兵突然大叫起来 但是由于此时距离太近 马匹的速度又很快 他们已经来不及控制马匹停下 只听了一阵长思 多匹战马硬生栽倒 马上骑士也倒在地上 场面马上变得混乱起来 此时 后面过来的骑兵马上反应过来 立即控制胯下战马停下 这样一来 整个骑兵队伍全部停了下来 让近在咫尺的杨云等人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大家匆忙准备的这些防御手段 仅仅让对方折损了二十余名骑士 虽然战果不算显著 但是却成功地 让对方的骑兵停了下来 目的也算达到了 敌方的指挥官 看来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 一看出现了这一情况 连忙让队伍停了下来 吩咐手下控制好队形 紧接着又安排人 有的负责移出障碍 有的负责救治伤员 不久之后 刚才那人杨马帆的场景就已不在 在对方忙碌的时候 杨云等人也没有趁机发起攻击 他们趁这个时候 搜出来的巨马摆在最前面 并且让一队手持长枪的士兵 在巨马后面严阵以待 敌方的指挥官迅速收拢了部队 整个骑兵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 一步一步向小山包上逼来 看着越来越近的敌人 小山包上的众人十分紧张 数倍于自己敌人很难对付 但是现在的局面 只能死守不能退却 所以大家只能咬紧牙关 尽最大努力挡住敌人 对方的指挥官心中也握着一团火 还没有和敌人交上手 就折损了好些兄弟 所以这名指挥官没有任何迟疑 重新整顿队伍 便朝着杨云等人所在的小山炮 冲了过来七威骑着马站在山头 冷静地看着急速冲来的对方骑兵 眼见对方越来越近 他轻轻地将手一挥 大吼一声 放箭 七威的话音刚落 无数的箭只呼啸着 向这些骑兵飞去 很快冲在前面的一些骑兵 要么重箭倒地 要么被胯下受伤的战马带倒在地 由于距离很近 这些骑兵几乎没有闪躲的时间 所以 这一次造成的伤亡很大 但是 大家还来不及放出第二波箭语 对方骑兵已经冲到跟前 这时弓箭 已经失去了他的用武之地 对方指挥官 见自己的士兵 已经冲到敌人跟前 眼中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 他一声令下 前方的骑士 开始用手中的长刀长枪 准备拨开挡住他们的巨马 七威当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清除拦在他们马前的巨马 他立即命令前方的长枪兵 攻击对方的马腿 或马上的骑士 小山包上的众人 占据地理优势 又有长枪兵和巨马配合 给想要冲上小山包的 敌方骑兵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而骑兵的指挥官 这时也已经发现了 沼泽中的人影 他知道 这一次 如果不能将三小山包上的敌人击溃 拓拔度等人就会 成功地逃出沼泽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个后果是他承担不了的 所以 这名指挥官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将山上 这些敌人全部消灭 在这名指挥官的命令下 这些骑兵露出了 他们彪悍的一面 他们将生死置于度外 冒着被对方长枪兵刺中的危险 拼命清除 摆在面前的巨马 在又付出了几十人 生命的代价之后 这些骑兵 完全清除了 摆在面前的巨马 这样 双方面前便没有了任何阻碍 骑兵指挥官一声令下 这些骑兵迅速向后方退去 等山包上众人 刚刚松一口气的时候 这些骑兵又一阵叫嚷 飞快地向小山包上冲来 骑兵在前面往下冲 步兵跟在后面 站在山包上的七威 深知如果站在原地等 对方骑兵冲过来 骑兵强大的冲击力 将会给己方带来很大的损伤 所以 在权衡利弊之后 七威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 仅仅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双方很快地撞在一起 开始了惨烈的搏杀 杨云 这次带出的近三百士兵 只有一半是骑兵 在这种情况下 步兵以骑兵作战 是很吃亏的 所以 双方刚一结束 杨云这边就有了巨大的伤亡 骑兵还好一点 对方这次冲锋 有近三成的骑兵折损 而那些没有马匹的步兵就惨了 就这一次冲锋 有差不多一半的士兵 倒在了草地上 退 见对方伤亡惨重 这指挥官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一声大喊 手下的骑兵连忙向后方退去 不能让他们冲起来 我们跟上去 岂为深知 如果让敌人退出足够的距离 再来几次这样的冲锋 自己这边可能就会全军覆没了 所以他让手下的骑兵 紧紧地跟在对方后面 不给对方形成冲锋的机会 七威的策略 显然是取得了效果 对方指挥官 见几方骑兵无法摆脱 只得让 手下的骑兵转过身去 和七威等人 展开近身搏动 而此时 杨云手带的刘一和 大幅士兵 只剩下不到一半 对方占尽了优势 照这个情况继续下去 杨云所带的这近三百人 将会全军覆没 但是 剩下的这一百来人 却没有一个人退缩 袍则兄弟在自己身边倒下 完全激发了他们心中的血性 第176章 突出重围 这些幸存的士兵 用仇恨的眼神 盯着对面的敌人 如果目光能够杀人的话 他们早已把对方杀死一千次 一万次 殿下 您先撤退吧 我们来挡住他们 剑行士是对几方十分不利 姚霞对身边的杨云说道 你说什么话 兄弟们在浴血奋战 我杨云岂能当逃兵 听了姚霞的话 杨云大声说道 兄弟们 我堂堂欺使拿 只有战死的 没有逃跑的 大家跟我一起冲啊 看到几方士兵一个个倒下 杨云怒火中烧 他大吼一声 纵马向小山包下冲去 和杨云一起 还留在小山包上的 还有二十余人 这些人 要么是负责保护杨云安全的 要么是手无腹肌之力的纹事 但在这危机的时刻 杨云已经顾不了太多了 他不顾众人的劝说 策马向敌兵冲去 山坡上的重将 见一个个袍泽兄弟 在自己面前倒下 早已怒火中烧 现在见杨云都已 亲自冲了出去 大家也放下了心中的顾忌 拼命地冲向敌人 和他们站在一起 赤木尔的长锤 在江水中丢失 到泉州之后 刘成专门让人 重新为他打造了一柄 一名敌方骑兵 见赤木尔一副粗人的样子 以为他就是 只有几分蛮力而已 一是催马向赤木奔来 手中长刀 直接朝他的颈部划来 谁知看着笨重的赤木 居然一个迅速转身 然后高高跃起 手中长锤 直接砸在这名骑兵的头上 这名骑兵的头颅 立即像破碎的西瓜一样 红的白的留了一地 七位挥舞手中的长刀 将面前一名敌方骑兵斩于马下 见对方另两名骑兵 朝自己围过来 他却迅速策马冲了出去 将对方两名骑兵甩在身后 就这样 七位连连闪过好几名 想要攻击他的对方骑兵 直接冲到对方的指挥官面前 挥起手中长刀 向他发起攻击 七位深知 擎贼先擎王这一道理 所以他想 首先杀死对方这名指挥官 使得敌人不诈而愧 可是对方这一名指挥官 也非泛泛之辈 见七位向自己冲来 丝毫没有畏惧之色 甚至还制止了 想要和他一起围攻七位的几名手下 手中一把 长斧上下翻飞 与七位占了个不分 上下一名敌方骑兵 见到只有一只手的姚霞 满以为这是一个软柿子 他兴高采烈地向姚霞冲来 准备立上一个小功劳 谁知 只用了几个照面 这名骑兵就被姚霞砍翻在地 旁边的几名骑兵见姚霞 英勇异常 连忙组织了四五个人 将姚霞团团围在中间 可是姚霞却毫不畏惧 虽然险象还生 但却也抵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端木计月 乔与薇 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出手却毫不留情 他们俩相互配合 很快将一名对方骑兵杀死 就连聚远光这样一介文士 居然也鼓起勇气 手持长剑与敌方周旋起来 但是他的战力的确不行 很快就劈头散发 险象还生了 幸好身旁两个侍卫拼尽全力 方才护得他周全 杨云的对手是一名将官 应该是百夫长之类 这家伙异常聪明 看杨云的穿着打扮 知道他身份高贵 准备将他生情活捉 以换取高官后路 这名将官满以为 杨云只是一名贵族子弟 功夫稀松平常 谁知接战以后 才知杨云并不是一个软废子 双方大战了好几个回合 打了一个旗鼓相当 这将官见久战不胜 面子上挂不住了 心中开始着急起来 他举起手中长刀 用尽全身力气 一刀一刀砍向杨云 杨云手中拿着一支长枪 他对自己的武皇兄 圣王杨云十分佩服 所以在选择长兵器的时候 也选择了杨云喜欢的长枪 并且还得到杨云的亲自传授 枪法还算不错 只可惜杨云的对手 也是一把好手 双方你来我网站了好久 始终没有奋出胜负 这名留仪将官与杨云在了许久 始终没有把在杨云身上讨得便宜 这时候他 反而冷静下来 他发现杨云在与自己打斗的时候 似乎很不愿意和自己的兵器碰撞 看来这人功夫虽然不错 但是现在看了 力量还有些不足 想到这一点 这名将官马上高兴起来 他不再使用花哨的招数 直接寻求与对方的兵器碰撞 双方并且多次碰撞之后 这强官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所以 他加大力度 想要把对方长枪击飞 又几次兵器撞击之后 杨云是似乎力气已经用完 动作已经迟缓起来 终于 这名留仪将官抓住一个机会 手中长斧一个猛击 杨云手中的长枪立即脱手而飞 见这名留仪将官 借自己的目的达到 心中一阵欣喜 借走两码交错的机会 他靠近了杨云 准备将他生情活捉 这名名将官没有注意到的事 此时的杨云脸上居然没有 害怕的神情 脸上反而露出一丝脚侠的笑意 这名留仪靠近杨云 正准备一把抓住他 却见杨云手中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一柄长剑 正一剑朝自己刺来 这突然出现的情况 让这刘云大吃一惊 他连忙一个闪身 躲过杨云的攻击 可是此时的杨云 怎么可能放弃这样的好机会 他手中长剑四下翻飞 连连向对方发起攻击 这时候 由于双方的距离已经很近 长兵器反而失去了作用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 这刘云将官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连忙扔掉手中的长斧 从腰间抽长一把短刀 和杨云站在一起 杨云手中的长剑 向对方斩去对方 这刘云将官 盲用手中短刀一挡 随之杨云的长剑变斩为削 居然一下子 把对方的长刀削成两截 这名刘云将官没有想到 自己的短刀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此时他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的长剑 划破自己的脖子 这名刘云将官至死没有想到 算计别人没想到 却被别人算计了 杨云久战不胜 就故意露出破绽 引对方靠近自己 杨云的剑术 比他的枪法高明许多 再加上他的长剑 又是铁衫亲自打造 锋力异常 寻常兵器 根本阻挡不了他 这名刘云将官 哪里知道这些关节 所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成功地斩杀了 这名刘云将官 这时候 杨云才有机会看看整个战场 这一看 他的脸不由地变了颜色 因为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 他带领的士兵 又折损了一半多人 整个战场上 还在继续作战的本方将士 仅仅还有不到50人 这样下去可不行 很快我们就会全军覆没的 心里这样想着 杨云转头向四处看去 只见此时 负责指挥的七威 正和敌人 主将杀得难分难减 根本无暇顾及整个战局 就连姚侠也被敌人团团围住 暂时没有敌人向杨云冲过来 给了他喘息之机 他一侧马向 离他不远处的一个小个子士兵 方向冲去 这一个小个子士兵 是他手下的传令兵 他此时的对手 是两名敌方骑兵 此时的他 已经在对方的夹击中 疲于防守 眼见手很快就要落败了 这两名敌方骑兵 正在全力攻击对方 没想到 杨云从他们后方杀来 冲到跟前的杨云 也毫不客气 一剑将一名敌方骑兵 吃了个透心粮 另一名骑兵反应过来 正想向远处逃去 却不想被杨云一剑刺中左肩 还来不及感受到疼痛 又被眼前这名传令兵 一枪刺下马去 感谢殿下救命之恩 这传令兵 朝杨云一拱手大声说道 没时间说这些了 赶快让大家撤回小山包上去 没等这传令兵说完 他在与敌方主将作战的七威 现在在略战上风 正想一鼓作气 拿下对手 没想到这时 突然传来收兵的号令 一脸疑惑的七威 找了一个机会 抬起头来 向四周看去 这一看他不由地吓了一大跳 就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方的兄弟 都快死得差不多了 七威拿起手中的大刀 连续抢攻几刀 逼得对手连连后退 趁对手手忙脚乱之际 他调转马头 迅速向后方撤去 快回到小山包上去 七威骑着马 在战场上一阵飞奔 向大家发布命令 同时遇见那些 被敌人团团围住的士兵 他便冲上去帮助他们 突围 不一会儿时间 手下的士兵 大多都退回小山包之上 只剩下 七威和赤木 两个功夫最高的 还在后面为大家断后 回到小山包上之后 杨云马上让大家行动起来 大家围成了一个小圈 文士和重伤的士兵 在最里圈 步兵 在中间一圈 而最外面一圈 是骑着战马的骑兵 在进行这样安排的时候 杨云也知道 最多在过半个时辰 自己所带兄弟 全部死在这里 此时此刻 杨云也没有了其他办法 只能尽量拖延时间 等该拓拔度等人 从沼泽地中尽快出来了 第177章 兄弟中重逢 此时杨云身边 能够继续作战的 仅仅四十多人了 却被对方三四百人团团围住 尽管情况对几方十分不利 但是众人却没有放弃 外围的骑兵 拼尽全力与敌人周旋 内圈的步兵也瞅准机会 向敌人发起攻击 甚至连一些受伤的士兵 也强忍身上的伤势 手持兵刃 与敌人展开拼死搏杀 对方的这名领军将领 满以为可以很轻松地 将这杨云等人消灭 没想到这些家伙 居然异常顽强 特别是那个身材 像小山一样的家伙 手持一柄长锤 几乎每一锤挥下来 都有几方士兵受伤 眼见沼泽中的人 一切代价 要以最快的速度 将杨云等人全部消灭 在这名指挥官的指挥下 这些流仪骑兵像疯了一样 获出性命 向杨云等人发起疯狂的攻击 敌人突然发力 让杨云等人叫苦连连 陆续有许多人在战斗中倒下 就连作战最英勇的赤木和七威 身上已经多受伤 但是他们凭着顽强的意志力 仍然咬紧牙关与敌人周旋 眼见兄弟们一个个倒下 杨云焦急万分 但此时此刻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咬紧牙关 苦苦支撑 正在杨云等人 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围攻杨云等人的敌人 突然撤走了一大部分 让大家的压力 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趁这个机会 杨云往远处看去 这一看 他立即高兴起来 原来 沼泽中已经有人开始登上岸来 这时已经聚集了近百人 他们占据刚上岸的一小块地盘 正和赶过去的这些骑兵进行战斗 从沼泽中走上来的 正是拓拔渡所属势力的先头部队 他们历尽艰辛 终于从沼泽中走出来 现在正是非常疲惫的时候 还有一个不利情况 为了不陷入沼泽之中 大家只带了一些轻短的兵器 所以这一些刚刚上岸的士兵 面对对方骑兵的攻击 很快处于不利的地步 看到这一情景 杨云站在小山包上众人中间 大声喊道 兄弟们 加把劲 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敌人快要支持不住了 这时 杨明手下的士兵也注意到 不远处发生的这一状况 见拓拔渡的手下 正源源不断地赶来 大家立即行动起来 鼓起最后的勇气 拼命地向敌人发动攻击 刚刚上岸的拓拔渡手下 在这些骑兵的攻击下 几乎是不堪一击 但是这些人也勇敢一场 为了后面的人能够顺利上岸 他们几乎用了与敌人 同归于尽的方式 用生命作为代价 终于牢牢守住了这一小块地盘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后面陆续上岸的拓拔渡的手下 越来越多 慢慢地 他们的人数 已经超过对方骑兵的人数 这时 这些骑兵既要对付 小山包上的杨云等人 还要对付 越来越多的 从沼泽中走出的 拓拔渡手下的士兵 他们的压力慢慢大了起来 随着从沼泽中 走上来的士兵越来越多 人数已经是对方骑兵的几倍 使得这些骑兵的伤亡开始增加 慢慢地 局势开始扭转 杨云和拓拔渡的手下 慢慢控制了局面 这些骑兵终于开始节节败退 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 仅仅过了一炷箱 左右的时间 这些骑兵虽然杀死了 至少三次摆拓拔渡手下的士兵 但是他们也折损了两百余人 此时此刻 之前匆匆赶来六七百敌方骑兵 现在仅仅剩下三百多人 并且伤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看着身边的将士不断倒下 这骑兵指挥官终于认识到 这次阻击战已经失败了 他们已经不可能阻挡拓拔渡 和他手下的刘依士兵 从沼泽之中上岸 眼见从沼泽中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这名指挥官知道 如果再不撤队 剩下的骑兵将会全军覆没 既然没法完成任务 这名骑兵指挥官 也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 他终于长叹一声 发出了撤退的号令 听到撤退的命令 这些骑兵终于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他们立即调转马头 跟着他们的指挥官 纵马向后方撤退 这些骑兵来得快 撤得也快 杨云手下骑兵 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 而拓拔渡的手下 全部从沼泽中走过来 根本没法带着马匹 所以他们现在根本 无法追击这些敌方骑兵 只能任凭他们从容离去 见敌人终于撤退了 杨云松了一口气 他连忙指挥手下 打扫战场 救治受伤的士兵 您就是大福的吴王殿下吧 在下四王子麾下先锋官夸奇 向吴王殿下请安 这是一个浑身是泥的汉子 来到杨云跟前 躬身向他施了一礼 然后大声说到将军辛苦了 不知你你家四王子 现在在何处 虽然早想到 这些人是拓拔渡的手下 但现在得到了证实 杨云的心情 立即好了许多 四王子和我们山根部落的 一些重要成员 还在后面一点 很快就会过来了 这名叫夸奇的先锋官回答道 费了这么多功夫 终于要见到拓拔渡等人了 杨云心情大好 他立即带着聚远光 来到绿地边缘 看着拓拔渡的属下 行来的方向 想找到拓拔渡和杨云的影子 不一会儿 从沼泽中走出来的人 越来越多 草地上已经聚集了 好几千拓拔渡所属势力的 将士和百姓 这时 在不远处的沼泽地里 拓拔渡和杨云 终于出现在杨云的视线之中 拓拔渡显然也发现了 站在草地上的杨云 他连忙抹了妈脸上的泥水 兴奋地朝杨云不断挥手 杨云站在草地上 带着愉快的笑容 看着越来越近的兄弟 费了这么多功夫 两人终于重逢了 他心中激动的心情 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终于 拓拔渡从泥泞中走了出来 走上了绿地 杨云早已从马上走了下来 许久没有见面的两兄弟 终于面对面站在一起 露出会心的微笑 你小子 也混得太狼狈了吧 完全成了一只泥猴 杨云指着一身 是泥的拓拔渡 开怀大笑着 这些都是小事情 只要命还在 等我稍微洗一洗 又是一个让你极度羡慕的大帅哥 拓拔渡抹了妈脸上的泥笑着说道 切 别臭美了 你就是再收拾打扮 也比本帅哥差多了 杨云哈哈大笑中 匆匆几步走过去 不顾拓拔渡浑身是泥 给他来了一个热情的拥抱 老十三 真是你小子 这回老姐 可欠你一个人情 不然的话 就只有死在这沼泽之中了 这时 一个声音从拓拔渡身后传来 听声音 杨云就知道是杨云 杨云本来是精之欲业 经历如此磨难 但看得出来 他仍然十分乐观 让杨云心中十分佩服 哈哈 九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轻饶不了拓拔渡这小子 杨云大声说道 大约又过了一个时辰 拓拔渡所率领的两三万人 全部从沼泽地中走了出来 由于有之前那一千探路勇士 所标记的路线 所以这一次 大家出来的时候 仅仅有几十个陷入沼泽丢掉性命 这么多人能够安全走出沼泽 大打出乎了拓拔渡的预料 所有人都上了岸 队伍只是稍作整顿 便立即开拔 向泉州方向行去 因为这些逃离的骑兵 很快将会带着更多的士兵 前来围剿他们 现在待在这个地方 肯定是很不安全的 按照拒远光的建议 杨云和拓拔渡 在大队伍四周方圆几十里 派出许多探子 这样 队伍在行进途中 可以提前掌握敌人的动向 尽快做出应对措施 聚远光的建议 显然是十分有效的 一路往前行去 有几次 他们都遇到敌人的部队迎面来 由于提前得到探子的回报 大家成功绕行 避免了和他们遭遇 虽然杨云和拓拔渡已经很小心了 但是好几万人的队伍 要完全隐藏行踪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队伍刚刚向前 行了约有一天的时间 根据探子的回报 他们四周敌人的部队越来越多 看来我们的行踪 已经被库班的手下发现了 他们已经开始 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 剩下的路程将会越来越艰难 聚远光来到杨云跟前 向他说道 为了顺利地从沼泽中走出来 我们的马匹和重一点的兵器 都没有携带 如果遭遇敌人 我们将会很吃亏 一旁的拓拔渡 听到聚远光的话之后 有些担心地说道 看来我们得想办法 向库班借一些战马兵器和食物才行 凭现在这种状况 我们很难到达泉州 杨云接口说道 库班恨不得将我们赶尽杀绝 他怎么会那么好心 借给我们兵器和战马 一旁的赤木有些纳闷地问道 殿下说的有道理 既然库班千里迢迢 将这些东西送来 我们不凯然笑呢 好像还有些对不起他 聚远光反应很快 立即明白了杨云的意思 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 好 我让手下把从探子那边得到的情况 全部汇报给巨先生 这次行动就由巨先生全权负责吧 我让我的手下全部听您的指挥 拓拔渡也是十分聪明的人物 很快明白了杨云的意图 好 既然四王子如此相信在下 巨某就拼尽全力 给库班送上一份礼物吧 聚远光听了拓拔渡的话 也不推辞 立即朗声说道 第178章 伏击 报告先生 根据前方兄弟的传回来的消息 目前有三股敌人正在向我们靠近 正前方约有一万五千人人 一半骑兵 一半步兵 他们距离我们还有三十里左右 若我们继续前进 大约一个多时辰会和他们遭遇 一个山根部落的百夫长 向巨远光道 还有两股敌人 现在在哪个位置 大约有多少人 听到敌人的消息 巨远光不动声色 继续问道 我们左前方也有一股敌人 正向我们行来 离我们大约有四五十里 人数足足有两三万人 但他们以步兵为主 所以行进速度相对要慢一点 我们后方 约五千人正紧紧追来 这五千人全是骑兵 他们的行进速度特别快 估计一个时辰左右 就会追上我们 为了让巨远光有时间思考 这百夫长尽量将语速放慢 站在一旁的杨云 听到这名百夫长的话之后 心中不由暗暗叫齐 拖把渡手下的探子 居然能够把离自己部队 几十里外的情况这么快 汇报过来 看来酷班这家伙 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啊 二爹 看来 你把这家伙给得罪惨了 杨云一偏头 对身旁的拖拔渡笑着说道 酷班这老家伙 小爷我又没有绝他的祖分 他费尽心思 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 等小悠缓过气来 一定得叫他老小子好看 一旁的拖拔渡愤愤地说道 有办法了 既然酷班想把我们 当成饺子线给包了 我们就把他的饺子皮 给钻个洞 给我一份地图 巨远光在一旁思索良久 忽然说道 听了巨远光的话之后 立即有人连忙拿出一份地形图 在巨远光面前的草地上展开 这一块区域 有没有适合伏击的地方 巨远光用手 指责他们所在位置后方的 一大片区域 朝身边的人问道 有 在我们后约七八里的地方 有一大片草地 草地上的草长得特别深 大家隐藏在里边 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拖拔渡手下一名 师爷打扮的文士 听了巨远光的话 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高兴地向他说道 我的计划是 我们在这里打敌人骑兵一个伏击 重创这股骑兵之后 他们的包围圈 就会出现一个口子 我们的队伍就撤向这里 可以很快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又还能够得到补给 何乐而不为呢 巨远光让人把杨云和拖拔渡请过来 向他们说了 自己的想法 我看这办法可行 不过这样一来 可能会把库班气个半死 看着这份地形图 杨云笑着说道 好 巨先生的确是足智多谋 本王佩服了 我让手下兄弟 全部听从巨先生调度 这次一定让库班那老小子 好好地合上一壶 这么多日来 一直被库班围追堵截 拖拔渡的心里 早就窝了一团火 接到队伍迅速往后方 快速行军的号令之后 许多士兵觉得不能理解 大家一路急行军 好久容易才赶到这个位置 已经疲惫不堪 现在反而要叫网转跑 不过 但这些士兵的素质 还是挺高的 虽然嘴里抱怨几句 但是仍然遵照上面的命令 拨腿向后方奔去 报告四王子 士兵们的行动速度很快 已经到达了 指定位置 但是一些老百姓 他们的速度太慢了 离指定位置 还有很远的距离 一名手下向拓拔肚报告道 这些拖后腿的家伙 你快让人去催一催 一定要让他们 在敌军骑兵到来之前 到指定位置藏好 拓拔肚对手下吩咐道 他可不愿意难得的 席敌机会被这些人搅黄了 四王子 就让这些老百姓 在原地休息吧 这样反而可以降低 敌人的警惕性 一旁的巨远光 好像想到什么 突然说道 大家快点 再快点 你们这些家伙 今天没给马卫草料吗 怎么行动速度这么慢 树里外的草原上 一名流仪将领 正在催促他手下的骑兵 骑兵是草原上 速度最快的部队 这名降领 企图利用骑兵的速度 追上前方杨云和拓拔肚的队伍 然后死死地将他们缠住 给几方其他队伍时间 形成合围 所以 他拼命地催促手下骑兵 加快行军速度 当然 前方的洛尔坡 草很深 并且十分茂密 非常适合摄服 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上 一旁一名文士 来到这名将领跟前 向他说道 不会吧 这些家伙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还敢来主动招惹咱们 这原将领有些不相信 将军 小心使得万年传啊 这名文士 又在旁边劝道 那好吧 我让黑三去查看一下 这文士 是这名骑兵将领 手下一名得力的智囊 他来建议 这将领一般都会引起重视 这名将领 招呼手下的骑兵原地休息 然后叫来了一个 又黑又瘦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的肩上 站着一只大大的黑鹰 这鹰的羽毛很黑 黑得像吐吐了一层墨 如果不看头 那折叠的翅膀 紧紧贴在身上 好像一块黑色石头 他双目炯炯有神 用一对激紧的圆眼睛 看着四周 你让你的鹰 向前方查看一下 看看拓拔度这家伙 和他的手下 现在在哪个地方 这名刘仪将领 对这名叫黑山的年轻人 吩咐道 这个年轻人 将嘴凑到鹰的耳边 叽叽咕咕 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这只鹰立即展开翅膀 向高高的天空飞去 大家休息了 不到半个时辰 这只鹰就从前方飞回来了 重新落在这名叫黑山的 年轻人肩上 发出几声鸣叫 报告大人 我的鹰告诉我 前方有一群人 在草地上休息 根据他飞行的时间 我估计 这些人离我们约十几里路 黑山网鹰嘴里 喂了几块肉 来到这刘仪将领 跟前向他报告道 我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敢伏击我们吧 敌人离我们还有十里路 兄弟们赶紧上马 我们迅速追上这些家伙 这头工我们是拿定了 这刘仪将领站起来 对手下大声命令道 刘仪的骑兵 在周边各国中声名赫赫 他们的战马速度和力量 都是非常出众的 加上好些刘仪人 从小几乎是在马背上长大 他们和马的感情很深 骑术也特别精湛 这不 随着这刘仪将领的一声令下 几千骑兵像离弦的剑一样 风驰电铁般往前狂奔 一炷香的时间刚刚过去 这些骑兵就往前奔驰了三四里 这时道路两旁的草 开始变得奇怪起来 这里的草和其他地方的草品种 明显不一样 这里的草却长得特别长 并且向上高高的力气 最高的甚至超过了人的高度 这地方就是万古草原上 著名的鹿儿坡 曾经有许多强盗土匪 躲藏在这鹿儿坡之中 劫掠着过往的行人 弄得怨声载道 前任汉王拓把也 曾经派出了好几波士兵 想了许多办法 才将这一带的强盗 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一位的领军将领 骑得一匹黑色的战马 行在队伍的最前方 虽然他认为 破把度不过能在这里设下埋伏 但是经过这凶名赫赫的地方 他的心里还是升起一次紧张 兄弟们 加快速度 赶紧从这个地轨地方冲过去 这名流仪将领 向手下大声喊道 他的计划不错 这一片长草 只有不到五里路 从这里过去 就是一片平坦的草地 这几里地 骑兵如果全力前进 很短时间就可以冲过这路而坡 骑兵很快进入了路而坡 向前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路 周围没有任何动静 这将领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 又往前方行了一段 前方路上突然摆满了许多树干树枝 甚至还有一些巨马 以及一些石头 挡住了这些骑兵前行的道路 见到这一情况 这骑兵将领大吃一惊 他马上调转马头 向后方的士兵大声喊道 快快 后队变前队 迅速向后方撤退 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这片区域 这骑兵领军将领 作战经验丰富 反应也十分快 见情况有些不对 便立即下令撤退 这骑兵将领的反应 已经算够快了 可是早有准备的巨远光 他精心布折这么久 怎么可能让这些敌人轻松逃脱 旁边的草丛中 忽然响起了沙沙沙沙的声音 紧接着无数的箭支 从草丛里飞射出来 在草原上作战 骑兵是最厉害的一种兵种 但这些骑兵也有一个弱点 就是在队上对敌人的弓箭兵之时 他们和胯下的战马 很容易成为对方骑兵射击的对象 果然 一波箭雨刚刚射出 便有好几十骑兵士兵被长箭射中 可是这些骑兵 还没来得及检查一下伤亡的情况 第二波箭雨又接踵而来了 虽然这一次 这些骑兵将领已经有了一些准备 被长箭射中的骑兵和战马越来越熟 但是面对对方似乎用不完的长箭 他们的伤亡逐渐增加了 这名的骑兵领兵将领 好不容易带着幸存的手下 飞奔到他们进来的那个地方 可是 刚刚还空无一人的这个地方 不知什么时候 冒出来一对对精神抖擞的敌军骑兵 这对骑兵人数并不多 只有驱几十人而已 但是这几十名骑兵 要短暂地将阻挡敌人 让他们处于弓箭的射程中 还是能够做到的 第179章 齐席汤岸部落 此时此刻 对草丛中埋伏敌军情况不明的 刘仪骑兵将领 没有了其他办法 只得将心一横 向拦在前面的敌方骑兵发起攻击 这些拦路的骑兵 却早有准备 他们依靠挡在前面的树枝和巨马 等一些阻拦物品 成功地延缓了 这些骑兵的推进速度 拦路的骑兵人数虽然不多 但他们却依然勇猛异常 拼命全力利用狭窄的道路 努力阻挡敌方骑兵前进 而他们身后 又出现许多步兵 协助这些前面的骑兵拦阻敌人 前面有敌人拦路 左右两侧 又不断有人从长草中射出长剑 甚至还有人拿起盾牌和长枪 直接向他们发起攻击 这种情况下 这些骑兵的伤亡很大 惨叫声 马斯声 喊杀声交织在一起 使这平日里十分宁静的草原 变得十分喧闹 见手下伤亡越来越严重 自己手带的五千骑兵 已经被团团包围 这领兵的骑兵将领 彻底红了眼 他指挥手下骑兵 拼命地朝前方拦住他们的士兵 发起攻击 这场战斗进行时间并不算长 只有不到一个时辰 到最后 这五千骑兵不惜一切代价 终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出去 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 还是比较惨重的 有一半多的骑兵 永远留在了这片草地上 这一场伏击战 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 这是拓跋渡和他的手下 之前没有想到的 这时 拓跋渡手下的留意汉子们 正在忙着收拢 这些骑兵留下的物资 特别是还那些 还在草地上奔驰的战马 拓跋渡这次带的人 从沼泽中成功走出来 但是却被迫把战马 全部留在了沼泽之中 现在意外得来的 这净千匹上好的战马 对他们而言 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这些战马有跑丢的 还有暂时的受伤和战死的 但是最终还有一千多匹 可以供大家马上使用 有了这些马 拓跋渡等人的战力 立即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据先生 这次多亏有你 我们不仅得到这么多的物资 还让对方企图 合为我们的包围圈 出现了一个口子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口子冲出去 迅速向泉州方向靠拢 拓跋渡找到巨远光 激动地向他表达谢意 巨某只是出谋划策 真正立功的 还是这些浴血奋战的勇士 巨远光笑着说道 紧接着 拓跋渡又转身向杨云说道 这次 如果没有大哥不远千里赶来协助 小弟我可能已经到阎王殿报到了 我马上让队友开拔 向泉州进发 到时再组织我留一个部落的兄弟 跟库班这老小子来个决一死战 我倒觉得 现在我们如果往泉州方向走 说不定库班那老小子 正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不如我们再去捞上一笔吧 杨云看着自己的异地 脸上露出狐狸般的笑容 大哥这话什么意思 你给我详细说说吧 拓跋渡满脸疑惑地问道 听了拓跋渡的话 杨云笑而不语 转身来到一幅展开的地形图前 在图上的一个小圆圈上指了指 天啊 汤昂部落 那可离库班的大本营不远了呀 拓跋渡忍不住惊呼 到汤昂部落是刘云的中等部落 常住人口五六万人 这个部落的人十分好战 战斗能力还十分强 有近两万的常备兵力 这汤昂部落是库班的铁杆支持者 库班对他们特别信赖 这个部落的士兵 也是此次赴追角拓跋渡的重要力量 殿下的意思是 为了追捕四王子 这汤昂部落绝大多数兵力 一定都派出来了 他们万万想不到 我们不向泉州方向逃走 反而杀向他们的大本营 所以他们此次一定没有多少防御之心 这次突袭一定会取得成功 一旁的聚远光笑着说道 汤昂部落是库班的几大物资 存放地之一 要是能袭击成功 我们的收获肯定不小 可是这么多人的队伍 往汤昂部落进发 根本不可能不被库班的人发现 拓跋渡手下的一个幕僚 在一旁说道 想要完全不被他们发现是不可能的 也很难了 杨昂说道 还有 我们这么多人 行动肯定不变 所以我建议把部队打散 其余的人分开向泉州方向进发 而袭击汤昂部落只需要不到一万人 此外 那里的战马很多 到时候 我们都成了骑兵 他们想追上我们就难了 聚远光接着说道 杨昂早已把伟人的十六字作战方针 灌输给自己手下的人 让他手下众人 对这位神秘的伟人佩服不已 好 我就和大哥一起封一会 要是被库班的人围住了 就算我们运气不好吧 拓拔渡站了起来 干脆地说道 可是 四王子 拓拔渡身边一个手下 欲言又止 好了 你别说了 大哥贵为大父王爷 为了我们都敢清零显殿 我拓拔渡 岂是惧怕危险的人 拓拔渡打断了属下的话 干脆地说道 于是 拓拔渡把所有属下聚集在一起 召开了一个会议 把这队伍分成若干个部分 化整为零 让他们向泉州方向进发 与此同时 拓拔渡选出了八千明明奇数 很好的士兵 和杨云等人一起 以最快的速度 向距离此地三百多里外的 汤昂部落行去 为了抢时间 大家几乎没有休息 遇到小谷部队的盘查 他们也不多话 直接冲杀过去 而若遇上的大部队 大家便绕道行 就这样 当他们赶到 汤昂部落附近的时候 已经是两天之后了 这时正是三更十分 是夜里最黑的一段时间 队伍在距离汤昂部落 还有十里地的时候停了下来 你去告诉兄弟们 在这里原地休息 养精蓄锐 五更天出发 我们要血洗汤昂部落 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得到巨远光的建议 拓拔渡对一个属下吩咐道 为了追捕拓拔渡和他的手下 汤昂部落派出了族中大部分士兵 整个部落的人离开了两层左右 而这些都是骁勇善战的勇士 现在的汤昂部落 正是防御能力最弱的时候 但是他们也不是特别担心 因为他们处于留意的核心地带 离库班的大本营很近 不可能有哪个不开眼的人 敢来这里找他们的麻烦 在这样的心态下 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敌兵 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初冬的天气 天亮的比较晚 五更已经快结束 东方的天空 刚刚露出了一丝亮光 大地上还是一片黑暗 由于天亮的比较晚 草原的冬日气温也比较低 所以部落中大多数人还没有从起来 还沉睡在梦乡之中 长时间的平静 让他们彻底放弃了警惕心 所以这个时候 连守卫在部落外的卫兵 都躲在房间里 打起瞌睡来 无数的黑影 向部落中慢慢靠拢 但是部落中 却没有任何人发现 一些猎犬发现了这些人 犬肺声在部落中忽然响起 这异常的状况 居然没惊醒 沉睡的人们 许多人翻了一个懒腰 又沉沉地睡去 拓跋渡和杨云 带着八千余人 尽量不发出声响 以最快的速度 向部落中奔来 很快 离部落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了 一个企业的汤昂部落老人 迷迷糊糊地走出房间 发现这一群 正在向部落中靠拢的人影 惊慌地大声喊叫起来 这个老人的喊声 刚刚发出一半 就被一声长长的惨叫替换 原来 一个山根部落的汉子 以最快的速度 取下背上背着的弓箭 一箭正中 这老人的胸口 惨叫声在黑夜中响起 惊动了部落中的好些人 他们连忙匆匆爬起 向屋外走去 结果看见部落中不知什么时候 来了许多人影 这些人看着他们 也不解释什么 直接就向他们杀来 一时间部落中喊杀声 惨叫声 立即传到所有的耳中 这一下 将部落中沉睡的人 全部惊醒了 他们匆匆爬起来 还没弄清楚什么情况 就遭到了杀戮 拓跋渡和杨云带着的八千多人 进入这部落中 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反抗 直接对这一群 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汤昂部落百姓 展开单方面的屠杀 不到一会儿 这一个已经几十年 没遭到任何攻击的部落 已经遍地都是鲜血了 看这一场战事 已经变成单方面的屠杀 汤昂部落中 许多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 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杨云万分不忍 找到了拓跋渡 希望停止屠杀 拓跋渡和他手下的人 因为许多亲人 被酷斑的人所杀害 仇恨早已让他们失去了理智 要是换个人劝说 他们停止屠杀 拓跋渡一定会暴跳如雷 但是 听到杨云的劝说之后 拓跋渡迹了一下 终于下令亭子屠杀 拓跋渡命令手下 将这汤昂部落 剩余的人全部集中起来 当然 有一些不配合的人 全部被他们 当成隔杀了拓跋渡所带的 这八千人 都是他手下的精锐力量 动作十分迅速 仅仅过了半个多时辰 就将部落中 剩余的所有人都集中起来 一起聚集在一块很大的空地上 看到 站在空地上的人影 杨云心中有了充满伤感 因为现在集中在这块空地上的人 只有不到两万人 也就是说 就在刚刚这一两个时辰内 部落中的人 就被杀死了近一半 第180章 火烧枯草坪 感叹一会 杨云不由在心里告诉自己 这就是战争 所有的战争 其实最受苦的 还是贫苦老百姓 从这时起 杨云在心中 暗暗决定 如果有朝一日 自己有了左右局势能力 一定尽最大努力 减少战争的发生 拓跋渡和他的手下 对于这一切 早已习以为常了 杀了这么多人 他们丝毫没觉得 有什么不合适 也许在他们心中 战争就应该是这样吧 汤昂部落 作为库班手下 重要的势力之一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 物资储存地 所以里面的物资 特别丰富 拓跋渡带着自己的手下 首先来到羊马场 在羊马场上的 境外马匹中 每个人都选出了 一批自己满意的战马 然后把剩下的战马 赶出羊马场 让他们远远地离开 以免后来的追兵 借助这些战马 追上自己等人 紧接着 他们又来到物资储存仓库 选择了最好的甲咒 和最好的兵器 还到粮仓 备足了每一个人 好多天的粮食 在羊云的劝说下 拓跋渡和他的手下 放弃了一把火 将这部落烧掉的想法 大家带着满满的丰收 兴高采烈地 离开了汤昂部落 什么 他们没有往福国的方向走 反而向我们的腹地进发 还偷袭了汤一部落 刘仪的王成阳亭 新寒王库般暴跳如雷 将手中一个名贵的琉璃杯的 砸得粉碎 你马上通知附近的所有部队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将他们围住 我要将他们一个个碎尸万段 库般对着他身旁的 一个官员怒声喊道 这一切 远在两百里外的杨云等人 根本不知道 但是他们也不难预料到 偷袭了汤昂部落 库般的人一定会疯狂报复的 为了摆脱敌人的追踪 杨云和拓跋渡 让手下带足口粮 轻装减刑 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了汤昂部落 为了不被敌人很快发现 他们绕过了一些附近的部落 尽量选择人际罕至的地方 匆匆往前行军 这样虽然可以最大程度的 避免被敌人围住 但是却绕了数倍的路程 尽管一行人尽量隐藏行踪 但一路上还是不可避免的 和敌军遭遇了 经过了数次战斗 消灭了一些敌人 也付出一些代价 由于每次遇到敌人的数量 都不是特别多 骑兵的速度又特别快 所以他们都能成功摆脱敌人 但是最近一两天 他们发现了一个 让他们沮丧的现象 遇见敌人的频率越来越高 敌军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二弟 有些麻烦了 看来酷搬着老小子 这次真的恼羞成怒了 为了抓住我们 调动了不少的队伍 借助短暂的休息时间 杨云对拓跋度说道 呵呵 大哥 我也注意到这一点 不过这样也是好事 围剿我们的敌人越多 那其他几路的兄弟 就更安全了 拓跋度倒也淡然 轻轻笑道 你小子 就不担心你的性命 杨云笑着说道 有大哥和足智多谋的巨先生在 我才懒得考虑这些呢 还有 这一路行来 我们杀死的敌人也不少了 就算是被他们杀死 小爷我也撞够本了呀 拓跋度满不在乎的说道 还有 我们两兄弟 如果战死在一起 也算是一件很畅快的事情 拓跋度想了想 又笑着补充了一句 你小子 你还有大仇需要报 我也不愿意 这么糊里糊涂就死去 库班这老小子在疯狂 他想杀死我们兄弟 还没有那个本事 杨云豪气甘云地说道 报告四王子殿下 我们东南方向 有一股敌军正向我们赶大约 距离我们四十里左右 众人刚刚休息了一个多时辰 一个探子匆匆赶来 向拓跋度报告道 没办法 整个队伍只好停止休息 匆匆开拔 向相反的方向迅速撤去 这样的情形 这几日经常出现 敌人在队伍身后追得很紧 很多后是大家刚刚摆脱他们不久 停下来才缓上一口气 这些家伙又追上来了 草原的地形十分平坦 本来就不适合隐藏行踪 这么大一支队伍 行军不可避免的 会留下各种蛛丝马迹 所以 尽管大家付出了很大努力 仍然没有找出办法摆脱敌人 这样的情况 就连足智多谋的巨远光也找不到 什么办法 只能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 疲于奔命 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这里的草全部枯黄了 现在队伍来到一个遍地枯草的地方 诺大的草原 这里的草 几年前染上一种奇怪的病 很快就枯萎了 当地人想了许多办法 都没有治好它 青草是牧民们耐以生存的东西 没办法 所以这附近的许多小部落都搬走了 这留意汉子对杨云说道 杨云拿起自制的望远镜 骑在马上向四周看去 见着一片枯草坪 足足有方圆好几里 心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 杨云骑马前行 追上了在自己前面不远的巨远光 向他说了说自己的想法 殿下 你的脑袋是怎么长的 这样的办法都能想出来 巨远光听到杨云话 激动的鸡掌大笑 呵呵 这不是我想出的办法 这是在许多年前 有一个叫吴国的地方 有一个叫陆迅的人用过的办法 杨云呵呵笑着改变方向 我们朝西北方向前进 杨云找到拓拔度 向他说道 可是大哥 刚才探材报 有三股敌人 从几个方向正向我们行来 其中西北方向的敌人人数最多 足足万人有余 我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拓拔度疑惑地说道 相信我 我怎么会害自己的兄弟 杨云看着拓拔度笑着说道 那大哥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大不要跟这帮龟孙子们拼命 这一路行来 杨云经常提出的一些奇谋 都收到了效果 是拓拔度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报告 敌人离我们 还有五里路了 一个探子前来报告 调转方向向西南向进发 杨云大声命令道 报告 前方敌人离我们八里左右 后方敌人还后在后面紧紧追赶 距离还是五里左右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探子又来报告 让兄弟们调转方向 向东北方向前进 东北方那股敌人 还有吉里路的时候 向我报告 杨云淡然说道 大哥 你这是要把三股敌人 全部引到我们身边 那是我们将腹背受敌 压力可就大了呀 拓拔度有些担心地说道 哼 我的好兄弟 你就别担心了 我就是要想把他们都聚在一起 杨云笑着说道 我们已经成功向东北方向的敌人靠拢 另外两股敌人 从两个方向向我们包抄而来 现在三股敌人都距离我们 大约只有五六里的样子了 探子又来汇报 好 向枯草平方向行军 速度不要太快 把敌人拖在我们身后 两三里左右就可以了 杨云吩咐道 现在众人都是骑兵 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随心所欲 杨云的这一番操作 不仅迷惑了自己人 也迷惑了敌人 拓拔度这家伙 难道是活得不耐烦了 在我们几支队伍之间来回跑动 再再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这时候 库班派出的来自三个方向的队伍 已经会合在一起 几个指挥官正在讨论着 目前这奇怪的局面 我看这小子是跑糊涂了 我们慢慢地围过去 等围住这小子 要让他好看 很快 杨云和拓拔度带着手下众人 又一次来到了枯草平的外围 队伍稍微散开一点 将我们从汤昂部落带出来的铜油 撒在枯草平各处 杨云又一次发出了命令 你是想用火 拓拔度终于明白了 杨云的意图一下子高兴起来 不一会儿 杨云和拓拔度带着手下的骑兵 来到枯草平的东南侧 大家暂时在这个位置停下 等待紧紧追来的敌军 这帮兔崽子 追得可真紧 等会有你们好看 拓拔度看见远远形来 黑压压的一片敌军 嘴中嘀咕着 不要急 他们距离我们五六十丈远的时候 大家一起射箭 杨云看着越来越近的敌人 平静地收到 看着杨云这样淡定 许多士兵紧张的心情 慢慢平复下来 跪为王爷的杨云 都这么平静 咱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你们发现没有 这草地上似乎有什么味道 追过来的这名刘依的千夫长 对身旁的属下说道 我也觉得有什么味道 但是就是不清楚 这是什么东西 不管他们 我们抓紧时间 把拓拔度这小子抓住 才是最重要的 手下兵士兵接口收到 对 你说的对 这次要能成功地抓住拓拔度 在汉上那里 可以给我们好好的 系上一功 我们汤昂部落的血仇 也可以报了 这千夫长接着说道 放箭 杨云一声大吼 身边许多人跟着大吼 连连把杨云的命令传递出去 接到命令的这几千士兵 一支支的长剑 被沾上铜油的有包裹着 燃着熊熊的大火 向追来的敌人 前后左右的草地上 飞速地射了过去 糟了 兄弟们 赶紧撤退 赶紧撤退 捅兵的这名千夫长 本来还在疑惑 闻到的是什么味道 但且前方一直是火箭 飞速地射了过来 他立即反应过来 拼命地催促手下 迅速往后撤退 第181章 返回泉州 对方的指挥官 这时才发现敌人的意图 急忙命令手下士兵 向刑方撤退 可是此时此刻 做出这样的反应 已经太晚了 初冬的天气 本来就十分干燥 这个季节 很容易发生火灾 再加上遍地的干草 还撒上了铜油 火箭射在草地上 熊熊的大火 立刻燃烧起来 整个枯草坪 立即成了一片火海 动物天生怕火 这些经过训练的战马 也不例外 大火蹭蹭蹭地 在他们脚边燃起 这些战马撕叫着 在草地上疯狂地乱跑 马上的骑士拼尽全力 也控制不住脚下的马匹 狂奔的马匹 有些狠狠 装在一起倒在地上 将马上的骑士 也压在身下 还有一些战马 在草地上又蹦又跳 将马上的骑士摔下来 运气好的骑士 爬起来迅速 往没有火的地方跑 而一些运气不好的 脚在马灯上拔不出来 被已经发疯的马匹 拖来拖去 火势起得很快 不一会儿 这枯草坪大多数地方 都被大火弥漫 被困在火海中的战马和士兵 开始还能够疯狂地奔跑 企图躲脱燃烧的火焰 可是此时此刻 他们身边各处 都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哪里能够找到安全的地方 仅仅过了不长时间 就有许多战马和士兵 倒在火海之中 在火海中疯狂挣扎 但是他们的挣扎越来越弱 到处是燃烧的枯草和铜油 他们不仅没把身上的火扑灭 反应为沾上铜油 而燃烧得更厉害了 杨云亲自看到 有好几个浑身是火的人 在草地上奔跑不远 然后终于控制不住 倒在了火海之中 还有一些人 衣服被烈火点燃 他们疯狂地拔掉身上的衣物 可是剩下的盔甲 已经被烧得发烫 慌乱之下 这次的盔甲 怎么也拨不掉 几个折腾之后 他们无一例外地 被火海完全吞噬 短短的一盏茶时间过去 这枯草坪变成了人间炼狱 无数人和马 在火海中不停地打滚 士兵的惨叫声 马匹的悲鸣交织在一起 让听到所有人都心惊胆战 杨云和拓拔渡 带着他们的手下 处于枯草坪的边缘地带 成功地将火引燃之后 他们迅速退出枯草坪 退到安全地带 静静地看着枯草坪中 发生的这一切 这时 一些反应快敌方士兵 成功地脱离火海 向杨云等人所在的位置 冲了过来 但是这些人 被早有准备的拓拔渡手下 直接荡成了炼剑的靶子 极少数冲到大家面前的 敌方士兵 也被拓拔渡的手下团团围住 直接砍翻在地 这场战斗的进程 完全出乎了众人的预料 人数占优的一方 却完全成了被屠杀的对象 库班派出的这三股 追击拓拔渡等人的队伍 都是他手下的精锐力量 这些人大多是 这三股部队 接近三万人 有一半多的人 葬身于火海之中 烧性活命的少数士兵 在忙乱之中 和杨云与拓拔渡所带的人遭遇 又被杀死了许多 最后成功逃出火海 和敌方追杀的库班手下士兵 仅仅有不到一万人 这其中 还有好些人 身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伤势 这样的局面下 幸存的这些士兵 早已被这一场惨烈的战事 吓破了胆 失去了再战能力 狼狈地朝后方逃走了 枯草坪上发生的战事 没过多久时间 就传到库班的耳中 库班不敢相信 这么多精锐力量 居然被这区区几千人 杀得如此狼狈 怒火中烧的库班 将战败归来的几个领兵将领 全部拖出去 斩首示众 又命令周边各部落 迅速组织力量 是要将拓拔渡碎尸万段 派出去的几万人遭到重创 要重新组织人手 谈何容易 又过了好几天 库班才重新组织了不到两万人 疯狂地寻找拓拔渡等人的踪迹 可是奇怪的是 拓拔渡和他的手下 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完全消失在 库班所属势力众人的视线之中 库班派出许多探子 拉网一般将周围的各地搜寻了个遍 可是怎么也没有找到 拓拔渡等人的踪迹 在距离苦草坪两百多里外的沙漠上 有一群骑兵 正迎着慢慢的风沙 在沙地上艰难的前行 这些人 正是库班苦苦寻找的拓拔渡和他的手下 在枯草坪取得巨大胜利之后 拓拔渡按照杨云的吩咐 让手下众人准备足够的粮食和水 然后一路急行军 来到这茫茫的沙漠之中 库班想破脑袋 也没有想到 拓拔渡在取得胜利之后 没有按常人思路地向泉州方向逃离 使得他在前方不好的口袋 完全失去了作用拓拔渡带着手下众人 在沙漠中足足行了六七天 由于准备充足 纵然在沙漠中 倒也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当拓展和他的手下再一次出现在 库班手下人的视线之中时 已经在离枯草坪三百多里外的地方了 拓拔渡这种异乎寻常的行军路线 使他们成功跳出了库班的包围圈 等库班发现拓拔渡等人的踪迹 想重新调兵遣将 重新追杀拓拔渡等人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有了足够的马匹 又有了充足的粮食和水 拓拔渡的行军速度遇上异常迅速 没过几天 泉州城高大的城墙已经远远在望了 杨云和拓拔渡成功地到达泉州 让一直等待泉州的官员 和已经到达泉州的留意军民 感到万分振奋 在此之前 耶布达早已带着拥护自己留意购部落军民 来到泉州驻扎 与此同时 由于库班将大部分兵力 都派去围剿拓拔拔渡等人 使得拓拔渡手下愤出的其他几支队伍 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 大家有惊无险地早已赶到泉州 拓拔渡和耶布达所率领的山根部落和飞黄部落 是反对库班最大的两股势力 他们在泉州胜利会师之后 对留意的局势产生了极大的改变 库班杀死前任汉王拓拔也 本来就引起万古草原中重部落的不满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库班还排除一击 对反对自己的势力痛下杀手 早已引起了许多势力的不满 得知拓拔渡和耶布达在泉州会师的消息之后 许多对库班不满的势力都居家搬迁 新年的时候 聚集在泉州附近的刘伊各势力的首领 召开了大在会上 他们推举选了拓拔渡为汉王 让拓拔渡带领他们共同对付库班 拓拔渡当上汉王之后 迅速率领各族士兵 在那万古草原靠近泉州的地方 占领了一大片土地 后来 拓拔渡和库班所属势力 隔着万古草原最大的河流乌尔河分庭抗礼 至此 统一多年的刘伊各部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他们分别奉库班和拓拔渡为汉王 库班的势力 在在万古草原乌尔河西北方向 临近楚王 得到楚王赵源让的支持 后世称之为西流义 而拓拔渡所属的势力 在乌尔河的东南方向 靠着大福与大福结盟 后世人称之为东流义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 杨云没有再参与到其中 回到泉州后不久 他便踏上了回归吴县的路 离开吴县 已经好几年了杨云 对这块土地土地十分想念 正所谓好事多魔 杨云回归吴县的行动 又一次没有能得偿所愿 一份紧急送来的圣旨 让杨云先前往西京街道圣旨之后 杨云苦笑连连 圣命不可为 他只好调转方向 向西京城的方向前行 为了避免持力牵挂 也担心吴县有失 他让巨远光和柳月 七威等人先回吴县 本来 按杨云的意思 他想让端木济月和乔宇薇 也先行回到吴县去 但这两个最好热闹的家伙 听说杨云要去西京城 眼睛都开始放光 打死也不愿意去吴县 无奈之下 杨云只好带着这两个 惹事包到西京去 几年前 杨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皇子 不仅皇族中众子弟看不起他 就连朝中一些有权有势的官员 也把他打不上眼 但是现在 这局面发生了改变 杨云为朝廷立下了许多功劳 还被封为吴王 这一次杨云出使郑国 克服艰难险祖 成功地和郑国与愉悦 达成了盟约 能够在朝廷中 混上一官半职的这些人 无异都是人精 他们知道 以前这不起眼的十三皇子 现在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朝廷中的很多外援 政务可能仅仅一般 但是 论起察言观色 刘虚拍马的能力 却是一个比一个更精 这些人都是有头脑的人 知道这一次 杨云又为朝廷立下大功 得到重重的封赏是肯定的 更重要的是 经历这些事情之后 杨云在福皇的眼中 地位一定会增高许多 所以 他在朝廷中的话语权 也会增加许多 在这种情况下 导致杨云在前往西京的途中 受到沿途官员 前所未有的欢迎 一场场热情的宴 一次次拜访 大堆大堆的礼物 让杨云应接不暇 但是现在的杨云 已经不像前多年前 那么不懂人情事故了 所有的宴请 能参加全部参加 所有的礼物 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 该收就收下 所有官员的拜访 根据情况 进行接待 第182章 主查论皇储 西京城的人宫湖畔 一个身穿黄袍的老人 在一大群太监宫女的簇拥下 正在湖边缓缓漫步 这老人 正是当今大附近内 最有权力的人 一一当今福皇杨成凤 老人居于尚未多年 不怒自威 他停下前行的脚步 把手一举 围在福皇身边的太监宫女 马上心领神会 马上行动起来 将一些小姐和井凳 迅速摆放好 同时快速将早已准备好的茶具拿出来 开始煮起茶来 不一会儿 亲人心脾的茶香 开始在空气中弥漫 福皇挥了挥手 让侍奉他的太监和宫女 离得远远的 只留下了他最信任的公公高德 福皇让高公公 在自己对面的一个井凳上坐下 两人一起喝茶聊天 老家伙 正给老十三下指 让他赶回西京 赵日成尚算 应该快到京城了吧 福皇吹了一口杯中飘着的茶叶 似乎不经意地问道 启禀陛下 昨日收的消息他 距离西京最近的一个一站休息 估计今日下午 他就会静静了吧 听到福皇问话 高公公赶紧答道 听到高公公的话 福皇只是轻轻地呕了一声 便没有了下文 一旁的高公公 对福皇的习惯已经十分了解 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拿起旁边的茶壶 为福皇蓄了点水 近日里 朝中大臣都嚷嚷着 让朕立储 你怎么看这是 朕的哪个皇子 适合在朕升天之后 来做大夫大子啊 沉默一会儿 福皇又突然说道 陛下 您的身体健硕 现在立储 还早了些吧 高公公微笑着说道 你个老家伙 静谦好听地说 我心里明白着呢 尽管平日里 大家把我万岁万岁地叫着 我也是个平常人 权力再大 阎王爷哪天派来勾魂小鬼 任凭谁也是拦不住的 福皇淡淡地说道 眼神中闪过一丝落急 我专门把他们支开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你老家伙不用怕消息传出去得罪人 在整个朝廷中 我很难找到几个 没有私心的人谈论此事 平日里说寡人寡人 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一个孤家寡人了 福皇叹了一口气 轻轻地说道 陛下 现在朝廷中 圣王的呼声最高 甚至连相王对时常对人讲 圣王应该成为太子 我想 圣王也许是最好的太子人选了吧 高公公想了想 轻轻地说道 你这老家伙 我知道你没有说老实话 照目前看 的确是应该立老五为储君 只是老五 中日和那些军人为伍 向来看不起那一帮文臣 他若为帝 以武治国 恐为我大夫埋下祸端啊 福皇喝了一口茶 四对高公公又似乎自言自语 还有 你以为老二他真的甘愿 让老五坐上皇位吗 他和他舅父李悦的那些小动作 我虽然不完全知道 但也不是没有耳闻 不光是老二 老三 老九 还有老十二 哪一个没在心里打着小算吧 福皇想了想 又接着说道 那干脆 就立相王为储君吧 他是皇后所生 名正言顺 身后又有几大家族支持 高公公想了想 抬头说道 老二这家伙 心思最深 表面上对谁都合颜悦色 但是动起手来手段最辣 的确是有一点 杀法果断皇帝的影子 但是这小子动起手来 有些过于狠 担心他以后杀人太多 造成江山不稳了 福皇轻叹一口气道 那剩下几个比较出色的殿下 比如三殿下 九殿下 还有十二殿下 在朝中都有些声望 您看如何 高公公轻声问道 老三性子有些偏软 他若为帝 可能造成君若陈强 而老九的话 书生气有些太重 不善全谋 老十二则更不行了 出事太咄咄逼人 太刚一舍 福皇缓缓地说道 这些话在他心里藏了很久 只有在高公公面前 他才能透露自己的心思 那十三皇子吴王殿下呢 陛下 有没有考虑过他 高公公又道 听了高公公的话 福皇没有马上说话 而是大大的喝了一口眼前的香名 细细品味茶中的味道 好半天才说道 要说这老十三 这些年来 倒让我刮目相看 能闻能舞 还有些我年轻时候的影子 可是 所有的皇子中 最不可能成为储君的 就是他了 这是为何 高公公有些疑惑地问道 先说 老十三虽在无限发展不错 但朝中根基很浅 关键我杨家江山 从他司马家族手中夺来 如果老十三为帝 忠于司马家族 以及进回的人 一定会辅佐于他 到时他若恢复晋朝国号 我杨朝凤 岂不成了王国皇帝了 那我还有什么面目 去见我杨家的列祖列宗 福皇有些自嘲地说道 其实 这皇位的诱惑太强 除了选择一个合适的人 当皇帝之外 还希望能够平稳地 将位置传递到储君手上 福皇接着说道 陛下 您是担心 若有储制不当 会造成皇子间的争斗 高公公问道 是啊 历朝历代 为了争夺皇位杀的血流成河 失衡遍野的比比皆是 如果只是死几个儿子 也许还还算什么大事 朕担心动摇国家根本啊 福皇说这话的时候 音量有所增加 显然心中有些激动 您担心动荡 这些年来 陛下眼见几个殿下之间 明争暗斗 为什么不加以制止呢 高公公为这事疑惑了许久 今日索性直接问了出来 哎 要想当异国之君 没有一点手段怎么行 就让他们斗一斗 让手段最高明的人 当上皇帝 也许是一件 对国家更有利的事情 现在我在位置上 有些东西 他们太过火了 也许我还能够控制 若哪一天我闭眼了 他们再斗 我担心动摇国之根本 福皇说这话时 语气充满无奈 老家伙 你可不能死在我的前面 真的到了那一天 暗卫就全交给你了 若是真的到了 无法控制的时候 你就帮我选一个 最适合的皇子当皇帝 其余基于皇位的不孝子孙 你就送来见我吧 福皇说完这句话后 有些痛苦地闭上眼睛 不再说一句话了 高公公坐在福皇对面 心中充满悲凉 对面这个皇帝 他是最了解的 从孩童时期 自己就扮在他的身边 大家只知道皇帝 手握身杀大拳 坐拥天下财富 可谁知道他们心中的苦楚 为了江山的稳定 这些年他做出了太多的牺牲 林老了 还有可能将自己的儿子 也牺牲掉 由于要应付一路上 迎来送往的各级官员 杨云这一路前往西京城 速度就慢了许多 经过了二十多日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 阔别多年的西京城 相对于地方官员的热情似火 西京城中的这些官员 却要平静许多 因为他们大多数人 已经有了自己依靠的势力 用不着来巴结 在西京城中 并无多少势力的杨云 所以 西城门口迎接杨云等人的 除了自己的一些属下 就只有很少的一些官员了 就连自己的岳父池上文 也没有派人前来迎接 对于究竟有哪些人 前来迎接自己 杨云并没有看中 他匆匆地 和来迎接自己的众人 打完招呼之后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向停在城门旁的 一辆马车奔去 这一辆马车 停在城门边上 旁边站了几个 身穿甲骤的卫士 马车前面 还站着一个 年纪约有四五十岁的公女 由于这辆马车的主人 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但旁人看着气势 马从中所作之人 也并非泛泛之辈 所以也没有人 前去打扰他们 就让这辆马车 静静地待在这里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一两个时辰了 其他人不知道 这马车的主人是谁 可是杨云怎么可能不知道 因为马车前站的那位公女 正是母亲最信任的 贴身丫鬟叶倩 见过吴王殿下 娘娘已经等候多时了 见杨云匆匆而来 叶倩向杨云失礼说道 倩仪辛苦您了 杨云向叶倩打了个招呼 便掀开马车的帘子 走了进去 几年不见 司马玉容颜并没有改变太多 只是轻受了不少 几年不见 两人有太多太多的话 杨云坐升司马玉的马车上 一起向吴王府走去 一路上 司马玉对杨云这几年的经历事情 事无巨细地问了个遍 时而哈哈大笑 时而连声惊呼 有时还抹两把眼泪 这么多年以来 在杨云的心中 早已把司马玉 真正当做自己的母亲 听着司马玉在自己耳边 喋喋不休 反复唠叨的声音 杨云觉得十分亲切 十分幸福 司马玉在吴王府没待得多久 就回皇宫去了 因为大夫朝廷 对皇妃在宫外待的时间 控制得比较严 今日司马玉能够出来见杨云一面 已经是福皇格外开恩了 因为福皇还没有下旨让他进宫 所以 杨云现在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时间 他让一直留在京城 负责照顾吴王府的孔元 偷偷派人通知吴影卫四部的负责人 前来见自己 这几年 杨云虽然不在西京 但是西京城吴影卫四部 都还发展得挺不错的 几年来 四部不仅为杨云积累了许多财富 被他们源源不断地送到无限 同时 他们也成为了杨云安排在 西京城中的眼睛和耳朵 孔元的人派出去不久 留守京城的燕飞飞 铁锋 以及猎豹部和雄师部 在西京城的负责人全都赶来了 详细地汇报了各部近年来发展的情况 第183章 暗流涌动 外公留下的吴影卫 经过几十年的更替 在杨云手中 已经完全转变了他的职责 以前的吴影卫 主要任务是护卫皇帝的安全 和暗中监督朝中文武百官 而现在 杨云赋予他们的职责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商业上的发展 为自己所属势力 积累一定资金 另外就是在西京城打探各种消息 将西京城中各方势力的一些情况 秘密报送到无限 虽然几年没有见面 但对于这些人的忠诚 杨云还是信得过的 但是吴影各部的核心人物们 还是将自己一些清卷送到无限 美其名曰 在无限大本营更安全 其实杨云明白 这是远在京城的各部负责人 向自己表示忠心的一种方式 在燕飞飞等人走了之后 陆续有一些 在京城比较熟络的人前来拜访 这其中 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那就是女扮男装的柳飘飘 柳飘飘的来访 其实就是想表达一种善意 他将自己所探知的 西京城中一些隐秘的事情 告诉了杨云 这好多事情 其实杨云也在燕飞飞等人那里听到过 但是他依然表露出极大的兴趣 以及表达出深深谢意 对于柳飘飘身后的势力 杨云没有刻意去查 他只是暗暗地能够猜测到 柳飘飘身后的人 一定不会是 自己那几个对皇位有企图的兄弟 想来应该是对前大晋王朝 有深厚感情的人吧 反正杨云能够感觉到 这股势力对自己并没有敌意 反而尽最大可能在帮助自己 只不过 他们所追求的东西 和自己所追求的东西 稍微有些不一样 从燕飞飞等人和柳飘飘 这里得到的信息来看 现在京城各方势力 以圣王阳明为首 现在朝中已经有许多大臣 不断地向福皇地上折子 希望福皇立圣王为太子 甚至连几个封王的皇子 如向王阳县 玉王阳光 以及齐王阳勇等 都曾在不同场合下表示过 拥护圣王阳明成为太子 当然 这些王爷的话 也不可能完全相信 燕飞飞和柳飘飘 都从不同渠道查到 这几个王爷 私下里都有一些动作 显然 他们还是不甘心 就这样退出争处的行列 不过 在杨云的心里 谁能当上太子 谁会做上皇位 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虽然 在大家看来 目前自己和圣王阳明 走得比较近 但是杨云一直认为 如果要自己带兵 和周边的敌国作战 那么战死沙场 他也在所不惜 但是要他在朝中 和自己的兄弟 自相残杀 参与到血淋淋的夺处战之中 他是怎么也不愿意的 在杨云以前的那个时代 他看到了历史上许多朝代 因为皇子监的争权夺位 使得国家国力越来越弱 甚至被灭国得太多了 在杨云看来 谁做皇帝无所谓 关键是 这个皇帝不能太昏庸 愿意为国家的发展 做一点事就行了 在接待了几拨来访的客人之后 天色已经微黑了 杨云才奈够拖的身来 来到自己的老丈人池上文家 池上文家的晚宴早已准备好 杨云赶到时 等在门外很久的管家 连忙将杨云迎了上去 见池上文早已在厅中等候 杨云匆忙赶过去 向池上文行礼致歉 池上文不苟言笑的脸庞 居然还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对于杨云的迟到 池上文十分理解 酒居工厂的他 明白这种迎来送往的繁琐 女婿能够推掉这么多的宴情 过来参加家宴 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家中的晚宴准备得很丰盛 这在池上文家是很难得的 池上文虽然是二品大员 但他却不善于迎来送往 有时朝中一些大员来家中做客 他的接待规格也不会太高 这样的处事态度 导致他在朝中的好友并不多 今日女婿到家 如此丰盛的晚宴 了解他的人知道 这不是因为是皇子 是福皇清风的王爷 而是他对这个女婿 十分满意的一种表现 这几年来 杨云在无限所做的一切 池上文都有耳闻 甚至杨云远赴郑国 余悦 还有刘依的经历 池上文已经不足以用满意来形容 甚至是有些佩服 有时候 池上文在想 如果自己处于杨云的位置 能不能做到杨云这个样子 池上文平日里不怎么喝酒 今日里居然破天荒喝了好几杯 不善酒力的他 居然还微微有了一些醉意 晚宴后 池上文带着杨云来到书房 翁旭俩一起谈了很久 池上文听杨云谈了一些经历 以及对一些事情的态度 对于杨云而言 有些话对于其他人 他是不会讲的 而对于池上文 他却可以毫无保留的倾诉 池上文也给了杨云一些建议 从谈话中 杨云对池上文的敬意更加深刻 这是一个将个人利益看得很淡 真正愿意为民请命的好官 在大夫朝中 像池上文这样的官员并不多 他的老师老太父照前算一个 这也是池上文在朝中好友 并不多的原因之一吧 离开了池上文家 杨云又去见了两拨人 一拨就是郑小七三人 在杨云的势力拼图中 郑小七所建的三雄帮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杨云的情报体系中 燕飞飞主要是负责收集皇宫 一些朝中官员 和一些习近贵族之间的一些情报 而郑小七他们的任务 则是从生活在社会底层 三教九流 贩夫走卒 中间得到一些信息 许多人不重视 从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中 透露出来的消息 其实 这些年来 郑小七等人为杨云 收集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不仅这样 这么多年来 还有许多 不适合郑大光明去干的事情 都是由郑小七手下的人去解决的 在杨云的势力中 郑小七他们 是非常神秘的一环 无影为四部与杨云的关系 西京城中许多势力 都有所察觉 但是郑小七和他的三雄帮 这些年发展的比较快 西京城中许多人都怀疑 郑小七等人的身后 一定有一个实力强劲的人物 但是始终猜不出 站在他们身后的 究竟是谁其实 不光是西京城的其他势力 就包括杨云势力内部 知道郑小七等人存在的 也是极少数 而这些人 都是杨云特别信任的人 这一次 杨云找到郑小七 和他的两个兄弟侯少和谢盛 主要是给了他们一个神秘的任务 杨云私来想去 这个任务也只有手下众多 又不容易被朝中重大员 发觉的郑小七等人适合 离开郑小七等人之后 杨云又来到一栋 还算不错的房子里 见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的存在 则是比郑小七等人更神秘 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 在朝中 也算近年来混得比较好的新锐 虽然很少和杨云联系 但他对杨云的忠诚度 那绝对是排名前几位的 这些年 杨云从来没派人去联系过他 也从来没有让他传递出任何消息 因为杨云认为 若是因为这一些普通的消息 导致自己最重要的一枚妻子暴露 那将是得不偿失的 这个人在朝中的地位特殊 所以他掌握的消息 比燕飞飞和郑小七等人准确得多 通过特殊的方式 联系到此人之后 杨云从后院翻过围墙 悄悄地见到这个人 跟这个人一番谈话之后 杨云的心情有一些沉重 因为他知道 皇子之间的处位争夺 远非自己掌握得那么简单 甚至可以说 在不久的将来 西京城中的一番腥风血雨 是无法避免的 离开这个神秘的人物之后 杨云回到自己的王府 躺在榻上 他彻夜难眠 思虑一夜之后 杨云暗自决定 既然这一场血战是不可避免了 等此次觐见父皇之后 他便以最快速度回无限 尽最大可能 避免这场争斗 波及到自己 第二天一大早 杨云早起 刚刚在院子里练了一会拳脚 宫中的圣旨就来了 宣杨云进宫面圣 收到圣旨之后 杨云让人打赏宣旨太监 自己匆忙沐浴更衣 换上很少穿的王爷专用袍服 才十分郑重往宫中赶去 杨云在西京城中 并没有多少势力 所以他并不愿意因为这些小节 而给自己带来麻烦 来到宫门前 早已等在那里的太监 将杨云迎到荣华殿 这是福皇私下建 朝中公园最常使用的地方 见到福皇之后 杨云心里有一丝伤感 因为这个老人 比起几年前 自己见到他的时候 无论是面容 还是精神状态 都苍老了许多 虽然老人的眼神 依然是那么犀利 但站在医生的角度 杨云知道 福皇现在的身体状况 的确太差了 其实 从情感上来说 杨云和福皇的父子之情 比较淡 不过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自古以来 皇家的亲情 都是最近不起考验的 杨云伤感最主要的原因 他来到这世界 已经有这么多年的时间了 总体来看 福皇还是一个 挺不错的皇帝 在福皇在位的这么多年里 虽然边关时有战事发生 但是总体来说 大夫没有吃多少败仗 也没有造成国力的太大耗损 与此同时 大夫的经济 也在平稳地发展 国内虽时常遭受天灾 但却少有人祸 纵观自己的这些兄弟 还无意人具有福皇 这样的雄才大略 所以如果福皇逝去 大夫的一场动荡 是避免不了的 第184章 封赏 福皇 儿臣能够为您把它卖吗 拜见完毕之后 杨云突然问道 哦 听到杨云 这样一说 福皇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还是答应了 早听说老十三精通 齐皇之术 朕还没有体验过 那你就为我把把卖吧 福皇说完 伸出一只手 放在暗机上 杨云先恭敬地施了一礼 而后让身旁一名太监 把快一块洁白的绸缎 放在手上 轻轻地为他把卖 手放在福皇脉搏上 只有短短几个呼吸时间 杨云的神情立即凝重起来 因为他怀疑的事情 得到了证实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近在咫尺的福皇 第一时间发现了杨云神情的变化 听到福皇询问 杨云并没有答话 只是看了看四周 福皇是极其聪明的人物 见到杨云的表情 他立即明白了一些事情 将头一台轻声说道 你们先下去 荣华殿中的太监和宫女 以及侍卫 听福皇这样一说 立即齐声答应 然后迅速退出了荣华殿 此时房中止余下福皇和杨云 以及一直站在福皇身后的高公公 福皇是不是这段时间来 一直在服用一副草药 时间应该有七八个月了吧 杨云后退几步 笛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 太医说我肠胃有些问题 专门给我开了些调理的药物 是有好几个月了吧 福皇有些意外地说道 陛下是从去年六月二十一 开始服用此药的 现在已经八个月零五天 一旁的高公公接口说道 这药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服用之后 陛下味剧腊冷食物的老毛病 缓解了许多 连胃口都好多了 陛下还专门为此事 赏赐过这名开药的太医生 这事可非同小可 为了避免出现误会 高公公又补充说道 杨云明白 这是高公公表达的一种善意 这种事情 若是杨云出现错误 可会在朝中得罪不少人 但高公公不知道的是 杨云现在的医术 比宫中的这些太医甚至还高明 并且 这要正是导致以前的十三皇子 身体如此凝弱的罪魁祸首 刚才一进荣华殿 看到福皇的第一眼 他就有所怀疑 所以提出要为福皇把脉 结果福皇的脉象 证实了这一点 福皇您立即让人 把还没熬的草药 和已经熬过的药渣 都收集一些 然后派可靠的人 到太医院去把药方拿到 多找几个太医 让他们细细查验一番 杨云又躬身说道高德 你马上将刚才在荣华殿的人 全部叫进来 不要走掉一个 在你拿到草药 药渣和药方之前 这些人全部待在荣华殿中 一步也不许离开 福皇脸上有了冷意 沉生说道 由于有了这个差距的发生 这之后 福皇和杨云的谈话 并没有进行多久 福皇只是简单问了几句 杨云在镇国 逾越 以及留意的情况 就让杨云离开了 在离开之时 福皇还加了一句 让杨云三天之内 不得离开西京 使得杨云 想尽快离京的想法 只能打消 杨云离开皇宫回到吴王府 在吴王府里待了两天 这两天 他哪里也没去 奇怪的是 也没有任何人来拜访他 这两天 朝中没有任何大事发生 西京中的各方势力 也没有异动 西京城中出现了诡异平静 收到各方汇报 过来的情报 杨云不由地暗觉好笑 西京城中 这几日出现的难得的平静 居然和自己有很大的关系 福皇召见吴王杨云 居然把荣华殿中 所有的太监和宫女 都赶了出去 除两个当事人之外 只有一直侍奉 福皇的高公共高德在里边 在杨云离开的时候 福皇的表情 似乎有些不渝 还命令吴王 三日内不得离开京城 这期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各势力费尽心机打探许久 都没有任何收获 两个当事人 都没有告诉任何人 当时发生的事情 而唯一侍奉在里面的高公公 向来只忠心侍奉福皇 任何势力的面子都不给 没有人能从他那里 得到任何消息 由于不清楚 究竟发生了什么 所以西京城中各方势力 居然不约而同 约束自己的手下 这几日里静观其变 不得轻举妄动 平静了两日 到了第三日 突然传来的爆炸性的消息 让整个西京城 彻底沸腾起来了 太医院的最高官员 太常令 居然在自己家中 悬梁自尽了 这让西京城中 许多重要人物震惊不已 可是让他们更震惊的 还在后面 全高位中的太使令府 居然突然被一对 气势汹汹的蓝衣卫 团团围住 最后 大使令和全家114口 全部被下狱 一时间 西京城彻底沸腾了 所有势力派出所有探子 想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好些人都空手而归 他们只知道福皇震怒 但至于什么原因 却不得知 大家的震惊 还没有结束 刚过了一天 福皇有下旨 封立部尚书 池上文为太使令 开府一同三思 这一下 可让所有人傻了眼 池上文的这一步 可卖得不小啊 开府一同三思 可是从一品公职 是在朝中 仅次于三司三公的 朝中重臣 从正二品到从一品 貌似只有小小的品级变化 也只有九居官场的人 才知道 其中的艰辛 绝大多数人 终其一生 都没迈出这关键的一步 这期间 朝中并无大事发生 也没见池台文 历上好大的功劳 居然得到了升迁 这让朝中各方势力 猜测连连又过了一天 朝廷中又传出旨意 吴王杨云 出使郑国 于悦 帮助刘仪轻浮势力 渡过难关 为大福立下大功 所以 朝廷将吴县附近的石洞县 杨县赐于吴王 为其封地 这到圣旨传出之后 各方势力才明白真相 大家都暗中感叹 池上文生了个好女儿 找了个好女婿 借助女婿的功劳 成为大福几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一品大员 在众方势力议论纷纷的时候 杨云却坐在自己的王府之中 翻看着手上一块黑色牌子 这块牌子 是昨夜奉秘纸进宫 由福皇亲自交给他的 昨夜杨云进宫 朝中许多人都不知道 一圣小叫 将杨云送至皇宫侧门 由高公公亲自将亲 带到杨云从小长大的宁玉宫 福皇在玉妃宫中接见了杨云 父子俩经过一番长谈 谈话主要有两个主题 一是杨云承诺 不得参与到夺嫡之中 无论哪个皇子为帝 他都全力辅佐 第二件事 就是给了杨云这块牌子 这块不起眼的小牌子 能够被福皇这么郑重地 交到杨云手上 显然非同小可 不过 对于杨云而言 这块牌子 如今对他没有任何用处 并且杨云和福皇都希望 这块牌子 永远不会被杨云用上 因为 如果动用了这块牌子 说明那是大幅 已经到了八方风雨的时刻 这块牌子 将是力挽狂澜的最后力量 杨云快速离京的计划 又不得不搁浅了 因为这两道圣旨一下 使得杨云一下子 又成了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各方势力的动作很快 前几天还门可罗雀的吴王府 一下子变得门庭弱势了 先是朝中官员 他们争相来到吴王府 或表示投效 或代表某方势力前来拉拢 紧接着 杨云的好多兄弟纷纷来访 一幕幕兄弟情深的好戏 在吴王府不断上演 以前 大复朝中许多人都认为 杨云属于圣王的势力 但近年来 杨云和圣王 杨明走得并不算抬进 现在见杨云在朝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 许多势力又开始动了心思 各种利益诱惑 未来的各种许诺 让本来把许多事都看得很淡的杨云 也有点经不住诱惑了 但理智告诉杨云 自己目前能够得到福皇的一些信任 主要就得意力自己 不贪权势 不结党 如果自己踏错一步 福皇可以迅速收回 给予自己的遗却 几日来 杨云都在陪着这些朝中大员 和自己的亲兄弟们演着戏 一副其乐融融的局面 但关键时刻 他却打得哈哈 敷衍了事 这些大人物们都是人精 当然 明白杨云的意思 不过杨云虽然拒绝了他们 但也没表达出 亲近哪一方的意思 这也不算是难以接受的结果 在这种局面下 杨云和西京城中 各分势力的关系 都变得好了起来 目前这种局面 杨云倒觉得没有什么 端木济月和乔宇威 可开心不已 这两个闲不住的家伙 前几天被杨云拦在王府中 不许外出 现在局势有所好转 杨云被这两个家伙 缠得无可奈何 终于同意让他们出去走动走动 结果 这两个惹是惊出门 丝毫没有出来乍到 要夹着尾巴做人的觉悟 把西京城闹了个底朝天 西京城作为大夫的都城 居住着绝大多数 大夫的高官和贵族 难免有许多 无所事事的顽固子弟 过着欺男霸女的日子 但这些人也知道分寸 知道那些人可以惹 哪些人惹不得 彼此之间有一些默契 各行其事 互不干扰 端木济月和乔宇威 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又是第一次来到西京城 没有人认识他们 所以很快遇到 一些不长眼的家伙招惹 本来他们料明身份的话 这些人怎么都得 给杨云留一些面子 但是这俩个家伙 却从来不知道西市宁人 一言不合 立即大打出手 第185章 论策 一直跟在端木济月 和乔宇威身后的赤木 也是一个愣头青 见有机会打架 哪还控制得住自己 冲上来就是乒乒乓乓 直接动手 这些顽固子弟 以及他们的家丁 都是些指挥三脚猫的家伙 哪里是赤木这样的猛将的对手 三两下下来 这些人全都鼻青脸肿 躺在地上直哼哼了 在皇城之中 居然被这些外乡人欺负了 这些顽固子弟们 当然不肯甘休 他们回到家里 向家中长辈哭诉 家中长辈烦不胜烦 只好答应帮他们出头 最后各方实力经过调查 这些人居然是乌王府的人 这是传到杨云耳中之后 弄得杨云哭笑不得 只得派孔元 四处给别人赔礼道歉 幸好 这三个家伙 也知道不能把事情闹得太大 对方都只有一些皮外伤 面对在朝中地位 日渐增高的乌王杨云 这些顽固子弟家中长辈 都选择掩旗息鼓 才算把这事情平息下来 这一番事情下来 杨云更加坚定了 要赶紧离开西京城 回到吴县的想法 又过了几天 各种迎来送往 各种宴请 终于告一段落 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 杨云马上带人 踏上了回归吴县的路 可是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又多了几辆马车 原来端木济月和乔宇威 万般不愿地 跟着杨云回转无限 所以在临走之前 他们还拖着一大群 汪府的家丁 到街上给他们 买了一大堆 稀奇古怪的东西 从胭脂水粉 到衣服绸缎 甚至各种零食 足足装了两大马车 跟来的时候不一样 杨云这次离开西京城的时候 为他送行的人很多 甚至连往日 跟他关系不算很好的 向王杨县 居然也亲自来露了一个面 向王杨县一番 依依细别的话语 让杨云一时有一些错觉 仿佛这人和十三皇子 还同时候 看自己很不顺眼的那个二哥 不是同一个人 五哥杨明倒是没有来 但是让人带来了礼物 这次回到西京 也见过圣王杨明几面 虽然每次见面 两人都能聊上好久 但是杨云却隐隐有所感觉 自己和这位从小最崇拜的五哥 之间已经有了一些距离 现在的杨明 和以前温文尔雅形象 有了一些区别 言谈举止中 多了一些舍我其谁的的霸气 不过想了想 杨云也觉得能够理解 毕竟现在杨明在所有的皇子中间 威信无人能比 朝中有许多大臣 都在向福皇呼吁 要立杨明为太子 现在 朝野上下都有这个传言 说是福皇马上就会下旨 封圣王杨明为大副太子 不过这些传言 似乎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福皇 现在也有放权的迹象 朝中有许多事情 都让圣王杨云全权处理 城中许多普通老百姓 街头巷尾都有在谈此事 圣王杨明 这些年来为大副征战 立下了许多功劳 在老百姓中口碑也很高 所以这些大多数的平头百姓 反复走足 都非常支持 由圣王杨明作为大副太子 坐在离京的马车上 杨云翻阅着游烟飞飞 郑小七 甚至还有柳飘飘给他的一些最新信息 从这些信息中不能察觉出 现在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大副朝野上下 为圣王暗中造势 想营造出一种 大副的储位 非杨明莫属的迹象 看了这些信息 杨云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看来自己离开西京城 有可能错过一场精彩好戏 整个回城的队伍 有姚霞拳拳负责 还有赤墨这种高手在队伍中 什么事情都不需要杨云操心 他将马车帘子拉开 看着窗外各种景色 此时正值春天 四处红花绿草 甚是迷人 而此时此刻 西京城的一处宅院中 有一群人正在一间密室中 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什么 如果杨云在此的话 一定认得 中间一个长得十分儒雅的中年人 正是不久前 送别自己的二哥 相王杨县 而此时 和杨县一起待在密室中的 都是最信任的一批智囊 这些人齐聚一堂 显然 是要讨论什么重要事情 见所有人对各自落座 杨县倾咳了一声 所有人立即安静下来 静静地看着坐在守卫上的相王 想听他说些什么 各位 想来大家都已知道 近日 朝野上下 许多人都在议论纷纷 说陛下 应该马上下旨 封老五为太子 诸位都是我杨县最信任的人 这里我说句实在话 这太子之位 我是拼死 也要去争一争的 现在想听听 大家有些什么建议 杨县说完之后 向大家拱了拱手 看看场上众人 场面暂时安静下来 这些人都是多年来 杨县网罗的人才 深得杨县的信任 每个人都在心中认真思索 准备想出一个最完美的方案 以博得相王的青睐 我们也分析了一下 得到的消息 应该是专门有一帮人 在推动这件事情 坐在杨县下手的一个汉子说道 在场的都是 跟随相王多年的人 当然认识这个汉子 这是杨县手下 庞大情报系统的负责人 他们想用老百姓的口 给陛下施加压力 那我们也可以效仿 将这么多年收集起来的 圣王的所有劣迹公之于众 让他在陛下面前抬不起头 那么陛下也就会 吸了封他为太子的心思 这时 一个武将打扮的官员 站起来说道 这是一个好办法 因圣王现在独大 对大多有意夺处的殿下 都产生了压力 我们正好联络他们 一起暗中出手 宣传圣王只一为将 不一为地 又一身穿文官服饰 老人说道 对 我们把这些年圣王和他的手下 私下做的一些坏事 给他好好宣传一下 让百姓认识他的真面目 又有人狠狠地说道 还可以给他扣上一些屎盆子 西京城中不是还有好些 百姓愤慨的大案没破吗 比如张氏灭门惨案 众多少女失踪案 都往圣王头上扣 让他的微信扫地 一个官员尖笑着说道 紧接着又有几个人发言 都是支持前面几个人的意见的 这几个人说完之后 场面又安静下来 见大家没有再发言了 杨县环顾四周 最后把目光落在 离自己不远处的 两个文士打扮的青年身上 这两个人虽然年轻 都还不到三十岁的样子 但是在场中人都知道 他们在向向王杨县心中的地位 可不比这些朝中大员们低 特别是离向王最近的陈远航 加入向主势力集团后 为向王出了不少计策 都收到极好的效果 已经成为向王十分依靠的智囊 陈远航在太子杨县倒台之际 为向王杨县献了几个计策 好好因了杨县一下 加速了他倒台的步伐 同时又成功帮助向王 将原太子杨县手下的一些重要人物 拉到杨县这一方 而此时坐在陈远航身边这吴远狱 就是在那个时候 被陈远航引荐到向王跟前的 这吴远狱倒也的确是个人才 几年前向王交代他的几件事情 他都处理得非常漂亮 现在也深得向王和他手下一些公园信任 刚才 向王杨县见两人一直坐在那里 没有有发言 觉得有些奇怪 陈先生 吴先生 你们两位可有什么要说的 向王杨县一直对人比较和善 但了解他的人知道 这人下起手来比谁都狠 见向王问到自己 陈远航和吴远狱两个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陈远航站了起来 向王殿下 在下认为 我们不仅不应当阻止圣王为自己造势 我们还应该发动 我们的力量 帮助圣王宣传 最好在朝野上下造成 非力圣王为太子 不可这样的态势 陈远航这一句话 让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陈先生 照你这样说 那我们不是不仅要将太子之位 拱手让给圣王 还要帮圣王逼陛下 早下决定吗 你到底是圣王的手下 还是向王殿下的幕僚 最先发言的那个武将 站起来大声说道 是啊 有你这样 出主意的吗 又有人在一旁接口说道 坐在中间的向王 没有说话 表情也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 他心里在想什么 这时 又有不少人站起来 对陈远航的说法 表示反对 吴先生 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建场中又恢复了安静 向王阳县 对坐在一旁的吴远渝问道 我赞成远航兄的建议 诸位你们想想 按陛下的脾气 他的决定 是旁人能左右得了的吗 圣王的那些小动作 陛下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们再想想 把陛下他老人家惹火了 他会做出什么决定 吴远渝见众人都看着自己 他轻轻站了起来 微笑着说道 听了吴远渝的话 众人又一次安静下来 这么多年来 他们对福皇的个性可是了解 谁要动用手段 给他老人家施压 那是从来都没有好果子吃的 这么想来 这个做法虽然有一些冒险 但是我觉得可以一世 这时 那边年纪 有点偏大的文官 轻轻拍了一下身旁的暗基说道 但是如果陛下本来就有意 立圣王为太子 他便顺水推舟答应了怎么办 一旁有说道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陛下迟迟没有立处 说明他心中还没有做好决定 这时去逼他们的人 肯定是会有麻烦的 不远处的陈远航着说道 那好 就这样定了吧 此事就由陈先生负责 吴先生从旁协助 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 让任何人都怀疑不到 我们向王府头上 向王阳县思索一番 终于下了决心 第186章 布局 此时的杨云 十分惬意地躺在马车上 虽然路上还有些颠簸 但是却丝毫影响不到他愉快的心情 这次到西京城 虽然待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收获还是蛮大的 福皇将石洞县和阳县赏给自己做封地 这两个地方和吴县紧紧相连 使得自己的封地足足扩大了一倍 要说奖赏封地 是阳云之间有所预料的 但池尚文的突然升官 却是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 并不亚于福皇给自己的封地 长久以来 自己在朝中 没有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的重要官员 大幅发生的一些大事 也没法第一时间知道 这池尚文 虽然不热衷于权力斗争 但是自己作为他的女婿 在一些特定的时候 他也一定会出手帮忙的 但是阳云心中还是有一丝的担忧 他给福皇把锅卖 虽然发现福皇的中药中有些问题 现在应该已经停止服用 但是 从福皇的卖箱中可以看到 他的身体已经一日不如一日了 并且 这种身体的衰弱 已经不是要时能够起到作用的了 从卖箱上来看 他老人家 最多还有三到五年的时间了 估计福皇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给了阳云一块重要的令牌 如果出现动荡 阳云可以凭借自己这一手暗棋 力挽狂澜 只有三到五年的时间 这给了阳云很大的压力 要知道 自己目前在无限虽然发展不错 但是无限仅仅是大幅 弱大土地中小小的一块 其实力十分有限 如果自己不能够在这三到五年的时间 使自己变得强大 一旦福皇发生什么状况 自己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何谈借助力量力挽狂澜 所以 在返回无限的路途中 阳云的脑海里 几乎不断在思索 根据自己目前的情况 如何依托自己三个县的封地 让自己变得强大一点 少主 转过前面那个山嘴 就到了无限境内了 这时姚霞来到马车旁 轻轻地说道 本已昏昏欲睡的阳云 听到姚霞的声音 立即睁开眼睛 拉开了马车帘子 看看外面的景色 这个地方 阳云还是很熟悉的 几年前他第一次来无限的时候 同行的刘远 也是在这个地方提醒他 快到无限了 再一次接到圣旨 要去出使郑国和逾越的时候 由于没有想到 这一走就是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 经历了太多事情 杨云已经特别想念 无限这块熟悉的土地 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亲人 杨云叫停了马车 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在车上坐了很长时间 决定骑着马往前走一走 即将踏上无限的土地 他的心里还有一点小激动 队伍刚刚转过小山 就看到前方有一大群人 站在一块写着 无限两字的石头标志牌后面 杨云的视力很好 看到这群人影 他一下子高兴起来 马上催动坐下的战马 飞快地向前方奔跑而去 郭龙 巨远光 钟文锐 颜雄 七威 刘远 一个个熟悉的面容 出现在杨云的眼前 这里虽然已经属于无限境内 可是离无限限城 还有几十里路的距离 这一段多维山路 道路很不好走 但是这些人依然赶过来了 一声声热情的招呼 一张张洋溢着笑意的脸庞 一次次激动的拥抱 让杨云切切实实地感到 回家了 跟大家打完招呼之后 杨云才注意到 在众人后面不远处 还有一辆马车 马车前站着燕晴和柳月 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而马车的车窗上 一张带着微笑的翘丽绒颜 正向这边张望着 丽媚 看着这张翘丽绒颜 杨云一下子震住了 心中无数次想到过 再见着自己最爱的人的场景 但今天成了事实 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过了好一会 杨云才反应过来 拨腿迅速向马车的方向奔去 不多时便来到马车前 这时 他知道只有淡淡的一句 却胜过千言万语 杨云知道 这一年多来 池里一定经过不少的相思之苦 度过了许多的不眠之夜 我回来了 此时的杨云 心中想了多次见面 想说的许多话 但是却只化成了这淡淡的一句 看着这张美丽而憔悴的脸 杨云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激动的心情 他走过去 一把将这绝美的女子抱在怀中 把万千思念 化作这深深的一拥 杨云回来了 这消息很快 在吴县的老百姓中传开 对吴县的老百姓而言 这位白莲教主 这位吴王殿下 就是他们的天 自从杨云来的吴县 这里天天都在发生变化 百姓们再也不用过着设上顿 没有下顿这样痛苦的日子了 当杨云等人 回到吴县县城的时候 已经有数千自发而来的吴县百姓 等在县城门口 来迎接这位吴县的主人 看见这么多人敢来迎接自己 杨云十分感动 他走下马车 骑在马上 向着自觉 站在街道两旁的吴县百姓 不停地打着招呼 这一刻 杨云激动的同时 也感觉到身上巨大的压力 这一片土地上的数万百姓 已经把自己 当做他们最大的依靠 可是自己现在的力量 连自保都不足 哪里还有力量保护他们呀 此时此刻 杨云在心中暗暗告诉自己 一定要抓住这三到五年的时间 使自己变强 变得有能力保护这些 把自己当做亲人的人 回到吴县 杨云和池历 在人工湖旁修的小木屋里 住了一夜 这时杨云离开吴县之后 池历亲自指挥人 为两人搭建的爱的小巢 已经分别一年多的两人 只在这间小屋里 度过了甜蜜的一晚 第二天清晨 杨云一大早起来 就开始进入忙碌状态之中 杨云匆匆来到县衙 将自己势力中 这些重要人物 全部聚在一起 讨论接收石洞县 和阳县的相关事宜 在回来的一路上 杨云一直在考虑 封地发展的事宜 到了县衙之后 他就向大家宣布了 自己的决定 派中中文睿 到石洞县担任县令 负责石洞县全面管理 而以前在无县担任县位的 刘远区石洞县担任县位 负责招募星河训练士族 派姚侠去阳县担任县令 从七威手下侍卫中 选出了一个 有多年征战经验的 中年汉子为县位 而无县 则仍然由郭龙 这一个前储君大元帅 让自己放下心来 后来一场大乱证明 杨云的这一决定 是多么英明 各县还有许多职位 比如县城和师爷等 暂且空缺 等以后有合适的人选之后 再一一补缺 此时此刻 杨云才深深地感觉到 自己身边人才的匮乏 特别是擅长内政 和军事的人才 的确缺得太多了 此外 杨云让巨远光担任无王军师 负责督查和统一协调 自己辖区三个县的各项事宜 还有一个人 这次杨云也给他的重任 此人叫严隆平 此人精通农事 已经到达痴迷的地步 几年前 贝杨云从西京城带到无县 让他指导百姓们 种植农作物 为无县粮食增产 做了巨大贡献 此次 杨云让严隆平 担任封地大总管 让他全面协调和指导 农作物种植各项事宜 紧接着 他还专门赶到山中 分别到严雄 刘海逆的山寨之中 让他们加强土匪的招募和训练 若需要兵器 尽管派人找铁山 为他们打造 严雄和刘海逆的山寨 也是杨云心中 势力拼图中 重要的一块 杨云郑重嘱托严雄和刘海逆 在大山之中 偷偷为自己训练出一支 擅长山地和丛林作战的精兵 可以说 杨云的想法 是很有前瞻性的 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 就是靠着这一些 擅长山地作战的土匪兵 突出骑兵 让楚国人大大的吃了一个苦头 端木积月到了吴县之后 仿佛变了一个人 整天躲在 杨云给他们安排的住处 不愿意出门 而乔宇威 却是一个闲不下来的家伙 多次缠着杨云 要让杨云给他封一个关当当 杨云被他缠得烦 不胜烦之时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他让乔宇威 亲自去吴县女子之中 选出一些身体强壮 矫健灵活的女子 城里一支女兵 让他担任将军 亲自训练他们 乔宇威听到后 万分激动 马上去把躲在屋里的端木积月 拖了出来 让他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端木积月 本来也是个闲不住的个性 这样的事情 正合他的心意 两人马上行动起来 没到几天 他们就招募起了一支 足足千人的女兵队伍 热火朝天地训练起来 好久没有回吴县 这次回来 杨云马上进入了忙碌的状态 亲自勘察各项水利设施 为即将来临的粮食丰收 做好准备 来到大山深处 查看各种矿产开采情况 深入兵营 指导无限士兵进行训练 此外 他还亲自去了好几趟路而坡 看望安置在那里的附近 各县迁入的流民 这些流民来到路而坡 受到无限官员的颇多关照 他们感激不尽 这几年在这里发展不错 他们早已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新家 现在见吴王殿下 刚回吴县 便不辞辛苦 多次来看望大家 他们都感激不尽 纷纷表示 要不负吴王期望 好好地建设新家园 第187章 烂摊子 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杨云的身体 很快就有了薛寿的迹象 看得迟离心痛不已 但是迟离便知道 自己的丈夫 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他帮不上什么忙 只好天天 拖着艳琴和柳月 换着花样 为杨云准备各种美味食品 让他的身体得到滋补 在吴县忙碌了好些天 该视察的地方都去了 该关注的方面都关注了 吴县现在有六万多人 这规模在整个大幅 也算不错的一个县了 这些天来 杨云把整个县中的各个方面 几乎关注了个遍 凭着自己两世人生的经验 给他们了一些合理建议 这么多天马不停蹄的忙碌 就算是现在 他的身体素质已经挺不错了 仍然还累得够强 等吴县这边的事情 稍微告一段落 杨云又马上启程 准备到石洞县和阳县去看看 虽然负责这两县的官员 已经提前派出 但杨云知道 那里还有许多问题 需要自己解决 第一站 杨云先到了石洞县 这里跟以前吴县一样 也是一个多山少帝 人口稀少的县城 一走进石洞县境内 杨云就感觉头皮发麻 没有想到 与吴县比邻的这样一个县城 居然会穷到如此地步 一路行来 寺下里很难见到一个人 进入县城的主干道 坑坑洼洼洼破旧不堪 田地里种着稀稀拉拉的庄稼 那庄稼和这里的人一样 总是低垂着头一副 无精打采的样子 到了县城里边 县城的城墙低矮破旧 县城中的建筑物 也差得让人不忍目睹 到了县衙 钟文锐和县衙的官员们 见到杨云 就像见了救星一样 向着杨云大道苦水 石洞县现在的人口很少 连一万人都不到 并且 这些人都大多 以老人妇女儿童居多 以前的石洞县 倒还有一万五六千人 但是许多人不堪贫穷 都外出到其他地方讨生活去了 特别是前几年发瘟疫 好多青壮年 都到附近发展很快的无限去了 只留下一些 以老人妇女为主的人 不愿意离开故土 在这里 过着贫困的日子 这里也没有多少商人 因为好多商人来到这里之后 发现再好的东西 这里的人根本无力购买 久而久之 赚不到钱的他们 便不愿意到这里来了 这里也有一个优势 这里和以前的无限不一样 因为这里没有土匪 钟文锐说到这个方面的时候 脸上带着苦笑 因为这里没有土匪的原因是 老百姓们太穷了 就是土匪 也抢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虽然没有土匪 但这里的治安并不好 小偷小摸的人特别多 还有一些无所事事的人 组织一些小帮派 经常打架斗殴 欺男罢女 因为存在着这些欺凌弱小的帮派 偶尔有些人来到这里做小生意 因为受不了他们无休无止的 欺诈和盘剥 都不愿意再来这里了 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其他产业 所有的人都指望着 那几块平级的田地过日子 在钟文锐他们来到石洞县之后 前任的县令 以最快的速度 和他们完成了交接 然后兴高采烈地离开了 因为这么平级的地方 他们根本捞不着什么油水 早就想着要离开了 按钟文锐原来的打算 自己从无限带一部分人过来 再从石洞县原有的官员中 留下一部分 勉强可以凑齐一套班子 可是让钟文锐失望的是 原来石洞县县 本来就没有几个人 现在好不容易有掉走的机会 他们怎么还会傻乎乎地留在这里 钟文锐做了许多挽留 又许了一些承诺 但也只有一两个本地人 实在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人 所以使留了下来 使得现在的县衙严重缺少人手 刘远也苦笑着说 目前他们县衙中的衙役 还没有县城中一些帮派的人数多 所以这些帮派势力 根本没有把新来的县令放在眼里 听了钟文锐和刘远的叙述 杨云顿觉头疼无比 这里比自己刚来无限的时候 更加困难 原以为增加两个县的封地 可以使自己实力增强 没想到现实却是这么残酷 福皇给自己的 居然是这样一副烂摊子 随后 杨云与钟文锐和刘远等人 一起视察了石洞县的许多地方 看着这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场景 杨云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回到县衙之后 杨云和县衙的人 一起商量无限的发展问题 大家各输己见 谈了自己的想法 看得出来 大家是发自肺腑的 想把这里发展好 这让杨云觉得 总算还有些安慰 众人讨论的重点 主要落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人的问题 现在的石洞县 人口的数目的确太少了 要想有所发展 增加人口数量是必须的 第二点是招商的问题 一个地区要想得到快速发展 支持经商是十分重要的 只有大量的商人来到石洞县 才能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 而县里的一些特产 也才能够送出去 大家一致认为 目前的石洞县 如果仅仅靠一些钱粮上的支持 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正所谓救急不救穷 石洞县要想有所发展 必须充分调动县城老百姓的积极性 同时找准最适合他们发展的路子 在了解了石洞县的基本情况之后 杨云让钟文锐和刘元等人 继续进行调查 制定出让县城飞速发展的具体方案 然后再向自己汇报 接下来 杨云没在石洞县再多坐停留 他又马不停蹄地向杨县赶去 到了杨县 杨云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里的情况 要比石洞县好许多 无论是人的精神面貌 地理庄稼的状态 还是老百姓的房屋 甚至县城的道路 都不是石洞县可以比的 不过 一路前行 杨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里的人 看见杨云这一大群人 驾着好几辆马车 往县城方向行去 他们一点也没有好奇的意思 更奇怪的是 杨云专门安排人 向他们询问一些事情 这些人总是爱理不理的 侍卫甚至告诉他们 马车里坐的是 这块封地的主人吴王殿下 这些人也是一副 蛮不在乎的样子 抓住他 抓住他 杨云本人正在往县城的方向行去 忽然听见 远处传来一阵喊声 杨云连忙叫停马车 正准备让人前去查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却见一个劈头散发的女子 正匆匆忙忙地向他们奔跑过来 后面还有一大群人 一边喊一边紧紧追赶 看后面那一群人凶神恶煞的样子 不难想象 在前面奔跑的女子 若是被他们抓住 那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杨云最讨厌这些欺负妇女和老人的家伙 由于担心这女子遇上危险 他连忙派人冲了过去 在追兵追上之前 将这个女子保护起来 不一会儿 侍卫们带着这女子回到杨云身边 但后面追赶着女子的一群人 已经追了上来 将杨云一行人团团围住 你们是什么人 快将这女人交给我们 不然的话 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这群人中 一个领头的精壮汉子 朝着杨云大声说道 你们是什么人 光天化日之下 一群人狂追一个弱女子 难道这杨县地界 没有王法吗 杨云走下马车 看着这领头的精壮汉子 大声呵斥道 外乡人 看你也是非富极贵之人 在杨县这个地方 王法离我们太远 可能真起不了多少作用 这精壮汉子看着杨云 有些不屑地说道 大胆 你知道他是何人吗 他是我大福的吴王殿下 杨县已经被父皇赐给吴王 吴王殿下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你们敢在殿下面前放肆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陈山是杨云新进收入侍卫队伍的 他的心中对杨云十分敬重 现在见有人居然对杨云不敬 他立即站出来 大声呵斥道 拜见吴王殿下 小人杨安 家族属于皇家庞之子弟 这女子是小人弟弟兴娶的媳妇 精神有些问题 终日乱跑 惹了不少麻烦 还请殿下 将他还给我们 我一定好生管理 不让他再乱跑生事 领头的精壮汉子 听了陈山的话 也没有多少害怕的意思 向杨云拱了拱手拱身说道 恩公 是我 我是朱小孩 我没有疯 快救救我呀 这时 那名劈头散发的女子 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听到女子的喊声 杨云抬起头来 认真打量着女子一番 他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当日在楚国小山村 帮助杨云等人脱险的 楚国少女朱小韩 小韩 怎么是你 我不是给了你们银两 让你们到无限去吗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 遇到了朱小韩 杨云觉得十分意外 他们抓住了 我和爹爹 要我嫁给一个傻子 还想欺负我 恩公您舅舅我妈 朱小韩哭着说道 看来这样日子来 她没有少受苦 听到没有 这女子是我的熟人 她不是什么疯子 这让我保定了 杨云看着这个 叫杨安的精壮汉子 冷冷地说道 殿下 这里是杨县 不是西京城 你在这里抢抢我的弟媳妇 是不是想欺负我们杨县 杨家一族无人 这杨安居然不怕杨云 嘴里狠狠地说道 还迈不往杨云身边走来 第188章 破局 大胆 见杨安居然对杨云不敬 陈山一声大喊 抽出腰间的短刀 迅速站到杨云身前 一旁的其他侍卫健壮 也连忙抽出腰刀 迅速站在杨云身前 等候她的命令 而一直站在杨云身后的赤墨 见有机会打架 立即来了精神 摆开架势 就准备往前走去 却被杨云一声叫住 杨安见杨云手下侍卫队列整齐 手中的短刀闪闪发光 侍卫们的眼神冷峻 一副精神奕奕的样子 再看杨云身边 铁塔般的赤墨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杨安心中感觉胆寒 顿时心生退役 吾王殿下 如此欺负我杨县杨家 我家主一定会来讨个说法的 我们走 说完之后 杨安带着人转身离去 问公 我的爹爹还在他们手里 祝小韩见杨安等人离开 有些着急地说道 量他们也不敢 将老人家怎么样的 现在我们对这情况不熟悉 等到县城问问县衙的人 我们再从长记忆 杨云安抚 祝小韩道 由于路上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 杨云再也没有了细细访茶的心情 带着人匆匆往无限县城赶去 路上杨云向祝小韩询问一番 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 祝老带着祝小韩 送走杨云等人之后 因为担心楚兵察觉 是他们妇女俩 帮助了杨云等人 于是便在 附近的一个寺庙中 躲藏了一段时间 后来 祝老见风声渐渐消去 想来楚兵没有再追查这件事情 便带着祝小韩 越过了楚国边境 来到大附近内 妇女俩按照杨云的吩咐 一路向无限来 由于有杨云所给的盘缠 两人倒是没受多少苦 只是由于不认识路 走了许多冤枉路 妇女俩一边走 一边问 不知不觉就来到杨县境内 在杨县问路的时候 恰好被杨安遇上 被杨安哄骗至自己的家中 到了杨安的家中 杨安方才露出本来面目 他要祝小韩嫁给自己的傻弟弟 妇女俩多次逃脱没有成功 只得虚以蛇尾 答应了杨安的要求 为了寻找机会逃脱 祝老故意把婚妻定在好些天以后 谁知杨安将祝小韩 嫁给自己弟弟是假 其实他对祝小韩一直有觊觎之心 只是畏惧家中有母老虎 所以一直不敢付诸行动 恰好今日 杨安的妻子回了娘家 他便将祝小韩 骗至自己的房间之中 欲行非礼 结果遭到祝小韩的拼命反抗争斗声 惊动了在隔壁的祝老 祝老拿起一根棍子 就赶来和杨安拼命 杨安一边反抗 一边喊来家中家丁 一起将祝老制服 而祝小韩则趁着这些家丁仆役 没有注意自己的时候 偷偷逃出了杨安家 杨安发现祝小韩逃跑之后 立即带着人追了出来 于是便有了杨云看见的一幕 带着心中的疑惑 杨云等人来到杨县县衙 县衙里房舍的简陋 屋中家具的成就 比石洞县好不了多少 这是杨云根本没有想到的 来到县衙之中 看到正在忙碌的姚霞 见到姚霞的这一瞬间 杨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仅仅十几天没有见面 姚霞显得又黑又瘦 神情也十分憔悴 这和以前那精神抖擞 似乎什么困难 也难不倒他的样子 大相径庭 看了姚霞的样子 杨云的心情有点难过 看来他在这里 一定遇上了巨大的麻烦 杨云了解姚霞的个性 就是再苦再难 他也不会向自己诉苦 姚大哥 看来这里的事情 的确为难您了 有什么困难您就跟我说 如果在这里干得不开心 我就给你换下任务 姚霞为了自己 连性命都不顾 在刘仪的时候 为自己丢了一只手臂 杨云发自内心 不希望自己这一个 像大哥一样的属下为难 哪有没有困难的事情 没事的 我还扛得住 姚霞淡淡地笑道 但却掩盖不住脸上的愁容 一起在县衙中落座 将杨县现有的官员 全部召集在一起 杨云才知道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杨县这里有人口三万八多千人 虽然比不上现在的无县 这个时代 严可是十分重要的东西 大幅各地 甚至连附近一些国家的商人 都来杨县构严 有了这得天独厚的条件 使得杨县的经济 还是挺不错的 许多人县的老百姓 靠着这一点 每年都能得到比较丰厚的收入 按说姚霞在这样的县城担任县令 应该还是比较好过的 可是实际情况却是不然 他目前的境况 甚至连在贫困的石栋县 当县令的中文锐都不如 造成这样的局面 主要是因为 无限有两大实力雄厚 又互不相让的两大利益集团 杨县这地方 起名的原因就是这里 信阳的人特别多 杨县人数占了全县人口近一半的 这些人多半占亲戴故 形成了一个弱大家族 在杨县杨县百姓中 族长是这里权力最高的人 至于外来的县衙官员 他们根本没有打上眼里 这里杨氏一族本来就十分霸道 先皇阳远夺取司马家江山 建立大富王朝之后 杨县的杨氏一族 千方百计跟皇族扯上了关系 从此以后 他们就变得更加嚣张了 以皇亲国妻之名 在无限作威作福 而一些外姓人口 实在忍受不了杨县一族的欺凌 于是他们也团结起来 形成一股势力 取名为何一会 与杨氏一族分庭抗礼 杨县产炎 因为食言是所有人都必须的物品 所以采炎是暴力行业 钱又不担心销路 所以这些年来 何一会和杨氏一族 为了争夺杨县的几个大眼井的开采拳 没有少发生摩擦 还进行了好几次的大规模争斗 在利益面前 两边互不相让 打得不可开交 最后 双方都死了不少人 由于他们提前打通了各种关节 官府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 双方都损失了不少人手 结果都没有占到多少便宜 最后 两方的首领看到这样也不是办法 又坐在一起进行和谈 最后 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终于达成了协议 将这里的大小眼井全部瓜分 就这样 杨县众多的眼井 每年开采的盐 就被这两个势力所垄断 正所谓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利益的驱使下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这两个势力集团中 使得他们实力越来越强大 到后来 他们的实力 远远超过了杨县宪兵的人数 掌握了杨县许多事务的主动权 使官府成为了摆设 他们派出人 维护县城的治安 为了方便把盐送出去 还修缠了县城的道路 一只眼 久而久之 县衙的官员也适应了这种生活 什么都不做 可以得到朝廷的俸禄 也会得到两股势力 给他们的红利 姚霞带着人来到杨县的时候 这里的官员万分不舍地完成了交割 等姚霞彻底接管县衙的时候 发现他们所有的政令 不仅杨县的百姓爱理不理 连县衙的差役都不愿意去执行 到最后 这里的一名老师爷 才告诉姚霞 在杨县当官的潜规则 那就是不管是 不惹是 自有银两进包里 这样的局面 当然不是姚霞想要的 他接管县衙之后 深知这里大量食盐所产生的利益 对给予想要增强实力的杨云是 无比重要的 他费尽心思 想要从这两股势力中 把严谨的控制权收归县衙 却发现 这一却势如登天 刚透露一点想法 还没有来得及 和两股势力的人进行交涉 县衙的所有差役 第二天全部终止上差 让姚霞成了光感司令 而杨云给姚霞所配的这名县位 领兵作战还行 处理这些事情 没有任何经验 根本没法给姚霞带来有效帮助 不仅这样 姚霞家带着县衙的人 来到县城之中时 县城的老百姓们的脸上 都带着毫不掩饰的憎恶之情 仿佛姚霞等人 夺走了他们最心爱的东西 所以 在来到杨县的这十几天时间里 姚霞和他手下的人 虽然花了很多功夫 工作却没有任何进展 听完姚霞的话 杨云终于明白 为什么自己等人 在进入杨县之时 老百姓们脸上 会露出那一副 爱理不理的神情了 本以为石洞县那边的情况 已经够糟糕了 没想到这相对复数一点的杨县 居然是这样一副 更糟糕的局面 对于杨县这样的局面 纵使见多识广的杨云 一时间也想到太好的办法 通过协商 让他们交出严谨的控制权 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是通过武力 强行收回的话 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据姚霞介绍 杨县的杨姓家族 和外姓所组成的合议会 为了守住自己的严谨 都招募和训练了数千香兵 两股势力的香兵加起来 足足有一万四五千人 而杨云若要强行收回严谨开采权 就只有从无限调兵 而无限的宪兵 除了要留守现成的 能够派出来的也就一万人左右 无限的宪兵经过正规训练 有的还上过战场 战力要强一些 可是对杨县的地形 却没有本地人熟悉 还有 就算无限宪兵 可以战胜这两股势力 招募的香兵 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何况 杨云可不想得到一个 满目疮痍的杨县 第189章 封地诛事 一时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杨云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人前来报告 杨家县杨氏一族的组长杨红 居然来访了 这杨红年纪约50许 个子不高 但长得很结实 看面容十分和善 一副人畜无伤的样子 但杨云知道 这杨红能够成为 杨氏一族的组长 能够让这一万多 杨氏一族的成员 甘心情愿听他的吩咐 其人肯定没有外表 看着这么简单 小人杨红 拜见吴王殿下 听到吴王殿下来到杨县 小明万分欣喜 特被薄礼 来拜访吴王殿下 杨红说完 将手一挥 跟他一起前来的一堆手下 立即抬着各式各样的礼物 摆放在大厅之中 看着这些堆积如山的礼物 杨云微微一笑 心中暗道 不管最后的结局怎样 既然对方送了礼物 杨云当然乐地笑那 就算是对方送来的糖衣炮弹 我先把糖衣吃掉 炮弹还给他就是 在这样的心态下 杨玲满脸含笑 大声说道 早就听说在杨县有我们本家 本想安顿好之后 去拜访组长 没想到组长先来了 吴王殿下说笑了 当然应该是小人主动 来拜会吴王殿下 杨红十分客气地说道 双方分兵主落座 十分热情地攀谈起来 看两个人这么熟络的样子 怎么也不像第一次见面的样子 杨云一边笑着 和杨红热情地 说着一些有言没味的话 心里却暗暗打鼓 看这个样子 这位杨氏家族的组长 是一个挺难缠的人物 双方最开始的谈话气氛很轻松 当杨云提到 在一些方面 需要杨氏家族支持的时候 开始一些无关紧要的方面 杨红十分大度地答应了 就包括杨云说道 希望杨红能够让杨安江助老放回来 杨红都立即拍着胸口承诺 立即放人 既然是吴王殿下来到杨县 我杨氏家族 当然应该支持你 我杨家承诺 每年从采盐的收入中 上交一万两白银给吴王殿下 并且我们还会督促合议会 让他们每年也交上一万两银子 刚收到严谨的问题时 杨红拍着胸口 十分豪爽地说道 一万两银子 亏你说得出来 你们每年开采那么多食盐 即使按照我大幅规定的税收 也不应该只有这么一点吧 县卫相刚 本是七威手下的一个侍卫 长期待在军营里边 说话从不止转弯抹角 开采食盐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近年来食盐的产量越来越少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就这一万两 还是大家勒紧裤腰带 才能挤出来的 杨红的脸上依然带着笑意 但是和他临近的杨云 却明显看到 他眼角闪过的寒光 既然这么难 你们就把严谨的管理权交出来 由我们县衙统一管理 到时候你们的人参与开采 我们按利润进行分成吧 相刚是个直性子 接口说道 这一下 杨红脸上的笑脸全部消失了 他转头看了看相刚 轻哼了一声 这个场景 完全在杨云的意料之中 但现在就算是和杨红撕破脸 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杨云看了看身边的姚霞 给他使了个眼色 姚霞是最先跟着杨云的一批人 和杨云很有默契 他立即明白了杨云的意思 嗨嗨 姚霞倾咳一声 淡淡说道 我们现在出来乍到 还不了解情况 这件事 我们以后再说吧 因为出现了这一点小状况 接下来双方的谈话 就要生出多了 有言无味地谈了一些之后 杨红便告辞离开了 看着杨红带人离开大厅 杨云等人沉默了许久 才继续谈论起这件事情 既然他们这样做 那我们就不用客气 我不相信他们这一点人 能够抵挡住我们 久经战士的无限士兵 相刚终于忍不住了 站起来拍着桌子说道 相刚的话 点燃了大家心中的怒火 在场好多人心情激昂 纷纷表示 要直接出动武力 让他们知道 大夫无王 堂堂的十三皇子 绝不是他们可以左右的 相对于属下们的群情激昂 杨云则要淡定得多 他静静地看着大家 见大家终于安静了下来 他才笑着说道 这件事情急也急不来 武力解决不是难事 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一个 满目苍疑的杨线 所以 我认为 这件事情暂时放下 等我们解决了 石洞县的那些问题之后 再慢慢地处理 杨县这里的事情 对 先让他们高兴几天 到时候让他们吃进去多少 就必须吐出来多少 姚霞接着杨云的话说道 不过 他们承诺给的一万两银子 我们还是得去要的 跟什么过不去 别跟银子过不去姚大哥 明天你就以我的名义 上门去向他们讨要 这些银两 杨云露出狐狸般的微笑 杨红说话还是比较算话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就派人 将祝老送回来了 只不过 被送回的祝老身上 伤痕累累 连路都没法走 是被杨家的人 用担架抬过来的 看到自己的父亲 被打成这样 祝小韩伤心地哭了许久 直到眼睛发红 声音嘶哑 他才在众人的劝说下 停止哭泣 姚霞派出的讨要银两的人 虽然不算是很顺利 但是总算把杨氏家族 承诺的这一万两银子收到了 而何一会 他们也答应支付银两 但暂时以库房 没有银两为名 还一直拖着 对于后来的这些事情 杨云就没有怎么关注了 这时的他 已经离开了杨县 相对于杨县这边 石洞县那边的局面 则要好上许多 杨云跟手下众人商量一番后 决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 尽快解决石洞县这边 一些棘手的事情 首先是这些小型帮派的问题 县衙直接发文 石洞县境内的所有帮派 即日内自动解散 若不照办 后果自负 看到县衙所发公文之后 这些小型帮派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有些帮派 本着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原则 按照县衙的吩咐 至少从明面面上解散了帮会 至于暗地里 还有没有活动 那就说不清楚了 还有一些帮派 抱着静观其变的态度 也不说要将帮派解散 也不说不支持县衙发出的命令 还有一些 实力较强 背景比深厚的帮派 则对县衙发出的告示 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更有渗动 有的还直接喊话 表示不会遵照县衙的意思去做 知道了 这些帮派表现出的态度之后 杨云淡淡地笑了笑 对于这些小型帮派 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只是一些跳梁小丑罢了 很轻松地就可以把他们搞定 事实也真如杨云所想的那样 县衙的告示发出后的第三天 五千精神抖擞的无线士兵 来到石洞县 不由分说地将这些反对的帮派 还有那些态度模糊 像隔岸关火的帮派 采取了武力措施 该抓的就抓 该杀的就杀 许多小型帮派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遭受这样的待遇 这些帮派的头脑们 肯定心有不甘 于是乎 公开表示不满的 走上层路线 找个集官员游说的 将各种花样都搞定 但是杨云却在县衙里 整天喝着茶 听着手下汇报发生的情况 冷笑着看着这些 跳梁小丑的表演 又过了一段时间 这些帮派的首脑们 见一切反抗一切反对 都没有效果 找到一些官员 都被以封地的事情 由封封主权负责的说法 给打了回来 这一下 这些帮派的头脑们才知道 这吴王殿下 真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于是乎 这些帮派的态度 都发生了改变 他们纷纷行动起来 要么找到一些重要人物 直接向杨云求情 要么送上厚礼 希望吴王殿下放他们一马 但是杨云却采取了 一种他们意想不到的态度 凡是送礼的一律收下 但是仍然给还没有解散的 这些帮派下出了最后通牒 终于 在一番折腾之后 这些小型帮派被强行解散 还有一些 罪大恶极的 甚至还直接被拖出去砍了头 这些罪大恶极的家伙 在县内欺男霸女多年 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 甚至有些人 时常在佛祖面前祈祷 求佛祖惩罚这些无良的人 今日终于听说 恶人得到恶报 他们立即高兴起来 奔走相告 在这些恶人被杀头的那一天 十栋县几千老百姓 大度来到现场 一阵谩骂 一堆蔬菜水果 鸡蛋向这些人狠狠砸去 甚至还有些人 直接冲过了 差异们的阻拦 冲上去对这些家伙全打脚踢 对于这些百姓的表现 暗中观察杨云 悄悄命令这些差异 给机会让百姓发泄心中的不满 在这样的态度下 这些最大恶极的帮派成员 可遭了殃 轻的被打了个鼻青脸肿 重的被打得遍体鳞伤 甚至是生命垂危 这些恶事做尽的家伙 在临死之前 还挨了一顿胖揍 这也许就是天理循环吧 因为这件事情 杨云在石洞县的声望 立即提升了许多 紧接着 杨云又派人到陆儿坡 找到那些 从石洞县干过来的流民 让他们回到石洞县去 向石洞县的百姓 宣传无王的英明 在这众多的举措下 杨云终于得到 无限老百姓的初步认可 他们开始接受 杨云颁布的一些政令 本着对杨云和他手下一些官员的信任 犹豫一番后 终于决定回到石洞来进行发展 但是 回来的人毕竟是少数 因为石洞县的条件的确太差了 许多人觉得自己看不到希望 所以不愿意回来 这样的情况 完全在杨云的意料之中 他能够充分理解 这些百姓的选择 在杨云的倡导下 石洞县压连续发布了多张告示 向百姓们阐述了 要想复先修路的观点 要让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配合县压 将进出石洞县几条关键的道路 进行修整 杨云还让人从无线 找来了许多义务宣传员 向石洞县的老百姓 讲述无线发展的经历 石洞县的道路条件 的确是太差了 几乎每年都有来往于县城的马车 掉入山崖之下 轻则舌胳膊断腿 重则粉身碎骨 石洞县的老百姓 本来就对这条路深恶痛绝 现在下听说 无线因为改善了道路条件 许多商人来到无线 让无线的资源能够送出去 外面的东西也能够送进来 使得无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这一些都让石洞县的老百姓们羡慕不已 他们的情绪被点燃了 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出人 协助县压将这些路修好 轰轰烈烈的修路运动 终于开始了 参与修路的石洞老百姓 惊喜的发现 每天县压供应的饭食中 居然还有肉 每天还会给辛苦一天的人 发放铜钱或者是粮食 这样一来 大家的劳动积极性更高了 为了修好这些山路 杨云可算是花了血本了 他从无线 还有京城的无影位四步了 调来许多银两和材料 看着每天银子像流水一样 哗哗哗地流出去 杨云手下这些人都感觉特别心痛 不过杨云却挺看得开 因为他有信心 只要这路修好了 石洞县的发展一定会十分迅速 那么他们投出去的银子 也就会很快收回来 有大量钱粮的投入 一条条平整宽阔的道路 很快修了起来 石洞县几条道路修整的速度 比起当年无线 足足快了好几倍 这样的情况 当然得益于 目前杨云手中有大把的银子做支撑 还有修建无线道路时 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 路修好了 石洞县在大小帮派 也被全部收拾下来了 于是乎 石洞县的投资环境就改善了许多 当从杨云口中 听到招商引资这几个字时 很多人还不明白 其中的意思 经杨云一番解释 大家才明白 原来是要请各地的商人过来做生意 无线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有许许多多商人来往于其间 这些年来 许多人赚得盆满钵满 但听说杨云希望他们到石洞县做生意的时候 最初这些商人还有些犹豫 但是在无线长道甜头的他们 仍然决定去石洞县看一看 看到石洞县宽阔的道路 看到石洞县老百姓热火朝天大干的场面 这些鼻喉 还惊得商人们一下发现其中的商机 他们纷纷表态 愿意听从吴王的召唤 到无线进行发展 当然 这些家伙也不是好忽悠的 他们缠着石洞县这些官员们 讨要了许多利好的政策 然后乐滋滋地开始了他们的赚钱计划 事实证明 商业的确是发展一个地区最快的手段 这些商人来到石洞县之后 迅速把石洞县的一些特产销售到许多地方 石洞县这里道路堵塞 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物资 就是卖不出去 现在可好了 这些商人来了 一下子把堆积入山的土特产全部销售了出去 石洞县百姓将在积压多年的土特产 全部交给商人卖了出去 尝到甜头之后 石洞百姓们的积极性马上调动起来 大家以极高的热情到了山中 挖掘珍贵药材 捕猎各种奇珍异寿 搜寻各种上家食材 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 由于石洞县现在的人口数量还是太少 尽管大家都参与到各式各样的劳动中 为县城产生的收益还是略显不足 人口问题又一次摆在杨云面前 在绞尽脑汁思考许久之后 杨云做了一个 让许多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 到其他地方去抢人 杨云这一思路说出来之后 大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堂堂吴王殿下居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杨云的思路是 让手下的人到周边各县府去 或者承诺赠送土地 或者给一些优惠的政策 又或者干脆直接给一些银两 让周边各县府的百姓 迁到石洞县来发展 杨云手下的这些人 听了杨云的说法后 虽然心中还有些质疑 但是长期以来 杨云的许多策略 经时间证明都是正确的 所以 大家也就豁出来了 反正如果没有人来 也不会损失什么 大不了多跑一些路吧 在这样的想法中 很多人都开始行动起来 到了周边各县府 宣传吴王的政策宣传 凶县这么多年的发展 就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在许多年以前 吴县是贫穷与落后代名词 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后 吴县发生了飞速的发展 让周边各县羡慕不已 听说吴县这块封地的主人 吴王杨云 要继续发展他新的封地 石洞县虽然 大多数人还迟疑观望状态 但是 仍然有一些 还在贫困县挣扎的老百姓们 他们想到 反正自己已经穷得一无所有了 就算冒一点险 也不会损失什么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 来石洞县的人 慢慢多了起来 仅仅过了两个月 从县衙的统计来看 石洞县的老百姓 已经有以前的八九千人 变成了现在的一万六七千人了 一万六七千人的县城 虽然也不算人数较多 但是 在这偏远山区中确实 也算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大县了 紧接着 县衙又颁布了一些政策 比如说 实施表彰奖励制度 县衙每一季度 都会评选一些 努力苦干的百姓 给予奖励 在这种思路下 各种名目奖励很快诞生了 什么最佳贡献奖 努力苦干奖 还有最佳建议奖 对于这些零零总总的奖励 不仅石栋的老百姓 没有听说过 也没有见到过 甚至大幅都从来没有出现 这样的先例 但这一点 对于这些百姓而言 也没有什么影响 反正被评上这些奖励 也不会损失什么 还是挺光荣的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 让他们彻底高兴起来 因为根据这些奖励 真的落到了实处 要么发放银两 要么发放粮食 让这一个个获奖的百姓喜笑颜开 老百姓们最看重的 就是眼前的利益 领着大包小包的奖品 回到家中 全家人都笑得合不拢嘴 这样一来 让石栋县的百姓 都开始兴奋起来 见这些踏实肯干的百姓 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奖励 那一些没有得到奖励的羡慕不已 他们都暗暗决定 要很快行动起来 努力取得一些成效 争取获得县衙的奖励 与此同时 这些获奖的百姓 还成为了免费宣传员 他们向各处的亲朋好友 眉飞色舞的 讲到自己的收获 这样一来 又打动了许多附近一些 县府的老百姓 他们见着石栋县的百姓 经过努力 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收入 大家都十分羡慕 在这种背景下 无限又迎来了 一个百姓加入的小高潮 不几天的时间 约两千多附近县府的百姓 悄悄托儿带女的 来到了石栋县 杨云知道 在这个粮食产量 十分低下时代 老百姓们日子非常难过 经常出现种地的百姓 一年到头 还得饿着肚子过日子 所以杨云见前面两件事情 已经基本上 平稳下来下来 又开始进入了 轰轰烈烈的农业大发展运动 阎龙平的经验十分丰富 对农作物的种植很有一套 所以杨云专门把阎龙平 请到石栋县 让他指导提升产量的方法 对于阎龙平而言 十分感激阎云 对他的知遇之恩 在西京城中 混了好多年的日子之后 他终于觉得自己 有望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这样的心态下 阎龙平将大量的精力 都放在了田地里的庄稼中 先是看着田地里的泥土 看一看究竟适合 种植什么农作物 需要怎样对土地进行规划 还有同样一块地 如何让他产量大幅度提升 对这一点杨云不是很懂 但是 本着感谢信任的态度 阎龙磊的积极性 彻底被调动了起来 他将更多精力 放在石栋的田地之中 希望自己来年 能得到更大的收获 与此同时 杨云还呼吁石栋县的百姓 大家迅速行动起来 修建了许多蓄水的水库 这样一来 使得石栋县百姓 这么多年来 多水的季节放水 看着这一个个巨大的蓄水库 老百姓们对来年的丰收 顿时有信心多了 他们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呵护天地的庄稼 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杨云十分重视的 经历了两次人生 杨云深深地知道 人才在各方面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 在杨云的授意下 县衙很快发布告示 县衙将扩充学堂的数量 聘请更多的夫子 让孩子们都拥有学习的机会 第191章 硬骨头 各学堂 除了有夫子教他们读书 认字之外 还会传授许多算术知识 因为杨云觉得 这些东西 他的用处是十分大的 除此之外 各学堂还会由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 给他们讲解各种实用的知识 比如打猎的技巧 种植庄稼的药爵 饲养鸡鸭鱼的方法 甚至于传授医术 厨艺 纺织等各方面的东西 半年时间匆匆地过去了 在这半年时间 杨云几乎一直扎在石洞线 像最初到达无线那样 指导的各种事项稳步进行 杨云这半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在完成了县城几条关键道路的修缮之后 又开始忙着修建水利设施 最近的这段日子 杨云的心情特别好 因为有了当初发展无线的经验 现在石洞线的好些事物 都可以按部就班 依照经验而行 当然就会少了许多麻烦 顺利了许多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石洞线的老百姓也十分忙碌 虽然身体很疲惫 但是他们的心里却很高兴 因为他们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挖矿 捕猎 种植 采药等等方面 这些穷怕了的石洞线老百姓 都以非常高的积极性参与到其中 在百姓们的腰包鼓起来的同时 县城的税收也有了起色 这半年里 进行各种修建工作 杨云拿出了大量的钱粮 现在终于开始慢慢地回收了 虽然这回收的速度还不算快 但是却使县衙所有的人都充满了信心 这些日子里 杨云几乎天天在县城四处走动 看着所有老百姓 一副热火朝天的忙碌场面 杨云的心情大好 但是 杨云的好心情 没有持续几天 一份紧急快报 破坏了他的好心情 像刚死了 看着这份由姚霞送来的快报 杨云脸色铁青 一向斯文的他 居然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因为一时还没有找出 解决杨县的问题的方案 所以杨云指示姚霞 先不要和杨氏家族 和合议会的人正面冲突 姚霞明白杨云的意思 他一面风轻云淡的 和杨氏家族 与合议会打着交道 一面对派人暗中 收集一些信息 想要从这些信息中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 县为向刚 却是一个眼中柔布的沙子的人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 不配合的态度 让他十分生气 在这种情况下 向刚经常和杨氏家族 与合议会的人 发生摩擦 甚至发展到最后 向刚几次 催要税收不成之后 一怒之下 抓了好些杨氏家族 和合议会的人 手下人被抓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的人 当然不肯把休 他们派出人 几次与县衙交涉 希望县衙能够放人 向刚的性子非常直 根本不会转弯抹角 他直接告诉杨氏家族 和合议会的人他 这两股势力 一天不按照要求缴纳税赋 他们一天不会放人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的人 和县衙交涉几次 却终没有取得成功 他们也没有太多过激的行动 直接离开了县衙 这件事一直持续了两天 抓了杨氏家族和合议会的人 姚霞本来担心 他们有什么过激的行动 但是两天时间过去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霞的姚霞也放心不少 这天晚上 县卫相刚在军营训练 土兵完毕之后 天色已经比较晚了 他便带着士兵 向县方向行去 就在距离县衙 还有几百米距离的时候 忽然遭到一群 黑衣蒙面人的袭击 相刚等人虽然拼死抵抗 但是中英寡不敌众 相刚和他所带领的七名士兵 除一名重伤者外 其余的全部战死 县衙里的姚霞等人 得到消息之后 连忙带人赶过去 但是已经晚了 黑衣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场只剩下一片狼藉 以及相刚和手下士兵的尸体 而那名重伤的士兵 显然是袭击者故意留下的活口 他在告诉姚霞 等人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不久 就因伤势太重 离开了人世 现场留下了许多刀剑 这些刀剑上 甚至还刻着杨氏家族和何一会等字样 看着相刚和手下兄弟 已经残缺不堪的尸首 姚霞异常沉重 很明显 这件事情 肯定是杨氏家族和何一会而为 他们故意留下 有杨氏家族和何一会字样的刀剑 就是向县衙示威 姚霞制止住群情激愤的手下 因为他知道 凭县衙现在所拥有的人手 要想和人数众多的杨氏家族和何一会 直接冲突 吃亏的一定是手下兄弟 此时杨氏家族和何一会 肯定不会承认是他们所为 摆明了 他们就是想给县衙一个教训 杨云忍住悲愤的心情 让手下士兵 将向刚和阵亡的士兵的遗体收剪起来 在县衙后面的一块空地里进行安葬 与此同时 姚霞立即写了书信 将西西城发生的这阳事情 连夜派人快马加鞭赶到石洞县 向杨云报告 马上去通知郭龙 让他将无限所有能够带出来的士兵 全部带到阳县边境 本王亲自领兵 看这一群 漂亮小丑能不能抵挡我无限勇士手中的钢刀 杨云把桌子拍得咚咚直响 向一旁的侍卫喊道 杨云的身旁 前两日才从无限赶到石洞的巨远光 从桌子上拿过那份摇侠写的书信 认真地看了一遍殿下 杨县杨子家族和和一会 一共可以组织一万四五千的乡兵 而我无限能够派出的兵力 最多不够万人 我们应该三思而后行 巨远光来到杨云身旁 缓缓地说道 我一万无限子帝兵 都是汉不畏死的勇士 还惧怕他区区一万四五千乌合之众 杨云大声说道 身后的一些侍卫 也群情激昂地大声喊道 可是殿下 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吧 平心而论 我们无限地肯定比这些乌合之众 在你强烈许多 但是这些人占人数优势 对 周围地形也十分熟悉 我们的士兵人生地不熟 打起来很吃亏啊 巨远光虽然年纪也不算大 就三十许而已 但是 作为谋士的他 有超乎常人的冷静 可是 这一次杨云只说了两个字 就颓然坐在椅子上 想到 如果强行攻打杨县 又会有许多出生入死的兄弟 战死沙场 那 巨大哥 你说怎么办吧 杨云有些有气无力地说道 殿下 我们就把这件事情 当成一场意外 让姚大哥把他们的人都放了 巨远光的语气 依然是那么平缓 什么 还要把他们的人放了 那么我如何去面对 九泉之下的相大哥 和那几个兄弟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杨云 又激动地跳了起来 要想他们灭亡 先得让他们疯狂 只有让他们狂妄起来 我们才有机会 找到他们的破绽 大家才乱找准机会 给他们致命一击 巨远光又缓缓地说道 听了巨阳光的话 杨云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这些道理 其实他都懂 但是兄弟的常识 让他始终不能释怀 杨云坐在椅子上 待着许久一动不动 好半天之后 他才有力气无力地说道 赵具先生的意思去办吧 接下来的几天 杨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每天无精打采 总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收下这些侍卫们 也知道吴王殿下心里难过 但是也不知道如何去劝解 只有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 想时间能够治愈他心中的不快 几天之后 终于平静下来的杨云 恢复了平日里的睿智 这几天 杨云几乎没有停止地思考 他心中闪过了许多念头 到最后 几个方案清晰地停留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很快 一系列的命令 从杨云的口中发布了出来 根据杨云的要求 杨云势力中 几乎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了 严雄和刘海妮 各自带着手下的兄弟 分散悄悄地潜入了杨县 然后聚集在的山区中 干起了他们的老本行 而燕琴和柳越 也悄悄地来到杨县 带着许多善于打探消息的 非鹰部成员 在杨县安顿了下来 要么想尽办法 找的各种关系 加入到杨氏部落和合议会之中 要恩义重金和美女 拉拢一些杨氏部落 及合议会的重要人物 想尽一切办法 从他们中间 获取一些重要的信息 甚至他们还动用了一些 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绑架 威胁 想尽一切办法 让这两股势力中的一些人 为他们服务 同时 杨云还快马加鞭 叫人把这里的消息送到西京城 得到消息的福皇 也是愤怒异常 福皇第一时间 派出几路钦差 带头上方宝剑 来到杨县附近个州府 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一些跟杨氏家族和合议 有些关联的官员 要么被直接控制起来 要么会被关进了牢房 甚至还有一些问题严重的官员 被直接砍头 这一些消息 都是悄悄地进行 所以杨氏家族 所有成员和合议会的会众 都不知道 他们好不容易买通的 许多官员 已经悄悄地消失了 最后 在聚远光的建议下 杨云 还派人悄悄在杨县散布消息 说杨县的事情 让父皇十分震怒 父皇已经下旨 派出几路大军 要在杨县杀个血流成河 在这些有心人 绘声晦涩的描述下 杨县许多人 处于了惊慌状态之中 有的人甚至开始 偷偷联系县衙 主动表示要戴罪立功 第192章 针锋相对 杨县民乡居 是这座县城中 最雅致的一座茶楼 杨县百姓的经济条件 虽然明显好于周边一些县府 但是能够有闲钱 来到这民乡居品茶听取的 仍然不算太多 所以 能够时常出入这民乡居的 都是在杨县混的比较好 有头有脸的成功人士 在民乡居品茶 也是杨县一些成功人士身份的象征 民乡居的二楼装潢最为华丽 乃是接待贵宾的地方 二楼最豪华的一个房间里 此时有两个人正坐在里面 一边品茶 一边说着什么 如果杨县普通的百姓 看到这两个人 一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这两个人 在杨县的地位特别高 可以说 他们两个把脚一踏 整个杨县都会抖三抖 这两个人 其中一位正是杨氏家族的组长杨红 而另一位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正是合一会的会场秋泽 这两个敌对势力的首脑 今日居然会坐在这里一起品茶 杨县的老百姓们若是看到 可能都会惊讶得合不拢嘴 秋老哥 我看这形势不对啊 县城中来的许多陌生人 还四处宣传 说老皇帝正派兵来要绞杀我们 弄得手下兄弟人心惶惶 看来这吴王要向我们动手了呀 杨云见过一面的杨红 有些郁闷地说道 他们有行动 这才叫正常 他们没有行动 那反而不正常了 秋泽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年纪约莫六十多岁 其实我也知道 山高皇帝远 我们又没有举兵造反 那老皇帝不可能突然派兵来围剿我们 可是手下那些家伙不相信啊 他们已经慌了起来 杨红焦急地说道 哼 杨组长 你可是统领万余人的大人物 他们这一点小伎俩 怎么还会让你慌了神政所谓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他们出招 我们便接招便审 合一会的会长秋泽 是出了名的老狐狸 那你说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杨红打心里不喜欢这个 夺走他们半壁江山的人 但又不得不佩服 秋泽这家伙 关键时刻总能想出一些好计则 杨组长 你急傻 来我们阳线宣传的 大多是些生面孔 你让手下兄弟 瞅准这些胡说八道的外地人 故意找些油桶 给他一顿胖揍 就是一些普通的纠纷 只要不伤了人命 县衙里的那些饭桶 又能奈我何 秋泽看看面前的杨红 笑得像一只狐狸 杨红果然采纳了秋泽的建议 接下来的几天 四处传播消息的这些人 时常无端遭人挑衅 对方一言不合 便大打出手 好些人还受了不小的伤 县衙里的姚侠 也感觉十分无奈 虽然明知是杨氏家族 和合一会搞的小动作 但是也无可奈何 当收到这一消息的时候 杨云感觉十分失望 看来 但看来这些家伙里边有高手 值得派人撤回了 在杨县宣传的人 另外一边 在杨县当土匪的 严雄和刘海妮 也遇上了一些小麻烦 杨县这地方 以前并没有多少土匪 因为这地方产颜 老百姓的日子 都还勉强过得去 所以都没有被逼到 上山为匪的地步 同时 杨县的民风很彪悍 曾经有几股小的刘匪 窜入杨县境内 东西没有抢到多少 却被这些对地形十分熟悉 又异常永耗战的杨县百姓 赶了出去 严雄和刘海妮到杨县之后 最初几次 他们对采盐和往初一年的 一些家伙进行偷袭 趁机获得了一些食盐和银两 可是后来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 却有了准备 严雄和刘海妮的人 不仅没有得到好处 反而遭到了对方的几次埋伏 损失了一些人手 到如今 人生地不熟的严雄和刘海妮 反而被困在一片山区之中 无法采取什么有效的行动了 当这些不利的消息 传到巨远光耳中的时候 他有些诧异 过了不久 差点生气 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有意思 看来这小小的杨县 居然还有高手 那我又接着出招 看你们如何应对 巨远光看着情况通告 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一天 杨县的街头 突然多了好些告示 这告示是县衙所张贴的 在这些告示上 详细罗列了杨县几大严警 每人出产食盐的情况 并且算了一笔细账 告示上详细叙述了 杨县一共有多少个严警 每个严警 每年大约能开采多少食盐 并且还计算了 这些食盐运送到外地 需要多少运费 而销售的外地的食盐价格 是多少钱一斤 这一份告示 清楚地分析杨氏家族和合议会 每年依靠这些严警 可以捞到多少银子 在告示的最后 县衙明确地要求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 根据大幅的税收标准 请他们迅速把历年来 没有缴纳够的税收 全部上缴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 这些年依靠严警 可没少赚钱 但是他们买通一些官员 做了假账 偷漏税收 又获得了不少的利益 看到这份告示后 杨红和秋泽 却有了不同的反应 这县令也够幼稚的 你算得准 我不承认 你又能奈我何 杨红笑着说道 而合议会大殿上 秋泽看着手中的告示 却陷入沉思之中 这些告示张贴之后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的 这些负责人 当然不可能承认 这件事是真的 更不可耐按照县衙的要求 补交税收 可是这份详细的告示 却在杨线的老百姓中 掀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杨线的这些普通老百姓 甚至包括杨氏家族的成员 和合议会的会众 他们大多数是没有 多少文化的百姓 每年他们下井挖盐 都会得到一些钱量 这些银两 可以勉强够大家养家糊口 虽然过得比较拮据 但是至少没有到 恶肚子的地步 这些杨线的老百姓们 也就满足了 但是他们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们所得到的银两 仅仅是严谨每年收益中 很少的一部分 绝大多数银子 却被那些又不劳动 只知道指手画脚的人的去了 县衙首发的告示 详细地分析了 每个景况每年的收益 让这些参与挖盐的百姓们 坐不住了 纷纷要求严谨的负责人 提高他们的辛苦费 杨氏家族的一些核心成员 和合议会的一些负责人 怎么可能将到手的银子分出来 他们一边声明 明县衙造谣 向百姓公布虚假数据 一边对下井百姓以解雇 甚至是武力恐吓等手段进行威胁 可是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的人 没有想到的是 公布这份告示 仅仅是聚远光的 一系列计划的一个开端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 这些负责人深深知道 下井采盐 已经成为杨县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普通老百姓 这一次居然铁了心 很快 各大严谨的负责人发现 这些长期以来 从事下井挖盐的杨县县百姓 居然同时聊挑子了 得这些百姓能够这样做 可把个大严谨的负责人给挤坏了 看着大量的食盐藏在严谨里 却找不到人开采 以前这些下井挖盐的百姓 也曾因为收入太少 而发出过抗议 但是在杨氏家族和合议会的威胁下 终究不了了之 但是 这一次他们却动了真格 如此大面积的坚决抵制下井挖盐 这是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现象 看来 这些下井挖盐的百姓背后 有人在为他们出谋划策 不然的话 他们根本不会齐心做这样的政策 合议会的会长邱泽 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 他将挖井百姓都开始反对下井 他做出来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行动 让地属于杨氏家族和合议会的 所有香兵下井挖盐 这些香兵听到上面的命令之后 也赶紧行动起来 纷纷脱掉 身上沉重的甲咒 丢掉手中的冰刃 来到严谨中开始开采食盐 邱泽让人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想告诉这些挖盐百姓 你们不想下井挖盐 我们有的是人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按邱泽的想法 这些香兵只要能坚持一两个月 这样不愿下井挖盐的百姓 一定会慌神 哭着求着回来挖盐的 可让邱泽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香兵平日欺负老百姓 还是挺能干 可是要他们干的话 那就像要他们的命一般 磨磨蹭蹭地下到井半天 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 或者乱穿乱撞 反而影响挖盐工作的继续 这些香兵在井下挖盐一天之后 一个个累得疲惫不堪 叫苦连天 可是他们手挖的食盐 却仅仅是以前一两成 井过了两三天 这些香兵要么装病 要么找人求情 怎么也不愿意下井井去 这样的情况 让杨氏家族和和一会的这些首脑们 头疼不已 他们之间有了不同的想法 有人认为 应该答应这些老百姓的要求 不然的话 这些井下的食盐 根本无法变成银子 但是也有人认为 不能轻易答应这些百姓的要求 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 这些挖盐百姓 哪一天不高兴了 又来这么一出 无休无止地提无理要求怎能行 两股势力内部 都发生了意见的分歧 事情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井下挖出的食盐严重减少 意味着 看得银子不能变现 杨红又着急起来 再一次找到丘泽 这两个以前敌对的势力 这一次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 反而团结了起来 第193章 斗志 丘泽其实也为这件事情 苦恼了好几天 思考再三之后 他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策略 先行答应这些 挖盐百姓的要求 然后在暗中 从外地招来贫固百姓 让他们加入到挖盐的行列中来 慢慢成为熟练的挖盐人 再一步一步替换以前的挖盐百姓 慢慢摆脱下 井挖盐人不足的局面 不得不说 丘泽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 这个办法 见效虽然比较慢 但是确实能够解问题 可是 这个策略要见效 需要很长的时间 可是聚远光是根本不可能 给他这么多时间的 很快 聚远光的另一波行动就开始了 杨安是杨氏家族 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多年来 他跟着家主杨红 做了许多事情 是杨氏家族组长杨红 最信任的手下之一 杨安在杨氏家族中地位崇高 可是就是有一点 这人特别怕老婆 杨安的老婆 是杨红的表妹 杨安在杨氏家族 有这样的地位 跟他的老婆 还是没大关系的 杨安这人特别好色 但是家中有母老虎在 他也不敢造次 只敢偷偷摸摸地 搞些小动作 这一次企图打住小韩的主意 还是借着给自己的傻弟弟 娶媳妇的名义去的 杨安在杨氏家族 混得风生水起 日子过得十分血异 但是现在却遇上了麻烦 杨安好色 但是家中母老虎 对他管得特别严 可是老婆管得越严 他的心里对美女的渴望 就更加强烈 借助手中的权力 杨安偷偷地 从每年采盐的利润中 挪出来一部分 偷偷地在杨县县城 竟交修了一栋大房子 这栋房子 从外表看十分一般 可是里面却十分华贵 足足可以和大幅 那些发达羡富的豪宅媲美 这些年来 杨安偷偷地从大幅各地 或靠重金诱惑 或直接抢抢 将好些美貌女子 送入豪宅之中 供自己享用 杨安负责将杨氏部落 开采出来的食盐 送到大幅各地 平日里在家的时间比较少 同时 他为人谨慎 每一次到豪宅中 都十分小心 加之有一帮特别信任的手下 帮他遮掩 所以 这件事情已经有好几年 都没有被杨氏家族成员 和母老虎发现 可是前几日 不知道是谁将杨安 金屋藏娇的事情 告诉了他家中的母老虎 他家中这母老虎 长得很丑 脾气还差得要命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怎么可能忍得住 母老虎第一时间带着人 来到杨安私修的豪宅之中 将正在那里 常把杨安的脸抓得血淋淋的 还跑到杨氏家族组长杨洪家 又吵又闹 得到消息的杨洪 经不住母老虎的纠缠 带着家族的一些重要成员 来到杨安私修的豪宅之中 这栋独立的院子 里面的豪华程度 让道场的杨氏家族成员 全都惊呆了 这栋豪宅 从修建到装修 那可得花上不少的银子 可是杨安 虽然他在杨氏家族的地位比较高 按他的收入 就算终日不吃不喝 也不可能有钱 修出这么豪华的宅子 显而易见 这些年来 这杨安凭借自己的植物之变 唠叨了让人想不到的巨额银子 这件事情很快传开了 一时间 在杨氏家族的低级成员中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大家拼死拼活地干了这么多年 却只能混得温饱而已 这杨安却读得了这么多的银子 杨氏家族中的这些低层分子 以及那些长期在井下挖盐的 辛苦劳作者 他们在愤怒的同时 纷纷找到组长杨红 要他公布 这些年来 够严谨的收入情况 和利润分配情况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情况 杨红和杨氏家族的核心成员们 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们的后援又起火了 杨氏家族一些核心人物 包括组长杨红 他们的财产情况 不断被有心人披露出来 这些人拥有的个人财产 已经达到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这一下 彻底点燃了 杨氏家族重重成员的怒火 他们纷纷停止了手中的工作 要家族这些核心人物们 给他们一个说法 此时的杨氏家族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步 家族中的这些重要人物 整日里躲着连面都不敢露 而杨红的另一大势力合议会 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因为合议会的这些重要成员们 他们的屁股也不干净 现在也不知道被什么人全都披露出来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他们怎么解释 也解释不清了 在这种情况下 杨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一些愤怒的人低层人员 叫着嚷着 要让他们势力中的核心人物 当面对话 可是这些人根本不敢露面 愤怒让这些低层人员失去了理智 他们开始 冲入这些核心人物的家中 抢走一些值钱的东西 并将一些带不走的东西砸烂 杨氏家族组长杨红和合议会会长邱泽 因为见这件事情无法善了 在又气又急的情况下 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 他们派出手下的香兵 开始镇压这些暴怒的低层人员 一场场冲突下来 许多低层人员被打死打伤 双方的矛盾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看事情越闹越大 杨红和邱泽才从愤怒中冷静下来 决定安抚这些愤怒的低层人员 他们拿出了大量的银两 拿给死伤者的家属 平息他们心中的怒气 然后又与这些平日在严谨中的 低层人员代表进行谈判 最大程度满足了他们提高工钱的要求 最后 杨红和邱泽还不得不 答应这些低层人员两个要求 一是严惩这些家族和会中的贪腐分子 二是公布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这些年来 从严谨中的收入 以及利润分成的情况 没有其他办法的 杨红和邱泽 最后只得答应了这些低层人员的要求 部分杨氏家族和合议会的重要成员 被取消手中的权益 好些人的财产还被没收充公 杨氏家族和合议会 都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详细公布了这些年各严谨的收支情况 在杨红和邱泽做出让步之后 这场发生在杨红的大乱 终于渐渐平息了下来 看着逐渐平息的事态 杨红和邱泽终于松了一口气 准备腾出手来 揪出这些泄露秘密的家伙 同时收拾这些 在这一次闹市中表现突出的低层人员 可是 一个小人物做出了一件事情 又在杨红掀起了轩然大波 让局面几乎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山 杨线的乱局开始不久 聚远光便找到了陈山 要他去干一件大事 当聚远光说要他重操就业 再去当一次小偷的时候 陈山的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表示自己已经改邪归正 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 但当听到聚远光说到这次具体任务 以及这次任务 对吴王殿下的重要意义的时候 陈山坚决地答应了 从小到大 陈山偷了许多次东西 挨了无数回答 因为偷东西得到许多人的唾弃 自从跟了杨红之后 他也为自己当年的无耻行为感到惭愧 但是陈山从来没有想到 有时候当小偷也是一件正义的行为 小偷也可以成为立国立民的大英雄 想到这里 他立即感到热血沸腾 当聚远光告诉陈山 这一次行动的对象 是家中防备森严的杨云杨氏家族组长杨红 稍不注意 有可能连小命都保不住的时候 陈山依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仗义多是土狗辈 从小受尽人间冷满的陈山 自从跟随杨云以来 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现在想到 能够有报答吴王殿下的机会 陈山根本不在乎付出生命 要想在戒备森严的杨氏家族组长杨红家 偷到东西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做了充分准备之后 陈山来到杨县并没有贸然行动 因为他深知 此次行动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陈山在杨红家的宅院门口转了几日 终于发现了杨红家守卫交职 那短时内有一张松懈 凭借着这一丝短暂的松懈 终于让陈山找到了机会 陈山蹭蹭蹭爬上墙头 然后一个纵身翻上一个深处的树枝 爬上了一棵大树枝上 陈山身形矫健灵活 动作一气呵成 只用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 好险 陈山刚在浓密的树枝中藏好身形 一对巡逻的家丁便从墙角走了出来 陈山立即一个翻身 躺在一个粗树枝上 这样即不会让下方的人看见 也不会让月光在地上照出影子 在陈山来此之前 巨远光早已让人收集到情报 得到了杨红宅院的地形图 也知道家丁巡逻间隔的时间 当家丁离去之后 陈山才迅速从树上下来 来到杨红家的宅院内 按照地形图向杨红的卧室行去 从小到大 陈山因为偷东西没有采挨打 从而使他变得十分谨慎 一边快速前进 他还会关注四周可以隐藏身形的地方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偷 敏锐的听觉和眼力是必不可少的 多次挨打 已经逼得陈山练就了这一身本领 每次有人引出来之前 都会被陈山提前发现 他便以最快的速度 躲藏于他事先观察到的藏身之地 尽管陈山动作十分敏捷 预判能力十分强 经验十分丰富 可还是被发现了 第194章 夜叹阳宅 发现陈山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只狗 刚躲过一对巡逻的家丁 陈山正准备从一个隐蔽的角落走出来的时候 忽然感觉身后有动静 他立即一个转身 眼前的场景让他吓了一大跳 一头小牛独大的黑色巨犬 正伸着舌头 眼露凶光地看着自己 看着这只大狗 陈山出了一身冷汗 要做一名合格的小偷 对狗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陈山从小就明白 爱叫的狗不咬人 咬人的狗不叫这一道理 这条黑色巨犬 不动声色悄悄来到自己身后 显然是准备实施偷袭的 这一个大家伙 见陈山发现了自己 却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他眼中闪着凶光 狠狠地盯着陈山 这一刻 陈山毫不怀疑 自己如果稍有松懈 这家伙会以最快的速度 在自己身上咬掉一大块肉 陈山当了多年小偷 这种事情也经历过很多 所以早已有了经验 只见他迅速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 将纸包朝这只黑色巨犬扔了过去 纸包刚扔过去的那一瞬间 这只黑犬吓得后退了两步 但下一刻 他立即闻出了味道 欣喜地冲过去 一口含住这个纸包 朝陈山摇了摇尾巴 叼着纸包就向远处跑去 这是陈山多年来 干这种事情很有经验 每一次行动 他身上总是带着肉干 专门用来收买这种看家护院的畜生 就这样 陈山一路前行 最后到了这处宅院最里边的一栋房子前 刚一探头 吓得连忙后退回来 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 因为陈山发现 这栋房子四周占着许多守卫 这些人都全副武装 将这座房子护得死死的 陈山暗自庆幸 刚才那一帽头没有被人发现 否则的话 自己现在有可能就被这些人 砍成一滩烂泥了 这里防守这样严厉 是陈山能够理解的 因为根据图上的标注 这栋房子便是杨红 日常居住的地方 在一个隐蔽的角落 陈山待了足足一个多时辰 眼间天已经快亮了 可这些守卫 依然像个钉子一样 插在房子的四周 一刻也不愿离开 此时此刻 陈山心中有些焦急 因为如果等到天亮 他被发现的可能性 就会大许多 他偷偷地打量了周围的环境 终于发现一个机会 这栋房子的一角 有一棵巨大的造角树 树枝伸到房顶之上 凭陈山的功夫 要从树枝到达这房顶 是很轻松的事情 可是又有一个麻烦摆在面前 怎么能爬上这棵树 因为这棵树 离这些守卫并不远 陈山要想爬上这棵树 肯定是会被这些守卫发现的 陈山向四周看看 发现附近另外一栋房子的一角 正靠近这棵大树 心中立即有了主意 他来到这栋房子跟前 四下观察了一下 瞅了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 身子一纵 像一只灵猴 蹭蹭蹭蹭 就爬上了这栋房子的房顶 房顶上的陈山 捏手捏脚地向前方行去 一会儿就来到 靠近那棵大树的一角 此时 陈山距离这棵大树 还有四五米的距离 跳肯定是没法一下子跳过去了 可这一点小麻烦 却拦不住伸手矫尖的陈山 只见陈山不慌不忙地 从背上的一个包袱中 拿出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 是他行窃多年常用的装备 绳子的一头 绑着一个小铁爪 陈山站在房顶的一角 将身子探出去 然后将绳子拿在手里甩了几下 紧接着陈山的手中 突然一发力 这绳子就像一条长蛇 搜得一下 飞到这棵大树的粗树枝上 绳头上的飞爪 顺着树枝旋转了几圈 紧紧地套在树枝上 将绳头套 紧之后 陈山用熟练动作地 将绳子的另一头 紧紧地缠在 这栋房子的一根木梁上 接下来 陈山又从包袱里 拿出一个弯曲的铁条 这显然也是他时常使用的工具 只见陈山将这弯曲的铁条 搭在绳子上 用双手握住铁条的两端 站在房顶之上 脚下一用力 他的身子就顺着绳索 向大树上划去 眼见就要撞在大树上 陈山敏捷地 用脚轻轻一蹬 稳住了身形 然后身子一纵 就到了树上 什么人 这时 远处的侍卫 突然冲着树上一声大喊 这一声喊 将陈山吓了一大跳 自己已经努力控制声响 怎么还是被这些侍卫发现了 这时候 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陈山直接从包袱里 拿出一把短刀 准备等敌人来了 同他们拼命 就算死 也要拉一两个 为自己垫底 这时只听见喵的一声 一只大肥猫 突然从树冠中钻了出来 几下子穿到树下 飞快地向远处跑去了 这死猫 大半夜四处乱跑 远处的侍卫 轻轻地骂了一声 然后便没有动静了 惊魂未定的陈山 爬在树上歇息了好久 见对方的侍卫 确实没有发现自己 才尝出了一口气 又过了好一会儿 陈山剑守在杨红锁住 小院门口的几名侍卫 向另外一个方向望去 他抓紧时间 顺着树干 飞快地能到了杨红锁住 小院的房顶之上 按照地形图上所画的方位 陈山在房顶上 捏手捏脚的前行 很快到了杨红卧室的屋顶 陈山轻轻地 把屋顶的瓦块 一开一个小缝 这个小缝看着简单 其实还是挺有讲究的 因为陈山要从 这一个缝隙中 看到屋内的情况 同时还不能 被屋内的人发现 还有在白天的时候 还要避免阳光 从这个缝隙照到屋子里面去 这时候 天色已开始放亮 陈山知道 现在已经过了 动手的最佳时机 所以只能耐心进行等待 对当个梁上君子的陈山而言 最缺的就不是耐心 以前他曾经为了 偷一家财主屋里的东西 硬是在别人家柴房里 躲了几天几夜 早有准备的陈山 干脆拿出准备好的干粮和水 吃喝一阵后 填饱肚子 躺在房顶上休息起来 不一会儿天就大亮了 陈山听见杨红 在下人的服饰下起床的声音 他透过缝隙 向房间内看去 杨红起床后不久 就离开了房间 没有再回来 由于现在是白天 房间里总有来来往往 陈山没有找到动手的机会 不过就算有机会 陈山现在也不会动手 因为他不知道 杨红会将重要的东西藏在哪里 陈山深知 下手的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没有一次 找出他想要的东西 若等杨红有了警觉 想再要下手 几乎是不可能的 陈山在房顶上 一待就是大半天 忙碌一夜 家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他也觉得有些疲劳了 干脆闭上眼睛 在房顶上休息 陈山没有打呼噜的习惯 杨红一大早就出了门 到了午饭后 才回到自己房中 这家伙 还有午睡的习惯 下午 杨红在自己的房中没有出门 他的夫人倒是离开了房间 说是要去集市上买些东西 这一下 陈山来了精神 他知道许多有钱人 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喜欢把自己家里值钱的东西 拿出来翻看 陈山集中精力 在房顶上看了一下午 杨红却没有 做出他想看到的行动 反而 他趁着自己的夫人不在 对房中几个俏丽的丫鬟 动手动脚 杨红虽然不敢在房间里 就把几个丫鬟就地正法 但是却占尽了他们的便宜 看得房顶上的陈山 皱起了眉头 心中直叫晦气 到了傍晚的时候 吃完晚饭的杨红 独自回到房间 终于做了一件 让陈山高兴的事情 杨红回到房间之后 告诉门外的侍卫 任何人都不得进屋 等四处下都恢复安静之后 杨红来到房间的一个花瓶跟前 用双手轻轻地握住这个花瓶 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将这个花瓶往启纳 而是用双手拧动这个花瓶 在陈山看来 这么小一个花瓶并不应该太重 但他却能够看出 杨红确实了很大的力气 才将这个花瓶成功地旋转起来 花瓶旋转了约有两三圈 杨红便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陈山正在纳闷 杨红怎么会有这样的动作 却听见一阵咔咔的响声 只见房中的一扇墙 忽然向旁边移开 露出了一个 可攻两人并排进入的小门 紧接着 杨红拿起一个烛台 点燃烛台上的蜡烛 借助烛光向门内走去 陈山趴在房顶上 却看不清楚门内究竟有什么东西 不过 凭着他多年来的经验 想着 这应该是一间密室吧 杨红在这神秘的门内 足足呆了约有一炷香的时间才出来 出门之后 他又将这花瓶向相反 方向拧了几圈 这门又慢慢地关上了 恢复成了一面墙的样子 天又一次黑了下 因为杨红和夫人都在房中 门口随时都有直守的侍卫 陈山没有找到动手的机会 只好又在房顶待了一夜 初秋的天气 夜晚还是有些凉 陈山只得将身上的衣服 裹得紧紧地 用双手抱着肩 缩在那里 抵御寒义的轻食 由于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所以陈山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经常是身上 已经又酸又抹又疼 他才悄悄地换一个姿势 第195章 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天上午 杨红和夫人都没有出门 陈山依然没有找到机会 所以依然在房顶上 趴了一上午到了下午 已经爬得浑身酸疼的陈山 终于找到了机会 下午 杨红得到一个什么消息 匆匆地出了门 而他的夫人 据说是要到附近一个寺庙去 夫妻俩一起走出了门 同时带走了好些护卫和丫鬟 虽然这栋房子里还有守卫 但屋子里却没有了人 陈山趴在房顶 等四周都安静了下来 留下的丫鬟把房间收拾干净 转身出了门 他才深深已经酸麻的腰肢 准备开始行动 陈山轻轻地将房顶上的瓦片揭开 露出来一个可以进出的洞口 然后将绳子绑在房顶的木梁之上 顺着绳子进入了杨红的房间 当了好些年的梁上君子 使得陈山的眼光变得很毒 他一下子就可以看出 这房间内其他地方 没有可以藏下贵重物品的地方 这样看来 自己要找的东西 一定就在这间密室里面了 深知夜长梦多这一道理的陈山 根本没有在其他地方搜索什么 直接来到那个花瓶跟前 照着杨红的样子 旋转着一个漂亮的花瓶 情况跟陈山想象的一模一样 随着花瓶的转动 咔咔的响声随即传来 一扇门出现在陈山的眼前 陈山朝门内看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台阶 陈山先停在屋中 听了听屋外的动静 见开门的声音 并没引起门外的卫兵 便放心大胆地向门内走去 顺着台阶 没走到几步 就进入了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还不小 里面摆了好些架子 墙角还有好几排柜子 看到柜子和架子上摆的东西 陈山吓了一大跳 只见上面盘放了许多宝贝 金银珠宝 珍珠玛瑙 还有各类珍稀药材 陈山觉得自己 也见过一些世面 但这里的财物 可能自己这一辈子 见过的财物加起来 都没有这房间中这么多 陈山的心 砰砰跳个不停 拿起一件件奇珍一宝 爱不释手地看了许久 但过了一会儿 他却让自己冷静下来 自己此次花这么大的功夫 来到这里 可不是为了 得到这些宝物 陈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终于下定决心 将自己的目光 从这些宝物上移开 陈山打量屋子的各个角落 想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费了很大功夫 却始终没有任何发现 此时 已经过去不少时间了 陈山有些着急 因为若是有人进到杨红的房间 很快就会发现自己 若是这样 不仅自己完不成任务 恐怕连小命也难保 陈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轻轻地在这间房间里的柜子里 墙上 地板 甚至爬到屋顶 轻轻地敲击着 终于 在一个柜子一侧 他听到了一个异常的声音 陈山的经验十分丰富 他第一时间知道 这个柜子里有加层 于是 陈山将手伸入这个柜子 仔细在里面一阵摸索 最后在柜子的一角 发现一个圆环 陈山将食指伸入这个圆环 轻轻地一拉 一个暗格出现在他眼前 他将手伸进暗格 摸索了一阵 摸到了几本小册子一样的东西 陈山立即高兴起来 轻轻地将这几本小册子拿了出来 看见册子上写着的两个字 陈山露出了笑容 费尽心机 就是为他而来 陈山不识字 为了准确地找到这东西 聚远光专门教他认识这两个字 陈山就像记忆幅图一样 将这两个字的模样 牢牢记在自己的脑海里 看到跟自己脑海里一模一样的字 他知道自己找对了 将暗格恢复到原状 陈山又一次打量着屋里的奇珍医保 但他又一次控制住心中的贪婪 如果杨红回来 发现自己的财务不对 马上就会知道 那几本珍贵的小册子已经丢失的话 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陈山狠狠地吞了一下口水 咬了咬牙 转身退出密室 然后又转动花瓶 轻轻地关上这间密室的门 回到房间中的陈山 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他在房间里细细地查看一番 将自己留下的线索 清理得干干净净净 做完这一切之后 陈山便来的 那根旋着的绳子跟前 一把抓住绳子 双手交替 一步一步地爬回了房顶 到房顶之后 他将房顶上的瓦片恢复原状 但却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因为这时候还是白天 自己离开的话 很容易被守卫发现的 反正都在这房顶上待了很久了 陈山也不在乎再待上几个时辰 并且这时候待在上面 他的心情和来的时候 已经大不一样了 傍晚的时候 杨红回来了 陈山紧张地盯着杨红 生怕他发现什么 不过老天爷还是很眷顾陈山的 这时的杨红显然喝了不少酒 说话有些不清晰 走路都亮亮呛呛 在吓人的搀扶下 回到房间 酒后的杨红很快就睡下了 巨大的憨声 连房间外的守卫都能够听得到 听到杨红的憨声 陈山不仅没有讨厌 反而有些高兴 因为有着声音的掩护 待会儿自己离开的时候 也许会更轻松一点 天已经黑了 陈山依然没有离开 因为刚黑的这一段时间 院子里走动的人还很多 巡逻的家丁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直到三更左右 坚守在杨红门口的侍卫 都开始打着喝歉 陈山才顺着来的路线 悄悄潜出杨红所住的小院 杨红这段时间的心情并不好 虽然这些低层人物闹市 已经逐渐平息 但这件事情 在他心里却始终过不去 首先 为了这件事情 他不得不处理了好几个 自己最信任的手下 特别自己的表妹夫杨安 在杨红的心中 这杨安虽然能力不怎样 可他却是最懂自己心思的人 又心狠手辣 这些年来 自己许多见不得台面的事 都是由杨安去处理的 还有 这么多年来 他们以为 自己已经将杨氏家族 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却没想到 差点栽在这一群 最低层人物的手上 虽然这事情已经平息 但是杨红知道 他在杨氏家族中 以前那牢牢不可撼动的地位 现在已经受到影响 这几日 杨红已经在开始慢慢地策划 计划多趁这一次机会 将族中更多的权力 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 此外 对于这一群 敢聚众闹事的低层人员 他已经想到许多办法 准备再过一段时间 等时机成熟之后 才一个一个收拾这一次 跳得比较厉害的家伙 组长 出事了 出事了 这一天午后 杨红刚刚躺下 即将进入梦场 一个人便一边大声 一边将防开推开 杨红爬起来一看 这人叫杨峰 是自己十分喜欢的一个手下 这家伙 平时十分稳重的 怎么今日也变得毛毛躁躁起来 现在家族中的地位 受到一些影响 祖宗有些老人 已经开始表现出 对自己的不满 现在连杨峰这家伙 也开始不尊重自己了 想到这里 杨红心头一阵火气 没等杨峰说什么 上来就是一耳光 还一脚把他踹在地上 你在鬼嚎什么 是你 爹死了 还是你 娘死了 告诉你了多少回 遇见事情要冷静 你总是听不到 杨红愤怒地说说 甚至于气愤不过的他 还在杨峰身上踢了两脚 族长 大事不好了 我们的秘密账策 被人贴在祠堂门口了 杨峰声音里带着哭腔 你胡说什么 真正的账策 就只有我这里有 还在我这里放得好好的 怎么会出现在祠堂门口 杨红愤怒地呵斥道 族长 没有骗你 我去看了 有好几笔 只有我们才知道的账目 都在上面 见杨红仍然不相信 杨红的脸都要急红了 你先出去 在外面等我一下 见杨峰这样的表情 杨红决定去证实一下 将所有人都赶出房间之后 杨红来到密室之中 打开密室的暗阁 伸手往进一掏 里面去什么也没有了 这一下 杨红可吓坏了 他又将手伸进去 在里面翻了好半天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密室中的账策不见了 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了 这时的杨红 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了 他匆匆带着人 赶到杨氏家族的祠堂门口 离食堂还有很远的路程 他就看见 食堂门口贴着 几张大大的告示 匆匆赶到告示灯前 简单地看了看 这几张告示上的内容 杨红下的一屁股 就坐在地上 这告示上的内容 正和杨红那几本 秘密账策上记录的 一模一样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将账策上的内容 用大字描绘出来 张贴在家族祠堂的门口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前几天杨红让人 公布的假账策 此时也张贴在 杨氏家族祠堂门口 快 快把他们扯得下来 杨红突然反应过来 对着手下的人 大声喊到手下的人 听了杨红的命令 立即七手八脚上前 将这几张告示丝的粉碎 可是杨红没有想到的是 和这一模一样的告示 已经在杨线 许多醒目的地方贴着了 这份账策列得很详细 将历年来杨氏家族 管理的严谨 每一笔收入 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更关键的是 这些账目最终留到 哪里都是清清楚楚的 从账策上 大家能够清楚地看到 每一年严谨的收入 只有很少一部分发给大家 或者作为流动资金 而绝大部分款项 都落入了杨氏家族组长杨红 和他最重要的一些手下 私人的名头下 第196章 遭遇土匪 看到这份账策的杨氏家族 最低层 最辛苦的 这一大群人彻底愤怒了 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纷纷来到杨红宅院门口 要求他把这么多年 吞并的财产吐出来 这些平日里 杨红根本看不起的人物 现在居然敢闹到他家里边来 杨红怒不可遏 组织乡兵守住自己的宅院 还亲自下令 这些人敢敢上前 便格杀勿论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县衙突然派出人来 要求杨红将杨氏家族 按照账策上的收支情况 将这些年来少缴的赋税 交到县衙 要是在这以前 县衙的人 根本不敢到杨氏家族 来讨要这些税赋 但现在 杨红已经在杨氏家族中 丧失民心 大多数人 已经不在乎他的死活 杨红安排一些 依然忠于他的属下 好说歹说 终于将县衙派来的来的人 应付过去 这时候 杨氏家族中一些老人 也开始在家族中呼吁 杨红和他手下的 一些人摊没了 家族大量财产 希望撤除其组长的职务 并清理其财产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 许多方面的麻烦接踵而来 杨红想了好多办法 才将他勉强应付过去 但在杨红心里 已经深深知道 他不可能再继续像以前一样 成为杨线这一块土地上的土皇帝 得想到一条退路才行 这一天晚上 天上没有月亮 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十多辆马车 在一群全副武装的香兵护卫下 离开了杨线县城 到了县城郊外 紧接着又有几辆马车 从杨线的各个方向 驶了出来 在杨线郊外的一个平坦的地方 和之前的十多辆马车会合了 组长 还是您神机妙算 我们这一趟出来 县衙的人根本不敢阻拦我们 从一辆马车中探出了一个头 正是杨氏部落组长杨红 而同杨红说话的人 正是前几天还焦头烂额的杨安 我们现在的人数 是他县衙冰丁的几倍 他们敢追我们 若不是因为 家族里那些家伙闹得太厉害 我们怎么会选择撤出杨线 这说话的又是一个 深得杨红器重的杨氏家族的骨干 这一次 我们带出了这么多财物 随便到哪里 都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一辈子了 只可惜这严谨中这么大的利润 再也捞不着了 又有一个人说道 你们担心什么 大家放心跟着我 我们一定会混出名堂的 说不定 哪天我们还会风风光光地回到杨线 马车里的杨红听到声音后 对于手下众人声说道 杨红这句话一出 立即拨得一片马屁声音 让他沮丧的心情好了 不少 这一次跟着杨红离开杨线的 仅是他手下最信任的几个人 这些年来 他们捞了不少银子 最少的也有一两辆马车财物 正如杨红这些手下所言 杨红现在所带的香槟 也还有足足七八千人 他准备带着这些人 先找一个山区 当一段时间土匪 等过一段时间 局势有些稳定 再想其他办法 这些人全部聚在一起 有十多辆马车 一路上果然没有遇上任何人阻拦他们 再往前走 经过一片山区 他们就可以离开杨线进来了 看着离杨线县城越来越远 杨红心里开始有些得意 你们有了证据又如何 还不是得乖乖放我们离开 杨红正得意之间 忽然听得前方传来一声惨叫之声 由于天色很黑 借着火光 根本看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杨红正准备拆人前去查看一番之时 又响起了一声惨叫 紧接着就像有传染似的 惨叫声马斯声 在夜空中突然响了起来 有人偷袭 大家小心一点 这时夜空中传来喊声 这喊声正是由这样香槟的首领 杨红的亲弟弟杨和发出来的 杨和曾经被征召入伍 上过战场 当上过百夫长 有一些统兵能力 所以杨红便让他当上了这些香槟的头领 黑暗中看不清人影 但却能看到飞来的箭支 而发出惨叫的 和倒在地上的 全都是重箭的香槟 杨和立即叫人 借助马车作为掩体 或者拿出盾牌挡在身前 而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 全部躲在马车里边 这一波箭语 使得杨和手下的香槟 损失了好几十人 这些香槟大多没有上过战场 平日里对着老百姓趾高气阳 今日真的见了血 一下子没有了脾气 你们是什么人 敢偷袭我杨氏家族的人 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 你们迅速让开道路 放我们离去 我们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的话 定叫你们血流成河 借出盾牌的掩护 杨和大声说道 只听砰的一声 一支弓箭正射中杨和前面的盾牌 显然它的声音暴露了位置 成了敌人箭手的目标 哈哈 我们知道 你们是杨氏家族的人 今日要劫的 就是你们杨氏家族的人 抢其他人 那有什么油水 一个声音突然在夜空中响起 紧接着 无数火把在夜空中突然亮起 把这四周照得如同白昼 这时候 杨和等人才发现 他们附近的山坡上 前后的山道里 全都站满了土匪打扮的人 看这些土匪的穿着打扮 应该是两拨人 挡在他们身前的这股土匪 领头的是一个面容白皙 还有一些儒雅的汉子 而他们身后的这股土匪 领头的居然是个漂亮女子 这女子约目二十五六的样子 看样子就属于很彪悍的女子 将所有的马车和马车里的人全部留下 也可以放你们一马 挡在前面这个儒雅汉子 正是严雄 他们被巨远光安排到杨县来做土匪 等的就是这一日 身后的这股土匪 领头的当然是刘海妮 自己的丈夫 到这里来当县令 因为这帮家伙的存在 使得他在杨县的日子非常难过 刘海妮早就将这些家伙恨透了 你们知道 马车里做的是谁吗 他是我杨氏家族组长 在杨县你敢动他 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杨和狠狠地说道 什么杨氏家族组长 那是以前的事了吧 现在只是一只丧家犬而已 后方的刘海妮大声说道 兄弟们给我上 杀了这些家伙 组长一定会重重有赏的 听到刘海妮的话 杨和知道 对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于是决定先下守为强 一场打斗就这样展开了 杨和手下的香兵人数 多于颜雄和刘海妮手下的土匪 这也是他敢主动迎战的原因 可是杨和把形势想得太过乐观了 这些香兵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 今天遇上硬查 他们一下就不行了 颜雄和刘海妮手下这帮土匪 这么多年过惯了刀尖上舔血的日子 甚至有些人 还随杨云一起参加过和楚国的大战 他们的战力 可不是这些普通香兵能够比的 此外 颜雄和林海妮手下这些土匪 他们手下这些兵器 可是有铁山他们亲自打造的 使用风箱和采用煤做燃料之后 锻造的兵器 它的硬度远远超过这些香兵手中的兵刃 很多时候 双方的兵器一接触 杨和本来以为是势均力敌的战斗 却成了一面倒的局面 不多时 便有许多香兵被杀死在山道之上 同伴的死亡 让一些香兵吓破了胆 他们开始四处逃窜起来 杨和一看形势不对 连忙带人保护杨红等人突围 可是颜雄等人 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杨红 怎么可能放任他们离开 杨和见身边的士兵越来越少 只得带着一些忠于他的香兵 独自突围逃走 见杨和等人逃走 严雄和刘海宁也不追赶 待人将早已吓破胆的杨红等人 和数车杨红的 以及手下这些年来贪得的财物 消失在山林之中 族长杨红和族内几个核心人物 企图携带这么多年贪末的巨款 潜逃 没想到在山中遭遇土匪 族长杨红和族内几名黑核心人物 生死不明 据说大量财物也被土匪劫走 这一消息很快 在杨氏部落族人中传开 使得杨氏部落中 众人深受打击 大量的财物被土匪劫走 部落便没有财力 在养乡兵 这样一来 杨氏家族的实力大大受损 已经不具备在何 杨云抗衡的实力 而此时此刻 和一会的秋泽日子也不好过 杨红所藏的杨氏家族秘密战策 现在被人公诸于众 杨红和他手下的核心人物 贪末数量之巨 让人瞠目结舌 杨氏家族 这么多年来利用严谨 居然得到这么多财富 而和杨氏家族 控制严谨数量差不多的合议会 他们所挣的钱也不在少数 所以和杨氏家族的情况一样 合议会中的低下层人员 也开始组织起来 要向会议长秋泽讨一个说法 无奈之下 秋泽做出了两个决定 一是在会中拨出了大量银两 分发给会中低层的会众 尽量降低层会众 对合议会高层的敌对心理 紧接着 秋泽又派出最信任的属下 到杨县所属的云州 去找寻他们多年来 收买的一些高级官员 谁知得到的信息 让秋泽感到绝望 他们收买的好些高级官员 居然因为种种事情 被彻职查办了 硕国仅存的几名官员 听到秋泽希望他们 帮助一起对抗杨云之时 都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第197章 杨县归心 知道这些官员的态度 秋泽一边在心里直骂 这些官员得了好处 不做人事 一边在心里思考 如何应对如今的局面 秋泽一向认为自己足智多谋 但目前的局面 他却找不到好的应对办法 正在他和他的手下的几个智囊 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人向他报告 说有个叫聚远光的文士来访 听到这一消息 秋泽一头雾水 这个叫聚远光的人 自己闻所未闻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突然来拜访自己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秋泽决定见一见这个人 不一会儿 手下带着一个一袭白衣的年轻人 来到合一会的议事厅之中 秋泽见这一个文士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并且从多年的经验来判断 秋泽知道 这文士一定是一个志技超群的人 而且其身份一定不简单 秋泽也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 综合这些因素 他立即可以判断出 这个叫聚远光的年轻文士所处的阵营 甚至秋泽还隐隐地感觉到 自己的好些策略 最近在吴王阳云面前屡屡受挫 很可能就是因为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不管这年轻人究竟有何来意 本着来的都是客的原则 秋泽让下人奉上清茶 先生来找秋某 不知究竟有何事 知道这年轻人来历不凡 秋泽客气地问道 在下知道 秋先生近日为一些事情烦闷 所以特来为秋先生解忧 聚远光向秋泽失礼说道 如果秋某猜得不错 先生是奉吴王殿下之命来的吧 秋泽也拱手说道 秋会长猜对了一半 在下的确是为吴王殿下做事的 但今日在下前来 却非吴王殿下所遣 在下是来为秋先生和先生麾下的合议会 谋一条出路的 聚远光喝了一口茶说道 聚先生何出此言 我秋某和合议会 现在发展十分良好 何须什么出路 秋泽大声笑道 秋会长蒙得了外人 何必在聚某这说此言 合议会如今正处于困境之中 下游会中成员闹事 终有可以共同进退的杨氏家族崩塌 尚有靠山不利和谈发展良好 聚远光笑着说道 聚先生是明白人 的确目前我合议会 有一些麻烦 可这些麻烦 对我们合议会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想当年 秋某带着一百多兄弟来到阳县 从无到有 打拼出这么大一个局面 这虚许麻烦 在秋某这里又算到了什么呢 秋泽将手中茶杯 往桌子上一放 大声说道 哈哈 秋会长 你我都是明白人 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您现在的困境 是轻松能够解决得了的吗 聚远光光笑着说道 哼哼 这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我合议会这么多年 也积蓄了一些财富 大不了我们一走了之 做一个富家翁罢了 秋泽有些勉强地说道 我关秋会长的面相 应该是一个不甘平淡的人 不如您换一个思路来想 以其和我们吴王殿下为敌 还不如合作 低则可以共同获利 高海可能建功立业 聚远光又笑着道 聚先生此言何意 秋某有些不明白 聚远光的话 让秋泽心头一动 但他又不动声色地问道 这样说吧 聚先生 我吴王殿下想干出一番工业 但现在手中可用的人不多 而秋会长这种有大智慧的人 正是吴王殿下需要的人才 只要秋会长能够跟随吴王殿下 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的 聚远光又道 聚先生 秋某和手下合一会八千余兄弟 加入哪一个势力 都是会很受欢迎的 为何不加入一个强大的势力中 反而跟随一个 在朝中不受人待见的皇子呢 秋泽笑着说道 我想秋会长一定明白 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道理 你要想加入其他一个王爷的势力 以你们合一会这几千人 他们可能都看不上眼 聚远光施施然说道 还有 我们吴王殿下 特别重视有才华的人 像秋会长这样的人物 一定会得到重用的 只有吴王殿下 才会给秋会长 和您手下的几千兄弟 一个光明的未来 见秋泽没有说话 聚远光接着说道 秋泽和聚远光的这一番谈话 知道的人很少 这些人都是秋泽最信任的手下 所以没有人将这消息传出去 三天之后 一个让阳县百姓震惊的消息 忽然传开了 合一会会长秋泽 突然向大家宣布 解散合一会 并宣布向吴王殿下效忠 而原合一会中 绝大多数成员 纷纷和秋泽一起 归顺了吴王阳云这一消息 在无限境内 造成了极大的反响 本来还想倚靠着合一会 一起和吴王阳云 抗衡的杨氏家族残于势力 见此情况 也只得宣布向吴王效忠 紧接着 杨氏家族杨红和家族 一些核心人物 终于被吴王派出的士兵 给解救了出来 只不过遗憾的是 杨红等人所带的巨额财产 全部被土匪带走了 杨红等人回到家族之后 很快被家族长老会 免去了族中的一切职务 并将他们赶出杨氏家族 随着合一会和杨氏家族 先后向宣布 向吴王阳云效忠 有两家控制的严谨 也全部交到杨云的手中 杨云在和众人商议之后 决定还是将严谨的开采权 交由杨氏家族 和原合一会人员管理 不同的是 杨云要求 所有严谨管理人员 每个季度公布一次严谨收入情况 杨线县衍 可以随时派人 检查和核实收入情况 是否属实 此外 对采盐的收入 吴王阳云提出了一个 大家之前闻所未闻的股份制 按照阳云的建议 把阳县所有严谨的收入 分成若干股份 所有参与管理的人资 甚至所有参与下井挖盐的 所有百姓都拥有自己的股份 每个人的收入 都根据严谨的总收入来决定 这样一来 所有参与严谨管理和劳作的人 他们的积极性 都被充分调动起来 因为整个严谨收入越高 他们所得的利润就越多 在这种形式下 所有的严谨 出现了开采销售的热潮 许多商人也加入了其中 积极地把阳县产出来的食盐 运送到大幅各地 甚至还送到周边一些国家 终于使阳县彻底归心 阳云十分高兴 有了阳县 可以使自己的实力 大幅度的增长 要知道 光凭阳县这一个县 每年的收入 都超出无县和实动县 两县总和许多 在阳云丰地上发生的事情 很快传到千里之外的西津城中 阳云丰地上的事情 处理得这样好 大大出乎西津城中 一些大人物的预料 本来 阳云在得到新增 两个县的丰地之后 好多人还在等着看笑话 因为 阳云新得的这两个县的丰地 一个是出了名的穷县 还有一个 则是地方势力远远强于县衙 出了名的南缠县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阳云接到这两块丰地之后 居然这么快就打开了局面 将这两个县 完全囊括于自己手中 事情往往总是或服相依的 就在阳云彻底控制了 石洞县和阳县 正轰轰烈烈地进行 这两个发现展的时候 燕飞飞从千里之外的西津城 发回了消息 说是由于阳云的实力的不断壮大 已经引起了西津城中 一些大势力的注意 西津城中一些势力 已经行动起来 据说已经有人开始收买 阳云在西津城中的一些属下 好些势力 还准备派出大量人手 到阳云的封地 了解阳云的真实实力 接到这些消息 阳云不由的苦笑连连 自己根本没有和西津城 这些人一笔高低的想法 但是依然被他们惦记了 当西津城中各方势力 蠢蠢欲动的时候 又有消息 从阳云的封地传到西津城 阳云的封地遭到土匪袭击 据说一伙活动在吴王封地的土匪 前不久 袭击杨世家族组长杨红 获得了大量财宝 这群土匪的头目 马上利用这笔财富 招兵买马扩充了实力 在近段时间里 这些土匪多次袭击 吴王封地的三个县 给吴王杨云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当这一消息传到西津城时 西津城内这些势力首脑们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有这样大一股土匪 杨云的封地要想顺利地发展 那显然是不容易的 后来 西津城还有些势力派出人 想尽千方百计的办法 联络到这群土匪的 匪首颜雄和刘海逆 要给他们提供武器和银两 让他们更加强大 但是要求是 他们必须在 杨云三个县的封地 不断造起事端 当严雄和刘海逆 将这消息传递到杨云那里的时候 正在下棋的杨云和巨远光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最后 杨云让人告诉严雄和刘海逆 对于这些势力提出的条件 全部答应 当然 他们所提供的武器和银两 甚至还有粮食 都照单全收 按照这些势力的要求 严雄和刘海逆率领的土匪 又多次在杨云封地所辖的三个县 造起事端 给杨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朝廷很快收到杨云遭遇的详细报告 在报告中 杨云还向朝廷提出 由于土匪的不断骚扰 封地现有的兵力 不足以应付这些四处流窜的土匪 要求朝廷同意增加封地兵力 在大幅 为了避免封地各王爷拥兵自重 所以每块封地都明确规定了士兵的数量 如果士兵数量超过朝廷要求 朝廷会以企图谋反的罪名予以言成 第198章 征分夺秒 按照大幅的规定 杨云封地的士兵人数不能超过两万人 但当杨云将封地匪患严重 申请增加封地征兵人数的请求 送到父皇面前时 担心儿子生命安全的父皇 马上同意了 朝廷的圣旨马上发出 吴王封地由于匪患严重 征兵人数可以达到三万人 这对杨云而言 真是一个好消息 三个县可以常住三万士族 这几个县山高陵密 土匪的人数也可以增加到两万人 再多就一戎被人发现端移了 有了这些兵力 杨云用兵就有了很大的空间 关键时刻 甚至可以派出三万多人的队伍 随时出去征战 吴王杨云的封地出现了大量的土匪 不断袭绕吴王封地中的三个县 搞得吴王焦头烂额 这一消息很快 在西京城内悄悄地传开了 在众多平头老百姓痛恨土匪的同时 那些对皇位有企图的众皇子们 却高兴起来 这位在近年来声名确起的皇子 终于遇上麻烦 就算他们以前对杨云还有一些担心的想法 现在也彻底放弃了这杨云 在京城中除了他的老丈人 现在被封为上书令之外 其他没有可以依仗的势力 而今封地又遇麻烦 那根本不可能对皇位发起冲击 有了这些想法 京城这些皇仔们继续开始了 彼此间明争暗斗 由于圣王阳明如日中天 给其他皇子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现在除圣王外 所有对皇位有想法的皇子 形成了一种默契 那就是集中精力 先对付这位赫赫有名的圣王 而在圣王阳明这边 似乎并未将这些团结起来的皇子们 放在眼里 在阳明和他手下智囊的眼中 这些明争暗斗都是小打小闹 只有将兵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才是制胜的关键 历朝历代 哪一个最终掌握权力的人 不是手握重兵的人 所以阳明所属势力 对于朝中许多大臣对他的诋毁 不理不睬 暗中却加大力量 让自己势力中的一些将官 悄悄地担任个军中的要职 阳明所属势力的一些小动作 起初并没引起其他皇子的警觉 但随着军中许多职务 被阳明的人拿下 这些皇子们才幡然惊醒 手忙脚乱地 开始实施许多补救措施 西京城中发生的这些没有硝烟的战斗 阳明虽然通过自己的眼线知道了一些 但他却对这一切没有怎么关注 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实际上 此时的阳云 就算想采取什么行动 他也没有这个经历 因为他已陷入了空前的忙碌之中 彻底控制了阳线 并且获得了众多严谨的管理权 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他去解决 比如 他提出的严谨管理股份制的方案 无论阳氏家族 还是前河一会的人 这两个负责严谨具体管理的组织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连他手下 这些最信任的人 也是一知半解 所以 解释工作只有落在阳云自己的头上 这些日子里 阳云组织负责严谨管理的 具体下警人员的代表 还有县衙进行监管的代表 在一起交流了许多次 在这些人面前 他详细地将自己的想法 一一阐述给众人 他这些想法 对这个时代的人 那确实是太难理解了 所以他又苦口婆心地 给这些人一一进行讲解 费了好多天的时间 花了大量的时间 终于把一些相关的章程列了出来 然后又把这些章程 在阳县各个地方进行张贴 专门请阳县的一些秀才 把章程的内容 讲给那些大字不识的百姓听 经过近一个月时间的努力 阳县的老百姓 才算大体了解了阳云的想法 当然 这样也大大调动了 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因为他们知道 严谨的收入越高 他们的收入就越多 除严谨这边的事情 还有大把大把的事情 需要阳云去操心 比如说 福皇已经同意 自己的封地 最多可以招三万士族 可是目前的封地 人口总数才十万多一点 哪里能够招到这么多的兵 与此同时 这些士兵招来了 由谁来带领 由谁来训练 这也是个 让阳云和他手下的人 头疼的问题 还有 目前封地的三个县 需要大量的官员 可是这三个县读书人少 适合出来做官的更少 为了选拔这些地方的官员 阳云也挠破了脑袋 没办法 阳云只好在大幅各地 甚至到周边一些国家招募人才 虽然招募的人 都派人去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 但是阳云和聚远光等人都知道 招来的这些人中间 很有可能 有人是个大势力 甚至是其他国家派出来的 但是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阳云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有暂时把这些人用上 所以 对于自己势力中的一些机密 特别是严雄和刘海逆的身份 现在属于高度机密 除了阳云手下几个最核心的人物外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些事情 此外 由于人口的增加 对粮食的需求 当然也得增加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阳云也费尽心思 几块丰地都属于山多地少的地区 所以 提高粮食的产量 是最大的难题 严隆平带着他手下的一帮人 几乎把丰地的每一块地都走遍 给百姓们提出了合理的种植方案 并且时常指导百姓 用最合理的办法来种庄稼 这期间 还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阳云派出寻找玉米种子的人 到了逾越西北的毛子国 又从毛子国往西 历经近万里的路程 终于 在一个叫塞斯帝国的地方 找到了玉米种子 成功带回了玉米种子 对丰地而言 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因为玉米这东西 对水分的要求比较少 可以在山中的坡地广泛种植 并且 玉米的产量比较高 种植周期 又比也不是特别长 成本也比较低 它的作用又比较多 可以直接食用 也可以用来酿酒 喂养家畜 很快受到丰地百姓的欢迎 玉米的成功引入 大大的 缓解了丰地百姓粮食的需求 让杨云和手下的人 可以腾出手 关注其他方面的事情 比如说武器的事情 由于百姓人数增加 拥有士兵人数 也相应增加 可是武器相对制造速度 还比较缓慢 因为杨云对兵器的要求 一直比较高 抱着宁缺污滥的态度 一些不合格的兵器 被打回去重造 导致兵器制造速度的缓慢 为了解决这一办法 杨云又派人到京城 让铁山把熊士部 一些善于打造铁器的铁匠 招了过来 既提升打造兵器的速度和质量 又让他们培养出一批新的铁匠 还有 就是商业发展的问题 为了统筹安排 在杨云的要求下 所有来封地的商人成立了商盟 在商盟的统一调度下 商业得到更加有序 更加合理的发展 生产的东西 可以很快卖出去 换成银子 大大调动了封地百姓的积极性 这样一来 制造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以前 在封地 取得老百姓制造一些东西 都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生产的 规模小 质量也达不到保障 在杨云的倡导下 一些家庭作坊 逐渐扩大了规模 吸收了一些工人 然后相互之间也进行了交流 进行了技术的沟通 产品质量和生产速度 也得到很快的提升 这些东西通过商盟 卖到大幅各地 甚至到周边一些国家 由于这些产品 有专人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把关 所以 好多用到这些东西的人 都十分满意 这样一来 乌王丰地生产出来的东西 知名度迅速提升了 使得好多人 开始喜欢购买乌王丰地 制造出来的东西 现在的丰地 逐渐形成了一种 良性的发展事态 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手 许多人通过努力 很快就可以得到回报 这样 街面上就少了许多 游手好闲的人 丰地的治安 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只靠无限的百姓 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在乌王丰地劳作 除了必要的税收之外 没有其他科捐杂税 也没有地方势力 和官员的盘剥 这些外地来的人 很快尝到了甜头 在一传十十传百的效应下 越来越多的人 来到吴王丰地进行发展 在杨云和手下一帮 志同道和兄弟的 共同努力下 丰地各行各业 都在稳步地发展 三个县街道上的人 逐渐多了起来 有了一点欣欣向荣的景象 各项事务都走上了正轨 税收也慢慢开始增加了 看着终于有银两回流了 虽然只是投入的九牛一毛 但是杨云手下这一帮人 都十分高兴 俗话说 有钱好办事 在生活中的确是这个道理 封地的三个县 吴县稍微好一点 石洞县和阳县县衙 之前没钱 连各级官员都没有争够 但现在 县衙的资金宽越了许多 终于有一些秀才 和江湖好手 愿意到各县来做官 使得这两个县的县衙 才真正有了一方 执政机关的模样 随着一些江湖好手 补充到军中 军队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杨云又从西京城战虎部 调来一些有指挥才能的人 任低级军官 士族人数增加了 但是统兵将领却严重缺乏 无奈之下 杨云只能内部挖钱 提拨了一批 有战斗经验的低级将领 此外 杨云还把邱泽调到无县 让他担任无县县令 这一段时间来 杨云接触邱泽多次 觉得这人的确有一些本事 提认一个县令 是绰绰有余的 第199章 杨云被抓 原无县县令郭龙 本是楚国兵马大元帅 加盟杨云势力之后 由于的确缺乏人手 所以让他屈居无县令一职 但现在军中确实缺少统帅之人 现在只得将他调整出来 杨云向朝廷保健 让郭龙担任夏都督 统领封地三线军队 大幅对各封地士族人数有限制 但对于里面的武将 还是能尊重封主的意见 在折子送到西京不久 郭龙的任命很快就下来了 杨云把封地名面上 所有士族都交到郭龙手上 由他统一调度训练 而山中的土匪 则由严雄和刘海逆继续节制 着重让他们训练 这些长期在山中活动的士兵 山地 丛林作战和攻城训练 除此之外 杨云还让陈山 专门从各军队中 选出几百有特殊技能的人 成立了一支特种部队 这支部队由杨云直接管理 专门从事偷袭 侦察和刺杀等方面的训练 还有一支由杨云亲自节制的队伍 那就是杨云的亲卫队 现在已经扩充到三千人 由最早跟随自己的七维统领 专门护卫自己的安全 封地主要兵力 都由自己节制 作为一名降将 能够得到杨云这么信任 这让郭龙十分感动 虽然年纪偏大 体力不如当年 但是郭龙却似重新焕发了青春 整日在各县奔波 督促各县县位训练士族 得到杨云允许之后 郭龙又写了几封书信 从楚国招来几名 以前自己的手下 这些人可是长期在军中 熟知军事的好手 对缺少将领的杨云而言 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对于杨云而言 吴县是自己的大本营 但吴县这些年来 各方面已经走上了正轨 而石洞县和杨县 麻烦事情较多 所以这些日子来 杨云一直在这两个县忙碌 等石洞县和杨县的事情 终于理顺 杨云这才有了点闲暇时间 这时 他才忽然醒悟过来 自己居然有半年时间 没回吴县了 想到一直待在吴县的池历 杨云忽然觉得自己 有些对不起他 这些年来 一直忙着东奔西走 经常把池历独自留在吴县 可是尽管这样 池历却从来没有抱怨过 每一次杨云回到吴县 他总是费尽心思地 弄些好吃的 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想到这些 杨云便不想再耽搁 他让赤木儿安排人 把一切收拾妥当 然后和巨远光一起 乘着马车往吴县赶去 前段时间 杨云长时间没有回吴县 连巨远光澄清也没有赶上 杨云还在石洞县和杨县忙碌的时候 巨远光就澄清了 巨远光的妻子是他老家 由父母指付为婚的一个女子 得知巨远光在吴县 不远千里来到吴县 找到了巨远光 这女子嫁给巨远光之后 也和池历一样 与巨远光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 由于是在自己的封地 所以杨云便没有带太多的护卫 只是由赤木率领 三四百贴身侍卫 想来自己的封地 这些年来风平浪静 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但让杨云没有想到的是 意外居然真的发生了 从杨县到吴县 只有几十里路的路程 杨云和巨远光一路前行 一路观看着路边的景象 看着一路上发生的一切变化 杨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 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这三个县的百姓 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杨云对于杨云而言 自己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世界 现在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变化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一路前行 一切都很顺利 可就是在 已经进入无限境内 距离无限限城 仅仅只有十几里路的地方 居然发生了意外 这是一片小树林 走过这一片小树林 就是一块断平坦路程 只需要再过一个时辰左右 就可以到达无限限城 杨云一行人 刚刚走进小树林 却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 因为小树林中 居然有许多身穿黑衣 脸上也蒙着黑布的神秘人物 正在等着他们 杨云一行人 一走进小树林 还没有回过神来 便被这一群黑衣人 团团围住 这一下 队伍中所有人都惊呆了 无限作为无王封地的大本营 而这距离无限近在咫尺的地方 怎么有这么多人 在这里企图偷袭无王殿下 杨云也觉得十分意外 他和巨远光 一起走下马车 向四周看去 只见这一群黑衣人密密麻麻 初步姑娘 起码有两三千人 大家上 将那两个人给我拿下 不许伤人 只能活捉 正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在灵中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再看看这一群 将他们团团围住的黑衣人 杨云不仅没有害怕 脸上反而露出了笑意 保护我们冲出去 向无限方向突围 但不得伤人 这些黑衣人若有一个伤亡 我哪里是问 杨云对一旁的赤木下令 听到杨云的命令 赤木一下子纳闷起来 摸摸自己的脑袋 不知道杨云 为什么会下这样奇怪的命令 赤木将军 没听清楚殿下的命令吗 记住 就算我们全部被抓住 你们也不许伤对方一个人 否则惹恼了殿下 后果你自己承担 聚远光也脸露笑意 对赤木说道 你们听到没有 要是伤了对方一个人 别怪本将军对你们不客气 两个人都这样说 搞得赤木没有了脾气 只得把怒火发泄在 这群侍卫身上 这样奇怪的命令 让这些侍卫也觉得莫名其妙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这时候 这些黑衣人 可不给他们商量的机会 在两个领头黑衣人的带领下 迅速向杨云和众侍卫冲了过来 双方很快大站在一起 但这打斗的场面异常奇怪 众侍卫保护着杨云等人 拼命往外冲 但见到这些黑衣人 又不敢下手攻击 这些黑衣人冲到中仲侍面前 也没有使用刀枪进行攻击 所以战斗虽然激烈 却没有一个人受伤 相对于众侍卫的不知所措 这些黑衣人却早有打算 他们与众侍卫未接触之后 往往是三五个人对付一个侍卫 直接和他们扭打在一起 这场打斗完全变成了摔跤比赛 一些黑衣人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侍卫紧紧抱住 用他们早已准备好的绳索 将一些侍卫很快绑了起来不一会儿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侍卫 就有近百人被这些黑衣人捆绑起来 眼见许多手下被对方捆了起来 拭目开始着急了 情急之下 他忘记了杨云和聚远光的命令 朝黑衣人的头顶砸去 臭目都不要 大块头你敢 这时 两声断鹤突然在赤木尔的耳边响起 说也奇怪 勇猛无敌的赤木尔听到这两声喊 就像是中了鞋一般 扔掉了手中的长锤 站在原地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 一群黑衣人趁机冲了过来 拿起绳索将赤木紧紧地捆绑起来 剩下的侍卫 见自己许多兄弟 甚至连他们的头领都被这些黑衣人绑了起来 更不知所措了 又不能发向敌人发动进攻 敌人的人数又远远超过了自己 并且他们早已准备好了绳索 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 剩下的侍卫虽然苦苦挣扎 但没过多久 全部被黑衣人捆绑了起来 这些黑衣人将所有侍卫都解决了之后 最后冲到马车跟前 不容分说 把马车旁一直在观望的 杨云和巨远光也绑了起来 这群胆大包天的黑衣人 在距离无限这么近的地方 袭击了这块封地的主人吴王杨云 不仅不想办法逃走 还压着杨云等人 浩浩荡荡地向无限县城方向行去 唉 我说你两个臭丫头 有你们这么玩的吗 赶紧叫我们放了 你们让我这个吴王殿下 好没面子 见马上就要到无限县城 杨云再也忍不住了 朝两个黑衣人头领大声喊道 啊 你早知道是我们啊 那你们还陪我们玩下去 太没有意思了吧 听到杨云的话 其中一个黑衣人头领嚷道 哼 你两个臭丫头 你以为就凭你们这一帮娘子军 能够毫发无伤地 将我手下这帮侍卫全部抓住 要不是我下命 不让他们伤害你们 你们这帮家伙 早已被杀死 不少了 杨云笑着说道 没意思 没意思 我不玩了 领头两个黑衣人中一个人 突然扯掉脸上蒙住的黑布 大声说道 这些被抓的侍卫抬头一看 这名黑衣人 他们全部认识 因为他正是这一年来 在无限霍霍有名的导弹大王端木计月 见端木计月露出了真面目 旁边那名领头的黑衣人 把你这一群侍卫给全部活捉了 端木计月扬扬得意地说道 对 对 大小姐你们厉害 求求你们两位厉害的女将军 给我们这些可怜的俘虏松绑吧 早已被捆得手脚发麻的杨云 苦笑着说道 随着端木计月一声令下 几名黑衣人连忙过来 给杨云和众人松绑 这时 这些黑衣人都已经去掉脸上蒙住的黑布 众人现在才看清楚 这群黑衣人 原来全都是一些年轻女子 居然被这一群女子给活捉了 这些侍卫都觉得不好意思 有些人还红了脸 垂头丧气拿起自己的兵器 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第二百章 女兵 我们训练的这帮女兵还是不错吧 不比你们男子差吧 见所有侍卫都被松了绑 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端木计月来到杨云和聚远光面前 洋洋得意地说道 不错不错 看着这一群行动迅速 动作整齐的年轻女子 杨云觉得十分诧异 几个月时间 乔宇威和端木计月 居然训练出这么厉害的女兵 当时端木即便和乔宇威 说要招募并训练女兵 杨云根本没有当成回事 只不过想到这端木计月有了事做 就不会终日惹是生非了 没想到这一下歪打正着 这两个素来好多的女将军 居然真的训练出了一对 战力还不算不错的女兵 这不得不让杨云眼前一亮 端木计月和乔宇威 做其他事情都不很伤心 但是对于训练这三千女兵 他们可是异常认真 每天一大早就将 这些女兵拖出来训练 从基本打斗动作到阵型 他们都要求这些女兵 不折不扣地执行 对行军打仗 很有见地的郭龙和七威 这一段时间可是头大得很 只要一有空闲 便被这两个丫头 拖来帮助他们训练女兵 连两个女将军的认真训练 再加上有军事高手的不断指导 这些女兵成长很迅速 杨云回到无限后 这几天经常被乔宇威和端木计月 拖来看他们训练 这些女兵见吴王殿下 亲自来看他们的训练 一个个都来了精神 把他们平时训练最好的一面 展示给杨云等人 本来没对这些女兵记忆厚望 但这些女兵展现出来的东西 让杨云感觉惊喜 这些女兵们的力量和速度 也许比不上男兵 但是他们胜在轻盈和灵巧 杨云觉得 这些女兵也许在某些特定的场合 在战场上取得的作用 比男兵可能还大 于是他决定 尽力支持乔宇威和端木计月 让他们训练出一支 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女兵队伍 杨云让人找来燕琴和柳月 让这两个高手 亲自指点这些女兵 燕琴和柳月是杀手出身 曾经经过燕飞飞专门训练 他们的功夫很少有花架子 使用价值很高 杨云相信 有了燕琴和柳月的指导 这些女兵的单兵作战能力 一定会增加不少 与此同时 杨云还让手下几个高手仔细揣摩 根据女兵们的身体特征 设计出一种 专门让女兵使用的兵器 这种兵器 鉴于剑和刀之间 细长 其中一些弯曲 拿在手上又轻盈许多 特别适合这些女兵使用 按照杨云的设想 根据这些女兵的特征 当双方战斗 进入胶着状态之后 让这些女兵 从侧翼进行袭扰 凭借女兵轻快灵活的特征 一定会在战场上取得 很大的作用 此外 由于女兵的力量 明显弱于男兵 杨云和众人商量之后 决定将将女兵 以前用的铁甲 改为藤条编制的盔甲 这些藤条 经过专门的材料 进行浸泡 它的防御能力强大不少 更主要是 藤条制作的盔甲 要比铁制盔甲轻便得多 特别适合 灵活机动作战的队伍 杨云回到无限后的半个月左右 女兵们的装备基本到位 这些穿戴齐整的女兵 经过这半个月的强化训练 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看着杨云和 手下众人赞不绝口 善解人 这些日子以来 杨云一有时间 就琢磨这些女兵的训练问题 善解人意的齿力 总是跟在他身旁 给他倒成一杯热茶 或者煮上一些夜宵 这些日子以来 女兵的训练效果越来越好 众人都觉得十分高兴 但杨云却发现 齿力的眼神中 总是闪过一丝不渝 这一丝不渝 又不认真观察 不容易发现 但是和他朝夕相处的杨云 却捕捉到了这一点 杨云知道 齿力看上去 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子 但他骨子里却十分坚强 有什么事情 他喜欢藏在心里 不愿意表达出来 作为丈夫 看见自己的妻子不高兴 这让杨云很是担心 终于找了一个机会 向齿力问起这件事情 你手下这帮兄弟们 都能帮你做很多事情 就连乔雨薇和端木基月 两个女子 都能帮你训练出 这么多厉害的女兵 我觉得我自己最没用了 都不能帮到你什么 齿力说这话时 眼睛红红的 泪水都在眼眶中打转 傻丫头 你把家里打理得津津有条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呀 杨云宠溺地摸摸齿力的头 轻轻地对他说道 打理家里 是每一个做妻子 都该做的事情 可是我知道 云哥哥 你是做大事的人 我既不能像巨先生一样 给你出谋划策 从小身体弱 也没法拿起武器 替你冲锋陷阵 真是太没用了 齿力的情绪 依然很低落 无论杨云怎么劝解 齿力总是不能 从低落的情绪中走出来 齿力心情不好 杨云也很不好受 夜里 杨云躺在踏上彻夜难眠 到天空 已经出现雨堵白的时候 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 在他脑海里 越来越清醒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后 杨云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 只过了大约一个多时辰 他便醒了过来 看见这是齿力 已经不在身边 他便迅速爬了起来 找到正在为自己 张罗早餐的池力 向他说了 自己的想法 冷兵器时代作战 每一次战斗 士兵伤亡 总是很大 出现这么多伤亡的原因 一是因为战斗的惨烈 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个时代的人 医疗条件差 救护又不及时 也不专业 这就导致了许多 本来可以抢救回来的士兵 也因种种原因死去 医生出身的杨云 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马上有了主意 他决定让慈力 带着一些身体相对瘦弱 不能上战场的女孩子 成立一支救护队 按照杨云的方案 这时救护队成立之后 着重教会他们 一些简单的急救能力 比如快速止血 包扎 以及骨折的紧急处理等 与此同时 还可以让医馆里的大夫们 传授给这些姑娘们 一些简单的治疗手段 让他们有处理 及紧急情况的能力 当杨云把这个想法 告诉慈力之后 他马上高兴起来 并且很快付诸实施 吴王妃亲自招募一些 救护女兵 这消息在封地传开之后 许多女孩子 纷纷找到慈力 表示要加入这一支救护队 接下来 杨云亲自帮助慈力 挑选人手 站在专业的角度 排除了那些 做事毛手毛脚 没有细心和耐心的女子 还有 那些胆子比较小 怕见到伤口 怕见到死人 甚至还孕血的人 也被选了出去 最后 在一番细心选拔之后 杨云确定了一千人 成立了一支 由亲自牵头的救护兵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杨云又开始忙碌起来 这一次 医护知识的先生 与此同时 杨云还让人 专门制作了许多绷带 还专门让人到山里 找到一些消炎的草药 以及一些治疗刀伤 甚至还有烧伤的草药 有了药材练手 又有了杨云和 现成的知名大夫 给他们传授知识 这一天 新招募的救护兵 成长十分迅速 不久后的一天 这些救护女兵 专门进行了一次急救演练 吸引了数千老百姓前来观摩 看着这些救护女兵 熟练地进行各种 抢救模拟操作 杨云十分开心 而作为这支队伍的统领 池丽更大高兴 因为他从丈夫的眼神里 看出来这次救护女兵 在以后可能会发生的战争中 能够取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终于能够提丈夫 做一些事情了 池丽感觉十分自豪 所以这些日子以来 他虽然一直处于 非常忙碌的状态之中 但是他却感觉十分充实 十分快乐 在大幅 甚至是大幅周边所有国家 女性的地位十分低 她们不行 一样学习的机会 就算许多贵族家庭 她们也会选择 不让女孩学知识 国家的各行各业 有许多是不允许女生参与的 甚至 绝大多数国家 都有这样一个惯例 就是女性 不能担任任何职务 许多统治者 都将女子看作家庭的附属品 甚至是买卖 或者赠予女子的情况 比比皆是 但是杨云却深深知道 女子的力气不够 速度也许比不过男子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许多女子为人类 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所以在杨云心中 是一直奉行男女平等的原则的 但是杨云也知道 要在这个世界 宣传男女平等 短时间内 肯定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所以杨云决定 慢慢采取一些行动 让所有人看看 女子也是能做很多事情的 看到乔与威 和端午纪月 去年出来的女兵之后 杨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于是 一些举措在杨云的封地 慢慢地开始实施 比如 女孩子同样拥有在 无王丰地中 新办的学堂上学的机会 还有 在一些特定的职位中 允许女子担任职务 按照杨云的计划 这些举措 只是一个开始 随着大家慢慢习惯 女子可以和男子一样时 再慢慢向大家宣传 女子应该拥有 和男子一样的 家庭和社会地位 杨云的这些做法 在大幅各地慢慢传开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许多人对杨云 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 进行口诛笔伐 但同时 一人杨云在大幅 得到许多女性的支持 甚至有些不甘平淡的女子 产生了在无王丰地 来发展 做出一番工业的想法 第201章 楚国的旱灾 杨云虽然远在自己的丰地 离西京城有很远的距离 但一直以来 他却十分关注 朝廷发生的所有事情 甚至于周边国家发生的事 他都十分关注 几乎每一天 他都会仔细查看 从西京城中 紧急送来的各类消息 并且会组织丰地中的 一些有识之事 分析飞鹰部传来的消息 这一天 一份消息 引起了杨云的注意 楚国的楚江以东 靠近大幅的这一边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 好些湖泊和河流中的水 已经枯竭 而好多地方地理的庄稼 濒临枯萎的边缘 早在几天前 封地的一些人 就做出了判断 认为楚国可能会遭遇一场 几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旱灾 这一消息 对大幅而言 没有什么影响 但杨云听到这一消息之后 马上高兴起来 他找来手下一些头脑的人 向他们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当杨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手下 众人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 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实施的方案 对于聚远光和姚霞而言 他们对于杨云这种不同于常人的想法 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刚刚加入杨云阵营的邱泽等人 却感到无比惊奇 吴王殿下 居然是这么睿智的一个人 这是邱泽以前没有感受到的 如果说之前他加入杨云的阵营 邱泽心中还有些不甘 但现在他隐隐觉得 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杨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手下众人之后 大家都开始关注起楚国的旱灾来了 而远在西京的燕飞飞 也专门派出大量人手 专门搜集旱灾相关的信息 这个时候 杨云手下众人几乎全部行动起来 努力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以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局面 又过了一些日子 从收到的情报来看 楚国这边依然没有下雨 好多田地里的庄稼已经枯萎了 极少数幸存的庄稼 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收成应该达不到原来的两成 楚国的官员已经想了许多办法 想要降低旱灾的影响 但是这时候的人们 科技水平还十分落后 在大自然面前 他们的力量显得十分弱小 所以 尽管楚国上下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还是有大片大片的庄稼 因为干旱而死去 没有其他办法 这些楚国官员们 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决定 放弃山地 坡地和离水源较远的庄稼 集中人力物力 保护低洼地区和取水方便的土地庄稼 楚国官员们的这一决定 导致在楚国楚江东岸的大片土地 有一半的田地放弃浇灌 任这些庄稼在田地中自生自灭 楚江东岸一带已经连续几个月没下雨了 楚江的水位已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位 为了减少旱灾对楚国带来的影响 楚王赵源让几次来到楚江东岸 亲自视察旱灾情况 还撤掉了好一些 救灾不得力的官员 也从朝中调来大量的银两和人手 用来对抗旱灾 在楚王赵源让的统一指挥下 楚国官员和老百姓费尽心机 从楚江中还有一些湖泊中抽出救命水 终于保住了楚江东岸进办的土地 楚江东岸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是楚国主要的产粮地 在楚国内素有粮仓之称 但这一场自楚国建国来最大的旱灾 导致今年这里粮食的收成 仅仅能达到往年的三四成左右 看着田地里越见成熟的庄稼 楚江东岸的官员和老百姓既开心又焦虑 这些庄稼就全部成熟了 焦虑的是今年粮食产量大减 也许有许多人会在来年粮食耗尽之时饿死 为了应对来年的困局 楚国朝廷决定 从两方面来应对这个局面 一是等粮食成熟之后 从楚江西岸调出粮食 来帮助东岸百姓渡过难关 二是派出大量官员 联系各国的粮食商人 准备等收粮之后 从周边国家购买一些粮食 正所谓无商不坚 知道楚国困局的这些粮食商人 就像商量好似的 这些楚国官员们恨得牙痒痒的 但是没有办法 只得忍痛从各级衙门中 调出大量银钱 与这些奸商们签订了购买协议 田地里的庄稼终于熟了 到了可以收成的日子 楚江东岸的官员和老百姓们 终于松了一口气 总算还可以收获一些粮食 正在东岸老百姓 准备收割粮食的时候 老天爷就像故意要和他们开玩笑似的 终于开始下雨了 这老天爷看来是存心 想跟楚江东岸的老百姓们过不去 要么几个月不下雨 要么一下就是狂风暴雨 这一场暴雨来得特别 按说一般的暴雨来得快去的也快 可这一场暴雨却不走寻常路线 直接连续下了几天几夜 这一来 楚江东岸的大多数地区成了一片汪洋 老百姓们见势不妙 都逃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了 人可以走 但田地里的庄稼可糟了样 本来由于前段时间的旱灾 大家放弃了山地和坡地 留下的就是地势比较低的低洼土地 可是现在这些即将收购的庄稼 完全被浸泡在洪水之中 这些已经接近成熟的庄稼 怎么经得起这雨水的浸泡 老百姓们站在高地之上 看着这一年来 辛辛苦苦种出来庄稼 已经完全被洪水所淹没 无数老百姓看着眼前的一片汪洋 他们的心充满了绝望 大家除了咒骂老天爷之外 再也想不出食妖办法 老天爷 你就这样绝情 非要把我们逼死才行吗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 看着茫茫的一片洪水 绝望地说道 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 接踵而来的又是特大洪水 楚江东岸的几乎所有庄稼 被这两次灾难折磨得几乎颗粒无收 收到前方传来的消息 楚王赵元让 坐在自己王宫的椅子宫上 久久没有说话 赵元让觉得自己 也算一个颇有头脑 又能为老百姓着想的明俊 可面临这样的灾难 他也无计可施 这场大雨一直是续下了七八天 等洪水完全退去的时候 已经是十几天后了 在水中浸泡了十几天的庄稼 已经完全被泡坏了 看着一间间倒塌的房屋 田地里被冲得东倒西歪的庄稼 楚江东那的老百姓们彻底绝望了 朝廷也送来了 救灾银两和粮食 可是老百姓数量太多 粮食缺口太大 朝廷送来的这点粮食 根本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 一幕幕人间惨剧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卖儿卖女 杀人抢粮 甚至是一子而食的现象都出现了 楚江东岸的许多老百姓 眼看着日子无法过下去 只得离开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家乡 开始了逃难的生涯 起初 他们想渡过楚江 去楚江西岸 因为那里是楚国的腹地 想在那里寻求粮食 楚江西岸的一些地区 最初也接受了一些难民 但是随着难民如潮水般地涌过楚江 向楚江西岸而来的时候 临近楚江 这些州县的官员们都慌了神 楚江东岸受灾 楚江西岸的一大片区域 其实也受到一些影响 朝廷还从他们这边 而现在几十万楚江东岸的百姓 要往楚江西岸临近楚江 这一带几个县府而来 这么多饿着肚子 老百姓都要吃饭 哪里是这几个县府 能够安置得了的呀 所以 楚江西岸的一些县府 在最初接待了一些难民之后 便封锁了楚江 禁止难民渡过楚江 到他们所管辖的区域 西岸的官员控制了所有的船只 不允许东岸的老百姓 到河对面去投靠他们 楚江东岸的老百姓可犯了仇 无可奈何之下 他们将目光转向了 与他们比邻的福国 楚国的这些官员 因为他们手边的粮食 的确没法满足这些 早已鸡肠碌碌的灾民 所以 对于他们离开楚国 到大福境内的灾民 并没有予以阻止 就这样 大群大群的灾民 来到楚国和大福的交界处 想要通过这里来到大福境内 可是 发生在楚国的这些事情 守在大福境内的将官 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几十万的灾民 要是都来到大福 那会给大福带来巨大的麻烦 所以 守关的大福将官 不约而同地 采取了紧闭关门 禁止灾民入内的做法 一时间 大福靠近楚国的几个关口 都来了许多灾民 听说大福不准他们入境 这些灾民们 也彻底绝望了 回到自己的家园 那里没有一粒粮食 通往大福的关口 又紧紧关闭 这些灾民 也没了继续赶路的力气 他们干脆就在关外停了下来 等待饿死的命运 这种情况下 几乎天天都有灾民饿死 勉强活着的 也是面黄鸡兽 那些饿极了的灾民 甚至出现将尸体上的肉 烤着吃的现象 杨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带着巨远光和邱泽 来到巡洋关的 当他站在这座雄关的城头上 往下望时 不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难民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杨云的计划 楚国受灾 肯定会有难民往大福这边赶 所以 在几个月前 他已经提前叫人在周边 各县储备粮食 准备接收一些难民到自己的封地 第202章 安置难民 本来 按照杨云的计划 他可以 趁着这次楚国的旱灾 带上三到五万的灾民 到自己封地去发展 可是到城头一看 他不由地头皮发麻 巡洋关城下 站着坐着 躺着密密麻麻的灾民 目测下来 起码有十万余人 这远远超出他原先的计划 再与巨远光和邱泽商量一番 杨云终于下定决心 引官下这些灾民 到自己的封地去 殿下 末将也知道 您是悲天闽人之人 但您要知道 迎这些灾民入关容易 要想送他们走 那却异常艰难 您确定您的封地 要接纳这些人 负责巡洋关守卫的将军 皱着眉头说道 巡洋关守将叫康城 他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 朝中的那些大员来到这里 他一般都不会给好脸色看 但这一次来的是杨云 他的态度却十分友好 因为当年杨云在浮风城 誓死守城的英雄壮举 让常年在军旅的康城 十分敬佩 康将军 这楚国灾民 虽然非我大福百姓 但是看着这些活生生的生命 在我们眼前饿死 本王确实不忍心 让他们进来吧 本王与封地的百姓 一起勒紧腰带 与他们共度难关 杨云诚恳地说道 那好吧 末将就做一次主 放他们进关来 说真的 天天站在关上 看着这些楚国百姓 一个个饿死 我心里也不是味道 康城也是一个干脆的人 很快做出了决定 杨云和康城商量一番之后 决定从次日起 连续三天打开关门 放这些来自楚国的灾民 进入巡洋关 近十万的灾民 数量远远超过了杨云的预计 但现在只有硬着头皮 接受他们了 从康城那里回来之后 杨云便立即安排人 在巡洋关后面 临时挖取了许多土造 准备提前为这些灾民 煮上些粥 让他们先保住性命 第二天一大早 这些本来已经放弃希望的 楚国灾民 惊喜地发现 原来紧紧关闭的巡洋关城门 今日居然大大打开了 欣喜若狂的灾民 立即扶老邪诱 争先恐后地 往巡洋关内奔去 由于关外的灾民实在太多 他们都想第一时间进入关内 所以不一会儿 他们全部拥堵在关门口 康城带着手下士兵 在关门口维持秩序 见这些灾民 不愿服从指挥 只知道拼命的王李己 他一下来了火气 康城一声令下 手下士兵拿起手中皮鞭 将挤得最凶的那些人一顿好打 立即打得他们 皮开肉战血肉模糊 这才让这些灾民老实起来 规规矩矩地 服从守官士兵的安排 在守官士兵安排一下 这些灾民有秩序地 来到一个个州棚前 各自领到一碗西州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仅仅开关的第一天 就从巡洋关外 涌入了六七万灾民 这次来巡洋关 杨云早有准备 族带来了许多粮草外 还带了五千多封地的百姓 尽管早有准备 但进入的灾民实在太多 所以大家这一天十分忙碌 到晚上终于忙完的时候 大家已经疲惫不堪了 到了第二天 打开关门的时候 又从关外拥近了四五万人 大家实在忙不过来 便从灾民中 找来一些手脚麻利的妇人 加入到主州队伍中 第三天打开关门 从关外进入的灾民就少多了 看着稀稀拉拉进入的灾民 杨云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杨云没有轻松的多久 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因为到下午的时候 入关的灾民又多了起来 原来附近一些地方的灾民 听说沟阳关这里 可以放人到大附近内 他们便匆匆从各地赶来 看见又有这么多灾民 拥入巡阳关 杨云不由地暗暗叫苦 但是既然已经告诉灾民 这里将开关三天 杨云不想给这些 自己想要收服的楚国百姓 留下不讲信用的话柄 所以他们继续任凭这些灾民入关 有机会进入大福 就有可能逃脱被饿死的命运 所以这些接到消息的难民 都急匆匆地向巡阳关而来 于是 在守关士兵关闭关门之前 又来了许多的难民 看透这些蜂拥而至的难民 杨云只得让人迅速 给他们准备吃的 殿下 这一次难民的数量 已经完全统计出来了 一共是十四万四千八百五十二人 第二天一早 康成来找到杨云 把他整理出来的数据 给了杨云 殿下 无论您这次行动 出于什么目的 我都得感谢您 因为你拯救了 这十四万人的性命 老康我是个粗人 其他的 我不会说什么 我让兄弟们 从牙缝中省了一点粮食 虽然不多 但也算说老康的一点心意吧 康成说着 将手一挥 一对守关的士兵 推着一辆辆的小车 将一车车粮食 送到杨云手下手中 杨云这次来到阳关 一共就带了两万多人手 包括一万五千封地的士兵 以及五千多 前来做杂物的老百姓 可是这一次 就要带着接近十五万的难民 回到封地去 这可比整个封地的百姓人数还多 为了节约粮食 也为了避免这些难民吃饱了 有力气捣乱 所以杨云每天只给这些难民两顿西周 即使这样 每天消耗的粮食也多得吓人 这些难民 从楚国来的大附近内 虽然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 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吃饱喝足 经过短暂的试探之后 一部分难民开始抱怨 甚至和护送持有冲突发生 杨云知道 对于人数超过自己手下士兵数倍的难民 如果不加以节制 要想把他们好管理好 那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杨云命令手下士兵 对于这些胆敢闹事或者煽动 他人闹事的家伙 一定要做到杀意警百 于是 在杨云手下士兵 动手杀死了好几个带头闹事的家伙 这些难民彻底安分下来 开始配合这些从封地过来的士兵 慢慢在下 吴王封地的方向行去 带着这十几万人一路前行 队伍的行进速度很慢 一些人花了近一月的时间 终于到达了封地 这一路行来 杨云让人带的粮食 当地的官员冲着吴王的面子 赠送了一点点粮食 才保证这十几万人 没有饿着肚子回到封地 当这些难民来到吴王封地的时候 封地上所有的人都忙碌了起来 首先是将这些难民 安置在封地的三个县 这三个县中 以十栋县的人数最少 所以这次安置的难民人数最多 对于难民安置的问题 杨云和手下的兄弟们已经讨论过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次来到吴王封地的难民 居然有这么多 这一次 吴王封地上的难民人数甚至超过了 吴王封地原三个县的人数之和 所以管理起来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这十多万难民来到 吴王封地之后最初一段时间 他们还颇有感恩之心 感念吴王杨云给他们的活命之恩 配合杨云的安排 好好的在这里生存 但这段和谐的日子并没有保持太久 这些难民在封地的三个县站稳脚跟之后 逐渐势云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开始和当地人争夺各种利益 颇有宣兵夺主的味道 近日来 这些来自楚国的士兵已经和当地的老百姓 发生了好几次冲突 许多人在冲突中受伤 甚至还有人丢掉了性命 对于这种情况 各县开始还以劝道为主 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希望大家能够和睦相处 共同发展 但是不断发生的血 让杨云和他手下的人彻底清醒 乱世必用重点 这个时候杨云才深深体会到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于是在杨云的倡导下 各县县衙改变了之前那种温和的态度 在多次劝导仍然不听的情况下 各县县衙都抓了许多 头闹市的人 对于那些身上带着血案的人 个性毫不留情地采取了铁鞋手段 甚至有些罪大恶极的人 直接被推上刑场 斩首示众 鲜血终于让这些闹市的难民清醒过来 他们开始学会 和原三县居民和睦相处 紧接着封坑诱出 抬了一些政策 对于一些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的难民 干脆把他们赶出封地去 此外 杨云还根据历史经验 将每三十户人分成一个组 每个组内的百姓相互监督 若有违反规定的行为 采取株连的办法 大家一起受惩罚 在惩罚过一些闹市的人之后 各组的难民开始相互监督 一起给那些刺头施加压力 把他们的违法想法 消灭在萌芽之中 当然 杨云也知道 一味强压是不行的 所以紧接着 杨云又宣布了几个 让灾民们感觉比较满意的命令 各县衙都发出告示 不管是新来的 难民还是援助居民 大家都是平等的 都想有同等的权利 杨云封地的三个县 以前都没有什么大地主 前一段时间 各县县衙打击了一些无良的地主 将他们的土地收归朝廷 对于那些遵纪守法的一些小地主 各性宣言拿出钱 或者给予一些好的政策 把他们的土地也换了过来 所以到目前为止 封地三个县的土地 基本上都归个县县衙所有 各县县衙都出 抬了政策 将这些土地承包给所有的百姓 百姓们走承包的土地 除了缴纳很低的税收之外 其余的都归重地百姓自己所有 这样一来 大大调动了大家重地的积极性 第203章 粮食危机 各县县衙费了好大的功夫 终于将这十多万流民都安置了下来 并且使他们遵守封地的各种法规 接受成为封地百姓的事实 由于有这些难民的加入 各县的百姓人数 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以前各行各业确然的困局终于解决了 为了鼓励这些难民参与到封地的建设之中 各县县衙的还颁布了许多奖励的政策 努力调动大家参与各种劳动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 针对目前这一特殊情况 封地还制定了一个临时的规定 对于整日游手好闲的百姓 封地采取了强制劳动 关入牢房 甚至是遣送出境的各类惩罚 与此同时 各县还办起了许多培训班 有各行各业的一些成功人士 给这些新来的难民传授各种技能 在一系列措施引领下 封地的三个县总算走上了正轨 大家都开始按部就班的在封地进行发展 在经历了短暂的不适应之后 绝大多数的难民终于适应了自己 成为大府百姓 成为吴王封地子民这一新身份 封地人数增加 大多数人都能找到事做 创造出来的财富当然越来越多 看着各行各业都在朝着良性发展 封地的所有官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杨云招来这么多难民的不满之声 终于渐渐平息 看着各县一切工作都走上了正轨 杨云 俱远光和邱泽等人终于放心不守 因为当时他们三人力主将这些难民引来封地 遭遇了许多反对的声音 杨云轻松的心情没过多久又开始着急起来 因为他们又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 在引这些流民来封地之前 杨云已经的储备了不少粮食 本以为就算不够用 缺口也不会太大 大家都想想办法 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但是如今流民的数量 现在超过了杨云预想的好几倍 所以粮食消耗特别快 才刚刚过了几个月 各县粮仓的粮食都快要没有了 杨云将手下一些核心人物召集在一起 一起讨论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 大家各书己见 提出了许多有效的办法 第一方案是从周边各县府借粮 这是目前为止最现实的方案 但是这方案也有一些问题 周边各县府都不是产粮地 所以他们粮食的数量也十分有限 杨云派出许多人 在周边各县府奔波很久 许多县府官员看在吴王的面子上 尽力挤出一点粮食 但是数量也十分有限 完全不能填补粮食的巨大的缺口 没办法 杨云找到新成立的商会 让商会的商人到大幅过地去购买粮食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 但是杨云还是低估了这些奸商们的无耻程度 他们深知吴王封帝现在严重缺粮 所以故意抬高市价 使得购粮十分艰难 还有人提出将此事上报朝廷 让朝廷拨出粮食 镇寄这些灾民 这一想法一提出 便被邱泽这样的老江湖否决了 首先是大幅朝廷 几乎不可能拿出粮食 镇寄楚国的灾民 其次就是朝廷愿意帮助这些灾民 这一来一去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 可是封帝现在的情况 哪里等得到好几个月 面对这一困局 杨云绞尽脑汁 都没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甚至连足智多谋的巨远光和邱泽 都想不到任何办法 云州城的龙武军 是大幅常备的边军 那里素来粮草充足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 在那里借一些粮食 七微见众人都束手无策 由于半想之后说道 龙武军当然有粮食 可是龙武军的统帅盟武 是陛下最器重的边关守将 这人脾气很怪 谁的面子都不会给 要想从他那里弄来粮食 可能比登天还难啊 刘远长在军中 对龙武军的统帅盟武十分了解 我也知道 要从龙武军那里借的粮食 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 这也是我由于半天没有说的原因 七微接口说道 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们都不能放弃 这样 你们留在封地 再想一些办法 我亲自去云州 去会一会蒙武将军 杨云坚决地说道 杨云的封地虽然也在云州 但是距离云州最大的城池云州城 还有好几百里的路程 他虽然知道蒙武这个人 但是从来没有和他打过交道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因为事情比较紧急 杨云没有带太多的兵马 只带着三千贴身侍卫 在七微和赤木保护下 以最快的速度 向云州城赶去 云州和楚国比邻 向来是两国争斗的中心 比起巡洋关 云州城这边要难防御得多 因为这里地势开阔 楚国人要从这里 攻入大附境内 十分方便 所以 大幅便在这两国交界的地方 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城池 就是这座边关大城云州城 为了避免楚国人 从这里攻入大附境内 云州城常驻拥有 二十万兵马的 大附境旅龙武军 由与圣王场明齐名的 龙武军统帅盟武 常年镇守在这里 楚国兵马多次进攻 却始终没有越过云州城一步 而盟武 这人脾气古怪 向来不和大夫各方面的 势力过多的来往 和朝中大多数大臣的关系都不好 尽管朝中大臣 对盟武颇有微词 但是福皇却对盟武十分信任 将他放在这里 守护最重要的这一座城池 十四年时间 一直未将他从这里调离 和圣王阳明相比 两人都是大夫军事上的两大基石 但是两个人的风格 却有明显的区别 圣王阳明善功 敢于冒险 常常以旗帜圣 其经典战役就是当年 阳明亲自带着一万铁骑 深入楚国内部 奇迹般地出现在 楚国兵马的中军杖 升行当时楚国的 兵马大员率龙哥 而盟武统军 却是向来以沉稳建称 他奉行稳扎稳打 善于打防守战 这十多年来 他将这这云州城 守得滴水不漏 让各路楚江 无法越过云州城半步 所以在楚国内部 曾经有这个说法 汉山翼 汉龙武军男 正因为大幅有 圣王阳明和蒙武 这两员一功一手的统帅 使得国力强于大幅的楚国 这么多年来 同大幅做成 没有讨到多少便宜 和圣王阳明相比 双方都为大幅立下了 霍霍战功 但从来没有架子的阳明 在大幅军中受欢迎的程度 远远超过了蒙武 在军中的影响力 也大了许多 为了成功地 从龙武军中借的粮食 杨云寻访了许多 对蒙武比较了解的人 想根据他的兴趣爱好 以及从其弱点 找到突破口 但是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杨云有些沮丧 因为除了领兵作战之外 蒙武很少与外人接触 大家对他的了解 都不是很深 所以没法找到 打动他的方式 不过 对于这种情况 杨云也早有心理准备 蒙武在大幅军中 出了名的油盐不尽 肯定不可能 这么轻易就被打动 想了许多办法 都没有成功地把握 到最后 杨云干脆不去思考了 先来到这云州城 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云州城是大幅境内 一座十分特别的城池 因为这是大幅境内 唯一的一座 士兵的数量 超过百姓数量的城池 云州城位于大幅的边境 这么多年来 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斗 已经数也数不清了 虽然云州城 从来没有被储君占领过 但是常年的战事 许多百姓的亲人 都因此而丧命 久而久之 愿意继续待在云州的百姓 云州城和大幅各地之间 杨云虽然在西京城 不受众兄弟待见 但他毕竟是大幅皇子 还是堂堂的吴王殿下 所以在平日里 他不管到哪个地方 都能受到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 但当杨云等人 风尘仆仆地赶到云州城的时候 却吃了一个闭门羹 杨云率领三千侍卫 来到云州城门之前 被守在城门前的士兵拦在城外 当然 这些士兵也不是有意为难杨云 因为在云州城历来有这样的规定 所有的商旅百姓 在没有战时的时候 可以随意进出云州城 但是携带武器的士兵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 没有得到龙武军统帅 蒙武将军的同意 一律不许进入云州城 对于这样的规定 杨云还是能够理解 毕竟 云州作为边关大城 只有这样严格的规定 才可以避免被敌人钻了空子 幸好同行的邱泽早有准备 他将提前准备好的拜帖 交给守门的士兵 让他们转交龙武军统帅蒙武将军 在等待的这一段时间 杨云打量着这座高大的城池 这云州城作为边关重镇 城墙高大后石 显然大幅在这里投入了不少钱财 与此同时 这里的士兵和其他地方 也完全不一样 守在门外和城墙上的 这些龙武军士兵 他们明显和其他地方的士兵不一样 首先 这里的士兵精神状态很饱满 即使现在没有暂时发声 他们也是甲骤骑者 武器几乎从不离手 负责守门的士兵听说杨云的身份之后 虽然恭敬地向杨云乘坐的马车 行了一个军礼 在神情中却没有任何鳄鱼奉承的味道 而手下的这些士兵 则没有因为来的是大福皇子 态度有什么变化 依然紧握手中的兵刃 神色冷峻地站在这里 看这些士兵的表情 杨云深信 如果自己轻举妄动的话 这些守城士兵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举起手中的刀枪 向他们发动最犀利的进攻 第204章 龙武军统帅 通报的士兵进入城中许久 仍然没有什么消息 但杨云却毫不着急 慢条斯理地等在城外 而杨云马车旁边的赤墨 却早已不耐烦了 要不是杨云制止 他早已拿起手中的长锤 要冲向城中了 禀报吴王殿下 我家将军有令 云州城是边关重镇 应付有防卫重责 若无朝廷命令 数不接待朝中任何官员 还请吴王殿下就此返回 等了大约两炷香的时间 城中才走出一名银袍将领 向杨云马车的方向拱手说道 杨云坐在马车之中 看见这个情景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早已想到此行可能不顺 但是却没想到 居然连云州城都进不去 在大附近内 居然还有不允许 皇子进入了城池 这将领一番话彻底点燃了 杨云身边赤墨的怒火 他大声叫嚷着 要带着众侍卫冲入城去 而面对这一情况 守门的龙武军士兵 也蹭得抽出手中的刀剑 冷冷地盯着赤墨 赤墨而身后的侍卫 也立时举起手中兵器 一时间 双方怒目而是 大有一言不合 马上动手的态势 住手 杨云一声轻贺 制止了群情激昂的赤墨和众侍卫 然后他叫来了邱泽 在邱泽的耳边轻轻叮嘱了几句 邱泽听杨云说完之后 转身来到这银袍将领 向他施了一个礼 然后说道 劳烦将军通报盟帅 吴王此次来见盟帅 不是为私人利益 而是为十多万百姓的性命 还望盟帅一见 这 那银袍将领沉饮一番 终于说道 既然吴王殿下开了口 那小将再去通报一下吧 说完 他又转身向城内走去 云州城一座小院之中 一个年约五十许 身穿短衫的男子 正站走一块菜地之中 挥舞着一把锄头 正为地里的蔬菜锄草 而菜地一旁 还站着几名丫鬟仆仆役 手里端着热茶 拿着汉金 显然是为这短衫男子准备的 而菜地的另一旁 还站着几个人 这几人大多甲昼齐整 只有一人身穿长袍 他们正饶有兴趣地 看着这一个 在田地里忙碌的短衫男子 这短衫男子 除地的时候 神情十分专注 活脱脱一副老农民的样子 但他的身份却不简单 因为他正是这云州城的第一号人物 龙武军统帅盟 而菜地一旁 站着的 则是盟武最信任的几个属下 此时 城门口那个银袍将领 匆匆走进来 向着盟武汇报了 刚刚在城门外发生的事情 听了银袍将领的报告 盟武停下手中 正在挥舞的锄头 看了看身边站着的几个人 笑着说道 这位吴王有点意思 非要来见本帅 你们说见还是不见 大帅不想见就不见吧 上一次 藤王来了 不是也没见吗 站在菜地旁的一员将领接口说道 这将领的话 得到身边几个人的赞同 但奇怪的是 听了众人的话之后 盟武并没有马上回答 反而看着这群人中 唯一一名文士打扮的人 其实见语不见到没有什么 如果要见的话 我们先考虑一下 这吴王平时和我们并没有交道 这时为什么会突然跑来见大帅 这文士沉吟一会儿说道 那军师认为 这位年轻的吴王 这个时候跑来找我们 到底所为何事 盟武又问道 呵呵 想来大帅也知道他此行的目的 这位吴王才招了十几万楚国百姓 肯定是粮食不够了 他封地周边几个县府 又不产粮 当然 只有把主意打在我们头上了 这文士笑着说道 粮食我们倒是不缺 朝廷给我们剥了那么多 平日里 我们也让士兵中了不手 可本帅还没想好 这粮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盟武说道 大帅这么多年来 拒绝了朝中不少大员 想来也不在乎多这一个吴王吧 既然大帅 这么问我们 想来大帅 还是有一件一件 这位年轻的王爷 那就见吧 这文士说道 哼 还是军师最了解我 这位吴王做了一些事情 还挺合本帅的胃口 在朝中并没有多多少靠山的情况 他能做到这个样子 的确挺不错 本帅也好奇 这位吴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盟武笑着说道 那你去安排 将这位吴王殿下 迎到帅府偏听 我们就见一见他吧 盟武很快做了决定 对这文士说道 杨云等人在城门外等了很久 终于等来了消息 城门口走出一群人 领头的是一个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盟武军军事吴文 奉盟帅之命 前来迎接吴王殿下 这文士直接来的 杨云锁成的马车跟前拱手说道 有劳军师了 听这文士这样一说 杨云十分高兴 等了这么久 总算有好的结果了 他连忙走下马车 对这位盟武军的军师拱手说道 不过按照云州城的规定 吴王殿下和属下的武器 都不能带入城去 现有城门卫兵帮你们保管 等你们离开的时候 会如数奉还 这叫吴文的军师诱导 在杨云的安排下 赤木尔等人很不情愿地 交出了手中的兵刃 和杨云一起来到云州城中 云州这座边关重城 是一座很大的城池 虽然常年有战事发生 但这城中一切 依然是那么井井有条 杨云看着这城中的情况 不由得对这位 在大府九复圣民的将军 有些崇拜在城中行了不久 便来到一座府邸门前 让众侍卫在门口等候 杨云只带着邱泽 进入这元帅府 吴文领着杨云等人进入偏厅 剑厅中 已有几名将军模样的人 在其中等候 双方一见面便相互介绍 场面好不热闹 这时有仆役送来香茶 杨云和邱泽也不客气 一边喝茶 一边和众人闲聊着 等待蒙武的出现 哈哈 本帅刚才忙得一身大汉 为了礼貌 专门沐浴了一番 所以来迟了 还请吴王殿下见谅 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从天外传来 紧接着走进来一群人 杨云抬头一看 领头的是一个黑状汉子 穿着一身儒雅的服装 虽然面带笑容 但浑身上下 却散发着一种 舍我其谁的霸气 杨云知道 这位应该便是 龙武军统帅蒙武了 呵呵 小王貌妹前来打扰 给大帅讨麻烦了 见蒙武出来 杨云起身 向蒙武拱手说道 蒙武虽然手握大拳 但王爷亲自向他行礼 他还是不敢拖大 连忙拱手相杨云道 龙武军统帅蒙武 见过吴王殿下 双方客套好一番之后 才各自入座 对于这蒙武 杨云早有耳闻 今日见到这位 赫赫有名的龙武军大帅 心中还有些小激动 军中的人 向来喜欢直来直去的个性 所以杨云落座之后没多久 便直接将此信的来意 告诉了蒙武和他身边众人 吴王殿下 按说您亲自过来借粮 在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 提供粮食才是 可是让我们将大福军粮 交给楚国百姓去吃 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如果陛下知道 也会治我们的罪吧 听了杨云的话 蒙武身边的军师吴文说道 军师此言诧异 这些百姓 以前虽是楚国的 但是楚国已经放弃他们了 既然他们来到我大福境内 当然应该算是我大福百姓的 杨云没有答话 而他旁边的邱泽接口答道 这位先生的话 有些偏颇 这些楚国百姓 现在饿着肚子 吴王殿下给他们吃的 他们当然会留在大福境内 一旦他们楚国灾情过去 他们当然又会回到楚国境内 军师吴文又说道 这些百姓 才来到我大福境内 吴王殿下 给他们和大福子民同样的待遇 并且还拿出地让他们种 忙他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怎么还会想着到楚国去呢 邱泽又道 吴王殿下 何必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弄这么多楚国人到您的封地 需要用到大量的吃的用的 会造成封地原有老百姓 对您的不满的 依在下建议 干脆把他们赶出大福 让他们自生自灭 又一名龙武军将领说道 我们以前也和将军的想法是一样的 可是殿下告诉我们 为什么楚国比我们强大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百姓比我们多 百姓相当于水 我们相当于船 只有水多才能船高 邱泽又站起来 微笑着说道 我们军中的确还有一些余粮 可是按吴王丰帝的三个现状来看 最缺的就是粮食 现在又凭空多了十多万人要吃粮 我们的粮食给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能还呢 难道要等个十年八年 军事吴文又说道 这个事情我们早已想过 我们现在的确急需粮食 近年内的确没有余粮还给你们 但是我们人多 可以为你们生产许多军营需要的东西 邱泽说道 你们几个偏僻小线 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龙武军需要的呀 吴文的语气中有些不屑 这个军事就有所不知了吧 吴王到封地之后 直到百姓制造出来 许多有用的好东西 现在有我们封地作坊制作的东西 在大附近内可是挺受欢迎的 甚至周边一些国家的商人 也到我们这里来采购 邱泽的语气中有些自豪 哦 有这是 那你具体说说 让我们这在场诸位听听 看看你们那里有什么好东西能打动我们 听邱泽一说 坐在主位的蒙武来了兴趣 第205章 军中比武 大帅府片厅中 邱泽正拿出许多新奇的东西 供众人欣赏 一块方形半透明的东西 听说叫肥皂 洗衣服比大家常用的皂角好用许多倍 还有一个透明的杯子 据说制作它的材料叫玻璃 一时间 邱泽像变戏法一般拿出许多奇怪的物件 看到一旁的人目瞪口呆 蒙武坐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这些东西 却始终没有说话 让人不知道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正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喧闹的声音 大家正在奇怪的时候 引杨云等人来到云州城内的那名银袍将领 突然走了进来 扶在蒙武的耳边说了些什么 蒙武一听 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他抬起头对着杨云大声说道 汪汪殿下 府外出了一些状况 我们一起去看看可好 听蒙武这样一说 杨云觉得十分奇怪 他连忙向蒙武一拱手道 大帅相邀 怎敢不从 见蒙武和杨云并肩走出了偏厅 厅内众人也感觉十分奇怪 连忙跟在两人身后 一起来的大帅府的门前 众人来到帅府门前 却见两队人相对立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 特别是两队人在前面 有两个人正怒目而视 眼看就要大打出手了 住手 这声音确实有两个人同时喊出的 喊出声音的人 正是走在最前面的蒙武和杨云 而两队虎视眈眈的人 正是蒙武帅府门前的护卫 和杨云所带的侍卫 中间的则是一名龙武军的将领和赤木 见蒙武和杨云亲自出来 两队士兵立即散开 按照各自的队形立在一旁 而场中正准备动手的两人 也各自后退几步 但眼神中依然流露出 对对方很不服气的样子 众人费了好半天功夫 才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搞了得清清楚楚 原来众人站在帅府门口 本是各自站立 但一向不肯吃亏的赤木 因为在城门口吃了闭门羹 最后在杨云的制止下 才收起了动手的想法 来到帅府门口 赤木依然怒火未消 他便和手下侍卫 愤怒地说着此事 赤木个子大力气大 嗓门也大 由于他说话的声音太大 被守在帅府门前的卫兵 听得清清楚楚 这帅府门前卫兵统领 也是一个不肯吃亏的主 当时就和赤木吵了起来 这情况下 双方都不愿意忍让 都看对方不顺眼 于是越吵越凶 干脆就拉开阵势 准备大干一场 听到事情的经过 杨云将赤木叫了过来 轻声地斥责了他几句 赤木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 但在杨云面前 他却温顺地像枝绵羊一样 看见赤木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蒙武却笑了 他在军中多年 特别喜欢这些 有个性的将领 因为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候 这些人才是最敢勇往直前的 殿下 我看这两小子 好像还不服气 不如我们让他们 好好地干上一场 说得再多 不如手下 有活最实在蒙武看了看 杨云笑着说道 听到蒙武的话 赤木而蒙武手下 那名卫兵统领 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他们都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 意思是是说 要对方好看 蒙武居然有这样的提议 是杨云没有想到的 不过他也没有推辞 笑着说道 蒙帅的这个建议正合我意 你们两个若没有意见 我们就这么办吧 赤木和蒙古手下的卫兵头领一听 立即高兴起来 表示愿意来一场比试 就他们两个比斗 也没有意思 要不这样 我们安排三场比斗 如果巫王殿下 手下勇能够取胜 我便答应戒梁 我手下这些小子如果输了 他们也无话可说 蒙武笑着说道 那好吧 蒙帅既然有这个兴趣 我们双方就来比斗一场 如果输了 只能怪计不如人 那我们也不好意思 再提戒梁一事了 听了蒙武的话 杨云迟疑一下 便答应了 蒙帅 小人有个不情之请 殿下手下的将士 用惯了他们自己的兵器 可否准许 他们将自己的兵器 带进来进行比斗 邱泽在一旁突然说道 哈哈 我蒙武当然不会占这些小便宜 待会儿 你们选出比斗之人 我派人去把他们的兵刃取过来 我们就再叫场一笔高低吧 蒙武显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 他朗生说道 要轮到个人战力 杨云势力中最厉害的 当然非赤木莫属 其次就是七威和严雄了 这一次严雄没有来 杨云便选择让七威和刘远 让他两个与赤木 一起参与这场比斗 待会儿在场上 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 但是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我是宁可了你们输 也不希望你们出什么意外 当然 如果在可以控制的前提下 也尽量不要下杀手 杨云将三人叫到一旁 轻声对他们说道 半个时辰之后 杨云带着手下众人 一起来到位于云州城外的教场 而此时 蒙武也带着许多将官 来到教场之上 教场正中心 站着一群甲骤整的将士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 眼中浓浓的战意 让人感到胆寒 殿下 您此次只带了几千属下 贵属下也许还有许多 功夫卓绝的高手未曾同行 蒙某也不好占你的便宜 我便从营中挑选出这百名好手 贵方派出三名将士 从这百人中挑出三人比斗就行 蒙武指了指 这一群战的端端正正的将士 对杨云说道 我就跟刚才那小子打 看我不打的他跪地求饶 见杨云把目光看向自己 赤木立即说道 听了赤木的话 杨云哭笑不得 这个一根筋的家伙 那人能够成为蒙武的卫兵头领 一定是功夫不凡之辈 他却不愿意 换个容易对付的对手 知道赤木的个性 杨云也不好过多要求他 只得任由他 借儿七威和刘远 则要冷静许多 他们知道此次打斗 并不是要争一时之气 而是要想法获得胜利 为封地百姓愁的粮食 刘远跟着七威 一起来到教场中心 场中战斗的这些将士 一个个眼中都带着期盼的神情 恨不得自己被选上 教训教训这些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刘远和七威 根据自己的想法 各自选了一个对手 两个被选中的龙武军将士 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 而每被选中的人 都带着失望的神情 离开了教场 选定对手后 六名将要上场的勇士 还签订了生死文书 保证出现意外伤亡 不让对方负责 虽然对方并无多大仇恨 但刀剑无眼 这个已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随着众人离开教场 回到看台之上 一场比斗就要开始了 杨云这一边 最先上场的是刘远 他的对手 是一员各自相对瘦小的将领 当两人骑着各自的战马 出现在教场上的时候 全场立即传来欢呼声 当然 这欢呼大多是龙武军将士 给他们的将军的 刘远抬头看看远处的对手 轻轻地呼了一口气 脚下一用力催动身下的战马 向对方狂奔去 他的对手看了看 急奔而来的刘远 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 也朝着刘远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 一场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刘远从小受自己父亲的熏陶 对习武十分感兴趣 他年纪不大 但一身功夫 颇得自己父亲的真传 同时 他也深知 与敌作战一定要抢得先机的道理 双方一接触 刘远便挥舞手中的长刀 一刀接一刀 只取对方的要害 而对方这名将领 却不慌不忙 手中的长枪上下翻飞 好似一条灵蛇 总能恰到好处的化解刘远的攻势 两人的功夫都不错 经常使出一些绝妙的招数 使得一旁观点的众人掌声雷动 殿下 您手下这小将 和泉州刺史刘成将军有何关系 我看他这功夫 深得刘家刀法的真传 只不过实战能力 还有些缺火 看着场中的比斗 蒙武转身对杨远说道 蒙帅真是好眼力 我麾下这刘将军 正是泉州刘成大人的公子 几年前跟着本王 屈居县位一职 杨远转头向蒙武说道 刘成的儿子 居然会跟着吴王殿下 蒙武的语气有些疑惑 似乎还有些话没有说出口 但杨远却没有听出话中的意思 这时 教场又传来一阵欢呼声 蒙武和杨远的注意力 被这欢呼声吸引过去 他们又开始专注地 看着场上的比斗 这时候场上的情况 已经发生了变化 之前处于攻势的刘远 现在却落在下风 手中挥舞的长刀 也比之前缓慢了许多 杨远也是久力战士之人 知道刘远的功夫的确不错 但是比起这经常在战场上 厮杀的龙武军将士而言 他把握机会的能力 还相对偏弱 所以他应该不是 这龙武军将士的对手情况 果然和大家预料的一样 刘远在失去优势之后 始终处于烈士 陷入了疲于防守的状态 但是刘远深知 这一次打斗 对杨远 对封地百姓而言 实在太重要了 所以即使处于烈士 他仍然苦苦支撑着 眼见烈士越来越明显 刘远干脆改变了打法 他完全放弃了防守 拼着受伤 也要给对方致命的打击 刘远这种搏命式的打法 显然收到了效果 已经占据优势的对手 当然不愿和他拼个两败俱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手被刘远打了得措手不及 好几次都差点被刘远所伤 已经建立起来的优势 荡然无存 第206章 奇招连连 看见刘远扳回了烈士 随行的侍卫们 立即爆发出欢呼之声 就连龙武军中有些将士 也被刘远的英勇所打动 为他抱一掌声和欢呼声 随着刘远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逼得沉然形成了防守的势态 从封地过来的杨远 好些属下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大家更卖力地为刘远呐喊鼓劲 但是气微和赤目 甚至是功夫稍训一些的杨远 还有一些功夫稍高的侍卫 脸上都没有露出高兴的神情 因为相比于只会看热闹的众人 他们深知 实力明显不如对手的刘远 落败只是时间的问题 果然 随着一阵猛冲猛打之后 刘远马上显得后劲不足 他的动作开始迟缓起来 头上也开始大喊淋漓 而他的对手手中长枪依然是那么灵活 一枪一枪向刘远身上招呼 刘远也只很难取胜 但他却不是那种肯认输的人 随着打斗的持续进行 局势对刘远越来越不利 他的破绽越来越明显 虽然拼尽全力进行防守 身上依然出现了伤势 鲜血从战袍上流了出来 而战斗中的刘远 仿佛没有感觉到身上的伤势似的 依然挥舞的长刀和对方缠动 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持续的战斗又不断拉着他的伤口 使得越来越多的鲜血 从他的身上流了出来 不一会儿 他身上的战袍就全部被鲜血染红 这一下 杨云手下重侍卫停止了呼喊 但眼睛都红红的 大家心情十分复杂 既希望刘远放弃 又期盼奇迹的发生 就连刚刚还在欢呼呐喊的龙武军将士 也停止了他们的呼喊 他们彻底被刘远的英勇打动 而刘远的对手 也不忍继续在他身上造出伤口 每每到关键时刻 总是迅速收住手中的长枪 这一仗 我们输了 看到这一情景 知道刘远已经没有了取胜的可能 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杨云选择了放弃 承让 对方将领朝刘远一拱手 策马向本方阵营行去 刘远调转马头 准备回到本方阵营 谁知刚行几步 便决头晕目眩 一下栽下马去 慌得离他不远的侍卫 立即冲过去 将他扶起刘远晕倒的原因 是因为失血过多 再加上羞愧难当 不一会儿 他便慢慢醒来 殿下 对不起我输了 刘远醒来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的人正是杨云 杨云正在亲自为他处理伤口 使得他不由得感动万分 没事的 你已经尽力了 杨云微笑着说道 第一场 并没有持续太多的时间 就奋出了胜负 由于输掉了第一场比斗 形势对于杨云一方十分不利 对方只需要再胜一场 便可以保证获胜 七微站在轿场正中心 淡淡地看着眼前的对手 仿佛这场比赛 与他没有多大关系 但他的心中 却是新潮起伏 因为他深知 这场比斗必须取胜 吴王殿下手下侍卫 统领七微 请阁下多多指教 七微朝对方一拱手 朗声说道 龙武军又迎校尾尘然 七微的对手 是一个脸色辣黄的汉子 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 七微之所以选择这黄脸汉子 作为自己的对手 就是看着人一副 无精打采的样子 想来功夫不怎么样 可是此时在场上 七微看到对方手中的武器 神情不由一致 因为对方的武器 居然是一把方天化戟 方天化戟属于重兵器 羽毛 枪等兵器不同 方天化戟使用复杂 功能多 需要极大的力量和技巧 对使用方天化戟的人而言 需要极好的身体素质 战场上 使用方天化戟的人比较少 但是能够用方天化戟 作为武器的 一般都是高手 本来想选一个好对付的对手 没想到却遇上了硬查 七微心中暗暗叫苦 但是没有办法 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双方嘴上虽然十分客气 但是出手却毫不含糊 双方一照面 沉染手中的方天化戟 就朝着七微的面门迎面刺来 来得好 见对方的方天化戟 离自己的面门已经不远了 手中的动作却不缓慢 手中金刀朝着方天化戟迎面斩去 就在双方的兵刃 快要接触的那一瞬间 他手中金刀却滑向方天化戟的枪杆 七微这一刀看似缓慢 却是巧妙无比 他在目的不是为了斩断对方枪杆 而是用刀锋扫向对方持枪的手 这一刀如果成功 沉染要么指得丢掉手中兵刃 要么就会被七微的金刀削断双手 看到眼前的一幕 龙武军将士都惊呆了 好多人都闭上了眼睛 因为他们不想看到 沉染被削去双掌的惨剧在眼前发生 半想之后 这些龙武军将士才睁开眼睛 可是让他们高兴的是 沉染居然仍然好端端地 举起手中的方天化戟与七微大战着 原来就在刚才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沉染突然身子一拧 藏身于战马的身侧 而且 他的身形没有任何停顿 手中的方天化戟 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朝七微的腰间削去这一下 这轮到七微陷入困境之中了 因为沉染的这一攻击 不高不低 恰到好处 七微想要一俯身 躲过攻来的方天化戟 但是由于沉染的方天化戟功能的位置偏低 他就算伏下身子也无法躲过 又或者 七微也像沉染一样来一个瞪里藏身 但是方天化戟速度并不慢 使得七微已经没有了 做这个动作的时间 难道七微会就这样被对手拦腰斩断 杨云带来的 侍卫眼中都闪过 不可思议的神色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面对这一极具威胁力的进攻 七微却不躲不闪 眼见沉染的方天化戟已经攻到自己眼前 七微却不慌不忙 手中的长刀轻轻地一挥 长刀的刀柄刚好砸在沉染的方天化戟之上 七微的这一击恰到好处 若是早一分 方天化戟的力量很足 很可能让他将金刀击飞 那那样的话 没有了兵器保护的七微只能束手就擒 而如果是晚一分 沉染的方天化戟 一定会在七微的身上画一条长长的口子 那样的话 战败还是另外一说 七微能不能把性命保住 都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 七微的刀柄 急在方天化戟前方的小戟上 力量并不大 却顺着方天化戟的方向 将他轻轻往旁边一拨 使得沉染的方天化戟 显显地从自己的身旁划过 做完这一动作之后 双方的战马继续前行 拉开了双方的距离 双方第一回合的战斗 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一回合 谁都没有战得便宜 但双方绝妙的招式 看着观战的众人大呼过瘾 全场响起了疯狂的呐喊声 和前一场比都不一样 七微和陈然这场打斗 两人出招的速度 比刘远那一场慢了许多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 两人的动作虽然都不快 招式却高明许多 往往每招中就含着数种变化 就这样 两人你来我往 不一会儿 就站了十几个回合 这一场打斗 让观战的众人大呼过瘾 双方都是齐招连连 前一刻还胜利在望的 有可能 只是一个眨眼的瞬间 他又丢掉了自己优势 并处于危险之中 两人打斗 把旁边观看的众人的情绪 完全调动起来了 大家一起狂呼着叫喊着 为自己支持的对象拼命呐喊 虽然周围的喊声如潮 几乎要将这一座偌大的云城炒翻 正在打斗的陈然和七微二人 完全没有被这些声响惊动 他们的眼中只有对方 恨不得立即找到对方的一个破绽 一击之下 可以成功将对手击败 陈然和七微在这种情况下 大战了近百回合 虽然双方都没有受到太重的伤 但是双方的打斗 却十分激烈 双方都常常使出一些不可思议的招数 逼得对方手忙脚乱 一百多个回合下来 双方依然旗鼓相当 两人的表情虽然都十分淡然 在心中都有些着急 都在思考着 以用一个绝妙的招数 将对方拿下 眼见两匹战马多了一圈之后 即将再次相遇 新一个回合即将开始 七微决定使用自己的绝招 结束这一场比斗 电光火势之间 双方的战马已经再次遭遇 七微一改之前出刀缓慢的打法 手中的长刀不可思议的速度 连续挥出了十几下 七微的这一下攻击 是他最拿手的招式 他将此招命名为凤凰点头 用灵力快决的攻势 封住了对手所有的闪避空间 让敌人无法逃脱 多年来 七微凭借此招 不知斩杀了多少敌手 今日这场比斗 他见诚然的功夫实在了得 若贸然使出此招 一定会遭到诚然的破解 所以始终没有用上这一招 但现在 双方已经大战了一百多个回合 体力已经大肆消耗 再加上 诚然已经熟悉了自己慢节奏的攻势 自己突然的变化 一定会让他措手不及 七微的这一变招 好像的确收到效果 因为对方的诚然 一下子变得手忙脚乱起来 用尽全力躲闪 或者隔开七微攻来的金刀 显得狼狈异常 七微的这一招凤凰点头 一共有十二种变化 从不同的角度出手 凌厉的连续攻出十二刀 刀刀攻向对方 最不容易防守的地方 诚然的功夫也算不凡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选连连破解七微的七刀攻击 但在七微的连环进攻下 诚然明显有些吃不消了 防守越来越吃力 眼前躲不过余下的招式了 第207章 意想不到的变化 旁边观战的人也不乏高手 见此情景 双方表现出不同的状态 蒙武和他手下几员大将 眼露焦急之色 杨云这边的人则开始高兴起来 已经开始准备迎接胜利 果然 在七微攻出的第八刀的时候 诚然没有继续躲过 他的身子在躲避七微前一次攻击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现在要再次躲过七微的金刀 已经来不及了 面对斩来的金刀 诚然只来得及 稍稍将身子一拧 金刀从诚然的左肩划过 带起一片血化 这时候 双方的距离已经很近了 能够很清楚地看清楚对方的表情 七微看到受伤的陈然 脸上居然带着一丝得意的神情 他暗叫不好 但是此时 七微的长刀已经递出 力量尚未收回 要想变招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 只见陈然一个半转身 手中的方天化脊 靠在七微金刀的刀尖之上 并让七微金刀的刀尖 从自己方天化脊前方的颈子中穿过 就在这一电光火石之间 陈然手中的方天化脊 朝一侧一脚 就将七微的金刀缠住 然后一用力 准备将七微的金刀扯掉 这一下 形势对七微十分不利 因为只是他的力量 已经向前挥出 要想立即回力抽刀 已经来不及了 若是武器被对方抽掉 那接下来 七微就只有任人宰割的 命运了场上的形势 居然突然发生了逆转 让一旁观战的众人 立即惊呼起来 这一变化 是陈然计划已久的 现在终于成功在望 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原来 见七微的金刀 从不同角度 向自己迅速攻来 陈然知道 对手已经使出绝招 要在这一回合内 奋出胜负 七微的这一想法 正和陈然的心意 他也不想继续纠缠下去 准备付出一些代价 将七微击败 结束这一场比赌 方天化己属于重兵器 能够使方天化己的人 一般力气都十分大 七微也明白这一道理 所以 在之前的战斗中 他尽量避免 与对方兵器直接碰撞 陈然显然也知道这个情况 但之前每一次 双方兵器相击的时候 都被七微巧妙地躲过了 现在七微发动灵力的攻势 虽然使得陈然显向还生 但是也给了陈然机会 在躲过对方几刀之后 陈然终于寻得时机 凭着受一点小伤 终于将七微的金刀 卡在自己的方天化己之中 但是陈然的这一招 也是十分冒险的 若是动作出现一点差池 闪避七微的那一刀 再缓慢一点 或者方天化己出刀的角度和速度 有一点偏差 他就得接受失败的命运 但是 老天爷显然眷顾了陈然 七微的长刀 成功地被方天化己绞住 策略成功的陈然 知道这一机会稍纵即逝 于是他不再迟疑 口中大喝一声 将全身力气 灌注在两只手臂上 准备剥掉七微手中的金刀 此时此刻 七微也没有了其他的办法 只得长叹一声 接受金刀脱手的悲惨命运 这时 七微的耳中 传来轻微的咔的一声 他手中的金刀 居然从方天化己 那个颈子中间穿了出来 这一下 让七微和陈然 都感到十分诧异 明明金刀 已经被方天化己 前面颈子中间的小孔卡住 已经没有了挣脱的角度 怎么可能重获自由 但这时候 双方都没有时间去搞清楚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这时候 陈然的力气已经使出 身子的侧后方 已经录给七微 突然出现的意外 已经没有了 让他做其他动作的时间 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会 七微怎么可能放弃 他手中金刀 顺势往下一挥 就要向陈然身上斩去 就在刀尖 快要刺中陈然后背的时候 七微手中的金刀 一刀突然一顿 迅速改变了方向 一刀正砍在燃 坐下的战马脖子上 由于七微这一刀用力太猛 刀尖卡在战马脖子上 一时间没有拔出来 这给了陈然挣脱的机会 只见陈然干脆 扔掉了手中的方天化己 顺势拔出腰间的长剑 脚下一用力 居然从马上一跃而起 一下扑到七微身上 一把将它抱住 使得两人一起从站 马上滚了下来 七微暗叫不好 他连忙松开手中的金刀 脚下用力 准备把双脚 从马灯中抽出来 可正在这时 一把长剑 却架在七微的脖子上 我输了 七微当然知道 架在自己脖子上 这把长剑的主人是谁 虽然心中十分不甘 但如此的情况 他只得认输 不 输得应该是我 这时 陈然却扔掉手中的长剑 将七微从地上扶了起来 刚才若不是七将军手下留情 您的刀尖若是刺下在下的后背 在下连命都没有了 怎么还可能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陈然诚恳地说道 可是 如果不是我手中的金刀 比陈将军的方天化极锋利 在此之前 我早就因为金刀脱手而失败了 所以 这场胜利 应该属于陈将军 七微虽然非常希望获得胜利 但他是光明磊落之人 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取得胜利 将士征战沙场 就得考虑各种突如其来的情况 所以 就算因为武器比你差 但败了就是败了 陈某启示那种输不起的人 陈然朗生说道 那既然这样 我们且各自回去 让蒙帅和我家殿下定夺吧 七微见两人也讨论 不出什么结果 于是说道 这样也好 陈然说完之后 两人便并肩向教场看台的方向走来 此时此刻 看两人这副惺惺相惜的样子 哪像刚刚还在生死搏杀的对手 教场上发生的事情 坐在看台上的众人 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在听完双方介绍此战的详细过程之后 杨云虽心有不甘 但仍然向蒙帅拱手说道 既然两位将军都不承认此战获胜 那么我们干脆就判定为平局吧 哼 本帅以前听说过吴王在扶封城英勇世界 没想到吴王殿下 还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既然这样 那就判定双方平局吧 蒙武朗生说道 蒙武此言一出 龙武军将士倒没有什么表情 杨云这边的人脸上都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因为这意味着 就算赤木最后一场取胜 他们也失去了借得粮食的机会 蒙武看了看众人的表情 脸上流露出一丝笑意 他突然站起来对众人说道 这样 本帅决定前两场的比斗结果都不作数 胜负由最后一场决定 反正这是这俩小子闹出来的 就等他们一决胜负吧 蒙武的这一决定 立即在杨云的手下中 赢得一片欢呼之声 就连原来本有些垂头丧气的刘远和七威 都抬起了头 脸上露出了蹊迹的神情 听到这一消息 最兴奋的还是赤木和蒙武的那名卫兵统领 他们都以为出现这一情况 双方之间的打斗会被取消 结果没想到还可以如常进行 这时 两人的目光又隔空聚在一起 双方都读懂了对方眼神中带的意思 小子 你等着 待会儿要你好看 不一会儿 轿场的中心出现了两个人 在场的众人看到这两个人 不由得轰然爆笑起来 这两个家伙 哪里是两个人吗 分明是两只巨兽 两人的身高都在两米开外 但同时又是身材十分魁梧之人 杨云目测了一下 两人的体重应该都在230斤以上 再一看 两人手中的武器也十分特别 赤墨手中还是他那一柄标志性的长锤 而那名龙武军的卫兵 统领手中的武器也十分奇怪 就是一根巨大的铁棒 之前那一仗 陈燃手中的方天化戟属于重武器 可是比起长中这两个家伙的兵器 重量又差得太远了 两人还有一个相似之处 那就是都没有骑马 想了想 众人也不觉得奇怪 这两个家伙 本来就那么重 再加上他们笨重的武器 估很难找出战马 能够落住他们在战场上奔驰吧 老子叫刘安 到时候 这卫兵统领一道场中 便用手中的铁棒指着赤墨大声说道 那声音让远在看台上的众人都能听到 你赤墨爷爷的名字就不告诉你了 剩了我手中的长锤再说 赤墨的声音也如同雷响 传出很远的地方 那刘安听了赤墨的话 立即暴怒起来 口中一声怒吼 手中大铁棒没有任何花哨动作 直接劈头盖脸地朝赤墨的头上砸来 盛怒之下 刘安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 这一砸几乎有千斤之力 不说赤墨铁肉之躯 就算是一块石头 也承受不住刘安这一棒之力 这一下 看得一旁观战的人都紧张起来 好多人都在暗自心惊 想着这一棒 如果是朝自己头上砸来 自己又如何抵挡得了 最终许多人都暗自摇头 暗似自己无法抵挡住刘安这一暴击 杨云手下这些侍卫们 虽然知道赤墨勇猛无比 但面对刘安 这势大力尘的攻击 也为赤墨捏了一身冷汗 正所谓 一高人胆大 面对刘安这一具凶猛的攻击 赤墨儿眼中 没有一丝畏惧的神情 脸上反而露出欣喜的笑容 来得好 赤墨儿口中一声巨吼 没有做出丝毫闪避的动作 抄起手中的长锤 迎着刘安铁棒挥来的方向 狠狠地砸出 下一刻 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 刘安的铁棒和赤墨儿的长锤 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那响声震耳欲聋 第208章 胜负 这一次撞击惊天动地 在轿场上激起一片灰尘 猛烈的撞击 让刘安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形 忍不住向后退了一步 而他对面的赤墨 则登登登连续往后退了三步 才稳住自己的身形 从表面上看 这一次火拼 赤墨占了下风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刘安启动比较早 兵器相撞的时候 他全身的力量已经使出来了 但赤墨是见对方进攻 才仓促 举起长锤进行反击的 他的力量还没有完全使出 两人的兵器就撞在一起了 在场观战的大多数都是石货的人 这一次火星撞地球般的硬碰 让大家看得十分过瘾 双方的支持者 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欢呼声 不错 再来 吃了些小亏的赤墨 心里很不服气 他狠狠地盯着刘安 嘴里大声说道 来就来 这次要让你小子好看 刘安也毫不示弱 狠狠地说道 于是 双方又一次举起各自的武器 狠狠地向对方砸去 这两人似乎都对自己的力气 有十足的自信 所以这一次攻击 他们又没有使用任何招数 直接举起武器 朝对方狠狠地砸下 动作还是一样 武器也像上一次一样 在空中相撞 但这一次 大家都准备充分 没有了试探的心理 所以 两个人都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 因此 这一次撞击造出来的声响 也远远超过了上一次 这两个家伙 都是打铁出身的吧 把老子的耳朵都震聋了 龙武军统帅猛武 坐在高台之上 揉揉自己的耳朵 笑着说道 小子 这一下不好受了吧 快点跪下 向爷爷磕个头 爷爷可以考虑 饶你一命 这一次撞击 让刘安的手臂又疼又麻 但是他却咬牙忍住 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这家伙 嚣张什么 你等着 下一次你赤木爷爷 就会要了你的小命 赤木儿 一边将疼得像要断了的手腕 藏在背后轻轻地挥动 一边若无其事地说道 这一次撞击 让双方都觉得有些难受 但是却谁也不肯服输 于是 两人又各自举起自己的武器 再一次向对手发起攻击 就这样 刘安和赤木儿 分别举起手中的武器 一次又一次地砸向对手 因为双方都不采取什么灵巧的招式 也不愿意避让 所以 每一次武器的撞击 都造出了巨大的声响 这样巨大的撞击 对两人的手臂和手腕伤害都很大 经过了二十多次 这样的撞击之后 赤木儿和刘安的手臂 都已又疼又酸 但这两个家伙都很爱面子 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还敢来步 赤木儿强忍似乎要断裂的手臂 看着刘安 恶狠狠地说道 但内心却巴不得让对方认输投降 怎么不敢 难道我还怕你不成 刘安心中暗暗叫苦 但他仍然硬着头皮说道 再这样下去 自己就要撑不住了 这一次拼尽全力 一定要将对方击败 赤木儿和刘安各自看着对手 心里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就这样 双方嘴上虽然都说得十分轻松 暗地里却在不断积蓄力量 都准备将下一次攻击 成为击败对手的最后一击 两人不约而同地 将手中的武器高高举起 口中怒吼一声 清净全身的力量 将武器朝对方狠狠地砸去 这一下猛烈的撞击 远远地超过了前几次的碰撞 此时 两人的手臂都是又疼又酸 再也控制不住手中的兵器 随着这一下碰撞 刘安手上的铁棒 赤末手中的长锤都脱手出 飞出了几十米开弯 见自己的兵器飞到远处 两人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刘安迅速迈开步伐 向自己的兵器方向跑去 想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大铁棒 拿在手中 可是赤末看都没看自己的长锤 而是以最快的速度 向刘安冲去 刘安只顾远处自己的大铁棒 却没有想到赤末 已经从他的身后追了上来 赤末的速度本来就比较快 他迈开大长腿 几步就追上了刘安 一把将他按翻在地 抄起巨大的拳头 就朝刘安的身上砸去 猝不及防的刘安 不多时身上就挨了好几下 纵使他皮厚肉粗 可是在赤末的大铁拳之下 也有些吃不消 很快他就变得鼻青脸肿了 吃了亏的刘安顿时大怒 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与赤末扭打在一起 刘安和赤末都属于榜大妖元 力气很足的人 功夫都很不错 但是刘安常在军中 时时常练习的 都是使用兵器作战 而赤末则不同 他自小在草原长大 草原上的刘夷人 从小擅长摔跤 和赤手空拳的肉搏 从小到大 这种肉搏战赤末 不知经历了多少回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所以双方打斗不久 刘安便被赤末按在身下 硕大的拳头像雨点般 砸在刘安身上 不多时 这刘安便没有了还手之力 可这刘安也是彪悍之辈 尽管处于劣势 吃亏不少 可是他仍然咬紧牙关 不肯认输 两人在轿场上拼命搏斗 使得轿场地面上 形成了一个坑 刘安被赤末按在坑中 完全处于了 被动挨打的局面 好了 大块头快点出手 远远见到刘安 已经没有多少动作了 杨云连忙一声 大喊 制止住仍然不知道 收手的赤末 这时 龙武军士兵连忙赶过去 将已经快爬不起来的 刘安扶起 送到大夫处进行治疗 看样子 这刘安因为皮厚肉粗 没有太严重的伤势 杨云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他还是转过头 将出手没有分寸的赤末 斥责了一番 算了 殿下 赤末将军也是打得兴起 一时忘了收手 您就不要责怪他了 这赤末一脸惭愧的样子 反而是蒙武觉得过意不去 他朝杨云劝道 这时 一名龙武军将领 来到蒙武跟前 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些什么 蒙武先是一惊 随即脸上露出高兴的神情 殿下 没想到你麾下居然是藏龙卧虎 有这么多功夫高绝的勇士 能够让这么多能人意识 甘愿为吴王殿下效力 看来吴王殿下 一定有您过人之处 这一仗 我们说得心服口服 按照当初的约定 我们马上为你们提供粮食 蒙武来到杨云身旁 大声对他说道 不过 我们不要你们还粮食 我们只要兵器 就要你们手下那些侍卫一模一样的兵器 蒙武的脸上露出狐狸般的笑容 对这些时常在战场上作战 真性情的汉子们而言 在打斗过程中 纵然是斗得你死我活 但是在场下 他们又惺惺相惜 在晚上举行的酒宴中 龙武军将士和杨云带来的这些手下 很快打成了一片 军师吴文和邱泽 陈然和七威 甚至是头上还包着白布的刘安和赤木 这些之前针锋相对的人 现在好像又变成了多年的老友 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酒 吴王殿下 蒙蒙脾气有些惯 生性不喜欢跟朝中那些王公贵族打交道 所以这些年 我也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无所谓 我蒙武一生 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 我就喜欢在战场上快颜恩仇 蒙武也多喝了几杯 话开始多了起来 我这云州城来了许多达官贵人 但是我很少见他们 我之所以愿意和吴王殿下见面 那就是因为 当日你在浮丰城独自守成一个多月的状巨 有时我在想 如果当日是换着我在浮丰城 我能否做到殿下这样 没等杨云说话 蒙武又接着说道 蒙帅是出了名的善守的将领 当日若是您在浮丰城 一定会守得更轻松 杨云微笑着说 殿下 您别给我戴高帽子 浮丰城的状况我知道 若是我守的话 也不敢保证比您守得时日长 我认真分析了 当年您采取的防守策略 有很多办法 像我这种老在军的老族都没有听说过 真不知道吴王殿下 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蒙武又接着说道 蒙帅您过奖了 论起行军打仗 没有几个人敢和蒙帅您比 我只是有时候灵光一闪 碰巧想到一些好主意而已 杨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蒙武虽然远在边关 但这些年来 也听说了吴王殿下许多事情 像您这种能闻能武 又真正愿意替老百姓着想的皇子 我蒙武真是发自肺腑的佩服 蒙武喝得有些 话都有些说不清楚了 蒙帅您过奖了 你在边关一手就是十多年 这些年来 为大我大福立下了赫赫功劳 有您这样的将军 真是我大福的幸事 这酒一多 两人越谈越开心 不知不觉 距离就近了许多 这场酒 兵主双方都喝得十分开心 最后杨云连 自己怎么回到营帐里面都不知道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还觉得头痛难忍 等杨云走出营帐的时候 蒙武早就让人将一袋袋粮食 放在一辆辆手推车上 还在云州城中 雇了不少百姓 让他们和杨云 一起将粮食送回封地 临别的时候 蒙武还亲自将杨云 送出云州城城门 这一举动 让云州城的将士和老百姓 都感到十分意外 这么多年来 到云州城的王公贵族可不少 但却从来没有见到过 让蒙帅亲自送出城门的 见赫赫有名的龙武军大帅蒙虎 居然这么尊重自己 杨云也觉得十分意外 但是杨云也很清醒地知道 要想别人尊重你 你必须得做出让人尊重的行为 第二百零九章 风洞云涌 杨县是杨云封地中三个县中 最富庶的一个县 这里百姓的人数也是最多的 在县城中 一栋偏僻的宅院里 有五个人正坐在一起 谈论着什么 这个吴王 也真是太能折腾了 好不容易 大家有了一点好日子 又弄这么多楚国人过来 现在可好 这么多人没有粮食吃 现在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一个身穿绸缎 财主模样的胖子说道 呵呵 我是老郭 你还替他担心啊 自从这矛头小子 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都是被打压的对象 你老哥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我的兄弟 也被他们抓去不少 老子心中早有一股恶气 他越倒霉 老子越高兴 一个有些瘦削的中年人说道 看着打扮 这中年人应该是一个江湖汉子 你们那点损失算什么 这小畜生搞什么禁赌 每个赌场赌的大小 都限定了额度 老夫经营的好几个赌场 都快要垮了 一个瘦瘦的老者 抽了一口汗烟 恨恨地说道 老娘经营的矿场 现在的收入要跃跃上报 县衙每一季准时前来催要水收 收走那么多银两 想想老娘都心痛 要不是我这些家丁不顶事 老娘早想组织人跟他们拼了 这次说话的 是一个满脸之粉的徐老伴娘 我说老杨 你别在那里偷笑 你近日把我们几个叫到这里来 到底有什么事情 最初说话来一个财主 看着对面的一个身穿如山的中年人问道 是啊杨老大 你把我们约过来 不是专门来看我们笑话的吧 那个徐老伴娘 摇摇黄筒粗的妖姿 做出一副妩媚的样子 另外两个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却看着那个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不是别人 正是前杨氏家族长杨红 杨红本来是在杨县呼风唤雨的人物 但是由于之前被发现 他没了大量杨氏家族的财产 企图携带财物逃走 又被土匪抓住 回到杨县之后 被撤销了族长的职务 还没收了大量的财产 由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现在变成了一个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杨红当然不服气 他认为造成这一切的 都就是吴王杨云 所以 他随时随刻都在寻找机会 像一只毒蛇隐藏在暗处 随时准备冲出来 咬杨云一口 杨某知道 大家跟我一样 这些日子来 没有少受杨云那小畜生的气 所以 今日把诸位约到这里来 就是想和大家一起 共同对付这个吴王 夺回我们失去的东西 杨红狠狠地说道 正所谓民不与官斗 我们这点实力 想和杨云对抗 无异于蚂蚁想撼动大树 到时候 我们可能连现在拥有的东西都会失去 我看还是算了吧 说话的又是姓郭的胖子 老郭说的有道理 若你杨老大 还是以前那个杨老大 手下随时有几千上万人 听你的号令 我们还可能跟着你干 可是现在 你不是叫我们陪着你一起死吗 那妇人也接着说道 我们帮派以前还有千把人 可是这吴王搞什么扫黑打扼 把我的兄弟抓得抓杀的杀 好些人被吓破了胆 现在还肯跟着我干的 也就一两百人了 这一点人还不够那杨云塞牙缝的 那江湖汉子打扮的 搜削中年人说道 哈哈 诸位看来 现在已经被杨云吓破了胆 我今日既然敢叫诸位过来 肯定是有所依仗才是 诸位跟我打交道这么多年 应该知道 我杨红不是那么没有头脑的人 杨红有些得意地说道 哦 那老杨你且说说 你到底有什么依仗 那个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老者 抖了抖烟袋中的烟灰 缓缓地说道 我这次找到的靠山 可不简单 杨云这小畜生在他跟前 只是小菜一笛而已 杨红得意地看了在场的众人一眼 有些神秘地笑道 杨老大 你又吹牛了吧 这杨云是封了王的皇子 在我大附近内 有几人能撼动得了他 那徐老伴娘说道 那我想问问诸位 杨云这小畜生和相王殿下 哪个更厉害 杨红笑着说道 当然是相王殿下厉害 可是相王殿下也远在京城 哪是我们这些平民百老百姓 能够接触到的 那个胖子接口说道 老杨 难道你跟相王接上了线 那瘦小老者跟杨红打交道多年 知道他不是一个胡乱说大话的人 那是当然 众人跟我杨某打交道这么多年 我怎么会拖着大家 往火坑里跳 杨红笑着说道 我今日来 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位 从西京城来的大人物 他可是相王殿下 亲自派过来的 杨红有些得意地说完之后 将手使劲拍了几下 杨红的掌声刚落 一个看样子三十许的年轻人 从屋内的屏风后面走出来 屋内众人打量的这个年轻人 看着人的穿着打扮 的确不是云州人士 而是是西京城中人常着的装扮 这位就是向王殿下 专门派过来的钟先生 现在大家知道 杨某不是骗你们的了吧 杨红洋洋洋得意地说道 在下钟文韬 奉向王之命 专门过来协助大家 帮助大家夺回被杨云抢走的利益 这年轻人看了看在场众人 朗声说道 这钟文韬 正是当年被赶出中家农场之人 当年他陷害 自己的哥哥事情败露 跑去跟着太子杨岳 杨岳垮台之后 正机改换了门庭 加入到向王杨县的麾下钟文韬 这几年跟着向王杨县 也做了一些事情 但始终没有力道太大的功劳 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升迁 钟文韬心急如焚 这次听说 杨县要派人到杨云的封地 来给杨云使些绊子 既可以帮向王做事 又可以报一件之仇 这样的好机会 钟文韬怎么会放弃 于是他匆忙跑去找到向王杨县 好说歹说 接下了这个任务 钟先生好 我等很想跟着钟先生做一点事情 既能解自己心头之恨 又能对向王殿下有所帮助 可是就凭钟先生孤身一人前来 我们可能也撼动不了 在这里很有势力的杨云吧 那江湖打扮的汉子 看了看众人说道 这汉子的话 显然跟其他几人的想法相同 这几人立即纷纷发言 表示赞同 我可不是一个人来的 向王殿下早已联系好了 杨县这里一支庞大的队伍 关键时候 他们就会出兵相助 钟文韬很自信地笑着说道 接下来 钟文韬便向众人讲了自己的计划 钟文韬接下来的话 让在场众人大吃一惊 他们几个本来想小打小闹 出出心中的怨气罢了 但没想到 钟文韬和他身后的相王殿下 却准备下一盘大棋 听完钟文韬的话 房间中众人陷入了安静之中 这样做的话 将他们将会冒很大的风险 让在场众人觉得一时难以取舍 诸位 这事一旦成功 相王就会向陛下上奏 以吴王管理封地不善 激起民愤为由 撤销出他的封地 到时 相王再花一点功夫 保健诸位担任这几个县的官员 你们损失的东西 不都会全部赚回来吗 见大家还有些犹豫 钟文韬又说道 这个机会可是很难得啊 要是日后相王登基为帝 诸位都会成为我大副的功臣 那时候可是风光无限啊 杨红接着钟文韬的话说道 好 那赵某人就和你们一起搏一搏 要不然我真的就会变成孤家寡人了 那江湖汉子最先做了决定 既然赵帮主都敢参与这事 我老郭还有什么说的 反正我就是独来独往一个人 要是出了什么状况 大不了换个地方发展就是 郭胖子一拍桌子大声说道 我老刘经营了一辈子赌场 从来都是看着别人来赌 那今日我也来赌一把 用我一家人的性命 来博一个荣华富贵 这事我老刘参加了 那瘦小老者挥挥手中的烟袋 缓缓地说道 那个徐老伴娘的妇人 却半天没有说话 使得所有人都把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韦二姐你是怎么想的 这么好的机会 难得还要放弃不成 好半天之后 杨红来到那个妇人面前 看着她缓缓地说道 杨红说这话时 脸上虽然还带着一丝笑意 但是语气中隐藏的意思 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 这时 那被患者维尔姐的妇人 突然反应过来 既然杨红把这么隐秘的事情 告诉了自己等人 凭她的个性 如果不参加的话 自己今日 恐怕连这宅院都走不出去吧 我参加 怎么不参加 老娘受杨云这小子这么多气 早就恨不得让这小子 滚出这地方了 维尔娘看看众人 甘笑着说道 好 既然大家做决定 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我们现在煞血为盟 谁要是当了叛徒 别怪我杨某人心狠手了 杨红说着 从怀中拿出一张 早已准备好的盟约 放在桌子上 在场几人互相看了看 终于全都用嘴咬破手指 在盟约上按下手印 这几日 聚远光的日子 很不好过 杨云走的时候 让他负责封地所有事宜 本来以为杨云到云州借粮 来回也就二十多天的时间 可是现在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还没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 第210章 又现粮微 现在封地突然多了 接近15万人 既要进行合理的管理 又要给他们粮食填饱肚皮 这些事情都让聚远光光来负责 本来聚远光对自己的才华很自信 认为管理者封地区区的三个县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现在 天天都有各种麻烦的事情 已经让他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对这些人进行治安管理 不让他们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同时让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来换得填饱肚皮的粮食 从前段时间来着 聚远光的策略还是比较正确 效果也不错 过去的这些日子 在聚远光和各县官员的共同努力下 三个县老百姓还算配合县衙 使得各项工作能够按部就班的进行 可是现在 危机出现了 各县县衙都聚远光报告 好多家庭已经出现了断粮 甚至三个县县衙的粮仓 所有的存粮加起来 恐怕也只能顶上五到十天了 更让人感到焦急的是 现在封地中到处都有人在传 封地已经没有了粮食 吴王杨云正在四处筹粮 但现在却一粒粮食也没有筹到 所以他连封地都不敢回 这种传言不知道最初是谁说出来的 反正现在在封地的三个县越传越旋 甚至还有人说 吴王杨云陆域土匪已经被杀死了 在这种传言下 越来越多的人到各县县衙闹市 最初的时候 各县县衙还在尽力地劝阻 可是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县衙来 各县县衙的官员们都有些吃不消了 纷纷找到聚远光 让他帮忙想个办法 军师 这粮食只够吃三四天的时间了 不知道是哪个可恶的家伙四处造谣 现在的谣言满天飞 再见不到粮食 可能他们就要暴动了 姚霞愁得连头皮都抓破了 要让他到战场上去和敌人厮杀 姚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可是要会他处理现在这事情 他真的觉得头疼得很 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粮食 我们没有粮食 所有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 而老百姓们如果真的看到粮食 一切谣言就可以不攻自破 钟文芮显然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的话的确说到点子上 可是现在的问题 我们就是没有粮食啊 姚霞皱着眉头说道 现在我们只有做粮手准备 第一是让大家四处去寻找粮食 哪怕是高价购买 能买一点是一点 另外一个办法嘛 我们只有给百姓画一个饼 让他们望饼止饿吧 巨远光想了想说道 画什么饼 军师快快说出你的办法 你想出来的主意一定是最好的 姚霞听到巨远光的话 高兴地说道 这个办法 其实在我心里已经想了很久 只不过 我实在不愿意做欺骗百姓的事情 所以一直没有告诉大家 现在也没有了其他办法 只有这样拖一时是一时吧 姚霞有些无可奈何地说道 巨远光把封第三个县的主要官员 全部交到一起 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众人 昨晚听了姚霞的办法 都觉得在目前情况下 也只有这样做了 于是他们立即飞鸽传书 安排属下照这样进行 吴王殿下已经找到了粮食 正在将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回封地 为了解决封闭的燃眉之急 他已经派人将一小批粮食 先行送回封地 这两日就会到达 这消息忽然在封地的三个县里传开了 百姓们一听十分高兴 有了粮食的消息 百姓们的心里就像有了底 一时间 到各处闹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让各些县衙的官员们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是这些官员们也知道 这是他们故意传出去 安抚百姓的一个假消息 短时间内能够起到作用 但若是百姓们看不到粮食 长久下来 他们的反应会更强烈 所以尽管很不愿意 他们也只得按照聚远光另一个方法行事 第二天一早 封地三个县城外都传来了好消息 说是粮食马上就会送回县里 果然 还没有到中午 三个县城门外都来了一队人 这些都是各县的差役 他们推着一辆辆小推车 小推车上都装着一袋袋粮食 押送粮食差役门显然非常高兴 到城门口的时候 还故意解开一个个口袋 露出装在口袋里上好的粮食 看到一袋带粮食 百姓们彻底放下心来 有了粮食 他们就不会再饿肚子 只要撑过这一季 下一年的粮食种出来了 他们就不会再过这种 有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了 这一袋的粮食送到各县 老百姓们的精神状态立即好了许多 各行各业的人终于有了干活的兴趣 三个县各方面的运作 终于慢慢又恢复了正轨 看到这一情况 各县的官员们都十分高兴 这段时间来 整日焦头烂额 现在终于可以轻松几天了 有了粮食 丰帝大多数人心情都好了起来 可是那些藏在暗处 不想让杨云 不想让丰帝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人 开始着急了起来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问题 我们已经派出人在丰帝外几十处进行拦截 都没有发现任何消息 这些运粮的人又没有插上翅膀 不可能在我们眼皮底下 把粮食送进来 还是在那间宅子里 还是签订同盟那几个人 说话的是哪一个江湖打扮的照姓汉子 是不是你手下的人 没有用心做事 没有看到这些运粮的人 那郭胖子说道 你别胡说八道 我派出的兄弟都是 跟了我很多年 办事很牢靠的兄弟 听了郭胖子的话 赵姓江湖汉子 有些不高兴了 我相信赵兄的话 就算是一个线手在那里的人没有看到 不可能三个线手着的人都没看到吧 中文涛想了想 对众人说道 那他们的粮食是怎么运进来的 难道他们真的会飞 郭胖子又说道 我也觉得 他们不可能在大家眼皮下 把粮食运进来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性 这是封地那些当官的 在欺骗老百姓 这次说话的是 那刘姓干受老者 刘老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详细给我们讲一讲 听了刘姓老者的话 中文涛一下来了精神 既然不是外面运来的粮食 那肯定是这些当官的动的手脚 那些粮食一定有问题 刘姓老者抽了一口烟 缓缓说道 可是我派出的人 在各县门口亲眼所见 他们将这些袋子 口袋打开 里面全是上好的粮食 杨红在一旁说道 那既然口袋里真是粮食 那今晚我们都到 杨县县衙看看 一起去搞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刘姓老者也没有了其他办法 现在时至初冬 天气已经有些寒冷了 夜里天气很冷 又漆黑一片 大家早早地就睡了 很少有人在这个时候出门 可是这时 杨县县衙的仓库 却灯火通明 一对对差异 正将仓库中一袋袋粮食 装在小推车上 向仓库外推去 这些差异将粮食 推出仓库之后 没有做任何停留 他们尽量不制造出声响 匆匆忙忙地 推着一辆辆小车 直接向县城外行去 这些忙碌的差异 并没有注意到 在县压旁边的一栋房子里 有几个人正隔着窗户 一直在观察着县压中的动向 我说吧 他们肯定有鬼 原来是夜里 把粮食送出城外去 白天又堂而皇之地 将粮食送回来 居然用这些鬼把戏 来欺骗老百姓 刘姓老者抽了一口烟 有些得意地说道 这些家伙 天天口口声声说着 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结果心肠比我们这些 生意人还坏 郭胖子愤愤说道 他们既然这样做 显然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看来各个县衙的粮食也不多了 杨红在一旁说道 他们居然想这样的办法 我们马上把他们这些鬼伎俩 告诉个县百姓 让百姓们找他们算账 赵姓江湖汉子兴奋地说道 这是不用着急 大家派人在个县盯着 我要让他们在个县 老百姓面前出一个大丑 这样一来 才能彻底激起名分 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 煽动百姓 将这几个县 闹个底朝天 钟文涛冷笑着说道 各县县衙 按照巨远光教的办法 暂时安抚住了各县百姓 但是现在新的麻烦 又摆在他们面前了 封地的三个县 二十多万百姓 这些人每天消耗的粮食 可是一笔大数目 各县县衙 每天都要拿出大量粮食 去帮助那些 鸡肠鹿鹿的人 填饱肚子 这样一来 各县县衙的粮食 已经快见底了 根本没有粮食 可以运出仓库了 相比其个县县衙 官员的焦头烂额 钟文涛和杨红等人 这几日心情特别好 这一日 杨红专门设宴 把参与同盟的几个人 全部请来 兵主尽情狂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杨云那小子 好不容易找回了一点粮食 结果在临线 被一群土匪给抢光了 那小子现在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钟文涛手上 拿着一张属下 给他传回来的快报 开心地说道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要是这杨云 再被土匪杀死 那就更好了 赵新江湖汉子 显然喝了不少酒 满脸红光地说道 赵帮主不要心急骂 我们这次计划成功了 陛下收回杨云的封地 那时候树倒胡孙散 他就只能带着很少的手下 灰溜溜地回西京城去 那时我们再让手下兄弟 伴着土匪 不就可以如了赵帮主的愿了吗 钟文涛笑着说道 显然此时他的心情十分好 钟先生真是足智多谋 有钟先生的运筹帷幄 这次议我们一定 能让杨云这小子 好好地喝上一壶 钟文涛的话 立即迎来了一片马屁声 第211章 突变 杨云这边依然没有消息 外出收购粮食的人 也全部空手回 这样的情况 让向来足智多谋的聚远光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一天时间匆匆而过 又到了半夜十分 杨县县的差役们 又一次集中在仓库里边 但这一次 他们的手推车上 却没有装着粮食 有的只是一个个空空的粮袋 县衙的官员们 也没有办法 因为仓库里的存粮 已经不够装满这些袋子了 看着差役们 推着一两一辆辆 空空的小车出了仓库 一直躲在县衙旁 那间小屋里的钟文涛 马上来了精神 赵帮主 你马上派人跟着他们 看他们下一步怎么做 有消息 马上让人回来报告我 郭大哥 你让你的人守在县城门口 他们粮食一到城门口 就想办法 把他们的粮袋拔开 杨组长 维尔姐 还有刘爷 你们的人全部散在百姓中间 到时候 你们就煽动百姓闹事 闹得越厉害越好 最好带人去把他们的县衙 给砸掉 这是钟文涛 显然已经计划了很久 他很快做出了安排 再说 这些从县衙中出去的差役 他们推着一辆辆小推车 来到城外之后 很快来到城外的一条小河边 在一个偏僻的河滩停了下来 看看四周没有发现任何人 便将河滩上的沙粒 他们后面躲在树林中的一些黑衣人看到 这些黑衣人 发现了梁袋中的秘密 立即悄悄离开 飞快地跑回县城 向他的主子报信 哈哈 我就知道他们没有粮食了 只有想出这种办法来愚弄百姓 这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家按照计划准备 这次我们要给大家演绎出好戏 听到消息的钟文涛 高兴坏了 连忙发布出一条条命令 这天早上 杨县城门口异常热闹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围在县城门口 准备来看从县城外运回来的粮食 县城门口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这当然是杨红等人的杰作 他们专门做了大量工作 准备让县城的许多百姓 亲眼看看这幕好聚 杨红等人亲自混在人群中 等待运粮队伍的到来 可是此时此刻已经日上三干 按照往日的规律 这些送回粮食的差役早已回来了 可是今日已经到了这时候了 还没有看见他们的影子 杨红的心里泛起了一丝不安 刘老 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来 不会发生什么状况吧 杨红向身旁的刘姓老者问道 应该不会吧 兴许他们今天的粮食 特别多特别重 走得慢呢 刘姓老者使拿起烟袋 使劲抽了一口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快到五十的时候 城门外终于出现了一对 推着小推车的差异 这时间比起前几天晚了 足足一个多时辰 看到这只运粮的队伍 焦急万分的杨红等人 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除了运来粮食的时间 比往日晚许多之外 近日运来的粮食数量 也比前两日多了许多 混在人群中的杨红等人 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立即行动起来 悄悄地吩咐手下的人 准备按照原计划行动 剑狱粮队伍 已经接近了杨县城门口 杨县县令姚霞和县衙中的 一些重要官员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他们连忙走向前去 准备迎接送粮队伍回县衙 我怎么看着 这辆车上的口袋中装的 不像是粮食 我听说 今天早上有人在城外的小河边 看见看见这些差役 将沙子装进口袋冒充粮食 是啊 我兄弟今天早上在小河边砍柴 亲眼看到了这件事情 这些贪官将县衙的粮食挥霍空了 现在又用这些伎俩欺骗大家 我们去拦住他们 向他们讨一个说法 在有心人的挑唆下 城门外的老百姓开始群情激昂 他们纷纷走上前去 拦住了运粮队伍回县衙的道路 你们干什么 想要造反了吗 运粮队伍中领头的武将站出来 这些粮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有人在人群中大声喊道 这粮袋里装的当然是粮食 还能有什么 这运粮的武将又说道 你们胡说八道 我们老百姓天天盼着有粮食运回来 已经有许多人自发到县城边界出去等待 没有看到任何运粮的队伍 你们修得在这里欺骗大家 人群中又有声音说道 进入我阳线的道路那么多条 每天的时间又那么长 你们没遇上 或者是错过了 是很有可能的吗 这带头的武将说道 但语气明显没有底气 哼 我们不相信你们这些当官的 你们把口袋打开 我们要检查口袋里面是不是粮食 这时百姓中又有人喊道 去去去 不要捣乱 我们赶了一夜路都还没睡觉 兄弟们都巴不得快点把拆交了 好回去美美地睡上一觉 这武将向前挥挥手 让大家将路让开 人群中有些人下意识地退了几步 想让开路放他们过去 不再我们检查 你们休想过去 你们这些当官的 就想糊诺我们老百姓 我们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人群中又有人喊了起来 这人的话音刚落旁边 推出这些差役打开梁带的 这些人的喊声显然起了作用 本来已经退开的许多人 又对这些差役产生了怀疑 他们停止了后退的脚步 以此同时 本来在一旁观望的有些百姓 也加入了堵路的行列之中 你们胡乱挡住县衙办差 这叫做聚众闹市 大家迅速散开 不然的话 统统抓去吃顿官司 这时 一群县衙的官员 拨开人群走了进来 领头的正是阳县县令姚霞 姚霞来到阳县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为百姓们办了许多好事 所以在百姓中威望很高 听了他的话 百姓们议论纷纷 有些人开始朝后退去 准备让开一条道路 别听他的话 我兄弟亲眼看到 他们往装粮食的口袋里装沙子 这时 人群里又有人大声喊道 众人转头一看 说话的是一个皮肤有黑的矮装汉子 听着矮装汉子说的这么言之凿凿 父亲围着的百姓 又开始将信将疑起来 他们又一次停止了退开的脚步 杜黑子 你可不要胡乱说话 造谣生事 可是要吃牢饭的呀 这时 在阳县的官员中 有人认识这个矮状汉子 大声对他说的 听了这官员的话 杜黑子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 他的眼光朝一个方向看去 远处显然有人给了他信心 他一下子来了勇气 跳着脚说道 我兄弟的确亲眼所见 你们有本事打开梁带 让我们亲眼看一看 要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宁愿被你们抓走 杜黑子这一番话 让人对粮食的真伪 进一步产生怀疑 于是 越来越多的人大声嘲嚷起来 要让差异们打开梁带 你们确定 今天一定要把梁带打开吗 姚霞冷眼看了 环市在场众人 沉声说道 你们就是把梁带打开 又不会损失什么 你们这样遮遮掩掩 始终不愿意让大家看得明白 显然是有问题的 这时 人群中又有人大声喊道 看来今日不打开梁带 大家是不会放我们走的 那好吧 我亲自去给大家开带 姚霞说完 慢慢地像装着梁师的小推车走去 看着谜底就要揭晓 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他们一个个平住呼吸 伸长脖子 睁大双眼 将目光集中在走向梁带的姚霞身上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姚霞来到一辆小车跟前 用仅有的一只右手 慢慢地解开了绑在梁带上的绳子 紧接着 姚霞将手伸进梁带 从里边抓出一把东西 摊开手 就在原地转了一圈 将手上的东西展示给在场所有人 是黄豆 袋中真的是梁带 看来我们是冤枉县衙了 这时 有人在人群中小声地说道 一定是 只有这一袋里面是梁带 其他的都是沙里 这时 人群中突然又传来喊声 姚霞将手中的黄豆放进梁带 抬起头 用冷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 在场所有的人 但是却没有发现说话的人 这些梁带都摆在这里 有谁不相信 你们自己上前 亲自打开这些袋子 看看里边是不是梁带 姚霞看到四周的百姓大声说道 这时姚霞脸上的表情 已经发生了变化 神情中比起刚才 多了许多自信 看看姚霞这样的神情 四周围着的众人没有了勇气 好半天没有人走出来 你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过来 当着大家的面 验证一下这些袋子里装着的 究竟是不是梁食 这好半天没有人上来 姚霞在场中随意指了十几个人 看着这被叫到的十几个人 正缓缓地向梁带的方向走去 人群中的杨红等人 闻到一丝不安的气息 几人在人群中 悄悄地嘀咕了几句 又向身边做出了一些手势 然后悄悄地退出了人群 随着杨红等人的离开 人群中好些 刚刚闹得最厉害的人 一个一个地悄悄溜出了人群 消失在街道之中 第212章 转机 这时 姚霞选出的这十几个人 已经来到梁车前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将一个个梁带打开 大米 小米 小麦 黄豆 碗豆 一袋袋粮食 出现在众人眼前 有人为了看得更加真切 还将手伸到口袋深处 抓出的 还是一把把上好的粮食 看得所有人目瞪口袋 姚霞站在那里 抬眼看一看四周的百姓 见他们的表情 由最初的惊异变成了 发自内心的开心 他的心里彻底的松了一口气 瞬间之后 姚霞又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按照最初的计划 县衙中的确已经没有了粮食 那么 能够装在粮袋里的东西 就只有杀力了 要真是这样的话 今天这事情可能没法收场 此时此刻 姚霞的心中暗自庆幸 庆幸在这关键的时刻 粮食终于出现了 这救命的粮食 从哪里来的 当然是杨云让人送人回来的 说起来 杨云也算是挺倒霉的 他离开云州城 压着粮食往自己的封地杆 可是天宫不作美 居然下起了雪 按说云州是很少下雪的 可是老天爷就像要和杨云开个玩笑 这时候 居然下起了雪 更倒霉的是 这雪还不小 漫山遍野白茫茫的一片 看起来煞是好看 可是此时杨云等人 哪有心情看着漫天的大雪 大家一边咒骂着这鬼天气 一边在雪地中 尽量朝封地的方向赶去 由于大雪覆盖了道路 使得前行速度慢了许多 本来二十多日 就可以到达封地的运粮队伍 现在足足比计划多了一半多的日子 快到封地的时候 又出了状况 他们前行的道路 要么被倒地的大树挡住了去路 要么来的时候 明明好端端的桥梁 现在却又无缘无故地倒塌 又或者是山坡上滚下来的巨石 挡住了道路 众人都知道 出现这种状况 是有人不想 让自己等人顺利地回到封地 但此时 大家也没有了其他办法 只有一边让人清理道路上的障碍 一边一边抓紧时间往封地赶去 至于这些搞破坏的人 只有以后慢慢再处理了 运粮队伍在距离封地 还有上级实力的时候 严雄让人送来了消息 说是有人付出重金 要让他们这些山中的土匪 骚扰运粮的队伍 最好是能够把粮食全部抢走 针对这种情况 杨云心生一计 既然你们想让土匪 把咱们运输的粮食给抢掉 那就如你们所愿吧 于是 队伍在距离封地已经不远的时候 不幸地遭遇了土匪 由于土匪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运粮的队伍 对方又处于有力的卫行 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杨云果断下令 放弃抵抗 任由这些土匪抢走粮食 看到大家沮丧的表情 杨云当众表示 自己到时候会组织大队伍进山剿匪 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将粮食交回来 这土匪抢走了粮食 躲在山里的探子 立即将这一消息 以最快的速度 送到封地杨洪等人那里 得到消息的钟文涛和杨洪 当然是欣喜若狂 他们立即针对这一情况 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排 要让这些因为没有看到粮食的愤怒百姓 直接暴动起来 让远在京城的福皇 看看他在儿子馆里的封地 土匪横行 而自己因为立下大功劳 成了向王手下的红人 从此平步青云 可是钟文涛没有想到的是 明明已经计划得很完美了 可是这些差异们推回的粮食 明明应该是杀力 怎么又忽然变成了粮食 此时时刻 钟文涛怎么还不知道 不仅阳县这些差异们 送回来的是货真价实的粮食 连石洞县和无县的县衙都得到粮食 出现这一情况 让钟文涛的一切计划都落了空 他也是一个果断的人 为了不造成自己的人暴露 钟文涛只好下令 让大家悄悄地撤离 而这一下 杨云的心情就好了许多 没想到由土匪运输的粮食 却比自己运输顺利了许多 粮食很快被送到封地各县 诸位 吴王殿下 已经为大家找回了许多粮食 这仅仅是第一批 还有许多粮食在源源不断地运来 所以 今年的粮荒已经度过 姚霞站在城门口 对着围观的百姓大声喊道 姚霞的这一番话 立即换来了一阵热情的欢呼声 和鼓掌声 当然 这粮食也不会无偿地发给大家 每一个人 只要认真为封地发展做出贡献 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粮食 我们决定 无论是以前封地的居民 还是从楚国牵过来的百姓 都有同等的机会 姚霞的这一番话 又一次点燃了百姓们的热情 杨县县城门口发生的事情 在吴县和石洞县同样发生了 很快 杨云带回粮食和封地的政策 都传到所有百姓的耳朵里 钟文涛的精心计划 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反而成了杨云和手下 三个县官员 宣传自己的最好机会 在这一种情况下 杨县的百姓们彻底踏实起来 他们开始努力地 投入到各种劳动中间去 既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 还可以获得珍贵的粮食 何乐而不为呢 而这一件事情 使得杨云在封地老百姓心中的地位 得到大幅度的上升 许多人都庆幸 自己生活的地方 有这样阴命的一位封主 所以在几天以后 杨云等人回到封地的时候 封地的老百姓们 自发组织起来 走出县城好几里路 迎接这位阴命的吴王 而钟文涛和杨红等人 他们就是想破了 脑袋也想不到 为什么明明被土匪 抢走的这些粮食 又神奇地回到杨云手中 不过他们现在 也没有时间去了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 因为钟文涛和杨红等人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不让杨云发现 自己等人做出的事情 什么 杜黑子死了 得到消息的姚霞皱起了眉头 听人说杜黑子 这人从小在杨线长大 靠着抓鱼为生 游泳技术十分了得 现在居然会淹死在城外的河中 这已经不是姚霞得到的 第一个坏消息了 但奉杨云的命令 准备查找这一次领头闹事的人 可是这些人却莫名其妙地 都发生了意外 有的已经离开了封地 有的则下落不明 还有的还像杜黑子一样 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些人 可这些人是听令行事 而向他们发布命令的人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这种事情 在封地的三个县同时发生 杨云将三个县的一些 主要官员召集到一起 商讨如何应对这件事情 看来 这是一次有预谋 有组织的破坏行动 并且参与的人不在少数 既然他们刻意消除痕迹 短时间内要想查到他们 还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丘泽听了众人的讲述之后 很快做出了判断 殿下 您在封地做出了许多事情 肯定也得罪了不少人 其实根据这一线索 我们还是能够很快地判断出 大概是哪些人参与了这次行动 可是没有证据的话 要治这些人的罪 好像也说不过去 姚霞皱着眉头说道 其实 要是只是封地的个别人 在搞破坏的话 这是还好办 但这次 他们计划得非常好 要是殿下不能顺利地 带回粮食的话 那对我们封地而言 这是灭顶的灾难 所以我估计这次事件 不单单是封地这些人 自发的行动 据远光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也估计 我在西京城中的那些兄弟们 应该是看不惯我杨云 过上几天好日子 故意给我找的麻烦吧 杨云无奈地说道 不过 这些搞破坏的人 毕竟是少数 我们封地的三个县 绝大多数的百姓 都希望自己生活的家园 能够越来越附属 所以这些破坏分子是 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钟文睿接着说道 我觉得 我们现在应该利用 老百姓中现在出现的热潮 好好的把我们的各项政令 颁布下去 以最快的速度 实现封地的发展 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这次说话的是巨远光 那就这样吧 我们三个县 目前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谋求发展 当然 对这些搞破坏的家伙 我们要做到外松内景 总有一天 他们的狐狸尾巴会露出来的 杨云做出了最后的安排 现在有了粮食 杨云就有了最大的依仗 也能让封地的众多百姓 静下心来 按照杨云的规划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首先是各县县衙 起初由于人手不够 稀缺人才 但是现在却不同了 从楚国来了十多万难民 这些难民中不乏读书人 还有一些甚至在楚国 还是有功名的秀才 在这一种情况下 各县县衙 很快把所有的职位都配齐了 虽然这些人的忠诚度 肯定是严重不足 但在现在缺乏人才的时候 也只有勉强把他们 用着不过杨云相信 随着他们继续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他们会热爱上这块土地的 除此之外 由于人数成倍增加 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一些人才 让封地的各项事业 都能得到快速地发挥 大幅各地的税率 仅为三十税一 没想到税率定得很低 却大大调动了大家劳作的积极性 杨云回到封地的这一月 各县收得的税收 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这一来 让各县官员洗心余色 对原本税率定得过低的担忧 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213章 兄弟暗斗 最让杨云开心的是 现在封地三个县 原有的百姓 和新迁来的楚国灾民加在一起 已经有25万多人 人数多了 青年男子的数量 当然也增加了 所以 杨云可以招募的士兵 也比以前多了 由于杨云给士兵的待遇不错 所以他很快招满了三万人 达到朝廷给他规定的最高士兵人数 除此之外 杨云还让各县组织15岁到50岁的男子 定期进行作战训练 这样可以在关键时刻 将这些百姓招入军中 实现来之则能战的目的 除了这五万正式士族之外 山中的土匪 还有一万多人 再加上自己的三千侍卫 和各县的一些差役 还有端木济月 和乔宇未训练的女兵 虽然这些人 并没有归入正式的士兵编制里边 但关键时刻 他们还是有可以一战的能力的 这样一来 杨云手中实际有的兵力 达到五万余人 这让杨云有底气了许多 虽然他并没有多大的野心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大幅内外的战士 可能一触即发 为了大幅也为了自己 杨云必须得有一定自保的能力 士兵的人数增加 但并不等于战力也相应增加 杨云深深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一面让郭龙等人 加强对士兵的训练 同时还让铁山等人 感知大量优质兵器 杨云回到封地之后 封地的各种事情 都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使得封地的百姓和官员 感到十分高兴 但是 这却让一些躲在暗处的人 就像吃了苍蝇似的 感到心里十分不舒服 还是那栋偏僻的宅院里 钟文涛和杨红等人 坐在一起喝酒 但是一个个却愁眉苦脸 根本没有一起吃喝热闹的气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他们的粮食 全部被土匪抢走了吗 但是现在 他们怎么又会有粮食运回来呢 维尔娘一坐上桌子 紧皱的眉头 就从来没有梳掌过 赵帮主 你不是说你的人一直盯在那里 亲眼看到他们的粮食 被土匪劫走了吗 怎么现在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郭胖子盯着赵姓江湖汉子 语气有些不善 郭胖子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怀疑赵某 赵姓江湖汉子 将筷子往桌子上一放 冷着脸说道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粮食又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粮食能够自己长着翅膀 飞到乌汪峰地这三个线来 郭胖子也毫不相让 大声说道 我还想知道 这些粮食从哪里来的呢 赵姓江湖汉子 战红了脸 大声说道 好了好了 都是自家兄弟 不要在这争吵了 杨洪健这些人越说越不像话 立即站起来打断了他们的争吵 诸位 这是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从土匪那里传过来的消息 当时他们将粮食抢到手之后 没想到杨云的人早有安排 朝廷新任的下独统郭龙 早已带着封地的士兵 埋伏在土匪回山中的必经之路 不仅抢回了夺走的粮食 还让土匪损失不少 这时 钟文韬站起来 向他们宣布了自己得到的最新消息 钟先生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杨云一定会秋后算账的 我们做的事情迟早会被他查出来 那我们这些人都难逃活命 维尔娘的胆子最小 这些日子以来 他一直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之中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一条道走道黑了 只有让杨云这小子彻底倒台 我们众兄弟才有好日子过 刘姓劳者使劲地抽了一口烟 狠狠地说道 刘老说得对 现在我们已经站到杨云的队里面 没有了和解的可能 只有将他掀翻 我们才有好日子过 钟文韬站起来 看了看众人沉声说道 钟先生 你就说 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吧 我赵某人和手下的兄弟 一定听从钟先生的安排 听了钟文韬的话 赵姓江湖汉子马上说道 杨云这小子运气太好了 我们那么好的计划 眼看就要成功了 没想到关键时候 他居然将粮食找回来了 不过没有事 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举将他祭祷的机会 但是大家不要灰心 我们有大把大把的机会 可以扳倒他 钟文韬看了众人一眼 大声说道 钟先生 我这人是大老粗 这些大道理我不懂 你就告诉我们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听了钟文韬的话 郭胖子接口说道 听了郭胖子的话 钟文韬抬眼看看在场众人 见众人都在打量着自己 他立即明白 这些人和郭胖子是一样的想法 于是他站起来 对着众人大声说道 诸位 我们现在虽然不能一下子 将杨云掀翻 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有好日子过 经常给他们搞出一点事端 如果长久下来 这位吴王的封帝 时常出现各种事情 也会造造成朝廷对他不满的 再加上西京城中 一些重要人物在陛下面前 给他进一些言 这封帝迟早要将给他撤了去 接下来 钟文韬便把自己早已制定好的计划 告诉了在场众人 石洞县是吴王杨云峰第三县中 最贫穷的一个县 以前人数也最少 现在好了 从楚国过来的难民 安置在石洞县的人数最多 钟文韬是个很有报复的人 以前管理战虎部农场的时候 他便广泛听取大家的建议 博彩众长 使得战虎部有了很快速度的发展 隐隐成为吴影卫 四部实力最强的一部 后来受到自己亲弟弟 钟文韬的陷害 钟文韬开始自暴自弃 自己走出困境 所以 钟文韬早已在心中暗暗发誓 要用自己一生的时间来报答 少主的知遇之恩 担任石河县县令 麻烦事情很多 官员数量又严重不足 刚到这里的时候 钟文韬一个人要做几个人的事情 经常从早上一睁眼 忙到天黑睡觉的时候 对于这种情况 钟文韬却毫不抱怨 只是尽最大努力将自己的事情做好 现在石洞县的人数 有了成倍的增长 钟文韬从百姓中间 选拔出一些可用之材 充实到县衙之中 满以为县衙的官员增多 自己的任务就会轻松一些 没想到 他却陷入了更加忙碌的状态 突然来了这么多的百姓 他们住在哪里 每天要消耗大量的生活用品 还有出来乍到生活习惯 一时不能调节的问题 都需要他这一个县令来操心 更严重的问题是 突然来了这么多楚国的难民 对石洞县援助居民而言 以前属于他们的资源 现在却要和这些楚国人共同分享 他们肯定心不甘情不愿 还有 现在从楚国来的难民人数 远远超过了石洞县 远有居民的人数 出现了克大七主的局面 这种种情况 都为双方的不和谐 埋下了种子 所以这些日子以来 尽管县衙出 抬了许多政策 还三令五身 表示封地所有的政策 不分援助居民 和外来的楚国灾民 一律平等 要求大家和睦相处 共同将石洞县这个新家园 发展得更美好 虽然县衙已经很努力地 处理这件事情了 但是石洞县内援助居民 和迁来的楚国难民之间 还是经常发生摩擦 弄得县衙焦头烂额 特别是前段时间 缺少粮食的时候 双方为了争夺粮食 还差点大打出手 现在终于有了粮食 双方争斗的主要问题解决了 其他事情就要好办多了 所以这些日子以来 百姓中发生的纠纷 少了许多 钟文涛也轻松了许多 这一天 处理完手头的事情 钟文瑞抬头一看 见天都还没有黑 想了想 自己已经来到石洞县这么久 还没怎么去 好好地逛上一逛 想到这里 钟文瑞便带上几个侍卫 走出县衙 向石洞县最热闹的 几条街道走去 以前的石洞县 最大问题就是穷 每到夜里 老百姓们早早地就回到家里 所以 夜里的石洞县 一直以来就是漆黑一片 这也给了一些 有不良企图的人 趁黑做坏事的机会 而钟文瑞来到石洞县之后 一直按照杨云的规划 努力使石洞县的经济得到发展 虽然钟文瑞来到石洞县 一年多的时间 石洞县的经济已经大有起色 就在几月以前 县城还开了好几家夜店 虽然只是经营一些小吃类的东西 但是却给石洞县的夜晚 来了一丝生气 许多往来与此的商人 夜里开始来这些夜店吃点东西 喝点小酒 看到这里的生意还挺不错 一些商人发现了商机 也在这里开了一些相关的店铺 随着来石洞县的人越来越多 这里慢慢还有了一点夜市的味道 钟文涛虽然知道 这里已经有一个小型夜市 但是却从来没有来过 现在他走到这条街道上 要说他跟着杨云 其实主要为了感恩 但是随着跟杨云来的无限 而后又听从杨云的安排 担任了这石洞县的县令 钟文涛彻底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在这里做事虽然很累 但是看到这一小型一点点的变化 还有老百姓们 因为日子好过了脸上露出的笑脸 都让钟文涛感到十分欣慰 他仿佛又回到年轻时候 那种意气风发的样子 第214章 钟文瑞遇袭 前面有一家馄饨铺子 钟文瑞觉得自己肚子有点饿了 他决定去吃上一碗馄饨 于是他便迈不向馄饨铺子兴趣 而后面的侍卫 为了不打扰钟县令的雅信 则远远地站在街道的转角处 警惕地打量着钟文瑞的四周 店铺的主人是一个老大爷 年龄大约60多岁 身体健硕 动作还十分敏捷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小姑娘 年纪大约15-16岁 应该是这老大爷的孙女吧 这时候铺子里正好没有客人 有人靠近 立即引起了老大爷和小姑娘的注意 这位爷 您吃馄饨吗 老大爷看见钟文瑞走进铺子 连忙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 是啊 老爷子 肚子正好饿了 来一碗馄饨吗 钟文瑞走进铺子 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朝那老大爷说道 好嘞好嘞 您请坐一会儿 馄饨马上就到 老大爷连忙连声答应 然后来到灶台边 开始忙碌起来 那小姑娘也连忙走过来 将钟文瑞所做的桌子擦了擦 还给她倒了一碗开水 老爷子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 你是从楚国过来的吧 钟文瑞笑着 对正在忙碌的老大爷说道 是啊 我是跟着吴王殿下 从楚国过来的 要不是吴王殿下 肯收留我们 我们全家早就饿死了 老大爷一边看着锅里 正煮着的馄饨 一边大声回答道 那你们一家人 除了你俩之外 还有其他人来到这里吗 钟文瑞又笑着问道 还有我爹和我娘 他们都来到这石洞县 我爹在山中的矿洞找了个试做 我娘在附近一家 做肥皂的小铺子 做事老爷子还没有回答 性别活泼的小姑娘 忍不住接口说道 那么你们一家人来到这里 日子还过得去吧 钟文瑞又问道 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以前我们在楚国的时候 全家人整天忙着 种那几块地 但是每年的粮食 只能勉强让全家人不饿死 前段时间饥荒来的时候 我们家是最先断粮的 奶奶就是那个时候饿死的 小姑娘说的这话的时候 语气有些低沉 唉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了吧 你们现在来到这石洞县 日子比起以前来过的 怎么样 钟文涛低沉地说道 现在可比以前好多了 爹娘的工钱 每半月一节 光他俩的工钱 都可以让我们全家吃饱 我还可以在县衙安排的 学堂里学点东西 这可是以前想都没想到的事情 小姑娘说到这事的时候 笑容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脸上 小姑娘 你在学堂中学些什么呢 见魂套还没上来 钟文涛又向小姑娘问道 我现在跟一个娘娘 在学习刺绣 大幅的刺绣特别有名 我早就想学习了 现在终于有了机会 并且在这里学习刺绣 还不交钱 我们练习的时候完成的绣品 如果卖出去了 还要给我们分劳务费 小姑娘说到刺绣来 显然来了精神 这时 老大爷来到钟文涛的桌子前 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放在他的桌子上 钟文涛拿起桌上的筷子 挑起一个馄饨放进嘴里 这馄饨皮薄肉鲜 味道十分好吃 这一下 使得钟文涛彻底来了兴趣 一连吃了好几个香喷喷的饺子 好吃 好吃 老爷子 您这手艺 抵得上西京城的那些大厨了 钟文涛笑着说道 哼哼 客观说笑了 胡乱弄的 挣点小钱吧 听到钟文涛的夸奖 老大爷笑了起来 使得脸上的皱纹都平整了许多 老爷子 您这么大年纪了 还出来劳作 身体还吃得消吗 钟文涛一边吃 一边向一旁的老爷子问道 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现在这地方比较好 只收很低的税 趁现在还坐得动 多挣一点钱 也得儿子和媳妇 减轻一些压力 老大爷笑着说道 听说楚国那边的 灾情已经结束了 开春就可以重新种上粮食 你们打算回楚国那边去吗 钟文涛问道 回去干什么 我们在快要饿死的时候 楚国的那些大人物们 根本不管我们 幸好巫王殿下 将我们引到这里来 我们才不至于被饿死 现在肚子填饱了 我们就拍拍屁股走人 我们出不出 这无情无义的事情 老爷子说这话的时候 显然有些激动 声音大了起来 还有啊 我们现在在这里 日子比在楚国的时候 好不多了 我们干嘛要回去 旁边的小姑娘 也接着说道 可是你们毕竟是楚国人啊 真舍得离开故土 钟文涛又问道 这位客官 一看您就是 没怎么过过苦日子的人 对于我们这些贫苦老百姓而言 什么国不国的 真的没怎么管 我们也不在乎 是谁在管理我们 我们只在乎 我们能不能够穿暖和肚子 能不能够吃饱 现在这里的日子 比以前好过得多 我们干嘛 还回去过以前那种苦日子 见钟文涛已经吃完 老大爷一边收拾桌子 一边对钟文涛说道 爷爷 这位客官好面熟 看着钟文涛去的身影 那小姑娘忽然想起了什么 朝自己的爷爷说道 我也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 但是始终想不起 这位客官究竟是谁 听了小姑娘的话 老大爷也抬起头 看着钟文涛的背影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不是我们石洞县的县太爷吗 那天运来粮食的时候 我在县城门口见过他 小姑娘突然大声说起来 对 是县太爷 我也想起来了 老大爷一拍自己的脑袋 你看我这老眼昏花 县太爷到我铺子里来吃馄饨 我居然还收了别人的铜钱 爷爷 其实也不能怪您 谁能想到 一个县太爷 或一个人来的一小铺子里吃馄饨 吃了还主动给钱 您看我们以前见到的那些当官的 哪一个出门不是前呼后拥 还要把街道上的老百姓全都赶开 小姑娘看着钟文涛消失的方向 对自己的爷爷说道 吃饱了肚子 钟文涛离开馄饨铺子 沿着这一条并不算长的街道 继续往前走 去 一路上 他看着这街道上 各种各样的铺子 来来往往的人群 以及四处传来的吆喝声 他仿佛有一种错觉 这不是一个偏僻的小县 而是大幅一个繁华地区的小城 看到原本这个十分贫困的小县 如今有了巨大的变化 钟文涛由衷感到高兴 而这些变化 跟自己又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 这条街道并不长 不多时 钟文涛已经将他走完 看看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他立即改变方向 向自己所居住的地方走去 而他的几名随行侍卫 则像以往一样 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 钟文涛居住的地方 离这条街道并不远 仅仅走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他所居住的小院 已经出现在视线之中了 钟文涛走准备 迈步向自己所居住的小院行去 互见前方转角处 走出几个人影 走出的一共是三人 他们互相搀扶着 走路都是翩翩倒倒 很远就能闻出浓浓的酒味 显然是三个醉酒的人 这条街道并不算宽 但是双方相对走过 也不会拥挤 但这三个人明显酒喝得太多 已经连方向都辨别不太清晰 居然亮亮呛呛地 向钟文涛所在的方向 行了过来 看着这路都快走不稳的三个人 钟文涛不由在心里笑了笑 如果不是殿下帮助自己 可能自己还像他们三人一样 整日靠着酒来 麻醉自己把眼看着三人 离自己越来越近 钟文涛将身子侧了侧 又向后退了一步 准备让这三人先行通过 就在双方将要交错的那一瞬间 借着夜晚的月光 钟文涛看见其中一个人的脸 之前这人走路虽然翩翩倒倒 但那眼神却十分清澈 一时间 钟文涛突然想到什么 立即移动身形 想要向一侧移动 钟文涛也算反应比较灵敏 但是此时却已经晚了 本来走路 已经亮亮呛呛的三人 动作突然敏捷起来 他们手中不知什么时候 突然多了一把短刀 迅速分着三个方向 将钟文涛的去路完全挡住 还没等钟文涛做出其他反应 这三人已经分成三个方向 各自挥一刀向钟文涛攻了过来 钟文涛到杨云峰帝多年 在众人面前 从来都是文质彬彬的样子 给人一种不会武功的错觉 实际上 作为原忠老都尉的长子 又是忠老都尉最早确定的继承人 他怎么可能不会功夫 只见钟文涛身子一矮 让过迎头披来的短刀 紧接着他左侧的一柄短刀 又闪电般的袭来 这一次 钟文涛没有选择躲避 而是迎着短刀袭来的方向 飞起一脚 直接踢中袭击者的手臂 使得短刀直接砍偏 电光火势之间 赤手空拳的钟文涛 化解了两个人的攻击 这时 钟文涛的后背 向着第三个攻击者 感觉到背后的攻击 钟文涛按道不好 这个时候 来不及做其他的反应 他只来得及做一个迅速的半转身 本来计划 招向钟文涛背心的这次攻击 只劈中了他的左臂 鲜血一下子流了出来 染红的他的衣袖 攻击钟文涛的三个刺客 没有想到 多年来不知收走了多少人 性命的这联合一击 准备组织第二轮进攻 第215章 凭遭破坏 眼见三名杀手的攻击 又一次要来临 钟文涛捂住还在流血的左臂 看着三名杀手一步步逼近 准备拼尽全力 抵挡对方的这一次攻击 正在这时 几道人影闪进了战圈 这些人员一加入战圈 分别拿起手中的武器 向三名杀手发动猛烈的攻击 这些加入战圈的人影 不是别人 正是一直跟着钟文涛的侍卫 这些侍卫 原本一直远远地跟着钟文涛 现在见到钟文涛有危险 他们一下子急坏了 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 准备拼死保护钟文涛的安全 钟文涛最先跟着杨云的一批人 他领导的战虎部 又是杨云特别依重的一股力量 杨云对他的安全特别重视 安排给他的侍卫 都是最忠心最勇敢 功夫十分出色的 这三名刺客虽然厉害 但是他们的特长 在于偷袭和刺杀 正面作战起来 他们就不是这些侍卫的对手了 眼见已经不可能再完成任务 这三名刺客也不在恋战 分别寻得机会 转身就逃中侍卫 没想到敌人会这么快速度地逃走 又担心受伤的钟文涛的安全 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三名刺客 消失在黑暗之中 钟文涛遇刺的事情 很快被上报的杨云这里 得到消息的杨云立即怒火中烧 他马上安排下去 要求大家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揪出这些刺客 石洞县郊区的一间破旧房子里 这时候居然坐着好几个人 看这几个人的穿着打扮 也不像是十分贫困的人 可这时他们却十分奇怪地 出现在这间破旧的房屋里 如果钟文涛在这间屋子里的话 他一定会认识 这屋中的其中三个人 正是当日袭击他的那三名刺客 而这三名刺客的对面 站着七八个人 中间的这一个人 一副江湖汉子打扮 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说你们 是云州最厉害的杀手组合 十几年来从没有失手 现在怎么连对付 这样一个区区的文官都没有得手 江湖打扮的汉子 看着对面的这三名杀手 表情十分不快 赵帮主 你还好意思说 这是一个文官 你们怎么没告诉我 这人伸手了得 我们三个人最拿手的联手袭击 居然只让他只受了点小伤 他手下那几名侍卫 一个个都是高手 打斗起来还特别肯拼命 要不是我们跑得快 小命都会丢在那里 听了这赵帮主的话 这三名杀手气愤地说道 居然会是这样 赵姓帮主露出奇怪的神情 但是看着三名刺客狼狈的样子 其中一名还受了一些小伤 知道他们没有说谎话 想到这里 赵姓帮主从怀里 拿出一个小袋子 递给了三名刺客中 领头的那一人 虽然此次任务没有成功 但这些银子 你们依然拿去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你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吴王的封地 没有我们的指令 你们不许在吴王的封地 再次露面 赵姓帮主 对三名刺客说道 这个地方 我们一刻都不想再待了 赵帮主就是不说 我们也会以最快的速度离开 刺客头领大声说道 说完之后 他将银带塞进自己的怀里 杨云和手下众人 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对钟文锐的袭击 仅仅是这些躲在暗处的家伙 一系列破坏活动的开始 无限一处修好的水库 这几年来 为周边田地的灌溉立下大功 已经成为周围老百姓们 最大的一掌 没想到在前几日 居然不知被什么人 夜里将闸坝挖开 满闸坝的水流了出来 破坏了附近大量的粮田 甚至还冲回了 几户地势比较低的百姓房屋 淹死了好几个 没有防备的百姓 石洞县有几座新建的桥梁 石洞县成为阳云封地之后 专门拔出许多银两 为老百姓修建而成的 这几座新建的桥梁 为老百姓的来往 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可是就是这几座桥梁 在前不久的一个夜里 居然不知 被谁全部弄断了 石洞县的老百姓 为这是一份填膺 他们一边破口大骂 一边自发组织起来 要将破坏桥梁的坏蛋抓出来 阳县的一位绸缎商人 是阳云到吴县之后 第一批来到阳云的 封地经商的商人 这些年来 一直在阳云的封地经商 因为做生意十分公道 在封地的几个县 也有极好的口碑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 看着所有人都笑呵呵的 还经常拿出银两 为老百姓做善事的商人 他在阳县郊区的家 居然遭到了坏人的血洗 这些人不仅杀光了 这位商人的全家 抢走了他们的全部财产 最后还一把大火 将这栋大宅子 烧得一干二净 除此之外 这些人还竭尽所能 带出许多天怒人怨的事情 比如将挖得 好好的矿洞弄塌 偷袭县衙的一些粮仓 破坏药农们 辛辛苦苦中的药材 这一戏的事情 搞得封地的百姓苦不堪言 大家怨声载道 也彻底点燃了 阳云和他手下一些人的怒火 大家纷纷发誓 一定要将这些搞破坏的人 捉拿归案 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破坏事件频频发生 使得本来暴跳如雷的阳云 反而冷静下来 他逐渐明白了 这些人的目的 就是要在这里不断搞破坏 使得自己的封地 没有一天安宁 如果自己越生气 越是无计可施 这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 就会越高兴 想到这里 他让人以最快的速度 将剧远光和邱泽 这些智囊叫了过来 和他们一起商量 想出一个摆脱目前局面的办法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 大家达成了一些共识 于是 一系列的措施 在阳云封地的三个县开始实施 首先 让郭龙将封地内的士兵 分散在封地 三个县的各地驻扎 并且派出个县的衙役 和一些自发组成的百姓 分成若干小组 每天夜里在封地各处巡视 让这些家伙 没有搞破坏的机会 其次 以重金悬赏的方式 让百姓们提供各种线索 然后再专门安排人 对这些线索进行分析 封地的百姓 目前对这些搞破坏的家伙 也深恶痛绝 现在听说要找出这些搞破坏的家伙 他们也十分积极参与各种行动 杨云等人想出了许多办法 尽最大的努力 要想找出这些搞破坏的家伙 但是他们仍然低估了 这些敌人的狡猾 这些家伙搞了一段时间破坏之后 显然想到 杨云会千方百计地找出他们 于是他们 全都停止了行动 全都销声匿迹了 和手下众人商讨一番之后 杨云发现了一个问题 自己手下虽然现在还算是人才积极 有能够出谋划策的军师 也有能领兵作战的统帅 还有人冲锋陷阵的猛将 还有一些科技 农业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人才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自己手下没有善于侦破 能够破案的人才 几个县原有的一些捕快 都是一些半路出家的新手 没有多少侦破的能力和经验 所以一直没能将这些搞破坏的人揪出来 想到这一点之后 杨云眼前一亮 他决定另辟蹊径 寻找人才解决目前的困境 几天之后 在封地的许多关键道路上 都出现了各个县衙张贴出来的告示 引起了封地老百姓的真相观看 告示的内容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招募擅长破案高手 担任封地各县的捕快 只要有这方面才能的人 不管出生和过往的经历 只要能破出封地目前一系列的破坏案件 封主杨云都会重重有赏 这些告示张贴出来之后 立即在封地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百姓们争相相告 在阳县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边 钟文涛在悠闲地躺在一张椅子上 看着手中的一份告示 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 凭这三个偏僻的县城 里面的百姓 要么是没见过世面的穷汉子 要么是穷途陌路的楚国难民 怎么可能找出有能力有经验的捕快 真是异想天开 这杨云看来也是快被逼疯了 让你稍微安静几天 接下来 还要让你急得跳脚脚的更厉害的手段 在等着你 钟文涛喝了一口旁边的香茶 懒懒地说道 钟文涛说得很不错 他的这些破坏行动 安排得都十分周密 很少露出什么蛛丝马迹 的确很难找出出色的捕快 能抓出这些搞破坏的人 所以 告示已经贴出了好几天 前来应招的人却寥寥无几 好不容易来的几个人 经大家测试之后 都是没有多少能力的人 显然无法挑起这样的重担 到最后 大家也没有了其他的办法 只得按照姚霞的建议 将这消息传递到西京城之中 想发从西京城中 以重金聘请单一破案的高手 可是 就连提出建议的姚霞也知道 这的确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 先不说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 找到之后 他们愿不愿意来到 几千里外的无王封地 即使退一步来讲 有这样的人愿意来的封地 可这样一来一去 中间还有许多工作做 等这样的人来到封地 也至少得半年之后了 半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但是足够让这些家伙 做出许多破坏活动了 要让杨云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封地的百姓 终日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之中 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第216章 四大民补 无限郊外的矿洞 这大半年来特别热闹 因为从楚国来了许多难民 加入到挖矿的队伍之中 这段时间以来 封地对铁矿的需求特别多 因为封地新增了许多士兵 就需要大量的兵器 再加上和龙武军签订的协议 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向他们提供一些 品质上乘的兵器 于是 各兵器作坊需要的材料越来越多 各矿洞的 处于了十分忙碌的状态之中 挖矿的矿工们 分成几波 轮流进入矿洞 不间断地将铁矿 从矿洞中送出来 一个矿洞旁的小树林里 坐着一大群 从矿洞中出来轮休的矿工 有的显然累坏了 躺在草地上呼呼大睡 还有些人 精力比较旺盛 便三个一群 五个一堆 天南地北地闲聊起来 在一棵大柏树下 坐着四个人 这四人显然不大合群 他们休息的位置 离其他矿工 还有很远的距离 所以他们聊天的内容 很少有人能够听到 这四个人的年纪 都约莫三十到五十岁的样子 虽然都是一副矿工的打扮 但仔细看来 他们身上的气质 都和普通矿工有些不同 看他们的面容 和他们的表情 都能体会到沧桑的味道 显然 这四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大哥 您知道吗 封地上现在正在招募不快 想要人帮助他们 早出在吴王丰地搞破坏的人 坐在最左侧有一些兽 但却很精干地 脸上随时带着笑意的中年人说道 怎么老四 你的心里又开始活动了 当年我们可发过誓 要和大哥共同进退的 旁边一个面容和善的汉子 嘴里叼着一根野草 淡淡地说道 二哥 你说些啥 我陆老四向来说话 一个托抹一个钉 我说的话从来没有实验过 我只是闲来没事 把这事聊给兄弟们听一听 被称作老四那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 连忙辩解道 你还别说 按照坊间传的情形来看 这些作案的家伙 的确手段有些高明 这吴王殿下被搞得焦头烂额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这时一个有些尖锐的声音传来 这是个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男子 不仅说话的声音有些尖锐 动作也有点像个妇人 是啊 这些家伙都是高手 不过想想也对 不是高手的话 怎么会引起我飞鹰路飞的注意 第一个说话的老四又大声说着 去你的吧 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办案子了 你这只飞鹰 现在恐怕连农户家的老母鸡都不如了吧 那被称作二哥的人笑着说道 二哥 这你可小看我路飞了 这十年来虽然没有办什么案子 可我的一身功夫却从没落下 那老四有些不服气地说道 这些人犯案子倒没什么 可是经常向手无寸铁的百姓下手 这行径实在让人发指 我虽然平日里有着冷血之欲 但是我的冷血 都是针对那些穷凶极恶的家伙 从来不会向这些善良老百姓下手的 那个有些像富人的男子突然说道 我看你几个家伙 是真的吧 本来靠在树干上假妹 脸的一侧有个刀疤的汉子 睁开了眼睛 大哥 瞧您说的 我们只不过是见烈欣喜罢了 您是知道的 对于一般的案子 我们几个还没有兴趣 越是棘手的 才越对我们有挑战性 不过您放心 我们都是发过誓 要跟你们一起筋奔洗手的 老二听到刀疤汉子的话 笑着说道 是啊大哥 不管怎么样 还是我们几兄弟在一起 过得挺开心 您看这些年 您说要当农民 我们就跟着你一起种地 您说来干矿工 咱兄弟们就跟这些铁疙瘩 死磕到底 我们兄弟一起发过誓 绝不再为这些皇家卖命 那一定就会说话算话 老二的话音刚落 老四又接着说道 那个有些像富人的男子没有说话 只是用手拍了拍老四的肩膀 那意思十分明确 他和老四的观点 是一模一样的 我记得我当日可是说的 今生今世 再也不为他照家皇朝卖命 那被换着老大的刀疤脸汉子 看来看手下的几个兄弟 突然笑了起来 对对对 我们曾发誓 不为他照家皇朝卖命 老二重复了这句话 突然像想起了什么 他转过脸来 看着一旁的刀疤脸汉子 老大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不在楚国 就算是出去当捕快 也不是在为他照家做事 从老二的语气中 明显能够听出欣喜的味道 兄弟们当年为了我一个人的事情 放弃了大好前程 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事业 这十年来 我王宽虽然嘴上没有说 但是心里却永远记得兄弟们的情谊 但我也知道 兄弟们骨子里 还是想继续干捕快 体会那种抽丝剥茧 一点点达到真相的快乐 其实我心里的想法 也和兄弟们一样 刀疤脸汉子王宽 看了看手下众兄弟 有些动情地说道 老大说哪里话 这事情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我们也看不惯 那无情无义 自私自利的老娘们 那有些像富人的老三 尖着嗓子说着 那刀疤脸汉子王宽 听了老三的话 朝他轻轻地笑了笑 又接着说道 其实来到这吴王丰地后不久 我已经有重新出山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 这位大福的十三皇子 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只不过兄弟们都知道 我这个人做决定 向来是要经过 深思熟虑全面考察才行 所以这几个月来 我一直在对这位 年轻的皇子的人品 进行考察 那大哥考察的结果怎么样 这位年轻的皇子 是不是值得我们卖命的人 有着非音称号的老四路飞 听到老大这样一说 立即问道 经过这几个月的观察 我觉得这杨云 的确有一个民主的样子 如果兄弟们都不反对的话 我们就去投靠他 也让我们一生的本事 有施展的机会 王宽环视了众兄弟一眼 缓缓地说道 我也觉得 这杨云还算不错 我听从老大的安排 也有机会让大家看一看 我这只飞鹰 到底还飞不飞得起来 老四路飞的性子 有点小极 最先做出了回应 我和老四的观点差不多 所以愿意听从大哥的安排 老二也接着说道 这一来 有三人已经表达了 自己的态度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 还没有表态的老三 老三见大家的目光 都看着自己 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脸上居然还泛起了一丝红韵 略略有些妖劳地挥了挥手 然后说道 大家看着我干嘛 我们不是曾说过 兄弟们共同进退吗 大哥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要问我的意思 无限的吴王府 是杨云到无限之后 将一栋就宅子改建而成 虽然这栋房子 不算雍容华贵 但是设计者别具匠心 栽上一些竹子 引入一条小溪 再配上一些绿草红花 使得宅院十分清雅 这些搞破坏的人 仍然没有显出蛛丝马迹 杨云决定换一换心情 看来不能够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是他坐在宅院之中 听着池里 弹着一些美妙的曲子 喝着自己亲自 从山中采来的 绿茶煮的茶水 殿下 有人送来一份拜帖 这时燕晴轻轻地走了过来 将一份拜帖 递到杨云手上 原楚国称州府 总捕头王宽 携三位结义兄弟曹月 刘秀和陆飞 欲于明日前来拜访 吴王殿下 欲求封地捕头总一职 不知吴王殿下 能否屈尊一剑 看着手中的这份拜帖 杨云有些高兴 终于有人愿意 来做捕快了 不过 杨云对拜帖上的 这四个名字 之前是闻所未闻 也不知这世人 到底有没有真才是学 想到这人是来自楚国的 就请人找来了郭龙 郭龙在楚国多年 看是不是听说过这几个人 得到消息的郭龙 很快来到吴王府 看了拜帖上的名字 他脸上很快露出笑容 这王宽我听说过 的确是以前 陈州府的捕头 在楚国还很有点知名度 后来我离开了楚国 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 现在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我去问一问 我楚国过来的那些兄弟们 他们应该了解情况 郭龙有些疑惑地说道 郭龙离开后不久 带回来一个年纪 约三十许的将领 匆匆来到杨云面前 殿下 这位许兄弟 以前就在陈州府任职 他对情况比较了解 让他告诉你吧 郭龙微笑着说道 殿下 情况是这样的 这位年轻的将领 向杨云行了一个礼 便详细将四人的情况 告诉杨云 原来这王月 的确是陈州府的总捕头 他在陈州府任职多年 破了许多要案奇案 在楚国的知名度十分高 人称神眼王宽 他和他的结义兄弟 笑面佛曹月 熊娇娥刘秀 和飞鹰陆飞 在楚国被称为四大名捕 他们不仅在陈州府办案 楚国许多州府 乃至出国国都楚阳城 出现大案要案 都经常请他们四位 前去负责调查 王宽四人各有所长 配合在一起相得一张 各地的许多大案要案 甚至是多年无法破掉的奇案 到了他们手上 几乎全都能够迎刃 而解王宽等人 无与伦比的破案能力 为他们获得了许多赞誉 也让他们声名雀起 可是最终让他们惨淡收场的 也是因为他们出色的破案能力 第217章 楚国就案 楚国的国都楚阳城 驻扎着的十万储兵 十万人每天得消耗不少的粮草 所以 楚国朝廷在楚阳城中 修建了十余个大粮仓 专门用来储存 从各地收集上来的粮食 为了保证仓库中粮食的新鲜 楚国朝廷每三年 就会将仓库中 再救粮食搬出来 换上当年新收的新粮 可是十年前一次仓库换粮 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楚阳城城南的一个粮仓 一个士兵将粮仓里的粮食 搬出来的时候 不小心弄破了粮袋 却发现 从粮袋掉出来的 居然不是粮食 而是沙子 这名楚军士兵吓了一大跳 连忙将事情报告了 负责此事的官员 负责的官员得到报告过后 立即让人打开所有的粮袋 结果看到的现象 让他们都惊呆了 这个粮仓的中的万诞粮食 居然全部被人换成了沙子 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负责的官员吓了一跳 这事情很快被上报的朝廷 当时的楚王赵元启听说之后 气得暴跳如雷 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居然有人敢偷粮换主 愤怒之下的赵元启 马上择成大理寺 和刑部这些负责案件 侦破的机构 命令他们一定要 以最快的速度破案 抓出这些大胆狂徒 按说有楚王亲自督办的案件 应该很快能够破案 可是这一案件却奇怪得很 一直过了一个月之左右 这案子还是没有被破 赵元启一怒之下 直接撤换了好几名官员 但是无论怎么换人 还是没有成功地 将这案子给破掉 正在众人无计可施的时候 有人给了朝廷一个建议 推荐了陈州府的 四大名捕神引王宽等人 派了这么多人 都没将这个案子给破掉 楚王赵元启也十分无奈 最后本着死马当活马一的原则 让人将王宽等四人 从陈州府召至楚阳城 让他们负责侦破 这一震动楚国朝野的奇案 王宽四人得到楚王的旨意 连忙马不停蹄地来到楚阳城 收到破案的旨意后 他们立即马不停蹄地 开始进行案件的侦破 王宽四人 虽然破案能力十分强 但是对朝廷中的一些龌龊 却毫不知情 一些重要官员 甚至是皇亲国妻 要么直接派人带话 要么进行语言暗示 反正都是一个目的 让他们做做样子 不要深入地去查这案子 到时候如果出现事情 这些人承诺帮他们解决 与此同时 他们在破案的过程中 朝廷派出协助他们的 一些官员和士兵 也采取了极不配合的态度 让他们的工作开展的 十分艰难 还有就是朝中的各部门 当王宽的人查案 需要他们配合的时候 他们也故意设置各种障碍 给王宽等人的破案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楚国朝廷的那些大人物们 满以为在这种情况下 王宽等四人 就会按照他们的企图 放弃认真破案 与此同时 这些大人物们也在想 给他们设置这么多障碍 他们即使想破案 可能也无能为力 但是这些大人物们 低估了王宽等人破案的决心 也小看了四大名捕的侦破能力 在他们四人执着的调查下 居然让他们发现了许线索 王宽等人不知道的是 如果这案子真的告破的话 将会影响到许多人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眼见案子有了起色 这些大人物们一下子慌了神 他们在一起商量了一番 终于下定决心 他们决定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一定要阻止王宽等人 继续破案 眼见用了各种手段 都阻止不了王宽等人 对这案件的执着 这些隐藏在背后的黑势力 终于下定决心 准备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逼迫他们停止调查 正当王宽四人 在楚阳城绞尽脑汁 想要破掉此案的时候 后方却出现了问题 不知什么人 竟然抓住了王宽的小儿子 并且把他带到楚阳城 想用儿子的命来威胁王宽就范 听说自己的儿子被人抓住 要想让自己停止 对这次案件的调查 这一下 可让王宽犯了仇 要想让自己停止 对案件的调查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 儿子出现问危险 又不能不救 王宽和手下几兄弟讨论之后 决定假意答应敌人的建议 从表面上 停止对这案件的调查 但是私底下 他们却积极地行动起来 他们四人分成两个组 一组和那些隐藏的暗处敌人 进行周旋 企图寻找机会 就会王宽的小儿子 而另外一组 则悄悄地继续调查 希望尽快能将 这些盗走粮食的蛀虫们 给抓住 王宽等人的策略 还是比较正确的 起初 他们一边调查案件 一边想法 救出王宽的小儿子 进行的还过较顺利 可是王宽等人 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内部有 非常他们信任的手下 被楚阳城的 这些王宫贵族们收买了 所以 他们每一次行动 得到的线索 都会被这些 被贵族收买的手下 告诉这些 掌管幕后黑手的人 得知王宽等人 还在继续破案的时候 隐藏在暗处的这些人 终于恼羞成目了 他们残忍地 将王宽 仅仅五岁的小儿子 给杀害了 当王宽等人 好不容易找到 他儿子的下落的时候 看到的仅仅是 一具冷冰冰的尸首 儿子的被杀 让王宽悲痛欲绝 隐藏在暗处的势力 满以为这种情况下 王宽便没有精力 再继续破案 就可以让他们 继续逍遥法外 可是让他们 没有想到的事 儿子的死去 不仅仅没有让王宽颓废 反正王宽 下定决心 他告诉手下众兄弟 就算是付出性命 也要让这些 蛇蟹心肠的家伙 付出代价 所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王宽四兄弟 全身心地 投入到案件的侦破中去 结果 通过一步步的抽丝剥茧 他们终于发现了真相 这个案子 居然涉及了 楚国贵族 和官员子弟中很多人 更为严重的是 这案件的幕后主使者 居然是楚王赵元启皇后的 亲弟弟 这一下 在楚国境内 掀起了轩然大波 楚国朝野上下 这个案件议论纷纷 大家纷纷将目光 都放在楚王赵元启身上 因为到这个时候 这一案件 只能由他定夺 当王宽等人 将案件的真相写成奏折 交到楚王赵元启手上的时候 楚王赵元启暴跳如雷 立即派人 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抓获 楚王赵元启 正在跟朝中大臣一起商量 如何定罪的时候 皇后娘娘一场痛哭 让她乱了分寸 最后在皇后一哭二闹三上 吊摆班手段下 楚王终于屈服了 此案的主谋 皇后的亲弟弟 只判了一年监禁 并且 楚王的这小舅子 只在天牢里边待了不到一个月 就因为患了重病 被皇后娘娘 从天牢里解救了出来 案件的主谋 都判得这么轻 楚王也不好意思 将其他涉案人员 判得太重 于是 这一干的涉案人员 重得在牢房里待了几个月 轻的只是被罚了一点银子 这一件惊动 楚国朝野的大案 就这样不了了之 远在称州府的王宽等人 得到这一结果 让他们几乎呆住了 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 费尽心机的 才抓出案件真凶 居然就这样被 轻描淡写地处理了 不光是这样 作为破案的功臣 王宽等人 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甚至于在皇后娘娘的授意下 楚国的各级官员 开始给王宽四人穿小鞋 使得他们在称州府的日子 举步维艰 最初的时候 王宽四兄弟 还四处距离力争 甚至还向朝廷呈上奏折 将他们的遭遇 告诉楚王赵元启 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 他们写出了奏折 就像泥牛入海 再也没有了阴性 到这时候 四兄弟才幡然悔悟 他们做了一件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现在他们终于明白 为什么楚阳城中 想到这一点 四兄弟心灰意冷 终于有一天 四人挂挂而去 从此在楚国境内 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消息 听到这年轻将领的介绍 杨云等人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之中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一句话 不知从多少君王口中说出过 但是能够真正做到的 又有几个呀 许久之后 陈远光长叹一声 这狗皇帝 老娘恨不得冲进他的皇宫 将他那颗狗头拧下来 乔与威将按机拍的啪啪作响 乔与威和端木济月 最喜欢听故事 这件事情 他们当然不肯错过 谁吃这一听 彻底激发了他们的侠女心肠 两人恨不得直接冲进楚国皇陵 将那早已死去的楚王赵元启 拖出来痛打一顿 是啊 这样住只能让忠臣寒心 长久下来 谁愿意再为这样的皇帝效忠 杨云也皱着眉头说道 那殿下你看 这四人提出提认封地 总捕头的要求 我们答不答应 毕竟他们曾经在楚国为官 他们是否愿意忠心耿耿地 只要有本事的人 我从来不在乎他们的出身 也不在乎他们曾经为谁效果中 这四人是有真本事的人 又愿意为我效力 我当然非常欢迎他们来 若有一天 他们觉得 我这个主子不值得他们效命 他们随时可以离开 杨云站起来 对着众人有些激动地说道 第218章 欲擒故纵 第二一早 王宽四人很早就来到吴王府 前来拜见吴王杨云 这四个人一到杨云面前 杨云就非常满意 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大方自然 礼貌而不奉承 从他们的言谈中和眼神中 能够看出 他们是很自信的人 对于侦破各种案件 杨云是外行 但是他见多识广 当他把自己两世人生 听得的各种破案的案例 讲给这四人听的时候 他们是人往往能够 根据案子的前半截 很快判断出案件的大体结局 与这回人谈了不到一个时辰 杨云彻底被他们征服了 这样的人 才能够主动为自己效力 这让杨云欣喜若狂 他当即拍板 封这四人担任封地的捕头 全面负责封地 这一系列破坏案件的侦破 这件案子 本王就拜托诸位了 诸位有什么需要配合的 就立即告诉我 或者告诉各县县令 他们也会全力协助你们 杨云诚恳地说道 感谢吴王殿下的信任 下官等几人一定竭尽全力 尽快破案 以期不辜负吴王殿下 对我兄弟的信任 王宽拱手说道 辜负我的信任无所谓 这些日子以来 有多少无辜的百姓 被这些心狠手辣之徒残害 看着这些恶人 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想着我就觉得十分愤怒 所以 为着我封地的黎明百姓 拜托诸位了 杨云说到这里 深深地向四人施了一礼 堂堂吴王殿下 亲自向他们行礼 把王宽四人忙了个手忙脚乱 他们连忙起身 向杨云还礼 并且纷纷表示 要尽一切所能将案件侦破 老李 听说了吗 封地出大事情了 老王啊 出什么事情了 神秘兮兮的 各县想了许多办法 都没有抓住凶手 吴王殿下很是生气 天天把几个县令喊过来 臭骂一顿 结果昨天 新许是骂得太过厉害 杨县县令姚霞当场翻了脸 直接表示 不愿再在封地围观 要回西京城去 不会吧 姚霞县令是最先跟着吴王的一批人 深得吴王殿下的信任 怎会突然不干了呢 没有骗你 我邻居侄子的一个好兄弟 就在吴王府当差 他亲眼看到的 当时吴王殿下脸都气轻了 直接要将姚霞县令送进大牢 幸好许多人连忙劝说 吴王殿下这才罢休 这可怎么得了啊 这些搞破坏的人还没有抓住 他们自己人还闹成这样 那这个案子 何年何月才能告破 还想破案 吴王殿下 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 你们得到的消息 都是老皇帝了 我得到的最新消息是 杨县县令姚霞回家之后 将自己的财物 和县衙许多值钱的东西收拾起来 居然离开了县衙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可能吧 吴王封地这么多眼线 怎么也能找到姚县令啊 你知道什么 吴王是有许多眼线 可是姚县令跟着吴王殿下 这么多年 也有一大批愿意跟着他的人 在这些人的帮助下 吴王殿下找不到姚县令 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可怎么办 神仙打仗 百姓遭殃 现在的形势这么乱 我们这些老百姓可怎么办了 唉 谁知道呢 听说好些楚国过来的难民 已经在打算要离开这封地 到其他地方去发展 可怜我们这些本地百姓 这几年刚刚过上点好日子 可能又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 也不知道 这消息是谁传出来的 不到一天的时间 吴王杨云和杨县县令姚霞 发生矛盾的事情 已经在封地百姓中到处传遍 这样的消息 让封地的老百姓们 感觉十分沮丧 没想到日子刚刚有一点起色 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百姓们都十分不满 他们既痛恨这些搞破坏的家伙 也愤怒 这些官员们的无能 这么多时间过去了 都没将这些搞破坏的人抓住 相比起封地大多数人的惶惶不安 躲在暗处的杨红等人 这些日子来心情很好 为了避免被杨云的人发现 他们近些日子来 停止了破坏活动 整天躲在那栋偏僻的房子里 吃吃喝喝 偶尔派出一些探子 打探一下外面的消息 钟先生 我看他们已经完全慌了神乱了他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行动了 再给他们搞出一些花样来 彻底把封地给他搞乱 直到把杨云这家伙 赶出这里为止 郭胖子喝了一杯酒 眉飞色舞地说道 是啊 我们再加一把劲 等把杨云从封地上赶出去 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维尔娘再没有了当初 那害怕的神情 有些兴奋地说道 紧接着 刘姓老者和赵姓江湖汉子 也纷纷发言 表示要出去再搞一些事端 就连一向沉稳的杨红 也越越欲试 诸位 先不要着急 按我对杨云和姚霞的了解 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我估计 这是他们设的一个局 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 就等着诸位冒头 钟文涛端起酒杯 向大家敬了一杯酒 淡淡地说道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两天 杨云封地的乱象 连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看出 各县衙的差异们 像无头的苍蝇一样 满街地寻找 像想是要抓什么人 许多想要出封地的人 在各县的边界处 都被赶了回来 据说是吴王杨云太人 要追查杨县县令 姚霞等人的下落 在没有抓住姚霞之前 搞出一些事情 但是告诉手下的兄弟们 动作要快手脚要干净 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同时干完就撤 一定不能被他们发掘 看见封地的一片乱象 钟文涛心中的怀疑 终于也消除了 他向众人发布了命令 杨红等人早就等着这一天 于是他们纷纷派出各自人手 开始实施早已做好的一些计划 殊不知 一张巨大的网已经张开 就等着他们这些无知的鱼儿现身了 原来 但是王宽结伴着案子时候 就向杨云建议 要让严密封锁自己等人 担任封地捕头的消息 与此同时 王宽四人还提出 要在封地上制造一场乱局 要让隐藏在暗处的这些人认为 封地现在已经没有能力 也没有精力 再继续寻找他们 只有让这些家伙动起来 才有机会发现其中线索 杨安这段时间异常高兴 作为与杨云冲突 最先倒霉的一个人 他的是成了封地百姓茶余饭后 聊得最多的一个笑话 所以要说 找一个最痛恨杨云的人 恐怕就非杨安莫属了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 前段时间搞破坏的行动 杨安是最积极的 直接或间接丧命在杨安手中的 无限百姓 就有好几个 百姓们的鲜血 没有让杨安感到一丝愧疚 反而让他更加疯狂 只有在报复杨云的行动中 他才能够感到一丝快感 杨红让杨安暂时停止活动 等待机会再进行下一次行动 杨安早在心中做好了计划 他垂涎杨献卖酒的 张姓商人女儿的美色 和家中财物已久 他准备这一次行动 就拿着张姓商人下手 不仅要得到这娇滴滴的小娘子 还要杀光他全家所有的人 夺走他所有的财产 这晚三更时分 估计附近所有的老百姓 已经进入了梦乡 杨安带着人便出了门 按照早已制定好的计划 悄悄地向张姓商人家前去 杨安自以为此事 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谁知道他们 刚刚出门不久 就被好几双隐藏在暗处的眼睛盯上了 见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张姓商人家 早有人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杨安等人捏手捏脚的 专门找偏僻的道路一路前行 终于来到张姓商人院子的围墙边 身穿黑衣的众人四下张望一番 见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立即心中窃喜 这栋房子的周围 他们早已查看了好几次 所以这一次 他们没有进行过多的试探 从院子后面 一个偏僻的角落翻了进去 进入院子之后 杨安等人躲在暗处四处查看 见院子里一片寂静 看来没有人发现他们 杨安心中立即大喜 立即按照早已记下的路线 向院中的主屋奔去 结果刚刚走了几步 杨安又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看见院内假山旁 站着一个长发飘飘的红衣女子 虽然没看清这女子的容颜 但看着身材 一定是个绝世家人 一定是张姓商人那天仙一般的女儿 杨安想到这里 立即心中大喜 难道是这美人知道自己要来 故意到院中来等待自己 想到自己一直想得到的女子 就在自己面前不远处 杨安心中泛起这一念头 想到这里 杨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 他将手一挥 示意手下的人开始行动 而他自己则一转身 向着那红衣女子的方向 飞快地奔去 美人儿 我来了 杨安很快来到走红衣女子身后 张开双臂 就要将她拦腰抱住 谁知这红衣女子的动作 却十分敏捷 她脚下轻轻一滑 让杨安这一抱落了个空 小美人儿 你还有些调皮啊 于 火中烧的杨安 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现象 有些奇怪 他又一次张开双臂 向红衣女子抱去 第219章 抓捕行动 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 杨安这次增加了速度 又扩大了控制的范围 还以为美人这一次 再也逃不脱自己的怀抱 眼见前方红衣女子身形又开始移动 杨安飞快地一伸左手 一把向红衣女子抓去 但是下一刻 他却发出一声惨叫 立即松开了自己的手 杨安收回自己的手 弹开手一看 此时自己的手心已经被先染血 钻心的疼痛 让杨安彻底清醒过来 他抬头一看 不远处的红衣女子 手中有一只锋利的长剑 看来这就是割伤自己的罪魁祸首了 小娘子还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让你家杨哥哥更喜欢你了 在夜色中 杨安没有看清红衣女子的脸 还是以为这红衣女子 就是他魂牵梦银的美人 于是他手持短刀 又一次扑了上去 谁知经过一次短暂接触之后 杨安依然没有制服这红衣女子 身上反而又挨了一件 接连吃亏的杨安 立即收拾起细血的心思 全身心地投入到打斗之中去 但是不久之后 他惊奇地发现 这红衣女子的功夫居然非常高 自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杨安最开始的时候 就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立即转身就逃的话 有可能他还能够逃得掉 可惜杨安依然低估了红衣女子的实力 错失了逃走的机会 最后 当杨安终于心生俱异 想转身就逃的时候 已经晚了 这红衣女子的身手十分了得 招招攻向杨安的要害 杨安虽然拼命地反扑 但是依然摆脱不了 落于下风的命运 终于 杨安手中的短刀 疯狂地挥舞几下之后 持刀的右手被对方剑剑刺中 手中的短刀立即落在地上 于是杨安毫无意外地 成了红衣女子的接下球 被抓住之后 杨安这才发现 他的对手哪是一个妙龄女子 而是一个年纪比他还大 胡子拉差中年男人 这个中年男子 打扮得像女人一样 还一副搔手弄姿的样子 杨安立即觉得自己 有一种想吐的冲动 这红衣女子正是四大名捕中 有熊娇娥之称的老三刘秀 与此同时 跟杨安一起来的这些手下 也遇上了麻烦 他们匆匆奔进宅子的主屋 满以为可以将屋里的人 全部杀光 将屋里的金银财宝全部拿走 可是迎接他们的是 一件件冷冰冰的兵器 经过简单的打斗之后 这些人全部被早有准备的差异 全部抓住 此时此刻 一幕幕与这相似的场景 在封地的三个县都有发生 这一个夜里 有好些搞破坏的家伙 被当场抓住 有一些拼命反抗的人 还被当场格杀 只有极少数的人趁乱逃走 当日王宽与杨云见面之后 制定的欲擒故纵的策略 故意在百姓中 传播杨云内部不合的传言 造成一副封地 已没有精力捉拿 这些破坏分子的假象 实际上 封地采取了外松内井的策略 王宽和手下三兄弟 各带一部分人 潜伏在各县县城的要道之上 就等着这些搞破坏的家伙 出来行动 杨云也将封地三个县的许多差役 调至四人麾下 供四人指挥 当躲在暗处侦察的人 发现这些搞破坏的人之后 所有人立即行动起来 将一个个口袋张开 就等着这些家伙 自投罗网 光这一夜时间 这四大名捕带着手下的差役 就抓捕了三十多名 企图搞破坏的家伙 这一夜 封地的许多老百姓 彻夜未眠 街道上时时传来的 喊沙声打斗的声音 让他们心中十分不安 他们不知道 打斗的双方究竟是谁 可是又担心被打斗殃及 所以不敢出去查看 第二天 百姓们从睡梦中醒来 走出自己家门 立即得到消息 说是吴王亲自聘请的四位捕头 昨夜抓住了许多 这些日子 在吴王封地搞破坏的家伙 这一消息 让封地的老百姓欣喜若狂 他们争相传播这一好消息 不到五十 封地三个县的县衙外 都来了许多的老百姓 他们都想亲眼看一看 这几个月来在封地 造出了累累血案的家伙们 到底是谁 可是百姓们的愿望 却没有人实现 因为负责抓捕的王宽等人 现在依然处于 十分忙碌的状态之中 这次抓捕行动 四大名捕中的四兄弟 分别驻扎在封地的三个县 从昨晚到现在 他们四兄弟 都没有合一下眼 四人都是经验 十分丰富的老捕块 他们知道 他们的抓捕行动 很快就会传遍封地各地 为了不让与案件 相关的破坏分子逍遥法外 四人带着各县的差役 抓住一部分破坏分子之后 立即在各县县衙 开始了连夜的急审 事实证明 他们的行动是十分有效的 这些不法分子 很快交代了许多 曾经参与 对封地破坏行动的名字和住址 于是 王宽等人 又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 派人以最快速度 去追捕这些 被同伙交代出来的不法分子 就这样 又有许多昨夜抓捕行动的漏网之余 被王宽四兄弟派出的人抓住 又一次的抓捕行动结束之后 已经到了第二天的黄昏时分 这时 王宽四兄弟和手下的差役们 将这些不法分子 关入大牢之后 终于有机会 回到各自的家中 好好地补上一脚 接下来这两天时间 王宽四兄弟 带着手下的差役 依然处于十分忙碌的状态 通过连日来 对这些被抓的家伙的审讯 大家都大有收获 不仅这几月 来的多次破坏案件 被查了个水落石出 甚至连各县前几年的积压案件 通过这次审讯 也挖出来好几件 通过几天的审讯 又有许多不法分子 被各县的差役抓住 这一下 让封地各县的老百姓 大开眼界 许多封地各县的社会名流 这一次 居然也成了阶下囚 还有一些平日里 道貌岸然的家伙 居然是罪案累累的犯罪分子 当然 这些被抓住的家伙里边 还是有许多嘴比较硬 各县官员们软硬兼施 他们却始终不愿交代 弄得各县官员们无可奈何 但这些家伙们的顽固 完全在王宽等人的预料之中 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四人早已准备好了应对的策略 抓捕行动后的第四天 封地三个县的老百姓们 都得到一个好消息 他们期盼看一看 这几个月来在封地 各县做尽坏事 制造出累累血案的家伙 究竟是什么人的愿望 终于有望得以实现 因为在前一天 各县都发布了告示 要将这些破坏分子游街示众 让各县的老百姓们亲眼看一看 到底是谁在这几个月来 对他们造成了伤害 听到这一消息后 百姓们奔走相告 这几月来 这些家伙对封地各县的破坏 对封地大多数的家庭 都造成了影响 大家都怀着愤怒的心情 早早来到这些破坏分子 即将出现的街道 在这一种心态下 封地各县 大多数的老百姓 都来到各自的县城之中 使得各条街道上 人山人海 当三个县的差役 压着这些被抓的破坏分子 出现在各县街道上之时 街道上彻底沸腾的老百姓们 纷纷怒骂这些破坏分子 甚至还有些人 一边哭一边骂将 早已准备好的鸡蛋菜叶 朝这些向这些家伙砸去 使得他们狼狈不堪 与此同时 街道上四处可见封地老百姓 对这些破坏分子 施责怒骂的声音 有的百姓发现 对自己造成破坏的 居然是一直以来 和自己称兄道弟的亲朋好友 还有的人发现 自己长期以来做善事 帮助的对象 居然是趁乱对自己的家园 进行破坏的罪魁祸首 还有一些小孩 看到破坏分子中 居然有自己的父母长辈 一些成年人 居然在被抓的破坏分子中 还见到自己的丈夫妻子 或者是姐妹兄弟 甚至还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者 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到这里 看到自己的儿孙 居然也出现在被抓的人群之中 有的人当时就晕了过去 一时间 这些在被抓的破坏分子中 见到自己亲人的百姓 情绪立即激动起来 有人哭喊着指责 自己的亲人 为什么要做这些坏事 还有些人则对自己 这些桑尽天良的亲人破口大骂 更有甚者 一些老者举起手中的拐杖 颤颤巍巍地冲过来 要杖则这些不争气的子孙 在满大街的斥责生怒骂声中 一些前几天在审讯中 还抱着不配合态度的破坏分子们 终于惭愧地低下了头 事实证明 杨云按照王宽等人的建议 将这些破坏分子 游击示众的做法 效果十分明显 有许多破坏分子 在这一次行动中 心态彻底崩溃了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 大多数破坏分子 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还将指使他们 做这些破坏活动的人供了出来 通过四大名捕 连日来马不停蹄的审讯 案件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几月来 封地一系列破坏活动 几个主谋的名字 很快地摆到杨云的案头之上 元阳县杨世家族组长杨红 杨县得胜绸缎庄老板郭得胜 石洞县威虎帮帮主赵有金 在封地三个县都设有赌场的 封地大有名气的 独老大留校权 无限知名的矿洞经营者 为青芳 杨云细细地翻看 摆在自己案头的这一份份材料 这些材料完全可以证明 吴王封地这几月来 各种破坏活动 都是由这五个人领头组织起来的 第220章 主谋 这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没有 杨云看完手中的材料 抬头像站在面前的王宽说道 报告殿下 这五人早有准备 在我们的抓捕行动还没开始之前 他们早已藏起来了 不过您放心 我们兄弟四人 一定不会让这些家伙 逍遥法外的 王宽坚决地说道 好 只要知道 是哪些人领头 搞的这些破坏活动就好办了 我让各县县压继续配合你们 一定要将这些家伙抓住 让那些受害的百姓们 好好出口气 想到封地百姓这几个月受的苦 杨云就觉得心里不好受 按照杨云的吩咐 王宽四人派出人手 四处查找杨红五人的下落 想要将他们抓捕归案 可是 让王宽等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五个人好像消失了一般 他们派出许多人手 费了好多功夫 仍然没有找到 这五个家伙的踪迹 抓捕行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天 仍然没有将杨红五人找到 王宽等人 甚至用悬赏的办法 让百姓们提供线索 但是每一次按照 大家提供的线索去抓人 要么是根本没有 他们五人在这里出现的痕迹 要么是已经人去镂空 觉得目前这样 大家如同无头苍蝇一般 四处乱搜 也不是办法 王宽将几个兄弟叫到一起 本着集思广义的原则 大家一起商讨 杨红等人可能藏身的位置 大哥 我们找寻了这么多日子 都没发现他们的踪迹 想来想来 他们应该不会待在封地 等我们来抓 所以 这些家伙早已逃出封地了吧 动用了这么多人手 花了这么多功夫 依然没找到杨红等人的踪迹 有着神音称号的陆飞绝望了 向王宽说道 四弟说的有些道理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 你们两位兄弟 有什么看法 听到陆飞的话 王宽的脸上 看不出表情变化 老四的话说的有些道理 但是如果 是我的话 我肯定不会这样做 大家都由我逃走了 我反而会留下来 等大家都放松警惕的时候 我再来干一票大的 老三留秀了 来个兰花指 奸生说道 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有 但我更倾向于老三的看法 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吗 最危险的地方 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老二曹月笑眯眯地说道 几位兄弟说的都有些道理 我是这样想的 哪一种情况 我们都不能放过 所以我们手下 所有兄弟都行动起来 一部分人到封地周边 各县府进行调查 看能不能发现踪迹 而大部分人则 留在封地之内 散布在封地各主要干道 秘密发现各种异常的情况 王宽思考许久之后 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其余的三人 也是具有丰富的 侦破经验的捕快 他们都一致认为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王宽的做法是最适合的 在四人的安排下 封地三县的许多拆 都陷入了忙碌的状态之中 一部分拆役 远走附近几百里的州府 以明察暗访结合的形式 找寻这五位组织破坏主谋 同时四人还派出许多人 脱去了官府 化作商旅 百姓甚至是乞丐 游走在封地各县的大街小巷 作为负责侦破的王宽四兄弟 他们也没有得到清闲 他们都在查看下面 差役送上来的各种情报 经最大努力 从这些情报中发现一些线索 时间又过去了好几天 但是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但是兄弟却一点也不着急 多年的查案经历 让他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要想成功地抓住违法分子 首先就是要比这些人更有耐心 王宽四人 对得到信息的认真分析 在材料中找出线索 还有发动群众 让他们一起帮忙 或者采取守株待兔的 这几种破案的手段 在封地的各县开始了查找 兄弟们你们看 这条消息有些奇怪 有着神眼之权的王宽这一句话 引起了其他三人的注意 他们纷纷围了过来 看着王宽手中的一份卷宗 阳线城东的王二狗 无亲无故 终日里靠乞讨过日子 在近几日来 他却经常一个人 到附近个餐馆购买吃食 看着这一份卷宗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王二狗的资料很快放到 这四位知名捕快的手中 众人很快发现了 其中异常之处 兄弟们 你们看 这条线索有些奇怪 具有神眼称号的王宽 对众凶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据这一份情报上所述 这王二狗是一个孤人 随时在附近流浪 可是近段时间里 性格孤僻的王二狗 却有了朋友 他每天都要购买 好几个人的饭食 有神眼之称的王宽 很快发现了异常之处 这事让我去干 我专门派出兄弟跟踪他 看这些饭食 究竟是给什么人吃的 听老王宽的话 老二曹月马上说道 这几日 王二狗的心情特别好 两天前 他家破旧的房屋来了一个 年约四十左右的妇人 这妇人给了王二狗一顶银子 让他每天给自己送饭 这点银子足足有无良左右 王二狗活了几十年 一直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 现在居然能够拥有 这么大一顶银子 对他而言 的确是很大的惊喜 在银子的刺激下 王二狗让这妇人 在自己的家中住下 每天他按照这妇人的要求 悄悄地给他买来各种吃食 领到任务的曹月 并没有去打搅王二狗 只是派出所下的差役 悄悄地跟着王二狗 看他将买的这些吃食 送给什么人 王二狗还是比较谨慎 每天都是悄悄地出门 买到吃食之后 很快离开 也许是得到高人的指点 王二狗每天买的吃食之后 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在他家附近 转了好几圈 看见没人跟着自己之后 才往家中走去 王二狗也算是很小心的了 但是他的对手 却是有十几年查案经验的曹月 他的这些经验 在曹月面前 只是小儿的把戏而已 所以 王二狗的行踪 迅速被查贷清清楚楚 他每天将自己买的吃食 带回自己那破旧的家中 跟着王二狗的这些差役 在王二狗在家附近躲藏起来 透过王二狗家破旧房屋的一些缝隙 看到王二狗每天将吃食 送给一个40岁左右的妇人 这些差役 很快将这消息告诉了王宽 根据这些差役的描述 杨云立即判断出 这妇人正是封地 一系列破坏案件的主谋之一 有着维尔姐之称为春方 终于得到线索了 王宽四兄弟欣喜若狂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带着手下差役 将王二狗家的房子团团围住 好不容易清闲下来的 王二狗正在家中 待的院子中晒着太阳 忽然出现一大群凶神恶煞的差役 冲进自己的家中 不由分说的四处翻看起来 这一下可把王二狗吓坏了 他知道 这些人一定是想找那个妇人的 差役们来到王二狗的院中 四处查看一番 没想到没有发现维春方的影子 无奈之下 这些差役们只好将王二狗抓住 将他送到王宽的面前 王二狗是阳县最低层的人物 他的最大理想 就是每天能够填饱肚子 哪里是擅长审案的王宽等人的对手 被抓住之后不久 不多时 他就将自己知道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原来 这妇人的警惕性比较强 他每天准时出现在王二狗的家中 吃完王二狗给他带了食物之后 他从来不在王二狗家中逗留 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根据王二狗的交代 王宽派人在王二狗家附近四处查找 始终没有发现维春方的影子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王宽带着人又一次来到王二狗家附近 采取了地毯式的搜索 在维春方曾经住过的房间里 王宽等人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粉末 王宽不知道这些粉末是什么东西 就将一些样品交到杨云手中 具有丰富医疗经验的杨云 将这黑色粉末放到鼻子跟前一闻 他立即知道 这些黑色粉末是具有剧剧毒的 看着这些黑色粉 杨云陷入了深思之中 不久之后 杨云仿佛想到了什么 一下子跳了起来 立即派人以最快的速度 查看这几日 是什么人用药铺中买到这些东西 找不到这富人的下落 王宽决定派人将这一带团团围住 然后在每家每户地去查看 登记好所有人的户籍 王宽派人找来了一些 对维春方比较熟悉的人 分析维春方的性格特征 最后锁定了 维春方可以藏身的大概位置 经过一番找寻之后 大家终于在刘二狗家附近的一间小屋里 抓住了躲在屋中的维春方 维春方本来就是特别怕事的一个人 在某些人的鼓动下 他好不容易同意加入搞破坏的队伍 现在他被抓住 封地的差异们还没对他进行审问 只给他看了看各种刑具 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的维春方 立即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根据维春方的交代 王宽吓了一大跳 维春方等五人 居然还不是这一系列案件的主谋 真正谋划这事情的 竟然是一个神秘的钟先生 为了了解这钟先生 究竟是何许人也 王宽找来擅长画画的先生 根据维春方等人的描述 很快画出了这钟先生的模样 第221章 毒记 画师画出的这个人的形象 王宽四兄弟和身边许多人看了很久 都纷纷摇头 表示不认识此人 王宽又让人问了封地的一些官员和百姓 他们纷纷表示 从来没有见过画像上的这个人 没有办法 王宽只好把这张画像 呈到杨云府上 想让杨云发动封地所有的人 看有没有人认识 这很可能是 封地一系列破坏活动的幕后主谋的人 杨云拿起王宽地给自己的画像 略略地瞟了一眼 呼绝画像上的人似乎很眼熟 于是他又拿起画像 仔细地查看起来 殿下认识这个人 看到杨云的表情 王宽心中一喜 他连忙问道 好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但是不能确定 你把这张画像 杨云把画像交还给王宽 轻轻地说道 于是 这张画像很快被送到石洞县 出现在还在养伤的钟文瑞的暗机上 居然是这个畜生 他怎么跑到封地来了 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他 我还以为他早已经死了呢 看到这张画像 钟文瑞的火腾的一下就冒起来了 他拍着桌子怒骂道 在钟文瑞的讲解下 王宽终于知道钟文涛的身份 以及他和钟文瑞的关系 还有他和钟文瑞与杨云发生的种种冲突 王大人 这个家伙的个性我十分了解 他从小的心机都很深 最喜欢用各种阴谋诡计害人 如果说是他策划了封地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钟文瑞将画像帝给王宽 肯定地说道 凭我对钟文涛这家伙的了解 他独自一人 肯定是没有胆量到封地来的 我只知道 以前他跟着前太子杨岳 杨岳死了之后 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本以为陛下清理杨岳于党的时候 将他一病除掉了 没想到这家伙还在蹦搭 看来又是攀上什么高枝了 你们可以好好查一查 他现在在为什么人办事 钟文瑞又说道 得到钟文瑞的建议 王宽回去之后 又一次对围春芳进行提审 早已吓破胆子的围春芳 像竹筒捣豆子一般 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这小子 现在居然是我二哥手下的人 看来我远远地躲在封地 还是爱了有些人的眼 拜托你们几兄弟 多花一点功夫 争取把这个家伙给我抓住 到时候 我给我的这位二哥送一个礼物 看来我也得强硬一些了 不然的话 谁都把我当软柿子的捏 杨云看看面前的王宽 再看看坐在一旁的巨眼光和邱泽 若有所思地说道 报告殿下 抓这几个策划搞破坏的人 那是肯定要做的 但是我们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们是兄弟根据这东西进行分析 判断出 他们将还有一个大动作 王宽说完之后 将一点黑色的粉末递给杨云 杨云将黑色粉末放在面前看了看 又用鼻子闻了闻 脸上一下子变了颜色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一定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不然的话 封地的老百姓就会遭殃了 杨云把黑色粉末递给王宽 郑重地说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见杨云和王宽这副表情 坐在一旁的邱泽一脸纳闷 忍不住开口问道 我们专门找封地的大夫们看过 这是有许多种剧毒物品配置的毒药 只取这样一点放进井里 喝了井中水的百姓就会迅速丧命 王宽指着这黑色粉末 对一旁的邱泽和巨远光说道 王宽的话 让巨远光和邱泽的脸上都变了颜色 要是真的让他们将这些黑色粉末 撒进封地所有的水井里 那将会有多少封地的百姓遭殃啊 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看来这是指的辛苦王大人了 只有将其他几人的藏身之处找出来 才能将危险消除 巨远光皱着眉头说道 是啊 巨君是说的有道理 我兄弟四人正竭尽全力 想要找到其余四人 可是现在没有去多少线索 王宽有些无奈地说道 其他几人的线索 我还没有一点眉目 但是我想 那个威虎帮帮主赵有金 他可以藏起来 他帮中的成员 总不会全部藏起来吧 我相信 他帮中有人知道他的行踪 你把这当成一个突破口吧 邱泽想了想说道 邱县令的话很有道理 我兄弟四人本来也是这样考虑的 可是这威虎帮的规矩很严 他的帮中的人很重江湖义气 我们或恐吓或重金收买 都没有人向我们交代 这赵有金的行踪 王宽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是这样想的 人都是有缺点的 有的怕死 我想总能找到突破口的 邱泽又说道 按照邱泽的方法 王宽四人把重点放在了 威虎帮中 时常露面的几个重要人物身上 试图以重金 或其他种种利益的方式 让他们说出 威虎帮帮主赵有金的下落 可是想了许多办法 可是抓捕行动始终没见起色 因为没有威虎帮 这些帮中违法证据 所以不能对这些人进行抓捕 更不可能对这些人用刑 所以尽量王宽等人 想了许多办法 依然没有查出 赵有金的下落 按照邱泽的建议 王宽等人 将主意打到这些 威虎帮帮中的家属身上 经过一番努力 他们终于查到一个有利的消息 威虎帮的一个堂主 他的儿子前日里 在郊区骑马狂奔 不幸从马上栽了下来 摔成了重伤 现在生命垂危 在封地找了许多大夫 但是大家都束手无策 得知杨云的医术精湛 王宽将便将这一消息 告诉了杨云 想到 如果杨云能够亲自出手 治好了这名堂主儿子的性命 也许这名堂主 本着感恩的心思 会告诉他们 赵有金的下落 我依着 有救死扶伤之心 就算他不愿意告诉我们 赵有金的下落 既然我知道了这件事情 我就不会袖手旁观 杨云得知这消息之后 立即让人做好准备 准备亲自去这家人家中看看 石栋县郊区 一栋简单的茅屋之中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正躺在木榻上 不省人事 少年的旁边 坐着一对中年夫妇 正是这少年的父母 此时这两人 都是一脸愁容 那夫人的眼睛红肿 显然是哭过好几次 怎么还是没有大夫 愿意为我们杨云治病吗 夫人抬起头 向着自己的丈夫说着 那声音沉痛而又沙哑 唉 杨这次摔伤特别严重 这几日来了几个大夫 看见杨这伤势 全都吓走了 走的时候 好几个人 还偷偷告诉我 让我们准备后事 这几日 我又找了好几个大夫 他们听说杨的病情 竟然都不愿意再来了 这男子的声音十分沉重 前日来的那个刘大夫 不是说在封地中 有一个人的医术特别好 可能能够治好权的伤吗 怎么不请他来试试 那夫人又说道 他说的那个人 是我们这块封地的主人 吴王杨云 那可是陛下的儿子 这高高在上的人物 可能来给我们一个 贫苦百姓的孩子治病 想都别想了 这男子的语气中充满无奈 听说这位吴王殿下 是上天派来的白莲教主 不仅医术精湛 还愿意帮助贫苦百姓 要不你去试试 夫人又说道 你个富道人家 衙门的人已经找过我好几次 要我告诉他们 赵帮主的下落 我现在去求他们 他们一定要让我说出 赵帮主的下落 才愿意为权治伤 你说赵帮主这么多年 对我有知欲之恩 我怎么可能让他来 画儿子的性命 那男子说道 那赵帮主又不是你爹 我觉得用他来画 我们权儿的性命 是千值万值的 夫人的语气有些激动 你说些什么话 我杜臣在江湖打拼多年 最重的就是义气 就算我的命不要 我也不会出卖 我们帮主的 这男子语气十分坚决 这夫人又劝了这男子几句 但是这名叫杜臣的男子 仍然不肯答应 他宁愿看着自己的儿子 在眼前死去 也不愿意 做个出卖自己帮主的不义之人 屋里有人吗 这时 茅屋外忽然传来了喊声 夫妇俩走出茅屋一看 不由地吓了一大跳 因为此时他们的茅屋门口 停着一辆马车 马车的旁边还站着一大群人 你们是什么人 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他们的茅屋 处于比较偏僻的位置 很少有人来这里 突然间来了这么多人 这夫人感觉十分害怕 他怯声声地说道 王补头 我说了 我不知道我们帮主的下落 你们就是把我抓住 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男子抬头看见人群中的王宽 想到王宽 曾经多次向自己 询问帮主赵有金的下落 以为王宽 今日拍这么大的阵仗 是为了来抓自己 呵呵 杜堂主你想多了 你有没有犯什么事 我怎么会来抓你呢 是吴王殿下 听说你的儿子受了伤 吴王殿下精通医术 亲自过来帮你儿子瞧瞧伤 王宽笑着说道 听了王宽的话 夫妇俩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 但是由于担心自己儿子的伤势 他们还是打开门 迎接杨云等人进去 马车中坐的正是杨云 他见这间茅屋不大 便让随行众人在外面等候 自己紧带着巨远光走进茅屋 第222章 我不会告诉你们 走进茅屋 杨云私下打量一番 见这家人的房内物品十分简单 但是收拾的却很干净 看来这是勤劳善良的一家人 在主人的带领下 杨云和巨远光走进了内室 见屋内摆着一张床 床上躺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只不过这少年现在正昏迷不醒 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是因为身体虚弱造成的 在夫妇俩紧张的目光中 杨云仔细地检查了这少年的身体 许久之后 他才转过头对夫妇俩说道 孩子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得赶紧做手术才行 但是你们这里的条件太差了 必须得送到我的府中进行手术 虽然不知道手术是什么意思 但是听杨云的口气 是有希望治疗自己的孩子 听了杨云的话 那夫人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 而那叫杜臣的男子 脸上先露出喜悦的神情 但转瞬之间 喜悦的神情渐渐淡去 患上了一脸愁容 你们要问的事情 我不知道 就算是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这名叫杜臣的男子 犹豫了半天 脸上露出决然的神情 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杜臣的这一句话 让他妇人脸上的笑容 立即凝固了 他呆呆地望着自己的丈夫 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杨云抬头看看这对夫妇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心中却思绪万千 他有些敬重这名为杜臣的男子 从这句话来看 这人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忠诚的人 可是他忠诚的对象错了 这个时候 我不是什么王爷 我只是一个大夫 这孩子已经生命垂危 我将近一个大夫的 责任精最大努力抢救他 并不想用他的性命 和你交换什么 杨云想了想 淡淡地说道见 夫妇两脸上露出感激的神情 杨云又接着说道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抢救这个孩子 因为我不希望这个年轻的生命 在我眼前是去 就像我不希望 我封地的百姓 被那些心存歹毒的人 害了性命一样 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的话 希望你能告诉我 因为你的话 可能会拯救好些 像这样的孩子生命 杨云的话 让这叫杜臣的汉子 立即呆住了 他像个木头一样站在那里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杨云却没有再管这个男子 他走出茅屋 招呼门外的侍卫 带着转早已准备好的担架 让他们将这个少年 轻轻地抬上自己的马车 你们跟着一起去吧 做完手术 就要你们亲自照顾他 你们这里的条件太差了 不方便孩子恢复伤势 杨云对这对夫妇说道 这少年的伤势很重 如果只凭这个时代的医疗条件 那的确是很难治愈他的伤势 幸好他们遇上了杨云 这些年来 杨云虽然忙着处理封地上各种事情 但是对于他最热衷的医术 依然没有放弃研究 他早已让铁山 按照自己所画的图 打造了一批最好的医疗器械 与此同时 他根据自己脑袋里的记忆 结合前世的一些医学典故 早已研制出了简单的麻醉药品 在出发之前 杨云早已安排府中的下人 准备一间适合做手术的房间 听说要救一个孩子的姓名 天生善良的持力比杨云还上心 他亲自守在那里 指挥下人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按照杨云的要求 对方将进行消毒 杨云在做手术的时候 近段时间来 跟着医护女兵 一起学习简单救治术的持力 还主动承担了护士的职责 跟着杨云一起忙上忙下 花了两个时辰 才完成了杨云到这个世界以来 做的最大的一次手术 看着吴王夫妇 一身一脸疲惫地 从手术室里走出来 杜臣夫妇两连忙迎上去 想知道孩子目前的情况 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 你们就留在这里照顾他吧 你们那里 的确不适合他恢复伤身 杨云有些疲惫地 对杜臣夫妇说道 堂堂的吴王殿下夫妇俩 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竟然累成了这样 那妇人的心中充满了感激 看着杨云夫妇离开的身影 他恨恨地看了 自己身旁的丈夫一眼 对这个为了所谓的忠诚 连自己孩子的命都不顾的丈夫 他心中有着深深的不满 按照杨云的吩咐 妇人留在杨云的府中 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 方便随时照顾他的伤势 而那名叫杜臣的男子 却没有留下来 他一面感念杨云夫妇 对自己孩子的救命之恩 一面想着 要对自己帮主的忠诚 浑浑噩噩地 走出了王府吴王府 一路上 并没有人阻拦他的行动 看来杨云并没有要求他说些什么 这让杜臣感觉到更加愧疚 吴王殿下 我杜臣的 却做不出这不忠不义的事情 你对权儿的救命之恩 就用我这条命还给你 把杜臣在心中突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并且 这念头在他心中越来越坚定 于是他快步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他准备在自己的家中 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杜臣的想法没有顺利实现 刚离开吴王府不远 他便被几个人团团围住 杜臣抬头一看 正是他威虎帮帮中几个高手 看着几人冷冷的目光 他立即明白了 这几个人的来意 你这叛徒 我等今日特意奉帮主之命 来为帮中清理门户 说话的这人 正是威虎帮中 负责处理不忠之人的刑堂堂主 我不是叛徒 没有做出对帮主不忠的事情 杜臣心中 虽然有了结自己生命的念头 但是要他背着这样的冤屈死去 是万分不甘的 就算你现在没有说 但你迟早也会说的 为了帮主他老人家的安全 只好牺牲杜堂主你了 刑堂堂主淡淡地说道 立即朝后方一挥手 他身边的人立即心领神会 拿起手中的冰刃 向杜臣冲了过来 见到这一情景 杜臣也知道 今日这是不可避免了 但他也不甘心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杀掉 于是他便鼓起勇气进行反抗 杜臣还是有些功夫 可是进入吴王府中 那肯定是不允许携带兵器的 所以此时此刻的他赤手空拳 面对帮中 功夫最好的几个刑堂成员 他很快就处于了下风 身上也带了伤 眼见今日没法逃脱被杀的命运 杜臣心中充满了不甘 在他的心中 曾经想过无数种死法 但是却从来没想到过 有一天会死在自己人手中 此时此刻 杜臣心中对面前的这些人 充满了恨意 自己忠心了一辈子 被当作自己家人一样的人 今日居然会对自己痛下杀手 在这种心态之下 杜臣再也不顾自己的安危 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 和这些昔日的兄弟们 拼杀了起来 这样不要命的打法 使得威虎帮这几名帮众 一下子无所适从 几人围攻之下 只让杜臣身上 又添了几处伤势 但居然没有能够把他拿下 但即使是这样 也只能让杜臣 多拖上一点时间而已 随着伤势越来越重 杜臣迟早是会倒下的 这是双方都明白的道理 所以 威虎帮几名帮众也不着急 他们只是 将杜臣团团围住 准备寻找时机 给他致命一击 赶在无限行凶 你们不想活了 这时 街角突然传来喊声 一群差异 很快从街道的另一边冲了过来 几名威虎帮的帮众见识不妙 立即加快了攻击节奏 想要在差异们 来到之前 结束了杜臣的性命 杜臣也明白了眼前的情况 他立即改变了打法 变功为首 虽然又受了一些伤 但总算在差异赶来之前 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差异们越来越近 几名威虎帮帮众见识不妙 只得舍去了杜臣 连忙转身逃走了 你们送我去见吴王殿下 见差异们扶住了自己 杜臣只来得及说了这样一句话 便昏了过去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杜臣醒来之后 就把自己所知道的 全部告诉了王宽四兄弟 对于不把自己当兄弟的人 他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杜臣确实不知道 赵友金躲藏的具体位置 但是他在威虎帮多年 对赵友金的性格爱好 还有可能的藏身之处 他至少知道个七七八八 得到线索的王宽等人迅速行动 将赵友金可能出现的位置 全部围住 经过一番搜索 终于在赵友金的一个拼头家 抓住了他 在抓住赵友金的同时 在赵友金的身旁 也有同样的黑色粉末 进一步证实了王宽等人的猜想 但同时也让王宽等人着急起来 因为还有几个人没有抓住 只要有一个人 能够成功实施他们的计划 就会有许多老百姓 会受到伤害 杜臣的孩子 在杨云府中待了足足七天 为了便于孩子尽快恢复 在这七天时间里 池里每天要求府中下人 为孩子准备有营养的食品 尽最大努力 帮助孩子恢复身体 看着孩子一天天的好转 杜臣的心中十分感激 对比起以前自己效忠的帮主 杜臣感觉自己以前真是瞎了眼 会跟了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至此 他心中对威虎帮帮主赵友金 最后一丝愧疚 消失得无影无踪 杜臣是一个感恩的人 此时他在心中暗暗地发誓 要用自己的一生 感谢吴王殿下夫妇 对自己全家的恩情 如果有一天 有人要对吴王夫妇不利 那必须得先从自己的尸体上踏过去 杜臣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 此后他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杨云办事 为了帮助持利脱离危险 他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然 这是后话 咱们后文再说 第223章 顺藤摸瓜 通过对赵友金的审讯 进一步证实了 钟文涛的身份 他确实是向王阳县派过来 是带领着他们 在无限搞破坏的罪魁祸首 这钟文涛确实有些头脑 在得知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的时候 就给他们下了指令 要让他们分别密地躲藏 彼此间不得告诉自己的藏身之所 不道万不得已 也不相互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 王宽虽然抓住了维春芳和赵友金两人 但是对于杨红 郭德胜和刘孝权三人的消息 还是一无所知 更不要说 比他们三人还神秘的钟文涛了 深知这这几人的存在 对封地潜藏着巨大的威胁 所以 王宽等人一刻也不敢松懈 他们将所有的人都派出去 在各处进行明察暗访 收集所有可能有用的信息 不久之后 刘孝权也被抓住了 事情暴露之后 刘孝权藏身于他手下一个远房侄子乡下的 一栋就宅子里 为了不让这远房侄子出卖自己 给了这远房侄子一大笔钱 让这远房侄子乡下的父母照顾自己 刘孝权多年来 对这远房侄子有救助之恩 这次又给了他许多钱财 按理说 这远房侄子是不会出卖他的 事实也是这样 刘孝权躲藏在这远房侄子老宅之中后 这远房侄子不仅没有出卖他 还终而让自己父母 给他准备好吃好喝侍候着 这种日子过了一段时间 发了一大笔横财的这远房侄子 终于忍耐不住寂寞了 拿着刘孝权给他的钱财 到了一处秘密赌场 想去大赌一把 谁知这远房侄子的手气特别败 一晚上就输光了所有的钱财 还欠了赌场一大笔钱 被痛打一顿不说 还被迫签下了一张巨额的借据 一身是伤的这远房侄子 孤苦伶仃地在街道上行走的时候 突然看到县衙贴出的捉拿告示 结果在告示上看到刘孝权的画像 一看画像上悬赏的金额 这远房侄子一下来了精神 这笔悬赏金额 足够可以让他偿还所有的赌债 还可以让他好好地赚上一笔了 在这种心态下 刘孝权这远房侄子 终于没有抵住诱惑 找到王宽告发了刘孝权 刘孝权被抓住之后 听说了自己被抓的原因 不由得长叹一口气 因为那远房侄子输钱的那赌场 正是自己的秘密赌场 而社局让自己远房侄子 输掉大量钱财 还逼迫他签下借据的 正是自己手下的马仔 而这马仔使用的手段 正是自己教手下 马仔仔肥羊的常用手段 刘孝权正是用这样的手段 曾经让许多人倾家荡产 不出王宽等人的预料 在刘孝权被抓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包袱 包袱里也藏着许多 和前两次一样的黑色粉末 成功地抓住了刘孝权 只让王宽四兄弟 兴起了短暂的一段时间 又紧急地投入了 对剩下几人的抓捕行动之中 因为这潜在的威胁 不知什么时候 可能突然爆发 这几日来 王宽四下寻人 想听听各方的建议 找出抓住杨红和郭德胜的办法 最后商会会长的一句话 让王宽眼前一亮 商人最重力 郭德胜是丝绸商人 生意做很很大 虽然这些年来 把主要生意都放在封地上发展 但是周边各县府 也还有他的许多铺子 这些日子以来 他虽然很少露面 但是他肯定不会 对自己的生意放任不管 根据封地商会会长的建议 杨红亲自出面 将封地内所有的商人 都聚在一起 号召这些商人一起出手 打压郭德胜 在封地和附近各县府的生意 随着这些商人一起出手 提高材料的价格 降低收购的价格 各种的打压手段层出不穷 使得所有和郭德胜 有关联的店铺 生意受到严重的打击 按照众人对郭德胜的了解 他现在一定会坐不住 就可以找出郭德胜藏身之所 果然 王宽等人通过仔细跟踪 终于发现一些线索 郭德胜的一些手下 今日里常在城东一带出现 但是这些人警惕性很高 王宽派出的差异 每次跟着跟着 总会丢失跟踪的对象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既然郭德胜的这些得力手下 时常出现在这一带 那么郭德胜的藏身之所 一定也在城东不远处 王宽将手下三兄弟聚在一起 仔细分析了每一次跟踪时 郭德胜的那些手下消失 负责跟踪的差异 每一次跟到阳县城东一带 都会莫名其妙地被人干扰 从而丢失跟踪对象 使得他们始终无法确定 郭德胜具体藏身之所 眼见时间一天天过去 王宽的心中十分着急 虽然他们平日里严格盘查 尽量不给杨红和郭德胜投毒的机会 但是他仍然担心百密一输 如果让他们钻了空子 成功投毒 那么造成的影响将无法估量 实在没有办法了 王宽决定铤而走险 虽然这样有可能打草惊蛇 但是也不能这样一直拖下去 所以 王宽将所有的差异都集中起来 又找到郭龙在军中接了几千士兵 将成东这一带所有的道路都堵住 然后让差异一间间房屋去搜查 就算是搜一个底朝天 也要将这郭德胜找出来 成东的这一片有许多的防射 上千差异全部行动起来 一间间地仔细搜查 与此同时 王宽是兄弟还亲自出马 打量着街道上的来往行人 亦有可疑者立即搜查 可是 差异门将所有防射都搜了个遍 却始终没有发现郭德胜的踪迹 而这时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多 由于封锁成东 对阳县的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居民对封锁的意见越来越大 无奈之下 王宽只让外围的士兵开出几道口子 经仔细检查之后 放百姓进出城东 王宽带着手下众兄弟 一直守在每一个进出口 认真打量着每一个进出的百姓 想从中间发现线索 一直守在这里好几个时辰 看了许许多多进出的人 始终没有找到郭德胜的踪迹 而守在其他出口的结义兄弟 曹月 刘秀和陆飞 也没有好消息传过来 王宽心里有些着急 但是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得打起精神 仔细查看着过往的百姓 这时 一对老年夫妇白发苍苍 满脸皱纹 互相扶持着 颤巍巍地来到少甲处 经守在那里的士兵仔细检查之后 没有发现异样 便放心让他们离去 这一对老年夫妇 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袱 有士兵想帮他们拿着 他们还不肯答应 所以 众士兵只得看着他们 缓缓地向前走去 看这一对老年夫妇的年龄 都应该在七八十岁以上 在这个时代 能够活到这么大年龄的老人 属于少数 看着这一对老人互相扶持 一副相濡以沫的样子 王宽感觉十分欣慰 这一对老人漫步向前 走得越来越远 远远地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了 你们两个 给我站住 看着这两老的背影 王宽忽然发现什么不对 他立即大声喊道 然后迈步飞快地向前追去 没想到 这对老人听到声音 仍然没有停下脚步 更有甚者 看见王宽向他们跑来 他俩忽然加快步伐 很快向前飞奔起来 这么大年纪的两个老人 跑起来的速度 居然特别快 就连王宽身后的士兵 也发现了异样 他们立即奋出人手 跟在后面紧紧追赶起来 两个老人 看见追兵越来越多 他们干脆分散开来 向两个方向迅速跑去 看两个老人的身形 王宽知道 那一个身材偏壽的老大爷 肯定不可能是 他们要抓的郭德胜 因为根据他们得到的资料 郭德胜是一个胖子 心里有了这样的计较 王宽便改变方向 像伴着老太婆的那个背影 追了过去 别看前面那个身影 身形很胖 但跑起来的速度却并不慢 就像一个皮球一样 迅速地向前方滚动着 很可能是郭德胜的人 就在自己前方 王宽怎可能 让他就此跑掉 所以他立即加快步伐 加快速度 拼命地朝前追去 前方的老妇 见王宽急不向自己追来 立即一转身 跑进了一侧 一条偏僻的小巷 等王宽追入这条小巷的时候 却没有见到这老妇的身影 这小巷中只有几户人家 又没有其他出口 王宽立即守住小巷口子 等后边的追兵赶上来之后 让他们进入这几户人家 进行搜索 谁知这些士兵 在几户人家中搜索许久 却没有发现这老妇人的踪影 这让王宽纳闷不已 抬头打量这个小巷 小巷中仅有的几棵树 引起了王宽的注意 王宽立即让人 将这几棵树团团围住 终于在一棵树的树冠中 发现了人影 也不知道 这么肥胖的身影 是如何爬上这棵大树的 见树下的士兵张公搭剑 间间对准自己 自己如果稍有异动 一定会被射成一个马蜂窝 树上的老妇人 马上开口求饶 并且很快从树上爬了下来 见着老妇人下了树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王宽立即走过去 撤去了他身上的伪装 让王宽终于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被抓的 正是封地一系列 破坏活动的主谋之一 绸缎伤人郭德胜 第224章 歹毒计划 说起这郭德胜 也真够倒霉的 给他们化妆的人 化妆技术的确高超 他伴着老妇人 经过哨卡的时候 的确没有被守在那里的士兵认出来 可是他们 却选错了出门的关卡 他们选择了拥有神眼称号的 王宽把守的关卡 就注定了他的失败 当时他们走出关卡的时候 王宽也没有认出来 但是当他们走出一段距离之后 王宽从他们身后望去 虽然他俩走路的步子很慢 但是王宽却发觉 这两人走路的力气却十分足 既然每一步 他在地上都那么有力 但他们却装出一副 颤颤巍巍的样子 故意慢吞吞地向前行走 当王宽试探性地大喊一声之后 两人以为自己暴露了 立即把腿就跑 终于上了王宽的档 终于抓住了郭德胜 同时在郭德胜藏身的大树上 发现了他随身携带的那个包袱 从郭德胜随身携带的包袱中 搜出了一些黑色粉末 但是这些黑色粉末 却和维春芳 赵友金和刘孝全所带的黑色粉末 完全不一样 王宽一时也不能判断 这黑色粉末究竟是什么东西 只有等回去过后再进行查验 这时追捕那老者的士兵也回来了 不过他们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人居然被他们追丢了 王宽将郭德胜带回去之后 立即对他进行了审讯 不久之后 郭德胜交代出来的消息 却让王坤等人大吃一惊 和郭德胜伴着夫妻 成功逃脱的那个老者 居然是他们一直想抓捕的 前阳氏家族组长杨红 一直最想抓的人 却在自己眼前逃脱了 这让王宽十分沮丧 让王宽没有想到的是 他从郭德胜那里得到的黑色粉末 被直接送到杨云那里去鉴别 没以为这种黑色粉末 又是一种剧毒药品 但经杨云鉴别之后 这种黑色粉末居然是火药 这个世界本来有火药 它是由一些炼丹师 在炼丹的过程中 无意制造出来的 但是人们从来没想到过 这火药有其他的用途 只将它用来制作烟花和鞭炮 杨云来到无限之后 根据自己的记忆 又经过多次尝试 使得火药的威力被改良了不少 在封地的建设中 这种新型的火药 被使用到新修各种水利设施 还有打开矿洞等方面 给封地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这种火药的产量十分有限 甚至许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 没想到居然在郭德胜这里 发现了这么大一包 在随后对郭德胜的审讯中 王宽得到一个消息 这些火药都是杨红让郭德胜 通过各种关系买到的 并且杨红带走的包袱中 还有更多分量的火药 王宽得来抓郭德胜的时候 正好遇上杨红来郭德胜这里 来拿这些火药 两人指的化妆一起逃跑 而被抓的郭德胜 杨红也吓了一大跳 这杨红带走了这么多的火药 无论他在哪个地方 引爆这些火药 带来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这一下将杨红吓出一身冷汗 他马上将巨远光 和邱泽等头脑灵活的人 叫到一起 和他们一起商讨 如何应对目前这种局面 杨红带走的这些火药 他一定不会随意使用的 他既然想搞破坏 肯定想将这些火药的作用 发挥到极致 所以我们得想一想 将这些火药用到什么地方 才具有最大的破坏能力 邱泽思考了一番 向大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的想法和邱县令的想法完全一样 现在我们就得想一想 杨红可能会在哪里引爆这些火药 巨远光接着说道 如果是我的话 要想造成最坏的影响 那就会在人多的地方 引爆这些火药 炸死的人越多 对殿下造成的影响就越大 一直站在杨云旁边的七威 突然说道 如果这样说的话 两天后有无限有一个庙会 到时候可能会有几千 甚至上万人参加这个庙会 杨红如果在庙会上引爆火药 那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王宽突然说道 那我马上去安排人 让他们取消这个庙会 听了王宽的话 邱泽吓了一大跳 他现在是无限的县令 如果真的在这庙会上出了大事 他可怎么对得起无限的老百姓啊 我是这样想的 这庙会不能取消 如果我们取消了这个庙会 就不知道杨红会到哪里引爆这火药 那么我们就没有机会抓住他了 如果这个危险一直存在的话 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坐我不宁的 由于半天之后 巨远光说出了他的想法 可是这样的话 如果他真的成功在庙会上 引爆了这些火药 那么我们就成了罪人了 邱泽有些担心地说道 邱泽和巨远光的话 让在场所有的人陷入了沉默之中 这两个智者说的话都有道理 让大家都觉得无法取舍 最后 大家都转过头 看见坐在上手的杨云 他才是众人的主心骨 只有等他拿出最后的主意 这杨红一天没有抓住 我们都得时时刻刻防备他 百密总有一书 万一大家哪天有一个疏忽 让他得逞了的话 我们都会后悔的 以其被动防备他 不如我们引他主动出来 这样才有可能抓住他 所以 我赞成巨军师的话 这些我们必须得冒 但是我们所有人得 打起一百分的精神 一定要在他引爆炸药前抓住他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 杨云坚定地说道 有了杨云的决定 众人立即忙碌起来 王宽四人派出手下所有的差异 邱泽也派出无限县衙 所有能派出的人员 甚至杨云也派出了一部分 自己的贴身侍卫 竭尽全力 要成功地抓住杨红 杨云最先发展的封地 在杨云的封地 具有很高的地位 所以今年无限的庙会特别热闹 参加这次庙会的人 达到无限多年来参与 庙会人数的最多人数 杨云所属势力派出的人 足足有一千多人 他们装扮成各种职业的百姓 混在参与庙会的百姓中间 用警惕的目光 打量着周围所有的人 想要尽快从他们中间 发现杨红的身影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停着一声小叫 叫中坐着两个人 正是封地的主人 吴王杨云和总军师巨远光 小叫的一旁 站着一个铁塔般的汉子 正是刚与乔宇威 澄清不久的赤墨 此时 他正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的人群 这一次杨云出门 身边没有其他是他 所以就得他独自一人 负起保卫杨云的重任 小叫中的杨云和巨远光 一边闲聊着 一边还不时透过小叫的帘子 看着庙会场中 人来人往的人群 时刻关注着 有没有异常情况发生 此时 时间已近五十 人来得越来越多 已经差不多有上万人 来到广场之上 按照以往的惯例 这个时候是庙会人最多的时候 如果杨红要制造爆炸的话 这个时间是最佳的时间 此时此刻 混在人群中的王宽七微的人 精力都高度集中 仔细打量着身边每一个人 可以肯定 这时候 如果谁有异动的话 一定会第一时间 被伴着各色百姓的差役和士兵抓住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还是没有异常情况发生 这时候来参加庙会的百姓 已经开始慢慢地离开了 怎么还是没有行动 难道大家都猜测错了 杨红真正要搞破坏的地方 不是这里 可是除了这里 能够造成巨大的影响之外 他那一点火药 还可以使用在哪里呢 巨远光坐在小窍之中 紧张地透过帘子看向外面 此时的他 既希望没有意外发生 又盼望能够发现杨红的身影 成功地抓住这个充满危险的家伙 这时 远方有几个疯跑的孩子 不小心撞翻了一个装满水的水缸 水缸里的水 很快流了一地 几个孩子 不仅没有因为水流到地上而离开 反而捧着地上的水 开始嬉戏着 不一会儿 就变成了一群霓猴 逗得身边的人哈哈大笑 巨远光看着这群嬉笑打闹中的孩子 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他立即生身旁的杨红说道 糟了 我们都想错了 他真正想炸的是 云吾水库 云吾水库 是吴县最大的蓄水库 就在吴县县城后方 十几里处的大山里 杨红来到吴县之后 就将这里原来有的一个小湖 扩大挖山的数倍 使它的蓄水量 有了十余倍的增长 这几年来 这水库为吴县农作物的灌溉 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老百姓为了改变杨红的功绩 特意把这水库 取名为云吾水库 这云吾水库 位于吴县县城上游 一旦这水库被炸开 里边的水冲出来 足以淹没吴县县城大半的地方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恐怕吴县 将有数以万计的人 将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听到巨远光的话之后 杨云立即惊呆了 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场 如果这次真的被杨红得逞了的话 自己等人将会成为无限的罪人 甚至是大幅的罪人 一想到这严重的后果 杨云立即下车 一身冷汗 一定要制止这家伙的破坏行动 想到这里 杨云马上从小窍中走了出来 向不远处的招招手 不远处一个农人打扮的侍卫 马上跑了过来 第225章 千军一发 千两匹豪马过来 杨云着急地对这名侍卫说道 那侍卫匆匆离开 不多时就牵了两匹战马过来 杨云连忙招呼巨远光 和自己一起上马 你最快速度 通知七威统领和王宽大人 让他们以火速赶到云无水库 说完便和巨远光策马向前奔去 慌得后面的赤木 立即甩开大长腿 拼命地在后面追赶 这云无水库距离无限的 还有十多里路 此时还没有听见爆炸声 杨云心中暗暗祈祷 一定要在杨红行动之前赶到 此时 身处无限县城的邱泽 王宽和七威等人 也已得到消息 这消息让大家大吃一惊 知道这事情的重要性 众人不敢有丝毫耽搁 纷纷行动起来 简单商量一下 邱泽和王宽等人 留在县城之中 尽最大可能 劝说县城中的百姓 暂时凑到地势高的地方去 可是仓促之间 能够通知到的人十分有限 还有一部分被通知到的百姓 因为既怪自己的财物 死也不愿意离开 没有其他办法 邱泽和王宽等人 只得尽最大可能 劝说百姓们转移 对于一些实在不愿意离开的 甚至采取强制手段 直接拖走 在这种情况下 疏导工作进行的特别慢 邱泽等人忙了一两个时辰 成功撤离到高处的无限百姓 仅仅只有不到三成 这个时候 如果云无水库的闸坝真被炸开 将会有大量百姓 在这场人为的灾难中丧命 无奈之下 邱泽等人 只好一边劝说百姓撤离 一边在心中暗暗地祈祷 祈祷杨云等人 能够在对方成功爆炸之前 赶到云无水库 制止这丧心病狂的杨红的 这一疯狂的举动 与此同时 七微则带着一部分侍卫 骑上最快的骏马 拼命地朝云无水库的方向赶去 杨云和巨远光封地 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亲自前往云无水库 身边只有赤墨一人 万一这两个人有所插持 那对封地的影响 不亚于失去近万百姓 想到这里 七微拼命地侧动脚坐下战马 恨不得这些战马生长双翼 第一时间飞到水库闸坝上去 七微身后的这些侍卫 也深知此事的严重 他们都一言不发 紧紧地跟在七微后面 要是主子出了事情 他们这些贴身侍卫 很大可能是 无法活命的最前方的杨云 这时候心急如焚 自己在这一块封地 好不容易打开局面 如果真的出了大事情 就算父皇不责怪自己 自己也会内疚一辈子的 拥有两世人称的杨云 平日里总是很沉稳 遇上事情不急不躁 冷静分析之后再付诸行动 但此时此刻 他再也冷静不下来 只知道催动生下的马匹 拼了命地往前奔跑 身后的赤木耳和聚远光 十分理解此时杨云的心情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是默默地跟在杨云后面 拼命地策马狂奔 十几里的距离 不到半个时辰就可以赶到 可是此时此刻的杨云 觉得这十几里路 好像要奔向天涯海角一般 拼尽全力 还是没有行道 啪啪啪 马鞭一边一边地 打在马的屁股上 脚下的马匹 心中郁闷不已 背上这骑士 今日是怎么了 拼了命地往前赶路 马屁股上火烧火了的痛 纳马尔无暇想骑他 使劲甩开四体一路狂奔 这样才能摆脱挨打的命运 一路上 杨云都在暗中祈祷 千万不能让自己 听见火药的爆炸声 慢点 慢点 再慢点 杨云在心中祈祷着 祈祷杨红在自己赶到之前 不会引爆火药 也许上天真的在眷顾杨云 当他赶到云无水库 上方的山崖之上时 还没有传来火药的爆炸声 这让他旋着的心 放下来好多 闸坝已经历历在望了 杨云终于长长地 输了一口气 心中的喜悦 开始悄悄地涌起 这老天爷 似乎不想让杨云 有好日子过 当杨云爬上云无水库 闸坝上边的山崖的时候 却在下方一百多米的闸坝上 传地百姓怨声载道的杨红 而就在此时 杨红也发现了杨云和赤墨 以及聚远光 看见几人匆匆赶来 杨红却连一丝害怕的意思都没有 他面带冷笑 看过急迟而来的众人 眼中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 杨云 你这个小畜生 你终于赶来了 今天就让你看看 你所维护的老百姓 是怎么让我送上西天的 杨红抬头看看 上方山坡上的杨红等人 一脸猙鸣地说道 此时此刻的杨红 已经没有了几年前 温文尔雅的样子 山坡上往闸坝 只有一百多米左右的直线距离 可是杨云他们 此时已经没有时间 从山坡上绕下去 因为此时 杨红一脸得意的笑容 将手中的火折子高高举起 向杨云等人的方向 挑衅地挥舞了几下 笑着将炸药包的长长火线点燃 然后向着另外一个方向 快速地跑去 此时的杨云等人 要想绕路奔下山坡 来到闸坝之上 熄灭火绳上的火焰 至少也得半炙香的时间 可是真到那个时候 火药早已经爆炸了 看此时的情景 杨云万分着急 他马上取下马背上的 长弓和弓箭 立即张弓搭箭 朝闸坝上的火绳射去 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多年 几乎每天杨云都在苦练各种武技 现在 他的射数已经算很不错的了 但此时 这火绳的范围又十分小 再加上杨云心情急躁 射了好半天 也没有射中目标 眼见火绳越来越短 离火药包 已经只有三四米左右的距离了 这时 杨云彻底绝望了 他无力地坐在山坡之上 等待着火药的爆炸 这个时候 火药如果爆炸的话 不仅闸坝无法保住 就连杨云等人 也很有可能被炸死 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 赤墨终于赶到了 他也知此时情况的危急 只见他大吼一声 手中长锤脱手而出 直向闸坝上飞去 赤墨这家伙 平日里毛毛躁躁 关键时刻还算靠谱 再加上幸运之神的眷骨 他甩出的长锤 正好砸在火绳 居然成功地将火绳砸灭了 见火绳上的火苗彻底熄灭了 死里逃生的杨云激动万分 他一把抓住赤墨 激动地将赤墨一把抱住 弄得赤墨难受不已 努力地挣脱杨云的怀抱 一边用手挥舞着手臂 一边在嘴里不停大喊 那动作仿佛在说 我们都是男人 你别把我抱得太紧 我可没有同性恋倾向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杨云催动坐下的战马 拼命地向闸坝之上奔去 不久之后 他们成功地来到闸坝之上 将那些火药拿在自己手上 他才彻底放心 拿到火药包的那一瞬间 杨云激动地差点流出眼泪 终于成功地保住了闸坝 这个季节的农作物 终于有希望丰收了 近一年来 封地来了许多各色人员 让封止增加了不少人口 如果这一次的火药真的爆炸了 可能许多人出于安全的考虑 再也不愿意到吴王的封地来了 这时候 无限的官员们特别紧张 当他们听说已经安全 大家才彻底放下心来 这时候 身后追来的七威和众侍卫们 终于赶到了 他们冲到闸坝 冲进闸坝对面的一片密林里 众侍卫在密林中搜寻了半天 就算他们将这密林缩了个底朝天 却始终没有发现杨红的影子 这一下 让杨云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 想要继续搜索 却始终没有发现 那些破坏分子的踪影 想要停止搜索 又怕最可恶的家伙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又让手下侍卫 扩大搜索范围 在密林和他后面的山坡中 搜寻了好长时间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 无奈之下 杨云只好带着众侍卫返回吴县 然后对封地所有官员发出命令 让他们竭尽全力 捉拿杨红和钟文涛 这段时间里 端木济月十分郁闷 自己的好闺蜜乔宇威 成功地嫁给了自己喜欢的男人 可是自己喜欢的男人 早已经成了亲 虽然自己不在意做小 可是那男人平日里足智多谋 在感情上却如同傻子一般 丝毫没有体会到 自己对他的一腔深情 听说杨红还是没有抓住 他知道自己心中那个男人 此时一定是心急如焚 这让端木济月心中十分难受 自己受苦 哪怕是受尽委屈都无所谓 但是要让他心目中的那个 他日子不好过 这让端木济月比什么还难受 在这种心态下 端木济月就像发了风一般 命令手下的这些女兵 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并且让自己的好友一起 四处找寻杨红杨红的线索 要他杨红搞出破坏之前抓住他 时间过了半天 手下女兵依然没有发现 什么有用的信息 这让端木济月万分交集 自己哪怕再苦再累 或者受尽委屈 他都可以坦然接受 但是要让自己心中喜欢的那个男人 终日处在万分焦虑之中 他是怎么也不愿意的 端木济月发了风似的 要求手下的女兵 不惜一切代价 要找到藏匿的杨红 端木济月的行为 让手下女兵大感异常 这个待大家如同姊妹的统领 现在却万分交集 不过手下中女兵 也理解端木济月的行为 从来不愿求人的统领 今日里却发了风般的要找一个人 这一定是对他非常重要的 所以女兵们全都行动起来 几乎把风地翻了个遍 但是仍然没有找到杨红的踪迹 第226章 追与逃 报告统领 刚才有一个猎狐向我们报告 说有一行人想要穿过山间小路 从无限边境离开风地 听猎狐描述领头的两个人 应该就是殿下要抓的杨红和钟文涛 这时 一名女兵匆匆来到端木济月跟前 向她报告道 在哪个方向 快带我去 这次非要抓住这两个家伙不可 听手下女兵报告 端木济月着急地说道 可是统领 据这猎狐交代 他们一行有十几个人 我们现在 这里就七八个人 追上去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如这样 我们姑且等一等我再去交一些人手来 一名女兵向端木济月建议叨叨 等我们把人叫齐了 他们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如果让他们逃出了风地 杨云那家伙非要气死不可 别管了 大家先跟我追上去 留一个人去叫人 我们边追边留下记号 后面的人跟着记号追上来就行 端木济月不由分说地做出安排 为了抓住这些 在风地搞破坏的家伙 风地个县 在所有处风地的要道上 都设有关卡 可是山中小道很多 没把全部封闭起来 但许多小道 只有长在山中的猎狐和侨夫才找得到 看来杨红和钟文涛 一定是找到当地向导 发现了一条可以潜出风地的小路 想到这里 端木济月心急如焚 带着自己手下几个女兵 在报信的那个女兵找到的猎狐带领下 匆匆地追了上去山中道路陡峭狭窄 又有树枝荆棋挡路 马匹士无法再往前走了 端木济月几人 只得放弃坐下战马 不断在丛林中穿梭 急急忙忙地朝前追去 端木济月等人在山中拼命赶路 而留下的那名女兵 花了好半天的时间 没有找到其他人 无奈之下 她只得匆匆地向吴王府奔去 站住 你是干什么的 吴王府岂是说闯就闯的 无限的吴王府门口 士兵拦住了这名 匆匆忙忙往府里冲去的女兵 我有急事要见吴王殿下 你们快让我进去 这名女兵使劲地喊道 一边喊一边还用力想闯进府中 吴王殿下现在不在府中 还有就算殿下现在在府里面 你也要说清什么事情 总不能乱闯一气吧 守门的卫兵朝那名女兵说道 幸好想闯进去的是一个女子 要是一个男人乱闯的话 说不定早被这些守门卫兵打出去了 我是端木统领的手下 有急事要向吴王殿下报告 女兵向守门卫兵大声说道 急得都快要哭起来了 出什么事情了 这时 一个好听的女声突然传来 拜见王妃 守门的卫兵 何来的这名女兵听到这个声音 又看见这声音的主人连忙攻身行礼 这声音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杨云的妻子池丽 池丽正带着燕晴和柳月在府中漫步 突然听到府门口传来声音 于是就好奇地走出来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启禀王妃 事情是这样的 那名女兵听池丽问起 连忙把这件事情经过河盘拖出 端木统领手下不是有三千女兵 你怎么会舍尽求援跑到这里来了 池丽奇怪地问道 乔统领和端木统领 让手下的姐妹们分散到各地 想要找出在封地搞破坏的杨红和钟文涛 一时之间没有机会集合到他们 只好前来寻吴王殿下 女兵焦急地说道 张头领 你带一百府中的侍卫 迅速朝端木统领追求的方向赶去 一定不能让端木统领出现意外 李大领 殿下现在在聚军师府中 你带着这姑娘迅速赶过去 让吴王殿下 以最快的速度 带人去追回端木统领 明白整件事经过之后 池丽也支持 是万分危急 连忙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 半个时辰之后 几笔快马飞快地在县街道上跑得奔跑 封地内早有规定 如果没有遇上紧急情况 所有人不得骑马在县城中奔驰 这些人居然敢在县城中奔跑 县城中的差异 马上追了过去 想要抓住这胆大妄为的人 他们追了一段距离过后 觉得前方奔跑的人有些眼熟 仔细一看 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在前方领头奔跑的不是别人 正是这块封地的主人吴王杨云 还有封地的总军师巨远光先生吴王 在封地的时候 对大家都十分客气 也从来没有在城中快速奔跑的现象 今日出现这种情况 一定是出了大事了 重差异见此情况纷纷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可不能给殿下添乱 后面发生的事情 杨云一点也不知道 他现在只知道尽力往前赶路 本来杨云今日难得空闲 于是就准备来到巨远光家中 和他一起喝喝茶 下下棋 讨论一下封地发展的问题 谁知刚坐下不久 就有人找上门来 听说端木继月 只带了几个人 就去追杨红和钟文涛了 这一下子把杨云吓得够呛 端木继月那一根筋的个性 怎么可能是杨红和钟文涛 两个老狐狸的对手 杨云一下子跳了起来 连忙往门外冲去 巨远光也知此事十分危急 连忙和一只手在旁边的赤木 再匆匆点起十几名家丁 跟在杨云后面狂奔去 杨云一行人不久之后 就到了山区 由于山路陡峭 众人指得下马不行 端木继月手下那名女兵 在前面带路 按照端木继月手下留下的记号 以最快的速度朝前追去 山中的道路着实不好走 可是杨云却一点都不迟疑 上坡下坡 密林中甚至在各种荆棘中穿行 衣服被挂破了 身上还挂出一些血痕 但是他似乎没有感觉到 仍然拼命地往前赶去 众人顺着山路 一路奔袭半个时辰 仍然没有追上端木继月等人 却意外地在前方发现一对人影 杨云等人走近一看 这对人影正是池力最先派出 追赶端木继月的侍卫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赶快继续往下追啊 看着这些侍卫 杨云有些焦急地说道 报告殿下 我们追到这里 出现了几条岔路 之前的记号到这里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追了 领头的侍卫一脸郁闷地说道 谁知道前面路的情况 见此情况 杨云也没有其他办法 这时巨远光在他身后 突然向大家问道 报告总军师 我家就是这一带的 我知道这路的情况 这时一名侍卫走了出来 向巨远光说道 那好 你看说一说 前面有几条路 巨远光听说之后 连忙高兴地问道 前面有几条岔路 但是好几条都是通往山上的 要想通过小路 逃出无限逃出封地去 目前只有三条路 这名侍卫 向杨云和巨远光行了过里 恭敬地说道 那你估计 他们会走哪一条路 杨云突然出声 对那名侍卫说道 前面的三条路 左边的那条路最隐蔽 但是地形十分复杂 对路况不熟悉的人 有可能掉下山崖 而中间的那条路 相对要长一些 但是要好走许多 右边的这一条 是最难走的 有好长一段路 得靠伸手攀爬才能前行 但逃出封地的时间 应最短 侍卫恭敬地回答道 巨大哥 你看走哪条路合适 我估计 他们可能要走右边的路 因为他们想最快的速度 逃出封地 杨云一边说着 一边用询问的目光 看着巨远光 殿下 钟文韬这家伙十分狡猾 如果大家都能想到的路 他有可能反而不去走 还有 端木统领他们 一路没有发出记号 看来多半是被这两个家伙抓住了 有女孩子的话 走最难的路 他们就没办法啊 走得太快 所以我认为 他们走的中间的这条路 巨远光蹲在地上 略微沉映了一会儿 向杨云说道 那这样 我们也不将希望寄托在猜测上 我们把人分成三部分 分别顺着三条道路追下去 这样才能确保 能将这两个家伙抓住 杨云忽然大声说道 殿下的这个主意也好 右边的山路最为难行 让陈山将军 带着最善于爬山的侍卫 走右边的道路 我带一些体力好 行动快的侍卫 从左边追过去 而中间这条道路 相对好走一些 殿下便带着赤木将军 和几名功夫高强的侍卫 从这条路追过去 巨远光走到杨云面前 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 巨大哥 你身子骨要弱一些 你就走中间这条路吧 抓住这些搞破坏的人重要 但是你是我们封地 最善于出谋划策的人 你对我们的封地十分重要 所以 你走中间 我走左边的这条路吧 殿下千万不要这样说 您可是十三皇子尊贵的吴王殿下 您才是封地的主人 封地百姓的主心骨 如果您出了什么意外 那我们封地也只好瓦解了 巨远光看着杨云真诚地说道 此事十万伙及 需要越快越好 那我就不在这里争了 就按巨大哥说的办 大家一定要拼尽全力 救出端木统领 杨云这里拜托大家了 杨云向大家说道 那好 就这样办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救出端木统领 众人一口同声地表达了这意思之后 都匆匆地向前奔去 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山道之中 第227章 山中追敌 杨云带着赤木 还有一部分侍卫 沿着中间的这条山路 快步向前方追去 说中间的山路好走 只是相对而已 这条路平日里可能有猎户 侨夫以及采药人 时常在其中走动 所以有一条依稀 可以辨认的小道 顺着这条道路 行了约莫一个多时候 忽然听到前方传来 嘻嘻嘻嘻的声音 应该是有人在前走过来 见到这一情况 杨云连忙向身边的侍卫 做了一个手势 示意大家不要发出声音 一个人影便跌跌撞撞地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杨云定睛一看 出现的这个人影自己认识 这正是端木继月 手下女兵中的一个小头领 虽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但是他经常跟在端木继月身边 杨云曾经见过他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端木统领他们到哪里去 见到这个女兵 杨云连忙走出去 向他问道 树丛中突然钻出一对人影 把这个独自赶路的女兵 吓了一大跳 等他看清楚出来的是 杨云等人的时候 立即激动起来 殿下 您快去救救端木统领他们吧 他们被杨红那家伙抓住了 那女兵一把抓住杨云的衣袖 着急地说道 别着急 你先跟我们说说 目前是什么情况吧 杨云轻轻地说道 那女兵显然受惊不小 在着急的情况下 反而半天没有把事情交代清楚 杨云和众侍卫问了好半天 总算勉强搞清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端木继月带着几个女兵 顺着山路一直往前追 就在前面 不远的时候 突然钻出一些人 端木继月等人带路的猎户 竟然也是他们的人 对方都是一群男人 领头的正是原杨氏家族组长杨红 他身旁还有一个30岁幼男子 看到这人的样子 端木继月一下子认出来 这男子就是杨线一系列 破坏活动的幕后组织者 钟文韬 端木继月虽然没有见过钟文韬 但在丰蒂克县 他的像话像比比皆是 端木继月早已在心中 记住此人的样子 对方是一群男子 人数也比端木继月的人多 但端木继月却从来都是不怕事的人 带着手下女兵就和他们大战起来 大战了没到多长时间 端木继月和手下女兵就明显处于下风 眼见在封地造成一系列破坏活动的罪魁祸首就在眼前 可是却没有办法抓住他 这让端木继月万分郁闷 手下很快有女兵受了伤 端木继月的个性虽然有些冲动 但他不是一个笨人 践行是对几方不利 他立即组织手下女兵拼命地朝着来的方向攻击 想要带着大家突出重围 但对方显然是早有准备的 端木继月他们刚刚冲破一个口子 这些人又紧紧地追了过来 山中的道路很不好走 这些女兵虽然经过训练 但是行动速度依然很慢 端木继月虽然带着众人拼命奔跑 但依然没法甩脱对手 见追兵越来越近 端木继月知道今日是无法全身而退了 于是他便让一个经常在山中行走 速度也比较快的女兵跑回去报信 自己得带着剩下的女兵 转身和追来的敌人大站在一起 尽量给报信的女兵争取时间 听到这名女兵的述说 杨云立即着急起来 没想到自己最担心的事情 真的发生了 兄弟们 加一把劲我们追上去 一定不能让端木统领他们出事 杨云大吼一声 然后带头向前方奔去 慌到后面的赤墨和后边众侍卫 连忙紧紧追赶在山里赶路 很费体力 杨云带着众人又奔跑了约有半个时辰 好多人都累得上气接不上下气了 总算赶到端木继月他们被埋伏的地方 看到面前的场景 杨云心都凉了半截 现场一片狼藉 被击断的兵器 被斩断的枝条 甚至地上还有许多鲜血 唯一让杨云感到一丝丝安慰的是 现场没有一具尸体 看来端木继月等人 很大可能是被抓了 但应该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 一个侍卫四处查看了一番 甚至还用手沾了粘树叶上滴落的鲜血 然后来到杨云的身旁 殿下 血迹还没有干 我们抓紧时间去追赶 有可能还能够追得上 这侍卫来到杨云身旁 向他轻轻地说道 这时候的杨云 早已心急如焚 听了这名侍卫的话 他又一马当先 带着赤末和众侍卫 向前方脊椎而去 顺着山路一路前行 时间匆匆而过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了 尽管杨云等人 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息 但是仍然没有追上 端木继月和杨红等人 殿下 前面有人 跑在最前面的赤末 突然转过身来 向杨云说道 顺着赤末手指的方向 杨云往前看去 只见两名女兵 组织出着一根树棍 互相搀扶着 一瘸一拐地 向杨云等人走来 张英子 齐活儿是你们 你们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跟着杨云身后的那名女兵 看见前面两人 立即兴奋地大喊起来 看两名女兵的打扮 再听到身后 这名女兵的声音 杨云知道 这两位女兵 也是端木继月的手下 他连忙走上前去 想第一时间 得到最新的消息 我们五个人 和端木统领 都被他们抓住了 他们嫌我们两人 受了伤走不快 就把我们放了 这两名女兵 连忙向杨云报告道 听了两名女兵的话 杨云又开心又着急 开心的是端木继月 暂时还没有出事 着急的是 端木继月被这些家伙抓住 要救出她是一件 很麻烦的事情 对于端木继月的安危 杨云是特别关注的 杨云觉得自己的情伤 并不算高 但是 拥有两世人生经历的她 怎么可能不知道 端木继月对她的一腔深情 这个可爱的姑娘 为了自己离开她的家乡 不远千里 跟自己来到无限 虽然自己已经有了持力 心中已容不下别的女子 但是对于端木继月 为自己做的一切 杨云是万分感激的 所以 在杨云心中 端木继月 已经成了自己的亲人 和端木继月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却比西京城中那些 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 兄弟姐妹们 亲上许多 经过长时间的连续赶路 杨云和众侍卫 已经疲惫不堪 此时时间已经黄昏 大山中的夜 比起平地要黑许多 此时赶路会有许多危险 许多侍卫都劝杨云就此返回 让一些长行夜路的侍卫 继续追击 但是 杨云毅然拒绝了侍卫的建议 让一名侍卫 负责将受伤的两名女兵 先行回无限去 自己坚持 要带着众侍卫 一起追击杨红和钟文涛 不能让端木继月 处于危险之中 众侍卫拗不过杨云 只得听从了他的安排 众人在原地 稍事休息了一会儿 吃了一些干粮 然后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火把 在夜色中 匆匆往前赶去 夜里的山中 不仅能见度十分差 还不断有野兽出没 但是山中的这些黑熊老虎们 见到这一批装备精良的侍卫 只得选择远远躲开 杨云等人 一路走走停停 一夜时间没有闭上眼睛休息 哪怕一刻 可是让众人沮丧的是 始终没有发现 杨红和钟文涛的身影 更为倒霉的是 下半夜还下起了小雨 在山中下雨 是很寻常的事情 众人倒没有觉得稀奇 只是这一下 路面就湿滑了许多 走起来就更加艰难了 还有一个麻烦 小雨临栽在火把之上 使得好些人的火把 都吸了几次 幸好众人火把 在铜油中浸泡过 这点小雨 还可勉强顶着 在这种情况下 杨云等人行走速度十分慢 即使这样好些人 还摔倒在地上 滚得满身都是泥 见杨云堵咬牙往前赶 众侍卫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跟在杨云身后 一步一步向前行去 一夜时间 不知道行了多远的路程 到第二天清晨 朝阳升上天空的时候 杨云这才有时间 打量一下周围的环境 这时他才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他们已经走上了出山的路 远远望去 下方出现了一条关道 看来这一夜时间 他们成功翻过了一片大山 杨云等人 顺着狭窄泥泥的山道 一路往下行走 想来到关道之上 从周围的环境来看 走出了杨云的封地 在快到山道上的时候 路边突然传来声响 杨云等人连忙转头看去 只见路旁的一棵树下 绑着一名浑身湿淋淋的女兵 从装束来看 这名女兵也是端木济月的手下 山中的气温比较低 这名女兵看来 已经在树下被绑了不短的时间了 正冷的瑟瑟发抖 一名侍卫连忙走过去 给这名女兵松绑 还脱下身上的衣服 给这名女兵披上 他们是故意将我留下的 是想让我给殿下带一封信 这名女兵一边说着 一边还从怀中 掏出一封油布包着的信 杨云小子 这几个女的 我们带到七国去了 有本事你就到七国来救人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超过时间 我们就将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 许配给手下的兄弟 这封信落款人是钟文涛 看来他们早知道 端木济月对杨云的重要性 故意设下了这一个局地228章 七国 这前面吉利路外有个小镇 镇上有卖马的人 从时间上来看 他们可能早已经到了这个小镇 买到马匹逃走了 我们现在要追上他们 几乎没有可能了 一个对此地路况比较熟的侍卫 向杨云说道 抱着侥幸的心理 杨云等人来到吉利路外的这个小镇上 果然听说前面有一行人 将镇上仅有的几匹好马 全都买走了 七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它的面积 甚至还没有杨云的封地大 距离封地的位置也不算远 只有一两百里路的样子 这七国 其实就是一个大峡谷 位于大幅和楚国交界处的山区之中 这个大峡谷有两个出口 一端在楚国境内 另一端在大幅境内 按说这样一个小国家 可能早已被楚国和大幅 这两个强大的势力吞并了 可是奇怪的是 这么多年以来 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对七国下手 杨云也曾经和手下分析过此事 估计应该是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这七国地势险要 峡谷两端都只有一个出口 着实一手难攻 另一个原因就是 这七国说是一个国家 实际上就是一些土匪和一些犯罪的人 就算是两个大国家占领这个地方 里面的资源十分贫瘠 路也不好走 只有给国家徒增负担而已 所以大幅和楚国都没有 派人对这个小国家动手 此时此刻 如果就这样贸然敢向七国的话 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无奈之下 杨云只得带着人回到无限 想和大家商量 之后再做定夺 当杨云回到无限的时候 和他一起去追端穆季月和杨红的人 已经全部回来了 杨云将目前正在无限的手下重要人物 都叫到府中 给他们看了这一封信 三万人 但里面各种势力盘根错节 如果贸然前去的话 有许多不可预知的情况 所以我不建议殿下前往 见众人都处于沉默之中 邱泽说道 是啊 里面还有许多穷凶极恶的人 在周边国家混不下去了 也逃到了七国 可以想象 那里面肯定乱得不成样子 我当时在楚国办案时 就有一些案犯 为了逃避抓捕 逃到这七国去了 王宽说道 听了两人的话 坐在上手的杨云 陷入了沉思之中 久久没有说话 唉 伴着商旅百姓 看能不能够多混一些人进去吧 一旁的巨远光 最知道杨云的个性 他是不可能放弃救人的 于是他长叹一声说道 殿下实在要进去的话 到时候我写一封信 你转交给里面一个叫沈飞的人 当年他路见不平 杀了欺辱少女的贵族子弟 我当时感念他的正义之心 悄悄地放了他一马 之后听说他逃进了七国 混得好像还不错 看他能不能够帮到你们 王宽接着说道 几日之后 位于无限西北150多里 七国大峡谷的南谷口处 来了一对商旅 人数有二十多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 谷口雄关之上 一名士兵朝下面的商旅问道 禀报军爷 我等是从大幅过来的商人 专门来七国收购药材 一个独臂汉子抬起头向上说道 你们先等一下 我们要先进行检查 一个声音从上面传来 不一会儿 从关口上走下几名士兵 在商队中四下搜寻一番 这名独臂汉子正是姚侠 他听说杨云要亲自到七国去 立即将杨县县衙的一些事情 交给其他人打理 好说歹说 终于让杨云同意 让他随行 和这些守门的军士打交道 姚侠已经很有经验 陪着笑脸说说笑话 再悄悄地赛上一点银子 终于使得队伍 顺利地进入七国境内 进入七国之后 杨云带着众人 便沿着一条美其名约为 七江的小河顺河而上 一路前行二十多里路之后 便来到七国唯一的一座小城 七岗城 由于信上没有说 在哪里可以找到端木姬月等人 杨云便带着人在一家客栈住下 既然杨红等人 将自己引到这七国之内 他一定会和自己主动联系的 在小城中找到住处后 看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杨云便带着姚侠 赤沫尔等人到街上四处走动一番 一是为了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 另外也想熟悉一下 这个陌生地方的地形 若有什么紧急情况 才有应对的策略 这七江城虽然不算大 但街道上人来人往 还算热闹 许多摆着小摊 或开着商铺的本地人 和外地商人 正在热火朝天的叫卖着 杨云在街道上走了一块 看街道上四处都是卖药材 木料 香料 和一些动物的肉和皮毛的 这个地方的人 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 正所谓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他们售卖这些在山中独有的特产 也属在预料之中的 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从楚国或大夫来的商人 将外面的各类商品 比如丝绸 腌制 香粉一类的 拿到七国来售卖 上面都坐着几个精壮的男子 摊位前面摆着一块巨大的布 上面写了一个十分醒目的固字 杨云派人上去询问一番 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 为生活所迫 这里一些从外面进来的土匪 和江湖汉子 还成立了许多雇佣军队伍 这些雇佣军队伍 一般少得有几十人 多得甚至上百人 专门为来往的商旅服务 保护他们的财物和生命安全 甚至还参加周边各国的战斗 冒着生命的危险 换取他们必要的生活物资 据说 七江城的雇佣军队伍有十几支 加在一起 足足有一千五六百人 这些人多为旱不畏死的亡命之徒 只要雇主愿意给钱 他们什么事都愿意做 得知这一信息之后 杨云便留了一个心思 让姚霞注意打听一下 这些雇佣军队伍的位置 这地方自己人生地不熟 万一有什么危险 也可以请这些要钱不要命的人 解决一下 有可能发生的燃眉之急 因为心里记挂着端木继月的安危 杨云也没有心情在街上闲逛太久 约莫转了半个时辰之后 杨云便带着众人回到了客栈之中 这座七江城虽然不大 但由于是在山谷峡谷之中 修建的一座小城 这里的景色优美 空气也十分舒适 可躺在墓床上的杨云 却怎么也合不上眼睛 也不知道杨红和钟文涛 什么时候会派人来联系他 也不知道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七国 究竟会遇上什么事情 一直到天都快亮了 杨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等杨云睁开眼 披上衣服走出房间门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杆了 刚走出房门 结果看见姚霞和赤沫等人 已经等在门口 他们一见杨云出来 姚霞立即从怀中掏出一封信 递到杨云手中 杨云拿起信 马上抽出里面的信纸 仔细地看起来 看着看着 他不由地皱起眉头 元宝山居然是这个地方 看完这封信之后 杨云长叹一声 这七国虽然号称一个国家 这国家里却没有皇帝 里面所有事情的决策权 都是由三股势力的首脑决定的 这三股势力中 最强大的一股 就是由镇南大将军 乔顺率领的八千士兵 据说这八千人 都由是楚国过来的旧军人组成 乔顺的这八千人 驻扎在峡谷南端一带 主要负责 把守靠近大幅的南端关口 所以 乔顺自封为镇南大将军 给手下将士 也各自封了各种职务 但从来没得到正视过 乔顺自封为镇南大将军 负责峡谷北端关口的司权 也有样学样的 给自己了一个镇北大将军的头衔 同样也给自己许多手下 封了各种官职 而这元宝山 则是这七国的第三大势力 他们的首脑叫米辉 自封的职位是镇国侯 乔顺和司权手下许多人 都当过正视军人 对手下要求也十分严格 平日里行事也会按照一些章法 但是元宝山米辉的手下 来源则要复杂许多 有附近混不下去的土匪 也有行走江湖的江湖汉子 甚至还有一些 在周边国家犯了事 为逃避行则逃到里面 来避难的不法分子 说来也奇怪 按说这七国的这三股势力 他们之间的来源各不相同 彼此之间一定会矛盾重重 几乎不存在和睦相处的可能 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 这三方势力在这峡谷之中 居然相处得还十分融洽 他们在峡谷中分地而至 几乎不会出现什么冲突 就算在七江城 他们也是分庭而至 各自负责一块区域的治安 平日里有些什么事情 大家各自派出代表讨论决定 就算有什么矛盾 也能尽量克制 已经好几年 没有出现过兵容相向的情况 对于七国这错综复杂的关系 杨云不想过多地过问 但是如果要救出端木纪月 就得和元宝山的 郑国侯米辉打交道 可是米辉和他手下的这些家伙 平日里行事都不按常理出牌 想跟他们接触 寻击救出端木纪月等人 难度很大 并且和他们打交道 若不小心惹怒了这些家伙 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第229章 亲上元宝山 杨云知道 要想成功救出端木纪月等人 这元宝山是非常不可的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他决定做好一切准备之后 再亲自去元宝山走一趟 听了杨云的决定之后 姚霞等人马上行动起来 派出人手分成几路 四处打探关于元宝山的各种消息 很快就将元宝山的大体情况摸清楚了 元宝山的兵力有三千多人 其中有近两千人归郑国侯米辉亲自劫志 其余的人则由他手下的四大将军分别管理 前将军英雄手下有五百多人 他的手下以前大多数是土匪和强盗 因为在其他地方得罪人太多 受到各方的围剿 不得已才逃到这七国 左将军叫沈飞 手下约有四百余人 这四百余人 全是以前各江湖门派的江湖人士 这些人功夫都比较高 也很讲义气 王宽有一封信 就是交给着沈飞的 既然王宽对沈飞有恩 想来他可能会帮助杨云 但能帮到什么程度 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个后将军 名字叫李顺 他手下有三百余人 李顺是米辉手下四元大将中 实力最弱的一个 平日里为人比较低调 钟文涛和杨红 在元宝山寻求的靠山 应该不会是这李顺 米辉手下四位将军中 有一个是杨云的熟人 但正是这个熟人 才是目前最大的麻烦 这个人正是以前 无县的土匪乌老七 手下还有一个 有独氏称号的张秀 这两人当年 在无县过得顺水顺风 可是杨云的剿匪行动 使他们成了丧家之权 乌老七现在在元宝山 混了的又将军 手下也有四百多人 这些人大多是 以前无县的残余土匪 乌老七当年 在无县的剿匪行动中 侥幸陶的性命 见无法在无县继续发展 就着急了这些残余的土匪 逃到这山区峡谷中的七国 所以乌老七和张秀等人 对杨云的恨那是肯定的 钟文涛和杨红 在元宝山的靠山 很可能就是这乌老七 所以杨云这次元宝山之行 那肯定是麻烦重重 姚霞派出了许多人 想打通关节 企图结识 这阵国喉米辉 如果他能够站出来说句话 那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可是想了许多办法 也没得到米辉的回应还好 花了很多心思 又花了很多银两之后 姚霞终于和元宝山 一些人取得联系 有人答应适当的时候 会帮杨云说说话 来七国 已经有好几天时间了 端木计阅几个姑娘 深陷于敌人手中 杨云想想 就觉得十分不安 离约定见面的时间 只有一天了 所以杨云决定 不再进行太多的耽搁 决定先出门一趟 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这一出门就是一天时间 直到天色江黑 杨云等人才回到客栈 落草坪是元宝山后山的 一大草坪 这里平日里 来的人比较少 这是钟文涛和杨红的 信中约定见面的地方 第二一早 杨云便带着手下众人 来到这丛林中 难得的一块空地 此时正值盛夏 树林中叶子开得很茂盛 犹如一柄柄绿色大伞 停立在巨大的草坪上 草地上的草葱葱龙龙绿的可爱 犹如一块巨大的绿地毯 踩在上面软软的 杨云坐在一棵大树下面 周围是赤墨 和一些紧紧跟随的侍卫 此时已近五十 离约定的四十见面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看来这些人不会来了 既然他们费了这么大功夫 把自己约到这七国来 肯定不会只是搞这一小小的恶作剧 所以 杨云估计 这些人一定在哪个隐蔽的地方 看着自己 既然你们不出来 那我就先行离开 看你们要躲到什么时候 想到这里 杨云便从草地上站起来 带着手下众侍卫 便准备往山下走去 果然 杨云等人刚走不远 一群人从一旁的密林中走出来 拦住了杨云等人前进的道路 杨云抬头一看 走在这一群人前面的几个人 正用很不友好的目光看着他 其中两个 脸上带着奸笑的 不正是钟文涛和杨红吗 而再看看钟文涛和杨红身边的几个人 进一步证实了杨云的猜测 另外 他们身旁的两人 一个身材有些偏瘦的汉子 和一个一袭白衣的秀士 不正是吴老七和张秀吗 原来 在来到杨云封地之前 钟文涛早对杨云封地发生的事情 就来找到了吴老七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还能傍上巷王这棵大树 吴老七和张秀当然落得骑士 于是 双方当场一拍集合 结成了同盟 哈哈哈哈 吴王殿下 没想到在这里 还能见到你吴家爷爷吧 吴老七看到杨云 咧开大嘴 得意地笑了起来 旁边的张秀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一脸得色 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看得杨云有冲上去揍他一顿的冲动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杨云只得尽量尽量隐忍 并开门见山地说道 让他们离开 你跟我们走 立即带你去见你的小乡好 一旁的钟文涛缓缓说道 哼 还没有见到人 我们怎么能确定 他在你们手上 一旁的姚霞突然说道 你乖乖地跟我们走 自然会见到他 如果不然的话 我们手下的这些兄弟 早就想当新王了 这时 吴老七突然在旁边说道 他的话惹得身后 一群手下 哈哈大笑 既然你们没有诚意 那么我们就走了 自己就端木计约的意愿越强烈 对方的要求就会越高 所以杨云不得不欲擒故纵 好吧 你们要走就走 走之前 我再送给你们一个礼物 钟文涛一边说着 一边挥手将一个东西 向杨云扔来 杨云把抓住钟文涛 扔过来的东西 弹开手心一看 脸上不由地变了颜色 出现在自己手中的是一个玉镯子 这玉镯子 杨云当然熟悉 这是端木计约 时常戴在手上的东西 看到这玉镯子 杨云在心中长叹一声 这端木计约 真的在这些人手中 看来 这一次只有冒一些危险了 你们说吧 究竟要什么条件 才能放掉端木姑娘 和他手下的几位女兵 只要我们能接受的 我们尽量接受 如果狮子大开口的话 那我们只好离开 杨云心中万分焦急 但却尽量控制自己情绪 淡淡地说道 很简单 你跟我们走 我们一定让你 见到你们想见的人 钟文涛微笑着说道 你们休想 吴王殿下是什么身份 岂是你们这帮杂碎 想带走就带走的 也有跟你们走 只要你们能放了那几个姑娘 要杀要刮你说 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杨云还没有答话 一旁的姚霞抢着说道 我们要的 只有杨云这小子 要你做甚 以前在西京城 我们也算是朋友 我不想为难你 你带着手下的人走吧 钟文涛看了看姚霞 轻轻说道 对 我们要你这个残废 有什么用 自从杨云这小子来到无县之后 老子手下的兄弟 死得死逃的逃 害得你乌家爷爷 也只有跑到这七国来 近日你这小子 落到乌家爷爷的手上 老子一定要出一出这口恶气 乌老七恶狠狠地说道 好吧 我跟你们走 杨云也知道 这一次不冒一点险 看来是不行了 少主 你是我们的主心骨 你可不能轻身涉险啊 听到杨云的话 一旁的姚霞焦急地说道 他身后的重侍卫 也齐声劝道 不打紧的 我其实也是很怕死的 所以 我一定会想办法保住性命 杨云来到姚霞旁边 淡淡地笑道 你们这些家伙给我听着 我姚霞今日 把话撂在这里 如果我们殿下少一根汗毛 乌王丰帝 三线几万士族 就算拼光 也会血洗着七江峡谷 剑无法阻止杨云 姚霞指着对面的一群人 大声说道 你当我乌家爷爷 会怕了你不成 姚霞的话 显然起了一些作用 乌老七的话虽然这样说 但与其中有了一丝犹豫 乌老七有这样的表现 也是很正常的 杨云作为大夫的皇子 如果真的在七国出了事 惹怒了大夫皇帝 这实力并不强的七国 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一个被福皇打不上眼的皇子 就算被我们杀死在这里 你当福国真会兵戈相向 我们在福国的势力 岂是你一个闲散皇子 可以比你的 见乌老七有些心虚 钟文涛连忙说道 我和我家殿下一起去 不然的话 你家赤木爷爷 就将这里闹个底朝天 一个红中般的声音突然说道 说话的当然是赤木 这些耳于我诈的事情 他完全不感兴趣 但听说杨云要独自上 跟钟文涛等人上元宝山 他一点也不放心 文涛 少主身边需要照顾 你们多人 总不至于多一个人 你们就害怕吧 这时 姚霞很合时宜地说了一句 吴将军 这大块头的功夫很高 我正担心他在外面捣乱 他自愿跟上来也好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要放心一些 这时 张秀在乌老七耳边 轻轻地说道 你乌家爷爷走南闯北 这么多年 还没怕过谁 乌老七虽然不愿赤木 跟着杨云一起 但是在这么多人面前 如果拒绝了 就显得自己真的怕了赤木 所以他马上达到 第230章 陷入狱中 因为端木积月在敌人手上 杨云指的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让姚霞带着重视卫尾 先行下山 自己和赤木 跟着乌老七等人 往元宝山顶走去 给我绑上 见姚霞等人的身影 消失在山道之中 乌老七松了一口气 偏头对一名手下说道 乌老七 你现在是堂堂七国的右将军 本以为你长了本事 结果还是那么胆小 手下有那么多人 居然连我们两个人都害怕 杨云哈哈笑着 别绑我家殿下 要绑就绑我 我知道 你们都盼你家赤木爷爷 赤木将胸口一拍 大声说道 既然你小子有这个要求 本将军就答应你 就绑你小子一个 乌老七说完 朝一旁的士兵挥了挥手 这名士兵 以前是无县的土匪 在攻打无县县城的时候 见过赤木 大杀四方的样子 知道他凶悍无比 所以他看着赤木手中的长锤 却久久不敢上前 哈哈 瞧你这小子的胆子 赤木开嘴哈哈大笑 将手中的长锤扔在地上 接着说道 来吧 给爷爷绑上 兵器给你家赤木爷爷保管好 要是给弄丢了 就让你知道 你的脑袋硬 还是你家赤木爷爷的拳头硬 见赤木已经是赤手空拳 两名士兵才互相看了一眼 拿起绳索 慢慢地走到赤木跟前 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 一行人顺着山道 行了约有两炷香的时间 就来到了元宝山的山顶 杨云举目四望 建在山顶中间 有一块很大的空地 空地上密密麻麻地 修着石头房子 好像一个村庄一般 这山之所以取名为元宝山 就是因为这顶两端高 中间有很大一块平地 远远望去 就像一个元宝一般 乌老七的驻扎地 就是这山中 空地靠右的一片区域 钟文涛等人 带着杨云和赤木 在一片用土石围成的院子 前面停了下来 进去吧 一个士兵推了杨云一把 却被赤木狠狠盯了一眼 让那士兵手中动作一致 默默地跟着杨云走进院子 走进院子 杨云举目四望 只见在院落中的房屋 顺着院墙围了一圈 院墙的高度 足足有一丈多 看来还十分结实 一旦有人进出的院门 就可以看见 好几个手持兵刃的士兵守在那里 看到这一情况 杨云在心中暗自摇摇头 看来自己企图寻击 带着着端木积月等人 逃出去的计划 无法实施了 端木积月他们在哪里 我要见他们 暂时没有其他办法 杨云决定 先见到端木积月等人 再想办法 哟 我的吴王殿下 看不出来 你还挺风流的嘛 这么着急 就想见自己的小情人了 放心 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们 到时候 你们还可以成为邻居呢 钟文涛的心情十分好 这个让自己失去一切的人 终于落到自己手中 吴老七将手一挥 手下几名士兵拉走杨云 就往院子的一个角落走去 角落上有几排石头房子 比其他房屋要挨小许多 但十分结实 窗户和门上还暗的有铁柱子 显然是用来关押犯人的地方 钟文涛带着得意的笑容 跟在杨云等人身后 他想亲眼看看 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子 被自己关进牢中的表情 我尊敬的吴王殿下 你的小情人就在这里边了 你去看一看吧 钟文涛的语气中 得意之色十分明显 听了钟文涛的话 杨云转头看了钟文涛一眼 没有表示什么 对于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物 跟他计较也没有什么意思 想到端木积月的人就在眼前 杨云连忙快走几步 来到钟文涛所指的小屋跟前 透过窗户上的铁柱子 向里面望去 屋子里面光线有一些暗 但勉强能够看见里面的情形 此时此刻 屋中正坐着或躺着几个 穿着吴王丰帝女兵服装的人 杨云连忙一把抓住窗上的铁柱子 仔细往里面看去 里面的几个女兵 正是端木积月等人 窗户上的声响 惊动了房间里的几个女兵 大家抬起头往外看去 吴王殿下 一名女兵一抬头 正好看见站在窗外的杨云 惊喜地喊了起来 听到女兵的喊声 正坐在狱中干草上的端木积月 马上抬起头 那个自己朝思暮想的英俊脸庞 果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端木积月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定睛一看 果然是杨云 真的是你 端木积月一下 兴奋地站了起来 飞快地来到窗子跟前 上下打量着杨云 端木积月盯着杨云看了很久 眼珠都不想转一下 眼中的欣喜之色 谁也看得出来 过了很久 他才想起来看看杨云四周 看着杨云身后五花大榜的赤木 再看着更后面 一脸得意神情的钟文涛 端木积月终于明白了一切 眼神中的喜悦 消失得一干二净 被迅速升起的担忧起取代了 你这个傻子 明知他们的目的就是你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端木积月说着说着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都怪我 为什么这么笨 杨云的身后的那些女兵 连忙过来安慰她 没事的 我是大夫十三皇子 堂堂的吴王殿下 他们不敢对我做什么 倒是你这个端木女侠 现在怎么哭起鼻子来了 江湖上好像没有哭鼻子的大侠吧 看着哭得犀利哗啦的端木积月 杨云笑着说道 听到杨云的话 端木积月有些不好意思 终于停止了哭泣 你们没有受苦吧 见端木积月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杨云轻声问道 我们倒没有吃什么苦 可是你真的不应该到这里来 端木积月说 这话的时候 情绪恢复了许多 听了端木积月的话 杨云的心情好了许多 他看着眼前的端木积月 正想再对他再些什么 却被后面的钟文涛打断了 好了好了 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轻轻我我的 走了走了 钟文涛的话音刚落 身后就来了几个士兵 拖着杨云向一旁走去 杨云手上一用力 推开了几个想要拉住他的士兵 用手指着钟文涛淡淡地说道 这女子就是我的妹妹 现在我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到这里了 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 更何况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你跟我们走 我们就可以放到这几个姑娘 只是你够傻而已 钟文涛得意得笑道 你不要管我们 我端木积月不怕死 有机会你就逃出去 以后给我们报仇就行 见几个士兵 拖着杨云往前走去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们救回去的 杨云使劲地转过头 朝端木积月大声说道 几名士兵不容杨云再说什么 拖着他和赤木向前走去 又向前走了二三十米的样子见 把杨云和赤木 带到一间石屋面前 把他们推了进去 你这个狗东西 竟然让吴王殿下住这样的地方 赶快放我们出去 给我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看见这石屋十分阴暗 里面还脏乱不堪 赤木不干了 他大声嚷嚷着 你这个家伙 现在已经是阶下囚了 还敢讲什么条件 再嚷嚷 不给你们送吃喝 活活地饿死你们 可死你们一个士兵 将石屋的门锁上 狠狠地说道 你小子得意什么 等你家赤木爷爷出来 到时将你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赤木哪里是肯吃亏的人 他站在铁窗跟前 大声叫喊着 好了木头 跟畜生没有道理可讲 这地方倒也清静 我们先养精蓄锐 有机会再收拾这些家伙 杨云的话 终于让赤木平静下来 将杨云和赤木关进石屋 钟文涛和手下士兵纷纷离去 赤木倒想得开 在里面待了不久 便躺在甘草上 呼呼大睡起来 杨云独自坐在那里 静静地看着对面的墙壁 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们将自己弄到这里来 究竟有什么企图 自己应该如何应对 应该早做打算才行 杨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 就死在这里 与此同时 在这院中的一间房屋里 乌老七 张秀 钟文涛 还有杨红 这时人齐聚一堂 也在讨论如何处理杨云的问题 吴将军 这还用在商量什么 就按照我们当初的计划 直接把这小子弄死就行 我们一个个的都被这小子害惨了 老子早想出这口气了 听说有讨论处理方案 杨红想都没有想立即说道 当初在制定计划的时候 没有来得及细细考虑 现在想来 杨云 这小子毕竟是福皇的儿子 我们如果明目张胆地弄死他 老皇帝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好半天之后 乌老七才缓缓地说道 乌将军 我才不相信 杨云这一个不受待见的皇子出了事 大夫会对七国出兵 就算他们来了 这里一守难攻 他们也拿大家没有办法 杨红满不在乎地说道 老杨 话可不能这样说 如果大夫真的兵临关下的话 我们挡不挡得住大夫的雄兵 还是一说 可能镇南将军 也不愿意将他手下的大军 和大夫军队进行火兵 很大程度会把我们交出去吧 一旁的张秀说道 第231章 越狱失败 乌老七和张秀离开无限之后 四处流离 现在终于有了一块安身的地方 日子过得还算过得不错 所以他们不想发生什么变故 而杨红和钟文涛则有所不同 他们只是把这七国 当作暂时落脚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人是死是活 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在不同的立场下 他们的想法就不同 按钟文涛和杨红的意思 要尽快下手 除掉杨云 免得夜长梦多 而对于乌老七和张秀而言 找杨云报仇 远远没有自己的这个落脚之处重要 那总不会 我们费了好大功夫 才把人给抓过来 现在还要把他给放掉吧 在场众人都能够听出 杨红语气中的不满情绪 放是肯定不会放的 我有这样一个主意 你们看看行不行 半年前我得到一剂毒药 这东西服下之后 当时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 但是不出三月 服药的人一定会中毒而亡 张秀英笑着说道 这个办法好 等着毒药发作之时 杨云已经回到福国去了 那时大家只会当他误施毒药而亡 哪里会怀疑到我们身上 就算有怀疑 没有证据 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 张秀正中乌老七的下怀 他立即黑黑笑着说道 好主意 张军师的确足之多谋 这样的毒计 也只有你才想得出来 能够成功杀死杨云 又不用被杀人之名 杨红当然愿意 钟文韬现在为相王杨献办事 他也想不想 落一个谋杀皇子的罪名 那样的话 回到大福 就算相王罩着他 他的日子也会很难过 现在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办法 既能完成相王交代的任务 又不用被杀人之名 他当然乐于接受 于是张秀的计策 就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来到这元宝山山顶 已经有两天时间了 这两天时间 日子过得十分平淡 除了偶然有士兵送来饭时 再也没有其他人来打扰他和赤木 但是这样的平静 反正杨云有些不安 钟文韬和杨红人 想尽办法把自己弄到这里来 那肯定是不止 想把自己关在这里的 所以他们一定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一定不能等着对方来算计自己 在这几天时间里 杨云一直在想 有什么办法可以脱身 带着端木积月的人逃出这里 通过这两天的观察 杨云发现了一个现象 乌老七等人 显然对这简易的牢房 和高大的院墙有充分的自信 除了院子门口 这边的士兵每隔一个时辰 才懒洋洋地出来巡视一圈 经过几天的观察和深思熟虑之后 杨云终于有了主意 但是由于这几天天气很好 晚上的月光和星星 都把院子照得透亮 使得杨云没有行动的机会 到这的第三天 山上终于下起了暴雨 雷声伴着暴雨 掩盖了山中的许多身影 到了夜晚 四处也显得十分黑暗 这样的天气 让住在山上的这些士兵很不开心 他们不停地咒骂着鬼天气 但此次的杨云心中却十分高兴 因为这是实施自己逃跑方案的良好时机 时间到了二更左右 暴雨依然没有停下来 满院子泥泞 让士兵们不愿意在里边走动 他们早早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爬上床铺 开始呼呼大睡 几名士兵带着斗笠 穿批披着缩衣 一脸无奈地 在院子里啪哒啪哒地走了一圈 借着微弱的光芒 将几间牢房都看了一番 剑关着的人都在里边开始睡觉 于是他们打着喝歉 漫条四里的回房去睡觉了 花了很大功夫 总算将睡得很沉的赤墨 叫醒 在赤墨疑惑的目光中 杨云从脚底靴子下 掏出两块铁片 一块交给赤墨 一块拿在自己手中 这是杨云来此之前 悄悄准备的铁皮锯片 铁扇利用煤和风箱 烧制出来的铁 品质在大附近内 手驱易指 用这些铁皮制成的锯片 要锯断这些拇指粗的铁棒 也不是难事 杨云来到窗前 也拿起另一块铁片 照着杨云的样子 在旁边的一根铁棒上锯了起来 没用多长的时间 铁片就将铁棒锯开了一大半 赤墨把铁片取了出来 用手握住铁棒的一端 使劲一掰 只听得啪的一声轻响 铁棒便从缺口处断开了 照着这个样子 两人又忙碌起来 很快就弄断了两根窗户上的铁棒 这时候 窗户上就出现了一个 能攻一人进出的缺口 院中的士兵 每一个时辰巡逻一次 杨云和赤墨都知道 此时时间十分紧急 两人连忙从窗户口翻出牢房 来到端木季月等人所在的牢房窗前 窗户上轻轻的敲击声 惊醒了睡眠中的端木季月和几个女兵 他们正想斥责 是谁在大半夜的搞着恶作剧 但看见窗户上的身影是杨云和赤墨 他们脸上立即露出喜悦的神情 连忙捂住嘴 停下了想要发出的声音 在端木季月和几个女兵紧张的目光中 杨云和赤墨又开始了锯断铁棒的工作 因为有了刚才的经验 他们这次的动作快了许多 不多时就将窗户上的铁棒弄断了两根 让一直看着他们动作的几名女兵惊奇不已 事不宜迟 早已做好准备工作的端木季月和几名女兵 互相帮助一个一个的从窗户里钻了出来 钻出牢房的端木季月一把抓住杨云的肩膀 力气用得特别大 让杨云的手臂都隐隐作痛 杨云知道端木季月此时一定十分兴奋 他将食指放在嘴前 轻轻吹了一下 做了一个静声的手势 见所有人都已经从地牢里出来 杨云便带着众人悄悄地向院子的一角行去 在院子的一角 有一根长长的木棒被扔在地上 这几天一直透过窗户观察院中情况的杨云 早已发现了这个木棒 正是这个木棒 才使得杨云有了此次行动的念头 一行人借着小院中的房屋和树木遮挡 很快前行到那个有木棒的角落 杨云和赤木将木棒的一端搭在墙头 又紧紧地按住木棒向地面的那一端 做完这一切之后 杨云便示意几个女兵顺着木板爬上墙头 这爬术是训练女兵时 杨云要求每一个女兵都必须学会的技能 此时此刻 证明了杨云决定的正确性 端木季月和女兵们顺着木棒 很快蹭蹭蹭地爬上了墙头 然后又从墙上跳到院外 杨云和赤木 是最后向院外爬去的两个人 他俩互相帮助 不一会儿便顺利地爬上墙头 跳到院外 杨云等人自从进入这个院子之后 就没有机会查看院外的情景 这时候他们来到院外之后 才见到院外还有一些木屋 也不知道木屋里有些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 杨云也没有心思查看 这木屋里有些什么东西 他带着众人 凭着记忆 捏手捏脚地朝下山的方向前行 走着走着 身后突然听到一声低沉的犬吠 紧接着后面一名女兵大声尖叫起来 杨云连忙转头一看 不知什么时候 他们身后出现了好几条 长得像小牛犊一样的大狗 这些大狗见到杨云等人 居然事先没有发出声响 最前面的一只大狗 飞快地扑上来 一口咬住走在最后面的一名女兵 尖叫声 就是从这名女兵的口中传出来的 这些大狗见杨云等人发现他们 立即松开被咬住的女兵 不敢继续向他们靠近 只在一旁大声地狂叫起来 这一下 很快惊动了院中的人 院子里很快有了声响 紧接着还点燃了火把 不好 大家赶紧走 杨云一声大喊 带着大家迅速往下山的方向奔去 他们刚跑出不远 一群士兵从后面紧紧地跟了上来 这些士兵在山上驻扎已久 对地形十分熟悉 也习惯了走山路 所以他们的速度比杨云等人快了许多 不一会儿就追上了他们 并将他们团团围囱住 我还真小看了你小子 居然能够逃到这里来 这时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众人定睛一看 正是这里的头目乌老七 在乌老七的身后 张秀 钟文涛和杨红都跟了上来 他们眼中都露出惊奇的神色 没有想到 在这样兼顾牢房内 高大的院墙中 杨云带着几个女兵 居然能够逃出来 可惜功亏一篑 没想到败在这几个畜生手上 此时此刻 赤手空拳的他们 肯定不是这些士兵的对手 为了避免出现伤亡 杨云让大家放弃了抵抗 很快 杨云等人 又被这些士兵 带进了另外两间空着的牢房里 这一下伍老七等人不敢再大意 在每一间牢房的门口 都留下了两名士兵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杨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心中却觉得十分郁闷 筹划了几天的方案 居然功亏一篑了 对方已经有了准备 再用这一个办法逃走 显然是不可能的 杨云坐在牢中的干草上 丝毫没有睡意 可是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到一个可以逃走的好办法 到天快亮的时候 他靠在牢房的墙壁上 沉沉地睡着了 杨云不知道的是 他这一次企图越狱 不仅没有取得成功 还给自己带来了危机 第232章 将计就计 吴将军 看来我们的计划得尽快实施 杨云这小子不是省油的灯 再犹豫的话 我担心夜长梦多 杨云等人差点跑了 这让钟文涛十分不安 这次行动不成功 他的相王那里 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他连忙跑去找到乌老七 向他说了自己的想法 听了钟文涛的话 乌老七和他身后的张秀 半天没有说话 显然还处于犹豫之中 他们现在在七国已经稳定下来 着实不愿意 因为杀害杨云 而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乌将军你就别犹豫了 现在西京城中 其他皇子已经团结起来 正在密谋 共同对付圣王杨明 到时候 如果杨明倒台 那么夺得楚威 希望最大的就是相王 相王一旦登基 怎么可能忘了 你我这些功臣 见乌老七和张秀还在迟疑 钟文涛又说道 那好吧 我们就搏一搏 乌老七和张秀对视一眼 终于下定了决心 时间已经快到五十 在牢中每天只能吃两餐饭 赤木儿的肚子早已经饿了 见牢外的士兵送来了饭食 赤木儿连忙一把将的端了过来 今天的饭食怎么这么好 居然还有肉 有一壶酒 还给我们烧了一份汤 赤木儿看看手中的饭菜 高兴地说道 吃吧 吃吧 估计你们也吃不到几顿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规矩 凡是要杀头的 临死之前都会给他吃一顿好的 这时 门外一名士兵说道 你别吓唬你家赤木爷爷 你爷爷我不怕死 赤木儿一边说着 一边端着饭菜 向杨云走去 事出反常必有妖 见这一顿饭菜 一呼寻常的丰盛 杨云暗自留了的心眼 进入牢房之时 这些人还是给自己这个皇子留了些面子 没有搜走身上的东西 杨云从身上拿出一个银坠子 将所有的饭菜都试了一遍 见饭菜里没有毒 他总算放下心来 赤木儿早已饿坏了 当杨云示意可以吃的时候 他首先一把抓了一个鸡腿 塞入口中大叫起来 看着赤木儿一脸馋像 杨云觉得有好笑 这家伙没心没肺 倒如此近地胃口还这么好 杨云一边笑着 一边也慢条思理地吃了起来 既然这些饭菜没有毒 就不管他们还有什么阴谋 先填饱肚子再说 赤木儿吃得快 结束也快 这时候他已经吃饱了 一壶酒也被他喝掉了一大半 觉得有些口渴 赤木儿抓起面前的汤碗 放到嘴边就准备大喝几口 这时 杨云突然想起什么 一把抓住赤木儿的手 把他手上的汤碗夺下来 在赤木儿诧异的目光中 杨云仔细看了看汤碗中的菜汤 用鼻子闻了闻 还轻轻地舔了一下 别声张 这汤中有问题 杨云看了看站在牢房门外的士兵 压低声音对赤木儿说道 张秀的计谋的确十分毒 但他却不知道 前世的杨云跟着爷爷 时常在山里辨识各种草药 对有毒物品的感觉特别灵敏 当赤木儿端起汤碗的那一瞬间 杨云发现汤中的颜色有些不对 立即想起了什么 连忙制止了正准备喝汤的赤木儿张秀 使用的毒药是慢性毒药 所以杨云的银坠子并没有检测出来 仔细辨识这些毒药之后 杨云的脸上立即变了颜色 这些家伙太歹毒了 虽然这些毒药具体有哪些成分组成 杨云还不是特别清楚 但却可以判断出 一旦服下这种毒药之后 几月之后 他和赤木将会十分痛苦地死去 看着这含有毒药的汤菜 杨云愤怒一会儿之后 又开始高兴起来 因为再给自己另一个计划提供了条件 在来这里之前 杨云已经做好了被关入大牢的准备 所以他早已准备了几种粤语方案 但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种方案得以实施 但却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 杨云转头看了看牢房外的士兵 见他们脸向着另一个方向 没有注意牢中的自己和赤木 见此情景 杨云悄悄地来到牢房的一角 将这一碗菜汤倒在那里 在赤木惊奇的目光中 杨云又像耍魔术一般 从一角取出了一个纸包 牢房外的两个士兵 在外面站了很久 想想这时候 牢中的两个人应该已经吃完了 就打开牢房的铁门 准备收走杨云和赤木留下的碗筷 但这时 他们惊奇地发现 刚才还好端端的杨云和赤木 现在居然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口中还不时吐出一些白色泡沫 这一下 将两个守门的士兵吓坏了 他们连忙跑出去 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外面的人 不一会儿 乌老七带着张秀 钟文涛和杨红 还有一个大夫便匆匆赶来了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杨云和赤木已经停止了抽搐 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那大夫先用手指按了按 杨云和赤木的脖子 又检查了一下鼻息 最后还翻了翻眼皮 然后转过身 一脸无奈地看着乌老七 将军 我们来晚了 人已经死了 大夫的话 让乌老七和张秀 瞬间呆住了 犹如进入了冰库之中 大夫皇子在自己院中死了 福皇的怒火 要怎么才能平息 你不是说 这要要几个月后才能发作吗 乌老七看着张秀 眼中的怒火 让谁都看得出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给我要的人是这么说的 也许是分量重了 张秀脸都下白了 完全没有了平日里 见什么事情 都风轻云淡的样子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四人一时都没有了主意 过了好半天 钟文涛将牙齿一咬 嘴里恨恨地说道 既然这样 我们就只有封锁消息 把牢中那几个女的放了 让所有人都知道 杨云已经把人就走了 早已经下山了 钟文涛的话 又一次让大家陷入了沉思之中 好吧 就这样办吧 希望这次能够蒙混过关 两久之后 乌老七无精打采地说道 一旁的张秀 也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乌老七的意见 而杨红则一言未发 因为他知道 已经失去了一切的自己 现在在众人们面前 已经没有了发言权 为了避免再生之劫 乌老七没有迟疑 招呼手下 将杨云和赤木抬出小院 准备送到后山 挖一个深坑埋掉 山路不好走 即使在大山里 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些士兵 抬着杨云和赤木 也累得气喘吁吁 特别是小山一般的赤木 让身子下的士兵 累得连腰都快止不起了 就这里吧 一名士兵看看身旁中兄弟 轻声说道 一旁的其他士兵听到这话 马上将两人放了下来 走了这么远 这些士兵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 一行人在山道上歇了一会儿 然后拿起铁锹锄头等工具 不一会儿 在山中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埋了吧 一名应该是领头的士兵 这时无精打采地说了一句 一旁的士兵连忙拿起手中的工具 抬走杨云和赤木 准备把他们扔进这坑中 但这时 一件让所有士兵 吓得魂飞魄散的事情发生了 那一个足足有两百多斤的大个子 这时突然醒了过来 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 诈尸了 一名土兵惊恐地喊道 赤木这时站了起来 转过头看看四周 此时他的眼神中有一些迷茫 自己明明在牢房里面 现在怎么跑到这山里来了 看见一旁挖得很深的坑 又看看手拿各种工具的士兵 赤木终于明白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你们几个兔崽子 还想把你家赤木爷爷给埋了 我看你们都不想活了 那我就送你们上路吧 说话的正是赤木 赤木说完这一句话 马上行动起来 对着身边的士兵 你一拳我一脚 打得他们狼狈不堪 只好抱着头连忙逃走了 不一会儿 杨云也从昏迷昏迷中醒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杨云的主意 当时杨云在离开封地的时候 就想到这次可能有牢狱之灾 提前就准备了好几种越狱的手段 杨云藏在一脚趾包中的药物 就是一种假死的药物 吃了这药之后的人 用不了多长时间 立即会陷入假死之中 不久之后的杨云和赤木 立即进入了假死状态 从外表看 摸不到心跳 感受不到呼吸 但是 他们只是进入了一个深度休眠状态 一旦体内的药力退去 他们便会醒来 退出假死状态 这些士兵哪能想通这些关节 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连忙向四面八方跑去 而一旁的赤木 这些日子来受了不少苦 所以对这里的人充满了怨恨 看见这些士兵要逃跑 他没有任何犹豫 连忙追了上去 巨大的拳头就向这些士兵砸去 赤木的力气足 速度又快 从小又学了不少功夫 所以此时的他 哪里是赤手空拳的赤木的对手 不多时 便将这些士兵打得东倒西歪 好半天都没有醒过来 见这一计谋 终于得以实施 杨云心中十分高兴 此时他知道 现在想回去就端木计月等人 那一定是凶多棘手 所以他一咬牙 便带着赤木向山下走去 反正已经知道位置 回去之后 再寻找机会过来救人 两人一边走 一边停 竞悬隐蔽的路线 一步一步地向山脚下行去 以为这一次 终于成功地逃出来了 可是杨云乐观得太早了 没有等到多久 他们便被再次抓住了 又一次被送入了这牢房之中 第233章 再次被抓 见所有人都被赤木打得倒在地下 没有了动静 杨云立即带着赤木 凭着记忆向下山的路奔去 杨云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对于这些倒在地上的士兵 他没有让赤木再次下手 彻底要了他们的命 可就是这样 为他们的逃跑行动留下了隐患 经过短暂的昏迷之后 这些倒在山中的士兵醒了过来 他们马上爬了起来 回到所住的小院之中 将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乌老七等人 听说杨云和赤木居然没死 乌老七等人又喜又气 喜的是终于不用背着杀害 大富士三皇子的罪名了 气的是居然被杨云和赤木蒙混过关 恼怒之下的乌老七 立即将那名大夫叫过来 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当场一剑将他刺死 快将刚刚放出去那几个女的 给我抓回来 另外将所有人都派出去 搜索杨云和他那名手下的踪迹 一定不能让他们逃下元宝山 乌老七愤怒地吼道 让他的那些手下们生怕出了眉头 大气都不敢出 纷纷开始行动起来 说起杨云和赤木也够倒霉的 凭着记忆中的道路往山下跑去 谁知这山路却异常复杂 不时出现一些差道小道 让他们遍布清方向 在山中转了很久 居然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地 他们迷了路 让追踪他们的乌老七手下的士兵 也丢失了追踪的对象 这些士兵顺着山道追了很远 眼看就快到七江城了 还没有看到杨云和赤木的踪迹 只好失望地回转元宝山 这些士兵满以为杨云和赤木 已经回到七江城 因为惧怕乌老七的责罚 所以在山道中徘徊 迟迟不敢回到乌老七所在的小院 没想到正好遇上 还在寻找出路的杨云和赤木 意外的情况 让这些士兵欣喜异常 他们连忙将杨云和赤木团团围住 想要将他们抓住回去请宫 这些士兵没有想到的是 眼前这两个人居然还十分难缠 特别是赤木 虽然是赤手空拳 但他的力量和速度都十分惊人 众士兵围着攻击了好半天 不仅没将杨云和赤木擒住 反而被伤到好几个人 而此时此刻 杨云也抓了一把抢来的大刀 靠着树干和这些士兵进行殊死搏斗 由于这些士兵并不想杀死杨云和赤木 只想将他俩活捉回山交令 所以一时之间 双方进入了僵持状态 杨云和赤木想要突围逃走 却被这些士兵团团围住 士兵想抓住他俩 一时又难以得手 这种状况 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住手 再不住手 我就要了他们的小命 这时得到消息的乌老契等人 终于赶来了 跟在一起 还有端木济月和他手下几个女兵 喊话的正是钟文涛 此时他手中正握着一柄长剑 将剑尖指向不远处的端木济月 不要管我们 你们自己逃下山去吧 自己居然成了对方要挟杨云的人质 这让向来很要强的端木济月异常难受 他使劲地大喊着 不要喊 再喊 我就先划破你的脸 钟文涛将剑尖一抖 狠狠地说道 女孩子注重自己的形象 听到钟文涛的威胁 端木济月只好停止叫喊 但是眼睛却狠狠地盯着钟文涛 这么多人围攻我们两个人 还要靠几个女子来威胁 乌大将军 你们可真有本事 杨云一边说着 一边丢掉了手中的大刀 折腾了一天 杨云和赤木又重新回到牢房之中 看着门口已增加人数的敌方士兵 杨云心中暗暗叫苦 看来想要成功逃出这里 还得另想办法 看来杨云这小子 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谋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早知道就别招惹他了 现在这家伙 杀也杀不得 放也放不得 真是麻烦死了 在院子中的一个大厅里 乌老七坐在上手的一张椅子中 有些沮丧地说道 是啊 我也知道杨云这家伙会一些医术 没想到这医术会好到这种境地 居然连我们准备的慢性毒药 他都能够识别出来 一旁的张秀接着说道 语气中也充满着无奈 到现在这种境地 人反正已经得罪了 我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他弄死 然后封锁消息 照目前的形势看 西京城的皇子们 很快就会有大动作 谁还有时间顾及这里的事情 等向王殿下夺得处位 到时我们便是功臣 谁还会追究这件事情 坐在一旁的钟文涛坚决地说道 这两人的优柔寡断 让他心中有些恼火 但是由于是在别人的地盘上 钟文涛只得将心中 这个怒火暗自压下 这样可能不好吧 听了钟文涛的话 乌老七有些犹豫地说道 乌将军 就算你现在把杨云放了 你已经得罪了他 到时他如果得势 肯定会追究这件事情的 你现在再犹豫不决的话 两边你都讨不了好 这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杨红 在一旁说道 将军 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现在这形势 已经不容得我们左右逢源了 只得彻底靠向一边 才行一旁的张秀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将面前的桌子拍了拍 狠狠地说道 那好吧 你们马上去做这件事情 尽量做得隐蔽一点 到时将动手的几个士兵全做掉 千万不能走漏消息 若是有人问起 就说他们已经逃走了 乌老七沉思好久 终于下定了决心 那几个女的怎么办 张秀在一旁问道 既然要动手 便将他们一并除掉吧 然后挖上一个深坑 全部埋掉 让所有人都捅一口径 说他们一起逃走了 多半是在山中迷了路 山中道路那么复杂 又有悬崖绝壁 还那么多的野兽 出现一些意外 也是正常的 乌老七也是一个狠人 既然下定了决心 便不再迟疑 杨云坐在牢房的干草上 看着旁边酣声如雷的赤木 他不由得暗自好笑 这家伙 处于如此境地 他居然还能够睡得着 不过也能理解 今日在大山里转了大半天 完了又和这些士兵大战了一场 想来赤木也是累坏了 而杨云自己 却一丝睡意也没有 因为他知道 这一次逃跑失败 很可能让对方再也没有了耐心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杀人灭口 杨云不怕死 但是如果在战场上 轰轰烈烈地战死 他一点遗憾也没有 可是像如今这样 卧囊囊地被别人害死 杨云觉得心中着实不敢 这一夜 杨云几乎没有合眼 一直坐在牢房中思考对策 可是到太阳 已经从东方冉冉升起 他还是没有想出有效的办法 到这时 杨云干脆不再想了 他倒在牢房的干草上 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小会儿 杨云的眼睛闭上不到多久 一阵嘈杂声便把他惊醒了 他睁眼一看 只见牢房外面来了一大群人 这一群人还带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有人手中还拿着绳索 这一群人带头的是杨红和钟文涛 他们看到杨云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好像杨云不是他们的敌人 而是相交多年的好朋友 钟文涛和杨红带着 一些士兵进入牢房之中 由于此时进入牢房的人太多 还没来得及有什么动作 便又倒下去了 知道赤沫很难缠 杨红变成他迷迷糊糊 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 手中一根木棒正敲在赤沫的后脑勺上 使得赤沫还没有明白 怎么回事就别被打晕了 看了这个阵仗 杨云知道 这些家伙已经下定决心 想要自己的命了 不甘束手就擒的他 虽然拼死搏斗 但是终于寡不敌众 被对方士兵牢牢地抓住 尊敬的吴王殿下 就让杨某来送你上路吧 杨红一脸得意的神情 朝杨云一步步走来 杨红身后的士兵 立即心领神会 他们端来一个巨大的水盆 水盆中还浸泡着一些后脂 杨红脸上露出残酷的笑容 将一张禁尸的纸蒙在杨云的口鼻上 接着又是两张 三张 四张 杨云虽然拼命地挣扎 但是十几名士兵将他死死地拉住 他哪里挣脱得掉 这些尸子捂在杨云的口鼻子上 使得他完全没法呼吸了 这时 杨云觉得自己的意识开始迷糊起来 心中唯有这样一个念头 上天给自己机会来到这一个世界 没想到就这样把命丢在这里了 咣当一声 牢房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了 紧接着进来好些人 他们几把将围住杨云的士兵推开 然后扯开了吴在杨云口鼻之上的尸子 终于又能够呼吸到空气了 杨云连忙贪婪地吸了几口 紧接着 他又急促地咳了起来 过了好半天 他才恢复了一点元气 但脸色却依然通红 你们是什么人 眼看仇人就要死在自己手上 杨红觉得十分不甘 他转过身去 却见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赶在幼将军的院子里撒野 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 兄弟们 把他们拿下 杨红后退几步 指着突然来的这一群人 对手下的士兵喊道 可奇怪的是 平日里都能服从命令的士兵 这时劝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始终不敢向前迈出步伐 第234章 死里逃生 杨红还在指挥手下士兵 准备抓住这突然到来的一群人 而一旁的钟文涛 却早已经发现 这事情的蹊跷 请问诸位究竟是什么人 到此来 到底有什么事情 我们正在处决犯人 有什么事情 能否等我们完事后再说 因为不知道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但能够使这些士兵 居然不敢上前抓人 这些人的身份一定不简单 所以 钟文涛说话的时候十分客气 你们是什么人 到了我元宝山 居然不认识前将军和左将军 你们真当这元宝山的一切 都由吴老七说了算 这时 人群中一个人突然说道 钟文涛和杨红 来到这元宝的山的时间并不长 虽然听说过七国的 前将军英雄和左将军沈飞 但却从来没有见到过 今日听说 来的是这两个人 钟文涛心中暗暗叫苦 看来今日这事 没法有个完满的结局了 小人等来这元宝山时日不久 不时的前将军和左将军 这里特向两位将军陪礼 请两位将军先到大厅就做品茶 我等处理完犯人 再来拜见两位将军 虽然知道此事多半不成了 但钟文涛抱着侥幸的心理 向这一群人 躬身行了一礼 然后说道 大胆 你们在这元宝山上 谋害大夫的皇子 想将我七国置于大夫的冰封之下 真是居心叵测 这时 人群中一个个子不高 但看得出 却十分干练的汉子说道 沈飞 我吴老七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得上你 指手画脚了 这明明是一个 应该执行死刑的犯人 哪里是什么大夫皇子 你少给我血口喷人 这时 又一群人走进牢房 领头的正是七国右将军 吴老七 听了吴老七的话 杨红和钟文涛才知道 答话的这汉子 正是七国的左将军沈飞 那一直走在沈飞前面 个子比较高的这个人 一定就是七国的 前将军英雄了 吴老七本来正在屋中等候消息 就听说前将军英雄 和左将军沈飞 来到自己院子里 没有到自己这里来 却直接去了牢房 心里知道 这是有了麻烦 他立即匆匆赶了过来 一到门口 吴老七正好听到沈飞的话 他便直接走了进来 是与不是 等本将军把人带回去 详细调查一番 那不就能够查个水落石出了 这时 那有前将军称号的英雄 突然说道 英雄的一番话 让吴老七愣住了 如果真的被英雄将人带走 自己谋害大夫皇子的罪名落实 那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 把人留在我们这里 他们没有证据 我们才有蒙混过关的可能 这时 一直跟在吴老七后面的张秀 扶在吴老七的耳边轻轻说道 听了张秀的话 吴老七深觉有理 于是他将脸一沉 转过身去 对英雄和沈飞道 我们四步兵马 分别护卫元宝山的四角 你们两位突然来到我的小院 想要带走我的犯人 也太不把我吴老七看在眼里了吧 这么说 你是不愿意放人了 前将军英雄 本来不想管这件事情 但是沈飞找到他 还给了他许多财物 他终于答应帮忙 现在见着吴老七 居然不给自己的面子 顿时觉得脸上挂不住 说话的语气有些冷 吴老七其实也不愿意得罪 实力比自己强的英雄 但这件事情的确十分严重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挺着 如果我今天一定要将人带走 吴老七 你会不会让你的人杀了我 英雄作为这元宝山的二号人物 除了郑国侯米辉外 其他人他都没看来眼里 他心中十分生气 但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 若是其他事情 我一定会给尹将军面子 这时还请尹将军谅解一下 也请尹将军别听小人挑唆 坏了我们的兄弟情谊 吴老七一向和沈飞不和 说这话使眼睛瞟了一旁沈飞一眼 吴老弟放心 这事情只需走个过场 只要证明 这不是大夫的十三皇子 我立即把人给你送回来 本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 没想到吴老七 竟然这么强硬地拒绝了 英雄有些后悔答应此事 但一向爱面子的他 不想就这样回去 于是他有些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双方都不愿意让步 这是一下将在这里了 两方的士兵看着自己的将军 想等他们下命令 可是如果强行动手的话 双方便没有了缓和的余地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牢房的门又被推开了 从门外又走进几个人 看到这几个人 英雄和沈飞松了一口气 看来现在不用自己出头了 而吴老七的脸色却突然变了 看来今日这是无法善了 他脑子在飞快地运转着 想找出一个合理的应对方案 来的这几个人 正是郑国侯米辉手下的几个亲卫 他们的到来 代表米辉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并且要亲自过问这事 吴将军 侯也要亲自见大夫的这位十三皇子 一名亲卫拱手向吴老七说道 这亲卫说得比较客气 但是行动却没有丝毫迟疑 他们先用水将地上的赤木交醒 又直接让人带着阳云和赤木 便向牢房外走去 吴老七看了看这几名亲卫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下 在心中长叹一声 请你们禀告郑国侯大人 在下也是才知道这阳云的身份 正准备送他去见郑国侯大人 哪想到他们来横插一杠 你们来得正好 那就麻烦各位将军 将人带去见大人 见人已经走到牢房门口 吴老七才反应过来 然后大声说道 郑国侯米辉手下的这群亲卫 不仅带走了杨云和赤木 连端木纪月和他手下的几名女兵 一并带走了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杨云暗暗松了一口气 让姚霞暗中做的事情 终于有了结果 虽然不知道 这一次到了米辉那里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想想 应该比这里好多了吧 至少应该没有姓名之忧 在上元宝山之前 杨云也曾让人送上拜帖和礼物 想要拜见这位七国的三号人物 可是他们的要求 却没得到允许 连送去的礼物 也被退了回来 无奈之下 杨云只好采取了第二种方案 让姚霞去联系左将军沈飞 通过沈飞去收买 最为爱才的前将军英雄 英雄虽然和沈飞 同为元宝山的四大将军 但他是郑国侯米辉的嫡系 手下兵马 也是四大将军中最多的 所以在米辉面前发言权 要强得多 刚才发生的事情 转着太大了 让杨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满以为今天会把命丢在这里了 这个关键时刻 沈飞和影雄来 制止了他们的行动 而杨云本来以为 有元宝山四大将军之二的影雄 和沈飞亲自到来 应该就得了自己的性命 没想到 乌老七却不给两人面子 双方陷入僵持之中 更没想到的是 到最后就自己性命的 却是那位自己想见 而不得见的神秘的镇国侯米辉 元宝山最中心 有一大片房子 就像一个巨大的村落 与其他村落不同的是 这村落的四周 都围着条石马城的高墙 这高墙高度至少有五米 墙体又厚又硬 一手南弓 把这村落护得像一个堡垒一般 这一个村落 便是元宝山的土皇帝 七国的第三号人物 米辉驻扎的地方 杨云等人 跟随一帮卫兵 来到这村落之后 被安置在一个独栋的小院中 这小院里东西应有尽有 还有仆一为他们服务 和乌老七那小院中的待遇 好上了无数被杨云等人 在这小院中一待就是三天 日子过得倒是不错 但门口的卫兵 却不允许他们走出小院一步 让杨云感到十分奇怪的是 这三日在这里好吃好喝伺候着 米辉却迟迟迟不肯露面 你们把我们留在这里 是怎么回事 我要见郑国侯大人 杨云已经连续几次 向门外的卫兵表达自己的想法 可是每一次卫兵都表示 要转达杨云的要求 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几天 这米辉依然没有露面 在这个山中堡垒的正中心 有一栋装修特别华丽的房子 此时此刻 这房中有一个上身赤裸的又矮又胖 样子也长得很对不起观众 还是一个年余半百的小老头 此时这小老头正舒服地 躺在巨大浴盆之中 一个长得美妙绝伦的红衣女子 此刻正用自己的牵牵细手 轻轻地给这小老头进行按摩 旁边还有一大群侍女 有的手里拿着毛巾 有的手里捧着花瓣 还有的正抱着茶壶 或端着各式水果 恭敬地站在一旁 在这房子的外面 还站着一群卫兵 这些卫兵一个个精神抖擞 站得端端正正 连目光也不敢歇视 这些卫兵和侍女们 之所以随时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就是因为屋中的那个又矮又丑的小老头 因为这个小老头 就是元宝山的主人 七国的镇国侯米辉 叔父 宝贝的技术越来越高明了 米辉一边说着 一边手一伸 将这红衣女子拉入浴盆之中 水花立即溅到盆外 慌得一旁的侍女仆役 马上行动起来 爬在地上 将地上的水弄得干干净净 侯爷 那大夫的皇子都来这里三天了 侯爷为什么既不见他 又不放他走 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要糟蹋我们山上好多上好的食物 见米辉的心情还不错 那红衣女子 因为在米怀中似乎很随意地说道 第235章 大人物们的算盘 那红衣女子说完这话之后 将头埋在米辉的怀里 心里却忐忑不安 因为米辉的脾气特别怪 手段又十分残忍 此刻她特别担心 米辉翻脸不认人 看在你们给我送了那么多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胭脂水粉 还有那些上好的丝绸 我就帮一下你们 但我只能帮到这种地步了 成语不成我也不管了 那红衣女子嘴上虽然没有说话 但心里却这样想到 宝贝 你不知道 这大夫皇子可是烫手山芋啊 如果把她放了 别人还以为我怕了这些大夫人 如果将她杀了 她拍拍红衣女子的被轻轻地说道 可是把她们老是留在我们元宝山 也不是办法呀 想想我们山中还有这一群外人 心里就觉得不舒服 红衣女子娇声说道 老子也不想这一群人待在这里 可是现在不是一时没有好办法吗 米辉有些郁闷地说道 不如将他们交给手下的某位将军 比如前将军和左将军 到时他们如果处理得好 功劳全是侯爷您的 如果他们处理得不好 罪则就让他们去背吧 见米辉没有发火的迹象 红衣女子决定 看在那一堆好东西的份上 再帮杨云一把 你这是什么主意 如果这几个家伙处理得不好 我元宝山怎么也会有责任的 这些年我们三方势力 没有什么大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出了什么纰漏 他两个一定不会放过 落井下石的机会的 米辉将头靠在红衣女子的身上 懒洋洋地说道 但转瞬之间 这米辉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一把将红衣女子抱住 高兴地说道 宝贝真是我的福音 经你这样一说 我倒是想到一个主意 既不用承担责任 也不用再握着这趟守山域 困扰自己几天的问题 终于找到解决的方案 米辉立即心中大喜 抱着红衣女子亲吻起来 手还朝她怀中伸去 使得红衣女子娇笑连连 慌得一旁的侍女和仆役 连忙转过身去 等待了好几天 杨云终于见到郑国侯米辉 这个奇貌不扬的小老头 居然能够成为元宝山的主人 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杨云提醒自己打起精神 认真应付这位镇国侯 乌王殿下 实在对不起 米某本来早已该过来拜见 但突然有间要事 下山了一趟 乃至今日才有时间 来见乌王殿下 米辉让人送来香茶 笑眯眯地向杨云拱手说道 侯爷客气了 在下也想早点见到侯爷 一是想感谢侯爷助我脱困之恩 二是感谢侯爷几日来的热情款待 杨云也微笑着说道 乌王殿下客气了 这山野之地 只要殿下住的习惯 米某就放心了 米辉又道 杨某和属下在这叼扰多日 给侯爷带来了不少麻烦 不知侯爷打算怎样安置我们 如果没有其他安排的话 我就带着属下下山回封地 去了杨云喝了一口茶缓地说道 实不相瞒 米某得知 殿下被乌老妻那家伙 带到元宝山 第一时间就想着 将殿下救出来送回去 却没想到 突遇要是耽搁了这么久 现在镇南大将军已知道 殿下在我元宝山做客 想要亲自见见殿下 不知殿下可愿赏光 镇南大将军要见杨某 那真是求之不得 镇南大将军镇守 靠近我大幅的难关 与我的封地近在咫尺 早就想见见这一位 威名远波的大将军 今日有机会得见 真是三生有幸 杨云向米辉一拱手 高兴地说道 杨云和李辉见面的时间并不长 只有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 杨云走了之后 米辉仍然坐在原地 陷入了沉思之中 旁边几位幕僚 知米辉显然在思考什么重要问题 非常默契地全部安静下来 这十三皇子不简单 原来只听说 他的封地发展不错 现在在我元宝山 坐了这么多天的大牢 连命都差点丢在这里 见到我还如此风轻云淡 米辉轻轻敲了敲桌子说道 是啊 这位大夫皇子这么年轻 处世居然这么老道 的确是一个人物 说话的是 坐在米辉旁边的一个幕僚 对 这样的人只以为有不一为敌 你们去安排一下 将他手下的那些女兵放了 也算表达一下我们 对他的善意 米辉接着说道 是 属下马上就安排这事 听到米辉的话之后 一名轻卫马上说道 吴老七这家伙 现在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居然敢背着我 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本侯既然敢在他 最落魄的时候收留他 也可以在他最得意的时候 打他个永世不得翻身 米辉的头靠在椅子上 这话好像是在对众手下说 又好像在自言自语 米辉的手下办事效率 还是挺快的 不久之后 杨云所住的小院 就来了几名轻卫 说是要送端木继月 和手下的女兵下山 可是端木继月 听说杨云还不能下山 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 杨云拗不过他 只得让这些轻卫 将这些女兵 送到姚霞等人所住的客栈 把杨云送到 镇南大将军乔顺那里 是米辉听了 那红衣女子的建议后 产生的想法 既然这位大福的十三皇子 抓也不是 放也不是 那干脆把他交给 镇守南方关口 专门负责和大福 打交道的乔顺来处理 到时出了任何事情 都和自己没有关系 乔顺听说杨云居然到了七国 觉得十分奇怪 当听到米辉说 要将杨云送到 自己这里来的时候 他不仅没有反对 还派出了许多手下 专门抬着小叫 将杨云请回七江城 但是杨云虽然回到七江城 却没有回到 自己所住的客栈 而是直接送到 城中的镇南大将军府上 让杨云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来到 镇南大将军府上的时候 乔顺已经在门口 迎接了乔顺年约五六十岁 头发已经花白了 但是走路却精神抖擞 被总是打得直直的 目光也炯炯有神 看来乔顺是 楚国救军人的传言没有错 只有长期在军中的人 才会养成这些习惯 小老乔顺 见过大夫吴王殿下 乔顺笑眯眯地拱手说道 这让杨云觉得十分奇怪 这七国的第一十全人物 居然会对自己 这样一个大夫闲散皇子 如此恭敬 见过镇南大将军 不知镇南大将军将在下叫来 究竟有何要事 见乔顺如此恭敬 杨云也不敢答应 立即拱手说道 事倒没有什么要事 只是听说乌王殿下 在我七国做客 贵客来了 作为主人的我 当然得请乌王殿下过来 敬敬地主之仪啊 乔顺笑着说道 哦 做客 听镇南大将军的话中的意思 杨某现在是自由之身 是客人 而不是囚犯了吗 听了乔顺的话 杨云说道 当然了 殿下来七国 就是我七国的客人 您当然来去自由 至于前几日里 对乌王殿下不敬的人 乔某已经委托 和郑国侯进行处理了 乔顺又笑着说道 那将军 杨某有个不情之情 如果您要说的 是不是特别重要的话 杨某想先回忆一下 我所住的客栈 这些日子以来 以属下们没有联系 实在有些担心 他们是否在贵国惹下麻烦 杨云又向乔顺说道 哈哈哈哈 听了杨云的话 乔顺立即大笑起来 乔顺的笑声 让杨云觉得十分奇怪 他转过身来 用疑惑的眼神 看着眼前这个老人 吴王殿下是我七国的贵客 让下面的人 将吴王殿下 及所有的属下 都请到我将军府来了 乔顺的话音刚落 将军府中突然传来一阵声响 一群人从府中走了出来 正是姚霞和他手下所有的侍卫 就连刚刚被放出的那些女兵 也在人群之中 殿下 所有人看见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杨云 立即激动地喊道 杨云心中也十分开激动 他知道自己这一次 能够顺利地离开元宝山 完全是姚霞和这一帮侍卫努力的功劳 想到这里 杨云轻轻地走过去 给了姚霞一个拥抱 又朝众侍卫一拱手道 这些日子来 辛苦众位兄弟了 杨云在这里申表感谢 一旁的乔顺没有说话 他手下的人 当然也没有其他什么动作 大家静静地看着杨云做完这一切 此时此刻 乔顺的心中却心潮起伏 这杨云身为高高在上的皇子 居然能够如此礼贤下事 看来这位十三皇子 非耻忠之余 乔顺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自己想要实施的计划 便落在这位吴王身上了 心中虽然有很多想法 但乔顺脸上 却没有表露出任何变化 殿下 我已经让人将府中 一栋空置的院子打扫干净 就请吴王殿下和贵属下 暂时住在那里吧 一因物资 我会让下人马上送到 乔顺满脸笑容 亲自带着杨云往府中走去 来到所住的小院之后 乔顺没有再说什么 这是安排下人 准备各种物资 并且专门调派了 许多丫鬟仆仆役 来到杨云所住的小院 听后杨云和属下的差遣 夜里 杨云躺在木榻之上 久久不能入睡 有件事情 他百思不得其解 这乔顺作为七国第一实权人物 怎么会对待自己如此友善 第236章 镇南大将军 杨云不知道的是 此时此刻 离他的距离并不遥远的 镇南大将军乔顺 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元帅 我已经找到合适的合作对象 李卫宁报仇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睡不着觉 乔顺干脆披衣站起来 向着远方的天空 向着天空喃喃地说道 到天快亮的时候 杨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刚睡不久天就亮了 已经习惯早起的杨云 此时已经没有了睡意 爬起来像平常一样 拿起肠剑在院子中练了起来 来这个世界多年 杨云已经从一个凝弱的少年 变成了一个身体结实的青年 功夫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寻常的士兵三五个人 都已不是他的对手 虽然比不上自己的五哥圣王阳明 但他的实力 已经能够和一般的将军抗衡了 练功完毕之后 杨云正打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吃一点点心 这时姚霞来到杨云的跟前 递给杨云一份请柬 杨云打开请柬看了看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然后把请柬递给了面前的姚霞 镇南大将军邀请您参加午宴 这恐怕还有什么目的吧 姚霞看完请柬笑着说道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谜团 也许在这五宴之上 就可以解开了 杨云指着这张请柬 若有所思地说道 快到五十的时候 乔顺派来了一顶小叫 接杨云去参加五宴 五宴的位置 就在镇南大将军府上 所以杨云也用不着带侍卫 只让姚霞和赤木跟在一起 参与五宴的人并不多 除杨云三人之外 乔顺也只带个五六个属下参加 能够来参加这次五宴的 现在都应该是乔顺最得力的手下 所以杨云也悄悄叮嘱姚霞和赤木 努力和他们搞好关系 这些常在军中的人 宴桌上是少不了酒的 特别是杨云专门让姚霞 带来的猎包不酿造的高度酒 让大家喝得直呼过瘾 不一会儿 好些人就喝得面红耳赤了 几杯酒下肚 众人就变得熟络多了 所以话也开始多了起来 乔顺是一个直信子 趁着酒意 他就将自己带打算告诉了杨云 什么 大将军要想和我们结盟 乔顺的话出乎了杨云的预料 没有想到居然是这个目的 明确一点说 乔某是想跟吴王殿下结盟 而非和大夫结盟 我们守望相助 甚至还可以全力支持吴王殿王 夺取大夫皇位乔顺坚定地说道 凭我这点实力 就算我想去争皇位 也只能是笑话而已 大将军为什么不将合作对象 定为我五哥阳明 二哥阳县 再不及我三哥藤王阳光 九哥七王阳永 哪怕是比我晚凤王的十二哥阳炎 也比我强啊 杨云笑着说道 你五哥阳明 我和众兄弟 混到这七国来苟延残喘 阳明不是罪魁祸首 但也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我们就算去死 也不愿意依靠他的 至于其他几位 一个个都是眼高于顶的人物 都不是合适的合作对象 我乔顺历来相信自己的眼光 吴王殿下未来 即便不能为帝 也应该是全清朝野的人物 乔顺又道 那如果我们双方合作 你希望杨某给你们什么帮助呢 能够得到乔顺的相助 当然是件好事 但杨云也得考虑 自己能否付得起代价 希望有朝一日 吴王殿下能够带着我们挥兵西境 夺了赵元让那奸贼的江山 听到杨云问起 看着很儒雅的乔顺 突然将桌子一拍 狠狠地说道 听说诸位都是楚国的旧军人 怎么会如此痛恨楚王赵元让 杨云有些奇怪地问道 在乔顺和他几名手下 你一句我一句的交谈中 杨云终于把此事的来龙去脉 搞得清清楚楚 原来 正如外界传言 乔顺和他的手下 的确是楚国的旧军人 十多年前 乔顺等人是楚国兵马大元帅龙哥的属下 跟着龙哥连年征战 立下了霍霍战功 可是 十多年前 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败仗的龙哥 遭遇了军旅生涯的最大滑铁卢 他居然被大副五皇子 一次长途奔袭 被生情活捉了 领军的兵马大元帅都被活捉了 几十万楚国兵马没有了统帅 瞬间兵败如山倒 损失了许多人手 幸得当时的皇帝赵元让挺身而出 得到楚王赵元起给予的兵权 一番运筹帷幄 终于稳定了形势 但也让楚国以后几年来 没有向大幅进攻的实力 使得双方处于短暂的相持状态 所有人知道的都是表面现象 实际情况是 龙元帅已经估计到 杨明会有这一次的突袭行动 已经让我等张开了口袋 而龙元帅以自己为耳 要歼灭杨明手下的精锐部队 并且活捉统兵将领杨明 这个本来万无一失的计划 没想到却被自己人从中搞了破坏 说到这里 乔顺手下一名将军开始激动起来 他将桌子一拍 眼睛红红地说道 在乔顺的众手下交代下 杨明终于明白事情经过 当日里 这个搞破坏的自己人 正是现在的楚王赵元让 赵元让故意让人将龙哥的安排 告诉了杨明 又从自己布防的区域 故意打开了一个口子 让杨明成功抓住了龙哥 并且又从这个口子上 逃了出去当年这件事情 真相居然是这样 让杨明深深为龙哥感到不值 但化名为郭龙的龙哥 跟随自己这么多年 居然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龙哥大元帅被抓住之后 我们都异常愤怒 想找赵元让讨个说法 可已经得到兵权的赵元让 根本理都不理我们 无奈之下 我们只得尚书朝廷 将此事真想告诉陛下 可是我们的奏折 犹如泥牛入海 却始终没有音信 乔顺端起面前的酒杯 一饮而尽 又接着说道 再后来 我们这些忠誉龙哥大元帅的人 就开始被清理 有的被降职 有的被下狱 还有的甚至被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直接杀了头 愤怒之下 我便带着手下兄弟 离开了军营 来到这七江大峡谷 乔顺等人到这七国 居然还有如此曲折的经历 让杨云不由为他们的忠义赞叹不已 因为不清楚 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真实的 所以杨云决定 暂时不把郭龙 龙哥在自己封地的消息 告诉乔顺等人 听说龙哥大元帅 后来被楚国用一座城池 和几千大夫俘虏换了回去 你们没有派人去找过他吗 杨云向乔顺等人问道 怎么没有 我们派出了大量的人手 到了楚阳城打探消息 听说龙元帅一回来 就被关进了大楼 我们费尽心机 连被关在哪里都不知道 再后来 又听说龙元帅被放了出来 但所有人都没有见到过他 一名乔顺手下的将领说道 一定是这帮龟孙子 谋害了龙元帅 故意找出这些借口的 另一名将领将桌子一拍 愤愤地说道 是啊 元帅这么大一个人 怎么会突然就销声匿迹了 显然他是被某些人给暗害了 暗害他的人 我们想也想得到 所以我们这些兄弟 现在活着的目的 就是要给元帅报仇 乔顺眼眶里含着热泪 动情地说道 乔大将军也不用太伤感 也许龙哥大元帅目前还健在 只是不想再被打扰 以另一种方式 继续生活下去了呢 见乔顺等人十分伤感 但事情未经证实 他又不能贸然告诉乔顺等人真相 只能委婉地劝说道 这么多年 我们派出许多人手 四处去找寻龙元帅的踪迹 却始终没有结果 不管怎么样 害我们和龙元帅成了这个样子的罪魁祸首 就是楚王赵元让 就算我兄弟们全都获上性命 也要和这卑鄙小人斗争到底 乔顺又说道 楚王赵元让是你们的敌人 也是我和大夫所有百姓的敌人 这件事情 我可以向你们承诺 一旦有这个机会 我一尽最大的努力 为你们 也是为我自我们自己除掉赵元 让这个家伙 杨云坚决地说道 那好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我们一起干一碗 乔顺说完这句 招呼在场所有的人 一起将酒碗中的酒意饮而尽 代表双方同盟地达成 这一趟七国之行 不仅成功地 就出了端木季月等人 而且还结了一个盟友 让杨云十分开心 可以看得出 这乔顺是一个十分重义重性的人 和这样的人成为盟友 是十分可靠的 这一次 钟文涛来到自己封地所做的一切 给了杨云很深的危机感 看来自己就算远远地躲在封地 西京城里的那些人 都还没有忘记自己 所以 自己只有不断强大自己的实力 才能具备保护自己 和亲朋好友的能力 乔顺手下这些汉子 都是十分耿直的人 和姚霞和赤木等很谈得来 所以 酒也喝得特别开心 一杯接着一杯的干 到最后 几乎所有的人都喝醉了 接下来的几天 杨云和赤木等人 一直待在乔顺的镇南大将军府上 经过和乔顺多次交流之后 杨云发现 这乔顺治军还有一套 乔顺身知师出以虑 为将之道 和军叙事 教诫为先 知荣民辱这些治军原则 在镇南大将军府上看到的 所有士兵都精神抖擞 军纪严明 就是发自肺腑的 对乔顺的忠诚 这样的军事管理人才 正是自己封地需要的 虽然觉得可能性不大 杨云的心中 仍然暗暗升起了 对乔顺的招揽之心 第237章 峡谷御敌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杨云给还在封地的郭龙 写了一封信 告诉了他乔顺等人 在七国的消息 向他证实一下 乔顺等人所言是否属实 因为这件事情太过重要 杨云便让姚霞亲自跑一趟 一定要把信交到郭龙手上 再将郭龙的建议带回来 郭龙收到信 再寄回回信的话 还要很多天 所以杨云也没有着急 来到这七国 已经好多天了 还没有好好地在这里走一走 近日难得有了一些空闲 杨云便带上赤墨 和端木继月等人 一起出去走一走 七江城作为七国 唯一一个城池 实际上只有大幅 一个普通县城那么大 里面的繁华程度 也远远比不上大幅的城市 所以杨云等人 便一路走出七江城 顺着七江 沿大峡谷向北而行 峡谷中的美景 可比城中漂亮多了 此时正值夏末秋初 一路上各种树木 郁郁葱葱 树上的叶子 也有不同的颜色 红的 黄的 绿的 搭配的相得一张 有时山中会出现瀑布 瀑水从高峰之上飞流直下 好似万丈景段从天而降 七江中的水也逼波荡漾 和青山绿水相互照应 美不胜收 一群人被这美景深深地陶醉了 特别是端木继月 本来在出门的时候 情绪并不很高 但看到这无边的美景 他立即变得开心起来 银铃般的笑声 不断在山谷中响起 景色十分漂亮 所有的人游信很浓 不知不觉中 众人已经深入山谷中 很长的距离了 看看这时 天色已经有些晚了 此时若不返回 有可能天黑前 就无法赶回七岗城 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 值得依依不舍地往回行去 驾驾驾 这这时有马匹声 突然从身后传来 杨云等人转头一看 之间后面一名骑士 正着骑着马向前狂奔 像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由于这名骑士 脸上带着一块面巾 杨云等人无法看清这人的模样 但看这人匆匆赶路的样子 应该有什么急事 于是 杨云便让众人站在路的一侧 等这名骑士先行通过 这名骑士的骑士很高明 胯下的战马也是良居 所以很快来到众人跟前 转眼间就要通过众人身边 众人都以为这名骑士 很快要从身边通过 万万没有想到 他在靠近端木积月的时候 突然身子一斜 靠在马匹的一侧 一伸手抓起端木积月腰间的玉佩 然后一个翻身上了马 继续飞快地向前奔去 这个的骑士特别高明 动作又一气呵成 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奔出树杖之外了 这小贼 竟敢抢本姑娘的东西 抓住了你 一定会让你好看 端木积月 哪里是肯吃这种亏的人 他马上夺过身旁一名侍卫的战马 飞快地向前追去 赤木尔向来对自己的速度十分自信 现在见有人 居然敢当着自己的面抢东西 他一点都不恼 反而十分开心 撒开大长腿就往前追去 他要先看看是对方的两马跑得快 还是自己的大长腿更厉害 见赤木尔和端木积月 都前去追击这名骑士 杨云担心他二人出现什么意外 便又点了几名侍卫 骑着马跟了上去 这么多人去追一名盗贼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杨云便带着剩下的侍卫 在道旁的空地上休息 等候赤木尔等人胜利归来 赤木尔和端木积月等人离开不久 山路的另一边又传了马蹄声 紧接着又一群骑马的蒙面人 出现在众人面前 见这一群蒙面人 和刚才那人装扮一样 杨云心之不妙 连忙让手下中侍卫做好准备 以防对方的突然袭击 事实证明 杨云的估计是正确的 这群蒙面人出现之后 没有做任何停留 手持兵器便向杨云等人急奔而来 杨云这边 侍卫们早有准备 见蒙面人围了过来 他们将杨云护在最中间 手持刀剑和冲来的蒙面人站在一起 这一次来到七国境内 杨云带来的侍卫并不多 留了一部分在七江城中 刚才追击那名蒙面人 又走了一部分 最关键是 他们中战力最强的赤木 现在也不在杨云身边 在这种情况下 杨云和众侍卫 立即被蒙面人团团围住 这帮蒙面人也不是范范之辈 他们不仅功夫高绝 战术能力还十分强 他们派出几名功夫最高的人 强行把侍卫们围成的圈子 打开了一个缺口 把侍卫们分隔开来 使得这时候 还在杨云身边的侍卫 只有两三个了 他们被十数名蒙面人团团围住 事情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杨云连忙抽出腰间的长剑 向一名蒙面人杀去 见杨云向自己奔来 那名蒙面人 不仅没有慌惯的神情 脸上反而露出欢喜的神情 因为他们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杨云 若自己来拿下杨云 此次行动的投工就是自己的 想到这里 这名蒙面人立即抖擞精神 手中大刀 直接朝杨云胸前刺去 但这蒙面人 低估了杨云的实力 杨云只是身子稍稍一侧 让过了攻来的大刀 手中长剑顺手一撩 直接攻向蒙面人肋下 这一剑弓的极其突然 完全出乎蒙面人的预料 他连连后退几步 才退出杨云的攻击范围 等这蒙面人稳住步伐 准备再一次进攻的时候 杨云已经被其他几个蒙面人 团团围住 见这些蒙面人围在自己周围 杨云心中暗暗叫苦 看来这一次大意了 居然中了对方调虎离山之计 未经之计 只有尽量与蒙面人周旋 等待听的动静的赤沫等人回来 围在杨云身边的蒙面人 有五六个 各种各样的兵器 不停地向杨云发起攻击 没有其他办法 他只有抖擞精神 高阶低档 应付对方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此时此刻 杨云仿佛回到扶风城城墙之上 面对众多的敌人 自己只能苦苦死守 这样可不是办法 必须得突破重围 想法冲出去才行 这时 或者用自己的长剑格挡 但让这名蒙面人没有想到的是 杨云居然没有躲避这一剑 只将身子微微左侧 蒙面人的长剑化划伤杨云的左肩 而此时的蒙面人 由于进攻时身子前倾 杨云拼着自己受伤 就是想等待这一个机会 他手中长剑飞快地挥起 直接滑破了对方的喉咙 看着这名蒙面人重剑倒地 杨云心中大喜 因为这时候 几名蒙面人的包围圈 出现了一个缺口 早有准备的杨云 趁其他蒙面人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 以最快的速度 跳出包围圈 准备和其他侍卫会合 谁知他刚往前行了两步 却不得不停止自己的脚步 因为又一名手持常剑的蒙面人 出现在自己面前 向自己发起了凌厉的攻势 新加入的这蒙面人 应该是这群蒙面人中领头的一位 他的剑术十分高明 攻向杨云的这一件动作迅猛 且直接把杨云闪避的空间堵死 死得杨云只有后退两步 刚才化解了他的攻势 可就在这一瞬间 后方的几名蒙面人又跟了上来 使得杨云又陷入包围圈之中 有了新来的 这名蒙面人的加入 杨云的压力立即大增 他完全陷入了疲于防守的状态 已经没有其他办法 杨云只能咬紧牙关苦苦支撑 他想像上一次一样 杀伤一两名蒙面人 趁机突出重围 可是这时候 这些蒙面人早有准备 他们每一次攻击都留有余地 使得杨云仅有的几次反击机会 全部落空 这时候 一旁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应该是有人受伤或者死去 蒙面人人数占优 出现伤亡的很可能性 应该是自己手下侍卫 杨云心中闪过这一念头 手上的动作就慢了一点 持剑的右手 突然被什么东西敲在手背上 是他再也握不住手中的长剑 杨云刚想将手一伸 捞住下落的长剑 后脑却被人狠击了一下 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赤墨和端木积月等人 紧紧追赶抢夺端木积月玉佩的蒙面人 见蒙面人顺着前方一个山道转了过去 等他们追过去的时候 却只见那人索期的战马 人已经不知去向了 这小贼 一定就藏在这附近 我们仔细搜一搜 敢抢本姑娘的东西 待会儿就让你尝尝本姑娘的厉害 端木积月一边说着 一边带着众人在附近搜查起来 这时候 后方山道上突然传来了打斗的声音 使得端木积月吓了一大跳 端木积月平日里虽然大大咧咧 但是也算冰雪聪明 他立即知道中了对方的计策 大木头 糟了 你家殿下有危险 想通这一关节 端木积月连忙向赤木喊道 你的速度最快 你先赶回去 我们马上追过来 见赤木还在发呆 端木积月急地推了他一下 大声说道 赤木这一下才反应过来 听说杨云有危险 他连忙甩开着大长腿 飞一般地往回奔去 说起来 端木积月的反应也算灵敏 赤木的动作也特别快 他不多时便跑到杨云等人刚才停留的地方 当赤木气喘于余地跑到出世地点的时候 他不由得惊呆了 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 只有互相搀扶着垂头丧气的侍卫 却没有看到杨云的影子 与此同时 这时候地面上一片凌乱 还有散落的兵器和树滩血迹 这一切都说明 这里显然经过了一场惨烈的打斗 第238章 杨云失踪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殿下到哪里去了 赤木着急地吼道 报告赤木将军 殿下被一群蒙面人劫走了 一名侍卫垂头丧气地说道 什么 你们怎么不去追 为什么还站在这里 一向对大家比较客气的赤木 暴跳如雷地咆哮着 他们人数多都骑着马 还把我们的马匹都带走了 我们追也追不上他们 只好在这里等待你们回来 这名侍卫哭丧着脸说道 丢失了殿下 这责任可是太大了 这时端木积月也带着几名侍卫回来了 见了这情况也是急坏了 但是他知道 如果现在自己慌了手脚 只靠赤木 肯定是没法拿出什么好主意的端木积月 木头你的动作最快 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七江城 向镇南大将军报告 几名刚赶回来的侍卫兄弟 你们有马 沿着这条路追上去 看看能不能追上他们 记住沿途留下记号 在这种时候 端木积月的办法显然是最合适的 众人都没有任何意见 纷纷按照端木积月的安排 以最快的速度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而端木积月则带着剩下的侍卫 顺着对方蒙面人逃走的方向 一路仔细搜索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中镇南大将军乔顺正在府中 和手下几名文武官员谈一些事情 突然得到杨云被人劫走的消息 他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你们说一说 究竟是什么人劫走了吴王 看来本大将军 现在对有些人太过客气 长了他们的胆量 乔顺把桌子敲得咚咚 只想大声说道 大将军不要着急 吴王殿下来到这里不久 应该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事 他也没有怎么得罪人 前段时间 元宝山那里 不是有人在抓这位殿下吗 所以我估计是这帮人 抓走了吴王殿下 手下一名官员想了想 站起来说道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米辉这家伙不知道怎么想的 办事拖拖拉拉 这次吴王殿下要是出了事 福国怪罪下来 本将军就把他交出去 用他的人头来熄灭福国的怒火 于顺恨恨地说道 虽然此时天已经黑了 于顺却不敢怠慢 他立即亲自带着一部分士兵 连夜赶上元宝山 要是杨云真的死在了七国 七国这么多年的安宁 就将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 于顺调动了自己手下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沿着七江大峡谷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要求手下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找到并救出阳云 元宝山上 米辉正躺在他那栋华丽的宅子里休息 呼听手下前来报告 说是元宝山下一大群手持火把的人 正向山上奔来 看队伍长度 人数至少超过两千 这一下 将米辉吓得跳了起来 难道有人要攻山 米辉连忙披挂整齐 匆忙聚起他手下所有士兵 来到山口的要塞之处 不多时 便看到一大群人来到要塞跟前 领头的正是一脸怒意的于顺 大将军这么晚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认识于顺这么多年 知道若不是发生重大事情 于顺绝不会有现在的表情 还有什么事情 你手下那个乌老七 又将大夫的皇子抓走了 这皇子如果出现什么三长两短 这后果谁承担得了 于顺沉声说道 大夫的这位皇子又被抓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米辉也大吃一惊 就在今天下午 被一群骑马的蒙面人抓走的 抓他的当然只有这乌老七 于顺愤怒地说道 这不可能 乌老七和他的手下 早在两天前 已经全部被我控制住了 听说事情发生在今天下午 米辉松了一口气 你说的是真的 听到米辉的回答 于顺不由呆住了 不是乌老七的人抓走了杨云 那到底是什么人干出的这事呢 见于顺还将信将疑 你会干脆亲自带着于顺 来到乌老七所部驻扎的小院 见乌老七手下的三百余人 全部被收走了兵器 围在小院中一步也不许外出 于大将军 现在你相信了吧 当日企图谋害大夫皇子的四个主谋 乌老七 张秀和杨红三人在里面 只有一个叫钟文涛的家伙逃走了 米辉指着小院对于顺说道 是不是逃走那个家伙做的 于顺想了想问道 那家伙逃走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 他从哪里能调出这么多人来 十三皇子手下的侍卫 各个身手不凡 平常人也不可能将他抓走啊 米辉也是一脸不解的神情 其实 如果是这个叫钟文涛的家伙动手的话 对我们还要好一点 因为据说这个家伙是大夫相王手下的人 他们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 大夫总不好 新兵向我们问罪吧 想了想 米辉又接着说道 不管怎么样 人如果在我们七国出了事 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样你也将能派出去 我才不相信 这么小一个七国 这人还会凭空消失了不成 于顺大声说道 好 我马上派出所有的人手 把七国每一寸土地都翻遍 一定要将人找到 另外 也麻烦大将军通知一下北关的司权大将军 让他也派出人手 这样一来 我们的把握就大了许多 米辉说道 好 就照你说的办 于顺说完 一转身带着自己的手下 匆匆离去 而还在元宝山上的米辉 也立即行动起来 迅速组织人手 将他们分派到七国各个区域 进行搜查 杨云缓缓地睁开眼睛 见四面一片漆黑 前方传来马匹奔跑的声音 而自己仿佛是躺在一辆飞驰马车上 他准备站起来 拉开马车的帘子 看看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 可是他活动了一下手脚 却发现没法行动 原来自己的手脚 全部被绳子紧紧地绑覆着 杨云尽力扭动自己的身子 想看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 借着微弱的月光 他发现自己正被紧紧绑着 仍然马车车厢内 他抬头四望 这才发现原来这辆马车里 不止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 坐在马车里 正打着盹 虽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 究竟是谁 但是单从身材来看 应该是之前自己被抓的时候 功夫最厉害的那个蒙面人 醒了呀 继续躺着吧 不要试图逃走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年轻人听到想动 连眼睛都没有睁 你们是什么人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要带我到哪里去 杨云满肚子疑惑 闭上你的嘴 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 那年轻人显然很不耐烦 杨云有些不甘心 又问了几遍 那年轻人却一句话也没有说了 无奈之下 杨云只好闭上眼睛睡觉 反正他们花这么大功夫 抓住自己 应该不会这么快要自己命的 一切就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由于身上被绳子绑着很不舒服 假之马车不停地颠簸 杨云躺得很不舒服 几次向这年轻人提出抗议 但这家伙就像笼子一样 根本不予理睬 无奈之下 杨云只好调整到一个舒服的位置 闭上眼睛 迷迷糊糊地睡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对杨云而言 仿佛是过了一个世纪 反正杨云醒了 睡睡了醒不知道睡了多少觉 马车终于停下来了 这时 坐在马车里这青年 突然睁开了眼睛 站起身来 掀开帘子走出马车 这时 杨云才睁开眼睛 看见马车外转进的刺眼亮光 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天已经亮了 不多时 又从外面走近两个人 将杨云手脚上的绳子解开 长时间地捆绑 使得杨云的手脚十分麻木 好半天没有恢复过来 这两个人可没有耐心 等杨云慢慢恢复 拉开门帘 一人抓住杨云的一只手臂 将杨云拖下了马车 杨云好半天才站稳脚 打量着身边的环境 见自己所站的位置 是峡谷中的一个平地 地面上铺着宽阔的石板 杨云所站位置的一侧 有一排修得整整齐齐的房子 而杨云的另一侧 是一条河流 看着河流的宽度 应该就是七国的最大河流七江了 看来这些人抓住自己之后 顺江而上 已经来到七江的上游了 走吧 杨云还没有将周围的环境看清楚 身旁的几个人 可不会给杨云充足的时间 指着前面不远处的石阶 对杨云说道 杨云抬头一看 这石阶直接往上延伸而去 一路弯弯曲曲 一直通道半上腰 应该有不短的路程 等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 杨云跟随这几个人向上走去 和杨云同坐一辆马车的青年 并未和他们同行 也不知道 现在这几个人 是不是之前抓他的蒙面人 这几个人身上穿着整齐的盔甲 所以杨云暂时搞不清楚 他们属于哪一方势力 但是 这些土兵训练有素 想来属于一支很有战力的军队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杨云隐约猜出 抓住自己的是什么人了 只不过 杨云不清楚的是 自己和这个势力并没有什么来往 按说他们也没有对自己不利的理由 可这事却发生了 既然来了 就得认真面对杨云一边走 一边思考这些人抓自己的原因 以及应该如何应对即将出现的情况 第239章 镇北大将军 杨云随着这几个人一路上行 一直走了一个多时辰 终于走到山腰的一块平地 这块平地上修着几间竹屋 这一片竹屋的周围 站着好些装备齐整的士兵 每一间竹屋的门口 都还有负责守卫的士兵 而中间有一间最大的竹屋 门口所站的士兵最多 杨云打量着这些竹屋 除中间那竹屋之外 其他竹屋模样都差不多 门口还有一些兵器甲骤 应该是一个兵营 这几人带着杨云 来到这山腰的平地之后 没有做任何的停留 直接带着杨云 来到最中间那间竹屋门口 报名将军 福国十三皇子杨云 已经带到 领头一人 朝竹屋内大声喊道 带进来吧 里面传出一个声音 这声音有些好听 他的主人 应该是一个年轻女子 听到这年轻女子的声音之后 几人把杨云带进竹屋 走进竹屋 杨云将房间环视一圈 见着在房中摆设十分简单 但却十分雅致 说明房间主人 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人 这房间的摆设有些奇怪 像一支部队的中军杖 墙上挂着一支长弓 一旁还有一个兵器架 兵器架上只有一件兵器 一瓶银色手柄的长刀 丙和刀香蕉的地方 还附着一段红铃 房间正中 是一张巨大的暗机 暗机上面 摆着各种兵符令件 一旁的墙上 还有一张巨大的地形图 说它是中军杖 又有些不像 因为另一边 还摆着一个巨大的梳妆台 梳妆台上镜子 梳子 各种发拆 还有胭脂香粉 摆放得整整齐齐 好似一个少女的闺房 此时此刻 竹屋中只有一个女子 这女子年约二十一二 身穿红色衣衫 披着一件黑色披风 肩若消成 腰如约束 眉如翠雨 济如白雪 一副英姿洒爽的样子 你们下去吧 见这几人 带着杨云进入竹屋 这女子对着杨云身后 几人轻声说道 这 几人看看坐在 暗机后面的女子 又看看站在暗机前面的杨云 动作有些迟疑 你们担心 他对本将军不利 这几年来 你见过几个单打独斗 能胜过我的人 何况是这么娇生惯养的 一个皇子 这女子笑着说道 语气中充满自信 那好将军 我们先下去 我们就在外面 有什么事情 您就叫我们 几人听到这女子这样一说 连忙躬身行了一个礼 然后转身退出竹屋 此时屋内 只有杨云和那女子两人 那女子坐在椅子上 抬头盯着杨云看了好半天 那样子 就像猎人 在盯着自己的捕捉的猎物 你为什么要来我们七国 许久之后 这女子向杨云问道 语气很平淡 听不出来一丝喜怒的情绪 有人绑架了 我几名属下 要我来七国才肯放人 我就来了 杨云淡淡地笑着说道 看来 你的手下还挺好嘛 那你可知道我是谁 那女子冷冷说道 之前我没有想到 但是现在 我能猜到 你们是镇北大将军手下的人吗 杨云回答道 你答对了一半 这是七国北关大营 但我不是什么人的手下 我就是司权 这女子的话 让杨云大吃一惊 他没有想到 七国堂堂的镇北大将军 居然是一个年轻女子 杨云看了司权很久 觉得有些似曾相识 但始终没有想起在哪里见过 原来是镇北大将军 杨云有礼了 不知大将军将杨某抓来 究竟有何目的 这个问题在杨云的心中 已经很久了 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杀你 司权轻轻地说道 好像是说了一件 无关重要的事情 杨某自问和司大将军 并无仇怨 不知司将军 为何想要杨某性命 杨云奇怪地问道 我们的却素未谋面 不过我司家历任 负责人就职前 都必须发誓 凡大夫杨氏皇族成员 进入我七国境内 一律格杀勿论 司权的语气很认真 那不知司将军 能否告诉我原因 总不会让我稀里糊涂的 就被杀死了吧 杨云干脆一屁股 坐在旁边的一个井凳上 向司权问道 等你到了阎王殿 遇上你的爷爷杨远 也许他会告诉你 怎么回事 司权冷笑着说道 不过 看在你还算很有胆色的份上 我再让你开开心心地活三天 这三天 我会让手下兄弟 好吃好喝 给你伺候着 三天后 山峰顶上的展阳台 送你上路 司权淡淡说道 你杀我大夫皇子 难道不怕我大夫铁骑 踏平你七江峡谷 杨云又道 呵呵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你们的皇帝 不会派兵到我七国来的 几十年前 杨远曾经亲自承诺 只要我私家人不出七江峡谷 福国永远不会 对我七国用兵 你身为福国皇子 居然连这也不知道 司权笑着说道 报告将军 镇南大将军派人来说 希望将军派人协助他们寻找 大夫十三皇子杨云 这时 有一名军事前来报告 你去告诉来人 杨云在我手上 让于顺做好自己手里的事就行 这件事情 由我全权处理 司权大声说道 听两人对话中透露出来的意思 这七国真正最有话语权的 并不是手下士兵 人数最多的于顺 而是这位神秘的 镇北大将军司权 杨云在镇北大将军司权这里 这一消息很快传回七江城 于顺听说之后 立即将自己派出 寻找杨云的人全部调回 而元宝山的米辉 也默默地调回自己 派出寻找杨云的人手 而住在镇南大将军府上的 端木济月和赤木尔等人 听到这一消息之后 他们的要求 却被无情地拒绝了 他们被拦在关外很远的地方 连一个主事的人都没有出面 赤木和端木济月 都是不肯吃亏的人 见此情景 他们立即勃然大怒 拿出武器就要进关抢人 可是远处的关墙上 却突然出现一群 手持弓箭的士兵 他们虎视眈眈地 看着赤木等人 可以肯定 如果众人继续向前 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就赤木 端木济月和所有侍卫加在一起 也不过二十来人 而远处关墙上的士兵 至少有一千多人 估计他们还没有走进关墙 也许全都变成刺猬了 赤木和端木济月虽然冲动 但是他们不笨 这样白白牺牲性命 又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的行动 他们当然不会继续进行 没有其他办法 两人只好带着手下侍卫 回到七江城 找到镇南大将军乔顺 希望他能给司权司加压力 让他们将杨云放回来 让赤木和端木济月 没有想到的是 一直对他们客客气气地侨顺 这次却拒绝了他们 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无可奈何的赤木和端木济月 又一次赶到七江北关 看能不能够寻找机会 前进去救出杨云 可是这里防备森严 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想到 反而被守官的士兵发现 并赶了回去 若不是这里的士兵 不愿伤害他们 可能他们连回去都没法回去了 端木济月和赤木 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只好带着重侍卫先行撤回 同时派人快马加鞭赶回封地 准备回去找到聚远光等人 让他们想出办法营救杨云 再说这杨云 自从离开竹屋之后 被司权几名手下士兵带领 走入竹屋后方一条小道 继续向山顶行去 绕过一个山嘴 杨云便看到前方有一道城墙 和他之前看到的南边关口有些相似 看来自己果然被带到 七江大峡谷的北关来了 杨云跟着几名士兵 一边朝山上走着 一边陷入了沉思之中 不知这位镇北大将军司权 究竟和大富皇族有什么仇恨 非要置自己于死地 目前这局面 让杨云不知何去何从 他可不想将自己的性命 葬送在这一个小小峡谷里面 一路往上行走 杨云一路故意找这几名士兵闲聊 想从他们口中 司权为什么这么仇恨大富杨氏皇族 可是这几名士兵的口风很紧 杨云想了许多 办法也没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这样的情形 让杨云十分郁闷 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 又无法联系到端木计约他们 只得走一步看一步 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逃出去 杨云等人一路上行 快到山顶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片平地 在这片平地上 居然还有一个小村 村庄中不时能看到 正在忙碌的村民很快 杨云被带到村庄中的一间小屋 这间小屋中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还有仆仪丫鬟等在门口 看来是得到司权的命令 这些仆仪和丫鬟对杨云十分客气 杨云需要的吃的用的 只要他们有的 就尽力满足 除了不愿意放杨云离开这间小屋之外 他们对杨云几乎言听计从 本来杨云想通过和这些仆役和丫鬟聊天 搞清楚司权仇恨大富皇族的原因 可是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原因 还是被下命令不能说 反正杨云花了许多功夫 始终没有任何收获 杨云也想过 趁晚上 这些负责守住他的士兵开小差 或者打瞌睡的时候 趁机从这里逃出去 可这里守卫的士兵 去轮流始终守在屋外 让杨云没有行的任何机会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离司权给杨云的时间 240章 斩阳台 时间又过去一天 离上斩阳台的时间 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被关在小屋中的杨云 依然没有想出脱身的办法 可能是想到 这是杨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了 司权格外开恩 同意让杨云在山中到处走走 在屋中关了两天 走出门外的杨云 觉得外面的空气格外新鲜 杨云在这小小的村落中 四处走动着 看着后面跟着的一大群人 杨云知道 此时想要脱身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能摆脱后面跟着的士兵 也无法走下这座不高的山峰 这小村庄里的百姓们 和大福的百姓不一样 欢声笑语 时时传到杨云耳 从他们的脸上 看不到丝毫的压力 同样是在田地间劳作 他们更像是在享受劳动的乐趣 杨云也刻意走到这些 正在劳作的百姓旁边 可是他能明显地感觉出 自己很不受欢迎 百姓们要么是看着他 当作不存在 就算面对面走过 也沉着脸不愿意理睬杨云 有时候杨云遇到一些老人和农妇 主动和他们交流几句 却总是热脸贴上冷屁股 让杨云觉得十分尴尬 有的两世人生的杨云 能够感觉得出来 这里的百姓对自己的冷淡 并不是因为自己是陌生人 而是对着自己 有一种莫名的怨气 这样杨云感觉十分无奈 自己和他们素未平生 怎么会得罪他们呢 杨云站在高处看着一座村庄 发现这山腰的小村庄 有一处奇怪 这村庄的房屋 似乎不是随便建造 按这些房屋的白法 就像军队作战的一个阵法 而中间偏后的一栋房子 在这阵法之中 有极其独特的外作用 这间房屋 如如作为指挥之所 可以很快调动周围房舍中的人 而如果有人这栋房屋里的人 必会陷入周围各房舍中人的重重包围 如果不是站在这村后的最高处 又对兵法有一些了解 一般人是无法看出 这村庄中的玄机的这一发现 激起了杨云的好奇心 他决心向那一栋特殊的房子靠近 想看看这房屋之中 到底住着什么人 杨云一路前行 不久之后 就来到这栋小院的门口 想要走进去看看里边的情况 却被小院门口站着的士兵 拦住了去路 此处是禁地 闲杂人等一律不得进入 门口的卫兵 一脸严肃地拦住了杨云 老神仙有令 来的都是客 既然来都来了 就让他进来吧 杨云正准备转身离去 里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门口的卫兵马上让开一条路 让杨云走进小院 而一直跟在杨云身后的仆役和丫鬟 却远远地站在门外 没有跟进去 看来此地的主人 在这里的地位很高 杨云决定找到此屋的主人 看看能否得到他相助 保住自己的性命 即使不能如愿 也尽量想办法搞清楚 这里的百姓仇视自己的原因 以及司权为什么非要让自己 上什么展阳台 这座小院并不大 里面只有数间房屋 但却修得十分精致 显然修建此小院的人 是花了一番功夫的 便中有一个梁亭 梁亭坐着四个人 正围坐在一起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杨云向梁亭走了过去 亭中坐着四个人 四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看年纪这四个人 年纪最小的也得七十左右 一个身穿黄袍的老人 年纪最大 至少应该有八十来岁了 但这个老人的精神状态很好 虽然已经须发全白 但是脸色依然红润 此时这老人正和另外一个老人 在下着棋 因为四个老人 注意力都在棋局之中 所以杨云走进之时 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杨云也不以为意 来到梁亭之中 看着正在进行的棋局 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杨云没有学过围棋 但十三皇子的棋艺不错 接受了他记忆的杨云 当然也接受了他的棋艺 看棋局 这两人的棋艺并不算高 但是他们下得很投入 美洛一子都要思虑半天 所以他们的棋下得非常慢 杨云站在一旁 足足看了两炷箱的时间 这盘棋终于有了结果 赢的是那一个年纪最大的老人 哈哈 老陈啊 你的棋艺越来越差紧了 引起的老人 像个孩子般笑了起来 下一局 你们谁来 这老人似乎意犹未尽 又将身边几位老人发起挑战 而狼们都称你为老神仙 让我们跟神仙下棋 当然只有输了 旁边一位老人 笑着说道 我说你啊 拍了一辈子马屁 老了老了 这习惯还是没有改 年纪最大的老人 看了看身边几位 笑着说道 小子 要不你来陪老夫下一局 年龄最大的那位老人 看了看杨云说道 那我就来陪老神先下一局 见老人相邀 杨云也不客气 坐下来就准备开始 杨云的观察能力一向不错 他见其他几位老人 都对这位年纪最大的老人十分客气 想来这老人 才是这一群人的领头人 此局有老人直白先行 见杨云是一毛头小子 那老人没把杨云放在眼里 开局不久就展开了攻势 可是杨云总能从容应对 时不时也发动攻势 那老人的棋艺显然不如杨云 不久之后 他就节节败退 处于疲于防守的状态 由于实力悬殊较大 这局期不到半个时辰便结束了 你这年轻人 都不知道尊重老人 老人将手中棋子一放 有些不欲地说道 我估计 如果我故意让老神先赢的话 你可能会更不开心吧 杨云淡淡地笑道 据我所知 你明日就会被送上展阳台 今日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老人看看杨云 神情中有些惊异 我也怕死 但如果实在逃不掉的话 我愿意选择从容地去死去 杨云淡淡地说道 居然还能有这么有胆识的孙子 老人看了杨云一眼 又难难地说道 可惜这样有胆色的年轻人 明日就要被送上展阳台 谁叫你是杨远的后人 天下如此之大 偏偏你又闯进七江峡谷 这就是命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又是一天过去 今天就是杨云要被送上展阳台的日子 一大早就来了一群士兵 他们带着杨云向山峰顶端走去 不到半个时辰 就到了这座山峰的顶端 峰顶有一个小小的平台 平台前立着一根巨大的柱子 柱子上醒目地写着展阳台三个大字 几日来杨云一直认为这叫展阳台 现在才明白 中间这字是姓娘的羊儿 不是山羊的羊 看来杨家将这里的人得罪得够惨 这展阳台就是专门为杨家人而修建 这时 这封顶已经聚集了好多的人 思全和昨日遇上的这群老人都在其中 士兵们将杨云带到那个巨士平台面前 那平台上有一个巨大的闸刀 显然这把杂盗 就是将要送杨云上路的工具 时辰道 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传来 身旁这些士兵立即动手 将杨云按在闸刀之上 看来没有奇迹发生了 杨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老天爷怎么会给自己开这么大一个玩笑 既然将自己送到这个世界 就应该让自己轰轰烈烈做出一番功绩才怨开 这样卧恶囊囊地死去 杨云觉得万分不甘 你们把我放开 我自己来 既然无法逃脱 那就坦然面对死亡 杨云对身旁按着他的士兵说道 杨云将身上的衣服整理了一下 又把凌乱的头发顺了顺 然后把随身携带的好些东西都放在一旁 做完这一切之后 杨云转身看了看周围的一切 长叹一声别了这个世界 别了我的亲人们 别了我的兄弟们 说完之后 杨云淡淡地笑着 转身躺在闸刀子上 开始行星 一个声音高喊着 紧接着走来两个虎背熊腰的汉子 他们将闸刀高高地举起 然后向下慢慢地放去 等一下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一个声音突然传来 叫我做了准备动手的柜子手 杨云看着你自己的脖子 近在咫尺的闸刀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声音要是在慢一个呼吸时间 自己就已经伸手溢出了 发出声音的是 昨日与杨云下棋的老人 此时这老人的神情 显然有些激动 他颤颤巍巍地 向这盏阳台走来 老人来到石台旁边 在杨云摆放的一种物品中间 拿出了一件 这朱雀差怎么会在你这里 听得出来 老子的心情很不平静 声音都有些颤抖 这是我外婆的东西 外婆将这东西传给我母亲 我母亲就将这东西给了我 杨云轻声说道 你外婆是谁 你母亲是谁 快点告诉我 老人着急地问道 我外婆叫崔宁 是前朝的皇后 我母亲司马玉 是前朝的公主 本来不想直呼 外婆和母亲的名讳 但是杨云有一种直觉 这件事情 有可能让自己逃得一条性命 于是他便告诉了这位老人 你没有骗我 听了杨云的话之后 这老人更加激动 几步走的杨云跟前 抓住他胸前的衣巾 颤抖着声音说道 第241章 往事 朱雀差啊朱雀差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你 还能见到流落在外的司马家后人 老人望着手中的朱雀差 喃喃地说道 而这老人的身旁 还站着一群年纪 和他差不太多的老者 这时他们看着这 拿着朱雀差的老人 每一个人的神情都十分激动 这时 有老人将还躺在闸刀上的杨云 扶了起来 仔细地盯着杨云看了又看 像 真的很像 这老人边看边说 影的旁边几个老人都围了过来 就像看什么珍稀动物一样 盯着杨云使劲地看着 一旁的年轻人和孩子们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好奇地看着这一帮老人 希望老人们给他们讲个明白 就连有镇北大将军之称的司拳 此时此刻 也是一脸迷茫地看着场中 显然 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孩子 你一定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吧 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那个年纪最长的老人 来到杨云跟前激动地说道 我现在的名字叫做司男 实际上 我本名应该叫司马男 我就是你的外公啊 老人颤颤巍巍地说道 眼中老泪纵横 丫头 你快过来 他是你的表弟 你的亲表弟 你遇姑姑的孩子 老人将司拳从远处叫过来 激动地说道 脸胀的通红 您是我外公 您是大经最后一任皇帝杨云 似乎有些明白了 他看着这白发苍苍的老人 情绪也有一些激动了 您老能不能告诉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等老人说话 杨云又接着说道 老神仙 这里风大 咱们先下山去 在屋里慢慢讲这事吧 这时 一个声音有些尖锐的老人说道 好 好 我们下去 慢慢再说这事 你们别扶我 让两个孩子过来 自称司马男的老人 对杨云和司拳说道 杨云和司拳互相看了一眼 走过去 将老人扶上一声小叫 然后众人一起 向山腰的小村落走去 不多时 众人便来到小村 静止走进了老人所住的小院 小院的院子里 早已有人摆好几张桌子 一旁还摆着各种各样的水果点心 在小院里 由一个年纪七十左右 精神很好的老人负责讲述 一旁另外几个老人负责补充 用了好几炷香的时间 杨云总算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搞了个清清楚楚 这老人没有说谎 他正是杨云的外公 司马玉的父亲 大惊最后一任皇帝司马男 当年 司马男为了体察民情 带上一帮侍卫和官员 到各地去私访 到云州的时候 当时的太父杨云发动了兵变 软禁了司马男和一众官员 杨云本是和司马男 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 作为司马男最信任的兄弟 他一直为司马男出谋划策 多次挫败司马男的兄弟 为争夺皇位而实施的各种阴谋 除此之外 杨云还曾经在司马男 遭遇刺杀的时候 保护着司马男 硬是杀出一条血路 带着他逃脱敌人的追杀 为此 杨云因为伤势太重 在家中休息了一个多月才痊愈 至此之后 杨云成为司马男 杨云最为信任的属下 对他从不设防 有什么事情都交代他去完成 司马男手中的好几只精锐力量 也交由杨云全面截至 杨云也没有辜负司马男的信任 帮助司马男多次挫败 其他皇子的阴谋 最后协助司马男登上皇位 司马男当上皇帝之后 封杨云为太父 手握大权 成为大尽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 可是让司马男没有想到的是 已经手握大权的杨云 逐渐控制不住对权力的欲望 开始伺机夺取属于自己的皇位 凭借司马男对自己的信任 杨竹剑将自己的亲信 安置在朝中的一些重要位置上 这时 朝中开始有了风言风语 说太父杨云任人为亲 可是听到丰盛的司马男 却复之一笑 他认为 就算天下所有人负自己 杨云也不会负自己 凭借司马男对自己的信任 杨云借司马男之手 消除了许多和自己政见不合的官员 使得很多见风使多的人 倒向了杨云 杨云软禁了司马男 使得司马男勃然大怒 表示一旦脱困 要让杨云死无葬身之地 让司马男没有想到的是 听了自己的话之后 杨云却不慌不忙 他冷笑着 从怀里 拿出一张黄色的绸缎 将绸缎递到司马男手中 司马男接过绸缎 只见绸缎上密密麻麻地 写着许多小字 他拿起绸缎 仔细地看了看绸缎上写着的字 脸色越来越难看 到最后 司马男扔掉手中的绸缎 无力地坐在地上 旁边的几名官员 看见司马男的表情之后 觉得十分奇怪 他们从地上拾起这块绸缎 也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着看着 这些忠于司马男的官员 脸上都变了颜色 这个绸缎上记录的是 朝中官员向杨云表示 效忠的签名 这份签名上包含了 朝中各部门的重要官员 朝中大多数的一二品官员 名字都在这份效忠书上 这情况你看着办 如果你还要继续当皇帝的话 那么我们之间 势必有一场大战 看看这份名单 你认为你的胜算有多大 杨远冷笑着说道 杨远 我司马男自认为对你不错 给了你这么大的权利 你为什么还要行此谋逆之事 司马男恨恨地说道 你给我的一切 都是我应该得的 你之所以有今天的位置 全是我杨远一步一步 替你谋划过来的 没有我杨远 你什么都不是 我认为我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你 我来当皇帝的话 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 听了司马男的话 杨远淡淡地说道 好 好 好 你够狠 我司马男自己眼睛下 丢了这江山我认了 你说 你准备怎么处置我吧 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司马男无力地说道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给你找一个地方 你在那里隐姓埋名 永世不允许出来 也不能和你的家人 和朝中任何人联系 如果你和他们联系 我就将你的家人 和朝中忠于你的人全部灭掉 杨远冷冷地说道 那第二个选择呢 司马男又道 第二个选择 就是等你回到朝中 我们俩拉开正式大弹一场 经历一场腥风血雨 看看我们谁是最后的赢家 杨远呵呵笑着 那声音充满嘲讽 这么多年来 我们还是有情谊的 如果你选择第一个方案的话 我可以保证 善待你的家人 杨远又说道 好吧 我选择第一个方案 司马男说这话之时 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就这样 司马男和一些忠于他的手下 被送进了这七江峡谷 杨远向他承诺 只要他和他的后人 不随便走出这七江峡谷 他永远不会对这峡谷动物 甚至杨远 还与一个边关小城为代驾 跟楚国达成协议 只要在峡谷中的七国不主动出兵 楚国也不为难峡谷中的人 就这样 司马男和他的一些手下 就居住在这七江峡谷中 建立了七国 与此同时 司马男将司马姓改为私姓 自己也改名为斯南 受到打击后的斯南 对皇帝这个称呼 充满了恨意 所以 虽然他建立了这小小的七国 但他从来不愿意以皇帝自居 受斯南的影响 他在七国重新成家立业之后的后人 虽然掌管了这个峡谷 但是从不以皇帝自居 爷爷的妻子和儿子 都生活在福国境内 因为有承诺 所以他再也没有和他们联系过 但是爷爷对他们的思念 从来没有减少过 他将我的名字取为斯权 就是因为他太想念他的大儿子 我的大伯司马全 等大家说完之后 斯权又补充说道 这些老人们 都是当年一直跟着我的官员和侍卫们 因为他们的忠心耿耿 使我心里得到一些安慰 这人世间 还是有忠义二子 不是所有人 都是杨远一般忘恩负义的小人 斯南缓缓说道 眼中充满了热泪 听完大家的话之后 杨云陷入了沉默之中 好半天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边是自己的爷爷 一边是自己的外公 两个好朋友 为了全力成了仇人 他能够说些什么呢 孩子 你也不要伤感 外公虽然丢了皇位 但我却想开了 在这景色优美的峡谷之中 我没有任何压力 也不用为国事操心 每天过得轻松自在 所以今年我才能活到现在这83岁 可笑了杨远 自以为是胜利者 可是现在 他早已化成了一堆黄土 见杨云陷入沉默之中 斯南知道他心中想些什么 笑着对他安慰道 对 外公这种生活状态 才是最好的人生 这一点孙儿像你 我对什么权力什么地位 一点欲望都没有 杨云抬起头 对着斯南淡淡地笑道 哈哈 既然你是我弟弟 那干脆你就不要回去了 留在七国 七国的一切都交给你来负责 姐姐我也可以过 一个轻松的日子 思全突然笑着说道 这是啊 老姐你想都别想 首先我放不下封地的兄弟们 还有 就算我来到这七国 要是把你这美女大将军的位置给夺掉 你手下的兄弟们 肯定会把我恨死吧 杨云也笑道 第242章 坚强后盾 你们跟我来吧 我带你们上去 山上走下来一名将官 叫开了拦在路前的士兵 对端木济月和赤木说道 这将官的声音不大 但端木济月和赤木 一下被震惊了 接下来立即高兴地差点跳起来 这几日来 因为找不到办法去见杨云 又不知道 杨云在这山上过得怎么样 所以 端木济月和赤木 天天带着众侍卫来到山下 想等到杨云的消息 或者看到杨云从山上走下来的影子 但每天给他们的 只有失望 现在突然有人来 说要带他们上山 端木济月和赤木 立即欣喜若狂 连忙带着手下侍卫 跟着说话这名将官 向山上走去 杨云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这几天有没有受苦 端木济月 心里一直在想这几个问题 心里急切想知道答案 所以 他走在了人群的最前方 走了不到半个时辰 端木济月终于看见了杨云 但眼前的情景 却给他激动的心情 浇上了一盆冷水 因为此时此刻 杨云正站在一片竹屋前面 和一个十分美丽的女子 谈笑风声 这个可恶的家伙 家中有温柔贤德的池姐姐 自己和兄弟们 也在担心他的安全 他居然沉迷在这温柔乡里 也不知道向自己和手下 示威报一个平安 殿下 赤木也看见了杨云 他可没有端木济月 那么多想法 见杨云安然无恙 他的心情激动万分 立即跑了过去 一把扯过杨云 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 哎哟 哎哟 你这个臭木头 你不知道你的力气大的吓人 把我的手臂都抓疼了 杨云真的和思泉谈得热火朝天 不妨被赤木抓住 立即疼得他嗷嗷直叫 呵呵 没注意 没注意 赤木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力气太大 吴王殿下 这姑娘是谁啊 怎么生得如此漂亮 你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时候 端木济月突然在一旁大声说道 哦 这位啊 就是七国的镇北大将军 斯南斯大将军 杨云这才反应过来 向大家介绍道 杨云和思泉的关系 如果公布于众的话 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即使和这些 自己非常信任的手下 杨云也决定暂时隐瞒 女子的观察能力一般 要比男子强一些 是来看到端木济月这个表情 知道这女子 喜欢自己的表弟 一向严肃的思泉 这时候却突然有了玩笑的心思 他一把拉住杨云的手臂 然后用自己的手臂挽着杨云 带着甜甜的笑意 看端木济月 这是端木济月 郑国端木大将军的女儿 是我的好哥们 一向聪明的杨云 正时候却没发觉端木济月的异样 朝思泉介绍道 冰雪聪明的思泉 一下子明白了 端木济月和杨云的关系 他不禁有些同情 这个位痴情的姑娘 呵呵 端木姑娘吧 给你开个玩笑 杨云这家伙 是我心认的异点 以后这家伙要是欺负你 你就告诉姐姐 姐姐替你收拾他 思泉松开了杨云 笑着对端木济月说道 哦 是思泉姐姐 我还以为镇北大将军 是一个长着落腮胡子的魁梧大汉 没想到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明白思泉和杨云的关系后 端木济月觉得 有一种莫名的轻松 马上高兴地和思泉攀谈起来 两个初次见面的女孩 都是有着男孩子一样的个性 共同的特点 让他们很快熟络起来 一起热火朝天地弹了起来 倒把杨云丢在一旁 不予理睬 而这时候 杨云才有机会和赤木 与众侍卫打招呼 感谢大家为自己做出的一切 虽然只是几句简单的话语 但是侍卫们却感动异常 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子 在他们面前却没有任何架子 让他们觉得 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杨云带着众侍卫 又在这村落里待了好几天 这几天时间可把思南给高兴坏了 本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 和大夫的亲人见面 没想到却可以见到自己 从来没有见过的外孙 思南几乎每一天都拖着杨云 让他讲讲大夫目前的情况 特别是自己留在大夫的亲人 现在究竟过得怎么样 等听到杨远还算遵守承诺 没有为难自己的后人们 甚至还封自己的儿子司马权为王 思南的心情好了许多 对杨远的仇恨之心也淡了不少 当杨云和思南与思权谈到 目前自己所处的局面 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 思南陷入沉默之中 孩子 你目前虽然有一块封地 有几万可以调动的人吧 但是在朝中的势力 的确还是弱了点 你虽然没有争夺皇位的心思 但是你那些兄弟们 始终是不会忘记你的 所以只有让自己变强 才有自保的能力 你的想法是对的 许久之后 思南缓缓说道 小泉 看来你也不能再偷懒了 得把弃搏的所有权力 都收回你的手中 关键时候才能给你弟弟 及时地帮助 思南又慢慢对思权说道 据我所知 你们现在的实力 还远不如南关的乔顺 更何况 还有元宝山的米辉 手中也握着不少兵马 如果和他们冲突的话 你们会很危险的 没有必要为了我招惹他们吧 杨云可不愿意 好不容易见到了亲人 为了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呵呵 弟弟你也太小看 姐姐了吧 当日 我们敢接受他们到七国来 肯定有能制住他们的手段 实话告诉你吧 他们两股势力手下的士兵 有三成以上都是忠于我们的人 要不然 你以为他们会对我们所有的决定 言听计从 思权的脸笑得像一朵花似的 活脱脱一朵迎风怒放的百合花 弟弟想法是对的 我们的关系 暂时不能让外人知道 我默默地 把七国所有的力量 都控制在我的手中 作为你可以借助的一股暗中力量 到关键时候 才能起更大的作用 思权认真的说道 这时的思权 终于展现出 决胜千里统兵大将的一面 孩子 有什么事情 你就放心大胆去做 你放心 七江大峡谷 将是你可以依靠的监视后盾 思南坚定地说道 这位在山中修身养性的老人 似乎又回到当年豪情万丈的样子 这几日 杨云待在山中 日子过得也不清闲 他将自己在无限等地 总结出的经验 例如矿产的开采 和打制铁器的技术 药材的种植技术 大型水车的制作方法 关于丝绸香料等的一些制作心得 全部告诉了这里的百姓 不仅如此 杨云还天天到第一线 亲自指导他们 做这些事情 这一切事情 让这里的人 对杨云佩服的五体投地 没想到这样一个皇宫长大的青年 居然会这么多的事情 杨云告诉他们的这一切 让这些一直住在山里的百姓们 幸福尝到甜头 使得他们对杨云的崇拜不断加深 同时 大家做这一切事情的积极性 也大大增加了 这一段时间 这里的百姓 甚至一些士兵 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 投入到各种建设中去 看着这一变化 思南等一帮老人 整天乐呵呵的 杨云这小子 还真有一些神奇 居然把这些懒家伙的积极性 都调动起来了 与此同时 这里的人在喝了杨云 带来的高度白酒之后 也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酒 特别是像思泉这种女中豪杰 对这种喝得嘴里 十分过瘾的酒 爱不释手 直到将杨云所带来的酒 全部榨干 他还意犹未尽 当听杨云说 回去之后 他会专门派人过来 给七国带了红薯和玉米 高亮种子 再派出酿酒高手 专门指导他们样子 酿制这种高度白酒之时 思泉高兴得的嘴都合不拢 在这里生活的这一段时间里 杨云彻底喜欢上了 这一个小山村 这里的景色山清水秀 这里的人纯洁善良 没有勾心斗角 没有尔虞我诈 让杨云觉得 在这里生活特别轻松 特别快乐 但是 想着封地的百姓们 想着那里的亲朋好友 杨云不得不离开了 知道杨云要走的消息 这里的人都万分不舍 他们自发组织起来 将杨云送到山脚下 爷爷年纪大了 走不了这么远的路 他也最不喜欢 这种离别的感觉 所以他就不来送你了 他让我将这个给你 亦是 让你留一个念想 而是在关键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东西拿出来 大幅有一些老人 也许还会看在这东西的份上 给一些面子 思全说完 递给杨云 一面叼着金色巨龙的玉佩 这是爷爷一直随身携带的东西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能将这东西拿出来 因为这东西 很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见杨云一直盯着这玉佩看 思全又叮嘱道 好一个金龙玉佩 外公将如此重要的东西给我 我明白他的意思 请你转告外公 云儿一定修得立身 做出一番工业 不度我大进皇族的威名 杨云将玉佩收进怀中 向思全说道 弟弟 今日离开这里 大概用不了多少日子 你就会离开七国吧 思全看着杨云 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道 是啊 处理完虞顺大将军那边有些事情 我就得回封地去了 这次离开的比较匆忙 好多事情没有交代清楚 封地那边很多人应该会担心我的 杨云说道 真羡慕弟弟你 可以去那么多的地方 又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 不怕弟弟笑话 虽然我自封为镇北大将军 我却从来连战场都没有上过 真羡慕那种 带着手下兄弟浴血奋战的感觉 思群的语气有些伤感 第243章 于顺归心 王殿下 您终于回来了 可把本将军给记坏了 听说杨云回来了 于顺非常高兴 带着一群士兵 专门走出七江城外迎接杨云 多谢于大将军 本王在斯大将军那里做客 由于斯大将军特别热情 就多旁跟了几次 有劳于大将军牵挂了 杨云朝于顺一拱手笑着说道 殿下没事就好 快快快 于某已经在府中准备了酒宴 特地为殿下接风 于顺一边笑着说道 一边热情地带着杨云回到镇南将军府 酒宴之后 杨云拒绝了于顺的热情挽留 没有再继续住在镇南将军府 依然带着一众手下 回到客栈住下 姚侠已经回封地好些天了 想象也是该回来的时候了 如果再继续住在镇南将军府 好多事情不方便处理 果然 杨云刚在客栈住了两天 姚侠就回来了 跟姚侠一起来的 还有聚远光和邱泽 甚至连终日忙着训练大军的郭龙 也赶过来了 殿下你没事就好 听侍卫们带信回来说 你被带到镇北将军 那里去了 可把我们给急坏了 看到杨云安然无恙 聚远光高兴地说道 我已经将两万士兵聚集在封地边境 先赶快看看 如果他们再不放人 我们就强攻弃国 郭龙也在一旁说道 没事没事 他们只是留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日 因为手下士兵领悟错了一死 所以造成了一些误会 现在还不是告诉他们真相的时候 所以杨云只是含糊地说道 没事就好 不然的话 我们真的带兵强攻弃国 扶出两国朝也一定会震动的 这就违背了我们封地低调发展的宗旨 邱泽又在一旁说道 我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吧 这于顺有没有说谎 杨云忽然想起了于顺的事情 他转过头向郭龙问道 殿下 我就是为此事来的 顺子是我当年的副帅 是跟我共过生死的好兄弟 当年我出世之后 变得心灰意冷 出狱之后就没有和兄弟们联系 没想到他们跑到这七国来了 郭龙有些伤感地说道 听说你当年被擒 实际上是被赵元让出卖 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到过 杨云又道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作为统兵的元帅 你除了考虑敌人之外 还得考虑哪些人是可用之人 哪些人才是值得信赖的 就算是被自己人出卖 也是自己眼光的问题 显然不想回忆这段伤心的历史 你这帮兄弟 现在还值得信赖吗 杨云又问道 这些都是当年过命的兄弟 这么多年时间过去了 也不知道 他们还相不相信我这个老元帅 郭龙说道 林江轩是七江城中最大的酒楼 这里的厨师据说是当过御厨 这是不是真的 没有人考究过 但是他烹制的和仙 却是七江一绝 杨云要在这里宴请自己和手下 几位兄弟 乔顺还是十分高兴 自己费了这么大功夫拉拢杨云 现在来看还算有些效果 在乔顺看来 杨云虽然在大幅众皇子中实力不算强的 但确实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 只有跟这样的人结盟 才有机会给对自己和手下将士 如亲兄弟一般的龙元帅报仇 为了以示重视 乔顺早早地带着手下兄弟赶到林江轩 却不知杨云比他来得更早 早已在门口等待了 乔大将军 本王在七国承蒙你给予巨大的帮助 现在即将离开这里 近日特地在这设宴 感谢乔大将军相助之恩 见乔顺已经走近 就是我们的客人 我们这些当主人的 当然要热情接待才是 乔顺连忙拱手还礼 他带来的手下重将 也连忙和杨云及其手下打个招呼 一行人边走边说 不一会儿就来到林江轩二楼 靠江的几张桌子前 只见靠里的一张桌子上 早已坐着一个人 乔顺一抬头 看到坐坐的这一个人 觉得有一些眼熟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盯着这个人仔细看着 终于看清楚这个人 乔顺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冲连忙几步冲了过去 认真看着这个人的脸 神情立即激动起来 龙帅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看清楚这个人之后 乔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两步冲上去 跪在这人面前哭喊着 乔顺是七国的镇南大将军 在这七国 可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他居然会突然跪在这个人的面前 使得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大家静静看着 这发生的一切 跟在乔顺身后的几元大将 也终于看清楚了 乔顺面前的这一个人 居然是自己等人寻找多年的 前楚国大元帅龙哥 龙帅 我没有看错吧 真的是您吗 龙帅 终于找到你了 您可把我们找苦了呀 没想到还能见到您老 这下可好了 您又可以带着我们 征战四方了 这一帮龙哥手下的旧将 立即像乔顺一样 哭着喊着 在郭龙面前跪下了一大片 兄弟们 是我龙哥对不起大家 让兄弟们受苦了 郭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他立即离开自己的位置 将这些昔日一起 并肩作战的袍则们 一一扶起来 顺子 陈安 大勇 老薛 没想到我龙哥 还有再见你们的一天 郭龙和众兄弟 紧紧抱在一起 激动地说道 是啊 我们都以为 龙帅被赵元让给害了 总想着 有一天要给龙帅报仇 没想到还能再见到龙帅 我真是太高兴了 乔顺顺不上擦眼中的泪水 哽咽着说道 都怪我 当年从老里出来之后 心灰意冷 也没脸再见各位兄弟们 于是我便自我放逐到刘仪 做了一个养马人 准备度过余生 没想到遇上吴王殿下 他的一言一行 深深打动了我 让我又豪气重生 要做出一番工业 所以我现在成为了吴王殿下 手下的一名马前卒 郭龙的语速很缓慢 讲得情深意切 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找龙帅 既然您要立一番工业 我乔顺这一辈子 也没有什么本事 就是喜欢跟着龙帅 在沙场上驰骋 现在您就继续带着我们 您放心 我乔顺还是您手下副将 您叫我干啥 我就干啥 哪怕要我老瞧这一颗脑袋 我眉毛都不皱一下 乔顺抓住郭龙的手臂 激动地说道 乔顺将说得对 龙帅 我们还跟着您干 最后一起杀回楚阳去 让赵元让从皇位上滚下来 是啊 龙帅 您还是带着兄弟们一起干吧 乔顺和手下重将纷纷发言 看得一旁的杨云等人感动不已 在战场上生死搏杀的袍泽情谊 一点都没有 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淡 郭龙的出现 让这次宴会的氛围变得十分热闹 这些经历十多年 又再次重逢的袍泽兄弟 激动地将一碗又一碗的酒 一饮而尽 受到他们的感染 杨云 姚霞 聚远光 邱泽也激动万分 身边认识不认识的人 只要见到面 打个招呼 就端起酒碗 痛快地干上一杯 最后 这一场洒宴足足进行了两个多时辰 绝大多数人都大醉而归 郭龙的到来 很快给杨云带来了好消息 这一日 于顺等人大醉而归 杨云也喝得有些醉醺醺的了 第二日一早 酒醒过来之后的于顺 直接把杨云和郭龙等人 请到他的大将军府 杨云和郭龙到达的时候 看见乔顺手下那几名将领 全部在场 看到杨云和郭龙 乔顺和手下 重将领十分激动 乔顺带头来到杨云跟前 将一块青色令牌 双手递到杨云手中 然后所有人整齐跪下 殿下 我与手中兄弟 愿意跟随殿下建功立业 重振龙帅的赫赫威名 还请殿下不嫌我等老迈 收留我们 乔顺带头 郑重地说道 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是听到乔顺亲口说出 杨云仍然是十分高兴 要知道 乔顺和他手下这一群 作战经验丰富 具有很强指挥能力的将领 正是自己势力 目前最缺少的 兄弟们 快起来 能得到诸位将军的相助 我杨云真是如鱼得水 你们放心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一定给大家机会 咱们杀到楚阳城去 把你们当年的屈辱洗刷干净 杨云大声说道 拜见主公 齐整的喊声 在镇南将军府响彻云霄 按照乔顺的意思 他恨不得马上回到郭龙身边 和他最尊敬的龙帅 一起并肩作战 但经郭龙和杨云和他分析之后 乔顺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把加盟杨云势力的消息 严密地封锁住 继续带着所属将士 驻扎在七国 成为杨云又一支隐藏军队 但是 乔顺手下好几名指挥 作战能力很强的将领 却被杨云送去了封地 因为目前封地的士兵 他们的军事能力还十分有限 在这些军中能手的训练下 相信封地士兵的战力 一定会有巨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 杨云也从司权那里 调走一些文武方面的好手 充斥到封地之中 这样可以大大缓解 封地上人才是匮乏的尴尬局面 处理完七国的各项事宜 杨云终于可以回封地了 回去的心情和去的心情 却完全不一样了 又拥有了一股神秘力量的支持 在即将来临的大动荡中 自己又多了一份 保护亲人和朋友们的信心 第244章 端木离去 郭龙 巨远光和秋泽 还有许多事情 就先行赶回了封地 作为封主的杨云 反而要清闲许多 在郭龙他们离开两三天之后 他们才慢条思理地 带着人向封地行去 出了七国难关 杨云带着人一路前行 七江水在这里 与大附近的一条大河会合 在这里冲击成出一块 很宽阔的河滩 河滩中长着一大片芦苇 景色煞是好看 因为在七国的诸多事情 都十分顺利 使得杨云心情大好 看到这么好的景色 杨云决定到河滩上去走一走 见杨云游行很浓 姚霞和赤木尔等人 也十分高兴 便拖着不愿下 马车的端木继月 带着一众侍卫 一起跟着前去 端木继月从元宝山 回到七江城之后 一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做什么事情 情绪都不高 后来端木继月认识了思全 两个性格相似的漂亮女子 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那几天 他们连睡觉都在一起 交流了许多事情 回到七江城之后 端木继月变得内向了许多 这个活泼好动的少女 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杨云虽然有时大大咧咧 但也看出端木继月的异样 其实端木继月的心思 杨云也有所知 杨云并不是一无所知 虽然这个世界允许三妻四妾 贵为王爷的她 再接纳端木继月 也没有人说她什么 池莉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子 也曾暗示过杨云 愿意接纳端木继月 但是杨云的观念却有所不同 她认为感情是不可以分割的 接纳端木继月 既是对池莉的不公平 也是对端木继月的不公平 所以近年来 杨云有些刻意疏远端木继月 就是希望端木继月 明白自己的意思 你希望这个女孩 能够轻松地从这段感情中走出 不至于太过伤心 但在内心深处 杨云已经把端木继月 当成自己的亲人 所以这一次端木继月 被钟文涛和杨红劫走 她毫不犹豫地来到七国 哪怕此行再多危险 也要救出这个 为了自己不惜远离家乡的少女 陪我一起走走吧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单独聊天了 看见这少女 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杨云决定和她好好谈一谈 如果继续这样优弱寡断 可能对端木继月伤害更深 好啊 那就一起走走 端木继月笑着说道 但隐藏在深处的那一丝忧伤 却没逃过杨云的眼睛 此时时间还没有到午时 秋日的阳光淡淡地照在河滩上 青山 绿水 蓝天 白云和这一片一片的芦苇 交织在一起 再加上时不时从芦苇中飞出的野鸟 将这里的景色 衬托得异常美丽 这对俊美男女一起 漫步在这河滩上 把这里的景色 衬托得更加迷人 知道两人有话要说 姚霞拦住了赤墨和身后重侍卫 月儿 我想我们得好好谈一谈了 看着这个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忧愁的少女 变成如今这样子 杨云心中十分难受 哼 你还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我 在你的眼中 可能从来没有把我当女孩子吧 端木继月笑着说道 我 杨云刚刚说出一个字 便被端木继月打断了 你什么也别说 就让我们静静地走一段吧 端木继月轻轻地说道 听到端木继月的话 杨云便将到嘴边的话收了回来 默默地和端木继月一起 漫步在这河滩上 一直走了近半个时辰 端木继月没有话 杨云便也一句话没有说 远远跟在后面的姚霞 也暗暗告诉众侍卫 让他们尽量保持安静 假如没有持理解鉴 你会接受我吗 端木继月突然说道 我 杨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又不想欺骗端木继月 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哼 你连撒的谎骗我开心都不愿意 看来我真是太失败了 端木继月自嘲地说道 不过 也感谢你没有欺骗我 让我放弃了 最后一次希望 我知道在你的心目中 一直把我当你的兄弟 和木头摇大哥他们一样 端木继月轻笑地说道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是我拼了命都会保护的亲人 杨云有些坚定地说道 我准备回郑国去了 端木继月这话说得十分突然 杨云完全没有想到 怎么突然会有这想法 杨云问道 这几天跟思璇姐姐聊了许多 郑国才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只有在那里 我才可以给你更大的帮助 不像在这里 经常给你带来麻烦 端木继月说这话时 与其非常平静 说明她的确想通了许多 那回去过后 我就安排人送你回郑国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哪天想这里 我就让人来接你 杨云说道 不用了 我已经想好了 明天我就和你分路 封地我就不去了 我可不喜欢那种道别的感觉 其实有些时候想通一切 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 端木继月笑着说道 等到哪一天 要和楚国开战的话 老杨你可要通知我 我这女将军 可不能错过 这大杀四方的机会 端木继月笑得像一朵盛开的海滩 好 到时候我们一起上战场 撒得那些家伙 鬼哭狼嚎 杨云也笑着说道 按照端木继月的要求 这一日队伍便没有继续向前 大家就在这片湖滩上 安营扎寨 端木继月又拖着杨云和赤木 跑到河里去抓鱼 钻进芦苇丛中射野鸭 又在河滩上 升起了一堆堆火 掏出野味的香味很快 在河滩上飘了起来 就在这河滩上 众人一起热火朝天的忙碌着 端木继月又成了原来的端木继月 喝酒 打闹 搞恶作剧 使得的河滩上 时不时传来欢乐的笑声 第二天天刚亮 端木继月便告别了众人 带着几名女兵 踏上了回归郑国 杨云当然不放心 端木继月就这样回到遥远的郑国 于是他便让赤木 带着一部分伸手不凡 处事经验又很丰富的侍卫 护送端木 护送端木继月回去 看着这美丽少女的背影不断远去 杨云心中五味杂陈 自己欠端木继月的太多 这个少女为了自己背井离乡 可最后还是伤痕累累的回去 希望她回到自己的家 能够很快忘了这段感情 重新成为那个无忧无虑的活泼少女 端木继月等人走了很久之后 杨云才收拾心情 继续踏上回归封地的路 少主 翻过前面这个小山包 前面就是一段平路 我们的速度就可以快一些 现在我们侍卫的人数有些少 得早一点回到封地才算安全 赤木儿走了之后 杨云的安全就得有姚侠全权负责 他可不敢有丝毫大意 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当你怕什么时候 他偏偏要来什么 刚刚爬到这个小山坡上 就看见一群黑衣人站在山顶 拦住了队伍前行的道路 猎起防御阵型 保护殿下 眼见这群黑衣人应该没有神妖好意 姚侠悄悄向身边侍卫招呼道 这些侍卫长期保护杨云 他们彼此之间的配合 已经非常熟练 很快就根据平日的要求 站成防御队型 将杨云乘坐的马车 牢牢地保护在中心 前面的朋友 我们是大福商旅 规矩我们懂 买路的银子 我们会如数奉上 还请诸位朋友予以放行 对方人数众多 姚侠本不是怕事的个性 但是为了杨云的安全 他决定花钱消灾 银子我们就不要了 你们将那辆马车 和马车中的人留下 我们就放你们一马 这是从黑衣人中 走出一脸蒙黑惊的人 对着姚侠大声说道 听到这人的话 姚侠脸色铁青 众侍卫脸上 也露出愤怒的神情 将手中的刀剑握得紧紧的 恨不得马上冲过去 把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杀个干干净净这位朋友 马车里边是我们的东家 我们断然不会交给你们的 山不转水转 今日诸位若能放我们前行 日后我们一定会还这一个人情 为了顾全大局 姚侠深深吸了一口气 生生将怒火压下 然后朗声说道 姚大哥 别存侥幸心理了 出来那个人 虽然脸上蒙着黑金 我也能够把他认出来 不是钟文涛 那畜生还有谁 杨云一边说着 一边让人将自制的望远镜 递给姚侠 姚侠接过望远镜 向前面望了望 他很快 显然也认出了钟文涛 神色一下变得凝重起来 我还是那句话 交出马车和马车里面的人 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如若不然 你们就给他陪葬吧 前面的黑衣人 冷笑着说道 好吧 你可要说话算话 马车留给你们 给我们让开一条路 姚侠朝前方大声喊道 接下来 他又低声向身旁侍卫说道 大家分作两队 一队挡住他们 一队保护殿下向后撤退 这里没有其他隐藏身形的地方 我们撤回早上 出发那片芦苇丛 这帮久力生死的侍卫 面对人数众多的敌人 他们没有丝毫畏惧的神情 一队侍卫紧握手中的刀剑 飞快地朝那群黑衣人冲去 而剩下的侍卫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 迅速调转马头 用着杨云乘坐的马车 飞快地向后方撤去 第245章 如尾荡逃生 兄弟们 他们想逃 不要放过他们 杀了杨云 就可以享受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这一路 钟文韬带人一直跟着杨云等人 终于等到他们人数最少的时候 这样的机会 正是钟文韬梦寐以求的 他当然不会放过 钟文韬带的这一帮人 是二皇子杨县多年养的死士 他们也知道 此次行动对杨县的重要意义 所以钟文韬一声令下 他们便二话没说 立即冲了出去 杨云的这帮侍卫 当然不肯放这些黑衣人过去 他们人数虽然少 但却一点也不畏惧 死死地将这些黑衣人 堵在山道之上 让他们无法前行 这里山道狭窄 对杨云手下侍卫而言 是一件很有利的事情 他们只需要将道路死死堵住 黑衣人便无法前进一步 黑衣人的人数虽然多 但是好多人挡在外围 根本无法参与攻击 拖的时间越久 杨云等人的撤离 便会更加从容 此时交战双方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双方遇到一起 没有做任何事试探 直接大战在一起 一方死战不退 一方拼死想冲出一条血路 这种惨烈的战斗 双方很快都出现了伤亡 但是打斗的两方 似乎都很默契 一旦有人倒下 后面的人迅速将死伤者拖走 又有人补上位置 继续进行战斗 你们先行退开黑衣人中 一名首领模样的人 见前面的人 始终没有将杨云的侍卫杀退 马上对前面的黑衣人说道 你 你 还有你 跟我一起上 领头的黑衣人叫上几名属下 带头向众侍卫冲去 领头的这黑衣人 显然对自己的属下十分了解 他叫出的这几人 功夫显然在黑衣人中 是十分出众的 这些人加入战圈之后 侍卫们压力顿时大增 很快有许多人受伤 倒在地上 面对这一局面 这帮侍卫脸上 却没有任何畏惧之色 一旦有人倒下 后面又有人争先恐后的补上位置 众侍卫的英勇无畏 使得黑衣人空有人数优势 却无法前进一步 统领 这样下去可不行 你们都退回来吧 后面的钟文涛 见黑衣人始终无法前进一步 在后面向领头的黑衣人大声喊道 领头的黑衣人 听了钟文涛的话 立即心领神会 他招呼手下一众黑衣人 迅速往后撤去 守在道口的侍卫 见黑衣人突然撤去 正在纳闷之际 只见后面的一群黑衣人 正从背上取出弓箭 立即吓了一大跳 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遮挡物 侍卫们走得匆忙 又没有携带盾牌 这个时候 如果遭遇对方的弓箭 纵然只有成为敌人的火把子 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殿下他们早已走远了 我们赶紧撤 找机会和他们会合 如果再不走 众侍卫只能做无谓的牺牲 一名领头的侍卫果断地喊道 其他侍卫听到头领的命令 立即明白他的意图 他们连忙拖着受伤的同伴 向山道旁的一条小路奔去 暂时不要管他们 追杨云那小畜生要紧 见中侍卫向小道撤退 钟文涛连忙阻止 准备追上去的黑衣人 顺着大道向杨云等人 撤离的方向追去 众黑衣人以最快的速度 顺着大道往前直追 一直追了一两个时辰 眼见离七国越来越近 直到七国现在没有人能帮自己 到了七国能 抓住杨云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钟文涛开始着急起来 不对 这里已经没有了车折印 连马蹄印都少了许多 他们那么多人 还有那么多的东西 不可能跑这么快 着急之下 钟文涛反而清醒了 他连忙叫住了 正在紧紧追赶的众黑衣人 他们一定藏在哪里了 可是这一路并没看见多少可以 让这几十人隐藏身形的地方 他们会躲到哪里去了呢 钟文涛有些疑惑地说道 我们刚才经过那片河滩 里面有一大片芦苇丛 他们会不会躲在那里边 这时黑衣人中突然发出一个声音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想通这一关节之后 钟文涛十分后悔 他连忙叫起这些黑衣人 拼命地向前追去 大人 您看 这里虽然加了一些掩饰 但是 还是能够看出 这里有许多人通过的痕迹 这时 领头的黑衣人 向钟文涛报告 有些道理 咱们过去看看听了黑衣人头领的话 钟文涛想了想 立即说道 杨云 我们已经知道 你常在芦苇荡里边了 你作为一个堂堂的皇子 别当缩头乌龟了 赶快出来 再不出来 我们就冲进来了 朝着芦苇荡的方向大声喊道 钟文涛人猜测得不错 杨云等人 此时此刻 就藏在这一大片芦苇荡之中 但是为了不产生必要的麻烦 他们都在草丛中 一动念不动 兄弟们 别听他们的 他们想炸 我们出去 我们就躲在里边 这么大一片芦苇 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找到我们 姚侠制止住 蠢蠢欲动的手下侍卫 低声说道 你们赶紧出来 再不出来 我们就放火了 见芦苇荡中 仍然没有什么动静 钟文涛有些着急了 大人 我们冲进去不 黑衣人统领 突然向杨云问道 不用了 杨云这小子 一向自作聪明 爷爷我早就 看他不顺眼了 老天爷垂怜 给了我们这么好一个机会 但是在芦苇荡中 看不清人影 我们的人进去 很可能被他们偷袭 钟文涛还是有些头脑 一下子就想起关键之处 让兄弟们在附近 捡一些干柴 堆在芦苇荡四周 秋冬季的芦苇 从大多已经干了 一点就着 这次 我们要把杨云这畜生 给他烧焦 钟文涛洋洋得意地说道 听了钟文涛的话之后 这些黑衣人 马上行动起来 不一会儿 就在芦苇荡的四周 堆了一大堆干柴 看见这密密麻麻的 一大堆干柴 钟文涛十分高兴 这么多次 都没有了 你这小畜生的命 这一次 我看你往哪里逃 说完之后 钟文涛亲自拿起一把弓箭 然后朝着芦苇丛射了过去 身边的黑衣人剑状 立即心领神会 也照着钟文涛的样子 将一只只火箭 射向不远处的芦苇丛 钟文涛说得不错 这个季节的芦苇丛 大多数已经很干了 火箭一射进去 芦苇丛立即燃了起来 河边的河风很大 火借着风势 不一会儿 就熊熊燃烧起来 将河水照应得一片通红 少主 这些狗 娘养的 看来一定要赶尽杀绝 我们冲出去 和他们拼了 看见大火离自己 越来越近 姚霞着急地说道 不用怕 先发出信号 七国难关的侨顺 距离这里并不远 看到我们的信号之后 他很快就会赶过来 听了姚霞的话 杨云却一点也不着急 慢调思理地说道 可是少主 就算乔大将军来得再快 也比不上这些火的速度吧 等他们改过来 我们早已被烧焦了 姚霞急得都快跳起来了 不用怕 我自有办法 杨云笑着说道 说完之后 杨云从一名侍卫手中 拿过一把短刀 蹲下来 就将地上的几根芦苇斩断 兄弟们 照着我的样子 将靠近我们的芦苇全部砍掉 然后丢到远出去 杨云一边忙碌 一边对众侍卫说道 见到杨云这样子 侍卫们立即心领神会 他们纷纷行动起来 砍倒了周围芦苇 不一会儿 在芦苇丛的中间 就形成了一大块空地 好了 不用砍芦苇了 大家在地上挖一个坑 坑中很快就会有水渗过来 杨云又众侍卫吩咐道 侍卫们跟着杨云的时日 都已不短 知道他时常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好办法 所以 听了杨云的话 他们毫不迟疑 马上行动起来 在众人的忙碌下 空地中间 很快出现了一个水坑 我们都躲到水坑里面去 看着大火 怎么能够烧到我们身上 杨云笑着说道 如尾丛中的大火越来越大 不久之后 就离杨云和众侍卫的位置 越来越近了 这时候 火对杨云等人产生的威胁 并不算大 可是浓烟却让众人受不了 侍卫中不断有人咳嗽起来 兄弟们 割下一块衣精 在水中浸湿了 捂在自己的口鼻子上 这样就会好受许多 目前这种状况 早在杨云的预料之中 所以他不慌不忙地 对众侍卫说道 火借着风势越来越大 弱大的一片芦苇丛 很快就被烧得干干净净 好了 终于将这些家伙都烧死了 我们走吧 领头的黑衣人 看见被烧得一片焦黑的芦苇丛 和漫步在天地之间的浓烟 高兴地说道 不 没看到尸体 我不会放心 这样都让他们逃掉的话 相王殿下一定会动目的 兄弟们 我们一起过去找找看 钟文涛狠狠地说道 听了钟文涛的话 这些黑衣人马上行动起来 下已经熄灭的芦苇丛中行去 一点一点地搜索 躲在水坑中的摇霞 借助杨云的望远镜 见搜索的黑衣人越来越近 脸上又露出焦急的神情 少主 我领着众兄弟冲出去 拼死也要杀出一条虫围 保护着您出去 姚霞抄起手边的短刀 就要站起来向黑衣人冲去 第246章 援兵志 先等一等 就算要站 也等他们靠近 打他们的措手不及 杨云制止住准备冲出去的姚霞 示意所有侍卫躲在水中 避免被敌人发现 卢尾当的面积不小 可是黑衣人人数众多 不一会儿 就把整个范围搜索得七七八八了 眼见黑衣人离自己等人越来越近 杨云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一仗 杨云真不愿意打 敌人的实力明显占优 这时冲出去 只有徒增伤亡而已 估计这一仗打下来 自己所带的侍卫 可能有一大半要牺牲在这里 想着要有这么多的兄弟 为了自己而付出生命 杨云心中着实心疼 兄弟们 看来今天我们多半是逃不出去了 待会儿冲出去过后 大家不要管我 给我使劲的杀 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 咱还赚一个 如果有机会逃脱的话 那就不要管大家 咱总得留些人回去报信 看黑衣人离自己等人 只有几张远的距离了 杨云低声说道 那怎么行 我们的职责是保护殿下 就算是死 我们也要死在殿下前面 等会我们先冲出去 和他们死战 殿下您暂时躲在里面 有机会您就逃出去 听了杨云的话 身边一名侍卫 立即低声说道 这侍卫的话 显然说出了众人的心声 身旁又有许多侍卫低声说道 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意思 让兄弟们独自战斗 那不是我杨云的风格 大家不要再说了 等会我们一起冲出去 就算是战死 也不会让他们好受 侍卫们的话 让杨云十分感动 他将手中的长剑紧紧握住 坚决地说道 此时 黑衣人离他们藏身的水坑 只有一两丈远的距离了 照这情况看 自己等人很快会被发现 杨云的身子往上移了移 准备带着大家冲出去 冲啊 沙呀 这时河边的大陆上 突然传来喊沙之声 听得出有大队人马 正向这里赶来 好了 一定是我们的援军来了 大家先不要动 这喊沙声 让姚霞松了一口气 姚霞不怕死 但是如果就算自己死了 也没有保护住少主 九泉之下 他无言俱见之前死去的兄弟们 糟糕 他们的援军来了 咱们赶紧撤 见大道上来了一大群人 正朝自己等人的方向冲来 钟文涛知道来者不善 连忙组织黑衣人撤退 赶来增援的 正是七国难关的乔顺等人 他们能够很快发现 这里的情况 得益于杨云等人发出的信号 杨云改善火药的配方之后 制造出来的信号弹 就算是在白天 隔着很远都能看见 还能听见声音 这种信号弹 目前是杨云军队独有的 临走之时 杨云还专门给乔顺他们留了一部分 守在七难关之上的乔顺 看到这独特的信号 立即知道杨云等人遇上危险 所以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 剑中文韬率领黑衣人准备撤退 杨云等人 怎么可能让他逃脱 他们立即从水坑中冲出来 追在后面 向这些黑衣人杀去 还没有赶到的乔顺 剑河滩上已经开始厮杀 也开始着急起来 命令手下士兵全速前进 很快便冲了过来 将这些黑衣人团团围住 现在的形势 一下发生了转变 本来人数占优的黑衣人 现在却成了苦苦死守的一方 乔顺此次出来 足足带了千名士兵 除了极少数的黑衣人 见识不妙 先行逃脱之外 绝大多数的黑衣人 要么被杀 要么被他们抓住 杨云马上让人轻点 被抓的黑衣人 结果在这群人中 居然没发现 钟文韬的踪迹 看来这家伙 已经趁乱逃走了 钟文韬那家伙逃走了 我们赶紧去追 这家伙在我的封闭上 诅了那么多坏事 一定不能让他逃脱 杨云大声说道 听了杨云的话 众人立即行动起来 顺着山道 朝钟文韬等人逃跑的方向 追去钟文韬暗自庆幸 自己反应速度很快 骑走的又是一匹快马 终于在对方大部队 形成合围之前 逃了出来 但是 看看自己身后 紧跟的五个黑衣人 他的心中感觉到 一阵阵寒意 因为跟了杨县这么久 他已经很了解 这位项王的个性 自己这一次 没把事情办成 还损失了这么多的死事 项王一定不会轻饶了自己的 看来项王那里是回不去了 得另外找一条出路才行 钟文韬一边逃跑 一边思考着 可是很快 钟文韬发现 他用不着 在纠结往哪里逃了的问题了 因为他已经逃不掉了 前面站着一群人 正手持刀剑 站在道中 等拜钟文韬等人 自投罗网 这一群人 正是当初留下来 阻击黑衣人的侍卫 当时他们 从小到逃走 钟文韬和手下黑衣人 为了去抓杨云 就没有顾得上 在追击他们 这群侍卫领头的正是陈山 他跟了杨云这么久 也学会了动脑思考问题 黑衣人追击杨云他们之后 陈山便让受伤侍卫原地休息 自己带着剩下的十余名侍卫 往芦苇荡方向赶去 见这群黑衣人 围住了杨云等人藏身的芦苇丛 陈山知道 这时候 就算自己等人冲过去 也只能是徒增伤亡 不会给杨云等人 带来多大的帮助 于是他便让手下侍卫 躲在黑衣人后面 不远处的树丛里 准备在关键时候冲出去 争取从后方 杀出一条血路 帮助杨云等人突围 看见黑人堆起柴草 要准备点燃芦苇丛的时候 陈山心急如焚 但他却制止住 准备冲出去的侍卫 看着芦苇荡燃起雄雄大火 陈山心中暗自祈祷 希望老天也保佑杨云等人没事 他暗暗决定 如果杨云出事 自己就自行了断 最终看见援冰及时赶来 而杨云等人 又安然无恙的时候 陈山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又一次制止 准备冲出去的几名侍卫 决定守在这里 等待漏网之鱼 事实证明 陈山的策略是对的 见远远逃来的黑衣人 陈山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 他连忙带着剩下的十余名侍卫 朝钟文涛等人冲杀过去 见钟文涛等人已经跑远 杨云虽然带人追击 但是其实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没想到等他们追过来的时候 发现逃脱的几名黑衣人 正被拦在道路上 杨云立即大喜 带走人将钟文涛等人团团围住 钟文涛带着几名黑衣人 虽然拼命想突围 但是杨云等人 怎么可能让他逃脱 到最后 几名拼死顽抗的黑衣人 全部被杀 钟文涛现于几人的围攻之中 不断听见身旁传来的惨叫声 他知道 这次发出惨叫的 一定是自己所带的死士 当第五声惨叫传来的时候 钟文涛知道 自己手带的死士 已经全部死光了 对方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对自己下死手 一定是想活捉自己 钟文涛不想死 但他却知道 自己在杨云的封地 做了这么多坏事 杨云是肯定不会让自己活着的 那时候 自己将会死得更惨想到这里 钟文涛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双眼一闭 将手中的短刀向后一番 就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 短刀光当一声落在地上 想拔剑自杀的钟文涛 却没有能如愿 成了杨云手下的俘虏 原来 钟文涛终究是怕死之人 在用短刀抹向自己脖子的时候 有了一丝迟疑 就这十分短暂的一下停顿 却被身边的姚侠抓住了机会 一箭击中钟文涛握刀的右手 还没等钟文涛有其他动作 陈山等一帮侍卫已经冲了过来 一把将钟文涛拖下马 并死死地按住 杨云 你这个窝囊皇子 你动手杀了我吧 趴在地上的钟文涛 使劲地喊着 杀了你 没有这么便宜 封地这么多老百姓的血仇 岂是这一刀可以还得了的 杨云冷冷地说了一句 便没有再理睬钟文涛 钟文涛还想大声喊叫 却被众侍卫一顿拳脚打得鼻青脸肿 然后扯出一块布将他的嘴巴塞住 然后用绳子将他绑得结结实实的 然后拖上一匹战马绑在马背上 因为这一帮黑衣人的袭击 使得杨云这次带的百鱼侍卫 足足死去三十多人 特别是留下来阻击黑衣人那群侍卫 直接伤亡了一大半 在这种情况下 侍卫们恨透了这些进行偷袭的家伙 他们不仅将俘虏的黑衣人全部杀掉 还在战场上四处搜寻 凡是看见还有一口气的黑衣人 直接给他补上一刀 到最后 偷袭杨云的人的几百黑衣人 全部被愤怒的士兵杀光了 在下营救来迟 让殿下受苦了 还请殿下责罚 剑战士终于平息 乔顺来到杨云跟前 向他说道 哼哼 乔将军客气了 若是没有 你们的及时赶到 我的脑袋可能早已搬家了 还得感谢乔将军救命之恩 杨云知道 乔顺等人之所以效忠自己 完全是为了跟随郭龙 但是杨云有信心 自己能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 让这一帮人 真心为自己效力 乔顺他们离开七国 私自进入大福境内 若被大福军队发现了 将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严重的话 甚至有可能被当作入侵者而斩杀 但是为了杨云等人的安全 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冲了过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杨云让乔顺带兵迅速返回七国 但是乔顺由于担心杨云的安全 仍然留下了一些士兵 换做大福百姓的服装 要将杨云等人送回封地 第247章 来自西京的消息 乔顺等人走了之后 杨云迅速组织手下侍卫 抢救此次战斗中受伤的勇士 并且挖了一个深坑 将此次战斗中牺牲的侍卫全部安葬 看着这些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勇士 杨云心中十分难受 他找来一块石板 亲自用长剑刻着中意三十六勇士之墓 几个大字 并亲自抱起这块石板 将他立在死去的三十六名侍卫目前 一众侍卫静静地看着杨云 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们既为自己袍则兄弟的逝去而悲痛 也为有这样一个 将他们当兄弟的主子而感动 众人祭奠完死去的侍卫之后 怀着沉痛的心情 往封地的方向行去 这一次 路上没有遇上任何麻烦 几天之后 杨云等人顺利地回到封地 这一次 最后又听说杨云遭到袭击 可把封地上关心杨云的这些人给急坏了 当然 最关心杨云的人是池莉 本来池莉想等到杨云回来之后 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丈夫 但是等来的全是不好的消息 可把池莉给急坏了 池莉表面上是一个温柔适水的女孩 但她骨子里是特别坚强的 因为杨云不在 作为封地的主母 她如果表现焦急的情绪 会使得封地百姓人心大乱 所以在人前 她总是安慰大家 告诉大家 池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带走人赶了几十里的路 来到封地边境上等待自己的丈夫 但看见杨云跟众兄弟一一见面的时候 她只是在一旁淡淡地笑着 把喜悦的心情深深压在心底 杨云回到封地之后 很快得到两个消息 这两个消息对她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个消息是 自己要当父亲了 当池莉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杨云之后 一向沉稳的杨云激动地跳了起来 拥有两世人生的杨云 做父亲还是第一次 上一世的婚姻十分失败 导致她一直没有孩子 现在终于有机会做父亲了 对杨云而言 当然是一件大喜事 而另一个消息 却是让杨云十分头疼的 这个消息是来自西京城的 这是尤烟飞飞利用信哥 快速传来的消息 福皇生病了 据说他的病情还十分严重 宫中传的消息 说近日来 福皇总是咳嗽不止 甚至有咳血的现象出现 对这个时代的人而言 咳血几乎是一种绝症 一旦出现这种症状 这人十有八九 破不了多久 这件事情对杨云来说 是一件很头疼的事 至今目前的实力 虽然有一些扩充 但是 比起京城中那些背景 强大的皇子而言 那还差得有些远 这几年 自己已经很注意低调形势 尽量不引起西京城中的 那些势力的注意 可是即使是这样 他西京城中的那些兄弟们 却始终还是没有忘记 他钟文涛在封地做的 这一系列事情 让杨云感觉压力很大 但对于这种状况 杨云也无可奈何 因为自己的封地 现在有二十多万人 无论如何 也是无法避免 其他人在自己工地安插眼线的 杨云将自己势力中的 一些核心人物 召集在一起 主要要讨论两个问题 福皇病情十分严重 杨云准备亲自到西京城去看看 福皇现在的病情到底怎么样 自己有没有办法缓解他的病情 对于杨云而言 福皇的身体状况越好 活得越久 对杨云就越有利 一旦福皇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西京城必然会发生重大变故 这些变故对大幅的百姓不利 对一心想在偏远的封地们 没发展的杨云也十分不利 所以杨云将大家召集到一起 先了解了一下 自己离开这段时间 封地的发展情况 然后也将自己去西京城之后 封地的各种事情安排妥当 第二个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 被抓住的这钟文涛 到底如何处理 其实钟文涛这件事情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向王杨县的人 就连钟文涛自己 也交代了这件事情 可是毕竟杨云手上 没有什么有利的证据 如果把这件事情挑明了 杨县来个死不认账 甚至说自己污蔑他 来得倒打一耙 杨云也拿他没有办法 众人对此事 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 终于达成共识 这件事情既不能挑明 但也不能当作没有发生 在这个时候 杨云也得露出一点争鸣 表示县江的自己 也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负的人 只有这样 才能让京城中那些跃跃欲试的人 在找自己麻烦的同时 先得考虑一下 自己能不能够承担事情的后果 这件事情终于达成共识 一匹快马 以最快的速度 向西京城中奔去 二十来天之后 正在向王府中 与手下谈试的杨县 忽然听到一名属下来报 说是一名来自无限的商人 给他送来了一件礼物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杨县觉得十分奇怪 但是仍然让属下 将这件礼物拿进来 礼物被装在一个方匣子里 杨县让人拆开之后 在场所有的人 都被吓了一大跳 因为这匣子里 装着一颗血糊糊的人头 这人是钟文涛 上次就是他自告奋勇 要到杨县封地 去搞一些事情 看来是他的任务失败了 这人头是杨县让人送过来的 说话的是陈远航 这么多年以来 他为杨县出了许多主意 立下了不少功劳 已经成长为杨县手下的第一智囊 你出去看一看 把那个送来东西的人带进来 杨县听陈远航说完之后 陈生说到估计这人已经走了 陈远航轻轻地说了一声 过了不久 派出去的人回来了 结果果然和陈远航说的一样 看来这东西 是杨县那家伙让人送来的 他居然敢将我们的人杀了 我们也得以牙还牙 干掉他们几个人 让杨县知道 我们不是好惹的 屋中一员武将愤怒地说道 不可以冲动 我们现在还不是和杨县翻脸的时候 陈远航马上说道 是啊 杨县没有把此事上报陛下 只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 把东西送给我们 说明他们也不想和我们翻脸 只是想告诉我们 他们也不是好惹的 我们现在主要应该对付的是 实力独大的圣王 没有必要再和杨县为敌 这次说话的是吴远玉 他加入杨县势力的这几年 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谋事 是啊 当日这钟文涛主动请英 去对付吴王杨县 实际上也有想报私仇的成分 现在我们就想办法 将这个消息传给杨县 表示钟文涛是私自行动 没有经过相王殿下同意的 陈远航又在一旁说道 那好吧 现在也的确不是和其他皇子 发生矛盾的时候 当时这钟文涛 向我请求到吴王丰地区 也不是没有头脑的人 他很快掂量出事情的轻重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 我们也给杨县一点甜头 比如在朝中给他的人 安排一个官职 杨县在朝中 也确实没有可以 帮他说话的人 陈远航又说道 但是对吴王丰地的监督 也不能放松 我们得重新派人 到吴王丰地 但这一次 不让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只是暗中将丰地上发生的事情 及时报告我们 吴远玉补充说道 两位先生的办法很好 对于我的这些兄弟们 现在我们明面上的拉拢 但暗地里也必须做好防范 等斗到了杨明 再慢慢和暗地里打小算盘 但这些家伙算账 杨县端起面前的杯子 一口将杯中的茶喝完 然后将杯子重重地 放在暗机上 当向王杨县让人传回的消息 传到杨云封地的时候 正是杨云准备启程 前往西京城的时候 看来我们的办法是对的 杨县也不想和我们彻底翻脸 太府少卿 他居然叫我们宝剑一个人 担任这个职务 居然是一个四品官职 看来我这个二哥 还是有些大方嘛 杨云淡淡地笑道 那我们派谁去担任这个官职 聚远光在一旁问道 我去吧 京城中也需要有我们的人 随时了解朝廷中的一些动向 我们在朝中有官职的人 的确是太少了 钟文涛接口说道 这可不是个好差事啊 我二哥给我们这个官职 其实也没安神要好心 他知道 这个职位上是我们的人 一旦有什么冲突 这个人有可能是首当其冲 要被剪除的杨云笑着说道 钟文涛虽然和我不和 但他毕竟是我的弟弟 他做了对不起殿下的事情 就让我多为殿下做一些事情 就算帮他赎赎罪吧 这段时间来 我们封地兴来了许多人才 我县令的位置 可以放心交给他们去做 钟文涛诚恳地说道 第248章 福皇的病情 钟县令去的话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让他们理解为 我们杀了钟县令的弟弟 给他一个官职安抚一下他 聚远光想了想说道 另外 他们如果拉拢文涛的话 文涛还可以假意答应 这样既可以让你安全一些 也许还可以得到 更多有利于我们的消息 一旁的姚霞说道 那好吧 我们就推荐钟大哥 去担任这个职务 但如果一旦有什么危险 你就联系飞飞姐 让他安排你尽快撤离 这个职位 需要一个自己 最信的过的人去担任 钟文涛的确是一个 合适的人选 于是杨云同意了这个方案 要让钟文涛去西京城 担任职务 这次正好和杨云同行 据远光事物太多 此次无法同行 有钟文涛同网 关键时候 还可以给杨云出谋划策 这个时候的杨云 才深深地感觉到 由于目前自己的势力 不断扩大 但可以信任 又能够给自己 出谋划策的人 还是太少了 这一次与自己同行的人 赤目十分能打 但若是要出谋划策的话 是指望不上他的 而负责带领侍卫的七威 行军打仗还有一套 但要和京城中的 那些老狐狸斗志 那也是很困难的 据远光和邱泽 也考虑到这一点 临行的时候 再三叮嘱杨云 遇见事情 一定要多加考虑 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一次杨云进京 最大程度地封锁了消息 所以 避免了一路上 官员的接待和宴请 行路速度 就比平时快了许多 一路上 杨云都无心观看路旁的景色 他一直在思考 西京城中目前的局面 自己此行 可能会遇上什么问题 出现哪些情况 自己应该如何应对 等杨云等人 到达西京的时候 已经到龙东季节了 满地的白雪 将四周的景色 装点得格外妖柔 由于杨云刻意隐藏行踪 所以来接他的 只有孔元带着府中的几个下人 京城中其他势力的人 当然也有 可能知道杨云回京的消息 但杨云既然表示出 不想让人知道的态度 他们也不好 来打扰杨云 从城门到杨云的吴王府 大约有半个时辰的路程 杨云特别选了 天快黑的时候进城 这个时候 由于天气寒冷 再加上天黑的比较早 街道上已经没有了多少行人 少主 前方有人说 走过来向杨云报告 顺着孔元所指的方向 只见前方转角处 听着一声小叫 小叫旁 除了两个抬轿的人之外 还站着一个长得 比较俊俏的丫鬟 此时 小叫的叫连被人拉开了 一张美丽的笑颜 出现在杨云的视线中 杨云定睛一看 坐在小叫中的 居然是柳飘飘 看来柳飘飘的消息 还是比较灵通 自己刚刚回到西京城 他就找上了自己 既然柳飘飘这么着急 肯定有比较重要的事情 看来自己有必要见一见他 我先耽搁一下 队伍还是照着原样子 往府中走 尽可能不让人发现 我曾经离开过 杨云对孔元交代一番之后 就带着赤木一人 走进了路旁的一座茶社 茶社的掌柜 看见杨云的打扮 知道他的身份非同一般 连忙陪着笑迎了过来 掌柜的 给我安排一间雅士 再泡上一壶上品的碧罗春 杨云笑着对掌柜说道 好嘞 客官楼上请 说吧 掌柜躬身带着杨云和赤木 上了楼上 一间装饰十分雅致的房间中 掌柜把茶上好 刚刚离开不久 柳飘飘便带着一个丫鬟 轻轻地推开门 走了进来 杨云打量着柳飘飘 见他的脸上虽然带着笑意 但从他的眉宇间 杨云清晰地发现了一些焦虑和忧愁的神情 这可和自己以前见到的柳飘飘 有些不一样 飘飘姑娘 这么久不见 姑娘的绝世容颜更胜以往 杨云笑着说道 殿下说笑了 飘飘普有之姿 哪能入得了殿下的法眼 今日飘飘冒昧前来 确实有要事相伤 柳飘飘有些严肃地说道 以往杨云每一次和柳飘飘见面 总是在轻松的气氛中 随时开上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但今日柳飘飘却突然用上了这样的表情和语气 看来他要谈的事情的确十分重要 想到这里 杨云也换上了一副认真的表情 柳飘飘拿起茶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然后狠狠地喝了一口 然后将杯子使劲地放在暗基上 似乎下定了决心 这么多年 我轻易教父出这么多的努力 虽然刺杀了一些不忠不义的官员 但是杨家的江山 却似乎越来越稳了 教主已经按耐不住了 他让我们进行策划 要用暴动的形式夺取杨家的江山 柳飘飘的话让杨云十分震惊 这可不行呢 不是因为我信杨才说这话 而是因为大幅的政权十分稳固 虽然王子之间有明争暗斗的事情 但是这是杨家内部的事情 一旦有人对杨家统治地位发起挑战 一定会被众人联合打压的 杨云不想有人对福皇不利 但是轻易教的人显然和司马家有关系 他也不想让这些人遭到伤害 我们也是这样劝教主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轻易教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教主决定拼死一搏 但是我们教中兄弟冷静分析 认为我们的胜算十分低 可是教主现在已经听不进去 我们的话柳飘飘着急地说道 你们教主究竟是谁 还有 你们手边到底有多少可以用上了实力 杨云忍不住问道 但是问出之后 他就后悔了 请吾王殿下谅解 这件事情我没法告诉你 除非你答应我们教主的建议 但让我们轻易教的教主 那是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对你隐瞒 柳飘飘低声说道 柳飘飘几次说道 让自己担任轻易教教主 要说对这一股力量 杨云不想拥有那肯定是假的 但是杨云知道 轻易教的宗旨是为了推翻大幅的江山 按照他们的行事方式 不管成与不成 都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这样的局面 可不是杨云想看到的 就连自己的外公 前大晋皇帝司马南 都愿意以百姓为重 放弃对皇位的争夺 你帮我转告 你们教主 希望他一定冷静 大夫在西京城中的力量 甚至是皇宫中的力量 都是他想不到的强大 所以请他 不要拿教中兄弟的生命去冒险 站在杨云这个位置上 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只好让柳飘飘转达这一句话 好吧 我把你的话转达给教主 我今日来找你 第一个目的就是想见你的话 劝劝我们教主 第二个目的是 如果真有那一天 教中的兄弟一定会死伤惨重 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希望殿下 能够尽量保护我们幸存的兄弟 他飘飘能够说出这话 说明他已经将生死置于都外了 再回吴王府的路上 杨云陷入沉思之中 柳飘飘给他带来这个消息 真是太让人震惊了 这事情不管能不能成功 都会有许多人 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一定得想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可是此时的杨云也十分明白 清一教主做出这样的决定 就连跟着他这么多年的属下 都无法劝导他改变心意 自己的话能够起到的作用 肯定会更加有限 一直到回到吴王府中 杨云都没有想到 劝阻清一教主的方法 没办法 只有将这事先行放在一边 还是先了解父皇的病情 再考虑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杨云这次回到西京城 其实是违背大夫规定的 大夫朝廷有这样一个规定 所有封王的皇子 没有得到朝廷的旨意 一般不得随意回到京城 自己这次回京 是为了帮助父皇 检查并治疗病情 所以福皇应该不会给自己治罪 但是如果自己就这样 明目张胆的进攻 肯定会受到朝中大臣的非议的 所以 杨云在回到西京之前 就制定了两套方案 一套方块是通过自己的岳父 新任的尚书令池尚文 先向福皇禀报此事 得到福皇的允许后 再进攻面胜 而第二套方案 就是想办法 先通知自己的母亲 有自己的母亲向福皇禀报 经过思考之后 杨云决定使用第二套方案 因为池尚文 这人为人方正 由他向福皇禀报 不宜被福皇接受 而自己的母亲就要好办多了 夫妻之间总是要好 说话一些的 一直待在铁匠铺小院中的铁峰 显然不知道杨云回京的消息 所以他见到悄悄来到自己院中的杨云 经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但听说 杨云想要借用地道 进入皇宫去见自己母妃的时候 铁峰根本没有问原因 连忙打开地道的门 并递给杨云一个马灯 这可是杨云新造出来的东西 有了他 大家就算在夜风中前行 这照明的灯火都不会被吹灭 可比火把适用多了 杨云选择去见司马玉的时间是晚上 因为只有这时候 母亲才会在自己的寝宫中休息 并且房中没有太监和宫女 对于这地道 杨云已经走了很多次 已经算是轻车熟路 所以他很快顺着密道 来到了母亲所在的凝玉宫 透过密道中的小孔 杨云见到自己母亲的寝宫 却并无外人 从文章中传出的呼吸声 也可以判断出寝宫中 此时只有司马玉一人 见一切都十分正常 杨云总算放下心来 轻轻地敲了敲密道 靠近寝宫方向的石壁 第249章 问策 司马玉的睡眠一般比较浅 所以一下子就听到石壁敲响的声音 刚开始的时候 他吓了一大跳 但是 很快他就高兴起来 因为这密道 只有他和杨云知道 于而 是你吗 司马玉立即披衣起来 向着密道内低声问道 听到杨云的应答之后 司马玉欣喜悉强 连忙打开密道石门 让杨云进到自己的寝宫之中 已经有许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如今意外见到 司马玉高兴地不知道怎么形容 他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杨云 似乎怎么也看不够 听到杨云说到自己的来意之后 心疼儿子的司马玉 马上答应了 他可不愿意 杨云因为私自回京而受到责罚 表示明日一早就亲自去见父皇 说完这一件事情之后 杨云又从怀中拿出一件东西 递给司马玉 司马玉拿着这东西翻看了许久 这东西是什么意思 但是司马玉知道 杨云不会随意拿的东西出来消遣自己 所以他又一次拿起这个东西 仔细地看着这东西的每一个位置 最后 这件物体下方一个镜子 让他吃了一惊 再看着这个令牌一样的东西 上面刻着一条青龙 司马玉立即想起了什么 他的脸色大变 这难道是大镜的青龙令牌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司马玉激动地说道 一时控制不住 声音大了起来 司马玉这话声音有些大 立即惊动了睡在外间的夜间 他立即在外间大声问道 小姐 有什么事情吗 叶倩是从小就跟着司马玉的丫鬟 哪怕是司马玉到了冷宫 他也不离不弃 所以对于叶倩的忠诚 司马玉是信得过的云儿来了 你帮我守在门口 不许任何人进来 司马玉走到隔开两间屋子的帘子前 朝叶倩低声说道 叶倩虽然奇怪 杨云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现在司马玉的寝宫 但是他却没有询问什么 只是按照司马玉的安排 将外间的门窗关紧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司马玉 司马玉是司南的女儿 但他却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因为司南离开西京城的时候 司马玉还在催黄后的肚子里 没有出生 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这是司马玉十分遗憾的事情 现在听说自己的父亲居然还在人世 司马玉立即激动起来 恨不得立即动身 以最快的速度到七国去 渐渐这个已经到了茂迭之灵的老人 但是 司马玉也没有将这个想法 告诉自己的儿子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 作为一个皇妃 没有正当的理由 是不能随意离京的 更何况 自己要见的人 是前大靖皇朝的皇帝 这事情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不仅会害了自己的父亲 可能连自己的儿子 也会跟着受责罚 杨云给司马玉带来的消息 让司马玉十分震惊 使得他长久陷于沉默之中 没从这件事情中回味过来 但接下来 杨云又带来了一个 让司马玉欣喜若狂的消息 杨云的妻子 吴王妃迟力 身怀有孕了 这两个消息 彻底消除了司马玉的睡意 以至于杨云离开之后 他再也没有能睡着 躺在床上 他的脑袋异常清醒 辗转反侧的消化中 杨云给他带来的消息 也在努力思考 如何把杨云回归的消息 以及杨云希望为父皇 检查病情的事情 用最好的方式告诉父皇 千万不能因为这是触怒父皇 导致儿子受到责罚 从凌玉宫回到吴王府之后 杨云便没再出门 一直待在府中 等待皇宫中传来的消息 司马玉的办事效率 还是挺高的 杨云回到府中的第二天 宫中就传来了消息 不过这消息 让杨云感觉十分意外 福皇居然不愿意 让自己为他检查病情 不过对于自己 私自回京的事情 福皇倒是没有震怒 并且还专门让人 送来赵杨云回旨意 同意他年后再回封地 不仅这样 由于此时已经接近年关 福皇干脆给各地封王的皇子 都下达了旨意 告诉他们 可以提前回京过年 杨云思来想去 也没有想清楚 福皇不让自己 检查病情的原因 可是现在西京城中 又很难找到 可以为自己 分析这情况的人 福皇的旨意 使杨云回西京的行为 变得名正言顺 他终于可以 不用整日躲在府中 接下来的几天 杨云便开始了 他一系列的拜访活动 首先要拜访的 当然是自己的老丈人 池尚文 当池尚文夫妇 听说自己的女儿 有了身孕 老两口笑得合不拢嘴 由于担心女儿的身体 池尚文夫妇当即决定 由池里的母亲 带上几个丫鬟婆子 还有经验丰富的吻婆 立即动身到吴县 去照顾自己的女儿 除池尚文之外 杨云还先后去拜访了 在京城中的一些皇子 最先拜访的 就是在京城中 现在势力最强的 圣王阳明和相王阳县 由于圣王的势力一家独大 其他的皇子们 感到一些威胁 所以他们都团结起来 形成与相王为首的团体 终于勉强可以 和圣王分庭抗礼了 而今的形势是 众皇子一改之前 明面上不反对 杨明为太子的态度 开始直接和他针对相对起来 对于皇位之争 杨云想置身事外 所以对目前 实力最强的两位皇子 他准备采取不疏远 也不刻意交好某一方的态度 这一次他主动去见 自己在这两位哥哥 就是想表明自己 对皇位没有任何企图 同时 也不想参与到任何一位皇子 对皇位的争夺之中去 虽然这种态度 任何一位当上了皇帝 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处 但至少现阶段 他们现在应该都不会再来得罪 自己这个 还算有了一点实力的封王皇子 除了两位皇子之外 杨云也拜访了一些朝中的大臣 但大多数都是像池上文这种 不愿参与到皇权纷争的官员 杨云和巨远光都认为 其实这些保持中立的官员们 大多都是聪明人 他们能够走到今天的位置 靠的都是真才是学 这种人无论谁当皇帝 都是需要用到的 所以 这种人在官场上 可以平稳地混得很久 跟这些人搞好关系 对自己而言 帮助其实还是很大的 杨云现在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就是在朝中 能够帮自己说话的官员很少 所以 在临来西京城之前 杨云的智囊们 就给他制定了 交好这些中立官员的策略 这类官员中 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太副赵钱 赵钱现在年岁已大 赵钱便没有再给他安排任何事务 也不用再上朝 使得他几乎成了 被朝中所有官员忘记的一品大员 赵钱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实权 但他在朝中的门声故里还有很多 这些人大多和赵钱一样 不愿参与到皇权之争中去 杨云的来访 让赵钱十分高兴 在所有的皇子皇孙中 杨云是赵钱最满意的一个 一是因为杨云才华横溢 是自己手下的优胜 更主要是因为杨云不争权力 真心为百姓做了好些事情 杨云和赵钱谈了一些 自己发展封地的想法 也听取了他的一些建议 听到杨云封地目前的情况 老人也十分高兴 拜访完这些皇子和官员之后 杨云还见了一个特殊的人 西京城中的红兵楼 杨云已经好久没有来了 杨云特地换了装束 打扮成一个商骨的模样 只带着钟文锐和赤木 悄悄地来到这里 但他来到红兵楼 早已定好的雅座之时 里边早有一个 头戴斗笠的人坐在里面 见到这个人之后 杨云十分高兴 立即安排赤木守在门外 禁止任何人前来打扰 此时 这房中只有杨云 钟文锐和这戴斗笠者三人在里面 这人便取下了头上的斗笠 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这头戴斗笠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目前在向王势力中 很受重视的吴远玉 钟文锐看着眼前的就是个年轻人 觉得十分震惊 这些年来 他也知道杨云在西京城中 有一个一直来默默为他出谋划策 和传递消息的重要人物 没想到 这人居然是向王手下的重要智囊 不过钟文锐的个性一向沉稳 他见到吴远玉之后 只是和他打了个招呼 没有表现出任何奇怪的表情 不过对吴远玉而言 他对钟文锐道一点也不陌生 要给自己的主公出谋划策 他怎么可能不了解杨云手下的这些得力干将 今日让钟大哥和吴先生见面 就是因为两位以后都会在西京城中做事 彼此间知道是自己的人 做事的时候可以有一些默契 但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相互联系 杨云介绍两人认识之后说道 另外 目前在西京城 能够给我出谋划策的人很熟 目前有几件重要的事情 急需听听大家的意见 所以 我便冒险将吴先生约了过来 杨云停顿一下又说道 紧接着 杨云便把目前困扰自己的两个问题 清一教的情况和吴王的病情 告诉了吴远玉和钟文锐 听完杨云的叙述之后 吴远玉和钟文锐都没有说话 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显然 他们还需要好好消化一下这两件事 请不吴提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